人刚穿越就成了坠墟 这谁能忍 古代坠墟狗都不当得好吗 这老婆找茬 你还得守门 这谁能忍 好在便宜老婆要退婚 这可太好了吧 还有钱哪 本想碎了她的意 但却没想到 这小娘们竟整出了幺蛾子 精彩故事从第一章开始 小姐 李家到了 嗯 随着一声如黄鹰轻力的声音出现 一只素白的玉手掀开了胶子的一角 杨至玉面瓜子脸 柳梅千千进妖娆 穷比一点净润光 红唇小巧似樱桃 但这只是 世人所能言 不尽她的美 如果真要找一句最合适的形容 那就是 绝代有家人 倾城而独立 是的 就是倾城而独立 而非空居在幽谷 她是那种 让人近看一眼 就觉得很有才气 且傲娇强势的人 与此同时 屋里 此时一个见眉心目的年轻人 此时正紧紧地皱着眉头 穿越了 还是古代 这就不说了 自己还家道中落 有个便宜未婚妻 这也不说了 关键是 还TM是个坠序 坠序啊 基本上有点能力的人 狗都不愿意当 为啥呢 打个比方 要是你老婆看你不爽 可以去找别的小哥哥 你TM还不能去告状离婚 要么当没事发生 要么去帮着手门 你敢信 但这就是坠序的生活 平日里 也就比家奴过得好点 毕竟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但也真就是好 那么一点点 她看了看手中的一本空白书 沉默了一下 这就是她穿越的金手指了 没有系统 就这么一本破书 嗯 也不是破书吧 反正是她看到过的东西 都会具现在里面 甚至能分析出制作过程等等 比如说 她想造把枪 没问题 除了没原料 这原料是另外的价格 也得自己做 除此之外 她觉得思想清明了 就好像占满的内存 突然清空了一样舒适 好吧 就这些了 至少暂时她没发现 有其他金手指 没有霸王之力 没有诸葛之谋 嗨 穿越的梦想 顿时就破碎了一半 再想想坠续生活 好吧 全破碎了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好吧 也不是铁的 是木头的 就在这时 前面传来了门开的声音 李修竹抬头望去 顿时愣住了 北方有家人 绝事独立 一顾亲人城 再顾亲人国 好一个富有诗书气自华 这可比杨幂那些大明星美多了 好吧 北方有家人 绝事独立 一顾亲人城 再顾亲人国 好一个富有诗书气自华 这可比杨幂那些大明星美多了 好吧 傅月华脚步一顿 疑惑地扫了一眼周围 但此时并无别人 除了眼前这个陌生男人 也不算陌生吧 四岁时 他们似乎见过一面 是他在开口 可是我明明没看到他开口啊 诗句倒是绝美诗句 不过真的是他做的吗 他不是不学无术的败家子 好好的一个礼服 都被他败光了 还有 杨幂是谁 李修竹当先回过神 想了一下礼节后一攻守 不知几位是什么人 为何私闯 我的府邸 你这人 谁说我们闯你府邸了 是大门开着的 我们叫了两声也没人 所以才进来的 说话的不是那个明显是小姐的人 而是小姐旁边的侍女 李修竹看了一眼就没再看 虽然这小丫头也挺漂亮 但是诸遇在前 真就不那么明显了 所以你们诗 我是傅月华 你应该知道这个名字吧 傅月华 李修竹一证 这个名字只要一想 他还真知道 WOC 我那个便宜老婆 WOC 我那个便宜老婆 刚刚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 这一次傅月华确认了 就是眼前之人的声音 只是奇怪的是 他一直盯着 确实没看见李修竹张口 他们这是来干什么 难道是要成婚 等等 不对 不对劲 要是来谈婚事 也绝技不会是小姐 李修竹在一脸想到家里的破败 顿时有底了 WOC 这是要退婚啊 这也太好了吧 开局退婚流 会不会就有另一个金手指了 这还不得达到人生巅峰 而且 是傅家退婚在先 肯定得给补偿啊 也不知道是给爵士丹药 还是给金银 但不管哪个 都赚大发了 只要有一百两斤 我完全可以搞出来点稀罕玩意 转手就赚得三五千两啊 想到这 李修竹看向傅月华的眼睛 已经闪烁着金币的光芒了 什么坠序 狗都不当 老子要崛起来啊 不知小姐所来何事 此时的傅月华 都被刚才那一连串的声音震骂了 不是因为声音太大 而是因为里面的内容 这混蛋 居然这么想退婚 便宜老婆 还把她当成了冤大头 还坠序狗都不当 这一刻 傅月华那很久没生过气的神经 终于绷不住了 虽然听不懂退婚流 但是这大概意思 也能懂个七七八八的了 不过傅月华虽然很生气 但也知道这狗贼扮猪吃老虎了 能在一瞬间想到 她是来退婚的不说 还能猜到要给补偿 混蛋 你想退婚是吧 看我如不如你意 等等 今日之事太过蹊跷 该不是她以不知名的伎俩算计我吧 岂让我再试探一下她的底 若是这狗贼 却有真材实料 我就是嫁了 她又如何 嗨嗨 我家小姐是来 一旁的管家 眼见傅月华没开口 还以为是不想和李修竹说话 是以才搭枪 但她话没说完 就听傅月华开口了 管家 我来说吧 是 小姐 傅月华顿了顿 才淡淡地说道 想来你也知道我们此时的地位差距 但是父亲连你家祖上 曾誓死救过他一命 所以给你两条路选择 一呢 是我出三道题 你若答上来 依然是我傅家的女婿 二呢 若是答不上来 那就婚约作罢 补你五百两斤做补偿 五百两斤 我去 这我不得赚妈了 赶紧退婚吧 别说三道题 就是一道一加一 我都肯定答不上来 狗贼 你就这么讨厌我 一加一都答不上来 虽然心中恨得咬牙切齿 但傅月华面上却不动声色 这第一题 智兔铜龙 共有三十只头 八十八只脚 问智几只 兔几只 就这 就这 就拿小学生的提考验干部 我给你一炷香 不 半炷香的时间思考 傅月华气坏了 啥叫就这 虽然不知道 啥是小学生 啥是干部 但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所以 明明是一炷香的厮口 他立刻给降到了半炷香 但此时李修竹却内心不屑 得亏他克制力强 才没在脸上显露出来 虽然要装着不会 但是这不妨碍 他算体 这是人内心的共态 就和有犯罪分子藏线索 心理学家去猜答案一样 哪怕明知道 自己不会说出去 但不妨碍去想 也会因此 被心理学家们 看出蛛丝马迹 想要让人完全看不出 要么就是自己催眠自己 要么就是 连自己也不知道 假设都是鸡 那么就是六十只脚 多出来二十八只 两只脚一只兔 那么就是十四只兔 十六只鸡 就这么简单的提 居然要考虑伴住香 他脑子嗅痘了 好吧 可能是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起点太高了 感慨了一下 无敌是多么寂寞 自己是有多么的高处不胜寒 李修竹此时爽了 而此时傅月华人妈了 真算出来了 也就喝口水的功夫 虽然傅月华 有点佩服李修竹的才学 但是那句脑子嗅痘了 差点让他炸了 死混蛋 臭混蛋 狗贼 银贼 采花贼 臭乞丐 你才脑子嗅痘了 傅月华将自己知道的不好词汇 都骂了一遍 奈何本人没文化 知道的就那么点 好在骂完后 他终于顺气了 虽然傅月华知道 李修竹已经有了答案 但他不能说 看着李修竹装便秘 冥思苦想的样子 傅月华就气不打一处来 这混蛋 是真不想娶他 果然 半炸香的时间到了 李修竹这才一脸 失落之色的开口道 小姐出的题太难了 修竹才疏学浅 配不上小姐 爷 你接着眼 要不是我能听到你心声 我还真被你骗了 狗贼 无妨 三道题呢 你答对了一道即可 请听第二题 当今圣上御修大运河 以便南北互通 你对此事怎么看 这道题 你有半盏茶的时间 这 一时间就连丫鬟和管家 都觉得小姐在难为人 这么难的题 这么短的时间 显然小姐 是对李修竹厌恶误到了极点 但是傅月华根本没这个意思 她只是想看看李修竹的极限 李修竹更无所谓 她就没想过答 不过这道题 她听了还是心中摇头 终于整了个像模像样的题了 可惜了 这题我也不答 这傅月华也是脑子嗅逗了 居然妄已朝政 而且 这大运河是人修的 谁修谁死 修大运河是好事 可惜前人栽花 后人成粮 必在当代 立在千秋 以现在的人力物理 想修大运河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除了人力 还要有钱 有粮食 除非 想到这李修竹 她就不想了 已经知道结果了 没意义 但是这一下 却急坏了傅月华 因为她父亲 正为这是为难 要是谁修谁死 那她不敢想 虽然李修竹 没想其他的 但是那人力 钱 粮 却直指核心 她没办法问 也没办法说 更不可能让李修竹 知道她知道 半盏茶转眼急过 知道李修竹 不会答的傅月华 已经想好了第三道题 别管答案是什么 这人她要了 她就不信 到了府里 她套不出话来 她是谁 她也是学富五车 富中 自有才华气的傅月华 抱歉小姐 小姐这题太难 修竹惭愧 竟是不知道从何去想 呵呵 我信了你个鬼 虽然这么想 但是傅月华脸上 还是不露声色的冷着脸 无妨 还有最后一题 若是这道题再答不出 只能说明 我们有缘无分 你也别怪我傅家 听傅月华这么一说 李修竹心中松了一口气 钱要到手了 可不能掉链子 不管什么题 一律不知道 就在李修竹 给自己打气的时候 傅月华忽然嘴角一弯 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看到这个笑容的那一瞬间 李修竹心脏都是一停 不祥之感 席卷全身 只见那诱人的红唇上下磕洞 吐出的却是恶魔的话语 第三道题就是 一加一等于几 你有一弹指的思考时间 即时开始 MD 李修竹怎么都没想到 还真能让他等到一加一的题 这要是真说不知道 那可就全京城出名了 要是答 这怎么答 追续啊 看着面前那美色绝顶的女人 李修竹忽然想到了一首诗 清竹十二口 黄蜂伟后真 两者皆不独 最独负人心啊 这小娘皮 居然如此算计自己 莫不是看上了我的美貌 哼 我偏偏不如你的意 这一刻听到 李修竹甚至弄了手骂自己诗 傅月华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高兴极了 有一种三福天 喝到冰水的畅快感 终于扳回了一局 不如我的意 呵呵 不怕你答 就怕你不答 等死吧 还看上你的美貌 刚想说什么难听话的傅月华 仔细打量了一下李修竹的样貌后 顿时说不出来了 好吧 还真的挺好看的 不过此时不光是李修竹麻了 傅月华随行的几人都麻了 一加一 就是给一个志同都知道 说好的厌恶呢 说好的退婚呢 就这 时间到 李公子请作答 傅月华顿了顿 怕李修竹真的说出不知道来 继续道 李公子莫不是要说一加一都不知道吧 这话若是传到我父亲耳中 怕是以为你故意的 嫌弃我父家的女儿 我父亲这人 有点小气 你若是让他丢了面子 呵呵 果然 这小娘们 就是缠我身子 你下见 傅月华眉头一挑 身前迅速地起伏了两下 随后才归于平静 可见李修竹这句话杀伤力 对他不可谓不大 一加一等于 三 李修竹还是答了 只是这个答案 出乎了所有人意料 一加一等于 这一瞬间 除了李修竹外 所有人都是一致 紧接着就是义愤填膺 他们都看明白了 这混蛋是不想 娶自家的神妃小姐呀 李修竹 你大胆 你竟然 来人 住嘴 我父家说一事一 说二事二 从没有说话不算的事情 怎么 你们想要 让我父家失信丢脸 管家文言顿时身上一冷 赶忙跪倒在地 小姐 老奴不敢 请小姐恕罪 算了 下去吧 说完 傅月华才看向 李修竹说道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路既然是你选的 我也不会说什么 不过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答是三 李修竹文言心中一喜 顿时开始了狡辩 小姐问的 真的是简单的一加一吗 嗨 我还以为小姐 肯定不会出这么简单题 肯定有深意呢 后来我就想 正常来说 一加一只会等于二 但是一个男人 加一个女人的话 那么就会等于三了 甚至等于四 五 六 七 八任何数 都是对的 唯独等于二是错的 所以我就刨出了二 可惜 是我错了吗 果然修竹 与小姐有缘无分 是修竹想当然了 听了李修竹的回答 傅月华按道一声果然 这个狗贼果然会给自己 想到一个合理的说辞 来不被治罪 只是奇怪 为什么这个想法他没听到 不然根本不会如此被动 此时他哪知道 李修竹这纯粹是 以前玩过的套路 压根不用想 不过好在此时也不晚 傅月华露出了笑容 在李修竹一脸惋惜的表情中说道 李公子不必可惜 你说的对 我怎么会出一加一 等于二的题呢 我想的题和 你差不多 是一只公猫 加一只母猫 答案也是 除没有一 二外的所有数 看来这就是缘分 缘妙不可言 你一番胡思乱想 刚好猜到了我答案 李修竹的惋惜 僵硬在脸上 心中只有几个字 在不断回想 WOC 你个老六 然而 没给李修竹后悔 和吐槽太多的机会 傅月华转头对管家说道 管家 婚事就这么定了 你回去就开始操办吧 婚礼定在三天后 务必隆重 这 老奴知道了 傅月华在家里很特殊 特殊倒是老爷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连他生奴也没全力管他 是否成婚的事 也是傅香国亲口说了 由傅月华自己决定的 是以管家也不敢多说一个字 但这件事 肯定他会告诉老爷的 就在这时 傅月华又听到了李修竹的心声 不行 不能这么坐以待毙 我得跑啊 这要是真成了坠绪 那日子也太黑暗了 一会我就把房便宜卖了 然后买匹马连夜逃跑 傅月华一致 这狗贼 就这么瞧不上自己吗 他可是京城第一美好吗 何时让人如此这般厌恶了 傅月华忍着心中的怒意 转头四提醒地对李修竹说道 从京城到边境骑马要15天 坐马车要23天 而八百里加急 只需要三天 若是逃婚 则入通缉 被抓到要被送往采石厂 搬三到十年的大石 以我爹身份 十年是没跑了 这一刻 李修竹逃跑的心思稀了 搬十年大石 他得死了 别说十年 他一天都不想搬 修竹不懂小姐 在说什么 能娶到小姐这种如花美眷 怕是天下男子都向往的事情 我能娶小姐 是八辈子的福气 怎么会跑呢 看着李修竹那一脸诚恳 傅月华心道 哼哼 我差点就信了 回府 是 小姐 马车上 丫鬟不解地开口问道 小姐 你怎么突然变卦了呀 不是说来退婚的吗 此时傅月华正在沉思 闻言眉头一皱 怎么 我做什么决定 还得先告诉你 奴婢不敢 是奴婢多嘴了 傅月华没空和丫鬟志气 这对他而言 无足轻重 马车一到家 傅月华直奔父亲的书房 一进门 傅月华看到父亲 顿时就开口道 父亲 运河修建的事情 能不能否了 或者推了 傅香国文言一愣 紧接着手上的毛笔 继续动了起来 他面不改色地盯着指问道 今天是怎么了 平日里 不是不喜 和爹讨论朝政吗 我记得 你今天是去退婚去了吧 小李他答应了吗 哎 可惜李公就这么一个孙子 是我对不起他 傅月华再次听到李修竹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文言美好气地开口道 您不用可惜了 我答应嫁给他了 答应了就好 嗯 你答应了 傅香国 也就是傅文汉 终于放下了手中笔 怎么回事 新生一说 匪夷所思 若是他说了 定然会被认为是义症 可要是不说 李修竹那话 怎么也不像是能让他改变心意的吧 这 难不成我只能说成 贪图他美貌 傅月华人妈了 但是仓促之间 他也只能想到这个理由了 那个 我看上他外貌了 然后给他出了三道题 言说答对一道 我就嫁给他了 哦 他答对了几道 什么题 说着话 傅文汉又开始写起了字 这字还差最后一个字 虽然没能连下来 但应该也是符好字 他对自己有信心 答对了一道 这在他的意料之中 但下面可就不在了 一加一等于几 突兀的 傅文汉的笔一个实力 把字写坏了 但是此时傅文汉没去管字 而是看向傅月华 神色难言 且不幸地问道 一加一 傅月华红着脸点了点头 就这答案 还是他硬套的 不然一加一都能答错了 完了 这事要是传出去 他可真就出名了 为了李修竹美色 连一加一都能颠倒是非 只入为马地出名 想到这 傅月华情不自禁地 把手捂在了脸上 太丢人了 傅乡国看着 顿时没好气地开口道 现在知道丢人了 你问的时候怎么没想到 他就那么好看 值得你不惜名声地 帮他答题 那你何必多此一举的 整个答题 我那不是试探他吗 可是现在 我有口难言啊 我那不是试探他吗 可是现在 我有口难言啊 傅月华人妈了 但是他能说什么 不能 打落牙齿和血吞霸 委屈硬 狗男人 早晚有一天 本姑娘要让你把老娘 受得委屈都还回来 虽然傅月华心中前面 忍住了老娘两个字 用的是本姑娘 但后面越想越生气的 他没忍住 反正是心里想的 谁还能知道不成 咦 不会真有人能听到 自己的心声吧 以前他是绝技 不会信这种鬼事的 但是现在 例子就摆在眼前 那个 他真的很好看吗 反正爹你不用管了 现在打死 也只能说这个理由了 什么是等李修竹 进了门再说 你 算了 这件事 你自己做主吧 老马是跟你一起回来的吗 嗯 我先一步进门 他应该现在也在门外了 傅文汉微微合手 冲着门外喊道 叫马管家来 傅文汉话刚落 房门就打开了 相国 您叫我 嗯 今天你和小姐去了李家 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吧 除了在场的人 我不希望再有第二个人知道 马管家文言 立刻露出了笑容 小人知道 已经都办好 嘱咐过了 嗯 做得不错 下去吧 哇 鬼女可以不要脸 但是他这个当爹的 不能不要 这一刻 就是傅月华也松了口气 终于不用担心 在小姐妹面前丢人了 父亲 你还没说呢 能不能停掉 挖大运河的事情 这 为什么啊 大运河的挖灶 势在必行 乃是立国立民的事情 傅月华文言有点急了 那个混蛋可是说了 谁挖谁死 可爹你有想过吗 大运河的挖灶 会造成什么影响 也许未来立国立民 但现在呢 其中牵扯到的人力 物力 财力 任何一样都是巨大 任何一样出了问题 都可能造成巨大后果 谁担这个责任 等等我为什么这么相信 那家伙的判断 就因为他有才华 傅文汉文言 则看向傅月华 眼神带着认真的探究 谁跟你说的这些 傅月华一致 我自己想的 不 你想不出来 你是我亲爹吗 你就这么不相信 你女儿的才华 但他在知道 老头子宠他 也不敢这么说 爹 你信我 这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你还不知道你闺女吗 学富五车 然而就在傅月华自吹的空档 傅文汉淡淡的一句 就拆穿了他 就是知道 我才知道 你学的内容都用在了哪里 这种事 你连兴趣都不会有 好吧 是清殿 还是了解我的 可 这我怎么说 要是说出了那小子 那小子有了提防怎么办 要是他以后 故意胡思乱想怎么办 而且就算知道了 怎么劝老爹收手 这件事不说 他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但他知道 自家老头是个执拗的人 这件事既然立国立民 那么即便是困难重重 他恐怕也会迎难而上 完全找不到说辞的傅月华 顿时生气了 恨我不理你了 你爱干嘛干嘛吧 傅月华说完就提着群居 小跑着跑了 一边跑一边生气 从未想过 有一天学富五车的自己 居然会被憋得 说不出话来 简直要气死宝宝了 与此同时 李修竹则一脸生无可恋 怎么千方万方 没防住小丫头给自己下套 难道自己 有龙傲天的气质 是女人 见了都腿软 没说两句 就败倒在哥的大粗腿下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 行走的荷尔蒙 郁闷的李修竹 走到水缸边 刚想喝口水 顿时间愣住了 马丹 失散了呀 哥长得这么帅的吗 早知道往脸上弄二两灰了 就这个颜值 放后是马路上 那得一堆小姐姐 来微信号啊 不奇怪了 不奇怪了 果然不是我演技 和算计能力变弱了 这是堪比宋玉的长相 出卖了我呀 这一波虽然输了 但李修竹通透了 放下了戒怀 不就是追续吗 早晚做到有一天和离 这不是错字 就是做 上一世有个形容 怎么说来着 做天做地小妖精 我就不信 我做成那B样了 她还能不休我 追续是不可能追续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都这副样貌了 当目标不得放到星辰大海 嗯 先去趟青楼吧 这要是在婚前 传出自己去青楼 那还不是妥妥被休 不对 是被退婚 这还没结婚呢 可惜 要是这个理由被退婚 那五百两斤 五百两斤啊 就这么不翼而飞了 想想就肉痛 但是金钱城可贵 自由价更高 嗯 尊严价也高 坚决不能当房老二 房压 李修竹就这么斗中空空如也 跑去了京城最大的青楼 上林院 天知道他哪来的迷之自信 一分钱没有赶逛青楼 这要是被后世的人知道 高低的来剧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青楼不难找 上林院就在商谷最富庶的 朱雀街正中 还未靠近 就能闻到一股浓郁的汁粉味道 胭脂 水粉 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 怕是才能换来一套胭脂水粉 普通人家的姑娘 又怎么可能会用得起这些 这些东西 也只有秦楼厨管的姑娘们 和大户人家的小姐们在用 只是区别在于 秦楼厨管里的姑娘们 用的香粉味道浓郁了一些 带着诱惑的香薰氛围 而大户人家的小姐们 用的淡一些 衬托着淡牙 公子 来了 您这面生啊 第一次来 没错 第一次来 您是妈妈 李修竹记得 古时候青楼的管家 都是叫老宝和妈妈的 嘿嘿 公子虽然是第一次来 不过看来 也是做过功课的嘛 老宝子拉着李修竹的手 就往里走 都到了这上林院了 怎么也不能让人跑了 春香 秋香 杰克 来了 妈妈 不愧是做老宝的 这嗓门绝了呀 不过 听老宝开始摇人 李修竹开口了 现在不开口 那一回再开口 可是吃霸王餐了 他是来混饭的 不是来吃霸王餐的 等等 等等 嗯 公子有何事 是不满意吗 没关系 我这还有梅兰竹菊 夏香 东香 顿了顿 看了看李修竹的衣衫 微微皱眉地说道 如果您还不满意 咱们这还有四大当红 八大青莲 甚至还有花魁弄月 只是除了四大当红 其他的基本不陪课过夜 能否得到姑娘们的垂青 得靠你自己本事 而且这个价格嘛 不是一般贵 您喜欢什么样的 李修竹文言参笑一下 嘿 妈妈误会了 我只是想说在下身无分文 有没有那种不花钱呢 大无语了 没钱逛青楼 想白票啊 不过虽然没钱 但是妈妈并未说难听的话 而是看着李修竹暗想 能不能花点钱 把人留在自己这一晚 不过不等他开口 已经被李修竹言论 惊到人就已经有了反应 扑哧 扑哧 笑死我了 居然还有人逛青楼不带钱的 小子你这是想白票啊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啊 咦 李修竹抬头望去 看着小哥倒是想问问 这兄弟是否后世 曹贼一伙穿越来的 不然为何如此熟悉 无辈座右鸣 但他这一抬头 那满堂的笑意 顿时少了一半 一个个女人 仿佛生怕看不真切地 往前凑了凑 这 妈妈 春香愿意自己出资 陪公子一宿 妈妈 秋香也愿意自己出资 妈妈 冬香也愿意自己出资 妈妈 幽怜愿意为公子抚琴异曲 陪公子吃吃饭 谈谈人生 妈妈 香芹愿意为公子一舞 刚才出言嘲讽 和没出言的客人都骂了 这些他们花钱才能碰 或者不能碰的女人 只是看了这个小白脸一眼 竟然都愿意倒贴 这有天理吗 就在这时 又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难得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人 本想自费畅聊一会 不过看来轮不到人家了 毕竟有这么多妹妹自见整袭 而我却只能陪公子说说话 聊聊天 声乍现 人未见 但那柔媚的声音 就仿佛一只小手 抓住了在场男人的心 忽然一个女子出现在众人眼中 这一瞬间 满屋子的美人 仿佛都成了陪衬 她仿佛成了百花丛中 那朵一眼 就能让人看在眼里的牡丹 绝美的容貌 柔嫩光滑的皮肤 分明的五官 无一不衬托着美感 如心的双眸 眉宇间散发出诱人的气息 嘴角轻弯 带着一丝看破红尘 玩弄众生的轻挑 弄月 这就是全京城最富盛名的花魁 此时 李修竹打量着弄月的时候 弄月也打量着李修竹 不愧是能让上林院 大半女子自费的男人 也许不是大半 是还没来得及开口吧 只见李修竹见眉心目 有一双细长深邃的眼睛 和宋玉一般英俊的脸庞 她的面容显得端庄稳重 有一头乌黑的秀发 在她的脸上 有着甜淡的笑意 带着一种神秘的气质 让人看不透彻 只是她的肤色略显苍白 看起来有点弱不禁风 但正是这种微微的病态美 更能激情女性的母性保护欲 再配上她那有力 而又细长的手指 足以让大部分女人疯狂 这样的一个男子 可以说是极具魅力的 当然 她只是被李修竹的有趣吸引 对于外貌 她不否认美好的事物 总让人心旷神疑 不过到了她这个地步 见过太多好看的人了 李修竹虽然格外好看 但也只是觉得好看 让人心情愉悦而已 并不会为此就想现身 就想从良 这时 李修竹眨了眨眼睛 姐姐还未开口邀请 怎么就知道 我不会同意吗 哦 有意思 那我现在邀请你了 你来吗 来 哈哈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好久没碰到 这么有意思的人了 来 上来吧 虽然弄月不怎么在乎李仪 但是依然端庄 笑得如此开心 还是第一次 但即便如此 她的笑容也带着柔媚 没有让人们对她的印象分下降 反而觉得有几分洒脱 此时在场的男性 还没从打击中缓和过来 这混蛋一分钱没花 就进了花魁的房间 这混蛋 让花魁倒贴了 难道长得帅 就能如此为所欲为 天理呢 何在啊 不过李修竹可没管别人 已经跟着弄月进了房间 因为是花魁 她的房间 不但是顶层最好房间 连房间也格外大 李修竹初步估计 少说的一百来个方 一进门 弄月就毫无诚意地欠然说道 倒是让公子错失了美人事情 还望公子不要见怪 李修竹随意看了看 文言开口道 姐姐要不先准备一桌酒席 我饿了 弄月文言顿时笑了 你该不会是专门来吃饭的吧 不过 你是怎么想到 来青楼混饭吃的 李修竹也没藏着掖着 文言十分坦然地开口道 没钱了 后来我心想 我这么帅 难道没人喜欢 可是喜欢归喜欢 愿意为我花钱的 必然得有点钱 而且还不能太矜持的 大户人家的小姐怕事不成 这么一筛选 好像也只有青楼了 弄月文言轻笑 你还真不是一般有趣 我不是没见过吃霸王餐 白嫖的 但是第一次见过如此时尚 还没消费 就说自己没钱的 弄月说着打开房门 对门口的侍女吩咐道 翠云去准备一桌上好的席面 两壶好酒 翠云文言看了一眼李修竹 应了一声 是 姐姐 我这就去安排 李修竹此时则坐在了弄月常坐的软榻上 开口道 姐姐应该就是弄月吧 正式认识一下 在下李修竹 弄月文言柔眉地笑着 开口问道 我对你着实有点好奇 你能满足一下弄月的好奇心吗 有好处吗 弄月文言眉头一挑 吃饭不算好处吗 李修竹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那不算 吃饭只是聊天的好处 也算是朋友间的请客 但你让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是在问问题 打听我的隐私 我若是不愁吃喝 聊聊也可以 但以我现在的情况 知道了弄月的需求 也算奇获可拘 若是没点好处 说不过去 弄月笑着说道 是要钱吗 我还以为 你会借此让我陪你睡觉呢 感情 我不比那些黄白之物 更吸引你 相比黄白之物 我自然更喜欢弄月 姐姐这天仙般的人 哪个会不喜欢 但人贵在自知之明 弄月看我的眼神 和其他女人不一样 若你眼里有喜欢和情欲 我自然不会错过 可我在你的眼神里 只看到了有趣和真诚 是的 就是真诚 很奇怪 都说青楼女子 表无情 戏无意 我却在你的眼里 看到了真诚 李修竹说完自嘲的倾笑 紧接着又来了句 你说 我是不是眼瞎 你这话这么问我好吗 我若是说你眼瞎 岂不是我就是那个 无情无义的 眼瞎不眼瞎我不知道 不过 你不开口要求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不肯陪你 睡觉呢 万一我愿意呢 李修竹一正 看着这似笑非笑的面容 顿时有点无语 用我的话 读我可还行 而且 你明知道他在逗你玩 但就是让你生出了一种 你距离 睡他只差开口的错觉 不过这种情况 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老熟人 他愿意和你睡 借着玩笑打破僵局 一种是人家和你不熟 单纯地戏耍你玩 哪怕你开口了 人家也不会同意 不过问问又少不了二两肉 万一呢 这么美的女子 她上一世一辈子都没见过好吧 那我若是满足了弄月的好奇心 弄月愿意陪我睡觉吗 弄月文言笑了 笑得格外灿烂 只是眼神中却带着无趣 仿佛这个答案 一点都不让他意外 我还以为你不会开口吗 你说 你能从我的眼神里看到东西 应该不会看不到我眼中的戏弄吧 李修竹耸了耸肩 看到了 太明显了 但是凡事都有万一 万一呢 总不能为了点面子 让机会溜走吧 毕竟弄月可是长在我审美上的人 不过我很好奇 弄月姑娘那看透一切的无趣 是怎么回事 如此说法倒是也算有趣 顿时间弄月的兴趣 又回来了不少 你倒是难得的真诚 若是一般人被拆穿 怕是也会在我面前百般狡辩 至于无趣 见了那么多人 看多了虚假 听多了甜言蜜语 我倒是对那些不感冒了 就好像一个信里的公子说 他爱慕我 倾慕我 想让我等他两年 等他中了状元 就来娶我 结果隔日 孙公子也说 王公子也说了 再比如说 有人说他家道中落 现在没钱 希望我能等他两年 他现在在做生意 一定会挣到足够的钱 来为我赎身 但是同样的 没过几天 孙公子 李公子 赵公子都说了 说听也许挺感动 但挺多了 也就只剩下了麻木 慢慢的 我理解了他们的意思 无非是想让我跟着他们奋斗 先让我陪他们睡觉 然后资助他们发展 最后再回报我 挺好玩的 不是吗 可惜我不是傻子 也许我傻一点 真就那样了 结果看得越清楚 心也就越冷静 渐渐的 也许我就成为你心中 那些无情无义的人 说完 弄月仿佛突然从感慨中 恢复了一样 顿时脸上带上了笑容 玩味地说道 我已经好久 好久没有听到过 新颖的情话了 这样吧 若是你能说出几句 别人没说过的情话 我就陪你睡觉如何 不过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若是你把握不住 那可不能怪我了 就在这时 翠云敲响了房门 姐姐 吃食准备好了 弄月起身去开门的时候 转头对着李修竹笑道 先吃东西吧 吃完告诉我就行 上林院作为最大的青楼消金库 那吃食的美味 虽然不比皇宫御厨 也差不了多少 事宜 李修竹倒是也吃得香甜 至于那情话 李修竹仿佛也早就忘到了耳边 此时弄月则处着下巴 看着毫无吃相 但也显得洒爽的李修竹 露出了笑容 这个笑容不再那么魅惑 而是带着温度的笑容 呼 吃好了 你怎么不吃 这几个青菜我 可没怎么动 文言弄月嘴角的笑容一僵 我谢谢你哈 我不吃青菜 我爱吃肉的好吧 没事 我不怎么 怎么样 情话想到了吗 若是想不到 今晚你可没办法在我这桌 李修竹文言笑了 他可是来自信息大爆炸的事件 还能被这个难倒 别的他还真不敢保证 有没有中的 但是情话方面 他知道 有一种绝对不可能中 读书人可丢不起那个脸 富家子弟 也想不出那样的情话 李修竹走向窗口 看向空中那大大的月亮 你知道你和月亮 有什么区别吗 弄月一正 走到了窗前 看着月亮不解 这个时候的李修竹 不是应该夸我赞美我吗 怎么不按常理出牌 不过我的花名里有一个月 难道是这样 就这 什么区别 多带个月 不 区别在于 月亮在天上 你在我心里 能 弄月还真是第一次 听到这样的情话 一时间竟然愣了下 这时李修竹继续道 现在选择权交到了你的手里 你可以说自己听过 也可以说自己没听过 无论哪种回答 我都相信你 弄月文言一致 这么一来 他反而不好撒谎了 弄月要是来自后世 高低的整剧 你个老六 忽确实 李公子这句情话 弄月没听过 不过可惜 刚才我是逗你的 我天魁来了 若是公子不介意 弄月也愿意说话算话 女子天魁乃女子最肮脏之邪 甚至代表着霉运和致邪 一些鬼神小说里 甚至能用这血污 会先加法器和肉身 弄月不相信李修竹会弄自己 这可是除了好色如命的银贼外 都不会有人去碰的 不过李修竹接下来的话 却让弄月一致 那看来弄月是认了 这就好 麻烦帮我准备捅热水 我也洗个澡 不能唐突了弄月 这是要浴血奋战 弄月眼神一变 顿时间在看李修竹 就没那么感兴趣了 但要说厌恶 倒也没有 毕竟李修竹的颜值 和刚才的好感在那里 想不到居然是个色中恶鬼 弄月心中轻叹 有些可惜 不过弄月并没有反悔 给谁不是给 难得碰上一个有好感的人 当然这个好感 现在还剩多少就不知道了 洗漱完 李修竹拉着弄月上了床 此时弄月 身体都是微微发僵的 虽然早知道这一天会来 但是第一次 哪怕他听得再多 又怎么可能不紧张 李修竹也没在意 弄月的僵硬和沉默 躺下去后 就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搂住了弄月 好了 睡觉吧 鼻端的香气有些撩人 李修竹一个血气方当的年轻人 多少有点受不了 但若是闭着眼 当身边的只是空气 香味只是香薰 那他还可以勉强不在意 忽然李修竹自嘲一下 这还真是鼓有柳夏慧坐怀不乱 竟有李修竹娄美能眠啊 该不会柳夏慧当时也面临一个 来了天魁的女子吧 听着身后传来的沉稳呼吸 弄月一正 公子不是要睡弄月 李修竹沉稳的呼吸顿时一致 一下子乱了 小妖精 你不要勾引老娜好吗 不知道老娜十分艰难地忍住了道心吗 现在不也是睡吗 睡宿觉 宿觉 弄月对这个心思不太理解 就是只睡觉 不运动 相比于回家睡冰冷的被窝 我更喜欢抱着暖和的美人睡 扑吃公子倒是看得透彻 只是我还以为你要 浴血奋战弄月没说 但二人都懂 别瞎想 虽然我不在意 但是这种事对你们女子不好 记得 天魁期间千万不要接客 有空和你那些姐妹们说说 哼哼 不在意 还不是怕倒霉 弄月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仿佛知道事情不会发生 此时哪怕是同床共枕 也彻底地放松了下来 一点不带怕的 这一刻 弄月转身 反而看着李修竹 眼神说不出的玩味和调皮 忽然 李修竹的眼睛睁开了 盯着眼前的绝世美人 没忍住A了上去 嗯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松开了弄月 李修竹这才认真的开口道 小妖精不要再玩火了 我可没什么抵抗力 这一刻 弄月的脸很红 甚至不敢去看李修竹 脸上的玩味也消失不见 无语了 我到底是做了什么 才会把自己的触问丢掉 这时 李修竹继续说道 至于我敢不敢 我给你讲讲女性生理知识 你就知道了 生理知识 那是什么 所谓女子天魁 其实并没有你想得那么脏 那是女子在排除老旧的废弃物 说一些专业的你 可能听不懂 但其实 那只是没用的胎盘融化后的产物 简单来说 就好像一杯果汁 若是你放在那里 它的新鲜期 只有几个时辰 若是不喝 过一段时间就会长毛 这些毛就是有害的 所以过了新鲜期 就要倒掉 然后再倒上新鲜的果汁 这样 杯子里的果汁 才会一直都是新鲜的 你的天魁 就好像是即将过了新鲜期的果汁 暂时还没有害 所以对我而言 没有任何坏处 除了看起来甚人一些 但其实差别不大 而且 我还是享受到了 事后洗洗也就好了 但因为我的原因 那些本该排出去的天魁 却再次回到了你的身体里 它们会在你身体里 形成有害体 让你生病 懂了吗 所以我是为你好 所以拜托你 不要再玩火了 不然我真不一定忍得住 这一刻 弄月沉默了 李修竹讲得太详细 太细致了 以至于他真的信了 但信了后 就剩下感动了 此时 李修竹重新闭上了眼睛 这个小娘们在前 想心如止水 还真不能看 不能想 若是修竹 弄月觉得一次 两次 也是可以的 这一瞬间 李修竹再次睁开了眼睛 这小娘们 合着我跟你说了半天白说了是吧 可惜我终究不是那个玩弄女人的无情人啊 李修竹认真地看着弄月 认真地说道 答应我一件事 以后多爱自己一点 人活着最该全心全意爱的 其实是自己 不要为了任何人去改变 因为别人 爱你心疼你 都是有一定限制的 超过这个值 他就会产生别的情绪 比如同样一件事 你第一次 和他说他会心疼你 想保护你 但同样的一件事 你说几十次 他就会产生厌烦 所以 不要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 亏待自己 多爱自己一点 活成别人羡慕的模样 别人才会更爱那样的你 沉默 良久的沉默 是难言的感动和思考 忽然 弄月主动伸手抱住了李修竹 李郎 以后没钱了 或者想我了 就来这把 只要我在一天 上林院的大门 永远为你开着 若是你对我腻了 厌了 你也可以去找楼下的姐妹们姐妹 李郎就已经够离谱的了 你这想保养我的情绪 是打哪来的 而且 我刚说的好好爱自己 不要委屈自己呢 你就是这么爱的 累了 毁灭吧 李修竹翻了个白眼 多少感觉有点失败 第一次做人生导师 就遇到了滑铁路 就这 就这 李修竹有气无力地开口道 合着我刚才说的 都白说了是吧 而且 你还想包养我呢 我知道你现在有钱 但你知不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上林院 全京城最大的销金窟 你那些钱 够我在这里消费多久 没钱了呢 那时候你无休止地接客陪笑 而且 你现在虽然是上林院的花魁 但以后呢 红颜一老 你还能当一辈子花魁啊 等你开始年老色衰 还没钱了怎么办 不出三年 你只能和那些正当红的一样陪客 不出五年你 只能和春香 秋香一样接客 十年后 也许他们不需要你了 就允许你从凉了 但那时 你也只能找个泥腿子 忍受着悲惨的人生 弄月文言 忽然痴痴地笑了 笑得极美 笑得眼泪都流出来 可是就是想笑 就是开心 李修元的话忽然停住了 看着弄月雨带梨花的样子 他忽然心疼了 想保护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奇葩地有点忍不住了 干 这是要破功啊 忍无再忍 无虚 不 还得再忍 今天这忍者神归我当定了 有病 李修竹说完就转过了身 面向房中的空气 只留了一个背影给弄月 但 弄月却突然眼泪也不流了 反而脸红了 原来二人之前弄月抱着李修竹的 是已自然察觉到了某些变化 忽然弄月微微起身 凑到了李修竹耳旁 李郎若是忍不住 可以不用忍的 我承认我现在很冲动 但是我不后悔的 哪怕是生病了 也不后悔 李修竹无奈了 姐姐 你这是上头了呀 你刚刚不是这样的 刚刚你还恨不得你我走的 就在李修竹准备转身 说点什么的时候 弄月看着李修竹 洁白而晶莹的耳锤 忽然抿住了 李修竹一个机灵 瞬间爆了 这我能忍 李修竹转身恶狠狠地 看向弄月 然而弄月的脸上 连点害怕的情绪都没有 忽然李修竹丧气了 平躺在床上无力地说道 你这样 我真的很挫败啊 希希 那我要不要配合你一下 喊声我好啪啪 要不交滴滴一点 人家好啪啪吗 约你给我好好说话 弄月忽然趴在了李修竹胸前 没再说话 而是抱着李修竹 倾听着她的心跳 梁九忽然开口道 能听听李朗你的故事吗 除了知道你叫李修竹 我还对李朗你一无所知呢 李修竹闻言叹了口气 你也知道 你对我一无所知啊 万一我是坏人哪 真的 离我远点吧 我给不了你未来的 不是不想给 而是给不了 懂吗 弄月一正 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不是不想给 是给不了 正好我也要请你帮我个忙 等一下你 听完了就知道了 其实我是向国府 为国门的坠序 你应该知道 坠序是什么意思吧 所以 我是给不了你未来的 事情的起因呢 大概就是 我的便宜祖上 救了傅向国一命 然后就和傅向国定了亲 但你知道的 傅向国什么身份 我家里什么身份 所以 这门亲事 我就成了坠序 我父亲有向国撑腰做生意 挣了不少钱 后来父亲做生意 路上被劫了 人就没了 到了我这 虽然家产不少 但之前 年少不更事 被人骗去赌场输没了 所以我既没有钱给你赎身 也没办法娶你 甚至养你当外妾 都不可能 弄月文言 不解地仰着头问 那李郎为何会来上灵院 李修竹也没隐瞒弄月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想找个人倾诉一下 聊聊天 这妹子这么真诚地对自己 说也就说了 就算是被爆出去 她也没什么后悔的 相反 若是真爆出去 让傅家修夫 岂不是更好 我不想嫁去相辅 相辅追续说来尊贵 不还是追续 若是有可能 我更想做个自由人 那上两房 你这样的角色美人 然后没事喝喝茶 和你们生生孩子 岂不是更美活 本来之前傅家小姐来退婚 我还以为可以退掉呢 结果被那小妞算计了一刀 所以我打算做一个小坐经 就是坐腰的坐 特别坐 就是小坐经 所以 明早我想请你叫傅月华来捉肩 说到这里 李修竹一顿 摸索着下巴嘀咕道 好像也不是捉肩 咱俩不算肩 捉嫖 可我也没嫖啊 那桌 怎么形容呢 此时李修竹有些无语 感受到了书道 用十方恨哨的尴尬 他一个大学本科生毕业的 竟然一时间找不到形容词了 扑痴 李郎你还真是有趣 居然想当个 你说的那个什么小坐经 还要通知未婚妻 来庆楼抓自己的 不过 我倒是很好奇 那项国家的小姐 到底是怎么摆了 李郎一道的 这 要说吗 多少有点尴尬啊 但就在李修竹迟疑的时候 忽然倒吸一口凉气 停停停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当下李修竹 就赶紧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没办法 被这小妞拿住了弱点 这谁受得了 所以说 你故意答错了一道一加一 居然还被人算计了 李修竹顿时觉得丢脸极了 他堂堂一个穿越者 居然被一土著拿捏了 这也太给穿越者丢脸了 哼 我倒是觉得这小姐挺有趣的 要是有机会真想见见 李修竹文言提醒道 明天你应该就该能见到了 好了 早点睡吧 弄越此时 却忽然脸色微红 并不想睡觉 李郎 其实我还不是很想睡 李修竹露出了黑人问号脸 你不想睡觉干嘛折腾我 我困啊 你是不是也不困 眼见弄越动手 李修竹人妈了 停停停 你怎么又来 即便你这样 我也是困的 不 你不困 我 没错 我不困 忽然 外面响起了敲锣声 锣响四声 已是四更天了呀 晕 这都晚上一点了呀 你说吧 你怎么才能放过我 让我好好睡觉 弄越文言 深情地看着李修竹 今日过后 我怕李郎你跑了 所以不想 让自己后悔 也许可能会生病 也许可能再也见不到你 但是哪怕一次 我也满足了 李修竹文言 诧异地看着弄越 你就这么喜欢我 那之前 你是唯一 一个不是冲着我身子来 且会真的关心我的人 我不知道 还有没有第二个 但是我希望 我的人生能没有遗憾 是谁给你 我不是冲着你身子来的错觉 这楼里这么多人 我之所以上来 还不是因为你最漂亮 那我给你 你为什么不要 还是说 你说的都是假的 其实你也怕倒霉 合着我今天不遇血奋战 就是说假话 就是嫌弃你呗 李修竹无奈地说道 等几天不行吗 等你天魁走完了 不行 你都说你是坠绪了 万一他们不和你退婚 婚后把你圈禁了怎么办 不是 要不要说得这么惨 我很害怕的好不好 你还吓我 过分了呀 沉默 换一种方式吧 不过可能有点委屈你 折辱你了 如果你能接受我 让你干嘛就干嘛 也应该是彼此都能接受的结果 弄越文言眼前一亮 什么折辱 什么委屈 他现在无所畏惧的好吗 妾身全凭李郎吩咐 月光舞 菊花香 梦回故里踏菊来 凤霄生动 玉湖光转 一夜鱼龙舞 天亮后 弄越才颤颤巍巍的起身 顶着朦胧的睡眼 叫醒了翠云 翠云 你去向国府找到傅月华 就说 李修竹来青楼嫖 吃喝没钱给 让他来接人 弄越本想说那个字 后来一想说了 自己的性质就变了 这时 李修竹也起来了 弄越回身时一正 李郎 怎么起这么早 李修竹闻言开口道 再晚一回傅月华就来了 在这之前 我想先送你两幅字 字 李修竹没再说话 而是静止走到了书案前 作为花魁 房里文房四宝 自然是不会少的 弄越也没再多问 而是走到了诸案前 乖巧地言没着艳没 李修竹闭着眼 默默地 回想着那首诗词 顺便接收着前身的文笔功底 两久他才睁开眼 接过了弄越递来的笔 水掉鸽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其武弄轻盈 何似在人间 转诸阁 低起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诗缘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随着李修竹落笔 弄越的眼睛越来越亮 当整篇诗词写完 弄越的眼神 已经震惊无比 作为上林愿花魁 弄越的诗词功底 自然也有独到之处 但正是因为懂 才懂这篇诗词代表了什么 此诗词一出 中秋再无明月词 不等弄越开口 李修竹已经再拿一张纸 再次动起了笔 愿你三冬暖 愿你春不寒 愿你天黑有灯 下雨有伞 愿你善其身 愿你遇良人 暖色浮于生 有良人相伴 放下笔 李修竹这才开口 这首诗词给你 希望你用它摆脱命运的摆布 这最后的是我对你的祝福 希望你今生安好 若是我被圈禁 也希望你得遇良人 不负余生 弄越看着这么多的愿你 忽然摇了摇头 拿起笔 忽然在愿你遇良人 和下面的良人上 分别画了一道杠 这里错了 写错了 你还能知道 我要写的 弄越说完 在一旁用小凯重新写了一些字 愿你善其身 再续李狼园 蓝色浮渝生 春宵府摇晴 说实话 没那么通顺 但却真的将李修竹感动了 算了 不就是负责吗 这时候再不负责 还是男人吗 虽然不一定能给个妻的身份 但是这妻我要定了 这么想着 李修竹再次在上面写了一句话 世间若无双全法 只付如来不付清 这一瞬间 弄越笑了 笑得格外开心 这算是承诺了 如果有一天 我被相府扫地出门了 希望能在门外看见你 若我没被扫地出门 那就定然接你尽服 不过这边 这首词 能让你早日从凉吗 弄越依偎在李修竹怀中轻声道 李狼你太小看这首词了 此词一出 中秋再无词 即便是这新人辈出的上京城 也足以让我再多当三年花魁 三年花魁所带来的收入 就是李狼 你想多赎一个花魁也够了 不过此词一出 我的身价肯定也得涨 对了 李狼你给这首诗提个落款吧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我对这个兴趣不大 要不你自己来 不要 就要你提嘛 水汪汪的桃花眼 带着软糯的撒娇声 顿时李修竹被拿捏了 好好 我提 我提还不行吗 李修竹想了想 并未用本名 只是提了个不戒居士 不戒居士 有什么含义吗 李修竹解释道 这有点佛号的意思 佛门五大戒律 情爱属赢邪 若与你在一起是犯戒 那不戒也罢 指负如来不负轻 弄越眼前一亮 只觉得这个号很好 就在这时 楼下传来了动静 是傅月华 来得好快 嗯 刚走进上林院的傅月华 顿时间眼睛一眯 那狗男人果然在 没钱居然还敢来白嫖 而且还让他这个未婚妻 来上门送钱 简直丢人丢到家了 哼 若不是 你关系到我家的身家性命 让人打死你 给你掌掌教训才好 傅月华带着一众家丁来砸场子 劳保顿时间就赶来了 这位小姐 您带着家丁来闹 不合适吧 我们这上林院的背景 可不是你能随便闹的 傅月华文言 淡淡地看了一眼老保 怎么 比我爹这个当朝 相国还大吗 老保顿时间脸色一变 立马从问罪 变成了讨好 古奶奶 这话是怎么说的 您是相国千金 您看这样行不行 您找谁知会医生 我把人给您带出来 您看行吗 相国大人国事繁忙 您也不想麻烦 他不是吗 此时 老保子心里都快骂娘了 不知道哪个扫把心 把这个小祖宗惹来了 虽然背后自家的主子 不须相国 但是你因为一点小事 劳烦到主子 那他也不一定有的好趣 李修竹呢 带他出来见我 老保文言一愣 李修竹是谁 没听过呀 古奶奶 你是不是打哪听来的消息 听错了 昨夜流苏的客人 没有李修竹这个名啊 是不是不在我们这里 不 他肯定在 傅月华说着看向翠云 顿时将翠云吓了一跳 顺着傅月华的目光 老保自然也看到了翠云 翠云是谁的侍女 老保再清楚不过 顿时间就想到了 那个白吃白喝 说不定还白嫖了的 英俊少年郎 是他 老保人更妈了 背靠成相府 居然说身无分文 这不是骗吃骗喝吗 白吃白喝白嫖就算了 还给他找麻烦 妖兽啊 不当人子了呀 古奶奶 你是找那个少年郎啊 这老身之前 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昨天第一次见他 傅月华不想废话 这个地方 他是一刻钟 也不想多待 行了 先把人带下来 这时 弄月和李修竹也出来了 这一刻 两女四目相对 顿时间仿佛有火花闪过 撕这就是目光如电吗 这都看见火花了呀 该不会一会打起来吧 两个女人 应该不至于 嘿嘿 看我那便宜老婆的样子 这回被修稳了吧 这相国女婿 新婚再及去招嫖 这能忍 吃给我 我都忍不了啊 傅月华 混蛋 这家伙故意来嫖的 那不带钱 也是故意的 不 这应该不是故意的 这混蛋的家产 除了宅子早输光了 等等 那之前的败家形象 也是为了被退婚 为什么 这个疑问刚冒出来 傅月华就想到了答案 他不想当坠婿 坠婿的准则 他也是知道的 所以第一时间想到了答案 这混蛋 挺能演的呀 为了不当坠婿 还挺舍得的呀 可惜了 姑奶奶已经看透了你的目的 这个坠婿 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你等着吧 让我傅月华如此出丑 等你成了坠婿 看姑奶奶怎么炮制你 说吧 李修竹欠了多少两银子 弄月一愣 这个问题 他之前忘记想了 但就在这时 傅月华看不到的地方 李修竹忽然伸手比了个五 也不知道 弄月能不能看懂我的手势 想到之前那退婚的五百两金子 李修竹就有点心疼 这有机会 了不得弄回来 弄月自然也看到李修竹的手势 只是那个五什么 他却没明白 五十 五百 五千 五十两未免太过便宜 昨夜李修竹的消费 就算抛出自己应得的那份 也得几十两了 那应该就是五百两了 五千两那种天价 恐怕他的出业权 也就这个价格了 等等 李郎昨天就是在我这睡的呀 五千两 五千两 傅月华猛逼了 李修竹干什么了 不对 刚才那个心声不对劲 这混蛋 是火同旁人骗我钱 五千两不正是五百两金吗 这混蛋 还惦记我退婚的五百两金呢 傅月华看向老宝 冷冷地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劝你最好老老实实地说 这里的人肯定不止一个人知道 若是让我知道 你骗我 谁都保不住你 老宝文言顿时一个机灵 这管我什么事啊 不过他还真不敢赌 老宝死了 换一个就是了 但是向国千金可就一个 也不对 听说有四个 但是那他也不敢自比向国千金啊 姑奶奶你别激动 事情是这么回事 昨夜李公子来我们这里 说没有钱 然后想让姑娘们自费陪他 我们家的花魁弄月刚好在场 就说愿意 自费请他上去做做 傅月华文言一致 没想到李修竹 能扯出这么奇葩的事情来 今天过后 怕是要上京城出名了 不过 他有了一个更好奇的关注点 愿意自费请他人多吗 嗯 十有八九 老宝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 这姑奶奶 她得罪不起 傅月华文言顿时间看向了李修竹 好吧 这个小白脸 确实是能骗小姑娘的 不过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傅月华突然笑了 混蛋 就想骗我的五百两斤是吧 我就不给了 虽然不知道 李修竹为何会和弄月很熟络的样子 还能联合起来做套 但是坑不到他 知道了那个混蛋的心声 我傅月华 先天立于不败之地啊 这老宝子什么鬼 这有他什么事 我骗点钱容易吗 此时弄月也有点妈了 在妈妈开口的时候 她就知道要走 此时看到傅月华的笑容 顿时察觉到了傅月华的心思 不想给钱 但弄月也不是一鱼之辈 否则早就被那些甜言蜜语的人 吃干抹尽了 奴家是说 请公子吃喝不假 但是可没包含和公子睡觉啊 昨夜公子喝了两杯酒 酒 酒 这可是一大笔银子 小姐总不至于让奴家自己贴钱吧 傅月华淡然地看着弄月眼 不为所动 这要是不知道 说不定还真被骗过去了 现在嘛 别管真的假的 这钱她肯定不会给 人无信而不利 既然姑娘说了 请我家外子 那就这样吧 好了修竹 跟我走吧 傅月华说完 转头看向老宝 淡淡地开口道 我这么说 没错吧 人我能带走吧 老宝早妈了 但是这个 他还真不能拦 毕竟弄月当时真的开了口了 虽然早有猜测 但是老宝也没想到 弄月真把自己送了出去 这好几千两啊 不行 这个钱必须得让弄月出 对了 弄月这已经接客了 岂不是能挣更多钱了 顿时间 老宝的眼睛更亮了 此时 李修竹也妈了 这娘们不是好人啊 这么抠的吗 而且 这脸皮 深安厚黑穴啊 傅月华听到李修竹 这么夸奖她 顿时嘴角微弯 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 混蛋 终于知道老娘的厉害了吧 不过 想想自家老爹呢 傅月华又头疼了 也不知道怎么和自家老爹交代呢 臭混蛋 真是个惹祸惊 李修竹走了 全程没再看弄月一眼 不是失望 而是不想给弄月惹来麻烦 他可是坠绪 没人权啊 倒是弄月 虽然有点无奈 没帮到李修竹 但却大方地看着李修竹 消失在上林院 李修竹一走 弄月也转身回了屋 等他刚坐到梳妆台前 不出意料的 老宝果然来了 弄月 你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你这可是倒贴啊 而且账目上 那么大一笔银子 弄月知道 这是老宝在变相要银子 毕竟是同一个屋檐下 不好太直白 五千两岁多 弄月并未放在心上 只是他为何要出这笔钱 只见弄月拿起了眉笔 开始描眉 丝绸的袖子 瞬间滑落在手肘处 离那里不远一点朱纱印 正艳丽地附着着 老宝的话戛然而止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老宝疯了一般 上去抓住了弄月的胳膊 就开始搓了起来 但这可是正经的手工纱 怎么可能搓得掉 妈妈 你弄疼我了 不悦的声音 让老宝一顿 灿然地笑笑 妈妈只是好奇你 为何没破身 却敢要相国千斤五千两 你不是说李修竹他喝多了酒 就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啊 后面只是你们脑补的 顿了顿 弄月解释道 至于帮李公子要五千两 不过是因为我和李公子投缘 眼见李公子身无分文 终是可怜 想帮他弄点零花钱罢了 只是没想到 傅相国的千斤如此聪颖 居然一眼 就看破了我们的诡计 不然你以为 为何他没给钱 是向国家缺纳五千两 老宝人又骂了 你是说 那姑奶奶看出来了 她不会找咱们的麻烦吧 放心 不会 她到底是相国千斤 还是要脸的 忽然弄月话锋一转 妈妈 不知道弄月为自己熟身 要多少银子 妈妈 不知道弄月为自己熟身 要多少银子 熟身 顿时间 老宝子有点静意不定了 对 我想先问问 也攒点钱 过两年年老色摔了 也该给自己熟身了 怎么不是都有自熟的规矩吗 我不能给自己熟身 原来只是问问 老宝子松了口气 当然能 熟身的话 一般当红花魁要五万两 五万两吗 当红花魁有自主的权利 无论银客与否 是否银客都可以做主 以他现在的银客量什么的 一个月大概能挣三千两 抛去他自己的那份 一个月轻楼挣两千两 五万两 相当于花魁营业期间 两年半收入 但是这缩短了正前期 轻楼不亏 弄月点了点头 柔生说道 这两天我不舒服 就不营业了 过两天 我身体好了 妈妈就过来拿钱吧 猛了 不是 你不是只是问问吗 怎么 这么突然 弄月文言笑了笑 虽然还差点 但是我还有不少名贵的珠宝 既然有 不妨就给自己熟身了 仅此而已 这一下老宝不答应了 不是 弄月你不能走啊 咱们上林院现在什么情况 你是知道的 现在上林院青黄不接 除了你连个大家都没培养出来呢 可全靠你撑着呢 你这突然走了 我这上林院得损失多少 妈妈 这好像不归我管吧 不是 你这多少有点没良心了吧 当初你被卖到了这上林院 是谁培养你的 我这做妈妈的 在你完成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后 可为难过你 弄月文言平静地问道 我帮上林院赚了多少了 上林院培养我花了多少 加上我自熟的钱 上林院在我身上得到的利益 十万两是有了 难道少了吗 不过妈妈说的对 妈妈确实没怎么为难过我 哪怕是知道 我可能失身 来要钱 也只是分内之事 我心中也不曾有半点难过 所以呢 我可以在这里挂单一年 算是报答妈妈 只是这个熟身的钱 你可得给我个实在数 毕竟我挂了单 也是得交挂单费的 这一刻 老宝终于懂了 这是要单费了 你是要挂单 已经说到了这份上 被猜到意图 弄越也不意外 大方地承认了 对 但是若是妈妈觉得 我还要依靠您 而故意抬价 那我也可以全额赎身 我毕竟是花魁 就算挂单到别的青楼 也有的是人抢着要 别的不敢说 我在花魁期间的挂单费是 肯定能免了的 顿时间 老宝心中的小九九 就收了起来 但是五万两 怎么都不能少的 不过 他却想到了一个折中点 赎身费可以给你 减到三万两 但是我们得签订的契约 你最少得挂单两年才行 一个月的挂单费是九百两 一天三十两 一年就是一万零八百两 两年的挂单费 就是两万一千六百两 这方案 老宝不亏 还多赚了一千六百两 弄越文言 沉默了片刻就知道 这个价钱 其实他还是亏了点 但是能不得罪东价 亏个一千六百两 倒也值得 最重要的是 提前两年得了自由 要知道 他的身价后面 肯定会暴涨的 不过也不能都听老宝的 妈妈倒是不肯吃亏 不过一千六百两 也不算什么 我也提三点 妈妈看能不能同意的 这一呢 翠云毕竟跟了我四年了 用顺手了 他的卖身器得给我 这二呢 这挂单的钱 一年一节 这三呢 虽说我会挂单两年 但谁也不知道 以后会发生什么 强制挂单改成一年吧 若是我第二年不想挂单了 可以随时补齐后面的挂单费 离开如何 老宝文言迟疑了一下 同意了 现在已经有一个 在培养的后备花魁了 只是还差一些水准 有个一半年 迎客是没问题了 后续争不争得上 最少也能有一个大家当排面 有人要问 为什么不多培养几个 但你以为花魁好培养吗 美貌丫头本就少 能进青楼的更少 而且 女大十八便 一次培养十个 等长到了能迎客的年纪了 最多也就剩下三四个没长歪的 加上每个人的悟性有限 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 就更少之又少了 正常来说 这些大家只是通 但专精一门 弄月比较特别 她的悟性极好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也正是因此 才稳坐了两年的花魁 妈妈也是爽快人 那行 下午带着我和翠云的卖身契 以及新的挂单契约来吧 现在 我有点困了 妈妈慢走 等到老宝离开 翠云上前 轻声道 姐姐是准备嫁人了吗 姐姐不是一直说 不想嫁人 男人不配吗 而且 我听父父的家丁们说 她只是个坠婿啊 是没办法娶姐姐给你名分的 所以为什么啊 弄月文言笑了笑 是我错了 当你遇到了那个对的人 就会想嫁了 不过 你说的对 我暂时恐怕没法嫁给她 她也没办法娶我 无所谓 我会等她的 哪怕没有结果 顿时翠云更急了 姐姐为什么啊 我不理解 为什么 弄月想到李修竹 嘴角微微弯起 可能是不小心喝下了 她藏好的毒吧 毒 姐姐你中毒了 我这去找郎中 我就知道 姐姐才不会轻易选择嫁人呢 肯定是她威胁姐姐的 弄月文言无奈地笑笑 一把抓住了翠云 不是你理解得多 情爱乃世间之极苦 人性之凉薄 乃人之毒 我一不小心 喝了她藏好的毒 逃不掉 怕是也忘不掉了 同样心甘情愿 为之送上自己的命 懂了吗 和她无关 说着弄月想了想 开口道 翠云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若是跟着我 以后可能会成为通房丫鬟 若是不愿意 我送你去其他姐妹那里 你有了自己的卖身器 以后进退接客 不用担心什么时候 会被安排接客了 翠云文言 顿时赶忙开口道 姐姐不要赶我走 我愿意永远陪着姐姐 服侍姐姐的 弄月文言笑了 小丫头倒是会选 你赚大了 想想愿意陪她睡觉的姑娘们 睡她一次 你就相当于赚了上百两了 翠云文言顿时脸红 不过想想 昨夜大家争抢的画面 哎呀 姐姐你欺负人 欺负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 与此同时 李修竹正坐在马车里 胡思乱想着 这小妞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一上车就不说话 修不修我倒是给个准信啊 还是说她这也能忍 要是这也能忍 这也太难搞 傅月华的嘴角抽了抽 忽然开口问道 你和她并没有睡吧 虽然是问话 但语气中却带着肯定 仿佛已经笃定了答案 什么鬼 她怎么这么肯定 难不成有人监视我 虽然心中猛的一批 但是她面上却很淡定 睡了 昨晚上多喝了两杯 没有经得住考验 你是不知道 她有多诱人 而且太润了 虽然跟未婚妻说 这些多少有点奇怪 但是为了被修 她豁出去了 说完 李修竹还挑起车帘 不经意对着外面看了看 然而并没有任何发现 这样的小动作 自然逃不出傅月华的目光 多少有点想笑 不过李修竹的话 还是让她有点生气 还润 还有人 润你妹呀润 你睡了吗 就润开了 今天开始 你就先住在我家 没事的话不要乱走 管家会看着你的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另外 如果我父亲就此事问你 你就说喝多了 睡桌子上了 并没有发生什么 记住 你是追戏 追戏怎么了 吃你家大米了 嗯 好吧 马上就得吃了 不过她有点诧异的是 这女人怎么感觉一副为她考虑的样子 但紧接着 她就想明白了 哼 女人 就是缠我身子 傅月华 如果有可能 她真想一棍子敲开她的天灵盖 看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 才会这么奇葩的胡思乱想 傅月华深吸了一口气 忽然开口问道 如果让你挖大运河 你怎么挖 怎么又是问大运河 等等 她爹是相国啊 卧槽不是这便宜 老丈人想不开吧 顿时间 李修竹脸都绿了 你为什么老问大运河的事 不是相国大人 要挖大运河吧 这一刻 听到李修竹的心声 和看到李修竹的表情 傅月华也认真了起来 叫岳父 是要挖 你有什么看法吗 看法 我看你妹啊 不行 这必须得被修啊 绝不能入乡府的门 株连三足啊 不过李修竹还是问了句 是相国的提 还是指示挖 有区别吗 当然有 你先到我是谁提的 这区别可大了 若是你爹提议 还负责挖了 那出了事 三足没跑 若是别人提议 一般这么大的工程都是 谁提议谁负责 小官都是有战队的 根本不可能提这个 而且这种事 费力不讨好 容易掉脑袋 除了为国为民的忠臣 也只有皇帝老儿了 若是皇帝老儿提议的 倒也还好 死老丈人一个背锅的就行 而且 皇帝老儿心存愧疚 肯定事后 也会照抚一下副驾 不过这种事肯定不能先告诉他 万一他不说实话 非宽我进副驾怎么办 要是便宜老丈人提的 我就算挨顿打 打断腿 这婚也必须退 傅月华莲 也随着李修竹的心声 难看了下来 这混蛋 小心眼一套接着一套 这是是陛下吩咐我爹去办的 不过现在 还没定下来 我爹也只是在考察 皇帝提的 没定下来 还好 这样的话 无论定不定的下来 也伤不到我这 劝劝你爹 就跟陛下说 这是劳民伤财 挖不了 信不信只能随你了 这混蛋 虽然有点怕事 但心地倒是不坏 可惜了 这次为了我们一家老小的性命 也只能拉上你了 以后再补偿你吧 对不起 李修竹到了傅家 就被圈禁了起来 这还真让农月说对了 也不是柴房 是一个院子 不让到处跑 院子不小 有三四百平 但是谁想被圈禁呢 奇怪的是 都过了一天了 傅家的老头一直没见他 难道那老头 也能忍受自己去嫖 那么大的事 不应该不知道 李修竹猜得没错 傅文汉知道了 此时傅月华 正在跟老爹傅文汉争辩 爹 他真没去嫖 而且就算去了 男人去青楼 再正常没有吧 那些傅家子弟 官家二代 哪个没去过去青楼 你为什么非揪着他不放 傅文汉 闻言没好气说道 别人是别人 他是他 他是我傅文汉的女婿 是坠婿 就得遵从我傅家的规矩 这样的女婿还没进门 就敢去白嫖 白嫖啊 太长本事了 你知道今天那些大臣 是怎么看你爹的吗 他们虽然没敢说什么 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们的眼神是在嘲笑你爹 来人 把那混小子丢带上来 我今天非要教教他 成为我傅家的女婿 要懂什么 然而领命的人还没开口 傅月华的怒了 不许去 爹你今天要收拾他 你就把胃收拾了吧 说着 傅月华眼泪都下来了 他受了这么多委屈 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可是没人理解 他就不说了 还处处给他添堵 眼见傅月华眼泪流下来了 傅月华顿时慌了 哎 闺女你别哭啊 都是爹不好 爹不收拾他的行不行 乖 你别哭了 你这一哭 爹心都乱了 傅月华一生 就得了这么四件小棉袄 那是心疼的不得了 尤其是傅月华 那是自小董事 就没见流过泪 还没急急的时候 家里的生意大大小小的 就都是他在打理了 可以说 傅月华是一个堪比明朝 开国名将徐大家女 诸葛徐妙云的奇女子 当然 这个世界并没有唐宋元明 哭了一阵 心头的压力释放完了 傅月华这才收住了哭声 李修竹的事情 你别参与了 他我要定了 明天就是婚期 你要么让我死 要么所有的事情 都先为这件事让路吧 傅月华说完 也没等老爹再说话 转身就走了 看着自家闺女的背影 傅文汉暗叹 女大不中流的同时 忍不住气急败坏地喊了一声 造孽啊 李修竹妈了 又等了一天了 这都没动静吗 这再有两个时辰 可就开始成婚了呀 看着那热情洋溢的下人们 李修竹没想明白 难道我的算计水平 真的下降了 不应该啊 我智力退步了 扑痴 好久没看到小姐笑了 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傅月华听到侍女的夸赞 也是难得地解释了一句 嗯 想到了开心的事情 傅月华此时距离李修竹 只隔了一道院墙 经过反复的实验 他得出了 能听到李修竹心声的准确距离 十丈 每个朝代的遗仗都不相同 这里的遗仗是三米 也就是说 以他为原心 三十米内 才能听到李修竹的心声 为了不错过李修竹的心声 他才搬到了李修竹 最近的院子里来的 别说 偷听别人心中所想 还真的挺好玩的 李修竹等到婚礼快开始 也没等到老丈人退婚 顿时间就有点生无可恋了 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办法 结就结吧 后面坐离了 不就得了 问题不大 不过在这里两天 他有点想弄月 那个小妖精了 也不知道他大姨妈走了没 也不知道 一段时间不见 两人之间的感情 还能剩下多少 还能睡吗 这个比较关键 毕竟人心思变 不过该做的能做的他都做了 也只能看时间的考验了 姑爷 换喜福了 嗯 性质不高的李修竹 站在那任凭下人操作 很快就被带到了前厅 塞到了傅月华身旁 此时的大厅里 已经坐满了人 虽然大都没穿官服 但是看其言行举止和身段 李修竹就能猜个大概 在座的 脑满肠肥的 占据了60% 这不是负伤 就是官家 但这可是相国府千金成亲 负伤怕事都进不来内院 婚礼刚要开始 忽然一声畅诺声忽然响起 陛下道 皇帝来了 这不科学 这一个臣子的女儿结婚皇帝 来凑什么热闹 但就在李修竹发呆的时候 顿时被一旁的傅月华拉了一下 看到满朝文武已经攻身行礼 李修竹这才赶忙攻身行礼 还好不是跪拜礼 这要是跪拜礼 那也太惨了 傅月华的脑中忽然生起了疑惑 该不会李修竹连面圣的基本礼节 都不懂吧 都平身吧 今日不是正规场合 诸位爱卿都不必拘礼了 这时便宜老丈人傅文汉赶忙跑到了皇帝的身旁 不知陛下前来 臣有失远迎 陛下亲自参加小女的婚礼 臣惶恐 傅爱卿不必多说 你为了咱们大前鞠躬尽瘁 只有这么几个女儿 朕只是多跑几步路 有什么不可 说着皇帝老儿看了过来 顿时开口道 傅相国果然招了一个好气铃 如此相貌 就是朕也有点羡慕啊 不用傅月华拉着 李修竹也知道该怎么做 李修竹快步走了过来 直接行李说道 陛下如此说 让小明惶恐了 但小明觉得 陛下说得不对 大胆 怎么和陛下说话呢 赶紧道歉 便宜老丈人看似训斥 实则维护 龙威不可处 不过皇帝倒是很感兴趣 哦 你倒是说说 朕怎么说错了 说对有少 说错了 可是也要罚的 李修竹也不害怕 混了两辈子了 不着痕迹地拍个马屁 能难得到他 草民认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审美 大家虽然能辨别出来没仇 但选出三位五官端正的人 谁能说得亲谁更美 也许男人们喜欢左边的 女人们更喜欢右边的呢 皇帝文言忽然好奇地问了句 那中间的呢 难道没人喜欢 不男不女站中间 可能您身旁的这位会喜欢 不过这话 李修竹自然不敢说 这是往死里得罪人啊 傅月华妈了 生怕李修竹把新生说出来 这是要死 那可是天子尽事 说不定小孩子喜欢 呼 傅月华松了口气 这能听见新生 也不见得全是好事啊 容易下出病来 好 说得好 果然有才华 皇帝夸奖了一下李修竹 也没忘记了赏赐 来人 赏金如意一付 金狮子一对 赏金千两 李修竹十分识趣地 再次行了一礼 谢陛下赏赐 这时李修竹才能真切地看一眼皇帝 皇帝看起来人刚到中年 三十来岁 留着一点胡子 打理得很好 除此之外 长得还算有点小帅 毕竟皇室基因 母体都是美人 但也就那样 比他差不少 也不怪让皇帝都羡慕 这还是没一起尿过尿 泡过澡 不然不得羡慕哭他 不行 得避开点 不然老小子万一看到了自卑怎么办 羡慕便嫉妒 我就凉了呀 傅月华 这混蛋又在念叨什么 爱卿这女婿可有一座官 九百九十七 卑躬屈膝 朝不保夕 不等便宜老丈人开口 李修竹直接就开口拒绝了 而且看了那么多网文 理由他都想好了 禀陛下 草民财书学浅 大字都不会写几个 当官只能误国误民 而且 小民患有慰疾 不能久战 只能每日软饭慢慢调理 所以只能辜负圣恩了 呵呵 当官 半君如半虎 狗都不当的好吧 傅月华人妈了 这便宜相公 简直刷新了 他对读书人的认知 明明身怀决意 但却不愿卖于帝王家 读书人不都是以 出乡入室为必胜目标吗 而且 居然一点都不踪黄权 到底读得哪门子书 哎 那倒是可惜了 不过有并不能脱 父老 朕明日派个御医 来给你这贤婿看看 臣谢过陛下 草民谢过陛下 皇帝自然不会待太久 婚礼也开始举行了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拜完堂 皇帝和便宜老丈人 说了两句就离开了 而李修竹 则在送便宜老婆回洞房后 又出去敬酒去了 这个环节 全程马管家陪着 指点哪个是什么官 看来这相国府当差也不简单 光继人就是个技术活 等李修竹回到洞房的时候 整个人顿时趴了 迷迷糊糊地看着前面 一袭红装的身影 李修竹露出了个傻笑 呵 我没醉 傅月华一致 也不意外 只是起身走了下来 抓住李修竹的手 掀开了红盖头 下一秒 一张倾国倾城的脸蛋 暴露在了李修竹眼中 可惜此时李修竹 已经醉眼朦胧 但重影了 哪里还分得青眉丑 这时 傅月华拿起桌上的合景酒 抓着李修竹的手 又喝了一杯浇杯酒 该走的仪式走完了 除了洞房 倒也圆满了 金瓶 银瓶 守门的两个贴身侍女一正 随即推开门走了进去 小姐 你们去把她扶到隔壁去睡 银瓶你给她擦干净 服饰好了 金瓶 帮银瓶服顾也过去了 就来给我准备洗漱 是 小姐 等三人离开 傅月华看着满屋子的装扮 叹息了一下 她倒不是不愿意和李修竹洞房 只是单纯的不喜欢酒味 而且 说实话 她心里还是有一点拧巴的 就好像是 感觉没到位 算了 明天就给她吧 第二天一早 李修竹人妈了 等一下 我老婆呢 不对 我衣服呢 难不成我失身了 我把傅月华睡了 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亏了呀 嗯 这好像 不是我的心房吧 看了看周围 理清了头绪 李修竹庆幸的同时 又有点失落 怎么说呢 没有在无知觉的情况下 失身是庆幸的 但是居然新婚业都没失身 这多少优点 让她闻清病了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我都喝得不省人事了 都不睡我 就这还差我身子 还能做的了啥 啥也不是 全程听着李修竹新生的傅月华 从一脸笑意到一脸问号 这要是动漫翻 脑门上的黑线怕事 都出来了 混蛋 咬牙切齿的声音 配上攥紧的拳头 再加上那一脑门阴沉 这碰着急死 挨着就惨好吧 不生气 不生气 还没套着话呢 等问出来 话了再收拾她 反正她一个坠绪 还能逃出你的五指山不成 这么安慰着自己 傅月华的心情终于好多了 不过 冷静下来的傅月华 感觉自己变了 变得毅然一爆炸了 如果有一天 自己从贤妻良母 变成了何东师 李修竹 要负全部责任的 李修竹全然不知 自己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洗漱完的李修竹出门 刚好看到了盈平 你是 姑爷 我是盈平 哦 盈平啊 你看姑爷 还没吃早饭呢 有啥我能吃的吗 盈平文言威正 莫想到 李修竹起床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要吃饭 好吧 也对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慌 姑爷稍等 我这就去端吃食 盈平走了 李修竹闲得无聊 看到不远处的梁亭 坐了下来 但这钢一坐下 她就无语了 你们看 我就说小姐 就是拿她当挡箭牌的 成婚第一夜 婚房都进不去 肯定是被撵出来了 一开始 我还羡慕来着 就这 就这 狗都不当 不过小姐 那么天仙般的人 若是能让我亲近一下 那就是狗不愿意当 我也愿意啊 行了 行了 别让她听见了 听见就听见 她一个坠婿你怕什么 她还敢管我们不成 这些狗奴才 就是这么一论主家的吗 坠婿不是婿 什么家风啊 而且 就这些家丁的B样 也敢妄想亲近傅月华 傅月华也是失败啊 怕是不知道 家丁不怕她 还都缠她身子吧 这一刻 正在写字的傅月华 脸色陡然变了 变得阴冷无比 啪 写字的毛笔 直接摔在了宣纸上 一半的字上 留下了一道 长长的痕迹 旁边扳痕点点 小姐 你怎么了 傅月华没说话 静止往外走去 但就在这时 李修竹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等等 坠续没权力 罚这些家丁 那我要是罚了他们 或者打了他们呢 这样岂不是 我就离被修更近一步 小做一次 积少成多 不断地触犯底线 就不信他不修我 李修竹眼前一亮 顿时起身 向着几人走去 几人看到李修竹过来 顿时间 还挺了挺胸膛 仿佛一点也不怕她一样 你们刚才是在说我 顿时间那个说 想清净服月华的 就阴阳怪气地开口道 孤叶耳朵倒是好使 奴才们 这么小声的议论 都能听见 这听力 怕是和旺财 有得一拼了 李修竹文言 啪的一个 打耳光扇在了 这个家丁的脸上 家丁不敢置信地开口道 你敢打我 兄弟们揍他 放心 他被打了 也没脸说出去的 谁给你这个错觉的 打小报告我拿手啊 李修竹身安 先下手为强的原则 瞬间就踹了出去 但是这些家丁 也不是吃素的 家丁嘛 要求可都是 孔武有力 能干活 那是个个 都有点伸手的 不说以一当百 一个打一个 是没问题的 加上坠续地位低下 家丁这才没预料到 李修竹 会忽然删他 李修竹一脚踹空 心中暗自叫糟 立刻向后闪去 但李修竹 这四肢不勤的伸手 哪能跟得上家丁 眼见拳头就要 打在脸上了 李修竹也只能 选择性地闭眼了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了一声怒吓 住手 迎面的拳风 戛然而止 想象中的疼痛 并没到来 傅月华来了 刚刚那个声音 他听得出来 睁开眼 看了一眼 还停在面前的拳头 李修竹 在众人的围观下 慢悠悠地凑了上去 贴到脸上的那一刻 李修竹大喊一声 哎呀 因为落 人已经倒在了地上 捂住了半边 脸痛呼了起来 救命啊 杀人啊 浮夸的演技和语气 是人都能看出来是演的 但是李修竹这个 不要脸的 居然还能旁若无人的眼 在场所有人 毫不例外地 嘴角抽动了起来 傅月华到嗓子眼的火气 愣是被他 给演丢了八成 别躺在地上丢人了 你觉得 谁看不出你是演的吗 看到李修竹被骂 顿时间几个心中 忐忑的家丁 对视了一眼 安心了下来 大小姐 果然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这么明显的吗 我还以为我演得很好呢 虽然被拆穿 但是李修竹丝毫不慌 竟显后黑穴深厚功底 李修竹看了一眼 傅月华阴沉的脸色 不在意地说道 不就打了你一个家丁吗 至于脸色那么黑吗 是不是要说 打狗得看主人 我没资格管你们 像国府的家丁啊 我懂 是我不配了 说吧 怎么罚 只要不提罚 修书什么的 随便你开 修书 想得你美 老娘受了那么多委屈 把你弄进来 你还想要修书 做梦去吧 来人 来人 找了个废物老公 不怕丢人的吗 这 真要收拾我 这我认得错 我这身子骨不扛打的呀 傅月华嘴角抽了抽 艰难地忍住了笑意 这便宜相公脑瓜子 到底怎么长的 真是太能脑补了吧 小姐 听着整齐华一的声音 看着下面的家丁 傅月华一直之前的四个家丁 拿下 冷冷的声音 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 瞬间让周围的气场 都冷了三分 后来的家丁 可不管这几个家丁怎么回事 顿时间一拥而上 将人按在了地上 小姐 小姐我们错了 求您绕 我们一条狗命吧 傅月华文言不为所动 只是对着一旁的金平淡淡吩咐道 去将所有下人都叫来 包括老爷和夫人那里的 是 小姐 金平一路小跑着出去了 生怕跑得慢了被罚 他可是好多年 都没看到过小姐 这么生气了 小姐 小姐 我们真的知错了 我们不该和柜动手 您绕我们这一次吧 闭嘴 再多嘴直接张嘴 打落所有牙为止 这一瞬间 四个家丁再也不敢求饶了 这不求饶 可能只是挨顿打 这要是再求饶丢一口牙 那他们可就真废了 这一等就是小半个时辰 早有人得李修竹 和傅月华搬来了椅子 只是李修竹 有点看不明白了 这小妞 到底什么意思 这样子 好像不是罚我啊 这是为我出头 我咋那么不信呢 傅月华 老娘就在你心中的印象 那么差吗 回头再和你算账 李修竹又等了两分钟 眼界还不开始 顿时他忍不了了 我这早上还没吃饭呢 要不让我先吃个饭 从音频端上来早餐 放到凉亭 已经有一阵了 这再不吃凉了 不就浪费了吗 傅月华闻言 顿时睁开 眼瞪了李修竹一眼 但随后 还是白白手 让李修竹滚蛋了 又是三分钟 金平忽然开口道 小姐 人齐了 闭目养神的傅月华 再次睁开了眼 看了一圈满院子的下人 顿时开口了 这两年 我主管外面的生意 倒是有些忽略家里了 你们都忘了 谁是主人 谁是仆人的事吗 奴婢不敢 奴才不敢 不敢 傅月华余光 看向四个家丁 说吧 刚你们议论什么了 一句一句地说 不要想着隐瞒 你们姑爷 可是也听得清清楚楚 四个家丁 对视了一眼 顿时有点头皮发麻 但不等四人对眼神 傅月华顿时冷冷地说道 这是还想窜攻吗 把他们腿打断 这一瞬间 三人赶忙求饶了起来 小姐 小姐不要 我说 我说 小姐 我也说 小姐饶命 我也说 我也说 只有一个没求饶 而是满头冷汗 别人都好说 只是说了姑爷的坏话 她可是缠小姐了呀 第一个求饶的直接开口 小姐 是这样的 当时 我们正在聊天 看到姑爷 从隔壁出来 小人就说小姐 是拿姑爷当挡箭牌的 成婚第一夜 婚房都进不去 肯定是被撵出来了 然后王五说 一开始我还羡慕来着 就这 就这 狗都不当 接着好思就说 就说 傅月华知道 下面应该就是关于自己的了 顿时冷哼一声 接着说 王五赶忙开口表现道 好思说 小姐那么天仙般的人 若是能让她亲近一下 那就是狗不愿意当 她也愿意 李铁牛就说 行了 行了 别让姑爷听见了 傅月华的眼神变冷 这些狗东西 居然敢惦记她 她看向李修竹 速声问道 他们说的可有遗漏 李修竹一边吃 一边开口道 差不多吧 傅月华这才看向四人 冷冷地开口 很好 不但敢编排姑爷 还敢惦记其主子来了 好思打断四肢 扔到府衙 告诉知府 依法处理 其余的一人 打断一只手 一条腿 赶出府去 这一刻四人 都吓坏了 都挣扎着喊了起来 小姐 小姐不要啊 小姐 四辈吵得烦了 傅月华忽然冷声道 长嘴 啪啪的声音 和沉闷的惨叫 不断响起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声音 傅月华 这才看向满院子大气 都不敢出得吓人 冷声开口道 主子就是主子 吓人就是吓人 做好你们的本分 再让我知道 你们谁敢议论主子 他们就是你们的榜样 还有 我和姑爷如何 轮不到你们说话 姑爷怎样 都是你们的主子 哪怕是姑爷 平白打杀了你们 我也只会站在姑爷这边 傅月华 这是在为我站台 她就这么喜欢我 又来了 这个自恋鬼 傅月华眉头一跳 都不想训人了 行了 都散了吧 就在这事 几个人 忽然走了出来 月华 这是怎么了 来人 正是傅月华的娘 昨天见过的 夫人 夫人 嗯 下去吧 随着傅月华的母亲发话 下人们 这才离开 傅月华 则是开口道 这些年纪里馆的少 疏忽了 这些奴才 居然敢惦记起主子来了 而且还敢 对修竹出手 这是瞎了他们的心 什么 竟有这事 修竹快过来 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受伤 嘿嘿 这岳母 对自己太关心了吧 而且您这么年轻 跟我走这么近不合适吧 傅月华眉头一跳 这混蛋想的都是什么 大逆不道的话 那可是我母上 而且 年轻吗 傅月华的母亲陈氏 14岁嫁入傅家 15岁生的傅月华 今年刚好30岁 这个年纪 在傅月华看来是正常母亲年龄 但是放在后世 30岁 没结婚的大姐姐 都太多了 李修竹一边想 一边笑着开口道 没事的岳母 没受伤 我身体好着呢 李修竹说着 转了一圈 还蹦了蹦 反正没打算让岳母碰 必嫌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岳华 你做得对 家里这些奴才 是应该管教管教了 来 修竹 去我屋里 跟母亲说说话 趁着李修竹不注意 陈氏已经抓住了 李修竹的手 松开啊 丈母娘 我是你女婿啊 求你别这样 你别过来啊 别拽我 我要哭了 完了 老丈人要是知道 他老婆摸我手 会不会砍死我啊 我不干净了 真蛋 傅月华脸色越来越黑 不知道这混蛋 怎么这么能想的 当真等二字一出 傅月华顿时绷不住了 黑着脸上前 瞬间分开了二人的手 同时 白嫩的小手 就向着李修竹的腰间放去 似乎感受到了杀气 李修竹不着痕迹地 移开了一步 然后看了一眼那白嫩的小手 还好见机快 不然不用老丈人 我今天的妖子就保不住了 月华 你这是 在母亲不解的脸色中 傅月华转头的瞬间 已经笑容满面 母亲 我都好久没陪你聊天了 想您了 咦 你这孩子都多久没这样了 母亲都快不认识了 陈氏说着 迟疑地看向女婿 那 母亲且去 我想随处转转 她是坠婿 女方的父母得叫父亲 母亲 明面上是不能教岳父 岳母的 也好 玉竹 你带姑爷在园子里逛逛 是 夫人 姑爷这边请 嗯 呼 终于可以走了 看着李修竹和玉竹离开 傅月华这才收回了目光 看着女儿的目光 陈氏笑了笑 看来 你和姑爷关系还不错嘛 这样娘就放心了 让母亲担心了 二人走了没两步 陈氏忽然站住了脚 脸色也阴晴不定了起来 你们先下去 是 夫人 傅月华一正 没搞明白母亲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突然就让下人离开了 这是有事跟她说 只是是什么事 下人还不能听的 不等傅月华想到 陈氏就陈生 开口问道 你昨晚上没和修竹一起睡觉 嗯 母亲怎么知道 难道母亲之前早到了 不对啊 若是母亲早知道 刚才就不会那么说了 不过傅月华没有狡辩 而是点了点头 为什么 你不喜欢修竹 那为何又非她不娶 没错 就是娶 坠序就是嫁人的一方 嗯 这是不是娘你想的那样 您知道的 我十分讨厌酒味 昨夜她喝多了 醉熏熏地闻着难受 而且 我怕她吐我屋里 就让迎平照顾着她休息的 陈氏闻言 脸色这才好看了许多 开口道 原来是这样 那就今天把洞房完成了吧 娘还等着抱孙子呢 傅月华心中早有了决定 对此倒是没有抗拒 李修竹这边逛着逛着 忽然逛到了一处花园 此时花园里 有嬉闹的声音传来 李修竹好奇地看了一眼 是几个孩子 最大的 大约已经十二三岁了 这是我姨妹 是的姑爷 二小姐叫傅云霜 三小姐叫傅烟雨 四小姐傅宝珠 为何四小姐的名字如此不同 四小姐的名字 是夫人取得 夫人说生小姐前做梦梦到 仙人托梦 将一宝珠送给了夫人 然后夫人就生了 你别搁着 跟我整仙侠啊 你可曾听闻有一套从天 而这样的仙人 一套 仙人 狱竹眨了眨眼 狱竹是没见过仙人的 不过夫人梦到过 应该也算见过吧 没见过就对了嘛 就说 这不是仙鬼的事件 李修竹和狱竹说话的时候 也引起了花园里小孩们的注意 顿时间 两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就撒着欢跑了过来 哥哥 我们怎么没见过你啊 你是哪里来的 怎么生得这么好看 还没等李修竹回答 大典的傅云霜走了过来 蹲身行了一礼 大方地笑着开口道 云霜见过姐夫 三妹 四妹 这是大姐的夫婿 咱们的姐夫 哦 你见过我 婚礼是不允许女眷进前厅的 是一礼修竹 也只在拜高堂的时候 见过陈氏一个人 她都没见过三女 按理说 三女也不应该见过她才对 傅云霜文言再次笑了一下 大方而不作作 精致的小脸上 带着活泼和开朗 傅家的四个女儿 倒是都继承了他们母亲的美貌 虽然还没张开 但也看得出国色天香的潜力 我前日里听说姐夫来了 在门外偷偷看过一次姐夫 偷看男人 这小丫头 有意思 那怎么样 姐夫长得还行吧 听到这么不要脸的问题 小丫头却很赞同地点了点头 何止还行 姐夫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一个了 若非还没到嫁人的年纪 说不定我会和姐姐争一争 这丫头这么胡的吗 这是我太落伍了 还是小孩子太成熟了 不对 第一是我太帅了 男女老少通杀 不对男人可以滑出去 不过看看二姨妹这十二三岁的样子 李修竹心中不禁呐喊一声 造孽啊 果然长得太帅也是罪 咱们不说这个 你们这是在干嘛 姐夫 姐夫 我们在玩 你追我赶 姐夫我可厉害了 三姐都跑不过我 眼看二姐和姐夫聊上了 两个小家伙 不甘示弱地宣示着存在感 不过他们的话 却让傅云霜眼神一暗 姐姐和爹爹 不允许我们出去 我们也只能在家自己找点乐子了 就这 乐子 你怕是对乐子有什么误解 这要割后事 是个小孩 说不定都得闷出病来 要不姐夫帮你们想一些玩的 你们这个 多少有点无聊了 三人文言眼前一亮 小三和小四 也是顿时开心地拍起了手 太好了姐夫 我老追不上小四 他太能跑了 我早就不想和他玩了 宝珠也是有脾气的小丫头 文言顿时转身 哼了一声 哼 你不想跟我玩 我还不想跟你玩呢 跑得慢死了 略略略 你 二姐 你看宝珠 他又欺负我 宝珠忽然站到了李修竹身旁 一把抓住了李修竹的手 对着二人开口道 我才不怕你们呢 我有姐夫 略略略 我才不怕你们呢 我有姐夫 略略略 李修竹也被调皮的宝珠逗笑了 文言一把抱起宝珠 对他认真的教育道 宝珠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拿姐姐开玩笑 姐姐们可是你最亲近的人 可不能因此生了间隙 知道吗 宝珠道个歉 姐夫教你们玩新游戏 宝珠文言扭头 不要 是三姐说不想和宝珠玩的 宝珠乖 你三姐是说不想和宝珠玩那个游戏 而不是不想和宝珠玩 不然 怎么还会每天追着宝珠跑呢 是吗 这话不是问李修竹 而是问他三姐的 宝珠狠狠狠地点了点头 宝珠这才对着宝珠道歉道 对不起三姐 我不该那么说的 好了 都过去了 那咱们去找个地方玩游戏吧 李修竹想了想自己小时候 那时候没有iPad 没有游戏机 没有PSR 只有一堆疯玩的小孩 弹珠是不行的 没玻璃珠子 砖头也是不行的 太危险 忽然 李修竹眼前一亮 李修竹想了想 对玉珠开口道 玉珠可以帮我拿只筷子吗 顺便拿一把小刀过来 玉珠闻言赶忙点了点头 姑爷我这就去拿 李修竹也没闲着 看了看周围 似乎也只有这些草坪 才是能玩切方块最好的地方 李修竹选了一个靠近凉亭 始终能被凉亭阴凉处遮盖的地方 将那一小块草坪上的草 都拔了出来 然后又拍平整 只有这里 十颗阳光都找不到 泥土最为松软有粘性 三个女孩就这么看李修竹忙碌 虽然不知道李修竹在做什么 但是一样兴奋 期待 充满了好奇心 当李修竹翻整好土地 刚好玉珠也拿着东西回来了 这时 最小的宝珠 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了出来 姐夫 这是什么游戏啊 为什么要把草拔掉 弄得光秃秃的 李修竹此时也将筷子削好 开口道 这个游戏叫切方块 简单得很 你们看 我在这里画一个方块 然后猜先投掷 扎中这个方格 我就可以根据这个点 画一条线 取其中的一面作废 只用另一面 这样 轮到你姐姐的时候 她就只能扎这一面 扎中的话 可以以这个点再次分割 作废一面 若是扎不中 则是输了 不过玩这个游戏 要有点踩头才有意思 要是钱财的话 难免有点庸俗 而且赌钱不是好习惯 所以姐夫觉得 你们可以贴对方纸条 只用白纸 纸条细一点 用水贴在对方脸上 这样好收拾 也有了踩头 也算不上浪费 还有呢 筷子虽然是木头的 但毕竟削尖了 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不能甩 不能大幅度扔 不准对着姐妹 比划知道吗 若是你们能一直乖乖听话 以后姐夫还会给你们 想其他好玩的 但若是不听话 以后姐夫 都不和你们玩了 知道吗 这话主要是对着 两个小孩子说的 云霜毕竟大了 虽然还是爱玩的年纪 但没有那么不分轻重了 知道了姐夫 小三和小四纷纷保证 云霜虽然觉得 姐夫有点当他小孩子 不知轻重 但也是沉着性子 点了点头 李修竹还是不放心 对着一旁三人的侍女 吩咐道 你们务必看好小姐们 记得我刚才说的话 若是过了 记得阻止他们 是 姑爷 他们之前也看到过了 傅月华为李修竹站台 而且事关小姐 他们自然不敢马虎大意 接下来是三个女孩在那玩 李修竹也玩了两把 奈何她水平太高 很快就被赶出了小群体 第二个被赶出来的是傅云霜 不过傅云霜也就是 好奇地尝试了一下 对这个游戏的兴趣 没两个小孩子那么大 二人坐在凉亭里喝茶 傅云霜笑着看着两个小妹 心情很好地说道 已经很久没看到 小三和小四这么开心了 你这一副老母亲 看女儿的样子 是什么鬼 拜托 你自己也还是个孩子 咋的 难不成也想生一顿 李修竹刚想说话 忽然看傅云霜 正正地看向一旁 李修竹一正 顺着傅云霜的目光看去 忽然隐约地看到了风筝 风筝很高 离傅家大约数百米 虽然能看到 但是并不真切 看着傅云霜眼中的 郑重和向往 李修竹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 云霜没放过风筝吗 傅云霜闻言才回神 神色有点黯然 没有 以前爹爹说 有空会陪 我们放风筝 但爹爹总有忙不完的公务 后来大姐管家了 也不让我们出门 而且大姐很忙 也不会带我们放风筝 李修竹看了看这诺大的院子 忽然感觉竟似身在牢笼 只是 那为何不买一个风筝回来 在园子里放 我看这花园里就能放了 傅云霜闻言一愣 风筝可以在园子里放吗 不是要去郊外 有几次他陪母亲去上乡 是在路上看到过人放风筝的 可那都是在城外 并没在城内看到过呀 李修竹闻言笑了 谁说放风筝 非要在城外放了 一般家庭没办法 是因为家太小了 可你家 咱家园子足够了 你看那风筝 你猜它距离咱们多远 傅云霜闻言看了看风筝 迟疑地开口道 这都看不清了 少说也在千米以上吧 差不多 但也没那么远 我估计 也就五百到八百米顶死了 傅家几乎是皇城的中心位置了 四个方向两千米内 都不可能出城 忽然李修竹看向风筝的位置顿了顿 知道那是哪了 原来是皇宫 皇宫可是比相国府 大了不知多少倍 放个风筝而已 就在李修竹胡思乱想的时候 傅云霜忽然开口道 姐夫 你能给我买个风筝吗 李修竹一正 无奈地笑笑 姐夫 被你姐圈禁了 没事不许我出府 怕是短时间内都买不了了 文言傅云霜眼神一暗 但就在这时 李修竹继续道 不过虽然买不了 但是问题不大 姐夫会做 傅云霜文言眼前一亮 顿时带着满眼的小星星看了过来 真的吗 姐夫 姐夫还能骗你是怎么的 而且 姐夫不但会做 还能做出你 从未见过的风筝 姐夫你好棒 姐夫太厉害了 嗨嗨 姐夫也知道自己很厉害 但你这么说 看看小姨妹 黄猫 你不能胡思乱想啊 此时的傅云霜 压根就忽视了一个问题 她姐姐只是不让他们出门 要是让下人们去买个风筝 谁还能说不行 吩咐一声管家就好了 而李修竹 还真的会做风筝 这东西 不是有手就会的吗 玉竹 咱们家里有竹子吗 一根就行 竹子 玉竹猛了下 您不能因为我叫玉竹 就让我找竹子吧 玉竹想了想 摇了摇头 开口道 家里虽然有竹筒 但是没有新鲜竹子 竹筒就行 有半米以上就行 彩蝶 咱们家有表装纸吗 一米多长的就行 有的 我这就去取 看着二人离开 李修竹看着两个 还在玩的小姨妹 忽然笑了 没想到穿越了 居然体会到了带娃的乐趣 这算不算是一样天年了 嗯 好像还挺好玩的 要不回头让弄月给自己野生 两个 不能再多了 毕竟孩子只是一万 竹筒很快就拿来了 李修竹把竹筒别开 然后刮了两根细小的竹条后 扔到了一边 玉竹 我那么辛苦 你就用两根那么细的竹条 这我给你从大扫帚上 剪上两根多好 还长还方便 可惜李修竹听不到玉竹的心声 就算能听到 也不会那么做 竹之上粗下戏 受力不均 风筝能飞起来 就有鬼了 弄好竹条 李修竹再次拿过了 云霜拿来的表装纸 这是现有的纸中 唯一足够厚的 除了这种纸 唯一能承受住风力和重量 带风筝上天的 恐怕也只有 做风筝专用的杂纸 那种纸类似于杂纸 将用来扮丧式的纸 不过韧性更好 更不透风 需要特殊工艺 李修竹暂时也没办法 去找那种纸 也只能表装纸代替了 裁剪之前 李修竹用竹条量了一下 还好不用拼接 其中一根竹条 稍微剪短一点 适合纸张手尾线就好 将表装纸 裁剪出一块方形 随后再裁出一个 细长条纸条 准备工作 就完成得差不多了 玉竹 再去拿一卷缝纫线来 要结实一点的 好的姑爷 李修竹趁此机会 到厨房弄来了一些浆糊 没胶水 没胶布 只能这个暂时顶一顶了 再多缝几根线 固定弯曲的竹条 这样的话 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等玉竹拿来了缝纫线 李修竹已经将方纸对角 粘好了一条龙骨 不过另一条龙骨麻烦一点 因为是弯曲的要受力 十分不好粘 哪怕李修竹 已经将这一条竹子 削得足够薄 还好弹力不大 也还能想想办法 李修竹拿了两块方砖压筑 等其晾杆 又用针线来回穿插 将其用一定间隔 固定在了纸上 最后在龙骨的交叉点 和下方 开两个对称的小洞 绑住交叉的龙骨和竖骨 再粘上细长条的尾巴 如此一个简易风筝就完成了 能飞 但要说几百米是飞不上去的 大概最多 也就能飞个七八十米的高度 就会散架 姐夫 这就是风筝吗 我们做的风筝 真的能飞吗 能是能 不过只能简易飞飞 二三十丈的高度差不多 毕竟这里的材料 都不是专门用来做风筝的 只能先将就了 即便这样 富云霜也已经很满足了 他只是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风筝 想体会一下 别人体会过的快乐 谢谢姐夫 我们现在可以放风筝了吗 可以是可以 不过只是白纸会不会太单调了 而且不是很吉利 要不我们拿笔墨画点东西 弄一个云霜专属的风筝出来 云霜专属 这一刻二姨妹的眼睛一亮 被这个词吸引了 与此同时 早已经被二人 做风筝吸引过来的 小三和小四有点急了 不乐意地开口喊道 姐夫 姐夫 我要保住专属的风筝 姐夫 姐夫 烟雨也要专属风筝 李修竹乐了 这就是养娃的乐趣吗 被小朋友围着求求 李修竹蹲下 摸摸二人的脑瓜 然后笑着开口道 那你们亲姐夫一下 姐夫就给你们做烟雨专属 保住专属的风筝 这一瞬间 玉竹和几个侍女妈了 这 不是骗无知小朋友吗 但就在他们纠结该不该管的时候 两个小丫头才不管那么多 已经亲在李修竹的脸颊上 李修竹本身也没想那么多 对两个七八岁的小丫头 还能起什么坏心思 纯粹是对小孩子的喜欢 前世大家不都这样 得到了两个小宝贝的鼓励 李修竹再次做了两个风筝 这次有了模板 可就熟练多了 不等李修竹做好 那边云霜已经拿来了厌态和笔 云霜你先研磨 等我把这个风筝大致做好就来 好的姐夫 我不着急 你可以先帮小三 小四坐着 云霜一边研磨 一边看着一大两小在忙碌的三人 忽然就感觉很欣慰 很开心 忽然 云霜的脸色一红 刚才忽然就想到 如果她再大一些 先姐姐嫁给姐夫 生了孩子后 会不会也是眼前的景象 都说少女最怀师 在这个最早十二三就能急急 急急就能嫁人的年代 云霜懂得可不比后世差多少 此时的李修竹还不知道 自己居然成了二姨妹的幻象对象 不然高低地来剧 你不要过来啊 李修竹帮两个小姑娘 沾龙骨的空档 回到了云霜身边 开口道 你现在可以给这个风筝填一些话 或者写一句诗 旁边加上你的名 或者字 那就属于云霜专属了 云霜文言轻声地恩了一声 红着脸看向纸张 李修竹也没在意 他和云霜又不熟 也不知道云霜平常是怎样的 而且他在云霜身旁 也没看见云霜脸红的样子 李修竹指点完 再次去弄风筝了 但没弄一回 云霜的声音传来 姐夫 你过来一下 姐夫 你过来一下 李修竹一愣 不是在自己创作 这也遇到了问题 但他还是放下手上的活 快步走了过去 怎么了 云霜开口道 姐夫 我现在还没记记 没有字 我也不想留名 所以 能不能姐夫 你能不能帮我留一个 留姐夫的就好 李修竹文言一愣 但看着二姨妹那蜥蜴的眼神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沉思了一下后 留了号 不借居士 嗯 这是姐夫的号 不要告诉别人哦 要保密 保密 我和姐夫 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秘密了吗 云霜脸色一红 点了点头 一旁云霜的丫鬟 看了看自家小姐 再看看姑爷 没敢多嘴 二小姐 多少有点不对劲啊 不多时 大家的风筝都做好了 李修竹和云霜 拿着风筝先打了个样 李修竹是放过风筝的 自然懂得如何放 加上今日微风 每两分钟 风筝就飞上了天 一开始还很低 但马上就到了二三十米的地方 李修竹将手中的风筝线 递到了云霜手中 云霜赶忙紧张的结果 学李修竹拉起了风筝线 但他这不拉还好 一拉 风筝仿佛被击中的鸟 歪歪斜斜地往下落来 啊 姐夫 姐夫 他掉下来了 李修竹赶紧从身后 抓住了云霜的手 往右边一个上拉 风筝这才再次飞了起来 此时的云霜脸颊 漠然间就红了起来 直觉地烧得难受 紧张地站在李修竹怀中 一动不敢动 这时 李修竹略带雌性的声音 从云霜的耳旁响起 不要紧张 风筝滑落是正常的 等它往下掉的时候 往哪边滑 你就顺着方向往七条 记得一定要顺着方向 还有掉下来也没事 我们重新放旧式 不用慌 有姐夫在 云霜红着脸硬了一声 也不知道听进去了多少 与此同时 两个小家伙 看到了李修竹的示范后 也嗷嗷叫着 拉着风筝跑了起来 二人的风筝涂鸦 格外有意思 一个比一个难 便是什么东西 不过小孩子们 开心最重要 至于风筝上的是什么 反而不重要了 就在李修竹 交了云霜一会 准备松手的时候 宝珠喊了起来 姐夫 姐夫 快来帮我 他都不飞的 李修竹闻声松手 来了 这一瞬间 云霜怅然若失 不禁对四妹 有了那么一丝丝小怨念了 万一会不好吗 与此同时 几个丫鬟吓人面面相去 但有了早上的案例 谁也不敢交手跟说什么了 只是现在 这个情况怎么搞 二小姐不是喜欢上了姑爷了吧 还有那抓住手放风筝 这真的行吗 姑爷 男女之房呢 李修竹自己是没意识到 她毕竟刚穿越没几天 下意识的 还是现代人思维 若是有准备的时候还好 无准备的时候 多少有点 放浪行骸 李修竹是个好老师 不一会 就将二人的风筝飞起来了 同时开始教导 两个小家伙拉风筝 别说 两个小家伙人不大 但是还是很聪颖的 没一会功夫就学会了 这么一看 二姨妹有点脑子 不太聪明的样子 看着李修竹终于忙完了 傅云霜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色再次红了 下一刻 不经意的 傅云霜手中风筝 再次向下落了下来 但是这一次傅云霜并未着急拉 而是赶忙开口喊道 姐夫快来 我的风筝要掉下来了 风筝并未完全掉落 傅云霜早就掌握了 放风筝的技巧 此时风筝半落未落 李修竹看了一眼 看着努力的云霜 顿时感觉 这二姨妹 可能真的没有两个小姨妹聪明 察觉出 风筝还有抢救的空间 李修竹快速地 跑到云霜身后 一把抓住了云霜的手 拉着风筝线不再拉扯 而是一个斩臂收线 顿时风筝线再次崩直 风筝也如愿升了起来 就是这个感觉 云霜的心快速跳动 身子轻轻后靠 紧张激动的脸都红了 略略略 二姐好笨 还没我和三姐聪明 是啊 是啊 烟雨都学会放风筝了呢 姐姐好笨 这一下 本是担心脸红 被姐夫发现的云霜 连借口都有了 姐姐谢谢你们 不过云霜还是假模假样的赤道 居然敢说姐姐了 是皮子痒了吧 略略略 我有姐夫和娘 才不怕二姐 烟雨赶忙跟着说道 我也有姐夫和娘 云霜翻了个白眼 合着我没有呗 与此同时 陈氏和傅月华也走了出来 二人聊了一会 傅月华又准备去忙了 家里的事情太多 很多他都撒不开手 而且 大运河的事 一直是他心中的一块大石 他晚上打算 和李修竹摊牌了 这时 陈氏一愣 目光看向自家院子上的风筝 没反应过来 顺着陈氏的目光 傅月华也看到了风筝 不过他更聪明一些 看到三只风筝 顿时间就想到了自家小妹 下人们是绝对不敢 在自家放风筝的 那也只有自家小妹了 而且 数量也对得上 只是 他们哪来的风筝 李修竹 虽然没看到是怎么回事 但他就是觉得 这风筝和李修竹脱不了干系 他出去了 还是自己做的 不过他更倾向 风筝 是李修竹自己做的 没有自己同意 没人敢放李修竹出府 想到二妹多次说过 想去放风筝 但是他也一直没时间 带几个妹妹去 顿时间 心里面也有点愧疚 虽然他还办了点人事 此时陈氏也反映了过来 这是云霜他们吧 这风筝倒是放得极好 我都好久没看到过风筝了 还记得云霜小时候 陪我去林影寺烧香 回来的时候 看到人家放风筝 还念叨过一阵 不过那时候 你爹说不太平 让我们少出门 我倒是得忘了 走 我们去看看吧 反正离得不远 我也想看看 云霜完成了心愿后 高兴的样子 这 傅月华有点为难 房里 还堆积着不少要处理的事情呢 比如东市的丝绸装丝绸 没货了要进货 今年的价格高了两成 所以要请示他 还进不进 进多少 若是不进货 又找哪家新货员进货 进多少 虽然一般没人 敢占相国府的便宜 但这未必就真没有胆大的 连皇帝都经常受到蒙蔽 被各种剥削呢 而这只是其中一件事 随着家大业大 他要管的东西太多了 不然也不会连妹妹想出去玩玩 他都没办法满足 要不母亲自己去吧 我房中还有很多钥匙呢 陈氏叹息了一下 你这孩子 抓得太紧了 你应该多放松放松 给自己一点休息的空间 也是我这个当娘的不争气 若不是我这几年患上了气疾 也不至于 让你这么早操持家业 傅月华脸色微变 母亲你别说了 您的身体要紧 月华不累的 好了 你去忙吧 娘不耽误你了 忙完早点休息 嗯 那母亲我就先走了 看傅月华离开 陈氏沉默了的看了半天女儿消失的地方 夫人 我们还去看风筝吗 陈氏此时虽然有些异性阑珊 但还是开口道 去吧 总要向前看的 是 夫人 李修竹正和二姨妹放风筝 突兀的一阵风吹来 云霜的风筝先断了 哎呀 我的风筝 云霜急了 这可是他的第一支风筝 还是姐夫给他做的 还有姐夫亲手提的号呢 云霜下意识地从李修竹身边跑了出去 突兀的李修竹都没反应过来 但反应过来的李修竹脸色一变 快速地追了上去 终于在云霜冲入花丛前拦住了他 这二姨妹果然不太聪明的样子 这前面是花丛 外围是树丛 再往前是围墙 你还能翻墙跑出去不成 这么冲进去 怕是衣服都和人都要被刮换 乖 飞走了就不要了 你不觉得他很自由吗 可以飞往自己喜欢的地方 可是 可是那疯着 这哭腔是怎么回事 李修竹一看梦了 这二姨妹怎么哭了 就这点是至于吗 乖 不哭不哭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等姐夫我能出去了 肯定给你买个更大更好 能飞得更高的 咱们的风筝线也不太行 风筝肯定撑不了多久的 人在哭的时候 你本来就不能哄 越哄越委屈 更何况 它是因为风筝吗 那风筝上 承载了他和姐夫的欢乐和秘密好吧 哇 云霜哭得更大声了 顺势抱住了李修竹的腰 埋在李修竹的心口 哭得更厉害了 那泪水 仿佛不要钱一般 几个呼吸就灼伤了李修竹的心 只是李修竹没哄孩子的经验啊 要是小三 小四那种还好哄 这种他看不懂啊 无奈的李修竹 只能就这么抱着傅云霜 安慰地拍着他的背 任他哭了 就在这时 刚到进花园外的陈氏 听到了哭声 陈氏心中一紧 快走了两步 还没进门 就将里面的情况尽收眼底 嗯 怎么回事 云霜为何哭得那么难过 还有云霜和修竹二人 怎么抱在一起了 就在陈氏静怡未定的时候 宝珠拉着烟雨跑了过去 宝珠和烟雨的手中 还有风筝 刚才二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风筝落了下来 因为二人放得并不太高 又有风筝线束缚 稳稳地落在了园子里 二人看二姐被拦住 这才缓过神 捡了风筝跑了过来 此时不远处的几个丫鬟人都妈了 这怎么办 要不要劝两人分开啊 但是他们不敢啊 而且这个时候也不太对啊 二姐你别哭了 宝珠把宝珠的宝珠专属给你吧 二姐 我把我的烟雨专属也给你 你不哭了好不好 云霜文言虽然欣慰 但是我是为了风筝吗 就在这时 走来的陈氏忽然开口了 怎么了这事 顿时间几个侍女都慌了 完了 被夫人看到 孤叶鲍二小姐了 我们不会挨打吧 见过夫人 见过夫人 娘 娘 这是小三和小四 李修竹有点尴尬 有点不习惯 但还是厚着脸皮叫了一声 母亲 我给二姨妹做的风筝线断了 风筝飞走了 云霜一时接受不了 就哭了起来 怎么劝也劝不住 这时 小宝珠也打起了小报告 娘 二姐她好笨 风筝都不会放 丢了风筝还哭鼻子 羞羞脸 烟雨眨巴眨巴大眼睛 这个她要跟一手吗 跟了回头 二姐会揍她吧 嗯 不跟了 让宝珠挨打去吧 哼 人家惊着呢 看谁还敢说我傻 就这点小事啊 值得这么哭吗 出去捡回来 不就好了吗 说起这个 云霜就更难受了 哽咽着说道 乌乌大姐不让我们出去 也不让姐夫出去 想着姐夫刚刚说的自由 想着这几年的圈禁 云霜决定帮帮姐夫 不能 绝对不能让姐夫 困死在这相国府的牢笼中 母亲 姐姐不让我们出去 我可以理解 但是姐夫籍惯了 还是男人能保护自己啊 为什么姐姐 也不让姐夫出家门呢 母亲 你帮帮姐夫好不好 姐夫是好人 为什么会扯上我 但李修竹却莫名有点开心 这就是姨妹的爱护吗 是啊 娘 姐夫可好了 叫我们玩切方块 还给宝珠做疯涨 要是姐夫能出去 肯定会给宝珠带 很多很多好玩的 还有好吃的 这一刻 烟雨眼睛一亮 这个可以跟一手 娘 烟雨也觉得 姐夫可好了 可不是因为好吃的 好玩的 李修竹嘴角一抽 这三姨妹 好像也不怎么聪明的样子 不过还挺可爱 陈世闻言沉默了一会 没回答三个女孩 而是对玉竹说道 玉竹 你叫上几个家丁 顺着方向去走 没有了线 风筝应该飞不了太远的 至于李修竹 他虽然觉得其他事 他都挺满意 但是青楼的事 他也听说了 这么荒唐的事都做得出来 他也不好私自放人出去 万一惹祸了 他也有责任 不过倒是可以给 自家老爷和女儿吹吹风 这也是他能做的了 云霜被陈世话吸引了注意力 顿时紧张地问道 母亲 真的能找到吗 放心吧 那么多人 帮你找还能找不到吗 这就把我忘了 这一妹 有点爱 但是不多啊 所以你们这还要 抱到什么时候 呀 云霜脸上一红 像只受惊的小兔子 瞬间松开了李修竹 跳到了一边 倒是李修竹 面色上毫无变化 反而内心在吐槽 我没有 我没抱 你别冤枉我 丈母娘你来之后 我可是连他背都不拍了 手也放得很规矩的好吧 抱也是云霜抱我的好吧 别以为你是他妈 是我丈母娘 就可以随意冤枉人 陈世看了一眼二人 顿时间心中有底了 不是认定了二人的私情 而是认定了二人清白 二丫头虽然脸红 但是也有反应过来的惊吓和紧张 唯独没有看秦郎的娇羞和矜耻 再看李修竹 一脸坦然 没有任何被撞破后的紧张和害怕 自认为多吃了点盐巴的陈世 很完美地错过了正确答案 虽然这个答案是单方面的 出去找风筝的玉竹 虽然带的人不熟 动静挺大 但是到底没找见 午饭前回来了 但也只给云霜带来不好的消息 此时的云霜已经冷静了下来 也能面对了 虽然觉得可惜 但是又能如何 陈世也有点尴尬了 刚夸大了海口了 娘让人去帮你再买一只风筝 买个最好的 云霜勉强地笑了笑 算了 母亲 就算买了 也不再是我的那一只了 意义不一样了 母亲 我累了 先回去休息了 陈世认真的 看了一眼自家闺女 确定应该问题不大后 微微合手 这 好吧 云霜你不要想太多 李修竹是和傅月华一起吃的午饭 二人毕竟成婚了 一起用饭很正常 傅月华吃饭时没有说话 而是思考着 该怎么和李修竹开口 这小娘们 时不时地看我一眼干嘛 难道她发现什么了 不对啊 我今天好像也没做什么啊 难道是因为 我和她妹子们玩 就在李修竹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傅月华咽下了嘴里的饭 随口问道 上午是你带云霜 他们在放风筝 你自己做的 原来是这事 吓我一跳 我还原着小娘们 又准备算计我了呢 傅月华眉头微微一挑 这混蛋 一口一个小娘们说谁呢 还我又算计你 我傅月华是那样的人吗 就算 就算 我算计 那也是 你先算计我的好吧 最让傅月华憋屈的是 她竟然还不能说出口 憋屈地咽下这口气 傅月华才等来了李修竹嘴上的大话 你说这事啊 以前刚好学过怎么做 刚好云霜 看到有人在放风筝 就给他们三个做了的 对了 咱们都成婚了 你是不是能放我出去了 每天在家都快憋死我了 既然陈氏那边打不开口子 李修竹也不想坐以待毙 打算在傅月华这里找找出路 傅月华斜着看了李修竹一眼 你能保证不再去青楼吗 如果能 我可以考虑过几天风生过去了 让你出去走走 不去青楼 那怎么可能 我家弄月小宝贝 可还在等我呢 李修竹这么想 但嘴上却说 嗨 你觉得 就算我想去 我还能进去吗 你那么一闹 说不定我都入了青楼黑名单了 而且 我也没钱 你还指望人家再给我免费不成 弄月小宝贝 我就是小娘吗 傅月华感觉自己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了 这混蛋 是每一个呼吸 都在挑战自己的心理底线啊 既然想去 那就是没改 在家待着吧 等你改了再说 这小娘没赢我 刚还说不去青楼就能出去呢 我那么说 不是在表达我去不了 故意的 不行 我得另想办法 傅月华嘴角忽然微弯 泛起了冷笑 你就想吧 任你如何想也逃不出老娘的手掌心 这时 李修竹注意到了院子里的围墙 看了看后笑了 这幅家院墙看起来也不是很高吗 只要能上去 出去简简单单 哼 就这 还想看住我 正好他今天帮我站台 也让我有了一定话语权 掉开那些碍事的家丁 不成问题 傅月华笑了 今天早上的事 倒是我没照过好你 你毕竟是我的夫君 我得对你负责 傅月华说着 转头对着银瓶吩咐道 银瓶 以后 由你贴身照顾姑爷 记住时时刻刻的跟好姑爷 不能让姑爷离开你的视线范围 若是跟丢了 让姑爷受了委屈了 那你也就收拾收拾走吧 银瓶妈了 亚历山大 那小姐 若是姑爷如厕 或者有事吩咐呢 有事可以叫其他人做 给你两个侍女 如厕你就在外面等着 你要是要去 就让人更好了 我不管你怎么安排了 但姑爷身旁除了睡觉外 是小姐 李修竹被这一波操作弄妈了 你这是照顾我 确定不是监视我 看着傅月华眼中 闪过的一丝得意 李修竹越想越不对劲 他好像每次都能精准地针对我 李修竹没敢再多想 看过那么多小说的他 心中隐隐有个猜测 虽然思想和心声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脑海里的思考 一个是心里默念产生的想法 但是这个界点并不好控制 也许你脑海里思考的 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心声 嗯 怎么忽然没声音了 而且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察觉到了 不可能 正常人绝不会察觉 被人偷听心声这种事 甚至不会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的 忽然他想起一件事 这个夫君似乎不那么正常 傅月华你是个小王八 李修竹眼睛死死地盯着傅月华 企图查出一点点蛛丝马迹 这是试探 只是若是证实了 怎么收成 摊牌 李修竹没想好 这混蛋果然怀疑了 不过傅月华也不虚 常年的管家早已让他练出了 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能力 同样的 上位者的位置也让他不需任何人探究的眼光 傅月华看向李修竹 微微皱眉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对我的安排不满意 不满意 也给我忍着 傅月华 你好马叉虫啊 李修竹就不信 傅月华听到自己说他马叉虫还能忍 果然傅月华眼路不满了 就在李修竹几乎确定的时候 傅月华问道 还没看够 是想今天睡柴房 嗯 好吧 可能是我想多了 没有 我是忽然发现 月华你真美 也是真爱我 这么关心我 哼哼 我要是没听见你心声 还真就信了你的邪 混蛋 居然敢说我马叉虫 还说我是小王八 傅月华的眼睛眯了起来 来 尝尝这道菜 刚看我吃着不错 你也尝尝 多吃点 看着傅月华给他夹的菜 李修竹愣了 这是真爱 不然 他为何给我夹菜呢 不对 会不会菜里有毒 应该也不是 难道很难吃 他刚才吃了吗 我怎么没看见 看李修竹脸上神色不定 傅月华不着痕迹地 再次夹起了一块 但是这一次 却是自己吃了 看到这里 李修竹松了口气 这小娘们都吃了 应该没问题 至于说提前吃解药 应该不会那么离谱吧 咦 挺好吃啊 看来这是特色菜了 我就说嘛 怎么会有小娘子 对我这盛世美颜不动心呢 这样看的话 今晚上说不定能动房 可是弄悦怎么办 而且 万一他以后给我戴绿帽子怎么办 这么一想 李修竹还是决定 先不和傅月华牵扯太大 傅月华听到这里 忽然笑了 还以为自己没魅力 原来是怕给他戴绿帽子啊 昨晚上你喝太多了 我不怎么喜欢酒味 倒是让下人们误会了 晚上你可以睡我屋里 李修竹一正 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 只是要和傅月华睡吗 傅月华说完顿了顿 忽然话风一转 关于大运河的事情 父亲退脱不了 我想帮帮父亲 但是我没接触过这些 你有什么意见想法吗 又是大运河 反正我也死不了 最多也就是死个老丈人 问题不大 傅月华 嗨嗨 我也没什么太好的意见 你知道的 我一直在家 也没接触过运河 更不知道怎么去啊 傅月华死死地看着李修竹 心中全是国粹 这混蛋 掏出心来绝对是黑的 既然这样 你就别怪我了 有一件事 我欺骗了你 其实大运河的事情 是我爹提出来的 李修竹 一句话瞬间就把李修竹吓到了 刚才摇摆不定的念头 顿时就坚定了 但 这下BBQ了 老丈人这不是做死吗 这大运河 是现在能挖的吗 不行 我得赶紧想办法和李 还有傅月华 简直不当人啊 这不是把狗骗起来杀吗 这下入了乡府 再想出去 哪还有那么容易 本来还说 可以和这娘们处处 看看发展呢 不行也就认了 但现在这么大的坑 还想让我回去睡 做梦呢 你等着 晚上我去就去找你爹喝酒去 不喝醉 我绝不回去 哼哼哼 玩是吧 不屈服命运是吧 傅月华忽然笑了 就喜欢你拼命反抗 被拿捏的样子 来 多吃点 这是府里厨子的拿手菜 我特意吩咐 让给你准备的 还有这个 你看你瘦的 多吃点肉 金瓶和银瓶 看着这两道菜 顿时间嘴角有点抽搐 但是却憋着不敢笑 小姐看来 这是春心萌动了呀 这么两盘子肉下去 那晚上得是什么情景啊 不敢想 不敢想 此时 李修竹也看不到身后 但她被傅月华的观星惊到了 这么爱我的吗 可惜了 哥是你得不到的仔 就算你对我这么好 我还是得跑啊 李修竹不要脸的想着 你怎么不吃了 李修竹一边吃 一边看向傅月华 很奇怪 难道她不爱吃肉 和弄月一样 女人真奇怪 菜那么好吃吗 弄月 我谢谢你 傅月华不动声色地 微微一笑 这菜我经常能吃到 倒是没有第一次吃食 那么惊艳了 而且 我不是很爱吃肉 饭量也有限 所以 最多还能陪你吃一块 但剩下的你 可要吃光啊 咱们虽然是大富大贵之家 但也不能浪费食物 我爹时常教导我们 外面有很多人 连吃都吃不饱嘛 所以 尽量不要剩饭 小姐 咱们府上是什么时候 有这规矩的 就在金瓶银瓶一脸问号的时候 李修竹却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你爹这话说得对 放心 两盘子肉而已 我吃得完 不过剩下的 剩下的金瓶银瓶会吃 不过这两盘 毕竟是我的心意 这时 金瓶和银瓶赶忙开口 姑爷放心 剩下的我和银瓶可以吃 而且吃不完可以喂狗 是的 姑爷你放心吃 我和金瓶也不怎么爱吃肉 剩下的还有点多呢 姑爷你多吃点 李修竹文言 也终于放下了心 直接加起来就吃 别说这红烧肉烧得格外好吃 虽然一丝肥肉没有 但是肉质细腻 瘦而不柴 汁水充盈饱满 每一口都吸满了汤汁 还有这个他认识 葱烧甲鱼 甲鱼裙边软糯 肉质细嫩 葱油酱汁文贞就很香 李修竹也没怎么吃米 硬是直接将两盘子肉都吃了 看李修竹吃完 傅月华起身 关于大运河的事 你多想想 若是提议好 我可以取消你的禁足 好家伙 那么劳心劳力的事情 居然就取消禁足 傅月华 你可真是会做生意 隔壁老王都听到你算盘 打得啪啪响了 傅月华心中一炯 脸上也有点不自觉的红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好处 若是有其他想要的 也可以提 提 我想那些弄月 你愿意吗 这混蛋 过分了呀 得寸进尺了呀 一个青楼女子 还想进我乡府的门 莫说是不能进门 就是当成外事养也不行 而且 老娘这么美一个大美人 你也瞎吗 就担心睡我走不掉了 是吧 哼 我看你今晚上能不能跑掉 哼 李修竹 我看你今晚上能不能跑掉 傅月华想着 心中冷哼 刚要走的时候 却没想到 李修竹的心里又有话了 要是全家超展 那二姨妹她们怎么办 三个丫头那么可爱 不应该就这么香消玉养啊 要不我把她们也带走 傅月华差点就没绷住 不过她的心态还是绷了 这混蛋不但想自己跑 还想拐她的三个妹妹 更过分的是 居然没想着带她 哼 惦记我妹 不要我是吧 行 晚上你想过来也没门了 不是去找我爹喝酒吗 行 我让你往死喝 要不还是帮他们一把 毕竟这便宜老婆 对我也不差 现在想到我了 晚了 希望你晚上熬得过去 傅月华转身走了 还有好多事等她做 没空陪李修竹生气 而且还有好多事要安排 李修竹回去睡午觉了 期间自然也有人看着她 丫鬟也是有等级制度的 像是这种主子的贴身丫鬟 都叫一等丫鬟 地位略高一点 此时 金平正和银平边吃边聊 银平 你说姑爷吃了那么多补的东西 不会出事吧 银平迟疑了一下 开口道 应该不会吧 鹿肉和甲鱼虽然补 也强盛 但到底是温补 小姐 应该是有分寸的 金平文言笑着说道 那也厉害了 姑爷吃了那么多 也不知道小姐的身子骨 能不能抗住 这要是扛不住 肯定要你去扛的 你可得多忍耐一会 银平脸色一红 美好气地白了金平一眼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我是贴身丫鬟 你就不是啊 这通房的责任 可也有你一份的 金平文言得意地说道 可我不用贴身照顾姑爷啊 你我都应该明白 这个贴身 可不仅仅是跟紧 银平没再说话 但脸更红了 金平说得并没错 下午的时候 李修竹忽然觉得不太对劲 这天太热了 都热冒烟了 银平 银平 来了姑爷 姑爷什么事 一进屋 银平就被李修竹的脸色 吓了一跳 红彤彤的脸蛋 仿佛喝醉了一样 那本是白净的脸 也早已布满了汗珠 而且不只是脸上 此时李修竹的内衬衣衫 也都湿透了 甚至能隐约看见点什么 这 坏了 姑爷不是真吃出事了吧 银平有点急了 但刚去找傅月华 李修竹就开口道 银平 去给我弄桶洗澡水来 要凉水 不要热水啊 嗯 好像问题不大 那还要不要告诉小姐 要是没事的话 我告诉小姐 这不是耽误小姐事情吗 要不先看看 姑爷稍等 是要刚出井的冷水吗 会不会太冷了 缸里和井里的一半的一半吧 井里的水不是一般凉 大夏天也只有十来度 她可不想找刺激 很快 水来了 李修竹二话不说的 就跳了进去 顿时间那燥热感就被驱散了 仿佛三福天喝了一大杯雪碧 透心凉 心飞扬 呼 舒服 这时 李修竹才注意到了 还在一边站着的银平 顿时就梦了 银平你怎么还在这 不下去的吗 银平此时的脸色也很红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果着的男人 小姐 让银平贴身服侍姑爷 银平要帮姑爷擦背的 李修竹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这何去游泳池不穿衣服 有啥区别 太尴尬了 嘿嘿 不用 我习惯了一个人了 你别在一边看着了 赶紧出去吧 姑爷别为难银平 小姐吩咐了 要贴身跟着姑爷的 一瞬也不能离开 李修竹妈了 还能这样的吗 这也太尴尬了吧 混蛋 被白占了便宜啊 迟早有一天 我要看回来 得亏现在傅月华出门了 不然听到这句心里话 说不定第一时间就杀了过来 此时 去往城郊残寺房的傅月华 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着银平吩咐道 银平 回去后 晚上把老爷那瓶龙湖酒端上酒桌 私下跟老爷说 姑爷不太行 让老爷陪姑爷喝几杯 记得告诉我爹 不要和姑爷明说 就当不知道 照顾点姑爷的尊严 此时银平人妈了 有点迟疑地说道 小姐 中午姑爷刚吃了那么多大补 再喝龙湖酒 不会出事吧 这些不用你操心 我自有分寸 银平不敢再多说 赶忙点头 是 小姐 我回去就办 嗯 蚕丝工房到了吗 银平文言 顺着门帘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大概还有三百米 已经可以看到工房了 傅月华深吸了口气 默默地想着李修竹 那家伙是真的怀疑自己 能听到他的心声了 这次虽然打消了他的怀疑 以后未必不会再被怀疑 看来 以后自己必须有选择的针对了 再这样一杆子打死 他可能就确认了 一些小事情 小毛病 可以当没听见 小姐 我们到了 傅月华一阵 顿时先放弃了思考 李修竹的事情 可以晚点再想 听到马夫的声音 银平赶忙当先下了马车 来扶傅月华 这时 早已等候的残房主人 顿时迎了上来 相国大小见 不等房主说完 傅月华就皱着眉开口道 赵房主 在外不要提我爹 你可以叫我傅小姐 赵房主赶忙拱手赔礼 再次开口 是小的失礼了 傅小姐 是这样的 今年的桑残 因为连日雨水 都长得不太好 连带着今年的蚕丝收成也不太行 所以 小的才斗胆提价两成 另外在供货上 也只有原来的五成了 傅月华文言 眉头一皱 供货 也只有五成了吗 带我先去看看 傅小姐里面请 傅月华很快就看完了蚕丝的储备 但是看完就皱起了眉头 她想过 今年大雨会对蚕丝造成影响 但却没想到 今年的影响这么大 怎么才五成 按她的算计 至少应该有八成产量才对 赵房主 这些蚕丝我都要了 就按你说的 提价两成 先到辞了 这缺的量 我还要从别家找齐 先走一步 赵房主赶忙拱手行了一礼 傅小姐走好 等马车走远 赵房主才忽然笑了 小矛头丫头一个 呵呵 还未入夜 晚饭时间 难得的李修竹 见到了便宜老丈人 入府这么多天 她还是第二次见到老丈人 第一次还是昨夜嫁娶 家宴 家里就这么几个人 怕是以后基本也会一起吃 此时全家已经做好了 两个小姨妹 早已经看向傅文汉 就等着开饭了 父亲 今日起晚了 没给您二位递茶 小婿在这里 敬您二位一杯 唉 都是媳妇给公婆敬茶的 到她这居然要她敬茶 这还是迎平后来告诉她的 不过迎平并未把下午的事情 告诉傅月华 一是傅月华不在 二是李修竹已经好了 嗯 多喝点 这个酒对你身子骨有好处 乃是我找御医炮制的药酒 李修竹也没当回事 只当是强身健体的 那我可是沾父亲的光了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喝得上的 我干了您随意 李修竹说着 仰头将一酒杯的酒喝了下去 看着李修竹豪迈的样子 傅文汉看了看眼前 只能装一份酒的酒杯 陷入了沉思 算了 我这当岳父的也赔一个吧 不然这么小的酒杯 还真不好意思舔一舔 好吧 关键是舔一舔 也喝不到什么 你想想 倒一小矿泉水平盖的酒 还要舔着喝 那是什么场面 岳父好酒量 来小续再给你倒一杯 这豪放感觉是怎么来的 老夫的错觉吗 这时宝珠和烟雨 看着李修竹的样子 眼中直冒小星星 宝珠更是忽然喊了起来 姐夫好帅 宝珠长大 也要这样喝酒 还有我 还有我 顿时间云霜脸色一黑 敲了二人一人一下 小小年纪 就想着喝酒 女孩子要少饮酒懂不懂 哎呀 姐夫你看二姐 欺负宝珠 姐夫 姐夫 还有我 李修竹嘴角一抽 三姨妹 你是负责搞笑的吗 怎么这么憨批 陈氏文言 更是忽然笑了起来 老爷 你看小三 小四 有了姐夫 连我这当娘的都不找了 傅文汉则是惊奇地问道 今天家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怎么一天不见 这小子和两个女儿关系这么好了 陈氏文言笑了笑 开口道 今天修竹在花园里带云霜 他们三个玩了一上午风筝 就是修竹出门不便 没办法买风筝 只能做了三个 结果云霜的风筝 因为材质不好被吹跑了 还哭了好久 老爷 你看 要不把修竹的禁足去了吧 一看母亲为这混蛋去掉禁足 顿时间傅月华就有点急了 她可是为了看住她 差点被这混蛋发现 父亲 我觉得这件事可以再等等 顿时间 李修竹看了一眼傅月华 这娘们 不是好人哪 这时 三个小姨子开始发力了 父亲 我同意母亲说的 父亲 我同意二姐说的 您快点放姐夫出去嘛 我还等着姐夫给我买好多好吃的 好玩的呢 父亲 我同意宝珠说的 我也要好多好吃的 好玩的 确定了 三妹子就是搞笑担当 就在这时 傅月华再次开口了 一出口就是绝杀 她没钱 一分钱没有 别说给你们买东西了 就是 某些事 她也只能社长 逛青楼三个字 因为妹妹们都在 她到底是没说 但她不说 李修竹就有了帮手 只见云霜反向开口道 那姐姐 你不会给姐夫一些吗 咱们都是一家人 难不成你连一点银子 都舍不得给姐夫用 说着 云霜拿出了自己的荷包 姐夫 这是云霜的零用钱 二十两银子 姐夫你拿去用吧 好姨妹们 姐夫没白疼你们 看到了没 爸爸也不是孤军作战 傅月华文生 眉头一挑 居然敢自称爸爸 这混蛋 好大的狗胆 就在二人胡思乱想的时候 小宝珠赶忙下了凳子 跑了过来 姐夫 这是宝珠的零用钱 不过宝珠没二姐那么多 只有十二两银子 你拿去给宝珠买好吃 好玩的吧 小三烟雨不甘示弱地挤了进来 拿出一个荷包说道 姐夫 烟雨也要好吃的 好玩的 好吧 话说早了 你能指望两个小屁孩吗 李修竹啊李修竹 你脑子进水了吗 虽然李修竹心中无语 但嘴上却哄道 好 如果姐夫能出门了 定然给你们买好多好吃的 还有好玩的 听到这话 傅文汉眉头微皱 开口了 想必修竹你也知道错了 那禁足就取消了吧 还有 银子的事 怎么能让你花小孩子家的钱 月华 回头给修竹拿百两银子 花完再支去 另外 修竹你给云霜他们买玩具 我不反对 但是吃的就算了 我毕竟是相国 仇人不守 小心有人故意接近 给你们下毒 所以 你以后出去吃饭 也记得找大酒楼 不可在路边随意吃 知道了吗 傅月华则是郁闷了 父亲 傅文汉直接打断了傅月华 好了 就按我说的做吧 家 虽然是傅月华在管 但是傅文汉这个一家之主 才是更有权势的那个 李修竹应声道 是 父亲 小婿记得了 父亲 我们再干一杯 傅文汉文言 看了看杯中酒 再看李修竹的眼神 带上了点怜悯 傅文汉语重心长地说道 老夫上了年纪了 喝完这杯酒不陪你了 剩下这一壶酒 你就自己喝吧 此时他是真的信李修竹 和那叫弄悦的戏子没什么了 都入不了洞房了 还能有啥 不过他再看了看自家大闺女 眼神中有点可惜 怎么这里修竹就不行了 这不是让闺女以后受苦了吗 暗自叹息了一下 傅文汉补了一句 记得都喝光啊 这酒打开了就不能放 可别浪费了好酒 但愿这酒能给女婿有点用吧 不然他就真只能再让女儿娶一个了 父亲放心 小旭定然一滴不漏的全喝了 虽然不知道 为何傅文汉的眼神有点奇怪 但这并不能打消李修竹的决心 今天这酒他必须喝 谁来也不能阻止 哼 洞房 你做梦去吧 我有的是办法拖 傅月华听着李修竹嚣张的心声 再看看李修竹一旁的酒壶 顿时间难得地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挺好 但愿你晚上别求我 挺好 但愿你晚上别求我 不过 你求我也白大 到时我可不会给你开门 此时的李修竹 还不知道自己在深渊中越走越远 还在那美滋滋着 为自己的算计而自满 晚饭没吃多久 吃完老丈人就拉着丈母娘 急匆匆地走了 看得李修竹一阵无语 富贵人家吃个饭都这么急匆匆的吗 他倒是没想太多 此时天可刚黑 任他那后世思维怎么想 都不会想到 二人去炮火纷争了 三个小姨妹吃得也快 吃得不算多 加上年纪小爱玩 吃完饭也跑了 傅月华看着李修竹 已经开始微微有了醉意 微微一笑 起身也走了 他要等 等李修竹来求他 等李修竹出丑 至于不怕李修竹丧失理智 现场抓一个 那不会 这酒虽然强盛 但不是那种烈药 不会丧失理智 这也是傅月华 放心在这看他喝酒的原因 不是不愿意给 而是不怕会被抓当众表演 李修竹又醉了 没有演的成分 因为喝酒喝到开始醉的那一刻 你就自己收不住了 要么喝完 要么喝拓 扶李修竹回房的饮瓶 一开始还是犹豫了一下的 毕竟他也是听到了小姐回答的 知道小姐对同房没有排斥 但是姑爷喝成这个样 那一身酒气 他想了一下 还是让人将李修竹扶到了隔壁 你们放好热水和毛巾救下去吧 我来照顾姑爷 是 此时的饮瓶丝毫不知道 自己离危险越来越近 今天下午的事情他没参与 压根就不知道小姐 摆了姑爷一道 更不知道李修竹此时是个火药桶 一点就炸 中午的食补 加上晚上的药补 再加上醉酒的迷糊状态 嗯 银瓶妈了 脑子一片空白 根本就不知道该不该推开李修竹 而当他回过神的时候 已经有点晚了 此时的银瓶 仿佛已经是手术室里的重患了 能抢救一下 但是必要性不大 银瓶忽然想到了金瓶的话 似乎这也是自己工作范围内的职责 想着姑爷那貌若宋玉 堪比潘安的外貌 银瓶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终于 快处理完事物的傅月华 忽然觉得一阵心静 他赶忙深吸一口气 准备让金瓶去叫医生的时候 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 傅月华一震 紧接着就想起了李修竹 嗯 没来 金瓶 多久了 金瓶自然知道傅月华问什么 是在指他们离开饭厅后多久了 婚小姐 半个多时辰了 难道还没喝完 傅月华眉头微皱 思考着 不对 就算是没喝完 近一个时辰了 药效怎么也该发作了吧 傅月华根本就没想到 这药效刚刚被触发了 就在他心计的时候 之前李修竹没什么感觉 是喝懵了 喝睡着了 哪怕药效发作了 但是他本人除了难受 拉扯 并没有自己意识 最多哼记两句 根本就做不了什么 当然 要是被动的话 也能做点什么 甚至还能带动李修竹的潜意识 但当银瓶给李修竹擦拭后 顿时激起了李修竹的思维 虽然他没有清醒 但却有了自我意识 莫然 傅月华脸色一变 忽然想起了银瓶 他疏忽了呀 傅月华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一言不发地 向着不远处的屋子走去 银瓶一愣 赶忙追了出来 二人还没到门前 就听到了银瓶轻微的哭声 脚步顿时一停 姑爷你轻便 银瓶好疼 跟在傅月华身后的银瓶 顿时人妈了 没想到白天才和银瓶调侃了 晚上二人就弄到一起去了 而且始作俑者 还是自家小姐 此时傅月华脸色一阵变幻 人也要炸了 机关算计太聪明 反悟了丫鬟身子 小姐 我们现在 傅月华沉默了两久 终于转身 走 混蛋 便宜他们了 自己的夫君 被自己 把第一次送给了别人 本来算计夫君 想让他求饶 拿捏他一下 没想到便宜了他 傅月华这波 当真是为他人做嫁衣了 不过站在门前的这一回 他也想明白了 这波看似吃亏 但不是完全吃亏 他已经想到了 拿捏李修竹的方法 当然 如果李修竹 要是这样都不愿意帮忙 那就一起毁灭吧 傅月华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傅月华只有丧偶 没有离异 不管是合理 还是休憩 第二天一早 天微微亮李修竹就醒了 醒来的那一刻 说不出的神清气爽 就仿佛刚泡了个温泉后 一样舒坦 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软软的 温温的 有人 李修竹一个机灵顿时妈了 昨夜失去知觉了 该不是傅月华把他轻薄了吧 混蛋 他不是说不喜欢闻酒味吗 这是骗我 还是算计我 嗯 银瓶 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银瓶 李修竹看向身旁人的那一刻 人妈了 怎么他都没想到 会是银瓶 难道是拿银瓶算计我 是了 我一个坠序 根本没资格不禁允许睡丫鬟 哪怕是通房丫鬟 此时 另一个屋子的傅月华 嘴角一扯 露出了冷笑 混蛋 现在才知道没资格 昨晚上干嘛去了 这边 忽然李修竹整理了脑子里的记忆后 脸色微微一变 因为他喝的酒 压根不是烈药酒 所以所有的记忆 还是有点印象的 昨晚上 好像是他把银瓶拉上来的 李修竹脸色一连变了好几次 难道这是意外 干 酒果然不能多喝呀 这下BBQ了 李修竹再次认真的看了看银瓶 忽然又有点满足 十六七岁的小丫头 肤结如雪 唇翅如丹 眉丝柳叶 鼻梁仙巧 纵使后世美颜加磨皮的笑话 大概也就如此了 就是眼角的泪痕有点突兀 但这突兀 却有一种 让人我见犹怜的破坏欲 孤叶 轻点 听着银瓶的梦意 李修竹一致 随后将小丫头温柔地抱住了 看来自己昨晚有点不当人了 不过 这算不算银瓶炸破水僵泵 铁骑突出刀枪鸣了 金瓶 却将孤叶和银瓶带过来 现在 这个点孤叶还没起吧 傅月华突然一惊 大意了 这个时候过去 不是加重他的怀疑吗 算了 再忍忍 那就再等半个时辰左右 半个时辰说快也快 说慢也慢 对于软玉温香的李修竹来说 那自然是很快的 但是对 一直掰着指头数的傅月华来说 那自然是度日如年 去叫人 还有不要让人知道 我这是的 第二次让你去叫人 同样的错误 他傅月华绝对不会犯第二次 孤叶 银瓶 孤叶 银瓶 金瓶叫了两声 李修竹才应了一声 嗯 说吧 大小姐叫你们去他屋里 好 看来是被发现了 对此 李修竹是没什么意外的 毕竟没那么隔音 若是没人守门 路过个人 很容易就能发现 此时 银瓶已经被叫醒了 是刚刚金瓶叫第二声的时候醒的 刚看到李修竹的第一眼 银瓶顿时吓了一跳 跟着往后一缩 疼痛感伴随着记忆席卷而来 但这却并不是最让他害怕的 最让他害怕的是小姐的召唤 虽然觉得自己只是履行职责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心虚 看着银瓶发抖的身子 恐惧的眼神 李修竹拍了拍银瓶 一切有我 别怕 掀起来吧 不然一会等他过来了 那我们就更没理了 银瓶哭丧着脸 有点不知说什么事后 姑爷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能管得着我吗 我这是倒了什么八辈子血没了 帮擦个身子就这样了 李修竹没管那么多 起身的同时在思考 也不知道那婆娘打算怎么搞我 是直接修了我 还是打我一顿再修了我 要是打我一顿修了的话 那不亏 挨顿打换的媳妇 还有自由 也算值得 只要不打残废 一半个月最多也就好了 还有银瓶 不能让他挨打 最无辜的就是他了 一会帮银瓶抗下来 多打我一顿就是了 只是怕 就怕傅月华不修我 光打我 那样的话 多少有点亏了 此时傅月华嘴角微弯 心慰的同时 又有点无语 这混蛋是多想被修啊 自己可是名副其实的 京城第一美 难道就一点不吸引这混蛋 不过他也心为没看错人 之前的战略是对的 这混蛋睡了银瓶 果然就准备担起责任了 那么他对自己 也必然会负责吧 就是吧 这混蛋 貌似有点不待见自己啊 算了 大运河的事情完了 家里也算高准无忧了 若是过两年 他还是不乐意 离就离了 我傅月华难不成还会缺男人 只要我招招手 求亲的人 能从我家排到玄武门 就在两人都胡思乱想的时候 李修竹和银瓶二人 到了傅月华的房间 金瓶 去守着门 没我同意 谁也不许靠近 是 小姐 傅月华这才看向二人 你们两个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文言李修竹还没开口 一旁的银瓶扑通一声跪下了 呜 小姐 银瓶错了 不应该和姑爷发生关系的 都是银瓶的错 呜 求小姐不要撵我走 也不要罚姑爷 要罚就罚银瓶吧 大姐 人家还没问呢 你咋什么都招了 算了 反正问的话 事实也挺明朗的 摆烂吧 行了 你别听银瓶胡说 昨天我喝醉了 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发生了 银瓶力气小 没能力反抗 这事和银瓶关系不大 你要打罚 罚我吧 要是想休了 我也可以 要是还不解气 打我一顿 再休了我总想了吧 我就一个请求 别打银瓶 其余你随意吧 我配合就是 这么上道 那直接点好了 关于大运河 怎么又问大运河 是了 现在大运河 就是悬在附加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箭 只要稍有不慎 就会落下 只是就算自己给了建议 就能付诸行动吗 那可是牵扯到 举国六成以上军队调度的 军政本就不合 没有足够利益 我不认为 一个文官能拉动军队 推动大运河工程 傅月华心中一动 终于从李修竹心中 听到了 为何李修竹 一直不看好大运河的运作了 事关军队 确实很难办 天界本就忌惮武将 掌握太多兵权 更何况是 全国六成兵力的人员协作 就是不知道 达摩克利斯之箭是什么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开口道 是不是我给你出了方案 你就放过我迎拼 能不能休了我 让我带迎拼走 傅月华文言沉默了一下 摇了摇头 不行 你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我是在跟你谈条件不假 但是你没有谈条件的资格 那我有什么好处 傅月华文言冷笑 如果你不同意 我就打银瓶二十棍子 再把它卖到一个 你找不到的地方 干 这小妞也太狠毒了吧 银瓶不是跟她一起长大的吗 哼 就是让你心疼 就是要拖出你的掌控 以银瓶的姿色 你猜会不会有人买 银瓶妈了 顿时间向前趴了两步 抱住了傅月华的腿 哭着求道 小姐不要 小姐 银瓶知道错了 你千万别卖银瓶好不好 我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忽然开口问道 你这么做 就不怕我不尽心 傅月华文言一笑 所以啊 我也给你准备了奖励 若是你写的方案 能让我方方面面都满意 我可以抬银瓶给你做姨娘 行 大运河的方案 我会用心写给你的 只是如果你用不了的话 可不怪我 你放心写 只要方案没问题 做不做的倒是我爹的事情 我傅月华定然不会失言 李修竹文言一笑 走到二人身前蹲下 就把银瓶抱了起来 银瓶顿时间就吓妈了 虽然感动姑爷 愿意为他做这么多 但他并不认为 姑爷这个不学无数的顽固 能办到小姐的条件 姑爷 你快放我下来 让我再求求小姐 李修竹并没放下银瓶 反而当着傅月华 亲了一下银瓶 顿时间就给傅月华心态看炸了 狗贼 我是不是太纵容你了 但就在这时 一道心声忽然响起 既然狗不住了 那老子就不狗了 傅月华准备看爸爸 震惊你一整年吧 短短一句话 把傅月华惊到了 这混蛋不伴猪吃老虎了 不过紧接着他就笑了起来 震惊我一整年 好啊 我很期待 不过看着李修竹抱着的银瓶 他顿时眉头一皱 赶紧滚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写方案 不然别怪我不念情面 李修竹文言自信地笑了 不用 明天一早给你 李修竹说完 转身抱着银瓶走了 只留下了傅月华 傅月华看着李修竹的背影离去后 忽然就笑了 他忽然发现 这么神采飞扬的李修竹 竟然很戳他 李修竹 我改主意了 我要把你变成我喜欢的样子 然后把你留在我身边 李修竹回屋把银瓶放在床上后 就准备离开 但紧接着就被拉住了 只见银瓶可怜巴巴地看着李修竹 怯懦地开口道 姑爷 你尽力就好 银瓶不怪你 若是银瓶被卖了 银瓶就找个机会自尽 以后姑爷若是得空了 姑爷你给我上点香 烧点值好不好 听说没有人烧钱的鬼 在下面过得很凄凉的 银瓶可以忍一忍 但姑爷 你一定要想起我 抽空给我烧点纸钱啊 说着自己变成鬼后的 还凄惨的样子 银瓶似乎已经带入了进去 顿时间不受控制地哭了起来 李修竹被逗笑了 美好气地勾了一下银瓶的鼻梁 开口道 放心好了 不会有那种事发生的 你姑爷 我来到了这个世上 还是第一次打算 为一件事认真 等着我 震惊你家小姐一整年吧 现在好好休息 你家姑爷要为银瓶努力了 小丫头乃听过这种情话 顿时心里甜甜的 对未来的路 虽然依然担心 但却不再不安 嗯 那姑爷你能不走吗 就在屋里写好不好 我保证不出声打扰姑爷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好 我就在这 你乖乖睡吧 顿时间小丫头更满足了 忽然红着脸窃窃的说道 姑爷你真好 等姑爷你写完 若是还想要 银瓶还可以给姑爷的 李修竹文言 顿时一个脑瓜崩 弹在了银瓶脑袋上 历时弹的银瓶 哀呦叫了一声 别胡思乱想 昨夜我喝醉了 没有估计到你 肯定伤到了 好好休养两天 等你好了 你想不给也不成 嗯 想想昨夜那痛苦的场面 他本来是害怕的 此时却觉得 那场面竟然变得甜蜜了起来 李修竹没再和银瓶多说 一天上万字的工作量 还是毛笔字 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 房间内 李修竹在一张画卷上 写着小凯字 而银瓶躺在床上默默地看着 出着神 不知道想着什么甜蜜的事情 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此时的傅月华 则有些奇怪地看着李修竹的房间 不知道为什么 半天没传出一句新声来 这让适应了李修竹新声的傅月华 多少有点不适应 很快 本舅困顿的银瓶 就熬不住了这单一的画面 不知何时睡了过去 中午的时候 金瓶送来了饭菜 李修竹没吃菜 拿了一张饼 就开始边吃边写 你是说 姑爷就拿了一张饼 就开始又写了起来 并让你 将饭菜扣上放下了 是 小姐 我扫了一眼 姑爷面前一张画卷 已经写满了半张之多 而且全是账本上 那么大小的字 一上午写了这么多 惊讶之余 傅月华羡慕了 甚至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嫉妒 这混蛋对自己 是恨不得拒之门外 但为了一个丫鬟 居然可以这么拼 不 她不是为了丫鬟 而是为了妾室 为了自己的女人 似乎也只有这么想 能让她好受一点了 晚饭时 傅文汉奇怪地 看着李修竹的空位 开口问道 修竹今日怎么没来吃饭 不等傅月华说话 宝珠立马开始 撅着小嘴告状了 父亲 母亲 大姐把姐夫关起来了 我和三姐去找姐夫完 看了看四妹 再看看大姐 顿时底下了头 我不在 我不在 你们看不见我 傅月华美好气地 白了小四一眼 这才对傅文汉说道 父亲 修竹对运河的事 有点看法和建议 所以想写出来给你看看 是在忙正式 所以我没让宝珠去打扰 这是 她已经想好的回答 因为这是瞒不住 只要她一交给父亲 父亲定然知道 不是出自她手 傅文汉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她有这个心事好的 回头我帮她看看也好 只是她 既然有心为国出力 为何当日天解给她刺官 她要拒绝呢 嗯 这个她没想好怎么解释 算了 在家先磨练磨练也是好的 省得出去出丑 出丑 也许吧 也许真是理想主义 只上谈兵的华而不识呢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想的傅月华 却总觉得 李修竹真的会如她所言 震惊自己一整年 第二日一早天还没亮 傅月华还没起床 李修竹就顶着两个黑眼圈 敲响了傅月华的房门 耳房里睡眼朦胧的金平 赶忙起身问道 是谁啊 这么早 是我 你家姑爷 金平听着声音没错 这才打开门 这一开门顿时就惊呆了 这是自家那冒笔宋玉 潘安的姑爷 这黑眼圈 这颓废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被立春院的小姐姐 拉着三天三夜没出门呢 这 淡了呀 李修竹没管金平 抱着八个话卷 静止走到了傅月华床前 一股脑袋扔到了床上 睡梦中 刚被吵醒 还没清醒傅月华 顿时就被飞来的黑影下清醒了 啊 一声惊叫 差点把李修竹吓眉了 李修竹翻了个白眼 鬼叫什么 这是大运河的解决办法 每一卷我给你标了号 没什么事 我去睡觉了 困死我了 傅月华看了一眼 床上的八个话卷 顿时一惊 这么多 紧接着一看 李修竹又皱了皱眉头 你熬夜写的 李修竹打了个哈欠 没好气地说道 不然呢 一卷千多字 一共八卷小万字 我不熬夜 怎么写得出来 这毛笔字 可比硬笔字难写多了 不时沾毛笔 就是一项大工程 好了 你慢慢看 我去睡了 记得抬我家音频的事 傅月华没再拦着李修竹 只是莫名地 更羡慕音频了 金频 掌灯 让我来看看 他如何震惊 我一整年 一盏油灯亮起 但是太暗了 很快金频 就点亮了八盏油灯 傅月华这才能看清 画卷上的字 大运河挖掘可行性方案一 首先 将大运河最近路线规划出来 分节施工 分节不能低于时段 同时开工的地方 不允许超过三段 超过三段 会造成的影响如下 一 代制农物 农田减产 二 代制消费 税收减半 三 消耗大量粮食 可能引发粮食危机 危机如下 引起劳力抵抗 变革 若是灾年 民不聊生 死人无数 二 就近雇佣 以壮年男性为雇佣目标 以挖掘地段为雇佣中心 辐射周边线程 聚集两万以上的劳力 分成轮换制 开始挖掘 轮换制 挖掘好处如下 可以得到充分休息时间 让劳力体力得以恢复 事半功倍 可以花同样的钱 提升20%到30%的挖掘进度 确保后勤 医疗 卫生 确保后勤 后勤是所有形式的基础 无论是吃食和工具 都必须有一定储备 以防止意外发生 来不及补充 耽误工程进度 确保医疗 医师可以让劳力最大程度上 得到生命保证 对陛下统治 有稳定性作用 否则死伤太多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天怒人怨 对陛下统治 有着不利性因素 确保卫生 瘟疫是人最大的敌人 一场瘟疫带来的人力损失 比天灾更加可怕 而确保卫生 可以杜绝瘟疫的产生 具体方法如下 建立茅厕 满后要及时掩埋 重新划分地段建立 或将排泄物 拉去农田混合掩埋 滋养土地 个人卫生 用生石灰泡水 每日吃饭前后 以水洗手 三天内要洗澡一次 房屋要打算干净 每日一茶 内在房户 每日煮葱将蒜水若干 每人每日必须喝一碗 以起到体内杀菌作用 工钱必须得有 劳力是家里的支柱 劳力荒废了一年的浓物 若无工钱 后续难以度日 容易引发反叛 每日工钱若干铜板 按照地段规划挖掘 前期投入 可以以十万两试水 以工程进度 运河长短 适度增加或减少 同时要预防贪腐 做到预算精细化 考察常态化 问询详细化 预算精细化应该如下 考察常态化如下 问询详细化如下 一卷话洋洋洒洒上签字 但带给傅月华的震撼 却不是一丁半点 他怎么想到的 为何如此全面 而且其中很多 可是困扰了很多王朝几百年的事 若是这预防瘟疫之法是真 那可以解救万万条人命 这一卷 虽然并没有涉及军方的内容 但即便如此 也足以震撼傅月华一整年了 傅月华深吸了一口气 金平 老爷上朝了吗 嗯 这个点应该已经出发了 傅月华文言 看了一眼 已经开始泛白的天色 顿时了然 可惜了 应该让爹先看一眼的 不过下朝也一样说 一会你去姑爷那边拦着门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姑爷 记住我说的是任何人 金平一正 诧异地问道 姑爷还没写完吗 不是已经将卷轴都拿来了 姑爷不是说睡觉去了 傅月华再次打开一个话卷 头也没抬得开口道 姑爷是熬夜写的 现在一定很困 人睡不好 很容易生病的 所以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姑爷睡觉 金平张了张嘴 胆慨道 小姐 你对姑爷是真的好 好吗 但比不上这话卷带给家里的恩情啊 所以我也只能拿自己报恩了 而且 金平你知道吗 你家姑爷是乾隆在渊啊 就像英雄难过美人观 哪有美人能不爱英雄 只是傅月华才不会说 她是因为爱才准备给李修竹睡呢 嗯 她只是报恩 仅此而已 你去吧 姑爷睡醒前你就先不用回来了 啊 金平人妈了 这可不是初春和晚秋 中午那么大的太阳 万一晒黑了怎么办 但是小姐的吩咐 她一个丫鬟能怎么办 姑爷 我恨你 呜呜 李修竹这一睡 就睡到了中午 不是睡好了 而是被身旁此起彼伏叫声吵醒了 李修竹睁开眼 顿时就看到了迎平满脸羞红 怯怯的表情 对不起姑爷 奴婢打扰你休息了 奴婢已经努力地控制了 但是她还叫 真不是奴婢想吵醒姑爷的 李修竹温柔地笑了笑 开口道 好了 不用自责了吧 饿了咱们就吃饭去 不过 你得等我洗漱一下 对了 小吴你 和我出去一趟 我有点失作 禁令解除了 她也能去看看自己那位过门的小老婆了 也不知道弄月这两天 没我消息怎么样了 一会吃完饭去看看 嗯 傅月华放下了手中画卷 脸色有点不好看 李修竹这浑蛋 刚睡醒 就想那个弄月 都没说想过她一下 不过对李修竹想去见弄月 傅月华并没打算阻止 她想通过这次放松警惕 让李修竹打消对她的怀疑 就在傅月华再次拿起画卷的时候 李修竹一开门 忽然看到金平 顿时奇怪地开口问道 金平你怎么在这里 金平看到 李修竹那一刻 都快感动哭了 太热了好不好 她的汗都把衣服打湿了 但是她能做的 也只有背对着太阳 以免被晒黑 姑爷你终于出来了 你再不出来 金平就变成黑瓶了 这太阳也太大了 李修竹闻言 看了一眼金平 黑瓶不黑瓶不知道 不过你这现在是水瓶了 傅月华 水瓶 我家小姐怕有人打扰到姑爷休息 专门命我在门前守着 不让任何人打扰 李修竹闻言 下意识地看一眼银平 金平你最大敌人 来自内部啊 傅月华无语地放下画卷 这没头没脑的话 太打扰人看书了吧 金平有什么敌人吗 算了 我也去看看吧 银平听了金平的话 也是正好下意识地看向李修竹 顿时迎上了李修竹的目光 一瞬间 银平的目光顿时如同受惊的小鹿 闪电般地躲闪开 脸也红得吓人 就在银平不知所措的时候 咕噜噜的声音再次响起 让银平恨不得有个地方钻进去 扑痴 金平看懂了呀 这姑爷是被银平的小肚子叫醒的呀 这他得感谢的是银平的小肚子啊 这不然今天真变黑瓶了 笑什么呢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金平和银平一跳 小姐 小姐 嗯 金平 你刚才笑什么呢 可是有什么好笑的事情 金平文言想到了之前的事 再次笑了起来 不过他却不敢瞒着 笑着开口道 奴婢在笑 奴婢虽然防住了外面的人 没吵醒姑爷 但却没想到 姑爷被银平饿肚子的声音吵醒了 傅月华文言也是失笑地笑了一下 确实有意思 没什么事 我们去吃饭了呀 记得给银平抬衣娘啊 李修竹说完 拉着银平就走 都给金平 银平看呆了 傅月华脸上的笑容 顿时间就消失了 眯着眼看着李修竹 嘴角边浮现出冷笑 狗混蛋 夺我还是夺猛老虎呢 老娘这么吓人的吗 她是发现了 她真不能见李修竹 不然这血压压制不住 明明不止一次 想把自己交给这混蛋 但是这混蛋 总能让自己 有改变想法的能力 很好 你成功打破了 我的所有计划 见弄月 小宝贝 我倒看看 你的弄月小宝贝 在我相辅的压力下 到底有没有那么爱你 金平 去看着姑爷和银平 他们出门后 立刻来通知我 是 小姐 此时金平哪还有 刚才嬉笑的模样 大气都不敢出 犹如一只小暗唇一般 小姐身旁那冰冷的气压 已经在告诉金平 小姐现在很生气 夹着尾巴做人才能好 傅月华转身 向着房间走去 一会要见情敌 必须得有最好的状态 打击敌人才可以 胭脂 水粉 眉笔 腮红 很少化妆的傅月华 胜负心起来了 嘿嘿 也不知道那小娘们 生气了没有 不过 今天见了弄月 务必把她变成小少妇 迎平的话 让她给二姨妹 三姨妹 四姨妹 买点好玩的 小娘们 你三个妹妹都在我手里 你拿什么和我 傅月华眼神一眯 顿时间气笑了 这混蛋 居然拐了自己三个妹妹 跟她作对 李修竹 你以为这是比多少的游戏吗 你对权力一无所知 你所寄予厚望的三个小姨妹 不过是三只连自保 都做不到的小暗唇罢了 至于后面的话 虽然傅月华没听到 但是丝毫不以为意 在绝对实力面前 任何手段都是笑话 李修竹此时 则嘴角微微弯起 试探 第二步 开始 是的 李修竹既然起疑了 就没那么简单 会随便把守 当然 她也不是想戳穿傅月华 能听到她心声 作为一个有野望的坠序 她更喜欢将计就计 以此换取更多的礼仪 她要做的就是 先确定傅月华 能听到自己心声 然后测试这个距离有多远 至于说 无限距离是不可能的 不然对方早阻止她去青楼了 吃完饭 离开乡府一段距离后 李修竹看向身后 这个距离距离乡府 已经三百米了 李修竹暗暗在心中想了起来 那小娘们之前知道 我来青楼了 说不定找不到我 会来青楼找我 这要是把我堵被窝里多尴尬 不能让那小娘们 抓到我和弄月的把柄 正好上林院前面有一间客栈 要不就去那里吧 李修竹想完 嘴角露出一个笑容 那是胜券在握的笑容 不过她心里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琢磨 姑爷 我们要去哪呀 青楼 啊 青楼 银瓶妈了 没想到自家便宜夫君 还敢去青楼 这要是被发现 岂不是又要被禁足 不是 姑爷我们能不能不去啊 我怕和小姐没法子交代 交代什么 你不说 我不说 谁知道 银瓶文言看向马车外 然后对着李修竹 眨巴眨巴的大眼睛 李修竹 这一刻 李修竹真恨自己太聪明 居然看懂了 银瓶看傻子的眼神 嗨嗨 要不一会 咱们把车夫成尸吧 这样的话 就我们两个人知道了 车夫 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你们两个老六 管我什么事 姑 姑爷 我能听见 嗯 你果然能听见 不枉我试探你一次 既然你不是笼子 那么我也只能灭口了 车夫 我这一脑门子黑人问号 是怎么来的 姑爷 要不你先别沉我 小人可以拿我老母的性命发誓 我肯定不会将姑爷的行踪 告诉任何人 而且我把姑爷 你们送到 我就找隔壁正规地方去坐一会 等姑爷您出现了 我再去接您回府 您看这样行吗 这么聪明的吗 难道这就是小人物的大智慧 嘿嘿 既然你这么说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银瓶看完二人的奇葩对话 也是半天才反应过来 苦着脸问道 姑爷 非去不可吗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银瓶也可以满足姑爷的呀 乖 到了你就知道了 文言银瓶脸色更苦了 这下完了 先想想 怎么骗小姐吧 不然这没准备 肯定骗不过小姐的 快到上林院的那一刻 忽然银瓶脸色一变 立刻露出了笑脸 姑爷 我们好像没带钱 老爷让小姐给的一百两 小姐还没给姑爷 要不不去了吧 车夫 不等银瓶说完 李修竹一把拉住了 要让车夫回去的银瓶 开口道 你家姑爷上青楼 什么时候花过钱啊 车夫 继续走 还没到吗 银瓶文言 看向李修竹眨了眨眼睛 少爷 你不是一共就去了一次 这去了无数次的气势 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是隐藏的急吼 骗了所有人 姑爷 快到了 还有两百米左右 李修竹听完 掀开车窗帘看了一眼 记住了周围 大概样子的同事开口道 车夫 我倒是忘了 问你叫什么 老叫车夫 车夫的 我怕记不住你 记不住好啊 记我干嘛 莫不是想沉了 我给我立块牌子 虽然车夫不愿意说 但是还真不能不回答 我姓马 单名一个云 姑爷以后可以叫我老马 马云 现在驾车的 都用这腰牛掰的名字了 早知道我应该用啊 什么李修竹 我应该直接用明马爸爸 占尽所有人的便宜 姑爷 我们到了 嗯 李修竹带银瓶下车后 语众心长地对着老马开口道 老马 寻着来路找找 找个酒楼进去喝点 算姑爷请的 老马闻言 顿时间有些感激的情绪了 多谢姑爷 姑爷放心 我肯定不会乱说的 一阵北风吹来 三人谁也没动 这时李修竹忍不住开口了 银瓶 给钱啊 银瓶顿时间反应了过来 哦 哦 给钱 给钱 平时在小姐身边都是 金瓶给的 而跟在姑爷身边 小姐还没给姑爷的利盈 没收到钱 她根本就忘记这一回事了 只是 这都是自己的小钱钱啊 银瓶掏出小荷包 不舍得数出了两个铜板 递向老马 老马看了看两个铜板 面色有点一言难尽 两个铜板 含占谁呢 最便宜的一壶酒都买不起啊 李修竹无语地抓过银瓶的钱包 从里面又掏出了三个铜板 递给了老马 语重心长地开口道 老马 你就喝点就行了 喝多了容易高血压 会猝死 我谢谢你啊 姑爷 这真不是姑爷扣 这是为了你的身体好 呵呵 我信了你些 扣成这样了 还想嫖妹 真不知道 那些女子 是怎么都瞎了眼的 老马虽然心中MIP 但脸上依旧笑嘻嘻 姑爷有心了 钱不少 买一壶酒 还能多一个铜子呢 这样吗 李修竹沉默了下 忽然从老马手里 再次捡出来三个铜板 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这是 老马 半壶酒可以了 多了你该醉了 姑爷还等着你驾车呢 你也不想把车驾到河里吧 这三个铜板 我先帮你收着 等下次再给你 老马被李修竹的骚操作惊呆了 就是迎平也目瞪狗呆地看着 这 这 得 看来今天就这两个铜子了 以后谁爱送这狗币谁来 我要是再送 我马自 倒着血 虽然老马心中吐槽 脸上 却依然笑嘻嘻地开口道 我懂 我懂 姑爷是为我好 我太感动了 行 那你慢慢感动吧 迎平走着 此时的青楼虽然不营业 但是门也开着 里面的阴阴艳艳也早就起来了 至于昨晚的恩客 也基本都离开了 当然 也不是全部 因为是有人把这里当家的 此时 傅月华也终于从傅家出发来 虽然李修竹走金瓶早来到了 但是妆都没化好 怎么能上战场 此时化完妆 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 傅月华才满意地出来 小姐 去哪 青楼 上林院 这 小姐我们去青楼 嗯 好吧 车夫虽然无语 但是主家 去哪是主家的事 哪是他一个小小的车夫 能管得了的 就在傅月华出发的时候 老宝看到了李修竹二人 刚好凑巧 他看到有人带姑娘来了 顿时间就以为是卖姑娘的 这是常有 但是走近一看 顿时间就抹了 居然是李修竹这个扫把精 来了一次 不但向国家小姐找来了 最红的花魁 也给自己赎身了 老实说 要不是弄月现在赎身 他最少能从弄月身上 多赚两万两 不是 祖宗 你怎么又来了 我们惹不起 您家夫人 您赶紧走吧 你怕他干嘛 还能吃了你 而且 我是来找弄月的 也不是来睡小姐姐们的 你们也没做我生意 怕什么 不是 您上次见完我家弄月 我家弄月就身体不舒服 已经三天没见客了 所以 您来的真不是时候 老包子对李修竹是有怨言的 但是他还真不敢强行碾人 没事 你说我来了 他肯定见 弄月此时正在房中 看李修竹的留下的诗词 读者那唯美的诗词 弄月 也想李修竹了 李郎 也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 要不说人不禁念叨呢 这不刚说完 翠云就跑了进来 一进门就赶忙开口喊道 姐姐 李公子来了 李公子 弄月刚反应过来 李公子可能是谁 翠云就已经说出了答案 像国家孤夜李公子啊 就是姐姐每天想的人 弄月只是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因为他都是叫李郎或者修竹的 哪记得什么李公子 王公子的 但话刚出口就猜到了 根本就不用再提醒 弄月瞬间站了起来 脸上的欢喜异于言表 来不及说什么 立时就往外跑去 但刚跑没两步 就惊呼了一声 呀 快 翠云拦住修竹 我还没来得及装扮 千万别让修竹进来啊 给我半个时辰 不 一刻钟 翠云一笑 快速地跑出了房间 让你起床不化妆 这下傻眼了吧 老包子到底是没有拦住 李修竹这个不要脸的 不过李修竹是怎么也没想到 到门口了 居然被翠云这小丫头 又给拦了 李修竹心中咯噔一下 还以为弄月反悔了 李修竹心中一沉 淡淡地问道 是弄月叫你拦着我的 是啊 姐姐让我来拦一拦李公子 李修竹顿时间沉默了 但是紧接着就笑了 算了 变心了就变心了 人心思变 只是弄月这小娘们 变得快了点 至于诗词 算了 就当嫖姿了 反正上次虽然没破身 但也差不多 银萍 我们走 银萍看了一眼翠云 顿时就和李修竹一样 认为李修竹是被玩弄感情了 这让银萍松了口气的同时 又心疼了起来 银萍跟上李修竹的同时 将手塞到了李修竹手中 眼神充满爱意地看着她 李修竹被银萍的动作 弄得心中一动 顺着银萍看去 立刻就看到了 那充满爱意的眼神 李修竹心中一暖 她承认被这个小女仆感动到了 此时的翠云 则妈了 傻眼了 发生了什么 我是谁 我做了什么 李公子为什么走了 但是翠云知道 她要是不拦下李修竹 那要走的 马上就要变成她了 反应过来的翠云 赶忙跑了过去 一把搂住了李修竹的腰 李公子 你不能走 你走了 我家小姐就不要我了 不是你家姐姐不见我了 你别胡说 我家姐姐每天想公子 怎么可能不见你 李修竹一正 不解的同时 心情好了起来 那你拦我 翠云还是听明白了 原来是误会了 姐姐没化妆呢 怕你看到 让我拦着公子化个妆 原来是这样 白让我虚惊一场 哼 看来是屁屁痒了 就这点小事 那你让开 我没太多时间 恐怕没功夫等 你家小姐化妆了 这 小姐知道了 不等翠云说完 李修竹就吓唬起了小孩子 你再不让开我可走了呀 别别别 我让我让 姐姐要是知道 翠云把公子气走了 肯定会把翠云卖掉的 姐姐啊 你也别怪我 公子他我真拦不住啊 碰 哎呀 修竹你怎么进来了 别看我 别看我 快转过身去 李修竹文言笑了 别说 弄月这个样子 还真是有点搞笑 整得跟个小丑似的 左一半 右一半 难怪不让他进来呢 你还笑 你还笑 还不转过去 李修竹也不笑他了 当然也没转过去 二十开口道 宝贝别闹 我今天可没多少时间 最多一半个时辰就得走了 弄月也顾不上 没化完妆的脸了 顿时站了起来 这么糟 是啊 还得给小姨妹们买玩具 对了 这是我的妾室 昨天晚上发生了点意外 也算带你认认人 弄月早就看到了银瓶 只是一时间 没分清银瓶的身份 因为银瓶穿的 不是那么贵气 款式也像下人穿的 就是言语间 多了点心腹的气息 妹妹好 我叫弄月 银瓶文言赶忙行了一礼 窃窃地开口道 姐姐好 我叫银瓶 妹妹不必多礼 也不必拘谨 到我这就和自己家一样 有空长来 嗯 还是不要自己来得好 这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不过请原谅姐姐招待不周 姐姐时间有限 有很多话要和李郎说 嗯 姐姐你们先忙 嗯 翠云你带我妹妹去书房坐坐 翠云赶忙应了一声 好的姐姐 夫人这边来 此时音频负担很大 小姐让我看好姑爷 这 回去会被小姐收拾的吧 李修竹一把将弄月抱了起来 走回到了梳妆台前 看着弄月的侧脸亲了一口 开口说道 可惜我不会化妆 不然帮弄月化眉 想必也是极有意思的 弄月文言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显然也很期待那样画面 那我以后教夫君 很简单的 一学就会 好啊 不过现在 要你自己化了 你的情敌应该很快会到 情敌 傅月华 他怎么会知道 弄月眉头微皱 顿时间起身推开了窗子一脚 四处打量了一下 是有人跟踪夫君吗 他们这么小心吗 我居然发现不了 李修竹文言笑了 这姑娘 聪慧是聪慧 可惜 那是你想不到的答案 好了 别多想 不过 你现在还是最好先化上妆 另外 我想问问你 最近这几天怎么样了 弄月文言一边化妆 一边柔声开口道 我还好 夫君走了我就给自己赎身了 已经三天没见客了 今天晚上 我打算登台现役 八月十五是评选花魁的日子 花魁每年一瓶 我拿了两年了 今年未必能拿得上 要么见客 要么表演 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保持知名度 不然 一手水掉戈头再惊艳 也不一定稳拿花魁 而在不想见客的前提下 表演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炒作佳作 但这个太难了 我想 即便是夫君的才华 也很难短时间再有佳作吧 小姑娘跟我玩心眼 李修竹没惯着 按下弄月的身子 对着两半啪啪 就是两巴掌 还跟相公耍心眼吗 嘿嘿 起来好好说话 不就是佳作吗 再给你写一首 拿纸笔来 赶紧起来 再不起来 傅月华就来了 来就来嘛 让他看看也好 你化完妆了 嗯 李修竹抬起弄月的小脸 顿时间被惊艳到了 果然是出自清楼的 这化妆乃是基本功 这一化本就绝美的脸蛋 更多了三分惊艳 而且本就妩媚的小脸 更加迷人 李修竹没忍住 A了上去 小妖精太迷人了 怎么破 弄月也没在意 胭脂会被吃掉 化这么美的妆 一开始不就是为了 给李修竹看的吗 现在才该是本来的样子 至于傅月华来了 再咬一下胭脂就好 也就一两个呼吸的事 与此同时 两百米外的酒店 车夫马正无语地喝着酒 看着面前的一叠凉拌小白菜 这他亏了两个铜板啊 谁能想到 这离青楼近的酒楼 一壶酒居然贵了两个铜板 半壶就是三个铜板 而且 你不能干喝吧 得有点左酒菜吧 最便宜的凉拌白菜心 一个铜板一小碟 合着这趟拉车 还亏了两个铜板 这车夫的日子 也这么难熬了吗 忽然 轻得逐渐上头的李修竹 推开了弄月 看向了窗口 怎么了傅隽 傅月华来了 弄月顺着窗口看去 果然有一辆马车 顺着街道而来 非但如此 只见旁边还有一辆一样的马车 甚至连灯笼都一样 只是这辆马车是不动的 弄月瞬间猜出来了 这是李修竹坐的马车 眼人耳目 马车经过那辆车的时候并未停下 历时间李修竹就肯定了 傅月华确实能听到自己的心声 不然他不会直接往青楼来 至少是 发现了马车 会先去酒楼看看 不光李修竹确定了 就是弄月也确定了 只不过确定东西不一样 看来夫君果然被人跟踪了 此时 李修竹并未敢在心中多想 强行遏制住自己的所有心理活动 直到确定此时 傅月华的马车距离 已进入他二百米内后 才在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 傅月华那小娘们 定然想不到我现在在干嘛 也定然想不到 我和弄月会在他丫鬟的房间里偷情吧 一百五十米以后 完了 被傅月华发现了 他怎么知道我在青楼 谁告的命 老马啊 也不对 他没发现老马的车 赶紧走后门绕过去 进了酒馆他就算心里怀疑 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马车依然没停 李修竹顿时知道 心生的范围要比这个更小了 一百米 九十米 八十米 四十米 李修竹无语 比自己想的还短吗 还是傅月华沉住了气 发现了 这都已经想了六段新话内容了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三十米 傅月华这个母老虎怎么来了 他来这里做什么 还直奔青楼来 我去 这怎么就到楼下了 肯定是老马那死老头打的报告 不行 我得赶紧带上我的银瓶 小乖乖藏起来先 傅月华的脸色开始变换 随着李修竹的心声 也察觉到了 自己来得太精准了 唉 这还是气急功心 大意了 不过他除了警惕 也更生气了 这混蛋 叫我不是小娘们 就是母老虎 叫那花鬼小宝贝 叫银瓶小乖乖 我一个相辅大小姐 还不如他们俩吗 不过李修竹的话 却给了他一定启发 王伯 去看看车夫老马在哪 人叫来 王伯也就是傅月华的车夫 闻言赶忙开口道 老马应该在之前两百米外的酒楼 我看到咱们家的马车在哪 两百米外 你怎么不早说 你去将老马带过来 那辆马车先放在那边不要动 我在上林院里等你们 是 小姐 看傅月华的马车突然停下 李修竹终于松了口气 看来之前不是发现了 而是就是现在这个距离 大致估算了一下直线距离 这个距离应该最多十张 接下来不能乱想了 得尽量筛选新生 但是也不能一点不让他听到 李修竹得到了想要的信息 顿时轻松了不少 来 趁着他还没上来 我先给你一首诗 时间紧急 可能也只有一首了 诺月这才想起这件事 一拍脑门赶忙开口道 一首就够了 李朗你先写 我去拖住他 真是被轻猛了 居然忘了正事了 以前常听那些接客的女子 说男女之事多美妙 没想到只是接吻 竟然就如此美妙 都怪李朗 带坏了我呀 实在是李修竹听不到 弄悦的心声 不然非得一脑门子的问号 这不是这小娘们 带坏的自己吗 恶人先告状的 诗词很多 能用的也太多 但是现在时间有限 当然是想到 拿手是拿手 美人卷珠帘 身做醋鹅眉 但见泪痕尸 不知心狠水 愿情不戒居士 OK 完美 嗯 OK 什么意思 他们在做什么 傅月华忽然觉得 自己读书少了 这便宜相公 心里的好多词汇 他都不太能明白 李修竹毕竟是 刚知道被偷听心声 好多地方注意不到 唯一让他警惕的 只有不暴露这一点 走吧 京婷 我们先进去 是 小姐 京婷先下了车 扶着傅月华 下车后边 走边好奇地问道 小姐 你是怎么猜到 姑爷来庆楼的呀 傅月华可没打算 和任何人分享 能偷听李修竹新生的秘密 文言轻哼一声 他刚睡醒 吃了饭就那么着急往外跑 肯定是想见相好 他之前没有 只有成婚前来过一次青楼 那么这人必然是我上次见到的 花魁弄月了 京婷梦了 之前只知道 姑爷去了青楼 但没想到 姑爷找的小娘子 居然是花魁弄月 啊 姑爷的相好 竟然是花魁弄月娘子 我听咱们府上的说 想看花魁弄月娘子表演 一次光是门票 就要两贯钱 还是得提前半个月 才能排上号 对了 我还听门房小五说 弄月花魁今天晚上表演 姑爷肯定是来看表演的吧 听着京婷 越来越兴奋的夸赞和向往 傅月华的脸色越来越黑 你那么兴奋是什么意思 他可是跟你家小姐抢男人了 你到底是哪边的 刚有个迎威 被刺完你家小姐我 你就想投递 当那小花魁旗下了吗 京婷 嗯 刚应了一声转头 京婷瞬间一僵 完了 完了 这下死定了 我这是怎么了 我是脑子进水了吗 为什么要夸赞花魁 小姐我错了 我 我 好了 我没怪你 凑热闹是人之常情 你也是年纪小 心性不定 看自家小姐这么说 语气也还算稳定淡然 和平常无异 京婷松了口气 谢谢小姐 谢谢小姐 我日后定然反思 绝不乱说话了 京婷此时懊恼着 小姐这么好 怎么能为敌人说话呢 但就在京婷陷入 自我懊恼的时候 傅月华忽然嘴角一弯 反思何必日后 一会回去 抄写三遍奴讯 也正好稳稳心性 京婷一脸问号地 看着自家小姐 说好的 没生气呢 说好的我年纪小不怪我呢 当我是傻子吗 都罚抄三遍了 这你说没怪我 还不谢谢你家小姐 我这可是为你好 看你这孩子 都开心得傻了吧 我可真谢谢你啊 小姐 多谢小姐提点 奴婢会努力抄写 谨记小姐的教导 傅月华满意了 通透了 哼 一个两个的 看你们还敢不敢 吃里爬外 傅月华一进门 老宝就看见了 顿时间就头皮发炸 但是再不想面对 还是得面对啊 傅小姐 您来了啊 您这日渐美丽 当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虽然这奉承的话挺好听 但是傅月华 那是连丝毫笑意都没有 应该知道 我来干什么吧 人呢 现在在哪个房间 傅月华一张嘴 老宝就心中一紧 来者不煞 希望那扫把心 以后再也别来了 要不是因为弄悦这个花魁 他是真想 在门口摆个牌子 李修竹与狗 不得入内 知道 知道 不过这次 我们可没做您相公的生意 就是吧 他硬往离闯 我们也拦不住 傅月华文言面无表情 淡淡地开口道 人呢 带下来吧 哼哼 我当时是谁呢 原来是傅小姐来了 似乎和那天差不多的位置 也似乎和那天差不多的场景 但是这一次的弄悦和傅月华 都比那日状态要好上三分 弄悦是因为李修竹的原因更成熟 更有韵味了 而傅月华 是因为妆容更亮丽了三分 真要说分个谁输谁赢 那只能说梅兰竹局 各有千秋 二女互相对视了一眼 顿时两人都是心中异样 傅月华 骚蹄子 越来越骚了 也不知道 李修竹那混蛋 到底喜欢他什么 弄悦 上次不是挺清高的 这次怎么还化上妆了 怎么 怕我威胁到你了 你那清高镜呢 弄悦当先开口道 不过 您来的可真不是时候 傅月华不等弄悦说完 脸上就多了三分嘲讽 你该不是想告诉我 他刚好前脚走吧 如果是的话 那我可要小看你了 你眼 你接着眼 今天就看看 你这小骚狐狸怎么演 弄悦被噎了一下 顿时就知道 这个说法说不开了 是了 这母老虎都安排人监视了 那想必这上林院周围 也有监视的人 弄悦眼珠一转 又有了说辞 那倒不是 就是吧 他今天在家吃坏了肚子 再拉肚子 要不姐姐 你上去看看 这么误会的事情 应该能拦住了傅月华了吧 然而 让弄悦没想到是 傅月华却忽然淡然地一笑 答应了 好啊 我倒是想看看 他是吃了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了 居然会拉肚子 弄悦听得眉头一跳 这么明显的隐喻 想听不懂都难啊 可惜 有些人弄得再干净 也没人吃 嘖嘖嘖 这一下 换成傅月华压不住了 顿时虚着眼 看向弄悦 你在说谁 这一刻 一旁的老宝顿时急了 这别掐起来了 为了那么个小白脸 不值得啊 而且 你俩掐架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你一个相国千金 要是受点伤害 那我也可以原地去世了 要是我的摇钱术 弄悦受到伤害 那我这得赔多少钱啊 妹妹们 听我一句劝 远离狗男人 咱们独自美丽啊 嘿嘿 傅小姐 弄悦他 肯定不是说人 更不会是您 弄悦你说对不对 弄悦 你说句话啊 老宝子说着话 还扯了扯弄悦的衣袖 似乎在暗示弄悦 这个人 你得罪不起 弄悦自然也知道得罪不起 不然他还抛头露面干娃 直接带李修竹回家相夫轿子了 弄悦头转向一边 没好气地说道 我说的是 有些人做饭做得再干净 也没人吃 可没止你 你要是多想 我也没办法 与此同时 李修竹找到了银瓶 直接开口道 一会你家小姐见到你问你什么 你就照实说什么 什么都不要隐瞒 知道吗 银瓶文言一正 紧接着 心中就是意境 小姐来了 完了 完了 这下死定了 不过夫君你放心 我会帮你瞒着的 只是你赶紧先帮我想想理由 银瓶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 什么都想不到了 银瓶越说越害怕 说着说着 似乎眼见无望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李修竹妈了 让你干啥就干啥呀 你这忽然一哭 算怎么回事 停停停 别哭 别哭 听我的 你家小姐问你什么 你就答什么 千万别把自己卷进来 听我的没错 银瓶顿时分不清 李修竹到底说的是真 是假了 这要是全说 是正常人能干出的事吗 等等 不是正常人能干出的事 我 我去 这咋还越哭越厉害了呢 傅月华 不等李修竹开口 那边银瓶就哭着自语道 完了完了 姑爷吓傻了 我可怎么办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我 李修竹 你才傻了 你全家都傻了 不对 全家好像也算我呢 干 被气傻了呀 另一边 老马在老王的带领下 迈进了上林院 此时 老马已经在心里构建了 无数的心理预案了 给姑爷兜底 那是不可能的 就冲着姑爷 拿抠门镜 和让他损失了两个铜板的份上 他就不可能在这时候 雪中送炭 剩下的就是落井下石了 不过这落井下石 也是有学问的 最好是不让 被落井下石的姑爷记恨 但是他想了一圈 居然没想到好的说辞 既然这样 姑爷 对不起了 傅月华看着服软的弄月 也是忽然笑了 但这是不满意的笑 不知道弄月姑娘 唱一支曲的费用多少 老宝虽然不解其意 但还是开口道 单独表演的话 一次半个时辰三百关 公演的话两百个名额 索得青楼和弄月三七分账 大概也差不多三百关 好 今天我想听弄月姑娘唱一曲了 听下人们说 你们的姑娘最喜欢唱什么十八摸 就唱一首十八摸好了 十八摸他偶然听到那些下人们 唱过两句 也正是如此 才想拿来羞辱一下这个情敌 顿时间 老宝和弄月都是脸色一变 那种东西 只有最纯靠卖皮肉的青楼才有 他们这种上档次的青楼 接洽的都是王孙公子 文人雅士 连傅家子弟都见不着几个 哪里会那种东西 而且 他弄月给傅月华唱这种曲 这不是妥妥地侮辱人吗 老宝子虽然脸色也有点难堪 但还是尽量和气地开口道 这个 您可能还真听不了 傅月华眉头一挑 似笑非笑地说道 怎么 开门而聚客 不怕我把你的楼砸了 弄月文言却笑了 摇了摇手中的罗扇开口道 姐姐还真说对了 我还真有权利聚客 姐姐可能不知道 弄月已经自熟 开不开门 见不见客 都是我说的算 你也不用动不动就拿砸电威胁妈妈 这上林院 乃是八贤王的 你要说打妈妈妈几句还可 但你要是没个说得过的理由 砸了这上林院 你猜会是什么结果 说着弄月凑上前 贴近傅月华的耳朵轻声道 十八摸是吧 我可以学 但是我不唱给你听 只唱给你夫君听好不好 挑衅 很好 傅月华眼睛一眯 忽然不屑笑了一下 同样凑近到了弄月耳旁 相信我 迟早有一天 你会给我唱的 是吗 我拭目以待 顿时间 两人再次对视 目光之中仿佛有电光在碰撞 卧槽 怎么又是这样 这是发生了什么 堵着路是什么鬼 完了 那母老虎没欺负我的弄月小宝贝吧 傅月华眼神一眯 顿时看向楼上 眼神中的怒火 已经快压制不住了 混蛋 叫我母老虎 叫她小宝贝是吧 今天要是不收拾你 你不知道 什么事追续了是吧 傅月华抬头 只见楼上的李修竹 正拉着银瓶往外走 看到傅月华的第一眼 李修竹待在了原地 我去 这是那母老虎 这 这也太好看了吧 这一化妆 就是比弄月也好看了一丝啊 而且这小娘们 气质很顶啊 这 要不我就从了她吧 傅月华眼中的怒火 肉眼可见的熄灭 甚至还有点得意的扫了眼 哼 听见没 我比你好看 李修竹看傅月华的眼神 看向弄月 嘴角忽然拉出一个弧度 但就在这时 忽然老马的喊声陡然响起 小姐 小姐 就是她 姑爷逼我呀 和老奴无关 不等傅月华和李修竹反应过来 车夫马瞬间跪在了地上 小姐 是姑爷执意要来清楼的 还说 要是老奴不带她来 她就把老奴沉浆了 老奴 真的是没办法 丝毫演技啊 将那苦大仇深 迫于无奈的压迫 演绎得淋漓尽致了呀 李修竹没想到 老马还能有这演技 对了 迎平姑娘还劝过姑爷 但是姑爷她不听了 还有 姑爷她还想收买我 但是我心里只有咱们傅家 不信的话 小姐可问迎平姑娘 自有姑娘替老奴证明 看看老奴可有半句假话 好一服忠心为主的好家奴 这你和之前 老马是双胞胎吧 马云呢 你出来啊 李修竹看着老马那精湛的演技 目瞪狗呆质问道 不是 你不是 拿你老母的姓名发过是吗 难道你不怕 老马看向李修竹 嘴角带起一丝鬼笑 只见老马悠悠地开口道 姑爷费心了 我那可怜的老母 三年前已经走了 卧槽 操作这么骚的吗 我居然被原住民算计了 心情激荡下 李修竹没控制好措辞 他这也太给穿越者丢人了吧 虽然他一开始 也没指望老马保密 但是他也没想到 老马会玩出这出骚操作 哪里死的老母发誓 你可真是大小子啊 傅月华看了看二人 直接对没开口的迎平问道 迎平 到底怎么回事 迎平文言下意识地看向李修竹 顿时引起了傅月华的不满 嗯 李修竹一拍脑门 丧气地开口道 小姐问你什么 你就说什么 放心 我不会罚你的 哼 这混蛋之前 肯定威胁迎平了 迎平也没办法了 只能照实说了 但他想了想 忽然抓了抓头 小姐 我不知道从哪开始说 从你和姑爷 出了家门开始说 小姐 能简着说吗 不能 一字不漏的 你们一路上说的所有话 做的所有事都说一遍 在傅月华看来 没什么不可说的 但很快他就骂了 当迎平开始说 说到就给了车夫两文钱去吃酒 旁边传来了扑斥一声轻笑 只见此时 弄月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就是老包子妈妈 也憋得很难受 傅月华顿时瞪了李修竹一眼 这混蛋 怎么这么爱给他丢人 给五个铜板 还抠嗽地拿回三个 整得好像我傅家没给你钱一样 想到这 傅月华忽然一致 好像还真没给钱 这时 弄月忽然侧身 看向李修竹调皮地笑了一下 翠云 去我钱乡里 拿三千两银票来 这蠢女人要干嘛 难道要给李修竹 混蛋 这是在打老娘脸啊 傅月华不但被李修竹整破房了 连弄月也给她破房了 被外事包养坠婿 这要是传出去 她傅月华也是笑柄 修竹 回家 回家 是我的大宝贝 还没给我钱呢 你不给不能也不让别人给吧 好家伙 这混蛋还真想要啊 那可是软饭钱啊 等等 这混蛋一开始就打算坑我五百两斤来着 她是能好意思要的 傅月华无语了 看来今天这钱是省不下了 索性就大放点了 今日之所以这么急着找你 除了因为老马打报告 还有一件事 是因为父亲想看看 你的才能 老马 我打报告了 我不是刚报告的 不过 看到大小姐警告眼神 老马顿时认了 这是锅 但是他不得不背 唉 老马心里苦啊 父亲想看我才能 对 打算给你五千两银子做生意 顿了顿 傅月华继续道 这个生意独立于傅家之外 无论你挣了还是赔了 都属于你自己 当然 若是你觉得自己没这个才能 拿去花也可以 嘿嘿 我就知道 让弄月记一下这小娘们 她肯定忍不住 嘿嘿 我的五百两斤 这不就转个手又回来了 那弄月宝贝的钱还要吗 算了 弄月宝贝挣点钱不容易 不能要她的 要是弄月一会抢给 我得义正言辞地拒绝她 嗯 这样傅月华面子上满意了 我还能给我家的小宝贝省下钱 傅月华听着李修竹的心声 脑门子上的惊都跳了跳 这混蛋 是当我冤大头 不收她的 只花我的对吧 我偏不能让你如意 不就是脸吗 我傅月华不要了 趁着翠云还没下楼 李修竹赶忙开口道 娘子 我就知道 你是爱我的 走吧 我们回去吧 我想吃咱家厨子 做的红烧甲鱼了 嗨嗨 弄月姑娘 有缘再来听曲 本来听人说你今天有表演的 看来今日无缘 欣赏不到了 弄月微微汗手 知道李修竹在和她打鸡风 不然若是李修竹想看 她可以专门为她表演 怎么表演都可以那种 公子且等等 你我也算是知音 弄月有一份小礼想送你 恰在此时 翠云跑了下来 没等李修竹开口 三千两银票 就递到了弄月手中 弄月没有任何迟疑 顺手就递给了李修竹 李公子 出门在外多有用钱的地方 我知道这对你而言是俗误 但是一样必不可守 公子请收下 李修竹知道轮到自己了 刚想一正言辞的开口 忽然旁边 伸来一只素白色的小手 将钱抓了过去 弄月姑娘的一番好意 月华替外子领了 说着 傅月华将银票递给银瓶 开口道 银瓶 这个钱你拿着 孤夜的日常花销和打赏你来负责 说完 傅月华看向弄月 没想到逛个青楼也有收入 若是以后弄月姑娘有花不完的钱 可以都放在外子这里 假的吧 这么不要脸的人是傅月华 傅月华 不要脸 何老娘就不要了 说实话 李修竹对其他的他 大致都能预料到了 但是这个 他是真没预料到 他就是想气气 这小娘们 没想到这小娘们 居然直接挽起了厚黑血 不过面对傅月华的阴阳 弄月却并未生气 笑着开口道 好啊 反正我也用不了多少钱 就给公子花吧 傅月华一致 沉默了片刻 忽然开口道 时间不早了 修竹 走了 什么鬼 这么虎头蛇尾的吗 傅月华没再开口 甚至连一点表情都没有 他并未坐和李修竹 一辆马车回去 还是依然带着金瓶 坐着老王的马车 原来就在刚才 他忽然有点异性阑珊了 自己对李修竹 说到底是利用 就算是打算跟他睡觉生孩子 也只是因为亏欠 正常情况下 这不无不可 但是他忽然发现 弄月这个青楼女子 对李修竹 才是真的爱 不但为自己熟了身 还给李修竹银子 那种不计较得失的给 这让他很挫败 自己在做什么 棒打鸳鸯 凭什么 凭自己是他有名无识的娘子 与此同时 回到房间的弄月 看到桌子上的诗妈了 诗好吗 好 简直太好了 一看就是能流传千古的家具 但这诗里的意思 他不喜欢 诗句间的幽怨 仿佛透过诗词扑面来 让他有些心慌 若是平日里看得还好 但是打根了李修竹 他看不得这些了 想想那被抛弃 或者再也见不到的画面 他就心痛得无法呼吸 李郎 你可千万别让弄月 变成这首诗中的女子一样啊 摸索着这诗词上的 不知心恨谁几个字 他竟然有一种感同身受 若真有那时候 是恨李郎 还是恨自己看错了人 呼 深吸一口气 在缓缓地吐出 他这才感觉舒服了一点点 吃 轻微的推门声传来 翠云走了进来 姐姐 需要吃点东西吗 再过一个时辰要表演了 算了 不吃了 今天胃口不是很好 翠云一正 自家姑娘不吃饭 还是第一次 可是姐姐 你不吃饭 万一饿瘦了 李公子会心疼的 弄月一致 眼神明亮地回头 看着翠云问道 你是说 李郎会心疼 对啊 姐姐 你看李公子多在乎你 刚解了禁足 第一时间就来找你了 他这么在乎你 你要是饿瘦了 他肯定会心疼的 弄月文言 嘴角情不自禁地弯了起来 你说得对 我不能受 我要让自己 以最好的面貌 再次建立了 去准备吃的吧 清淡点的糕点就行 一会有表演 表演完后 我再吃点 翠云偷偷一笑 姑娘这是被李公子 拿捏死了呀 好 姐姐 我这就安排 与此同时 李修竹和迎平 也在说着话 姑爷 这些钱 要不还是 你拿着吧 你家小姐让你拿你就拿 不然她让你拿出来 你拿不出来她能给你好吗 李修竹顿了顿继续道 我知道你是想我好 但是咱们家目前来说 还是她说了算 等我批语 李修竹瞬间打住了心中的想法 一不小心 差点就漏了 虽然傅月华不知道扑外啥意思 但是万一猜到意思呢 另一辆的马车上傅月华愣了一下 必忧 没明白什么意思的傅月华也没在意 这便宜夫君 时常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 那姑爷 你有需要钱的地方跟我说 小姐说了 你可以随便花的 好 李修竹说完 看向车帘外 老马 你家还活着几个人 跟我说说呗 马云妈了 姑爷这是不想放过她 嘿嘿 姑爷说笑了 我老马一个车夫 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姑家寡人一个了 您啊 就不要在我身上多操心了 马云本以为这姑爷 是想拿她家里人威胁她呢 但李修竹下一句话给她整不会了 嗯 懂了 那你下一次拿自己发誓吧 比如说 如果再出卖我就脚底生疮 菊花背包 长穿肚烂 嘴歪眼鞋之类的 什么鬼 这是 还要用我的节奏 只是这誓言 未免太狠毒了吧 这是人能干的事 姑爷 你这还要用我 你不恨我 厌我 李修竹文言 奇怪地开口道 我为什么不用你 为什么要恨你 厌你 你本来就是副家的车夫 你告诉你家小姐 什么都是本分啊 马云沉默了片刻 忽然开口道 不是我告的命 嗯 我知道 肯定语气直接给老马听妈了 合着你们 夫妻俩心知肚明 就让我背锅 玩我背 那个 要不顾业你换个车夫 咱们家里五六个车夫呢 不换 以后我出门救你了 说着 李修竹想到什么 转头对银瓶说道 记得 以后还是一次给老马两个铜板 多了一个子 都不给啊 不吃 银瓶忍了 但是真没忍住 这个真的是 太绝了 哈哈 车外的老马一脸腻挽 为啥这受到乙重的感觉 这么让人想杀人呢 姑爷 要不您给撕的 不然您要是老去青楼 我这得赔钱啊 青楼边的酒楼的半壶酒三个子呢 一个半白菜 也一个子呢 虽然前面不是你告的命 但是后面你确实卖我了吧 这得罚 顿了顿 李修竹还是给老马出了个招 要不你可以攒攒 两天喝一次酒 平时去了看别人喝 闻闻未得了 人言否 不当然了呀 停车 老马停车 虚姑爷怎么了 李修竹没回话 而是直接对银瓶说道 荷包给我 银瓶一正 掏出了自己的荷包问道 姑爷不要银票吗 用不了那么多 李修竹跳下马车 顿时向着一旁的路边摊位走了过去 老人家怎么卖的 李修竹面前的 是一个面人摊位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面人 大多都是武将和小动物 但是也有两个仙女 动物一文铜板 人物两个铜板 客观你要几个 要两个大仙女 一个中等的仙女 两个小仙女 大仙女 一个白裙子的 一个绿裙子的 中等仙女要正红裙 两个小仙女要粉色裙子的 老人一听就笑了 虽然这摊位上的都不合适 但是他能做呀 用不了一回功夫 他这一单一开张 家里今天就能吃饱了 还能见二两婚星 客观稍等 小老这就做 很快的 李修竹一正 看着小老 那担心他跑了的样子 多少有点不舒服 数出十个铜板 放在了老汉摊位上 这是钱 放心 我不跑 您放心做就是 小老文言脸上的笑容 灿烂了一些 安心地开始做了起来 这时迎品也跟了出来 看到面人面上一喜 有点好奇 虽然他见过 但是却未如此认真地看过 以前跟着小姐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 虽然长了一些见识 但是却和这些小玩意关系不大 李修竹看向周围 这一看 还真有不少小玩意 钱留了 他也不用在这等了 转身就去买了两个波浪鼓 还有四只笛子 这时 走在前面的老王一转弯 发现老马没跟上 顿时开口道 小姐 姑爷的车停了 嗯 傅月华伸手拨开帘子的一角 看了出去 很快就锁定了李修竹和迎平 顿时间就是一阵 紧接着 傅月华就露出了笑容 李修竹这混蛋 对自己的几个妹子 是真的喜欢 不过这么想的 他又有点愧疚 多久没给妹妹们买礼物了 上一次买 似乎还是三年前 小姐 我们等吗 等 李修竹也没买多少 看到面人做好 收了东西就上了车 一上车 就看到了迎平羡慕的目光 李修竹微微一笑 完美的容颜 配上和煦的笑容 仿佛一抹暖阳 照进了迎平心里 就在迎平还在饭花吃的时候 李修竹递上了一根面人 诺 给你的 给我 迎平惊讶地看着李修竹活面人 似乎不敢相信 当然 你没看见这个是绿衣服的吗 专门给你做的 这个白衣服的是你们家小姐 那小娘们 要是知道我给她做了个面人 一定会很开心吧 傅月华嘴角微弯 笑了 但是 她却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说了两个字 幼稚 小姐你说什么 没 你听错了 听错了 金平奇怪地看了看小姐 也只能自认为 自己听错了 完了 我这是小小年纪就换听了吗 之前老爷私下看病 我听大夫说 好像是肾虚才会这样 要泡枸杞 桂圆温补 等一下让厨房也帮我买点吧 我 为什么我会得这种病 也不知道我的月签够不过吃这些 谁也不知道 仅仅因为一句话 金平就脑补了一出大戏 妥妥地想太多 李修竹则继续撩拨着傅月华 在停顿了一下后 继续产生心声 不过她万一不收我 岂不是很尴尬 要不干脆 不给她了 嗯 这样挺好 只要我不主动 她就别想拒绝我 混蛋 你都没送 怎么就知道我会拒绝 傅月华感觉 只要离这男人近了 就没有不生气的时候 这男人是真的狗啊 没一会 马车停在了乡府门前 傅月华等李修竹下车后 淡淡地开口道 拿来 嗯 什么 你买的东西都拿来 你干嘛 李修竹眼神警惕地盯着傅月华继续道 那可是 我给姨妹们买的 我知道 但是我要先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 只有没问题了 才能放心你给他们 李修竹迟疑了一下 还是将四个面人 四个笛子 两个波浪鼓拿了出来 傅月华眼睛一扫 立刻就知道 哪个面人是自己 顿时伸手 抽出来看了看 又看了看四个笛子 也抽出来一根看了看 一时间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我拿回去看看 剩下的你可以先给他们 顿时间李修竹妈了 不是 那个笛子真不是给你的 傅月华眉头一挑 这个不是给我的 不过紧接着 她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笛子不是给我的 意思就是说 面人是给我的了 嗯 不 不是 那是 那是 看着李修竹 心虚不敢看过来的目光 傅月华觉得自己猜到了答案 不过傅月华并未拆穿 李修竹的小心思 只是开口道 东西选得不错 不过外面的东西 到底不安全 以后无论买什么 送过来一份 我先验验 确定没问题了 再给云霜他们 嗯 好吧 听到李修竹答应 傅月华转身进了府 嘴角上的一抹浅笑 似乎暗示着 她此时的心情很好 李修竹也跟在后面进去了 嘴角上同样的一抹浅笑 也暗示着她此时的心情 姐夫 姐夫 听说你给我们买礼物了 在哪里 在哪里 李修竹进门还没一刻钟 三个小姨妹就过来了 不过二姨妹云霜还没走到 倒是小三和小四两个小鬼 撒着欢跑了过来 李修竹微微一笑 将一旁的面人和波浪鼓地了过去 顿时吸引了两个小孩子的目光 哇 这个小人好漂亮 是宝珠吗 是啊 这个是宝珠 这个是烟雨 李修竹介绍完面人 又介绍起了波浪鼓 这个是波浪鼓 姐夫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所以也给你们买了个 听到李修竹的话 两个小孩子开心地开口道 这个我没有 但是我们更喜欢姐夫买的 这时 宝珠眼珠子一转 对李修竹说道 姐夫你蹲下来点 宝珠有悄悄话和你说 姐夫你蹲下来点 宝珠有悄悄话和你说 小妮子 这么小就有小秘密了 李修竹也没多想 听话地蹲了下来 她倒是也很好奇 也不知道这小丫头 有什么秘密 难道是她姐姐的黑历史 不会是她姐姐尿床 尿裤子的糗事吧 傅月华 傅月华的脸色 肉眼可见地黑了下来 李修竹这次第一个想法 真的不是故意的 新生这个玩意超级难控制 就和你无辣不欢一样 虽然你打算戒掉了 但是有的时候 还是下意识地放了 然而让李修竹没想到的是 宝珠在她蹲下后的瞬间 给了她一个亲亲 这孩子 比她姐姐可爱多了 傅月华 玩犊子了 又漏了 傅月华不会来问明了情况后 弄死我吧 不敢想 不敢想 金平 你去姑爷那边 看看几个小姐在干什么 是 大小剑 这边李修竹还没站起来 烟雨也凑了过来 对着李修竹就亲了过来 但就在这时 宝珠忽然推了烟雨一把 顿时就让烟雨亲歪了 烟雨的眼睛眨呀眨 都忘了离开了 李修竹一致 立刻拉开了萌萌的烟雨 迎平妈了 胆忙对着身后 冷声道 今天的事传出去 之前那些家丁 就是你们的榜样 知道吗 几个丫鬟顿时一颤 赶忙开口 姑爷放心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这个坏宝珠 李修竹真是无语了 李修竹义正言辞地 看着宝珠说道 宝珠 以后不许了知道吗 正在偷笑的宝珠 眨巴眨巴的大眼睛 不解地问道 姐夫不喜欢吗 那天你还让我们亲你呢 但那是亲脸 你看看 你刚才弄的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 烟雨长大以后 没法嫁人了 对于这个 李修竹也无法认可 这和小孩子喜欢的亲脸 是两码事 这时 云霜走进了屋里 只听到最后一句的他 奇怪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吗 对于云霜 李修竹倒是没隐瞒 刚才烟雨过来亲我脸 宝珠推了他一下 结果亲错地方了 亲错地方 嫁不出去 顿时间 云霜的眼神 落在了李修竹的嘴上 然后忽然转身 神色变冷 刚才的事 谁若是说出去 小心你们的小命 就是我大姐也不准说 知道吗 几个丫鬟妈了 要不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 二小姐 迎平姐姐已经吩咐了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是的二小姐 我们什么也没看到 看几个丫鬟纷纷表态 云霜这才汗手 好了 都下去吧 在外面等着 是 二小姐 迎平迟疑了一下 也转身出去了 云霜这才眼神严肃地 看向宝珠 顿时给宝珠吓得 躲到了李修竹身后 李修竹赶忙开口道 好了云霜 别生气 好好跟宝珠说 他还小 小不是借口 这次幸亏是在家里 若是在外面 他们两个 以后还怎么嫁人 那你跟他好好说 对了 这个给你 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 李修竹说着 将中号的红色面人 递给了云霜 云霜一正 看了一眼那身披红衣的面人 默默无语 他这才注意到 两个小妹 一人拿着一个穿粉衣的 小号面人 谢谢你 姐夫 不客气 还有三根笛子 本来说叫你们吹笛子的 不过你们大姐 把我那根拿走了 等我再买 一根再教你们 吹笛子 傅云霜转头看去 果然看到三根笛子 傅云霜倒是对乐器很好奇 这是他从未接触过的 姐夫 可以现在教教我吗 当然 虽然少一根 但是不是试 这不是还有三根的吗 学习音乐 首先要认识五音 也就是工商脚之语 不过现在 你们先不用学那个 这个对你们来说 可能有点枯燥 笛子的吹奏 需要保持气调的平稳 云霜你先来试试 一直以一个平稳的吹气吹它 直到能吹响它 五 看傅云霜吹响了笛子 李修竹汉手 继续道 很好 接下来是暗孔 这个比较难 比认五音更难 一般完全没兴趣的人 开始要是学不好 很可能就再也不想学了 所以 姐夫先教你们一首曲子 你们只要赵抄就好 等你们吹熟练了 我再教你们认音 低音 高音 怎么按 怎么放 李修竹拿起了笛子 吹了起来 这是一个舒缓的曲子 而且十分短 是后世送别的声音 这首曲子一开始 也不知道是口琴 还是树叶演奏的了 但是无疑它好听而简单 笛子清脆的声音 带着那遗憾的音调 在房间回荡 仿若绕梁的余音 一圈圈地扩散 声音响起的下一刻 优美的声音 就捕获了一堆小迷妹 他们大部分 还听不懂曲子中的遗憾 但是好听就对了 姐夫 姐夫 宝珠要学这个 宝珠要学这个 烟雨也要 烟雨也要学 李修竹笑了笑 也不怪两个小丫头打断 将手中笛子递给了宝珠 顺便将桌上的笛子 递给了烟雨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先试试看 宝珠最是积极 深吸一口气 对着笛子口就吹了起来 丝毫没在意 上面还有李修竹的口水呢 嘈杂而单调的声音 顿时让声音一乱 李修竹赶紧开口道 嗨嗨 不用用那么大力气 还有按着孔洞 宝珠闻言一停 想了想顿住了 想了好几秒 皱着眉头忽然问道 姐夫 你按的孔洞顺序 是什么来着 烟雨也抓了抓脑挂 跟着说道 姐夫 我也没记住 李修竹看向云霜 傅云霜顿时脸色一红 看向一旁 显然 这个也是没记住的 好吧 看来老傅家都不太擅长记忆 来 我教你们吹 李修竹说完 下意识地往桌子上一拿 顿时一正 忘了没有了 好吧 看来这老李家 记忆也不太行 完了 这要是和那虎婆娘有了宰 岂不是生出一个笨蛋来 傅月华 这混蛋 是说和我生宰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 这么想着 傅月华有点坐不住了 姐夫 用我的吧 看着傅云霜递过来的笛子 李修竹没有任何负担的 就接了过来 但一上嘴他就愣了一下 没擦 过分了 不要以为你 长得美就可以奖励我 傅月华 好吧 有些心声是控制不住的 看来只能控制自己 不说一些会暴露的话了 嗯 属实是气聊了吧 优美的笛子声 再次响了起来 这一次 两个小家伙都认真地看了起来 宝珠更绝 直接跟着学了 不过宝珠的气吹得不云 笛声到他这里有点散 顿时将优美的笛音 冲落了不少 上过声乐班的人都知道 那个吹个的 有多噪音 好在家里 就这两个小家伙吹得乱 加上李修竹的笛音高过二人 也还能忍受 李修竹忽然停了下来 笛子递给了云霜的同时 走到了宝珠面前开口道 宝珠 你声音不云 来跟着我学 呼 呼呼呼 好家伙 一口气吹出三个呼气调 我李修竹谁都不服 就服你 与此同时 傅云霜接过笛子后 摆着吹笛子的姿势 正正地看着 两久云霜的眼神忽然一动 仿佛有了决定 扫了一眼 没有注意到他的姐夫 将笛子放在了嘴上 云霜脸色一红 仿佛有热气在熏着他 熏得他 眼睛都睁不开了 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传来了银瓶的声音 金瓶你怎么过来了 金瓶 大姐来了 傅云霜慌乱地转身 刚还红润的脸 快速变得苍白了起来 小姐 让我过来看看 小姐们在干什么 我刚好像听到了乐器的声音 是姑爷在叫小姐们吹笛子 金瓶是分不清什么乐器的 但是他今天可是看到姑爷买笛子了 这要是猜不出来 那他就可以被赶出家门了 是的 不过二小姐不让我们打扰 所以 金瓶开口道 大小姐让我来看的 那你们在这站着吧 我进去看一眼 金瓶说着 推开门走了进来 一眼就看到了四人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 二小姐为何背对着他 李修竹自然听到了门口的对话 奇怪地看向金瓶问道 怎么了 吵到你家小姐了吗 还是你家小姐 有什么吩咐的 嗯 都没有 小姐就是让我过来看看 我也不知道看什么 说着 金瓶看向傅云霜小心地问道 二小姐 你没事吧 傅云霜经过了十多次深呼吸 此事已经好多了 闻言转过头 淡淡地问道 我有什么事 看完了吗 看完了 我们要练笛子了 金瓶顿时察觉到二小姐不高兴了 小心脏跟着一缩 灿灿地开口道 看完了 看完了 那二小姐我走了 怎么 我让金瓶来看的 你这么急着念她 是对我这当姐姐的安排不满意 说着话 傅月华走了进来 冷若冰霜的脸上 眼神中满是严肃 既然如此 我来亲自看看 总可以吧 云霜也没想到 姐姐亲自来了 闻言开口道 姐姐随意看就是 就是我觉得 我们也需要一点点隐私 丫鬟看完了没事的话 还是要离开的 傅月华没再说什么 而是找了个座位坐下了 看向几人 但傅月华这么一狗 顿时间两个小家伙不敢吹了 老二傅云霜不想吹了 李修竹看了一眼 再看向傅月华 露出了无奈的神色 看着母老虎 给两个小家伙吓的 这还怎么教 傅月华脸上不动声色 但心中已经开始MIP了 但让傅月华更没想到的是 李修竹接下来的话 月华 我知道你温柔贤惠 为了妹妹们不走歪 也很用心 但你看你都劳累了一天了 如今好不容易多了点空闲 还是早点休息吧 你看你这黑眼圈 我看了都心疼 温柔 贤惠 若是我没听见你的心声 我险些就信了呀 真的是 我傅月华 真是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傅月华虽然心中吐槽 但面上却面无表情地看着 仿佛似乎在说 少拍马屁 赶紧开始你们的表演 看傅月华不为所动 李修竹笑了笑 来 小三小四 咱们不怕 咱们给姐姐表演一个 放心 姐姐是爱你们的 不会无缘无故打你们的 宝珠文言 看向大姐眨巴眨巴了大眼睛 似是确定地问道 真那么大姐 傅月华这才露出了笑容 轻柔地说道 嗯 你姐夫说得对 犯错了 大姐会罚你们 但是没犯错 姐姐什么时候罚过你们 是不是 宝珠想了想 又看了看姐夫后 点了点头 宝珠拿起笛子刚想吹 李修竹就开口道 宝珠 你还小 吹的声音不大 得到姐姐身边 吹她才能听清 对了 烟雨也来 让你们姐姐给你们指点一下 看着李修竹脸上 似有似无的坏笑 傅月华心中咯噔一下 等等 是了 小孩子刚学乐器 怎么会好听 傅月华看穿了李修竹的计谋 顿时间开口道 修竹 你陪我一起听吧 李修竹闻言脸色微变 灿灿地笑了笑 我一直在听啊 我人不是也在这呢吗 玩犊子了 被他看穿了 傅月华眨眨眼睛 眼神中似乎有了光 带着一点蜥蜴地说道 那你陪我听听 我们成婚城的仓促 还没好好培养感情 我平日里忙 难得有空 眼看李修竹脸路纠结 傅月华轻笑着问道 怎么 修竹不想陪我听 既然如此 我也不勉强你 不过答应你的那五千两 就先不给你了 明日起 你就先陪我一起管理家务吧 等我觉得 你可以独当一面了 再让你去做自己的事 卧槽 老六行为啊 不等李修竹开口 两个小家伙不乐意了 他们才不愿意李修竹 陪大姐不陪他们呢 姐夫 听吗 听吗 宝珠吹得可好听了 呵呵 你猜我信不信 姐夫 烟雨吹得更好听 你可算了吧 你还没宝珠吹得好呢 两个小家伙都开口了 李修竹还能怎样 好 姐夫 陪你姐姐一起听 哼 就知道这家伙没安好心 害人害己 活该 不过傅月华也明白过来 是怎么回事了 不就不好听吗 问题不大 一会再夸一下两个小家伙 吸气 宝珠别的没记住 就记住李修竹说他声音小了 这不 刚一来就上了个深呼吸 顿时给李修竹吓了一跳 我 问 刺耳的噪音 仿佛魔法攻击 一波波的冲向李修竹和傅月华 宝珠的小手倒是还记得暗孔 就是暗的速度太慢了 都成单音了 还没反应过来的傅月华 脑瓜子翁的一片空白 他反应过来 眉头不受控制的跳了跳 就在他刚想制止的时候 李修竹的心声响了起来 要不要打断 别人听取悦耳 我这听取要命啊 可小家伙这么努力 虽然都是噪音 但要是贸然打断训斥一顿 这音乐的路就断了呀 算了 忍忍就过去了 傅月华张了张嘴 到嘴边的话 硬生生地咽了下去 李修竹一个便宜姐夫都能忍 他这当亲姐姐的 为自己妹妹人人怎么了 而且 平常又不用他来教 自由李修竹难受 短短的一个出调 不过六个音 几个呼吸的时间 但傅月华 却仿佛度日如年 出调的一小段落下 傅月华半天没反应过来 不过看到三妹 四妹蜥蜴的眼神 傅月华才想起来线下的情况 小三 小四 你们吹得很好 很用心 假以时日 一定会成为音乐大家的 大姐支持你们 那你们和姐夫用心练习吧 大姐还有事 就不陪你们了 傅月华说完 站起来就往处走 只是脚步看上去歪歪扭扭的 比新婚的少妇走得还别扭 云霜离得远 倒是没受到那么大的打击 看到大姐狼狈的逃窜 顿时间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好在傅月华此时的耳朵里 都是嗡嗡的回声 没太听清 不然怕是要休久万分了 大小姐你怎么了 嘘 金瓶 银瓶 扶我回房 这时 宝珠和烟雨两个小家伙 凑到了李修竹身旁 开心地说道 姐夫 姐夫 快教我们下一段吧 姐姐都夸我们吹得好 有天赋呢 是啊 是啊 李修竹刚刚好点的耳朵 听到两个小家伙这么说 顿时翻了个白眼 交个屁 谁教你们那么使劲吹的 吹得姐夫脑瓜子嗡嗡的 姐夫你骗人 大姐刚还夸我们呢 看着宝珠一脸不服气的样子 李修竹闻声美好气地说道 他夸你们 还跑得那么快 他是被你们两个小家伙的噪音攻击 整怕了呀 好了 现在重新学吹气 尤其是你宝珠 你在那么大声 我以后可不给你买礼物了 欧妇宝珠一脸失落地应了一声 看得李修竹心里一疼 李修竹顿时将宝珠抱了起来 放在了自己的一条腿上 想了想把烟雨放在了另一条腿上 这才说道 失败是成功之母 任何人的成功 都是建立在千千万万次失败之上的 你们才失败了一次 丧气什么 有些表演的艺人 可是为了台上那十分钟的表演 练了十多年的 一听表演的艺人 傅宝珠顿时间就歪楼了 姐夫 你能带我们去看表演吗 我可想去看表演了 李修竹闻言一正 这个他还真没办法答应 毕竟他自己出门 都是刚得的批准 四世看出了李修竹的为难 云霜走上前 摸了摸两个妹妹的头 柔声说道 这件事 姐夫做不了主的 你们就别为难 姐夫了好不好 来 咱们继续学笛子吧 李修竹看着两个小家伙 失落的样子 再看看云霜 忽然开口道 也不是不行 不过没有声音的表演可以吗 没有声音 但即便是这样 也足以让两个半小家伙兴奋了 真的吗 姐夫 当然 姐夫骗过你们吗 不过你们要好好吹笛子才行 只要这一首曲子学会了 姐夫就让你们看表演 有问题 但是问题不大 富家到底不是一般家庭 有很多有利的地方 嘿嘿 姐夫 那我们学曲子吧 我觉得我肯定很快就能学会 好啊 你们先练吹气 我先教你们二姐 云霜 你先把我刚才教你的出调吹一遍 傅云霜文言就把笛子放在了嘴边 但是到吹的时候 他忽然愣了 刚才光顾着看姐夫了 忘记看了怎么办 虽然大致记得一点点印象 但是 但是刚才两个小家伙 那么一通骚扰 忘了呀 嗯 开始啊 傅云霜的脸色越来越红 最后默默地低下了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刚才宝珠和烟雨那么一弄 给我听忘了 说着 云霜狠狠地瞪了两个小家伙一眼 但两个小家伙 根本不那么怕云霜 加上姐夫在屁下 胆子大得很 宝珠对着云霜吐了下舌头 还做了个鬼脸 略略略 二姐好笨 还没我和烟雨聪明 烟雨看了看二姐 再看了看宝珠 十分实实物地没有嘲讽 傻宝珠 你就等着二姐回去打你屁屁吧 烟雨才不嘲讽二姐呢 嘿嘿 人家聪明着呢 李修竹有点麻 忽然觉得自己也是傻了 没事交三女学笛子干什么 交打牌不好吗 拍了拍两个小丫头 将两个小丫头放在地上后 李修竹这才伸出手 被云霜开口道 来 姐夫再教你们一遍 云霜反应过来的第一秒 立刻递上了手中的笛子 紧接着又有点脸红 李修竹倒是没注意 而是沉下心吹奏了起来 优美的声音再次响起 仿佛连刚才的噪音 都被洗涤一空 让人精神一震 等李修竹放下笛子 傅云霜忽然开口道 姐夫 听说萧声更悠长 柔和 你为什么不教我们吹萧 李修竹文言一致 吹 吹萧 诚如傅云霜所言 萧声更悠长柔和 但是这个萧被玩坏了呀 反正他是不会吹的 这辈子也不会吹 至于交三个小姨妹 李修竹看看姨妹们 鲜红的红唇 忽然不知道怎么答了 嗨嗨 云霜啊 姐夫虽然觉得吹萧不错 但是姐夫自己并不喜欢吹 不过音乐这种东西 本就是互通的 要是你以后想吹 可以自己感悟 不过这得需要一定的音乐造诣 总之 自误吧 云霜文言点了点头 心下流了个种子 等以后自己音乐造诣高了 定要自学一下 时间在学习音乐中一点点过去 眼见快要吃晚饭了 傅云霜忽然开口道 姐夫 能听你吹一曲吗 嗯 不听这个了 我想听欢乐一点的 这个有点忧伤 李修竹一愣 倒是忽略了影响心境这个问题 不过问题不大 不就是欢快的吗 简单 欢快的曲调响起 短促轻扬 渐转 渐转 敌音扬起 音韵悠游柔转 悦耳动听 宛若精灵在清明乌夜 这一刻 两个半小家伙都听得如痴如醉 沉寂快乐的海洋中 当然也不仅仅是他们 门外还有几个侍女 也是如此 没人开口 大家都是定定地 看向李修竹的房间 倾听着这美好欢快的音乐 一曲罢了 李修竹这才放下笛子 姐夫 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 好欢快的样子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叫出山 别管花周抄袭没抄袭 但是歌是真的好听 这首歌的笛子版本 也格外欢快好听 出山 为什么叫出山 嗯 宝珠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 好了 快去洗手吃饭了 与此同时 傅月华带着几卷 划进了傅文汉的书房 之所以这个时候来是因为 下午的时候 傅文汉还没从宫中回来 显然是和官家谈识来着 看到傅月华 傅文汉也有点意外 怎么了月华 这都吃饭点了 你还过来 傅月华文言 问了一句 父亲 大运河非休不可吗 傅文汉虽然不知道 为何傅月华一直关注这个 但文言还是点了点头 开口道 大运河的修建 功在当代 立在千秋 我和皇上都致力修建 傅月华文言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 既然无法阻止 那就尽量做到最好吧 父亲你来看看这些 也许对您挖掘大运河有帮助 傅文汉一正 但知道 女儿不是玩闹的性子 也分得亲公司 是以傅文汉看向那些画卷 一张画卷打开 竟然不是画 而是密密麻麻的字 这是 大运河挖掘可行性方案 随着往下看 越看傅文汉越是吃惊 紧接着陷了进去 这写得 太齐全了 涵盖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 处理的办法 挖掘的进度 前期的准备 甚至还有监管和用兵 等傅文汉回过神的时候 傅月华还在 只是是吃了饭回来的 看过这些卷轴的他 深知这些卷轴有多吸引人 又能看多久 至于父亲没吃饭 全家人脑袋都被老爹别裤子上了 饿一顿两顿没什么 这要是李修竹知道 高低得整两句 是有亲情的 但是不多 傅文汉看到傅月华的那一刻 就激动地喊道 月华 这是哪来的 简直是大财 大财啊 快给爹影见一下 傅月华放下茶盏 淡淡地开口道 爹你别激动 他是不可能跟你入朝为官的 所以爹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傅文汉不死心 如此大财 岂能轻言放弃 真就一点不可能 绝无可能 说完傅月华就不再说这个问题 而是继续问道 您就说 这些内容能保证 再不出现灾难的情况下 安稳不引起民怨地 将大运河挖完吗 傅文汉听到对方不愿出事 顿时有点可惜 只要对方愿意出事 以他的能量 这样的才华 就是三宫也是早晚的事 能 肯定能的 只是现在挖大运河的事情 可能得缓缓了 傅月华文言一正 之前不是很着急的样子吗 傅庆 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傅文汉文言点了点头 开口道 确实有点事 算大事 也不算大事 北边来人了 新罗那边想求我朝上公主 为此在边境团了十万军兵 若是朝廷不允 那这十万军兵 过了八月十五 就会挥军南下 傅月华人妈了 这都要打仗了 这叫不是大事吗 十万人呢 那朝廷准备如何 要打吗 傅文汉文言摇了摇头 应该打不起来 现在朝堂上主张上公主 如果不出意外 恐怕这就是定局了 不过上了公主 恐怕修建大运河 只能等明年国库税收上来了 傅月华的脸色不是很好 上公主说是和亲 但不如说是赔钱赔女人 这对她一个女人而言 她觉得这是耻辱 不仅仅是对女性 也是对国家 可惜 这种事情 她一个无官无职的女人 根本不可能改变什么 那父亲知道 上的公主可能是谁吗 傅文汉看了一眼女儿 一下就猜到了傅月华的心思 叹息了一下开口道 如今试婚的 也只有文杰公主和文华公主两人 你不要想太多了 傅月华文言愣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文杰 文华她都认识 这两人和她年龄相仿 以前参加过诗会 其中 文杰公主跟她关系最后 是难得的闺蜜 没想到她会遇到这种事 父亲 我先下去了 嗯 别想太多 你也无力改变的 而就在傅月华和傅文汉 见面的时候 李修竹也是难得清闲了下来 翻看着穿越时附赠的空白书 看着看着她 忽然有点心泪 因为什么呢 里面好东西多吗 多 太多了 只要知道名字的都能制造 但是造不出来 有鸟用 能造出来的 也就一些过度东西 比如说 什么人工梨 有个把子力气 自己就能拉得离 牛都省下了 但是这除了既是救命 还有别的用 关键是 她不想出头 想躺平啊 好吧 想躺平实物 也必不可少 要不回头 给老丈人 这也算是 她为这天下万民 做的贡献了 不过她现在 最想要的是自保 所以她想造枪啊 可是枪支 那复杂的工艺 不说别的 一根无缝钢管 都能难倒她了 哎 要是有本神功秘籍 就好了 什么一金金 金刚不坏神功 北明 北明就算了 也不知道这世界 有没有内功高手呢 万一没有 那吸个淡淡啊 李修竹胡思乱想着 偶然扫了一眼无字书 顿时一正 一金金 卧槽 真的是一金金 未登正国者 其出击有二 一约清虚 一约脱换 能清虚则无障 能脱换则无碍 无碍无障 时可入定出定义 知乎此 则尽到有其机翼 所云清虚者 洗水是也 脱换者 一经是也 好吧 猛逼 看不懂 但是不慌 我有无字书 可翻译 傅月华没想到 刚回自己院子 就听到了了不得的信息 无字书那是什么 没有字的书 为什么会是可翻译 忽然傅月华 想起了李修竹腰间 时常插着的一本白皮书了 是那个 这一刻的傅月华 非常想去看看那本书 是已明明都快走到了 自己房门口 但还是转了个弯来 到了李修竹的房门前 轻轻敲了敲门 然后不等李修竹应声 傅月华就推开了房门 李修竹一正 看了一眼 不知道算不算是 不告而入的傅月华 有些无语 你说他没告你吧 他还敲门了 但你说他告你了吧 他没经过你允许就进来了 虽然看到了李修竹的脸色 不过傅月华并没有太多表情 李修竹的反应 全在他预料之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因为这家伙 自己的脸皮 也变得厚实了起来 傅月华走到李修竹身后 不动声色地 看了一眼李修竹手中书 好吧 确实无字 他立刻就确定了 这就是无字书 只是还是那个问题 书无字 做和解 李修竹也反应过来 傅月华的目的了 看来是 刚才听到了 他也没藏着掖着 顿时就将书递了过去 好奇 傅月华也不做做地接了过来 一边翻看 一边开口道 有个问题想问你 就过来看看 不过 你这书上怎么没字 哦 你问吧 岔开话题 不回答我 所以 你刚才那么入神 在看什么 撕 打破杀锅问到底啊 李修竹笑了笑 我在想事情 呵呵 我信了你的邪 眼见问不出来 无字书的秘密 傅月华将无字书 还给了李修竹 开口道 新罗来人了 要求咱们上公主 对这件事 你怎么看 怎么看 我躺着看 傅月华顿时被李修竹的 心里话整无语了 真的是 奇葩种 不过李修竹表面上 还是正经地说道 嗯 这个时和咱们没关系吧 又不是二姨妹背上 你操心这个干嘛 对了 我也有件事问你 你见过武林高手吗 就是江湖人 飞天 好吧 遁地不太现实 就是高来高去的那些人 傅月华文言一正 你问这些干什么 难道你想学武 到底是认识几天了 对李修竹有点了解了 李修竹这人 很少会问事不关己的事情 既然问了 那么肯定就是有所求 不可以吗 到底有没有啊 傅月华点了点头 肯定地说道 有 高来高去我见过 陛下敬畏有能一跃两三丈的 我看到过他们追拿凶犯 但是我听说 学武需要从小打熬身体 你现在想学武 太迟了吧 李修竹没管这个 而是继续开口问道 那你听说过内功吗 这我不太清楚 忽然傅月华想到了什么 忽然神色一顿 意味深长地看着李修竹说道 你要是想知道的话 我可以给你介绍个人 烛光没那么明亮 以至于李修竹并未发现 便宜老婆眼神中的异样 好啊 那就麻烦你了 说完 李修竹看了看窗外的月亮 忽然就开口道 嗯 你还有事吗 若是没有我要休息了 嘶 这个混蛋 还真是用人在前 不用人在后啊 只是什么叫没有事 你就休息了 你是不是忘了 我才是你明媚正娶的妻子了 混蛋 难道你就不想和我同房吗 还想让我开口不成 我傅月华就没有骄傲 就不要脸的吗 傅月华有点生气 但是让他主动开口 和李修竹睡觉 那是不可能的 哼 傅月华没再说话 冷哼一声 转身就走 李修竹看到傅月华突然生气 还有点莫名其妙 什么鬼 生了个什么气 女人 真是莫名其妙 等等 该不会是他大姨妈来了吧 算了 不管她 去找我的银瓶小宝贝了 也不知道 我的银瓶小宝贝 蛮好被窝了没 傅月华眼神一眯 我生气 和我大姨妈有什么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 她越想越不平衡了 脚步一顿 转身又走了回来 直接进了李修竹的卧房 突然出现的傅月华 顿时给李修竹整得不明白了 不是走了 干嘛又过来了 而且你能不能尊重尊重我 我也要隐私的好吧 嗯 你怎么了 还有事 银瓶也反应了过来 赶忙恭敬地叫了一声 小姐 傅月华没搭理李修竹 直接对银瓶开口道 今夜银瓶你不用伺候姑爷了 来我屋里汇报一下这两日的事情 啊 银瓶也傻眼了 这是睡觉时间了呀小姐 这个时候汇报工作 傅月华眉头微皱 啊什么 你有意见 李修竹也妈了 这娘们故意的吧 哪有这个点汇报工作的 不是 傅月华你过分了呀 之前说好抬银瓶 你还没抬呢 现在连银瓶伺候我睡觉 你都要来插一脚 这娘们妥妥的老六行为啊 傅月华嘴角一弯 得意了三分 哼 看你还得意吗 看你还气我吗 看你还知不知错 傅月华淡淡地开口道 说了抬银瓶 我肯定会做到 但即便银瓶是你切实了 也一样要听我的安排 你别忘了 我还是她的小姐 而且也是你的正妻 李修竹无语 丧气地往床上一躺 去吧 去吧 别忘了银瓶的事 银瓶文言感动得不行 姑爷是念着她的 把她放心上了 没一会就提了两次了 傅月华文言 则是没好气地 应了一声 忘不了 说着 傅月华又不愤地小声嘀咕道 也不见你 对我这么上心 你说什么 李修竹突如其来地反问 吓了傅月华一跳 顿时冷着脸说道 没事 迎凭我们走 李修竹看了一眼 二人离去 躺下也睡不着了 索性继续看自己的无字书了 傅月华说得对 他这个年纪了 没有奇遇 根本练不成什么武功 但是奇遇他有啊 不但易经经能重断筋骨 提升资质 就是九阴真经 也能提升资质 帮他入门 当然还有个牛逼的 就是北明神功 若是这个世界真有内功 那段宇一个 和他一样大的后起书生 都能凭借北明神功崛起 没道理自己不能 不过 既然武功秘籍都有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 还有修仙秘籍 李修竹知道的修仙功法不多 但是也有不少 大品天仙诀 八九玄弓 九转玄弓 太清仙法 玉清仙法 上清仙法等等 除了这些 还有意识功法神像郑玉镜 草字剑诀 杭字秘等等 李修竹想了想 果然无字书上浮现了仙法秘籍的 这一瞬间 李修竹顿时喜上眉梢 这一夜 李修竹甚至没怎么睡 一直在研究仙法 是的 武功他都看不上了 但整理出一篇篇仙法后 他很快就失望了 因为所有的仙法起步 都是要求入定吸取灵气 但入定定时入了 但他压根就没感受到天地灵气 这天地灵气都感受不到了 能修个屁的先 这是我的问题 还是说 这是个细致活 得水魔 是要灵根 还是长时间修行 才能感应到 感应不到灵气 让李修竹很失望 看来一口吃不成胖子了 修先得是不能急 还是得先从武功入手 李修竹一大早吃饭的时候 顶着个黑眼圈出现 顿时间给傅月华看愣了 你这是一晚上没睡 李修竹文言翻了个白眼 我为啥一晚上没睡 你心里没点必输吗 把我的宝贝 迎瓶好走了 你知道我一晚上怎么过来的吗 你不了解 一个成年男性的身体需求吗 好吧 你还真不了解 哼 等一会这娘们走了 我就抱着我的轻轻迎瓶 睡个回笼觉去 虽然心中吐槽了一大堆 不过李修竹还是傲娇地开口道 不太困 看话本看入迷了 傅月华嘴角微翘 心情很愉悦 显然在李修竹那吃别酒了 偶尔找回一次 场子很爽 少看点 对身体好 对了 迎瓶 还有一些事等你交接 一会你带着玉竹去交接一下 你以前管的事情 傅月华一边说着关心的话 一边对李修竹杀人诛心 李修竹 这老六是针对我吧 是吧 是吧 不是 这交接非得赶在上午吗 不能下午再说 下午你还有别的事 你不是想了解武功吗 我让金平去约人了 如果没有意外 下午能见 怎么 你不想见 那算了 别 我见 李修竹咬牙切齿 但是被拿捏了呀 你等着傅月华 有你求我的时候 呵呵 傅月华又开心了 看着屋外阴沉的天气 都觉得景色艳丽了几分 一夜未睡的李修竹 还是孤着而眠了 没办法身体目前就这个素质 所以他才 那么着急 想弄个武功来练练 只是临睡前他 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他下午有事 和迎瓶有什么关系 该死 被那娘们忽悠了 直到下午两点 迎瓶将李修竹叫醒了 姑爷 大小姐让我带你去桃园 桃园 那是哪 迎瓶开口道 那是皇上妹妹丽阳公主的园子 今天园子里有个师会 大小姐让你去参加 师会 傅月华不是说 让金瓶帮我拒约那个武学高手了 迎瓶文言笑了笑 他也会去 哦 那行我去 李修竹随手洗了脸就出发了 车依然是老马拉的的 这个是之前吩咐过的 迎瓶记得 李修竹看着前面拉车的老马 忽然神色一动 老马 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事情 马云心中一紧 坏了 姑爷该不会知道我上次骗他说 我孤身一人了吧 姑爷 所以 你是会舞的吧 你们车夫是不是每个都是武功精湛的武林高手 武林高手 我 我怎么不知道 姑爷你 不然不合理啊 不然家里人出行 为何连个护卫都没有 这不合理 马云文言沉默了一下 忽然悠悠地开口道 姑爷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李修竹已经认定了 老马就是绝世高手了 就像汉刀行李徐凤年的车夫老黄一样 这才对嘛 他一个乡府的姑爷出行 怎么可能就一个马车车夫跟随的 不管什么朝代 真实的情况 可是很多人要对他们这些大官家眷出手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姑爷 你可能没自己想的那么重要 扑斥 难莫女类啊 迎凭这小娘皮 居然都笑出眼泪了 敢笑你家夫君了 看我晚上不好好收拾你 这时 老马继续扔着刀子 扎着李修竹的心 说道 其实小姐出门我是知道的 暗处有几个护卫 而且 王哥的手上功夫也不错 七八个壮汉进不得深 至于老爷 除了自家暗卫 就是陛下也是派人暗中保护了的 李修竹文言沉默了片刻 忽然开口道 老马呀 你话说得很好 但是以后不要说了 好的姑爷 那我这就不开口了 嗯 就是这个意思 李修竹话刚落 马车忽然停了 老马 怎么不走了 老马 李修竹忽然心里 生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完了 有人对我动手了 我就说吧 肯定会有人 对朝廷大员家眷动手的 副驾这些人也真是的 我可是相辅的姑爷啊 难道我还不值得 你们安排几个护卫吗 难道就没人怕我被绑架了 威胁傅玉华吗 银瓶 你别出来 别出声 小心安全 被李修竹影响的银瓶文言 赶忙点了点头 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李修竹看着眼前的马车门帘 猛然掀起 动作之大 当时雷厉风行 但掀开的那一刻 他愣了下 老马正在马车前看着他 不知道在看什么 李修竹一正 看向老马不语问道 老马你干什么 我刚叫你怎么不吭声 老马 你说话呀 呃 不是姑爷不让我开口的吗 李修竹脸色一黑 我TM 现在说 到底是什么情况 怎么停车了 这次马云没再故意搞事 示意了一下前方 开口道 姑爷 桃园到了 卧槽 这狗贼 居然在快到的时候 故意摆我一道 刚才那个眼神 草 这是看我出球 看猴呢 李修竹黑着脸 紧盯着老马 认真地说道 老马你跟着我学 我马云 虽然马云不知道李修竹什么意思 但也知道 现在不是惹李修竹的时候 还是听从地跟着念了起来 我马云 今后若是再戏耍姑爷 就生孩子没屁眼 当一辈子老光棍 马云顿时间没再说话 看着李修竹 这个老六张了张嘴 怎么都说不出口 看到马云这样 李修竹忽然脑子里灵光一闪 须着眼看向马云 有孩子 男孩 女孩 李修竹虽然是在问 但语气却已经肯定 这混蛋 嘴里面没一句实话 马云也没再否认 而是陪着笑 开口道 有一个男孩 当初逃难 跟他娘和我走散了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别管信不信 知道是男孩就行了 嗯 挺好 下次发誓 用你儿子发 老马想了想 在李修竹没想到的情况下 真的硬了下来 直接把李修竹震妈了 也行 反正儿子也不是我亲生的 What 发 你TM不是亲生的你 刚在犹豫什么 而且 为什么你有个仔子 还不是亲生的 好家伙 短短一句话 为什么感觉信息量 直接超赞了 这时 察觉到没危险的 银瓶小心地探出了头 看了看 胡姑爷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真的遇到事了 嗯 这能说他过于敏感了吗 看多了 有点被嗨妄想症了呀 都怪这狗壁老马 要不是他 自己能出这种丑吗 不等李修竹开口 银瓶看了眼桃源 赶忙开口道 姑爷 我们先进去吧 时间不早了 再晚的话 试会就结束了 试会共分为几个环节 一般是早上的踏青 赏花 做诗 中午的餐食 以及下午的交流 饮茶等等 入夜前进城 然后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之所以傅月华这么晚 才让人带李修竹来 主要还是想 先来看看文杰公主在不在 对他要介绍的人 就是和亲名单里的文杰公主 他来得晚 是午饭时来的 这一来一回 银瓶才这个点带他来了 李修竹文言 也不和老马莫记了 但是这笔账 他李修竹记下了 回头必须得坑回来才行 就是这么小姐 二人一接近桃园 顿时守门的家丁 就是一正 没想到这个点了 还会有人来 不等二人开口 家丁已经行了一礼 两位请出示一下请帖 银瓶文言 从袖子中取出一张 大红色的烫金请帖 递了过去 对方看了一下后 这才放行 两位请进 出入桃园 香气飘飘 不是桃花的香味 而是蜜桃的香味 十里相风过滤书 红衣粉碟自成图 好一副桃园美景 此地不负桃园之名 银瓶听了李修竹所念诗句 虽然听不太懂 但是眼神中却满是崇拜 自家故意最棒了 二人行走在桃树林里 闻着满院子的桃子香 仿佛来到了室外桃园一般 片刻中 二人才走出桃林 进了那园 这里虽然没有桃树 但也是郁郁葱葱 藕带五颜六色数十只 二人的近来有点突兀 第一时间就引起了 那园其他人的注意 一时间所有人都想看看 是哪个人 竟然连这么重要的诗汇 都错过了 更好奇的是 为何这个时候来 再过一个时辰 可就要结束了 此时上手处的一个女子 看到二人后笑了笑 来者时刻 请随意找个地方坐 就在二人找了个座 坐下的时候 上手主位旁的一桌 一个身穿白色男子衣服的女人 转头看向身旁一桌的傅月华问道 这就是你的如意郎君 看起来确实不错 女子虽然是女扮男装 但却难掩女子面容 如扬之美玉细腻的脸庞 未失之 却依然粉润的唇 洁白的牙齿配上心目见眉 当时一身阴气 却又不失女子的柔和 用后世的话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宫位十足 禁欲戏女子 傅月华文言笑了笑 虽然和李修竹不对付 但还是有点自得地开口道 你知道的 我傅月华看人 并非手看样貌 傅月华的声音刚落 一旁就传来了一声吃笑 顿时让傅月华眉头一皱 苏承承 你什么意思 苏承承此时坐在傅月华对面 比之傅月华的清冷 更媚 更娇柔一些 二人的容貌差距不大 若是比较 怕是一时间难分伯仲 但傅月华的气质清冷 所以看上去更高贵一些 两人若是站在一起 就仿佛魔门的妖女 和圣门的圣女一般 也正是因此 苏承承才一直对傅月华不爽 他觉得傅月华太装了 有点又装又利的虚伪 苏承承和傅月华 虽然不至于见面就掐 但是也不会友好 此时苏承承听到傅月华又开始装了 所以顿时间有点忍不住了 什么意思 某些人心里明白 你傅月华要嫁人 那京城里还不热闹起来 在你嫁人前 这李修竹的样貌品性 就已经被人扒得精光了 吃喝嫖赌哪样不熟 听说你们成婚前夕 还跑去青楼玩女人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样的人 你跟他不是首选项吗 难不成 还是因为他的人品才情 傅月华文言一致 还真就不好反驳 那混蛋确实是给他扔下了这样一个烂摊子 他虽然知道李修竹那样做是因为想跟他退婚 但别人不知道 更不可能性 忽然 傅月华笑了 不等傅月华开口 此时下面已经议论纷纷 知道了李修竹坠续的身份 大家纷纷皱眉 小小坠续竟然来参加我们的诗会 简直是羞于与他为伍 可不是 也不知道丽阳公主怎么想的 居然会让他进来 这人好色烂赌 凭什么与儿等同坐 早知道他会来 我都不来了 此时 不光男子议论 女子也在议论 原来这就是傅家的草包古眼 不过长得到真是俊俏 给我我也愿意 招他当坠绪 你个小妮子又发春了 不过确实长得好看 好看有什么用 一副空皮囊 李修竹听到议论了吗 听到了 但压根不在意 平日里 网上见多了网报 也经历过几次 这点言辞 还不如挠个痒痒来的动静大 不过李修竹不在意 银瓶却如坐针毡 看着这些人眉头紧皱 显得很生气 李修竹倒是注意到了 银瓶的变化 顿时将桌子上的桃子 塞到了银瓶手中 来 吃个桃桃 心境自然凉 银瓶 吃桃会凉吗 此时傅月华忽然起身 走到了苏承承身前 苏承承虽然不怕 但还是微微皱眉 你想干嘛 总不至于要在这师会上 和我撕打一番吧 傅月华淡淡地开口道 当然不会 既然是我夫君的财情 引起的争议 那就财情上见高低吧 今日 大家不是因为 一手不借居士的怨情 而议论纷纷吗 那我们就以诗词为口 提词拟定 做一首诗 说着 傅月华看向满堂俊杰才女 家众道 除了我和两位公主 所有人都做一首诗 如果李修竹输了 我傅月华给你们扶手道歉 今日后再也不出现在师会 如果你们输了 就挨个给我家相公道歉 哼 我傅月华的男人 只有我傅月华能欺负 这小妞 过分了呀 我答应了吗 怎么样 敢接赌约吗 如果不接 可站公主那边 若是接了 就站到苏晨晨那边 这一瞬间 大家还真被傅月华的气势吓到了 但苏晨晨却忽然笑了 傅月华 我苏晨晨 也不是被吓大的 好 赌约我接了 非但如此 若我输了 以后见到你相公就叫个 见到你就叫姐 以后你傅月华出现的地方 我苏晨晨退避三射 傅月华文言再次笑了 不用你退避三射 若是我们赢了 你家今年的蚕丝份额 我已比往年高一成的价格全要了 若是我输了 傅家今年的蚕丝份额 也尽归你苏家如何 苏晨晨文言一致 傅月华这女人 还真是要得够多啊 不过家里生意她虽然不参与 但老爹是疼她的 只是蚕丝份额的话 她也能做得了主 再想想李修竹那些传言 苏晨晨眼神一定 好 我赌了 口说无凭 立自为正 请 这一刻众多才子才女 反而成了陪衬 只是李修竹看不懂了 这小娘们 是怎么对我信心这么大的 她知道什么 可是迎平的事 我还没和你算 你凭什么觉得 我会帮你 咦 要不借此威胁 让她同意弄约进门 不过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她好歹为我出头 虽然也是为了她自己的算计 要不整个正常的事就拉倒了 哎 主要是价钱不够啊 傅月华眉头挑了挑 她还以为李修竹会完全不同意呢 不过她开口的那一刻 就想到了 如何拿捏李修竹的软肋了 就在傅月华和苏诚诚立自剧的时候 众多才子也在窃窃私语 这两个小娘子赌得真是够大 京城的蚕丝生意分三家 傅家 苏家和杨家 这少说是价值五千贯的生意啊 咱们关心这个没意思 我倒是好奇 你们二位打算站哪边 我站苏诚诚 李修竹的名声我听过 除了吃喝嫖赌 我从未听过 她会迎试作对 我也站苏诚诚 早看的小白脸不爽了 傅月华小姐嫁给 她真的是瞎眼了 哼 子房兄怕是恨不能取而代之吧 我记得 你是傅月华小姐的 头号追求者来着 段子房的顿时不乐意了 是又怎么样 我说傅月华是京城第一美 你们可能会觉得有点争议 但我若是说 她是京城良人前三美这枚争议吧 除了秦楼楚管 傅月华 苏诚诚和于玄姬 位列京城三美是大家公认的 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我想追求一下怎么了 就问你 怎么了 立完字句傅月华 看向苏诚诚淡淡地开口道 你想题目吧 我要和外子说两句话 傅月华说完就走 似乎丝毫没将赌约当回事的样子 她的做派 顿时间给一些聪明人 看得惊意不定了 甚至一些人因此而打起了退堂鼓 恕不恕不可怕 怕的是 他们参与其中 万一要是输了给李修竹赔礼道歉 那可就太丢人了 这时 苏诚诚看向那些退缩的人 忽然吃笑一下 怎么 这就吓到了 莫让我苏诚诚看不起你们 这能忍 是个男人都不能忍 不就是道歉吗 而且 他们这么多人怎么说 拿头说吗 一时间 大家纷纷站到了苏诚诚背后 只有一些和傅月华关系不错的女子看了看 没选择参与 站到了文杰公主身后 李修竹看向傅月华 还没来得及开口 傅月华就已经开口了 说吧 什么条件 只要不太过分 我都能满足你 李修竹一愣 并未先说条件 而是问出了之前的疑惑 你到底是怎么对我有这么大信心的 傅月华文言笑了下 看向这一院子的文人开口道 你猜他们今天谈论的内容 主要是什么 李修竹更晕了 他刚来好吗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神仙 傅月华也不再打雅谜 直接说出了答案 昨夜上灵院流出了一首诗 叫《怨情》 此诗一出 立刻引起了广泛议论 恰逢今日是诗会 大家更是议论纷纷 都说这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好诗 同样的 大家也对那落款的不戒居士很好奇 此人大家之前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仿佛一夜间突然冒出来的 但 恰好我知道 前几日二妹的风筝飞走了 今早有人拿着一只纸鸳来家里领赏 这风筝辗转先到了我手里 李修竹顿时间明白了 原来是给二姨妹风筝上的 流字出了问题 难怪傅月华对自己信心十足 你就不怕 那是我一时偶短 要知道 好的诗词可遇而不可求 傅月华看了看李修竹不再多说 直接开口道 开条件吧 李修竹文言笑了一下 也不客气了 看向傅月华直接开口道 让弄月进家门 不可能 最多让你当成外事养 大进步啊 可惜价太少了 不需要你同意我也能当外事养的好吧 只是偷偷养和明着养的区别 傅月华听到这个心声后 虽然不高兴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李修竹想的没错 既然如此 那就加价吧 不再等李修竹开口 傅月华直接开出了自己之前想好的价码 甚至还加了一点 以后我不占银瓶 只要你想 他就会一直给你暖被窝 一旁的银瓶文言顿时脸色一红 他也不敢插嘴 偷偷地看了看姑爷 顿时嘴角有了憋不住的笑意 另外 除此之外 只要你以后不犯大错 你的事情我可以不过问 你想养外事的话 也可以养 我也不会管你 只要每天晚上回家就行 顿了顿 傅月华继续道 还有 除了现在的事 也有你一份责任 我可是为了帮你 才被逼到这一步的 李修竹并未在意傅月华最后一句的提醒 而是满意地笑了 如此已经婚姻自由了一半 慢慢来 不着急 好 一言为定 就在二人谈好条件的时候 苏晨晨也走了过来 谈好了吗 可惜 就算你现在给他恶补 也是无用 题目我已经想好了 你们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 傅月华和李修竹对视了一眼 相视一笑 李修竹直接汗手 伸手示意道 请出题 苏晨晨文言一笑 心中暗叹 这李修竹当真是好皮囊 随便一个姿态 看起来都那么吸引人 既然我们身处桃园 那就以桃园为题吧 注意 不是桃花 不是桃子 而是桃园 时间是一炷香 开始吧 李修竹一正 这提出的倒是有点意思 不过他并不慌 他可是有数千年诗词库的男人 李修竹拿起了桌上的杯中酒尝了一口 顿时眼前一亮 居然是桃子味道酒 这应该不是今年的 今年的桃子虽然熟了 但是酿酒最少要21天以上 时间上来不及 而且 这桃子酒里还有桃花的味道 两种结合 最少要一年才能完成 酒 桃园 有了 不过李修竹并未急着动笔 而是拿起酒壶慢慢喝了起来 这时 放眼望去 那些才思敏捷的已经开始作诗了 顿时给银瓶看得焦急不已 古燕 你先别喝了 银瓶住嘴 别打扰修竹 是 大小剑 李修竹抬头看了一眼傅月华 却只看到了傅月华古井无波的眼神 顿时 李修竹笑了 这娘们在很多时候 确实迷人 就说这无条件的信任吧 哪怕是他有一定信心 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不多时 第一个写好的才子刘士奇 就站出来了 我好了 请大家欣赏 说着 刘士奇已经将纸张展开 春风吹水绿玲玲 万树桃花照眼星 莫怪山翁平到此 年来应是必情人 好 好诗 士奇兄此事一出 我也就放弃了 确实不错 我等不如 这时 傅月华的舔狗段子房也站了出来 士奇兄写得固然好 不过我段子房的也不差 大家不妨看看我的如何 段子房画落 手中的纸张也已经展开 我有桃园 与笔南门 旗下围水 流出东奔 与有以乐 鸟鸣而宣 人生所贵 与世无恩 君子之道 不可为论 这首诗比上一首好上许多 若是没有那个不借居士的怨情 说是今年的佳作也不过分了 好 这首诗比士奇兄的那首还要好啊 那坠绪这次输定了 如此佳作 拿什么说 就是苏诚诚也露出笑容 这首诗词达到了她的心理预期 看来段子房也是在压力下超常发挥了 就在这时 又一人做好了一首 小可不才 虽然可能叉子房凶一些 但是也拿得出手了 华落 纸张展开 大家齐齐看了过去 十里相风吹客一 桃花落尽柳丝锤 秋光已过三分二 燕子归去两三只 绿树阴农阴雨滑 青山影 兽叠飞驰 东军若解流连翼 墨浅韶华物别离 这叫差 这叫拿得出手 这比段子房的还要高出那么一丝好吧 段子房的讲自由 你讲情爱啊 这不更得女子心 要知道 今日的裁判可不仅仅是男人 段子房脸色一黑 这混蛋先夸再采 妥妥老六行为啊 李修竹看后也不禁佩服 他真实水平也就差不多水中 真要论十里伯仲之间 但可惜 我有外挂呀 看了看还剩下半炷香 李修竹微微一笑 带着一丝醉眼地拿起了笔 你们装完了 接下来给我装杯了 李修竹可是这次笔试的主人公 大家都关注着他呢 他一动笔 不少有自知的人走了过来 桃花岛里桃花园 桃花园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折桃花当酒钱 酒行只在花钱做 酒醉还来花下眠 虽然还没写完 但是诗句中的洒脱 豪饭和唯美已经迎面来 撕一片吸气声瓷起彼伏 顿时给苏澄澄那边的人看不会了 老李 什么情况 噓 自己来看 半醉半醒日复日 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 不愿鞠躬车马前 写到这 李修竹身旁已经都是人了 除了那些还在写诗的人 其他人已经都过来了 甚至有一些写诗的 也被这边的情况弄得心烦意乱 索性也就不写了 也跟着过来了 不知何时 那个身穿男衣的女子 已经站在李修竹身旁 轻轻地念起了诗上的内容 声音不大 脆而清澈 刚好让大家听到 却又不让人觉得吵人 和女子嗓音的柔碗不一样 这个声音只能让人听出好听 却一时难辨雌雄 车辰马足父者去 酒斩花枝平者园 若将富贵比平贱 一再平地一再添 若将评贱比车马 他得驱使我得闲 写到这里 李修竹大笔一划拉 直接画出了两条长长的横线 把大家都看傻了 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了 这 难道让我们猜 就是这女扮男装的女子 都被李修竹弄不会了 就好像做事做了一半 突然对方卡壳了 不做了 难受 但不等大家发问 李修竹就已经转身离开 随着人群让开 李修竹离开的同时 拉起酒壶 长长地灌了一口酒 这时 女扮男装的女子 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先生 这最后两横做何解 李修竹文言 随手扔下酒壶 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 离开的同时迎道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武林豪节目 无花无酒厨做甜 是那两行 这一瞬间 女扮男装的文杰公主 看着李修竹的背影 吃了 不 吃的不只是她 而是满原才子佳人 苏澄澄也定定地 看着那个离开的背影 久久不能回神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在他心中 我们一定很可笑吧 那一句诗 仿佛一只利剑 将除了傅月华外的 所有女性心脏 射了个通透 傅月华则笑了 笑得春风如木 极美 以前 我也是 那些看不穿你的其中一人 与此同时 穿梭于桃源的李修竹苦笑 M的 白跑一趟了 可是B装到那了 气氛到位了 这B停不下来了呀 还能怎么办 自己约的杯 就是含着泪 也得打完 李修竹丧气地出了桃源 也不管老马诧异的眼神 直接上了马车 生无可恋的一趟 老马 回家 不等迎平姑娘了 嗯 让她跟你家小姐回去吧 都这个时候了 还没追过来 八成是看傻了 没反应过来 就在马车刚动时 忽然外面 传来了迎平的声音 老马 等到我 嘘 上了马车的迎平 气喘吁吁地埋怨道 姑爷 你怎么也不等我了 嗨 我以为你和你家小姐一起呢 老马走吧 与此同时 桃源里 傅月华淡淡地看着一众才子 说道 虽然我夫君走了 但是我这个做妻子的待他受益礼 也无不可 当然 现在时间还有四分有益 我可以等等 此事一出 大家面面相去 不管大家认不认 这事绝对是流传千古的家具 只是一堆才子互相看着 都期待有奇迹出现 都不想就这么认输 这时 反倒是苏澄澄笑着站了出来 月华姐倒是藏得深 如此麒麟才子 月华姐捡到了 今日 是我苏澄澄说错了话 我错了 我苏澄澄说话算话 明日月华节 你就来苏家接手今年的蚕丝供货吧 说着 苏澄澄转头看向这些才子才女 继续道 今日起伏月华就是我姐 李修竹就是我哥 别让我再听到你们说我个坏话 说完苏澄澄转头看向丽阳公主 和文杰公主 告辞道 两位公主 我还要回去安排蚕丝的事情 先行一步 无妨 去吧 嗯 看二人同意 苏澄澄再次看向傅月华 月华姐告辞 说完苏澄澄转身就走 她叫傅月华姐是因为赌约 又不是佩服傅月华 或者喜欢 能做到这样 别说别人 傅月华都得赞她一声好 傅月华看向其他人 段子房看了看周围 叹了口气 也上前一步 行了一个歉礼 道 段某人有眼不识泰山 告辞 有了苏澄澄和段子房开头 大家一个个上来道歉 傅小姐 我严路无眼 告辞 傅小姐 是我徐怀真无德 告辞 傅小姐 我赵庆井井底之蛙了 告辞 傅小姐 除了这样的事 师会匆匆散场 也不算匆匆吧 也就比平日早了半个时辰 男人基本都走了 不过女人说了认错的话后 却都留了下来 非但如此 大家还都聚拢在了傅月华身边 显然对李修竹他们都很好奇 此时文杰公主拿着李修竹写的诗 看向傅月华开口道 月华 这张稿能给我吗 傅月华点头笑了笑 开口道 公主 她可是有求于你 你要是喜欢 也可以让她给你重新写一份写拳 文杰公主文言笑了笑 摇了摇头 这就是最好的 再写的话 味道就不对了 只有这幅字 才能让她看到的一瞬间 想起刚才的场景 其余的 则只是一首诗 一首千古流芳的诗 傅月华文言笑笑 也没有强求 这时 一旁的丽阳公主忽然开口道 月华 你一开始就知道 她这么与众不同吗 傅月华再次笑笑 不然 公主 你以为我是为何在知道 她婚前去青楼 还顶着父亲的压力 把婚结了的 丽阳公主一正 刚才只知道李修竹去青楼 却没想到傅月华 还是顶着父亲压力结的婚 原来还有这回事 只是本宫有点想不通 想不通她 为何会故意败坏名声 想不通她 为何婚前去青楼 就算想去 成了婚过段时间再去 不是也可吗 傅月华文言心中苦笑 我能说那个家伙 是为了不当坠婿 为了退婚吗 那我傅月华 还上肝子结婚是什么 傅月华虽然心中苦笑 但脸上却笑意盈盈 她的诗词 不是说得很明白吗 大家文言一正 接近着文杰秒懂 不愿鞠躬车马前 没错 当日官家刺官 修竹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文言顿时大家面面相去 在座的很多都是官家女儿 自然也个别听说 李修竹拒官的事 当初她们知道的时候 还觉得李修竹傻 但现在分明是透彻 是格局啊 小姐 您吃这么大亏 就这么算了 苏诚诚文言一笑 亏 我赚大了好吗 李修竹 傅月华 呵呵 有意思 小丫鬟傻傻地看着自家小姐 不明白地问道 小姐 你哪赚了呀 苏诚诚文言轻笑 也不说话 如此一个宝藏男孩 难道不赚 李修竹 要是在这 铁钉一脸问号 我宝藏部 宝藏关你什么事 小姐 老爷要是知道 您亏损了家里的生意 您可能会被禁足 说起这个 苏诚诚终于叹了口气 我知道 所以这不就去 跟我爹请罪了吗 对了 路过最先楼的时候 打包一份肉松饼 我爹爱吃 小丫鬟赶忙点头 是 小姐 对了 交给你个任务 回头买通一个相辅的 二等丫鬟 我要知道 李修竹在赴家的所有事情 小丫鬟虽然不懂小姐 这是要干什么 但还是点了点头 好的 小姐 苏诚诚 虽然走得早 但是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饭时间了 主要是那肉松饼的现做 看到他爹 他还是有点虚的 五千罐说败就败了 平常一年 他差不多也就花个千罐多点 爹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肉松饼 苏维文言一正 紧接着就笑了 说吧 有什么事 苏诚诚文言顿时一致 不是 爹 我就不能单纯地孝敬孝敬你吗 你这一说 搞得我好像有什么企图一样 苏维白了苏诚诚一眼 开口道 你爹我还能不知道你 你就说说 你哪次给我买东西 没合我要好处 说吧 要多少钱 还是想买什么东西 苏诚诚脸色一红 顿时看向一旁 母亲 你看我父亲啊 苏诚诚的母亲文言 笑着开口道 你可别找我 我可不掺和你们父女俩的事 苏诚诚看向另一边 顿时他哥看起了房顶 似乎看到了什么美丽的风景 苏诚诚有些丧气地开口道 爹 我要五千冠行不行 多少 苏诚诚你疯了 这声惊叫不是他爹苏维发出的 而是看屋顶的苏菜 不光苏菜 梁老也被惊到了 李氏开口道 诚诚 你怎么样那么钱 你想买什么呀 莫不是被人骗了 不过苏薇并未责怪女儿 而是微微皱眉问道 跟爹讲讲是怎么回事 都说之女莫若富 女儿一开口 她这当爹的就知道有问题了 女儿平常虽然花钱也大手大脚 但却从未有一个月花的超过两百贯过 苏诚诚无奈 只得将和傅月华的赌约说了出来 苏薇沉吟了 一下点了点头 好 惨死我们给了 不过这钱不能都你爹我来出 你也长大了 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从今天起 你一年内没有零花钱了 对此苏诚诚倒是没反对 还松了口气 这个数字比他想的少了两倍 自己闯的祸 自己承担他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这时 苏薇忽然开口道 不过 我倒是对那个李修竹挺感兴趣的 之前爹在傅月华婚礼上也见过他 如今看来确实是个妙人 苏诚诚文言顿时看向父亲 对啊 傅月华大婚 他爹可是去了的 爹 你觉得李修竹是个怎么样的人 苏薇顿时看向两眼放光的女儿 心中一击 坏了 自家的小白菜 不是要被拱了吧 虽然这么想 但是苏薇也没表现出来 而是神色如常地开口道 说他是个妙人 是因为他几次刷新了爹 对他的看法 一开始 我只以为他是个 隔鱼凤城之辈 一手马匹拍得毫无痕迹 让人如沐春风 就是爹都不及他 后来陛下刺官他拒绝的时候 我还以为他是个傻子 哪有人不喜欢做官的 但听了你念的那首诗 我才发现 人家那是豁达 是通透 他这人虽然以后成就不会高 但是应该会活得 很开心吧 怎么 晨晨这么好奇 是对他有兴趣 苏晨晨闻言心中一紧 赶忙灿笑着开口道 爹爹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有点好奇 拙劣的表演 别说苏晨晨的父母了 就是苏灿都看出破绽了 妈儿 你太紧张了 不是就好 另外不要对一个男人太好奇 有时候好奇心是致命的 一个无欲无求的人 是配不上晨晨你的 苏晨晨眨巴眨巴眼 心中的叛逆境 立刻就窜了上来 我都长大了好吧 我也没说嫁给他 但是 连好奇都不让 就是你们是我父母 也不能管得这么宽啊 苏晨晨面上不动声色 嘴上却同意了 我听爹的 这一次 苏晨晨演到位了 至少除了他爹 没一个人看出来他在眼 不过老苏 却是叹了口气 这宝贝闺女 他看得比小的还轻 自然也更了解 不过 女儿都这么说了 他还能说啥 吃过饭 苏晨刚要离开 苏微忽然开口道 苏晨 你跟我去书房 我有些事 要吩咐你去办 啊 正要和狐朋狗 有处去耍的苏晨顿时 就骂了 他看了看天色 内心是拒绝的 爹 时间不早了呀 秦楼可都开门了 我家婴儿 还在等我呢 当然这话 他哪敢说 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屁颠屁颠地 跟着苏微去了书房 而苏晨晨 看着二人的背影 忽然心中一动 潜意识告诉他 他爹 要和他哥说的话 可能会和他有关 苏晨晨眼睛一转 也跟了上去 不过 他并未走到父亲的书房 而是脚步一转 到了书房外的窗子下 爹 你有什么事吩咐我呀 声音不大 但是也足以让窗户一旁的苏晨晨听到 这时他爹苏微的声音 也传了过来 是你妹妹晨晨的事情 你妹可能对那个 李修竹有好感了 以她的性格 必然会让人去查 你注意一下 如果你妹让人去查 你就故意让人查到一些 不好的事情 坏事越多越好 但是也不要编造 那样会很假 容易被看出来 苏擦麻了 乌语地说道 小妹不是刚都答应了听爹的吗 就算查 也顶多是好奇 我这样做 会不会不太好 苏微顿时 恨铁不成钢地开口道 我怎么生了 你这么个蠢笨的儿子 他若是一般平常 好奇 也就好奇了 但对一个优秀的人好奇 时间异常有几个 能不爱上对方的 他若是没成婚还好 但是他只是一个坠婿 难不成 你还想让你妹 给她做外事 而且她没有一点上进心 未来让你妹子 跟着她受苦去 苏擦人麻了 女人这么麻烦的吗 还是青楼里的女人好啊 简单直接 拿这么多弯弯绕绕的 而另一边 傅月华也回来了 她回来了大家才开饭 可见傅月华 在这个家的地位 正吃着 宝珠忽然叹了口气 唉 大家看向宝珠 一时间谁都没说话 都想看看 这小家伙想干嘛 唉 呵呵 哈哈 姐夫 姐夫 宝珠好逗啊 傅宝珠脸色一红 怒视着咽语 你才好逗 你的逗逼 嗯 傅文汉的一声质疑 顿时给宝珠下不讳了 他赶忙握到母亲怀中 撅着小嘴说道 母亲 咱们怎么每天都吃羊肉啊 吃的 我都感觉自己有味了 云霜文言轻笑 那宝珠你可以多吃素菜啊 素菜清爽 也很好吃的 但此时此刻 李修竹忍不了了 他和宝珠一样 羊肉都有一种快吃腻的感觉了 这给谁天天吃炖羊肉 烧羊肉的 谁都受不了啊 我觉得宝珠言之有理 这光吃羊肉确实有点匮乏 要不改名弄点鸡鸭鱼肉 不行猪肉也行啊 李修竹话顿时引起几人的笑声 陈氏更是开口道 姑也不当家 可能有所不知 猪虽是肉 但属于贱肉 心骚难食 但凡有点能力人都不会吃 也只有那些苦力 农民 营养跟不上才会食用 宝珠也跟着开口道 姐夫好笨 这样的事情 宝珠都知道呢 李修竹文言一正 倒是忘了这个年代的猪 都不删了 这要是能好吃有鬼了 不过这问题不大呀 晚两个月吃 总比吃不上的好吧 这个 母亲可能收几只小猪仔 这猪肉心骚 主要是因为发情的问题 只要能解决了发情的问题 猪肉质美价廉 不比牛羊来得差 一时间 除了两个小家伙 大家都愣住了 真的假的 但是知道 李修竹不一般的 傅月华顿时间 正正地看向李修竹 你说的是真的 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 猪肉就能好吃 李修竹肯定点了点头 不大好吃 而且有营养好吧 这一刻傅月华 顿时想到了 自己家名下的酒楼 这酒楼 虽然酒水卖的还可以 但是也挣不了几个钱 若是能有大肉满桌供应 那不敢想 现在京城里 咱们家有一间酒楼 每年营收大约在1200关 如果 我将家里的酒楼给你 你做猪肉和卖酒生意 能一年 给家里带来1000关的收益吗 卧槽 997 这娘们要压榨我 我才躲过了997 还想让我入坑 做梦 嘿嘿 我不擅长做生意 生意的事 还是要娘子多操心 虽然997 什么意思傅月华不懂 但是其他的他都懂 这混蛋 明明满肚子 才华就不能帮帮我吗 不知道我在外面多辛苦吗 傅月华盯着李修竹 放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有好处 好处 哼 反正弄月 你不可能让靖家门 最大的好处 无非就是给钱了 不过我八千两在手 我还缺钱吗 今天爸爸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无欲而刚 哎娘子 我真不是有意推诿 实在是我真不是这块料啊 你 不等傅月华说完 傅文汉就开口打断道 月华算了 既然修竹不是这块料 你就别为难他了 有的时候 人要接受现实 不行就是不行 不是努力 就会有结果的 李修竹文言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甚至看向傅月华的眼神中 带上了些许得意 父亲说的对 人贵在自知之明 这一点我就做得很好 你看我知道自己 不是当官的料就推了 现在我知道自己 不是做生意的料 自然也不能答应 你总不至于为了锻炼我 赔钱让我锻炼吧 亏钱虽然也不是大事 但是万一我亏了 什么也没学到呢 你要是真非逼我 那我也只能三个月内 帮你把他当黄了 这混蛋 傅月华看着李修竹 竟然感觉是在看一只 缩起来的刺猬 毫无死角 无处下口 傅文汉也骂了 他这不是激将法吗 我用的不着痕迹啊 不可能被看穿的啊 怎么会一点效果都没有呢 正常人这时候 不都应该血气上涌 急着证明自己吗 傅月华没回答李修竹 甚至没说话 自顾自地将筷子放下了 紧接着手放在饭桌上 闭上了眼睛 这是在干嘛 装杯 请神 难道这娘们是神棍 傅月华心气一阵 险些破防 睁开眼 狠狠地瞪了李修竹一眼 傅月华这才重新闭上了眼睛 修长的手指 无意识地敲击着饭桌 在木制的饭桌上 敲出当当的声音 声音很有韵律 仿佛带着一定的魔性 让大家都跟着平静了下来 不再发出声音 李修竹看了一眼左右 也没多想 不过这种气氛下也不好说话 傅文汉倒是知道姑娘这情况 每次面临重大事情 需要思考的时候 姑娘总会这样闭着眼敲桌子 只是现在有重大情况吗 就因为想让李修竹管理酒楼 大家似乎都知道傅月华这个习惯 同样没敢打扰 忽然 傅月华猛然睁开了眼睛 看向了傅云霜 云霜 家里的酒楼交给你了 有问题 你可以请教你姐夫 傅云霜文言一致 顿时摇了摇头 对不起大姐 我也不是做生意的料 开玩笑 什么好处能比每天陪着姐夫 还香的 傅月华不紧不慢地 再次拿起了筷子 我知道 不过没有谁一开始就是这块料 包括我也是一步一步锻炼出来的 可我不想做 傅月华这才看了一眼傅云霜 加起一筷子青菜 放在傅云霜碗里的同时 淡淡地说道 有好处 我不缺钱 傅月华文言 脸色没有任何变化地继续道 我知道 云霜你还有三年就急急了吧 急急之后 最迟再晚三年你 就得嫁人了 咱们家虽然不需要和人联姻 但是有些人 也不是想拒绝就能拒绝的 若是你做好这件事 让酒楼的年收入 能超过现在的三倍 我允许你在一定范围内 自己则续 同样 有了这个约定 也算是堵住了别人的口 傅云霜顿时眼前一亮 认真了起来 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 如果不同意 那就是价格没到位 对于傅云霜来说 这个价位戳到了他心里 不过他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而是看向了父亲 虽然家里是大部分都是姐姐做主 但这件事 肯定是要父亲点头的 傅云霜沉默了 不知道大女儿这是搞什么 但看向大女儿 看到大女儿坚定的眼神后 还是点头点头 可以 但是范围必须是文人 不能是残疾 也不能比你大过十岁以上 要是大二十岁 以这个人均寿命四五十的时代 岂不是他女儿还娇嫩 就已经手寡了 作为一个爹 还是只有女儿的爹 他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过得更好 傅云霜松了口气 紧接着而来的 就是兴奋 不过有一点 他还需要问清楚 那如果到时候 我喜欢上了一个有父之夫呢 你们能同意 我去别人当小妾吗 有父之夫 为什么二丫头会这么问 难道他有喜欢的人了 可是二丫头 基本没出过门啊 这一瞬间 两大一姐 都是下意识地看向李修竹 李修竹妈了 这都看我干嘛 难不成你们会以为我坚守自盗 又骗小罗列 不是 都看我干嘛 我和二妹 清白日月可见啊 真是无鱼子啊 我疼一妹 还疼出错了 我是清白的呀 我这不是要背锅吧 云霜也是的 举例为何要举例这么敏感的 这下玩犊子了 我不干净了 听到李修竹这么多心声 傅月华好笑地同时松了半口气 看来这混蛋 没对自家小妹下手 不过云霜那里呢 这一瞬间 傅云霜也发现自己 可能暴露了 顿时脸色就红了 不过聪慧如他 不但脑子好使 还是个演技派 当先就恼羞成怒的先发制人 你们什么意思 看姐夫做什么 我是举例 是万一 此事事关我幸福 我总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吧 傅云霜的演技是一流的 顿时间将所有人都骗到了 就是李修竹也松了口气 不然他真的亚历山大 傅月华虽然也信了云霜 但总觉得心里不安 别人他可以不在意 但是妹妹不行 完全不给傅云霜一点念头 他可能直接撂挑子 那就只能给妹妹画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大饼了 为了让云霜打消 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傅月华看了看李修竹 又看向云霜 如果你以后看上的人 未娶妻的话 那么你需要让酒楼的营业 超过现在的三倍 也就是4800关以上 如果你以后看上的人 娶妻了 你想给人做小 那你必须让酒楼的年收入 达到一万贯才行 李修竹文言嘴角抽了抽 玩犊子 这二妹被人吓套了呀 酒楼生意既然盈利 那么再不好 饭食上座率 也定然在三分之一以上 也就是说 哪怕做满了 这酒楼的营业额 也只能翻个两倍 再往上就是 菜价翻倍 也最多能达到五倍营业额 万贯 那可是七倍还多啊 傻孩子 而且 如果你忽然涨价一倍 人家谁会买账啊 二妹 你可千万别答应 你解释故意坑你九百九十七啊 入了坑 你可就沦为免费打工人了呀 傅月华听到李修竹的心声 嘴角微微弯起 他就是这么算计的 虽然九百九十七不懂 但大致就是这样 这混蛋果然聪明 只言片语 就能猜到我心里的想法和算计 虽然李修竹不想让傅云霜答应 甚至还给傅云霜使了颜色 但傅云霜却像没看见一样答应了 好 我答应了 李修竹顿时一拍脑门 有些无语 烟雨眨巴眨巴了大眼睛 看着李修竹不解地问道 姐夫 你打自己脑袋干什么 二姐说打脑袋会傻掉的 会不会说话 你才傻 你全家都傻 这么一想还真是 这老子被皇帝老二耍 老大被自己耍 老二被老大耍 老三被老四耍 老四自己耍自己 顿时李修竹有负担了 再看傅月华 也觉得没那么馋了 这要是和这娘们生个仔 该不会也是小傻子吧 傅月华看着李修竹 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杀气在酝酿 但是却也只能憋着 因为没理由发挥 混蛋 居然敢说我傻 还敢说耍我 我看 你是被我耍吧 你以为我 为什么安排二妹馆酒店 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 哼 你一直在老娘的手掌心呢好吧 傅月华被气炸了 没想到这混蛋 居然这么想自己全家 看到傅月华眼中的杀意 李修竹心中咯噔一下 玩犊子 口还要翻车了 虽然还没吃饱 但李修竹还是将碗中的饭 快速地划拉了 快速地开口道 父亲 母亲 我吃饱了 还有点事 先走了 啊 今天怎么不多吃点 不吃了 中午没消化 少吃点好睡觉 嗯 去吧 看着李修竹落荒而逃的背影 傅月华顿时笑了 吃了饭 傅云霜带着傅月 划进了父亲的书房 傅月华头疼地开口道 不是 云霜 难道大姐说话不管用了 还要写字句 口说无凭 而且父亲也得签字按手印 傅文汉也是有点麻 说实话 这个事 他还是想和老大再了解了解的 最终 二人在傅云霜的坚持下签了名字 按了手印 就在傅云霜要离开的时候 傅月华忽然开口道 记得我之前说的 有事就去找你姐夫 他是疼你的 如果你和妹妹们去求他 他应该不会拒绝你们 傅云霜不傻 文言自然知道 谁才是主次 为什么 傅月华明白 云霜是在问为什么这么做 就为了把姐夫拉进来 为什么 为了看看 你姐夫的底线在哪里 说着 傅月华看向已经升起的皎洁月光 补充道 我也想看看 你姐夫光芒耀眼的样子 傅云霜文言摇了摇头 我的傻姐姐 等你看到了他耀眼的样子 你知道会有多少人来抢吗 那时他还是属于你的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 连云霜都懂 你居然看不明白 姐姐啊 希望你别后悔 我不是不知道你算计我 可是我相信 姐夫无所不能啊 呵呵 虽然姨妹被坑 让李修竹有点叹息 但是他也并没有打算插手其中 再次看了看武功秘籍 他在思考 先练北明神功 还是易晶晶 既然不能直接修宪 那就先学武 易晶晶有断骨易晶提升资质之能 但是若是先练易晶晶 则后面必须先散功 若是先练北明 没有内力吸也入不了门 终究他想了想 还是决定先练易晶晶 不然总不能刚看着对吧 不过这个想法刚起 李修竹就决定再等等 倒不是在练功方面想改变 而是迎平给他暖好了被窝 老婆孩子热炕头 美好的一天不外如是 不 不对 孩子就算了 那是意外来着 第二天一早 李修竹还没起床 傅云霜就来了 此时的傅云霜 好像打了鸡血一般 精神异异 对比还在犯困 一脸猛逼的李修竹 真是精畏分明 似乎也知道自己打扰了姐夫的休息 傅云霜顿时有点不好意思地开口道 对不起姐夫 是我打扰你休息了 要不我先回去 你再睡会 我一会再来 李修竹有气无力地摆摆手 睡眼朦胧地开口道 算了 有什么事你说吧 傅云霜看了看姐夫 坐到了床边 开口道 姐夫 我给你说说 我对酒楼的看法吧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嗯 李修竹同样是坐着的 只是是勉强坐着 还没清醒的他 有点摇摆 是这样的 这家店以前主卖酒水 肉食只是为辅 对于普通人来说 羊肉终究太贵了 这次有姐夫说的山猪之法 大概六个月后 我们应该就不缺肉了 肉是精实 若是有足够的肉 加上猪肉便宜 我想酒楼的经营一年之内 翻倍不难 若是名声打出去 想再翻一倍 应该也不难 只是后面的事情我比较迷茫 想请姐夫给点指点 回答傅云霜的是良久的沉默 然后忽然传来一声轻盈的回答 嗯 好吧 看来刚才白说了 就在傅云霜准备起身 让姐夫再睡个回笼觉的时候 李修竹忽然倒了下来 得窥倒的地方不是地上 不然傅云霜 还真不一定能及时接住 但是傅云霜的腿 却恰好被李修竹的脑袋压住了 这 傅云霜顿时看向屋内的两个丫鬟 眼神凌厉地轻声道 若是我听到了不该听见的 仔细了你们两个的皮 两个丫头也是心中发紧 刚要开口 就被傅云霜制止了 去门口守着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二女也不再开口 行了一礼退出了房间 还贴心将门关上了 傅云霜脸上微红 再看一眼李修竹 轻轻地将一旁的被子拉过来 盖在了李修竹的身上 她没动 就这么任由姐夫整着自己的腿 呆呆地看着李修竹的侧眼 棱角分明 五官立体 柔和的肌肤平整光洁 略微苍白的脸色 比起初见之日好了几分 如此美帝一幕 只在傅云霜的想象中出现过 却没想到 会这么快实现 傅云霜伸手想摸摸李修竹的脸 可又不敢动 生怕打扰了李修竹的休息 但即便只是看看 她也感觉很满足 不知不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渐渐地傅云霜开始感觉腿 有了一点麻麻的感觉 不过她看着腿上的姐夫 还是忍住了 没动 转眼就过了一个半时辰 日上三竿 五十一道 李修伸了个懒腰 打了个哈欠坐了起来 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但她也在这时 发现了不对劲 呃 对不起姐夫刚睡着了 说着李修竹看了看窗外的天色 顿时开口道 云霜 我们先去吃饭吧 有什么吃饭的时候聊 好 哎呀 一起伸 云霜的腿就跟着一软 顿时向着地面倒去 还好李修竹反应快 在云霜倒下前将人接住了 嗯 怎么 傅云霜红着小脸 不敢看李修竹 羞炯的低声道 腿 腿妈了 这一刻 李修竹才脑子里电光一闪 想起了起床时的场景 这 该不是她一直枕着这丫头的腿吧 好吧 前世没达成的西枕成就 这就达成了 你这丫头 不舒服 怎么不说呢 李修竹一边说 一边将小丫头扶到了床边坐下 皱着眉开口道 我给你揉揉活活血 你知不知道 要是压得太狠不过血 腿是会坏死的 一听腿会坏死这么严重 顿时间小丫头一急 那姐夫我的腿没事吧 李修竹没好气地开口道 现在知道怕了 放心 一个头的重量应该没事 不过以后不许逞强了知道吗 李修竹一边说 一边开始揉搓二姨妹的大腿 酸爽的刺马感 顿时让小丫头变得呲牙咧嘴 五官扭曲 姐夫 你轻点 好难受 看你还敢不敢 李修竹嘴上这么说 但手上还是放缓了 推拿过血 也不是力量越大越好 而是柔和为主 不多时 傅云霜就感觉腿上 暖洋洋的舒服多了 偷偷动了动脚趾 也没任何问题了 但是已经恢复过来的他 却没有告诉李修竹 而是红着脸 贪婪地享受着李修竹的推拿服务 咚咚咚 嗯 李修竹回头看去 顿时有点妈了 刚都没注意 房门什么时候关上的 ATM关的 要是被人看到 二姨妹和自己关着房门在一个屋 怕是自己是黄泥巴掉裤裆 不是想也是想了呀 希望不是傅月华和二楼 李修竹硬着头皮问道 怎么了 怎么了 侍女文言赶忙开口道 姑爷 前面送来了饭菜 该用膳了 夫人也派人来问二小姐 打算在哪吃 呼 虚惊一场 这事不等李修竹开口 傅云霜就开口道 跟母亲说 我在姐夫这用餐 还有一些酒楼的细节 要和我姐夫商议 是 二小姐 李修竹这才看向傅云霜 认真地开口道 二丫头 以后你进来可千万不要关门 若是被有心人传出去 你的名声可就毁了 以后怕是再想嫁人就难了 傅云霜文言没有在意 但却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了姐夫 嫁人 呵呵 我有主了好吗 二人出了房门 向着外面走去 身后的两个丫鬟 对视了一眼后跟了上去 这一上午 守个门守的 真是心惊胆战 虽然他们知道 里面没发生什么 但是依然感觉心虚 为出阁的姑娘 进了姐夫的房 这要是被传出去 怕是除了府前是石狮子 再无一个干净人了 姐夫 我对怎么黏入一万贯 有点迷茫 姐夫能教我吗 这 看着二姨妹那楚楚 可怜的眼神 再想想自己 连人家吸枕都枕了 李修竹叹息了一下 才开口道 云霜 你就那么执着于 黏入万贯吗 这会很累的 远比黏入五千贯累得多 也许你可以试着 给自己一点空间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然而 傅云霜却坚定开口道 我一定会黏入万贯 我傅云霜要做一件事 就要做到最好 只要有一点可能 我就不会放弃 姐夫 你会帮我的对吧 李修竹不是傻 是真的感受到一点什么了 正常姐夫 小姨妹会让自己 吸枕睡一觉吗 为什么非要加那句 嫁给有妇之夫 真就是举烈 为什么这么举烈 很多事都经不起推敲的 只是要说肯定 也不那么肯定 吃完饭 带我去酒楼看看 但是我是不会帮你 打底酒楼的 只会帮你看看 给你一些建议 傅云霜文言顿时笑了 这一笑如百花开放 充满了对生活的向往 谢谢姐夫 我就知道 姐夫肯定会帮我的 嗯 先吃饭 与此同时 凤阳宫内文杰公主 看着面前的字画 沉默不语 这是李修竹做的那首诗 从昨晚到现在 她看了不下十遍 每次看她 都有不同的感触 每次看 都有对自由的向往 和公主的身份相比 她宁愿自己 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 想着要去和亲 她一开始已经任命了 但现在却忽然不想 就那么任命 至于和亲对象 是否是她还没定 文华公主是皇后嫡女 而自己一个庶出 怎么也轮不到 文华公主去和亲 可不认命该怎么做 她现在还毫无头绪 迎战 随我出去一趟 公主 您不吃饭了吗 不吃了 没胃口 这 好吧 奴婢这就去安排 细心的宫女 不但给她准备马车 还带了一盒点心和水壶 而另一边 吃饱喝足的李修竹 准备和傅云霜出家门了 刚一出家门 李修竹就是一愣 随后嘴角抽了抽 果然 这个家里只有自己可有可无 只见此时 外面有两辆马车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马车周围的八个身材 魁梧的家丁 嗯 一看就很能打 这一看 肯定是傅月华安排的了 毕竟让云霜管理酒楼 也算是解了她的禁足了 但安全她这个做姐姐的 肯定必须负责好 八个人看似不多 但是只在京城内走动 倒是问题不大 李修竹肯定了这一点 傅月华做得很好 但是在想想自己的出行 就一个车夫 还是一个坑壁 我也很柔弱啊 我也是一家人啊 是我不配拥有八个装汉吗 那给两个也行啊 这次出门 银瓶还在忙交接的事情 所以李修竹也没带银瓶出来 闲得无聊的李修竹 刚想睡一觉 车外老马的声音 忽然传了过来 姑爷 咱们到了 到了 李修竹猛逼了 这么快 才一刻钟不到吧 李修竹下了马车 面前果然是一个酒楼 酒楼不大 但是也不小 看起来装修得不错 还算是有点格局 但要是和五百米开外的 那栋四层高的酒楼比起来 那可就差远了 那里就是京城里的第一酒楼 最仙楼 里面不但肉食管够 还能吃到牛肉 要知道 这个年代牛 可是重要劳动力 私自杀牛可是犯法的 可见其背后的势力 姐夫你在看什么 小丫头有些奇怪 酒楼到了 怎么到了却不进去 反而在外面看了起来 李修竹文言一指周围 问道 你看到了什么 傅云霜文言一正 看向周围不确定地回道 人 商铺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知道傅云霜没理解 但还是肯定地点了点头 没错 是人和商铺 人是流量 商铺是格局 只有人流量多 大家才能注意到你的铺子 才可能会进来 而商铺则是格局 你要主要到周围在卖什么 才能更好地卖自己的东西 老实说 这个地方说好不好 说坏不坏 傅云霜不解 这些东西分开他懂 可是放在一起 他一时还真理解不了 姐夫 哪里好 哪里不好了 你看这边有一家丝绸店 这能吸引到一定的富人前来采购 这是好事吗 是 但是旁边却有一家茶水铺子 如果你出来逛街 逛累了 你是会选择看起来高档的茶水铺子休息 还是鱼龙混杂的酒楼 傅云霜文言一想 肯定地开口道 我会逛 我会选茶水铺子 清静 安全 还不会被人过度关注 李修竹点了点头 继续道 所以这丝绸铺子引来的客流 基本就和我们无关了 你再来看这边 是一个铁匠铺 铁匠铺的生意 虽然不可或缺 但是引流而来的人并不多 而且 大家来铁匠铺打铁 都会匆匆而来 匆匆 李修竹说着 忽然愣了 对啊 要了解武林 未必要从别人入手啊 接触武林人 最好地方是哪 是铁匠铺啊 这些打造刀剑的铁匠 才是离那批人距离最近的 姐夫 你怎么不说了 匆匆什么 恰在此时 刚好一辆马车路过 挡住了二人的目光 听说投票的人 都有了帅气的男朋友 和漂亮的女朋友 听说没留下脚印的人都有了 李修竹回神 笑着道歉道 抱歉 刚才走神了 文言傅云霜脸色一变 认真的看向李修竹 姐夫 不要对云霜道歉 无论什么时候 因为云霜永远都不会怪姐夫的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把你强了 你也不怪我一样 李修竹这么一想 陡然一正 忽然发现 可能还真的是 嘿嘿 好 姐夫答应你 我们继续 不敢在这个方面 多想的李修竹 赶忙答应 扯过了话题 继续道 铁匠铺的人 都是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 都是有目的的 基本不会消费肉食 最多买个酒 所以这颗流量有用吗 有用 但是用处有限 这时 车厢里的文杰公主 听到声音微微一正 立刻顺着声音方向 掀开了车窗看了一眼 顿时眼前一亮 停车 嘘 深吸一口气 文杰公主自己掀开车帘 跳下了马车 这对一个公主来说 确实很多人都做不到 但是文杰公主 素爱舞刀弄枪 倒也简单 李公子 李修竹闻声望去 顿时一正 居然是昨日诗会上 坐在傅月华上手的女人 李修竹拱手一礼 歉意地开口道 不知道姑娘怎么称呼 虽然之前见过 但是未来得及认识 文杰公主微微一正 紧接着轻笑 你认出我来了 我还以为公子不记得我呢 我姓李 名碧瑶 李修竹的脸上 挂上了和煦的笑容 开口道 没想到还是本家 这碧瑶也起得很妙 至于记得 碧瑶这一身装扮 确实能让人记忆犹新 文杰公主并未骗李修竹 李碧瑶是她的姓名 文杰公主是皇上风的号 哦 不知碧瑶这个名字 哪里妙 说出这句话的文杰公主 就已经自认为猜到答案了 因为别人比她 还懂自己的名字 什么上有黄玉顶 下有碧瑶渊 什么笑指清零桥下水 此中原是碧瑶天 诗句很多 也很美 但是没什么新意 李碧瑶自以为猜到了答案的框架 但是李修竹的下一句话 却打破了这个框架 碧瑶吗 那是很多人心中的痛 李修竹说着话 看着碧瑶 忽然倾笑着摇了摇头 李公子为何摇头 碧瑶又为何是很多人心中的痛 李碧瑶好奇了 只是一句话 他就提起了兴趣 只是可惜不像 此碧瑶中非比碧瑶 若是有缘 姑娘自会得知 李修竹说完 不等李碧瑶再问 直接告辞 抱歉 今天还有钥匙在身 恕不奉陪 说着 李修竹一拍傅云霜的小脑袋瓜 转身开口道 还不跟上 姐夫今天时间可是有限啊 啊 哦 顿时间一旁的银展有些不高兴了 他家主子可是公主 何曾说到过如此冷遇 你 好了银展 他不知道我是谁 不必怪他 是 小姐 平日里出门 李碧瑶也是让银展喊小姐的 主要是在外面行走 一个安全 二十逛的书星 那小姐 我们现在去哪 去哪他还真不知道 本就是出来散散心 不过想了想 李碧瑶忽然看着前面的酒楼笑了 我们进去 进去 可是那李修竹 李碧瑶一边走 一边头也不回地说道 他们忙他们的 我们看我们的 现在酒楼是营业的 怎么只准他们进 不准咱们进 当二人进去的时候 才发现 李修竹二人 正和掌柜的说话 这就是你们二小姐付云霜 我们来看看 你们先下去忙吧 掌柜的还不知道 酒楼给付云霜了 但是傅家小姐和姑爷就是东家 他还是赶忙开口道 二小姐 姑爷 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吗 我让厨房去准备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东西就不用准备了 我时间不多 就是来看看 你去招呼客人吧 说话时 李修竹忽然看到了李碧瑶 不过也没意外 而是点了点头 对掌柜的说道 这两位是你们小姐的朋友 等一下把账记我账上吧 回头我让银瓶来和你们结 掌柜文言赶忙开口道 不用不用 算小的请的 李修竹文言没开口 但是心里已经有了想法 这里得整顿 一码是归一码是 若是都不算账 那主家不是得亏死 还不知道亏到了哪里 怕是这里面就有很多烂账 不过李修竹并未第一时间提 而是对傅云霜 继续着之前的话题 云霜 你看这酒楼看到了什么 与此同时 掌柜的来到了李碧瑶身旁问道 两位想吃点什么 楼下杂乱 要不去楼上做 一壶酒 一个能看到全场的地方 这一瞬间 掌柜的眉头微微一挑 一眼就看出 这俩女人是为了姑爷而来的 不过到底是上层的事情 他一个掌柜管不着 得嘞 您跟我走 我这就给你安排 傅云霜看了一眼这酒楼 扫过李碧瑶时 眼神中透着警惕 不过这警惕 也只是一闪而逝 并未被人发现 这酒楼人手 有点旧了 李修竹不置可否 还有呢 还有 傅云霜皱着眉头看了看 格局 不 这叫布局 李修竹说着 也不再卖关子 而是走到了一张桌子前 开口道 首先这些桌子离得太近了 会让人感觉拥挤 你吃个饭 想和人被靠背吗 其次这桌子 已经旧得看不出好了 虽然不至于油腻腻的 但是颜色深沉 一眼就感觉食欲少了一半 最后是这里 这里是整个酒楼最好的位置 不应该放这几张桌子 傅云霜闻言不解地眨了眨眼睛问道 姐夫 这里不放桌子放什么 放一个舞台 傅云霜明白了 只是却又没全明白 舞台 姐夫是说 请青楼或者交私方的人来现影 这应该损失更大吧 听说那里的人表演收费不低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傻丫头 舞台只是一个范城 你干嘛不请一个说书人 请一个说书人 不需要花钱甚至能挣钱 咱们提供场地 说一下午给他打赏的五成收益 若是我们提供剧本 则给他一成收益 傅云霜顿时骂了 一成 姐夫 你这也太黑了吧 黑吗 姐夫的话本值这个价 一成也不比他五成自带赚的少 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大其词了 换成别人不一定信 但是有句话说得好 在情人眼里 西施拉的臭臭 都是香甜的 所以 李姓告诉傅云霜不可信 但是感性还是让他信了 不但信了 他还拍了 舔了 姐夫你真厉害 要是云霜有你一半的才华就好了 一半 小丫头 你想的有点多了 你姐夫现在是挂逼的存在 李修竹一边说 一边拍了拍腰间的无字书 表情多少带着得意的嚣张 这他没说谎 只要科技足够 他现在连飞船都能造出来 当然 这也许只是个永远的理论 不能长生再过几年就隔屁了 别说飞船了 没有一定的科技术支持 飞机他都造不出来 傅云霜眨巴眨巴了大眼睛 好奇地问道 姐夫 挂逼是什么 挂逼你都不知道 不行以后还真得注意说话 不然每天光解释 就得浪费很多口水 最关键的是 这口水浪费了 还没人给他补充 虽然这么想 但是他 还是满足了小姨子的好奇心 挂逼就是你无法理解的 很厉害的人 这些人人生经历 仿佛有如神迹 充满了不可思议 傅云霜文言点了点头 这么一解释 他不就懂了 他也聪明着呢好吧 那姐夫除了你说的 酒楼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时 一旁的小二 端着一盘卤水机上来了 李修竹忽然叫住了小二 这个机多少钱 小二是知道二人的 老板打过吩咐了 文言赶忙露出笑脸 讨好的笑了笑 姑爷 这是白斩机 咱们店里买七十文一只 嗯 去送吧 李修竹说完 转头问傅云霜 这盘机你看到了什么 傅云霜忧愿地看着李修竹 会说话的大眼睛似乎在说 姐夫你就不能明白地告诉我吗 我不想猜啊 这样会显得我很蠢一样 看到了星号星号 你是女孩子 怎么能说星号星号呢 不知道说机不说吧 文明你我他吗 姐夫 你就直接说嘛 我看这机很正常啊 李修竹看着二姨妹的娇称 满意地开口道 首先是盘子不合格 这刺盘掉右了 其次是 鸡的摆盘也不好 虽然务实 但却不能提高别人的食欲 最后 我看到了银子 银子 傅云霜疑惑地再次看向鸡一眼 顿时明白了李修竹的意思 姐夫是说 鸡卖便宜了 他最少值一钱银子 李修竹肯定地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李修竹解释道 他现在自然只值七十文 但若是 他变得精致好看了 自然就不值七十文了 在我看来 这只鸡最少值五钱银子 五钱 这一瞬间 连傅云霜都觉得 李修竹想钱想疯了 这哪是赚钱 是抢钱啊 扑吃 憋不住的轻笑声 来源于楼上 正是李碧瑶主仆二人 不过笑出声的 不是李碧瑶 而是李碧瑶的侍女影展 反应过来的李碧瑶 赶忙起身 憋着笑 歉意地开口道 李公子误怪 是碧瑶没管教好侍女 说着 李碧瑶回头瞪了影展一下 训斥道 还不快跟李公子道歉 小丫头文言 不情愿地上前 开口道 李公子对不起 李修竹也没在意 因为笑他的人 肯定不值主仆二人 这不一旁的吃鸡老头 也是笑着说话道 小伙子不懂别乱说 按你这么定价 小老可不会 来当这冤大头 李修竹先是对着楼上 汉手示意了一下 这才看向一旁的老头 开口道 这可说不好 倘若这鸡好吃数倍 摆盘精致 再配上一块干净的桌布 你也不会愿意吃 小老头文言认真地想了想 还是摇了摇头 你说的我无法想象 在我看来 好吃三成五成 已是极致 怎么会好吃数倍 不过就算按你说的 好吃数倍 加上摆盘精致 再配上一块干净的桌布 我也是不会花那么多 冤枉钱吃一只鸡的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淡淡地开口道 看来您老人家家里生活拮据 不太了解富贵人家的生活 小老头文言陡然变色 声色沥茶地喊道 你说谁没钱 别以为开了个破店 就能目中无人 这京城里 不是你们商人撒野的地方 李修竹并未接话 而是看着楼上的李碧瑶开口道 如果本来一只鸡 只值七十文 现在它好吃数倍 摆盘精美 连餐桌上都铺着桌布 碧瑶可会尝一尝 李碧瑶只是稍微一想 就点了点头 开口道 如果是我 我自会尝尝 李修竹文言 看向老头 虽然一个字没说 但却又仿佛说了一堆 老头顿时恼羞成目 你们早就认识 他自然帮你说话 电大七客 当真是电大七客了 哼 这破地方以后 我再也不来了 老头说着 人就要往外走 但就在这时 淡淡的声音响起 先把账结了 老头顿时傻眼了 他就吃了个鸡腿 还吃了一肚子气 凭什么负账 不是 你们如我在先 还想让我结账 有没有这个道理 我就不结 你能把我怎样 李修竹笑了 只是这笑是嘲笑 首先 这东西是不是你点的 其次 我们给你上菜了吧 既然交易完成了 那你不付钱 岂不是侵占他人财物 按照律法 您这一桌三个菜国百文 一律要打十仗 扶摇一十五日 掌柜的 只要他没付钱 走出这个酒楼 你就去报官 掌柜的虽然是感觉解气 但居然有点妈了 这以后 他生意怎么做 掌柜的并未第一时间回话 而是看向了二小姐傅云霜 想让傅云霜说两句就算了 但他没想到 傅云霜却看了一眼李修竹后 毫不迟疑地开口道 都按我姐夫说的做 掌柜的无奈 但也只能领命 是 二小姐 你们 你们 欺人太甚 老头一边说 一边掏出了一把铜钱 拍在了桌子上 等人走了 楼上的李碧瑶忽然摇了摇头 开口道 公子这么做 生意怕事不好做了 做生意 还是应该以和为贵 虽然听出了李碧瑶是诚挚的建议 但李修竹却没当一回事 若是畏首畏尾被拿捏了 那生意才叫难做呢 李修竹毫无诚意 却李树周全的伸手一礼 开口道 下次一定 这个下次一定 还是批定 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李修竹毫无诚意的话 听得李碧瑶柳眉一束 眼神变得轻挑玩味了起来 公子如此怠慢我 不怕有一天后悔吗 怠慢 弹河说起 李碧瑶长得不好看吗 不 很好看 虽然差傅月华一点 但是这个一决不是意 傅月华若是容貌十分 那么李碧瑶最少九点五分 但是李修竹之所以对她不上心理由有三 第一 弄月 傅月华 傅云霜加盈亭 这一来就扎堆美女窝了 自然不会见了女人走不动道 第二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李修竹曾经看到了李碧瑶的座位 能做到傅云霜上守卫的是一般人 这种女人招惹得越多死得越快 第三 这女人太凶了 虽然男装却难掩雄伟 所谓低头不见脚尖 便是人间角色 可她和别人的审美不太一样 超过亿的 她都觉得不太好接受 李碧瑶虽然现在还在县内 但是她最多和傅月华差不多年纪 绝逼还得长 现实又不是纸片人 各种理想型 真实情况就是 人间角色往往垫片太大 太轩 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当然 她也不喜欢开飞机 机场太平坦 她也把握不住 说起这个 穿越这个时代 有一点她是可惜的 她是足控 这个时代 却没有漏脚的鞋 甚汉 李碧瑶没在说话 只是眼神玩味地 抬起酒杯敏了一口 淡淡的唇色 透着樱花的色彩 透亮的酒液 给红唇带上了光泽 可惜的是 如此绝美的一幕 只有对面的小女士能看到 傅云霜深深地看了一眼李修竹 继续问道 姐夫 还有别的吗 李修竹闻言 再次看向二楼 开口道 如果你把二楼做成 只接待女兵的话 那么生意会更好 傅云霜一正 专门接待女兵 为什么 李碧摇文言眼神一亮 显然被这个提议吸引了 李修竹自信地笑笑 仿佛是老师在考学生 一般问道 你猜识会 为什么那么多文人默课 按说傅云霜 很难想到这个答案 但是因为李修竹 先给出了答案 傅云霜迟疑着 猜出了答案 姐夫是说那些才女 李修竹汉手 赞赏地看着傅云霜开口道 当然 不然你让一堆大男人过去 他们炫技给谁看 到时那些比拼 对他们而言 就是考核了 就算出了才也是个别人 对别人而言得不偿失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你不懂的 这话顿时让傅云霜不服气了 谁说我不懂的 姐夫就是小乔人 我已经是大姑娘了好吧 呵呵 大姑娘 在我们那你这样的三年起步 死刑不亏 等你急急了 再来说你大的问题吧 大致呢 你面临的问题就是转型 这些东西 我们回去 你先写个想法 想想酒楼怎么改 如何改 姐夫呢 还有事 把你送回家还要忙 所以咱们走吧 李修竹的话 让云霜顿时间不舒服了 这出来还没一个时辰呢 这就完事了 不 从下了马车到现在 连半个时辰都没有 最多一刻钟 这他不能忍啊 不 我不要回去 我才刚出来一刻钟 姐夫你怎么舍得拧我回家 我就不能陪你去忙事情吗 我保证不多说话 李修竹人妈了 没想到惹到了一个小年包 这他的弄月啊 他都想好了 今天一定要把弄月变成女人的 他要真敢带着二姨妹上青楼 回家怕是要被打死 想了想 李修竹开口道 走吧 再给你半个时辰 姐夫要去铁匠铺问点事情 然后再带你逛逛街 我们就回去 小丫头一听 顿时喜笑颜开 好 谢谢姐夫 造孽啊 月子 你等等我 我先把这小家伙哄睡了的 听到这里 李碧瑶顿时起身 银斩结账 银斩一愣 小姐 那信里的不是请咱们吗 李碧瑶眉头一皱 看向银斩面露不满之色 银斩 我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吗 什么叫那信里的 日后 说到这 李碧瑶忽然意识到 自己似乎没有什么日后了 顿时有些异性阑珊 你把仗结了吧 我随意走走 你不要跟着我了 这一瞬间 银斩顿时急了 小姐 这不能啊 小姐若是出了什么事 银斩死不足惜 怎么 我的话你不听了吗 放心 我不会想不开 也不会跑 天飞之前 我会回去的 而且有附加姑爷在 不会出事的 银斩松了半口气 小心地问道 那我在宫门前等小姐 李碧瑶也知道 银斩的压力 轻声嗡了一声 就下了楼 李修竹带着云霜刚响出门 就听身后 传来了李碧瑶的声音 李公子 不知道碧瑶 可否跟着你走走 这娘们是有事找她 不然不可能这么沾她 李修竹虽然不知道 李碧瑶所为何事 但还是同意了 反正一只羊是赶 两只羊也是放 走吧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你最好也尽快说 我只有半个时辰的时间 这一瞬间 傅云霜脸色一变 看向李碧瑶的眼神 没有一点好眼色 这女人怎么这么可恶 我难得和姐夫 有点二人时间啊 李碧瑶快走了两步 也没这急问 而是好奇地 问了另一个问题 不知道 李公子这么敢所为何事 问完似乎才察觉到自己唐突了 赶忙开口道 若是不方便的话 也可以不用回答 李修竹文言 不在意地开口道 一会我要去逛青楼 顿时间大小两个美女 齐刷刷地看着李修竹 眼神中情绪过度复杂 一时间李修竹 都没能理解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李公子刚才说的是逛青楼 傅云霜怎么都没想到自己 居然是因为青楼要被抛弃的 这让她心中 说不出的委屈 一双大眼直勾勾地看着李修竹 似乎再说不给个解释 就哭了 李修竹怂怂间 不在意地开口道 没听错 实在是你们都是女儿生 不方便去 不然我肯定得 带你们去看看表演 约是不可能去约的 最多只能承认 勾兰听个曲 至于这个听曲真的假的 那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嗯 是为了去看财业 不然呢 你以为干嘛 李修竹的反问 顿时给李碧瑶问住了 别说 有些事虽然你知道 但是你说不出口 不过小丫头 就没那么多见识了 文言开心地点了点头 只要不是因为 那些女人就行 而且姐夫说了 是想带着她的 就是女孩子的身份 不方便 这一刻傅云霜可惜地 看了看李碧瑶 自己应该也弄身男装穿穿的 不经意地扫过那两颗大石榴 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没有那么大的石榴 应该不会暴露性别 铁匠铺不远 说着话 三人就到了 一进去 李修竹就看到了一枪的刀剑 李修竹眼底的喜色一闪而过 拿起墙上挂的一柄剑抽了出来 抽出来的一瞬间 李修竹就是一正 这铁剑上没几道纹 而且虽然抹了油 但却依然看起来很廉价 微微一折 剑身弯曲度很高 但你要说硬度还真不好说 客观买剑 李修竹闻言看向铁匠 不动声色地开口道 这不是你们店里最好的剑吧 铁匠一正 这是碰到行家了 确实不算 好剑自然不可能放在外面 如果您确定要 我再回屋给您取 哦 像我这样的江湖人 买剑得多吗 铁匠闻言眼神 诡异地看向李修竹 似乎在说 你是江湖人 这么瘦弱的江湖人 老子这么多年第一次见 像是客观这样的江湖人 小人确实见过不少 你要一柄 小人店里 有京城最高工艺的神剑 保证您一拿出去 赶下其他江湖人的狗眼 来一柄吧 价格实惠 只要九十八两 不要三四千 也不要一两千 只要九十八两白银 电闪雷鸣反光见到您家 九十八两您买不了吃亏 九十八两您买不了上当 只要九十八两 你买了安心 不买不甘心 错过了十年难再有 卧槽 兄弟 你也是穿越来的吧 你跑我这稿传销了 这广告词 被你背得滚瓜烂熟啊 李修竹忍不住了 他决定 会会这老壁灯 九十八文的有没有 李修竹心想 都是一个店里的产品 怎么也不可能相差一千倍吧 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店家 有 相逢就是有缘 您手里 这把九十八文卖您了 这一瞬间 虚空中仿佛一道闪电皮下 顿时间 李修竹有点蹦不住了 但凡他神功盖世 定然拔剑 砍死这老壁灯 可惜他神功未入门 为了不像龙哥一般被反杀 他忍住了 一时间 二人大眼对小眼 愣是没一个人说话 一旁的梁女 似乎也看出了李修竹的尴尬 想笑又不敢笑 兄弟 可口可乐来一罐 店家一愣 好奇地看向李修竹 可口可乐 那是什么 罐子 李修竹全程注视着铁匠 看到对方反应正常后 这才松了口气 MB 差点以为碰到了穿越同行了 嘿嘿 没事 其实吧 我是有两个问题想问老板 客官您是有话想问啊 您早说啊 五十文一个问题 卧槽 这比九十八文买把剑 还多两文钱啊 这老板心真的是黑透了 但是李修竹也不准备兜圈子了 胆紧问了 闪人拉倒 不值得浪费时间 不就是一百文 割身价八千两好吧 然而想到八千两的那一刻 李修竹一致 往旁边看去 虚情的人物圈内 似乎少了一个关键人 银瓶呢 我的银瓶 你为什么不在 李修竹没办法 看向一旁的云霜 云霜 姐夫怎么了 傅云霜 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李修竹 完全不知道李修竹什么意思 这时 一旁的李碧瑶 倒是明白了李修竹的意思 不禁摇头失笑 堂堂相辅 姑爷出门居然没钱 他转身 就想喊银斩给钱 但一转身 也同样看到了个虚况 顿时间 笑容凝固在了李碧瑶的脸上 虽然没人知道情况 但是依然羞耻 李碧瑶不再看李修竹 有道是死道有不死平道 就让李修竹一个人丢脸去吧 然而李修竹却没打算放过他 碧瑶 我记得 你之前有问题 想问我来着 我还请你吃饭了 你看 这老六 饭钱我让银斩点了 然后我把他撵走了 得 这一说 李修竹就懂了 玩犊子了呀 这谁家小姐出门自己带银子的 李碧瑶说着 看向傅云霜 叹气了一下 挑明了开口道 云霜 你姐夫他 想问你带钱了没 看到这一幕 铁匠忍不住心中吐槽了 我吕某人打铁十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 骗小孩子钱的大人 不过这俩妹子 长得是真好看 可惜了 不能当饭吃 钱 我平常偶尔和娘出刺门 都是不带钱的呀 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 也反应过来了 这一刻 三人面面相去 三个富贵人家的子弟 居然凑到一起 拿不出一百文钱来 你敢信 老板更是转身就走 三穷逼 浪费我半天口舌 然而没走两步 老板又回来了 在李修竹刚露出笑容的那一刻 从他手中一把抢过了剑 没好气地开口道 等公子取了钱再来小店吧 小店妙小 就不招待了 虽然 一句脏话没说 但是那鄙视的眼神 嫌弃的动作 顿时间给三人整破房了 哭 嗯嗯嗯 李碧瑶和傅云霜表示 自己都是受过专业礼仪的 再好笑也不会笑 除非忍不住 李修竹脸色尴尬地 瞪了一眼二人 拉着二人转身就走 哪怕是深安后黑穴 这真是生理性死亡没有做到 社会性死亡已经达标了 若是可以 他真想再换个世界穿越一次 太TM射死了 就在李修竹出门的时候 突然一辆傅府的马车 也来到了这条街上 恰巧不巧地停在了 李修竹之前说的丝绸垫前 李修竹三人一出铁匠铺 还没想好去哪的时候 顿时一个诧异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修竹 碧瑶 云霜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听到声音的三人顿时看向对面 却见傅月华正死死地盯着三人的下半身 傅月华盯着我下半身干嘛 难道尝我身子了 可也不至于这么饥渴吧 这还是在外面呢 想要也得等回了家 其实和这娘们生一个也不是不行 这一瞬间 傅月华没憋住 在心里疯狂地怒骂着 瘪犊子 王八蛋 脑子进了水的小混蛋 你才饥渴 你全家都饥渴 好像混进来了奇怪的东西 这混蛋 好像也是自己家的 与此同时 就在傅月华心里怒骂的时候 李修竹三人的目光 情不自禁地 顺着傅月华的目光向下看去 下一秒 李修竹三人就是一致 紧接着 三人的表现各不相同 他们俩干嘛把手伸我手脸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 老婆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诶 真华 可嗨嗨 这绝必不是我的真实想法 傅月华 混蛋 你要是不想真华 我还可能真就信了你的邪 混蛋 还不赶紧放开 那可是我妹 李碧瑶迅速抽手 再看傅月华很是心虚 这混蛋 怎么抓着他的手就跑出来了 傅云霜虽然心虚 虽然羞炯 但是却是硬着头皮 没往处抽 似乎在宣示主权 也似乎是在表明心计 但是他没抽 李修竹可没敢一直抓着 在傅云霜忐忑的心情中 李修竹松开了他的小手 江湖规矩 不开 虽然傅云霜十二周了 松一点到了能嫁人的年纪了 但是急急之前就是未成年 他可是有原则的 就在三人无措的时候 忽然一声欢快柔和的声音响起 呀 修竹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 修竹 哥哥 李修竹看了一眼说话之人 顿时认出来了 这不是和傅月华打赌的那姑娘吗 这 想起来了呀 他俩赌约这姑娘 好像是说 要叫自己哥 叫傅月华姐的 不过李修竹有点无语 这姑娘 该说是言而有信呢 还是脑子有大病呢 这种市面上过得去的就行了 你这么热情 整得我都有点怀疑自己了 不过这姑娘长得真不错呀 尤其是那盈盈一卧 长在自己的点上了呀 李修竹下意识地往下一扫 看着那群脚顿时有些无语 这个时代 对于足控患者太不友好了 不但穿鞋 还有群居 只能看出个球球 这连点想象空间都没有 我又不是透视眼 这位姑娘 你是 苏诚诚快速地跑了过来 翘生生的李修竹面前 不足二十公分的距离停了下来 修竹哥哥 我叫苏诚诚 你可以叫我诚诚 李修竹被吓了一下 这姑娘离太近了吧 而且此时她有点疑惑 这个眼神 这个眼神 为什么会这么熟悉 卧槽 这不是小片子里痴女的眼神吗 这小娘们盯上我了 痴女 那是什么 不理解的词汇 让傅月华皱了皱眉头 也跟着走了过来 你们怎么会在这 说着 傅月华忽然注意到了自家酒楼 于是没等三人开口就继续到 你们是来看酒楼的 这话说着的时候 傅月华看李修竹和傅云霜的眼神很怪异 李修竹赶紧撇清自己 开口道 你可别多想 我可对这破酒楼没想法 就是云霜求了我半天 我帮她看看改进地方 嗯 淡淡的一声愣 不置可否 傅月华并未在这个问题上关注太久 直接看向李碧瑶开口道 碧瑶你怎么会在这 她和你问了 这一下轮到李修竹猛逼了 问了 问什么了 我这是喝了假酒短片了 怎么感觉好像 我错过了什么 还没 我和银展出来逛逛 偶然碰上了李公子 就一起结伴行了 这时 一旁的苏澄澄忽然开口道 文杰公主 咦 有空多逛逛上京吧 日后怕是没机会了 文杰公主 李修竹顿时看向李碧瑶 原是公主 等等 这是要和亲的那个公主人选之一 卧槽 我就说 这是个麻烦人 果不其然 这要是一不小心上手了 那不得溃马了 李碧瑶文言眼神一暗 但也没多说什么 而是开口道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不等傅月华开口 苏澄澄已经开口道 我和月华姐来交接蚕寺库存啊 今年的蚕寺好多都入库了 只能来店里取了 说着 苏澄澄看向李修竹 大眼睛眨压眨地开口道 我苏澄澄可是最重心意 答应的事情 绝对不会反悔 不是 你说就说 看着我说是什么意思啊 这一刻 傅月华姐妹看苏澄澄的眼神 都不太对劲了 她们不是傻 苏澄澄这么明显的反应 明摆着是打算挖墙脚啊 李修竹则表示 负担很大 她不是没碰到过胆大女孩示爱 但还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 当着你女朋友面 当面挖墙脚的 而且 这可是能和傅月华叫板的人 万一招惹了 取不起 岂不是要死 这个 苏小姐好担当 不过你们不是要交接蚕丝吗 要不你们先忙 我还要带一妹逛逛 顿时间 苏澄澄眼睛一亮 逛街 我也好久没逛街了 我们一起吧 妹妹你没看出 我们这没人欢迎你吗 嗯 除了我 虽然我向往的是 郁姐的大长腿 但是甜妹依然能 记中渣男心中的柔软 苏澄澄 你不用裴月华的吗 苏澄澄文言笑了下开口道 这个简单 说着 苏澄澄看向身后一个 陪同的大龄妇女说道 李妈妈 你陪月华姐交接 就按说好的 比往年高一成 蚕丝都给她 傅月华无语 这丫头看来 真是看上自家相公了 与此同时 傅云霜心中轻叹 之前就在想这个事 这部情敌就多了一个 看着苏澄澄那水汪汪的大眼睛 李修竹没再拒绝 那行吧 你想跟就跟 不过 我可最多带你们光半个时辰 话刚落 李修竹一致 怎么还是半个时辰 说吐噜了呀 半个时辰 修竹你还有其他事 此时刚刚未时四刻 两点 深时回家 三点 这怎么都不正常吧 李修竹文言顿时妈了 玩犊子 忘了傅月华在这 说吐噜嘴了 玩犊子了 他该不会猜到 我要去青楼了吧 青楼 这混蛋又要去青楼 该死的 他就那么放不下那小妖精吗 一有时间就想勾兰听曲 那个 其实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随意逛逛 听到这个答案 傅月华顿时笑了 不说实话是吧 那就别说了 嗯 碧瑶是我的好闺蜜 她在上京待不了多久了 正好我现在没时间 你带碧瑶好好玩玩吧 有时过了 再送碧瑶回宫 李修竹人妈了 这小娘们这么小心眼吗 怎么就不能 让我先把小月吃了吗 怎么 不高兴 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她 这人都在你面前了 让你陪陪不乐意了 这是傅月华跟我说的那个知道 高手的人 是了 对方可是公主 如果御前侍卫有高手 那她肯定知道 想到这李修竹脸色一变 嗨 月华你这就见外了 你闺蜜就是我闺蜜 我怎么可能不高兴呢 这混蛋 什么叫我闺蜜 就是你闺蜜 而且 你这变脸速度太快了吧 不过 不过什么 李修竹有点尴尬地开口道 你能不能先给我点钱 我们三身上都没带钱 不吃 听着苏诚诚的笑声 傅月华妈了 这混蛋 是故意丢我家脸的吧 银瓶吗 呃 这不是 她以前的事情还没交接好吗 我就没带她出来 傅月华黑着脸 从袖口拿出荷包 扔在了李修竹身上 以后再出门不带钱 别说是我傅家的女婿 我说了吗 等等 这不是说我不带钱 就休了我吧 有这好事 傅月华顿时一致 得 这混蛋 她是真的没办法管了 一看钱到手 李修竹顿时告辞 那个那我们走了 你忙吧 李修竹说完转身就走 三个女人看了一眼 顿时跟傅月华点了点头后 追了上去 这一瞬间 傅月华心理落差 瞬间就上来了了 不知道为什么 她感觉自己 变成了工具人 自己劳心劳力地挣钱 李修竹这狗东西 拿着她挣的钱 带着三个小妾去消费 李修竹四人没有坐车 刚一到路口 李修竹立刻向后看了看 待看到自家老婆不在后 这才看向李碧瑶 公主 叫我碧瑶就好 李修竹对这个不那么看重 文言直接就改口 哦 碧瑶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李碧瑶此时也反应过来了 对李修竹问道 在铁匠铺的两个问题 说起这个 李修竹就有点尴尬 但还是点头说道 是 我想问问公主 知道那里吗 知道 但是我也想先问李公子两个问题 李修竹文言一致 立刻就想到了出客栈时 李碧瑶似乎是有事问她 等价交换吗 懂 公主请问 在下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李碧瑶对这句话很满意 希望李修竹接下来的话 会让她更满意 如果我不想加到新罗 有什么办法 李修竹文言一致 脸色一变 顿时间看向左右 待看到没人看过来的时候 李修竹才松了口气 她看向李碧瑶 神色认真的问道 公主可以换个问题吗 李碧瑶同样神色认真的 看着李修竹摇了摇头 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 李修竹文言看了看四周 看向了最先楼 那里说话安全吗 大家顺着李修竹的目光看去 苏诚诚开口道 最先楼有包间 应该还算安全吧 李修竹文言看向苏诚诚 顿时准备卸磨杀驴 苏诚诚 修竹哥哥叫我诚诚 李修竹嘴角一抽 你这还真是司马昭之心 生怕我不知道啊 诚诚 接下来我们的谈话 可能比较私密 你懂吧 苏诚诚也是聪明的 文言立刻竖起了手指 我以我爹的性命发誓 我要是说出去 就让我爹横死街头 卧槽 哪来的大笑女 你确定你爹知道了 不会先宰了你这不笑女 不过 人家都拿爹的小命发誓了 李修竹也不好再碾人 李修竹看苏诚诚说完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傅云霜 顿时傅云霜的手指 也竖了起来 姐夫 我发誓 李修竹顿时一把捂住了 小丫头的嘴 赶忙开口道 你发什么事 咱们可是一家人 听到一家人 顿时小丫头的大眼睛 咪了起来 甜甜的笑容 直接击碎了李修竹心房 李修竹赶紧转身 默念三遍 不开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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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我们先过去 有什么意会再说 这一路过来 此时距离最仙楼不过百米 不出展察就到了 再快到最仙楼的那一刻 李修竹还是忍不住好奇问了出来 云霜刚才打算拿谁发誓 傅云霜文言脸色一红 不敢看李修竹弱弱地开口道 当时想的也是咱爹 这一瞬间 李修竹脑海里莫名浮现出了一个画面 傅云霜和苏诚诚吵架 都在说自己爹厉害 然后苏诚诚忽然说我爹敢吃香 傅云霜紧接着就说 我爹敢吃一大盆香 摇头甩掉这个鬼畜的画面 一抬头最仙楼到了 磅礴大气的门面一看就上档次 四人进去后 立马就有小二赢了上来 客人吃点什么 虽然这个时间不是饭点 但是大酒楼自然是客人为先 不急 先来个包间 我们再看 小二闻言顿时笑了 能要雅间说明不差钱 三楼雅间四位 四位跟我来 李修竹一边走 一边打量着四周的装修和布局 此时没什么人 大概只有两三桌 但从桌面看看不出什么好来 几人进了房间后 小二指着墙上开口道 客观想吃点什么 李修竹闻言向墙上一看 顿时间无语了 青草绿莹莹 飞鸟落花枝 田间好帮手 浪里小白条 李修竹指着那些菜看向三女 你们谁认识 点几个好吃的特色菜 顿时间李碧瑶沉默了 傅云霜也沉默了 这菜名两女也是第一次见 就在气氛一度要尴尬的时候 闲杂人等苏诚诚 昂起了高傲的头 来个飞鸟落花枝 田间好帮手 浪里小白条 再来个桃花红艳艳 日月有乾坤 烟雨和糖色 花间梨儿春 李修竹听得荷包一紧 等小二领了单子离开 他立马掏出荷包看了看 还好里面装的都是银子 看到李修竹的样子 顿时间苏诚诚笑了 修竹哥哥 你是不是出门老不带钱啊 这话说的 活该你没朋友 嘿嘿 意外 都是意外 对了 你刚才点的都是什么啊 这菜单写的 真是醉了 啥也看不出来 苏诚诚文言笑了笑 这里来的文人雅客 和朝廷大员比较多 所以才这样的 东西还是那些东西 就是叫法不一样 比如 我点的这些吧 飞鸟落花枝是红烧野鸡 田间好帮手是卤牛肉 浪里小白条是炖浆鱼 桃花红烟烟 和日月有乾坤式糕点 烟雨核糖色羹汤 花间梨儿春式梨花酒 不过不是饭点 我就没多点 之所以点这么多 是因为这里的包间最低消费 是三罐钱 也就是三两银子 七个菜三罐 这个菜平均下来 430文差不多了 看来之前他说的 今儿要价便宜了呀 不过现在要说正事了 李修竹看向李碧瑶这个本家 眼神中神色认真了起来 这一瞬间 仿佛无形气质在拔声 李修竹的形象更加耀眼 公主 我有上中下三册 不知你想听哪一册 李修竹的话刚一开口 顿时就把三人震住了 人家有一个 你是想都不敢想的了 你居然想了三 这一瞬间 三女充分地感受到了 智商被碾压 怎么 看你们的样子不太信 李碧瑶顿时诚恳地拱手道 还请先生赐教 李修竹没第一时间说策略 而是开口道 首先你要知道 新罗到底是为什么求亲 今年北方旱灾 加上新罗本就农业 不那么发达 所以他们现在 很难生存下去了 这种情况下 要么国内浮尸遍野 要么南下劫掠 但有没有一种办法 既救了灾 又能捞一笔呢 说到这 三女都明白了 说到底 这就是女人的悲哀 不过是负赠品罢了 可怜大周朝 不但要送钱送粮 连人也要送 战争其实双方都不想打 双方的损耗 很可能带来的是 别人趁虚而入 所以 和亲的可能性很大 既然知道了对方所求 那我们再来说说 公主的和亲问题 其实和亲和谁和亲 无关紧要 对方其实就是 想要一批物资罢了 这个时候 只要陛下任到庞系 或者找个名女 任了嫁过去 公主的危机自然就解了 此乃下策 终究是牺牲了一个女人 中策有一定风险 那就是 等送亲队伍出了边境 在新罗地界 将人抢回来 只是新罗地界动手 不能用军队想抢人 很难 听到这里 傅云霜好奇地问道 姐夫 那为什么不在咱们境内节 这样的话 不是应该更简单吗 李修竹摇头倾笑 在我们境内 那就是我们的强盗 官府是有责任帮找回人的 哪怕你推脱死了 也要再补偿人家一个 比如说 另一个备选公主 文华公主 李碧瑶文言看向李修竹 认真地问道 先生 不知道上策是什么 上策是假死脱身 把罪名 按在使节团身上 这样 他们没借口要人 也会让两国关系恶化 到时两国战争一触即发 只要兼闭清野 守住嘉狱官 居庸官三个月 架空不用对地理 对方必然30%的人 过不了这个年 来年开春 大军开拔 可一战下兴罗 这 一听会引起两国开战 顿时间李碧瑶迟疑了 是担心两国开战 带给百姓伤痛 李碧瑶文言点头 先生会言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这一战迟早要来 朝廷现在做的事是资敌 未来定有千千万万人 因此而死 不过这毕竟是你的事情 你自己抉择 李修竹说完顿了顿 继续道 你是连第二个问题一起问了 还是一人一个 李碧瑶暂停了思索 对李修竹说道 先来说先生的问题吧 内力确实有 只是有内力的人很少 没有一定筋骨资质 没有从小打下身体 内力是入不了门的 恕我直言 先生年纪大了些 据我所知 八岁开始练气最好 同时锻炼筋骨打凹根基 天赋极佳着 八岁出气感 十岁可同小周天 至此方有基础 磨练大周天 五道天赋中等十二岁 才能出气感 十六岁可同小周天 但十二岁未有气感者 今生几乎无缘内功 不愿放弃者 可修炼外功 若是炼到极致 可由外而内 生出内境 也就是暗境 不过 暗境只能调用 因为经络不通 调动内力有限 五道外功的境界 李修竹不想听了 他又不打算炼 是以他直接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碧瑶 我想问一下 哪里有很多的内功高手 李碧瑶文言一正 认真想了想后开口道 武林宗门 皇宫大内 武学世家 玉刀门地牢 玉刀门地牢 这个名字 还是李修竹第一次听到 包括前身的记忆力 也没有 对 玉刀门主要负责抓捕江湖中 大肆杀害平民的武林人士 玉刀门有四个总玉刀 都是玉钱一品 此外还有十六个玉钱三品 若有需要 军队和地方官员 也必须配合抓捕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忽然问道 碧瑶公主 能带我去看看那些罪犯吗 问题跨度性太大 顿时给李碧瑶问猛了 缓了一下 李碧瑶才开口道 可以是可以 只是你 为什么要看那些人 李修竹文言笑笑 想见识一下内功的神奇 而且 他们身上肯定有修行之法 有些人的功法 可能还很高级 我想了解一下 就算我不能修炼 也可以等以后有了宰子 让他们修炼 当然 这都是说辞 主要是有了这些内力库 北明神功 不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其实你想要秘籍 不用舍尽求远 我们皇室就有秘籍 我就会内功 只是我资质没那么好 十岁才感应到气感 如今内力也只如三流 六年才三流 还是上等资质 啥破秘籍 我稀罕吗 我还是想看看这些人 公主帮个忙 李碧瑶文言沉默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好 不过这件事多少有点小麻烦 三天后你来找我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说道 公主的第二个问题请问吧 李碧瑶沉默了一下 看向李修竹问道 如果这件事换成李公子 公子会怎么选 李修竹文言深深地看了李碧瑶一眼 认真地说道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雇 两者皆可抛 这一瞬间 三女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失财震到了 李碧瑶更是喃喃自语地念叨着 越念眼中的光芒越盛 当然 要是老婆漂亮 人不错 也不是不能接受 顿时间李碧瑶美好的幻想瞬间被打破 忍不住一个白眼甩给了李修竹 但不等他开口 李修竹的一句话又让他面色惨白 不过我是男子 你是女子肯定不一样 我吃亏的可能性有 但是不大 你不一样 听说那边的规矩都是负死子计 这和勾篮里的女子有何区别 不过就是从万人变成了几个人 这一刻 李碧瑶的心中似乎有了答案 李碧瑶看着李修竹 忽然笑了 那是一种释然的笑容 李修竹眉头一皱 顿时明白李碧瑶是有了自己想法 而且这想法他虽然不知道 但也能猜到一丝 咚咚咚 客观 上菜 房门打开 小二端着一个托盘 上面三道菜和酒水 当先端了上来 飞鸟落花枝 田间好帮手 日月有乾坤 花间梨儿春 客观慢用 其他的马上就上 李修竹拿起酒壶 先给李碧瑶倒了一杯 多喝点 今朝有酒今朝醉 李碧瑶眼前又是一亮 这句诗 还有其他的腰 可以有 但是现在没有 李碧瑶文言 眼睛一眯 须着眼眶看着李修竹 李公子怕是忘了 还需要我带你进玉刀门了 李修竹顿时脸色一变 立马脸上换上了讨好的笑容 嘿嘿 碧瑶你 这就没意思了不是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咋还认真上了呢 那诗 李修竹当即大气地 拍了拍胸大鸡 简单 不就一首诗吗 德级高歌诗级修 多愁多恨意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看着李修竹被拿捏 一旁的苏晨晨和傅云霜 都是扑斥一笑 相识一眼 竟然有了一点点惺惺相惜 李碧瑶此时也很开心 被拿捏了一下午了 终于有了一点点解气的感觉 而且这首诗他很喜欢 及时行了 来来来 都来尝尝这醉仙楼的吃食 尤其是李云霜 你是要开酒楼的 要对比出两家的区别 差距在哪 傅云霜文言顿时神色认真的 看向面前的几个菜 这可是关系到他以后 能不能嫁给姐夫的 必须得认真 苏晨晨文言一正 好奇地开口道 你在做生意 什么生意 傅云霜看了一眼苏晨晨 凭借着刚才的一点演员 开口道 做酒楼生意 酒楼 好啊 回头我带人去照顾照顾你生意 傅云霜文言一正 意味深长地开口道 我们酒楼的菜 可能很贵 苏晨晨文言不在意的白白手 再贵 还能比这醉仙楼贵 我也是醉仙楼的常客好不好 傅云霜看了眼餐牌上的飞鸟 落花枝480文 暗道 可能比你想得还贵哦 真想看看你到时候的表情 傅云霜也不提醒 只是坏笑着开口道 那你到时候 可得给我多带点客人 好啊 我还怕你吃穷我不成 但是有一点 必须得好吃啊 不好吃 我可只去一次啊 对于这点 傅云霜没开口 虽然没吃过自家酒楼里的东西 但是和醉仙楼比起来 他心里还是有点X数的 虽然不知道这个问题 姐夫怎么解决 但是他是相信 姐夫能帮他的 李修竹自然也尝了尝 这京城第一楼醉仙楼美食 说实话 味道不错 原汁原味 颇有私房菜的那种感觉 但是也只是不错 品尝过后 李修竹对二姨妹的信心更足了 虽然李修竹没对傅云霜做什么 但也不会扼杀他 喜欢自己的权利 九族饭饱 李修竹看了看时间后开口道 现在还有半个时辰 你们打算去哪玩 苏诚诚文言 眼睛发亮地开口道 哪里都可以吗 我想去青楼看看 李修竹文言点点头 就在苏诚诚兴奋地以为李修竹同意的时候 李修竹忽然说道 建议得很好 下次不要建议了 坏蛋 欺负 不过好喜欢 嘿嘿 好了 还有没有别的想去的地方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吧 傅云霜文言迟疑了一下 开口道 姐夫 我也想看看青楼 歪楼了 我家这么乖巧的云霜小宝贝 为什么会想去青楼 没等李修竹开口 一旁的李碧瑶也跟着开口道 李公子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也想去看看 李修竹妈了 这不和男孩子好奇女厕所一样吗 不知羞耻啊 好吧 如果你们一刻钟内能找到一家成衣店 在一刻钟内换身男装 那我就带你们去看看 但是看归看 还得约法三章 必须在我身边 不能离我超过两米 傅云霜立刻开心地拍了下手 喊道 好的姐夫 姐夫你真好 苏诚诚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成衣店 李碧瑶 谢谢 李修竹摊了一下手 开口道 不用谢 这是你走前 我能为你做的为数不多的一件事了 李修竹话一说完 两人看向李碧瑶 顿时露出了同情的神色 不过二人也只是同情 并未多想 反正换成他们两个 他们是肯定会同意李修竹的策略的 不过是苏诚诚选下侧 傅云霜选上侧 临时乘一楼 李修竹正在打包着一堆女士衣服 一身女扮男装的苏诚诚看了一眼 奇怪地问道 修竹哥哥 你装这些衣服干嘛 拿着一个包袱逛青楼 不方便吧 李修竹文言白了苏诚诚一眼 开口道 你要是不拿走 你知道会不会有人拿你们的衣服 做奇怪的事情 奇怪的事情 苏诚诚三人都是少女 哪里懂李修竹说的 李修竹文言拿起一件衣服 顿时色受语魂地吸了口气 那一脸沉醉痴迷 像急了小片子里的痴汗 这一瞬间 三人齐齐一抖 恶寒随之生气 像是这样的画面 他们今生都不想看到第二次 苏诚诚更是脸色发红 刚才李修竹拿起来的 可是她的裤子 此时的她 恨不得地上有道裂缝 钻进去才好 但奇怪的是 除了羞窘 她难以生起丝毫地生气 懂了吧 以后脱下来的衣服 要么烧了 要么撕成碎片 总之 不要就这么扔外面 你不在意 我家云霜还在意呢 苏诚诚文言 脸色更红 但却羞怒地喊道 谁不在意了 我也在意的好吗 李修竹点了点头 一点也不意外 毕竟都是女孩子 还都是封建社会的女孩子 好了 我们走吧 下午四时一刻 上林院 此时的上林院 还没彻底营业 但是也已经有少量的老客户前来了 这些人大多会选择在上林院里吃饭 饭前听一曲 饭后自然就是享乐的时候了 这些人将时间管理安排得明明白白 这时 看到人来 还是李修竹时 出门迎客的老妈子 又骂了 她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走了上来 李公子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这小店 经不起您夫人那么闹腾啊 李修竹文言轻笑 放心 我今日被特批的 允许我出来玩 老宝子人骂了 压根不相信 李修竹说的是真的 我读书少 你故意骗我是吧 此时另外三女也有点疑惑 我姐说了吗 月华说了吗 修竹哥哥净吹牛 我咋不记得 您夫人真的说了 不然呢 你还想撵我走不成 老宝子文言嘴角抽了抽 要是普通人 他还真就撵了 但是李修竹这混蛋 有点特别 你说他普通吧 他还是相辅的赘婿 你要说不普通吧 他一个赘婿 还敢成天到晚地跑青楼 最关键的是 他的招牌花魁 还对着狗币念念不忘 真要撵出去 自家花魁八成 是直接罢工了 可这混蛋 多少是有点砸场子啊 居然带了三个瓷处来逛青楼 太欺人太甚了呀 然而 虽然心中已经骂了李修竹八百遍了 但是为了他家花魁 他忍了 李公子说的哪里话 我相信李公子您说的 既然是您夫人同意的 那您就上去吧 老宝子现在也只能自欺欺人 拿住话头了 别的不说 有这一句话 傅月华找来他就有话说 多谢 那妈妈 我们就先上去了 您忙 李修竹说完转身就走 一身二五八万的气势 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一波操作 也是充分地演绎了 什么叫我虐妈妈千百遍 妈妈还得带我如初恋 姐姐 姐姐 李公子来了 这一次弄月就准备充足多了 不说别的 至少上好了妆 弄月乍听李修竹来了 顿时激动坏了 一路小跑到门口 顿时看到了李修竹 和他身后的三人 弄月还以为李修竹带朋友来了 但仔细一打量却是笑了 居然是三个姑娘 带女人逛青楼 也是真的十数年不见一个 李公子 你来了 请进 三女初见弄月 齐齐一正 好美好妖的女人 和三人比起来 弄月太成熟了 一举一动 哪怕一个眼神 都带着烟尸魅形的味道 但除了苏晨晨 其他二人对弄月这样的女人 都生不起好感 仿佛看到了勾引自己男人的狐狸精 苏晨晨倒是觉得有意思 她本身偏中立 既有梁家姑娘的矜持 又有红尘女子的娇妹 四人进了屋 李修竹还没开口 弄月就看向三人对李修竹问道 修竹 这三位妹妹是 李修竹也没瞒着 指着李碧瑶当先开始说道 李碧瑶 苏晨晨 我二姨妹傅云霜 说着又指着弄月说道 弄月 我外事 外事 顿时间除了弄月外 三女都骂了 修竹哥哥 你不是追戏吗 怎么能养外事 傅云霜神色复杂 不知道是在想什么 倒是李碧瑶对此只是笑笑 时日无多的她 看什么都已经看看 看看后 这还是事吗 弄月在微微一正后 脸上绽放出了甜蜜的笑容 这可是李修竹 第一次在外人面前 承认他们的关系 嗯 也是除了见傅月华外 第一次见和李修竹有关的人 这有什么不同意的 说起来还得感谢你 若不是你诗会上弄那么一出 傅月华也不可能明着同意 我养外事 弄月看向苏晨晨 没想到自己的事 还能和这姑娘扯上关系 微微服了了一礼 弄月对身后的翠云吩咐道 去把我最好的茶主了 另外给几位妹妹们 准备一些上好的国府 好的 姐姐 弄月这才对着三女笑了笑 温柔地说道 三位妹妹应该是第一次来清楼吧 我给三位谈一曲怎么样 李碧瑶文言露出了一丝笑容 温柔而不失礼貌地开口道 麻烦弄月大家了 李修竹跟着开口道 他们三对清楼比较好奇 所以我带他们见识一下 你看着安排就行 弄月轻笑 好 定然不让修竹和三位妹妹失望 弄月说着 走到了对面的晴后坐下 拨响了琴弦 东的一声前奏响起 仿佛空谷落水 瞬间让三女的精神一震 屡屡情音 悠悠扬扬 如猪落玉盘 如鱼打芭蕉 如情话缠绵 如泉水自流 在接近到的情音下 一幅幅画面 在四人面前展开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一遇人 只有伞 奔向亭中人 户宿中长 若苦尽甘来 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一曲终了 四人都没反应过来 回味了良久 李碧瑶才忽然鼓掌说道 常听弄月 大家一曲动四方 今日一见 名不虚传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商业互吹要不得 不过可惜这个时候 还是有点太早了 青楼里好玩的都没出来 弄月文言轻笑 是啊 尤其是 今日是又危在招入木之兵 各家才子 甚至王孙公子都会来 也算是难得一见的日子了 可惜 你们怕是留不到那个时候 这一瞬间 三女都是眼前一亮 这 弄月姐姐 什么时候开始啊 这个又危是什么人啊 弄月大家这个具体流程是什么 弄月文言一笑 虽然一人一句 问了三个问题 不过她没有半点不耐地开口 一一解答 又危是上林院的青莲大家 一手琵琶弹的是出神入化 而且她长相有点奇特 自带忧郁的气质 深得那些王孙公子喜欢 很多人想骗又危身子 不过又危也是人间清醒 只说谁若是给她赎身 就跟谁 可惜的是 这话一放出 那些追逐她身子的人 反而少了 到了如今 又危已经死心了 可惜 她年龄也不小了 距离规定出格的日子 还有三个月 她现在给自己赎身的银子 还差五千两 现在她也没什么办法 只希望能快速挣够五千两 给自己赎身 只是对自己的第一次 她想给一个她能看得上的人 也算是不给自己留个遗憾吧 至于选序的时间 就在今晚虚实 十九点 不过今天也不一定能选得出来 这个时间会一直延长到三个月的最后一天 每一次又危会出三道题 直到有人能都达到 令她满意为止 换言之 要是来个很丑的家伙 除非她能力压所有人 否则又危其实是有选择权的 三女对视了一眼 齐齐看向李修竹 顿时间李修竹看懂了 但有的时候太聪明 可不是好事 李修竹立刻摇了摇头 不行 想也别想 我可是答应了傅月华 将你们有时 十七点 送回去的 说着 李修竹看了看桌上的袖珍日面 开口道 现在你们还有半可钟时间 苏澄澄给两女递了个眼色 顿时凑到了李修竹面前 娇滴滴地开口道 修竹哥哥 你就让我们度完会吗 求求你了好不好 就这 你怕是不知道 什么叫钢铁直男 李修竹冷冰冰地板着脸 古井无波地摇了摇头 不好 你怎么可以拒绝一个无敌美少女 李碧瑶 李公子 不知道你 还想去遇刀门天牢吗 李修竹文言不屑地呵呵一笑 一个条件 还真是被碧瑶你反复利用完出了花呀 但是 你觉得 我会答应吗 我要是不能 把你准时送回去 我怕是明日 就被遇刀门亲自带进去了 李碧瑶文言脸色一红 好吧 是她过分了 三个女孩对视了一眼 苏澄澄和李碧瑶都没好办法了 二人都看着傅云霜 期待傅云霜能说服李修竹 傅云霜顿时间压力山大 她看着姐夫楚楚可怜 目录请求 但是这一次 李修竹全当没看见了 开玩笑 让三女晚上在青楼玩到九点 她要死的好吧 眼见姐夫不理自己 傅云霜沉默了一下 忽然悠悠地开口了 姐夫 你也不想让姐姐知道 你带我们来青楼了吧 卧槽 这位小日子的网友请你 慎重发言好吧 李修竹不敢置信地看着傅云霜 似乎是不相信自己乖巧的二姨妹 居然如此对她 但这仿佛瞬间给另外两女打开了突破口 顿时间苏澄澄眼睛一亮 修竹哥哥 你也不想让月华姐知道 你吻我裤子吧 弄月身子一阵 不可置信地 看向李修竹 李狼还有这么奇葩的爱好吗 紧接着弄月脸红地想着 自己要不要送给狼君一些自己的衣服 李修竹惊呆了 我那不是给你们做示范吗 等等 那是裤子 难怪有骨淡淡的 似曾相识的鲍鱼味道 不对 现在是想这个的时候吗 你们两个老六 就是这么暴答 满足你们愿望的我 老六 那是什么 哼哼 现在是知道这个的时候吗 不过你们想知道 我就满足你们 那是形容背后算解人的老硬币的 就说的是你们俩 尤其是你云霜 姐夫没想到 佟姐夫第一刀的 会是你 李修竹摆烂了 是真没想到 自己最喜欢的姨妹 居然背后给了自己一刀 傅云霜脸色发红 凑到了李修竹身前 抱住李修竹的胳膊 撒娇地讨好道 姐夫 求求你了 我们真的想看看吗 而且我只是说说嘛 不会真的告诉姐姐的 呵呵 你看我信不信 这时 李碧瑶也眼前一亮 淡定地开口了 李公子 你说 要是月华看到你和云霜这样 那是什么结果 我猜最好的结果 也是把你们彻底分开 让你们不再见面吧 顿时间 傅云霜脸色一白 身子一晃 不可置信地看向好姐妹 第一次理解到了 塑料姐妹花这个词的含义 混蛋 我可是为了帮你们 你居然想背后捅我刀子 但不等傅云霜开口 李碧瑶看到傅云霜苍白的脸色 就后悔了 对不起云霜 是我说错话了 放心 我肯定不会说的 傅云霜闻言 只能选择相信 但下一秒 她的目光看向苏诚诚 苏诚诚忽然笑了 笑得犹如一只小狐狸 我也可以保密 但是云霜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傅云霜一正 微微皱眉后 还是开口问道 什么条件 苏诚诚闻言 看了李修竹一眼 笑着开口道 我们私下里谈 然而就在这时 李修竹却吃笑一下 拦下了傅云霜 云霜不用担心 他们喜欢说 说就是了 有姐夫呢 不用害怕 也不用答应他们 什么无理的条件 苏诚诚小姐 这里不欢迎你 你可以走了 以后也不用再找我们 江湖路远 今日一别两宽 天涯末路 后会无期 为什么会这样 不要 不要 不应该是这样的 受不了的苏诚诚 顿时猛了 紧接着肉眼可见的泪水 熨盖在眼眶中 不等李修竹再开口 苏诚诚已经激动的 一把抱住了李修竹 修竹哥哥 不是你想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没想威胁 威胁云霜 我只是想让云霜 帮我制造和你在一起的机会 我 我真的 真的没想伤害云霜 修竹哥哥 我喜欢你 你别打我走 好不好 好 李修竹看着惨痛哭泣的 苏诚诚猛了 咱们这才第二次见面吧 你这咋的 一见钟情 这么 而且 你是封建社会的女孩子 矜持呢 不是说好对个眼 都会脸红好半天的吗 眼见李修竹不吭气 苏诚诚更急了 修竹哥哥 我有我父母的性命发誓 我要是骗你 我父母不得好死 李修竹无语地看着苏诚诚 你可真是个大笑女 不知道你爸妈知道 小棉袄漏风了 会不会一巴掌 把你打回去 回炉重造 不过 人家都拿自己爸妈发誓了 这能怎么办 当然是 信他 此时 傅云霜和李碧瑶 也面面相去 实在是苏诚诚太大胆了 胆大的让二人脸红 行行行 我信你了 你先放手 不是 你鼻涕快留我袖子上了 快点放手 鼻涕 不吃 我的姐夫啊 你是搞笑的吗 三人下意识地往苏诚诚脸上看去 看得苏诚诚心中一紧 赶忙一手遮挡 一手擦起了鼻子 嗯 湿湿的 不黏滑 这明明是眼泪好不好的 顿时感觉自己被骗了的苏诚诚 瞪着眼睛看着李修竹 嘴巴鼓起 忧怨可怜 算了算了 我怕你们了行不行 说着 李修竹看向李碧瑶 你的侍女在哪 李碧瑶文言微微一正 紧接着明白了李修竹的意思 喜上眉梢地开口道 我侍女现在在皇宫门口 叫银展 李修竹转身 翠云 过来下 翠云文言赶忙小跑了上来 李公子有何吩咐 去皇宫门口 跟他的侍女银展说 文杰公主今天在相国府休息 若是有人问起 如实回答就行 然后 你再去跟苏家说 让苏家吓人去一趟父府 就说 苏小姐和公主 二小姐 在醉仙楼吃完 晚点回去 这一刻 三女面面相去 都在震惊李修竹的马叉虫操作 这也太马叉虫了吧 只有翠云认真的听着 听完之后开口道 李公子放心 翠云一定做好 嗯 去吧 麻烦你了 公子说笑了 您是姐姐的夫君 也是翠云的主子 您吩咐翠云做事 翠云高兴还来不及 李修竹文言轻笑 倒是个嘴巧的 嘻嘻 那翠云先去了 翠云说完出了门 剩下四人在房内 这时 苏诚诚忽然凑近了李修竹 脸色变得发红 苏诚诚的举动 顿时间看得傅云霜脸色一黑 苏诚诚 你干什么 这是我姐夫 说着 傅云霜黑着小脸 走到苏诚诚身旁 一把隔开苏诚诚 抱住了李修竹的胳膊 怒目而视 苏诚诚看到这里 毫不在意地走到另一边 抱住李李修竹的 另一只胳膊开口道 云霜 你也别赶我 我刚才可是脸都丢没了 而且 你的小心手我懂 你要是帮我上位了 我以后也帮你 傅云霜文言一致 伸出的手重新缩了回来 你说真的 傅云霜的小脸上 带着前所未有的的认真 当然 你知道我的 我苏诚诚说出去的话 从来没有不算数过 而且 我也有这个能力 我爹虽然不仅你爹位高权重 但是我爹乃是太夫 不但门生弟子无数 家里还有钱 我需要一万贯 你能帮我 一万贯 这么多 苏诚诚人妈了 没想到傅云霜一开口就是 他给不起的价格 傅云霜撇撇嘴 就这 就这 傅云霜手刚伸出来 还没挨到苏诚诚 苏诚诚就急了 赶忙开口道 你别急啊 有事好商量啊 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要 到底怎么回事跟我说说 李修竹全程看着 人妈了 这是什么鬼 你们当我不存在吗 尊重下我的意见好不好 什么 我不想要吗 好吧 我没意见 你们继续 我三年时间要一万贯 你有吗 没有就不用谈了 苏诚诚文言顿时松了口气 三年啊 不是现在要就行 你放心 我就是吃糠燕菜 也给你省出来 这么大决心 就在李修竹诧意苏诚诚决心的时候 傅云霜白白手开口道 就是和我姐打赌 我姐说 只要我酒楼能月入一万贯 就随便我自己选夫婿 哪怕是给有夫之夫做小也可以 就这苏诚诚文言眼前一亮 这也太简单了吧 我叫上几十个姐妹 攒够一笔钱 天天去消费 这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放心交给我了 我都不用出一万贯 最多五千 就能把事办了 李修竹听到这 忽然悠悠地说道 你们要不换个地方讨论 作为争夺品的 我还在呢呀 扑 呵呵呵 一时间 三人的目光 扫向了弄月和李碧瑶 弄月赶忙白白手 那个你们继续 我就是没忍住 其实你们还是可以当我不在的 李碧瑶也赶忙开口 就是好久没有看到 这么好玩的事情了 没忍住 你们就当我和弄月 大家不存在好了 三人顿时有点不好意思了 好在李修竹 到底是深安后黑学 当即开口道 不说这个了 聊点别的 聊点别的 大概过了小一个时辰后 翠云忽然走了进来 此时外面的嘈杂声 已经很多了 看来那些文人世子人 来的不少了 姐姐 人到的差不多了 还有半盏茶就要开始了 姐姐 你们需要先整理一下吗 四个女人对视看了看 好吧 天生立志难自弃 整理什么整理 至于李修竹 操汉子一个 更不用 这时 外面传来老宝子的声音 各位老爷公子 欢迎丽临上林院 今天是我们幽微的大日子 咱们也就不多说了 这就开始吧 有请幽微大家 走吧 我们也出去看看 李修竹说着话 六人出了房门 他们不用下去 站在楼边往下看就行 翠云贴心地 将屋子里的凳子 一一拿了出来 这样一个棺台就有了 四楼只有他们这些人 倒是没人打扰 至此 李修竹他们 也看到了这个 叫幽微的清廉 只是可惜 他们坐得太高 虽然视野开阔 但是角度和距离 反倒不如二楼的位置好 感谢大家今日 来参加幽微的出格 幽微无以为报 一手梁州大便 以谢诸位 沈幽微的声音落下 顿时间下面嘈杂了起来 梁州大便 居然是梁州大便 这可是连官家 都赞赏的曲子 想不到居然能听到梁州大便 今日一行 不须此行啊 只这一曲 门票直了 也不都是吹捧的 有支持 自然就有怀疑 可是梁州大便 不是已经遗失了吗 真的有人能弹奏吗 我也奇怪 该不是就是个噱头吧 可别糟蹋了梁州大便的名啊 老夫倒要听听看 究竟是不是梁州大便 若是 春宵一度 可知千金 若不是 那这幼微娘子的名声 可就毁了 就在这时 琵琶声响了起来 初时大贤浑红悠长 曹操之声 如暴风骤雨 接着 小贤和缓游戏窃 如有人 在耳边私语别离 下一刻 金歌铁马的刀兵之意 扑面而来 恨不能声音敌寇血的 杀意在扩散 曹操的声音没了 剩下的 只有那铁骑突出 刀枪鸣的金歌风雷之声 绕绕不散 一曲作罢 众人都陷入了 那壮烈的琵琶声中 不能自拔 好 却是梁州大便 却是梁州大便 不负梁州大便一名 此曲一出 又微大家的身价 定然倍增了 沈又微文言抬头 梅雨间忧愁不散 犹如西子捧心 惹人怜爱 孙学士客气了 不过依然谢过孙学士美言 各位都时间有限 奴家也不耽得大家时间了 又微的第一题 是以我刚才谈的琵琶为题 做一首诗 现实 一炷香 说完 沈又微起身 默默离席 老包子同时走了上来 开口道 先请各位让又微去休息一下 接下来 大家要写诗的可来买纸 老规矩 只价五千银子一份 有要的可以开口了 五千 好家伙五百块钱一张纸 这只香银编了吧 然而 让李修竹没想到的 是他刚在心中感慨完 下面已经抢了起来 我要 给我一张 这里 我要一张 我也要 我也要 我 好家伙 李修竹抽眼看了一眼下面 这光卖纸 就这么几分钟就卖了七八十两 这特么抢钱啊 好在似乎还挺人性化 买纸送末 能用笔 姐夫 我们要吗 李修竹没好气地 谈了傅云霜一个脑瓜崩 嫌姐夫是不多事吧 你姐知道 不垂死我才怪 傅云霜文言 眨巴眨巴大眼睛 大姐不是允许姐夫仰外事吗 嗯 看着那纯真的大眼睛 李修竹无语地想了想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但是不对啊 刚才苏澄澄离她近点 这小妮子还吃醋了呢 云霜 你对她没敌意 不吃醋 傅云霜文言笑了笑 凑到了李修竹耳旁说道 既然都拦不住了 不如把她拉到我这边 她谈琵琶很好听 我觉得 要是放到我的酒楼里 哪怕一天只谈一次 菜价也还能翻一杯 到时候 就我卖一两银子一只 我就不信没人来 卧槽 还得是你啊 这么一个美人 你把人骗回家 让人家给你打工 这时 苏澄澄忽然对着翠云开口道 翠云 去给我拿张纸 翠云文言一正 这可是和楼里抢生意啊 翠云没有第一时间去拿纸 而是看向弄月 弄月不在意的汉手 翠云这才跑去拿纸 哼 一张纸想挣我四百九十文 做梦 我可是有关系的 一脸纯真的苏澄澄 顿时将弄月和李碧瑶斗笑了 傅云霜则是有些懊恼 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个好处 但纸笔拿上来 苏澄澄忽然愣住了 让她品诗可以 做诗吗 怎么了 你不是不行吧 苏澄澄文言顿时恼羞成目 谁说我不行 我可是很厉害的 等着 苏澄澄奋笔集书 别说还真让她写出来了一首 万里编程赛草丘 谁家谈的古石筹 琵琶欲写相思曲 落日黄云雁满洲 李修竹看了看 意外地看了看苏澄澄 写得还算工整 就是和今日的意境 有辣们一丢丢不太符合 不错 文言顿时间苏澄澄睁大了双眼 脸上满是笑意 傅云霜微微撅起小嘴没说话 她也是通文末的 能变得轻好烂 苏澄澄嘚瑟地开口道 看到没 什么是实力 这就是实力 连修竹哥哥都夸我了 傅云霜 你行不行啊 傅云霜顿时不干了 抱着李修竹的胳膊 就开始摇了起来 姐夫你看她 欺负我 那还未发育起来的小山包 顿时间给李修竹弄不会了 这咋血才不会被骂 嘿嘿 好了好了 澄澄你大云霜几岁 让着点妹妹啊 李修竹不说这话还好 说了傅云霜更不干了 姐夫我猜不要让她让 你帮我报仇 文言顿时间李碧瑶和弄月 都露出了期待之色 二人都知道李修竹的诗材 而且 二人也喜欢诗词 这 不等李修竹说完 弄月就一脸期待地开口 李郎 我也想听 李公子 若是不麻烦的话 碧瑶也想听听 这 气氛都到这了 怎么办 看来这个碧 只能含泪装下来了 先说好 血归血 不能往下送啊 我还想低调一些 行行行 姐夫你写 今天必须让苏诚诚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苏诚诚文言想反驳 又不是你写的 神气什么 但叹了看李修竹 要是那么说 修竹哥哥不写了怎么办 想了想 苏诚诚还是咽下了心中不爽 李修竹怂怂间 没想到两个小家伙杠起来了 多拿两张纸吧 可能不够写 弄悦文言 赶忙开口 翠云 姐姐 我这就去拿 李修竹则在想 拿首诗更应提 仔细想了想 似乎王汉的梁州词二首其一 更符合梁州大便的意境 但是李修竹忽然就想到了另一首诗 不过可惜 那首诗能用的地方不多 姗姗简简 倒也何解 精致红楼闲度日 呼闻上领起歌声 千呼万唤使出来 游抱琵琶半遮面 两句七律在白纸上一出现 四女进阶被吸引 短短二十八字 就写出沈幽威出来时的样子 这一刻 四女再次见识到了 李修竹那精诀的诗才 转轴播弦三两声 未成曲调仙有情 弦弦也一声声嘶 四肃平声不得志 低眉性手续续谈 说尽心中无限事 青龙漫年抹腹调 梁州大便声声烈 大贤曹曹曹如吉语 小贤妾妾如思语 曹曹妾妾妾杀杂谈 大猪小猪落浴盘 银瓶炸破水僵泵 铁骑突出刀枪鸣 看到这里 四女虽然没说话 但都是心情激荡了起来 这次李修竹的诗词 写出了沈幽威 弹奏梁州大便的心情和曲调 诗词里的每一行诗词 都仿佛沈幽威在写自己一样 看上去浑然天成 恰到好处 酣畅淋漓 四人已经可以想象 如果沈幽威看到这首诗的反应 那必然是一种震惊 震惊为何有人会如此懂自己的震惊 如果换了他们 怕是都不用过三观 就以心犹所属了 曲中收拨当心话 四贤一生如烈伯 陈银放拨插弦中 整顿衣裳起脸容 自言本是金城女 夹在蛤马灵下注 十三学得琵琶城 名鼠红楼第一步 看到这五行七律 大家明白 这写的是沈幽威此时此刻的现状 少年有成 名动一方 这一刻 四女更加好奇 接下来的内容了 但大家都没说话 只是默默地看着 索性李修竹的笔墨没有停下 曲霸曾叫善财符 装成美被秋娘度 五零年少征蝉头 一曲红霄不知数 殿头银碧积结碎 血色罗群帆酒屋 今年欢笑复明年 秋月春风等闲度 正 为什么会这样 虽然这几句诗 写出了大多数青楼女子的未来 但是 这不是他们想看的 他们想看的是 甜甜的结局 一时间 四女眼神看向李修竹 但是沉浸在自己世界的李修竹 恍若未见 在他看来 这就是沈又威最真实的未来 比卫婷 还在继续 无论四女有多不愿意 都仿佛一切已经盖棺定论 暮去招来颜色雇 门前冷落安玛西 老大驾做伤人妇 伤人重力轻别离 前月服两脉茶去 去来江口手空船 夜深呼梦少年事 梦提妆泪 红蓝干 此情可带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这 当真是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七七 沈又威晚年诗句一出 四女感觉呼吸 都慢了一排 好惨 一首诗 二百八十字 五张纸 却写尽了沈又威的一声 李修竹满意地点了点头 却听傅云霜悠悠地开口问道 杰夫 你干嘛把又为大家写得这么惨啊 李修竹闻言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几人 顿时吓了一跳 我擦 都这么幽怨地看着我干嘛 不知道还以为你们要杀夫呢 李修竹吻了吻心神 温和地笑着开口道 因为这首诗是写实风 这个故事结尾 才最符合真实的情况 可是姐夫 没有可是 这时 三层楼梯口 传来了一个小丝的声音 翠云姐 楼上可有要送的事 翠云闻言 立刻看向李修竹几人 李修竹摇了摇头 顿时翠云开口道 没 等等 我写都写了 翠云你帮我把这个拿下去吧 好的 翠云应声拿了苏诚诚的诗词下了楼 没两分钟又上来了 至此 诗词收完 没意会 沈又微再次出现在了大家身前 这一次 他没抱皮吧 而是手持一把团扇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感谢各位的支持 又微不慎感激 好家伙 这话说的 这是不是就是那句话 被睡了 还要跟人说 谢谢你睡我 不管别人怎么认为 李修竹觉得 还是挺应景的 几个先生一一看过之后 最后选出了三首诗 若是各位觉得自己的诗更好 可以提出来 由在场低诗子共同点评 那么又微 先来念念之入围的三首诗 第一首是孙大夫所写 玉柱诸贤 轻音妙传 曲中人散 悦在空天 金灰未断 银甲出奸 何处飞来 满亭封烟 此时相亦 独立缠绝 这首四绿一出 没被选上的 无一步探服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服 但是此时才第一首 万一后面有自己的呢 第二首是文昌公子的 三千克路古梁州 万里山合入一楼 谈到胡尘天上去 琵琶莫像月中愁 这还没到我的 沈幽威看了看下面 已经紧张起来低诗子 念出了第三首 第三首诗的署名 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位叫竹城的公子 不知道是哪位 苏诚诚文言不可置信地 看了看其他人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想写的诗居然能上去 沈幽威看了看周围 没见人承认 微微笑了笑 既然这位新人公子 如此腼腆 幽威就先念诗吧 万里编程赛草丘 谁家谈的古石筹 琵琶玉血相思曲 落日黄云雁满洲 三首诗一出 大家立刻有人站不住了 顿时间 一个长相略带猥琐的人 走了出来 就这 就这 幽威姑娘 这里面没我的诗 我不服 沈幽威文言点头 这样的情况很正常 不知公子的落款 文言杜子腾 顿时昂首挺胸 小娘子好眼烈 知道我是公子 杜子腾此话一出 顿时间大家一致 隐隐有吃笑声响起 但他下一句 立刻就让大家笑不起来了 本公子的落款 不借居室 怕了吧 这一瞬间 楼上李修竹 弄月和傅云霜 齐齐一正 互相对视了一眼 什么情况 这上的青楼 还能遇上离鬼 此时楼下一片哗然 大家都没想到 这人竟然是 大名鼎鼎的不借居室 翠云是见过 小姐房里的字的 文言疑惑地 看向李修竹 小姐 公子 弄月不等翠云说完 立刻打断了 翠云去到几杯茶 翠云顿时惊醒 看了眼小姐 果然看到小姐瞪人了 翠云吐了吐舌头 赶忙跑了 生怕小姐骂人 这时 楼下沈幽威目入惊喜地 看着肚子疼 原来公子就是不借居室 幽威十分喜欢你写的愿情 今日居室能来 幽威不胜欣喜 沈幽威说到这里 忽然觉得不对劲 不对啊 若是不借居室来 那为何选出的 三首诗里没有他的诗 黑幕 不可能 那么多先生 怎么可能黑幕 这个 不知道公子今日有何佳作 以公子诗才理应选中才是 肚子疼文言自信地笑了笑 说出了早就想好的回答 既然是游戏人间 自然是游戏人间的诗词 所以 可能没那么传识 但我觉得 即便如此 我的诗词 也比他们的好多了 尤其是这狗屁竹城 写的什么玩意 居然也能出位 苏诚诚文言顿时起身 气呼呼地 看向楼下之人 这一看满是杀气的眼神愣了下 肚子疼 这是不是哥哥的狐朋狗友吗 再往旁边一看 果然是自家的狗比哥哥 好啊 既然敢来青楼选花魁 是觉得爹的鞭子挥不动吗 而且 你这狐朋狗友 竟然敢贬低我 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但是因为老狗在的缘故 他终究没敢开口 别人可能认不出来自己 但是朝夕相处的哥哥 还能认不出来 不知居士的游戏之作 可否能自己念念 沈又为此时半信半疑 毕竟文章本天称 妙手偶得知 就是不被选上 也是可能的 就是这贼眉鼠眼 玩世不恭的淫贼样子 与他心中幻想的样子不符 好说 听好了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杜子疼 顿时间就让杜子疼的虚荣心 得到了满足 嗨嗨 琵琶响起梁舟词 又为大家来招叙 我自人群脱颖出 今晚又为嗷嗷叫 扑痴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哈哈 好一个又为嗷嗷叫 简直说出了我被心声 我就说嘛 我还以为杜子疼这狗贼开窍了 转身会写诗了 果然 这才是我认识的杜子疼 杜子疼到底也是顽固 怎么可能完全没人认识 刚才不说 是敬意不定不确定 相比于其他人的哈哈大笑 此时沈又为满脸怒容 红韵生疼 公子请自重 你这种人都不配又为称 一句公子 不借居士 哼 要不是身处青楼 寄人篱下 沈又为高低地骂一声 无耻淫贼 这时 杜子疼不满地看向周围 顿时间不乐意了 笑什么笑 有什么好笑的 你们不都是这么想的 说着杜子疼看向沈又为 眼神中也带上了几分玩味 既然车陷得不行 那就玩事更的吧 又为大家 我劝你 最好还是选我 我有的是钱 如果你选我 只要你把我伺候好 伺候舒服了 那么我给你赎身 也不是不可能 你若不一 以后无数个夜晚 我都会让你熬熬觉的哦 你早晚是要接客的 不是吗 卧槽 好见 顿时间无数人心里 生腾起了这个念头 肚子疼就一个意思 就是 你今晚不让我睡 以后要开门接客 定然也是要让我睡的 到时候 我往死折腾你 这一瞬间 众人都是一致 包括沈又为 迟疑 是的 沈又为迟疑了 这时 李修竹身旁的傅云霜 终于看不过去了 无耻淫贼 冒充别人就算了 居然威逼利诱 当真是给天下男人丢脸 杜子疼文声抬头 顿时看到了一个 居高临下的人 即便是离得远 他也能看得出 对方年纪不大 唇红齿白 长得十分俊巧 杜子疼顿时脸色一黑 他最讨厌这些小白脸了 乃家来的小黄毛 乳秀未干 还是回家找你娘吃女奶去吧 傅云霜文言脸色一变 让他跟楼下的这些人扯口舌 他真不是对手 但就在这时 耳旁传来了姐夫轻微的声音 总比有些人年纪一大把 还冒名顶替 威逼利诱的好 当真是一把年纪 活到了狗身上 傅云霜文言眼神一亮 顿时就知道 是姐夫在帮他 哼 总比有些人年纪一大把 还冒名顶替 威逼利诱的好 当真是一把年纪 活到了狗身上 杜子腾文言眼眶一须 看着傅云霜似笑非笑地说道 说我冒名顶替 你有证据吗 有本事 你让不戒居士出来证明啊 你 我认识不戒居士 自然知道你不是他 杜子腾文言心中微微一须 但也就是微微 你说你认识 你就认识呢 我还说他认识呢 你问问他 我是不是不戒居士 杜子腾说的他 自然就是苏诚诚的哥哥苏灿 苏灿此时压力山大 面对着无数双眼睛 他还是第一次感觉紧张 但是为了兄弟 只能两肋插刀了 没错 杜兄就是不戒居士 就在这时 忽然一阵风吹了进来 桌上的四张纸眨眼间 就被吹了出去 只剩下李修竹 正直压着的最后一张 没飞出去 这一瞬间 傅云霜下意识地急了 哎 我的诗 都别动 都别动 别弄坏了我的诗 一张张白纸飘然四散 有的落到了三层 有的落到了二层 有两张落到了一层 一张还恰好落到了沈幽威面前 沈幽威捡起来了面前的纸张 就准备还给傅云霜 但就这一眼 他已不开眼睛了 精致红楼闲度日 呼闻上领起歌声 千呼万唤使出来 游抱琵琶半遮面 转轴波闲三两声 未成曲调仙有情 闲闲眼一声声嘶 四肃平声不得志 低眉性手续续谈 说尽心中无限事 好 好诗 而且这次他见过 作为不戒居士的粉丝 还是上林院的大家 他自然是见过那首怨情的 两者自一模一样 在联想到傅云霜说 自己见过不戒居士 还有那句情急之下说出的 我的诗 沈幽威顿时懂了 这是在说他自己啊 自己当然知道自己 当然知道 之前那人是假冒的 没错 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 沈幽威顿时激动了 诗 把那些诗拿过来 顿时刚叫翠云去减止 傅云霜不乐意了 你这女人 那是我的诗 这可是姐夫刚给自己的 这女人居然想抢 可恶 亏我刚才还觉得她可怜来着 沈幽威顿时惊醒 赶忙道歉 开口道 对不起居士 是幽威错了 没有征求您的意见 只是幽威看到纸上所写诗句 似乎再写幽威 幽威心情激动之下 失礼了 还有刚才幽威所言 居士不是 还请居士见谅 幽威不知那人是假冒的 这一瞬间 大家妈了 所有人 看向傅云霜的眼神中 都是不可置信 不可能 不借居士 怎么可能是如此黄口小 幽威大家 你在说什么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不信 我不信 怎么可能 这定然不可能 沈幽威看了眼满厅的客人 开口解释道 作为上林院的大家 怨情的喜好者 幽威见过怨情的手稿 两者字体一模一样 而这首诗笔墨刚干 还写的是我刚才的琵琶题 可见人还在 而且刚才小公子 在诗词飞出时 情不自禁 下意识地喊道我的事 最后 是这诗词内容 堪称绝顶 定然是不借居士无疑 解释完 沈幽威再次看向傅云霜 请求道 还求居士 能让幽威看完整篇诗词 无论什么条件 幽威都愿意答应 你这话这么说 意思是 睡觉也行 那你弄这个选序丸呢 傅云霜迟疑了一下 没答应 而是看向李修竹 不看也已经看了 而且楼下的那个贾里奎 也确实让人讨厌 败坏他名声了 李修竹叹息了一声 微微汗手 顿时傅云霜知道意思了 可以 这 为何我问居士 居士要回头看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站起的弄月 解开了沈幽威的疑惑 是了 居士是在看弄月姐姐 看来居士和弄月姐姐的关系很好啊 不过想到了弄月的年纪 和小居士那稚嫩的模样 沈幽威脸色陡然一红 这 弄月姐姐也真是 那么大了 还玩老鹰捉小鸡 不过 既然她喜欢弄月姐姐 那想必自己也有机会吧 沈幽威没奢求太多 只求自己的第一次 可以没有太多遗憾 给自己最喜欢的诗人 还如此俊俏 她不亏 唯一的遗憾 也就稍微小了点 问题有 但是不大 傅云霜没想到自己好心 居然还被一个老姑娘 从心里上冒犯了 若是知道 傅云霜定让要让她 见识一下木叶的千年奥义 趁着云霜吸引注意力的时候 李修竹在最后一张纸上 写下了自己的号 此时此刻 一旁的苏澄澄和李碧瑶 已经看傻眼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前两天一夜之间 风靡京城的诗人 居然是李修竹 不过 想想桃花源那首诗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云霜别暴露我呀 不然让你姐知道 我带你来青楼 你可以以后都出不来了 还有 卡着点嗓子 你现在是男人 再青楼 可别让人发现 你是女儿甚 傅云霜亚历山大 但却不得不硬着头皮 点了点头 四张纸 因为不借居士的称号 快速地被送到了沈幽威手中 一路送来的人都是看过的 那上面的诗词确实惊艳 但是还没看到完整的诗 他们也只能心中想的大概 傅云霜看了一眼 将最后一张纸 递给刚刚回来没两分钟的翠云 这个也给他送下去吧 翠云妈了 这不是枉我呢吗 我刚上来还没两分钟啊 不过他一个女必能说什么 乖乖地拿着最后一张诗词下去了 至此 完整的诗词 到了沈幽威手中 沈幽威刚想细看 台下就传来了叫喊声 幽威大家 如此诗词 你可不能独吞啊 是啊 幽威大家 给我们也看看 沈幽威顿时脸色一红 赶忙叫来了五个婢女 看了看顺序后 一人手上递了一张 至此 这剪切版本的琵琶形 终于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一时间 众人纷纷看去 精致红楼弦度日 呼闻上领起歌声 千呼万唤使出来 游爆琵琶半遮面 夜深呼梦少年事 梦提桩类 红栏干 此情可带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 一声声诵读 从沈幽威诱人的 红唇中吐出 在大家的心中 形成了一幅幅画面 每一个听的人 都被惊到了 贴题吗 简直是太贴了 已经不是贴题 能形容的了 而且诗词优美 也难找到 更合适的替换了 传世佳作 此时读完的沈幽威 傻傻地站着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从这一首诗词中 他仿佛看到了 自己的一生 只是那未来的一生 甚是凄凉 可惜 知道有什么用 有得改吗 沈幽威苦笑 迷茫不知去辱 两久他才回神 看向高台上的 那个少年狼 不明白他为何 如此懂自己 也不明白 他为何有如此阅历 此时傅云霜 一身男装 加上十二岁发育有限 又正处于变生期 离得远 一时间竟然没人发现 这黄口小儿 是个黄口女孩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如此文章 怎可能是一黄口小儿 所作 这不是肚子疼 而是一个中年男人 但他的话 立刻就引起了 更多人的共鸣 杜子疼更是精神一阵 开口道 没错 如此诗词 怎么可能是一小儿所出 定然是假的 傅云霜文言 有点急了 他哪里经过这阵仗过 看着下面嘈杂的人群 不光急 还有些心虚 有志不在年高 无志空火百年 甘比八岁为成像 换你们 八十岁怕是也难 甘比是这个世界 类似甘罗的一个小孩 前两天 他读史记 刚好看到 傅云霜眼神 顿时一亮 知道这是姐夫 在帮自己背书 立刻沉声喊道 有志不在年高 无志空火百年 甘比八岁为成像 换你们 呵呵 八十岁怕是也难 好家伙 连呵呵也学 妹子你 真是不怕拉仇恨啊 果然 傅云霜的话一落 下面群情激愤 但是他们张了张嘴 居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反驳 黄口小儿 牙尖嘴利 有本事 我们比比 傅云霜顿时 心里再次一虚 比试 他心里没底啊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姐夫 只看到姐夫点了点头 他这才松了口气 既然姐夫点头 那就没问题 比就比 你说比什么 既然你自比甘比成像 那么必然是才学八斗 我们比诗词 对子 下棋如何 李修竹文言翻了个白眼 轻声吐槽 甘比即便才学八斗 也未必精通这么多 不过我接下了 傅云霜闻声松了口气 刚听到前半句 还以为姐夫不行呢 那他可丢脸了 还好姐夫从未让他失望 甘比即便才学八斗 也未必精通这么多吧 不过我接下了 让你们说得心服口服 小丫头说着昂起头 鼻孔朝天 一副默哀老子 老子天下第一样子 此时一旁的三女 也是面露期待之色 今天的经历堪称梦幻 他们太期待 接下来的比试了 就在比试定下的时候 沈又威忽然开口道 请等等 今日是又威 出格选序的日子 大家这样 是不是不妥 这一瞬间 大家都是眉头一皱 我们虽然是为了你来的 但是这里有你一个 细子说话的粉 知不知道什么 教师大夫不可辱 知不知道文人风骨 但不等他们恶语相向 沈又威已经再次开口道 所以又威打算将规矩改改 这首诗 想必作为榜首 大家都没意见吧 如此便算居士公子赢一局 后面三场比试 只要居士公子再赢两场 又威扫踏一带 若是各位赢 每赢一场算一题 若是平局 则又威再出题 原来是这样 这一刻这些文人 才松开眉头 比试第一重要 至于让人参与进来 也没什么 不然今天这一笔 后面怕是没那么多时间 再参与沈又威的出格题 不过 众人也没当回事 选序又不是一天能成的 往往要两三个月 好 就依勒又威打架 不过 我们先要选出比赛人选 还请又威大家准备下场地 沈又威顿时露出了的笑容 开口道 又威这就准备 姐夫 我要下去吗 虽然有姐夫背书 但是事到临头 负云霜还是忐忑 尤其是一想到要下去 很容易露线的好吧 不用 如果我没猜错 他们很可能三人和你比试 到时候 你就说嫌麻烦 叫他们一起上 上面视角看得更明朗 如果他们是出一个人 你就已不喜欢男人 然后搂着你弄月姐姐 赖在上面不下去 他们要是非让你下去 你就说自己胆子小 那么多人围着你 你害怕 就问他们是不是 想影响你发挥 想胜之不武 李修竹的法子一说 四女同时想了想 竟然真的没理由 再让傅云霜下去 就在四女感慨 李修竹办法厉害的时候 下面也传来了声音 果然不出李修竹所料 下面的人选了 三个代表性的人物 老夫森思怡 甲五年近世世大夫 和你比诗词 这就是刚才叫嚣的大叔了 至少和自家岳父 一个年纪的 这位是荆轲炭花 王阳明 和你比对子 这位是国手 撂思才的弟子 简医生 和你比围棋 三人的身份一爆 满满的压力 感顿时而来 不过不是对李修竹 而是傅云霜 傅云霜眉头微皱 但她到底是丞相之女 不但聪慧 也颇有大家风范 好 那咱们就别耽误时间了 赢了你们三人 我还要和又威 大家春风一度呢 你们三人一起吧 我就不下去了 我在楼上 也刚好看得清 沈幼微文言 脸色一红 羞怯地看了一眼傅云霜 似语害羞 狂妄 狂妄小儿 孙四一顿时间 怒法冲冠 气得吹胡子瞪眼 老夫这一生 还从未受过如此侮辱 李修竹文言 下意识地开口 那你现在受过了 傅云霜 文言顿时人麻了 头上的汗珠也出来了 真这么说没事吗 但出于对姐夫的信任 傅云霜 还是强装镇定 淡淡地说道 那你现在受过了 扑 这你现在受过了 李修竹也麻了 他下意识地好吗 沈你现在受过了呀 此时李碧瑶四女 也笑得不行 就傅云霜 这个当事人绷着脸 虽然憋得脸红 但没笑 你 你 黄口小儿 你想气死老夫 不战胜 呸 你做梦 老夫是不会上你当的 你若是输了 必须得给老夫 磕头敬茶道歉 这 李修竹文言 也是眉头微微皱起 可以 但是你不配 另外赌注 是相互的吧 孙夫子若是输了 也希望孙夫子 能磕头敬茶道歉 若是没别的要求了 就开始吧 别磨磨叽叽 像个娘炮 傅云霜也是有些生气 居然想让自己磕头 你配吗 当下就将李修竹的话 复制了一遍 好 你要死 那我们就成全你 孙四一说完 站在了一张书案前 另外两人对视了一眼 也站了过去 李修竹看到这里 轻声说道 就让他们出题吧 执仙吧 要开始了吗 傅云霜深吸一口气 你们出题执仙吧 别说我欺负你们 三人对视了一眼 都没谦虚 尤其是孙夫子 抱着万一的态度 他还是很谨慎的 这是你说的 既然8月15快到了 我们就以明月 为提写一首诗如何 8月15将至 他可是早就准备好了 一首名乐诗 可以 这时 一旁的王阳明开口道 既然小居士 让我们出题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我有意绝对 小居士 请听 尚对 烟锁池塘流 说完王阳明 略显自得地解释道 您可别小看这句子 这句子 可是包含 灯朽锦周城 王阳明 到嘴边的话一致 仔细一想 果然贴合金木水活土 非但如此 对得也工整 可这 好赖让我装完 这个笔呀 李修竹也没想到 能听到这句对子 不过他不虚 这对子 被人玩烂了 还千古绝对 陶然锦江地如何 灯突满城楼如何 鱼吊秋树地如何 洒洒水好吧 可王阳明并不甘心 如此认输 小居士 果然厉害 竟然轻易破了我 金木水活土五行对子 但我这还有 请听题 谁有虫则灼 谁有鱼则鱼 水水水 江河湖渺渺 王阳明刚说完 楼上就传来了 富云霜的声音 木之下为本 木之上为墨 木木木 松柏张森森 这 我还有 越圆越缺 越缺越圆 年年岁岁 木木昭昭 黑夜尽头方见日 李修竹已经打开了无字书 这种问题 还能难得到他吗 花开花落 花落花开 下下秋秋 数数凉凉 严冬过后世逢春 李修竹之前打开书的动作 太突兀了 以至于除了富云霜外的几女都看了过来 但看过来 他们却愣了下 因为书上无字 只是白纸而已 这时李修竹不等王阳明继续 轻声说道 该咱们出题了 富云霜顿时眼神一亮 打断了还要出题的王阳明 且慢 你都连出了三道题了 这第四道 怎么也得我出了吧 王阳明顿时有点尴尬 要知道 这队子比赛 基本是一人一体的 居士请出题 这一次王阳明也不加小了 被富云霜的财学折服 这时李修竹的声音 再次在富云霜的背后响起 富云霜一愣 随后才念出来 云昭昭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猛逼 王阳明猛了 这怎么搞 李修竹没去管王阳明 而是继续到 白旗四之十六 星 简一声面无波动 下到了十七之四 上星位上 十五之二 十六之十八 十七之十四 沉默了片刻 眼见香烧过半 王阳明脑门上的汗珠都出来了 但他依然没想到答案 多阴子他记得一些 但是想配顺 念法都对得上 很难 忽然王阳明吐出一口浊气 拱手开口 王某输了 居士才华非我能及 不过王某有一不情之请 还请先生能赐教夏莲 若是绝对 王某也算输得明白 李修竹文言没有迟疑 将答案念了出去 若是不念 对方怎么可能心服 绝对 想屁吃 可惜 他还有好多对子没拿出来呢 这要是拿出来 说不得高低 震惊他百年 简一声仿佛此时 已经陷入了围棋的世界 即便是的 大家都被对子吸引 他依然无动于衷 黑旗十六之十八 断 白旗十五之十五 沾 黑旗十六之十四 长 白旗十七之十七 点三三 这一刻 简一声停了下来 沉思起来 李修竹大事已成 为其三大定士之一 大协定士 此时 孙四义的诗词 也在他的演技中写完了 没错 就是演技 明明早就写好 但却依然写一句 沉思半天 一首明月七绝 被挂了起来 天风吹月入楼来 万里清光绝点爱 玉宇穹田秋色好 何须诚信上高台 好诗 这首诗好像不错呀 将月色的拟态 优美的景色 和心中心意都写出来了 是啊 孙先生这可是拿出了 压箱底的水平啊 呵呵 孙先生肯定我赢了 那不戒居士 就算对子厉害 怕是也还要输 一旁的人顿时吃笑 你们怕是忘了 不戒居士怎么出的名了 我看孙先生输定了 你 这人还真找不到什么借口了 不戒居士的名号 前两天才以一首怨情火遍京城的 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也只有昨日新出的那首桃花源 那首诗似乎是出自富乡国家的坠序 可惜坠序之名 不配合他们并论 连带着诗词 也让他们不耻传播 想想 外面要是都传他们不如一坠序 他们还有何面目立足 李修竹看了一眼 只剩下近三分之一的乡竹后 轻声开口 李修竹念一句 傅云霜跟着念一句 花间一壶酒 毒灼无相亲 随着傅云霜的声音响起 下面的人顿时眼前一亮 这是吟诗了 举杯妖明月 对影城三人 月计不解影 影图随我身 好诗 仅仅三句 就立押孙大夫全篇 一时间 大家都神色诡异地看向孙大夫 他们可是记得之前的赌约的 孙四姨此时满脸不敢相信地 看向那个吟诗的少年 眼神中尽是不可能三个字 赞半月僵影 行乐 虚极春 我隔月徘徊 我无影凌乱 醒时相交欢 最后个分散 永结无情牛 香气渺云汗 念完 傅云霜嘴角一勾 看着孙大夫露出一个坏笑 我想诗词的好坏 大家一听可辩 孙大夫 你是不是该磕头 道歉 敬茶了 你 孙大夫没想到 自己真的输了 更没想到这黄口小儿 竟然真的让自己磕头 顿时间气急攻心 说好的尊老呢 得亏傅云霜 不知道这老头的想法 不然高低得问问 说好的爱佑呢 不过爱佑的方式有很多种 这个年代 很多人的小妾都很爱佑 所以 就算真让傅云霜说 他八成也是不敢的 此时 大家的目光压力 给到了孙思怡 顿时间 孙思怡感觉亚历山大 这要是不认 以后他的名声也没有了 谁也不想和一个 失信之人打交道 但 谁让他老呢 不说别的 见多识广 孙思怡眼珠子一转 大喊一声 啊 就捂着心口不断倒退 等快碰到第一个人的时候 才猛然倒下 但就在这时 忽然楼上传来一声惊呼 胸台快躲 是老赖啊 正准备服人的男子 听到李修竹喊到的前四个字 顿时身体下意识地一躲 碰 结实的倒地声 在木制的地板上 还是有些响的 单听声音 大家就觉得很疼 第一个无语 来自年轻人 是谁喊的 混蛋 这不是信我于不义吗 第二个无语来自孙思怡 他没想到 身后之人居然没扶住他 上林院的地板可真冷 但比不过人心的冷啊 世道坏了 看到老年人要摔倒 都没人服了呀 读书人的修养呢 说好的尊老 敬老呢 但是他不敢开口怒骂 也不敢睁眼 现在这情况 只能忍着痛继续装晕 不然可就白疼 还得丢脸了 第三个无语来自其他人 这谁啊 这么狗 大家齐齐抬头看向楼上 却没看见 发生之人 也不是都没看见 三楼 是有一部分女子们看到 李修竹的 三层级以上 可就李修竹一个男人 但是他们才不会说呢 这时傅云霜 激笑着开口道 孙老 这晕得恰到好处啊 一说跪地磕头 立马就晕了 此时下面的人面面相去 虽然觉得 傅云霜多少有点咄咄逼逼人 但是孙思怡这样 也多少有点疑老卖老 毫无读书人的担当 孙思怡会因为这一句话就起来吗 既然已经躺好了 那他就不会再睁眼 管你东西南北风 今天这地板 他烫定了 只要我不尴尬 就没人能拆穿我 但就在这时 不知道哪里蹦出个十二三的少年 都让让 都让让 我娘说 童子尿能治这病 我尿黄 让我呲个尿 呲醒他 这一刻 其他人下意识地一让 孙思怡也躺不住了 乃来的熊孩子 孙思怡猛然做起 怒瞪双眼 就要开骂 但一起 来人就梦了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场面一度陷入了沉默 只有那磁水的声音 再继续 下一秒 反应过来的孙思怡 陡然开骂 哪来的黄口小 竟敢如此如我 老夫长这么大 还从未受过如此耻辱 这一瞬间 大家忽然觉得 这一幕似曾相识 默然小男孩 下意识地说道 那你现在受过了 一时间诺大上灵院 内惊若无人 大家纷纷眼神 诡异地看向楼上 红着的脸的傅云霜 短暂地沉默之后 不知道是谁先没憋住 顿时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孙大夫听到如此多的 嘲笑顿时间 恼羞沉默 兔崽子给我站住 然而 怎么可能 二人一追一逃 很快就消失在上灵院 李修竹看了一眼 简一声 轻声说道 棋局才进入到中盘 我已经赢下了两场 应该没必要了吧 傅云霜顿时一震 紧接着眼睛就是一亮 对啊 我们赢了呀 顿时间傅云霜 就将李修竹的话复述了一遍 简一声文言无语 他可是认真的好吗 这 不好吧 下棋不是很多下一半的吗 而且谁来这里 看你下棋啊 嗯 简一声文言一致 随后无奈起身 没错 谁来轻楼闲的没事干 看你下棋的 居士棋义高超 虽然尚未下完 但是小可已成败相 不知居士 可否留下地址 小可有闲 想和居士 探讨一下棋义 傅云霜文言威正 这下个棋还下出 小迷地了 不行 干脆利落的声音 透着不耐烦 顿时给简一 声整不会了 但能怎么办 总不能强迫别人 跟他下棋吧 顿时间 简一声阴谋了 犹如受气的小媳妇 忧怨地 瞅了傅云霜一眼 下去了 看到鄙视落幕 沈又微走了出来 谢谢大家今日前来 又微出格 一见结果 说着沈又微 看向傅云霜 眼带情义地继续道 居士且稍等 又微这就去接您 随着沈又微的话落 大家开始散场 老宝子也在这时 走了出来 快速地拉客 这可都是变现的手段 不然光指望那点卖纸钱 他还不亏死 与此同时 傅云霜妈了 回头赶忙开口问道 姐夫 我怎么办 李修竹文言笑笑 两半呗 哎呀 姐夫 你干嘛嘛 人家说正经的呢 李修竹也不开玩笑了 开口道 这还不简单 一会进去坦白 就是了 反正问题不大 他还能吃了你不成 这 好像是这么回事 好吧 那姐夫 我去去就来 李修竹看小姑娘往下走 顿时看向翠云吩咐道 看好云霜 万不可让她出事 公子放心 翠云定然看好小姐 苏承成文言笑了笑 我还以为修竹哥哥 就放心云霜妹妹 在这青楼里乱跑呢 本还想提醒提醒你呢 要换了小年轻 还真有可能 到时候说不定 就给别人送妹了 但作为一个老狐狸的 还会忽略细节吗 走吧 我们也进屋 这里不太方便 等云霜回来咱们就走 弄月听到李修竹的话 顿时有点不舍 李修竹好不容易来看她一次 可都没有什么二人空间 不过弄月虽然不舍 但却十分懂事地 没有开口挽留 自家男人 什么情况她也知道 别的不说 肯定是不能留在外面过夜的 李修竹带着三女回了房 这才开口道 月儿 这些日子还好吗 李碧瑶和苏承承 听李修竹这么说 互相对视了一眼 顿时默契一笑 走到了李屋书房 弄月文言看了一眼 进李屋的二人 落落大方地坐在了 李修竹怀中 抱住了李修竹的头 深吸了一口气 一点都不好 以前感觉还好 但是现在 感觉没有你在的日子好难熬 说着再次沉醉地吸了口气 就是这个味道 真让人迷醉 你这一脸瘾君子的表情什么鬼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磕粉了呢 不过 看弄月如此痴迷自己 李修竹还是高兴的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傅云霜 和沈又威也见了面 见面的那一刻 二人四目相对 互相打亮了一眼对方 傅云霜满意地点了点头 哎哟 不错 这么美的妞 加上那美宇间的忧愁 当真是让人我见有脸啊 要是李修竹看到的话 一定会感慨一下 这女人 有点像隋唐英雄传里的李荣荣啊 沈又威想的 则是刚在下面看得不太清楚 想不到居士这么小 这么小 不会伤身体吧 不过弄月姐姐 一定玩过老鹰抓过小鸡了 应该没问题的吧 就是小公子 虽然俊俏 但有点男生女香了 不过这样更好 想想外面那些臭男人 他其实是有点恶心的 但傅云霜这样的 他只想说 狼君要贴贴 母家沈又威 见过公子 不用行李了 走吧 我们先进屋再说 这么急的吗 沈又威微微脸红 却轻轻嗚了一声 若不是傅云霜离得近 险些都没听见 显然 沈又威是十分乐意的 就是有点羞涩 沈又威的房间 就在弄月房间的下面 不过这青楼的 隔音做得相当好 基本除了前面正门 不会有声音传递 当然沈又威的房间 可比弄月的小了七八倍 说案 会客厅 都在屋内 公子请坐 看沈又威开口 却不落座 傅云霜不明所以 不过还是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 不过 他刚一坐下就妈了 只见沈又威 在他坐下后 犹如一条美女蛇一般 绕进了傅云霜怀里 你干嘛 就在傅云霜猛逼地 看着沈又威 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时候 沈又威 忽然口含了一口酒 接着在傅云霜猛逼的眼神中 镀进了他嘴中 顿时间傅云霜的眼睛 漠然瞪大 不断推剧着沈又威的同时 发出呜呜的声音 可惜那声音 全被沈又威堵住了 混蛋 混蛋 我就这么被人亲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只想姐夫亲我的呀 臭女 不要脸 赶紧放开我 沈又威一开始 只以为对方害羞 但随着推散的家众 他还是松开了傅云霜 公子 你不愿意吗 你刚不是还在外面说 想和又威春宵一度吗 沈又威有点委屈 这和说好的剧本不一样啊 公子 你不愿意吗 你刚不是还在外面说 想和又威春宵一度吗 沈又威有点委屈 这和说好的剧本不一样啊 傅云霜妈了 有种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的感觉 这话 他确实说过 可是 可是 好委屈 好想哭 傅云霜怒视着沈又威 给沈又威看不会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但是 沈又威也委屈啊 他和杰克妈妈 学了好久 就是为了这一刻好吧 公子 你说句话 要又威怎么做吗 难道 我就真不如弄月姐姐 差了这么多吗 同样是女人 为何差距那么大 这一刻沈又威 难免有些觉得自卑了 哼 收起你的委屈 我比你更委屈 我今天帮你 只是看不惯有人冒充我 姐夫不借居士的名号 本想来跟你说清楚 没想到你 居然轻薄我 沈又威一正 脸色变换之后还是不信 公子莫要说笑 奴家亲眼看见 公子你临场胜了 而且您之前的字画上 结尾处的墨迹都没干 说着沈又威委屈的金痘痘 都掉了下来 一边擦拭 一边哽咽道 我知公子看不上我 公子一开始的诗词 都没打算送下来 是 是又威亲见了 公子自走 一会又威自找一条麻绳 就吊死在这上林院吧 又威一生第一次爱上一个人 却没想到 竟是如此这般廉价 连白给都没人要 又威还活着有何意思 傅云霜 此时头都大了 这和姐夫说的不一样啊 不是说 只要说清楚就好了 这要是走了 若是沈又威真上吊了 自己这罪过 岂不是大了 就在傅云霜 犹疑不定的时候 沈又威看了过来 看着傅云霜的迟疑 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顿时沈又威眼睛微微一亮 哭红的眼睛 带着楚楚可怜的神色 伸手抓住了傅云霜的小手 又威不敢奢求 和公子长相厮守 唯望公子给又威一次 让又威出个接客前 能有个回忆 不然又威怕是 真的熬不下去了 你不愿意接客 为何不找个良人嫁了 难不成你长这么美 还没人愿意出五千两 沈又威勉强一笑 五千两是不比三万两的赎金 这个价钱 他们自然是有人愿意出的 可那些人是什么人 年岁一大把的老头子 还有家里不知道 有多少小妾的傅家翁 若是嫁给他们 要么守寡 要么被妓子夺去 要么被玩弄一段时间 咽了腻了就送人 还会有其他结局吗 傅云霜不幸地开口道 我看当前下面很多年轻公子 怎么可能如你所说 只有老头和富豪 沈又威文言苦笑 都说少年慕意 只是那些少年郎 哪里出得起五千两 就是真出得起 王孙公子也不会带我进门 而读书人 就真能看得起青莲吗 这一刻 傅云霜忽然想起了弄远 姐夫三番两次往这跑 还不是为了那女人 而且姐夫对她 言语之间可没一丝轻视 在这不合时宜的时候 傅云霜再次意识到了 姐夫和其他人的不同 傅云霜嘴角含笑 有点为姐夫的不同而自豪 沈又威看到了傅云霜的笑容 顿时眼睛一亮 带着胆子 拉着傅云霜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心口 嗯 什么东西 没反应过来的傅云霜 下意识地抓了抓 顿时引起一声音鸣 傅云霜反应过来 十人都骂了 你这是在干嘛 不过不等他说话 沈又威就以轻声软语地求道 公子 求公子联系又威一夜 傅云霜想收手 但看着沈又威哀求的样子 顿时叹息了一下 没急着收手 而是开口解释道 我真不是不戒居士 不戒居士是我姐夫 只是我姐夫是为人低调 不喜欢张扬 所以把我推到前面来的 这是弄月也知道 你要是真想给 改日给我姐夫吧 沈又威眨眨眼 真的妈了 看傅云霜这样 怎么都不是假的 再看看心口的手 想想之前的吻 沈又威顿时脸色刷白 完了 终究没将纯洁的自己 给自己欣赏的那个人 看着沈又威耍白的脸色 聪慧的傅云霜 似乎猜到了什么 叹了口气开口道 没你想的那么糟糕 说起来 我比你吃亏多了 我是女儿生 可是幻想着所有的第一次 都给我姐夫的 却没想到被你给占了 傅云霜一边说 一边用另一只手 在自己的发箍上一拉 随着发箍掉落 一头青丝如瀑布落下 顿时间 一个绝世小美女 出现在了沈又威面前 沈又威的大眼睛眨了眨 愣是没敢第一时间相信 突兀的 沈又威伸手 按在了傅云霜的心口 似是求证般地抓了抓 顿时间 傅云霜一脸怒容地 拍掉了那只手 你干什么 混蛋 亏我还同情你 这是你能碰的吗 我姐夫都没碰过呢 这一刻 傅云霜恨不得咬死沈又威 沈又威眨眨眼 回过神 竟然一时间 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竟然真的是女的 难怪刚才反应那么激烈 对 对不起 我 我就是有点不敢相信 紧张之下 沈又威连说话 都有点不利索了 傅云霜无语地收回手 这一次 沈又威没拦着 不过 看傅云霜不舒服的样子 再想想傅云霜之前话 沈又威似乎也理解到了什么 忽然开口解释道 又威现在也是冰清欲劫的 之前因为要出阁 也只看妈妈找人示范过 并未碰过男子 还请 还请小姐原谅 傅云霜文言 一边整理头发 一边开口道 今日之事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若是让别人知道 除非你进了宫 否则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沈又威顿时点了点头 却又看了看傅云霜 不知道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沈又威顿时有点脸红 他在想 他说的姐夫 他姐夫有他好看吗 会不会很丑 会不会是糟老头子 要去旅行出阁的约定吗 可是就算不旅行 三个月后 自己也要接客呀 只是一直拿傅云霜当幻想 此时的他 感觉自己 有点接受不了旁人了 因为自始至终 自己想的都是和他 看着侧着身 对着自己整理头发的傅云霜 沈又威脸色发红 忽然 沈又威银牙一咬 鼓起勇气 往傅云霜凑了凑 正在整理头发的傅云霜 身子一僵 顿时间抹了 你又干什么 从身后 抱住傅云霜的沈又威 早有预料 轻柔的声音 在他耳旁响起 对不起 但是又威一直拿小姐 你作为幻想 实在有点接受不了旁人了 又威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真的没时间了 求小姐可怜可怜又威吧 傅云霜无语至极地开口道 拜托 我是女人啊 又威不介意 可是我介意啊 呼的 傅云霜的话没了 背后湿了的衣巾告诉自己 沈又威在哭 物业的声音响起 虽然不高 但是却仿佛一根柔韧的针 刺破了傅云霜的心房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二人都没动 大约半盏茶过去了 沈又威忽然松开了手 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响起 对不起 是又威失礼了 小姐慢走 又威不送了 傅云霜没走 因为她从沈又威的声音中 听出了心如死灰的感觉 哎 傅云霜自顾自地将发孤戴好 随后转身看向沈又威 缺五千两 沈又威一正 定定地看着傅云霜 我有个酒馆要开业 如果你愿意做堂表演 帮我挣钱 那么我可以考虑一下 帮你凑个五千两 沈又威没说话 正正地看着傅云霜 心中都是感动 傅云霜眉头微皱 以为沈又威不愿意抛头露面呢 不愿意吗 罢了罢了 我会在三个月内帮你凑够的 你以后熟了身 找个自己喜欢的架了吧 沈又威定定地看着傅云霜 自己何德何能 只是抱着她哭一哭 就能让她给自己五千两 五千两 很多人一生都挣不到五千两 感动 仿佛有什么东西 从心里溢了出来 这一刻 就是傅云霜让她死 她都觉得自己不会犹豫 心情激荡下 沈又威顿时间一把抱住了傅云霜 在她耳边轻声道 愿意 我愿意 无论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从今天起 不管你怎么想 又威都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只要你还要我 又威就会一直在你身后 傅云霜无语地撇撇嘴 别说她还真有那么一瞬间的心动 毕竟是这么动听的情话 不过也只那么一瞬间 因为就和沈又威一直拿她幻想一样 她的幻想里也只有一个人 她的姐夫 李修竹 傅云霜美好气地开口 打算斩断沈又威的幻想 我要你干什么 我只想要我姐夫 沈又威文言没有意外 只是对傅云霜的姐夫 多了一丝好奇 好奇是什么样的人 能让傅云霜这么爱 我可以帮你 在青楼第一门功课 就是如何抓住男人的心 傅云霜文言一正 眼前一亮 刚要推开沈又威问清楚 就听沈又威说道 别动 再让我抱一会 一小会就好 傅云霜身子顿时僵硬了下来 这臭女人 缠我之心不死啊 但为了姐夫 我就忍你一下下 半盏茶最多了呀 嗯 嗯 谢谢你 得到了允许的沈又威 满足地闭上了眼 贪婪地呼吸着傅云霜的体香 脸上尽是满足之色 与此同时 另一个房间的李修竹 很无语 怎么回事 云霜怎么还没回来 这都一刻多钟了 这是要真洞房不成 李修竹的话 听得三女一笑 女人和女人洞房 那画面想必十分美妙吧 既然修竹这么担心 那我们一起 去看看吧 嗯 还是看看吧 不然真出事了 别说傅云华会不会原谅我 我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 说着李修竹顿了顿继续道 而且此事已经害时了 必须得走了 三女也知道轻重 确实该回家了 而此时 傅夫的傅月华 则神情冷漠地看着书 二小姐和姑爷还没回来 金平文言赶忙开口道 回小姐 还没 哼 他们倒是越来越大胆了 居然赶完到这个点都不回家 去 派四队人去各个方向的酒楼找 说着傅月华忽然想起了弄悦 眉头一挑 这混蛋 不是带着人去找那个小妖精了吧 多派一队 去上灵院 是 大小剑 而另一边 傅云霜和沈又威又说了几句话 留了姓名 聊了后续见面的事 沈又威才让他走 李修竹四人 刚走到沈又威门口 刚打算问问门口的翠云是什么情况 房门就打开了 刚一开门 傅云霜顿时就看到了姐夫 脸上马上就红了 李修竹看向傅云霜 似乎没什么大问题 这才看向沈又威拱手道谢 不好意思 给又威大家添麻烦了 告辞 沈又威顿时就意识到了 这人应该就是傅云霜的姐夫了 这么好看吗 怕是也只有潘安宋玉能比了 难怪让云霜那么爱慕 不过沈又威对李修竹的好看 也只是欣赏 他的心现在都在傅云霜身上 哪怕是李修竹如此好看 也短时间进不了他的心 公子说笑 是又威给公子添麻烦了 说着看向弄月 继续道 弄月姐姐 我今日不方便露面 还请你帮我带送几位 弄月文言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 沈又威和傅云霜 点了点头 妹妹放心 姐姐自会顾好他们 此地不是多留的时候 是以几人也没多寒暄 直接从上林院的后门走了 没办法 现在前门人多 这么出去容易被认出来 走在回去的路上 李修竹对苏诚诚当先说道 一会我先将云霜和公主 送到傅府再去送你 这么晚你一个人 我不太放心 苏诚诚文言一正 没想到他的修竹哥哥 居然打算亲自送自己 顿时心里仿佛吃了蜜一样甜 谢谢修竹哥哥 李修竹点头 继续吩咐李碧瑶和傅云霜 碧瑶 云霜 今天晚饭 我们是在常乐方吃的 晚餐六菜一汤 分别是烧章子 烧花鸭 红烧鱼 青炒白菜心 蒜苗炒鸡蛋 凉拌莲藕根 以及羊肉冬瓜汤 吃完饭 我们看了会手艺人的表演 吹火 胸口碎大适合顶碗 所以才回去晚了 知道吗 听到李修竹交代的细节 二女都认真的记下点了点头 知道是李修竹在跟二人串口共 但是二人也没想到会这么戏 不多时 李修竹四人刚到傅府大门口 就看到金平在那里焦急地等候着 哎呀 姑爷 你们可回来了 你们再不回来 小姐 可要让人上衙门找人了 李修竹文言无语 这整得我跟小孩子一样 不过家里有个女人关心总是好的 安排个马车 我送一下苏家小姐 你先带二小姐和文杰公主进去吧 金平文言看了一眼 三女点了点头 对着府内的小门处喊道 王叔 来一下 来了 没几个呼吸 一个老头跑了出来 李修竹见过 是傅月华的车夫 王叔 你送姑爷和苏小姐去一趟苏家 好 李修竹二人上了马车 李修竹看了看周围 和老马的车差不多 苏澄澄一进马车 顿时就靠近了李修竹 直接让李修竹一整个无语了 苏澄澄看李修竹看了一眼马车外 顿时瞄懂 只是这个瞄懂之后 苏澄澄并没有收敛 而是在李修竹警告的眼神中靠了过来 这个老六 知道我不敢发出声音 就想跟我演小电影是吧 喂 你收敛一点 这是马车 好在苏澄澄并没有真的响演电影 只是想搂着李修竹的胳膊而已 看苏澄澄没再乱来 李修竹终于松了口气 但不知道为啥 他居然有点小失落 好吧 他必须承认 他有那么一点点闷骚 哪个男人会不想试试呢 太夫妇离乡府有段距离 但并不远 也就不到一刻钟 马车停了下来 顾燕 到太夫妇了 嗯 苏澄澄有些恋恋不舍地松开了李修竹 二人下了马车 苏澄澄并未直接进去 而是看向李修竹开口道 修竹哥哥 谢谢你今天带我们出去玩 不过下次能不能还带我啊 李修竹刚要说话 身后苏府的门前忽然出现了一个绝美妇人 对方看起来不过二十六七的样子 但是风韵极佳 一举一动 处处透着成熟 鹅蛋脸 柳叶眉 精致的薄唇 红润且行美 眉眼间风情万种 一看就让人难以忘记 李修竹愣了下 这是谁 居然长得比她丈母娘还美艳三分 澄澄 怎么这么晚回来 明明是问责的话 但到她口中却有种娇声软语的感觉 苏澄澄闻言顿时回头 一看到女人立马高兴地笑了起来 娘 你怎么出来了 娘 一声娘给李修竹叫不会了 这 苏澄澄的娘 怎么这么年轻 联想到苏澄澄的年纪 这十岁当的娘 不合理吧 最后李修竹想了想 也只能归咎于 对方保养的好 看起来像二十六七了 不过再保养 也不可能太大 最多三十出头吧 嘿嘿 三十来岁的姐姐 在她前世 恰是最肥美多姿的时候啊 苏澄澄的娘 也就是苏儒 闻言点了一下苏澄澄 温婉地责怪道 还不是你 这么晚也不回来 娘又找不到你 只能来这门口迎迎你了 你再不回来 娘就要 让人带人去许你了 没错 苏澄澄的娘也姓苏 算是苏父的本家表妹 苏澄澄 闻言吐了吐舌头 然后猛然想起李修竹 赶忙开口介绍道 娘 这是李修竹哥哥 今天他带我逛了很多地方 可好玩了 苏儒之前就看到这男人了 但是相比起男人 他更在意女儿 事宜也只是扫了一眼 现在闺女介绍 苏儒才认真看了过来 这一看 顿时间就是一正 这小伙子 也太好看了吧 只是不知道娶妻没有 看了一眼自家姑娘 苏儒心中一动 李公子可曾婚配 苏澄澄闻言 顿时脸色一红 赶忙开口娇称道 娘你说什么呢 你这孩子 还不好意思了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转眼你也到了失婚的年龄了 这时 一旁的马车车夫 老王看得眉眼一皱 这得告诉小姐吧 嘿嘿 抱歉苏夫人 我已经娶妻 是复乡国家的坠婿 文言苏儒的眼神 差时间就变了 不再那么亲切和善 但她长得极媚 哪怕冷着脸 也很难让人产生恶感 反而有一种 让人想入非非的征服欲 抱歉 李公子 我们家澄澄年少不懂事 更不太懂男女之房 还请你以后 不要带她出去了 李修竹开口的那一刻 苏澄澄就是心中一紧 坠婿两个字太不友好 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已婚人家 但是她也没想到 母亲会这样说 顿时间有些交集地开口道 娘 你怎么能这么说 闭嘴 都是我关坏了你 你现在做事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跟我回家 如果你不想 你爹关你禁闭的话 苏澄澄文言 顿时不服气地说道 关禁闭就关禁闭 我就不信 你们能关我一辈子 等我一出去 我就去找修竹哥哥 说着看向李修竹 也不和母亲装了 直接地继续道 修竹哥哥你等我 这辈子我非要嫁给你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看到李修竹笑 苏如顿时眉头一挑 这混蛋居然还笑 敢拐骗自家无知的女儿 哼 一个坠婿竟敢如此放肆 明日必然让老爷上门问罪 然而接下来李修竹的话 立马就转变了他的第一印象 说什么呢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你娘也是为你好 如果你面临危险 最先想护住你的 肯定是你娘 你娘定然是对你天下第一好的人 而且 你娘说的是对的 我一个坠婿 真的不值得 你这么付出 说着 李修竹对苏如抱拳说道 夫人放心 我定不会主动找恋爱 不过如果恋爱上门 我也不会将她拒之门外 于情 她真心待我 我一会真心已待 于理 朋友上门也应该好好招待 而且我若是将她拒之门外 她若出了意外 责任算谁的 那是我必然心中难安 想必夫人也会活在自责之中 苏如沉默了 没想到这坠婿 居然会为自己说话 可是她后面的话 让她有点妈了 总有一种被忽悠了 但还觉得她说得很对的道理 那这 难不成以后自己 还要派人送闺女去见她 就像她说的 万一姑娘偷偷跑出去 因为没带侍从出了意外 算谁的 可这 简直离了大谱 虽然心里无语 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小伙子人品还不错 至少能为她这个当母亲的说话 这时 苏诚诚也感动得不行 当即开口道 修竹哥哥不必说 母亲我自然知道她为我好 但是我不会妥协的 我必嫁你 这天 没法聊了呀 李修竹看向想吃了自己的苏母 顿时间无语极了 我没有 我不是 我真什么都没做 苏小姐再见 家里人还等我 李修竹说完 头也不回地钻进了马车 看得母女俩都是一愣 马车刚走 下一刻苏儒 就看向苏诚诚不屑地开口道 这就是你喜欢的人 一点担当都没有 连句表示都没有 苏诚诚文言顿时开口反驳 修竹哥哥还没接受我 不表示很正常 他若是接受了我 他肯定会有担当的 哼 我看你是被他迷了心窍 既然我说不动你 就让你爹和你说去吧 苏诚诚文言一致 他还是怕老爹 顿时间 苏诚诚可怜兮兮地抓住了苏儒的胳膊 轻轻地摇晃着 一双无辜的大眼睛 眨巴眨 撒娇道 娘 你不要告诉爹吗 求求你了 哼 现在知道我是你娘了 刚才你嚣张地冲我反驳的样子呢 说实话 我就喜欢你那桀傲不驯的样子 苏诚诚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娘亲 没想到这种话居然是娘亲嘴里出来的 娘亲 你不爱我了 走吧 别在门口丢人了 先回家 嘿嘿 我和自己娘亲撒撒娇怎么能是丢人呢 好好好 先回家 与此同时 傅府里傅月华正听傅云霜汇报 李碧瑶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 身为公主 傅月华自然管不到她身上 也不会被问询 但是身为妹妹的傅云霜可逃不了 听傅云霜说完 傅月华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意思是 你们去常月坊的一家酒楼吃完饭后 就去逛街了 所以回来晚了 对 就是这样 傅月华点了点头没说话 心里信了五分 是的 只有五分 若是以前的妹妹 那妹妹说什么 她必然是全信的 但是有自己那个浑蛋夫君在旁 什么话都得打个辙 不过 这是 就算有问题 应该也怪不到妹妹头上 肯定是自己那个便宜夫君 没有好的 傅月华起身开口道 碧瑶 晚上你是和我一起睡 还是睡客房 李碧瑶文言一正 看向傅月华的目光 有些不解 你不和李公子一起睡吗 你们不是成婚了吗 傅月华文言脸色微微一红 面色镇定地开口道 你来了 我自然是先陪你 男人可以先让让 因为是烛光 倒是没人注意到 傅月华的脸色 李碧瑶文言笑了笑 摇了摇头 那怎么好意思 我还是不打扰 你们夫妻俩了 傅月华文言再次开口解释 其实我昨天来了天魁 所以他这两天会有银瓶服饰 你跟不跟我睡 关系不大 傅月华的意思 就是你和不和我睡都一样 反正我不和他睡 这也算是给李碧瑶做个心理建设 别看到自己没和李修竹睡 心里产生了什么想法 而且他是真的来天魁了 听到傅月华这么说 李碧瑶下意识地以为傅月华 是想和自己一起睡 才这样说 文言笑了笑 行 那晚上我和你睡 我们也说说四方话 说实话 我也确实有很多想和你说的 傅月华文言顿时开口道 那姐姐 你和碧瑶姐姐聊吧 没什么事 我就回去了 傅月华很少说谎 更何况是对着自己姐姐 说到底他表现得再自然 也是有点心虚的 所以 此时能离傅月华远点 自然是离他远点 傅月华也没在意 文言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金平 进了屋子 走到傅月华耳旁 轻声耳语了几句 小姐 顾月回来了 你要见他吗 另外 老王跟我说 刚才顾月送苏小姐回府 苏小姐 当着他母亲的面说 非顾月不嫁 傅月华文 言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不用打扰顾月 让他去休息吧 至于苏诚诚的事情 傅月华并不意外 今天下午 他就看出了苏诚诚的不对劲 不过也没什么 自家夫君 那个相貌 能挡住的不多 有个把子女人喜欢没什么奇怪 太富家的小姐 就算他想 他父母 也不会让他嫁给一个坠绪做小的 就在这时 耳边忽然响起了李修竹的声音 老王那狗币刚才肯定和津平打小报告了 果然不是自己人 就是没老马靠谱 还是老马嘴言 以后还是带老马出去吧 傅月华 老马靠谱 嘴言 看来得找个时间敲打敲打了 老马 姑爷 我真的谢谢你啊 我什么时候 为你嘴言过 今天真是让苏诚诚那小娘们 害惨了 疯了吧 明明什么都没有 居然跟他母亲说 非我不嫁 也不知道 明天太傅 会不会过来收拾我 还有傅月华 八成也要收拾我 我也是服了 我连苏诚诚的小手都没牵过呀 也没想过呀 傅月华听到这里 嘴角上情不自禁带起一丝笑容 显然是觉得挺好笑的 但是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不过 苏诚诚的娘是真好看 而且一看就很润 熟透了 可惜 没机会了 只能晚上做个梦 梦一下了 挨啥时候 傅月华也能这么说啊 要是傅月华有那样成熟美艳 自己早就顶不住了吧 嘿嘿 我居然没一个老女人 有吸引力 还要做梦梦一下 这个梦她正经吗 顿时间傅月华 心态炸了 李修竹 傅月华 虽然面上不动声色 但却咬牙切齿地 在心里骂了个遍 就在傅月华 虚着眼眶 想怎么收拾 李修竹的时候 一旁的李碧瑶忽然开口道 月华 你没事吧 嗯 我有什么事 回过神的傅月华 顿时恢复了端庄冷艳 月华你不老实啊 每次你一须着眼眶 那必然是生气了 还不是一般的生气 怎么了 该不是因为苏诚诚吧 因为苏诚诚 看给她脸大的 不过还不如因为她呢 谁能想到 自己第一次惨败 竟然是因为一个老阿姨 这找谁说理去 不是因为苏诚诚 和她没什么关系 哦 那是因为什么 没什么 我们回屋吧 好 建傅月华不想多说 李碧瑶也不勉强 二人回了屋洗漱完 躺到床上的时候 李修竹也和迎平 迎失去了 还是那首迎平 炸破水僵洞的诗 毕竟出欢愉 最瘫痪 毕瑶 嗯 沉默了片刻 傅月华还是开口道 过了八月十五 不出意料 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 你还有什么遗憾吗 趁着这几天还有机会 我想帮你实现了 李碧瑶沉默了下后 两久才说到 暂时还没有 有的话再说吧 嗯 那你多想想 趁着你还没走 如果可能 我一定帮你 李碧瑶没有回答 傅月华的话 而是沉默了一下 忽然开口道 月华 如果是你被选到和亲 你会怎么做 安心认命吗 傅月华文言惆怅地叹息了一声 如果是我 除了认命能如何 那背负的是 千千万万条人命 我们也左右不了陛下的抉择 哪怕是想死 也是不能的 我一死 那千千万万人都得死 只是一想 就可能压得 我喘不上去 李碧瑶 文言鹊 是忽然一笑 自己以前 也是这么认为的呀 直到今天 他才让自己 认识到了自己 没那么重要 如果你的死 不会牵扯那么多呢 不会牵扯到这么多 傅月华一正 猛然想到了 自己那便宜夫婿 一开始 他不就是想着 让李修竹帮 帮文杰 采引二人见面的吗 傅月华猛然坐了起来 是李修竹跟你这么说的 快和我说说 怎么回事 看傅月华激动 而一点不意外的样子 李碧瑶笑着说道 果然还是 你了解你夫君 没错 我们互换了两个问题 而我没想到 我的事情 居然有三种脱身方法 嗯 哪三种 李碧瑶将李修竹说的办法 和解释都说了一遍后 傅月华顿时眼前一亮 确实 无论是办法 还是分析 都很到位 而且 他敢肯定 那家伙 定然还有所隐瞒 这三种办法 都是正常办法 但你那小子的老六性格 定然是 有一些是不能说的 不过 即便是如此也够了 姐妹有救了 傅月华眼神发亮地 看着李碧瑶问道 碧瑶你打算怎么做 第一个 第二个 都是极好的 不过第一个 让陛下认女最稳妥 第二个的话 我们找人 在新罗结人 很容易出意外 死多少人且不说 就怕结不回你 李碧瑶文言摇了摇头 我都没想用 第一种 牺牲了别的女子 我虽不杀博人 但博人却因我而孤苦一生 我心难安 第二种 恐怕最少得五百人 甚至更多 这些人能回来多少 又能有多少机会 我也不想看无数个家庭 因我气离子散 傅月华文言 差异地看向李碧瑶 难道你要用第三种 是了 身在帝王家 开疆阔土 铲除威胁 才更符合帝王家的作为 不 我也没打算用第三种方法 家国大事 不应该我来选择 而且也许我不动 新罗附近的百姓 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我若是动了 万一我们打败了他们还好 若是输了呢 嗯 傅月华顿时沉默了 碧瑶这话什么意思 傅月华迟疑了一下 开口问道 你想出了第四种办法 李碧瑶沉默了一下 点了点头 嗯 不过我现在不能到你 以后你就知道了 傅月华心中 隐隐感觉不对 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 不过李碧瑶不想说 傅月华也没勉强 纵然是闺蜜 也应该有自己的隐私 你呢 如今成了婚 也没满了 也就是家里的事业 需要操心了 还顺利吗 傅月华文言摇了摇头 因为成成的原因 我发现 今年蚕丝虽然涨价了 但是货量少的 并没那么多 看来我家里那些衣服 来得吓人 有小心思了 不过我这个事情 晚几天也不是问题 我先陪你 明天你打算去哪里 我陪你去 李碧瑶也不想回皇宫 文言想了想 能去相国四祈福吗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是比我亲人 更亲近的人吗 我想最后为你 祈一次福 最后 顿时间傅月华 敏感地捕捉到了 这个字眼 眉头不可控地 挑了挑 傅月华的目光 紧紧地锁死了李碧瑶 为什么会是最后 李碧瑶一致 顿时知道自己 可能暴露了 立刻露出了 一个微笑开口道 我这不是打算认命了吗 所以可能要去新罗了 那里又没有寺庙 给你祈福 不对劲 不是说想出了 第四种解决办法吗 傅月华文言 沉默了半天没吭声 这一刻 他忽然想到了李修竹 如果是那个混蛋 他一定能猜到 碧瑶的心思吧 毕竟是自己第一次去 他就能想到退婚 甚至连一些细节 都能猜到一二 就连自己偷听他心声 他之前都怀疑猜想过 呼 看来 明天要去问问他了 好 明天我带上修竹和云霜 咱们四个一起去向国四 好 早点睡吧 嗯 这一夜 大家都睡得香甜 只有傅月华 因为有心事没睡好 等李修竹见到傅月华的时候 难得地看到了一对微黑的眼圈 怎么 没睡好 傅月华淡淡地看了李修竹一眼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嘴里也没回答李修竹的问题 而是开口问道 银瓶呢 怎么又没起来 吃早饭 嗯 银瓶有点困 我就没叫他 嗯 一会吃完饭 跟我去趟向国四 向国四 我也去 去那干嘛 闲的吧 去和尚的地盘 这一天 我岂不是都吃不上肉了 你是吃货吗 怎么跟小三小四一个德性 碧瑶要去祈福 我们做陪 云霜 你也一起去吧 祈福 为了自己的事 我不是都告诉他三个办法了吗 不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别说没有漫天神佛 就算有 每天求他办事的 没有几百万也有几万了 你以为他 都能管得了吗 真要是都管你们 那现在天下早就太平安康了 傅月华怎么都想到 自家便宜相公对神佛 居然没有一丁点敬畏之心 这时 傅月华忽然开口道 姐姐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嗯 疑惑看着她的是李碧瑶 这小丫头 不是喜欢她姐夫吗 她昨天可是看出来的 这时 傅月华也不解地开口问道 你之前不是每天都想往外跑吗 今天带你出去走走 怎么还不愿意了 傅月华文言解释道 和尚寺庙有什么意思 除了求个签 吃个素餐 还有什么 我现在要先忙酒楼的事情 先把酒楼的初步设想写出来 让姐夫帮我看看 你们去吧 不用管我 傅月华文言笑了笑 小丫头长大了呀 然而 她刚这么想 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她忽然想起了 这小丫头 为什么这么努力 不过对于妹妹的努力 她并没有持否决态度 哪怕是她真的思想不纯 好 那你忙你的吧 嗯 此时傅云霜的压力很大 不仅仅是未来的月入一万两 她还要三个月内 收入五千两给沈又威 而且 按照姐夫说的改 这个月基本上是没有收入的 装修布局采购下来 这个月最少十几天就没有了 吃过早饭 四人上了马车 除了傅云霜三人 还有个伺候的金瓶 以及车府老王 向国寺在郊区 离上京城城池 大约十公里 马车的角力 加上一车五个人 一个时辰后 四人才到了向国寺 还好上京城到向国寺市官道 道路还算平整 不然这一趟下来 她说不定骨头都得散架了 李修竹四人一下马车 她就看到了那宏伟的寺庙 最让她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那金黄色的色彩 放眼望去 金灿灿的一片 简直闪瞎了 她的二十四K金狗眼 这才是金顶啊 额眉金顶若报了 那金色的金粉 不是真的吧 可现在也没有工业金粉啊 这个时代的金粉 都是用金子加拱和盐炼制的 这得多少黄金 融了的话 万两是绝笔有的 果然 和尚才是最富有的 听说这些狗笔们 还有无数天产 这混蛋 就一点都不敬重神佛吗 说的是什么话 也不怕神佛怪罪 等等 好像是想的 想的也不行啊 不过 时代是什么意思 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李修竹没在心中多想 李修竹虽然心中吐槽 但也没说什么 跟着三女往山上走去 难怪到了后世 当个和尚还得大学本科 精通四国外语 苏杭和尚月工资八万 还能取妻 而且 这还是杭州的 作为天下第一次少林寺的和尚更高 怕是一个普通和尚 也能有八万 老王没去 到了这他得在山下看着马车 不过 老王也不怕出事 向国寺可是国寺 安全得很 得亏李修竹不知道老王心里的想法 不然高低得告诉他 越安全的地方越危险 向国寺建在山上 台阶999街 在佛教 久为极致 寓意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之意 当然这个寓意佛教的人 可不敢拿来说 虽然心里明白 但是说出来 就犯了忌讳了 呼 这向国寺可真高啊 傅月华也是累得不行 但是看到李修竹气喘吁吁的样子 还是无语地摇了摇头 这么弱的身子 比女儿家还不如 李碧瑶尤其轻松 她可是修行过内功的 虽然高不成低不就 也就是个三流 但是弹论身手 十多个李修竹 也打不过他一个小女子 你该锻炼锻炼身体了 不要光顾着和银瓶乱来 你看看 你现在的体力 连精瓶都不如 精瓶文言 明嘴笑了一下 顿时让李修竹 本就泛黑的脸色 黑上加黑 哼 等着吧 等我 练成北明神功 成为绝世高手的 到时候 让你们跟在我身后吃屁 北明神功 他要练武 是碧瑶教给他的 是了 一定是碧瑶 听着倒是挺霸气 不过可惜 你年龄大了 傅月华幸灾乐祸地想着 也不在意李修竹想法 等等 北明神功要先散内力 将内力散与四肢百孩 然后以此为媒介吸收内力 那我连气感都感受不到 哪来的内力媒介 可不对啊 段玉那骚包 也没有内力啊 这是想法 不在心生 嗯 李修竹走着走着 忽然停了下来 不对 段玉有内力 段玉 段玉又是谁 怎么不走了 累了 李修竹文言 看向傅月华点了点头 你们先上去 我休息一下 傅月华文言顿了顿 然后点了点头 他猜到了李修竹有心事 要思考一下 但李碧瑶此时却开口道 不如休息一下吧 我也有些累了 顿时间 傅月华奇怪地看了李碧瑶一眼 李修竹开口道 还是你们先上去 上香祈福都是上午 你们上去了 可能还要排一会 不要因为 我耽误了时间 果然 这家伙有心事 不过傅月华也是这么想的 文言点了点头 是啊 碧瑶 不用等他了 再不上去 要是过五了就不好了 我们祈福完了 再等他就好 李碧瑶也不好再坚持 文言点了点头 李修竹带三人走后 立刻走到了不远处 一个工香客休息的凉亭中 坐了下来 无字书上下一刻 显示出了 只有李修竹能看到的文字和图像 无数的脚印上标注了 八八六十四卦方位 密密麻麻的足印数千个 一个个箭头 将脚印串联了起来 让人一看就知道顺序 书页的最后 写着一行字 步伐神庙 饱身必敌 先机内力 再取敌命 没错 就是这个 灵波微步最神奇的地方 不只在于辗转腾挪 无需消耗内力 还在于能让人强行积攒内力 无视了感悟气感这一步骤 顿时间笑了 一时间仿佛雨过天晴 心中豁然开朗 虽然有了秘籍 虽然知道了答案 但是李修竹也没着急去练 这可是半山腰 都是台阶 他又不是能一个 事物都没有的武学奇才 这一个走不好 那就直接被送走了 李修竹参透了段宇 能修炼北明的秘密 也不再停留 此时已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三女早已经消失在台阶上了 到了山门前 李修竹笑了笑 还以为这山门 也是金碧辉煌的呢 没想到 只是红砖青瓦檀木门 也对 要是连山门 都是刷了金粉的 那他要是小偷 必然每日夜里 来刮他两斤金粉下来 此时山门大开 来来往往 大都是上香的香客 一进门就看到了 无数的善男性女在朝拜 施主要捐香火吗 捐香火 你看我像是有钱的人吗 就算有钱 我会捐你 上林院的小姐姐们 还等待我示意援手呢好吧 我娘子捐了 我过来接人 原来是这样 光头小和尚 转身看向大门外 将现实二字演绎的淋漓尽致 李修竹也没在意 继续朝前面走去 他也没排队 看得一群善男性女 面面相去 不过大家看看 李修竹空空如也的手 也知道李修竹不是来拜神的 是找人 商谈法事 可怎么也应该烧个香吧 年轻人 真不懂规矩 李修竹走了大约几十米 终于看到了 大雄宝殿前的三女 不过他并没有凑上去 而且是站在了一旁 看到这里 大部分人懂了 这是陪别人来的 嗯 看样子 可能是个公子哥吧 大家不再关注 三女也不入了大殿 李修竹在外面看着 不禁心生感慨 从他的角度 已经能看到大殿内了 一尊尊黄金雕像 分外扎眼 看样子 都不像是金粉弄的 而像是镀金的 好家伙 他敢肯定 附加的全部家产兑换过来 也没这十分之一的 大象国寺富有 恐怕能比得上的 也只有那上京城内的皇宫了 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居士不信我佛 李修竹闻言一正 看向旁边 此时 身旁一个白眉老和尚 站在那里 离他不足十公分 什么时候 李修竹眉头微皱 立刻就意识到了 这老和尚不简单 他虽然没有武功 但因为有点被害妄想症 对不认识的人 会下意识地疏离 久而久之 他有了一定本能第六感 说来可能很玄妙 但是射恐的人大都如此 他虽然达不到射恐的程度 但是也有点感觉 可是他却没察觉到 老和尚的接近 这老和尚 屏蔽了他的第六感 居士不必紧张 老那并无恶意 嗯 大师误会了 我对你佛谈不上信不信 哦 居士此言和解 李修竹想了想 开口道 我信他们存在过 但我觉得 他们可能 就和百家先贤一样 是先驱者 虽为圣贤 但却是人 他们叫人们一些 轻松活着的道理 又或者给予一些不信的人 留下信仰 这是好事 应推广 老和尚听得正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时间 老和尚被弄得不上不下 难受无比 还有呢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不可说 不能说 说了我怕我下不去 你这相国寺 老和尚文言顿时开口道 居士放心 尽管说就是 我相国寺是正派佛寺 断不会因为几句话 就为难施主 你说了不算 我一个方丈 我说了不算 臭小子 你小瞧老头了吧 老和尚文言不语 沉声问道 我说了不算 那谁说了算 李修竹看着不远处的一个扫地老和尚 扬了扬下巴 他 老和尚文言顺着李修竹示意的方向看去 顿时间愣住了 扫地的 我一个方丈说话不算 你说一个扫地的说话算 辉一僧 还毫无内力 修为可言 如此平平无奇 他倒是好奇 李修竹为何如此说 就在这时 扫地僧停下了扫地动作 本是古井无波的眼神 带着一丝丝诧异地扫了过来 李修竹也没想到 随随便便就能碰到一个装X饭大佬 他看着老人背后那干净的院子 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擦 竟然碰到了装X饭 也不知道这扫地僧有多厉害 有没有天龙的扫地僧厉害 嗯 正在欺负的傅月华 文言一致 但是并没有出去 也没有看周围 只是好奇 李修竹为何会突然冒出如此想法 装X饭 扫地僧 天龙 此事已经入秋了 今日有凉风 可那扫过的院子里 竟然没有一片树叶 想要如此 必然是有大风刮过 将快掉的树叶一次性吹掉了 不过昨日到今日 没大风 今日那点风吹掉 一点落叶有可能 绝不至于这么干净 不知居士为何说他说的算 李修竹文言笑笑 也不拆穿那扫地老和尚 虽然你们当和尚不注重年龄 但也一定注重辈分 这老和尚这么老 肯定比你辈分大 所以我才说 他说了算 原来如此 此话倒也说得过去 这时一个小和尚路过 老和尚叫住了小和尚说道 本音 你来告诉这位施主 在这相国寺 我说的话算还是不算 叫本音的小和尚一愣 紧接着奇怪地开口道 方丈是相国寺主持 在相国寺内说话 自然是算的 相国寺方丈 没想到居然也是个大佬 方丈挥手让小和尚退下 这才继续道 现在居士 可回答老娜的问题了吗 李修竹想了想 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 回答也没什么 可以 我觉得 让你佛他们应所求 我觉得是无稽之谈 不谈现在 你佛还存在与否 每日里有所求的人有多少 佛若是都管 早晚累死 老和尚文言不符 只是淡淡地开口道 我佛只度有缘人 呵呵 什么是有缘人 有缘两个字 本就是假 大 空 眼见老和尚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李修竹继续问道 你是你佛的制成信徒吧 老和尚不明所以 但还是应声 是 那你求你们佛祖 让我怀孕如何 我要是能怀上 我就信你们佛祖 老和尚顿时气急 男人怎么可能怀孕 男人怀孕 乃是违反天道伦常的 不可能 而且我虽然是我佛的信徒 却不一定是有缘人 李修竹文言笑了 抬头示意了一眼 前方那乌央一片善男信女 方丈以为 这些善男信女里 可有佛祖的有缘人 方丈文言沉默了片刻 点了点头 李修竹继续道 也许这人数不够多 不如按一日的信众算吧 你这向国四 一日少说 有三千信众礼佛吧 这么多人 怎么也应该 有一个你佛 观照的信众了 咱们打个赌如何 也不需要赌注 说着 李修竹看向出来的三女 指着金平开口道 咱们就赌让所有人 附加一个请愿 请愿那个侍女 半个月怀孕如何 您若是觉得时间不够 一个月也成 怎么样 您敢赌吗 方丈再次沉默了 认真的思考后 那个感字 怎么都说不出口来 但李修竹 却拍了拍老和尚的肩膀 帮他说了 您不敢 因为这不仅仅是 您一个人的赌约 而是关系到佛门香火 生计 试问 一个不能帮信徒圆梦的佛门 还会有谁愿意供奉他吗 沉默 李修竹不知道 此时的方丈 已经有了心魔 读 他不敢 不读 就是对他的佛 产生了质疑 小样 一个老古董想来坑我 咋 打算跟我玩个 我与你佛有缘 想吸收我当和尚 爸爸上本书里 可是都帮你们进身修佛了 傅月华出来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李修竹 毕竟李修竹本就鹤立鸡群 加上还单独和方丈老和尚 站在一边 自视一眼 就让三人看到了 但此时 傅月华脸色微微一变 快速地朝着这边赶了过来 与此同时 扫地僧也朝这边走了过来 这扫地僧明明看起来走得很慢 但却还先傅月华一步 走到了二人面前 阿弥陀佛 老僧无意间听到了方丈和小施主所言 心中产生了好奇 我想问方丈一句 你修的是自身德性 还是外在表象 呼 尝出了一口气的方丈面色 恢复了淡然 阿弥陀佛 多谢师叔教会 是惠贤这香了 说着 惠贤方丈看向李修竹 继续说道 施主果然具有慧根 与我佛有缘 卧槽 我挖你家祖坟了 干 居然真听到了这句晦气的话 准提这句话 真是传遍大千三千界了呀 这时 傅月华三人也赶了过来 一过来 傅月华就赶忙行礼 小女傅月华 见过惠贤方丈 原来是富乡国家的千金 不知有何事 需要老纳解惑 傅月华跟母亲来过巷国四几次 认出了傅月华 嗯 这是外子 方丈文言一顿 李修竹也是笑了 方丈 我还和你佛有缘吗 再说 有缘可是得罪向国家千金了呀 但是他显然 低估了向国四方丈的身份能量 也高估了自家老婆的能量 阿弥陀佛 居士和佛有缘不是老纳说的 而是佛说的 莫说是傅向国家女婿 就是陛下亲子 老纳依然敢说 居士 你与我佛有缘 卧槽 果然够准题 盯上我了呀 该不会我这便宜老婆 是个蛇妖吧 我这是要做许仙了 这混蛋在说 谁是妖 老娘常的向妖 许仙又是谁 不对 傅月华来佛寺了 那肯定不会是她 难道是农院那个小妖精 还是说是银瓶 嗯 这混蛋认真的 真的有妖 嘿嘿 老和尚 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劲吗 不然 你为何独独找上我 施主果然聪明 施主来时 老纳忽然心血来潮 顿了顿老和尚继续道 当我看到居士的那一眼 就心中知道 你与我佛有缘 不然老纳 又为何会独独找上施主 这一刻 傅月华心中妈了 怎么也没想到 来了一趟相国寺 自家相公 要被和尚抢走了 他虽然一只老土草里修竹 但他心里早就有了这混蛋 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内心 呵呵 就这 就这 又来扯这一套 我还以为我身上有妖气呢 与你佛有缘 怕是灭佛的缘分吧 要不要找个机会灭了他们 也不用做什么 抽机会在皇帝面前说一句 这些和尚比他还有钱就行 以历代皇帝的小心眼 灭佛是肯定的吧 就在李修竹胡思乱想的时候 傅月华人都吓傻了 这混蛋动不动灭佛 你知不知道 你这话一出 咱们四个都未必能走得出去这项国寺 不对 是三个 碧瑶是公主 应该没事 嗨嗨 夫君 我们先回去吧 我身体不舒服 李修竹一正 他还真没注意到傅月华 此时一看傅月华微微苍白的脸色 还有那有一点点颤抖的手 顿时心疼了 这个症状 好吧 来自后世的他 苗董 李修竹也不搭理两个老和尚了 顿时走到傅月华身前蹲了下来 上来 我背着你 傅月华文言一致 苍白的脸色慢慢红润 他还没有和李修竹这么亲近过 这样好吗 这时 李碧瑶也开口道 月华别多想了 你们已经成亲了 怕什么 更何况 你身体不舒服 背下没事的 傅月华文言摇了摇头 面色微微有一点复杂的开口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 修竹的体力 你们也是知道的 上个山都喘 下山要是他腿一软 这一瞬间 四人脑海里 都浮现出了这一幅画面 顿时金平挡在了傅月华面前 李碧瑶拳头握紧 李修竹尴尬地站了起来 就无语 这该死的体力 你要说平地吧 力气差点背就背了 但是999阶台阶 现在让他背 他也不敢了 这一刻 李修竹想变强的念头 更迫切了 嗨嗨 还是让金平和碧瑶扶着你吧 我就不掺和了 傅月华文言 嘴角一弯 看李修竹吃扁 得意地笑了 方丈 告辞 方丈 告辞 这是傅月华和李碧瑶 金平还跟着傅月华行了个礼 李修竹择礼都没李老和尚 敢说我和和尚有缘 没敲你闷棍 就算好的了 慧贤也不在意李修竹的无礼 到了他这个程度 很多事都看得很开 不过 他拉李修竹入佛门之心不死 与此同时 苏家苏澄澄 正一脸玩味地看着自己老哥 拿来吧 拿来 拿来什么 苏灿是真的没听懂 这妹妹说的话 咋就她忽然跟不上了呢 李修竹的资料 别说你没有 苏灿顿时人妈了 妹妹是怎么知道 她在调查李修竹的 别说这资料 还真的有 而且自己爹也吩咐了 只要妹妹要资料 就把不好的给妹妹 但是妹妹 这刚要就给 不好吧 总要假装有一段时间 去调查的呀 哼 这些人总说我刮 但是我一点都不刮 这么细的细节的 我都没放过 机智的一批好吧 别废话 我知道你有 你该不是欠收拾吧 你要再不给我 我可喊人了 顿时间苏灿妈了 停停停 你别喊 别喊 我给 我给还不成吗 哪有这样的 动不动就喊人 我不要面子的吗 苏灿不情不愿地 从怀里掏出几张纸 递给了苏澄澄 苏澄澄顺手扯了过来 甲五年 李修竹父母双亡 继承家业 甲未年 李修竹进入赌场 童年家产少了三分之一 甲深年 李修竹赌得变本加厉 除了祖宅 积无分文 童年八月初 入坠富家 入坠前 曾在上林院 白嫖花魁弄月 八月初六 上林院勾兰听曲 被傅月华抓回家 八月初八 参加诗会时 做诗一首桃花园 得诸多才女青睐 八月初九 和自家小姐同游 具体去了哪里没查到 八月初时 今早坐富家马车 出了西城门 暂不知去向 嗯 修竹哥哥出城了 那个 没事我就先走了呀 等一下 苏灿文言愣了一下 就看到了苏澄澄 再次伸出的手 什么意思 拿来 什么 苏灿是真没看懂 是不是我最近青楼去多了 脑子不够用吗 装什么呢 你和爹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这是修竹哥哥不好的 好的呢 苏灿这回是真骂了 没想到小妹 居然偷听她和老爹说话 但是她麻的不止这个好吗 她麻的事 这就是调查的全部啊 她一开始 也想把好坏分开的 但是记载李修竹好的记录 压根没有 一条都没有 仿佛那混蛋 除了是去赌的路上 就是去勾兰听取的路上 苏灿一脸讨好的笑道 不是 妹 哥你是知道的 哪敢哄你 实在是真没有了 哇爷 别 我的祖宗 千万别喊爷爷 哼 那你还不拿出来 等什么呢 苏灿此时感觉满身都是负担 有理说不清了 不对 形容错了 这是黄泥巴掉裤裆 不是屎也是屎了呀 苏灿咬了咬牙 为了不挨打 她觉得违心意会 说个善意的谎言 也是可以的 嘿嘿 是这样 主要是我这不是听爹的吗 所以那些我烧了 嗯 看见苏晨晨眉头一挑 顿时苏灿心里一须 赶忙开口道 别急 别急 我这不是还记得内容吗 哥想想 哥一定想得起来 你千万别急着叫啊 行吧 你说着 我听着 嗨嗨苏灿装模作样的 想了想后开口道 贾未年八月初八 李修竹 在去赌场的路上 碰到了一个 卖身脏腹的美貌丫头 当时好多心怀鬼胎的人 想给小丫头脏腹 买了这小丫头 回去嘿嘿嘿 结果 李修竹二话不说 一脚一个 踹飞了几十个 不怀好意的人 将自己身上的钱 都给了小丫头 非但如此 他虽然帮了小丫头 但是却没留下她 李修竹 只是拉着他的手 温柔地说道 丫头你的人生 刚开始 不应该这样 你值得更好的 这些钱 是我帮你的 不用你还了 然后李修竹要走 那丫头的心已经被填满 情不自禁地问道 恩公请留个名讳 我一定给您立个长生牌位 日日供奉 然而 你猜李修竹咋说的 苏丞丞 已经被苏灿边的故事 带入了进去 顿时下意识地问道 怎么说的 苏灿得意地扬了扬鼻孔 仿佛那个虚幻中 风骚无比的男人 是自己一般 李修竹说 相逢和必曾相识 各自安好 便是晴天 苏丞丞闻 也点了点头 文采不错 像是我修竹哥哥说的话 苏灿 卧槽 我好不容易 装了个臂 就变成了别人的了 擦 早知道 还不如挨顿毒打 这个臂我自己出去装 人前险胜啊 快乐就这么 啪 没了 顿时苏灿兴趣没了 嗯 就这样没了 苏丞丞脸上的笑容 顿时间消失了 苏灿 胆子大了呀 耍我 修竹哥哥的修养 怎么可能 只做一件好事 吴爷 别 还有 还有 苏丞丞你 是不是玩不起 动不动就叫爷爷 是什么鬼 爷爷欠你的吗 谎都已经说到这了 这顿毒打他说什么 也不能碍 赶紧说 不然的话 我可给爷爷递金吉啊 卧槽 你个老六 你还真是我亲妹 任苏灿如何咬牙切齿 也不敢说出来 只能咬着牙 用最温柔的语气 编起了故事 还有贾卫年9月9 李修竹在路上 偶遇一个纵马的官差 对方差点将一个老人撞死 但虽然没撞死 可也扭到了脚 李修竹问明老奶奶的地址后 没犹豫 背着老奶奶 走了十里路回家 当时还下着秋雨 你想想 下着雨还走十里路 两人还不认识 是什么样的情怀 是什么样的品德 才能让他走这么远 送老人回家呀 苏丞丞文言快速地点着头 脸上尽是认同的神色 不错 我修竹哥哥品性极佳 这是我修竹哥哥的人品 我TM自己都说的自己脸红了 你是什么眼神 居然看出他 绝无可能存在的人品 还有呢 苏丞人妈了 我的祖宗矮 你还没听够呢 苏丞虽然不爽 但是还是编出了一个个故事 愣是把李修竹 形容成了大洲绝无仅有的 十好青年 苏丞丞也是挺满意了 对着 已经被榨干的苏丞说道 很好 咱爹为你调查结果 你就把修竹哥哥好的那些 说给咱爹听 我怕咱爹知道 批了我啊 要不 要不 还是算了吧 其实刚才那都是我编的 编的 我没听清 你再说一遍 真是我编的 你是我妹妹 我真不想看你被那狗贼骗啊 你说谁狗贼 我的修竹哥哥 就是那么的好 你再说修竹哥哥一句坏话 我今天就给爷爷递金结 算球 老子不管了 你现在只能看到 自己想看的东西 听到自己想听的话 反正我说再多 也不如你经历一遍 算了算了 妹妹想送一些 就随她去吧 有自己老爹做后盾 怎么都不会吃亏的 反正也总是要嫁人的 省得她在家里祸害自己 想到这 苏灿脸上的笑容 变得真诚起来 嘿嘿 我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哼 你刚才说我修竹哥哥坏话 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苏灿顿时脸色有点不自然 虽然是坏话 但是实话 嘿嘿 我错了 是哥哥 错了行不行 苏晨晨脸上露出 趾高气昂的笑容 哼 现在知道错了 晚了 若是道歉有用 要衙内干什么 苏灿一巴掌拍在脸上 丧气地问道 小祖宗你说吧 怎样才能放了哥哥 这时苏晨晨一笑 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得补偿 就这 就这 苏灿顿时间硬气了 屁股往椅子上一坐 伸手端起一盏茶 说吧 是想要东四街的小老虎 西市方的裙子 还是想吃最先居的桃枝夭夭了 她也知道 妹子现在没钱 给妹子花点钱 她乐意啊 老妹完全不用 搞这一套的好吧 呵 糊弄小孩子呢 是吧 一千两 一个子不能少 扑 苏灿的进口茶 顿时喷了出来 多少 一千两 你干啥要一千两 合着咱爹扣你一年零花钱 你到我这找不来了 苏晨晨眼睛一眯 满脸笑容地看着苏灿说道 昨日我们路过上林院附近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上林院 苏灿一致 玩犊子 小妹看到 我去上林院了 要是老头知道 她去上林院少说一顿毒打 禁足一个月 外加扣一年零花钱 苏灿咬咬牙 看着满脸笑容的苏晨晨 只觉得格外气人 混蛋 都怪那个李修竹 妹妹认识她 以前是多好一个女孩 虽然经常坑她 让爷爷打她 可是从来没有抢过她钱啊 现在连钱都抢了 我 我申请换个妹妹 五百两 呵呵 爱给不给 爹可是要回来了 别 妹妹 你就给哥哥留点 给你六百两 七百 真不能再多了 八百 哥今年利盈总共就剩下一千一百两了 苏晨晨想了想 倒也不好赶尽杀绝 行吧 八百就八百 尽快就我送来啊 好好 下午哥就给你送去 与此同时 下了向国寺的四人 上了马车的后 被傅月华叫住了 那个 我还不是很想回去 不如我们在外面也吹吧 听说这项国寺下 有一汪小湖 是山上的泉水流下来的 湖里的鱼儿 又大又鲜 老王 我想吃烤鱼了 马车夫老王文言顿时明白 小姐稍等 李修竹看向傅月华 迟疑地问道 你身子没事吗 问题不大 休息休息就好 李碧瑶是知道傅月华是怎么回事的 这个事情说实话 也没什么立竿见影特别好的办法 就算回去了 想止疼也短时间办不到 马车走了 不是向着回去的路 而是围着向国寺的山脚在走 不过因为离得不远 几分钟后 他们就到了 马车停下 李碧瑶当先开口道 我先去给你烧点水 李公子来帮个忙 李修竹文言刚想起身 就被傅月华拦住了 金平你去帮忙 修竹留下来照顾我吧 李修竹一正 文言再次坐了下来 金平稍微一愣 以为小姐是怕孤言弄不好 但也没多想 等二人离开后 李修竹这才开口道 你有事情想问我 傅月华文言笑了 自己这个便宜相公 真的是机智若妖 那你猜猜 我要问你什么事 李修竹文言翻了个白眼 你猜我猜不猜 反正我不着急 这混蛋 真是一点都不让着自己啊 虽然能直接说 但傅月华却觉得 少了点仪式感 而且 她想看她意气勃发的样子 你要是猜中了 有奖励 李修竹文言顿时笑了 有奖励你早说啊 早说不就猜了吗 我猜和李碧瑶有关 不然你们是闺蜜 你没必要躲着她 完全可以当她面问 而能让你问的 对她最急的事情 莫过于她的婚事了 只是我有点不解 你们身为闺蜜 她应该告诉过你 我说的三种方法了吧 当然 也可能是我猜错了 若是我猜错了 那么也就成立了 傅月华听李修竹分析 一对乌黑的大眼睛 散发着异样的光芒 是和碧瑶有关 碧瑶说她 有了第四种解决办法 但是她又说 今天是为我最后一次祈福 嗯 她还说了要去新罗 似乎认命了 她的话有点前后矛盾 李修竹文言眉头一皱 沉默了片刻 在看向傅月华时 便是欲言又止 俗话说 就怕命失不与时 有什么你就说 你这个样子 不是吊人胃口吗 李修竹听得叹了口气 忽然开口道 这几天 有空多陪陪你闺蜜吧 她时间不多了 时间不多 傅月华脸色一白 不相信地问道 你是说她会死 怎么会 李修竹叹了口气 开口道 根据你说的 我猜她可能是想自杀 过了边境就自杀 只要制造一场小小的骚乱 她就能伪装成她杀 这样一来 新罗帕触怒大洲 加上物资也到手 自然不会找大洲麻烦 而她也得偿所愿 得偿所愿 傅月华不理解 对 如果把你送给一个 粗笔屠夫 或是老头子玩弄 你会担心吗 恐怕只是想想都会害怕 会恶心吧 没得选 也许会认命 但是有得选 可能更多的女子 会选择结束自己的性命 至少在这个蒋三 从四德年代 对一个还纯洁的小女生 是这样 所以啊 她听了我的分析 知道自己不是很重要后 就萌生了这个 既不会对两国造成影响 又能成全自己的想法吧 傅月华沉默了 李修竹这么一分析 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成立了 可是 眼睁睁看着最好的闺蜜去死 她真的可以吗 你有办法吗 傅月华眼神西异地 看着李修竹 这个男人带给过她 太多的经验 如果有一个人 能完美地解决这件事 那么必然是李修竹 哼 她和我又没啥关系 最多算是认识 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都是平等交易 我是闲的吗 自讨苦吃 要是你或者云霜有事 我帮忙才是必须的 她又不是我的女人 抱歉 我又不是神仙 我也没什么办法 傅月华文言沉默了片刻 忽然开口道 走吧 我们也下去吧 等等 我的奖励呢 傅月华刚要开口 瞬间眼前一亮 修竹 你喜欢我吗 或者说 你缠我身子吗 李修竹文言 认真地看了看傅月华 忽然沉默了 大姐你这样说 不是相当于自己漏了吗 这我还怎么演 是不是担心 我找别的男人 李修竹这才点头道 我又不傻 肯定缠你啊 就是我有点接受不了自己的女人 有别的男人 你可以认为我双标吧 但是我就是这样 既然傅月华原回来了 那就问题不大 双标是什么意思 李修竹一致解释道 就是一个人对一件事的两种看法 比如说 我吃鱼我就觉得是雅士 你吃鱼我就觉得粗俗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吧 傅月华文言一致 好吧 这还真是双标 不过他也没多大想法 毕竟自古男子妻妾成群 女子三从四得 其实我从未打算过 找别的男人 我也是学女训的 向往的也是从业而终 而且 我对家里的产业 更上心一些 李修竹听到这里笑了 那我能去你屋里睡觉了 嗯 这就是奖励 给你一个 我不在那序的承门 说着 傅月华顿了顿继续道 不过这两天不行 我天魁来了 等走了我告诉你 好 走 我扶你下去 二人下车 李修竹一路搀扶 这是二人澄清以来 外人第一次看到 二人像夫妻的样子 远方李碧瑶看到 二人的样子 情不自禁的嘴角 露出了的笑容 这才是爱情本来的样子啊 月华 希望你以后的日子 都能幸福 与此同时 傅月华也看向李碧瑶 心中自语道 对不起 你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我不可能眼睁睁 看你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老王随身装着盐巴 花椒和茴香 烤出的鱼 倒也还算可以 当然这个可以 是以李修竹的刁钻口味 在这个美食 不怎么丰富的世界 已经很棒了 吃过鱼后 大家没再停留 再次回了傅府 刚一到傅府 迎战就迎了上来 赶忙开口道 公主 陛下说让您回宫 有话跟您说 这一瞬间 李修竹 傅月华 李碧瑶对视了一眼 都明白 皇帝所为何事 李碧瑶脸色一暗 但还是点了点头 该来的迟早要来 躲不了 看二人再次上了马车 傅月华在李修竹身旁 眉头紧锁地轻声问道 修竹 陛下赐婚后 碧瑶再想不嫁 是不是就很困难了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开口道 不赐婚的时候 自然最好操作 一旦赐婚 惊口欲言 能操作的空间 最少少一半 一半 这么多 李修竹沉思了一下 点了点头 对 还有就是直接开战 打退新罗 可以假装生病 得了不治之症 也可以出难题 刁难新罗 但是这个不太好使 毕竟他们背负了太多 就是死皮赖脸 也必然要 拿到过冬的物资的 不过嘛 若是对方的人品奇差 侮辱咱们天朝上国呢 傅月华文言点头 却有些可惜 这混蛋之前 是一点都不给自己透底啊 不然别的不好说 这最后一条 未必不能操作一下 可惜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李修竹回到府中后 小三和小四 突然跑了过来 姐夫 你都好久都没陪 我们完了 李修竹文言无语 哪有好久 我记得只有两天吧 你们忘了 前天早上 姐夫还陪你们下棋来着 哼 我不管 我说很久就很久了 宝珠昂着头 一副任性少女的模样 好好 今天想玩什么 顿时小丫头面色一变 娇柔的依微向 李修竹怀中撒娇道 姐夫说嘛 不过要我没玩过的 好家伙 原来是来我这套娃来了 不过你这可以啊 妥妥的演技派 烟雨纠结地看了看宝珠 也跟着扭捏的上前 摇了摇李修竹的胳膊 姐夫答应吧 嗯 我 我只是答应宝珠的 李碧瑶一回到 皇宫 就被 他父皇叫到了书房 而臣拜见父皇 嗯 坐吧 等李碧瑶坐下 李承吉并没第一时间说事 而是继续批改作折 两久 李承吉才放下了毛笔 开口道 你应该也听到了 传言了吧 新罗王子 又要娶我们大洲的公主 朕欲把你许配给新罗王子 你可有要说的 李碧瑶 文言沉默了一下 才开口道 而臣不愿 但会听父皇做主 李承吉文言一致 不愿 好一个不愿 这孩子居然敢在姑面前这么说 这才是姑的孩子 但是为了不起刀兵 也只能牺牲你了 李承吉本想解释一下 后来又收了 他可是帝王 何须向天下人解释 嗯 既然如此 那就这么定了 你回去做好准备吧 过了中秋 你就带走了 李碧瑶文言 默然地行了一礼 而臣告退 古井无波的语气 让人能听出主人的心声 但是可惜 他面前的是最冷酷无情的帝王 但忽然间 李碧瑶脚步一顿 想起了李修竹的事情 父皇 而臣有一不情之情 嗯 说吧 恳请父皇给我个牌子 而臣这一走 就再也回不来了 临走前想四处看看 李承吉文言汉手 从腰间取下一块金牌 随手递给了内侍 内侍赶忙接过 奉给了李碧瑶 而臣告退 裴医妹们玩了一个时辰后 李修竹研究起了一斤八卦 和灵波微步 到了晚上时 他已经能照着秘籍和八卦 慢慢地走下来一圈了 可惜也许走得太慢了 第一次他并没有感受到气感 第二天一早 让李修竹惊讶的是 李碧瑶又来了 这 皇宫的公主这么自由的吗 就在这时 傅云霜找了过来 姐夫 这是我写的酒楼整改计划 碧瑶姐姐 你也来了呀 嗯 李碧瑶汉手应了一声 李修竹接过傅云霜 拿来的折子看了起来 李碧瑶也凑了过来 看了看 仅仅只是看了前面 他就觉得有意思 不但有为女人开设的地方 还有说书人和淡取的 可惜了 这么有意思的地方 自己怕是没机会看到了 这时 傅云霜忽然拍了拍李碧瑶的肩膀 李碧瑶下意识地看去 看到傅云霜正是以她跟过去 李碧瑶一正 跟了过去 公主姐姐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李碧瑶没想到 小丫头居然是要借钱 但是身为傅月华的闺蜜 李碧瑶还是点了点头 而且她都要死了 要钱也没多大用了 你要多少 嗯 五千两可以吗 她现在全部身家 也就二十两银子 还是平日里攒下的 缺的基数太大了 李碧瑶闻言一正 没想到傅云霜 居然要这么大的数额 不过下一秒 她就露出了笑容 好 我可以见你 但是你必须告诉我个理由 你知道的 我和你姐姐是闺蜜 可不能看你行之踏错 傅云霜想了一下 似乎也不是不能说 但还是先开口道 那公主姐姐 你可不能告诉我姐 那我得先听听看 只要不是会引起不好的事情 我就不告诉她怎么样 还有 叫我碧瑶姐姐吧 公主太生分了 傅云霜闻言点了点头 其实 我是想给沈又威赎身 就是上林院 那个准备卖身的清廉 到时候 她能帮我在酒楼里 但去还债 李碧瑶闻言一正 没想到傅云霜 是为了那个沈又威 顿时间 她就觉得傅云霜被骗了 你呀 被她骗了 你可知她弹一曲 要多少钱 五千两 有得弹多久 就按一曲十两银子 五千两也需要五百天 而且你若是不负责她的后续吃住 她怎么活着 这又是一笔银子 简单来说 你这笔银子 最少需要两年半到三年 才能收回本金 是她哄你掏银子的吗 傅云霜闻言 赶忙摇了摇头 红着脸 不敢看李碧瑶 开口道 是我主动说的 甚至说她 若是不想来淡娶 可以赎身后 嫁个好人家 她没想要我银子来着 李碧瑶一正 还想再问 这时李修竹 却忽然开口道 云霜等下银瓶醒了你 去和银瓶拿银子吧 算姐夫 投资你酒楼的 姐夫留点零花钱 剩下的都给你了 傅云霜闻言一致 紧接着 就是感动 但却无奈地开口道 姐夫我需要的是五千两 咱家谁不知道你穷 你能有多少钱啊 算了 姐夫 我自己搞定吧 李修竹闻言 有些无语 你这是看不起姐夫啊 你姐夫别的本事没有 吃软饭 可是很厉害的 一旁的李碧瑶 看得目瞪狗呆 好家伙 都说大男子 大男子 李公子 你是怎么将吃软饭 说得那么理所应当的呀 呃 那姐夫 你有多少钱 八千两 连酒楼改造 给你七千五百够了吧 李修竹的话一出 两女都愣了 吃软饭这么有钱的吗 傅云霜 一脸古怪地问道 弄月姐姐给的 还是我大姐给的 弄月给了三千两银花钱 你姐 给了我五千两创业钱 正好我不太想动 你拿去花吧 嘿嘿 太谢谢你了姐夫 但就在这时 李碧瑶忽然开口道 还是我来给吧 你和月华成婚 我还没送过礼 不如就当我送你们的礼物怎么样 李修竹知道 李碧瑶是怎么回事 文言想了想后 忽然开口道 公主远嫁之后 留下的资产 怕是无人打理 不如交给月华吧 李碧瑶没想到 李修竹比她想的 要贪婪多了 但是这个东西 她本就是想给的 文言点了点头 可以 不过我怕月华知道了不收 不如先转到公子名下 等我走了你再给月华 反正你们是夫妻 给你给她都是一样的 李修竹汉手点头 好 你若是还有什么心事未了 可以跟我说说 如果可以 我可以帮你完成 李碧瑶文言摇了摇头 此生遗憾太多 要说的话 真不知道说哪件 不如就不说了 李修竹看李碧瑶摇头 也没多说什么 此时傅云霜 则看傻眼了 怎么就这么一回功夫姐夫 就把人家全部家当骗来了 而且 碧瑶姐姐怎么回事 是被迷了神志了吗 不过 自己的事情 好像是解决了 这 要不要提醒一下 碧瑶姐姐啊 想了想 怎么也过不去心里 那关的傅云霜 还是忍不住开口了 姐夫 这个 那个 行了 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你碧瑶姐姐 都不介意 你就别操心了 不信你问问 你碧瑶姐姐 李修竹说着 看向李碧瑶 问题给到她 李碧瑶 看向傅云霜 笑着点了点头 姐姐马上就要嫁去新罗了 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只是浪费 云霜你要是要的话 姐姐给你也是一样的 云霜文言松了口气 但紧接着赶忙摇了摇头 不不不 我不要 一个酒楼就够管理的了 就在这时 李修竹身后的房门打开了 云霜揉了揉眼睛 打了得大大哈欠 还没说话 就被憋了回去 云霜姐姐你醒了 先把钱给我 云霜一震 下意识地从怀中 掏出一个荷包 将孤叶的钱 拿出来再次放到了怀里 将自己的私房钱 放在了傅云霜手上 傅云霜脸色一变 这几两银子 你打发要饭的呢 云霜姐姐 我要的是你怀里那些 我姐夫的钱 云霜文言顿时清醒了 下意识地一捂肚子 紧接着看向李修竹 这丫头还挺有意思 不过李修竹依然点了点头 看到李修竹点头 盈平才不情愿地 掏出了银票 递给了傅云霜 而且递过后 快速地将自己的荷包 拿了回来 孤叶没钱了 她得攒钱养孤叶了 傅云霜 简直要被盈平弄无语了 黑着连数出了 七千五百两 剩下的五百两 还给了盈平那个小财米 顿时间再有五百两的盈平 立刻露出了笑容 谢谢二小姐 哼 你真是脑子不太聪明的样子 这本来就是姐夫的钱 你谢我干嘛 盈平文言顿时一正 是啊 我谢二小姐干什么 傅云霜无语符额 转头看向李修竹说道 姐夫 这盈平不太行啊 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 太笨了 要不你别要了吧 我给姐夫你找两个好看 还聪明呢 盈平听到傅云霜的言语 顿时被吓到了 呜呜 姑爷 你别不要我 我以后肯定变聪明的 看着跑过来 抱着自己盈平 李修竹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亲了一下盈平的小脸蛋后 对傅云霜开口道 你就别吓唬她了 看都给她吓哭了 而且长得好看 傻一点也很好啊 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在我们后世 这叫蠢萌 可太招人稀罕了好不好 希希 谁让盈平姐姐欺负我 哪何包弃了我两次呢 我吓一下她怎么了 姐夫你偏心了 一点都不疼我了 李修竹文言 美好气地扔了个白眼过去 我不疼你 你把那七千五百两还给我 傅云霜文言 立刻将七千五百两揣到了怀里 生怕李修竹要回寺的 李修竹也不是真想要回 看到傅云霜的样子 也只是笑笑 你去给沈又威熟身的时候 记得叫我 那地方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去的 另外在附近买个宅子 不用大 够沈又威居住就行 再给她安排两个丫鬟 不然她一个青楼女子 怕是都不懂得照顾自己 嗯 还要一个车夫 一个看门的 记得要对咱们家忠诚的 傅云霜文言赶忙点点头 将姐夫说的全部记下 不过记下的同时 她也有些无语 这些也要不少银子吧 就说附近最差的宅子吧 一年租下来也得上百两银子 好的姐夫 我记下了 还有什么吗 去买点牛羊肉回来 如果有鸡的话 倒回来十只 想想一大家子 十只鸡未必吃的了 于是改口道 四只吧 三个小姨妹 加自己老婆和迎婷 再算上岳父岳母 一人半只 四只刚刚好 李修竹的话一出 三女都是一正 李碧瑶好奇地问道 李公子这是要做什么 有想吃的菜 为何不直接去酒楼 李修竹摆摆手 嗨 酒楼多贵 而且我虽然说过 不想插手酒楼的事情 但是既然云霜有心 我也想帮他一把 除了迎凭这个不太聪明的 聪明如李碧瑶 和傅云霜已经知道 李修竹要干什么了 李公子 这是要研究菜市 姐夫 是要帮我研究菜市吗 二人同时开口 说完顿时一正 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 李修竹笑着开口道 怎么 是不是觉得我不太够资格 嗯 不是的姐夫 那我现在就去买 嗯 出门多带几个人 一个是护卫你安全 一个是帮你拎东西 傅云霜文言心中一暖 好的姐夫 那我这就去 随着傅云霜离去 这时李修竹看向李碧瑶 开口道 公主此来是有不解 还是有事 李碧瑶笑了笑 由于考教李修竹 说道 这些日子见多了 李公子的智慧 所以想李公子 可以猜猜看 呵呵 你猜我猜不猜 这些女人 一个个都爱搞你猜 你猜 整个跟中文顶级考核一样 一个没意思解释出了 十几种意思 最后问句句里的没意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家伙 我是你们肚子里的蛔虫吗 没劲 有奖励的 银展公子应该见过吧 若是公子猜对了 过几天 我出价钱会把金展 银展送过来 他们俩是双胞胎 还长得好看 会照顾人 有好处你早说啊 才不是因为什么双胞胎 会照顾人呢 想想之前 见到的银展模样 李修竹顿实心动了 好吧 宫里的秀女 有几个不好看呢 而且那丫头 格外好看了点 嘿嘿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 忽然想猜猜看公主的心思了 李碧瑶文言一笑 也不拆穿李修竹 看破不说破 她是想将金展 银展送到一个靠谱的人家 不想他们 跟着她远嫁去死 二人 可是从小陪着她长大的 不说情同姐妹 也是情比闺蜜了 所以虽然四个 已经几次跟她要人了 但是她依然没给 四个是什么人 她懂 她认识的人里 也只有李修竹 能让她刮目相看 尤其是对女人的 爱护这一方面 如果不是自己没机会 她都想嫁给李修竹 虽然只有三次接触 但她看得明白 可以说 李修竹是自己的理想型了 你身为公主 才离开就回来 我想一定是有事 你昨天走的 虽然突兀 但是时间充足 该办完的 理应办完了才是 那就是说 你即将要办的 是你没办完的事 之前我求你的事情 算是一件 月华那边 我倒是不清楚 但是你既然来找我 而没去找月华 那么我想 应该是我的事情 竟遇到门间牢的事情 你办妥了 李碧瑶文言 顿时被惊到了 一双大眼睛 充满意彩地 看着李修竹 这个人 他脑子怎么长大 这也能猜到 李碧瑶 也不打雅弥了 从怀中将金牌掏了出来 放在了李修竹面前 金牌 如震清零 还是免死 李修竹好奇地拿起 只见上面 果然写着如震清零 另一面 是金龙模样 倒是没有免死二字 李修竹 将金牌放了回去的 同事开口道 可惜 今天我用不上 嗯 不着急去吗 李修竹点了点头 开口道 我还没做好准备 李碧瑶没问 做什么准备 文言只是点点头 这几天 我会每天过来一次 你尽快吧 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先走了 走 不去找月华了 李碧瑶笑了笑 嗯 月华要出去办点事 让我来自己找你 既然你还没准备好 那肯定要忙 我 莫等李碧瑶说完 李修竹就打断道 既然这样的话 留下帮我个忙怎么样 李碧瑶一致 好奇地问道 什么忙 李修竹听到 耳旁那若有若无的笑声 开口道 你马上就知道了 三 二 李碧瑶自然也听到了那笑声 随着笑声接近了 李碧瑶若有所误地看向拱门 一 一字落下 两个小丫头 快速地穿过拱门 身后还有两个侍女 快速地跟着跑着 三小姐 四小姐 你们跑得慢一点 别磕着 小心 小心一点 两个小家伙 也看到了李修竹 眼睛一亮 快速地跑了过来 李修竹看向李碧瑶笑了笑 这就是 我想请你帮的忙了 这两个小家伙太粘人了 我有点分身乏术了 这时 两个小家伙也跑了过来 一左一右 极其熟练地抱住了 李修竹的胳膊 转身对自家侍女 做起了鬼脸 略略略 追不上我吧 哼 坏女 还说我姐夫在忙 燕宇文言赶忙跟上 没忙 认真的小脸格外认真 看起来一副小大人模样 看两个小家伙的表现 李碧瑶瞬间笑了起来 那是发自内心 情不自禁的笑容 以前怎么没发现 这两个小家伙这么好玩 是了 我很少来月华家 来了也是陪她 倒是很少见这两个小家伙 两个侍女妈了 文言赶忙开口 姑爷 好了 一边守着吧 你们也跑了一会了 自己去屋里倒杯茶喝 对了 给你们小姐也倒一杯来 二女松了口气 心中也感受到了姑爷的温柔 赶忙硬了声 下去了 这时李修竹才看向两个小姨妹开口道 以后跑慢点 跑那么快 摔倒了很疼的 两个小家伙赶忙点头 嗯嗯 宝珠知道了 姐夫你真好 燕宇 燕宇也知道了 嗯 姐夫真好 小燕宇又把李修竹逗乐了 这么小就悟通了人类未来上千年 才能悟到的本质吗 别人的话他们未必听 但姐夫不一样 姐夫是全天下最好的姐夫 那姐夫今天教你们个新玩法 你们和这个姐姐一起玩好吗 顿时间傅宝珠脸色一变 丧气地玩弄起了李修竹的衣角 不情愿地开口道 姐夫不陪我们玩吗 突然就感觉 不是天下最好的姐夫了 怎么办 一听这话 傅燕宇也是低下了眉眼 这一刻 无论是李碧瑶 还是李修竹自己 都多少觉得他有点罪大恶极了 姐夫今天有事啊 上午要忙一下 下午的话 姐夫打算亲手给你们做好吃的 傅宝珠文言眼睛一亮 顿时问道 什么好吃的呀 说着话 宝珠的一丝晶莹 已经滑落嘴久 顿时把李修竹逗笑了 李修竹给宝珠擦了擦肠枯的泪水 这才说到 给你们做烤鸡 另外 我还让你们二姐 买了牛肉和羊肉 给你们做点别的 顿时间 傅宝珠开心了 姐夫真好 姐夫你去忙吧 我们带这个姐姐去玩分方块 这有的吃的连新游戏 都可以不要了 好家伙 这要是放在以后 肯定是个吃播选手啊 姐夫 烟雨想吃鸡腿 好吧 这还有一个呢 这姐俩 也不知道会不会长歪了 希望干吃不胖吧 烟雨你不会吃哦 鸡身上最好吃的地方 必然是鸡翅啊 嗯 鸡屁股好像更好吃点 就是听起来有点负担 敷烟雨文言手指 放在了下巴上 似是在沉思两者的味道 好像都是一样的吧 那是他们不会做 宝珠文言顿时问道 那姐夫你会做吗 我当然会啊 这时 李修竹忽然看到了 李碧摇亮晶晶的眼睛 大意了 让云霜买少了呀 这不就多出一个人来 算了 我就不吃鸡了 有牛羊肉 撸串一样好 可惜了 没有气泡饮品 终究是差点感觉 傅宝朱文言高兴地拍着手 那我要吃姐夫 烤得鸡翅 烟雨也要吃 李修竹看向李碧摇开口道 碧摇若是今天没事 也可以等等 晚饭一起吃 李碧摇顿时点了点头 他可就等这句话呢 他家产都给了 还要陪两个小家伙玩一天 吃顿饭不过分吧 看着被两个小家伙拉走的李碧摇 李修竹并退了下人后 他的每一步或长或短 每一步看似毫不相关 但都在周易64卦内 起初还显生涩 可可斑斑难免的 但是第五遍的时候 他终于完整地走了下来 从脚底时刻升起的暖流 仿佛突破了界限一般 在一个大周天后 强行冲入了身体 将本是堵塞的经脉 硬生生撑出了一道裂缝来 随着那一道裂缝的产生 他的身体仿佛有什么松动了 李修竹没敢大意 脚下一动 再次走了起来 这一次和上一次又不一样 如梦似幻的残影 伴随着步伐出现 让人隐隐绰绰看不真切 暖洋洋的气体 以一个微弱的频率 持续出现在身体中 游走大周天 随后汇聚在体内 是的 就是体内 而非丹田 李修竹没有犹豫 这么好的时刻 不修北明神宫 简直抱天天窝 北明神宫一共三十六图 图一手太阴费经济任脉 来北明神宫根基 其中拇指之少商学 即弹中学 由为药中之药 前者取 后者注 人有四海 谓者水谷之海 充卖者十二经之海 但中者气之海 脑者水之海 誓也 以少商取人内力 而注之于我气海 为逍遥派 正宗北明神宫能知 人时水谷 不过一日 尽谢诸外 我取人内力 则取一分 注一分 不谢无尽 欲记欲后 由北明天池之巨尽 可服千里之鲲 三十六幅图 李修竹练了一下午才练好 刚一睁眼 就看到八只眼睛 齐刷刷地看向自己 嗯 你们这是干嘛 好在八只眼睛 没有一横排下来 不然他肯定以为 这是蜘蛛精转世呢 姐夫 这都身是三克了 我们看看 你啥时候做好吃的 呃 身是三克了 三点四十五分了 嗨嗨 是姐夫的问题 可怜姐夫 我还没吃饭呢 都没人叫我的吗 这时 一旁的李碧瑶 则是眼神紧紧地盯着李修竹 忽然问道 你有气感了 李修竹一正 也不奇怪 毕竟李碧瑶也是三流高手 同时他也知道 为什么三个姨妹没打扰自己了 没错 刚有的气感 李碧瑶文言有些奇怪 奇怪 你都时期了 这个时候练武 为什么会有气感 李修竹文言一致 调查我 不过 以后不要在外面修炼了 在屋子里关好门修炼 否则修炼途中被人打扰 很容易走岔气的 到时候轻则受伤 重则可能生死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但是也没太在意 北明神功和其他功法不一样 内力是散在周深穴位的 哪怕是突然被人打断 内力也只会瞬间被收回到相邻穴位 不用担心出事 不过李修竹自然不会解释这个 谢谢 道谢过后 李修竹看向傅云霜开口道 鸡杀了吗 傅云霜文言点了点头 开口道 我买了十只 先让厨子杀了五只 咦 这不自己那份烤鸡就有了 李修竹顿时间心情就更好三分 为美食 美人不可辜负 李修竹带人这四女来到了厨房 顿时满屋子的肉心未熏的四女 快速跑了出去 这时 一旁早已等候的大厨抱大开口道 姑爷 听二小姐说您 今天要做点吃的 不知道能不能让我们看一手 这可不是抱大心理的真实想法 此时抱大心理是在暗骂的 这便宜追续搞什么 每天安心吃吃喝喝玩玩得了呗 咋 还想来 他们厨房抢活干 这也太不地道了吧 李修竹则没想那么多 免费的劳动力 不要白不要 顿时李修竹开口道 行 鸡毛都把干净了吧 你带上四个人 和我一起做吧 得嘞 我们也学点 李修竹看了看厨房杀的鸡 顿时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赖 没一根鸡毛 而且鸡是好鸡 一看就像清远的走地鸡 准备点东西 胡萝卜 大蒜 姜 香菜 芹菜 葱白 蜂蜜和橙子 都准备一些 这 谁家做菜放橙子 这不是虾搞吗 胡萝卜 那不是只有炖羊肉的时候 才有人吃吗 芹菜 那东西盐放少了 都不入味吧 还有蜂蜜 这是做甜品 但它其实是来看笑话的 自然不会提醒 李修竹看了看周围的调料盒 盐和五香粉也有 大致烤鸡就是这了 对了 茴香 孜然 清剑 花椒 芝麻 也给我准备点 可惜这个时代没有辣椒 要是有辣椒 那生活肯定更完美 好家伙 要的东西还不少啊 不过这些东西还真能找见 就是自然需要去西市找胡商买点 这个需要材料比较多 好多家里没有 我得让人去西市买一些 行 尽快吧 先安排几个人拿一块干净的板子搬出去 好 说实话 厨房里刚杀完鸡 这个位别说 四女受不了 她也不太受得了 搬出去空气会好很多 一开始 她本来是想只做烤鸡翅 烤鸡腿的 但是剩下的肉 她没想好咋处理 索性就做成烤全新号新号 等李修竹一出来 大小四个女人就围了过来 小宝珠心有余悸地开口道 姐夫这个味道也太难闻了 既能好吃吗 傅云霜文言好笑地开口道 平日里也不见你少吃一口 宝珠文言想了想 似乎那些鸡做好了是挺好吃的 反正我不会进去了 好难闻啊 李修竹赞同地点点头 没事 我让他们搬出来 我们在外面坐 说着李修竹开口道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要做个炉子 炉子 对 烤鸡需要用到 我们可以找点瓦片 和点泥巴 反正时间还早 我们可以看看 谁弄的炉子更漂亮 傅宝珠听得眼前一亮 立刻拍手道 嘿嘿 我早想玩泥巴了 就是姐姐们不让我玩 这下我可以随便玩了 这 我不是解锁了这丫头的天性吧 不过李修竹并不认为 玩泥巴有什么不好 因为偶尔要修补屋顶 家里是有瓦片的 泥这东西更是取之不尽 李修竹带着四个女人 做了五个造型不一的炉子后 所有的材料也基本都弄好了 将两个脏兮兮的小丫头 拈去洗漱后 李修竹带着厨师开始处理机 此时 傅云霜和李碧瑶没走 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李修竹忙碌 李修竹切机的时候 忽然发现这鸡内脏居然都没有了 看到这里 李修竹有点可惜 他也知道这个年代的人不吃那些 但那都是好东西啊 下次让他们留下来自己做 算了 五只鸡就一串鸡心 麻烦一次不太值得呀 可惜 要是有冰箱的话 倒是可以留一下 先用盐 五香粉在鸡肉表面不停揉搓 揉搓至微微有温度的时候就好了 先放入凉酒中花雕酒去除腥味 再将第一次要的果蔬 全部捣碎成泥后 加入一定量清水 将五只鸡分别进行了腌制 这个腌制时间 正常是放在冰箱里俩小时的 但是现在没冰箱 也只能腌长温腌制半小时了 李修竹看了看其他人做的 看到酱汁比例浓度没有大问题后 他又去水塘边 弄了石片硕大的荷叶 姐夫 不是做烤鸡吗 还要荷叶吗 李修竹一边清洗 一边开口问道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叫花鸡 叫花鸡 一听这个名字 两女就是一致 这该不是乞丐的吃食吧 倒是报大文言 脸色微变 嗯 这是叫花鸡的做法吗 李修竹看了一眼报大 笑了笑 还知道叫花鸡 看来这厨子懂得不少 不是 不过会用上步骤 没办法 一开始的鸡不适合明火烤 现在又没有锡纸 叫花鸡的做法 是唯一使用的 烤鸡清洗过后 裹上荷叶 包上薄薄一层泥 就放入了火炉烤了起来 这个过程前期就三十分钟 而洗澡的两个小家伙 也换上了新衣服 美美地出现在了三人这边 姐夫 烤鸡什么时候就好了呀 李修竹笑了笑 等半个时辰 正好晚饭时能好 家里吃饭是晚上六点 现在已经五点了 一个小时可以了 啊 还要半个时辰啊 宝竹撅着嘴 显然是对李修竹的答案不太满意 烟雨则乖巧地看着火炉 似乎在等能吃的时候 就啃一口一样 李修竹笑了笑 回到案板上 开始切牛羊肉和果蔬 然后又用竹签一根根地串了起来 姐夫 你这是在弄什么啊 宝竹又馋了 看着那生肉 都想尝尝什么味道 主要是 这肉串上还有果蔬 看起来好几种颜色 让人一看 就胃口大开 就连烟雨都站了过来 大眼睛一眨 不眨地盯着 姐夫这是做烤串 不过现在肯定不能吃 等姐夫上了火才行 好吧 李修竹看小丫头 一脸不情愿也没办法 总不能让小家伙吃生肉吧 银瓶 你过来扇着风 别让虫子飞过来 一旁的银瓶赶忙应了一声 好的 李修竹看看时间 来到烤炉边 将一个个烧印的泥陀 都拿了出来 两个小丫头 顿时眼前一亮 跟了过来 姐夫能吃了吗 宝竹的话刚落 烟雨就皱着眉头说道 可是烟雨都没有闻到香味 傅云霜和李碧瑶 也凑了过来 老实说 李碧瑶是有点失望的 因为她也没闻到味道 倒是傅云霜有点期待 她是最相信姐夫的人 既然姐夫说好吃 那就一定是好吃的 李修竹开口道 因为有荷叶和泥土包裹呀 你想闻到什么香味 不过还不能吃 等一下还要刷蜂蜜的 李修竹说着 轻轻敲开一个泥土壳 顿时间烤鸡的香味 迎面来 和烤鸡的味道不一样 这个味道带着果蔬的香气 哇 姐夫好了 好了 能吃了 我闻到香味了 宝竹说着话 眼泪不争气的 就从嘴角流了下来 姐夫 呃 烟雨睁着大眼睛 委屈地眨巴着 似乎李修竹说不给吃 她就要哭了一样 就是刚才一开口 一不小心 也流了一串眼泪下来 云霜没说话 大眼睛忽散忽散地 看着姐夫 不知道姐夫 是怎么这么厉害的 好像什么都会一样 李碧瑶也从刚才的 失望状态 变成了期望 这个味道 只是闻闻 就会觉得很好吃 真不能吃 一个是可能还没熟透 二是要收水分 刷蜂蜜 才能让味道更好吃 哇 姐夫你坏 铲宝桌 不是 你这说哭就哭的本事 哪来的 那边烟雨也流出了筋豆豆 反而憋得一叶一叶 李修竹头疼挠了挠头 对这些小孩子 他是真的不行啊 这时 云霜眉头微皱 都不许哭了 再哭 今晚你俩都没得吃 云霜话一落 保住顿时收声 烟雨赶忙拿袖子 擦了擦眼泪 安静了下来 这 李修竹诧异地看了看云霜 没想到 云霜居然这么厉害的 这一刻 云霜脸色一红 完了 该不会给姐夫 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吧 姐夫该不会觉得 我很凶吧 想了好一会 云霜都没想到怎么解释 一时间 云霜都快哭了 好在李修竹看出了点什么 赶忙开口道 云霜真棒 也就你能震得住 这两个小家伙了 此时闻到香味 赶快地抱大人都妈了 这个香味 真的是眼前的坠续做的 这 抢饭碗啊 李修竹将荷叶打开 先是散了散水气候 然后才给烤鸡刷上蜂蜜 将炉内的火焰打灭 只剩下星星之火后 李修竹将垫着荷叶的烤鸡 再次放回炉内 这一次没包荷叶 星火余温的挥发 将会在炉内形成一个烤炉 李修竹转头看了一眼 暴大后 开口吩咐道 剩下的鸡也这么操作 交给你了 好的 古言 暴大心情复杂地 开始重复起了李修竹的步骤 李修竹则烧了点木炭 开始烤串 烤串要比烤鸡简单得多 最上等的肉前期 直接烤就行 不时地刷一点油脂在上面 咸味 颜色已经有了微微的焦黄 刺啦刺啦的油脂低落声 配上青烟苗苗 满是香气的肉串 简直是绝了 这时 李修竹将粘好的调料一撒 那味道挠一下就上来了 不过他没放清剑 这东西 小孩子吃不惯 大人的话吃的时候 磨点泥刚刚好 好像 这一次就是李碧瑶这个皇宫公主 都忍不住了 情不自禁地咽了口眼泪 两个小家伙的眼泪 更是在地上湿了一小片痕迹了 傅云霜一边咽眼泪 一边想夸赞一下姐夫 但是刚一开口 分泌的泪水就再次充满口腔 他只能含泪再次咽下 如此几次 他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生怕一说话就和三妹 四妹一般 眼泪直流 呜 怎么如此香啊 姐夫 呃 姐夫 吃 眼看两个小家伙 马上又要哭 李修竹赶忙开口道 别别别 再等三十息左右 坚持三十息就就好了 别说几人被常哭 他自己都快常哭了 这一口串都快一个多月没吃过了 好在李修竹切得快不算特别大 一分钟后串烤好了 李修竹串刚烤好 一抬头 就是一堆嗷嗷待哺的女人 给给给 保住你的四串 烟雨你的也是四串 云霜 这是你的 必要 你的 李修竹拿起剩下的四串刚想吃 忽然觉得自己忘了什么 一股忧怨的情绪 仿佛从背后升起 怨气太深 都有了微微冷意 李修竹疑惑地一回头 顿时无语 只见自己小妾银瓶一脸想吃 又不敢开口要的样子 眼神中的忧怨仿佛已经化作了实质 差点把自己的宝贝小妾忘了 可这前面的已经分了 再分四串 自己没了呀 努力半天 为他人做嫁衣 李修竹虽然心痛得无法呼吸 但还是忍痛将肉串递给了银瓶 银瓶 这是给你的 谢谢姑爷 李修竹不想说话 再次放好肉串后 有点妈了 这趟火炉边地方有限 一次最多烤二十串 不是还没自己的吧 不行 我不能放弃 这次一人分他们两串 我要吃十串 可这 不会被打吧 要不吃点亏 一个给三串 自己吃五串 这似乎可以 就在李修竹忍记挨饿的时候 忽然一根串得到了李修竹嘴边 李修竹一正 下意识地看向一旁 只见云霜正红着脸 不敢看他 姐夫 你累了半天了 李修先尝尝 谢谢 这是一昧情啊 拒绝不了 他才不是因为想吃肉呢 嗯 真香 咸淡适中 自然和回香的特殊香气 将牛羊肉的味道 挥发得刚刚好 不但去除了肉腥味 还保留了肉本身的味道 芝麻的灵魂加入 让烤肉多了一分香醇 微量的花椒粉末中 喝了一小部分的肉汁油腻感 加上带着烟火器的烤肉 格外有嚼劲 蔬果的鲜甜也在这一刻被挥发 咬上一口 尽是满足 嗯 哦 好烫 这也太好吃了吧 李修竹文言一边吃 一边瞄了过去 让我看看 谁还有功夫说话 好吧 是李必摇 那没事了 李修竹意犹未尽地吃了一串 没想到第二串 立马就到了嘴边 往旁边一看 是迎瓶 果然是自己的乖乖小倩 没白疼你 其实一开始 迎瓶压根就没想到这一茬 但是二小姐为了 这不是把她架在火上烤吗 她可是姑爷最喜欢的小妾 怎么能被比下去 你喂一串 那我必须喂两串 李修竹才不管那么多呢 有的吃就好 连吃两串 那是相当满足 不过 面对迎瓶递过来的第二串 李修竹并没吃 你吃吧 多吃点肉肉 对身体好 这 好吧 是姑爷不吃的 不是他不给 李修竹的目光 看向宝珠 宝珠 你看姐姐都让给姐夫吃了 你 宝珠文言 顿时脸色一变 拿着串就跑了 这 小棉袄漏疯了 李修竹转头看向傅烟雨 顿时脸色一黑 只见此时傅烟雨脸色慌张的 将最后一串 全撸进了嘴里 但她的嘴哪能装得下那么多 于是 两只小手派上了用场 只见她一手抓着一把肉和蔬果 使劲往嘴里塞 一张不大的小脸腮帮子都鼓了起来 好家伙 这何止小棉袄漏风 这是破洞了呀 慢点 慢点 姐夫不和你们要了 两个小丫头这才松了口气 继续嗷呜嗷呜地干起了饭 嗨 还什么跟姐夫最好 还是给的不够多啊 一顿美食 就让你俩原形毕露了吧 李修竹正在感慨 一只烤串递了过来 这回是李碧瑶 吃吧 我等下吃点别的 李修竹也没客气 吃的东西不少 主要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李修竹这次吃的不快 李碧瑶就这么举着竹签 喂着 看起来倒是有点 郎才女貌的味道了 傅云霜看着叹息了一下 也没什么吃醋的情绪 不仅仅是因为 当代女子的婚姻关 还因为这姐姐待不了多久了 马上就要远嫁新罗了 听人说 新罗那边天寒地冻 每年都会冻死不少人 也不知道碧瑶姐姐 受得了受不了 肉串好得很快 几分钟后 李修竹就有了自己的串 两个小家伙 对手上的三个串 表示不太满意 吃完后 立刻看向李修竹 水汪汪的大眼睛 配上那一身 委屈巴巴的姐夫 好吧 他真不是舔狗来着 但奈何小姨子们 都太会装可怜了 哪个男人受得了这个对吧 将手上的三个串 分给了二人 一人一个后 李修竹享受起了 最后一根串 咕 咕噜噜 嗯 这是谁啊 不是都吃上了吗 怎么还闹肚子了 李修竹看向一旁 紧接着看到了 几个一直咽口水的侍女 李修竹转头 强迫自己当没听见 但是那咕噜噜的打鼓声 仿佛时刻在提醒她一样 你能想象你吃饭时 旁边一个没吃饭的人 盯着你看时的尴尬吗 迎平虽然是姨娘了 但是是丫鬟出身 自然不好多管 云霜作为二小姐 府里暂时的女主人 看向几个丫头张了张嘴 也不知道说什么事好 说你们几个别叫了 这他们也管不住自己啊 想了想 云霜开口道 你们先去吃点饭吧 几女顿时松了口气 但眼神却立刻看向暴大 暴大一致 看了一眼厨房后 无语地开口道 晚饭还得一会 她也饿 她也馋 但是能怎么办 和主人家抢吃的 她怕是不想混了 这时 李修竹手中这一批的串烤得差不多了 撒好调料后 李修竹忠实开口道 过来吧 一人领两串 然后等吃饭 五个侍女闻言一正 不可置信地看向姑爷 这是他们能想的 五女面露喜色 谢姑爷赏赐 暴大立刻凑了上来 惊喜地问道 姑爷 我也有吗 他早就想试试 这烤肉串 是不是真向大家表现得那么好吃了 李修竹文言白了暴大一眼 和女孩子抢什么 排后面去 得嘞 谢过姑爷 李修竹给五个侍女分完 立刻就看到了 五个侍女后面的傅宝珠和傅烟雨 顿时有点头疼地开口道 你们两个还吃啊 一会不吃鸡了 要知道 他准备的串虽然不大 但是也不小 他吃了六串就三分饱了 这两个小家伙 这是想敞开肚皮吃啊 他也不是不舍的 就是怕吃多了 撑坏肚子 姐夫你不爱我们了 我 眼见傅烟雨还想擦眼 李修竹吓了一跳 给 给 给 不能揉眼睛 一会东西进眼睛了 难受坏你们 一人分了两串后 李修竹将剩下的肉串 都给了抱大 开口道 剩下的你和厨房帮厨的 都尝尝吧 剩下的也就六串 四个人怎么分李修竹就不管了 三女没分到 也不着脑 只是看向李修竹 不过这次李修竹没在烤串 而是走到一旁的烤炉 把鸡拿了出来 众人一震 这才想起了烤鸡 倒不是烤鸡不香 而是自然的味道太冲了 加上烤炉激进封闭 大家都忘了烤鸡了 烤鸡取出来 金黄色的色泽 顿时间就吸引了几人 香甜的气味 也因为暴露 而完全地扩散开 正在吃串的傅烟雨和傅宝珠 忽然转头 顿时快速地冲了过来 姐夫 姐夫 啊 啊 啊 你俩张那么大嘴干嘛 当自己是小鸟等位呢 李修竹虽然心中吐槽 但是对这两个小姨妹 也是喜欢的紧 给二人一人扯了一只鸡翅膀后 又给傅云霜和李碧瑶 一人扯了个鸡腿 剩下的李修竹没动 又从旁边的鸡身上 扯了俩鸡腿 自己和银瓶一人一个 虽然鸡翅更香 但是鸡腿 才是考验一只鸡的关键 只要鸡腿能完全入味 那么一只烤鸡 就是完美的 鸡腿扯开 汁水顺着缝隙流了出来 饱满的汁水 让人一看 就食指大动 此时鸡女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吃了 焦香的脆皮咬上去 有种薄薄的脆感 下面就是鸡肉的鲜嫩多汁 说过香料的味道 在口腔中迸发 那是一种淡淡的香味 微微的咸味 混合着蜂蜜甜味 在口腔中 混合出了全新感官 香酥软嫩 好好吃 这个鸡翅是宝竹吃过最好吃的食物 说着 宝竹忽然看到了手中的烤串 补充道 和烤串一样的好吃 还好 烤串心没凉 不至于让你一边说不好吃 一边狂塞 咱们一共吃三只 剩下一只给父亲 母亲 另外一只给你姐留着 六个人吃了那么多烤串了 再吃三只鸡 就是不吃米饭 也妥妥地吃饱 李修竹有点可惜 本来他还想搞点果茶的 但可惜时间不够了 今天傅月华回来的略晚 晚餐是傅文汉 陈氏等傅月华回来的时候才吃的 知道几个孩子已经吃完 对于几个孩子的没出现 傅文汉倒也没在意 只是菜一上来 傅文汉就是眉头一皱 咱们家穷的 已经要吃剩饭了吗 上菜的侍女本就紧张 文言更是扑通一声跪下了 老爷 奴婢拦了 但是两位小小姐硬抢 奴婢没拦住 只见两只烤鸡中的一只 此时居然不翼而飞了 两个鸡翅和鸡腿 整只鸡身上最精华的地方没有了 这也难怪傅文汉生气 不过傅文汉一听 是两个闺女弄的 顿时气就消了大半 看来是小家伙 饿极眼了 跑到厨房抢吃的去了 不过他傅文汉的女儿 再饿也不应该这么做 这两个小家伙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越滑忙 现在云霜也要忙了 你这个 当娘的应该管管了 陈氏文言赶忙开口道 老爷说的是 切身回头会去看看 傅文汉文言 这才满意 对贵着的侍女说道 这只拆开的鸡就赏给你了 端下去吧 不管怎么说 他傅文汉是当朝一品相国 岂能饭桌上有残羹 贵着的侍女文言眼神一亮 欢迎订阅新魂爽文 下一集再置顶评论 真的吗老爷 嗯 啥玩意 我一个当朝一品丞相 在家说话都不管用了 还得说第二遍了 侍女话一出口 立马就意识到了错误 赶忙开口道 对不起老爷 是秋菊太激动了 奴婢这就端走 傅文汉文言 眉头依然微皱 这丫鬟 真是太没见过世面了 一只鸡有什么好激动的 丢人 太给他这个相国丢人了 不过他也没说话 打算回头跟傅月华谈谈 问问看 是不是给吓人的待遇太苛刻了 此时 傅月华也是眉头微皱 要知道 他们家的二等丫鬟 也是每个月一两盈利钱的 而且 每日里每顿家里的剩菜 也是人人有份 还有两个素菜大锅 一碗羊汤 两个主食的定量 等秋菊离开 陈氏起身 看向剩下的一只鸡 笑着开口道 今日的鸡我倒是从未见过 如此焦黄却饱满的颜色 真是让人一看就有食欲 傅文汉文言汉首 他也看到了 今日烤鸡的不一样 许是新菜式 看来报答还是有创新的 不是守旧之人 陈氏笑笑 将鸡拆开 两个鸡腿 一个给了大女儿 一个给了自家相公 他自己弄了个鸡翅 这个年月 人们都认为最好的是鸡腿 其次才是鸡翅 早已有点嘴馋的陈氏 一坐下 就咬到了鸡翅上 顿时眼前一亮 素软多汁 仅仅是一口 就让人眼前一亮 陈氏下意识的一丝 顿时肌肉裂开 香浓的甜味 配上微微的咸味 仿佛一道闪电分开 本是混沌的天空 一时间精味分明 却又巧妙地融合 好吃 纯齿留香的好吃 这么想着 他的手已经下意识地 去加另一根鸡翅 与此同时 同样吃到如此美味的 傅文汉和傅月华 也挣住了 这 怎么会有如此好吃的烤鸡 待看到陈氏 去加另一只鸡翅的时候 二人的手下意识地伸了出去 啪 三双筷子碰到一起 三人如梦初醒 顿时间就有点脸红 这是大户人家能干出的事 一时间 三人 齐齐收回了筷子 傅月华身为小辈 当先开口道 爹爹每日里操劳政务辛苦了 这鸡翅 理应由爹爹吃 陈氏也跟着说道 月华说得没错 老爷吃吧 我们吃点鸡胸肉就好 傅文汉文言也想推让 但是张了张嘴 这推让的话 怎么都说不出口 傅文汉看向一旁 另一个不断咽口水的侍女 开口道 明日让豹大再做五只这样的鸡来 侍女文言一正 立刻开口道 老爷 这鸡不是豹大厨做的 是姑爷做的 姑爷一共做了五只 和三位小姐 公主 迎平夫人分吃了三只 然后姑爷和二小姐 去送公主的时候 三小姐和四小姐 两只鸡翅和鸡腿 傅文汉文言人妈了 好家伙 原来小三和小四是 吃了自己的那份 又来抢他们的 这一刻 傅文汉看向两人 顿时间三人的眼神 达成了一致 这俩逆女 得教育啊 月华 你的妹妹 你也得上心教育啊 傅月华心领神会 是 父亲 晚点我就去看看两个妹妹 这是什么 傅剑女卫王 抽出七匹狼啊 不过修竹这鸡做的确实不错 可以让她娇娇报大 抱大着厨师当的 一点都不懂得创新 到了现在 居然被修竹一个小年轻超越了 不过 做菜毕竟尚不得台面 还是让她不要沉迷于此 傅月华文言点了点头 心中却多少有点不以为然 她这个便宜夫君 可是好像什么都会一点 沉迷 不存在的 李修竹回屋后 则是继续练习 林波微步和北明神功 北明神功36伏 可是每一伏都需要内力为引的 虽然不多 但是对没内力的人而言 却很困难 而且 你有内力不好控制 弄不好容易死 所以 这是个水墨的过程 第二天一早 李修竹一出房门 就看到了门外喝茶的李碧瑶 李碧瑶头也没台的 自真自引地喝了一口 才平缓地说道 李公子今天去遇刀门吗 李修竹也是第一次 见这样的李碧瑶 别说 皇家卫十足 要说皇家卫是什么卫 那必然是AC缺的那一位 装得太牛了 去 李碧瑶文言一正 随即了然 看来是因为昨日感悟到气 难道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能感悟到气 可是既然如此 还去监牢干什么 能在17岁 感悟到气的存在 必然是最顶级的秘籍了吧 李碧瑶虽然好奇 但是也没多问 武学之秘 基本属于各家 二人趁着两个小家伙还没起 就出了门 玉刀门位于白虎街 独占一方 马车还没靠近 玉刀门的守门 就已经警惕了起来 也不是真警惕 毕竟玉刀门已经几十年没出过市了 主要是坐给上面看 李修竹和李碧瑶乘坐的马车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 二人下了车 门卫赶忙往左一步 二位 他话还没说完 李碧瑶就掏出了金牌 钦差 金牌一出 侍为一致 看了一眼上面的四个字 顿时间跪在了地上 吴皇万岁万万岁 嗯 带我去监牢 莫 监牢的腐败和血腥气很浓 还没进入 在门口二人就闻到了 二人微微皱眉 但都没说什么 大人 不知道你们要找谁 李碧瑶闻言看向李修竹 问道 你找什么级别的高手 三流就行 不过要死刑犯 嗯 他不就是三流吗 还找别人干什么 不过李碧瑶也不多问 看向牙内问道 三流五者死刑犯有吗 有 咱们这三流五者人最多 大约有几十个 二流大约二十个 一流只有五个 一流这么少 顿时间李修竹有点没底了 还说在监牢里住下 出关就绝世呢 看来他想多了 说着话 二人被带到了一个牢房前 这个牢房是原木座的围栏 牢房里有一个男人 男人此时手脚都被架锁锁着 听到声音 男人看了过来 凶狠地看了一眼三人 立时就被李碧瑶吸引了 女人 是女人 哈哈 这囚徒喊叫着就冲了过来 看得李碧瑶微微一退 李修竹也挡在了李碧瑶面前 要不你先出去 李碧瑶闻声皱眉 你一个人可以吗 放心好了 我这人从不做无准备的事 李碧瑶看向一旁的牙内吩咐道 你在外面守着 无论什么事都听这位大人的话 出了事记得喊人 李修竹闻言摇了摇头 不用喊人 李远点呆着吧 李碧瑶闻言一致 但还是点了点头 都听他的 说完李碧瑶出去了 李修竹这才看向 还在喊女人 做着不雅动作的囚犯 露出了个笑容 我打他们一顿 问题不大吧 牙内闻言赶忙开口道 只要人不死 大人您随意 棍子借我用一下 牙内用的是水火棍 棍子用特殊药水浸泡 密度很大 即便是和刀剑相碰 也可以一时不损 日常这些人 也不好用刀剑打压 这水火棍 就是最好的武器 是 大人 行了 打开牢门 然后退出我视线范围 诺 对于李修竹 说开牢门牙内也不怕 一个三流高手 被锁了手脚 别说这神秘的大人了 连他这牙内都可以收拾 不然 你以为这些人的武功 为何没被废 也没被穿琵琶骨 牢里的囚徒也不闹了 警惕地看着李修竹 眼珠子一直在乱转 忽然 他节节一笑 让开了道路 哼 一个富二代公子哥 如果说了他 那么必然能出这监牢 刚才他已经看过了 这公子哥脚步轻飘 压根就不是什么高手 牢门打开 牙内走向牢狱门口 李修竹则往牢房里走 李修竹刚一进去 这大汉就冲了过来 势在必性的环抱 还没将人抱住 他忽然眼前一花 嗯 高手 只来得及产生这个念头 他忽然两腿一痛 一声惨叫跪在了地上 下一秒 两只手臂也传来了剧痛之感 一声叫喊刚刚发出 李修竹就已经绕到了他身前 一颗药丸 突兀地塞进了他口中 囚徒心中一紧 用屁股想也知道 这不是好东西 但他还来不及吐出 李修竹猛然一下 合上了他的下巴 顾舵 你给我吃了什么 这一刻 刚还在嚣张的凶徒 终于害怕了 与此同时 走出去没几步的牙内 露出了笑容 一个三流祸色 还想挟持大人 脑子被驴踢了 李修竹没说话 而是走到了凶徒身边 随手按在了 他的肩颈穴上 下一刻源源不断的内力 从凶徒的身上传来 凶徒心里一紧 惊恐地就要大叫 但是他张了张嘴 连一个音都发不出来 全身内力汹涌流出 仿佛被抽空了脊髓一样难受 忽然 李修竹停了下来 就在凶徒松了口气的时候 又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身体 如此两三回 凶徒心如死灰地趴在地上 任何一个练武之人 都不太能接受武功进尸 他的丹田 已经被压榨到了极致 造成了损伤 以后再也不能修行了 李修竹锁好牢门走了出来 紧接着就盘膝坐在了地上 三流高手的内力虽然不多 但却比他的多多了 将这些博杂的内力练化后 重新分入各个穴道 他大概算了一下内力转化比 居然只有20% 不过普通内力 转化成两层的北明真气 还有什么不满足 而且 即便这两层内力 也让他穴道里内力充盈了起来 李修竹吐出一口浊气 站了起来 看向不远处的崖内挥了挥手 大人 有何事吩咐 我进来多久了 牙内自然也看到了李修竹打坐 文言也不意外 大人进来一个时辰了 李修竹汉手 也没意外 北明神宫是以自身搬运 自身内力越厚 吸内力和炼化内力才能越快 走吧 带我去看下一个 记得死刑犯 最好穷凶极恶那种 是 大人 第二个是个老头 对于李修竹 老头看都没看一眼 但是一个老头 他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似乎是看出了李修竹的顾虑 一旁的牙内开口道 大人 你别看他是个老头 还只是个三流高手 但他可是杀了佐家庄118口 死 这么狠的吗 那么他没有顾虑了 很好 你先出去吧 一会儿我再找你 是 大人 李修竹进来 老头终于看了李修竹一眼 你是要处死我的吗 挺好 我早就不想活了 只是没想到 到死的时候 竟然不敢对自己动手 老头似乎许久未笑过 已经不太知道怎么笑了 是以笑起来格外难看 这是有故事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还是决定先问问 刚牙内说 你杀了佐家庄118口 可有无辜 老头文言 奇怪地看了李修竹一眼 点了点头 老弱妇如53人 算无辜 也不全无辜 他们虽然没害死我 恼恼 却也欺负过我的 恼恼 我没办法 我宁愿错杀一堆 也不愿意放过一个 唯一让我感觉理亏的 是我杀了王嫂子一家 他们一家是唯一对我家 恼恼好的了 我想了想 恼恼一个人在下面孤单没人疼 只能让他们 再帮我照顾照顾了 来生 我做牛做马还他们 李修竹沉默 有隐情 但确实该死 可怜之人 也有可恨之处 李修竹上前 手放在了老头身上 源源不断的内力 从老头身上传来 居然比第一个壮汉 多了三倍两不止 在李修竹洗老头内力的时候 老头诧异地看了 李修竹一眼 紧接着 就当李修竹不存在 仿佛被吸的那个人 不是自己一样 这次李修竹 没给老头吃哑药 而是留下了一颗毒药 想死的话就吃了 老头文言看了一眼 苦笑道 我若是有勇气死 早就动手了 如果大人可怜 最好能帮老朽一把 李修竹沉默了片刻 开口道 三日后 若是你没死 我来送你一路 谢谢 出了劳门 李修竹再次盘息坐了下来 这次李修竹 虽然吸了之前三倍的内力 但所用的时间 却只有第一次的三分之二 吸收完老头的内力后 他有一种感觉 他现在已经是三流水准了 只是他休息的内功 和别人不一样 无法从内在感应上去 判定自己的内力水准 这就和先天功一样 一开始休的 就是先天内力 但是量 也是一点点积累来的 你根本无法用境界 界定这个区间 这一天 一直到下午三点前 李修竹都在牢房 足足吸了 十八个三流舞者的内力 到了后面 李修竹 平均吸一个人的内力带电话 也就一盏茶 这盏茶还主要是炼化 内力几个 呼吸就吸干了 直到他感觉三流舞者内力 对他杯水车心 李修竹才停了下来 李修竹出去的时候 李碧瑶还在等 看到李修竹出现的那一刻 李碧瑶眼神 有点忧怨 就算吃米武功 也不能不吃饭 你看 这都什么时辰了 我不管啊 今天没有好吃的鸡翅 明天我可就不来了 李修竹文言 好奇地问道 你喜欢吃甜口 昨天的烤鸡 虽然有咸味 但是外在还是煮甜口 李碧瑶看向李修竹反问道 你觉得 哪个女孩子 能拒绝甜食 嗯 这倒也是 可惜 牛排骨不适合糖醋排骨 不然糖醋排骨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 红酒会牛肉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西域已开 葡萄酒已经流入了大粥 能弄到葡萄酒吗 李碧瑶眼前一亮 这是新菜 要多少 两壶 不 还是五壶吧 家里那么多吃货 做少了够谁吃 就这他都觉得不够 只是葡萄酒贵重 他也不好多药 再想两个别的菜吧 家里有一 二 三 六张嘴 加上自己七个人 还不算岳父岳母 真的是难搞 李碧瑶点了点头 不多 你先回去准备 我回皇宫拿 好 简单地分工后 二人分道扬镳 李修竹回到家 就开始腌制 洋葱 胡萝卜 芹菜 先准备好 暂时无法腌制牛肉 红酒没来 不过可以先准备点别的调料 比如说 弄点蜂蜜和梨子 还有丁香 和新鲜的精简 因为腌制时间不可能达标 梨子和蜂蜜 含有能分解蛋白质的 酵素蛋白酶 能最大程度地 让肉腌制入味 且锁住水分 让牛肉变得软烂香嫩 丁香和精介 可代替百里香 去腥提香 口膜去跟分成四半 剩下的 也就一口高汤 高汤这东西家里有 老妇喜欢喝鸡汤 鸡汤也是这时的主餐饮 是以大户人家火上 基本人人 喂着一锅陈年老汤呢 李修竹弄得差不多了 李碧瑶也来了 红酒比李修竹要的要多 他直接让人带来了一个 盛放红酒的木桶 虽然桶不大 但是装个二十壶 都绰绰有余 这时候的酒壶也不大 一壶八两酒 看到这李修竹松了口气 那就不准备别的了 可惜没黄油 不过问题也不是很大 刚好今天不知道 做分离吧 你先做 我先腌肉 腌肉 虽然李碧瑶基本不进厨房 但也是第一次知道 腌肉这个词 这个年代 谁家吃肉还腌制 基本都是直接炖 嗯 李修竹没解释 先将牛肉腌制上 随后 李修竹又看了看吴字书 了解了黄油怎么分离后 就开始了人工嚼奶 李公子 你这是在干嘛 牛奶这么嚼可以吗 这都起糊了 这才奶到哪 最少还得斩查时间 要不你帮我嚼嚼 这 好吧 李碧瑶也很好奇 这牛奶最终会嚼成什么样子 他还是见人第一次这么弄的 渐渐的牛奶 从护状变得颗粒分明 一颗颗大块的油脂 格外的黄 这 是不是坏了 还能吃吗 李修竹一看 露出了笑容 再嚼五十息就可以了 看来是没做错了 这到底是什么 虽然不好看 但还挺香 李修竹找了块干净的纱布 用水清洗后 将黄油捞了出来 黄油的溶点只有三十六度 李修竹直接给他扔进 刚打上来的井水里了 井水地处地下 即便是夏天 也只有十几度 洗奶就不用洗了 反正一会都要用了的 将剩下的脱汁牛奶 微微煮开 李修竹往里面加了点这糖 一分为二 喝吗 这能喝吗 当然 李碧瑶本是不喜欢喝牛奶的 但是这个 他想尝尝 淡淡的奶香很淡很淡 加上糖后也很甜 是清甜那种甜 味道还不错 肉也腌制得差不多了 李修竹开始先煎口馍 三分之一的黄油被化开 浓郁的牛乳香味瞬间扩散开 加上一点点的豆油 油脂的香味浓郁 而油又没那么粘稠 口馍在两种油的混合煎制中 被煎成了金黄色的色彩 等口馍煎好后 牛肉也被捞出来 开始煎制 牛肉它切的是两厘米厚 四胜四方 奶香味混合着牛肉香味 加上美拉德反应的焦香味 顿时间就让一旁的李碧瑶 眼前一亮 忽然 李修竹的耳朵一动 赶忙对李碧瑶开口道 碧瑶你去拦着 两个小家伙 不然怕是等不到完成 肉就没了 李碧瑶一致 立马想到了那两个小家伙 刚反应过来 微弱的声音就有远极近 嗯 李公子为何会嫌我听到 难道他的内力 比我深厚了 不可能 他昨天才感悟到气 这才过了一天 怎么也不可能达到二流境界吧 李碧瑶怎么也想不通答案 好在他也不是较真的人 趁着两个小家伙还未进来 李碧瑶快速地迎了出去 这是搞得 自己堂堂公主 竟然提前体会带娃了 牛肉煎好 剩余的油脂开始煎洋葱 等洋葱微微发粘 表皮发黄 就能下胡萝卜芹菜了 稍微的煸炒过后 红酒的香味 和蔬菜的香味 开始挥发 震震香气 让李修竹情不自禁地 深吸一口气 真香 将牛肉倒入锅中 倒入腌肉的红酒 两大勺鸡汤 接下来是小火慢炖 李修竹给炉子里 添了两块大木头 压了压火 小火慢炖要四十多分钟 李修竹只能在这看着火 毕竟不是后世的煤气灶 不能持久控制火候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不多时 傅云霜快步走了过来 看已经进入了慢炖过程了 傅云霜不解地问道 姐夫 这道菜不上酒楼吗 为什么 你没叫我呢 姐夫做饭的用意 他已经猜到了 所以才更不解 这道菜 需要用到大量的葡萄酒 咱们自家 吃吃还行 拿去卖 成本和货源都不合适 原来是这样 葡萄酒的香味在鼻尖扩散 傅云霜不禁也有点期待这道美食了 呵呵 李修竹奇怪地看了一眼傅云霜 不解地问道 你笑什么 傅云霜脸色一红 他能说刚才姐夫太好看了 一不小心看入迷了 情不自禁地就笑出来了吗 傅云霜眼神一动 立马想到了一个借口 刚我来的时候 碰到碧瑶姐姐和小三 小四了 两个丫头都快被馋哭了 被碧瑶姐姐一手拎着一个 带去花园了 李修竹闻言脑子也有画面了 这要是不给月华留 也不知道那小妞会不会被馋哭 刚回家的傅月华 就听到李修竹这句心声 顿时满脑门问号 我 傅月华 会被馋哭 想想昨日的烤鸡 虽然很好吃 很好吃 但是不至于 等等 这是她又做好吃的了 傅月华正要去看看 忽然想到了李碧瑶 她看向一旁的一个近视丫鬟 开口问道 今日公主来了吗 回小姐 来了 现在正和三小姐 四小姐在花园 傅月华闻言转身 向着花园的方向走去 姐姐 让我们去找姐夫吗 求求了 姐姐 求求了 小丫头们很可爱 可是她答应你修竹了呀 宝贝们 咱们等一会好吗 现在你姐夫的肉肉还没做好 不吗 不吗 保住饿了 烟鱼 烟鱼也饿了 这是傅月华走了过来 你们这是 李碧瑶如蒙大赦 赶忙开口道 两个小家伙想吃肉了 你夫君那边还没做好 让我拦着点 傅月华闻言笑笑 金瓶 带小三 小四再去玩玩 顿时间 两个小家伙不敢再闹了 大姐的恐怖 可是深入两个小家伙内心的 看两个小家伙不开心地走开 傅月华挥了挥手 几个侍女也立刻离开了 李碧瑶一致 看向傅月华 有事 我想问问 你的修主怎么看的 就这 虽然不明白傅月华的意思 但是李碧瑶还是开口夸赞道 学富舞车 机智若妖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嗯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这不是形容女人的吗 不过想了想 确实也是如此 还有呢 对女人很好 尤其是自家女人 所以我想把金盏 银盏送给她 李碧瑶想了想 自己了解的 似乎也就这么多吧 傅月华并未在意金盏 银盏 而是笑了笑 连金盏 银盏都想送 看来你确实如她所想 打算出了大舟就自尽吧 李碧瑶一致 立刻否认 没有 不是 你别瞎说 傅月华不在意地笑道 既然你都说她机智若妖了 那么你说 这会是假的吗 李碧瑶文言沉默后 露出了苦笑 月华你什么意思 总不至于和我求证来的吧 你也别劝我 也别乱来 我心意已决 傅月华再次笑了笑 我可没打算做什么 只是 你死都要死了 不觉得可惜吗 可惜 可惜什么 人的一生有很多要经历 但一个女人最主要的 还是经历变成女人 那种感觉 不是用言语能够形容的 很美好 很美好 说这话 傅月华是有点脸红的 她一个出哪里懂这些 都是问银瓶的 不过此时 李碧瑶却没怀疑 在她看来 那是女孩子 谈论这种事的羞涩 反正在她的想法里 是这样 于是 二人一个敢说 一个敢信 可你跟我说这些 你不是觉得 修竹挺好的吗 所以我打算让修竹 帮你完成女孩 当女人的蜕变 话一说开 李碧摇人妈了 不是 这件事是她的意思 当然不是 这件事是我的意思 她压根不知道 顿了顿 傅月华继续道 你不想试试 做女人的滋味吗 反正 你过了大洲地界 是要死的 没人会知道 若是 就这么懵懂地死去 你不遗憾吗 近乎蛊惑的语气 让李碧摇有点心动 可是我们怎么瞒着修竹 她肯定会知道的呀 傅月华文言自信地笑了笑 放心 她肯定不会 晚上我穿着你的衣服回皇宫 你睡我房间 我们晚上睡觉 都是灭了灯的 所有灯都灭 到时候乌七嘛 嘿 今日又是阴天 定然伸手不见五指 只要你不出声 定然不会有人发现 等某时宫门一开 我就出来换你 她平常会一觉睡到大天亮 定然不知道是你 安心听我的就好 我还能害你不成 李碧摇文言心中复杂 总有一种被卖掉 还帮傅月华数钱的错觉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提议 她是真的心动了 真的能行吗 乖 信我 迟疑了许久 李碧摇最终点了点头 好吧 那听你的 那就今天 嗯 傅月华露出了真心的笑容 她倒不是为了给李修竹找女人 而是不想自己的好闺蜜 就这么死了 所以 她没办法 只能算计李修竹一把 以李修竹的性格 只要是自己的女人 她定然会护着的 不过 自己会补偿她的 一个公主 加一个自己 应该够了吧 晚饭 李修竹几人上了饭桌 收好汁的红酒炖牛肉 足足装了九个中碗 当然这中碗也不大 一碗 只有四块肉 一人一碗 谁也别抢 红亮的汤汁 带着葡萄的香甜 只是闻着 就让人食欲大增 李修竹 专门焖了一锅米饭 吃肉没米饭 香味少一半 两个小家伙 因为上了饭桌 也不敢太放肆 尤其是昨晚上 还被大姐收拾了一顿 哪怕馋的眼泪 都出来了 依然等着父亲 先加第一口 傅文汉满意地点点头 今日的菜 也是修竹你做的 啊 回父亲 是的 不过只有米饭 和这红酒焖牛肉 是我做的 其他的 还是报答他们做的 你啊 还是要以正事为主 这些小事 拿不上台面的 以后就别做了 李修竹文言 没有反驳 好 知道了父亲 看来 以后得开小灶了 但是听了二人的对话 两个小家伙不干了 不行 不行 父亲是坏人 父亲不让咽语吃饭 跟屁虫咽语 难得都为自己发声了 就是 父亲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不让姐夫做饭 我就不吃饭了 李修竹文言没在意 两个小家伙 就是饿得轻 而且有这红酒焖牛肉 你不吃饭 都别吃 留给我 傅文汉文言顿时 脸色微变 有点下不来台 嗯 傅月华 看向小三和小四 面无表情的样子 顿时给两个小女孩 吓得不敢吭声了 但两个小女孩 哪受过这样的委屈 不给我吃好吃的 不如杀了我 哇 嗯 起伏的哭声 顿时让所有人头都大了 李修竹赶忙给宝珠 夹了一块牛肉 好了 别哭了 姐夫有空了 给你们两个小家伙 开小糟好不好 傅宝珠文言 眼角带着金豆豆问道 什么是开小糟 就是单独给你们做 宝珠和烟雨顿时间 眼神一亮 也不哭闹了 谢谢姐夫 李修竹有点满足 只是这谢谢 是不是少了一声 李修竹看向傅烟雨 只见小烟雨 正捧着自己的碗 面向李修竹 姐夫 你还没给烟雨夹肉肉呢 李修竹的嘴角抽了抽 你们面前的碗里没有吗 李修竹的筷子 伸向傅烟雨面前的碗 顿时间小烟雨不干了 姐夫 那是我碗里的肉肉 混蛋 就盯着 我碗里的肉了是吧 这么小就一身反骨 反了呀 但是 面对楚楚可怜的小姨子 她能怎么办 好 从姐夫碗里夹 烟雨也有一块 李修竹勉强地笑着 从自己的碗里 夹了一块过去 顿时间小烟雨的 眉头书展开了 肉到碗里 两个小家伙 也不管傅文汉 开没开饭了 顿时拿起筷子咬了一口 软糯的牛肉 带着葡萄甜 和微微的酸 顿时间二人 两个小家伙都吃上了 傅文汉也拿起筷子 加了一筷子的牛肉 放到了碗里 就在李修竹 惆怅自己少了两块肉的时候 顿时间四块肉 到了她面前 看看梅兰竹菊 各有千秋的四女 李修竹顿时间心情就好了 这叫什么 这就叫好人有好报 这就叫狮之冬鱼 收之丧鱼 李修竹眼疾手快地 将四块肉 放到了自己碗中 轻咬一口 牛肉纤维硬齿而断 香浓的汁水 瞬间溢了出来 焦香 奶香 芹菜香 金芥和丁香的香味 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加上葡萄的甜 葡萄的酸 以及牛肉的味道 这一口简直是绝了 软糯的洋葱和胡萝卜 还有脆软的口膜 这一刻 几人的脸上 都带上了幸福的样子 傅文汉忽然觉得自己错了 这要是以后 吃不着 简直不敢想了 可是刚才的话 是她主动说的 这顿饭 别人都吃得香甜 唯有她吃得心情复杂 李修竹才不关心 老丈人怎样 吃了饭就回了屋 李修竹这两天 已经将北明神宫 和林波威布挽入门了 心中忍不住起了别的心思 忽然她看向无字书 有没有 我能在这个世界 修行的修仙功法 其实她不用念出来 但是这才是 规避傅月华最有效的办法 李修竹本没指望得到答案 但下一秒 无字书上有了文字 宿女精 竟然是她 是了 这是双修功法 天地有没有灵气了 都一样修炼 不过这好像是个养生功法 只能养生 不能对敌 至少前妻是不可能的 李修竹津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打算晚上和迎平试试 这一看 就看入迷了 刚看完伸了个懒腰 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 姑爷 小姐让你过去睡 让我过去睡 李修竹微微一震 这么快就走完了 就在李修竹真的以为是傅月华 想自见整袭的时候 金平忽然继续道 小姐说自己的是第一次 有点怕休 所以让我们把灯灭了 姑爷 你进去后 直接去床上就好 李修竹文言一致 紧接着嘴角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弧度 好 我去洗漱一下就过去 金平松了口气 这是真不是人干的啊 哪有这样骗主子的 姑爷也是主子啊 但没办法 她是傅家的人 是小姐的左膀右臂 金平没离开 而是等在了门外 等李修竹出来 金平递上了一壶酒 姑爷 小姐说 让你身子弱 先喝点酒 我身子弱 那是以前好不 现在 我能打十个 不过李修竹也不想 暴露太多 喝呗 补身体的八成是那壶骨酒 喝酒 李修竹拿过酒壶闻了闻 果然是壶骨酒 李修竹也没犹豫 当即咕嘟嘟地将一壶酒喝了 还有吗 总不至于 还要闯三关吧 真有我可不去了 没了 没了 要是李修竹不去 那他就废了 金平赶忙摇了摇头 有没有都不敢说了 房门打开 李修竹刚一进去 就被从外面关上了门 这是生怕自己看到一点啊 可惜傅月华失算了 在金平看来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在李修竹看来 却是犹如黑白色的灰 他现在只以内力的亮来说 也是个二流高手 虽不说在黑夜里看东西 亮如白昼 但也提升得很大 李修竹走到床前坐了下来 一边脱衣服 一边看向被窝中的女人 女人背对他 似乎有点紧张 有点微微地颤抖 光从这个角度看 一时间难以分辨 是傅月华还是李碧瑶 李修竹脱了衣服 直接钻进了被窝 在女人的脖梗间深吸了一口气 不同于傅月华的体位 让李修竹心中了然 黑暗中的嘴角 情不自禁地勾起 李碧瑶这个公主 还是没跑出她的手掌心 从两天前 傅月华求她猜想李碧瑶的心思时 她的每一句话 都在引导向自己 和李碧瑶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那么傅月华自然会 下意识地改善二人的关系 要说最直接 能让李修竹出力的关系 那么必然是她的女人啊 其实 若是傅月华直接将人结回家 或者是几个女人一起求她 即便是不想管 她也肯定得管 既然结局早已注定 既然都要管 那么肯定得符合自己的利益啊 与此同时 人在深宫的傅月华也没睡 而是不断想着 今夜好闺蜜碧瑶和李修竹的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傅月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具体哪不对劲 她还没想明白 李碧瑶此时也紧张得不得了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 哪怕是和自己喜欢的男人 也很难做到不紧张 忽然她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她是学过床子之士的 尤其是她这个快出嫁的公主 嬷嬷说第一次会很疼 而且会出血 那她怎么瞒住李修竹 咬紧牙关 看来也只能这么做了 别怕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 我会小心的 第一次 为什么会是第一次 如果是第一次月华 怎么会那么懂 等等 难道月华是骗我的 就在李碧瑶刚想明白 产生退缩之意的时候 一阵疼痛 瞬间让她回过神 轻横一声 李碧瑶咬牙忍住了 别管是不是第一次 反正她不能让李修竹 知道自己不是傅月华 混蛋傅月华 难怪说 修竹不会怀疑 李碧瑶咬牙切齿地想着 但没想多久 仇聚没风 近日平 千点提痕 万点提痕 次日一早 傅月华才从宫中赶了回来 和出城雨露的李碧瑶 做了个吊包 只是李碧瑶出来时 那虚弱的样子 吓了傅月华一跳 碧瑶 你没事吧 傅月华后悔了 那牛犊子 是不把人当人吗 碧瑶还是羞武的 那换了自己 会死吧 顿时间本是打算 把自己赔给李修竹的她 犹豫了 没事 你觉得我像是没事的样子吗 李修竹那混蛋 拉着我弄了一个晚上 天都泛亮光了才睡下 你觉得我有事没事 傅月华文言一致 突然想到了 李修竹上次喝龙虎酒的晚上 这该不是那些酒吧 这么想着 傅月华有点心虚地 避开了李碧瑶的目光 还不服我一把 我还没找你算账 原来你也没那个过 居然骗我 傅月华文言一致 随后看着李碧瑶 理直气壮不耐烦地问道 你就说美不美吧 难道你后悔了 觉得不值了 李碧瑶也是一致 沉默地看向一旁 这要说后悔 要说不美好 那是骗人 但是为什么她觉得那么亏 还说不出来个不字呢 哼 先给我安排个地方 让我睡觉 傅月华刚想说话 李碧瑶就继续道 把金牌给修竹 她今天可能还要用 就说我有事 就不陪她去了 还有 今天的事一定不能让她知道 我不想让她心里有负担 说着 李碧瑶叹了口气 这样的一夜 足以让自己没有遗憾了 就让自己带着这个秘密离开吧 傅月华 则是关注到了金牌 金牌 她要金牌做什么 要去哪 能不能等我睡醒了再说 等睡醒我再告你 嗯 金牌 扶公主去客房休息 记得不要让别人知道 今天你就陪着公主 这件事 只有三个人知道 金牌是除了二人外 唯一一个知情的 是 小姐 这件事干系太大了 弄不好就诸三足的事情 越少人知道 也就越安全 此时房间里的李修竹 嘴角弯起的弧度更大 随后才沉寂下来 她没睡多久 只睡了一个时辰就睡好了 素女精 不愧是养生第一精 只是李碧瑶 就让她体内 生成了一个充满阴阳二气的气团 不过李修竹觉得 是因为李碧瑶第一次的关系更多 当然是不是还有待考证 她刚一出门 就看到了梁亭中的傅月华 此时傅月华一手持书 一手沉思 眼神早已放空 显然 她此时的心思并不在书上 李修竹来到了傅月华身后 伸手抱住了傅月华的郊躯 顿时傅月华猛然一颤 好玄魂没被吓出来 怎么这么紧张 傅月华一致 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嗯 你突然抱我 我没心理准备 吓到了 李修竹文言 歉意地在其耳旁轻声道 抱歉 没想到吓到你了 怎么这么早就起了 不累吗 傅月华在想 此事要不要坦白 毕竟她本就是为了这一刻 但话到嘴边 她却没说出口 累 不过早上有个事情要处理 这不是正想回去睡会 对了 这个是碧瑶送来的 她说你可能要用 她今天有事 就不陪你去了 说着 傅月华迟疑了一下 顿了顿继续道 能跟我说说 你要去做什么吗 能用上圣上的金牌 肯定不是小事吧 小样 还和我演是吧 我看你要演到什么时候 李修竹也没瞒着傅月华 开口解释道 我要去趟玉刀门监牢 所以要用金牌 没事的 说着 李修竹在傅月华 白嫩的小脸上亲了一口 让傅月华身子跟着一紧 时间不早了 那我就先去了 午饭就不回来吃了 好吧 李修竹说完 松开了傅月华往外走去 傅月华正正地盯着 李修竹离开的背影 直到人影消失 傅月华才下意识地摸了摸脸颊 这就是夫妻的感觉吗 好像 还不错的样子 李修竹轻车熟路地来到玉刀门监牢 这一次 他没去找三流高手 而是直接找到二流高手 一个个吸过去后 直到二流高手的内力 对他而言 也杯水车薪才停了下来 这一次 他只吸了五个人 第五个就感觉到杯水车薪 不够用了 李修竹练化了内力之后 看时间上早 就去了一流高手的牢房 一流高手只有五个 五个人他都吸了 只是用不同的穴位吸了内力 并没着急练化内力 以他此时的内力 吸一个一流高手 也不过只需要十个呼吸的时间不到 主要是练化费功夫 他再次来到了之前老头的房间 老头还没死 看到李修竹来的那一刻 露出了笑容 可能我短时间内 不会再来牢房 所以 你要是想好了 我现在就送你走 他问过了 监牢里没有宗师高手 只有一个爵士 到了宗师这个地步 已经很难被抓了 爵士基本上除了自愿 就不可能被抓 玉刀门的四大名补 都只是一流高手 连总补也只是宗师出街 所以这个爵士 必定是自己愿意进来的 只是不知道为何来 难道又是一个火云邪神 或者古三通 谢谢 听到这两个字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随后上前 抓着老人的脖子一扭 让老人走得没有半点痛苦 其实这样是可能暴露的 但是李修竹还是选择了 让老人最没痛苦的手段 出了牢房 李修竹看向一旁的狱卒问道 他刚才袭击我 人死了没事吧 狱卒文言一致 紧接着赶忙开口道 回大人 问题不大 只要不是大面积死亡就好 他们本就是死刑犯 有一两个提前畏罪自杀的 也很正常 李修竹文言笑了 掏出一张百两的银票递了过去 这是事先和银瓶拿的 男人身上还是要装点钱的 他身上也难得的 有了三百两银票 不过这还没午热 就少了一百两 记住 你从未见过我 牙内心花怒放的赶忙应声道 是 大人 小的从未见过大人 谢大人赏赐 要知道一个牙内一个月 也才二两银子的利钱 班头才十两 李修竹可是一下 给了他四年的月钱啊 然而听到狱卒的话 李修竹却是一顿 这孩子有点不开窍啊 我赏赐过你吗 这是你从赌方营的 狱卒文言瞬间瞄懂 对对对 这是小人在赌方营的 大人慢走 李修竹没再多说什么 转身朝外面走去 此时距离李修竹出来 只有两个时辰不到 李修竹并未着急回去 而是去上灵院 这一次他没走大门 而是从后门进去的 有灵波微不打底 也没让其他人发现 弄月听到房门被从外打开 顿时间眉头一皱 快速转身躲到了屏风后面 此时翠云还在屋内 必然不是翠云进来 而且 即便是翠云进来 也会先敲门的 弄月神色有些恼怒 不知道是谁这么不守规矩 翠云也是恼怒地看过去 不过看过去的下一秒 脸上的恼怒就化为了春风 姐姐别藏了 是姐夫 弄月文言一致 赶忙从屏风后站了出来 向着门口看去 来人可不就是李修竹 顿时间弄月快速地跑了起来 向着朝思暮想的人奔来 李修竹看到弄月这样 停下了脚步 张开了双臂 下一刻 阮玉温香入怀 弄月情不自禁地将李修竹搂紧 梦一般地说道 夫君 真的是你吗 不是我在做梦吗 因为在自己的房间 弄月此时薄杀轻衣 穿得不但凉爽 还很迷人 仅仅是看 就让人兴趣大增 恨不能庸入怀中 这也是弄月刚才要躲的原因 不过 李修竹 这也算给弄月提了个醒 以后即便是在屋内 也要注意 至少要关好门 以防别人不守规矩 李修竹 在弄月搏梗间 深吸了一口气 暗道一声 迷人的小妖精 当然不是在做梦 这次待多久 此时距离他出家门 已经快三个时辰了 李修竹开口道 一个时辰吧 一个时辰 弄月眼神一亮 那 小馋猫 老想着爸爸身子 不行 不可以瑟瑟 今天是来教你点东西的 弄月文言 顿时兴致不高了 哼 都多久了 就不缠人家吗 教你一种步伐 如果你学会了 下次来 吃了你 弄月的眼神再次一亮 要是下次的话 也不是不能等等 而且不就是步伐吗 他可是学过舞的 什么步伐还能难住他 要是快的话 说不定今天也可以 那夫君你快点交切身吗 这个小妖精 真是时刻考验干部啊 不过还是得办正事先 以前他也没办法保护弄月 但现在能给弄月提供保护 肯定是要先保证他的安全 毕竟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这个世界 也是有无辙的 那些人 也不是人人都愿意守规矩 虽然上林院背景很大 也有打手 一般人不敢造次 但是万一有个想不开 不想活的呢 三流高手还好 要是二流以上真不怕死 上林院未必拦得住 发现的了 但学会了林波微步 真的想跑 二流也拦不住弄月 就算是一流 新学的林波微步 也能掰扯个几分钟 足够上林院的人赶来 跟着我的脚步 李修竹松开弄月后 就在地板上开始走了起来 他走得不快 很慢 足以让弄月看清 跟得上 一圈过后 李修竹走得快了一点 弄月也跟着走得快了起来 慢慢地弄月感受到了脚底传来的热气 夫君 怎么回事 切身感觉脚底仿佛有热气传来 李修竹文言笑了一下 也多亏弄月有舞蹈底子 普通人想第二圈就能走出林波微步来 还是很困难的 不要担心 这是正常的 不要停下 继续走 弄月文言不再言语 跟着李修竹的步伐 走得越来越快 第三圈走完 弄月陡然一正 停了下来 感觉有点茫然地开口道 夫君 那热气仿佛冲破了什么 进我身体里了 李修竹文言一正 只三遍就破体了 难道弄月就是传说中的恋武奇才 不用去管 顺其自然 就这样 李修竹陪了弄月一个时辰后离开了 主要是后面的时间有点尴尬 时间太短 不够做什么 回到家的时候 睡了一天的李碧瑶也缓过了大半 只是李碧瑶还是软的 浑身没什么力气 李修竹看到傅月华 走到了傅月华身边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看到扶着精品手过来的李碧瑶 这一瞬间 李修竹一呆 口中下意识地看向李碧瑶 视而浮起焦无力 实施心承恩择食 傅月华一致 随后露出苦笑 看向李修竹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李修竹自然不可能说一早就知道 文言看向他说道 早上抱着你的时候 毕竟和碧瑶有过了最亲密的接触了 他身上的味道和感觉我还是记得的 虽然因为你的床铺 他身上沾染了你的味道 但是并不纯粹 而你身上的味道很纯粹 之前只是怀疑 毕竟没证据 也许你早上洗澡用了香料花瓣 也说不一定 但加上他现在这个状态 我猜到并不难 听了李修竹的回答 傅月华对这个妖孽老公了解更胜一筹 所以呢 你现在还愿意让他嫁去新罗吗 傅月华此时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李修竹 似乎是在等一个自己不敢猜的答案 如果李修竹真的放任不管 他不敢想自己会是何等失落 好在李修竹并未让他失望 自然不可能 既然是我的人了 那就肯定要仔细哀唬 说着李修竹看向李碧瑶 不知道在想什么 忽然 李修竹开口问道 碧瑶什么时候走 8月17 陛下的意思是让碧瑶临走前 过一个中秋节 然后16调集物资 17出发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行 我知道了 记得补偿我 你可是说好了 让我回屋睡觉的 傅月华文言脸色一窘 红润了起来 只要碧瑶的是解决了 你随时可以来 李修竹也没意外 接下来 就是破坏两国结盟了 当然在这个前提上 还得败坏一下李碧瑶的名声 否则他一个坠绪 即便是解决了这个事情 也没办法让李碧瑶嫁给他 晚饭前 李碧瑶随意吃了点东西后就走了 显然他是想趁着 宫中用膳的空隙回宫 这样路上才最安全 李修竹没留他 他打算明日和李碧瑶好好谈谈 第二天一早 李碧瑶照例来了副驾 而且 他还不是一个人来的 还有苏澄澄这个丫头 李修竹刚一出自己的房门 其他人还没说什么 苏澄澄这个刚长出恋爱脑的丫头 就满脸欣喜地跑了过来 修竹哥哥 你终于起床了 两天没见 好想你 李修竹文言一致 无语地开口道 你这么说 不怕你父亲知道了 上门削我 苏澄澄嬉嘻一笑 满眼柔情地说道 要是我父亲来打修竹哥哥 那澄澄就挡在修竹哥哥身前 李修竹再次一致 孩子 你这是长出了恋爱脑啊 快来让我看看什么样子的 嗯 恋爱脑是什么 苏澄澄一边说话 一边乖巧地任由李修竹波弄自己的头发 丝毫不怕发型会乱 这要是他哥 他能打得他妈都认不出来自家哥哥 李修竹无语地开口道 你这种没心没肺 毫无保留对一个人无条件的好 就是恋爱脑 这虽然对男人来说是个好东西 但是对女人可不怎么友好 你这样容易被人骗去挖野菜的 苏澄澄听后 直接把李修竹的话过滤了一遍 修竹哥哥是喜欢自己这种 对他无条件好的姑娘的 修竹哥哥喜欢我 嘿嘿 嘿嘿 我就喜欢修竹哥哥 只要能和修竹哥哥在一起 挖野菜也行 我是没说明白 我夸奖他了吗 为什么他一脸得意的样子 行吧 你愿意咋样就咋样吧 李修竹看向李碧瑶 此时李碧瑶已经恢复了常态 英姿飒爽 只是眉宇间带上了妩媚的英气 李公子真是好艳福 不但坐拥月华这样的京城第一美 就连诚诚这样的美人 也对李公子情有独钟 文言李修竹定定地看着李碧瑶 似乎想问他 你是不是也对我情有独钟 李碧瑶被李修竹看得心中揣揣 回手看向傅月华 却见傅月华正看向苏诚诚 月华 你看看我呀 似乎感受到了李碧瑶的内心召唤 傅月华转头 看了过来 碧瑶 诚诚 明天就是八月十五了 你们打算明天怎么逛 李碧瑶文言松了口气 果然是好姐妹 就在李碧瑶觉得逃过一劫 刚要回答的时候 一旁的李修竹忽然开口道 月华 你先带诚诚去找云霜吧 我有点事想和碧瑶详谈 月华 你先带诚诚去找云霜吧 我有点事想和碧瑶详谈 这 傅月华知道李修竹是要和李碧瑶摊牌了 也不多待 拉着一旁不满的苏诚诚就走 碧瑶请进 李碧瑶无奈 也找不到什么借口 只能跟着进屋 但当李修竹关上房门的那一刻 李碧瑶心中一紧 李公子 这样不好吧 万一被人传出话语 可不是闹着玩呢 李修竹此时步步逼近李碧瑶 一句话没说的严肃样子 让李碧瑶心里砰砰直跳 李公子自重 李碧瑶说话的功夫 李修竹已经抱在了他必无可避的腰上 紧接着在李碧瑶的推剧中 深深地在李碧瑶驳耿间 深吸了一口 没错 就是这个位 自重 前天晚上不是抱得挺紧吗 今天就让我自重了 碧瑶还真是拔掉 嗯 他好像没掉 嘿嘿 碧瑶你还真是无情啊 怎么就打算这样忙我一辈子 李碧瑶在李修竹进屋后的第二句话时就软了下来 听李修竹这么说完 难言地看了一眼李修竹 是你猜到的 还是月华告诉你的 李修竹没回话 而是A在了那张诱人的红唇上 这是二人第一次在明亮的场合亲密 一时间李碧瑶还有点不习惯 但是他的身体已经替他做出了诚实的反应 仿佛渴水的鱼儿一眨一眨 良久李修竹才松开李碧瑶 开口道 我猜得也好 是月华说得也好 结果都一样 我之所以和你摊牌 这个是要告诉你 今天开始 你是我的 李碧瑶文言眉头一皱 知道李修竹的意思 若是能不死 还能嫁给喜欢的人 谁想去死 可是为了那些百姓 他不能那么自私 对不起夫君 碧瑶不能这么任性自私 我是大洲的公主 必须为了大洲的百姓 尽一分力 我能为你做的 只有在走之前 满足你对我欲 李修竹文 眼点了一下李碧瑶的脑门 没好气地开口道 还满足我 我看是满足你吧 不过 李修竹也没拒绝 蓝瑶将李碧瑶抱了起来 鸡鸡赴鸡鸡 碧瑶当护知 不闻鸡助声 唯闻凤鸣提 良久 停下的二人在被窝里 继续起了刚才的话题 我有一法 可以不起刀兵 只让大洲折损 三分之一物资 把这件事解决了 李碧瑶文言一证 还有办法 什么办法 李修竹叹了口气 才说道 不过会牺牲你的名节 未来肯定会有不少人 对你指指点点 牺牲我的名节 和我有关 李碧瑶文言沉默了一下后 开口道 不知要怎么做 李修竹 在李碧瑶问出来的 这一刻笑了笑 很简单 这次新罗来的人 除了新罗王子 还有新罗大队炉 也就是新罗丞相 我的办法呢 说简单也简单 就是 你在新罗王子 不在使馆的时间 去大队炉的房间 和他聊聊天 就已去了新罗 可能人生地不属为由 和他聊聊 顺便给他点好处 聊上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我们会找人 将新罗王子引回来 你听到门外 响起单身烟花后 就起身离开 在出门前 把外衣撕开 哭哭啼啼地跑出来 记得跑的过程中 一句话不要说 捂着脸 留个缝看路就行 一路跑回马车 然后回皇宫 就禀明陛下 说大队卢青薄你 接下来的三天 你要绝食 表现得伤痛欲绝 嗯 也别真绝食 提前让丫鬟准备点糕点 一天吃点 真饿着了 我会心疼的 李碧瑶听得好好的 忽然听到 这油腻的情话 顿时脸上红了 他也不敢看里修竹了 缩在了被窝中 将自己包了起来 听到没有 你要是不听话 我可再让你开心一遍啊 顿时李碧瑶一慌 赶忙开口道 行 行了 我听你话 行 那就收拾一下 起来吧 苏诚诚那丫头 月华还真不一定拦得住 听到李修竹说傅月华 顿时间李碧瑶探出了脑袋 好奇地问道 你和月华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 一开始 产生了点误会 问题不大 这叫问题不大 不过 你开心就好 等他们一起去傅云霜那里后 苏诚诚忽然看着李碧瑶 面露狐疑之色 怎么了 干嘛这么看我 苏诚诚微皱眉 奇怪 感觉碧瑶姐姐忽然好看了许多 文言傅月华和李碧瑶同时看了一眼李修竹 紧接着李碧瑶就是脸色一红 什么好看了 这就是我本来的样子好吧 肯定是之前 你没认真看我 看差了 这时 人小鬼大的傅云霜 认真的审视着公主姐姐 她感觉这里面有不对劲的地方 好吧 那可能我看错了 说着苏诚诚 看向李修竹 欣喜地开口道 修竹哥哥 你等下带我们去哪玩啊 玩玩玩 一天到晚就想着玩 我不用搞事业的吗 等等 我好像真不用搞事业 我躺平了呀 傅月华听到 李修竹的心声忍了再忍 还是没忍住 白了李修竹一眼 可惜 此时李修竹正45度角看天 没接受到这个信号 眼看李修竹还没想到答案 苏诚诚有点急了 修竹哥哥 要不我们去踏青吧 或者去逛街 明天就是中秋节 商家不但准备了很多新玩意 还有灯会呢 不过可惜 现在就卖东西 不给猜灯迷 不然我相信修竹哥哥 肯定能大杀四方 说起这事 我就生气 我哥听我爹的话 去调查修竹哥哥 结果居然把修竹哥哥的优点记录 都烧了 要不是我威胁他 他都不告我 等着吧 我迟早让爷爷收拾他一顿 李修竹闻言一正 好奇地问道 那你哥查到什么了 嘿嘿 自然是修竹哥哥 做好人不留名 不但救了卖身脏腹的姑娘 还给了钱让他脏腹 事后也没让他卖身 而是让他找个好人嫁了 修竹哥哥 还送老奶奶回家 送了好远呢 对了对了 修竹哥哥还 苏诚诚一说 就停不下来了 而李修竹则完全妈了 这是我 不是搞错了吧 我咋不记得 我做过这些事情 李修竹看向画 为李吹的苏诚诚 面色复杂地继续想到 有没有可能你哥 一开始的调查 是真的 后面都是被你逼出来的 听到李修竹的心声 傅月华没忍住 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完了 没忍住 李修竹明知顾问的奇怪 看向他 你笑什么 呃 我就是想到了好笑的事情 苏诚诚文言 眼前一亮 月华姐姐想到了 什么好笑的事情 也和我们说说呗 呃 傅月华面前扯了扯嘴角 还真没办法说 听到了李修竹心声 不过他是有极致的 眼珠子微微一转 想到了借口 没什么 就是脑子里 有了你欺负你哥的画面 原来是个这样 那确实挺好笑的 可是对我不好笑了 我都笑过了 修竹哥哥 那今天我们 傅云霜忽然开口道 我看碧瑶姐姐 有点精神不太好 不如让姐姐陪着碧瑶姐姐 诚诚姐你和姐夫 陪我去酒楼看看吧 傅月华 你可真是好妹妹 出去玩不带你姐 只带你姐夫 李碧瑶 我不舒服 我怎么不知道 我太舒服了好吗 云霜妹妹 你这么做 好吧 确实有点累 都怪那头蛮牛 但看到傅云霜 扫过来的眼神中 那蕴含的深意 好吧 这姑娘 应该是想留下她姐姐 是什么不能和月华分享的吗 姐夫 还是 李碧瑶忽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一个人名 上灵院 沈又威 是了 也只有这件事 才要逼着月华吧 这么想着 她决定要讨好一下 这个小姨子 别人不知道她 可是知道的 这小姨子 深受夫君喜爱 是啊月华 我们也好久没聊过天了 我也想和你聊聊 而且 我有一件事要问你 说这话时 李碧瑶已经咬牙切齿了 说好了 不会被发现呢 说好的 你更懂呢 傅月华文言 也知道李碧瑶说的是什么事 这个事 她还真得给李碧瑶一个交代 不然碧瑶可能嘴上不说 心里也会对她戒怀的 不能伤了闺蜜情 行吧 那大家就这么安排 不过先吃了午饭再出去吧 此时 已经快五十了 吃了午饭 再走也不迟 午饭是爆大做的 还算可以 其中的点睛之笔 居然羊肉串 大中午吃羊肉串 你怎么想的 当然 这羊肉串不是串肉的 而是一颗颗分明的羊肉粒 嗯 真要找个相近的菜 那么就是自然羊肉粒了 这可能对爆大来说 已经是个不错的创新了 她的水平 就这了 不过即便是这样 也让吉女直呼不错 尤其是苏诚诚 更是一个人吃了四分之一 秋日的暖阳没那么大 八月十五都快到阳历十月份了 即便是过了五十 也方便出行 烈日仿佛收起外衣 虽暖却不灼热 这一次 李修竹五人同坐一辆马车 除了迎平这个小妾同行 还有苏诚诚的侍女 云霜没带侍女 因为要去的地方比较难言 车夫还是老马 马车出了 傅府没多久 在一个看不到多少人的地方 傅云霜忽然开口道 停车 老马一正 但是还是停车了 就在这时 李修竹的脑袋探出帘子 老马 你去那边酒楼喝个酒吧 李修竹说着 掏出了三枚铜钱 弟弟了还在猛逼的老马 当浪 老马下意识地伸手接过了铜钱 又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顿时间人就骂了 又是三个铜板 这么抠的主子他 这辈子就见过这么一个好吧 但是看了一眼一旁的小酒馆 这应该是四个铜板 就能喝一壶的地方 多一枚铜钱 搞个凉拌菜心 问题不大 想着又能工作时间喝点小酒 老马不争气地 开始摆烂了 那古眼 这马车 这时 苏诚诚的侍女钻了出来 淡淡地开口道 我来赶车 苏诚诚的侍女也习惯了 他家小姐经常不靠谱 所以他什么都会点 这马车虽然不说驾驶的有多好 但绝对不会出事 就对了 老马人刚走 傅云霜就拿出了一包衣服 来 都换衣服 姐夫你按好门帘 我们要换衣服了 这我不用出去 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 不对 我就是花了钱 也不是我能看的吧 李修竹想走 但是脚步挪不动 这 他给的太多了呀 银瓶也骂了 没想到这苏家小姐 和自家小姐 要当着自家夫君的面换衣服 这 不合适吧 就在银瓶发愣的时候 傅云霜还递给了银瓶一身 开口道 这是给碧瑶姐姐准备的 既然碧瑶姐姐不能去 正好给银瓶姐你穿了 啊 李修竹按好了门帘 确定没人能看进来后 就看向三女 这男人的终极福利 能免费看傻子才不看 小姨妹爱 还有老婆的闺蜜 勉强算吧 这不妥妥的人生赢家 然而 这么想的李修竹 下一刻就高兴不出来了 看着四女只脱了外套 那里的李衬一件没换 这别说看风景了 脚丫子都没一丝肉好吧 就这 就这 我裤子都脱了 你们就给我看这 和2E 哪个干部经不起这种考验 就在李修竹喋喋不休地 在心中吐槽的时候 三女也换好了衣服 只见傅云霜小脸通红地问道 姐夫 你怎么一直盯着我们啊 李修竹看着小姨妹 满脸的震惊 不是 你那一脸娇羞 是什么鬼 你穿个睡衣在家 还把你看 不好意思了 睡衣都没你穿得多好吗 而且 我这两手背对着压帘子呢 咋的 我把脑袋扭掉呗 这时 苏澄澄也是害羞地凑了过来 柔生开口道 要是修竹哥哥想看的话 我下次还换给你看 我 呵呵 我会想看这个 与此同时 门外暂带车夫的蝴蝶 也无语了 小姐啊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但是她也没打算阻止 她和普通丫鬟可不一样 作为从小和苏澄澄长大 且在苏家那个众女青男的家庭 她和苏澄澄的关系 可是真正的闺蜜 别说苏澄澄 只是想换衣服给李修竹看 就是苏澄澄想要睡李修竹 她也会把李修竹绑好 送到苏澄澄床上 李修竹无语地看着二人 勉强扯出一个 自认为君子的温和笑容 挺好看的 你们三个都是个顶格的好看 扑痴 扑痴 盈平没忍住笑场了 顿时间三人的目光 看向盈平 压力给到了盈平 嘿嘿 姑爷 小姐 我没忍住 对不起 傅云霜没开口 只是淡淡地问道 所以你笑什么 盈平妈了 虽然她提了姨娘了 但是也只比丫鬟们高一等好吧 哪能得罪得起二小姐 盈平的目光 看向李修竹 眼中带着楚楚可怜 李修竹拿舍得 让自家女人难受 虽然这俩八成也迟早是 但不等李修竹开口 看穿的傅云霜就开口道 姐夫你 不用为她求情 我只是好奇盈平姐姐 到底在笑什么 又不会怪她 只要她说了 我肯定不会再多想 就是不说 我也最多心里不舒服而已 你这么说 还说不惯 李修竹闻言看向盈平 摆烂地说道 你笑什么就说吧 放心 相公肯定护着你 盈平闻言看向云霜 懦懦地开口道 我就是觉得 夫君刚才笑得太假了 而且 夫君是什么人 我太了解了 肯定是两位姑娘 没让夫君满意 怕是夫君想看的 一样都没看到吧 李修竹闻言 瞪大了眼睛看向盈平 嘴角一抽 顿时就感觉十分射死 好家伙 我让你说 但是没让你坑我啊 你说得这么明白 我在两个妹子面前的好印象 岂不是都没了 不 不吃 果然很好笑 顿时间 李修竹有点恼羞程度地开口道 你们再这样 我走了呀 你们爱去哪去哪 顿时间三女急了 尤其是傅云霜 赶忙一个前扑 抱住了李修竹的胳膊 求饶道 别别 姐夫我们不笑了 你别走吗 这时 苏诚诚也拉住了李修竹的手说道 修竹哥哥 人家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你就多陪陪人家吗 盈平没上来 一副瘦气包样子 低眉顺眼地说道 都是盈平的错 盈平不该那么说夫君的 李修竹本就没生气 只是刚才有点下不来台而已 此时也就戒坡下了 行了 行了 没有怪你们 出发吧 顿时三人松了口气 苏诚诚敲了敲车厢 蝴蝶 出发 去上林院 上林院 正要甩鞭子的蝴蝶陡然一致 那地方是什么地方 他自然知道 小姐要去青楼 不过他没多问 仅仅是一个停顿后 马车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 已经喝上小酒的老马 看了一眼 马车消失的方向后 有了猜测 切 不就是去上林院吗 我又不是不知道 但刚这么想完 他陡然一正 紧接着脸上浮现起了庆幸 不对啊 还好没让自己去 不然这自己去送 要是去酒馆等人 那还得赔俩童吧 还好 还好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李碧瑶 也正在审视着傅月华 说吧 你这么做 到底为了什么 先说好 别骗我呀 先说好 骗我的话 鬼迷没得做了 顿时间 傅月华到嘴边的谎言 说不下去了 沉默了一下后 傅月华开口道 因为我 从你之前的言语中 听出了不对劲 后来修竹告诉我 有了轻生的念头 说什么 我也不能看你去死啊 我知道 修竹是个有本事的人 只要你跟了他 他肯定会救你的 我没办法 只能这么做了 李碧瑶文言沉默 梁九才开口道 哎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是万一修竹 没有好办法呢 傅月华也是沉默了梁九 才开口道 反正我不能看你去死 谢谢你 月华 我现在困了 能陪我睡一会吗 好 虽然这前后转折太突兀 但是傅月华懂 看每天迎庭 那睡不醒的样子 他有什么不懂的 不禁得 他想到了自己 自己以后会不会也是 每天睡不醒的样子 那可不行 我可不能放纵 女人最要紧的是搞事业 正好苏诚诚的妹子 也喜欢修竹 以后让他们三次后修竹吧 这样 他就没空欺负我了吧 与此同时 三人也到了上林院 蝴蝶 你去前面酒楼吃点东西 看好马车 我们去去就来 蝴蝶看了一眼四周 旁边还有浮饰店 和胭脂水粉店 顿时开口道 小姐 我随意逛逛 你们出来了看马车 在哪个位置就过来吧 我就在附近逛逛 苏诚诚文言点头 也好 你带钱了吗 这是十两银子 你拿去花吧 一时间 李修竹和银瓶二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那十两银子 一下秒银瓶的目光 看了过来 那目光中 似有千言万语 仿佛在控诉李修竹 您看看人家 李修竹虽然被看得 头皮发麻 但是人脸皮厚 别说这么一小会 你一直盯着看都可以 呃 姐夫咱们走吧 走着 此时刚过了午 青楼里还真没几个活动的人 不过没几个不代表没有 看到李修竹又来 顿时间老宝子妈妈又急了 不是 您怎么又来了 和您夫人报备过了吗 李修竹无语地停下脚步 不是 您这不是吧 我娘子又没出现 你怕个什么劲 难道来你这的 都是没成家的 来之前 您都问跟你家娘子 报备过了没 妈妈文言无奈地开口道 不一样啊 我得罪的其他们 可得罪不起向国千金啊 而且 您这情况和别人家不一样 您做不了自己的主 这话就差把你是坠续点名了 但是在场的 哪个听不出了 银瓶还好 但是傅云霜和苏诚诚 却是柳梅倒数 哼 我姐夫如何 是你一个老宝子能说的 这位大婶 小心祸从口出 小心哪天出门磕掉了牙 老宝子文言一致 眼神惊疑不定地看向两人 其中一个叫李修竹姐夫 那么必然是傅向国家的 可傅向国家没有儿子 只有千金啊 可这个女孩 她前几天见过呀 这不就是又微出格时 招的那个小相公 是女的 那又微 我说又微怎么休息了几天 也没接客 那这个女人又是谁 似乎是看出了老宝子眼中的 惊疑不定 李修竹想了想 也没打算瞒着了 这是苏太傅家的 你说话可要谨慎 他说你磕掉牙 你可真的是会磕掉牙的 老宝子妈了 您逛青楼 要不要不这么吓唬人 嗨嗨 老神说错话了 这位 老宝一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哼 小姐不合适 人家换装 多有不便 肯定不合适 但是 小哥也不合适啊 好了 别这了那了 我们要去找沈又威 你也跟来吧 你们找就找呗 和我有啥关系 虽然这么想 但是老宝子 自然也没敢说什么 他也想看看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人人都有一颗八卦的心 哪怕他是青楼的老妈子了 也不例外 咚咚 是谁 柔和温婉的声音 从房内传来 声音中略带一点沙哑 显然主人的情况 似乎有那么一点点问题 李修竹眉头一皱 看向老宝子没说话 这老宝子 该不是让沈又威接客了吧 嗓子都叫哑了 要不说心脏的人 看什么都是脏的呢 他心虽然不脏 但经不住有颜色呀 是我 屋内沈又威一致 快速地跑了过来 不过一个半呼吸 房门就猛然向内打开 紧接着 沈又威看到 傅云霜的那一刻 瞬息间就抱住了傅云霜 抱得紧紧的 恨不得将傅云霜 揉进她的身体里一样 傅云霜无语地 刚想推开沈又威 就听她呜咽着说道 我以为你忘记我了 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 还好 还好你来了 这一瞬间 一旁的四人面色怪异 都看傻眼了 他们可都知道 傅云霜是女的 这一幕 就TM 好奇怪啊 傅云霜文言 僵硬的身子软了下来 拍了拍沈又威的后背 柔声道 好了 这不是来了吗 你别这样 还很多人看着呢 你的意思是 没人看着 你们就能这样啊 李修竹文言眼神 看向傅云霜 忽然有种要失去 小云霜的错觉 这TM 我不会被一个女人 截胡了吧 关键是她还不好说什么 沈又威文言 才仿佛注意到了 一旁的四人 脸色通红 却温柔大方地 松开了傅云霜 几位李边请 走在最后的老宝子 进来前 看向沈又威 又威你这 说着她摇了摇头 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认真培养了 好几年的丫头 居然喜欢的女人 咋 你们两个 还打算以后卖豆腐去 等几人都进去 傅云霜拉住了 正准备跟进去的沈又威 从怀中掏出了五张银票 这是五千两 熟了身就和我走吧 沈又威一致 没想到傅云霜 这么快就给她送来了钱 顿时间眼眶含泪 再次抱住了傅云霜 沈又威哽咽着说道 谢谢你 又威以后都是你的人 傅云霜也有点妈了 事情有点超乎她的掌控了 不过现在不是说个时候 而是开口道 你先别说这个 先去熟身吧 好 几人进去 沈又威也没废话 而是将之前自己 传的银子全部拿了出来 加上傅云霜给的 五张银票放在了一起 妈妈 这是又威的熟身钱 还请你将熟身器给我 本来老宝子进来 就感觉到了不对 如今一听沈又威的话 人都骂了 你们一个个的 搞什么鬼 老娘差你那点熟身钱吗 你们这样搞 我拿什么吸引客人去 就那么几个日渐凋零的 残花败流 弄月是这样 如今又来个你 但是她想骂 想拒绝 却不敢 看着相国千金和太傅千金 她憋了一肚子骂街的话 还只能脸上笑嘻嘻 再看李修竹 她的眼神中已经充满了怀疑 该不是还是这个狗贼吧 肯定是这狗贼惦记着 自己家这一把水嫩的韭菜 怕自己不放人 找了俩靠山 混蛋啊 怎么 为难 苏澄澄嚣嚣张跋扈惯了 对人和善 那得是她认同的人 就这些人 不配 苏澄澄一开口 老宝子就是一致 还能怎么办 打碎牙齿和血吞呗 没有 没有 老身这就去拿卖身器 身价是她早和沈又威说好了的 之前就买通了沈又威的侍女 知道沈又威钱不够 才得花的大饼 没想到 如今竞成了对方一把钥匙 等妈妈离开 顿时间沈又威 本着的脸松了下来 紧跟着来到李修竹三人的面前 行了一礼 多谢小姐仗义之言 您就是姐夫吧 我听小姐经常说起您 李修竹文言 嘴角一抽 不是 你叫我姐夫 我咋这么别扭 李修竹这么想 但和老宝一样 脸上笑嘻嘻地开口道 今后都是一家人 你是云霜的人 就是我们富家人 不过我们现在手上也不富裕 云霜给你租了个宅子 你先住着 说着话 李修竹耳朵动了动 忽然听到了老宝子和沈又威 丫鬟的对话 这一刻 他看向沈又威的眼神有点怜悯 看来并不是谁都有 翠云那样的丫鬟的 到时候 再给你买两个丫鬟吧 沈又威一正 当下轻声道 我不能带我现在的丫鬟走吗 他跟了我也三年了 我也用惯了 而且 他的卖身价也不贵 我可以和妈妈谈谈 李修竹文言笑了下 看来你可能不知道 你妈妈卡你三万两是知道 你只有两万两千两银子 就算是当首饰 当死气当铺也只会给你四千两 没办法给自己赎身 那么 你妈妈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什么 妈妈是因为知道我的底线 这 沈又威身子一晃 他又不傻 只是从未想过 如今一想就猜到了答案 不过他也算自食恶果了 你家妈妈说了 给他两条路 一时跟你要三千两 你把人买走 补偿他损失 二时 你要是走了 没带他走 就把他拿去卖 所以 让他要么想方设法 把你留下来 要么把他一起带走 沈又威妈了 这 人心怎能如此恶毒 李修竹的话他没怀疑 因为李修竹完全不用说这些 此事不过沈又威妈了 就是三女也妈了 三女也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卖主求容的侍女 迎凭还好 毕竟是丫鬟提上来的 另外两人则在警惕 暗想着 自己身边会不会有这样坏女人 咚咚 敲门声响起 紧接着房门被推开 随着房门被推开 老宝果然和沈又威的侍女小臂在一起 老宝拿出一张纸后 笑着开口道 又威这是你的卖身器 咱们说好的 三万两 另外 这是小臂的卖身器 你要要的话 三千两 你看 这也就是小臂跟了你三年了 不然一般人我还不卖呢 你看小臂这底子 这盘条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包装一下拿去接客 挣个五千两 都是可能的 这时 心中惶恐的小臂赶忙跪了下来 爬到了沈又威身旁 抱着沈又威的大腿哭喊着 小姐 你不能扔下我呀 你要是不要我 妈妈就逼我接客了 小姐 我照顾了你这么久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 小姐 小姐 我求求你带我走吧 这倒不是小臂言的 因为妈妈真的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此时一屋子女人 却没一个心软的 李修竹的话 她们本就是信的 现在被佐证了 只觉得 小臂是这么恶心可恶 沈又威虽然看起来温柔善良 却是外柔内刚的女子 文言看向妈妈笑了笑 竟然小 不等她说完 李修竹就开口打断道 等一下 事情总要一件一件地办 既然是为了来给你赎身的 那就先紧着你的事情办 李修竹说着 走到沈又威的前箱旁 将箱子递给她说道 数出三万两给我 李修竹看了 里面除了银子银票 只有三五件首饰了 显然是她 已经把其余的换成了银票 至于那三五件首饰 应该是日常出行的行动 沈又威文言没有犹豫 快速地数出了三十张银票 银子不多 就几十两 剩下的银品李修竹也扫了一眼 都是几十两到上百两不等个 李修竹接过后 快速点了一遍 三十张一千两 一分不少 妈妈你点点 老保子文言刚要接过 李修竹拿钱的手 却往回一收 不是这么不懂规矩吧 老保文言一致 用得着这么小心吗 两个管家小姐在 我敢弄虚作假吗 下一秒 老保子将手中的卖身器 给了李修竹 李修竹看了一眼后 递给了沈又威 这是你的卖身器 没问题吧 沈又威接过仔细看了看 终于松了一口气 姐夫 没有问题 姐夫 正在点钱的老保一致 眼神诡异地 看向三人 傅云霜三人 傅云霜顿时被这眼神 看得有些恼了 看什么看 赶紧点好你的钱滚出去 对了 顺便把这垃圾也带出去 你不是要拿它去卖吗 去吧 我们不要了 还要三千两 想钱想疯了吗 一百两 我们都不要 一百两可是十万 买一个人渣回来干嘛 不过一百两 也不是不能考虑 可以买回来当苦力 各种收拾 听了傅云霜的话 老保子傻眼了 小臂也傻眼了 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吗 二人看向沈又威 老保子还要努力一下 就见沈又威 将自己的卖身器 放在了傅云霜怀里 柔声道 又威的卖身器公子 你可要妥善收好 今后又威的生命 可就在公子你手中了 他是想了很久 才决定这么叫的 至少在傅云霜 穿男装时这么叫 而且只对他叫公子 对别人时叫他 也叫小姐 傅云霜脸蛋一红 随后将卖身器 掏出来递给李修竹 姐夫 你帮我收好吧 我怕丢了 李修竹文言无语 怎么你看我不像 丢三落四的人 你是怎么敢 这么信任我的 这一刻 将卖身器交给傅云霜的 沈又威也紧张了起来 这要是李修竹 有了自己的卖身器 那万一他把自己 卖给别人怎么办 自己信任的是云霜啊 李修竹接过卖身器后 看向傅云霜忽然问道 你之前说的是真的 傅云霜一证 没反应过来 什么真的 就是你说 哪怕没有回报 你也想帮他的 原来是这个 傅云霜没有迟疑 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就好办了 其实我也不太擅长 保管东西 还好这样东西 不需要保管 不需要保管 所有人都是一证 不明白李修竹 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下一秒 就见李修竹 掏出了身上的火折子 轻轻一吹 在几人猛逼的眼神中 点在气书上 李修竹对着沈又威 露出了一个 随性洒脱的笑容 好了 你自由了 自由了 一时间 沈又威竟然有点 不敢相信的恍惚 再次看向李修竹时 她的眼睛再发光 原来这就是云霜喜欢的人 我似乎知道 她为什么那么喜欢您了 这一刻 梅雨间一直有忧愁的她 露出了一个轻松的笑容 那轻松的血液 连梅雨间的忧愁 都彻底抚平了 李修竹这一番操作下来 给老包子看不会了 你们花了五千两 做好人好事来了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胆受 混蛋太可恶了 这时 反应过来 小碧赶忙哭求道 姐姐 求你带我走吧 虽然小碧不值那么多钱 但是小碧是对你最好的人啊 姐姐 你除了小碧 没有轻人来啊 沈又微闻言叹了口气 终究是要说清楚 小碧 你猜妈妈是如何每件事 都能准确拿捏住我的痛脚的 你是聪明人 我说的话你应该懂 所以就不要求我了 有这时间 你也许可以求求妈妈 以你的聪明智慧 未必不能讨妈妈欢心 把你留下来 沈又微的话一出口 小碧就明白了 顿时间心如死灰 直到听到最后一句 仿佛黑暗中 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般 转身抱住了妈妈大腿 妈妈 我这三年 可是为您做了不少事 求您放过我 我以后肯定还听您的话 做好一只只听您话的小狗 老宝子闻言 看向小碧 沉默了一下 别说 这人他还用着挺顺手 若是能帮他 看住别的姑娘 也不是不能留 但就在这时 在这个都沉默安静的时候 他听到了 窃窃私语的声音 嗯 老宝转身一看 人麻了 没关门 刚才进来居然没关门 再往过一看 几个躲藏着 只露出发际的女子 顿时让他人麻了 什么人偷听 出来 门外几女对视了一眼 顿时四散而藏 几人不用想都知道 那些未曾谋面的发环 都是这些青楼的女子们 下一刻妈妈 再次转身看向小碧 顿时冷若冰霜 出了这样的事情 谁还用它 就算是用 也是妥妥地防着吧 别怪我不给你机会 怪只怪你刚才没关门吧 走吧 收拾一下 晚上就接客吧 这一刻小碧人妈了 任由老宝子 将她拽走了 看到这 几个女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露出了笑容 这种奴才 这种解决 才是大快人心 这时沈又威 忽然走了出来 对着李修逐行了一礼 随后再次开口道 虽然气数没了 但是又威 是说一不二的人 今后依然是 云霜公子的人 几位稍等 又威稍微收拾一下 这就和云霜离开 这一刻 苏诚诚 也是满意的一笑 这才对嘛 还好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不然她这小姐妹 可就要做恶女了 李修逐则开口道 不着急 你们先在这边玩吧 我去看看弄乐 顿时间苏诚诚 面色一极 这不能够啊 这一去 今天还玩什么 修逐哥哥 你不带上 你的诚诚妹妹吗 卧槽 这是哪来的绿茶味 姐夫 我也跟你去吧 我在这也帮不上忙 这时音频 想了想开口道 那我帮沈 大家收拾吧 我以前也是婢女 这是我叔 李修逐闻言摇了摇头 行了 那就一起去吧 至于东西 拿两身换洗衣服 把银钱拿上就行 其他就不要了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更不是什么好回忆 回头衣服 也买几身新的 旧的都别要了 沈又威闻言眼中一亮 姐夫说的对 几位稍等 我这盏茶 不到即可好 好吧 姑娘你姐夫 就要上瘾了吧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是我小姨子的夫君 或者我平白多了个小舅子呢 不过别说盏茶 也就是三五分钟的时间 沈又威就收拾好了 小小一个包装不了几件东西 等沈又威五人收拾好出来的时候 门外已经站了不少人 都在盯着几人 沈又威一正 紧接着就从昔日的 姐妹们眼神中看到了羡慕 李修竹几人 也是搞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一个平时和沈又威 还算能说几句话的女人开口道 又威 好羡慕你 也恭喜你能脱离苦海 谢谢 也祝福你们 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如意郎君 此时大家的目光看向李修竹 这里面似乎只有李修竹 才是那个主C人 但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看到姐妹们的眼神 沈又威竟然主动靠近了一个小男孩 等等 这是又威出阁那天的少年 离大谱 小马拉 大车上瘾了 所以输回家 慢慢拉 这是哪家的公子 等等 对啊 这个年纪的男孩 多半还纯情 最少好骗 这他们 要不要也来一次姐弟恋 又威好人啊 帮他们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不过还要先观察观察 都说孩子心性 别是三天的新鲜镜 一过就没 也就此时 傅云霜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 要是知道 那必然是要拼命的 这时 一旁忽然传来了调侃的声音 怎么 来这少林院 连我那都不去了 这是要演三过家门二不入啊 弄月的声音 顿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大家的眼神看过去后 顿时弄月身前 空出了一条过道 弄月姐 弄月姐姐 弄月姐姐 这就是花魁一姐的牌面 弄月早已经习惯 弄月挥了挥手 顿时间这些女人都散开了 大家都是来看看热闹 但是既然一姐不让看了 那他们 也不会因为这点事得罪一姐 不过临走前 他们耳朵还是竖起来的 大家都想听听八卦 他们一姐一听 就和这一伙人关系匪浅啊 李修竹也没当回事 文言笑着开口道 这不是正要 去你的吗 没想到你就来了 弄月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脸上的笑容更盛 别管是不是真的 至少男人愿意哄他 那走吧 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翠云 去烧一壶好茶 翠云文言赶忙应了一声 当先往回跑去 等进了弄月屋 弄月也不顾其他几女在 关上门就抱住了李修竹 跟个痴女一样 贪婪地吸着李修竹身上的味道 沉迷地说道 夫君 弄月好想你 犹如梦逸的声音 带着苏妹的嗓音 仿佛一记情要 让人上头 李修竹顿时间就表示 尊敬了 但是却无奈地苦笑道 难不成弄月 要在妹妹们面前 演一副春宫画 这一瞬间 弄月一炯 又深深吸了口气后 才放开李修竹 看着李修竹委屈地开口道 夫君你骗人了呢 明明说好这一次见就 你知道弄月期待了多久吗 李修竹也很无语 谁知道这几个尾巴这么粘人 我没不同意 这不是他们再不方便吗 你要是不怕丢人 我陪你就是 弄月文言 眼前忽然一亮 夫君的意思是 只要我想要 你就给 李修竹妈了 这小痴女 不是吧 真要跟她演一出 但男人怎么能说不行 李修竹虽然头皮发麻 但还是点了点头 嘿嘿 这简单 夫君先去床她休息 切身和妹妹们说两句就来 这一瞬间 李修竹懂了 这不就是没机会创造机会吗 也不知道弄月打算 怎么说服那两个小家伙 那两个小家伙 可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想让他们自己出去 弄月想不出点血豆 不可能 过了一会 弄月果然进来了 看到李修竹投射来的目光 露出了一个明媚的笑容 搞定了 今日夫君可不能食言啊 咦 还真搞定了 不可能吧 她的小姨子 还有那小魔女苏澄澄 这么好搞定的吗 此时李修竹看不到的地方 也就是紧挨着卧室的书房拐角处 此时正排排坐着四个女人 四个女人都没说话 只是表情各有不同 苏澄澄脸上满脸兴奋 傅云霜则是兴奋带羞涩 迎凭好奇和无奈并存 沈又微此时的脸上 则是一脸玩味 翠云则守在门外 显然 弄月的说服 就是让几人可以偷听 而两个能做主的女人 显然被弄月说得心动了 弄月当时就问两个小家伙 好奇不好奇归房事 他们喜欢李修竹 以后肯定也要经历的 二人都还小 自然不会有人跟他们讲这个 往日里还好 但是现在弄月一说 他们怎么能不好奇 二人都是有心思的 尤其苏澄澄是个胆大包天的 顿时就拉着有点羞涩的傅云霜 同意了 李修竹一开始还以为 四人是等下就要出去的 但听到那几个呼吸声停下不动 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李修竹顿时就有点妈了 这是被听抢脚了 这不好吧 但想着里面还有自己的小姨子 顿时又有点兴奋 好吧 这男人避免不了的 再想想 以后和傅月华也早晚要被听 大户人家丫头 都是在耳房服侍的 这很正常 于是也就没什么抗拒了 不过李修竹意味深长地看向弄月 小丫头 你把我弄得这么兴奋 怕是一会不知道怎么死 怎么了傅娟 弄月有点心虚 毕竟这是背着李修竹弄的 没得到他同意 没什么 只是我记得你明天选花魁 这不影响你吗 弄月文言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 明日我是唱曲 只需要弹琴和唱奏就行 肯定没事 李修竹听到弄月这么说 也不拒绝了 再拒绝就不礼貌了 他又不是那些太监作者 只会吊着读者 几百张才收一个 继续吧 李修竹最喜欢弄月的服饰了 这可是李碧瑶和迎平都不会的 也只有出身轻楼的弄月会 第一次 哪怕是他们没那个 也是让他难以忘怀 床前明月光 一视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墙里栽花墙外开 花开后有百花沙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一个半时辰 屋里屋外尽是二氧化碳 终于 里面安静下来 四个女人也跟着松了口气 这一个半时辰 也太难熬了 紧接着 四女对视了一眼 顿时间 大家都有点尴尬 此时的四女头发都粘在了头皮上 仿佛刚生过一场大病一样 沈又威看下傅云霜 有点郑重地问道 姐夫她平日里也这么久的吗 傅云霜无语地看向沈又威 你这话 是不是问错人了 我也第一次知道好吗 是以傅云霜翻了个白眼没说话 看向盈平 盈平早已尝过爱情的甜 此时正煎熬呢 忽然看到了三人的目光都对准了她 顿时间脸色一红 那个 差不多 比这个时间还久一点 所以 我每天都很困 沈又威听到这个回答吸了口气 恐怕这是唯一一个上青楼不会亏本的 这跟大卫王吃自助一样 连老板都心疼了 沈又威消化了好一阵 才开口道 姐夫真是奇男子 这用你说 我们都看见了好吧 这时屋内传来了弄月慵懒的声音 妹妹们 跟翠云说一声 把洗澡水填满 盈平文言赶忙起身 但起得太快 一个没站稳 险些摔倒 好在我沈又威眼 几手快地扶了一把 没事吧 你稳一稳 我去跟翠云说吧 说着 沈又威就松开了盈平 往外走去 她毕竟在青楼待久了 这种声音 多少有了免疫力 洗澡水在上林院 是一直供应的 所以来得很快 就在李修竹二人 去洗澡的时候 四女也洗了个脸 不然那样子 他们也没办法见人 等再次见面的时候 大家又已经神清气爽了 只有弄月 一身妩媚之气没消 眉目间万种风情 带着慵懒 妹妹们 今天时间不早了 你们也该走了 今天是姐姐招待不周 改日再见 肯定给你们赔礼道歉 到时再好好款待你们 无论是进门顺序 还是年龄 弄月称一声姐姐 自无不可 姐姐说的哪里话 今日 我们也收获颇多 是的 姐姐 弄月文言也不尴尬 毕竟是青楼女子 脸皮这方面厚多了 弄月给了二人 一个和煦的笑容后 这才对李修竹说道 夫君 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明天记得去秦淮河边 看我表演 那个我就不下去送你们了 妾身现在站着都腿软 弄月现在是真的在强撑 她现在急需休息 行了 几人这才出了上陵院 此时已经距离出来 两个半时辰了 好在刚入秋 天还大亮 他们也没走正门 现在已经是青楼 开始营业的时候了 出来后 在街上看了看 蝴蝶最后 还是将马车停在了酒楼外 蝴蝶也无语的 不是说好给一个姑娘熟身吗 怎么会这么久 她逛了几个店 逛了半个多时辰都没出来 又等了小半个时辰后 她终于还是没能躲过 进酒馆的命运 不过她倒是没喝酒 只是叫了两个小菜 要了一杯雪花烙 硬生生地做了一个下午 此时都快晚饭时间了 她一个女孩子家 都不好意思看人家老板的眼神了 俩小菜做一下午 这都不是一般人能干出的事 要不交个饭菜吧 这真的不行了呀 与此同时 和她一样郁闷的是老马 老马也妈了 失算了呀 本以为三个铜板 能熬到姑爷和小姐回来了 谁知道这一做就是一下午 她都已经喝得很慢了 但半壶酒喝得 再慢也有喝完的时候啊 此时她都已经加了三次了 但是她也不敢走啊 这要是不一起回去 无论是主子没了 还是主子先回去 可都是她的失职 没事还好 有事她就无了 这混蛋姑爷 就不能为她考虑一下吗 就算不为她考虑 就不能为她的钱包考虑一下吗 怎么就驾个车 一下午就赔了七个铜板呢 多加了一个下酒小菜 这 亏麻了呀 就在二人惆怅的心泪时 李修竹他们找到蝴蝶 终是让蝴蝶松了口气 没白要一份晚饭 傅云霜上车前对蝴蝶说道 这位姐姐 送我们先去朱雀接长青芳炳四号 朱雀接住的大多是百官 最好的自然是贾号 离皇宫最近的 其次是乙号和贾号对应 两者距离皇宫相当 只是因为一左一右才被分排 二者距离也很近 其次是炳 丁 丁号和贾号很近 丁号和乙号近 以此后排 纯粹的商谷和百姓 只能住在在玄武街和白虎街附近 青楼街的尽头是皇宫 两旁是主流大商铺 朱雀接长青芳炳四号 马车停下 李修竹和一个个女人 钻出了马车后 看到了面前的一个门帘 此时门前已经有一个 开门的小哥李修竹 有点印象 只见小哥快速地跑了过来 见过二小姐 见过孤眼 见过少夫人 行了 起身吧 人是傅云霜从傅家找的 从租下宅子后 他就和管家要了人 两个丫鬟 两个守门的小丝 一个车夫 都是家里的老人 用着安心 去将里面的人都叫到院子里吧 我有话吩咐 是 二小姐 这院子只是一个三进的院子 总共也就只能住十来个人 等四人进去的时候 此时院子里已经有四个下人 两个女孩长得不错 不过李修竹却皱了皱眉头 她这个细微的动作 也立刻被苏澄澄发现了 这是我的朋友沈又威 也是房子的主人 今天开始 你们除了听我的 也都要听她的 人给我照顾好 如果我照顾不好 都懂了吗 五人赶忙开口道 知道了 小姐 又威 你要说两句吗 沈又威摇了摇头 觉得傅云霜已经说得够好了 这时 一旁的苏澄澄开口道 修竹哥哥 是还有什么问题吧 我看你皱眉了 姐夫 有什么问题吗 李修竹文言叹了口气 开口道 安保力量不到位 这两个虽然年轻 但是实力不行 但凡来个三流的江湖歹人 又威他们就得出事 傅云霜文言脸色微变 这个他调用不出来人了呀 苏澄文言一笑 这个简单 我爹和我爷爷 给我训练了一支女子卫队 回头我给他五个人 三流高手说得好听 也就比普通人强而已 但凡有三个训练有素的 就能将其斩杀 即便是二流高手 正面对敌 也最多以一当时 只有成为一流高手 才能以一敌摆 正面抗衡摆人 再多些人 堆也能堆死他 李大哥 高手没你想得那么神奇 而且高手太难出了 有的人家耗费一代人的积蓄 也未必能造出一个一流高手 想成为一流高手 天赋资源缺一不可 李修竹听得恍然 难怪他感觉很怪异 这个世界明明有武道 但感觉不怎么受重视的感觉 到了一流才能质变 可想成为一流付出的 比养一个千人军队还多 这种高手 也就只有顶尖大员和皇帝 能用一用了 李修竹没回答苏澄澄 而是开口问道 五个人的话 不会影响你的安全吧 苏澄澄文言笑了笑 开口道 自然不会 我爷爷给家里整了五十人呢 早晚后院各有一队二十人巡逻 剩下十人负责女眷出行 和紧急替换 问题不大 不过我一般用不上 李大哥 你看蝴蝶 李修竹看向英姿飒爽的蝴蝶 立刻明白了 他是武道高手 之前还只以为是个简单的女护卫呢 但既然苏澄澄出门 只带了他一人 那么就只能是武道高手了 嘿嘿 蝴蝶从小练武 天资也是一等 加上我家支持 如今已是二流高手 我爹说他在有五年 突破一流不难 是上经里数一数二的天才 这么一看 傅家的安保力量比较小啊 后院不见巡逻女卫 家里的家丁 貌似也只是能打的 这他就不怕出事 而且他可以肯定 他们现在周围没人跟着 也就是说 至少几人出来 是没有暗中护卫的 奇葩 还是京城治安这么好 李修竹不知道的是 傅家是有高手的 而且如他所想 是车夫 只是 他一个坠婿 不配有高手车夫 除了傅家老爷子 出门车夫是一流舞者 几个小姐和陈氏的车夫 都是二流舞者 当然 傅家也只有四个车夫是高手 其余都是普通人 至于家里的护卫 谁敢来相辅闹事 而且 家里有一个一流在呢 能无声无息进来的 你拦不住 不能做到无声无息的 自然进不来 李修竹诧异地看了一眼蝴蝶 没想到这姑娘 看起来不过不到二十 居然这么屌 要知道 他在监牢里看到的一流高手 就没一个小于四十的 一开始看着是年轻 可惜内里一末 都是两并斑白之人 那晨晨麻烦你了 苏晨晨大气地一挥手 不麻烦 修竹哥哥的事 就是我的事 说着 苏晨晨看向蝴蝶 蝴蝶 晚点回家 你安排五个人来 是 小姐 安顿好了沈又威 大家就往回走了 此时天色渐黑 再不回去要出事 还好这里 离两家都不远 马车到复家后 傅云霜开口道 晨晨姐 今天谢谢你帮忙 吃完饭再走吧 不了 今天我爹让我回家吃晚饭 说是有事和我说 好吧 那改天酒楼 开了我请你吃饭 对了 明天洞月 姐姐要表演 你早点来 我们一起去看 苏晨晨文言开心地笑着 果然这小姨子 没讨好错 放心 明天我吃了早饭就来 说完这小妮子 含情默默地 看向李修竹问道 修竹哥哥 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李修竹妈了 这可还有我小姨子 和小妾在呢 你这一搞 搞得我不守难得了呀 不对 那东西我好像没守过 可是你家丫鬟 你不怕他告你爹吗 怎么说我也是追逐啊 你要是私下来问 我还能满足你一下 但是苏晨晨说到这份上了 她也只好开口言语了一声 路上注意安全 没了 顿时间苏晨晨不高兴了 然而 去车后和我家小姐告别吧 我从未小姐如此对一个人伤心 也希望公子别让我家小姐伤心 不然 蝴蝶也不肯定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 尼玛 威胁我 但是我就喜欢你这样 以后别人问起来 那也是你逼我的 你一个二流高手 我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我能怎么办 对吧 李修竹还没说话 傅云霜也开口了 姐夫去吧 我不会告诉姐姐的 银瓶文言也赶忙开口 银瓶也不会告诉小姐的 好家伙 我这是策反了 守门的门位离得不近 也没听到几人说什么 李修竹看了一眼妓女 笑了一下 这就是姐妹情深吗 和后世的塑料姐妹情 果然不一样 都是懂得分享 实大体的 要不说呢 虽然古代娱乐项目匮乏 物资也匮乏 但人人都恨不得穿越 恨不得将淡淡的忧伤 放进姑娘们的身体里 这谁扛得住 对吧 看着一脸期待的苏诚诚 李修竹笑了笑 来吧 苏诚诚期待的眼神顿时一亮 兴奋地看着李修竹 快速地跟了过去 走到车厢一边 这个地方附近 再也没人看到 李修竹对着那张小嘴 就A了上去 说什么话 此处无声甚有声好吧 苏诚诚人傻了 本以为能听到点情话 就最多了 最多再加个分别时的抱抱 但没想到 没想到 修竹哥哥 居然这么奖励他 这一定是仙神的恩赐吧 回过神的苏诚诚 刚想要配合 刚想要更多 李修竹就起身离开了 欲语还羞 欲吟还剧 欲擒故纵 是被他玩明白了 看到苏诚诚那一副还想要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的样子 李修竹笑了笑 这下满意了吧 快回去吧 明天见 满意 怎么可能 我刚尝到点甜头好不好 好可恶 李修竹看着要进一步的苏诚诚 顿时往后退了两步 转眼就退出了马车的阻挡 乖 来日方长 两情若是酒长时 又起再朝朝暮暮 苏诚诚文言 顿时眼前一亮 这是修竹哥哥为我写的 嘿嘿 开心 修竹哥哥说得对 那修竹哥哥明天见 晚安 嗯 晚安 看着马车远去 李修竹三人目送后 就准备回府了 但李修竹脚步还没踏进去 忽然一顿 云霜 银萍 你们觉不觉得少了点什么的感觉 傅云霜文言一正 摸了摸下巴说道 姐夫这么一说 我还真觉得少了点什么 还真少了 银萍也是有这个感觉 但是一时间 三人都仿佛想不起了那段记忆 少什么 沈幽威没给赎身钱 给了呀 那是有什么没嘱咐 可能是 等等 是弄月姐姐吧 可好像也不是 忽然 李修竹脸色一变 我忽然想起来 我少了三枚铜钱 三枚铜钱一出 银萍顿时领悟 实在是那三枚铜钱 带来给银萍的印象太深了 这 老马还在酒馆 这怎么办 我们还没和他对口供吗 要是他被老爷小姐抓到 说错话 李修竹顿时稳住 开口道 先别慌 迎凭你去问问 老马回来没 没人让人去叫一声 要是回来了 去问问他怎么说的 在知道前 我们先稳一稳 最好别见其他人 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丫鬟 快步赶了过来 二小姐 姑爷 孤爷 少夫人 老爷请你们去吃饭 这一下子 三人都骂了 连最擅长演戏的云霜都虚了 怎么办 姐夫 没事 见招拆招吧 现在能咋办 两半呗 等三人进了饭堂后 李修竹三人 才行了一礼后 开始入座 落座的同时 歉意地说道 今日劳父亲 母亲等候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傅文汉文言严肃地开口道 行了 就不用扯那些虚的了 都是自家人 今天公主在 说感谢你平日的照顾 所以才专门等你们 李修竹文言笑着 对李碧瑶点了点头 她特没想到 李碧瑶会留下吃晚饭 这时 李碧瑶也拿起酒杯 瑶瑶敬了一杯酒 感谢李公子这几日的照顾 过两天 碧瑶就得走了 也只能此时撩表感谢了 看碧瑶演起来了 自己那自然不能落后啊 无妨 公主一路顺风 东北苦寒 走时多带点衣服和烈酒 嘿嘿 没想到啊 我碧瑶老婆演戏这么厉害 也不知道月华老婆 擅长演戏吗 我是发现了 这女人演起来 真就没男人什么事了 还好老丈人 没问我们去哪了 不然要是知道 我去秘密调查使节馆了 很难到时候不猜到答案 为了不让人怀疑 我可是连云霜 银屏都骗了 不过 去使节馆做一些准备 这时间不够用啊 傅月华眼神发亮 知道李修竹去干什么 顿时对李碧瑶的事情 有信心了 至于明天的时间 这简单 傅月华嘴角微微扯起一个笑容 开口道 修竹 明天你和我出趟门 我带你去走走 陈氏文言一正 诧异地看向傅月华问道 明天可是中秋 你们不在家里过吗 傅月华脸色一红 母亲 您就不要问了吗 我和修竹有点事 陈氏看到大女儿那娇羞的样子 顿时瞄懂 行 那你们忙 记得晚饭前回来 明天可是好日子 可别错过了难得的盛会 傅月华妈了 姐姐明天要霸占姐夫 太过分了吧 明天可是中秋节 怎么可以 姐姐 我和诚诚能和你们一起去吗 我是给你姐夫创造条件去了 又不是去 你们去干嘛 傅月华顿时淡淡地说道 不行 明天我和你姐夫 有重要的事情 什么重要 不等傅云霜再问 自认为参透奥秘的陈氏 就阻止了傅云霜 好了云霜 你姐姐和姐夫 难得出去玩一下 你老参合什么 而且 你也太念你姐夫了 不知道还以为修竹是你夫君 不是你姐夫君呢 说着 陈氏看向李修竹 吩咐道 修竹明天好好陪月华 月华忙得一年到头 也没有几天空闲 你可得给我陪好了 知道吗 李修竹文言赶忙点头 是 小续醒的 自会让月华开心 他那么说 还不是为了让傅月华配合 怎么可能拒绝 明天 他是真的需要时间去看看那使馆里的新罗人 确定哪个是目标 以及行动 逃跑路线 当然 若是得空 也得和傅月华谈谈情 恋恋爱 与此同时 刚到家的苏橙橙饭都没让他吃 就被叫进了老爹书房 父亲你叫我什么事啊 我听说 你又去傅家了 就这 是啊 我不能去吗 听到苏橙橙的话 老苏微微一正 怎么也没想到 闺女就这么大方地承认了 难道闺女和那个坠绪没一腿 你娘说你最近不太对劲 似是有喜欢的人了 苏橙橙顿时知道 父亲叫自己来的意思了 克制住自己紧张的心情 尽量疑惑地反问道 我怎么不知道我有喜欢的人 说着恍然地继续道 哦 您说的是修竹哥的吧 嗨 爹你想多了 我是佩服修竹哥哥不假 但你要说喜欢 嗨不至于 看着女儿的表演 苏微有点无语 我是你爹 而且 你那演技真尴尬 以后不准去傅家了 也不准 你和李修竹多接触 顿时间苏橙橙忍不住急了 演 演个屁 老娘不演了 凭什么 凭我是你爹 拿备份压我是不是 还好我有爷爷 爹 爷爷可是说了 我二八之前 是可以自己找夫婿的 离我二八还差八个月呢 你凭什么管我 苏微文言嘴角一抽 没想到姑娘都敢顶他了 这就是你爷爷的意思 这一次 苏橙橙是真的妈了 不敢置信地 看向自家老爹 爹你骗我的对不对 我爷爷怎么可能 就在这时 一个老头进来了 父亲 爷爷 苏橙看到自家的宝贝大孙女 本是绷着的脸 顿时间露出了笑容 嗯 我大孙女回来了 吃饭了吗 然而苏橙橙此时 哪有心情吃饭 爷爷 我父亲说 您不让我见修竹哥哥 是真的吗 老头一致 不满地看向儿子 不是说了不要提我吗 居然敢出卖你老子 不过大孙女的问话 还真是让他头疼 骗大孙女 他是不忍心的 但是能说不是吗 爷爷和你爹 都是这样决定的 顿时间苏橙橙忍不住了 一层雾气覆盖在眼睛上 委屈的小脸看了 都让人心疼 为什么呀爷爷 你不是说我二八之前 可以自己选夫婿吗 您骗我 老爷子也很头疼 我让你自主选婿 没让你选别人家的坠婿啊 你就是看上别人家的相公 我也能理解 但不能是坠婿啊 不是 我的大孙女 你先别哭 你爹说那臭小子一无是处 你干嘛非要喜欢他 难不成咱们上京城没人了 就他一个好的了 原来是这事 苏橙橙一听 就是父亲在丛中作梗 不是的爷爷 修竹哥哥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是父亲让哥哥调查 然后把修竹哥哥好的座位都烧掉 只留下不好的 爷爷你信我 修竹哥哥可好了 帮了很多很多人 都做好事不留名 顿时间苏战看向苏薇 眼露不满的神色 倒不是有什么决定变化 只是不满儿子连自己也瞒着 但是苏薇也猛啊 这和我听到的不符合啊 这我失忆了 版本怎么不一样 苏薇摇了下铃铛 守门的丫鬟立刻走了进来 去 将少爷叫来 是 老爷 当苏灿被叫进书房 看到三人的时候人都骂了 该不是妹妹告状 这是要收拾自己吧 爷爷 爹 你们找我 苏薇直接开口问道 当然你不是跟我说 那叫李修竹的小子 一无是处吗 怎么和你妹妹说的不一样 苏灿文言顿时就跪了 看了一眼妹妹 灿灿地开口道 我当日回来 碰到妹妹问我 我本来给她看了 可是妹妹不信 扬言让爷爷收拾我 我怕挨打 没办法 只能哄着妹妹 嗯 苏晨晨人妈了 顿时接受不了了 苏灿 你骗人 苏薇眉头微微一皱 嗯 怎么叫你哥呢 这时 苏晨晨立刻恍然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是爹让你这么说的对不对 哼 反正我是不会放弃的 反了你了 看来是我这些年对你太好了 让你不知道 什么叫妇女刚常了 苏薇的话刚一落下 苏晨晨的眼泪也落了下来 你们都欺负我 我不理你们了 苏晨晨哭着向外跑去 但是苏薇可忍不了 回来 嗯 看到老爷子看过来的目光 苏薇一致 擦 差点忘了 这轮不到自己做主 这最疼女儿的老爷子 还在呢 苏薇勉强扯出个笑容 爹 我刚才大声了 我应该心平气和的 哼 这还差不多 老爷子这才松开了手中的茶杯 给儿子留了点面子 忽然老人家叹了口气 算了 这件事我亲自过问吧 你就别操心了 这 看着儿子有点为难的样子 苏晨眼睛一眯 你有意见 没 没 我哪敢 只是说着他 还是不放心 他可是知道 自家老爹对自家女儿有多情 这万一耳根子软怎么办 只是 爹我也有底线啊 这坠婿真的不行 这我苏家的女儿 要是嫁个坠婿 我还不得被人笑死 至少得是个普通读书人吧 屁事还挺多 苏湛没好气地开口道 放心 你爹我这点分寸 还是有的 那就好 那就好 中秋节前的一夜 似乎格外地短 等李修竹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过了尘时 傅月华已经准备好了 马车 等吃完饭 李修竹和傅月华离开的时候 陡然看到了不远处 一脸幽怨看着他的老马 那幽怨的小眼神 顿时将李修竹这个后黑学大师 都看不自在了 嗨嗨 这老头也不知道 昨天啥时候回来的 看来是受苦了 李修竹心中愧疚啊 看来 下次得给他赏赏钱了 嗯 给四个子吧 多一个让他多吃一点小菜 我们去哪 知道李修竹 要去探查大使馆的傅月华开口道 去城东 观音庙 观音庙 对 城东离大使馆最近 我想你的计划 肯定要用到那些人的 所以我把你送到了 你就去先去踩点吧 对了 想办法遮掩一下 不能让人认出你来 李修竹自然知道这点 信息是他透露给傅月华的 他自然早已经准备好了东西 马车车轮咕噜噜的声音 被外面的叫卖声和说话声 压制到了一个机不可听的分贝 车辆到了一个客栈门前停了下来 车夫老王下车跑了进去 紧接着没两分钟 就快速地跑了回来 姑爷 房开好了 天字以号房 李修竹这才走了出来 出来的时候 带上了一顶斗笠 李修竹接过老王帝国的钥匙走了过去 不紧不慢 让人看不出一点急切 这里虽然是上京 但是也经常出没武林人士 李修竹的装扮 虽然略显怪异 但是也没引起太多人注意 因为类似李修竹装扮的 并不是没有 看李修竹进了客栈 马车再次动了起来 傅月华略显担忧地看了一眼李修竹的方向 虽然因为马车遮挡 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依旧看着 仿佛眼神能穿透时空一样 好多次傅月华都想过放弃 因为虽然不知道李修竹的计划 但是他知道其中的风险 那是牵扯到全家人的 若不是对李修竹有绝对自信 他绝对会放弃的 修竹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男男的自语生小的 似乎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但是他似乎忘了老王二流高手的身份了 老王眼神一明 意识到了不寻常 该和老爷说吗 等今晚回去吧 此时李修竹已经进了天字以号房 房间还不错 除了空间 即便是比起家里 也差不了多少 李修竹叫小二打了一盆开水后 就拿出了包裹 开始化妆 没错 就是化妆 而且不是普通的化妆 虽然没有后世的化妆工具 但是胭脂水粉一些面移等等都是不少的 这可是 他从无字书里 找了好几种化妆术中 最简洁的一种 一个时辰后 一个眼睛狭长 鼻子上带着美人质的阴柔公子哥 出现在了房内 此时就是傅月华前来 都认不出他来 得有过肌肤之亲的三女 和他深入交流 才能知道他是谁 打开窗子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使馆 快速地观察着使馆大致的走向 他现在是二层 使馆是一层 能看出很大一部分走向 该出发了 李修竹再次拿起铜镜 看了一眼自己这个样子 笑了笑 这才真是前堂将上性朝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 与此同时 隔壁屋的一个白衣女子 闻声一正 诗句不错 虽然只有一句 不过 他也并没多想 他还有任务在身 看完眼前的使馆布局 他往楼下走去 踩点 有机会地藏进去 李修竹也同时开门走去 二人同时开门 掩盖了对方开门的声音 直到二人迈出去的那一刻 才察觉到对方 这一瞬间 二人忽视了一眼 顿时李修竹就愣了一下 一个一身胡绿色静妆女侠 出现在他面前 这女人长得很好看 和他脸上一样 长了一颗小黑痣 不过不是美人痣 是泪痣 这一颗泪痣让对方的面容上 多了几分妩媚 少了几分阴气 不等李修竹开口 对方已经下了楼 李修竹看着对方下楼 笑了笑 忽然感觉自己以前 有些宅了 要是在家待着 能看到美女吗 虽然没想过 有什么交集 但是单纯看看 也舒服 美的事物 要多欣赏 嗯 决定了 以后闲得无事 要么去勾兰听曲 要么去丝绸店 或者胭脂店对面看看 别管是不是自己的 单纯怀着批判的心欣赏 欣赏也好 李修竹胡思乱想完 人也走下了酒楼 没几步就消失不见 使馆前门都是人 此时又是大白天 他自然不可能走正门 走了几步 来到一个墙角下后 李修竹在墙壁上一踩 跃进了使馆 与此同时 另一面墙壁 同样有一个 一身胡绿色衣服的人 翻进了墙内 如果李修竹在这 必然能一眼认出来 这就是之前的那个姑娘 李修竹脚下轻弓 犹如幻影 加上顶尖的内功辅助 不等巡逻的人出现 就能提前躲藏好 而且 这毕竟是使馆 压根没太炎的守卫 大洲朝的士兵 主要也就是负责守门 各个使馆庭院 由各国侍卫 自己防守 倒不是大洲 不愿意多点巡逻 只是别人不愿意罢了 而且 近日来大洲的使臣 可不仅仅只有新罗 还有吐蕃和楼兰 穿着和装扮得不同 让守卫也没办法 第一时间分辨是不是使馆内的人 全靠外面查验 所以这使馆 比他想得好近 李修竹站在一处暗处 窥探了近一个小时后 终于确定了新罗的别院 以及新罗王子 不过可惜 他没看到对方的丞相 就在李修竹 打算行动的时候 陡然动作一停 是他 他也是找新罗人的 而且如此鬼祟 不走正门 看来和自己一样 对这些新罗人不怀好意啊 李修竹心中一动 也行能利用一波 当然得先知道对方目的 李修竹脚下一动 带起一条残影快速地接近 翻进了别院 人在空中 他就看到了 那女子摸进了一间房 李修竹没着急 躲在了附近的假山一角 倾听了起来 到了这里 身后的内力支持下 他的耳朵 终于派上了用场 略带杂乱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而来 经过简单的判定后 他就发现了一件事 此时新罗的人 似乎都在主厅内 商议着什么 那个女人的声音 他没听到 显然对方不但是个高手 而且极其小心 李修竹心中一动 从一旁摸了过去 没去女人那里 而是去了主厅后面 李修竹路过主厅前面的时候 发现有俩壮汉 守着正门 不过他没停下 只要不是正面碰见 他有绝对的自信 不被发现 果然 他身影闪过 对方也只是往这边瞅了一眼 他们察觉到了 似乎有东西缓过 但也只是似乎 而且就算有 九成九也是鸟 也只有鸟才能那么快 毕竟他们从没见过那么快的人 格局就那么大 装不下更多的东西了 大周的陛下 已经答应了王子的婚事 说是 明天就会从几步调动物资 这回 我们暂时不用打了 哼 便宜他们了 我巴不得他们不嫁 这样也让他们 见识一下我新罗的儿郎 如何骁勇 李修竹眼神一眯 虽然没看到人 但是听那声音人并不大 加上那句 我巴不得他们不嫁 看来这说话之人 就是王子 呵呵 想打 会如你所愿的 不过到时候 应该你们内部 会先打起来 李修竹的计策很简单 让这个王子 死在他们丞相手里 那么必然 他们国内两个派系的人 会打起了 这种事情 虽然发生在大周境内 和大周无关 到时候 出于人道主义 给嫁状了三分之一 到五分之一的粮食 那么这件事 就解决了 就在李修竹 这么想的时候 忽然发现 楼下不远处的 一间屋子的窗户 裂开一个小缝 一只眼睛 正透过门缝 观察着下面那些人 李修竹脚步微动 站在屋檐后面 王子慎重 今年我们辛罗 遭逢大灾 就是临近的大周 怕事 也没多少粮食 除非打到 南边的富饶之地 但这对我们辛罗损失 肯定很大 所以这一次 我们最好 还是娶公主最好 而且 王子可是转了 之前我可是找人 看过那公主了 英姿飒爽 标志迷人 不逊色你妹妹 军强公主 王子的眼睛 闻言顿时一亮 竟然不逊色妹妹 这一刻 她是真的心动了 嘿嘿 那就先娶她们公主 等我养兵蓄锐的三崽 在南下 娶了这大周 大队如你不知道 这南边的女子 一个个水润的井 就是普通富户家的女子 都各个貌美如花 可袖身有任务 不能轻举妄动 不然肯定的 让人弄几个来玩玩 不过不打紧 咱们以后 拿下大周 可以好好享受享受 在屋檐旁的李修竹文言 无声冷笑 这些一族 果然都是未不熟的白眼狼 这是自然的 还是要度过这次天灾 对了 听说上京两年 一度的花魁 评选要开始了 王子若是有瑕 不妨去看看 多罗王子文言 笑着开口问道 丞相不去吗 那可都是难得的美人 等选出花魁 我们找人撸来 岂不是爽快 李修竹文言眼神一虚 眼中泛起了冷光 如果没意外 这些狗笔 是想撸她的弄月吧 王子不要多生是非 还是小心为上 现在还是以公主为重 七 无雀 若是无其他事 本王就先走了 王子自变 李修竹没动 过了一会 就看到了王子离开 但是这王子 竟然没回自己屋 而是向外走去 李修竹看了一眼 跟着出来的大队炉 不动声色地越过了围墙 李修竹脚下变缓 身体带着一道残影 快速地离开了使馆 绕到了使馆门前 不多时 他终于看到了王子的正脸 五官虽然端正 但是看起来暴力自虽 满脸凶相 李修竹也没多看 确认了是谁就转头 进了先前的客栈 忽然李修竹想起了什么 回屋后并未换装离开 而是打开窗户后 突然出现在了隔壁窗前 对方现在在使馆内 加上门上有锁 九成九是没人的 李修竹猜得没错 他弄开门窗进去后 果然没发现有人 而且此时床上一角 有个包裹 包裹比他的大不少 李修竹想了想 还是决定打开看看 现在任何一个变数 都不能放过 而且他也没盲目 而是用一旁 挑油灯的挑子挑开的 只是曝光一打开 李修竹就愣了下 这是 月事部 好家伙 那姑娘来亲戚了 这是我不花钱 能看的吗 这东西他是见过的 毕竟自己也有三个女人了 抛去弄月和碧瑶 这两个基本少见的 银萍他可是见多了 快来亲戚的时候 银萍就会提前穿上这个 李修竹想了想 挑起月事部继续看 期望能找出一点有用的东西 但接近着他又不淡定了 和子 这东西肯定没唐朝那么开放 和宋朝的倒是有点像 想着那个美人质的姑娘 李修竹鬼使神差地伸出手 想闻闻到底是什么味了 但就在他手快要碰到的那一刻 生生止住了 卧槽 我这是干什么 不能放纵 不能恋我 然而 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他背后 来人出现的那一刻 李修竹就察觉了 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那个一身胡蓝色的姑娘 出现在他眼前 精致的五官依旧那么美丽 眼角的泪质也依然迷人妩媚 只是他的眼光往下移了移后 顿时犯出了杀意 李修竹下意识地跟着 对方的目光看了一眼 待看到自己的手 在那件盒子上的时候 顿时间抹了 这 你听我解释 曾佩云冷声低喝一声 银贼 曾佩云脚下一灯 猛然窜进来的同时 手中剑已经出鞘 银白色的剑芒一闪而逝 但却没带起丝毫血迹 李修竹已经带起一串残意 和他挫奸而过 得 这是黄泥扒掉裤裆 不是降也是降了 还好是易容的 不然以后 要是路上碰见 那不得谁都知道了 绕过曾佩云的 李修竹脚步没停留 跃出窗子 陡然一个翻身落下 不等周围人惊呼 已经消失不见 知道他消失不见 客栈门口才响起惊呼之声 曾佩云再见 没看到人的第一时间 就回神看去 但也只看到了他残意 他追到窗口的时候 李修竹已经人不在了 曾佩云脸色微变 好高明的轻功步伐 他没再追 虽然气得不行 但是仅仅是那轻功 就秒杀他了 这一刻 他也知道 李修竹对他没恶意了 不然刚才那交错的一瞬间 他就能被制住 到时候 无论对方想怎么对他 他也无力反抗 曾佩云皱了皱眉头 看来对方是察觉到了什么 想来探探他的底 虽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还是不爽 这混蛋 别让我有机会逮到你 同时 他又有点担心 不知道这个发现 他的人是什么身份 会不会坏了他的事 与此同时 李修竹快速地向着城外而去 但是不等他出城 忽然看到新罗王子 顿时间 李修竹的脚步慢了下来 听说这上京城的钱花魁 在上林院 叫什么弄院 走 和本王去看看 这花魁 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 既然不能对新花魁出手 尝尝钱花魁的味道 也是不错的吗 嗯 这混蛋 要现在去找弄院 李修竹眼神微微一瞇 杀意暴涨 本想做成完美犯罪的 但若是这混蛋 去青楼找弄院 那么就只能提前弄死他了 李修竹默默地跟上了几人 眼看上林院越来越近 李修竹叹息了一下 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 一行人先后进了上林院 李修竹在想 什么时候动手的时候 老妈子也赶了过来 哟 几位大爷这么早啊 不过你们来得太早了 我这上林院还没开门呢 多罗王子文言眼睛一眯 顿时间本就凶狠的脸上 更是凶神恶杀 本王来了 不就营业了吗 去 把你们的花魁 那个什么弄悦的叫出来 老宝文言脸色一变 这几人他从未见过 而且穿的帆帮衣服 又自称本王 显然 这就是新罗那个王子 这人他自然得罪不起 但是好在他今天不怕 这 您要不换个人 四皇子正在弄悦那厅曲 与此同时 弄悦也是烦不胜烦 这四皇子又来表白来了 弄悦 你就跟我走吧 我肯定会好好对你的 说着 四皇子李成坤 就想上前去抓弄悦的小手 弄悦眉头一皱 脚踩凌波微步 瞬间拉开了和李成坤的距离 四皇子请自重 自重 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我没日没夜想你 怎么还自重得起来 说着 李成坤继续道 两年前你当上花魁的那一刻 我就告诉自己 我要你 但是 可惜我还没来得及行动 就被我父皇派去军中历练了 从两年前 我就无时无刻不想着你 想得神魂颠倒 想得石不知味 两年啊 你知道我这两年怎么过来的吗 如今再见 你却让我自重 呵呵 我怎么可能做得到 今日无论如何你都跑不掉 这上林院是我叔父的 大不了我挨顿法 也要把你弄到手 李成坤说完再也忍不住 再次扑了过来 好在农月林波微步已有小城 此时虽然还略有不便 但是并不影响 农月接连变换位置 一连晃了李成坤几下后 已经来到了门前 别跑 我的小院 你今天逃不了的 农月一打开门后愣住了 连后面的四皇子也愣住了 怎么这么多人 李修竹因为跟在 多罗王子身后进的上林院 劳宝也以为他是 多罗王子的人 事宜 他也跟了过来 还没等劳宝敲门 李修竹就听到了门内的声音 顿时脸色一变 但还不等他出手 房门就打开了 李修竹看了一眼 弄月身上整洁整齐 顿时松了口气 紧接着看向 所谓的四皇子起了杀机 李成坤仅仅是一愣后 就看向老宝 黑着脸冷声问道 本王不是让你们 不要打扰本王 你是想死吗 还是觉得 在你这上林院 本王就不敢杀你了 老宝子人妈了 怎么动不动 都是要杀自己的 我这小命只有一条啊 谁也得罪不起啊 四皇子 老奴拦了 但是这些人 老母拦不住啊 拦不住 李成坤眉头微微一皱 看向这些人 一个也不认识 他们是什么人 不等老宝子再开口 多罗王子一脸冷傲地开口道 本王是新罗大王子 多罗 说着 多罗看向弄月 顿时眼前一亮 露出了痴迷之色 弄月本就人间角色 昨天刚被滋润 此时更是戴上了 妖娆妩媚的镜 哪是正常人能扛得住的 更何况是多罗 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小王 这个女人我看上了 多人被气笑了 让给你 你知道 老子缠这一口 缠了多少年了吗 一个藩邦蛮夷 竟然敢在我上京叫板 我这个皇子 是谁给你的胆子 别说你一个王子 就是你们的新罗王 见了本王 也得礼让本王 作为两年的歪歪对象 李成坤是真的爱极了弄月 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乃能示弱 更何况在他认知中 新罗真的是弹丸之地 挥手可灭 当然 这也得益于吐蕃这二年 并未攻击过他所在的边防 多罗王子 听到这混蛋 侮辱自己的父王 哪里还忍得了 他可是一直把大洲人 当两脚羊的 一只羊头领的儿子 侮辱他爹 顿时间多罗王子血气上涌 抽出了随身弯刀 道歉 今天你必须得 为我父王道歉 到底他还知道 这是在大洲 没让四皇子跪地磕头 与此同时 多罗的虽视 也是各个弯刀 亮出了半截 这一刻 李成坤心才紧张了起来 刀不出鞘 永远都是装饰品 但当刀出鞘 那森冷的光芒 足以吓到很多 没见过血的人 这也是李成坤倒霉拖大 他因为笃定 自己要来做坏事 所以没敢带上 自己的守卫 毕竟他的守卫 可是他父王指派的 专门防着他 为非作歹呢 与此同时 李修竹眼前一亮 这两个狗笔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都是冲着他女人来的 之前他还在想 该怎么弄死多罗呢 但现在 他有了更好的主意 既然过两年 多罗就会打回来 那不如现在就打 李修竹走到了 一个多罗侍卫身后 猛然推了出去 这侍卫就在多罗身后 角度刚好一串二 李修竹这蕴含着力道的 一推让侍卫不受控制地 撞在了多罗身后 顿时间 毫无防备的多罗 就向着李成坤倒去 二人本就离得极近 这一道刀尖 刚好要扎到李成坤 多罗心中猛然一紧 他也只是想下下李成坤 可没想杀人 要知道 那些钱两还没到位呢 他猛然收刀 虽然收不回全部力道 但也能收回个四五分了 这样扎一刀 最多受点伤 死不了人 就在他心里松一口气的时候 却忽然从刀柄上 传来一股大力 扑哧 碰 这一瞬间 整个房间 犹如被人施展了定身咒一般 寂静地可怕 忽然 弄月耳旁 传来一个极低的声音 尖叫着往出跑 跑去衙门报案 注意安全 弄月一正 立刻看向李修竹 虽然认不出人 但是他能认出声音 李郎 在这个怀疑的基础上 他在看李修竹的眼神 顿时有了熟悉感 但下一秒 李修竹化为一道残影不见了 啊 杀人了 杀人了 弄月说完 已经脚踩灵波微步 快速地向外跑去 惊慌的语气 听起来像极了不安事事的妇人 随着弄月的声音响起 众人才纷纷恍然 老宝子 此时心都凉了半截 四皇子死在了他的上陵院 他难辞其咎啊 来人啊 杀人了 反应过来的多罗瞬间一刀划出 老宝就此领了盒饭 看了一眼睁勾着头 偷窥的小姐姐们 李修竹犹豫了一下后 就喊了起来 快锁上房门藏起来 你们等死呢 上金衙门离这里不远 斩查就来了 听到李修竹的话 顿时间多罗注意到了他 手中刀猛然甩了过来 早有准备的李修竹 顿时一个退步 这个速度不快 看起来就好像普通人一般 李修竹看弄月已经离开后 刚想离开 就看到了翠云 李修竹一边注意着多罗 一边拉住了赶来的翠云 往外跑 你家姑娘已经跑了 翠云一震 赶忙往外跑去 多罗的侍卫 也立刻拉住了多罗 王子 我们快走吧 对方是个皇子 再不走 我们走不了了 多罗脸色发黑的 看着自己的侍卫 刚才是谁推的我 这一刻 大家的眼光 齐齐看向一个脸色发白的侍卫 下一秒不等他开口 暴躁的多罗 就抽出了士兵的刀把他斩了 他没看到这一幕 不然肯定给傻眼 他小心翼翼地做了那么多 结果你 直接把证人斩了 嗯 斩得好 走 出城 那大队炉怎么办 多罗文言脸上的凶色一闪 既然是他要结盟的 那就让他去 大周肯定不会放过他 到时候他死了 定然没人再能阻碍我 多罗人说着 已经带着侍卫 跑下了上林院 他们不敢回去骑马 快速地跑向一个东边城门 多罗虽然暴躁 但是并不傻 他来的时候记得 那里有个马士来着 也是出城最快的路 既然快速地走向马士 手中刀早已归翘 虽然心中急得不行 但是他们暂时还不敢跑 与此同时 正在傅家做客的李碧瑶 忽然听到砰的一声乍响 突然起来的响声 让上京城的人都是一阵 看了一眼天上的烟花 不明所以 谁家大白天的放烟花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李碧瑶定定地看向烟花 神色变换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这和计划不符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李碧瑶还是选择了相信 碧瑶姐姐怎么了 这烟花有问题 碧瑶没有回答 而且对银展吩咐道 银展准备马车去使馆 忽然李碧瑶想到了 这是事发突然 突然准备 马车未必赶得上 银展 准备好马车在使馆门口等我 我先去一步 云霜妹妹 有机会 姐姐再和你解释 快步跑到傅府门外 李碧瑶抢下一匹侍卫的马 立刻纵马 飞速赶往使馆 就在多罗几人到达马市的时候 上京城的衙役 和御刀门的巡捕 也到达了上林院 看着寂静无人的上林院 杨潇面色一变 都死了 还有没有活着的 本座御刀门千户 再不出来 一律按罪润处 听到这话 一个个房门打开了 一个个青楼女子 瑟瑟发抖地 看向楼下正中间的人 见过大人 见过大人 看来没死觉 杨潇松了口气 这才继续道 谁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和我说说 这时一旁的衙内凑了过来 当然 报官的人在我们这 说是四皇子被害 杨潇顿时吸了口凉气 头皮都有点发麻 完了 大案子 怎么回事 报案人是上林院花魁弄月 他说是多罗王子 杀了四皇子 杨潇 看向楼上的女人们 问道 弄月的房间在哪 有谁看到死人 随着杨潇的问话 大家齐齐指向一个方向 那就是弄月的房间 来个人 把所有人带回去审问 说完 杨潇就快速地 向着楼上奔去 等他到了楼上一看 虽然早有预料 但心中还是一尘 来人 带人去使馆抓新罗人 封锁城门 一个都别放走 莫 派人去皇宫报训 莫 留下衙门的人封锁现场 其他人行动起来 下一秒 哗啦啦的声音响起 玉刀门这个大洲 第一门户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 多罗已经杀了两个贩马人 抢了十几匹马 向着城外跑去 东城门楼上的人 远远地就看到了 策马狂奔的几人 向着这边跑来 当线一人的华丽穿着 和四周视为不同 一看就让人以为 是哪家大哨 这种人谁敢拦 至少没命令 没一人敢拦着 就在这时 城门上的人 忽然发现了不对劲 嗯 不是大洲服势 拦住他们 然而此时 这话已经晚了 都已经快到城门下了 现在拦人来得及吗 什么人 速速下马 然而回答他的 只有马蹄的铁蹄和弯刀 随着轰隆隆的马蹄声踏过 只留下了城门上 心中发寒的守卫 他们不是在为 死去的同袍莫哀 而是看跑掉几人的样子 明显出大事了呀 与此同时 李碧瑶也赶到了使馆嘛 找到了多罗丞相 文杰公主 是有什么事找老夫吗 大对卢 我听说东北苦寒之地 想了解一下 新罗的天气和风俗 看看自己需要准备什么 顿了顿 李碧瑶继续道 当然 也想听听大对卢说说 新罗的风土人情 与此同时 李修竹也再次潜入了使馆 李碧瑶一个人 在这他怎么可能放心 找了个小朋友 留下了暗手后 他就潜入了进来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刚潜入一间屋子 就是一正 看着对面的 狐绿色静装女故人 李修竹感觉有点头大 曾佩云看到李修竹的第一眼 眼神中的火气就冒了出来 就当他缓缓拔剑时 李修竹轻声提醒道 你不是要在这动武吧 虽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但是你现在动武 肯定就没机会了 顿时间曾佩云一致 深深地看了眼李修竹 将出翘的剑又插了回去 这混蛋 早晚有一天要给他一剑 曾佩云转头顺着一个缝隙 看向一个房间的时候 李修竹凑了过来 顿时间曾佩云的剑出翘一劫 警惕地看着李修竹冷声道 你凑过来干什么 离我远点 李修竹文言无奈地开口道 这个真不行 我也要监视那个房间 这只能去你旁边 你要是不同意 我们只能打一架了 曾佩云一致 就在他迟疑的时候 忽然眼前一晃 下一秒身上一软 混蛋 曾佩云眼中冒火地盯着李修竹 如果眼神能杀人 他定然已叨了李修竹上百次了 李修竹搂着曾佩云蹲了下来 在其耳旁轻声道 别这么看着我 我也是没办法 放心吧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你就安心看你的 等会我的事忙完了就走 李修竹并没点他哑学 文言曾佩云的红着脸冷声道 放开我 我让你跟着看就是 红着脸 是因为李修竹刚才说话时的气体所致 并非是他害羞 李修竹文言吃笑一下 你觉得你是我 你现在敢放开你吗 曾佩云一致 如果换成是他 他也不敢这时候放人 想了想 他只能开口道 别乱动 若是你乱来 就算是我天涯海角 我也必杀你 好家伙 身为鱼肉 还这么嚣张 真的是 不过李修竹和那些混江湖的 有本质上的区别 文言只是好心提醒了句 以后再被别人抓到 不要这么说了 也许人家没想弄死你 你这话一说 人家也想弄死你了 你站在我的角度想想 如果现在 是你挟持了我 我对你说 早晚要弄死你 你是会留着我这个祸害 还是把我杀了 以绝后患 曾佩云文言一致 这么一想 煞时间心中一寒 他说的对 若是换了自己 必然杀他 但就在他想表示感谢的时候 李修竹继续道 而且到时候 肯定是先奸后杀 再奸再杀 曾佩云眼神一眯 混蛋 你也不是个好人 忽然 使馆外响起了 砰的一声烟花声 刚进使馆大门的杨霄 猛然脸色一变 这烟花 为何忽然又响起一次 还是在自己 踏入使馆的这一刻 上一次 似乎是上林院出事的时候 有问题 去个人看看 谁放的烟花 带回去 与此同时 李修竹眼神变得认真起来 丞相屋内的李碧瑶 听到烟花 响起的那一刻 松了口气 李碧瑶起身来到门口 看得身后的大队炉 疑惑不已 不明白这文杰公主 在看什么 不过她也没多想 在她想来 也无非是在思考 但就在这时 李碧瑶忽然 将头发弄乱了 紧接着拉了拉衣领 嗯 就在大队炉思考的时候 李碧瑶突然打开了门 捂住脸就跑了出去 呜呜的哭声 在风中凌乱 大队炉的心也在凌乱 不对劲 出事了 忽然间 她看到侍卫 投递过来的怪异眼光 仿佛一道闪电 在脑海里炸裂了 顿时间大队炉头皮发麻 立刻大声喊道 拦住她 杨潇本就接近心罗管了 脸色一变 快速地冲了过去 一眼就看到了 跑了出来的李碧瑶 还不等她开口拦人 门外的影展就喊了一声 公主你怎么了 公主 在看公主的衣衫和发迹 顿时间 杨潇脑仿佛轰隆一声雷鸣 这到底TM的什么情况 杨潇骂娘了 今天倒不好 陛下怕是要血洗一批人啊 就在杨潇愣神的时候 李碧瑶已经从她身旁跑过 影展在背后追着 二人刚一离开 那些侍卫就冲了出来 看到杨潇他们顿时一愣 什么人 敢包围使节管 李修竹文言脸上终于放松了 一直点在曾佩云身上 一边退出了机米轻声道 不管你要做什么 现在最好快点走 遇刀门的人来了 李修竹说完 翻开另一侧的窗子 越强而走 出了使节管 李修竹脚下不停 脚踩凌波微不快速地向着城东跑去 看来 今天是回不了城了 李修竹想着 人已经快到城门口了 但还没到城门 就是一愣 只见此时城门已关 城门的守卫森严了不守 什么鬼 李修竹愣了一下 立刻就猜到了答案 干 看来多罗王子跑了 没想到那些新罗人也走到城东 好在此时 他能力想翻个城墙轻轻松松 只是白天还是不方便的 容易被人看到 看来只能等了 那现在去哪 碧瑶回宫了 弄月 先去看看弄月 若是弄月有事 也好及时搭救 等等 要不直接叫苏晨晨去 李修竹认识的 有能影响官府的能量 只有三个 一个是自家老婆 一个是李碧瑶 另一个则是苏晨晨 李修竹脚下一动 带着虚幻的幻影 在大街上走动 前一个呼吸还在街头 下一个呼吸已经到了巷尾 他去过苏晨晨家 自然知道路 到了门口 李修竹开口问道 我是何东李家的 不知道你们家小姐 可在 因为她的真身还在城外 此时也只能随便编造个名字 何东李家倒是真的 是大周七大世家之一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两个守门的文言 自然不敢怠慢 何东李家的人 赶忙开口道 我家小姐在家 不过小姐犯错 老爷罚他禁足呢 术不能见客 嗯 禁足 因为什么 昨夜回家我亲他 被人看到了吗 不可能 若是那样 怕是苏太傅早就打到父府了 不过李修竹也不多问 转身就走 但李修竹没想到 他人刚走出十来米 一个鹅黄色的身影 就从旁鬼鬼祟祟的钻了出来 嗯 成成 苏成成顿时吓了一跳 但紧接着又觉得这个声音有点熟悉 是修竹哥哥 修 苏成成高兴地转身 但转过来后 笑容却僵硬在脸上 苏成成快速地退了两步 警惕地看着李修竹 你是谁 怎么知道我的 嘘 是我 李修竹 我化了个妆 嗯 易容竹 苏成成好奇地朝李修竹脸上看来 甚至还想用手碰碰 你正常点 我有事找你 你拿上这个令牌 先去上京城衙门 若是弄月不在 就去玉刀门 记住 令牌能不拿出来 就别拿出来 实在不行就拿出来 不要让弄月受刑 苏成成文言 眼神一亮 好 那我们这就去 不是我们 是你 好吧 还是我送你去吧 就你这速度 去了说不定会晚 嗯嗯 我可慢呢 你言我呢 李修竹也不多说 一手扶住苏成成的腰 将她微微抬起 随后脚下不停 突如其来的速度 顿时吓了苏成成一跳 但在发现安全后 顿时变得兴奋起来 修竹哥哥 你学过舞 嗯嗯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回头我再和你说 好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李修竹就已经把苏成成 送到了上京城府衙 去吧 要是人不在 你就赶紧出来 我送你去遇到门 要是人在 你就在这待着 别让人欺负了弄月 我天黑前离开 苏成成文言点了点头 快速地跑了进去 还没进门 就听衙内轻贺一声 什么人 苏成成文言 瞪了一眼这个衙内 我乃苏太夫之女 找你们抚影 苏成成一报名号 顿时间衙内脸色一变 苏小姐请 卑职官职所在 刚才冒犯了 嗯 苏成成刚想进去 忽然脚步一顿 今天来报案的上林院花魁 还在里面吗 嗯 在 不过刚遇刀门来要人 可能正在过手续 苏成成文言 赶忙往里面跑去 刚进去 没走几步 就看到了正要出来的 遇刀门衙内 和弄月 弄月姐姐 成成 你怎么来了 不过不等二人说话 一个遇刀门的领头衙内审恋 就挡住了二人 你是什么人 嗯 一个个的 没完没了了吧 虽然生气 但苏成成 还是再次说了一遍 我乃苏太妇之女 苏太妇之女 沈恋脸上好看了些 但也仅仅是嫌 苏小姐见谅 现在弄月花魁是目击证人 也是嫌疑人 现在你们不能说话 嗯 嫌疑人 怎么 你还想对我姐姐用刑 沈恋闻言沉默 她得看对方的交代程度 来确定用不用刑 沈恋一沉默 苏成成就懂了 很好 你们可真是厉害 不去拿真正的凶手 反而想把我姐姐驱打成招 弄月此时赶忙开口道 成成妹妹别乱说 玉刀门怎么会驱打成招 那个新罗的王子 杀害四皇子 可是好多人看到的 好了 你先回去 我没事的 苏成成文言摇了摇头 不管怎么说 他们问话可以 但是不能对你用刑 走吧 我陪姐姐去一趟玉刀门 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用刑 沈恋闻言吃笑一声 到底是没经历过风雨的花孤独 和四皇子案扯上关系 别说你一个太妇之女 就是太妇来了 也不能免刑 抱歉苏小姐 这是您还是回去请示一下太妇吧 这不是你能插手的 我遇刀门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地方 就算您去了 该用的刑依然要用 沈恋这话的意思只是说 只要没可疑是不会用刑的 但是听到苏成成耳朵里 就变了味 仿佛必须用刑一样 苏成成深吸口气 掏出了怀中金牌 我现在能进遇刀门吗 我说不许用刑 管用了吗 沈恋看到金牌的那一瞬间 顿时心下一沉 看清楚上面的字后 顿时跪了下去 吾皇万岁 万万岁 哼 现在我有权力了 沈恋头的妈了 怎么也没想到 这小丫头手里 居然有皇上的金牌 怎么来的 有金牌 你早说啊 苏清拆收效了 现在您自然有权力 哼 打自己个耳光 沈恋没有犹豫 啪地给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苏成成这才出了口气 走吧 去刀门 你们想问什么问你们的 我不参与 还是那句话 问话可以 不准用行 沈恋松了口气 还好苏成成没胡搅蛮缠 不然今天少说得扒一层皮 苏小姐请 一行人这才离开了府衙 与此同时 另一边杨潇 正在和大队炉对峙 大队炉 我劝你们束手救父 否则的话 一旦动了刀兵 我不一定能确保您的安全 大队炉 还没从杨潇话中 回过神来 就在刚刚 他问杨潇 为何来拿他们 怎么敢的时候 对方说出了一个惊天答案 多罗杀了大洲四皇子 多罗怎么敢的 这可是大洲王兜啊 看了一眼 越来越多玉刀门人 大队炉知道大势已去 但还是忍不住开口道 我要见你们陛下 我会秉明 但是现在 你必须先和我们去遇刀门 大队炉点了点头 好 都放下武器 就在这时 一个人走到了杨潇身后 轻声言语道 头 刚才东城门传话 多罗冲关 跑了 跑了 杨潇一致 眼神凌厉了起来 派五个百人队 一人两马 朝着星罗方向 分五路追击 另外 在派五个百人队 搜索上京附近 有可疑人 一律先抓回来 森冷的语气 让杨潇的手下心中一紧 莫 与此同时 皇帝李阔 也收到了自己儿子 可能生死的消息 顿时间 正在批改奏折的李阔 身子一晃 星罗王子 好一个星罗王子 居然敢杀吾尔 船赴湘国 护布侍郎 吴安军 大将军前来议事 叫负责此案的官员 尽快查明原委 估值给他一天的时间 另外 去查查宽的侍卫在干什么 若是玩忽职守 全部处死 那是总管太监王德发 也知道 陛下是动了真怒 哪敢多说 诺 就在上京城 风起云涌的时候 李修竹看弄月 和苏承承没事后 再次来到了东城门 开门 玉刀门奉命捉拿凶手 随着一声叫喊 城头上乱了起来 看到这里 李修竹神色一动 趁乱突兀地出现在了 马群中 藏在了马匹下 这一波出人 光马都上千匹 想混在其中 再简单没有 出了城 李修竹看准一个草丛 猛然闪了过去 虽然引起了一些细微的声音 但这声音 在轰鸣的马蹄声中 并无人发现 等这些侍卫离开 李修竹才向着 傅月华所在的观音庙 快速跑去 傅月华此时的马车 一直没动 也不敢动 哪怕他看到了信号 也不得不面色镇定地等 眼看天色越来越黑 傅月华的脸色 也越来越难看 就在这时 那个男人的声音忽然出现 小娘子在等谁呢 无聊的金瓶 历时惊喜地喊道 孤夜 傅月华焦躁的神态 也平复了下来 仿佛只要这个男人出现 一切就都不是问题 出了什么事了 我们现在回吗 李修竹文言开口问道 如果封了城门 我们现在还能进吗 封城 按他们之前计划的 怎么也不应该封城啊 嗯 出了点意外 四皇子被多罗杀了 多罗跑了 所以现在封城了 傅月华人妈了 低下意识反应 就是看向李修竹 李修竹文言无故地贪手道 你不会以为是我吧 当时可是有好多人 看到了是多罗杀的 傻丫头 就算你觉得是我 现在也不能怀疑我呀 猪队有吗 傅月华一致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那我们也回吧 一般这种时候 是许进不许出的 问题不大 行 那就先对一下口供吧 别的不说 今天我可是一天 都在车里来着 放心 我已经嘱咐好了 嗯 那就好 上了马车 二人往回走 傅月华刚想开口询问 李修竹却将手指 竖在了嘴上 指了指车外 这一瞬间 傅月华心中一跳 如此瞒着 定然是 发生了什么的大事情了 傅月华忍住没问 一憋就憋了半个时辰 与此同时 皇帝李阔那边人 也到齐了 李阔正和大臣们开会 还没开始 就听到了内侍来报 内侍在李阔耳边 叨叨了几句后 李阔也得到了 女儿被新罗丞相睡了的信息 顿时间李阔怒不可接 好胆 你们应该听说了吧 新罗王子多罗 杀了孤的老四 但你们应该不知道 就在刚刚 新罗的大队炉 居然对孤的公主无礼 李阔虽怒 但是还是没说明白 皇家的脸面还是要的 但是能坐在这里的 哪个不是人精 多少都猜出了点什么 这 大将军罗世成站了出来 陈恳请北伐 我老罗定然斩下多罗首级 祭奠四皇子 乌安君白斩老神 在在地坐在那里 沉稳地开口道 天朝尊严不可辱 既然到了这一步 那就站吧 傅相国叹了口气 开口道 既然这样 那就站吧 说着 几人的目光 看向了户部侍郎 户部侍郎妈了 终于知道 叫自己来干嘛来的了 陛下 国库粮草大约 够十万战士吃半年 算上可能发生的意外 保守点四个月没问题 另外快入冬 这三个月的棉衣 和铠甲损耗 也是一笔资金 这笔钱 国库暂时拿不出来那么多 最多只够一半 户部侍郎说完 大家都沉默了 户部侍郎的话 虽然说的 还是稍微有点委婉的 他的意思就是 打的话 十万人的后勤 他能保障 二十万人的话 可能就很勉强了 三十万人 想都不要想 而且差钱 差很多钱 数额差得太多了 几人也是各自思量 这时 武安军白展开口道 那就先出兵十万吧 十万人别的不说 至少是能守住边疆的 至于后面的 先看情况吧 大将军罗世成 也赶忙抱拳说道 陛下 武安军所言在理 李阔沉默了一下后汉手 就按武安军所说 大将军 此次讨伐 可有人选 罗世成文言点头 事关大洲疆土 老夫打算亲自前往 那你准备吧 明日出发 莫 李阔再次看向 户部侍郎 宋连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十月前 要将所有的物资 送到燕门关 宋连无奈 但是这他能说什么 莫 终于 李修竹一行人 在天黑前进了城 一到家里 傅月华就把李修竹 拉进了门 金平 守好门 任何人不准进来 是 小姐 不等李修竹坐下 傅月华就开口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不通 既然多罗逃了 你为何还要发信号 诬陷新罗丞相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这得问你吗 他都是我的人了 那么 必然只能嫁给我 多罗虽然逃了 但是我 总不能眼看碧瑶 嫁给别人吧 也只有一个有污点的公主 我才能配得上 看着傅月华 开始阴晴不定的脸色 李修竹笑了笑 继续道 觉得我自私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陛下 给碧瑶再赐婚 结果却发现 碧瑶不纯洁了 那会是什么后果 皇室名誉受损 碧瑶不得善终 若是查到了我们 甚至我们一家 都可能陪葬 当然 也可能陛下 看在咱爹的份上忍了 如果咱爹是 那么不可或缺的话 但这个世界离了谁 太阳依然会升起 月亮依然会落下 没有谁是必须的 而且 就算陛下真忍了 心里也会有疙瘩 咱爹再还好 若是不在了 我们一家男的必死无疑 女的 可能冲入教司房 所以 从你和碧瑶互换的 那一刻开始 这个计划就必须进行 或者 让他假死脱身 傅月华沉默了良久 方才点头 那就不说这个了 说说其他事情吧 李修竹汉手 继续道 今天出了点意外 我去使馆调查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了多罗要去找弄月 我不放心 然后就跟了上去 结果恰好碰到了四皇子回京 他也想要弄月 二人争执过程中 多罗杀了四皇子 事情就是这样 不过因为弄月在场 所以也被牵连进去了 现在正在遇到门碑问话 你不在 我只能找苏澄澄 帮我去看着了 有苏澄澄在 应该问题不大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现在主要是要看陛下那里怎么解决了 与此同时 天色见黑钱 弄月主仆被苏澄澄带走了 一是案件明了 没有争议性 二是苏澄澄金牌在手 在确定弄月二人无罪的情况下 给个方便倒也正常 不光是二人 其他人也都被放了回去 毕竟这青楼背后 可是王爷 只是在案件落实前 上陵院暂时不准营业 案件太明了 四皇子那不用审 公主的案子也审不了 第二天一大早 傅文汉就走了 而李修竹也开始思考 该怎么把碧瑶接进家门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献保 在这个即将开战的关头 献一个能让大洲打赢战争的宝物 李修竹沉思了一下后 想了想 还是决定造望远近 这东西最难搞的地方在剥离 但是他有无字书 烧剥离也不难 就这样 在大家都在忙的时候 李修竹也在忙 一直到第三天下午 李修竹找上了岳父 父亲 我想给陛下献保 不知道父亲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 正在头疼战士的傅文汉 文言一正 倒也没有小看自家女婿 那一篇修建大运和可行性计划 已经让他对李修竹刮目相看 修竹你想献什么把握 李修竹文言 掏出了望远近开口道 这是望远近 也叫千里近 虽然不可能真让我们发现千里外的敌人 但至少可以让我军料敌于十里之外 傅文汉文言一正 政治敏感的他 一下就听出了其中重要性 这东西若是用于打仗 简直是神兵利器 在这个当口 不亚于神器 傅文汉也没武断 而是沉住气 接过了望远近看了一眼 怎么用 李修竹顿时又把望远近拿了过来 小头指向自己 一节节拉长筒句 这样小头对准自己 然后往外拉 通过拉伸太调解焦距 就是清晰度 说着 李修竹又将望远近递给了傅文汉 傅文汉好奇地夹在了自己眼睛上 下一秒 他就是一正 此时 他是对着皇宫城墙的 顿时间就清晰地看到了城墙上的细节 甚至连侵蚀的纹路都清晰可见 死 这怎么可能 他往上抬了抬 立刻就看到了皇城守门的卫兵 此时那个卫兵正睡觉呢 抱着一根旗 往旁边一靠 美滋滋 这 皇城守卫这么松的吗 就算是不可能出事 你也不应该睡觉啊 真当没人看得见你啊 啊 好像之前除了他同僚 还真没人能看得到 傅文汉转了个身 再次看向更远的地方 将望远近拉得原来越长 直至到头 好家伙 他居然看到北城门上的人 虽然这一次 看不到面部表情了 但是依然清晰可见 傅文汉收起千里镜 看向李修竹 好东西 你刚才说线宝 难道你想出事了 一般线宝 要么会赏赐金银 要么会赏个官职 钱家里不缺 也没少过李修竹的 所以他还以为李修竹想通了 想出事了 啊 这个真不是 就是听月华说 碧瑶公主出事了 月华想让我帮帮公主 趁着公主的事情还没发酵 我去跟陛下求门亲事 傅文汉一致 怎么都没想到 会是这个答案 这我感觉你在骗我 我女儿会帮你这个坠绪找老婆 而且那是公主 你以为落了毛 就是你一个坠绪能想的 那可是公主 不是一个望远镜 你就可以想的 还有 你说这事是月华让你做的 也不怪老月父不信 给他他也不信 父亲自可去问月华 等月华确认了再说不迟 虽然搞不明白 女儿到底怎么想的 但是沉默了一下 傅文汉还是开口道 明早你跟我上朝吧 是岳父 岳父告辞 望远镜只是敲门砖 对于普通人够了 对他而言还差了点 不过他还有大杀气 到时候娶个公主款款的 不过这一次 看来自己真的要脱坠绪了 公主不可能嫁给坠绪 那么皇帝老儿 必然会给他抬身份 别的不说 出去开府是肯定的 而且可能还会赏个闲职 要是不用上班 就能拿工资的 那可就太好了 李修竹转身 回了乌生了个懒腰 也不知道 当日闯入使馆的那个女人 被抓了没 也不知道她有什么目的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我都没准备好 就被赶鸭子上架 也不知道 碧瑶和他四哥关系好不好 可别是一个母亲生的 不然要是被他知道 我干掉了他哥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崩溃 不 这件事除了我没人知道的 就连被推了一把的当事人 都被多罗亲手砍死了 也不知道 明天进宫顺不顺利 傅月华人都妈了 他没想到 两天没咋听到李修竹新生了 一听到就是这么爆炸性新闻 这混蛋不是说 四皇子的死是意外吗 我真信了他的血 四皇子居然是被自家相公 借手多罗亲自做掉的 他不是一个文弱书生吗 怎么会 他虽然心中好奇 但是李修竹没和他说 他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去问 怎么问 说他能听到新生 与此同时 多罗在经过三天追杀后 终于到了燕门关 和来时相比 他此时狼狈极了 跟随他的护卫 也只剩下了一人 王子 我们终于到燕门关了 等出了燕门关 再往前摆礼 就是我们新罗助营了 闭嘴 没时间多废话了 不想死就赶紧走 晚了我们就走不了了 莫 可是王子 我们怎么过燕门关啊 现在他们通往塞外的门户 已经堵住了 多罗也在想这个事情 这还真不好搞 但是看了一眼自己的侍卫 他忽然扶置心灵 对啊 让自家侍卫片开守卫 那么不就有了一次机会 是的 只是机会 不过值得冒险 你 一会进去后 假冒是我 把他们骗走 等本王回到新罗 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家眷的 你放心去 此时多罗算盘打得啪啪响 就差喊一句 辱妻子无养之 辱雾绿也 记得这侍卫家里的小娘子 长得很好看来着 嘿嘿 侍卫文言妈了 他不想去 可是他没得选 若是他不去 多罗回到新罗 那么他全家兜得死 若是多罗没回去 他全家可能也得陪葬 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 没得选 只能为别人 付出自己的生命 王子 我知道了 无妻女就托付给王子了 妻女吗 多罗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去吧 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经过休整后 侍卫骑马跑了出去 快速地冲到了 燕门关出关口前 什么人 刚要大闹一场的侍卫 忽然心中一动 想到了个不死的法子 能不死谁想死啊 自家老婆自己养我好吗 快快开门 我新罗已经和你们大洲结盟 我要去通知我王准备迎亲队伍 守城将士 闻言也没怀疑 这陛下嫁女经过这么久 已经传到了边关了 既然是新罗传信的 那也不用阻拦了 开城门 随着一声令下 城门在脚盘的带动下 缓缓打开 这一刻不远处的多罗傻眼了 还能这样 那自己怎么出去 要不我也这么光明正大地跑 等等 等等 金三顺 你怎么不等 我就自己跑了 那个我们是一起的 一起的 守官将士看向金三顺 眼中多了狐疑的神色 金三顺刚想肯定多罗的话 但下一秒 就是脸色一变 只见这时 身后传来了轰隆隆的马蹄声 看到这里 金三顺忽然面色一狠 打马就逃 此时刚好城门开了个够两匹马 通过的口子 就连吊桥也放下了 金三顺的行为 顿时间让城门守卫醒悟了过来 关门 快关门 放箭 把他们两人拿下 然而此时 金三顺已经过了吊桥了 关门已经拦不住他了 灵星的箭矢射下 金三顺侧身在马上躲避了 几根箭矢后 快速地扬长而去 此时 多罗还沉浸在金三顺 独自逃跑的不可置信中 混蛋金三顺 你敢扔下我 等本王回到星罗 定然将你一家八匹抽金 金三顺丝毫也听到了多罗的嘶吼 对着城门上的守将喊道 这人杀了你们大洲四皇子 他跑了 你们都得死 说着 金三顺再次看向快要封死的城门 对着多罗也喊了一句 如妻子无养之 如物律也 驾 金三顺打马 快速地向着星罗方向而去 不过他 并未去往大营方向 而是绕到直奔星罗 带着家眷逃 逃到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 金三顺的话 瞬间点爆了多罗和守成军 抓住他 哈 本王杀一个够本 杀两个赚一个 我星罗十万大军 就在夜门关外 我倒要看看 你们敢不敢杀本王 多罗不愧是王子 几句话就让这些守成军 畏守畏脚 忌惮了起来 多罗本就是高手 马上就突破二流水准了 如此一加成 顿时开始大沙特杀起来 但就在这时 忽然一根飞矢 带着尖利的笑声 从多罗背后穿来 扑斥一声轻响 多罗下意识地看向胸前 只见一截带血的箭头冒出 鲜红的血液开始流淌 这 我死了吗 有了这个念头的多罗值 感觉浑身力量快速地消散 不多时 就眼前泛黑地倒了下去 这时 一个身穿黑青色 玄武暗灵甲的将士 驾马走到了前方 看了一眼多了 在看向这些守成位的时候 神情充满不屑 垃圾 也不知道这个垃圾是在说谁 但不管说谁 城门卫脸上都是羞红的 大将军有令 征讨新罗 今日开始 燕门关的守卫 由我御刀门先暂时接管 等待大将军入城 此时大将军罗氏城的军队 已经到了半路 再有两天就能抵达 一日一早 李修竹难得的起了个大早 和老丈人上了朝 到了朝堂上 不要乱说话 等陛下说赏赐的时候 你再说求公主 而且一定要说清楚 是求文杰公主 记得了吗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也知道老丈人是为了自己好 嗯 我都记下了 到了宫门口二人下车 一旁的一个老头 看到了二人一正 立刻笑着上前 开口道 老傅 这是要给女婿谋官职啊 不是你这女婿 不喜欢当官吗 怎么还来了呢 对了 听说他还做了首诗 其中有一句 我记忆犹新啊 但愿老死花酒间 不愿鞠躬车马前 这诗做得好啊 有文采 我那不成器的儿子 不及万一啊 傅文汉也是无奈 这是已经传遍了 他这个当父亲的 居然还是最后知道的 还是被陛下问的 天晓得当时他多负担 瞪了一眼李修竹 傅文汉这才开口道 老孙你在阴阳怪气 小心以后 我给你穿小鞋 孙靖阳也不业于俩人了 不过对傅文汉的话 也没当回事 俩人本就是同窗好友 经常开玩笑 行了 不逗你了 不过若你是来求官职 是不是找错了日子了 放心 不是求官职 不会让陛下不满 说着 傅文汉嘴角微扬 而且 说不好 陛下会容颜大悦 傅文汉这么一说 顿时给老孙弄好奇了 事实上不只是他 周围竖起耳朵倾听的人 都好奇了 老夫你这话是有好事 应在你家女婿身上 傅文汉点了点头 没再多说 孙靖阳刚想开口 就见宫门打开了 看到宫门打开 大家一边往里走 孙靖阳一边问道 老夫 到底是什么好事 提前和我说说 我也能先帮衬帮衬 傅文汉文言 笑容更盛 但却没有半点 要解惑的意思 老夫 你不够意思了呀 傅文汉好笑地笑了笑 有什么好说的 反正你一会不就知道了 孙靖阳脸色更不好 你就掉我胃口吧 哼 以后别想去我家喝酒 哼 我是缠你那口酒的人吗 眼见孙靖阳黑着脸 不再说话 傅文汉没好气地开口道 多大点事 还和小孩子一样了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我家女婿 做了个小玩意 想献给陛下 孙靖阳顿时懂了 这是献宝来的 可刚才老夫说 不是为了求官 难道是为了求钱 看了一眼傅文汉 似乎也没地方 可以放宝物啊 难道体积不大 就在孙靖阳胡思乱想的时候 傅文汉对李修竹开口道 修竹 你先在这等着 一会宣你的时候 你再进去 是 父亲 这还是李修竹第三次看皇宫 剩下两次 还是在后世的紫禁城和长安城 不过那都是修气的 哪有现在正当新的皇城好看 不说别的 就是台阶下的汉白玉龙雕 就十分出彩 李修竹有点好奇 这个东西日常怎么保养的 看起来和新的似的 但是这个东西都是棱角 总不能用不子一点点擦拭吧 就在他放空心思胡思乱想的时候 秦政殿内也开始走起了流程 有本起奏 无本退朝 这正值战争时期 怎么可能没人起奏 陈有本起奏 大将军即将到达燕门关 杀死四皇子的多罗 被玉刀门射死在燕门关内 一应遇含物资正在路上 只是户部已经尽力了 将所有债务清算了一遍 也只能搞定八成的物资 这一刻就是皇帝李阔 也是头疼不已 还差多少 回陛下 还差五万两 五万两 沉默了片刻 李阔开口道 这五万两从朕的内务辅出 务必要保证全军用度 是 陛下 有了这五万两 护部侍郎终于松了口气 终于不用 求爷告奶奶了 各位爱卿 还有什么事吗 这时 傅文汉上前 陛下 陈有一事 李阔也没意外 要是没事了他才意外呢 不过 他也以为是和征讨新罗有关 傅相请说 傅文汉伸手从宽大的衣袖中抽出一物 双手捧着开口道 我蓄里修竹 平日爱好 钻研一些小玩意 我见这物神奇 特来带他献宝 顿了顿 他觉得 献宝可能不太能体现这东西的重要性 继续道 此物可能会对征讨新罗 起到至关性作用 本是听到献宝没当成一回事的李阔 文言顿时一正 赶忙开口道 呈上来 王德发文言 立刻上前接过了望远镜 呈现给了李阔 李阔接过 看了看问道 傅相 这个怎么用 此物名叫千里眼 可以看很远的地方 用于行军布阵 观察敌军 可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陛下将小头放在眼睛上 大头指向远方想看的地方 然后拉伸筒子就行 李阔文言一正 随即看向意正厅外的皇宫城墙 下一刻 他抬起望远镜看了过去 紧接着就震惊了 随着望远镜的拉伸 他甚至能看到 士兵脸上的表情 真的假的 这也太神奇了吧 拿开望远镜看了看 此时城墙上的士兵 只剩下小小一个轮廓 别说表情 连五官都看不清 好东西 这东西太好了 有此神兵 何愁新罗 拿下去 给中卫大臣也看看 王德发也很好奇 可惜这东西 短时间可轮不上塔 他捧着望远镜来到下方 首先将望远镜 给了左手傅文汉身旁的武安君 傅爱卿说是带着艾续来献保的 那小家伙可来了 傅文汉一礼 回陛下 我叙李修竹 正在殿外后指 轩 轩 李修竹进殿 随着王德发的畅诺 一声声地传了出来 殿外的小太监赶忙开口道 李公子快进殿吧 切记注重礼仪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谢谢提醒 小太监一正 居然有人和自己说谢谢 这一瞬间 长期在宫中兢兢业业 生怕出点乱子的小太监 心中意软 不过没等小太监多说 李修竹就进殿了 不紧不慢地走到殿前 李修竹才躬身行了一礼 草名李修竹拜见陛下 平身吧 李修竹起身 李阔开口问道 刚才傅香说 这物件是你做的 怎么做的 是 有一日 我拿着琉璃 忽然看到 阳光经过琉璃后 聚焦到了自己手上 我就想 既然阳光能聚焦 那么景物是不是也能聚焦 后来我拿字实验了一下 果然有效果 后来 经过我百日思考 才终于打磨出了 合适的千里镜 李阔文言 虽然没有精力 但也脑海中浮现出了 那艰难创作的画面 如此精神 加上这东西 对战争的益处 岂能不赏赐 只是他记得 这小家伙不想当官来着 至于赢钱 他现在也很吃紧好吗 你的胃病还没好 李修竹一听 就知道李阔的打算 赶忙开口道 是 陛下 小明的胃病 虽然有所缓和 但还没好 李阔文言眉头微皱 开口道 那你想想想要什么赏赐 先说好 最近战事吃紧 金银姑可是没有的 这皇帝这么穷的吗 不过 他本身也没打算要钱 李修竹抱拳开口道 回陛下 草民斗胆 想和陛下求门亲事 求亲找我这个皇帝 难不成是想求公主 这小家伙 未免是想多了吧 这千里竟虽然珍贵 但离公主 还是差了好大一段距离呢 好吧 等等 难道是因为赘婿的身份 是了 定然如此 所以他想求一道圣旨 还是要求开服 不过 这是傅乡的家事 我干预不太好吧 李阔看向傅文汉 待看到傅文汉 面无表情的时候 顿时一正 紧接着就是恍然 看来这小家伙 之前和傅乡国已经说了 如此的话卖个面子 还把赏赐省下了 这也太赚了吧 说说看 你想怎么求 求什么轻声 李修竹文言露出了笑容 想请陛下赏赐文杰公主 李阔文言一正 紧接着就是脸色一黑 哪壶不开提哪壶 等等 傅乡国当日也知道 公主是真 怎么还 与此同时 宋连和武安君 看向傅文汉 李修竹的目光 诡异了起来 傅文汉看到陛下变换的神色 叹息了一声 站了出来 陛下 我家月华和文杰公主 情同姐妹 不忍分离 若是陛下觉得合适 陈斗胆请陛下赏 傅文汉的话 顿时让李阔的脸色 变换得更多了 这话是在告诉他 傅月华知道了好姐妹的遭遇 但是为了好姐妹的明节 他不在乎 这 就在这时 刑部侍郎杜瑞明向旁一步 开口道 陛下 小儿肚子为年近十八 也仰慕文杰公主 陈斗胆 求陛下考虑一下小儿 陛下 陛下 随着刑部侍郎站出来 兵部和公部也有人站了出来 若是往常让李阔选 那都不用选 肯定会选李修竹外的人 但是现在他女儿不值那个价了 这些人求来若是发现了内幕 就算嘴上不说 以后女儿也多半好不了 本就对女儿亏欠了 他也想弥补下女儿 李阔压了压手 对李修竹开口道 若只是 这一件宝物 还是差了点 既然你喜欢钻研 那么赠给你三年时间 只要你再研究出来一点有用的东西 朕就允了你和文杰公主的婚事 李修竹没想到李阔会这么说 本来他还打算继续献保的 这不就直接来了 多谢陛下赏赐 草民看过了 七天之后就是黄道吉日 李阔和满朝文武一脸猛逼 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多谢陛下赏赐 草民看过了 七天之后就是黄道吉日 李阔和一干大臣 一脸猛逼地看着李修竹 李修竹 你莫不是消遣姑 不敢不敢 我哪敢消遣岳父 李修竹看李阔开始变脸了 也不敢藏着掖着了 别再玩拖了 是这样的 之前其实我做好了个发明 是人工礼 顾名思义 人工礼就是人工也能能翻地的礼 这意味着什么 大家不会不知道吧 李修竹的话 顿时让所有人吸了口凉气 这一刻什么四皇子 边塞战争都显得低了一筹 李阔直接站了起来 不敢相信地问道 修竹所言可是真的 好家伙 都叫修竹了 自然是真的 可能没牛拉那么轻松 但是一个人绝对能耕地 如果两个换着来的话 效果更加 若是雨天半干之际 那就更好了 以我的估计 若是推广开的话 大洲每年的粮食产量 能翻个两到三倍 两到三倍 这一刻 大家仿佛眼前 看到了粮仓累累的画面 若是有了那么多粮食 只要不是连年天灾 百姓都将不再为粮食发愁了 快 带我们去看看东西 岳父 这个公主 这时候你还提什么公主 不知道什么叫皇帝一言九鼎吗 只要东西是真的 真能一个人拉里 别说一个公主 我给你两个 快 带我们去看看 这 白赚了一个公主 这不是包办婚姻吗 万一不好看咋办 不过李修竹看到皇帝和百官都急了 尤其是自己的老岳父傅文汉 顿时他也不敢现在提了 东西刚造出来 得去家里拿 那还等什么 你快去 说到这 李阔一顿 这东西 可不是只看看就行 还得用 是以李阔画风一转 大家一起去 百官一步城外皇田 对这个百官无意人反对 能见证人公离 那可是天大的荣耀 甚至若是能第一个拉离 那必然会铭记于史书中啊 就是不知道自己这把老骨头 能不能拉得动啊 李修竹迷迷糊糊的 就被抓进了皇帝的龙面 看着一旁的皇帝 李修竹虽然觉得实际不对 但还是决定问问 陛下 那个另一个公主也漂亮吧 李阔正沉浸在名流千古的美梦中呢 文言顿时美好气地 瞪了李修竹一眼 姑的女儿可是公主 都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生的 能差的了吗 那就好 那就好 李阔刚准备继续幻想 忽然想到 这小子这么聪明 也许对北伐之事 有点见解呢 就算没见解 也不影响不适 修竹 关于北伐你知道吧 可有什么见解 李修竹文言一正 为难地笑了笑 陛下 这个北伐事关重大 我就不参与了吧 陛下 刚才后面似乎也叫了 哼 现在知道叫陛下了 刚才叫岳父的静呢 以后私底下没人 就叫岳父吧 不过 你的东西最好 如你所说的那么神奇 不然你想娶公主 那可就难了 说着 李阔忽然想起李碧瑶 叹了口气 对了 碧瑶的事 你知道了吧 真心里没什么想法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他破得出 他能有啥想法 我听月华说了 但是碧瑶是个好姑娘 我会用心爱她的 李阔这才放心 以后好好对她 姑不会亏待你的 不过 你以现在的身份 想娶公主不可能 这样吧 回头给你个闲散官职 就公布又是狼吧 以后不用上朝 也不用去公布 自己在家里搞搞研究就成 有了成果 可以进宫直接找朕汇报 朕给你奖励 李修竹文言 眼前一亮 那个 岳父 你还有很多代价的女儿 李阔一致 顿时间无语了 咋地你还想把我的小棉袄 一网打劲 李阔黑着脸训斥道 你就不能有点追求 功名利禄 他不香吗 嗨嗨 女孩子更香一点 李阔嘴角一抽 这混蛋 没法子细聊了呀 咱们先说说 你那千里镜 一天最多造多少 一天 李修竹嘴角一抽 这是把我当驴用呢 岳父说笑了 那千里镜筒声还好说 那镜片可是纯净琉璃膜的 不要说一天多少个 十天能出一个就不错了 李阔听到这里 忽然反应了过来 那镜片可是琉璃啊 这可是珍宝 不过时间能出一个 也不错了 姑帮你找琉璃 你尽快造 最少月底要做出三个来 这北伐还要用 可是重中之重 还有 姑刚才的问题你说说看 北伐你有什么看法 不用担心 咱也俩随便说说 说错了也没事 得 看来今天是不说不行了 李修竹想了想开口道 我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守城法 一个是出击法 守城法最是简单 我听北面来的商户说 北面今年大汉 也正是因此 对方才来和亲 所以他们的粮食应该不多 我们谨守夜门关两个月 敌军就可能不攻自破 除非战场上 把这十万战士折损了 否则星罗的冬天 必然是血腥炼狱 等到开春 不等他们休养生息 全军北上 必然能以意待劳 攻其一窥 第二种出击法 对很多人是比较危险的 得有两个军的敢死队 分路绕道 直逼星罗 星罗地方没那么大 十万战士 怕是已经占用了 星罗九成兵力 只要我们有两支万人队进入星罗 那星罗犹如不设防的美娇娘 只能任人宰割 就算对方还有兵力 也必然会拱卫王庭 一支部队围着王庭 等其他地方支援王庭 另一支部队洗劫星罗 那么夜门关外的军队必然回军 如此 夜门关危机可减 就是那两个万人队 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此时李阔愣愣地 听完了李修竹的看法和分析 整个人都傻了 这小子 居然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这是军事奇才啊 沉默了片刻 李阔忽然开口道 要不你去夜门关 给大将军当个参谋吧 大哥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纸上谈兵 你让我去 我也不敢承担几十万人的生死啊 这个还是不要了吧 战场上瞬息万变 万一因为我而导致了战士失利 我怕对不起百姓 李阔沉默了下 也没再提这个事 李修竹说得不错 他太年轻 自己不放心 不过他忽然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战争上的他不好插手 那么 钱财上的事情 应该就简单了吧 现在大军出征 需要不少钱 国库空虚 修竹可有好办法 能让国库充盈起来 最少打完这场仗 李修竹文言微微一正 国库这么穷的吗 和后世的银行没法比啊 想了想 他还真想到几个办法 支持这一场战争 国库差的营两多吗 保守估计 还差五万两 这应该还没算上战后抚恤金 就五万 那就是差的不多咯 不过李修竹也是鄙视的不行 五万两刚够自家弄月的赎金 一个皇上穷到这种地步 也是没谁了 如果只是保证战争顺利打完 那就太简单了 可以分批自己物资 没必要一次性给完 先归类好的 该一次性给的 和不需要一次性给的 别的不说 就说战甲储备和箭矢储备 十万人的大军战甲 有一万储备 基本就能用很长一段时间 箭矢也同理 按射手的数量百倍提供 最少能用十天半个月 只要能保证物资不断供 不被截 那么就能这么晚 后期打下新罗 可以从新罗那里补充国库 新罗虽然说恰逢天灾 但是银子和珍宝 还是不少的 李阔文言点了点头 这确实是个思路 而且这样一来 就不用动用自己的小金库了 不过李阔并没有满足 那有没有更加的选择 更好的 也有 顿了顿 李修竹继续道 一种是捐官 七品之下十值 五品之下的虚值都可以卖 把空出来的官位一卖 立刻能解决经营问题 甚至官府 若是觉得粮草不好买 可以用粮草来买官 那些大家族商贩 有钱的人很多 这是钱多不多的问题吗 卖官这个头不能开啊 这 修竹你还小 不知道 卖官乃是动摇国之根基 这不能动 文言李修竹却有不同见解 摇头开口道 陛下此言诧异 五品以下虚值 如汉林院士照 礼部四议会同官续班 国子剑典籍 红炉四汉名赞 续班等等 这些职务都是可有可无 养几个不用点卯的闲职 根本影响不到什么 简单来说 就是给这些商人一个身份 也给他们的子女 一个求学的身份 七品以下实职则比较重要 哪怕只是一个行不私欲 都有不少油水可捞 想要这些职位的 要么要钱 要么要权 如果要权 陛下会多出一些干实事的官员 若是要钱 那么更好了 这些人应该都有不少身价 若是再来贪污受贿 那就是给陛下你递刀子 等能养他一个抄家的罪名 就抄了他们 那他们的银子 不就成了陛下的银子了吗 到时候空出的位子可以再卖 大浪逃杀 总能逃出一些金子的 此时此刻 李阔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承认他被说得心动了 这一刻 他仿佛看到了源源不断的金银元宝 在和他招手 修竹 这件事交给你去办 我 这不好吧 我一官半只没有 而且分量不够吧 自古卖官出事倒霉的 都是卖官的人 这不是明摆着要黑他吗 李阔文言摆摆手 开口道 这是既然是你提出来的 自然要你去办 放心我给你一道免死金牌 李修竹嘴角抽了抽 免死金牌这东西 真的能免死 反正一般来说 这东西没鸡毛用 那您再给我一份手谕吧 不然这东西 我是真的不敢碰 李阔看李修竹这小子 一脸谨慎的样子也知道 这手谕不下 他是不会认真干活的 行 就给你个手谕 不过这手谕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动用 李修竹也是个痛快人 文言点头 行 那这愁了 顿时间李阔眼睛一瞪 孤着没代价的女儿了 我是为了小妞吗 男人 你看 明白了我 那总不能啥好处 也没有吧 李阔一致 给你升官还不够 这个 我对官职没什么追求 李修竹腼腆地笑了笑 继续道 您看我这也要开府了 这一大家子花销 一成立 一成 这么多的吗 看来这老头没卖过官 不太清楚里面的油水啊 岳父放心 这是我肯定给您办好 哼 现在会说好话了 我是发现了 你这小子 无力不起早啊 说话间傅傅到了 李修竹进了家门没几分钟 拿出一辆特殊的李 这李下面是滚轮 而且滚轮上有一个个锯齿 看起来像急了齿轮 车轮旁是弯钩大梨头 三片滑片带弧形分图版 东西比传统梨更轻便 拉梨的管用的是铝座的 厚度很高 保证了结实耐用 又轻便了不少 此时百官的轿子或者马车都等着呢 看到李修竹拿出的东西 大家都很好奇 这么简单的东西就能离地了 李修竹也不结实 将离地给一旁的护卫后 再次上了皇帝的马车 起车 随着王德发的畅诺 一行队伍再次出发 皇田虽然是在城外 但是离皇城很近 这里的地面开阔 临近水源 乃是上京最好的土地之一 随着大家出来 李修竹看了看 面露满意的神色 附近的土地可以随便是 人拉就行 如果要是开垦干燥的荒地 还是得等雨后 牛拉省事 李阔和百官早就忍不住了 听到这话 户部的宋连立刻开口道 陛下我来试试 这时 一个武将文言 立刻开口道 陛下 还是我来吧 即便是此离可能方便耕地 但宋侍郎一个文弱书生 怎么可能拉得动 宋连文言一致 这个他还真没什么自信 但让他这么放弃 他又不是很甘心 看着宋连看过来的目光 李修竹一正 随后笑了笑 如果是开垦过的土地的话 一个老农也是能拉动的 至于各位大人 我是不太了解的 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顿时间傅文汉开口了 那就一人拉一城吧 傅文汉说着话 已经接过了人工礼 这个直接拉着离就行 对 这离靠拉力就行 弯离那里有个卡扣 可以调解深度 不过现在这样也能用 傅文汉文言不再多说 拉着离就动了起来 只见划片因为角度问题 瞬间就入土了 固然有划片锋利的缘故 但也有这土地松软的缘故 可即便如此 那也是难能可贵 傅文汉感受着拉饼上的力道 顿时露出了笑容 就很丝滑 这 国之重器 有了这个东西 能活人无数 就是他自己 他也有信心 一下午更出一亩地来 是真的 是真的 这里真的能人拉 太好了 我大周百姓有好日子了 随着傅文汉的话落 李阔也坐不住了 文汉 来让姑试试 傅文汉和谁抢 也不敢和皇上抢了 文言等李阔过来 赶忙递过了把手 下一刻 李阔也感受到了那丝滑 好好好 大家都来试试 都来试试 早已等不及的百官 纷纷上前试了试 一人拉十米 一母队 一会就跟出来了 李阔看百官都是完了 激动的心情 依然还没有平缓 你指 今有世子李修竹 研发望远镜 和单人离 功在千秋 利在万代 孤准许他外出开府 赏证二品公布 又是狼职 可不参朝政 不去点毛 四 婚两重 文杰 文华公主 由青天间选取皇道吉日 择日完婚 这一刻 大家都是齐齐吸了口凉气 这赏赐虽然没经营 但是太丰厚了 但是这一刻 也没有不识趣的人来说什么 一是因为 李修竹这一次的发明 真的是可以名垂千古 二是李修竹 是傅文汉的女婿 三是 这赏赐 也是皇帝为了嫁女 专门拔高一筹的 没看都不用朝义和点毛嘛 说白了 就是养个闲人 职位虽然是正直 但却不会触动 任何人的神经 谢主龙恩 吴皇万岁 万万岁 李修竹也是满意得很 今天不但娶到了公主 还超额地完成了任务 接下来就等老头下手遇 自己就可以赚钱了 想着那白花花的银子 李修竹心中仰天长叹 哎 我也想躺平 奈何实力不允许 公孙班 善人离的事情 就交给你和幼侍郎了 务必在开春前 生产出十万把以上 此时大洲民众人口 大约在六千万 朝堂百万军队 三千万老弱 一千八百万妇女 一千二百万精壮 十万把 说实话 一个村头 也就能分发两三把 时间也不早了 就在此散了吧 恭送吴皇万岁万万岁 李修竹也坐上了 傅文汉的马车往回走 忽然闭目养神的傅文汉 忽然开口道 以后开府了 记得也要对月华好 若不是月华 我是不会同意 你和公主的事情的 李修竹文言点头 是 父亲 二人到家 李修竹就笑了笑 碧瑶的事情 终于解决了 想来月华 应该很开心吧 皇帝老儿真够意思 居然还买一送衣 一下给俩公主 明天我去看看弄月 这丫头不知道 在苏晨晨那住的 习惯不习惯 傅月华 刚走到门口的脚步一致 什么意思 她娶了两个公主 还有这混蛋 这么关心弄月那个小妾 就不怕我吃错 混蛋 太可恶了 哼 忽然就不想给她了 虽然有点生气 但是心情总归来说是好的 因为她的好闺蜜 终于没事了 对了 不能让碧瑶知道 四皇子是修竹杀的 不然的话 她若是知道自己 引起了两国战争 肯定会内疚的 有些事的八卦速度 是很快的 就在李碧瑶不知道 自己还要装多久的时候 营长忽然跑了进来 带着兴奋的开口道 公主 公主 你又要成婚了 李碧瑶嘴角抽了抽 又要 不会用词 不要用好骂 不过她此时也没心情说金斩 她赶忙紧张地问道 父亲让我嫁给谁 金斩看着小姐 和营长紧张的模样也理解 笑着开口道 是傅湘国的女婿 李公子 文言的顿时间 李碧瑶的瞳孔扩散 是修竹 她真的办到了 李碧瑶忽然一手捂住了小脸 眼泪汹涌地流下 她却嘴角带上了笑容 金斩 银斩顿时被吓一跳 公主 你怎么了 公主 你不是和李公子关系很好吗 难道不想嫁给她 李碧瑶文言摇了摇头 带着嘶嘶哽咽地开口道 没 我是开心的 这 开心也哭吗 二女面面相去 表示无法理解 与此同时 李修竹一进屋愣住了 只见此时 她的书桌旁 有一个小女孩 正处在那里 昏昏欲睡 看了一眼 是云霜 李修竹一正 没想到云霜会在自己屋内 不过这么睡觉可不可取 她上前刚要将云霜抱到床上去睡 就看到了前面纸上写着一句话 姐夫 我想你了 这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了吗 只是三天没见 就想得不行了 这应该不是人生三大错觉吧 就在这时 身旁的傅云霜忽然梦一道 姐夫 抱抱 你都三天 没亲亲你的 小宝贝了 好吧 看来不是我的错觉 李修竹的嘴角 情不自禁地弯起一个弧度 被爱的人是幸福的 他现在就觉得自己很幸福 所以 他必须守护这份幸福 李修竹轻轻站在傅云霜面前 轻柔地抱起了云霜 那轻柔的样子 仿佛是在拥抱一个满是裂痕的瓷器 生怕稍一用力就瓷器 就会破碎一样 似乎是感受到了李修竹温暖的怀抱了 傅云霜在李修竹怀里拱了拱 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等李修竹小心地将傅云霜放到床上 准备做点别的时候 傅云霜却忽然拉住了李修竹的手 姐夫 别走 依然仿若梦意 但是这一次 李修竹却听到了傅云霜心跳加速的声音 不过李修竹也没拆穿傅云霜 只是笑了笑 侧身躺了下来 姐夫不走 乖 睡吧 等傅云霜醒来的时候 看了一眼姐夫还在身旁 甜蜜地眯着眼睛笑了笑 就在这时 他忽然发现 姐夫的眼皮动了动 傅云霜心中一惊 赶忙我闭上了眼睛 李修竹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 静在咫尺的小姨妹笑了 用力过猛了 眼睛都被你 夹出皱纹了 啊 傅云霜文言 尴尬地睁开了眼睛 一睁眼就看到了李修竹满是笑意的眼睛 顿时间羞涩地躲了躲 李修竹也没取笑小丫头 好奇地问道 怎么在姐夫房里睡着了 傅云霜文言顿了顿 想了想后四世 想起了什么 嗯 就是想吃姐夫做的饭了 而且咱们酒楼不可能只做一个烤鸡卖啊 李修竹文言轻笑 好吧 今天姐夫给你做糖醋鱼 糖醋鱼味道甜酸 加上鲜美 最适适合妹子品尝 当然 小孩子也喜欢 来人的话 这不算下韭菜 还是下韭菜更让他们待见 与此同时 皇宫凤阳楼文华公主李琉璃瞪大了眼睛 什么 你是说我父皇把我许人了 还是坠血 是的公主 奴婢也是刚刚听宫里的人说 顿时间李琉璃坐不住了 走 跟本宫去找父皇 本宫才不要嫁人 更不能嫁给坠婿 这 听说陛下是在百官面前说的 顿时间李琉璃身子一软 重新坐回了榻上 哦 父皇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都不问问本宫的意思吗 本宫喜欢的是成双哥哥呀 哦 小女孩的眼泪总是说来就来 配着污名的哭声 那眼泪犹如绝地一样下流 公主 你别哭了 你一哭 我心都疼了 而且 哭也不能解决办法呀 除非 对方退婚 否则你肯定是要嫁的 李琉璃的哭声一顿 看向侍女冤尾 你说什么 呃 侍女一致 我说啥了 哭也不能解决办法 李琉璃眉头一皱 不是这一句 下一句 下一句 退婚 除了退婚都得嫁 李琉璃顿时露出了笑容 没错 只要让对方退婚就好了 冤尾一正 顿时为难地开口道 公主 你怕不是在做梦 公主 你美成这个样子 别说是男人了 我一个女人都喜欢得不得了 你觉得 哪个男人看了你的盛世美颜 还能拒绝得了您 李琉璃一致 是啊 我差点忘了 我这该死的盛世美颜 这怎么办 但是想了想后 李琉璃忽然又露出了笑容 冤尾你说 有人会愿意 娶一个快死的公主吗 如果这公主在角柔做做点 然后故意让男人发现 那他是不是就更讨厌了 冤尾一正 作为公主从小服侍的丫鬟 他可对公主太熟了 这 还真呢 冤尾妈了 公主这是要搞大事啊 我这不是出来的馊主意吧 就这么定了 不就是茶叶吗 本宫最擅长了 明天本宫就去挥挥那副府坠续 李琉璃还不知道 惹上了一个白莲花 正忙着做糖醋鱼 糖醋鱼的做法有很多 可惜没有番茄酱 哎 怎么没有系统 要是给我个兑换系统 那不是美滋滋的过日子 不过 想想那素女精 算了 这可是耐长生的奇书 要啥豆包干粮 再过个几百年发展 还不是想吃啥就吃啥 想玩啥就玩啥 一日一早 正准备写个画本的李修竹 被一个陌生女人 闯入了卧房 你就是李修竹 嗯 李修竹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肌肤比鸡血 还要白三分 容貌比妻子 还要剩三分的女子 出现在门口 白色云纹尖口鞋 一身粉白相间的宫装上 有着桃花点缀 看起来就仿佛将桃园的 那满园桃花 绣在了衣服上一样 少女看李修竹没说话 向前走了走 顿时仿佛用力过猛地晃了晃 捂着嘴角轻咳了两声 一层水雾出现在那明媚的大眼睛上 行动如若柳浮风 并如西子胜三分 好一个灵妹妹 哪里来的灵妹妹 看李修竹已经看傻了眼 李琉璃不禁为自己的美貌自得 不过她也很诧异 这追逐太好看了吧 可惜 我已经有了成双哥哥 嗨嗨 李修竹回神 姑娘这是找我 不知怎么称呼 李琉璃柔弱地喘了喘道 小女子李琉璃见过李公子 李琉璃 李修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也没什么反应 倒是两个女人看到 李修竹的反应微微一正 这人不知道她 李小姐好 不知姑娘找我所为何事 李修竹虽然是难得 看到一个活着的灵妹妹 但是也不是说好色如命的人 加上自家女人也都不差 事宜只是经过惊讶就回了神 嗨嗨 就是听闻李公子的事迹 特想见见 嗨嗨嗨 毕竟要是不现在见见 以后怕是没机会了 嗨嗨嗨 嗨嗨嗨嗨嗨 李琉璃脸色更加苍白 手绢拿开的那一瞬间 一抹鲜艳的红色 已经染红了手帕 下一刻 李琉璃仰面向后倒去 一旁早已等待的渊尾 赶忙一把扶住了自家姑娘 声音着急地喊道 公主 公主你没事吧 来人 来人啊 快找太医来 李修竹的脚步刚动 顿时间愣了 公主 哪来的公主 怎么一个公主会突然跑来看我 还突然晕倒了 李修竹脚步顿了顿 紧接着再次快速地来到了公主身旁 三只手指 在李琉璃主仆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 搭在了李琉璃的手腕上 这一瞬间 装晕的李琉璃 和一旁看着的渊尾 都是心中意境 好在渊尾反应快 顿时间一推李修竹 李公子你干嘛 须知男女有别 李修竹微微一晃 就稳住了身形 歉意地开口道 不好意思 我会点医术 下意识地 现在找太医少说得一半个时辰 不如我先帮公主摸摸脉 看看有没有答案 对了 听你刚才喊公主 不知道这是哪位公主 不 渊尾文言刚想拒绝 就见李琉璃 睁开了疲惫的眼睛 微弱地开口道 渊尾 就让李公子看看也无妨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什么是能比自己验证得更靠谱 虽然是出突然 但是他早有准备 说起来 李琉璃也是高手 不过他很低调 至少在习武这件事上 除了他侍女渊尾无一人知道 改变脉相 对普通人来说 还要借助工具 但他只要以内力 扰乱胳膊上经络就好 渊尾一听 也知道是自家姑娘是准备好了 文言也不再阻拦 李修竹将手指 再次搭在了李琉璃的手腕 细腻的手感 让他心中一荡 不过赶紧甩了甩脑海中的涟漪 李修竹神色认真了不守 但摸着李琉璃的脉 有点不淡定了 这脉相 虚弱且紊乱 隔着跳漫舞呢 李修竹看了看李琉璃 对上了那乌黑纯真的大眼睛 愣是除了自己 什么都没看出来 这时 李琉璃虚弱着问道 李公子 还没看出来吗 李修竹的文言 脸色微沉地笑了笑 抱歉 学艺不经 公主的脉相虚弱且十分乱 我还是第一次摸出这种脉相 不过 看样子短时间内 不会出什么大事 我让人给公主安排房间 同时去让人叫太医 李琉璃心中暗自得意 但知道自己 还不是得意的时候 为了不让自己露线 李琉璃的一只手狠狠的 掐了一把自己 将嘴角差点浮现的笑容掐眉后 这才虚弱着开口 劳烦李公子了 我这病从今年初 开始就时常发作 琉璃不忍打扰父皇公务 还请李公子帮我保守秘密 太医叫王成太医就好 我不想太多人知道 李修竹文言一正 深深地看了李琉璃一眼 公主放心 李修竹看了一眼 门旁的几个侍女开口道 你们几个 把公主抬到大小姐房中 好生伺候 这是一旁的冤尾开口道 不用劳烦了 你一个人就行 冤尾一把抱起了自家姑娘 对着发呆的侍女说道 没有人带路吗 几女立刻回神 赶忙开口道 姐姐请跟我来 看这几人离开 李修竹嘴角忽然露出了笑容 这个公主 他们虽然没说 但是她已经猜到了 这个公主八成 就是文华公主 宫内的试婚公主 只有文华和文杰两个公主 她们的年龄看起来差不多大 这件事处处透着诡异 公主生病大半年 居然连皇帝都不知道 这正常吗 而且 那叫冤尾的侍女表现 也很不正常 一开始的惊慌失措 和后面的自己 就能将人抱起 有太大的反差了 而且那迈向 似乎也不太对劲 而且她第一次摸到 李琉璃手腕的一瞬间时 李琉璃的下意识反应 三条经络 是绷直的 后面 却是软塌塌的 而且最重要的 那女人 似乎为了让自己相信 拉了一件物证 李修竹躬身 将手帕捡起来 闻了闻 淡淡的车梨子 味道十分明显 好家伙 这女人 哪来的车梨子 等等 这东西 据说在波斯就有 这是波斯贡品 有趣 十分有趣 李修竹大概是猜到 这姑娘 是对婚事不满意了 这是要让她提退婚 李修竹也不着急 想看看这丫头 接下来怎么搞 去个人 告诉管家 让她去皇宫 请个太医 就说文华公主 在相国府晕倒了 李修竹没说公主吐血 因为说了皇帝 那个便宜岳父 势必会插手 很可能真的如了李琉璃所愿了 是 姑娘 与此同时 进了傅月华房间 躺下休息后 冤尾将其他人赶出了房间 等其他人都离开后 李琉璃才坐了起来 没人了吧 怎么样 本宫刚才演得不错吧 二人都是天才 小小年纪 已经是二流高手 听个声就知道那些人的位置 公主的表现 简直绝了 若不是我事先知道 怕事都得当真 李修竹等太医来了后 也跟着去了一趟 傅月华的房间 毕竟公主病重她 这半个主人 若是都不关心一下 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不光是她来了 陈氏和傅云霜也来了 王成给李琉璃把脉后 松了口气 开口道 文华公主身子虚弱 脉相不稳 没事要多多进步 少出宫 下官给公主开点药 喝了休息几天就好 只是公主上次生病后 就一直体弱 切不可乱跑了 否则若是过度劳累 恐有性命之危啊 王成的话 一点都没出乎李琉璃的预料 文言他带着气氛柔弱 三分可怜地说道 既然问题不大 那我们就先回宫吧 也别麻烦相国一家了 但听到这话 李修竹忽然露出了一个 意味深长的笑容 不等陈氏开口 李修竹就抢先一步开口了 不麻烦 陛下已经为我们赐婚了 你现在也算是半个家里人 这里虽然不是你的娘家 但也算是半个了 太医刚也说了 你现在的身体不易乱动 万一马车颠簸严重了 陛下才会怪我们呢 这样 我去趟宫里和陛下说说 留你在相辅住几日 你呢 安心养病 王太医是吧 您给开药方吧 我也粗通医里 看看您抓的药 王成妈了 看向公主 李琉璃也妈了 顿时开口道 李公子 我们到底尚未成婚 这样余理不合 放心 让你助我二姨妹 傅云霜一个院子 没事的 这 本宫 本宫可能住不习惯 李修竹文言 胡疑地扫了三人一眼 忽然开口道 公主如此百般推脱 王太医也不肯开方子 莫不是有什么事 在瞒着我们 若是这样 我只能麻烦一下陛下 毕竟公主的身体重要 三人顿时心中一颤 李琉璃勉强扯出了一个笑容 对王太医轻声吩咐道 王太医开药吧 既然李公子如此盛情款款 我也只能 麻烦一下相国夫人了 陈氏文言赶忙开口道 不麻烦 不麻烦 公主能来相国府小住 是相国府的荣幸 玉梅 去云霜校园里 收拾出一间客房来 这时 傅云霜文言赶忙开口道 把我的屋子也收拾出来 我的屋子就给公主睡吧 客房哪有主卧舒服 陈氏文言点头 按赞女儿的十大体 就按小姐所说 去吧 是 夫人 李修竹看了看 王太医的开的药方 人参一钱 帝皇一钱 百合两钱 紫月两钱 白吉一钱 皇室两钱 无位子一钱 阿娇两钱 白娇两钱 苏老一钱 黄明娇两钱 嗯 都是补气血止咳的方子 抬来方子是没问题了 李修竹将方子递给了迎平 开口道 迎平 公主的药要慎重 你全程看着 莫要让人动了手脚 好的姑爷 我亲自看着 公主好好休息 我先去宫里和陛下说一声 放心 不说病情 这 麻烦李公子了 不麻烦 李修竹说完转身走了 也没吩咐家里人 这些人比他更好照顾人 李修竹坐马车来到皇宫后 只是报了个名 就见到了皇帝 看来这便宜岳父说的是对的 以后自己可以自由出入皇宫 不过李修竹却没有多大的高兴 虽然有特权了 但是该小心的时候 依然要小心 半君如半虎 只有锦小慎微 才能活得久 怎么了 李修竹没回答 而是先问了个问题 陛下 李琉璃是文华公主吗 李阔文言一证 你见到琉璃了 应该见到了吧 她和丫鬟去了父府 和我二姨妹玩得不错 所以想留在那玩几天 李阔文言一证 也没当回事 也好 那就让她在父府住几天 正好你们也培养培养感情 这个月不适合结婚 下个月十八是黄道吉日 到时候你们成婚吧 李修竹文言汉首 多谢岳父 那没什么事 我去看看碧瑶 月华有东西 让我交给碧瑶 李阔文言点头 看向王德发 王德发瞬间领悟 驸马这边请 老奴带你去 李修竹告辞了 李阔去了后宫 严路守卫大部分是男的 他来皇宫太大了 女位是不够的 李修竹来到凤阳楼后 陆陆续续的几个小丫头 都看到了她 奇怪地走了过来 这些小丫头 有的十来岁 有的七八岁 但无一例外 都有点小大人的装逼感 你是什么人 怎么会来后宫 我们怎么没见过你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开口道 我应该算是 你们姐夫吧 之前你们父皇将你闭谣 琉璃姐姐 许配给我了 几个小女孩文言互相看了看 紧接着露出了笑容 太好了 可算有人 把琉璃姐姐带走了 李修竹文言 嘴角一抽 心中一紧 好家伙 这不是个大坑吧 要不先和小姨妹们 了解一下敌情 怎么这么开心 难道是琉璃姐姐不在 就没人管你们了 顿时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 撅着嘴开口道 才不是呢 琉璃姐姐才不管我们呢 就是老也欺负我们 李修竹一正 欺负小孩子 怎么回事 她怎么可以欺负小孩子 太坏了吧 李修竹的话 顿时引起几个小孩子的共同 就是琉璃姐姐可坏了 自己摔了父皇的艳台 就把我抓去 让我拿着坏了的艳台画画 还有还有 她还抢我的糖葫芦 哼 琉璃姐姐借着头晕 打烂了我的瓷娃娃 还跟母后哭诉说不小心 嘶 这不妥妥的绿茶吗 这绿茶这年代就有了 也不知道有几分火候了 这 把琉璃的小丫头弄进家门 该不会攻斗吧 王德发看不下去了 这再说下去 琉璃公主不会被退婚吧 嗨嗨 还有 嗯 当我不存在 嗨嗨 这一次 王德发咳嗽的高了八个度 顿时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当十岁左右的小姨妹 看到王德发的时候 顿时一惊 完了 这是父皇身旁的太监总管吧 他该不会告状吧 但两个更小的 就没想这么多了 王总管 你嗓子不舒服吗 我让人给你冲一壶茶吧 花花 你给王总管冲壶茶 一旁大不了几岁的小侍女 赶忙开口应声 是 公主 不用 不用 老奴不渴 就是看几位小主说的口渴了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这些孩子真难带 一点都不像皇家的孩子 李修竹是看明白了 文言笑了笑 绿茶老婆她还没试过 听人说 都想要个不作不闹的绿茶 她倒是也有几分好奇 而且 这可是皇帝赐婚 就算是真的不愿意 也轮不到她开口 除非她能再拿出一件 单人灵那样的宝物 好吧 也不是拿不出来 关键是她不想拿啊 虽然李琉璃有点茶 但是长得太美了 若是她再长两年 怕是傅月华 都要略微失色 能帮我叫一下 你们必摇姐姐吗 你等着 我这就去叫 我也去 显然刚才李修竹的倾听 让他们感受到了知己的力量 是为知己者死吗 更何况只是叫个人 李碧瑶这几天都在身居潜出 但听到李修竹找她的那一刻 她激动地立刻站了起来 八妹 九妹 她在哪 两个小家伙文言说道 在门口 外面 李碧瑶文言赶忙向外走去 但还没走到门口 忽然想到了什么 顿时间顿主了 她快步走到同镜前 看了一眼自己的脸色 难看得吓人 完了 我怎么能以这种面貌见修竹呢 金斩 去打盆水 快点 银展 你去告诉修竹 让他等我一会 就说 我有一点点事情在忙 很快就忙完 对了 千万拦住他 别让他走了 要知道 这个年代的男子 基本都是大男子主意 等人这种事情 除非是追求妻 或者女方的身份 比男方高贵 否则基本没哪个男人会等你 小八 小九 帮姐姐留住姐夫 靠你们了 好 没问题 随着三女出来 李修竹一愣 随即浮现出担忧 他不认为李碧瑶会不见他 那么 这是生病了 要知道 这年代生次病可大可小的 李修竹刚想开口 银展就当先开口道 驸马稍等 公主正忙一些脱不开身的小事 马上就会过来 还请您多等等 原来是这样 李修竹松了口气 刚要开口 那边两个小家伙就开口了 姐夫 你看我们都帮你 叫四姐了 你是不是应该奖励我们一下 是啊 姐夫 你要是不陪 我们玩一会 我们可不让你走了 李修竹文言一致 看向两个小家伙 无奈地笑了笑 特别喜欢小女孩的他 怎么拒绝得了两个小姨妹 好啊 不过在玩之前 你们要先告诉我自己的名字 文言小八当先开口道 我叫李秀宁 我叫李立志 你俩该不是想告诉我 你俩是从平行世界穿越来的吧 不过看着这俩小孩 他又觉得不该是 毕竟这俩小家伙有着年龄应有的幼稚 这时 一旁稍大一点 一直陪着李修竹的小丫头说道 我叫李施施 姐夫可以叫我施施 好吧 古代名字大都相同 不就是三个同名的吗 没什么 正常的很 好 姐夫记住了 那你们想玩什么呀 顿时小八李秀宁不乐意地开口道 姐夫你还没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呢 叫姐夫不好吗 难不成 你们还想对姐夫直呼气鸣啊 李秀宁认真地摇了摇头 叫姐夫归叫姐夫 但是我们总要知道自己的姐夫叫什么呀 李修竹闻言一正 紧接着失效 确实 倒是姐夫的不是了 姐夫叫李修竹 作为陪礼 姐夫也没带什么 这样吧 姐夫答应你们一人一件事 什么时候想要姐夫帮忙了 就跟姐夫说 三个小家伙虽然听到礼物 暂时变成了空话 但也没有不开心 在他们这个年纪 有几乎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当然 他们身为公主 也会时常得到父母给的小礼物的 那姐夫 你陪我们捉猫猫吧 呃 捉猫猫怎么玩 顿时小九李励志 嫌弃的撇撇嘴 姐夫好笨 连捉猫猫都不会玩 李修竹尴尬的一笑 这个他还真不知道咋玩 前身的记忆力也没有 那你们教教姐夫好不好 顿时间王德发人麻了 这驸马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这是一般男女可以玩的吗 嘿嘿 这个 驸马 要不你们 还是换个游戏吧 李修竹一正 诧异地问道 这个游戏我不能玩 王德发为难道 要是您和家里的妻妾丫鬟玩 应该是可以的 李修竹文言 在一看旁边红着脸的李诗诗 顿时秒懂 看来这是两性小游戏啊 好家伙 小孩子这么小就玩这个吗 为什么姐夫不能和我们一起玩啊 我平常都和姐姐妹妹们一起玩啊 嘿嘿 那是因为小主们都是女的 顿时间 李立志小脸一皱 拆穿了王德发的谎言 你骗人 太子哥哥 还和好多宫女们玩过 顿时间 李修竹和王德发 嘴角都是一抽 李修竹似乎懂了 这特么怕不是昏君阳广 玩那个蒙着眼 抓住谁和谁睡的游戏 嘿嘿 我觉得王总管说的对 这个游戏玩起来可能很麻烦的 这样 姐夫给你们讲故事好不好 顿时间 李修竹的话 就吸引了李诗诗 他最喜欢听话本 故事了 姐夫讲什么故事 听过的可不行 李修竹文言一正 你们听过的 我可没看过呀 李修竹笑了笑 开口道 姐夫保证 这个你们肯定没听过 顿时间 李修竹的话 吸引了三个小家伙 和他们的侍女 李修宁更是开心地说道 那姐夫你快讲 我们要听故事 李修竹看了一眼周围 开口道 去那边凉亭吧 太阳开始大起来了 在这容易被晒黑 快走 快走 两个小家伙 毫无顾忌地 拉着李修竹的手 就向着凉亭跑去 李修竹也没反抗 顺着两个小家伙的力道 跟着跑着 凉亭离凤阳楼 不过二十来米 没几步路就到了 看着三个小家伙做好 李修竹开始讲了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藩邦的王后 生了一个公主 她像白雪一样白 所以叫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不但可爱漂亮 还特别善良 小动物们都喜欢她 可是在白雪公主还小的时候 疼爱她的王后就死了 国王又娶了一位新的王后 新王后也非常的漂亮 但这位王后心肠很坏 也不能忍受别人比她漂亮 王后有面魔镜 她总问镜子谁最漂亮 镜子回答说 你最漂亮 当白雪公主长大后 恶毒的王后以为白雪公主死了 又去问镜子谁最漂亮 王后又惊又气 仆人欺骗了她 她要自己动手杀死白雪公主 小矮人们回家了 公主死了 可他们没有办法把她救活 从此 王子和白雪公主 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故事讲完 李修竹看向凤阳楼 不禁有些郁闷 怎么古代的女孩 和现代的女孩一个样子 让你等一下没俩小时 完事不了的 这讲的故事 都办得多小时了好吧 这时 小八开口问道 姐夫 番邦的城堡好看吗 那些小矮人 有多矮啊 李诗诗也插进来问道 姐夫 那个女王为什么会变 她用的魔法是魔术吗 李修竹还来不及开口 这边小九也凸显了 自己的存在感 姐夫 你能带我们去番邦看看吗 李立志的话一出口 顿时间李诗诗和李立志的眼睛都亮了 李修竹无奈地开口道 别想了 虽然番邦也有比咱们大周不弱的 但是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好地方 到时候 你们三个出现在番邦 很可能会被人家绑走的 不过番邦城堡 确实有独到之处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哪天姐夫 给你们做个模型看看 顿时间李秀宁问道 模型是什么 就是缩小无数倍的仿制品 比如说 那些面人就是人物和动物的模型 文言李秀宁一顿 皱着没问道 面人又是什么 李修竹文言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王德发 王德发看到李修竹的眼神 无奈地开口道 三位公主年龄尚小 还没到允许出宫的年纪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不禁有点心疼这三个小家伙了 虽然出生在皇宫大内 却犹如三只金丝雀 不但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就连出笼子看看 都得经过主人的同意 没事 等下次姐夫来 给你们待面人 李修竹的话一落 顿时隐得三个小家伙 开心了起来 那姐夫不许忘了 忘了 我就不让四姐嫁你了 那个 姐夫 翻帮皇宫的模型也不能少 姐夫 下次我也还要听故事 李修竹不禁嘴角抽了抽 好家伙 要求还挺多 但是看着面前三只楚楚可怜的小可爱 他能说什么呢 行 问题不大 李修竹看了看时间 也是无语地开口道 看来你们姐姐还要等一会 顿时间 李秀宁赶忙开口道 姐夫不能走 我们可喜欢你呢 李秀宁说着 话人已经抱住了李修竹的大腿 似乎想说 你敢走 我就敢哭 就在李修竹哭笑不得 正准备开口的时候 李立志也跟着抱住了李修竹的大腿 这也太有意思了吧 好好 不走 不走 李修竹重新坐下没两分钟 顿时就看到了凤阳阁中走出来的那个美人 李修竹一眼看去 就看出了李碧瑶的精心妆容 李碧瑶文言 嘴角微微上扬 这就是女为悦己者容吗 与此同时 李碧瑶也看到了 被妹妹们簇拥着的李修竹 看到的那一刻 她嘴角也不受控制的上扬 露出了一个绝美的妆容 李修竹拍了拍两个小家伙 开口道 你们碧瑶姐姐出来了 姐夫有事要和姐姐说 老八老九文言眼中一亮 回头看去果然是姐姐 顿时开心地松开了李修竹 他们不是颗CP 而是有种完成任务的使命胆 李修竹这才起身快步地走了出去 二人临近的那一刻 又同时停下了步伐 二人虽然都有点情不自禁 但是这可是皇宫 在外面他们目前还只是朋友关系 近日可还好 李碧瑶眼神一眨不眨地盯着李修竹 文言点了点头 每日里哭哭啼啼 大门紧闭 除了偶尔会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非议 倒也还算好 而且父皇对这件事下了风口 只有极少人知道风声 李修竹文言有点歉疚 说到底还是他占便宜了 让你受委屈了 李碧瑶文言赶忙摇了摇头 不委屈 都是我自愿的 若不是如此 我又怎么能嫁给李郎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这些古代的人 说起情话来 那真是撩人 虽然内容不如后世丰富 但是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用心 再等一个月 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陛下说 下个月十八是皇道吉日 李碧瑶文言一正 紧接着就明白了李修竹的话 顿时有些激动 谢谢你 修竹 李碧瑶知道 这其中李修竹定然做了十分多 虽然妹妹的事情超出了她的预料 但是她也不打算说什么 你我夫妻之间 何必说这个 李修竹赶在了五膳时走的 她毕竟是外臣 没有得到允许 哪能在后宫用膳 好在到家时 大家还在等她 李修竹一边吃饭 一边开口问道 公主那膳时准备了吗 修竹 这个不用你说 大家也会准备好 你不用操心这些 李修竹没解释 文言笑了笑 她就是怀疑 这小姑娘装病 而且这个证据也有一部分 等下看看公主剩下的餐食 大概就能全部确定了 等下公主的残羹 就不要给下人吃了 公主毕竟吐血了 而且不是天生 难免不是因为感染 回头拿来我处理吧 陈氏和傅云霜一正 紧接着点了点头 对了云霜 你大姐呢 大姐去处理事情了 说中午不回来吃饭了 李修竹也不以为意 点了点头 用过午膳后 去拿了李琉璃的餐盘 随后露出了笑容 果然不出她所料 餐盘虽然不说干净 但也消失了六成 看上面剩菜菜色 还不错 就是有几道菜 根本不适合李琉璃吃 李琉璃此时眼神迷离 仿佛风吹雨倒 看到李修竹的那一刻 她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想起身又不堪重负地倒了下去 李公子见谅 琉璃身胶体弱 没办法起身了 李修竹上前 闻言笑了笑 开口道 琉璃不舒服躺着就是 你这身子骨 爱澄清了 我都不敢折腾你了 李琉璃眼角微抽 这混蛋什么意思 还想折腾我 看吧你脸大的 要不是为了让你退婚 姐姐高低得 让你见识见识花 为何这样红 李琉璃虚着眼眶 但又怕暴露 勉强扯出个笑容 李公子说笑了 琉璃这个身体 有心也无力啊 琉璃这个身体 就犹如那一碎的琉璃一般 磕着碰着 都得散架 若是一个弄不好 怕是死在床上 也是有可能的 哎 也不知道 万一我哪天真死在床上的话 父皇会不会怪罪李公子 哎 都是琉璃不好 生了一副这样 病塌塌的身体 好家伙 我这是眼病美人上瘾了是吧 无妨 到时候 我会温柔点的 而且 公主的身子 未必就好不了 我认识一位 姓林的鬼手神医 有通天的本事 不但能在阎王手里强命 还能让人延年益寿 之所以这么晚回来 我就是去找他了 之前的方子 我给他看了看 他说 这方子虽然不虚 但却差了点意思 所以又给了我四味药 让我加进去 我问过太医了 太医说 加上这四味药没有问题 而且从药理上来说 确实会更好 晚山的时候 我亲自熬给你喝 李琉璃顿时就抹了 早上的那一波药 就差点给他喝吐了 好在那些药的味道 还能接受 虽然多了四味药 但李琉璃觉得 应该也不会差别太大 那麻烦李公子了 劳烦你为我的事情这么上心 李修竹文言 露出了个和煦的笑容 不麻烦 都是一家人 你要是知道那四味药是苦参 黄莲 龙胆草和琴皮食 这么违心的恭维 李琉璃同样是心中暗自冷笑 一家人 哼 想得你美 谁要和你是一家人 问过我家承玉哥的没 承玉就是李琉璃喜欢的人 是上京城最有名的才艺大家 琴棋书画无一不通 就是可惜还没参加科举 不过有幸说 承玉打算今年考科举 李修竹不知道李琉璃心中所想 但是也无所谓 不管李琉璃想什么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他一个穿越者 还能被难道不成 对了 神医特地嘱咐我说 今日起 公主的饮食中 不能有太油腻的东西了 这次家里人没注意 是我们疏忽了 以后的菜色会尽量清淡 李琉璃文言心中翻了个白眼 我真是谢谢你们一家 这都打着为我好的名义了 看来是没办法拒绝了 李琉璃露出一个娇弱的神态 柔美地说道 一切都听公子吩咐 咦 还没破防 没事 继续 听闻公主最喜欢烤肉 本来今天我们家也准备吃烤肉 但是可惜了 公主的身体不能吃这些 回头我让人给你准备点清淡的粥和蔬菜 李琉璃顿时眼睛一眯 这混蛋好过分 你吃就吃 为什么要专门告诉我 专门告诉我不说 还故意说 你们吃肉 给我喝粥 李修竹啊李修竹 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心思如此狠毒的男人 我父皇真是瞎了他的狗眼 怎么会让我嫁给你 李阔 狗眼 我TM也谢谢你 早知道把你甩墙上了 下午 李修竹专门去了趟太夫府 以他现在的身份 今非昔比 自然见到了苏晨晨和弄月 看到李修竹 苏晨晨二人 开心地奔了过来 好在苏晨晨还算克制 知道这里是在他家 没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不过 弄月就没这顾虑了 瞬间扑进了李修竹的怀中 随着胳膊收紧 弄月闭上了眼睛 深深地吸了口气 李郎 你终于来看我了 嗯 早该来的 但是一是事情较多 二是你当时正处于风口浪尖 如果当时见你 很容易被有心人注意 弄月乖巧地在李修竹耳边说道 弄月明白 就是想你了 李修竹也是会心的一笑 我也想你了 可惜 8月15没看到弄月大杀四方的身影 弄月闻言 终于松开了李修竹少许 笑着说道 官府通知 上林院停业整顿一个月 同时因为四皇子的死 一个月内不允许有任何娱乐活动 所以 花魁定选的日子 逮在了十月初一 届时 相公就能看到弄月表演了 这时 一旁背亮了半天的苏澄澄 从最初的惊喜 到脸色不高兴了起来 不是 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 这里还有个大活人呢 李修竹看着 醋意满满的苏澄澄 顿时没忍住 笑了下 这一刻 他也理解那句歌词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 我却始终不能有性命 看到李修竹笑 苏澄澄更是忍不住了 剁了剁五寸小脚 愤怒地娇撑着 修竹哥哥 你还笑 一不小心 想到了好笑的事情 对了 你母亲呢 弄月一听李修竹 关注苏澄澄的母亲 顿时就想到了 那个温婉的苏如 一时间忍不住心思 就想歪了 修竹居然一开口 不问澄澄妹妹 居然问她娘 该不是喜欢苏澄澄的娘吧 虽然知道这样想不对 但是想着苏澄澄的娘 她就觉得十分有可能 要知道 她见李修竹的时候 李修竹还是男孩呢 可是却对她和傅月华那样的 一点干劲都没有 加上和苏澄澄 傅云霜的相识 她也知道 李修竹对小一点的 也没什么干劲 这怎么能不让她多想 不过苏澄澄 倒是对此毫无想法 文言一点不设防地 将母亲的行踪卖了 我娘回苏州 祖宅住几天 说是我表哥结婚 我哥也被带走了 修竹哥哥找我娘有事 李修竹文言笑了下 开口道 家里晚上吃烤肉 想问问你娘 让不让你去 苏澄澄文言顿时眼前一亮 修竹哥哥 是你弄的吗 你应该没吃过 要试试吗 哇 这当然得去啊 弄月文言一正 难道是我想错了 不过想过之后 弄月心中就是微微黯然 这种场合 至少她现在是不适合参与的 顿时间弄月 就有点自怨自怜的情绪了 李郎 那你们吃好玩好 你帮我看着点澄澄妹妹 我很喜欢她 李修竹一正 你不去吗 弄月文言顿时错愕了一下 不敢相信地问道 我也可以去吗 李修竹文言顿时恍然 对 倒是我没说清楚 我下厨岳父不同意 所以只是在姨妹的小院里弄吃的 所以都可以去的 弄月文言顿时了然 但却迟疑地说道 那傅岳华 她可是和傅岳华针锋相对了两次了 万一她把自己撵出来 那可就太丢人了 她去处理事情了 似乎是丝绸装的事情 天黑前不一定回来 而且 就算回来了也没事 只是一起吃个饭的面子 她应该还是会给的 弄月文言不再犹豫 那夫君 我们什么时候走 就现在吧 要准备的东西还多 而且回去太晚 岂不是没人监督 李琉璃那个丫头喝药了 不是装吗 不是喜欢眼吗 那就多承受一点爱情的苦吧 回去的马车上 李修竹忽然想起一件事 开口道 再过几天我就要开府了 到时候给你留间屋子 等你脱离了上林院 就搬过来吧 这时 苏澄澄眼前一亮 赶忙问道 修竹哥哥 有我的房间吗 李修竹文言轻笑 有 也给你留一间 等我买下房子了 通知你们去看看 房子的布局装修 可以按照你们想要的风格来 苏澄澄二人文言一喜 还能按自己的想法来装屋子 那自己岂不就是女主人了 这也太美了吧 谢谢你 夫君 谢谢修竹哥哥 看着高兴的良女 李修竹笑了笑 看来卖官的事情 要提上日程了 澄澄 你知不知道 东京城有哪些有钱 且地位低下的 苏澄澄文言一正 不解地说道 那些商户的地位 不都是很低下吗 苏澄澄话一出 李修竹人就妈了 虽然你这么想 但是你这么说 会不会太直白了 李修竹想了想 补充道 我是说那种 家里没有官身 且挣钱能力可以的 原来是这样啊 苏澄澄文言想了想 开口道 似乎这些城内开店的 都符合修竹哥哥意思 除了富家和七大家族的店铺外 大部分 都是依附于我们这些官家的 这种依附的 只要每年给我们交钱就可以 所以一般当官的 都不会自己家开铺子 七大家族的铺子 这些铺子 一般都会携带前缀 比如河东礼记 河西王记这种 李修竹文言脸上一洗 紧接着有了算计 最先楼似乎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就从他开始吧 李修竹到家的时候 是下午三点 忙了一圈 把肉都大致地腌制过后 已经是四点了 音频在李修竹喝了杯茶水后 走了过来 开口道 姑爷 给公主熬得要好了 李修竹文言顿时间精神一阵 露出了笑容 小丫头 等着你的狼外婆 来吃你了 走 带上药 我们去给公主喂药 这一瞬间 琉璃心里一抖 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一样 傅云霜此时正在陪李琉璃说话 李琉璃对傅丞相一家都没意见 包括李修竹 他只是单纯的 不想嫁给李修竹 想嫁给他的成余哥哥而已 对于傅云霜 这个比他小不了两岁的妹子 他更是喜欢的 只是此时傅云霜的话题 让他有了一点点好奇 二人谈论的正是李修竹 听着傅云霜说李修竹的才华 他是佩服的 但是说到吃 那他可不服了 李公子做饭 可是那么好吃吗 可惜了 我这身子 吃不得什么油腻物 但是我觉得 妹妹还是夸大的些 咱们皇宫里的 玉橱数不胜数 好吃得如数繁星 而且 他们都是今年这个的 那才是真正的美味 顿时间傅云霜不服气了 哼 你又没吃过我姐夫做的美味 凭什么说 我姐夫做的 没皇宫做的好吃 我姐夫说了 没有亲身经历 就没有话语权 没有亲身经历 就没话语权 这话真的 有道理啊 就在这时 李修竹和银萍端着要进来了 云霜也在啊 酒楼装修得怎么样了 傅云霜看到李修竹也很开心 这段时间 李修竹很忙 他也很少见李修竹 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大概再有几天就弄好了 毕竟只是翻新 做一些改变 用不了太久 李修竹笑了笑 开口道 行 弄好了姐夫 做你心变开业的第一个客人 傅云霜文言 顿时嘴角的笑容 我憋不住了 姐夫 我们说好了 拉勾 李修竹也没觉得幼稚 和傅云霜勾了勾手指 你啊 说你小孩不承认 哪有大人勾手指的对吧 姐夫 你欺负我 人家本就是大人了 不算今年再过一个年 人家就到了能嫁人的年纪了 其实现在 也不是不行 李修竹文言嘴角抽了抽 这话说给谁的 还不是说给他听的 但是这个 他真不能啊 虽然这个时代不犯法 但是往后几百年的人们 可不心看这个 别想那么多 安心等鸡鸡吧 说着 李修竹看向李琉璃 温和地笑了一下 李修竹虽然笑得温和 但是却看得 李琉璃心中咯噔一下 他在李修竹的眼中 看到了那隐藏在深处的玩味 大狼 不好意思 说错了 公主 喝药了 李琉璃眼角一跳 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而且 此时跳的是右眼 有灾祸啊 嗨嗨 李公子放在这凉一凉吧 琉璃一回就喝 李修竹文言 温柔地笑着坐到了床边 可是怕烫 确实 虽然汤药要趁热喝 但也不能太烫 不过问题不大 我喂你 李修竹一边说 一边接过了药碗 咬了一勺吹了几吹后 递到了李琉璃身前 李琉璃顿时明白了 李修竹这是要看他喝药啊 但是他又不是真有病 这东西能不喝谁愿意喝啊 李公子要不你还是放一放吧 要不你先出去 我换个衣服 温度就差不多了 到时候再喝 李修竹文言眉头一皱 怀疑地问道 公主如此百般推脱 莫不是装病 看来是王太医的医术不精 要不我请我那朋友 来给公主浩浩卖 顿时间李琉璃人妈了 虽然有信心瞒住部分人 但若是全都检查一遍的话 那未必藏得住 混蛋 这是把我架火上了 他该不是发现了什么吧 李琉璃一边心思电传 一边开口道 李公子说笑了 若是不幸 自可找人来看 既然李公子那么想 为本宫喝药 本宫也只好劳烦李公子了 咦 小丫头用本宫了 看来是被破防了呀 李修竹也不在意 汤匙再次对到了李琉璃嘴边 此时傅云霜都嫉妒了 自己还没被姐夫喂过药呢 居然让一个外来的抢了先 迎平倒是无所谓 对自己的地位 他看得很清楚 他要做的 就是不争不抢 伺候好姑爷 但此时喝了一口药的李琉璃 则完全没有被极度的错觉 此时的他 五官都皱了起来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么苦 仿佛一口苦瓜 配着一堆奇怪的调味料 塞进了嘴中 只一口 他就受不了了 这是什么绝世苦味 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苦 这是不是煮错药了 无外乎李琉璃这么问 这和之前喝的药 根本是两种东西好吧 李修竹文言 露出了人畜无害的笑容 没错 这药后面 我补了四味药材 和公主说过了 难不成公主忘记了 而且公主你夸张了 也没那么苦的 不信你看 李修竹说着 咬起了一勺喝下 全程面无表情 看得李琉璃 甚至产生了错觉 刚我和她喝的是一种 乖 良药苦口 李琉璃一脸的负担之色 这我真的不行啊 这超出了药的范畴了呀 不是 这也太苦了吗 要不我还是喝之前的药方吧 不行哦 这个才更管用 李琉璃是看出来了 李修竹这是故意要整她 顿时李琉璃也发狠了 好 那你陪我一起喝 我喝一口你喝一口 你要是喝不下了 就不许再逼我喝 就这 小丫头和我玩 好啊 说着 李修竹看向李琉璃的侍女冤伟 开口道 你有给你们公主准备糖块吗 嗯 我们来得匆忙 不曾带糖块果斧 李修竹文言点点头 对银瓶说道 银瓶 你带冤伟去仓库拿点果斧 蜜剑 糖块 李琉璃文言不太想让冤伟去 这个 让银瓶 姐姐去不可以吗 为何还叫上冤伟 李修竹文言解释道 你银瓶姐姐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冤伟是跟着你的 应该更知道你的口味 李修竹这么一说 李琉璃也沉默了一下 也同意了 他也怕冤伟不在 李修竹找人 给他弄一堆难吃的东西过来 去吧 冤伟 等二人转身往外走 李修竹这才继续喂起了李琉璃 好苦 真不是人喝的啊 你一勺 我一勺 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 只是傅云霜此时有点妈了 眨眨眼 看着二人一时间有点欲言又止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真实情况 根本就不是一人一手 李修竹本就高 还是坐着的 所以李琉璃根本看不见 李修竹勺子里 其实一滴药都没有 只有勺子的下面 沾了一点点药水 这 姐夫这是骗人啊 这连吞咽动作都有 简直太能骗人了吧 不过 他也只是纠结了一下下 就是幸灾乐祸 这一下他不吃醋了 吃醋 吃什么醋 这是我姐夫在惩罚这小丫头呢 李琉璃本想拼个两败俱伤 不幸李修竹能忍多久 但是他显然低估了李修竹 早知道这样 他还不如一口气都喝了呢 这是炖刀子割肉 剧痛啊 也许是傅云霜的表情管理 有点不到位 临近见底 李琉璃忽然脸色一变 不对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药 就这么一碗药 一人喝了二十勺了 还不见底 再一想 冤尾不在 李琉璃顿时间气炸了 这浑蛋耍炸 我说 怎么傅云霜那小丫头 眼神中有那么一点点心灾乐祸呢 看到李琉璃神色变化的那一刻 李修竹就心中有了一点点准备 下一勺 他咬了一勺药 这一勺 也是轮到他喝了 傅云霜一震 但药刚离开完 李琉璃忽然拉着李修竹的手一动 顿时药汤撒在了李琉璃身上 好在此时的药已经不烫了 只是常温 但是此时李琉璃没关心这个 而是一正 居然有药 不是空的 为什么会这样 李修竹则是皱着眉头问道 怎么了公主 为何突然拽我一下 这也幸好只剩下个药底不热了 不然烫坏 你我怎么和陛下交代 说着 李修竹脸色一沉 顿时冷声道 公主不是故意如此 想让陛下责罚我 好取消和你婚约吧 你这么做 是不是下作了点 李琉璃文言一致 张了张口 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虽然他确实想解除婚约 但是也没想陷害李修竹啊 咦 这个办法 似乎也不是不行 就在李琉璃这么想的时候 李修竹将晚塞到了 李碧瑶手中 既然药已经不烫了 剩下这点 就请公主一口喝了吧 就算公主不喜欢我这个未婚夫位 也请不要糟蹋身体 否则我只能和陛下识说了 李琉璃嘴角一抽 但是这一次 也没多少反抗 一是此时 他还沉浸在冤枉李修竹的自责中 二是李修竹端出了他父皇 他也不想闹大 叹了口气 李琉璃一口将晚中药一口饮尽 顿时苦的脸上都快起褶子了 药本就苦 药根更苦 糖 快给我糖 然而李修竹没动 就那么看着李琉璃 仿佛在看一个傻子 哎呀 你怎么不动啊 李修竹文言无语地问道 我刚叫银瓶和冤枉去拿了呀 公主你忘了吗 顿时间李琉璃一致 我傻了我 又过了半盏茶时间 银瓶才和冤枉回来 然而此时的李琉璃 看着冤枉拿来的时刻 内心已经毫无波动了 都苦完了 适应了 还吃个屁的糖 李修竹看了眼 银瓶问道 怎么去那么久 这个问题 也是李琉璃想知道的 如果不是他们 回来这么晚 自己也不会受这个罪 哼 肯定是这个叫银瓶的 故意拖延时间的 别说李琉璃这么认为 就是李修竹也认为 是银瓶吃醋了 故意拖延时间的 然而接下来的对话 有些出乎二人的预料 嗯 冤尾姑娘看有不少国府密件 都是自己没见过的 所以都尝了一遍 才给公主选好了 要拿的国府密件 李琉璃嘴角一抽 狠狠地瞪了一眼自家的侍女 搞了半天还真和别人没关系 只是她也奇怪 要知道 冤尾可是从皇宫出来的 什么干过密件没见过 想不通的李琉璃 打算等一会人走后 问问冤尾 李修竹看冤尾回来了 也准备走了 公主 我还有事要忙 先走一步 晚点再见 傅云霜看到姐夫要走 赶忙也跟着开口道 我也该走了 公主好好休息 银瓶文言 刚想留下 就听李琉璃说道 正好我也有点困了 那就不留你们了 银瓶一正 人家都说休息了 自然不用她做陪了 三人告辞离开 离开了院子 傅云霜好奇地开口道 姐夫 是不是公主得罪你了呀 嗯 为什么这么说 傅云霜文言 一脸你当我傻的表情说道 我刚才可是看见姐夫 你骗琉璃公主了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你想太多了 我就是不爽 那小丫头 跑咱家里装病 所以教训她一下 对了 晚上在你院子里吃烤肉 另外一会你弄月姐姐 和澄澄姐姐会来 晚点你在客厅接她们一下 傅云霜先是一喜 紧接着就是一致 随后小心地开口道 姐夫 大姐不在 父亲母亲也不来 我想请幼威来可以吗 李修竹一正 随后点了点头 那你安排人去接吧 等会和弄月他们一起 这样就算父亲母亲 看到了也不会多想 文言 云霜顿时欢喜地蹦了起来 谢谢姐夫 沈幼威做梦也不会想到 会被邀请到心爱人的家里吃丝宴 这让她看到傅云霜时 眼睛都是水汪汪的 满是情意 少女情怀总是诗 如此场景 傅云霜都不敢去看沈幼威 同时也有点尴尬 草率了 能不能不这样看我啊 毕竟我心怀姐夫啊 好在就在这时 弄月和苏晨晨 姗姗来迟 看到客厅尴尬的两女 苏晨晨忽然暧昧地笑笑 凑到了傅云霜耳边 怎么 这小蹄子 还不肯放手吗 傅云霜顿时有点无语 你还没人家大呢吧 叫人家小蹄子 真的好吗 不过傅云霜 还真为这事头疼 晨晨姐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知道的 我只喜欢我姐夫啊 苏晨晨文言坏笑 你把她再卖了 不就好了 傅云霜文言 顿时立马摇头 不行 她已经够惨的了 说完 傅云霜忽然反应过来 不对啊 又威的卖身器 不是已经烧了吗 看着苏晨晨的坏笑 顿时明白过来 这坏女还在逗她呢 好呀苏晨晨 我看你是不想嫁给 我姐夫了 除了沈又威 几个女人都喜欢李修竹 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嗯 也不对 傅月华这个正宫 知道的就不是那么全面 几个女人现在都瞒着傅月华呢 这是统一战线的事情 连傅云霜这个亲妹妹 都已经叛变了姐姐 行了 行了 逗你的 其实这事也简单 把她变成自己人不就行了 这样她喜欢你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不是吗 苏晨晨这句话 说的就比较大声 显然不止说给傅云霜听的 沈又威文言眼前一亮 紧接着露出思索的神色 姐夫长得好看 而且也是自己敬佩的人 她本就有好感 但这种好感 因为傅云霜的出现 只能变成了将就 可看着傅云霜 沈又威知道 若是到了做选择的时候 那么自己 必然是被抛弃的那一个 若是跟了姐夫 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 想想自己和云霜一起伺候完姐夫 然后自己躺在云霜怀里 安然入睡的样子 沈又威的嘴角 不禁泛起了甜蜜的笑容 然而此时傅云霜 则什么想法都没有 只觉得苏晨晨的提议太荒唐 好了 好了 别说这些了 我头疼 你们要不要吃饭了 要是不想吃就赶紧回去 要是想吃就跟我来吧 傅云霜说完转身就走 这是她的地盘 除非皇帝来 不然她还是主人 说了算那种 与此同时 饭厅开始用饭的陈氏 则有些唉声叹气的 不是 你今天怎么总叹气 不就是孩子们不来一起吃饭腰 又不是一天两天 傅文汉的话落 陈氏再次叹了口气 都怪你 本来能一大家子一起吃的 非说 修竹自己做饭不好 现在好了吧 修竹做好吃的 我们只能在这边看着 傅文汉文言 直接气笑了 我还不知道 夫人你还是个好吃嘴呢 因为一顿饭 还跟我斤斤计较上了 而且 明天了 报大不适 也会做给咱们吃吗 你急个什么劲 傅文汉和陈氏 一直感情很好 也正是因为感情太好 傅文汉 才只有陈氏一个夫人 而也正是因为 傅文汉的偏爱 陈氏才敢这么 和傅文汉说话 不然换个人家 早就被打了 陈氏撅着小嘴 不开心地说道 咱们两个 吃有什么意思 一点感觉都没有 还是几个小家伙们 再才吃得香甜 好吧 这好像是这样 虽然东西 还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确实傅文汉感觉 没有几个小辈 在吃得香甜了 傅文汉看着 闷闷不乐的老婆 也觉得愧疚 梁九说道 要不你去和孩子们 一起吃 陈氏文言脸上 立刻露出了笑容 真的吗 谢谢老爷 说完不等傅文汉 再开口 起身转身就走 看着自家媳妇 快速离开的背影 傅文汉嘴巴张了张 愣是没说出 一句话来 此时他心中有气 感觉怒火在燃烧 没错 他吃错了 只觉得李修竹一来 抢走了他的衣服 和小棉袄 哼 不吃就不吃 老爷我一个人吃 傅文汉将眼前的菜肴 当成了李修竹 饿狠狠的 咬得牙齿嘎吱嘎吱作响 仿佛这样才解气了不少 与此同时 李修竹的炭火也架好了 一张正亮的铜板 盖在炭火上 下面有一个通风口 是的 李修竹这次弄的烤肉 不是烤串 而是韩式做法的东北烤肉 用黄豆粉 花生碎 桃酥 芝麻 孜然 茴香 胡椒 花椒研磨的粉末 堪成灵魂蘸料 这一次没牛肉 因为牛肉不是每次都能买到 所以 主菜是羊肉 蒜片腌制的羊肉 还有他自制的咖喱腌制的羊肉 一片片羊肉 哪怕是生的 闻上去都充满了香气 可惜 要是猪羊好了 这时候弄点五花肉 那就更完美了 此时 傅烟雨和傅宝珠 则坐在李修竹身旁 目光紧紧地盯着两盘肉 不时地吞咽着口水 姐夫 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啊 宝珠的话落 烟雨赶忙跟上 姐夫 这个肉肉 现在能吃吗 他们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嘶 已经饥不择食 如毛银血了吗 这又不是钢杀的骨刺和牛 也不是余生 咦 要不也搞点刺身 李修竹一想 还是放弃了 第一 这个好复制 第二 没有冰箱储存不易 若是兜存冷酷 容易篡位 第三 余生这种东西 弄不好容易吃坏肚子 万一弄不好 容易白搭上大好的局面 行了 马上就可以开吃了 你们可以先叫你二姐过来 顿时两个小家伙眼前一亮 烟雨刚想跑一趟 傅宝珠就对身后侍女喊道 小红 你快去喊我二姐 说着话 转头对李修竹 一脸讨好的笑着说道 姐夫 我们先吃吧 宝珠都饿了 嘶 小家伙挺会用人啊 反应过来的傅烟雨 重新坐下 对着李修竹也撒娇道 姐夫 呃呃 烟雨饿了 李修竹看着两个小家伙 也是无奈 自己的小姨子能怎么办 宠着呗 反正自己人吃饭 没那么多讲究 尤其是吃烤肉 无所谓了 李修竹笑着一人给了个脑崩 拿出一块羊汁 在铜板上擦拭了一下 羊汁在高温下 发出刺啦啦响声 油汁随着高温逼了出来 羊油的味道十分特殊 我若是烤别的肉 还真不好用 李修竹在油汁变薄的那一刻 快速将一片片羊肉 放在了烤盘上 刺啦啦的声响 在铁板上响起 速速白烟飘向天空 烤肉的香味开始四散 顿时间 两个小家伙不争气地 咽了咽嘴角的眼泪 这也太香了吧 姐夫 姐夫 呃 呃 好家伙 小家居又开始要识了 恰在此时 傅云霜他们也走了过来 苏晨晨一正 看向傅云霜好奇地问道 你们家平日里 都不给孩子吃饱的吗 傅云霜顿时脸色一红 这两个小家伙 太让他丢人了吧 瞪了两个小家伙一眼 傅云霜刚想开口 傅宝珠就一脸天真的开口问道 姐姐也是来我家吃饭的吗 不给姐姐吃饭腰 咦 这茶里茶气 不是李琉璃吗 怎么会是我的小妹子 说起李琉璃 她闻到味道没 问题不大 现在闻不到一会也会闻到 嘿嘿 不是和我装吗 馋死你个小丫头骗子 虽然没什么仇怨 但是欺负小孩子太爽了 有目有 李修竹这么想着 将已经烤好的两片肉 分别放在了傅宝珠 和傅烟雨的碗碟中 碗碟中厚厚一层蘸料 顿时在汁水的混合下 粘在肉片上 两个小丫头迫不及待 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 下一瞬间 二人同时眯起了眼睛 好刺 能在这个时候 还不忘说句话的 也就小宝珠了 机智的烟雨 已经化为干饭人 苏晨晨一正 也不在意傅宝珠的挑衅 只是好奇地想着 真有那么好吃 院里的动静 自然不可能逃得过 李琉璃的耳朵 刚睡没一会被吵醒的她 立刻就闻到了 那淡淡的烤肉味 好香 忽然她反应了过来 李修竹那浑蛋 可是说晚上在她院里烤肉的 这是烤肉 为何和我平日里 闻到的不太一样 咕噜 李琉璃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渊伟正艰难地 咽了咽口水 看到渊伟如此 李琉璃皱了皱眉头 渊伟 咱们有点出险 咱们可是皇宫出来的 什么好吃的没吃过 忍一忍 回了皇宫 我也让人给你弄烤肉 渊伟凭借艰难的意志 点了点头 公主放心 我一定不会 被这小小的烤肉打倒的 慈溜 李琉璃嘴角瞅了瞅 看着那刚刚落地的哈喇子 心道 你这么说 一点可信程度都没有 渊伟似乎也知道这一点 顿时低下了高傲的头 这边李修竹 也给傅云霜几人 一人加了一片烤肉 就是到了沈优威那里 她犹豫了一下 毕竟这小妞不是她的 是小姨子的 只是若是不给对方加 怕是对方会生出别的情绪 觉得自己是不欢迎她 没办法 尴尬总比让对方误会好 不过李修竹忽然发现 自己想多了 对于她家的肉 沈优威只是落落大方地 说了句谢谢 毫无半点尴尬 好吧 是自己不了解女人了 李修竹再次将肉片放上去后 给几人讲解了一下 烤肉烤到什么程度后 就起身走向李琉璃的房间 砰砰砰 主仆二人一正 随后对视了一眼 看向门口 去看看什么事 渊伟打开房门 立刻就看到了李修竹 不但有李修竹 身后还有两个拖着托盘的丫鬟 丫鬟托盘里 还能看到白粥和小菜 这是给公主送饭来了 李修竹看到渊伟笑了笑 公主的晚饭做好了 我来给公主送饭 随着房门打开 浓郁的肉香味 更是嘎嘎往房里钻 本就饿了 主仆二人 顿时间肚子又闹了起来 咕噜噜 这是渊伟肚子的声响 渊伟脸色一红 刚要接过李修竹身后的饭菜 就听李修竹开口道 渊伟姑娘也去吃烤肉吧 肉准备的不少 足够大家吃了 渊伟一正 我也能吃吗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当然 你是客人 而且并未生病 当然能吃 总不能让你吃 你家主子的饭菜吧 我们父父还没那么严苛 快去吧 我专门给你留了地方 渊伟闻言迟疑地 看向自家公主 李修竹不等对方开口就继续道 放心 有这两位帮你照顾公主呢 喂各饭而已 这一刻 一股微弱的秋风 卷起烤肉的香气 随着房门吹进了房内 顿时间那香味 仿佛一只利剑 刺穿了渊伟的决心 嗯 公主别怨我 实在是这烤肉太香了 您还是自己吃白粥吧 反正这没我的份 渊伟顿时转头看向李修竹 谢谢公子 说完渊伟不等李琉璃发话 快速地跑出了房门 直奔不远处的烤肉点 刚才跑出去的是自己的渊伟 好多年的感情 顶不住一顿烤肉的吗 姐妹不是应该同甘苦的吗 就在李琉璃这么想的时候 李修竹走了过来 开口道 公主 你的晚饭好了 你们两个伺候公主用善 两个姑娘立刻应声 是 姑爷 赶紧喂完 等姑爷他们吃完就轮到他们了 李修竹看向李琉璃 可惜地开口道 可惜公主有病在身 不然也能尝尝我做的烤肉 我这烤肉 可是和平日李公主吃到的完全不一样 李修竹正说着 外面就传来了 好香 好好吃等字眼 其中有几句 不难听出 是李琉璃侍女韵味的 咕噜噜 这是李琉璃的肚子响 但是她却看也没看那些白粥小菜 而是一脸纠结地看着门外 迟疑地说道 也许我能吃一点肉食 李修竹文言 嘴角一勾 笑容止不住地挂在了脸上 那可不成 公主现在是见不得大婚的食物的 公主若是想吃肉了 回头我可以吩咐厨房 做一点水煮鸡肉绒 或者熬一锅鱼汤 李琉璃文言一致 看着李修竹脸上 那若有若无的笑容 莫名看出了幸灾乐祸和玩味 这混蛋为什么笑 是笑我身子弱 该不是看出了 我装病吧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我的表演不说天衣无缝 但也绝对算得上细致如微 连卖相我都做假了 怎么会 好吧 那就麻烦李公子了 觉得自己天衣无缝的李琉璃 决定继续演 只要我不承认 那就没人能拆穿我 李琉璃肚子饿得咕咕叫 虽然吃不上肉了 但是这粥怎么也是要喝的 一口下肚 满口凄凉 虽然这白米粥 熬得软糯粘稠 米香四溢 但是和那随风飘荡的肉香味相比 简直是小乌见大乌 随着一口粥下肚 他却感觉更饿了 混蛋李修竹 居然敢如此对奔公主 乌乌 李修竹自然听不到李琉璃的心里话 但是看着李琉璃 那隐藏在眼神深处的危险光芒 他还是得意地笑了 李修竹笑着看李琉璃 开始喝粥后才出了乌 他只是来监督李琉璃吃饭的 可不能因此而吃不上 铜板很大 别说九个人吃 就是十个人也不带拥挤的 几几的话 十四个人也能坐下 李修竹刚以为就自己们九个人吃饭的时候 陈氏忽然来了 吃饭呢 今天修竹做的什么 李修竹文言瞄懂 顿时将丈母娘引到一边坐下 今天吃烤肉 母亲也尝尝我的手艺 给点意见 陈氏看女婿这么懂事 立刻露出了笑容 嗨 我拿懂这个 最多尝尝味 李修竹顿时接到 就是要尝尝的 云霜以后 开店专业做美食的 也要做出顾客喜欢的味道不是吗 这 这孩子是会说话的 行 那母亲就尝尝看 李修竹顺手给陈氏 加了一片烤好的肉片 肥瘦相间的羊肉 微微泛起焦涩 但是往下看 却能看到肉质的鲜嫩 陈氏加起肉片的时候 肉片已经挂了一层蘸料 吃到嘴中醇厚的香气 在口腔里扩散 虽然有羊肉的味道 但却没有一丝丝心山 仿佛经过了高温的加热 心山已经转变成醇厚 加上蘸料的香味 当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好吃 太好吃了 母亲在上京这么多年 从未吃过如此纯香的烤肉 说着苦笑一下 开口道 恐怕这意见 母亲是提不出来了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本也就没指望陈氏能提出来 这可是得到大家公认的秘方 除了差了一味辣椒 基本上齐活了 可惜了 这蘸料里少了一味海外的辣椒 不然的话 这味道定然能更上几个档次 顿时间吃得差不多的 几个女人一正 苏晨晨好奇地问道 辣椒 那是什么 李修竹文言开口解释道 一种特别辛辣的食物 它没熟透前是绿色 成熟后鲜艳的红色 比苹果更红 一般来说 果实是尖尖的 李修竹说完 苏晨晨一正 修竹哥哥 你说的莫不是番外灯笼花 李修竹一正 灯笼花 不过 辣椒确实挺像灯笼的 晨晨你听过 身为未来人 谁能拒绝辣椒的诱惑呢 即便是以李修竹的修养 都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苏晨晨文言肯定地点了点头 开口道 我家里有做海外生意的 这不是每年都有花卉节吗 前段时间 有海外商客送了我点植物种子 我种出来后 就和修竹哥哥说得很像 但是我也不敢确定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绿的 修竹哥哥要是有空 可以去我那里看看 李修竹文言立刻点头 开口道 那我晚点送你们回去的时候看看吧 苏晨晨文言一正 这么接 李修竹点了点头 方便吗 苏晨晨笑得更开心了 不是因为李修竹去他家 而是因为能帮到李修竹 当然 我的就是修竹哥哥的 能帮到修竹哥哥就好 好家伙 又说情话聊我 看来晚上送你的时候 给给你点教训 听说北地战事打开了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顿时间大家一正 随后面面相去 战事大家都知道 但都觉得离自己遥远 而且最近 也没有听说有边关急报传来 是以兜下意识地忽略了这件事 这 应该问题不大吧 没听说北面战事吃紧 听了苏晨晨的话 弄月也开口道 这打仗每年都打 但是基本也不会过边关 而且 每年打仗 基本没个几个月 不会见分晓 沈又微文言也开口道 李公子打仗是难免的事情 这种事情不归我们 说着沈又微一致 好像除了自己和弄月 这些人都是官家子弟 好吧 这他还能说什么 是又微失言了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没事 都是自家人 随意聊聊 不用太拘手 沈又微文言一正 忽然觉得自己了解的李修竹 并不是全部 能容忍一个女人如此造作 这男人必然是一个 知冷知热的好夫君 加上他之前早有要跟李修竹的决定 此时怦然心动 满是忧愁的撬脸上 也绽放出了迷人的笑容 李修竹一正 随后笑道 又微笑起来很好看嘛 以后可以多笑笑 傅云霜文言一正 随后看去 看到沈又微脸上的笑容 也是一正 又微 是不是感受到 我姐夫的与众不同了 沈又微文言一致 随后脸色微红地点了点头 傅云霜看到沈又微脸红 也是高兴坏了 她才不想被沈又微缠着呢 如今看到沈又微 开始接受姐夫的优秀 那是比谁都开心 只要敢敞开心扉 傅云霜就不信 哪个女人能拒绝得了姐夫的魅力 李修竹一个腹黑大老爷们 也是有点尴尬 总有种小姨子 帮她找老婆的错觉 其实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 云霜这话 比如弄月 长得好看不说 诗词文采皆是一流 比这大家小姐也不差分好 上林院的出身 让她学会了很多 常人大家小姐 不曾有的性感和妩媚 再比如诚诚 再比如诚诚 虽然出身大家 但是却还有一颗赤诚之心 看人一是一二是二 如此品质当时难得 再比如又微 一副我见游莲的样子 恐怕很难让人不喜 而且据说又微的琵琶 也是当事一绝 看李修竹停了下来 三个小姨妹顿时不乐意了 云霜都忍不住皱眉 开口问道 那云霜呢 宝珠也要 烟雨 烟雨也要 李修竹文言一致 看了一眼云霜后 又看向陈氏 小丫头 你妈还在呢 你不怕死吗 这点评了 让丈母娘听了 还以为我 惦记她这一窝小棉袄吗 然而 傅云霜对李修竹的沉默不满意了 哪怕她注意到了 李修竹看了一眼自己的母亲 难道姐夫觉得 云霜没什么特别的 这小家伙 这是吃醋了呀 陈氏看了看女婿和女儿 眼神中带上了沈氏 心中却叹息了一声 都是女儿过来的 她这个当母亲的 哪还看不出来 但是陈氏这些十日来 也确实是喜欢上了 自家这个孤眼 不是女人对男人的喜欢 而是长辈对子侄的喜欢 才华横溢 品格优秀 为人孝顺 互短 如此奇连 哪个长辈能不喜欢 看着女儿委屈的样子 陈氏刚想开口 让李修竹说几句 就见李修竹自己开口了 云霜你呢 其实我找不好 怎么说你才好 仿佛只要一想 都是你的好 都是你的优点 但是你让我说 仿佛到嘴边 却仿佛所有的形容 都不足以说你 你有成成的优点 有你姐姐的优点 有银婷的优点 有必要的优点 优点数不胜数且不说 若说缺点 我也只能想到一点 听姐夫说自己的好 傅云霜别说心里有多美了 但是一听姐夫说 自己还有一点缺点 顿时间傅云霜紧张了 傅云霜赶忙开口问道 姐夫 云霜还有什么缺点 这不光傅云霜好奇 就是其他人也好奇 李修竹笑了笑 也不卖关子 开口道 云霜你心太好 太容易相信人了 这一刻 沈幽威顿时一正 这是在点我 要不您念我身份牌 果然就在沈幽威 这么想的时候 发现几双眼睛都看向他 不过一想到当日的场景 沈幽威也是一景 没错 云霜他太容易相信人 万一哪天吃亏了怎么办 傅云霜也有点傻眼 没想到姐夫说的缺点 居然是这个 这让他怎么敢 还没等开口 李修竹继续道 不过这是缺点 也是优点 是云霜好的品质 都去掉不合适 以后姐夫 会教你明辨真假 会教你换个角度 以善待人 傅云霜文言脸上一红 紧接着羞涩地点了点头 看到女儿这样 陈氏心中叹了口气 但却并没有说什么 就在这时 宝珠忽然开口道 那姐夫 你还没说宝珠呢 宝珠啊 宝珠你可是个小大人 有社交牛气症 以后长大 八成是不会吃亏的 社交牛气症 那是什么意思 李修竹也知道 小家伙听不懂 解释道 社交牛气症 就是在和朋友交往 接触的时候很厉害 谁都喜欢你 愿意跟着你一起玩的意思 傅宝珠文言眼神一眯 显然很喜欢这个解释 双手往腰间一插 对着大家宣示 没错 我就是社交牛气症 可爱的样子 顿时让吉女忍俊不惊 姐夫 姐夫 燕雨 燕雨 哈哈 这还有一个好玩的呢 我们燕雨也很特别 虽然平常看起来很憨 但是关键时刻 机智的一批哦 不说别的 宝珠跟你大姐 二姐作私搞怪的时候 我们燕雨可是从来不参与的 傅燕雨文言连连点头 没错 燕雨就是机智的一批 他们都说我带 其实我的一点都不带 大多数时候 我都机智的一批 宝珠挨打的时候 我从来都不挨打 傅宝珠文言 勃梗艰难地转了过来 万万没想到 她身旁居然还藏了个老六 仔细想想 好像还真就是自己挨打 顿时宝珠须着眼眶 看向三姐燕雨 怎么办 要不晚上偷她被子吧 陈氏看着三个女儿 忽然笑了笑 感觉生活前所未有的放松 也许这才是一家人的感觉吧 既然修竹眼光这么好 大爷来说说我为娘的特点吧 李修竹文言一致 这话真的好吗 要是老丈人知道 怕不是以为我惦记您吧 看了一眼岳母 顿时间更是无语 三十出头保养极佳的岳母 简直是少男杀手啊 嗨嗨 这可不信乱说啊 李修竹眼珠子一转 顿时知道该怎么说了 母亲肯定也是有自己特点的人 而且也肯定特别出众 否则父亲又怎会甘愿 一生一世一双人 相伴白手不分离呢 只是这母亲的特点 得问父亲才对 问小旭 小旭也说不出来啊 陈氏文言顿时笑得不行 你呀 滑头 好了 你们年轻人聊吧 我这老太婆就不陪你们了 陈氏说着起身 李修竹等人也起身 李修竹开口道 母亲说笑了 母亲若说老 那怕是天下没多多少年轻的了 顿时陈氏脚步一顿 开心地看了一眼自家姑夜后 转身离开了 确实 就像陈氏说的 她在 大家确实不方便 陈氏一走 气氛更热闹了一些 又过了半个时辰 苏诚诚三人也纷纷告辞 得亏大舟不宵禁 不然这都回不去了 天都黑了 不过也不是特别黑 在繁华的上京城 虽然不说灯笼挂满街 但也差不多 加上有车灯照明 也不至于走错路 三人刚走 傅月华也回来了 此时的傅月华一脸疲惫 刚要回屋 就看到了李修竹和迎平 准备回屋 与此同时 二人也看到了傅月华 小姐 嗯 应声闻 傅月华就失笑着说道 你呀 怎么还叫小姐 不是让你叫姐姐的吗 你这样叫 怕是你的好姑爷 要以为小姐 我欺负你了 迎平文言一慌 赶忙看向李修竹 开口解释道 姑爷 是迎平叫错了 和小姐无关的 李修竹笑了笑 行了 我知道的 这丫头 怎么这么晚回来 而且看起来还这么疲惫 是不顺利吗 傅月华听到李修竹 那熟悉的心声 顿时心中一满 吃饭了吗 傅月华文言摇了摇头 不太饿了 可能饿过劲了 也不太想吃了 李修竹文言眉头一皱 说什么呢 饭是你想吃就吃 不想吃就不吃的吗 迎平 去看看厨房里 还有什么吃的 准备点清淡的 迎平文言一证 清淡的 不过他还是相信 李修竹的 文言应了一声 就去了厨房 李修竹这不是 想整傅月华 众所周知 没胃口的时候 白粥咸菜 就是最好的饭菜 反而太油腻 会让人失去胃口 走吧 我们先回屋等着吧 傅月华文言一正 还以为李修竹 是想要自己了 只是今天他真的很累 有心想拒绝 又怕他误会 若是再拒绝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难道自己的第一次 就长这样不完美了 罢了 罢了 他想要就给他吧 成婚这么久了 碧瑶的婚期 也定了下来了 本就有意 确实也不好再拖了 傅月华汉手点头 人在前面走 李修竹自然也跟了上去 看到二人这样 金平显然也和傅月华 一个想法 认为李修竹 缠自家小姐了 不过金平可没想那么多 看小姐不反对 笑了笑去打水了 怎么也不能 风尘仆仆的不是吗 二人也没着急 都知道要吃饭 自然还是要先吃饭的 只是傅月华没想到 刚在桌前坐下 李修竹就走到了自己身后 下一刻 两只有力的大手 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先是微微一僵 紧接着就是一软 僵是因为突兀 软是因为接受 但接下来的发展 却和他想的有点不一样 李修竹或轻或重的 在傅月华肩膀上按压揉捏 让傅月华顿时明白了 李修竹在做什么 嗯 你是在给我按摩 李修竹闻言不解地反问 不然你以为 啊 我以为你色急攻心 一刻也忍不住了呢 不过这话怎么可能说 说出来是要射死的好吧 你从哪学的这首页 比金平按得还好 看傅月华转移话题 李修竹也不缠着 也不知道这丫头 啥时候能让我上她的床 每日听着她的声音 就忍不住想这声音要是哼起起来 如何好听 加上那绝世预言 定然是个让人不思早朝的绝世妖精 可惜现在也只能想想啊 等着吧 等必要嫁了 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拒绝 傅月华放松的身体陡然一僵 脸色刷的一下就红了 耳朵更是烧了起来 她怎么也没想到 李修竹心里会突然想这些 这么突兀 这么 这么 她都找不到什么好形容了 等等 那这混蛋现在给自己按摩 脑子里不会有什么奇怪的思想吧 这么一想 傅月华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傅月华不着痕迹地扭了扭身子 扭掉了李修竹的大手 你也累了一天了 就不要给我按了 我 累一天 我怎么不知道 李修竹摸着下巴想了想 别说 还真是 跟李琉璃那个小娘们 斗智斗勇 确实挺累的 嗯 李琉璃 文华公主来了 出去一天的傅月华 并不知道文华公主的到来 所以现在虽然奇怪 但也没有开口去问 这时 李修竹开口问道 说起来还是你辛苦 听下人 说你一早就出去了 事情解决了吗 傅月华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顿时神色一动 他正好有事想问问李修竹 事情解决了一半 一半 李修竹不太懂 这个一半是什么意思 怎么说 傅月华这才解释到 家里的蚕丝生意 下面的人生了心思 今年本就因为天灾蚕丝产量不好 所以蚕丝也就跪了起来 所以下面的人藏起了三分之二 只卖给了咱们三分之一 我虽然找到了证据 但是这些人只是挂靠在咱们名下的 所以即便是有了证据 也没办法惩治他们 而且这次的事情双方也闹掰了 未来咱们家的蚕丝生意 若是再不到供货商 怕是会受到影响 若是从上金外进货 一个是有一定风险 另一个是运费会比较高 到时候咱们家的物价 肯定会超过其他家的物价 若是档次高了 其他人一筹还好 若是低了 这日后在丝绸上 就没了咱家的立足之地 你有办法吗 李修竹文言心中就活动开了 这是对他来说确实无解 但对我来说却不难办 就这么给他不甘心啊 但是我现在也没什么想要的好处啊 难不成让他给我弄个新居 陛下那个老抠门 讲个开府权限 居然没一次套院子 还得我自己花钱买 傅月华听着李修竹的新生脸都黑了 这混蛋这么不要脸的吗 居然想让自己给他置办新居 这新居光是院子就得好几千两 若是加上家具装饰 一个好的院子没个几万两 是不可能的 混蛋 这也太黑了 还不如给他安排个小欠呢 可惜冬月那边我已经同意了 这还能有谁 金平 那我岂不是没了人手帮忙 苏承昌 傅月华又是摇了摇头 苏太傅肯定不会同意自家女儿当妾的 至于平妻 陛下赐婚了 已经给两位公主了 哎 这混蛋真是难搞 我可是你媳妇 你就不能好心帮帮我吗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李修竹直接斩断了他的念想 那个 我也没太想好有什么主意 我先好好想想 想好了再告诉你 顿时傅月华气急 想好 怕是想一辈子也不见好吧 混蛋 太可恶了 就在这时 金平和银平同时回来了 小姐 我打个水 你先洗漱吧 小姐 厨房的清淡食物 就剩下白粥和一些小菜了 我还拿了一只鸡腿 要是您吃不下 我再拿回去 吃 她现在有心情吃吗 气都气饱了 傅月华顿时没好气地开口道 不想吃了 都拿走吧 嗯 这是在外面受气了呀 饭怎么能不吃呢 我这个当夫君的 就勉为其难 喂喂我的傲娇小娘子吧 傲娇小娘子 傅月华嘴角抽了抽 张了张嘴 却不能有任何反驳 叫好气啊 来来来 别不吃饭 我喂你 张嘴 啊 傅月华顿时没好气地说道 你哄小孩子呢 虽然这么说 傅月华还是张开了嘴 嗨 这诱人的小嘴 也不知道多久才能吃到 要是他求求我 我未必能扛得住啊 谁让我这人 心呐 嘴软呐 哼 还想我求你 做梦 虽然这么想 但是他的耳朵还是红了 要不求求他 可这样是不是太丢人了 我堂堂相国千金 丢不起那个人啊 那个 傅君 你真的没别的办法吗 帮帮我好不 似乎觉得 这样求不够诚恳 傅月华一咬牙 发得很 求求了 软诺娇媚 这是李修竹没见过的傅月华 别说李修竹 就是金瓶银瓶 这两个和傅月华 一起长大的小家伙 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第一次见有没有 二人对视了一眼 这是我们小姐 应该是吧 李修竹也没想到 傅月华这么拼 愣了一下 李修竹忽然玩心大气 怎么求 嗯 这臭家伙上瘾了呀 嗯 夫君说呢 嘿嘿 要不晚上我留在这睡 傅月华顿时间眼睛一眯 原来在这等着我们 就这么想睡我吗 傅月华虽然心里翻白眼了 但是不得不说 自得的心态也上来了 毕竟是能让这狗男人 一直惦记的 你先帮我想办法 我认为可行 你就留下 傅月华不是拒绝 就是现在心里有着事呢 还有点累 总不能明说吧 但是李修竹 要是真帮他解决了事情 说不得他 就是硬撑 也乐意撑下来 这么简单 简单 李修竹装模作样了半天 开口道 蚕丝的事情 我倒是有几个想法 娘子听听 第一 是关于蚕丝采购的 现在有问题的 你已经终止了合作了 剩下的都是没问题了吧 那就让他们补协议 签字 画鸭 形成律法效应 不管是不是灾年 都必须提供一定量的丝绸 如果不能提供 那就赔偿多少钱 至于他们怎么搞事 他们的事情 第二是关于报复的 咱爹是相国 打个招呼 由头 让衙门去闹 你也不用心软 这是咱们在里 是他们先不守规矩 几次下来 他们会来赔礼道歉的 第三是未来蚕丝货员的问题 既然很可能未来受制于人 那么为什么 我们不自己弄个蚕丝工厂呢 前面的傅月华还能听懂 这个工厂是什么意思 工厂 嗯 就是加工作坊 只是我们弄的大点 一个顶他们几个作坊 只要蚕丝确实能挣钱 开个工厂也不麻烦 傅月华闻言点了点头 又头疼的摇了摇头 可是我们没人会养残 这东西 一般都是各家秘密 一般不会外传的 就算花大价钱买 也未必就能养出好残 天时地利都有很大干预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这个我会啊 顿时间傅月华妈了 你还会养残 天哪 这混蛋还有什么是不会的 当然 不过吗 现在是不是该洗漱洗洗了 傅月华脸上顿时间一红 这混蛋就知道想这个 不过心底的大石头解开了 他也开心多了 这时候也不觉得那么累了 红着脸的傅月华 看了金瓶 银瓶 然后还是点了点头 快速起身 我先洗漱 傅君先去吧 这 我也得洗漱啊 要不一起 顿时间傅月华脸色更红 修脑地撑道 说什么呢 哪能一起 我先洗 李修竹闻言无奈 看来想洗鸳鸯欲 任重而道远啊 不过 这不是已经有开端了吗 混蛋 这混蛋 怎么老是想这么羞人的事情 银鸯欲 这辈子都不可能 等李修竹洗好的时候 傅月华已经钻进了被窝 此时连眼睛都没露出来 可见还是害羞极了 李修竹笑了笑 之前的大小姐模样 还以为她天不怕地不怕吗 李修竹钻进了被窝 没想到傅月华还穿着睡衣呢 这时候还穿睡衣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这我还得费事拖 傅月华人妈了 您能不能安静点 直接按部就班 您这样虚道 太让人尴尬了 然而李修竹可不知道傅月华所想 一边帮傅月华宽衣解带 一边在脑海里品评 这灯虽然不大 但是盈盈一卧刚刚好 这 真白 这 好呢 余毒爱莲之初淤泥而不染 酌青莲而不妖 中通外职 不漫不知 相远一清 亭亭尽职 可远观也可卸完烟 第二天一早 经历了李修竹 一夜心生摧残的傅月华 才解脱了出来 好在盈平室也留在那 否则他觉得 昨晚自己能死 自己两盏茶 时间就受不了了 也不知道 盈平怎么能坚持一个时辰的 真的 他现在都有点佩服他这个小侍女了 带着受伤的身体 傅月华吃了一大碗早饭 才缓过进来了 看得同桌的傅云霜 使劲地眨了眨眼睛 这是我姐 吃这么多 平常也就一半量吧 姐你这是忙了一宿 怎么这么 傅云霜一边说话 一边给姐姐夹了一筷子小菜 傅月华文言一致 这个真没忙一宿 一宿下来 他得死 不过 这可不是该跟小孩子谈的事情 哪怕云霜只差 自己两岁 傅月华岔开了话题 酒楼怎么样了 都置办妥了 嗯 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不过因为四皇子出事 我在犹豫开业 是否要按时 傅月华文言 一手俯着下巴想了想 你思虑得对 四皇子毕竟 才死没多久 开业式的燃放炮竹的 很容易让人 拿着是做文章 晚半个月吧 酒香不怕巷子深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谢谢姐 我知道了 傅月华文言点头 刚准备回屋 一站起 陡然一个两枪 好在傅云霜眼疾手快 瞬间扶住了姐姐 姐姐 你没事吧 要不找医者 给你看看吧 不用 不用 这是别人能看的吗 你姐夫 我都不给他看好不好 李修筑起来后 将养残的具体内容 写在了纸上 无字书上的养残技术 可谓是最科学 最全面 按照这上面的技术养残 哪怕是要灌绝尚精 不说别的 这产量就低不了 银瓶还在睡 可就银瓶 有个好主子 不然他这种扶正的 也得立规矩 谁家日上三干 小七还在睡觉的 李修筑写完 养残步骤后 又来到了李琉璃房间外 因为他已经一流高手了 走路无声 自然也就没被屋内听见 此时里面 正传来李琉璃主仆二人的对话 银瓶 你们小姐我好惨啊 身为公主 连口肉都吃不上 还有你 太坏了 居然馋我 昨晚上回来 就一直说 那烤肉多多好吃 良心都坏掉了 银瓶委屈地开口道 这不是公主你问我的吗 这也能怪我呀 那你就不能骗我说不好吃 绝了我的念想吗 银瓶文言为难的都农道 可是就是很好吃嘛 那么好吃的肉 我以前都没吃过 怎么能不让公主你知道呢 这一刻李琉璃 嘴角抽搐 李修竹嘴角翘起 当真是人与人的悲欢离合 各不相通啊 这丫头还挺好玩的 既然如此 晚上吃烤鸡吃好了 李修竹笑了笑 刚要敲门 就听李琉璃郁闷地生气道 都怪那个李修竹 他肯定是看出来了故意馋我 哼 别让我知道你真的看出来了 不然咱俩没完 李修竹文言 嘴角的笑容更盛 没完 这就对了 李修竹敲响了房门 咚咚咚 这一刻主仆二人都是一致 紧接着李琉璃手忙脚乱地 躺在了床上 忽然想起什么 立刻起身抓起 旁边的粉盒就往脸上拍 同时对小侍女 冤尾轻声道 你慢一点 听我暗号 冤尾重重地点头 表示明白 下一刻冤尾故意踩着脚步 游远极近 那脚步声虽然踩得平凡 但却仿佛这条路 无边无际一般 想了好一会踩到门口 李修竹有点无语 兄弟 你们这么演我很难配合的好吧 难道我智商看起来 是250的 随着一声轻壳 方便终于打开 冤尾看着李修竹 歉意地开口道 对不起李公子 刚才公主又咳了 我帮公主拿药来着 呵呵 你家找药的脚步声是那样 但好赖 也是有台阶了 而且不显得那么弱智了 李修竹也就勉强配合一下 是又咳嗽了吗 那我来得挺及时 李修竹一边说 一边看向手上的药碗 看到这药碗 顿时冤尾嘴角一抽 不禁为小姐默挨起来 小姐 你自求多福吧 这个我真帮不了你 刚准备进门 李修竹忽然想到什么 凑到冤尾耳旁亲声道 一会我为你们公主 喝药你配合点 晚上请你吃烤翅 我自己做的哦 啊 冤尾妈了 这驸马这么说 是不怀好意啊 是我要说吗 可是那是烤翅啊 还是驸马亲手烤的 想必味道一定很好吃吧 不 不行 我怎么能为了机事出卖公主呢 可 可若不是什么大事呢 若是不会对公主 造成什么伤害的话 要不 就在冤尾纠结的时候 李修竹已经到了 李琉璃窗边 看到李琉璃 那苍白的脸色 闻着李琉璃身上 香喷喷的味道 李修竹反应过来 刚才李琉璃在干嘛了 原来是在补粉 李修竹内心暗笑 面上却不动声色 故作心疼 公主 你的脸色 怎么还是这么苍白啊 来 赶紧把药喝了 要是喝两天再不好 我们再换药放 扑鼻的香味 李修竹四是没有一点察觉 至于说李琉璃 他也不怕李修竹问 问就是体香 他也不怕李修竹质疑 咋的 你还想深入闻 我这个公主 咽入味眉 只是李琉璃没想到 李修竹居然没问 不过听到喝药 李琉璃第一时间 就抗拒了起来 那不单单是思想抗拒 还是身体抗拒 仿佛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拒绝那只碗的靠近 李修竹咬了一勺 要吹好后 递到了李琉璃嘴边 虽然李琉璃浑身 都写满了抗拒 但还是忍着痛苦 张开了嘴 思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苦味 仅仅是一入嘴 就让李琉璃痛苦的面容扭曲了 看到第二勺李修竹 还是喂给他的 他不干了 不是这一口该你喝的吗 李修竹文言无语 这我也没生病 昨天陪你一次 已经是同肝苦了 不用了吧 李琉璃文言顿势不乐意了 不行不行 我不管 要么一起喝 要么都不喝 哼 不是想故意整我吗 别以为你不说 我就看不出来 行啊 那就一起死 要倒霉 一起倒霉 好不了我 也跑不了你 李修竹文言 无奈地笑了笑 行行行 我陪你就是了 李修竹说着 我将勺子中的药 喝了下去 只是他这药 其实并不满 一开始就猜到了 李琉璃会托他下水 所以只有半勺药 李琉璃满意了 只要有李修竹陪着 似乎也不是不行 一勺 两勺 冤尾妈了 终于知道 李修竹想怎么坑 自家公主了 那碗里的药 居然都进了公主嘴里 李修竹自己 除了一开始的半勺 居然一点没喝 这混蛋 太可恶了 等我吃完鸡吃的 看我举不举报 你就完事了 嗯 要不还是算了 不然到时候 自己岂不是变成同伙了 此时此刻 李琉璃都苦妈了 从未想过 会有如此苦的中药 一开始还好 只要是越喝越苦 与其这样 不如自己一口气干了呢 哪怕不坑那混蛋了 也不能受这苦了呀 算了 这次就这样吧 应该没有了 下次再说吧 就在这时 李修竹忽然叹了口气 公主这一闹药量 就少了 也难怪公主脸色 更加苍白了 看来下回 我得让他们多熬一晚了 不然公主的 病趴是好不了了 李琉璃 顿时脸色一白 这半分就生不如死了 他不敢想 多半分是什么体验 来 还有半碗药 我们继续 李琉璃 闻言顿时间猛了 怎么可能还有半碗 不可能 听到李琉璃 中气十足的叫声 他全当没发现的 压了压碗 那碗里果然还有半碗 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多 这药量不对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怕洒了 所以我每次咬的量都不多 你有错觉很正常 李修竹说着话 手中的勺子 再次递到了李琉璃嘴边 这一次李琉璃不甘了 这可是还有半碗量了 这要是慢慢喝得喝拓 再想想 李修竹那自始至终 都没多大变化的表情 李琉璃表示 我服了 算了 我自己喝吧 反正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以后也别加量了 你也别为我 李修竹闻言露出了真挚的笑容 公主懂事了 冤尾无言地 看着自家公主 暗暗心疼 公主啊 要不咱别和驸马玩了 你玩不过他的呀 等李琉璃喝完药 李修竹起身开口道 我去看着他们 给公主弄午餐 盐水鸡胸肉 让他们弄好一点 争取让公主中午多吃点 哼 我一个公主 居然沦落到 吃盐水鸡胸肉的地步 我好惨啊 虽然心中嚎叫 但是李琉璃面上 却柔柔弱弱地柔声道 那就麻烦李公子了 无妨 过个把月 就是一家人了 顿时间李琉璃的眉头一皱 时间已经紧迫到了 这种时候了吗 李琉璃虽然心中紧张 但是面上毫无半点紧张 反而带着一点点歉疚 琉璃这身子 若是进了李府 怕是要给李家拖累了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伺候有人 家里日后应该也不缺银子 所以无所谓的 李琉璃没忍住 嘴角抽了抽 我都说成这样了 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虽然本公主天生立志男子气 但是如此病歪歪 怕是孩子都不能给你生 你怎么就认准了呢 要不吐口血吧 我都快死了 总能放过我了吧 伸手在被窝里 偷摸一个车梨子 放在丝卷中 嗨嗨 趁着污嘴的时候 李琉璃快速地将车梨子 含在了嘴中 咀嚼咬碎 用舌头压住果肉 硬生生地完成了舌头榨汁 噗 鲜红色果汁 快速地浸润在丝卷上 紧接着就染红丝卷 呀 小姐你怎么又吐血了 不是刚吃过药吗 看着渊伟那焦急的表情 李琉璃那病歪歪 满是苍白的脸色 李修竹再看了看丝卷 忽然笑了 这主仆俩不去演戏可惜了 若不是自己早有察觉 但是在这一出演出 就得给二人满分 不行啊 这笑场了怎么搞 看着俩人看过来的目光 李修竹微微尴尬 那个 我说我忽然想到了一件好笑的事 不知道你们信不信 信 信你个大头鬼吗 冤尾皱眉 李公子如此不妥吧 公主生病吐血 你却还笑话公主 如此不怕 我告诉陛下吗 告皇帝 你敢吗 装病逃婚 还是同伙 就算李琉璃的玩伴 怕是也得被拔一层皮 不过这确实不好缘啊 李修竹想了想 单脆不装了 不过就这么放过这小丫头 看着那红色 欲滴的蟹唇 李修竹忽然想尝尝味道了 当然 绝对不是想占李琉璃便宜 就是穿越这么久了 好久没吃车梨子了 李修竹坐在了床前 看着病黏黏的李琉璃 笑着坦白道 公主 从我这想办法是行不通的 如果你要是不想嫁 不然去陛下那想想办法 李琉璃主仆二人 文言心中一紧 皆是觉得李修竹有察觉 但是李琉璃虽然紧张了一下 但到底是公主 见过大世面的 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李公子 琉璃不知道你这么说是 什么意思 琉璃是做了什么 让你误会了吗 看着病奄奄的美人脸上 带着几分焦急 怕是换成谁来 哪怕猜到了三分 也都不忍心在逼迫了 但是李修竹不一样 一是知道对方是演的 二是他家美人多 舔狗那种事情他做不来 男人之所以舔 是因为他不曾拥有 若是他有几个漂亮老婆 你看他还舔不舔 李修竹看李琉璃拒不承认 轻笑了一下 在他唇边沾了一丝鲜血 放进了嘴里 好久没吃车梨子了 怀念啊 哦 忘了 他现在还不叫车梨子 叫果河之王 顿时两个女人都是一致 这是真被看穿了 但是 冤尾却和李琉璃 关注的地方不一样 大胆 胆敢辱莫公主 李修竹闻言一正 再次在李琉璃嘴角 刮了一丝果汁 放进了嘴中 是这样吗 顿时间冤尾气炸了 既然被识破了 索性就不装了 好歹 看我不拿了 你让陛下治你的罪 李修竹闻言自信地笑了笑 你不敢 哼 你看我敢不敢 冤尾刚要动手 李琉璃却忽然抓住了冤尾的手 脸色沉重地开口道 冤尾别乱来 公主 你怎么还帮他说话呢 他刚才那样对公主不敬 李修竹摇了摇头 打断道 你们公主可不是帮我 而是帮你 想想你们做的事吧 意图装病私自退婚 你个小丫头还敢参与进来 若是陛下知道 你们公主的惩罚我不知道 但是你 不死也得扒层皮 至于我 我和你们公主有婚孕 别说我和公主 没发生什么实质性问题 就算有 陛下也会帮我捂盖子 让我和你们公主早日成婚 所以 你要抓我去见陛下 那就是害了你 害了你们公主 对我而言只有好处 李修竹说到这里笑了笑 看向李琉璃肯定道 琉璃你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还很聪明 有意思 期待下次过招 好了 我去给你准备中午的清汤寡水 你们慢慢聊 顿时间李琉璃一致 我都暴露了 还能吃那些 我要吃肉 要吃烤肉 不行 我要吃烤肉 不吃你说的那些了 看着满脸白粉 还很傲娇的李琉璃 李修竹笑着摇了摇头 这个恐怕不能随你所愿了 你别忘了 你是什么身份住进来的 若是你前后不一被人举报的功力 怕是你这侍女以后 就不能再陪在你身边了 李修竹说着 上前抬起了李琉璃的下巴 在冤尾发火前 在李琉璃耳旁轻声道 你也不想你的小姐妹 就这么死了吧 一句话 顿时让李琉璃瞳孔一缩 准备打向李修竹的一掌 也放了下去 他瞪着眼看着李修竹 刀一个人的眼神 就要藏不住了 好了 忍三天 吃完三天药 就装自己好了 到时候 我会给你准备一顿大餐的 当然 要是你坚持不了三天 明天可以回宫了 今天你 却是必须得这样 没别的意思 单纯是我这人小心眼 李修竹说完转身就走 冤尾看李修竹出去后 这才忍不住问道 公主 我们就这么算了 李琉璃虚着眼眶看着门口 文言吐出了一口浊气 这混蛋比我想要聪明 但是我父皇那里 根本不可能改变 帝王惊口欲言 怎能说话不算 冤尾文言一致 眉头微微皱起 那岂不是公主只能嫁给李修竹了 冤尾话虽这么说 但是心中却没有来的 有一丝窃喜 想想那些从未见过的好吃的 他就期待得不行 至于说 下人没得吃 他会是普通下人 他可是要陪嫁的通房丫鬟 通房丫鬟 那是什么 那是要被台姨娘的 和那个银瓶一样 银瓶都能上桌 没道理他不能 李琉璃此时也就是不知道 冤尾的心思 不然绝对要把这姐妹卖了 我为了你承受了那么多 你居然想卖我 时间一晃 就到了下午 烤吃的香味传来 那带着丝丝奥尔良烤吃的香味 一个劲地往李琉璃房里钻 咕噜噜 李琉璃妈了 李修竹这混蛋 绝对是故意的 想想中午吃的白米粥 和盐水鸡丝 他就难受得不行 那也就是勉强垫个肚子 而且也就勉强下咽 公主 好香的味道啊 此溜 冤尾没忍住 一张嘴话没说完 眼泪就从嘴里流了出来 尝过了昨天的烤肉 他更加能想象 这鸡翅的味道 本来闻着已经够难受了 加上还想了 这谁能受得了 不过他也有些期待 要知道他 可是早上被邀请了呢 这应该有自己一份吧 这么想着 他忽然看了一眼公主 竟然有点心生同情 可怜的公主 干嘛装病啊 这时 李琉璃也感受到了 冤尾的目光 顿时期更大了 明明应该同甘苦功欢难的姐妹 凭什么你去吃我只能闻味 不行 要倒霉一起倒霉 冤尾 你会陪我的吧 冤尾文言一致 顿时有些委屈 这您拉我下水 真的好吗 李修竹来了这么久了 自从知道了吴自书的用法之后 第一件事 做的就是提炼调味料 到了如今 除了和辣椒有关的调味料还没有外 基本都有了 嗯 耗油也没有 虽然耗油的熬制不难 但是生蚝长在海边 上京城外只有河 哪能熬制那玩意 不过也快 他找人去海边弄去了 往回运的时候 沿路找大户人家买点冰就行 虽然肯定会花销不守 但是为了那一口吃的 倒也是值得的 话归正题 冤尾为了那一口吃的 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 文言想了又想 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虽然要分公主最少一半的口粮 但总比没得吃好 冤尾开口道 公主 要不我去拿回来吃 李琉璃文言顿时眼前一亮 对啊 拿进屋子关上门 谁知道东西是谁吃的对吧 冤尾 你真是我的好姐妹 快去 快去 多拿点 刚说完李琉璃就是脸色一变 多拿的话 不会引起怀疑吧 但一想李修竹都已经猜到了 怀疑就怀疑呗 我家侍女自小练武 饭量大 多吃点怎么了 冤尾脸色一喜 要是多拿点 那自己也能多分点 说不定自己和小姐都能吃饱呢 那小姐我去了 去吧 去吧 冤尾文言立刻向着门外跑去 这香味 太让人受不了了 随着房门打开 那被阻隔了大半的香气 顿时迎面扑来 喷香的味道 仿佛一记老拳 顿时打在冤尾的心巴上 太香了 闻着香味 冤尾立刻就看到了李修竹几人面前的东西 原来不单单是鸡翅 而是五只整只的烤鸡 在炭火上排成了一排 冤尾咽了咽口水 快速地走上前 带着一点点忐忑地问道 驸马 有我的那份吗 好家伙 之前叫我李公子 现在想吃东西了 就叫我驸马了 还以为你多刚练 多忠心呢 李修竹文言汉手 坐下吧 还要得一会儿 今天傅月华也在 看了李修竹的养残戏泽后 她已经彻底放松了下来 更何况初为心腹 她也没想乱跑 傅月华看了眼冤尾 点了点头 你就是文华公主的侍女吧 长得倒也标致 就坐在银瓶那吧 经过初为人妇的洗礼 傅月华仿佛变了个人一样 别的不说 现在是越来越有大富风范了 冤尾脸红着行了一礼 没有说话 坐在了银瓶身旁 傅月华的意思 她听出来了 是把她看成了通房丫鬟了 这个她也没什么反驳的 说实话 和那个成语比 她更喜欢李修竹家里的氛围 可惜 她一个侍女是没有决定权的 与此同时 在偷瞄的李琉璃妈了 这就坐下了 看了看没人动那机 她似乎也明白 那机还没熟了 哎 那就等着吧 嗯 先把门关上 不然光是文卫 也太残忍了 仿佛有只小猫在抓心一样 李琉璃刚关上房门 正想躺平等机的时候 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李琉璃心中一喜 顿时就以为是自己的机来了 但是紧接着就是一致 嗯 敲门声 冤尾似乎从不敲门 顿时李琉璃脸色微微一变 精神抖擞的样子 再次变得并黏黏起来 拿着一旁的摇铃晃了晃 清脆的铃铛声传出了很远 门口的几个侍女 听到声音后 这才推门而入 不过 他们并不是自己来的 而是带来了一个个托盘 看到托盘上的碗碟和小菜 顿时尖李琉璃的脸色一变 卧槽 这是喂饭 不 我不要 我要吃我的鸡啊 因为开门的缘故 一股更加浓郁的烤鸡香气 飘了进来 咕噜噜 顿时尖领头的侍女微微一笑 看来公主饿了 那这食物来得刚刚好 奴婢伺候您用膳 可我不想吃这些啊 我想吃鸡 李琉璃浑身细胞都在拒绝 但是却没想出什么理由来 虽然李琉璃心中拒绝的不行 但是几个小丫鬟 楚楚可怜地看着她 她虽然是公主 但是也拒绝不了 不是真的拒绝不了 其实李琉璃对下人 还真没那么不好 算是一个可亲的公主 不然冤尾再大胆 也不敢和李琉璃胡闹 不过这样一搞 李琉璃更是要恨死李修竹了 这混蛋 就是故意防着她吃肉呢 不就是吃饭药 我吃 但你看本公主吃不吃肉就完事了 我一个习武之人 怎么可能就小猫的胃口 李琉璃慢慢吞吞 带着强烈抗拒地吃完了 那边烤鸡也烤好了 五只烤鸡一开始 肯定没办法分一只的 而且 自家老婆带小姨妹们 一人能不能吃得了半只 还是另说 虽然四女最近吃得多了 但是也只是多了点而已 嗯 不对 她老婆还是吃得不少的 毕竟每天忙 吃得少了 怎么可能 一人半只分过去 又让人将一整只鸡 给岳父岳母端了过去 也就是李修竹 单独整了一只 冤尾妈了 一人分半只 我还得给小姐再分一半 这四分之一鸡 我能吃饱 别说分厚了 不分我的都吃不饱啊 堂堂相符 饭都管不起的吗 李修竹没先吃自己那只 而是让几个女人先吃后 来到了一旁放着的盆盆 掀开沙帘 又是五只鸡被挂在了火上 冤尾这才意识到 是自己错了 原来还有五只 自己手中的 只是第一批啊 那这个 我先吃 等第二批烤好了 再给小姐 不过 小姐要是知道我有的吃 却不拿给她 她不会收拾我吧 纠结了一阵 冤尾还是决定和小姐分享 但她人刚要站起来 李修竹就开口了 冤尾姑娘 这是不吃了 嗯 吃 就是我家小姐没人照顾 我想回去一边吃 一边照顾小姐 李修竹温柔和煦地笑了笑 不用 你吃你的 我已经让人进去 伺候你家小姐吃饭了 冤尾眨眨眼 刚才有人进去了 我怎么没看见 这么近 怎么会看不见 你怕不是觉得我傻 冤尾这么想着 忽然有人鱼罐 从公主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这一瞬间 冤尾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怎么都没想到 为什么会有人 从小姐房间出来 刚才有人进去了 刚才我在干嘛 就在冤尾陷入 自我怀疑的时候 一股诱人的香味 出现在鼻腔 冤尾下意识地 扫了一眼面前半盘烤鸡 懂了 对不起公主 真不是我不敬责 实在是这烤鸡太香了 既然公主已经吃了 那这半只烤鸡 就我自己吃吧 一直听两个小家伙 我在耳旁不断说好吃 她也早就 控制不住了好吗 要不是因为自家公主 她早就吃上了 即便是如此 也是馋的口水一直在咽 行了 坐下好好吃饭吧 你看喂饭的人都出来了 你家公主肯定吃饱了 而且没权出来 你家公主也有人照顾 被封死了后路 冤尾也只好点头 多谢李公子 冤尾坐下 先是掰了个鸡翅 鸡翅可是李修竹 一早答应请自己的 赤肉分开 浓郁的香气再次扩散 冤尾咽了咽口水 才将鸡翅放入口中 软糯焦香的鸡翅 在口中被撕裂 一股说不出来的甜香 和熏烤的味道 在口腔中扩散 软烂的鸡肉 一拉脱骨 这一瞬间 冤尾眼前一亮 怎么都没想到 这鸡肉会如此的好吃 怎么可以这么好吃 冤尾没忍住 开始了干饭人的快乐 这一刻 什么公主 什么分食 都被她忘得一干二净 冤尾才满足地缓过一口气来 这也太好吃了吧 再看看自己面前的骨头渣子 冤尾一致 紧接着立刻安慰起了自己 公主吃了饭了 没那么饿了 等会我再要半只 分给公主一半刚刚好 看向一旁 没想到最后吃的 自己居然第一个吃完了 顿时间冤尾有点脸红 自己这样 会不会让大家觉得 自己没见过世面 李修竹也吃得很爽 好久没吃这么爽了 她吃了七分之六之后 将最后一根鸡腿 放在了傅月华的盘子里 马上要吃完的傅月华 微微一正 紧接着露出了个迷人的笑容 这狗男人终于知道心疼我了 这在之前 她都不敢想 一旁的傅云霜 顿时间不高兴了 哪怕是清姐姐 哪怕是自己姐夫 她还是有点吃醋 姐夫 我也要鸡腿 相比于虽然吃醋 却不好意思开口的傅云霜 宝珠则直接多了 张口就要 好家伙 这鸡虽然都不大 但是也绝对不小 半只就有两斤 哪怕是烤了 去了骨头也有一斤三四两 这两个小家伙 可是小女孩 这么能吃的吗 李修竹看了看傅宝珠的小肚子 开口道 宝珠啊 你再吃肚皮就破了 要不留着下次再吃 傅宝珠文言不干了 这么好吃的昆昆 怎么能下次再吃呢 顿时傅宝珠跑过来 拉住李修竹的衣衫 不嘛 不嘛 宝珠要吃鸡腿 那边烟鱼也凑了过来 烟鱼也要吃鸡腿 四只油腻的小爪子 抓着他的衣衫 顿时让李修竹妈了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 姐夫这身衣服也废了 也不洗洗手 李修竹的苦笑 换来了傅月华和傅云霜的笑容 这一刻 二人竟然感到了其乐融融 若是自己以后有了孩子 夫君 姐夫 也会这么宠溺他们的吧 这么一想 顿时两女同时挟飞双甲 两个小家伙 似乎也知道自己闯祸了 赶忙松开了李修竹的衣衫 将油腻的小手背在了身后 两个小家伙背着手 满脸油污的样子 我顿时看得李修竹一乐 点了一下二人的小鼻子后 这才开口道 鸡腿是肯定没了 不能这么吃 要吃坏的 不等两个小家伙开好 李修竹就继续道 不过一人还能吃个鸡翅 等下次想吃了 让豹大再给你们做 两个小家伙 闻言顿时摇头拒绝 不行 我要吃姐夫做的 烟鱼也要吃姐夫做的 其实豹大已经可以做了 这东西的难点就是烟料 但是谁让他喜欢这两个小家伙呢 行行行 等你们想吃了 姐夫给你们做 现在先去玩会吧 这些鸡还得等一会才能烤好 烤好了姐夫教你们 对了 先去洗洗手和脸 都成两个小花猫了 这一刻 鸢尾看向几人 顿时更加喜欢这个氛围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和睦温馨的家 这一刻 那本就偏向李修竹的心 更加偏了 如果有的选 他想给李修竹通房 而不是成狱 这时 李修竹对其他三女也是说道 月华你吃完这个鸡腿 也带他们去洗洗吧 傅月华闻言硬生 但是吃完要走的时候 忽然看渊伟没跟上 顿时奇怪地开口问道 渊伟你不洗洗吗 渊伟闻言一致 犹豫了一下后轻笑 多谢夫人 夫人先去 我等等就来 傅月华和傅云霜 意味深长 看了一眼小丫鬟后 也没说什么 傅月华应了一声 转身带着人走了 看到四周没人了 渊伟迟迟了一下后 轻声开口道 公子若是有侠 可以去打听一个 要科考的学子 叫成狱 李修竹闻言一正 看了一眼渊伟 又看向公主的房间 你家公主 嗯 李修竹一致 这什么鬼 公主有心上人了 那自己这是挖墙脚 还是棒打鸳鸯 嗯 再来的欺男伴女 他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要是有私情了 那他说什么 也不当接盘侠 当然这也可能是那小妞 不打算嫁 故意安排的 渊伟闻言急忙开口道 公子放心 公主和他发呼情 指呼里 连手都没牵过 李修竹闻言一愣 这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所以 你为何告诉我这些 怎么看 你也不太像出卖主子的呀 渊伟闻言脸上忽红忽白 叹了口气开口道 奴婢看到成公子不是好人 看起来很虚假 奴婢虽然多次和公主说了 但是公主不信 还不许我说他坏话 相较于成公子 我更喜欢父父的气氛 我想 以后公主 到了李府 一定会过得幸福快乐 所以 我想请李公子帮忙看看 若是成公子 真的如公主 想的那样好 那一切各安天命吧 若是成公子 如我想的那般不堪 就请李公子 帮我家公主脱离枯海 李修竹闻言沉默了一下问道 你就不怕我骗你 就算那成公子 如你家公主想的那么好 也故意去抹黑他 李修竹感觉 这渊伟脑袋 可能真的是被驴踢了 这心意虽然是为主子好 但是这脑子 这和卖主子有什么区别 果然 渊伟沉默了 显然被李修竹点醒了之后 他的脑子运转了起来 若是成公子和公主所说的一样好 我想请李公子成全公主 若是可以 渊伟愿意当牛做马来报答公子 当牛做马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懂 但是你一个丫鬟 还没公主美貌 是怎么觉得我会答应的 好了 这种话以后就不要说了 我和你们公主的事情 我们会解决的 当然 你要是真的看好我 可以帮忙创造点机会 成渝那里 我也会让人去查 渊伟文言赶忙点头 多谢公子 那渊伟去洗手了 去吧 李修竹看着渊伟的背影 笑了笑 也不知道 他是真的为了公主好 还是想嫁到我这 不过局势在我 这不稳赢啊 傅月华闻声 看向走来的渊伟 眼神中的审视更加明显 此时渊伟看向傅月华 不太明白傅月华的眼神 夫人有什么吩咐吗 傅月华闻言微笑 没有 来洗手吧 第二波机考好了 但是早有准备的李修竹 也没给李琉璃尝到一口 除了两个小家伙 云霜 迎平和渊伟一人 也就多分了一个鸡腿 渊伟满是负担地吃完鸡腿 看着李修竹欲言又止 李公子你这么苛刻我家公主 你还想娶我家公主 莫不是再想批吃 事实也如渊伟所料 当看到渊伟空手而归的那一刻 李琉璃炸了 我的烤鸡呢 嗯 公主 李公子不让我带回来 必须吃完了才可以走 李琉璃顿时眼睛一眯 狗男人 太过分了 我一个公主 你这么不给我面子的吗 说着李琉璃看向渊伟 须着眼眶问道 吃饱了 那必须吃饱了呀 但是他现在敢说吗 当写诺诺地闭着嘴 欲言又止 哼 别以为你装可怜我就能放过你 你可是答应过本宫的 要让我吃上烤鸡 所以本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必须得让本宫吃上 这 公主你不是为难我吗 难不成我去偷 这么一想 渊伟瞬间看向李琉璃 懂了 也妈了 这真是要让他去偷啊 这 过分了呀姐姐 这要偷怎么也得晚上 但是你觉得 那么好吃的烤鸡 能留到晚上吗 公主 要不您看您给驸马认个错 撒个娇成不成 文言李琉璃顿时柳梅倒数 驸马 什么驸马 我同意了吗 说着李琉璃不解气地继续道 以后别再说了 我和李修竹 肯定是不可能的 更不可能给他认错 还撒娇 渊伟感觉自己好难 但文言还是汗手点头 那我现在去看看吧 晚了那烤鸡肯定就没了 去吧 渊伟出了房间 依然眉头不沾 头肯定是眉戏的 那就只能找驸马了 渊伟怀着复杂的心情 找到了李修竹 怎么 有事 正在看无字书的李修竹 看到突然进来的渊伟愣了下 嗯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 就是 渊伟看李修竹似笑非笑 却不开口询问 顿时咬了咬牙 驸马 公主想吃鸡 驸马能不能给 不能 你别忘了他可是在病中 渊伟心中翻了个白眼 有没有病你不知道 可是公主说 要是渊伟不给他弄到鸡 就不让渊伟回去了 说着说着 渊伟仿佛自己都信了 顿时开始磨起了眼泪 渊伟 李修竹看着渊伟的表演 看了好一会 在渊伟都觉得想放弃的时候 这才开口道 想吃的话 让你们公主自己来 公主自己来 怎么可能 渊伟忧愿地看着李修竹 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复兴汉一样 得 看来那小家伙 肯定不会来了 李修竹想了想 将一个鸡腿递了过去 这是我的夜宵 有点凉了 你看你们怎么热热吧 就这么多了 渊伟闻言一喜 惊喜地看着李修竹 开心不已 虽然分量不多 但是应该也能交差了 谢谢驸马 渊伟性高采烈地 拿上鸡腿就跑了 李修竹看得失笑了一下 好家伙 这变脸速度 太绝了 当然 李修竹绝对不是好心 才给李琉璃的 就好像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你可以忍受黑暗 如果你 你不曾看到光明 李修竹不相信李琉璃 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腿 能忍得住不想 据说这丫头还是个吃货 对一个吃货来说 卖身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 得先解决成欲这个麻烦 爱情是最危险的东西 可以让人一个人放弃生命 生命都可以放弃了 一些外在 还算得了什么 鸢尾返回了公主房内 李琉璃瞄了一眼 待看到那根鸡腿的时候 顿时冲了过来 一把抢过 哇 这个味道太绝了 我长这么大 居然还有 我没吃过的美味 呜 鸢尾妈了 我还没热呢 小姐 这我还没帮你热呢 看着手上的鸡腿 李琉璃顿时间妈了 这还要热吗 可就剩下三分之一个鸡腿了 现在热 未免小题大做了吧 呜 凉的 已经这么好吃了 难以想象 要是热的 会是何种美味 李琉璃越说越心疼 可已经嚼碎的肉 还能吐出去不成 鸢尾这下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这没办法呀 我也只能弄到这么多啊 嘿嘿 要是公主嫁给驸马 那岂不是以后 就能经常吃到了 顿时间 李琉璃一致 斜着也眯了一眼鸢尾 以后这样的话 不要再说了 鸢尾也是一致 顿时知道 公主不乐意听了 可惜了 她有什么办法呢 只能旁敲侧击 毕竟她只是个吓人 李琉璃细脚蔓延着鸡腿 脑海里却在思量 要怎么不嫁给李修竹的情况下 光明正大的 吃到各种好吃的 等等 李修竹终究是人前做饭 就算是她可以保密 厨师们也会偷学吧 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父父的厨子 也能做得了 嘿嘿 我直接要两个厨子回去 不就解决了 我一个公主 难道乡国家 还能拒绝不成 此时李修竹 也就是不知道 李琉璃心中所想 不然能笑出来 真以为那么好学的 好多调料 都是她亲手做的 厨师他们用的很多 都是半成品好吧 第二一早 李修竹去了醉仙楼 醉仙楼她来过一次了 但是再来 依然觉得富丽堂皇 不是后世那种庸俗的土豪经 那种东西 只会出现在皇宫和寺庙 这是带着文化底蕴的堂皇 不但餐桌桌椅都很考究 墙壁上还挂着名家字画 花草百建 也是极为讲究 李修竹来得早 醉仙楼刚开门 火都还没升起来 看到李修竹到来 门口的掌柜的一愣 走了上来 客官是要吃饭 这还没到饭点呢 咱们火都没升起来呢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直接问道 你们醉仙楼的老板呢 能叫来吗 掌柜的顿时静意不定 也不敢说什么狠话 这可是上京城 好在他也不怕 这醉仙楼 可是有着户布侍郎的背靠呢 您找东家事 李修竹直接开口道 是好事 但是这件事 你做不了主 去叫人吧 这 东家 离这有段距离 你先去包厢坐着吧 三喜 带客官去牡丹阁 上一壶碧罗春 好嘞 说着话 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 快步地跑了过来 对着李修竹一礼 客官这边请 李修竹也没犹豫 跟着小二上了楼 牡丹阁内 不但有三盆牡丹 还有一扇牡丹披风 连雕花也都有牡丹 可见是用了新的 客官您稍坐 我去给你沏茶 李修竹汗手 等了一会茶就上来了 敲门声响过后 一个胖乎乎的 园外郎走了进来 来人穿的丝绸 看得李修竹一正 也是 最先楼的老板 弄几身丝绸衣服也不难 虽然正常来说 商骨是不能穿丝绸的 但是如果是官员赏赐的 那就可以穿 当然一般的园外穿 也可以 丝绸好买 关键是没人举报 或者关系够硬 再或者来路光明 李人王富贵 不知道这位公子怎么称呼 李修竹文言开口道 公布又是郎李修竹 王富贵顿时间眼皮一跳 公布又是郎 那可是二品官 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 公子没开玩笑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这是本官的印章 顿时间老板就信了 伪造官员印信 可是诸九族的罪过 老板只是看了一眼后 就将印章还给了李修竹 重新行了的大礼 草民王富贵见过大人 不知道大人来此有何贵干 掌柜的一看 东家都行礼了 也赶忙行了一礼 草民留喜见过大人 李修竹看了一眼 刘喜没说话 顿时间王富贵就明白了 刘喜你先出去 看好门 不要让人随意进来 刘喜文言赶忙点头 那草民告退 王富贵虽然不知道 李修竹什么意思 但是他也不怕 他背后可是互不适郎 看刘喜出去 李修竹这才压了口茶 一开口就让王富贵一正 王大人 你想当官吗 王富贵一正 疑惑地看向李修竹 李大人这话什么意思 李修竹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开口道 这不是我的意思 是陛下的意思 陛下口谕 许我买官卖官 当然 只有七平以下官职 我寻思着 需要官职且有钱的 只有你们这些商股了 所以来你这碰碰运气 当然王老板要是没兴趣的话 那我也不多说什么 转身就走 但是 你要知道机会难得 这也许是你这辈子 唯一能改变自家身份的机会 这一刻 王富贵的呼吸急错了起来 自古是农工商 一直是各朝的明确规定 商人虽然有数不完的钱 能过得好生活 但却依然地位低下 若是能有个官身 那好处可就太多了 不但自己高人一等 未来子嗣也能求学了 要知道 商人的子嗣 可是连试都不能考的 只是这是真的吗 花钱他不怕 但是也不想被骗 想就知道 这可是一大笔钱 这是他唯一担心的一点 李大人 这是我怎么没听人说过 李修竹闻言失笑着摇头 买官卖官 你觉得这是能声张 这天下虽然是李家的天下 但是却不是只有陛下说的算 除非陛下想做婚君 你怀疑真假也是正常 不过 我不仅仅是公布侍郎 还是相扶女婿 有这两重身份在 怎么也能给你点底气吧 看在你是第一个的份上 我也不需要 你将买官的钱一次付清 只需先支付一半就行 我相信这钱你也不敢赖 诚意呢 我就给你放这了 可以给你两个时辰考虑调查 吃过午饭后 若是王老板不愿意 那我就找下一家了 看李修竹说得这么明白 王富贵沉默了一下 立刻点了点头 之前就听李修竹这个名字 似乎有点耳熟 李修竹一说相扶 立马他就想起李修竹的身份了 大人稍等 我安排一下 午饭大人想吃什么 这顿饭我请了 李修竹也不客气 整两个特色菜就行 不用太多 王富贵出去了 一出门就对刘喜吩咐道 给李大人准备四个菜一个汤 菜色减上等得上 好好陪着 刘喜文言赶忙应了一声 王富贵这才下楼 一下楼就对着一旁的管家吩咐道 去父府调查一下李修竹的样貌 最好能请个下人过来 管家一正 但还是立刻去办了 王富贵其实想打听一下买官卖官的事的 但是李修竹说得对 这种东西即便是有 也不可能放在明面上来说 王富贵想了想 又返回了牡丹阁 一进去 李修竹都愣了下 这是想好了 王老板想好了 王富贵文言笑笑 开口道 想先问问李大人这官职的价格 李修竹文言点头说道 从九品闲值五万两 全值八万 正九品闲值七万 全值十万两 从八品闲值十万两 全值十三万两 正八品闲值十三万两 全值十七万两 从七品闲值十五万两 全值二十万两 正七品闲值二十万两 全值二十五万两 想过价格贵 但是没想过这么贵 这他要是买个正七品全值 这半辈子心血都得搭进去 王富贵吸了口凉气 稳了稳距离跳动的心脏 这才对李修竹问道 不知李大人有什么推荐吗 李修竹文言开口道 看你是想升官发财 还是只想捞个脱离商级的名 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享乐 和后世子孙 那么从九品闲值就可以 如果你想升官发财 那么怎么着 也得弄个正八品全值 最好还是外派 王富贵文言顿时懂了 这是个选择题 但是对他而言不是 子嗣刚好读书的年纪 现在要官身 那是害了他 不如送去学院去口 自己拿就更用不上了 别的不说 进了官场要注意的太多了 一个弄不好就玩完了 王富贵想了想 对李修竹问道 大人 我只是想要个身份 不知道 您看有什么清闲官职吗 李修竹也不嫌弃 对方买的官小 文言想了想开口问道 识字吗 嗯 懂 账本能看懂 但是懂得不多 红禄四名赞 续班都是可以挂之不去的 从九品贤值 价格也低 王富贵文言一证 居然是最低档 他还以为李修竹 怎么也会给他 安排个正八品呢 看来这小子 不是为了宰他一顿 王富贵刚要答应下来 又觉得官职太小了 这官职孩子 去读书 也得受欺负吧 就算不能 有个多大的官职 但是从八品他觉得 还是可以争一争的 王富贵有了决定后问道 大人您看八品贤值 有合适我的吗 八品 有想法呀 不过八品还真有 护士兼程 私竹副兼 私农司各员副兼程 林台狼选一个 不过八品其实挺尴尬的 你要不差钱 想有个体面观 我建议你 选个从七品各员兼程 不过看你怎么选 全品自愿 从七品 从七品贤值十五万 八品十万 多五万两啊 够买个花魁了都 但是 想想后世子孙 王富贵咬了咬牙 决定买个从七品 这个品级虽然也是中等 但足够他家宰子们好好学习 不受欺负了 现在就看 这人是真是假了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房门被敲响了 王富贵立刻打开了房门 往外看去 看到了掌柜和管家 身后的一个轻壮 老爷 这是乡府的守门 李四 王富贵闻言一喜 一个守门 必然是见过乡府姑爷的 来 进来吧 李四忐忑地进去后 就是一正 紧接着赶忙上前 对着李修竹行礼道 小人李四 见过姑爷 李修竹一证 这不是自家看门的 再一看王老板 立刻明白了 你听王老板的问话吧 问完回去吧 是 姑爷 这一刻李四懂了 应该是姑爷教的自己 我就说我怎么认识 最线楼的老板嘛 李四来到王老板面前 开口道 王老板 你有什么话就问吧 王富贵一证 这个还问啥 我就是为了证明一下 眼前的这个男人 是乡府的姑爷 嗯 你们家小姐吃饭了吗 李四一脸问号地 看着王富贵 仿佛在看一个 有大病的人 我一个看门的 我家小姐吃没吃饭 我哪知道 但是这人 他还真不能骂 也不能说 看了看窗户上的 日光幅度 李四迟疑地开口道 应该没吃呢吧 嗯 那就好 刘喜 准备一桌上好的酒席 带去香服 就说李大人买的 刘喜也看不明白了 东家这是中了邪术了 怎么狂送菜品 咱们不挣钱了 等刘喜和门卫离开 王富贵这才想着 走到了李修竹面前 李大人别见怪 我这也是为了安全 理解 毕竟是一大笔银子 谨慎点好 您理解就好 那我这边也定了 就买个从机品吧 说着王富贵顿了顿 继续道 至于官位您帮我选吧 我就一个要求 闲职就行 您也看到了 草民还有生意要做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定金到账三天之内 给你安排 王富贵文言 露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 就在这时房门敲响 传菜的来了 李大人慢用 我去准备准备 李修竹一听就明白了 王富贵这是要 现在去拿钱去了 王大人自辩 大人 传菜的小二一正 这大人二字 可不是谁都能用的呀 不过这是 可不关他一个跑堂的事 王富贵离开后 第一时间就是回到家 打开了自家密室 这密室里 不但拥有银票 还有金银珠宝无数 王富贵看都没看 那些金银一眼 拿起一打银票 数了八张后想了想 迟疑了一下 又拿出了一张 定金只用付一半 多的那张 自然是李修竹的 要说是个九品官 他前期给个五千两就算了 但是从七品 五千两拿不出手 装好银票后 王富贵怀揣着巨款 再次来到了最先楼 此时掌柜的都看猛逼了 这自家老爷是干嘛 一天跑这么多次 那里大人这么厉害的吗 果然如他所想 东家又去了牡丹阁 李修竹看到王富贵 竟然也不意外 毕竟早就猜到了答案 大人 这是九万两银子 其中八万是定金 剩下的我七万两等官职 落实下来 小人必然第一时间 送到大人府上 李修竹微微一正 立马懂了 这是好处费啊 这个问题不大 别说他 就是宫里的太监 你用人家的 都得给好处费 不过一般小太监 几两银子就打发了 上道 我喜欢 对了 王大人 你可知道 这上京城中 还有哪家富商想买官吗 陛下一共给了本大人 十个名额 十个名额 这不少啊 不过一想只是七平以下 那没事了 这还真有 回头我列几个人 大人你看看 好 李修竹想了想 下午也没出最先楼 安排几个跑堂的 将名单上的这十五个人 一起叫了过来 不过 他并未说什么事 等十五人来了后 他在隔壁屋 一个个的见了面 事情比想象的顺利 李修竹本觉得 最少有几个不会买 但是没想到 这些人对官位很执着 最少的 都买了一个九品闲职 甚至卖出去了一个七品外派全职 虽然一开始只想卖十份 但是卖出去十五份的他 一点都不慌 本就不是大官 皇帝也没给数量 那还不是自己看着来 不过他也没着急去宫内 而是回了家 虽然系统不是朝九晚五 但是除非好处巨大 否则是个聪明人 都不会选择加班的吧 回到家 李修竹一正 只见此时李琉璃 正在院子中和傅云霜聊天 他的气色好看不少 总算不是水粉白了 怎么今天起来了 听到李修竹的声音 李琉璃柔柔的一笑 看起来竟比西子还柔三分 可能是李公子照顾得好 所以琉璃这病好起来也快了点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至于这个借口 是什么无所谓 李修竹嘴角微微翘起 于而这不是 已经开始咬钩了吗 他转身刚要去换身衣服 就听李琉璃继续问道 李公子 琉璃身体刚好 需要进步 请问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吗 小家伙有点心眼 但是总能让人一眼看出心思来 不过也不能太打压 打一棒子 也得给个甜枣的 李修竹文言上前 舌头伸出来 我看看舌苔 看舌苔 李琉璃眉头微皱 忽然想起来 这浑蛋有点医术 只是前些日子 他怎么不看 反而拆穿了才看 我有没有病你不知道吗 虽然疑惑 但李琉璃 还是伸出了舌头 鲜红的舌头 一点都不像有病 李修竹并没有就这么放过李琉璃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瞬间抓住了李琉璃的舌头 李琉璃顿时一僵 什么鬼 本宫万金之躯 你怎么敢的呀 危险的味道 在舌头的味蕾上扩散 让李琉璃有点猛逼 但这猛逼只持续了一秒钟 下一秒 李琉璃立刻反应了过来 嗯 嗯啊 别动 我看看 你舌苔的厚度 李修竹说着话 咽了口泪水 这粉红的小舌头 实在太想让人尝一口了 但是还不行啊 先缠着吧 李修竹的话并没让李琉璃停下反抗 眼见说话不管是 李琉璃伸手就打向李修竹 但是这一刻的李修竹 仿佛按了雷达一般 任由李琉璃动作 但却被被打住一下 反而因为他俩闹腾 手指在舌头上乱动 难受极了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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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敢如此对本宫 被本宫抓到 本宫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 李琉璃不再乱动 瞪着眼仇视地看向李修竹 一旁的冤尾都看傻了 直到二人停下 他才反应过来 李公子快放手 怎可如此对公主 李修竹一边看一边开口道 这不是没筷子吗 只能这么看看了 说着 看着已经不挣扎的李琉璃 李修竹的玩性也剪了下来 也就松开了李琉璃 李琉璃刚被松开 刚想开口怒斥 就听李修竹开口道 看舌苔确实好的差不多了 可以吃点好的了 李琉璃闻言一喜 到嘴边的骂声 被咽进了肚里 脸上也情不自禁地露出了 开心的神色 但不等他高兴超过一秒钟 就听李修竹继续道 但是还应该小心 这刚好容易及时复发 就按云霜饭量的一半吧 李琉璃的笑容僵硬在脸上 看了一眼比他小不了一两岁的妹子 无语宁业 这小嘎巴豆能吃多少东西 还是饭量的一半 李琉璃赶忙开口道 我现在真的好的差不多了 特别饿 李琉璃觉得自己 还能挣扎挣扎 对李琉璃的狡辩 李修竹点了点头 嗯 大病初遇都是这样 但是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讲究 只能吃半饱 你和云霜差不多大 应该饭量也差不多 总不至于公主的饭量 远超云霜吧 如果是的话 怕是也只有是五人才能解释了 毕竟只有五人才能吃一些 不过话刚落 李修竹就摇着头否定 不过不可能 如果是五人的身子 怎么会如此脆弱 李琉璃到嘴边的我 是再次被生生咽了下去 这混蛋 故意拿话堵他呢 想我李琉璃 居然有拿捏不住男人 这一刻 李琉璃的胜负欲被激起来了 不过此时被拿捏 他也只能先暂且忍一时风平浪静 可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越想越亏啊 晚上给你做皮蛋瘦肉粥 皮蛋 那是什么东西 李琉璃微微皱着没思考着 只觉得自己这个公主 见识浅薄了 嗯 应该算是一种新出现的美食 不过它的味道比较奇怪 一般人可能吃不习惯 第一次吃皮蛋的话 有两个绝佳的选择 一是皮蛋瘦肉粥 另一种就是姜汁皮蛋 这两种做法 是能中和皮蛋的最优解 顺便晚上还可以弄个胶岩蘑菇 外酥里嫩的胶岩蘑菇 绝对是所有大人小孩的最爱 无论是下酒还是当零食 那都是极佳的选择 当然得趁热吃 听到一种新的美食 顿时间李琉璃咽了咽口水 也不那么生气了 但是这口水刚咽下去 他又不行了 那咸咸的味道 似乎在时刻提醒他 眼前的这个男人 对他做了十恶不赦的事情 哼 别以为你用一顿美食 就能收买我 等我吃饱喝足了 再来收拾你 傅云霜在一边看得好笑 也看出来点什么 不过 他现在是作为吃瓜群众在吃瓜 这也就得窥视在古代 要是到了后世人人平等的年代 那是必然会鸡飞狗跳 姐夫你累一天了 现在就去做吃的吗 要不我先给你按按吧 我刚学了一手按摩的手法 李修竹文言一正 二姨妹居然为了她去学按摩了 李修竹自然不会辜负小姨妹的情谊 好啊 今天的菜色也不用提前腌制 我就享受享受 李修竹二人进了她的卧室 傅云霜忽然对一旁的侍女说道 你去关上门 在门口守候 如果有人问 就说姐夫在把火关 见不得良气 记得 没我的命令 谁也不能让进来 即便是大姐 傅云霜的话 顿时让丫鬟人妈了 这别人还好 大小姐能听她的 二小姐 这 傅云霜顿时眼睛一眯 怎么 不听我话了 这一下丫鬟更虚了 要知道 二小姐一般 虽然不怎么管事 但是家里之前 外面基本都是大小姐管 家里反而一般是二小姐在管 二小姐虽然待人和善 一般不怎么发脾气 但是若是真生气 也是谁也怕 二小姐一般都是直接打一顿 扔官府 意思就是人不要了 你们按规矩处理吧 这种下场 可比大小姐处罚刺狠的 更让人害怕 被拈出父父 谁敢要她们 轻则找个老实人 重则被卖进青楼 丫鬟顿时间咬了咬牙 宁肯得罪大小姐 也不能得罪二小姐啊 二小姐你别生气 平儿这就去 小丫头闻言 这才露出了笑容 不过这个笑容 不是露给丫鬟的 而是露给李修竹的 李修竹则是人麻了 这不得忌讳吗 你这关上门在我屋里 还要我脱衣服拔罐 这要是被老丈人知道了 要弄死我怎么捡 姐夫 马上一脱了吧 李修竹无奈 还以为二姨妹学的是 按摩垂腿呢 有个人在 在开着门倒也无所谓 怎么好食言 李修竹一边解衣服 一边好奇地问道 你和谁学的把火关 家里除了我 还有别的医生吗 傅云霜文言脸色一红 这个他要是说 和沈幽威学的 姐夫不会嫌弃吧 嗯 还是不告诉他了 姐夫你就别问了 你放心好了 我认真学的 肯定很舒服 你趴下就好 李修竹文言 立刻就明白了 小丫头是没信心 也不打击小家伙 只是温柔地笑了笑 就趴下了 反正 自己身子骨强横 还有内力护体 察觉到不对 完全可以内力 锁死全身血肉 怎么能辜负一妹呢 对吧 李修竹趴好后 还没来得及说话 一只冰凉的小手 已经按在了 他的背上 下一刻 李修竹只觉得 腰上微微一沉 另一只冰凉的小手 也摸了上来 好在现在 只是秋天 虽然凉 但也没那么凉 不过 李修竹却担心了起来 云霜你很冷吗 怎么手上这么凉 傅云霜此时 正在脸红 文言都没听清 李修竹说了什么 云霜 云霜你没事吧 被一脸喊了两声 傅云霜这才回过神来 想了想刚才的问题 有点没听清 嗯 姐夫问我啥来着 对 热不热 姐夫我不热 就是有点紧张 嗯 我问你热不热了 我怎么不记得 我这是老年痴呆了 不经的 李修竹陷入了沉思 来 我摸摸你的头 李修竹说着话 胳膊也向后扬起 看到李修竹的动作 傅云霜红着 将脑门放到了李修竹手上 下一秒李修竹就惊了 我的天 怎么这么烫 你快下来 让姐夫看看 傅云霜又羞又气 赶忙压住李修竹 在他耳旁轻声道 哎呀 姐夫你别闹 我这是紧张热的 真的没事 李修竹文言一致 没想到 自己对二姨妹 这么大魅力 这都快热冒烟了 这么紧张的吗 李修竹不放心地问道 真没事 哎呀 真的没事 你爬好就行了 有事我会说的 看傅云霜如此信誓旦旦 李修竹也选择了 相信傅云霜 好吧 你要是不舒服 记得说啊 嗯 傅云霜 深吸了好几口气 缓解了 一下上头的大脑 感觉舒服了一点后 这才向着李修竹的后背 再次伸出了手 后背温柔的触感 让李修竹 泛起了鸡皮疙瘩 但是 你说的按摩就这 李修竹张了张嘴 想拒绝 又不想拒绝 一种矛盾的心态 在心里泛滥 李修竹想了想 终究还是没说话 自己今天 就当个安静的 模特试验品就好 时间一晃 小半个时辰过去了 看了一眼 太阳的落光后 终于开口了 云霜 就这样吧 时间不早了 姐夫 还得去做饭呢 嗯 细嫩的声音 带着羞涩 仿佛被热气 蒸过的龙虾一样 李修竹等傅云霜 从后背下来后 这才起身 穿好衣服 向外走去 他没敢回头看 虽然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这个年纪不是不行 但是就怕碰到404大军 回头看万一忍不住怎么办 做饭 做饭 李修竹拍了拍脸颊 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他的表现和正常无异 没有丝毫反常 以至于一直坐在院子中 看戏的李琉璃 也没看出任何异常 李琉璃手中 轻轻地扇着团扇 看着李修竹的背影 轻柔地问道 渊伟 你猜刚才里面 发生了什么 渊伟文言一致 我又没透视眼 我怎么知道 发生了什么 不过这也不耽误渊伟的八卦心 讲真 这也是他八卦的 嗯 渊伟不知道 公主你觉得呢 好家伙 会反问我了呀 但是 李琉璃也不着脑 文言兴致勃勃地开口道 我猜肯定不是 什么正经的按摩 不然干嘛关门 说着 似乎想验证自己的猜测 顿时起身 走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 说不定傅云霜 还没来得及收拾 渊伟文言顿时有点妈了 公主 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我想我云霜 妹妹了不成吗 李琉璃的眼神中 带着脚匣 仿佛某部剧的茶妹 花琉璃 她已经找到了突破口 若是李修竹 和傅云霜五眉狗合 那她把这件事 告诉父皇 就能以这个理由退婚了 既不可失 失不再来 李琉璃 快步向前走去 看得渊伟一致 显然 熟悉李琉璃的渊伟 也想到了李琉璃的意思 玩犊子了 李公子你 怎么这么不争气啊 渊伟快步跟上 快到李修竹房间的那一刻 渊伟心中 挣扎了数个呼吸 还是没想到答案 就在这时 傅云霜的侍女 平而开口道 公主 我家二小姐说 想休息一下 不让别人打扰 渊伟文言眼神 立刻一亮 大声喊道 大胆 我家公主 能是别人吗 公主起誓 你能拦呢 正躺在李修竹床上 想试请的傅云霜 闻声一阵 文华公主 她怎么来了 而且还是 这个时候 来我姐夫房间 傅云霜起身穿鞋 顺了顺衣服后 就向着门口走来 李琉璃倒是没怀疑 她现在 可是要进门的 在主人家交代下 已施压人最好 这一刻丫鬟也骂了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一面是公主 一面是二小姐 她都得罪不起啊 就在公主快哭了的时候 傅云霜忽然打开了房门 怎么了 李琉璃一致 看到穿戴整齐的傅云霜 眼神一变 什么都没发生 怎么可能 难道真的是按摩 可是 为何会关门 嗯 本宫这不是想云霜妹妹了吗 想来找你说说话 结果被你这丫鬟拦下了 傅云霜闻言 也没多想 原来是这样 公主请进 嗯 不接话 这个时候 你不给我解释解释吗 没得到想要答案的 李琉璃 貌似不经意地问道 不是之前听妹妹 说给李公子按摩吗 怎么还关上门了 李琉璃话 虽然说到 仿佛不经意 但一双美目 则一直盯着傅云霜了 而这一刻 聪慧的傅云霜 也敏锐地察觉到了 李琉璃话中的不对劲 傅云霜本就心虚 文言眼神一瞇 露出了笑容 不过他虽须不慌 这个问题 他早就想好了答案 嗯 因为要给姐夫拔火罐 所以才让丫鬟将房门关上的 你知道的 拔火罐不能有风 不能着凉 不然会寒气入体 李琉璃文言一致 你是为什么觉得 我会知道这个的 不过 想想自己小时候生病 需要拔火罐的时候 似乎也是关上房门的 甚至还会盖上被子 顿时间李琉璃矛盾了 虽然他猜测 二人可能真没什么 但就是 不甘心怎么办 公主可要试试 我看公主肌肤细腻白皙 这么好的美背 不拔刺火罐可惜了 李琉璃嘴角和眼角 都不可见地抽了抽 瞧瞧 这说的是人话吗 合着我白皙 就得给你拔刺火罐呗 你怎么自己不拔 这个 不用了吧 姐姐我怕疼 要是妹妹喜欢 可以自己拔的 若是妹妹够不到 姐姐也可以帮忙 李琉璃越说越得劲 恨不得现在 就给傅云霜扒个火罐 看他还敢坑自己不 但让李琉璃 没想到的确实 我 我拔过了呀 挺舒服的 嗯 拔过了 谁给拔的 这一刻 李琉璃脑瓜里 一道电光闪过 一丝不敢置信 在脸上浮起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把火罐 不可能把小半个石上吧 那么剩下的时间呢 莫不是李修竹 再给傅云霜拔罐 这就解释得通了 不然那么长时间解释不通啊 怀揣着这个思想 李琉璃试探道 妹妹 李公子的手法好吗 傅云霜一正 我姐夫 什么手法 忽然她明白了过来 羞怒地说道 公主在口出什么狂言 我和姐夫清清白白 怎么可能姐夫给我拔罐 顿了顿 她解释道 我是幼尾给拔的罐 我自己觉得很舒服 想着姐夫平日累了 才学来给姐夫拔的罐 公主的话 切莫出去说了 不然我也只能让我爹找陛下要个公道了 李琉璃一致 居然拿我爹拿捏我 不过看傅云霜这么说 面色也很正常 八成是真的了 奇怪 拔罐拔那么久的吗 虽然心中不爽 但是李琉璃还是道歉道 是姐姐理解错了 对不起 不过咱们姐妹 就算有什么 我也不会乱说的 呵呵 我信了你的邪 察觉到了李琉璃一丝意图的傅云霜 对李琉璃那时提起了十二分戒心 二人聊了大约半个时辰 迎平走了进来 公主 云霜 出来吃饭了 菜不仅仅是油炸蘑菇 还有豆角 韭菜什么的 薄薄的脆糊 像是天妇罗的酥皮 酥脆鲜薄 加上一把椒盐 那味道闻起来 就让人受不了 加上一碗浓香 四亿的皮蛋瘦肉粥 端上来还没开吃 几人就开始流口水了 香料的刺鼻香味 瞬间打开了大家的胃口 还没开吃 李琉璃的肚子就不争气了起来 咕噜噜 其他人其实也差不多 不过比李琉璃好的是 大家中午都吃饱了 就李琉璃没敢吃太多 怕穿帮 听到声音 大家向着李琉璃看去 李琉璃也不害臊 落落大方地让大家看 义正言辞地看向李修竹 我饿了 能吃了吗 李修竹文言没说话 而是拿起了筷子 加了一筷子的甘炸蘑菇 还没等他放进嘴里 傅宝珠就挖了起来 啊 姐夫 姐夫啊 看着张大嘴的傅宝珠 李修竹笑了笑 将第一筷子 放进了小家伙嘴里 这大概就是会哭的孩子有食吃 不是说父母不喜欢不哭的 而是你不说 谁知道你饿不饿呢 还以为你吃饱了 所以 这个时候该说还得说 得和李琉璃一样 学会脸皮厚 姐夫 我也要 这不 在傅宝珠的带领下 燕鱼也学会了要食吃了吗 李琉璃没有厚此薄笔 也给燕鱼加了一筷子 然后又加了一筷子 喂给了傅云霜 傅云霜红着脸 看了一眼李琉璃 终究是没拒绝 虽然可能引起李琉璃的猜想 但谁能拒绝姐夫的头位呢 若是自己是咒王 那姐夫她就是自己的打击啊 然而此刻李琉璃和渊伟 根本就没关注几人 二人在李修竹筷子 夹起的那一瞬间 已经冻快 第一口蘑菇放入嘴中的那一刻 油脂的香味 酥脆的薄脆 蘑菇的香浓汁水 和Q弹口感 加上椒盐的咸鲜麻香 立刻在口腔里扩散 我的天 怎么可以这么好吃 好吃哭了有木有 从第一口开始 二人就开始了疯狂抢食的行为 虽然举止还算得体 并没有农村大喜那种豪放感 但是那速度却一点不慢 一连吃了十多口 感觉有点微微油腻的二人 才放缓了下来 看了一眼碗边的粥 李琉璃咬了一勺 粘稠的米粥挂着姜汁 李琉璃可以肯定 这是能达到震灾级别的米粥 插三根筷子 而不会倒的那种 米糊香气混合着皮蛋 香葱和胡椒粉的味道 在鼻腔扩散 李琉璃吹了吹热气 将勺子放入了嘴中 下一秒 他眼前一亮 皮蛋的香醇味道在扩散 尺间皮蛋的Q弹 牛肉丝的嫩滑在嘴中反复 配上清香的葱碎 和微麻辣的胡椒粉 仿佛一场盛宴在口腔汇聚 炸物的油腻 被米粥带进了肚里 这一刻 那饥饿感再次袭来 李琉璃觉得自己 能再吃一大碗炸物 李修竹回头一看 顿时一正 紧接着立马回神 赶紧吃 赶紧吃 咱们再不吃怕事 就吃不上了 李修竹的话一落 大家齐齐看向 罪魁祸首的二人 这一刻 吴女仿佛看到了逃荒人群 最没城府的宝珠一正 看向姐夫 姐夫 他们好可怜啊 正厚着脸皮 大吃特吃的李琉璃 一正 可怜 说我 不等李琉璃开口 就听傅宝珠继续道 他们肯定被饿了很久了 就和宝珠以前 看到的逃荒人家一样 逃荒 这一刻 除了两个小家伙 大家嘴角都是一抽 公主逃荒 这可真是最惨的公主了吧 就是脸皮很厚的李琉璃 都难得的脸色一红 这时 傅月华看向傅宝珠 认真的解释道 宝珠不要乱说话 公主姐姐是前两天生病 没吃多少 饿坏了 傅宝珠眨巴眨巴大眼睛 生病这么惨的吗 都不给姐姐吃饭腰 宝珠为什么生病就不挨饿呢 傅宝珠话一说完 这下傅月华都沉默了 李琉璃红着脸 瞪了一眼这个小家伙 随后带着一丝丝怒气地威胁道 宝珠一点都不饿吗 那姐姐都吃了 李琉璃说完 快速地动筷子 只见傅宝珠面前盘子里的杂物 肉眼可见地变少 这一下傅宝珠急了 她慌了 不要不要 别抢我的食物 然而李琉璃根本不听 哼 让我下白台 那我就让你没饭吃 看着和小孩子斗气的李琉璃 除了傅宝宇和斗气的二人 几人都是对视了一眼 哭笑不得 其实根本不用抢 李修竹可是炸了一大盆东西呢 足够十人份 压根不用抢 吃过饭的李琉璃 停在桌子上没动 不是不想走 而是吃得太饱起不来了 她不断地在自己已经怀孕了五个月 肚子上抚摸着 神情看起来很惬意 就是没使劲 这时 一旁的渊伟艰难地站了起来 对李琉璃说道 公主 天快黑下来了 我扶你进屋休息吧 李修竹闻言好笑地开口道 这个可真不行 你公主都有身孕了 还是快散散步 消消运气吧 别及时了 刚在渊伟搀扶下起身的李琉璃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 顿时整个人不好了 怎么这么大 狠狠地瞪了一眼李修竹 仿佛搞大自己的肚子的是她一样 狠狠地走了 不能回屋了 先去溜湾吧 刚好可以看看 傅府的景色和皇宫中有什么不一样 对于自家男人调侃公主 傅月华也很无奈 但谁让是自己男人呢 而公主也早晚是自家的姐妹 问题虽有但不大 不过该提醒还是要提醒的 夫君 公主毕竟是公主 文华公主已经有了婚姻也害怕了 若是别的公主 你可千万不要开玩笑了 就算公主不介意 但是若是被有些人告到朝堂 怕是也会对咱们家有点影响 李修竹文言摆摆手 嗯嗯 知道了 我又不是不懂 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我还是懂得好吧 这不是那小妞 已经马上是自家人了吗 自家媳妇 还不能开个玩笑吗 不过她也是为我好 为这个家好 可以理解 本事有点委屈的傅月华 听到最后露出了笑容 算着狗男人有点良心 至少没有白下了老娘的好心 傅月华虽然心中 说着狗男人 但却有甜蜜的感觉在浮现 虽然忙了一天的养残计划 累得不行 但还是鬼使神差地开口道 要不晚上去我那屋睡吧 说着话 似是想起了自己的战斗力 顿时脸上一红 有点紧张地看向盈平继续道 盈平也去 李修竹顿时间笑了 这美好的是生活不就来了 第二天一早 李修竹神清气爽地 出了府去了皇宫 嗯 这个早也只是对李修竹而言 想来没人会觉得 是早上十点还是早 傅月华也是他认识到现在 第一次晚起了 刚刚下了早朝的的李阔 就听到李修竹在御书房等他 李阔一政 点了点头 见到李阔 李修竹起身 见过陛下 我来给您报喜来了 李阔一政 何喜之友 这两天北地也打开了 天天都是军情 哪来得喜自可言 而且 如今军粮虽然还算供应得上 后续粮食铠甲的开销 可还没着落呢 就得着这家伙卖官呢 等等 卖官 李阔脸色一变 一向不喜形于色的他 眼神中都有了期待 官卖了 李修竹笑了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 陛下英明 正七品外派全职一个 从七品贤职一个 正八品全职两个 从八品全职两个 十个从九品贤职 李阔文言一政 九品贤职卖了这么多 其他都一点点 这能有几个钱 李阔文言 眉头皱着 显然是对这个结果不太满意 李阔心中叹息 到底是嘴上眉毛 办事不牢 早知道不应该让他去卖的 年龄限制了眼界 到底不敢步子走大了呀 不过他 还是看好李修竹的 是也还是决定提点提点 哎 你呀 胆子太小了 这几个官职 才乃到哪 不说别的 至少七品贤职 你得得真卖出去几个吧 不然阵着北伐 怎么展开 李修竹文言一正 一脑门子问号 我胆小 你北伐能花上百万银子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迟疑地问道 陛下北伐 需要上百万两银子 这第一次办事 不能给上级留下 办事不利的印象 不然他还咋捞银子 要知道 他光是收好处 都有二十万啊 光是到手的好处 都十万多两了 这要是以后不让他办了 岂不是少个营胜 李阔听了李修竹的话 更加失望了 什么北伐 能用这么多钱 往年大战一次 连辅慰金什么的 都算下来 大概也就是五十万两足够了 他这次募集的 最多是抚慰金 有个三十万两 应该足够了 能当兵的有家事的固然有 但是孤儿也很多 加上逃兵 用不了太多 大概还缺三十万两吧 最少三十万两 我不管你卖多少关 这个窟窿你 必须帮我补齐 李修竹文言一正 这么少 懂了 他该不会以为 我卖得很便宜吧 这你还说我胆小 你个小菜鸡 李修竹想着 掏出了一打银票 陛下 这是七十五万两定金 您点点 李修竹刚掏东西 王德发就默默地上前一步 隐隐地挡在了李阔面前 但当看到李修竹 掏出一打纸的时候 王德发又悄然退了半步 但是 当听到那是七十五万两 白银的时候 王德发顿时呼吸急促了 不只是他 当听到李修竹说 七十五万两的时候 李阔都惊了 这是卖官的钱 几个屁大的小官 怎么可能卖出七十五万两 不对 这刚才好像说是定金 不等王德发上前接过银票 李阔就已经越过了王德发 快速地抓住了眼前的银票 一张一万两 七十五张也有一打了 抓着这一打前 李阔呼吸都急促了 不是紧张 是激动 仿佛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 被搬开了 修竹你怎么做到的 就那么几个小官 李修竹满意地看着李阔的样子 开口道 回陛下 小官他也有小官的用处 对于商人而言 一个身份才是他们迫切需要的 钱什么的 反而他们不那么缺 李阔文言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你这到底卖了多少钱 你刚说定金 你怎么定的价 李修竹早就猜到了 有这么疑问 也不打算在这上面造假 不然很可能被轻算 是以他实话实说的开口道 从九品闲值五万两 全值八万 正九品闲值七万 全值十万两 从八品闲值十万两 全值十三万两 正八品闲值十三万两 全值十七万两 从七品闲值十五万两 全值二十万两 正七品闲值二十万两 全值二十五两 四 即便是李阔 也吸了口凉气 这乃是胆小 这是狮子大开口啊 比他想的贵了三倍还多 爱卿办得好 办得好啊 李修竹文言笑着再次掏出了一张纸 开口道 这是他们所求官位 若是没有空缺 弄个类似的也行 不过还请陛下早日落实下来 我也好追讨剩下的款子 另外就是宅子的问题 陛下能不能先把我那一成分我 我也想早点买个宅子收拾一下 总不能公主嫁的时候 我连自己的宅子还没弄好吧 李阔文言一拍脑门 这倒是真的疏忽了 本来想赐下个宅子 当成公主府 后来一想 这是两个公主 而且爱卿你也不是一般的臣子 公主府未必合适 这件事还没敲定 倒是真的不是了 不过买宅子就算了 想了想 李阔开口道 先帝在位时 太师犯上作乱 留下了一个宅子 宅子很大 也很好 除了没皇宫大 奢华程度比皇宫还堂皇 就是不知道 你敢不敢住 当然 里面现在可能没那么福利堂皇了 这句话李修竹懂 不就是被金银财物被查抄了吗 最多盛典捉一板凳 不过 敢不敢要这房子 李修竹笑了笑 还有我不敢的 陛下说笑了 别说您给我个宅子 就是给我个别院 我也敢要 王德发文言翻了个白眼 你可真虎啊 别说王德发 就是李廓也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不过李修竹接下来的话 反而让两人觉得 也不是不行 你们看 我这官和别人当的又不一样 最多也就是搞搞发明挣点钱 我一末入朝 结党淫私 二枚门身顾立 盈盈狗狗 三枚实权 没能力犯上作乱 除了比较喜欢漂亮的女人 我都没其他爱好了 我这么安全的人 别说住个大宅子了 住啥我也不兴许 这家伙说的好对啊 但是行宫别院别想了 那可是只有陛下才能住的 先皇太师 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行 既然你没问题 那之前的庞太师府 就归你了 虽然宅子还算心 但肯定磕磕碰碰是不少的 你可调集公布修缮一下 花费金额 由朕一例承担了 李修竹点头告退 那陛下我这就走了 您这边落实好了 告我一声就好 嗯 说着李廓顿了顿 继续道 后续卖关的事 你也多操心 说实话 李廓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怎么会有人花这么多钱买关 要知道一个 从九品闲关一个月的银子 就五杠十两 五万两 不吃不喝 一年五十杠一百两 但一辈子都挣不下这么多 李修竹听了李廓的话 却是妈了 这咋的 不给我享受生活了 这不能啊 李修竹开口道 陛下我觉得这关不能随意卖 其货可居 若是太容易得到 那么这价格就下来了 其次是上京城 没关身的富贵人家就那么多 剩下的 也就是次一级的了 这能出得起价格的也少 要我说 一年一次刚刚好 会卡在一宫供需上 过犹不及 听了李修竹的话 李廓冷静了一些 确实他刚才有点被冲昏头了 只想着 这卖一次关 还是这么几个小关 就快赶上国库半年税赢了 还有比这更赚钱的吗 驸马说得对 那就听驸马的吧 您这称呼 真是一日几遍啊 不过李修竹也不在意这点小事 而是开口道 陛下 闲职可以不派人盯着 但是实权职位 必须每三个月监察一次 若是太过火了 该搂还得搂啊 李修竹只是想卖个关挣个钱 可不想真的一筹万年 卖关可以 但是不能给地方上 带来太大麻烦 我建议成立一个监察司 只对陛下负责 而且不能放在明面上 不然会让人起疑 无论是不是买的关 力朝贪腐履禁不止 所以我们不一定 非要逮着这一波买关的人下手 那些贪腐的 不比这些商人穷 李阔眼前一亮 这些年他穷怕了呀 皇帝家也没预养了呀 这 爱卿可有计划 嗯 想让我打白宫 没门 给钱都不行 我可是要享受生活的 没有 而且 这是陛下您的私人力量 自然应该用您身边的人 比如 我看王大人就很好吗 王德发 看向二人看向自己的目光 王德发麻了 我能弄得了这个 察言观色有点武功 已经是我的能做的极限了好吧 王德发快哭了 哭丧着脸开口道 陛下 驸马 你们别为难老奴了 老奴一个只会溜须拍马的阉人 哪里能做的了这个 李修竹看了看王德发有点无语 你看看人家的大汉的石长势 看看大秦的赵高 看看大明的魏忠贤 刘喜 曹正纯等等 再看看你 丢宦官的人啊 想想羽化田那场花的话多牛逼 东场管得了的我要管 东场管不了的 我更要管 先斩后奏 黄泉特许 孩子 你要有理想啊 要不我把这个写本画本给他看 这时 李廓也看向李修竹 说实话 他也觉得 王德发就是会点武功 会溜须拍马 其他都不行的 李修竹想了想 开口道 这件事不急 陛下可以暗中看看 有哪些人合适 若是实在找不下 下个我也帮忙看看推荐推荐 当然用不用 也全看陛下 似乎也只能这样了 李廓想了想 点了点头 同意了 那个 陛下 我去凤阳阁看看行吧 李廓顿时玩耳 看来李修竹是真的喜欢自家姑娘 唉 可惜了 那丫头不纯洁了 似乎不那么完美了 去吧 准你在公主房里用膳 李修竹文言 立刻露出了笑容 好多天没尝尝碧瑶那颗小白菜了 希望这次能有机会 这次依然是王德发送的李修竹 不过送到人就走了 虽然他是个宦官 但这凤阳阁 也不是他能进的 叫了个宫女 将李修竹带到了李碧瑶房间外 此时 李碧瑶正在看着李修竹写的诗发呆 咚咚咚 突厚的敲门声让李碧瑶主仆一正 银展 去看看什么事 再看看时间 继续道 金展 你去拿午饭吧 是 公主 二人一起往外走 刚打开房门 顿时愣住了 驸马 驸马 李碧瑶的心猛然一跳 是他吗 虽然是在期待 但仿佛已经是认定 果然 随着二女让开 李修竹身影露了出来 李碧瑶心中一天 仿佛有秘之充盈 快速地向着李修竹跑了过来 下一个呼吸就扑到了李修竹怀里 李修竹赶忙往屋里走了走 两女也十分识趣地 从外面关好了房门 早已经食髓之位的两人 自然不可能就两个人抱着傻傻地发呆 下一秒 二人啃了起来 不多时 房间内就传出隐隐绰绰的声音 好在李碧瑶还算克制 若不是银展戏听 还听不出来呢 至于金展去拿食物去了 不过 他并没多拿 万一是驸马偷跑进来的 多拿回暴露 而且 就算不是偷跑进来的 没有陛下发话 李修竹这个驸马 也是不能在宫里用膳的 不过虽然不能多拿 他却可以多要一点的分量 自己不吃的话 应该够驸马吃了吧 等金展回到凤阳阁的时候 看着银展还站在门外 顿时愣了愣 不等他开口 银展就竖起了手指 示意他不要发出声音 金展走上前 趴在银展耳旁细声问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聊天也要吃饭啊 银展红着脸 轻声在金展耳旁说道 你仔细听 别发出声音啊 我去给公主打点热水 打热水 金展纹声细听 紧接着连夜 跟着红了起来 同时 金展的心紧张 仿佛被抓紧 喷喷喷地剧烈跳动着 驸马和公主怎么敢 这可是凤阳阁 公主的代驾之地 这要是被发现 可怎么办 梁九 二人出来了 李修竹害怕的情绪不多 是一流高手 他足以提前洞悉95的人 而且这是皇宫 可以再提一下 洞悉99%的人不在话下 虽然不知道 李阔身旁有没有爵士高手 但是明面上的王德发 也只是个二流 也是 哪那么多葵花老祖 这皇宫中能有一个顶死 和李碧瑶吃了饭后 李修竹在李碧瑶 一一不舍中 离开了皇宫 这一次倒是没见 李秀宁他们姐妹 也不知是的 在吃饭还是在午休 但不见更好 不然乃来的二人事件 这么想着 李修竹忽然生起一个 奇怪的念头 他这不算是 霍乱公围吧 李修竹的马车没有回去 而是拐道去苏成城的那里 但是让李修竹没想到 是二人居然不在 不过李修竹 想了想 又觉得也许在 关于苏成城被关禁闭的事 他自然是知道的 不能见 自然也有可能 与此同时 李修竹刚离开皇宫 一匹马跑进了上京城 让开 让开 八百里加急 八百里加急 路人慌慌张张地 躲闪着飞奔的骑士 直到马跑远了 才议论纷纷 不用想就知道 这是北地来的 只是八百里加急 难道是仗打得不顺利 也不怪他们这么想 刚才那骑士的脸色 看起来很焦急 在上京城这么多年了 谁还没见过两次急报 所以 但凡有点见识的 都察觉到了其中的不妙 但是他们 也一点不担心 败了就败了 反正是不可能 打进这上京城的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这就是上京城民众的心理 老百姓嘛 自己吃饱喝足 就是最好的 八百里加急 很快就到了皇宫 李廓听到声音 面色严肃地看向门口 王德发已经守在了门边 就等着人进来了 传训兵刚一进入 立刻高呼一声 陛下 边关八百里加急 传训兵的声音嘶哑 嘴唇干裂 可见其紧急程度 王德发文声上前 接过了传训筒 快速地道出讯息 恭敬地献给了李廓 李廓拿起讯息一看 顿时身子一晃 假身年九月初一 新罗大军和家御官的探子士绅 李英外合 打开了家御官和居庸官大门 陈罗士诚 紧急出兵反攻 死伤万人才 重新关上了家御官大门 彼时与家御官互为计较的 居庸官尸首 三万将士被擒杀 家御官被新罗五万士兵 截断了梁道 围困在了关内 后方盘山关的士兵 不能再动 陈恳请陛下 增兵持援家御官 这是战报 这TM是桑报啊 罗士诚 他到底在搞什么 居然能被探子偷家 他是老糊涂了吗 罗士诚表示自己 也很冤 他已经很注重防守城墙了 每日防守人数不下五千人 平均每两米一个人 其中 北地方向 更是多了一一千人轮替防守 但是谁能想到 城内 有一股三千人的士绅叛变了呢 三千人突兀的从内主攻城门 就让人难以招架了 更何况 外面还有五万雄兵虎视眈眈 若非是他罗士诚反应快 此时家御官 也早已进落新罗之手 虽然李阔气得不行 但是此时是生气的时候吗 增兵是必须的 但是派谁去是个问题 要是再派个饭桶 岂不是这大州江山就毁了 还好后勤的是 驸马给解决了 驸马 李修竹 李阔眼前一亮 李修竹才能 他是认可的 虽然李修竹说自己指上谈兵 但是历史名将一开始 哪个不是指上谈兵 卧龙出山前 我打不仗 谁都有第一次不是 你指 墨 等王德发准备好 李阔这才开口道 经北方战事有变 特命公布又是郎为票级将军 领兵五万 持天子节月 率军北伐 王德发麻了 这 陛下 这任命得朝堂上商议吧 李阔顿时眼眶一须 你觉得 朕现在有时间商议吗 而且商议 那些老家伙 就能立时同意吗 最关键的是 若是听他们的 派个不如意的人去 朕能放心吗 去你只宣旨吧 王德发文言更是为难 可这兵丁抽调 得经过中书省 届时几位大人 也一样地来扯皮啊 所以 这人从朕的亲卫 京都十六位出 说完 李阔没再解释 挥了挥手 这 好吧 去班旨吧 这是京都十六位的 调兵虎服 班旨完 去请三公来议政 王德发又愣了 这都派兵了 还来议政干嘛 好吧 圣人的想法他 怎么可能懂 王德发不敢再问 退出去后转身 去班旨了 此时的李修竹 还不知道 有一道坑爹的圣旨 正朝他而来 李修竹刚到家没多久 王德发就带着圣旨来了 看到王德发顿时里修竹一正 这才刚见过 怎么又来了 而且他手上的那个是圣旨 是了 肯定是赏赐宅子的圣旨 毕竟是前朝太师的宅子 那么大的宅子下个圣旨 显示下皇恩浩荡 也是正常的 同来接纸的傅月华一正 前朝太师的宅子 庞太师 怎么陛下会突然 赏得修竹这么大一个宅子 王公公 这不是刚分开吗 怎么还特意来家里传旨了 早先 怎么不直接给我 王德发文言脸上笑着开口道 这不是之前没这个事吗 八百里加吉刚到京 陛下觉得 这个事只有李大人能做 所以才让奴才给您班纸来了 八百里加吉 和我有什么关系 一时间 李修竹心中 一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大 李大人接纸 陈李修竹接纸 浩天明命 纸约行政 经北伐战士受挫 大将军被困家御官 家国危难尽在眼前 镇念爱卿有不识之才 特封票计大将军 领天子节约 可自主作战 李修竹妈了 这什么鬼 居然派自己打仗 不是说了吗 这个他做不了啊 这陛下是没长耳朵吗 李大人 接纸吧 李修竹没接 而是一拱手开口道 王公公 咱想见一下陛下 我自己有多少精良 我是知道的 带兵打仗我是真不行 然而 王德发仿佛对这个回答 早有准备 抱歉 李大人 陛下正和三公开会 没时间见你 您还是早点领了圣旨 拿了虎符 领军出发吧 这一刻 李修竹腻外极了 李阔这一手真恶心 王德发四世 也看出了李修竹的情绪 开口道 陛下还有口谕 王公公请说 陛下说 这五万人 你随自己的心意用 只要能解家御官之为 战败也不治罪 若是胜了 除了升官外 陛下还可以出面 为李大人提一门亲事 只要是带字归忠的 谁家姑娘也可以 李修竹文言一正 这是把我好色的人设 完明白了呀 人家承诺 都是官生几级 封侯败相 跑我这给我赐婚来了 但这谁让是自己挖的坑呢 这好色的人设 还必须得应下 而且那李阔老二 也是铁了心 让咱出征了 这要是不接 也讨不了好 李阔老二 傅月华忍不住心中一颤 你这是在心念什么狂言啊 不过 他倒是也明白了 自家夫君的意思 老实说一开始 他还有点酸 他这刚为人妇 就知道相公要取朽 多少有点难受 但此刻知道 这是夫君故意设下的破绽 立马就想明白了 也不酸了 不过怕李修竹胡乱说话 傅月华还是赶忙 拉了拉李修竹的袖子 示意他接纸 自小对于皇权敬畏 让他不敢有任何意义 生怕夫君触怒了陛下 陈李修竹 接纸 李修竹双手接过圣旨 交给傅月华 看到这 王德发顿时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这小子 果然是个好色重情之徒 和陛下想的一样 李大人 这是京都十六位的虎符 您现在去挑人吧 明早出发 李修竹文言一致 眉头一皱 这么结 陛下专门吩咐他 李修竹无语 他肯定了一件事 那就是 他北伐这件事 定然是皇帝私人任命 哦 好 王德发看李修竹不太想说话 也不想给上营 顿时笑了笑 他也不贪图那点上营 若是别人 他还可以不爽一下 但是这人可是两个公主的驸马 还年纪轻轻观至二品 怎么都不是他能得罪的 那李大人 下官告辞 北伐的事 您尽快 眼看王德发要走 自家男人还没给钱 顿时间赴月华急了 正所谓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这些搬弄是非的伴随你 要是不喂饱 他没事 都能给脚三分 然而他刚想拿银子 就惊呼一声 脸色发红 只见李修竹 一把将赴月华抱了起来 向屋内走去 夫君快放我下来 这成何体统 你夫君我出兵在即 当然要吃个饱了 李修竹一边说 一边对一旁的管家开口道 马管家 你去京都十六位 让他们准备五万骑兵 记得要精锐 若是你没把话带到 爷回来就拿你几天 云霜 去给姐夫收拾行李 两身衣服 三天的干粮 银瓶你也来 你家小姐可不能没有你 本就脸红的赴月华文言 更是脸如火烧 感觉自己快晕了 就是银瓶 也脸色通红 只有傅云霜眼中 带着羡慕地看着姐姐 本是往外走的王德发 看到这样荒唐一幕 顿时笑了笑 也没在意 眼下李修竹是 闭下眼前的红人 他自然不可能 说什么做什么 别说只是抱个女人 就是在他面前黑羞 他都会当看不见 李修竹不是没钱 就是不想给 李阔知识做的属实 有些恶心到他了 就在李修竹放松的时候 李琉璃也听说了 李修竹要出征的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李修竹要出征 李琉璃的心中 竟然没有来得有点担忧 公主 驸马要出征了 咱们还在父府待着吗 李琉璃文言 眉头一皱 他还不是驸马 冤尾文言撇撇嘴说道 就算公主你不嫁 文杰公主也会嫁呀 而且 驸马马上要出征了 公主你还怎么让驸马退婚 若是驸马打了败仗 可能还有转机 不然陛下绝对不会允许你退婚的 恐怕驸马凯旋的时候 就是公主你结婚的时候了 除非你现在 去找成公子坏了身子 否则必然是要嫁给驸马的 李琉璃文言眼前一亮 这确实是个办法 但就在这个时候 冤尾补充道 不过他肯定不敢 成公子可是父母还在的 跟公主思通 朱九卒 顿时间李琉璃忍不住了 闭嘴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看李琉璃生气 冤尾也不再开口 但是嘴边却有微微笑意 冤尾因为不喜欢成郁 这两天找了几个玉刀位 去查了查那个成郁 这一查可不得了 这成郁虽然平日里还好 但居然是毒鬼 只是 他似乎蛮注重名声的 基本上都是很晚的时候 才去赌场 而且每次去都是戴着面具 若不是刚好玉刀位丁梢 根本不会有人知道 成郁这个外表偏偏低势子 居然会是尹君子 不但如此 玉刀门的人还发现 这成郁居然有一个相好 是大户伤骨家的千金 二人见面后 那女的还给了成郁一小箱的银子 软饭男家毒狗 家骗子 这下好了 本就不待见他的冤尾 还能看着自己和主子步入火坑 不过这些东西 他并没打算给李琉璃看 一是私下调查主子喜欢的人 会让主子不喜 二是 他怕李琉璃烈爱脑 明知是坑 也不愿意放弃 所以 他想了很久 换了个策略 爱一个人就别伤害他 相信以这个理由 就算公主再难受 也必然会吃下爱情的苦果 事实如他所想 果然一听他说朱九族 李琉璃的眼光黯然了下来 他可是知道的 成郁可是大笑作 为了父母能过上好日子 可是十年寒窗苦 连喜欢的人都不敢有 生怕耽误了学习 要是因为自己 让他全家被斩 他一定会恨自己一辈子的 可惜李琉璃不知道 若是成郁知道 八成得哭妈了 什么父母的大笑子 都是假象啊 可惜李琉璃不知道 什么父母的大笑子 都是假象啊 若是能娶个公主 他能把那对父母祭天 母亲倒是真的母亲 但是他父亲 可是杀父仇人 就在李琉璃 明思苦想的时候 李修竹出来后 又去了一趟太夫妇 麻烦将这封信 转交你家小姐 信的内容很正常 李修竹都不怕人偷看的 就是交代了一下 自己要去打仗 告知他一下 李大人放心 小的定然交给小姐 李修竹恩了一声 随手掏出了 一百两银票递了过去 帮照顾好弄悦大家 弄悦 管家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离开后 李修竹这才回了家 吃完饭后 又把傅月华主仆 欺负了两遍 才放过二人 他现在会诉女精 做那种是想做多久就多久 屈直如意 也尽在掌控 第二天一早 李修竹就被人叫醒了 李修竹坐着马车 来到了京都十六位 看了眼挑选出的人马后 点了点头 虽然不说交兵汉将 但是看起来精气神不错 黑压压的一骗我 尽是悬甲 就是可惜 这马有点少 好的骑兵一骑三马 但这些人别说三马了 两马都没有 京都十六位 本就是为了拱卫京都 大营也在京城 自然不需要那么多马 就在李修竹打量这些人的时候 这些人也在打量李修竹 待看到李修竹刚急若冠 还是坐马车来的时候 顿时这些人觉得前途未卜 此时此刻 他们只希望李修竹 是去杜杜京 做个样子 不然他们这些人 不知道有几人能回来 几个都尉 也是不满陛下的抉择 但是他们纵然心中不满 也不敢多言 既然人到齐了 那就走吧 是 大人 李修竹性质不高地回了马车 正常来说应该弑君的 但是李修竹哪有心思搞那个 等李修竹上了马车 几个都尉面面相去 都是摇头叹气 等大军走出上京城后 李修竹忽然对着马车旁的 一个都尉开口问道 这位 下官萧綦为都尉王冠方 这位都尉大人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支军队见过血吗 都尉王冠方一正 沉默了一下后开口道 回大人 我们之前只练过军 打仗这种事 还是第一次 好家伙 还以为是什么百战雄师呢 结果都是面子工程 李修竹沉默了半想 开口道 沿途打听匪幻 剿灭匪幻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出兵多少 但只要有贼匪 必须一天之内拔出 除此之外 我就一个要求 那就是 每个士兵必须见血 哪怕是贼匪不够分 其他人也得在尸体上补一刀 王冠方文言愣了 紧接着看向马车 竟然目光中有了别样的光彩 也许这并非是个 来镀金的草包 是 大人 不过大人 我们这样 会不会耽误边关救急啊 陛下可是给了命令 我们一巡之内 必须抵达边关 一巡就是十天 对于骑兵来说 这个时间已经足够宽裕了 只是若是算上剿匪 那么就未必了 马车小跑前进 累了就慢走 上午和下午 每天必须跑两次 路程你帮我算着 能搅多少是多少 王冠方立刻应声 是 大人 看着王冠方打马离开 李修竹的大脑 则在飞速运转 除了兵要见血 其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练兵肯定是没时间的 那么只能以战养战了 此时李修竹 也只能寄望于王冠方他们 平日里练兵不坠吧 别是五万大军 连匪徒都打不下来 就搞笑了 大军行走不过两日 就停了下来 大人 前面有个黑风寨 宅子里少说有三千贼匪 嗯 整军休闲 然后看你们的了 哇 李修竹没凑热闹 而是看着 嘉玉关附近的边防图 在心中演练 对于给嘉玉关解围他 已经有了几种方案了 但是怎么执行 还要具体的 虽然都是官兵 还是五万精锐 但是剿匪的过程并不顺利 对方在死了一些降兵之后 就奋起反抗 李修竹没想到五万人的大军 死伤了五百多正规军 才剿灭了这伙盗匪 大人 匪徒已经剿灭 贼匪大营内 除了不及车轮高的孩子和妇孺 已经进阶杀进 此次缴获珠宝一箱 金银三千两 李修竹知道 王冠芳想避重就轻 但他对于这个死伤结果 也早有预料 只是点了点头 三千两给遇难的兄弟 一人五两 剩下的给伤众的兄弟 珠宝套一辆马车带上 路过大城镇的时候 兑换一半 买上好肉 犒劳出征的兄弟们 记住 只犒劳那些 参与战斗的兄弟 剩下的钱可以先存着 就说打完仗 我亲自给他们买肉买酒 若是有伤众的 无法前行的兄弟 准许他们就地养伤 伤好了 可直接回京都十六位 剩下的半箱珠宝 留下两件好的给我 其余的回京弄个一学 阵王或伤残老兵子女 皆可入学学习 王冠芳听到李修竹所说 正正地不敢相信 那些珠宝金银 居然也有他们 这些人的份 而且 大人不但不怪罪他们弱 还体恤那些伤残 甚至连阵王老兵的子女 也考虑到了 这 王冠芳和一旁的四个都尉 都有点不知所措 虽然这赏赐的银子不多 但是却让人心中暖暖的 尤其是那所谓的一学 更是让大家心中澎湃 似乎这世道 也不是那么黑暗的一样 王冠芳当先单膝下跪 下官王冠芳 誓死保卫大人周全 气氛到这了 有了王冠芳起头 其他人也下跪开口了 下官李吾为 誓死愿保大人周全 下官齐昌 愿为大人安前马后 下官赵剑 愿为大人振前杀敌 下官孙慈 愿为大人攻城掠尺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这算不算收买人心 可是他真没这个意思 只是单纯的 不想让人流血又流泪 力所能及 但求心安 都起来吧 我不需要各位保护 只求这些东西 能落到实处 另外 医学的规模有多大 能维持多久 就看各位这一路 能扫多少寨子 缴获多少财物了 我本人不会出一分钱 只会帮你们 把医学办起来 这个医学会是 你们自己为同袍 为自己争的 李修竹的话 让大家眼神一利 赵剑当先开口道 下官必然还通往辽北沿途 百姓一片朗朗乾坤 李修竹文言轻笑 匪患这东西 我就和天气一样 时与时情 怎么可能一次剿灭完 好了 去准备准备出发吧 默 大军前行到第五天的时候 李修竹已经感觉到了 这批新兵的变化 那种经过鲜血后 洗礼的沉稳再散发 这三天下来 除了第一天 剿匪死了五百人 后面两天 剿灭了四个匪窝 共计一万人 也才死了五百人 看到这支军队可堪一用后 李修竹松了口气 接下来也没时间再浪了 王冠芳已经说了 接下来他们不能再行军了 但就在他们只打算行军的第二天 一个意外出现了 王冠芳的马匹 来到了李修竹马车的一旁 大人 前面出现了几十具尸体 几十 知道是什么人吗 王冠芳文言开口道 大部分是家丁 其中有个像是管家的 看起来像是达官显贵的人家 马车中有一些女性的衣物和吃食 具体是哪家的就不知道了 李修竹文言就知道 这家人怕是遭了劫匪了 看来此地有个匪窝 但是可惜他们没时间了 留下点人挖个坑 把人埋了吧 我们继续出发 地方记住 回来了把他们端了 王冠芳也知道他们没时间 这是最好的处理办法 默 大军继续开靶 就在这时 一阵风吹来 吹开了帘子 下一秒 一张熟悉的面孔 出现在李修竹面前 顿时李修竹瞳孔一缩 停车 噓 不等有人上前询问 李修竹已经掀开车帘 从车上跳了下来 此时李修竹阴沉着脸 向着那些死人走去 让正在指挥士兵 干活的王贵芳 一看就是心中一沉 这些人将军认识 王贵芳下马走来 小心地问道 大人认识他们 李修竹黑着脸 应了一声 去查周围的匪窦据点 查到了不要轻举妄动 回来禀报 是 大人 李修竹没想到 在这里会碰到苏家人 就是苏澄澄的家人 在联想到自己出征前 苏澄澄不在家 难不成是出远门了 李修竹心中仿佛压了一颗大石 让他连想都不敢想 伸手摸了一下管家手腕 体温已经凉透 李修竹深吸一口气 来到了苏府的马车前 此时已经没马了 只有一辆空车 李修竹掀开车帘往里看去 入目一片狼藉 竟是女子衣物和散落的食物 若是往常说不定 他还有心情 看看苏澄澄的内衣 但是此时 他只剩下无边怒火和压抑 忽然 李修竹看到了一个暖手炉倒在一边 伸手一摸 尚有余温 李修竹一正 紧接着松了半口气我 暖手炉上有温度 看来出事虽然有一段时间 但还不是太久 李修竹看向我四周群山 心中杀意弥漫 同时又犯着后悔 早知道应该提前将林波微布 传给我其他人的 但愿成成不会有事吧 片刻之后 王冠方赶了回来 大人 北方五里地外有个小苍山 那里有几座山 山上皆有寨子 叫连云寨 李修竹闻言 来到一匹马前翻身上马 随后开口道 大军半个时辰后出发 包围连云寨 记得一个人也别跑了 男的全杀 女的全抓 等我回来处理 回来 顿时王冠方人妈了 这几个意思啊 李修竹刚要策马 王冠方就硬着头皮 挡在了李修竹面前 大人可是要孤身犯险 这不能啊 您是大将军 哪能孤身犯险 这样 您发个令 我们带您去 李修竹淡默地看着王冠方 让开 这是军令 还是说 你要违抗军令 这一刻 王冠方妈了 从李修竹那淡默的眼神中 感受到了浓郁的杀意 这特么 到底死的是什么人 等等该不会是傅家人吧 这 大人 您想去 至少要带点人去吧 让开 王冠方无奈 只能让开 记得半个时辰后出发 早一刻也不行 还有 只能围 不能攻 默 驾 看着李修竹离开的马 其他几个军的都尉 也快速地赶到了这里 一见面就问道 刚才离开的那匹马 是将军的 王冠方点点头 将军有命 半个时辰后 围困小苍山上的连云寨 要求一个人也不能放走 这一瞬间 之前就察觉不对劲的四人 都是心中一沉 王都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王冠方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身后那些尸体 示意了一下 这些人将军认识 很可能是将军家人 这一瞬间 顿时四人就妈了 紧接着就看向王冠方怒声道 王冠方你糊涂 怎么能这个时候 让将军一个人离开 将军这明显是要去报仇的 将军一个文人 手无腹肌之力 怎么可能能报得了仇 就是 就算将军要报仇 也应该带上我们 再不近你也应该跟上 怎么能让将军一个人去 王冠方 将军要是有个好胆 今日就是 你我绝交之事 王冠方 你娘的大傻臂 有道是 真诚才是必杀计 李修竹这些日子 已成待人 以一种另类的方式 获得了这支大军的认可 王冠方被骂得嘴角瞅了瞅 看向几人悠悠地开口道 将军不让我跟着是军令 你们要是在 敢违抗军令不成 四人文言一致 纷纷沉默 违抗军令 他们也不敢 与此同时 连云寨中一个名叫金蛇寨的寨子里 今日格外热闹 欢天喜地 红愁高挂 据一听前一处空旷之地 此时已经摆满了桌椅 坐满了人 不时传来大笑和恭喜之声 寨子内的酒气 隔得老远都能闻到 而在寨子里最大的一间房里 一个容貌绝美 形如二八的女人 正被绑住了手脚 穿着红架衣 默默捶泪 马匹的脚程是快 但是李修竹 骑出一公里后 就扔进了树林 无他 马匹这东西太引人注意了 而且不能跑林子 对他接近连云寨有害无益 之所以骑出来 是为了不暴露自己 林波微步 在脚下不断变换 他的脚踩在青草上不断变换 却连草间也没压弯 一排排不规则生长的书 快速地向身后掠取 不多时他 已经出现在连云寨下 连云寨周围八座山并排 这山不高 最多三五百米 这山也不大 一座山最多了间隔百米 李修竹看了一眼 山上的吊桥站道 又倾听了一下动静后 摸上了山 他没走山道 但也没离山道太远 大概上山二十多米后 李修竹察觉到了山门守卫 两人 李修竹看了一眼对方的位置 和两人的目测方向后 快速地接近 麻子你听说了吗 金蛇寨大当家 今日又结了一个小娘子 据说美若天仙 看到的兄弟们都极度坏了 王麻子文言不懈地撇撇嘴 听说 我亲眼见到的好吗 老子这辈子都没见过 那么漂亮的小娘们 要是能让我和他风流一夜 让老子明天死我都不觉得遗憾 羡慕死老子了 为什么我不是金蛇寨的当家 另一人顿时讽刺道 就你那三脚猫功夫 还想当寨主 你要是能当寨主 那我就能当寨主他爹了 王麻子顿时怒了 狗日的张三 老子想想都不可以了 这时 张三刚要开口 眼角却注意到 一道白色的身影 顿时张三心脏一紧 什么 噗 李修竹对于倒地的张三 看也没看 直接抓住了王麻子的脖梗 金蛇寨怎么走 突如其来的杀戮 差点把王麻子吓尿了 听到李修竹的提问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上空东南角的山头 那是金蛇寨 对对 好汉饶命 李修竹没回答 而是继续问道 你刚才说 你看到他们寨主 抓了个女人你看到了 那女人长什么样 这 李修竹一正 怎么搞的 还突然有骨气起来了 李修竹眉头微皱 不说 有点胆气 顿时间王麻子心中一颤 赶忙开口道 不是 不是 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 就是长得和仙女一样 大概十七八岁 十七八岁 离得远没看清 还是乡野村夫 见识浅薄 不过为了确保万一 李修竹还是问道 今天就金蛇寨的人 下山劫道了 嗯 嗯 是的 我们连运寨有规矩 八个寨子 一人劫九天 剩下的一两天算休息日 说完 王麻子赶忙继续道 大侠 我知道的都说了 求您 放我一条狗命吧 然而李修竹问完自己想知道了的 直接捏断了王麻子的脖梗 歪歪 我家澄澄还想活 谁给你的自信 而且我放了你 万一你去报信 岂不是给我找麻烦 抱歉 他又不是圣母 更何况 这些贼匪杀人不知道多少 死有余辜 李修竹提着二人尸体 脚下林波微步快速地闪动 走出大约百米后 将二人的尸体 随手扔在了一旁继续赶路 他没走山上 而是下山后 从山下赶往金蛇寨 越往山上人越多 站桥前更是有人守候无处躲藏 与此同时 金蛇寨寨主婚房外的几个婆娘 其中一个看了看天色开口道 时间差不多了 该给她灌药了 天一黑寨主就该来了 另一个点了点头 可惜了这么好看一个姑娘 不过谁让她命不好呢 听说她几次想死 都没死成 倒是个刚烈的 这时又有一个开口道 嗨 女人不都需要男人滋润吗 可能一开始寻死逆活 但多来几次体验了 那人间极乐就不舍得死了 等有了孩子 你就是让她走 她都不会走了 顿时间另外两个女人 美好气地白了这女人一眼 你以为都是你个小浪蹄子呢 最后一个女人文言不屑地笑了 等她吃了药 认她三针九裂 也会变比我海马叉虫 二女文言一致 看向她竟然无言反驳 嗯 说得很好 下次不要说了 三人说着话推开了门 走到了床前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了 但是再一次见到苏如的美 三个女人还是忍不住嫉妒 不过无所谓 再美又怎样 一会还不是要被摧残 没错 被抓的不是苏诚诚 而是苏如 苏如的父亲去世了 但是老宅比较靠近边关城镇 虽然基本不会打到这边 但是苏如也没敢带苏诚诚来 她来野市 做好了准备 足足带了六七十个家丁 还雇佣了大约五十人的标局 但是她没想到 外族还没打进来 就被劫匪劫了 一般劫匪看到他们这种百人队 都不会动手的 不说打不打得过 但是后续麻烦 都会让那些劫匪望而止步 这时 正在谈论的三女 最后一个女人眼前一亮 你不是贞洁裂父吗 那就给你多观点 看到三女 虽然是女人 但是苏如一样惊恐 刚被拔掉塞嘴的丝绸 就听苏如开口道 你们要干什么 求你们放过我 我可以给你们很多钱 苏如的话 顿时让三女冷笑 你是傻了吧 有命证 我也得有命花呀 听到女人这么说 苏如脸色一变 就想咬蛇自尽 但就在这时 早有准备的女人们 顿时有一个掐住了 苏如白嫩的脸颊 强制被分开的下颌 根本没办法闭上 更何谈咬蛇自尽 而且没经历过这些的苏如 根本就不知道 咬蛇未必会死 死的都是本身 有一定疾病的人 这时 其中一个女人上前 拿出了一个竹筒打开 看到这一幕 苏如脸色一变 瞳孔一缩 拼命地挣扎 然而 她那点力气 对三女来说 接近于无 在苏如绝望的眼神中 整整一竹筒的药水 被灌进了肚子 下一秒 之前被拿开的绸布 再次对进了她嘴里 这时 其中一个女的 看向最后一人 迟疑地开口道 你是不是给她灌太多了 这可是给朱佩忠 平常那些女人 就是一杯都受不了 呵呵 我就讨厌她这种装模作样 装恋女的 她越装 我就越想撕开她虚伪的样子 这一捅下去 我看她怎么装 听到女人的话 苏如的眼泪 顿时就流了下来 绝望的眼神 绝望的气息 这一刻 苏如只剩下绝望 她连死都做不到 明明在世卫快死光的那一刻 已经想自杀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时 其中一个女人 皱着眉头开口道 你别玩过火了 她要是一会泄不出来 人会死的 女人不以为意 无妨 给债主也加点猛料就好了 相信这么美的美人 债主也想多体会体会 温柔香的滋味吧 女人一边说 一边走到酒壶旁 将一包药倒了进去 看得另外两女嘴角一抽 好家伙 这女人狠起来 是连债主也坑了 不过二人 也没多管闲事 这女人虽然没有 输入漂亮 但也是债主的心头肉了 做啥事债主 也不会怪罪的 与此同时 李修竹摸上了债子 李修竹走得不算快 因为一路走来 所有的人都被她解决了 剩下的 也就剩下了债子里的人 李修竹看了一眼债子 债子不大 防守力量暂时就几个人 两个木枝的塔楼里 剩下的则在看大门 不过几人此时 也都喝得迷糊 看起来很好对付 就这 是常年的安逸 让这些人放松了警惕 又或者是 本就一群乌合之众 李修竹趁着塔楼的人不注意 翻身进了债子 债子里的人都不在这边 显然八成是喝喜酒去了 看了眼天色 天还亮着 债子里的喧嚣还在继续 她虽然心急 但也强制大脑冷静 没有直接去找人 若是直接暴露了 再加上要救苏诚诚 对方说不定拖也能拖死她 有轻功在身 李修竹轻松地摸上一个塔楼 在对方毫无察觉的时候 扭断了对方的脖子 如法炮制 李修竹几十个呼吸后 就解决掉了门位和塔楼的人 下一刻 李修竹向着寨子里奔去 林伯威布带着一连串的幻影 李修竹很快就来到了聚义厅外 看着里外都是的人 少说有千多人 在一看聚义厅里 李修竹松了半口气 只见聚义厅里 正中央大马金刀地坐着一个壮硕的男人 此时他身带红花 正和众人豪横地碰着悲战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这么多人杀都是一个问题 要不直接先去救人 就在这时 聚义厅内进去了个女人 在那带着大红花的人身旁 说了几句话 壮汉站了起来 举着手中碗笑着喊道 兄弟们 你们哥哥我醉了 就不陪你们喝了 但是这酒席 你们可不能散 今天哥哥高兴 谁要是不喝趴下 那就是看不起我金蛇枪 下面的人文言都是哈哈大笑起来 债主快去吧 莫要让嫂嫂久等 债主放心 有我彭三怀在 今天谁也别想站着 从这句一听出去 来来来 我亮亮老彭尼酒亮 文言金蛇枪 廖华金汉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很好 大家吃好玩好 不醉不归 单了 廖华当先干了一碗酒 紧接着转身 向身后一个方向走去 看到这里 李修竹目光一宁 扫了一眼周边 快速地向着那个方向跟去 这一次 她的速度没带起残影 而是将凌波微步运转到了极致 前一秒还在我一间屋子门前 下一秒过了门柱的地方 已经看不到她的身影 再看 已经在另一间门柱之前 大家本就喝多了 再加上李修竹那诡异的出现方式 一时间竟然没人警觉 就算有一两个人偶然看到了她一眼 但一回神也失去了踪影 也只能认为自己喝多了 看重影了什么的 就这样 李修竹虽然离得远一点 但却比廖华更先到后院 后院没什么人 只有两个女人 站在一个挂着红筹的大门外 一眼就能让人知道 廖华的此行目的 李修竹看了一眼周围 趁着廖华还没来前 快速地跑到了新房窗外 伸手推了推 顿时有点遗憾 是关上的 就在这时 廖华也走了进来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在想 应该怎么干掉这四个人 而不被发现 随着廖华接近 李修竹刚想动手的时候 只听外面的女人开口道 当家的你可来了 快进去吧 我们也得吃点东西去了 嗯嗯 倒是辛苦三位娘子了 你们去吃饭吧 哎 当家的这是有了新人 忘了救人啊 也难怪 那美人我见游怜 哪里是我们这些雍之俗粉可比 嗯 三娘你说哪里话 改名我就会保你 文言叫三娘的 意味深长的一笑 当家的明日 你还能站得起来再说吧 快去吧 美人肯定都等不及了 廖华文言也不再迟疑 里面那美人 早就缠的她 心如猫抓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廖华说完 转身进了屋 三个女人对视了一眼 三娘没好气地开口道 哼 急死她得了 等着吧 今晚过后 明天让她尿血 另外两女一笑 走了走了 饿死我了 就是 我都一天没吃饭了 三人说着话走了 李修竹这才从阴影处 走了出来 来到了房门外 下一秒 她刚准备用内力 震断门栓的时候 门陡然开了 这不是廖华打开的 而是门没插上 这 不怕有人进来的 廖华进了屋 刚吃了两口东西 垫拔了一下 就听到身后开门的声音 廖华一正 还以为自家娘们 顿时好奇地转头问道 你们 话没说完 李修竹已经凄净 廖华心中一紧 醉意顿时被吓没了 廖华虽然知道来者不善 但是对自己也有信心 虽然没有趁手兵器在 但也不慌 一拳通必拳 猛然垂向李修竹 然而李修竹不闪不闭 瞬间抓住了廖华的手腕 二人接触的那一刹那 北明神宫急速运转 源源不断地内力快速地流动 一时间 廖华心胆皆寒 仿佛浑身的力气都在被抽空 他惊恐地想要大喊 但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此时此刻 他软得仿佛一坨面条 任人拿捏 却无法生起一丝反抗 完了 这人是谁 我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唯一还能运转的思维 让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李修竹会来杀他 但看到一条红绸的那一瞬间 他心里终于有了迷雾 这个男人 是为了自己的新娘来的 是了 能随行一百多人的是普通人吗 如今好了 没吃到鸡 还惹了一身骚 可惜他能思考的时间也不多 几个呼吸李修竹 就将对方的内力 吸得一干二净 随后一把折断了的 对方的脖梗 堂堂金蛇枪就这么死了 要知道 这家伙 也是仅次于连云寨大寨主的高手 二流巅峰的实力 李修竹松了口气 精神一放松 人的各种需求也就来了 从早上到现在 他是一口水都没喝呢 早上是不渴 后面是没机会 看了一眼桌子上的酒壶 李修竹端起来就喝了起来 一壶酒喝了大半 即可赶才缓解了许多 李修竹这才看向床上 躺着那个不断扭动 盖着红盖头的女人 李修竹不知道该不该掀开盖头 有种胆怯感 最终李修竹叹了口气 还是掀开了红盖头 这一掀开 就是一正 苏如 怎么会是她 李修竹梦了 这和预期不符啊 等等 难道是都被抓了 李修竹顿时扯出了苏如口中的丝绸 成成呢 成成没事吧 此时 苏如脑子已经烧得的迷糊了 看了看李修竹 努力地辨别了一下后 忽然心神一松 努力地说道 成成在家 呃 原来在家 李修竹松了口气 这才注意到 苏如是被绑住的 伯母别着急 我这就给你解开 李修竹一边给苏如解开绳子 一边觉得 今天似乎有点热 都已经过了九月了 还这么热 简直奇葩 此时的她 压根没意识到 自己早已寒暑不尽 压根不应该感受到热 不过这也正常 她毕竟是才修成内功 这绳子记得有点水平 不是一个扣 而是六个扣 除了双手双脚中间 两边各有一根绳子 单单挂着脚踝 或者手踝 等李修竹完全解开 已经用了半盏茶时间 热得感觉越来越强烈 李修竹也意识到 有点不对劲了 但此时不是久留的时候 李修竹一把拉起苏儒开口道 伯母等下抓好我 李修竹虽然这么说 眼神却忍不住 在苏儒身上打转 抓着苏儒的手 仿佛有魔力一般 一点都不舍得放开 就在李修竹 疑惑苏儒怎么不开口的时候 苏儒忽然抱住了李修竹 不等李修竹回神 猛然亲了过来 这一瞬间 李修竹陡然睁大了眼睛 但脑海里 仿佛有一根弦崩断了 明明知道不应该 但是他却生不出阻止的力气 不知时间过了多久 门外传来了三个细微的声音 若是平日里 李修竹必定警觉 可是此时此刻 他仿佛只能看得见眼前的人 只能听得到他的声音 三娘 你这要吓得也太狠了吧 这也太激烈了 三娘嘿嘿一笑 你们猜明天这两个 是谁先扶墙出来 看着三娘的坏笑 另外两人嘴角抽了抽 听这个声音 可能不是谁先出来的问题了 怕是必然要死一个才行了 你们听吧 就先走了 老二第一个受不了了 但是他也不敢进去 当家的可是也喝了不少药 进去了八成他也得死 对了 大家都在喝酒 这和小四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老大也受不了 他倒是不怕 但是便宜这个喜新忘旧的男人 不可能 再说 这混蛋也瞧不上自己这黄脸婆了 走了 三娘你自己听吧 要是高兴 还可以进去一起玩玩 等二人都走后 三娘面色一冷 哼 看你还高傲不高傲 还有你料话 这点抱负 只是刚刚开始 先废了你 再慢慢 让你失去一切 三娘自语完 也是转身就走 丝毫不知道 里面早已经超出了她的想象 夜已深 但是阴未绝 三更天的时候 李修竹清醒了 只是事已至此 她不知道该如何了 只能沉默已对 四更天的时候 苏如也清醒了 苏如的眼角流下了泪水 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似乎这样能让她心中好受一些 我的药镜 似乎还有残留 这一瞬间 苏如瞬间睁开了眼睛 死死地盯着李修竹 这眼神中 似有千言万语 看得李修竹头皮发麻 就在李修竹要放弃的时候 苏如再次闭上了眼睛 最后一次 天亮之后 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 李修竹心中一喜 脸上却郑重地 奔了一声 这一次二人都清醒 李修竹 怜惜之下 也极尽温柔 这让苏如微微一震 伸手攥紧了单子 你要自己走 苏如神色紧张 如果李修竹说是 那么她只能自尽了 不 我去杀人 你先穿好衣服 我能杀多少杀多少 被发现了 我就来接你 或者 我把能看见的 都杀光就回来 苏如文言沉默了一下后 忽然开口道 我想让你 帮我杀三个女人 就是料化的三个老婆 李修竹一正 随后点了点头 半个时辰内 如果我能找得到他们 五更天 天没亮的时候 李修竹出了门 她的身影在黑暗中 一闪已经消失 她先去了剧一厅 看了一眼 喝得烂醉如泥的贼匪们 脚踩灵波微步 快速地在人群中 动了起来 一刻钟后 李修竹再次出现在了后院 找了起来 但只杀了两个女人 料化的大老婆 和三老婆 再次回到料化的房间 看了一眼 勉励穿好自己的衣服的苏如 李修竹 将一顶戴纱斗笠 给对方戴在了头上 小心点 等一会和我回去后 也别说话 对了 和你一起被抓的还有人吗 苏如文言脸色一暗 还有个侍女 她趁人不备 上山路上 咬了看手一口 跳牙了 本来我们两个一起的 但可惜我没来得及跳下去 就被打晕了 李修竹文言沉默了 发生了这种事 也许死才是 对女子最好的尊重 李修竹上前蹲了下来 上来吧 我们该走了 虽然我把这寨子 几乎杀光了 但是天亮了 难免有落网之鱼 引起声响 现在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了 苏如也没矫情 都那样了 有什么可矫情的 只是她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你会武功 当然 不然我怎么上来的 李修竹说着笑了笑 顺便调侃了一句 你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 百无一用是书生 好一个百无一用是书生 确实 想她堂堂苏世才女 面对这种事 只剩下无力 倘若会些功夫 至少能够自保或者自杀 若是还有下次 难不成还指望她出现 万一还会发现那样的事呢 想到这 苏如的脸红了 好在李修竹后面 没长眼 看不清 你能教我一些 自保的功夫吗 哪怕只是 能让我顺利自杀的功夫 这种事我 再也不想有第二次了 李修竹文言一致 脚步微微一顿 下一瞬间脚步再动 仿佛没有停歇 你有武学基础吗 苏如文言一正 脸色一暗 是啊 我并没有武学基础 差点忘了 我没学过武 看来我以后 只能随身戴匕首 或者毒药了 李修竹文言开口道 如果你答应我不外传 我可以把我的步法传给你 我的步法设计一经六十四卦 即便是没有内力的人 也能学会 甚至能产生内力 也许无法让你有太高成就 但是成就三流武者 应该不太困难 踩上他 以后再出事就往林子里跑 除非是一流 擅长轻功的高手 不然绝对没人 能追得上你 听李修竹这么说 苏如顿时明白 这份步法的珍贵了 只是苏如并不想 只有自己学 人都是贪心的 他也不例外 只能我自己学吗 我可以保证 不传给太多人 李修竹摇了摇头 这不是你保证不保证的问题 不管是江湖 还是朝堂 只要有人知道 你有这样一份神奇的武学 定然都会盯上你们家 一个两个 还能说是吃了天才地宝 难不成你家还能 人人都吃到天才地宝啊 苏如沉默了一下 还不等他再说 李修竹忽然开口道 当然 你要想传给我们的孩子 也不是不可以 李修竹的话 让背上的苏如 陡然一抖 顿时怒斥道 你在说什么胡话 李修竹也不以为意 开口道 有可能的不是吗 平日里我不想要 可以以内力量进化器 但我昨天 一开始意识都没有 怎么注意这些 当然 我不逼你 如果真有了你想打 就打了吧 我们本就是错误的开始 我没权利要求你什么 李修竹说道 这忽然有些叹气 诚诚 看来我们是 有缘无分了 除了这种事 李修竹也不知道怎么办 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苏诚诚和苏如 忽然李修竹想起了什么 嘱咐道 对了 我会武功的事情 不要和任何人说 这件事不能暴露 苏如点了点头 忽然意识到 李修竹看不到 开口道 我会帮你保密的 迟疑了一下 苏如问道 诚诚那边 你不要露线了 嗯 什么意思 苏如眉头一皱 就是你平日里和她怎样 以后还怎样 李修竹文言一致 这样吗 我要是还那样 你女儿肯定逃不了 那咱们这 是了 她没想和我有以后 但是这不尴尬吗 惆怅地叹了口气 我尽量吧 说实话 我现在已经拿不出 平常心对待诚诚了 我想尽量地疏远她 苏如文言一正 顿时明白 李修竹为何要这么做 这一瞬间 仿佛有什么东西 戳中了她的心窝 让本就发软的她 心也跟着软了起来 苏如将李修竹搂得紧了一点 她不想去想 也不愿去想 这代表了什么 忽然 连云站上响起了一束火箭 砰的一声炸开 隔得老远 二人也听到了 苏如脸色一变 他们发现了 我们赶紧走 忽然苏如忽然一正 之前一直没时间考虑 此时她才忽然注意到了 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对了 你不应该在上京城吗 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再过两百里 就靠近夜门关了 李修竹文言笑笑 你这才反应过来吗 居庸关被迫 夜门关守卫不能轻动 陛下 让我带兵支援嘉余关 李修竹说着话 脚步一顿 随后看向一个方向 什么人 什么人 双方同时开口 凭借微亮的天色 双方已经能同时看到对方了 只见李修竹对面的人 一身黑甲 正弯弓搭建 随着她的话落 很快十数个黑甲兵 同时对准了他们 大胆 你们连自己的将军 都不认识吗 李修竹话一落 分散的一行人 也似是看清了 李修竹的样子 顿时单膝跪地 属下参见大将军 嗯 我的马车到哪了 回将军 您的马车 在一里地外 都为他们怕马匹马车 引起对方警觉 所以留了一万人 看守马匹 我们不行来的 李修竹文言点头 吹战号 让山上的人投降 若是拒不投降 上火箭射三轮 等大火烧起来就退军 记得要同时射 另外去个人 把我的马车叫来 看李修竹命令 已经下完 其中一个石副长 当即领命 是 大人 属下这就安排 等船令兵一离开 苏如这才红着脸 小声说道 快放我下来 李修竹一正 这才响起 还背着苏如 只是她却有点 舍不得放手 这个你还能走吗 苏如脸色更红 瞪了李修竹一眼 可惜有薄杀在 没人看得到 走不了我也能站着 你这样让人看见 我还怎么活 李修竹文言笑了一下 放心 没人知道你的身份 回头你要去哪里 等快到了 我分道单独去送你 对了 我还没问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里距离边关 虽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但是在这块打仗的时候 你怎么敢来的 来就来了 怎么不多带点人 苏如沉默了一下 开口道 我父亲去世了 我怎么也得去看一眼 而且 边关如今有十万守军在 加上我带了一百来人 怎么也觉得足够了 没想到 还是出事了 还好我没让程程来 不然那结果 我简直不敢想象 说着苏如迟疑了一下 看向连云寨 迟疑着问道 你真要放火烧山吗 那山上最少也有一两万人呢 死有余辜 若不是我来 你猜你会如何 而以前的梁家子女 在山上当了那么多年的贼寇 也已然变质 你不会忘了 那三个寨主夫人了吧 更何况 这些人伤害了你 我这人没别的优点 就是爱记仇 扑齿听到李修竹这么搞笑 即便是最难受的时候 苏如还是笑出了声 但李修竹这么说 笑过之后 苏如又沉默了 不管怎么说 那些人变质 是不争的事实 叹息了一下后 苏如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这时前方 忽然一个士兵出现 将军 那些贼寇 向何大人谈判 谈判 有点意思 李修竹文言汉首 让他们等着 我的马车到哪了 回大人 已经快到山脚了 行 下去吧 李修竹说着 在苏如的惊呼声中 一把将苏如抱了起来 惊慌失措的苏如 赶忙开口道 快放我下来 然而李修竹 并没有那么做 马车不能上山 我们必须下去 你现在也没力气 苏如还要再说 李修竹继续道 放心 你带着斗笠呢 没人能看得出你的面容 只要你这两天在马车里不出来 我保证没人知道 你是谁 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苏如终究不再说什么 这一刻苏如眼神定定地 停留在李修竹脸上 不知道在想什么 李修竹虽然察觉到了苏如的目光 但是也没有拆穿 二人一路下了山 上了马车 李修竹才对车夫吩咐道 去前面 我倒是要看看 这些家伙想跟本座谈什么 相比于将军 李修竹更喜欢江湖头衔 莫 驾 马车启动 李修竹看了一眼苏如轻声道 你睡一会吧 放心 有我在 肯定不会有事 李修竹的话 让苏如心中一颤 女人这时候最需要的 就是一句我在 嗯 苏如人刚躺下就睡着了 虽然有松软的电子电了基层 但是马车依然摇晃 但即便是这都能睡着 可见苏如有多疲惫 不光是身体 还有心理上疲惫 毕竟昨天被绑 担惊受怕 是个人也不可能轻松睡着 好在这路都是官道 也还勉强算平稳 大约过了斩查后 马车停了下来 大人 到了 李修竹 这才掀开马车帘子 走了出去 看向对面的二三十 人个竞装汉子 走了过去 李修竹刚一上前 就有两个 都为带着十数兵 钉快步上前护卫左右 李修竹虽然无语 但是也没逞强 倒不是怕 是人设 他现在的人设 可是个文弱书生 虽然 昨日情急暴露了骑马 甚至可能杀人的事 也暴露了 但是他 还得接着眼 只要我不承认 你们就只能猜 怎么不愿意投降 这时贼寇一方 C位之人 站了出来 在下七少商 不知道怎么的罪君爷了 就算是死也应该 让我们死个明白吧 若是兄弟们 却赢钱了 我连云寨 可以资助一些 七少商 连云寨 什么鬼 李修竹文言 一边脑子里跑火车 一边吃笑着开口道 没得罪 昨日你们金蛇寨 结了一户大户 没忘记吧 那是我家里人 虽然本座叫人 把金蛇寨杀了个遍 但是这仇你觉得 我是能随意放下的 李修竹一开口 就让七少商心中 咯噔一下 等李修竹说 我还更是觉得 不能善了 不过 七少商也有底气 连云寨一手难攻 金蛇寨被拔 主要还是 因为没有防备 大人出兵这么多 应该有要事吧 我连云寨一手难攻 大人不怕辜负黄命 李修竹文言笑了 我只要死人 不要活人 只要我放几轮火箭 光是浓烟 就最少能熏死 你连云寨一半人口 而且我另有后手 保证你们死得实不存异 现在你们要么投降 要么等死 七少商文言一致 确实如李修竹所说 大火一起 除非天降大雨 否则连云寨上 怕是少不了死人 七少商郁闷地 看了一眼身后的苍山 看来树木太密集 也未必是好事 大人真不给我们一条活络 我连云八寨抛去 金蛇寨金壮不万人 若是拼起来 大人觉得能稳赢 李修竹文言思索了片刻 忽然微微一笑 听说你们当中 江湖好手不少 七少商一听就知道 转机来了 松了半口气 自傲地开口道 一流高手五人 二流高手数十人 至于三流数不胜数 很好 那就做个交易 顿了顿 李修竹继续道 北方的战士 你们也知道吧 现在居庸官失线 我要你们夜晚 帮我偷城门 这事对 你们这种高来高去的侠客 并不难 只要拿下了居庸官 昨天的事 就一笔勾销 至于人数 凡是会武的一个寨子 最多只能留下一个 剩下的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是底线 我给你们一个 时辰的考虑时间 李修竹说完转身就走 丝毫不怕后背 露给对方 身后有那么多士兵 对方就算一动 也未必敢动手 就算真敢 大不了就是暴露身手 这时 几个当家的凑到了 七少商身旁 其中一个光头说道 大当家 怎么搞 要不拼了吧 我们这么多好手 他们即便是 装备精良的官兵 我们也定然能杀出去的 七少商文言摇了摇头 能杀出去的有多少 二流之下十不存一 寨子里的普通人能活的 有百分之一 也就顶死了 那些人里好多 都是咱们的朋友 甚至还有你们的家眷 咱们这样独自逃命 以后还怎么 在江湖上立足 这样吧 咱们举手表决 少数服从多数 愿意去夺成的举手 七少商说完 第一个举起了手 师爷跟着第二个举起了手 一时间七个寨主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纷纷举起了手 他们本就准备开始抗聊了 我也是敌人 帮自己人夺回故土 本就是心中所愿 更何况他们的手足亲人 被拿捏 还是他们有错在先 将军 他们商量好了 不过他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他们想知道 将军怎么保证 事后会放他们离开 都这个时候了 还谈条件呢 告诉他们 他们没得选 只能信我 五十之前 我要看到人 最好能来的都骑上马 王官方文言领命离开 这边七少商他们 见到了王官方 还不得开口 王官方就开口喊道 我们大将军说 你们只能无条件信任 我们大将军 五十之前 整备好人员 骑马前来 否则要是调队将军 可是要生气的 七少商身旁几人文言 不愤急了 还是七少商 将几人稳住了 但却对着王官方开口道 这位官爷 我们也想 都骑马去 但是我们寨子里的马匹有限 也就百十匹 只是所有会务的加起来 也还少五六百匹 王官方文言 沉默了一下后开口道 我去请示一下我们将军 王官方 转身来到了李修竹马车旁 说明了情况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后开口道 剩下的马匹 优先给他们配 我们换下的人 就地扎营 看着山上剩下的人 战事未结束前 不允许他们下山 采买的事情 他们出十个人 我们出一百人跟着 懂了吗 王官方一正 立刻明白 怎么操作了 属下明白 再次见到七少商 王官方开口道 去叫人吧 马匹我们将军负责 七少商文言松了口气 至少现在一切还好 走吧各位 我们先回寨子里 照几人手 等几人上山 确定周围没人了 七少商这才对着 闷闷不乐的几人吩咐的 每个寨子 留两个能顾全大局 值得信任的人 另外 我们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们 等大军撤离了 还是要想办法 转移咱们的人 若是转移不了 那就把山上的树木 从上往下砍光 这样的话 即便是对方放火烧山 也不怕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准备 我们连云寨 一手南宫守望相助 还有水源 到时候 即便是我们出事了 寨子也能无恙 听了七少商的话 大家眼前一亮 大当家说的对 而且等 我们到了战场上 这些事情 也能做完了 等拿下了居庸关城门 我们就跑 到时候 即便是他不认 也没有话说 七少商文言点了点头 嗯 那我们就回去叫人吧 每个寨子 不用多叫 一个寨子五百人 我们必须留下 放手力量 二流和三流高手 我刚才本就没多报 最少也能留下三分之一 五十前 李修竹看到了 七少商准备的人 三千五百人 不算少 抛去之前 剿匪剩下的四百匹战马 还差三千一百 李修竹当即留下了五千 还没见过多少血的新兵 不过即便是如此 也让山上的人 不敢乱动 毕竟都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 大军再次开靶 这一次没再出什么意外 但是 行走了两天后 李修竹的马车 忽然脱离了队伍 他一个人没带 自己驾着马车 去了四水镇 河澳亭镇方向 看到李修竹离开 连云寨三当家软明正凑到了 七少商身旁 轻声开口道 大当家 那狗官自己驾车走了 我们要不要 七少商也是皱着眉头 不明白这种关键事后 为何那叫李修竹的将军 为何会擅自离军 但是 看了一眼 隐隐注意着他们的王官方 七少商轻声说道 不要轻举妄动 如果你不经意地扫一眼 就能发现有不少眼睛 注视着我们 而且 居庸关关系大周百姓 在打下居庸关前 我们不应该内耗 否则受苦的 只有百姓 听到七少商的话 几个围过来的当家 都心有不甘 自己愿意 和被逼迫是两码事 隐晦的扫了周围 果然很多 双眼睛隐晦地看着他们 与此同时 李修竹和苏儒 也相对无言 老实说二人 现在的关系很尴尬 但你要说 纯尴尬吧也不是 还有点亲密 两个纯尴尬的人 能住在一个车厢 生活两天吗 虽然二人 没再发生那种事 但是也是交警而眠了 当然这都是无意识的 刚经历了变故的苏儒 十分没安全感 虽然睡觉的时候 都在两边 但是睡醒的时候 苏儒总是会在 李修竹怀里 而李修竹 也十分习惯性 把手放在了苏儒的怀里 嗨 这都是迎评 给放纵出来的坏习惯 眼看乐庭镇快到了 二人都有点不舍 但是军机不能延误 而且再短的路 也终究会有到头的时候 夜晚 烙亭县外的寺庙里 二人正在火堆前烤火 李修竹只能用天晚 进不了城来自欺欺人 苏儒也知道 但是她同样 没反对李修竹的做法 吃过一些烤肉后 苏儒看着一直沉默的李修竹 忽然开口问道 你没什么 想对我说的吗 李修竹正在添柴的动作 一致 随后苦笑着将柴填了进去 有 但是却不能开口 因为 我怕我一开口 只怕再也放不下 我可以 但我不能伤害你 苏儒也沉默了 梁九才悠悠地开口道 你是对的 这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愿你凯旋而归 无灾无难 我会在京城看着你归来的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谢谢 我肯定会安全回去的 因为那里有太多牵挂的人 说这话时 李修竹的目光 却看着苏儒 这个女人虽然一路 跟她周车劳顿 甚至两天没洗澡了 但是一样美得让人迷醉 苏儒脸上微红 不敢正视李修竹的目光 还好在火光的照耀下 看不真切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二人都没在开口 但却没有丝毫尴尬的气氛 因为哪怕两人都不开口 也知道对方的心思 现在都在彼此身上 不知过了多久 苏儒忽然抱住了自己胳膊 轻声道 有点冷 冷 看着面前燃烧的 还算旺盛的火堆 李修竹丝毫没感觉到冷意啊 等等 难道是苏儒坐到了风口 你坐我这里来吧 可能你坐风口上了 嗯 苏儒说着 坐到了李修竹身旁 但坐下没几个呼吸 苏儒却再次看向李修竹 还是有点冷 咱又不是钢铁直男 这个还能不懂啊 这一懂 心情就激动了 李修竹轻柔地拥住了苏儒 现在还冷吗 苏儒摇了摇头 李修竹觉得这就更稳了 但是 当他挑起苏儒的下巴时 梦浩然一正 看着那羽带梨花的容颜 他忽然感觉揪心的疼 怎么了 别哭啊 你这样 我看得也心疼 苏儒摇了摇头 只是流着泪不说话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也不再说话 只是温柔地抱着他 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他懂了 他舍不得 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对的 所以他才哭 如果自己非要 他可能不会拒绝 但是却会很难过 怎么可以让他难过呢 试验 二人相拥到天明 他们只是互相依偎着 甚至没有再说话 天亮后 苏儒和李修竹都知道他们 是该画上修纸符了 我们走吧 二人进了城 马车快到苏府的时候停了下来 苏儒再次戴上了斗笠 李修竹看着苏儒一步三回头 人进了苏府后 终于怅然若失地叹了口气 用了半课钟 收拾好心情 李修竹卸掉了车厢后 换上了马鞍 快速地向着燕门关赶去 时间耽误得够多了 他也不是不会骑马 加上大军现在正在往燕门关走 他属实不能耽误一点时间了 所幸他一人两马 说不定能赶在大军抵达燕门关前赶上大部队 当然就算赶不上 也相差时间不会超过半天 好在他运气不错 第二天刚过了五十 大军离燕门关还有五十里的时候 他赶了回来 将军 您的马车呢 李修竹瞥了李吾伟一眼 淡淡地开口道 我是不是还要和你汇报下行踪 李吾伟心中一惊 赶忙开口道 对不起大人 是下官语举了 李修竹深吸了口气 也开口道 算了 不是你的错 只是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告诉大家 天黑前进燕门关休整 虽然不知道李修竹为什么心情不好 但是李吾伟猜测 肯定和前两天就回来的女人有关 可是关于那个女人大人 不允许任何谈论 他们自然不知道是谁 只是多少觉得 那女人有点不知好歹 大人救了她 怎么也应该以身相许吧 大人年少英俊 事业有成 还配不上你了 诺 属下这就吩咐加快行程 七少商他们也发现 李修竹回来了 不过他们更不会跑来 和李修竹打交情 与此同时 苏府的苏如一夜都没怎么睡好 被绑架的经历仿佛噩梦 李修竹在的时候 他还可以安心睡觉 他一个人的时候 几次噩梦被吓醒 而且每次醒来 他都十分那个十分可靠的肩膀 哎 冤念 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苏如再次躺下了 眼神无神地看着维漫 瞳孔扩大 已经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只是时而露出微笑 时而露出难过 直到天亮后 他才沉沉睡去 好在他昨日才归 大家也没人一早来打扰他 快五时才有丫鬟叫他起床 另一边的上京城 几个女人也在担忧着李修竹 尤其是苏澄澄 没有见到李修竹的他 格外地后悔 那日母亲走后 他去寺庙里为母亲祈福 所以才错过了 和李修竹哥哥 见最后一面 如果李修竹哥哥能回来还好 若是李修竹哥哥回不来 他肯定很难原谅自己 弄月也很难受 但是他不能多说什么 让苏澄澄更难受了 弄月姐姐 你说修竹哥哥 一定会回来的是不是 看着这些日子 都憔悴了许多的苏澄澄 弄月叹了口气道 夫君一定会回来的 你也要好好吃饭 别你修竹哥哥回来了 你也熬垮了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你修竹哥哥 肯定要心疼的 苏澄澄闻言看向弄月 玩耳一笑 小心恶脱象了 修竹哥哥不要你了 二女不禁相识苦笑 弄月看了一眼苏府方向 苏府还是没送来 修竹哥哥的信件吗 苏澄澄闻言摇了摇头 如果有云霜 肯定已经送来了 他们应该也着急了 大军终于赶在了夜晚来临 前进了燕门关 燕门关守军将领 辅父使朱之诺 也在大军进城前 来到了城门 下官朱之诺见过将军 还请将军一步釜底 下官给将军接风洗尘 李修竹闻言眉头微皱 家喻官被围这个时候 还搞这些刑事干什么 准备好地方 让手下们吃顿饱饭就行 官方安顿好士兵 带个都尉和七少商来开会 说到这 李修竹忽然想到 自己还没地方住 朱将军给我安排个住处 要求安全可靠 不会引来探子窥视 朱之诺闻言赶忙应了一声 将军 我府邸就很安全 大人住在我府上即可 这一次 李修竹没再推辞 恩了一声 朱府比他想得要华丽一些 看起来不像是边关 倒像是京城的大户人家 对此 李修竹也没多说什么 这是不归他管 等饭菜上齐 几个将领也来了 与他们一起的 还有朱之诺 李修竹眉头微皱 开口道 朱将军怎么来了 朱之诺闻言一正 这个不是将军吩咐 要开会商议对策的吗 李修竹闻言 直接不客气地开口道 燕门官的守军 不是不能动吗 既然如此 那就守好燕门官不失就好 好了 朱将军你去巡视城墙吧 朱之诺神色一致 顿时明白了 李修竹这是不信任自己 虽然心中恼怒 但是他似是也知道 自己的暗兵不动 引起了李修竹怀疑很正常 是 下官告辞 等朱之诺下去 李修竹开口道 一人端一碗吃的 我们边吃边说 李修竹说着话 已经端起了一碗肉食 来到了沙盘前 沙盘上此时 放着几面小旗 李修竹看了看后开口道 气当家 你往日里应该有 这沙盘可有不妥的地方 七少商文言 看了看沙盘地形和旗帜 开口道 大致如此 只是这沙盘上 这只代表新罗的军队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了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再次看向沙盘 气当家 从夜门关到居庸关 大约形成是多少 七长发不明白李修竹的意思 但还是开口道 因为三座城池要守望相助 所以 夜门关相聚居庸关 大约在二十里的路程 二十里 那么就是半个时辰 李修竹看到这里不再多问 而是看向几人开口道 打仗我不是专业的 关于解山海关之围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五人文言一正 都是以为自己没听清 这 听我们的意见 五人面面相去地对视了一眼 四个下属还拿不定主意 倒是七少商当先开口了 如果是解山海关之围 也许我们可以围兵居庸关 我想刚才大人问我 居庸关的距离 也有这方面的意思吧 唯卫救赵 这也符合计谋 眼见七少商开口 王冠方他们也不能示弱了 王冠方看了看七盘开口道 唯卫救赵未必实用 新罗十万大军 围困山海关的只有五万人 所以居庸关内定然有五万新罗士兵 如果有五万人 他们根本不怕被围 其他三人也是点了点头 王冠方说到了点子上 李无为开口道 取巧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我的建议 是和山海关的守军 合伙吃下这批新罗人 山海关守军四万人 加上我们的人也有小五万骑兵 吃下新罗 这支五万人的军队应该不难 至少能将军队打散 给山海关支援 赵剑摇了摇头 开口道 虽然我们人数上不吃亏 但是新罗士兵善战 而且都是骑兵 我们双方虽然合起来九万人左右 但是骑兵最多只有六万人左右 未必能稳赢新罗 若是输了 我们也就失去了一搏的能力 李修竹摇头 这些人怎么搞的 被新罗打断了几辆了 都是一个头两只手 咋还谁比谁差了 真要说差顶多 也就是别人经常上战场 而这些人 只能勉强算是渡过了新兵器 沉默了片刻 李修竹开口道 明日上午 王都尉和李都尉 各带一支万人对骑兵出城 我要新罗军队所在的具体位置 同时要让新罗和我山海关的人知道 我们来了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 不能打 李无为和王冠方文言都猛了 或者说不止二人 所有人都猛了 这不能打是什么意思啊 上战场只能被打不能还手 王冠方当先忍不住了 问道 大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是啊 这不能打的仗我们怎么打 李修竹文言开口道 你们这次的主要任务 就是了解敌军的走向 给敌军施加压力 所以 敌进我退 敌退我扰 就是你们此次的作战计划 但是 我们都是单马 持续作战 最多也就一次性能跑半个多时辰 所以 等你们出了城 只能小跑前进 遇到敌军 小谷就打 超过五千人就撤 边撤边放箭就行 一旦马匹急速奔跑 超过两克钟 必须往回跑 另外就是 必须让山海关上的人知道 我们来了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生起斗志 七当家 给你五百人 从远方观察新罗军营 入夜后回来汇报 听到李修竹的计划 大家虽然都不是特别懂 但是实行起来不麻烦 危险性也不大 好 莫 李修竹这才点头 行了 都散了吧 第二日一早 两支万人队 和七少商代的五百人 就出了城 李修竹看了一眼就后 就下了城墙 有事通知我 莫 李修竹也没回复 而是带着阮明正去了酒馆 阮明正皱着眉头 看着李修竹 目光所及 近视沉重 你到底想干什么 把我们大当家派出去 却非要我陪你来酒楼 难不成你 把我当成了青楼里的井 那你可就错了 我阮明正宁肯死 也绝不陪你这种狗冠 而且你居然敢一个人 跟我来喝酒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你喜欢七少商吧 你也不想七少商 横死在外吧 这一瞬间 阮明正犹如被捏住了软肋 顿时间被拿捏住了 只见阮明正的语气 变得和缓 眼神中带着屈辱和交集 你不能杀大当家 你 你不是还需要 我们帮你夺成吗 李修竹闻言轻笑 你刚才的嚣张劲呢 我就喜欢你嚣张的样子 不过他之所以 找阮明正来陪自己喝酒 可不是为了睡他 虽然阮明正长得也还不错 但也仅仅是不错 不说 比自家老婆 连迎平都略有不如 当然要是算是那骨子英气 倒是能和迎平平分秋色 认识西红泪吗 西红泪 阮明正眼睛一眯 带上了嫡意 不过这嫡意 不是冲着李修竹来的 而是西红泪 你是为了他叫我来的 其中之一 跟我说说吧 阮明正文言汉手 喝了一杯桌上酒 这才开口道 西红泪是毁诺成城主 被誉为江湖第一美人 据我们大当家说 他为人有魄力 性格独立 有主见 敢爱敢恨 敢作敢为 外柔内刚 重情重义 文武全才 威武不屈 心思缜密 敌友分明 倔强 真诚 细心 内心比较强大 就是有些固执偏激 有一定感情用事 却也知道 以大局为重 亦有体贴柔情的一面 李修竹文言 把玩着酒杯笑了笑 你们大当家 倒是当真不吝啬他 怕是形容好的词汇 都让他用上了 说了这么多 你见过西红泪吗 是否真的担得起 江湖第一美人的称呼 李修竹的话 似乎说到了 阮明正的痛脚上 任谁也不喜欢 听自己喜欢的人 夸赞别人 阮明正再次喝了杯酒 这才继续道 配不配得上 江湖第一美人我不知道 不过 我确实见过我西红泪 大概率上 他应该配得上 他虽然性子甚烈 长得却柔美秀气 他的手白皙嫩滑 秀气云美 一点也不像武林人士 他一笑 让人感觉整片天空 都四亮了亮 那一双铜碱水 眼尾如钩 当真是比水还柔 比花还娇 比梦还一岁 比心唐还楚楚 若让我形容 似乎美不堪看 花不堪开 画不精液而成 更妙造自然 似乎只有 只能形容他的美 西红泪 而像一道黄昏雨后的彩虹 要天地间的机缘巧合 才能搭出这样飘忽 而不可捉摸的彩桥 他以气质取胜 故比美丽还美丽 可堪细赏耐看 随着阮明正的话 一个美人悦然于胸 虽然他并非 是为了美人而问 但也是难得的好奇了起来 如此病骄的美人 也不知道 比起李琉璃 孰强孰弱 李修竹没说话 喝了一杯酒 不知道在想什么 阮明正再次喝了一杯 看着李修竹 沉默了两酒 忽然问道 你想要西红泪 李修竹闻言一正 这个他只是犹豫了一下而已 穿越了 自然所有好女人都想要 但是西红泪他一没见过 二没了解过 唯一听到的 还是从阮明正嘴里 说出来的一点点 至于西红泪这个人 则是他猜的 毕竟七少商和连云寨都出来了 再来个西红泪也是正常的 你要帮我 阮明正没说话 但李修竹忽然懂了 阮明正喜欢七少商 喜欢得不得了 那么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啊 李修竹笑了 听闻赛诸葛阮明正 志气非凡 正好我也见识见识 李修竹的话 让阮明正也笑了起来 可以 但是我需要将军 你的配合 这一波各取所需 就很舒服 可怜的也只有七少商 和西红泪了 说说看 我要怎么配合 我要将军 让七少商带军 去打兴罗 虽然觉得自己的要价很合理 但是阮明正依旧解释道 这么做的好处有三个 第一 把西红泪骗来 只要能让他 留在边关 和将军朝夕相处 我相信将军 有能力拿捏西红泪 第二是七少商北 伐兴罗王亭 哪怕不打王亭 只是打各族的秋风 也能让兴罗人心惶惶 无力难下 第三 我和七少商朝夕相处 有了感情 甚至拿下了他 那么西红泪必然伤心欲绝 这种时候 正是将军趁人之危的好时机 李修竹听得暗乎精彩 果然 女人狠起来 就没男人什么事了 李修竹想了想开口道 行 这点小配合问题不大 今夜我打算夺成 然后七少商 就会出军北极 所以西红泪的事情 你准备安排人吧 阮明正文言点头 刚要起身 忽然眉头微皱 大将军叫我陪同 就是为了西红泪 同为女人 阮明正有点嫉妒了 怎么大家都喜欢 那么看似柔弱的女人 好在李修竹 没让他多想 李修竹摇了摇头 开口道 当然不是 西红泪不在我的计划内 我叫你来是想让你 帮我打探打探这边关的事情 这种事 总不能我一个将军打探吧 而且 你是女人 更容易降低别人的防备心 说着李修竹 把玩着手中的酒杯继续道 小心一点 边关的探子应该不少 而且这里的世家 可能有不少 有一心的 居庸关的大门 就是这些世家 土足打开的 阮明正文言眼神一利 硬了下来 交给我吧 傍晚前我回去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放下了一钉银子 起身走了 小二 结账 李修竹也不去管身后的阮明正 怎么花那钉银子 起身回了朱之诺的院子 是该给家里写家书了 这个事 一开始他是忘了 因为后世有事 都打手机 哪有写家书这种东西 不过 就了苏如的第二天 苏如无意间提了一嘴 他才想起了家书的事 如今 第一封家书 应该也到了上京城了吧 李修竹猜得没错 家书是昨天快入夜的时候到的 至此家里担心的女人们 才松了口气 不过这家书 只有富家的 苏诚诚并未接到 因为那时李修竹 和苏如 刚有了难言的事情 实在是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苏诚诚 李修竹没想到 就是因为他没送家书 给苏诚诚 反而让苏诚诚 去了富家 一连七天 都没等到一封书信 苏诚诚和弄月 实在等不及了 二人一商量 就去了富家 找富月华不可能 有跟大富士威的嫌疑 但是二人和富云霜的关系不错 云霜 你姐夫还没有来信吗 富云霜一看到二人 就知道他们为什么来 顿时心中叹了口气 姐夫来信了 昨天夜里刚到的 我本打算今天让人 指挥你们一声的 没想到 你们就来了 来信了 信呢 富云霜一致 好在他早有预料 开口道 信就一封 在我姐姐那里 大致就是人在路上 安好无念 苏诚诚 倒是没有怀疑 只是疑惑地问道 还没到边关吗 这都已经第十天了 按照那封信的时间 最多也就是四天前发出来的 我记得 他们是骑兵队来着 富云霜文言提醒道 姐夫是坐的马车 肯定是因为 姐夫耽误了不少时间 苏诚诚文言 恍然点头 我倒是忘了修竹哥哥 并非五官出身 不会骑马 倒是弄悦 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富云霜 压根就不幸 李修竹只寄了一封书信 与此同时 李修竹也将 新写好的四封家书 以及给皇帝的书信封好 四百里加几吧 四百里加几 是日行四百里 一般只需要跑一个 白天就行 八百里 是要跑一日一夜 以距离来算 边关道上京城 这书信第四天 发出时就会到 全程一千二百里 用十三天 之所以 这次给苏诚诚写信 李修竹是想明白了 有些事 发生了 就是发生了 就当有缘无分吧 虽然现在也不违规 就相当于 和姐姐分手了 和妹妹恋爱一样 但是谁让她心里 也有了那个人呢 现在和苏诚诚在一起 是对苏诚诚和她的不尊重 至于给陛下 则是汇报任务 陛下规定 十天内到到边关 卡在第九天夜里 她到了 时间一晃 来到了黄昏 四个都尉 和七少商都回来了 准备好了韭菜 李修竹开口问道 新罗的底子 摸得怎么样了 王官方几人 对视了一眼 王官方当先开口道 新罗大营 就在三关中间 这个位置尽可攻 退可守 而且地势略高 适合奔马 很难攻打 李无为也开口道 今天我们四支队伍 都和对方溜了一圈 很难缠 对方攻马娴熟 比我们都强不少 而且最少 都是一人两马 短时间作战还好 超过我半个时辰 我们就开始吃亏了 李无为的话 让几人都认同地点了点头 不怕不自知 就怕盲目自信 赵剑有点头疼地开口道 现在的情况是 我们要打对方 最少得二打一 还不一定能打过 毕竟山海关里的 并非都是骑兵 齐昌开口道 所以现在 我们怎么办 李修竹文言 看向七少商 七当家怎么说 七少商文言 思虑了片刻 手指在鼻子上妈撒着 两久才开口道 现在吃下这颗钉子很难 说着七少商 看向李修竹 不过 讲究找我们来的初衷 我们倒是有把握 我们夜袭 居庸官夺门 我有八成把握 就是不知道将军的人 能不能打下居庸官了 如果我们拿下了居庸官 那么在我们腹地的 这支新罗兵 就会成为一支老鞭 瓶中捉鞭的鞭 到时候 只要我们三个城池 都能守住城池 这支军队不攻自破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开口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只有将近五万的军队 硬吃的话 就算我们有山海关守军 配合勉强吃下了 这支新罗军 我们也将无力 再守山海关 届时我们就相当于 失去了两成 这对我们 对周朝而言 都是巨大损失 所以我决定 今晚进攻居庸官 李修竹的话一出 其他几人都愣了 就是七少商 都是眉头皱了起来 大人不可 我们今日骚扰了 对方一天人困马发 此时出征必败无疑 七少商没说话 只是已经想好了 等夺了成大军 一进城 他们就跑 如此没脑子的将领 他不能让连云寨的人 跟着丧身居庸官 是啊 大人 这时候真的不能打 大人 不等几人说完 李修竹就笑着打断道 好了 虽然是要今晚打我也没说 现在就打 现在秋夜 天亮前刚入卯时的时候 就是我人最疲乏 最困顿的时候 这个时候对方必然没有防备 甚至没什么精神 所以你们你们现在 就可以吩咐大军 吃了饭休息了 我们饮食起床做饭 吃七分饱 然后直奔居庸官 在身时的时候攻城 说着李修竹 看向七少商 其当家 麻烦你们早出发 一个时辰 观察我对方防守 等身时一到 立刻攻城 我会命大军布国马蹄 给马套交 在饮食六克前 抵达居庸官外一里地处 七少商没想到 李修竹想这么醒 除了抵达的时间 比较紧张 其余的 都是近乎完美 如此一来 对方又困又饿 加上没吃早饭 大军混乱 那么夺成的概率 能有九成 七少商沉默了三秒钟后 神色认真的开口道 好 我兄弟 一定会在卯时 打开城门 还请大人 一定莫要误了时辰 我兄弟们的性命 就压在大人这里了 李修竹也同样 神色认真的开口道 放心 饮食两克 我轻率大军开靶 只会早到不会晚到 七少商没再说话 而是拱了拱手 李修竹看到这里笑了笑 好了 散了吧 都下去安排吧 孙慈 你留一下 几个将领 同时抱拳 莫 此时 不过大军正在吃饭 也才晚上七点 距离饮食三点 还能睡三四个时辰 足够战士 和马匹恢复体力 等几个将领离开后 孙慈看 向李修竹 等待吩咐 这时候 能被单独留下 八成是有重要的安排 也确实如此 李修竹 直接开口问道 孙慈 你的兵现在 还有多少人可用 他们这几支队伍里 孙慈的兵最守 因为之前连云寨留下的 都是他的兵 加上之前 剿匪折损 他这支队伍 大概只剩下四千五百人 再抛去后勤兵两千 这支队伍 还有两千五百人 回大人 出去保卫后勤的士兵 我们还有两千五百人可战 李修竹文言汉手 和他想的差不多 这场仗 你就不要打了 给你两个任务 第一个就是守好 居庸官的关门 尤其是夜脸 孙慈一政 大人是觉得 新罗会连夜攻城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往外攻 还是南下 李修竹起身 看着大厅外被遮蔽的圆月 开口解释道 因为进了居庸官 我会杀掉当地所有的士族 没有了士族脚屎棍 居庸官一手难攻 山海关罗世成将军 因为居庸官的事情 也必然会加强守卫 只有这夜门官我不放心 朱之诺虽然没有丢失夜门官 但是谁也不知道 这里的士族 和他本人有没有辩解 孙慈猛了 没想到李修竹居然如此胆大 要屠戮居庸官的所有士族 要知道 那些士族中不乏有那么两个 朝中大臣的家族 这 不怕出事吗 孙慈想了一下 沉默后开口道 大人 屠戮士族是不是太 李修竹不等孙慈说完 看了一眼孙慈 开口问道 有你家家族 孙慈闻言赶忙摇头 没有 没有 就是咱们如此做 朝中 恐怕会起很大争议 我记得有三五位大臣家的士族 在屠戎关有分家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别说分家 就是宗家 我也砍了他们 今天我让人去调查 屠戎关的士家反水 居然多达三成 屠戎关城门站 打了三克钟才被打开的 剩下的这些士家 居然没有一家 前去帮忙 若不是有人反水 若不是他们袖手旁观 屠戎关根本不会失 而再来一次 我们可能也会吃亏 这些蛀虫的家 盯都算上 恐怕有上万人 我们承担不起 再次丢失屠戎关的后果 所以他们必须死 孙慈这次不再说话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劝了 而且若是 他们失去屠戎关 没能帮杀海关解围 那么回去 也是死罪 死到有不死平到 孙慈也明白了 李修竹刘 他在这的原因 大人 若是我们这城里 也有士家反叛下官怎么做 也是全杀 好小子 你总共才四千五百的兵 哪来的这个胆子 你主守城门 然后命朱之诺 派兵诛杀叛变的士家就行 至于剩余的 我自有安排 阮明正去找西红类了 等西红类来了 有几百个江湖人 撑场面夜门关守住 是没问题 阮明正以他的名义说 拿捏住了七少商 让西红类的人 帮忙维稳夜门关士家 让他自己去居庸关 找自己谈条件 同时 阮明正在信里 还表明了家国大业 以他对西红类的了解 西红类是必然会带人 来稳住夜门关的 说到底 他们这些自立山头的 都是些可怜人 或者说忠于百姓的人 而李修竹虽然觉得 阮明正这么弄 让他有点牙疼 但是李修竹也没反对 他需要这股兵力 也想看看西红类 若真的是 让他心动的类型 他不介意拿捏一下 和那些官家小姐不一样 这种江湖人被拿捏 不需要考虑太多后果 哪怕是反贼 和皇帝说一下 也就没任何问题了 吩咐完孙词 李修竹也去休息了 时间一晃 五更已至 被叫醒的李修竹洗了把脸 精神了一下后 喝了点米粥就跟着大军出发了 今夜的夜色很好 阴云密布 月光根本透不下来 如此月黑风高夜 正是杀人好时机 莫说一里地了 怕是超过一百米 就看不到人了 李修竹也是昨夜看乌云密布 才定下席城的 不然月色高挂 离得老远就看见了 那还打个屁 夜色中因为马匹踩了步 所以发出的声音 连石杖都没传出去 加上马嚼子 马匹连个闷响都打不出来 一路安静地来到了居庸关前 李修竹远远地看了一眼城墙 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 一个个新罗士兵 不断对着空气磕头 显然一个个都已经困到了极点 城墙不远处的七少商 他们则在犹豫 大当家 我们的人到了末啊 我们这就出手 是啊 万一人没到 我们岂不是白死了 是的 没人觉得自己能平安无事地回来 这一趟 大家都觉得 自可能会死 七少商沉默地思考着 坚毅的目光 带着睿智的面容 让人看到 就会产生一种信任感 少许 七少商还是决定 相信李修竹 现在有退出的还来得及 你们要有退的我 七少商不会怪你们 但是若是延误了战机 别说家里那边 我就是百姓这边 你们能过得去 自己的心吗 七少商的话 看似让大家选 但其实并没有给大家选择的机会 都把人家在火上了 这时候除非有不要脸 不魂江湖的人才会退出 大当家哪里话 我颜洪志 不是那样的人 大当家一句话 我颜洪志 绝不有二言 就如七少商所想 没人退出 这让七少商松了口气 本就没多少人 要是再少 就拿不下城门了 七少商虽然有私心 但是根本上 还是为了大意 就和他上连云寨一样 走 出发 先摸过去等我口令 与此同时 西红磊 也收到了软明正的信 看着七少商等人 被官府拿了去打仗 顿时间 西红磊坐不住了 虽然已经是深夜 但是西红磊 还是立马叫了侍女 小红 安排两个探子 去连云寨 查看一下连云寨的情况 天亮了叫二娘 三娘 四娘来议试 西红磊柔弱的 脸上眉头紧锁 挂满了担忧 是 大娘 西红磊的称呼 又叫西大娘 天知道她一个 二十多的姑娘家 为何喜欢这种称呼 不过 似乎也正常 剩下三个一样 没有多大 就在西红磊 在那交集 等待天明的时候 七少商他们也等来了 合适的时机 忽然一声 夜音的叫声 在居庸关下响起 声音不大 对于昏昏欲睡 早已听惯了 虫鸣鸟叫的守卫 来说再正常不过 但是此时 他们却不知道 这一次的虫鸣 对他们而言 是个催命符 叮叮之声 打在城墙上 发出轻响 就在城头上的士兵 还在异政的时候 微微睁开的眼帘 只迎来几道 血量的刀光 随着第一声 乌叶声响起 大脑的保护机制 让他们开始快速开机 但当他们睁开眼的那一 瞬间人骂了 只见城墙上 不知何时 已经上来了 不少大洲的江湖人士 这些人正手起刀落 快速地收割着守卫的生命 慌乱之间 百分之九十的人 不会选择拼命 而是疯狂地逃跑 和嘶吼 嫡媳 嫡媳 救命 敌人破场了 快跑啊 七少商甩了一把刀上血 看着越来越多的部下 登上城楼 再看了一眼新罗的士兵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如此砍瓜切菜 仿若如入无人之境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不过这夺城门的活事做到了 老五开城门 随着七少商的一声轻喝 游天龙顿时呼喝道 兄弟们把城门打开 七少商伸手入怀 逃出一只想见 大当家 城门开了 直砰 随着一声炮响 李修竹闭着的眼睛睁开了 传令 夺城 五 号角的声音响起 顿时城头上的七少 伤心中一安 还好李修竹没有哄骗他 随着号角声响起 黑色骑兵 犹如一道黑色的洪流 快速地向着居庸关流淌 这只洪流 早已排成一帐宽的长蛇阵 毫无阻碍地冲进新罗城 黎明的前夕 已经能隐隐戳戳看到人了 至于城门有火把 自然也不担心勿伤 李修竹没去前线 他的身旁 有一百人守护 这些人虽然只有一百人 但却各个沉稳 一看就是精锐 然而这些不只是精锐 还是五支军队中最好的骑射手 凑齐的敬畏 李修竹听着城内的喊杀声 转头看向新罗大营的方向 新罗大营距离此地十里 来一趟快马 最少得两克钟 加上这个时间 肯定是要整军的 没一个时辰下不来 而且此时也只是喊杀声 不见火光 对方未必能察觉 注意点 但凡是从居庸关跑回来的人 不分敌我 杀无赦 喊杀声 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时辰 就和李修竹预料的一样 一直到城内安静下来 也没见到新罗大营的人到来 太阳彻底升起 阳光洒在脸上 仿若驱散了居庸关的血气 李修竹深吸了一口气 终于驱马来到了居庸关内 关城门 城门嘖嘖压压地再次关闭 李修竹对着将士们开口道 现在去世家抓他们的全部男丁 但凡有反抗 杀无赦 另外 全军不许骚扰百姓 这些世家的女眷不许引辱 但凡让我发现 有一个杀一个 听到没 大家一时间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李修竹 不过好在这些兵 都是京城的新兵弹子 虽然新 但却有一个好处 就仿佛一张新拿出的纸 还没怎么染上色 李修竹眉头微皱 大喝道 怎么 没吃饭 还是听不见 诺 李修竹心中摇头 面上却点头 这些逼们真是没文化 也只能说个诺表示领命了 很好 支持你们 互相监督 若是举报 有人迎人女眷者 百夫长下官生一级 都尉之下三次官生一级 若是有骚扰百姓者 百夫长下 举报三例 官生一级 都尉之下 十次官生一级 不过 若是恶意诽谤 已经查实 官掉一级 若是无关可调 两次后展立决 这下所有人都兴奋了 若是有人犯罪 举报的话 那升官也太快了吧 七少商等人也是意外 这还是第一次 看到有大军 不骚扰百姓的 行了 前夫长带人去抓人吧 随着李修竹话落 大军轰然而动 战马在居庸关内 开始纵横 百姓开始瑟瑟发抖 生怕这些官兵 闯进家中 世家平淡 仿佛谁也不怕 李修竹的兵杆 闯入家中 在他们看来 除非是劫匪反贼 否则无论哪一方 都要拉拢他们 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当然 他们也不是毫无准备 诺大的宅子里 都有千多号打手 七少商看到人群散去 刚要开口 李修竹就开口道 七当家 在下有一事求你 七少商闻言心中一紧 心中 升起不祥的预感 但紧接着 就开口道 将军请说 人为刀卒 我为鱼肉 由不得他 不过他也没直接答应 总要有点回旋余地 李修竹 则一下就听出了 七少商的猫腻 但是他只是笑笑 全当没听出来 新罗出兵十万 受困五万 经过这一夜外逃的 应该有 两三万游泳散旗 所以 我想请七 当家带军一万 一人两马一路追杀 所过之处 强强 该杀杀 只要不是我大洲百姓 我允许你们烧杀掠夺 只要不迎人欺女 我不过问 所得财物 我均和你连云寨兄弟 各得一半 我绝不伸手 李修竹的话一落 不但是连云寨的人 就是几个都尉 也心动了 李无尉当先开口道 将军 属下愿带兵追杀 将军 属下愿带兵追杀 将军 将军 这边连云寨的人 互相看了看 几个当家的 也凑到了七少商面前 大当家 这些外族藩帮 时常来我大洲打秋风 我们抢回来 也是正常的 是啊大当家 咱们平日里 虽然偶尔抢一次负伤 但是也是杯水车薪 几个寨子的伙食 都有所下降 是该抢一波了 阮明正早就知道 李修竹的计划 带上七少商本 就是他的主意 是以附和道 大当家 若是我们真的能一路杀到 新罗王亭 杀了他们的轻壮 至少十年内 新罗都无力难下 这不光是为了我们寨子 也是为了大洲百姓 而且 我看这将军 也不是让我们去送死 有一万大军在 除了新罗王亭 没人能挡下我们的铁骑 听到阮明正都这么说 七少商明白自己 已经没反驳的权利了 不然 大家必然对他离心离德 七少商忽然有点累了 若是新罗 真能消停十年 也许自己就能去找 红磊安新过日子了 想到这 七少商也想通了 好 事不宜迟 将军我们现在 就可以出发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抱歉 还得等等 那些世家不除 现在人我还不能给你 不过别着急 最多吃过午饭 你们里人出发 七少商文言眉头一皱 终究是叹了口气 没再开口 完了对方说不定 就重新组成有效防御了 但是 李修竹说的没错 此时那些世家更为重要 让外必先安内 就在七少商沉默的时候 城内再次响起了喊杀声 李修竹文声笑了笑 看来这些世家 也不甘于等死吗 这时阮明正 上前一步开口道 将军 不知道我连云寨的兄弟 能不能帮上忙 为将军 扫平一些谋逆 李修竹一正 随即转头 看一眼阮明正 摇了摇头 你们过了午时 就要出发 不适合再劳来 你们是我对方 心罗的最大仪仗 必须休息好 至于机会 你们也不必着急 在外贵族无数 他们的等级制度 让他们富有的人 也更富有 所以不必盯着 这些蛀虫 恐怕我你们北上王庭 还没到王庭 就已经收获满满 不得不回了 李修竹这么一说 果然连云寨的人 平静了下来 是的 外族珍宝无数 不用盯着这些世家的 撒瓜俩枣 只有阮明正文言 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李修竹 这些世家 真的是三瓜俩枣 不 众所周知 地方官员更贪 同样的 地方世家 可是比当官的 还能敛财 就在李修竹他们 打下居庸官的时候 西红类也在和三个当家的 商议出兵之事 唐婉慈听到西红类 要带人去夜门关救七少商 有点不乐意 大娘 七少商他心中没你 选择了连云寨的人 你这 南婉楚 也跟着开口道 是啊大娘 为了七少商 难道你要致我们 毁诺成数千人的 生死于不过 西红类文言 眉头微皱 顿时一股子柔弱的 味道就出来了 虽然他为人有主见 有魄力 敢爱敢恨 但是他脸上的柔弱 带给不了他威严 也只有他发怒的时候 才会让你有那么 一丁点威严感 是的 有 不多 只有一丁点 我不是来跟你们商业 是通知你们 夜门关 我肯定会去 不过不会带走 毁诺成的所有战略 五百人 挑选五百 愿意跟我去的好手就行 看着还要说话的三女 西红类继续道 我不仅仅是为了七少商 也是为了边关百姓 和毁诺成 大家都知道 这次兴罗出兵之重 若是对方 打破夜门关门户 边关百姓 定然名不聊生 我们虽然自有一城 但是靠近边关 只有三千精锐的 我们能抗住兴罗的大军吗 三人文言沉默了 西红类 都已经这么明白地说了 那么无论是为了七少商 还是为了毁诺成 都得出兵 大娘带五百人少了 带一千人吧 我跟大娘一起去 说着秦婉晴站了起来 四娘还小 担不起大任 二娘得坐镇 毁诺成守着大本营 那么自己 也就是最合适的了 西红类看了眼秦婉晴没拒绝 人多点能做的事情更多 而且三娘素来有极致 是旧妻少商 跟着自己去的最好选择 看另外两人沉默 西红类顿时起身 既然如此 就按三娘的意见来 三娘你收拾一下出发 小红 去多选出五百人来 小红作为西红类的侍女 自然早见惯了这样的事 文言立刻开口道 城主 小红亲自做主 多选了五百人 等三娘准备好 随时可以出发 压力给到了秦婉晴 不过她还真得收拾一下 郑军 等我一刻钟 秦婉晴说完转身就走 他们这种半个江湖的人 自然会随时准备 一只可以出行的行囊 秦婉晴回去换身便装 拿上行囊就能走 主要是这身衣服 在边关太显眼了 太阳出来的那一刻 就在李修竹 打下了居庸关的时候 西红类他们也出发了 五十七少商 带着连云寨的三千多人 和七千军队走了 城里的世家 一共七家反抗的五家 都被摁死了 剩下的两家 则被逮到了李修竹面前 看着李修竹 两个世家百十号男人 都不敢相信 实在是李修竹太年轻了 年轻的仿佛 应该像是的新兵蛋子一样 将军 您抓我们是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李修竹文言 没有急着说话 而是压了一口茶后 才开口道 本将军并非乱杀无辜的人 但是那是听话的无辜 若是不听话 那也只能宁肯错杀 一百也不放过一个了 你们之所以还活着 就是还算听话 但也只是还算 听到李修竹的话 顿时一个中年人会议的问道 不知道大人需要什么 小人尚且小有家产 也很听话 若是能帮到大人 小人一定倾尽全力 李修竹文言看了一眼 说话的中年男人 这人看起来貌似三十多岁 一副精明的样子 一看就很精于算计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后 忽然开口道 你们还有多少家丁打手 二人文言 立刻以为李修竹是在征兵 这很正常 不过也很大胆 一般不是走到绝路 不会有一个将领 会选择在一个不确定的地方增兵 这一刻其中一人 不禁有点小事 李修竹了 无非就是手下厉害点 手段很辣的点 跟他们这种聪明人 比起来差远了 二人也不怕李修竹增兵 反而向李修竹多要 我府上有一千二百户院 我府上有八百户院 两千人嘛 也够了 回头你们两人 找个亲信 带人去叫人 官方 你找个签护带他们去修城墙 记住 若有反抗杀 反抗人数过半 就都杀了 回来说一声就行 王官方文言一证 不过今天杀的 已经够多了 也不在乎多这几个 是 大人 行了 都带下去吧 是 大人 这一刻两个世家 上百号人都妈了 还能这么操作的 顿时两个家主 互视了一眼 顿觉不妙 李修竹的想法 太难揣测了 但是做错了事 是要死人的 不过二人 也看出了李修竹的喜怒无常 也不敢再开口 只能下去找清姓回家了 与此同时 驻扎在三官之间的新罗兵 也终于察觉到了不对 大人 下面人刚才巡逻 发现居庸官上 没有咱们新罗的旗帜了 这一瞬间 金达康顿时梦了 这句话的意思太好懂了 但就是懂了他才更梦了 什么时候 昨天夜晚周军偷城了 可是 为何没见到有人 放求救信号 李修竹这边 是放了想见 可是想见 也不可能穿越石里的声音啊 就是后世的烟花 也没多少能做到这种程度 倒是有爆炸时的亮光 但可惜那个点 大家都是昏昏欲睡 新罗的观察员也是 漏掉了那一闪式的光芒 混蛋 你是说巨庸官没了 说着话 金达康将传讯兵薅了起来 揪着他的脖领子问道 混蛋 你敢骗我 大人 小人真的没骗你啊 金达康怒视着传讯兵 看不出任何说谎的样子 金达康的心中一凉 顿时怒声道 什么时候的事 为什么现在才说 大人 我们也是天亮 去巡逻的时候发现的呀 金达康怒得不行 这特么巨庸官失守 这么大的事情 居然没一个人察觉到吗 来人 把他关起来 等两个侍卫冲进来 金达康继续道 派人去巨庸官查看消息 看看巨庸官现在是什么情况 如果查出 还在我军手里 就把他剁了卫英 此时的金达康 没人敢捋虎须 与此同时 李修竹派出信时 也在飞速地来到了山海关外 来者何人 我乃皇城十六位百户李响 大将军 可在 山海关现在在战时 自然不敢开门 李响也只能在城墙下告知 此时是早上 担心新罗工程的罗世成 自然来到了城楼 听到对方叫自己 罗世成看向城楼下 黑色的兵甲 让他很是熟悉 一眼就认出了黑甲兵的来历 顿时就信了三分 我是罗世成 你们的将军是谁 百户李响参见大将军 我们的将军 是票机大将军李修竹 罗世成文言一正 看向下面的黑甲兵 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说的 可是傅丞相的女婿 李修竹 传训兵眉头微微一皱 将军的事 我们不知 我话传到了 大将军 可有要带回的话 罗世成还是不信 陛下这次派出了多少援军 回将军 一共五万 不过哲损不少 现在还在居庸关的人 算上伤病 三万出头 哲损加上连云寨 加上去北上的军队 加上昨夜一仗 打下了和平定时加 李修竹所在的居庸关 还剩三万可战士兵 三千轻伤 五百众伤员 上战场拿有不死人的 双方一方五万人的战争 他们只死三四千人 真的不算多 不过这话听到 罗世成这里 就是伤亡近两万 拿下了居庸关 但是 即便如此 罗世成也想称李修竹 一具用兵奇才 要知道双方 虽然一方五万人 但新罗人 可是站着居庸关的 好 告诉你家将军 守好居庸关 不要随意出兵 对方虽然安营扎寨 但是定然不会有太多粮草 坚守半个月后 等我降临 就在这时 大约一公里外 忽然响起了 轻微的响剑声响 听到信号 小兵面色一变 立刻快速开口道 大将军 敌营朝这边来了 若是没其他吩咐 属下必须走了 嗯 快点走 小心点 务必把本将军得花呆到 哇 话落理想快 塑调转马匹 在山海关前 掀起了一阵烟尘 这时罗世成一旁的 父亲 这个传令兵的话你信吗 罗世成文言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给罗承看迷糊了 不过 不等他再问 罗世成就解开了他的疑问 他的话 虽然有点夸张 但至少有七成可信度 你应该看出来了吧 他穿的是 京都十六位的战甲 京都十六位素 来拱卫皇城 不离上京 他们的盔甲 基本不会出现在边关 当然也不排除 有人大胆妄为 胆走私军险 所以他的话只能信七成 入夜了派十个赤后 出去探探居庸官 记得一一记下他们的样子 如果居庸官上 都是我军军起 让他们将我之前 对的话在对手 将说一声 另外 派五个赤后 去夜门关询问 现在也放出去 五个赤后 若是新罗试了居庸官 对方定然会有所行动 这一刻罗承 看到了父亲的老辣 是 父亲 罗世成猜得没错 新罗人确实动了 还是向着李修竹的居庸官去的 在金达康想来 对方虽然 可能夺了居庸官 但应该 也损失惨重 这个时候 是李修竹这支军队 最虚弱的时间 若是夺成 此时 是最好的机会 是以金达康直接起营 打算罗世成反应过来前 直接进攻居庸官 现在拿下居庸官 是他唯一的念想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防止罗世成 得到消息 他还派出了 十个百人队 封锁山海关周围 防止赤后通信 金达康的做法 是对的 消息太晚 等他派兵出来的时候 这边赤后 已经开始往回跑了 只要能在包围圈 形成封锁前 离开圈子 那么就问题不大 而且 刚才的想见 也确实吸引了 新罗的兵力 有时 李修竹终于听到下属来报 将军 新罗大军 果然如将军所料 到了城外 李修竹文言 伸了个懒腰 开口道 走吧 我们去看看 那些世家 查抄得怎么样了 没有引起混乱吧 传讯兵赵七文言 顿时开口道 赵都尉来报 那些女眷 已经安排好了 除了几个 口出狂言的刁女被打 并未有任何意外 嗯 安排三千伤兵 看着他们就行 不用浪费兵力 莫 李修竹说着 画出了郡守府 骑马快速地前往 居雍关南门 李修竹来到城门的时候 花官方 李无为和齐昌都在 将军 将军 李修竹摆摆手 拿出了千里 竟朝着远处 那黑压压的一片人影 看了看 此时 对方阵营前有一金甲 将市政看着这里 二人 似乎目光相对 但李修竹清楚 对方只能看到个城墙 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李修竹 拿着千里竟扫了一眼 看对方 草草搭起的帐篷 连个围栏都没力气 顿时心中知道了 对方将领的打算 官方 你带一万人去城北睡觉 无论有没有 听到喊沙声 都不要过来 无为 你带一万人 先守着这边城墙 齐昌 你带人生火做饭 吃完来换无为的人 对方最吃惊艳 就会攻城 你们要小心谨慎 听到李修竹的吩咐 三人都没任何意义 王官方领命 李无为领命 齐昌 除了李无为 花官方和齐昌 都下了城门 李无为这才开口道 将军 对方攻城的话 我们能坚持几天 李修竹闻言 看傻子一样的 看着李无为 顿时给李无为 看阴梦了 李修竹 这才开口道 对方一共就五万人 现在最多 也就是困兽油斗 一鼓作气 再二衰 三二劫 只要你们顶住了 前面几波 对方就只有 临死前能反扑一下 只要你们不放松警惕 有雄官聚守 北方没有新罗威胁 别说能守多久 你就是守一年 也问题不大 这实理无为一致 好吧 是他傻了 众所周知 同等兵力下 攻城的基本不可能赢 他们之所以能攻下居庸关 是有七少商打开了大门 还是在人最困的时间段突袭的 而之前新罗 能攻进居庸关 也是因为 居庸关里的世家 勾结外贼 只是他们现在被围 粮草带的 可不够一年啊 将军 那粮草 李修竹文言 摇头笑了 那些世家 可都是囤囤鼠 还能却咱们粮草 刚查封的粮草 足够一支 十万人的编队用一年 金银珠宝 更是数不胜数 回头我拿一成 连云寨的人如果回来 给他们一成 三成给奋战的兄弟们 只要英勇作战 不偷奸耍华 都有奖励 三成留给伤亡兄弟们的抚恤 每年发一次 十年发完 剩下两成 给他们的未来 也就是一学的建设 李无为听完李修竹的分配 顿时间伸手抱拳 我替这些将士们 谢谢将军 他本以为李修竹 最多能分出来一两成 给他们喝口汤呢 以前的上司 可都是这样 李修竹无所谓的白白手 回头跟大家说明白 我李修竹 不是既想马跑 还不给马吃草的人 先有兄弟们的 再有我的 李无为再次开口 将军大意 行 打仗什么的 我不会 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我晚上再来看看 李无为立刻开口道 将军放心去休息 属下定不让新罗人 登上城墙 李修竹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就算新罗人打进城了 他也能从容退去 反正 山海关之为他解了 除了初出计谋 也没没什么能做的了 就算新罗人 真的打下居庸关 也没办法 再威胁山海关 更何况 他们还有个北上军呢 与此同时 经过了三个时辰的长途跋涉 西红泪进了夜门关 夜门关虽然在战时 但并未关闭南边城门 只是入城严格了很多 当然 哪里都是有钱就有道理 更何况 西红泪看起来 就像一个弱智千千的小家碧玉 自然不在这个管理范围内 至于他的手下 也是想着办法化整为零 都混了进来 大娘 现在我们做什么 租个大宅子 让人去打探一下消息 然后等 随着西红泪的话落 上千人的队伍运作了起来 西红泪虽然心交起少伤的安危 但是也没办法 必须得一步步来 太阳一下山 去连云寨的探查的人回来了 大当家 连云寨周围有官兵围困 只是我有点看不懂 我看有寨子上的人下山 买物资 官兵也会带他们去买 顿时西红泪眼中 金光一闪 好了 你下去吧 等人下去后 他看向秦婉晴 三娘 看来七少伤 他们确实在这城里 只是连云寨那么多人 为何今日 而且这城里的守军 也就四万人左右 不像是有增兵的样子 秦婉晴整理了一下信息后 开口道 下面的人调查 之前夜门关来了 好大一批黑甲兵 少说几万人 如今 这些黑甲兵在城南 但是今日看人员分布 行动幅度 大概也就几千人 绝对不可能上万 所以我猜测 这些人和七少伤他们 可能已经出城了 至于具体去了哪里 还不得而知 西红泪文言眉头微皱 看来我只能去见见那些人了 大姐我和你一起去 西红泪文言 立刻摇了摇头 不 你留在这里作战 若是我出不来了 你也能想法子救我 若是事不可为 你就带兄弟们 回回诺城 秦婉晴文言一致 虽然感性让他想陪着西红泪 但理性却在告诉他 这是最好的选择 最终 秦婉晴汉手点头 这时 一个侍女凑上前轻声道 大娘 宅子租下了 在距离城北七百米左右的 陆府宅子 嗯 我知道了 西红泪说完 看向秦婉晴 轻声说道 宅子已经买好了 等一下你先过去 若是我明日没过去 你们再来想办法 大姐你小心 西红泪文言笑了笑 我有一绒术 只要变成了丑女 就没几个人会想为难我 就在二人相伤的时候 酒楼门口忽然走进来 几个黑甲军士和一个军官 要知道 摆户上的盔甲 都是不一样的 是以西红泪 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装作不经意地扫了一眼黑甲兵 西红泪 二人面上不动声色 但却已经将耳朵竖了起来 不知道哪位姓夕 我家将军留了一封书信 西红泪一致 对方怎么那么肯定 我会这个时候来 而且 到底是怎么找过来的 秦婉晴看着对方那确信 他们在的模样 顿时心中咯噔一下 看来要糟 西红泪也不傻 知道躲不过去了 迟疑了一下后 还是站了起来 这位将军 小女子姓夕 孙慈文言看了过去 眼前微微一亮 要知道 西红泪是半座富家小姐进来的 还没来得及半丑 自然不可能太丑 这是我们将军留下的书信 另外将军说 西小姐要是想好要出城了 可以来找我 我会让西小姐下城楼 现在是战时 且不可乱跑 否则一经发现 禁弩传射 可不是闹着玩的 西红泪文言汉首 多谢将军提醒 西红泪说完拆开了信件 果然如他们分析所想 李修竹带着七少商他们出城了 非但出城了 还去打居庸关了 这一瞬间 西红泪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我见尤莲的气质在扩散 忍不住让人享用在怀里 好好心疼 这位将军 能跟我来一下吗 孙慈一阵 暗自心惊 好一个内媚的女子 外媚以色媚人 内媚以心媚人 好 二人进了二楼客房 西红泪这才开口问道 信上说将军的大人去打居庸关 不知居庸关可拿下 孙慈文言点了点头 没错 已经拿下了 西红泪文言松了口气 紧接着紧张地问道 那不知道连云寨的人怎么样了 孙慈文言摇了摇头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将军拿下居庸关后 派过一次赤猴来送信 不过如今 居庸关被另一支 兴罗的军队围住了 恐怕短时间内 都很难送来消息了 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见西红泪坐不住了 不知道将军 能否安排我的人 今夜出城 孙慈文言顿时摇了摇头 西当家 将军吩咐的 是你要出去 我能送你出去 这个你是一个人 你应该知道 将军要毁诺城的人来燕门关 是为了看守那些世家 不让他们来捣乱的 西红泪文言 沉默了一下后 点了点头 好 将军稍等 西红泪说完 推开了房门 向着楼下喊道 三妹 你上来一下 西红泪虽然在喊 但声音依然轻柔感 仿佛一股轻柔的风 变成了微风 虽然重 但依然轻柔 秦婉晴上来后还没开口 西红泪就开口道 三妹 你和大伙留在燕门关 帮这位将军看守士族 不要让他们有任何异动 说着 西红泪看向孙慈 继续道 只是看守着那些士族 若是成破 你们就自己毁毁诺成吧 对此 孙慈脸上并无半点异样 哪怕是西红泪的最后一句话 秦婉晴文言 顿时想到了之前 孙慈在楼下说的话 顿时面色认真地问道 大姐 你一定要去 西红泪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必须去 文言秦婉晴没在劝说 只是神色间很是不舍 大姐此去一路保重 如是不可为 还须尽早返回 西红泪文言也是点了点头 目光中近视不舍 不过 她还是坚定地看向孙慈 将军 送我出城吧 西红泪说着 背上了包袱 显然一刻也不想等了 孙慈也没想到 西红泪这么急 还以为她最迟 也会等到明晚呢 好 西小姐跟我来 不多时 西红泪骑着一匹马出了城 今夜月朗星熙 万里无云 倒是个好天气 事宜虽然是夜里赶路 也不怕看不见路了 半个时辰后 还没入两更天 西红泪就来到了 居庸关不远处 此时居庸关前火光冲天 喊杀声离得老远都能听见 西红泪脸色微变 有点担心 生怕这些星罗人杀上去 也怕七少商就在守城 被人射死 不过西红泪看了一会 就松了口气 城墙上的都是黑甲兵 而且异常汉勇 星罗人虽多 但是连一个能在城墙上 站立三秒的都没有 再一看城下的尸体 已经剁了三层 顿时没了担忧 逃出随身的小镜子看了看 借着月光 倒是也能看得清面容 下一刻他走到了一旁的山坡下 开始换起了衣服 他倒是不担心被人看见 首先对面城楼在大战中 而且相聚一礼呢 而近处的星罗 正在全力攻打居庸关 谁也不会显得没事 专门跑到山坡这边来 更何况 他身负二级巅峰的实力 一般人不等近他摆布 就能被发现 然而他却不知道 这世上有他想不到的存在 只见李修竹此时正在城楼上 对着他 看着千里镜 虽然不参与镇前打仗 但是该看看 还是要看看的 所以 李修竹上来了 西红泪来的时候 一身白球 也许背对着他的星罗人看不见 但是李修竹的眼神 却刚好看到了 那么明显 想不看到都难 李修竹打开千里镜一愣 紧接着就笑了起来 女人 这个时候来居庸关 没跑了 定然是西红泪无疑 李修竹就这么在城墙拐角 盯着西红泪 也不在意前面的喊沙声 这个地方是不会有人来攻的 因为上兵这里最近 很难攻上来 偶有飞驶 也有盾兵帮他挡在 忽然李修竹轻笑 这娘们真不愧是擅长易容的 刚才那个俊秀的样子 居然还不是 他真正的面貌 看着西红泪一点点卸妆 再给自己重新上妆 李修竹再次笑了 看来这女人 是知道自己生命在外 怕自己对他气歹念 还别说 这么一话 确实难看多了 李修竹这么想着 紧接着就看西红泪 开始脱衣服了 这一瞬间 李修竹承认自己眼直了 竟是期待 出来十多天了 早就馋了 但紧接着 李修竹就失望了 西红泪只是脱了外套 换了一身深色的 看不清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然后又戴了个黑色的斗链 别说 这一身即便是月朗星熙 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 至少在夜里是这样 李修竹看西红泪开始休息 也没再多看 而是向前走了两步 看向城下 将军小心 李修竹微微汗手 继续向下看去 此时 距离楼下的工程还在继续 但却没一开始那么疯狂了 可见 居庸官的雄伟 消磨掉了对方不少士气 金达康也没想到 城墙上的士兵 战斗力这么猛 他不是没和大洲人打过工程战 虽然明知道 大洲士兵守城很厉害 但这一次的厉害得有点离谱 往年这么多士兵死亡 最少也能打上城墙一轮 可这都已经死了五千多士兵了 却连一次城墙都没上去 仿佛那里有一道钢铁 巨网横在那里一般 将军 我看对方手势很强 还打吗 金达康文言开口道 今天就是对方最虚弱的时候 如果我们错过了今天 那就更难打下去雍关了 继续派兵 告诉我们的崽子们 他们只有打开 这道关卡才能回去 否则只会死在这里 让他们拼命 副将文言心中一沉 但是他知道 金达康说的是对的 是 将军 大战一直在爆发 看城墙上的守军 开始露出疲态 李修竹大手一挥 让王冠方都位来 接替城墙防守 让李将军去休息吧 莫 不多时 王冠方的军队上了城墙 居庸关虽然是雄关 一次也只能上三五千人 等王冠方上来后 李修竹开口道 等会要是有个叫西红类的 拿着我硬姓前来 就放掉篮把拉上来 好了 你们守着吧 如果轮替到兄弟们 都累了还没打完 就去派兵找齐昌来提防 如果对方提前撤了 就让齐昌的人 四更天后来换防 王冠方文言赶紧点了点头 大人也回去好好休息吧 其他的事交给我们三个就行 我们定然不会 放一个新罗人入内 李修竹正有此意 文言汉首走下了城墙 郡守府在城镇中央偏北 虽然有点喊杀声 但是也是有点疲累的李修竹 沾床就睡了 西红类也是没想到 这一仗能打一个半时辰 等金达康撤军的时候 已经是三更天了 看着那死在城墙下的士兵 西红类也不禁则舌 这一仗他保守估计 新罗士兵最少死了有一万 也不知道黑甲兵死了多少 不过他倒是不担心 这些人连城墙都没登上去 最多也就射杀一些人 等新罗鸣鼓收兵 西红类在对方彻底离开后 这才趁着夜色摸到了居庸关城下 城上的将军 有人在吗 西红类的声音 听得城门上的守卫一正 都以为自己幻听了 怎么忽然听到了女人的声音 难道我最近火大了 但一转头 看到隔壁战友也转过来的那一刻 二人一正 立马意识到了不是环听 二人小心地拿着盾牌 往城楼下看去 这一看愣了一下 只见城楼下有一个黑衣人 正看向楼上 看那前凸后凸的样子 二人立刻意识到 真的有个女人 什么人 我叫西红类 你们将军要见的人 虽然看不到对方的面容 但是那凹凸有致的身材 还是让他们确定 下面的确实是个女人 既然是将军要的人 他们自然不敢怠慢 稍等一下 说着年长的老兵 对着一旁的新兵说道 二牛子 你去找一下王都尉 好嘞 王冠方一听 有个叫西红类的女子 在城楼下 立刻快速地向着这边赶来 借着月光 看了一眼城楼下的黑衣女人 王冠方立刻开口道 姑娘 我们将军说 现在是战时 所以没办法开城门了 只能委屈你 坐掉栏上来了 前半句话 让西红类眉头一皱 后半句话 让西红类知道 自己想多了 但西红类 还是瞪了一眼王冠方 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 这和谁学的 可惜王冠方根本看不到 不要说西红类戴面纱了 就是没戴你隔十多米 还是夜里 你还能看到 人家眼中动作咋的 王冠方这边将吊篮放下 随后西红类上了城墙 西姑娘跟我来 西红类一正 还以为是李修竹安排的 顿时跟了上去 不过这一刻 他却将李修竹看低了几分 眼神中戴上了笔衣 就知道 是一个贪图我美色的色中恶鬼 哼 也不知道 一会你看到了 我脸上伤疤 还有没有心情贪图美色 似是想到了好玩的事情 西红类的嘴角微微弯起 这位将军 请问一下 连云寨的兄弟们 现在在何处 王冠方文言一正 这女人是来找那些人的 这个是军事机密 我不能告诉你 你要想知道的话 还是问将军吧 西红类一直注意着王冠方呢 二人离得近 王冠方脸上的神态 没逃过西红类的眼睛 顿时让西红类的眉头皱了起来 不过王冠方不说 西红类也没别的办法 看来是必须见见那个色鬼将军了 王冠方带着西红类 一路来到郡守府 将西红类交给府上的临时婢女 王冠方开口道 这是将军要的人 你带她去见将军吧 婢女一正 随即点头 西红类也是一正 顿时眉头皱紧 王冠方的本意只是表面意思 但是女人的脑补能力 都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二女同时想歪了 王冠方倒是没去想那么多 她时间金贵着呢 跟将军说一声 冠方还要坚守城墙 就先走了 这一刻 二女对视了一眼 婢女李诗诗顿时开口道 姑娘一路辛苦了 先去洗漱一下吧 说着看向西红类手里的剑 继续道 姑娘得把兵器交一下 李诗诗是世家之女 这城市新夺回来的 之前的世女守卫早就没了 所以 王冠方为了找人照顾好李修竹起居 将几个世家最漂亮的小姐 给叫了过来 按说他们应该恨死了李修竹 但是王冠方只是几句话 就让他们纷纷同意 甚至想自剑整袭 西红类沉默了一下 将手里的剑和腰间的绳镖了出去 这些是明面上的 她袖子里还有暗器 鞋上还有鞋剑 不慌 至于洗漱 她也不怕 她脸上的易容物 可不是一般东西 能进水不湿 仿若真皮 姑娘跟我来 将西红类带到了李修竹的房间 房屋里的屏风后一角 有个沐浴用的大桶 不多时 一个个侍女进来 开始往桶里添水 看到这些女人 西红类沉默了 这些女人各个都长得十分漂亮 只比外貌 比她也不差什么 甚至那个引她进来的女人 在美貌上 还剩她一分 但她沉默的不是这里 而是这些女人 各个手无腹肌之力 一看就不像是丫鬟出身 反而像是世家小姐 再联想到李修竹 心里的房被世家 西红类有了那么一点点 不成熟的猜测 果然是色中恶鬼啊 所以她要对付那些世家 也有因为这些女人的原因吧 那自己 七少商 西红类身子忽然一颤 隐隐有了个猜测 七少商是受我牵连吗 江湖上很多人都知道 她是自己的软肋 你们都是小姐出身吧 这一瞬间 倒水的几女都是一致 有一个甚至差点把谁撒了 还是西红类帮她抓了一把才稳住 这一刻 几女都陷入了沉默 缓了两个呼吸 才有人开口回答 是的 夫人 我是韩家的小姐 我是孙家的小姐 我是赵家的小姐 我是乔家的大小姐 这是我妹妹 李诗诗看大家都说了 也开口道 我是李家的小姐 她把你们都抢来了 这话咋说 说不是吧 和抢没啥区别 说是吧 他们还都是自愿来的 而且李修竹还没动他们 看着几人沉默 互相对视的目光 西红类脸色一沉 狗官 可惜民族大义在前 不能轻易取你狗命 几位妹妹保护好自己 等我走的时候 定然来接你们 我是悔诺城 城主西红类 然而听到她的话 几女纷纷摇头 对不起 我们不能跟你走 我们的家里人还在这里 说着话 几女对视了一眼 再次开始往桶里倒水 差点忘了这个 可是要带走他们的家里人 这么多人 她也没办法轻易将人带走 夫人请沐浴 西红类一正 赶忙开口道 别乱说 我不是她的女人 几女文言 纷纷被逗笑了 都这样了 今晚过后不就是了吗 西红类刚想解释 当话到嘴边了 她还是没说 万一有人举报怎么办 害人之心可有可没有 但防人之心 是一定要有的 几位妹妹 我不习惯有人看着我沐浴 我可以自己来 李诗诗文言 顿时摇了摇头 姐姐就别为难我们了 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几女在前 西红类也没办法 开始解开衣衫 就在西红类再想办法 思考准备救几女家人的时候 李修竹被吵醒了 干 大半夜的哪来的海浪声 睁开眼睛 李修竹立刻就看到了 屏风后的隐约身影 李修竹疑惑地走了过去 顿时间眼睛一亮 卧槽 好大一只大白牙 李修竹的目光 站在西红类身上的一瞬间 西红类就感受到了 这道目光 太热烈 犹如太阳 西红类下意识地回头 顿时二人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这一刻西红类一致 浓烈的杀鸡 忽视了李修竹的外貌 向着李修竹而去 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哪怕是盖着力杀 不过此时亏已经吃了 这个人目前也不能杀 所以 哪怕再想刀李修竹 西红类还是忍了 深吸一口气 让杀意变得不那么纯粹后 他才摘下了斗笠 这一瞬间 几声惊呼同时传来 灯光下西红类的 左边半张脸上一大片 都是烧伤的痕迹 扭曲中带着争鸣的伤疤 一瞬间让西红类之前 暴露的景色 失色大半 好家伙 还挺逼真 这一刻 西红类眉头微皱 开口道 将军如此盯着一个女子 是很失礼的 一边说 西红类一边迈不进了玉桶 几个女人面面相去 有心想说些安慰的话 但李修竹在这里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不过这一刻 几个女人倒是明白了一件事 看来这个夫人是真的叫不得了 这么丑的伤疤在脸上 没有人相信 李修竹会昏速不济 就是他们当中最丑的 那也比西红类此时好看千百倍 李修竹闻言 则是歪着头笑了下 此时轮到他眼了 西红类 没错 你的脸 西红类洒脱地笑了笑 四世早知道李修竹会这么问 当即开口说出了 早就准备好的说辞 年前去剿灭一伙江阳大盗 对方武功很高 拼杀的时候 被对方火把打中了脸 说着 西红类似笑非笑地问道 将军专门找我来 还专门安排进您的屋里 莫不是想取红类 李修竹闻言 摸索着下巴 仿佛思考了一个呼吸 也不是不可以 这一瞬间 西红类的手一顿 猛然攥紧 愣住了 但是下一秒 他就再次脑捕着想出了答案 因为悔诺城 将军需要悔诺城的力量 美色是不可能因为美色的 既然无关美色 那么自然是利益 悔诺城 你想多了 我对权势没有丝毫看重 要不是陛下非逼着我来一趟 我才不会来这里 西红类没松口 我说的未必是全是 我们悔诺城有不少钱 也有不少的美人 西红类也不知道 自己为何这么说 按理说他应该借颇下驴 但是奇怪的胜负心 让他就想拆穿李修竹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抬头视一蕾眼左右 你觉得他们差吗 他们家里 应该还有几个能入我眼的 你们悔诺城的美人 能比几个世家加起来还多 至于钱 和这些世家比起来 你们悔诺城更是只占九牛一谋 但是我查查他们家后 那些赢钱 却大部分分给了下面的人 我只要了一成 所以你们悔诺城 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个挺好的肥肉 但是对我而言 也就那么回事 西红类有点被说服了 但是他更不理解地看着李修竹 那是因为什么 总不能是因为现在的我吧 他都这么丑了 别说是他不信 几个女人也不信 然而李修竹却认真的点了点头 恭喜你 猜对了 可惜没什么奖励 李修竹说着 又看了看桶内的西红类 所以你的选择呢 要不要做女人 西红类一致 七少商在李修竹手上 大周百姓是李修竹的保护服 更是不在乎自己的丑陋 似乎他已经拿李修竹没办法了 七少商 我恨你 这一刻 他忽然有点后悔了 可是事已至此 他似乎也没得选了 若是将军能回答红类一个问题 红类可以考虑一下 六个婢女一正 深入虎学了还敢考虑 更何况你如今的模样 怕是除了这位将军 也没几个人乐意要你了吧 就在他们觉得 西红类得寸进尺 李修竹不会答应的时候 李修竹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好啊 李修竹的面上 毫无半点温怒 看得几人结实一正 从李修竹抄他们家的那一刻 他们就认为 李修竹是暴虐狠辣之人 甚至来时 都已经做好了惨遭蹂躏 被玩弄至死的觉悟 不过西红类对这个感觉不大 他的内媚和外貌 让他经历了很多类似的场景了 西红类文言一阵气急 交好的半张脸上都出现了温怒 连云寨的那些人真是不安分 也尚不得台面 果然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不过 听到李修竹最后一句 西红类又是心里一沉 深深地觉得 李修竹这么说 是在逼他就范 七少商现在在哪里 我若是不答应 将军打算怎么做 李修竹也没瞒着他 直接回复道 七少商带军北上 屠戮兴罗人去了 至于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说 若是等他们能回来 把他们关在城门下如何 这一瞬间 西红类心中一愣 仿若被一只大手 紧紧攥住了心脏 而另外几女面露恍然 对吗 这才他们知道的大将军 刨开看 心都是黑的 沉默了两久 西红类轻轻一叹 你赢了 如果你不嫌弃红类这个样子 随你拿走就是 说这话 西红类开始洗漱 反倒是李修竹愣了 这么简单 有点毫无成就感的错觉 是怎么回事 但是知道 西红类是七少商的喜欢的人 别说 棒打鸳鸯 还是蛮有感觉的 李修竹一边想 一边解开了衣衫 在西红类紧张中 跨进了浴桶 虽然睡前洗过了 但是他并不介意多洗一次 几个婢女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退了出去 不过此时的他们 都有点挫败感 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比不上 一个毁了容的女人 听着里面的声音 门外守着的几女 面面相去 诗诗姐 我们是不是很差劲 这里面李氏市长的最好看 也最成熟 是李修竹的贴身侍女 所以虽然有两个女孩 大李诗诗一两岁 还是叫她姐 李诗诗也很无语 不明白自家将军是怎么想的 也许将军以前就很喜欢她吧 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答案 唯有真爱能克服一切 话本里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李诗诗承认 她羡慕了 随着时间流逝 在外等着伺候的几女妈了 来之前 他们已经被家里的女性 灌输了很多思想了 只是这不对啊 他们的娘或者姨娘 说男人也就那么回事 一盏茶的时间最多了 但里面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都占了多半个时辰了吧 这个 咱们将军这个正常吗 几女都还是大姑娘 哪知道这个 所得信息 只有道听途说吧 这个 我娘说好像半盏茶 另外几女嘴角一抽 这一盏茶换算到现代 也就是十来分钟 这半盏茶的 和家里长辈说的 也太少吧 我姨娘说 好像一盏茶 随着一个两个开口 几人仿佛被打开了话匣子 小乔古灵精怪地说道 那你们爹也太不行了 我娘说我爹 大概有两盏茶呢 这一瞬间 大乔脸色一红 顿时捂住了说话 没遮拦的妹妹 不过 似乎两盏茶也就是极限了 所以将军这 会死人吧 这一瞬间 几人心中产生了悲哀 似乎遇见了自己的结局 就在他们自我怀疑的这时 房内忽然出来了 李修竹的声音 施施进来 李施施一正 立刻对几女说道 水凉了 你们去换水 我先去帮着收拾 李施施一边说 一边推开门的同时 进去了 房门开启的吱啊声 让李修竹没听清李施施说了什么 等李施施一进去 就脸色一红 随后走上前 看着已经闭上眼的西红泪 顿时一正 随后脸色一白 死了 这是死了吗 就在这时 其余几女也走了进来 几女的手中 两人拿着铜盆 还有两人拎着热水壶 还有一个拿着毛巾的 李修竹此时看到几女进来 顿时眼前一亮 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当真是梅兰竹菊各有千秋 东西先放一遍 都来说说 你们过来伺候 我到底所求什么 几女先是一正 紧接着就是心中一喜 众人立马放下东西 跪了下来 我们想求将军 放了我们的家人 果然 都误会了呀 李修竹文言立刻了然 都上来吧 我走的时候会安顿好他们 几女文言脸上一喜 紧接着就是脸上一红 几女起身 难言地看向一旁 将军 我们先伺候您和夫人清洁 李修竹没想到 自己也能体验到 大户人家的堕落生活 以前在相辅的时候 他可除了迎平 没个人伺候的 而迎平只是个下人 没所求的他 自然是没这几个 有所求的伺候的好 几人都是因为 要救家人在表现 那伺候起来 才是无微不至 比迎平那个丫鬟 要细致数倍 第二日 李修竹虽然没睡 但还是神清气爽地 走了出来 老累了这么多天 终于休息好了 这一刻他感觉到了 体内阴阳二气 从未有过的强大 同时有一种 细胞升华的感觉 人的生长 离不开细胞的分裂 但是细胞每分裂一次 其中的营养物质 就会被消耗一次 但是此时的他 感觉浑身细胞都升华了 就是在分裂几十年 可能也不缺养分 连五脏六腑 经过了阴阳二气的洗礼 都仿佛得到了一种 全新的提升 非但如此 而变得更加坚韧坚固 李修竹忽然一正 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出现在脑海里 若是细胞和和五脏六腑 都升华了 那么会不会有 什么神奇的变化 李修竹抽出配件 在手上滑了一道口子 这只是一个灵感 李修竹也不敢保证 一定有什么特殊变化 是以这道口子割得不深 而且在割下的这一瞬间 李修竹能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皮肤也坚韧了 往常哪怕一片 只都能割裂的肌肤 此时却仿佛比牛皮还坚韧 即便是他 也得稍微十点力气 才能割开 下一秒 血液还没流出多少 伤口就如他所想 愈合了 果然 自己有了类似于 再生般的能力 而且更神奇的是 那流出的少量血液 在剑尖上 居然不会凝固 不光是再生 细胞活性也很强 也许在细胞内的 阴阳力量消散前 他的细胞都是活跃的 落地的那几滴 被土壤吸收了 那黯然的红色 仿佛在告诉李修竹 不要太得意忘形 他还是会死的 李修竹虽然不知道 自己的血液 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变化到了什么地步 但显然是好的 李修竹经过证实 也肯定了一件事 自己现在应该很难 被杀死 以后的话 说不定真的能成仙 李修竹闲来无事 也开始修炼起来 说到底没成仙时 还是武功最好用 但李修竹修炼 北明神功的时候 顿时震了一下 穴道内的北明神功内力 似乎也得到了升华 仿佛被洗去了糟粕 凝炼顺畅 最关键的事量 也没减少 阴阳二气 还有精炼内力的功效 日上三竿 李修竹自己吃了午饭后 再次听到了喊沙声 李修竹想了想 再次上了城墙 此时的守卫 已经成了理无为的人 李修竹在城墙上看了一会 顿时就放心了下来 自己带的这三个人 武艺本就不错 加上京都十六位都是轻壮 经历过血的洗礼了 此时杀起人来 也很顺畅 双方的战损比例 基本上自己这方死一个 对方能死六七个 对方 经不起这么好吧 李修竹觉得 新罗这个将领 脑子肯定被驴踢了 只是此时 金达康也有苦难言 将军 不行了 这些大洲人守城太厉害了 宋先锋和乔先锋 两人都死在了城墙上 昨天和今天 仅仅两天就死了一万多人 但只有二十来个人上了城墙 而且一上去 就被射成了马蜂窝 金达康沉默了一下后 终于下了一个决定 这样下去只有死 既然前路不通 那就只能后路了 明经收兵 我们去燕门关 燕门关 金达康脸色难看地说道 对 难道你有更好的选择 现在我们被困三关之间 只有进攻 攻下一城才有筹码 才有活着的机会 幸亏死了两万人 否则过几天没有食物了 军队直接会划变 现在至少我们 还能支撑小半个月 另外 联系我们的细作 让他们联系两座城池里的细作 只要能打开城门 本将军给他大大的封赏 说着 他脸色难看地看着 居庸关连接的城墙 这些周人建造的城墙 真的很恶心 不然 哪怕是被占了关 他们也能绕到跑路 可这如同雄关等高 却无处下角的城墙 却仿佛一道死亡屏障 让他们无法穿越 除非 他们能丢下马匹 直接翻越过去 可是那样 他们就失去了优势 没有马的兴罗士兵 还有什么 可让大洲士兵怕的 到时候被追上 一个冲锋就会被杀散 李无为看到大军撤军了 顿时面色有些难看 他想不明白 对方撤军的理由 若是换了他 定然也要鱼死网破的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不远处的李修竹 顿时李无为 快速地赶了过去 将军 嗯 将军他们撤兵了 李修竹无语地看向李无为 大哥 我不是眼瞎好吗 李无为似是看懂了 李修竹的眼神 顿时间有点不敢看李修竹了 但他却不得不开口 李无为顶着李修竹 你是傻瓜的妈的目光 咬着牙开口道 将军说对方困兽犹斗 会拼死一搏 可是现在对方撤走了 属下看不懂了 属下担心对方会有什么阴谋诡计 原来是因为这个 李修竹收回了你是傻瓜的目光 开口道 拼死一搏 未必是对我们拼死一搏 拼死一搏的前提是 得有希望 你们守住了居庸关 而且死伤人数在他的意料之外 让他看不到希望了 所以他现在只能另谋他路 李无为一愣 现在还有其他生路吗 将军的意思是 他们要攻打山海关 李修竹无语的服额 这个孩子带个兵打仗还行 脑子真不行啊 你素不素傻 山海关五万人 有罗世成大将军亲自坐镇 还是打我们男人最熟悉的城防战 怎么可能是打山海关 如果我没猜错 对方要打的是燕门关 燕门关的守军只有三万人 相对较少 而且是边赛之前的老兵 加上城内还有世家 这一仗 若是朱俊守认真去打了 还有可能守住 若是他没认真 很可能会被世家背击 李无为听到李修竹的话 先是探服 但后面却是诧异地开口道 不会吧 之前居庸关就是这么丢的 难道朱俊守还不惜取教训吗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他们情况和我们不一样 我敢进城屠戮世家 是因为这里的世家出现了叛乱 但是他们的还没出现 他不敢对世家动刀 就算是真的有世家叛乱 他也就顶多敢拿下叛乱的世家 不过现在的情势在我 只要那些世家脑子没被门家了 就不会在我们手中有雄关封锁的时候叛变 除非 他们之中本就有新罗扶持起来的探子 李修竹说到这里 看着已经撤走大半的新罗大军 收回了目光 走吧 顺便让齐昌来换房 李无为文言赶忙跟上 略带好奇地问道 那将军 我们不要去帮燕门关的同僚吗 不需要 我们的捷报应该已经送到了上京城 李修竹没猜错 拿下居庸关的捷报 已经出现在了上京城外 此时 一匹战马正在关道上飞奔 一个风尘仆仆的 是骑兵身后插着两只黑色的龙骑 让开 让开 八百里捷报 骑兵的吼声 让一个个路人急忙闪到一旁 他们刚闪开 一道影子就飞速地闪过 紧接着 大家看着马屁股 开始了八卦模式 你们听清了没 是八百里捷报 打声仗了 不会是我听错了吧 另一人文言肯定地开口道 没错 是捷报 我也听到了 这前半月还是捷报 这半个月就是捷报了 莫不是和之前那只骑兵有关 这也太厉害了吧 是哪位将军呆的军 这时 又有一人摇了摇头 肯定地说道 肯定不是因为他们 这些军队都是京都十六位 虽然身强力壮都是好手 但是没见血气 怎么可能打得过新罗人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们的将领 我知道 是富湘国的家的坠婿 一个坠婿 他怎么可能有这能力 肯定是去渡京的 要我说 一定是罗世成大将军 他得了五万新兵 有了旗鼓相当的实力 才能打败新罗人 就在百姓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八百里加急 也进了皇宫 捷报 八百里捷报 此时正式上朝的时候 皇帝李阔正面临 诸位大臣的围剿 虽然这些人都认为 李修竹是有才华的 但没有一个认为 李修竹是打仗的了 一个从未接触过战争 和军事的书生 能带兵打仗 历史上照顾的教训还不够 陛下 我们要吸取教训啊 如此的劝说一直未停 李修竹走了几天 这些家伙们 就喷了李阔几天 就连李阔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的错了 身为一个皇帝 居然被一堆臣子殉职 他竟然觉得有些累了 就在他想说 诸位爱卿放心 已经有一支新的军队上路了 而且 带队的还是老将苏琪的时候 没想到却听到了八百里捷报 李阔一下就站了起来 看着冲进来的小兵问道 捷报 八百里捷报 传训兵也是开心的 文言双手举着战报 是 陛下 大姐 李阔顿时就开心地笑了起来 快乘上来 王德发快速地一路小跑到殿前 将捷报拿在了手中 然后再次跑回来 递到了李阔面前 李阔拿起一看 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李阔的笑声中 带着舒爽之意 顿时间让下面的朝臣面面相去 纷纷猜测 捷报上到底是什么内容 能惹得陛下如此开心 就在他们猜测的时候 李阔将手中的捷报 甩给了王德发 丝毫没有要开口的意思 看到这 李修竹的老丈人傅文汉懂吗 陛下这是要找个捧根呢 陛下 边关大劫 可是罗世成将军取得了大胜 显然连他这个当岳父的 也不相信李修竹有统兵的能力 他承认李修竹的文质厉害 但是文武是分家的 文武双全 不是一般人家能交出来的 罗世成 什么罗世成 这可是估得好驸马的战报 德发 去将战报给丞相看看 朕就说 我的好驸马 有今世伟劣之才 你们居然不相信 看看 驸马去了三天 就夺下了居庸官 你们哪个有这个本事 什么 三天拿下居庸官 一时间满朝文武进的可怕 谁都不信这个结果 安静了一个呼吸 下一秒朝堂上窃窃私语 乱了起来 怎么可能 这才三天 怎么可能拿得下居庸官 定是有人夸大其词 李大人甚言 你再口出什么狂言 谁敢谎报军情 是是是 是我失礼了 要是往日这样 李阔早就生气了 但是现在他开心 也就没开口 王德发见陛下脸上带着笑容 当然也不会多管闲事 傅文汉则是满脸震惊地 看着手上的战报 居庸官这么轻易就拿下了 怎么看怎么不真实 他和所有的大臣一样 一开始只以为小胜一场呢 边关将领的尿性 他们又不是不知道 打赢几百人的战役 都能给你大肆渲染一番 随着捷报通传 李阔看大家镇定下来 这才继续到 苏将军这调遣出了五万精兵 明日就会出发 等苏将军的大军一到 战局就会定下来了 就在这时 兵部侍郎开口道 陛下 既然前线不那么紧张了 不如把苏将军的五万人 派去防守吐蕃 吐蕃成兵蜀山道 不可不防啊 傅文汉文言皱了皱眉头 上前一步开口道 陛下 是有轻重缓急 而且蜀山道历年防守都很好 如今 我们虽然抽了一万人 但也应该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只需要陛下发布一条 战时可就地征兵 足以顶得上这少的一万人 傅文汉一开口 属于傅文汉势力的人 立刻附和起来 另一方也找不到什么理由 自然也不会再多说什么 陛下 边关的四百里 夹急送到了 李阔拿着看了一眼 就放到了旁边 也没说话 这是李修竹 刚抵达燕门关的时候 就送出的四百里夹急书信 意思就是 他到了 没啥内容 不过二者一个是四百里 一个八百里 所以八百里捷报法先到了 与此同时 傅府和苏府 也收到了信件 等两个传讯兵下去没多久 傅府和苏府 也收到了信件 不过只有一封四百里的 李修竹虽然意识到了 要送家书 但也没有每次都送必要 而且 当时战士吃紧 写的捷报都得简略 更何况是家书了 傅家姐妹收到家书后 都很开心 不过看到最后 却担心了起来 李修竹前面只写的剑文 还有情话 当然给傅云霜的信 肯定没情话 顶多就是丁主 然后表示 一下他不在身边 还挺不习惯 以二人的关系 点到为止 就让傅云霜想如飞飞了 姐夫他习惯 我陪在他身边的思想 在傅云霜脑海里 经久不散 但最后二人 都被那句战事讲起 家书不一定何时才有 误念地说 此给弄担心了 相比二人的喜忧参半 苏府则是一片乌云笼罩 苏晨晨看着面前的书信 看着看着 就从眉头紧皱 流下了泪来 弄月正看自己书信 但还没看完 就听到了苏晨晨的抽烟 弄月转头看去 顿时眉头一皱 怎么了 他没在信上看到他出事 可晨晨怎么哭了 弄月一开口 苏晨晨就扑到了弄月怀中 雨带哽咽 气带颤抖的悲声道 弄月姐姐 修竹哥哥不要我了 正要给苏晨晨 拍拍背的弄月文言 手上的动作一僵 随后轻柔地抱住了 苏晨晨的后背 方便给我看看吗 嗯 苏晨晨还在哭 弄月一手抱着他 一手拿起了李修竹 写给苏晨晨的书信 晨晨 当你看到这封书信的时候 可能并不会如你想的那样开心 一时间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和你说才好 说实话 我写出这些也很煎熬 但有些是必须面对 因为一些事情 我可能没办法爱你了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意外之所以能称为意外 就是因为 有些事 你没办法控制 希望你珍重好自己的身体 虽然我没办法再爱你了 但还是你的修竹哥哥 以后你需要的时候 依然会关心你 照顾你 如果你还认我的话 对了 还要谢谢你 帮我照顾弄月 回去会给你带礼物的 珍重 你的 你的滑掉 李修竹哥哥 哥哥滑掉 看到这 弄月皱起了眉头 随后思考了起来 弄月虽然出身轻楼 但却是实打实的才女 而且很聪明 否则也不会见客的时候 就看清那些人 从大家到花魁 愣是没让一人占过便宜 所以 读完这封信后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信息 在夫君前去夜门关的路上 发生了什么意外 而且这个意外 必然和苏晨晨有关 才会让夫君不得不放弃苏晨晨 而且从自理行间 无论是对不起 还是以后的照顾 都能看得出一件事 夫君在之前是喜欢晨晨的 想到这 弄月看向苏晨晨认真的问道 这封信有点蹊跷 晨晨姐姐有几句话想问你 你能跟我说吗 苏晨晨文言一正 抬起朦胧的泪眼 弄月姐姐请说 虽然我们不是亲姐妹 但我已经当你是姐姐了 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弄月文言也不再迟疑 直接开口问道 你和修竹到了哪一步了 哪一步 就是 有没有私定终身 苏晨晨文言顿时脸上一红 羞窘的不敢去看弄月的目光 但是迟疑了一下后 还是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呃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又点头 又摇头的 给她弄不明白了好吗 不是 你这到底啥意思 看弄月还是不明白 一向大方直爽的苏晨晨 扭捏的低声道 就是 亲过嘴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私定终身了 这个年代 又不是那么随意的 亲了嘴 当然算了 至少对他们这种 大家闺秀而言 算是的 听到这 弄月这才点头 继续道 这件事有点蹊跷 夫君一定是在去夜门关的路上 发生了什么 才会和你这么说的 而且单单是和你这么说了 我猜测发生的事情 也必然和你有关 苏晨晨文言一证 去往夜门关的路上 这一刻 他忽然想起自家母亲 母亲回老宅了 不是距离夜门关 也就两三百里吗 修竹哥哥 碰到母亲了 这么一想 那么就说得通了 家里面都不怎么赞成 他和修竹哥哥来往 若是母亲碰到修竹哥哥 逼他和自己断了 那也是极有可能的 这 我母亲回去老宅了 也就比修竹哥哥早走一天 这 他们不是碰到了吧 难不成是我母亲 不让修竹哥哥 和我在一起的 弄月文言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很有可能 你修竹哥哥 有自己的骄傲 他从不勉强别人的 若是你家里人不愿意 或者侮辱了他 那他还真可能 弄月肯定的话 以前说说还行 要是看看此时 李修竹房内的几个女人再说 那可就太亏心了 他虽然没有勉强 但是要说 几女都是爱他才跟他的 那也太假了 当然 这都是几女误会的 事实上 他本来也没打算要挟他们 此时的李修竹 还不知道一封家书 差点把苏鲁暴露了 也得亏二人都不敢往那方面想 等李修竹回去的时候 几女也都陆续地醒了过来 不过看得出来 除了西红泪 大家的精神都不太好 怎么在发呆 吃饭了吗 西红泪 还是那一副伤疤的打扮 不过因为在屋内 穿着随意多了 虽然已经是深秋 但还是露着秀美的小腿 在那发呆 西红泪文言 回头看着李修竹微微一笑 尽管脸上有缺陷 但眼神楚楚 他的气质 依然那么柔美 美的让人心疼 你已经都得到我了 能让七少商回来了吗 放心 我不走 就当这是 我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吧 李修竹文言 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真相 算了 就让他感动自己吧 只要我在居庸关一天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居庸关的大门 就会为他敞开 说着 李修竹摸了摸西红泪脸上的伤疤 仔细打量了一下后说道 看起来还挺像的 你不去掉吗 你看出来了 怎么看出来的 西红泪对他的易容术 还是有信心的 尤其是他的易容术 都不怕水 可能你易容的匆忙吧 不是特别完美 而且我是知道 你会易容术的 西红泪一致 差点忘记这个男人缠他好久 应该早已经把他查清了 西红泪沉默了一下 扫了一眼 昨天衣服旁的一个小葫芦 李修竹知道 那是卸妆水 不过也没点破 而是让西红泪自己选择 不太想动 一会我洗漱的时候卸吧 李修竹想了想 要不我帮你卸 听说举案期没事上妆 这卸妆应该也有点意思 西红泪文言 忍不住笑了下 这么想看我本来的样子 嗯 好奇 你要是不想就算了 文言西红泪沉默了一下 站了起来 这一站起 就是眉头一皱 这混蛋 昨晚上真是好狠的心 就在这时 李修竹扶住了西红泪 我扶你 西红泪也没拒绝 恩了一声 本就不是仇敌 跟了一个男人 西红泪也不会再去想七少商 他现在能做的 就是帮七少商一把 了结这段缘分 只是可惜 他不知道自己的猜测 都是错的 此时北墨不足 战火纷飞 只见那死人 一茬一茬地倒在地上 不光都是男的 女的也死了不少 这些外族男女皆兵 并非是你想放就能放的 大当家 这些茶子真硬 若不是我们装备精粮 怕是得有不少人 折在这里 阮明正的话 让七少商点了点头 他也不想杀妇孺 都是被逼的 收拾好粮食 该杀的杀了 经营什么的 让伤员送往居庸关 半个时辰内出发 就在七少商 杀戮北方不足的时候 金达康也到了燕门关外 他没急着进攻 此时进攻 只有死路一条 防守好后方的援军 联系好城内的内营 如此才能尽快攻破燕门关 朱芝诺听到新罗大军 驻扎在燕门关外的时候 头都大了 但当他上了城墙后 却是一愣 什么情况 这么点人 不怪朱芝诺惊讶 他也是见过军队的 这排兵布阵一看 就大概心里有数 三万不到四万最多 看来是之前打过别的地方了 所以我这是被当软柿子了 虽然这么想 但是朱芝诺依然如临大敌 这些北方不足的骁勇 他是知道的 事宜 无论对方如何叫战 己方如何请战 他都没敢开城门 这让暗中观察的孙慈松了口气 若是朱芝诺一意孤行的 要开城门对战 那么他就只能送他一城了 李修竹终于仔细地 看到了西红类的容貌 这容貌的美丽程度 不下于苏澄澄 甚至因为年龄大些 多了一种欲解味道 这和苏如的温柔是两个极端 但一样让人新奇 有种欲罢不能的魔力 看李修竹呆呆的 西红类笑了笑 顿时那如沐春风的柔弱感 迎面来 是的 这个柔弱只能用如沐春风来形容 犹如新生的柳条一般 自然而飘逸 好看吗 呃 想听真话还是实话 这一瞬间 西红类眉头一挑 顿时有些不舒服 好啊 我想听听实话 实话就是好看 不过你的美不在于好看 而是气质 你身上这种气质 很难让人不爱 不然 我也不至于对你这么伤心 西红类的嘴角弯了起来 这混蛋 这是故意在夸我吗 哼 也不过如此 那假话呢 李修竹 我看着西红类沉默了一下后开口道 夫人沉于落雁 碧月修花 比天上的美女更胜三分 真的是把我看呆了 怕是看上一辈子也看不够 嘶 这也太假了 还是实话好听 果然 我是一个听不得假话的女人 西红类这么想 脸上的笑容却多了很多 紧接着 忽然又有点担忧 你既然了解过我不少 应该知道 我和气少商的事情吧 你不介意吗 李修竹文言一正 奇怪地说道 你的第一次都是我的 我介意什么 过去的都过去吧 婚后安心向父轿子就行了 西红类文言 认真的看着李修竹 然后认真的点了点头 好 这边的六人也起来了 不过他们自觉身份 和西红类不一样 没敢起 而是在窃窃私欲 夫君好会说 我感觉我的心跳得好快 有一种 嗯 幸福的感觉在肆意 我也是 我也好想夫君 说给我听 可惜 别可惜了 我们现在什么身份 说不好听点是范女 哪还能奢求这么多 只要她不把我们当成 随意款待别人的小妾 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就算是 我们也无力反抗 我们的家人都在等着我们 诗诗姐姐 那我们现在要起吗 感觉好尴尬 再等等吧 李修竹不知道西红类听见了没 但是她是听见了 顿时间头上的黑线有点多 不等李修竹开口 西红类就眉头微皱 认真的说道 我可以跟你回去 也可以相夫教子 甚至你说什么我都可以听你的 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不管你如何带别人 但是我西红类 绝不会为你接客 你若敢开口 我就敢杀了你再自杀 李修竹听得脸上一黑 但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好友去家里玩 甚至有人 拿自己的小妾接客的 甚至大部分人家都这样 甚至李白都晃过 当然这个时空并没有 李修竹伸手弹了西红类 一个脑瓜崩 想什么呢 别人我不知道 但我李修竹的女人 谁都不能碰 谁敢伸爪子 我就敢剁了她的爪子 西红类虽然被弹了个脑瓜崩 但是一点也没生气 甚至还露出了真心的笑容 这个男人真的不一样 李修竹的声音也没收着 六个女人也自然听到了 顿时间都松了口气 呼 还好夫君不会把我们送人 名分我是不指望 这样也挺好 想什么呢 我们是范女 能有个温暖的家就好 就怕夫人以后欺负我们 不过夫君这么好 我能忍得住 哎 也不知道夫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会不会一见面就给我们立规矩 姐姐 我好怕我扛不住啊 你知道的我最怕疼了 扛不住也要扛 你忘了家里人了吗 这一刻 李修竹眼前在一黑 下一秒放松的西红泪 顿时紧张了起来 你夫人 他性格还好吗 放心 咱们家不立规矩 谁敢让你们立规矩 你们也无需理会 直接告我 李修竹没好气地对旁边说道 我说的是你们 听明白了吧 一个个睡醒了 嚼舌根给你们红泪姐姐上演药是不是 有什么不放心的 直接跟我说来 顿时间六女面面相去 有些窘迫地坐了起来 随着六女做起一副凌乱美感的画卷 仿佛定格在了李修竹心中 当真是梅兰竹菊各有千秋 可惜这个时代没相机 不然定要好好保存起来 对不起夫君 我们说得很小声 没想到姐姐和夫君能听见 现在可以叫夫君了 顿时替姐妹开口的李诗诗 神色一暗 改口道 对不起 将军 李修竹的话 让其余几女也是脸色一暗 行了 逗你们玩的 我碰了的女人都是家里的姨娘 叫夫君是应该 而且 其实我从未打算 将你们家的女眷怎么样 无论是否谋反还是叛逆 基本都是老爷们们做的事情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若非没打算伤害你们 那些冰丁早把你们这些女眷 吃干抹尽了 我一开始的计划就是 我回去的时候 再安排你们这些女眷 到时候 如果愿意搬迁 那就和我一起回上京 我给你们家的女眷 安排做工和住处 保证家里能有个小康日子 若是以后 他们想嫁人什么的 也随他们 如果不愿意 等我走的时候 丫鬟可以一人拿五两银子 遣三费 你们母亲可以拿一百两 姨娘可以拿五十两 亲属女眷可以拿二十两 李修竹估计 亲戚女眷应该没几个 大头主要是姨娘和丫鬟 但一个世家 花个一千两就差不多了 九牛一毛 听到李修竹说的 几女一正 若是夫君从未想过 伤害他们家里人 那他们是来干嘛的 白送 但是他们都没有后悔的情绪 就是觉得有点奇怪的情绪 离谱 射死 修炯 西红类文言看向几女 都为他们尴尬 但是更多是好笑 人与人的悲欢各不相通 然而李修竹都说到这了 颇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他转头看向西红类继续道 其实我也没打算伤害七少商 我为连云寨 是因为他们有错在先 虽然杀了那一寨子的人 但是气没消 所以让七少商帮我夺居雍关城门 他出关 是交易 也是请求 如果他不出关 新罗人肯定会卷土重来 父辈受敌 但是他出关 新罗人必定无暇他顾 同样 出关北极得到的珠宝 也有他连云寨一程 所以他们才出关的 西红类听到神色僵硬 看着李修竹的目光中 不可能 西红类听到李修竹的话 人妈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李修竹 自己这算什么 上来白给吗 那你为什么那样说 为什么又 嘿嘿 你都送上门了 我能拒绝吗 李修竹索性说明白了 尤其是因为某些误会 看了你身子后 我就更不能拒绝了 你西红类清清白白的女子 被我看没了 你说 我要不是你男人 你会怎么做 怎么做 只是想想 西红类就有了答案 但是他没说 这种话说出来 说不定会影响感情 我看最少也会恨上我 想着杀了我 再自杀吧 或者直接杀了我 那样 就没有人看到过了 西红类神色复杂地点了点头 补充到 还有第三种选择 经过昨天 我看到的百姓们脸上的笑容 所以 也许你对百姓是个好官 如果你活着 也许能带给百姓更多的好处 等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也许我只会陷于迷茫 要么跟了你 要么自杀 李修竹听到这话 笑了笑 然后叹了口气 开口道 所以一开始想骗你一辈子的 但是这两天下来 我确实喜欢上你了 可能我这人吧 有那么一点点恋爱脑 不太想欺骗喜欢的人 正好今天气氛到这了 索性也就和你们解释解释 贪开了说 不过 说归说 你们一个 也别想跑了 既然成了我的人 那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 不然的话 我真的会杀人的 很多人 妻女一下子沉默了 这真是自己 把自己送入虎口了 不过他们仔细想想 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 时事不会离开夫君 大乔也不会离开夫君 小乔也是 明月也是 紫烟 上香 六女纷纷表态 随后七双眼睛 看向了西红泪 西红泪凄苦的一笑 净显柔弱 别看我了 你给我选择的余地了吗 而且我西红泪虽是女流 但也一言九鼎 既然答应了你 回去相夫教子 那就必然会做到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只是这笑容让西红泪看得心里一慌 总觉得有点邪恶 肯定是看错了 夫君什么都跟我说了 这么正直的人 怎么可能邪恶呢 也就是李修竹听不见西红泪的心神 不然肯定要告诉他 妹子 你的感觉没有错 我现在还不打算要孩子 教什么子 开心几年不好吗 熊孩子只会耽误我的快乐啊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每次都会炼金化气 将子孙反哺几女 让他们和自己一样 进入一个不老的状态 这也是宿女精的神奇之处 不然如邪道那样 一个静彩节女方 对方就算不死 也骨瘦如柴 人老朱黄 哪能这么淫润 忽然西红泪想到一个问题 不解且疑惑地 看向李修竹问道 夫君见过我 为何一定要让我来居庸馆 而且 你说的误会又是什么 没见过 听到不少 李修竹想了想 为了家庭和睦 直接把软明证卖了 当然也没完全卖 是这样的 之前在夜门关的时候 我就有些头疼那些世家 世家若是不反叛 我有把握夜门关不失 只要能守住十天半个月 朝廷就还会有增兵 抵达夜门关 但是居庸馆的世家 反叛给我弄怕了 也算是提了个醒 只是这个时候 就显出我兵力的不足了 若想完全守下夜门关 少说得留下一万人才行 但是我想守住居庸馆 甚至保下居庸馆 那么最少得有三万多人 加上拿下居庸馆 可能有的损耗 我一直在头疼 这个时候 我碰到了软明证 就是七少商的军师 我们两个两个聊了聊 他提到了调兵 然后我们就想到了你 也提到了 你这个人 在他的吹捧中 我知道你是一个 心怀大义的女人 而且还有着江湖 第一美人的美称 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 好奇想见见你 加上需要你毁诺成力量 看守夜门关的世家 我需要一个筹码 所以我就让他写了封 让你来了 西红泪听到这里 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 顿时不屑地笑了一下 你还真会为他遮掩 那信是他出的主意吧 若非知道我和七少商之间的事情 怎么能如此精准地算计我 嗯 李修竹无言以对的表演 立刻让西红泪 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看来他喜欢七少商 西红泪虽然看似疑问 但脸上的表情却是肯定 能让他西红泪喜欢的男人 自然有过人之处 朝夕相处 但凡有点自信的女人 很难不喜欢 不过现在知道了 能怎么样呢 西红泪叹息了一下后 靠在了李修竹怀中 看着李修竹眼神楚楚的轻声道 若是可以 我想给阮明正做个媒 李修竹文言立刻瞄懂 七少商 西红泪点了点头 开口道 算是我对他们的一个了结 西红泪还有半句话没说 他这么做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安李修竹的心 毕竟七少商和他有过一段感情 只有他这么做 才能让七少商死心 让李修竹安心 好 等他们回来你 就给他们办了吧 李修竹对阮明正 倒是没任何想法 一个面貌还算俊秀的女将 压根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也算是弥补七少商了 时间一晃过去了五天 在这五天内 燕门关内确实有世家 被新罗细作说服 准备打开燕门关的大门 迎接新罗大军 但是他们刚集结好人 就被杀了个措手不及 一共两个世家动手 家里都被毁诺城的人 屠露一空 好在毁诺城都是女子当家 这些人家的女子 才没受罪 但是即便这样 也是被关押了起来 两个世家被屠露 另外一个有心思的世家 立刻掩气息鼓 这一下 世家再也不敢妄动 城里有了一股 看不到暗中视力 朱之诺听闻 有两个世家被屠露 也是大吃一惊 等赶到地方一看 立刻就看出了猫腻 这些家丁似乎是在汇聚 顿时间他就出了一身冷汗 立刻想到了 居庸关被夺城的画面 也同时想到了 李修竹留下的 四千多黑甲兵 是那些人 是了 我说李修竹 为什么会留下四千黑甲兵 看来肯定是为了这件事 爆 就在朱之诺思考的时候 一声通报传来 朱之诺赶忙走了出去 什么事 回将军 城外一里 发现我方援军 朱之诺一证 确定是我方援军 这些日子 新罗已经攻城三次了 三次都打上了城墙 若非每每关键时刻 有骑兵出现在敌方后方 若非他带兵誓死抵抗 那么他这燕门关早就没了 难道是那些骑兵要进城 不过他显然想错了 士兵略显兴奋地肯定道 是的 从南边来的 军旗是我方军旗 挂着苏字 苏 是老将军苏且 走 快随我去迎接 若真是苏启将军 那他这燕门关 马上就固若金汤了 朱之诺终于松了口气 他倒不是真的不想投降 他也犹豫过 但是居庸关和山海关 这两座雄关 重回到了大洲手里 他不敢投降啊 此时投降 那就是自找死路 所以这几天 他才拼命防守 但命拼了 但也快拼不动了 这几天 新罗方面死了一万来人 但是他这燕门关守军 也死了小一万人了 敌人之凶猛 比以前他看到过的更可怕 好在援军终于来了 李修竹此时 依旧在温柔乡里享受 他前几天接到了 罗世成的传话 罗世成给他的任务就一个 固守 其他交给他就好 李修竹本就不是 来抢军功的 而军队 有了拿下居庸关的战绩足够了 更何况 还有一支北伐军 他自然就领命享受了起来 罗世成也不愧是大将军 在几方战力领先后 一边提防外敌 一边出动骑兵 骚扰燕门关外的新罗大军 而且他选的时机都恰到好处 每次在新罗人 刚刚攻上城墙的那一刻 发动进攻 逼得的金达康不得不撤兵 两三次下来 新罗士兵已经都红眼了 仿佛看到了死亡在招手 金达康今日也将 所有的将领都叫了进来 直接了当开口道 我们现在近乎死局 如果再拿不下燕门关 必死无疑 打燕门关不难 对方都是老兵新兵 关键是 就是后面那支骑兵 我们还有一万八千人 接下来必须得一战定胜负 我们才可能活下来 接下来 我会发动全面战争 每个人都会参与到攻城中去 现在 我需要有人带三千人 以死为其他人 争取攻城时间 半个时辰 只要能牵扯住骑兵半个时辰就好 这一刻 大家面面相去 都知道这一去 怕是必死无疑 短暂的沉默后 一个轻壮叹息了一声战了出来 属下李秀满 愿意为新罗赴死 如果将军有一日 能见到我的家人 希望能照顾一下他们 金达康文言顿时大喜 李将军放心 乳妻女无养之 乳无虑也 李秀满郑重认真地点了点头 那就拜托将军了 嗯 金达康文言看向其他人 一会每人选择一截城墙进攻 除了后勤 全部人都要冲杀 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 好了 都下去生火造饭吧 半个时辰后攻城 就在金达康准备殊死一搏的时候 却想不到 一只五万人的大军 浩浩荡荡地进了燕门关 朱之诺看到苏起的那一生 一瞬间立刻露出了笑容 还真是这个老将军 苏将军 您来了我就放心了 您再不来 我都怕守不住了 苏起文言眉头微皱 现在什么情况 战报上说 李将军拿下了居庸官 是真的吗 朱之诺赶忙点了点头 是真的 李将军刚到 当天夜里就拿下了居庸官 听到这话 苏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看来 我们这些老将 都小瞧了这小家伙 后来呢 现在他在干什么 朱之诺文言一致 这 我也不知道 现在新罗已经切断了 燕门关和居庸官 山海关的联系 现在外面有一只 咱们的骑兵 新罗三次差点攻进来 都是对方在关键时候 骚扰才得以反击 只是这支队伍 末将也不知道 是哪支军队的 苏起文言点了点头 随后转头 对一旁的一个青年将领说道 苏云 你去接管北面城防 末 苏云说着 带着一队军队 快速地向着北方而行 他们这支军队 行进速度并不是特别快 时刻保持着战斗力 所以 刚到就可以上战场 也得亏他们来得及时 苏起刚到郡守府 还来不及缓和一下 就听到了新罗攻城的号角 放下茶盏 苏起站了起来 立刻向外走去 同时吩咐道 让贾镇和李扬北城门待命 默 离开了郡守府 苏起快速地向着城门走去 与此同时 看到新罗人攻城 罗臣警记父亲的命令 立刻带人向着新罗大营奔袭 就在这时 一支大约三千人的骑兵队伍 仿佛早有准备 立刻杀了过来 这些人一人三马 看起来竟比罗臣的队伍还大一些 战马的狂奔 让大地都震动了起来 下一秒 无数剑语纷飞 虽然罗臣的人多 但是对方密度小 反而损伤得少 这些人是来拦着他们的 罗臣心中 升起了一股不安的预感 短短的百米 双方一边放了两轮箭矢 但两轮下来 最多新罗人 只损伤了几百人 和伤了上千匹战马 但是战马疲后 真的当下就死的 也就一两百匹 其他的还在奔跑 而且是受伤后的狂奔 而罗臣这边 已经死伤不下两千人了 要知道他们山海关 一共也才一万骑兵 而且都是一人一马 下一秒 骑兵队伍撞在了一起 战马的冲击力 瞬间让双方阵营一顿 罗臣这方 反而被洪流碾压一般压得一腿 后边的战马躲避不及 好多形成了连锁碰撞 罗臣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一幕 这才注意到了 对方的战马 除了有人骑的 居然都蒙着眼 罗臣眼神一缩 这些战马不用说 大部分肯定不能要了 但是这种自杀性攻击 更让他心里不安 剑使再一次射来 罗臣他们 也只能凌落地反击 超过四成的骑兵 都掉下了战马 被践踏 这一波亏损 简直可以说亏马了 可惜 此时已经想退不能退了 要么击溃敌人 要么被敌人击溃 罗臣下意识想到了 父亲教育他的一句话 也是他从军的准则 侠鹿相逢勇者胜 罗臣眼神一眯 杀气凌然 仿佛被算计到的 不是自己 杀 这一瞬间 周围的士兵 仿佛也受到了感染 杀 杀 杀 就在两只骑兵 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金达康也在 在率人全献猛攻 刚刚换防的苏云 脸色微变 但也只是微变 他可是 带了一万人来换防 而非之前的老弱病残 苏云没有出头 而是看着城楼下的 金达康冷笑 看来这金达康扛不住了 呵呵 那就等死吧 通知车戟大将军 准备骑兵追击 半个时辰内准备换防 四个传讯卫兵 立刻立刻喊道 诺 四人分开而走 分走两边 但是没跑出去多久 就在城墙拐角 碰到了苏启 这边走的两人 看到苏启一正 但紧接着 立刻攻身行礼 大将军 前锋笑苏云传讯 请大将军准备好骑兵 准备追击 另外半个时辰内 准备再次换防 苏启文言 看了看新罗人的操作 立刻肯定了儿子的推测 使我守令 让雷战准备骑兵 准备出击 让王凯准备 三千金锐极客支援 让李承在两刻钟后 带他五千坡刀位换防 说着 苏启拿出自己的令牌 交给了传讯兵 不过比起儿子 他看得更精准 安排得更合理 苏启也没下城墙 就在这看着 以防战事有变 半个时辰后 李修竹也得到了汇报 报 大将军 探马发现 今日新罗大军 全面进攻燕门关 后方山海关骚扰骑兵 被缠住 恐无力解燕门关之围 李修竹从温柔乡中 走了出来 新罗全面进攻了 看来 已经逼到了绝路了 李修竹这么说着 想了想说道 去修整大营 看谁该谁换防了 让他们整军去支援燕门关 记得 大军一道问问我们的赤后 对方是否持续攻关 若是 立刻冲击对方率赢 若不是 骚扰为主 这时间上一来一回 即便是骑兵 也得一个时辰才能到 他估计 若是真的全面进攻 那么对方率赢 就算有人 也绝不会超过万人 这是李修竹第一次 干预属下打仗 他也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如果不干预 他怕燕门关丢了 毕竟此时 苏启到燕门关的消息 无论是山海关 还是居庸关 又或者新罗人 都没有任何一方知道 与此同时 罗士成听到新罗全面攻城 也是脸色发黑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毛下骑兵 已经尽数派了去 步兵去不说 时间上来不来得及 就是兵种相克 也是麻烦 如今也只能 期望燕门关能守住 等传讯兵走后 西红温来到了李修竹身后问道 夫君 燕门关还守得住吗 李修竹沉默了片刻 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我留下了四千多人 确保城门不失 但也只能保证城门 但愿他们能守住一个时辰 只要能守住一个时辰 等我们援兵到了 新罗定然无力回天 看来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 就在二人说话的时候 又一个传讯兵跑了进来 爆 这个士兵看着西红温没开口 西红温刚想转身回屋 李修竹就开口道 说吧 没事 西红温一震 紧接着心中 生起一股感动 不过这种事情不能助长 事后还得提醒一下夫君才是 当然西红温虽然知道不该听 这次却没离开 不能让自家夫君失了威严 传训兵闻言也没再犹豫 直接开口道 将军 北伐赵将军传训 大军达到了新罗王都下 沿路共计破73个部族 不过已经无力为尽 准备回军了 嗯 回来吧 回来本将军亲自迎接他们 默 李修竹之所以能安坐居庸官 全靠这支北伐军 而且北伐大军带来的战利品无数 亲自迎接理所当然 听到北伐大军回归 西红类脸色微变 说不出的精彩 也不知是因为无法面对七少商 还是为他们能活着回来而高兴 等传训兵退下 李修竹转身一正 在想什么 西红类文言也没隐瞒 柔弱地开口道 没什么 只是不知道再见面该说什么 也许不见更好 李修竹文言失笑 你跟着我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难道你要赌他一辈子 直接说 你跟了我就好 西红类文言看向李修竹 却见李修竹认真地看着自己 这一刻西红类明白 这是李修竹给他的选择 男人啊 这该死的炫耀玉 不过自家男人 能怎么办 这人以后是自己孩子的父亲啊 西红类心中一叹 点了点头 对不起了七少商 为了孩子父亲这点小心思 只能让你难受一下了 不过 你也怪不到我 怪就怪软明症吧 与此同时 夜门关的战事 也随着时间更加惨烈 即便是城楼上 也开始出现不少伤亡 但是夜门关的顽强 出乎了金达康的预料 将军 情况不对啊 短短的两刻钟 新罗死伤近万 而夜门关死了多少人 他们不知道 但是那防守力量 丝毫不见减弱 士兵们两次杀上城墙 但没有一次 有一个地方的人 能在城墙上待满实戏 此时 另一边的骑兵队 也奋出了胜负 罗晨显胜 但是一万骑兵 愣是被三千新罗骑兵 打掉八九成 可以说是惨败 再也无力骚扰 罗晨临走前 狠狠地看了一眼 新罗大营率仗 心中懊悔不已 将军 我们还骚扰吗 好在罗晨并未失了志 退军 回山海关 与此同时 金达康面容深沉地开口道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要么胜 要么败 继续攻 今天必须见结果 不能让他们休整 其他将领自然也懂 不说别的 就是粮草 也只够万人吃三天了 换成昨天 只够吃一天 但是三天又如何 难不成三天后 等男人休整好了 再去送死 不如拼一拼 就在李成和苏云 都开始疲惫的时候 王凯带的五千金锐 坡刀手来了 五千金锐的坡刀手 也不投掷石头和洒油了 他们就仿佛准备 攻击的王八一样 藏在盾牌后面 等着敌人登上城墙时 迅速探头 发起致命的一击 苏云的兵撤了 不过苏云并没撤 而是守在了父亲身旁 李成的兵没撤 身为金锐 还是辅助 他们还能撑一段时间 帮助浦道营的兄弟们 做个茶楼补缺 还是没问题的 父亲 得亏我们来得及时 否则这燕门关 必然会失守 苏启文言点了点头 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一来就要结束这支军队了 接下来只要守住北方不失 那么来年兴罗必死 为父已经准备上书 准备亲自领兵 出征兴罗 苏云兴奋地点了点头 开口道 若是破了兴罗 我必然要让他们王后王妃 知道我们大洲将士的厉害 苏启文言眉头一皱 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面对老爹的话 苏云没有半点收敛 只是黑黑一笑 而苏启也没再说话 在他看来 这都是小事 若是大洲被破成 大洲的后宫 也必然会被祸祸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金达康人妈了 脸上已经布满了冷汗 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燕门关会这么稳固 这时 一名将领问道 将军 我们还死战吗 金达康文言嘴角抽了抽 他们还有五千精锐 可惜 他已经感受不到赢的希望 此时要么走 要么投降 但是走 还能走到哪 金达康沉默了一下 满身丧气地开口道 如今要么战死 要么投降 大家选吧 我金达康已经无力回天了 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与你们在一起 金达康说着 抬起了头 脸上禁食懊悔 若是我打下居庸关 立刻攻击夜门关 直接死战 定然能拿下夜门关 就算居庸关那些人 能抢回夜门关 也能让他们警惕 守住居庸关 再或者直接卷了 两个雄关的财富和物资 也够兴罗度过这个冬天 且富有一波了 达到现在 此时的他已经反应了过来 夜门关内还有增兵 应该就是居庸关 那支军队留下的后手 大洲真的是物资丰富 死了五万士兵 还能立即增兵十万 可惜 世上没有后悔药 也就在几个将军 面面相去的时候 王冠芳带兵来到了夜门关外 此时一个斥后 正在和他汇报 看到那死伤一地的兴罗士兵 在听到斥后说 对方一直在攻城 死伤无数后 花官方深吸了一口气 传令 大军整备 去掉国马步 随我冲锋 我要听到 铁梯踏破新罗军营的声音 此时花官方 他们离新罗士兵不足两公里 所处地方略高一点点 加上敌方斥后 被几方斥后歼灭了不少 又有马蹄果布 新罗才没第一时间发现这些人 此时夜门关上苏云 看着已经停止进攻的新罗大营 问道 父亲 该我们出击了吧 苏启看着远处安静的大营沉默了 对方的反应 是他没料到的 难道打没了 派出斥后 先摸清对面的情况 这对方大营太平静了 平静的他不敢动手 但是不动手 他又不甘心 向极了司马懿 面对孔明的空城际 这一刻 他忽然理解了司马懿 这个世界自未尽之后的历史 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之前的还都一样 也许有个和李修竹一样的穿越者 扇过一翅膀 然而还没等斥后出门 远处忽然传来的阵阵轰鸣 即便是隔得老远 都能隐隐听到 顿时间苏启眼神一眯 有问题 这支军队是谁的人 之前他们可是看见了 新罗大战外之前骚扰的那对骑兵 可是退了 而且没剩下多少人 这一刻 苏启更加不敢轻动了 只以为这是新罗的后手 只是为何不等他们 出城再攻击 可惜他带的骑兵只有八千 抽不出来更多了 若是判断失误 一个回合就没了 就在苏启沉默的时候 新罗人自然也听到了声音 一个个将军 也都看到了 那如钢铁洪流的骑兵 非假 这是居庸官的那些人 就在金达康判断出来人的时候 几个将军互相对视了一眼 将军 我们投降吧 没有机会了 此时投降还有机会或者 还有机会让人熟自己回去 但若是不投降 这眼前的钢铁洪流 定然不会给自己活路 眼看骑兵队越来越近 只剩下一里 再不投降就没机会的时候 金达康终于闭上眼 叹息着开口了 让士兵们放下武器吧 我们投降 随着战马越来越快 眼看就要冲击新罗大营的时候 花官方和身后的将领都愣了 只见入目所及 新罗士兵一个个地扔下了刀枪剑戟 投降 我们投降了 花官方一正 随后抬起手做了个手势 身后的钢铁洪流瞬间分开 像水流一般向着两边分流 汇合 花官方骑着战马停了下来 看着眼前的一幕的感觉有点不真实 不过还是开口道 你们的将领呢 出来说话 金达康此时也带着一众将领走了出来 本将军是新罗大将金达康 既然投降了 那就带上所有人放下武器 来营帐外集合 金达康文言汉手 没在做任何无谓的抵抗 率先带着人走出了营帐 直到这一刻 花官方才相信对方真的投降了 与此同时 随着骑兵到达新罗大营 苏奇也大致看清了对方的盔甲颜色 黑色 怎么那么像京都十六位的铠甲颜色 势力修竹的人 混蛋 不是来摘桃子的吧 父亲 这些人军甲的颜色 好像是京都十六位的 自己人 要知道大洲的铠甲 都是区别的 像是正常军队 用的都是净游的黄竹甲片配红衬 百户之上是黄铜甲片配红衬 只有京都十六位 是全员黑铁甲片配黑衬 至于新罗人 他们基本上穿的都是皮甲 新罗地处北方 大多时候都寒冷相伴 只有皮甲才是最佳选择 就在苏奇大致确定了对方身份 准备出城合击的时候 忽然一致 苏奇看到双方没打起来的那一刻 下意识地升起一个念头 李修竹率军投敌了 这么想着 苏奇就发现 似乎那个不动的队伍 似乎缓缓动了 而且去的方向 正是居庸关方向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在苏奇这么想着的时候 有一匹黑色的战马 向着这边奔了过来 黑色的战马跑得很快 不多时就到了燕门关城下 朱将军可在 苏奇直接站了出来 开口喊道 本将军苏奇 接管了燕门关防守 你可是李修竹的人 传训兵一正 没想到竟然是苏奇将军 当即抱拳行礼 见过苏将军 我们确实是李将军的人 将军喊我们来支援 没想到刚过来 对方就投降了 所以 我家都尉让我来告知将军一声 将军可有话通传 苏奇一正 紧接着就是无语 他们在这打声打死 倒是让李修竹捡了桃子 不过此时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苏奇直接问道 境内可还有余念 小兵文言摇了摇头 说道 不知道有没有溃散的新罗士兵 不过最大的一伙人 就在这里了 苏奇文言了然 沉默了下这才说道 告诉李将军 接下来 三日本将军会扫荡三关区域 扫荡完毕后 本将军再去和李将军会合 一个半时辰后 得到了战报的李修竹一证 也是没想到 对方投降了 听了苏奇的传讯 李修竹沉默了片刻 写了两封战报递了出去 八百里捷报送往京都 既然边关已经稳住 也快年关了 李修竹想回去了 这都出来快一个月了 讲真有点想家了 正好等皇帝的调令下来 七少商也该回来了 两天后早朝刚过 正要下朝的时候 传讯兵冲进了义政殿 报 前线八百里捷报 又是捷报 呈上来 王德发赶忙将三封捷报 呈了上来 看到捷报有三封 李廓一证 这三封都是捷报 传讯兵文言赶忙开口 是的 两封是票级大将军发的 一封是车骑大将军发的 因为要入过燕门关 所以车骑大将军命 我也将捷报一起带来了 这一下李廓很高兴了 连着三封捷报 谁能不高兴 德发 宋多 默 王德发拆开后看了一眼后 顿时震惊地吸了口气 居庸官捷报 假生年十月初五 票级大将军 苏起攻下居庸官后命 都尉召见带兵深入 北击新罗王庭 事业 新罗大将金达康率军袭击 我军固守居庸官 兼敌11408人 后接大将军军令 固守居庸官 历时十日 北伐大军捷报不断 至今日 共计击破73个部落 斩杀新罗轻壮和士兵 累计过八万 短时间内新罗将无力再战 同日 新罗大将金达康 全面攻击雁门官 票级大将军 命花官方率 骑兵一万增援 敌方投降 我军俘获新罗大将一人 大小军官26人 兵丁4608人 以上 票级大将军李修竹 战报这东西 要客观地写清楚 战绩和领兵的主将 方便朝廷赏赐 所以 李修竹才写这么多 仅仅只是一封捷报 无论是李阔这个皇帝 还是下面的官员都猛了 守住雁门官不是重点 4600加降兵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 那支北上军队 十日内破73个部落 斩杀敌军加轻壮八万人 这无敌了好吗 傅大人 你得了个好女婿啊 听着老友酸了吧唧的羡慕后 傅文汉别提多高兴了 只是他也有点没想到 自家那女婿 竟然还是一个用兵奇才 傅文汉一脸高兴的 也跟着低声道 我女儿眼光好 他早就看出 修竹飞驰中之物 这时 王德发打开了第二封捷报 只是这一打开 王德发仿佛哑了嗓子 刚出生就不知道该怎么念了 李阔一正 微微皱眉 怎么不念了 陛下 要不您先看看 李阔疑惑地接过捷报 顿时也是哭笑不得 陛下 我都出来快一个月了 现在新罗也无力回天了 您赶紧下个纸让我回去吧 我想家了 更想我娘子了 嗯 也想两个公主了 说好的九月十八大婚呢 这都十月了 您就不怕 我两个娘子等着急啊 回去的理由 我都帮您想好了 回京献福 求求了 我想回家 但是看到 那封请求回京的捷报 李阔有点哭笑不得 尤其是最后那句求求了 犹如小孩子玩闹一般 大男儿不是应该置在四方 怎么这小子 就想着回家而女情长 不过 既然心罗稳定了 也是该回来了 李阔扫了一眼王德发 顿时没好气地开口道 不就是朕的驸马 请求回京献福吗 这有什么不能读的 王德发 最好只是献福 不过 谁让这是主子发话了呢 这脏水 还得自己担着 王德发满脸笑容地陪笑道 陛下说得对 奴才只是觉得 这个事情 应该交给陛下决断 不敢擅自念出来 这一刻 所有人都在怀疑 但也不敢过多疑问 嗯 继续吧 念念苏将军的捷报 莫 拆开最后一封捷报 王德发再次念了起来 燕门关捷报 车骑大将军苏起 率军五万抵达燕门关荡日 遇到新罗大军全面攻城 战争开始由我军将领苏云 带兵固守 后有王凯 里程补防 经历一个多时辰的战斗 我军斩敌一万五千人 我军伤亡两千八百人 战时另有援军两支 其中一支伤亡不明 以上 车骑大将军苏起 伤亡不明 那看来是罗世成的军队了 不过山海关的战报还没来吗 与此同时 太夫妇苏家 母亲 你怎么又在发胆 感觉 您这次回来 好像换了个人一样 苏如听到女儿突然响起的声音 这才回神 苏如面上微笑 心中却在叹息 经历了那样的事情 我要是还能和往日一样 才奇怪不是吗 可惜 那些事情不能和任何人说 母亲 看来你真的碰到了修竹哥哥 可是为何不让我们在一起呢 苏澄澄看着母亲离去的背影 满是忧伤 她是直 没什么心机 但不是傻 苏如也没想到 只是一次敷衍 她在苏澄澄的心里 就被肯定了和李修竹的牵扯 三天时间 一晃即过 这天 关外来了一支军队 毫无意外 七少商他们回来了 李修竹收到消息后 带着西红类和一支骑兵来到了城门口 随着大军越来越近 大家的相貌也就越来越清楚 眼神最好的李修竹和七少商 已经看到了彼此前排 当然 是李修竹先看到了 她也很快看到了七少商脸上的惊讶 但是惊讶过后就是不敢面对的愧疚 这一刻 反而是李修竹愣了 七少商是早知道消息 还是 但紧接着 李修竹看到阮明正的得意的笑容时 顿时恍然 再看阮明正身上 一圈白色的布条 顿时明白 她这是拿下了七少商啊 阮明正和西红类功力差不多 她看到了西红类 西红类自然也看到了她 看了一下连云寨当家的几人 西红类笑了笑 等大军到了眼前 赵剑带队停了下来 当先下了马 抱拳一礼 将军 属下不负使命 带队归来 李修竹闻言 看了一眼赵剑身后的队伍 开口问道 还剩多少弟兄 赵剑闻言一正 就是七少商这些匪徒 也诧异地看向李修竹 赵剑愣了一下后 赶忙说道 除去之前运送物资回来的兄弟 还剩下3300人 连云寨的兄弟 还剩下1700 李修竹闻言看向一旁 回来了多少兄弟 回将军 北方运送物资回来的兄弟 一共800伤员 李修竹闻言了然 也没去纠结死伤的将士 一将功成万古枯 他早就知道的 所有不能上战场的重伤员 除了朝廷那份 多加一倍 阵亡的兄弟 有家属的多加两倍 大军进城 今日好酒好肉招待好 说完 李修竹转头对花官方继续道 明日和七当家 阮当家 来清点财物 将他们那一份给出去 另外 他们阵亡1300百人 虽然这部分朝廷 不会给抚恤金 但是他们 也是为了大洲 为了咱们而战 所以 从弟兄们的丧葬分成里 分出一部分给他们 就按照咱们士兵的抚恤金给 不加倍 说完 李修竹看向连云寨的人 开口道 我们最多只能 给你我们自己的那一份 各位当家的见谅 连云寨的人 根本就没想过 他们会有抚恤金 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 七少商也是见过世面的 文言上前报全 我替兄弟们多谢将军 只是我们这些人 很少有家事 大将军不必给这么多 李修竹文言 打断了七少商的话 开口道 多的钱 你们留着买粮食吧 听我一句劝 打劫归打劫 不要再劫人了 下次再碰到我 别说我不念旧情 拔了你们的债子 七少商和几个当家 顿时都羞愧不已 七少商当先开口道 七某一定会对他们 多加管教 行 都进城吧 等圣旨来了 你们就和我一起走吧 说着 李修竹多解释了一句 不是限制你们 而是现在边关紧张 苏启将军正在青角周边 你们没有我带路 出去只有一个死子 双方现在也是 有点信任基础了 尤其是阮明正 是以阮明正当先开口道 全听将军安排 赛诸葛都这么说了 其余人自然没什么问题 事业 北伐大军都在狂欢 等大家喝得 林丁大醉的时候 七少商睁开了眼睛 悄然地离开了 七少商离开后 阮明正也睁开了眼睛 面色复杂地跟了上去 咕咕咕咕咕 西红泪闻声 也忽然睁开了眼睛 看了一眼身旁的李修竹 西红泪开口道 夫君 七少商找我 李修竹没有一点意外 早就猜到的事情 去见见吧 说清楚 西红泪一正 夫君不和我一起去吗 不用了 我相信你 西红泪眼神深邃地 看着李修竹也不说话 仿佛要将他看明白一样 李修竹看西红泪这样 无奈地解释道 只有千日做贼的 哪有千日防贼的 这种事 我只能选择相信你 西红泪闻言 这才释然地笑笑 行了 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只此一次 李修竹点头看西红泪离去后 继续折腾起了其他几女 李修竹如此放心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她 已经收到了软明症的字条 二是因为宿女经 这经书的神庙 不足为外人道 反正西红泪 只要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她肯定会知道 只有她能平衡阴阳 若是真有人敢背叛她 她李修竹并非人善之人 城中最大的客栈后巷 七少商终于等来了 以前日日思念的那个人 虽是黑夜 但今日有月光 借着月光看去 西红泪 还是那么地美 美到了她的心里 可惜 现在的她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自信 七少商 我来了 红泪 七少商话到嘴边 却仿佛耿在了咽喉 怎么也说不出来一样 此时他们不远处的 一道拐巷内 软明症的眼光一粒 不过她并未发出任何声音 静静地靠在墙边 西红泪看七少商 不知道怎么开口 微微地笑了一下 你叫我来 应该是有话说 或者有话要问吧 想问什么就问吧 想说什么 也请直白地说 再次看到 昔日爱慕的情人 西红泪要说没一点感觉 那是骗人的 物是人非 不外如是 听到西红泪的话 七少商当先想到了李修竹 迟疑地问道 你为何会在居庸关 还和李修竹在一起 西红泪心中一叹 该来的还是来了 不过她并未打算回避 我现在是修竹的夫人 当然要和她在一起 所以 这可能就是 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所以有什么话 你一次性问了吧 别留下遗憾 七少商一正 怎么都没想到 会等到这么个答案 西红泪的话 让七少商沉默了片刻 下一刻 她想到了软明症 也许这是上天安排的吧 七少商叹了口气 这才开口道 希望你以后 过得快乐 就这么 西红泪闻言笑笑 你也是 还有吗 西红泪的话落 七少商沉默了一下 后开口道 我和三当家 软明症在一起了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 也是想了结 我们之间的关系 听到七少商这么说 墙角的软明症 终于露出了笑容 而西红泪也明白了 那封信 是谁送的了 看着七少商认贼做妻 西红泪忽然笑了 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还有其他事吗 若是没有 那我就回去了 七少商被问得相顾无言 但他却找不到任何留下他的理由 沉默两久 七少商点头 好 西红泪闻言转身就走 毫无半分留恋 七少商张嘴欲言 却又什么也说不出口 只觉得生命里 失去了什么 等西红泪回来 李修竹一正 这从出门到回来 去了还没半个时辰吧 说清楚了 嗯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那还得什么 就等你了 西红泪闻言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无奈 自己这夫君 说句荒淫无度 都不为过 若不是有这么多姐妹 天知道他这段时间 会不会死 天啊 自己在想什么 都是这坏夫君 带坏了自己 脸色红润的西红泪 还是顺从的宽衣解带 三日后 宣旨太监和车骑大将军苏起 同时抵达了燕门关 李修竹收到消息出门的时候 二人已经到了郡守府前 看到李修竹 宣旨太监当即谦逊地开口问道 可是驸马言 李修竹闻言汉首 问道 可是宣我回京了 太监赶忙点了点头 票纪大将军接旨 李修竹行了一礼 陈票纪大将军 李修竹接旨 宣旨太监 这才打开圣旨 开口宣读道 浩天明命 制约行政 经北伐战士 已定标齐大将军不负黄恩 屡战屡胜 经年官将近 特命齐领军十六位 回京献服受风 居庸官一应事务 交给车旗大将军 苏启接管 倾此 李修竹虽然早有预料 但还是开心极了 边关和京城的繁华 简直不能比 能回去过舒坦日子 鬼才想在边关挨冷受动 陈琳指谢恩 接过圣旨 李修竹看向一旁的 苏启问道 老将军 就是苏将军吧 后辈李修竹 见过苏将军 苏启之前 也一直在打量李修竹 文言笑着开口道 前线边关 不用多礼 虽说你小子截胡了我一批俘虏 但是老夫还是开心的 现在咱们大洲军中 虽然不乏将才 但是帅才不多 未来有你在 可保大洲二十年无忧 李修竹文言一致 赶忙开口道 苏将军 我没得罪你吧 何故捧杀我 苏启一政 不明白李修竹 为何这么说 是谦虚 但李修竹 很快就给了苏启解释 你问问军中的将士们 我何曾会打仗 除了给手下定个目标 都是大家自由发挥 北伐能取得今日战果 各位都尉都是 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苏启文言 哈哈一笑 这就对了 老夫可没说错 为将者只能领兵打仗 只能分一阵之得势 只有为帅者能统筹全局 物尽其用 这时 李修竹身后的李无为 齐昌 赵剑也跟着开口道 苏将军说得对 卑职们之所以能打败新罗 全靠将军布局 将军勿要谦虚 若是没有李将军 沿途以贼匪练兵 让士兵们见血 我们的军队怕是不堪一击 是啊 若是没有李将军布阵 我们怕是居庸官都拿不下 李修竹看着几个夸夸团成员 文言没在反驳 而是摇了摇头 对苏启开口道 老将军安排军防吧 安排好了 我们也要立刻启程了 苏启文言眉头微皱 脸上有些不喜 李将军就这么着急走 连和老夫喝一杯的功夫 都没有 李修竹尴尬地笑了笑 嗯 想家里的娘们了 不过这喝杯酒的功夫 肯定是有的 就是换房也得好一阵呢不是 来人 去安排几桌酒席 今日我和苏将军 还有这位公公 一起喝两杯 宣旨太监文言 赶忙摆手摇头 大人可别折杀小的 小的一个宣旨太监 哪配和两位将军同坐 李修竹也不愿意和太监同坐 文言也不勉强 吩咐道 那给这位公公 准备一桌上好的酒席 苏启听李修竹这么安排 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才放过李修竹 不过苏启却有点羡慕傅文汉了 这李修竹眉目清秀 颇有如帅之风 若是他的孙女婿 该有多好 因为和苏启喝酒 李修竹自然不会在下午出发 等第二天一早 才率军离开了居庸关 等到了燕门关 又是休整了一夜 接上了孙慈 这才继续出发 当然 耽误这么多时间 自然不是为了接孙慈 而是因为西红类 西红类要和李修竹去京城了 回诺城这边 自然也要安排好 当西红类跟秦婉秦说 自己要去京城的时候 秦婉秦猛了 大姐 你不是去救七少商了吗 怎么会跟这个票级将军 李修竹在一起 而且还要和他去京城 难道你不要我们 毁诺城的数千姐妹了吗 西红类一开始 没想到会这样 文言只是叹息了一下 看着窗外神色感慨 也许这就是造花弄人吧 很多事的发生 都来源于意外 不过 我现在也还算幸福 至于你们 永远是我的姐妹 若是以后有什么事 送信一封 我能帮你们肯定帮 若是不想再毁诺城了 也可以来京城找我 我肯定会 如再毁诺城一样 照顾好你们 秦婉秦文言 苦涩地笑了一下 看来大姐心意已决 那妹妹也只能祝你幸福了 若是来日大姐过得不顺心 尽可毁毁诺城 你还是我们的大姐 大娘的位置 也永远给你留着 这就是姐妹啊 西红类感动 抱住了秦婉秦 只是默默无言 不是姐姐想离开你们啊 你们姐夫霸道得很 我不跟她走 才是连累了你们 第二天 李修竹他们离开后 一大波江湖人 也离开了燕门关 这些人自然是毁诺城的人 而且女人居多 只是大家都很疑惑 怎么大当家的没回来 他们就走了 回去的路上 秦婉秦脸色阴沉 大家自然也不敢出眉头 连云站很快就到了 接上守卫后 七少商他们也离开了 李修竹自然没在这里停留 大军浩浩荡荡地前进 换人的事情 也只是在暗中进行 回去的路上 虽然不需要练兵和赶路了 但是为了走得舒服 大军走得并不快 和来时一样 用了十天才到皇城外 看着那已经映入眼帘的城墙 李修竹忽然有种回家的错觉 呼 终于回来了 听到李修竹话中的感情 李诗诗好奇地开口道 夫君 京城真的这么好吗 李修竹点点头 单是从享受方面 算是一等地方 除了京城 怕是也只有江南 有这等繁华了 听李修竹这么说 顿时李诗诗的眼中 生出了更多的好奇 她可是氏族家的女儿 什么享受没见过 李诗诗这么想着 西红雷开口道 我倒是来过一次京城 确实不是边关可比 孙上香也是好奇 红雷姐姐和我们讲讲吗 西红雷文言也不隐瞒 大致讲了讲京城的繁华 刚讲完没多久 花官方的声音传了过来 将军 快到十六营了 行了 留下五千人 三千人走以仗 两千人看着东西 我会尽快安排好 花官方文言赶忙应声 默 李修竹大军回来的消息 整个京城基本都知道 等李修竹到达皇城门口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居然百官都在 这 这一刻 李修竹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真的是立了大功了 至少可以封侯的那种 但是也仅此而已 你指望一个白烂的人 得到一朵小红花 就努力干活 不可能 不过该有的礼仪 还是要有的 感谢诸位大人前来迎接 稍后夫妇会摆好宴席 宴请诸位 李修竹也不知道 新家搞好没 索性就在老丈人家搞了 花他的省自己的 傅文汉文言倒是笑笑 也没反对 傅月华他们都没搬家 家里没个男人 搬过去没安全感 李修竹进城第一件事 自然是得交接兵权 不过没忘记别的事 吩咐了几句后 自有人去 安排那些世家的女人 李修竹在郊外 给他们买了个大宅子 面积之大 住个几百人很正常 住不下也可以先挤挤 稍后 李修竹拿一城的分城 会在这边弄个纺织场 养残忠心 算给这些人找个活干 也算帮自家婆娘一把 李修竹交接了兵权过后 这才回了傅府 面圣一般都是早朝面圣 这个不急 此时傅府前院 已经坐满了朝臣 李修竹看到这里笑了笑 上前开口道 感谢各位大人们到来 修竹先敬各位大人一杯 修竹客气了 记得上次来这么热闹 还是在你的婚宴上 没想到时隔两月 再次来你已经官制二品 孙大人说笑了 李大人这次平定兴罗当局守宫 封侯败亡也是可能的 前大人所说的在里 我等住大人官运亨通 李修竹闻言 心中顿时不那么开心了 官运亨通 岂不是要忙死 这人良心坏了呀 虽然心中不喜 但是李修竹 还是面带微笑 这位大人说笑了 我这人纯粹是运气好 其他能力其实一般 就在李修竹艳琴百官的时候 傅宝珠和傅燕宇 也在那堂闹腾 可是一个多月没见姐夫了 他们两个小家伙 可没有两个姐姐的诚服 姐姐 姐姐 我想去看姐夫 姐夫都走了 一个月了 我 我想见姐夫 傅燕宇也跟着开口道 我也想姐夫 西六 好想啊 西六 傅宝珠有点疑惑地擦了擦嘴 难道我的口水流下来了 不可能啊 我说话都咽了的 西六 顺着声音 傅宝珠看到了傅燕宇的口水 顿时间傅宝珠一拍额头 感觉心泪 燕宇 你能不能把口水收一收 你这样 显得我们很傻呀 拜托 你要是忍不住可以不说话 咽口水就行了 傅燕宇与文言低下了头 两只小手的食指不断撞击着 小声地说道 可是我真的想吃姐夫做得好吃吃吗 傅宝珠顿时间再次拍了下脑门 我怎么有这么蠢萌的姐姐 肯定是娘生错了 我应该是姐姐才对吧 陈氏 傅月华和傅云霜 都被两个小家伙逗笑了 陈氏一边笑 一边开口道 好了好了 你们姐夫刚回来 让她好好休息两天 想吃什么 你们让傅大弄 不用保住开口 顿时间傅燕宇就小声地嘟咐道 傅大弄得没姐夫好吃 傅燕宇一说 大家是咽了咽口水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明明傅大也会做一些了 但是就是感觉还差了点意思 行了行了 怕了你们两个小家伙 明天你们去求你们姐夫吧 今天真不行 两个小家伙撇撇嘴不再说话 傅月华看向傅云霜开口道 云霜店里生意怎么样 酒楼开业了 已经营业半月有余 傅月华也只去看过一次 他也很忙没太多时间 关注妹妹的生意 傅云霜文言笑着点了点头 生意还不错 想来两年内月如万贯 是没问题的 这一瞬间 傅月华听出了妹妹的钱藏意思 不禁有些玩耳 那你加油 如果真的做到了 姐姐肯定不会拦着你 傅云霜文言也立刻瞄懂 紧接着轻笑着 云竹楼现在的生意 已经每个月五千两了 仅次于最仙楼 不过超过最仙楼也不远了 云竹楼就是傅云霜开的酒楼 名字取自他和姐夫李修竹 一人一个字 姐姐呢 最近你好像更忙了 养残的事还不落实吗 傅月华文言摇了摇头 开口道 养残得春天 这不是重点 养残的人手 我已经招募得差不多 这些由你姐夫留下的养残法 自然不是问题 可是那些织造的活 都被把守在个家里 我很难招到太多人 傅云霜眉头微皱 若是自己以后 也碰到眼红的同行 该怎么做 想到了姐姐 正在弄得蚕丝织造场 傅云霜忽然眼前一亮 未雨绸缪 接下来得和父亲要几块地 然后养家禽种蔬菜了 女人这边的宴席 不那么热闹 但是男人那边就热闹多了 不想和那些老油条多喝的李修竹 很快就装醉回了屋里 等人刚一进门 李修竹就精神了 城外的那些女人 安排好了吗 银瓶文言赶忙点了点头 都已经安排好了 不过要是咱家大小姐知道了 肯定的生气的 李修竹一正 她生什么气 银瓶一愣 看向姑爷 待看到李修竹脸上 没有生气的表情后 这才知道姑爷 不是真生气了 那么多女人 好多都可漂亮了 李修竹这才反应过来 你是怕你家小姐吃醋啊 可是这些 也是为你家小姐找的呀 你家小姐 不是要弄蚕丝制造吗 无论是养蚕 还是蚕丝制造 都需要人手啊 银瓶眨眨眼 姑爷 这都是为我家小姐找的 不全是 云霜也要用一部分 而且你家姑爷 有好多地方 要用他们 不会让他们吃白饭的 其他人安排到宅子里了吗 安排了 不过小姐有点生气 可能得姑爷您去哄一哄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点了点头 确实 要是找一个两个 傅月华可能还不会生气 一次性往家带七个 给谁谁也遭不住 唉 虽然都是苦命人 但是我月华生气 也是应该的 当然 也是我贪心了 好吧 只能全力补偿 她了 和公主大婚前 补足一个月的量吧 床头打架床尾和吗 一切不满 都来源幸福感不足 傅月华是吃过午饭得到的消息 毕竟李修竹回来的时候 已经准备开席了 本来正在生气的傅月华 听到了李修竹的心声 顿时一颤 本是气氛的脸色白了又红 红了又白 混蛋 居然想出这种笋招红我 一个月的量 她不是想弄死老娘 就想这样 欺负我让我妥协是吧 想的你美 娘都告诉我了 年轻人体力是好 不过也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更坏的地 就算这牛年轻 也扛不住几块地 不是想我妥协吗 今晚上 我把金瓶 银瓶都叫上 类似你个老黄牛 这也就是李修竹不知道 不然高低地见笑两声 素女精修到现在 别说一块地 一百块地 也难不住她 她现在身体所蕴含的阴阳能量 已经超过了 仙人之下的修仙者 可惜 她暂时并不会运用 想了很久都没想出一篇 阴阳法觉来 而且也担心运用的话 会不会消耗太多 无法成仙 毕竟她的阴阳之气来源单一 无法从天地提取 此时苏诚诚 则在看着母亲宅院的方向发呆 两久 苏诚诚终于站了起来 向着母亲的院子走去 派去老宅打听的人 已经去了 但是她想先和母亲说说 她就是想知道 母亲为何要拆散她 和修竹哥哥 素女此时 正在看着父父的方向 心中叹息 她知道她今日回城 可是她不能 也不敢去看她 两人之间最好的选择 就是相望于江湖 永不再见 老爷还没回来 是的 老爷最近 时常去太子东宫 往往回来时 已是深夜 苏如眉头微皱 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但不等她多想 苏诚诚就走了进来 娘 我有点是想问你 苏如刚想问什么事 却抬头看女儿 看向一旁的侍女们 苏如一正 对一旁的侍女说道 都下去吧 没我吩咐 不要敬钱 是 夫人 等侍女们都下去了 苏如这才看向 苏诚诚说道 诚诚你想说什么 苏如虽然感觉 面对女儿 有点别扭 但是也没多想 毕竟她也不会想到 李修竹会 因为自己 而和苏诚诚提分手 苏诚诚 直勾勾地看着苏如 看得苏如 都有些皱眉的时候 才忽然问道 娘你回老家的时候 见过修竹哥哥吧 苏如文言 顿时身子不自然的一将 正在端茶的手 都是一颤 茶汤洒出了少许 这一下苏如心中意紧 暗脚糟糕 完了 诚诚说得这么绝对 是知道了什么吗 不 我绝不能承认 可是我的失态 怎么解释 就在苏如思考 该怎么解释时 苏诚诚的话 让她又是一正 娘你为什么 不让修竹哥哥 和我在一起 为什么要阻止我们 苏如虽然证了一下 但这一次掩藏得很好 并未被发现了 苏如文言脑子急转 顿时想到了 最有利的方向 苏如放下茶杯 叹了口气 你都知道了 娘也是不得已 咱们苏家 可是名门大户 怎么也不可能 让你做小 你常看画本 应该知道的 给人做小 下场都不怎么好 甚至可能会有 身不由己的事情发生 娘这也是没办法 只想让你们 趁着感情不深 早日分开 苏诚诚文言 皱着眉头说道 我相信修竹哥哥 绝不是那样的人 哪怕我们给他当小 他也绝不会 拿我们去讨好别人 他是铁了心 想嫁给李修竹 而且也绝对 相信李修竹的为人 而且到时候 肯定不光他当小 怕是云霜也是小 难不成修竹哥哥 还能舍得把他和云霜送人 苏诚文言摇了摇头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李修竹 不会让你们 去做不愿意的事情 可李修竹 他并非良配啊 你知道他有多少小了吗 舅娘听到的 他回来可是带了七个小妾 去一趟边关 打仗都能带回这么多女人 你知道他未来 有多少女人吗 如此多的女人 他就算真的爱你们 真的有心 又能照顾得了多少女人 也许一个月 他也未必能属于你一天 别说 说着说着 苏诚都快把自己说服了 没错 他就是和李修竹 谈的这件事情 除此之外 什么也没有 与此同时 太子东宫 苏威叹息着看着太子 一脸无奈 太子 你真要这么做吗 沉默 太子阴郁而伤感的脸色 仿佛在告诉苏威 此事他必做一样 苏威也是感觉 倒了八辈子血眉 这么多年来 他第一次觉得 太父居然如此难当 如此恶心 谁能想到 一国储君 居然要谋法 而且理由是 那么的狗血奇葩 太子最爱的一个人 被陛下腰斩了 然后太子就要篡位 好吧 你要说太子妃 被杀你要篡位也算着呢 但是 为了一个兔爷篡位 李大普 古往今来第一次好吗 但是他劝谨了 无数次无果了 他身为太父 哪怕从未参与 皇子谋反他 也得负责 是没交好 但这最多 也就是被罢官而已 可如今 他多次进出太子东宫 太子谋反 他是有嘴 也说不清了 早知道不该贪图这权势的 可不参与得罪了储君 万一对方忍辱负重 或是篡位成功 未来也是自己倒霉 如今他已经在这条贼船上了 哪怕他什么都不做 结局都已经是无五开 所以他能做的 只有帮助太子夺权了 将所有的可能都预估了一遍后 俗威这才说到 丘烈马上要来了 若是殿下要动手 这是殿下的唯一机会了 一场意外 是太子能名正得位的关键 换成其他的 都容易生变故 太子自小聪益 他也是这么想的 文言开口道 还请老师指点 苏维也没拿着捏着 现在容不得他藏丝 容不得他低调 陛下正直壮年 最爱狩猎 每年必然亲自下场 我有两法可同时进行 一为恶犬 训练有素的恶犬 可以听从主人指挥 指拿药 到时候 我们往林子里放两只狼 就能伪装成狼袭击的 二为刺客 若是第一招不行 那就只能上刺客了 完事后 找个替罪羊灭口 做成太子的功绩 到时候 一是太子诛杀刺客 又是太子 得位罪证 二是 这件事 就算有人要查 要怪罪 也只会是找负责防守的驻军 太子文言眼神发亮 起身攻身行了一礼 老师之谋 更胜武侯 学生佩服 苏维心中一叹 我拿彼得了武侯 更何况 我是真不想拿这种试笔 可惜他没得选 苏维吩咐道 记得猎犬 一定要有一定数量 得如臂之时 杀手的功夫一定要高 一流是最低标准 若只是一流 最少要有十人 更得确保 他们不会出卖我们 就在苏维这边 和太子确定了计划的时候 御书房的李阔 忽然叹息了一声 承泽 希望你不会有这个 做父亲的失望啊 古已经失去了老四了 不想失去你 这个老大了 此时御书房内 除了李阔和王德发 还有一道身影跪在地上 这人看起来 仿佛生于阴暗 常于阴暗 若是不仔细看 甚至可能会 下意识地忽略它 显然 李阔这个皇帝 对太子也是不放心的 太子和太夫的多次见面 显然在这个敏感的时候 已经进入了李阔的耳目 最是无情帝王家 这句话并非是 说说那么简单 此时的李修竹还不知道 他马上就要 陷于一场阴谋 此时的他 正在应付着两个小家伙 没错 就是傅宝珠和傅燕宇 两个小家伙 虽然明知母亲和姐姐 不让他们打扰姐夫 但是两个小家伙 哪有这份自治力 机灵鬼傅宝珠 直接甩开了自己的侍女 冲到了李修竹屋内 这突兀的一幕 连门外的侍女 都没反应过来 正在进行学术交流的 李修竹和迎平 顿时吓了一跳 而傅宝珠和傅燕宇 也被眼前的景象 震撼了整个世界 就在两大两小 面面相去的时候 反应过来的侍女 也冲了进来 待看到李修竹二人时 顿时脸上一红 就要带两个小家伙出去 但是傅燕宇和傅宝珠二人 都离他有点距离呢 反应过来的傅宝珠 立刻小跑到了 李修竹二人身前 好奇地看了起来 姐夫 你怎么长得和我不一样 说着看向迎平 若有所思地继续道 好像迎平姐姐 也和我长得不一样 还没等李修竹二人 从这两句中消化完 傅宝珠看向李修竹 眨巴着大眼睛地继续道 姐夫 迎平姐姐犯错了吗 能不能不要拿木昆子 打迎平姐姐了呀 兄弟们 李大普了 我破防了呀 李修竹面色复杂 复杂的程度文字 都已经不足言语了 总之这一刻 他体会到了各种情绪 从未感觉 人生如此精彩过 见李修竹不说话 傅宝珠再次看向李修竹 刚要对李修竹的兵器出手 顿时把李修竹惊醒了 还不把两个小姐带下去 侍女文言 立刻反应了过来 迅速冲了过来 抱着傅宝珠头 也不回地向外跑去 哎 放我下来 我要和姐夫玩 不不不 姐夫你不爱宝珠了 姐夫 宝珠饿了 姐夫 看着傅宝珠和傅宴宇 终于消失 李修竹二人面面相去 顿时间 迎平就哭了 我 完了完了 我把小姐带坏了 我 小姐知道了 肯定要打死迎平的 李修竹文言 赶忙安慰道 别担心 没事的 有夫君呢 就当给两个小家伙 提前做教育了 回头我和岳母说说 提前找个老妈子 给他们俩讲讲 定然不会让他们出去乱说的 我 丢死人了 迎平没脸见人了 李修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了想 只能一立想实惠了 而且别说 傅宝珠这么一闹 他还生起一点另类的感觉 此时守门的丫鬟 也是头皮发麻 甚至不敢放两个 小家伙离去 这要是就这么走了 再到处一乱说 那他八成就无了 这两个小祖宗 他怎么这么命苦 但就在这时 屋里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听着迎平的哭声 顿时间压缓人妈了 就在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 傅宝珠眨眨 不愤地喊道 姐夫你是坏人 还打迎平姐姐 我要告诉姐姐 这一刻反应过来的丫头 赶忙捂住了傅宝珠的嘴 四小姐你别说话了 这个真不是打 迎平夫人她没事的 嗯嗯 傅宝珠不满地晃着身子 大眼睛瞪着侍女 似乎在表达着不满 侍女都快哭了 感觉自己太难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一耽搁 就到了吃完饭的时间了 小宝珠愣是被侍女捂了半小时的嘴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小家伙才被放开 哼 你怎么敢 等我告诉大姐 看不打你个小蹄子 顿时间 侍女就跪了 四小姐不要啊 我错了 要不四小姐你罚我吧 傅宝珠闻言一扬脑袋 竟是傲娇 眼神比腻地看着小丫鬟 似乎在说怕了吧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 哼 罚你 今晚来给我洗脚 侍女一正 就这 就这 傅宝珠眉头一皱 很是不满 怎么 不愿意 侍女这才回神 赶忙开口道 不不 愿意 奴婢愿意 傅宝珠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不错 别忘记啊 就在这时房门打开 穿戴整齐的李修竹走了出来 顿时 傅宝珠眼睛一亮 顿时高兴了起来 姐夫 你终于出来了 我想吃鸡翅 要特别特别 好吃的那种 刚不是还在说 打赢瓶的事吗 这就过去了 傅宝宇也在这时复活了 仿佛刚才那个文静的小透明 不是他一样 姐夫 姐夫 我也要 我也要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走吧 姐夫这就去给你们弄 虽然已经到了开饭的点了 但是两个小家伙 都不介意再等等 与此同时 正等着开饭的傅月华 眉头皱了皱 修竹这家伙怎么回事 回来第一顿 不陪我吃就算了 第二顿还不陪我 还有宝珠 烟雨 这都吃饭的点了 怎么还不来 金平 去叫姑爷来吃饭 玉竹 你去叫三小姐和四小姐 是 大小姐 是 大小姐 但还默等二人出门 门外就跑来 一个丫鬟 富云双刃的 这是宝珠的丫鬟 蓝儿怎么了 跑这么快 蓝儿赶忙对着饭桌上的 三人行了个礼 开口道 回夫人小姐 姑爷让我来告一下 夫人小姐 说 夫人小姐先吃吧 姑爷给三小姐和四小姐 做到菜 傅月华文言 顿时眉头 就舒展开了 一听就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准是两个小家伙 缠着李修竹 做好吃的了 傅月华 看向母亲和云双 开口道 母亲 妹妹 我们先吃吧 饭菜凉了 就不好吃了 他们有修竹做的吃的 肯定不会饿着 陈氏也是 对自己那两个馋人的 宝贝丫头哭笑不得 拿起了碗筷开口道 那我们就先吃吧 说着 当先夹了一筷子 傅云双有些想姐夫 想等姐夫一起吃 但是此时 也不好表现得太明显 李修竹 给老三和老四 做到蒜香鸡吃 煮油炸 方便快捷 除此之外 还做了个南瓜羹 鲜甜软糯的南瓜羹 相信 是个女孩子 无论大小 都拒绝不了 李修竹 也就做了两个菜 毕竟时间上 也不太允许 等李修竹三人 回到饭堂的时候 三女还没吃完 李修竹十分懂事地 给傅月华 加了个鸡翅 紧着又给其他几女 加了个鸡翅 我这么讨好了 她应该不会太生气了吧 顿时间傅月华一正 有些哭笑不得 加个鸡翅就算讨好了 嗯 似乎也算吧 大男人 不能要求太多了 虽然觉得有点敷衍 但是傅月华的嘴角 还是弯了起来 李修竹眼前一亮 嘶 我家这娘们 越来越好看了 以前看起来还有点冷 现在可越来越迷人了 赶紧吃饭 吃完了的好好疼爱 疼爱她 这一瞬间 傅月华的脸色 瞬间红了 尤其是李修竹那些夸赞 这可是新生 做不得假的 真心的夸赞 还是爱人的夸赞 这也太美了好吧 可惜她不知道的是 李修竹早就知道她的新生了 虽然心如蜜甜 但是傅月华 还是瞪了李修竹一眼 这混蛋 就想得睡自己 不能有点追求吗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虽然这样想 却还是夹紧了 笔直的长腿 奇怪 瞪我做什么 难道是还没原谅我 唉 看来只能晚上努力了 这混蛋 越想越没编了 虽然这么想 但是她 还是甜滋滋的 两个小家伙埋头苦干 恨不得撑死自己 李修竹倒是没吃多少 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 李修竹看了看身旁的丫鬟们 开口道 你们都下去吧 几个丫鬟一正 纷纷看向陈氏 陈氏一正 挥了挥手 顿时丫鬟们离开了 修竹你想说什么 李修竹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但还是开口道 今天两个小家伙 闯我屋里了 看到了不该看的 两个姨妹也不小了 我觉得有些事 也可以提前告知他们了 这一瞬间 陈氏和傅月华 傅云霜都是一正 紧接着 就是无语地抽了抽嘴角 你这姐夫 是真不干好事啊 傅月华看了看 懵懂看着他们的两个妹妹 顿时有些头疼 陈氏沉默了一下 看着李修竹 和傅月华询问的目光 终究是点了点头 正常来说 这种是十岁左右 才会叫 不过两个小家伙 都已经七八岁了 问题不大 看到这 李修竹松了口气 这才看向傅月华 月华 你蚕丝之躁还确认吗 这次我带回来 不少女工 年龄上各个层次都有 傅月华文言一正 紧接着 就是一喜 我正好确认 都是能 仿制蚕丝的吗 嗯 这个倒是不会 不过可以学 这东西不难学 只看你想不想学 听李修竹这么说 傅月华沉默了 一下点了点头 自家这夫君非比常人 这种制造上的事情 反而很靠谱 我可能需要 两百个细心的妇人 李修竹点了点头 看向傅云霜问道 云霜要多少 傅云霜一正 我也有吗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当然 你的九楼要扩大 女性服务人员必不可少 主要是二楼和表演 一楼的服务人员 主要还是男性 亚间的话 女性也可以 相信 有咱爹和我的面子 亚间的人 应该也没人敢不规矩 傅云霜文言眼前一亮 姐夫说的点子 可都是赚大钱的点子 傅云霜犹豫了一下问道 姐夫 那我们涨价吗 当然 不过不是涨菜品 菜品的价格暂时不好涨 得等时机 不过 可以弄得包间最低消费 这样的话 这一部分开销也能小赚 等人气提升起来 再有个什么灾祸 就可以提价了 傅云霜眼前一亮 紧接着点头 反正 他们是赚的富商的钱 谈不上吃什么血馒头 未来还可以师周行善 李修竹谈这些事情 主要还是转移话题 如今说完了 自然也就散了 李修竹没等傅月华发话 就跟到了傅月华的房间 顿时给傅月华弄得害羞不已 主要是心腹 还听到了李修竹的心声 知道了他的目的 事业 李修竹一阵福刚 反让傅月华求饶 金平也因为傅月华的同意 而提成了姨娘 第二天一早 李修竹连觉也没睡 精神抖擞地去上朝了 其实 到了他现在这个地步 睡不睡觉纯属喜好 不睡觉 也不会让他有丝毫事 到了义政殿 没等两分钟 李阔走了出来 今天李阔也不完虚的了 直接开口道 李爱卿 你来吧 李修竹闻言上前一礼 开口道 陛下 陈李修竹回京复命 陈渝居庸官与兴罗一战 共计奸敌 北伐军北上共计奸敌 俘虏 以上就是此次末将此次北伐的全部汇报 李阔文言满意的汉手后开口道 票机大将军李修竹 此次北伐养我国威 力不适之功 故意欲封李爱卿为冠军侯 诸位以为如何 这一刻 大家面面相去 就在有人要反对的时候 李修竹却当先站了出来 陛下 我为不好 是真的得休息几年呢 陛下给我之前那个闲散虚职就行 李阔和百官文言 嘴角微微抽搐 还是第一次见 这么佛系摆烂的 不过李阔自然不会这么敢 不然以后谁还给他效力 爱卿马上就是驸马了 这官职还是得大点 不过既然驸马 想做逍遥猴 朕就依了你 听职 李修竹满意了 能摆烂才是自己的目标 李修竹躬身一礼 下一秒 李阔就开口念道 封李修竹为冠军侯 想三千亿 赏良田五百亩 赏万金 赐美人二十 仅断一百匹 听到李阔声音停了下来 李修竹立刻开口道 陈李修竹领旨 因为是须职 这一次没人反对了 而且 李阔是皇帝 惊口预言一言九鼎 他摆明了要封侯 你在找事 那就是不懂规矩了 李阔很满意眼前的一幕 继续开口道 另外三日后是良辰吉日 驸马和公主的婚礼 就定在三日后吧 这么着急 虽然这么想 但是李修竹也没反驳 这 陛下 仓促了 虽然李修竹不反驳 但不代表没人反对 实在是时间太短了 不短了 李部早有准备 现在只差告示而已 听到李阔这么说 大家都沉默了一下 似乎是这么个事情 好吧 这还能说啥 看无人在反对 李阔确定了下来 那就这么定了 李修竹全程看戏 仿佛没事人一样 就差没抓把瓜子了 还有一件事 丘烈的事情 正打算交给李将军负责 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大家文言一正 紧接着岳父傅文汉 当先站了出来 陛下 不知道这个李将军是哪一位 没办法 自家女婿 也是姓李的将军之一 别管现在谢人没有 将军就是将军 李阔文言笑笑 怪朕没说清楚 朕说的是李诞将军 李诞也是一个老将了 也是京城里现存的 唯一一个老将 苏启和罗世成 都在边关 听到李阔说的是李诞 傅文汉松了口气 同时开口道 李诞将军乃是老将 做事成熟稳重 臣觉得陛下的选择很好 顿时一堆大臣站了出来 臣等负义 太子李诞则文言 忽然微微一笑 他自认为笑得隐蔽 却不知道 他老子全看在眼里了 看来李诞已经靠上了太子 眼下局面 似乎对李阔来说四面楚歌 但是他并不担心 后招他并不缺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李修竹文言 赶忙开口道 起奏陛下 臣想去看看两位公主 李阔文言脸上露出了微笑 准奏 等了几分钟 看没人再上走 王德发这才喊道 退朝 李修竹等众人离去 这才在王德发 安排下去了凤阳楼 和李修竹离开前一样 李碧瑶现在没事就发呆 银展 你说驸马回来了 你觉得他何时会来找我 兮兮 公主你就现在 和以前真的一点都不一样 以前的你老洒脱了 说着顿了顿 继续道 我觉得驸马也就这几天肯定会来 公主不用杞人忧天 与此同时 另一间规格内 李琉璃皱着眉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显然 他也知道李修竹回来了 但是他却不知道 要不要逃了 因为渊伟的关系 他发现了成郁的真面目 当然他并不知道 是渊伟设计他看见的 他只以为刚巧碰上而已 现在就是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曾经的抗拒 让他坦然 做李修竹的新娘 他还是有点不能释怀 可是 他现在连说服自己抗争的理由 都找不到了 哎渊伟 你说我真的要嫁给李修竹吗 我好不想嫁呀 渊伟文言笑了笑 他这个主子不是一般傲娇 口贤体正直 就比如现在 明明说着不想嫁 可是自成郁的时候 都半个多月了 他一点应对不想嫁的措施 都没想 就好像认命了 安心等嫁人了一样 公主 咱们是皇家 没得选的 难道还能抗制不尊不长 别的不说 到时候肯定要被打入冷宫的 公主 你也不是没见过冷宫过的是什么日子 不说别的 就是吃食 您能受得了 喷喷喷 公主您在吗 同样的一幕 在两个闺房外同时响起 渊伟 你去看下什么事 迎斩 你去看下什么事 下一刻 两个侍女同时高兴地回到了主子身边 公主 驸马来了 公主 驸马来了 李琉璃皱起了眉头 神色纠结无比 他怎么来了 李碧瑶顿时惊喜地站了起来 修竹来了 虽然两女的反应截然不同 但是二人都没有拒绝和李修竹见面 李修竹这次之所以同时叫两人 也没想着在宫内乱来 因为那个小太监一直跟着他呢 李琉璃带着冤尾一出门就看到了李碧瑶 黄姐 嗯 走吧 别让修竹等急了 李琉璃文言有些腻歪 倒不是觉得李碧瑶 而是他一开始是拒绝的 现在反而像是讨好李修竹一样 四个女人很快就出了凤阳楼 李修竹看到这梅兰竹菊的一幕笑了笑 都是我的 莫名这自豪感就来了是怎么回事 修竹你来了 嗯 来看看你们 大婚的日子定下了就在三天后 我来是想看看你们 说着李修竹看向李琉璃 是任命还是想抗制 又或者要逃婚 李琉璃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这混蛋故意的 专门的 就不知道给我个台阶吗 这十一旁的鸢尾 看李琉璃的脸色不对 敢忙在他耳旁轻声道 公主 驸马不是故意的 你也不想去冷宫吗 李琉璃文言 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的脸色变得好看起来 其实他就是有点下不来台 对李修竹他并没有讨厌 而是一种矛盾心理 现在想体面最好的办法 就是装 但是他忽然就不想装了 行了 行了 我认命了行不行 就会欺负我 一点也没大男子风范 也不知道 欺负我 你能不能多长二斤肉 这一刻几人都是一正 李修竹更是诧异地看着李琉璃 怎么不装了 李琉璃文言 美好气地白了 李修竹一眼 哼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我还能装一辈子去不成 是不是得意了 感觉拿捏住我了 就在李修竹 以为李琉璃要口出什么狂言的时候 李琉璃忽然傲娇地昂着头 那就让你得意一下吧 这次让你拿捏住了 别说 这丫头这个样子 莫名可爱是什么鬼 呼得他 想到了后世的一个姐 孟子怡 这不是孟子怡本意 有意思 李碧瑶忽然笑了起来 捂着嘴轻笑着说道 我还不知道 琉璃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呢 哼 那是我不想给你们看 虽然是姐姐 但是在这深宫里 谁要是小白天 那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李碧瑶文言 深有所感地点了点头 李修竹则笑了 咱们家里不搞这一套 你可以随意释放本性 只要不犯错 没人能欺负你们 说着李修竹看向李碧瑶 碧瑶 我不在这段时间 你在宫里还好吧 没有受委屈吧 李碧瑶文言摇了摇头 我最近都没出过门 也没听到什么话 那就好 让你受委屈了 李碧瑶再次摇了摇头 没有委屈 是我该谢谢你 谢谢你守住了边关 李修竹文言再次笑了笑 开口道 咱们别在这谢来谢去了 都是一家人 今天主要就是 想在大婚前看看你们 既然没什么事 那就三天后见了 嗯 好 李修竹转身离开 但是刚离开凤阳楼 一旁的小太监就说道 驸马爷稍等 陛下在御书房等您 李修竹文言一正 什么鬼 朝堂上部说 这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虽然还没见李阔 但是李修竹心中 已经有了不好的猜测 这个猜测 虽然只有好事坏事两个方向 但是它却基本肯定不是好事 李修竹怀着纠结地 情绪到了御书房 陈李修竹见过陛下 李阔文言抬头 随后露出了笑容 得发给驸马爷赐座 李修竹也不客气 坐下之后 看着李阔也不先开口 他倒是很好奇 李阔到底要找他做什么 不过 李阔一开口 就吓了李修竹一跳 驸马 朕可以相信你吗 李修竹文言立刻站了起来 陛下可以信任 我是可以信任我 但是臣能力有限 可能会辜负陛下信任 而且臣位不好 李阔顿时抽了抽嘴角 又是这句位不好 简直太扯了 放心 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 所做的事情 也在你能力范围内 李修竹 没有一口答应 陛下请说 看李修竹半天不上套 李阔也不想都圈子了 关于丘烈你怎么看 怎么看 我躺着看 坐着看 抓把瓜子边吃边看 不过 想是这么想 但你要是真和 当皇上的这么皮 那就离死不远了 除非你是他儿子 丘烈吗 往年不都有吗 难道今年的丘烈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可是 如果可能会有意外 那陛下 也应该是和李诞大人谈吧 李阔文言笑了 肯定了李修竹的智慧 驸马你果然聪明 一下就猜到了丘烈 可能会出意外 若你所想 根据朕得到的消息 有人要在丘烈的时候 行大不韦之事 就在李修竹 再想着和我有什么关系的时候 猛然一道亮光 在脑海里闪过 你猜猜 为何朕没找李诞 李修竹按道一声 果然 李诞大人和贼匪有关系 李诞生 为三大老将军之一 能和逆贼扯上关系 那么这逆贼的身份 基本就两个方向 要么皇子 要么王爷 李修竹有点头疼地看着李阔 这混蛋是 摆明了想把自己卷进来啊 驸马猜得没错 李诞勾结逆贼 意图谋反 李修竹问言 却看着李库不解地问道 陛下既然知道 又为何将丘烈的防守 交给李诞将军 李阔言 含深意地说道 若是不给他们机会 他们又怎么会动手 只有千日做贼的 哪有千日防贼的 而他们没动手 即便我身为皇帝 也不能以莫须有的罪名 去杀他们 李修竹明白了 这老头虽然知道 但是没有证据 又或者是想吊出背后主谋 那陛下 想我做些什么 李修竹从皇宫出来 眉头已经皱成了一团 时间往回倒一个时辰 那陛下 要我做些什么 故要你在信号 想起的时候 拿下礼弹 李修竹文言一致 难道陛下知道 我会武功了 李修竹不想承认 是以他沉默了一下后开口道 可是陛下 臣只有一个人 李阔顿时露出了笑容 谁说驸马只有一个人 你带回来的京都十六位 还归你掉钱 说着李阔 看向王德发 王德发赶忙将 早已准备好的虎服地 给了李修竹 李修竹一正 原来在这等着他呢 想了想 李修竹 还是接过了虎服 然后开口道 陛下回头让人 将历年的狩猎记录 给我看看 还有李诞将军的用兵习惯 听到李修竹如此谨慎 李阔不但没生气 反而觉得很开心 好 稍后会和封赏 一起送到泥府上 以上就是在御书房的内容 李修竹很无语被坑 但是却无力反抗 无论对方是不是他老丈人 他都只能选择某一方阵营 李修竹没问对手是谁 这样做是为了让李阔安心 这样李修竹就没了投敌的可能 但是即便如此 他还是有所猜测 如今几个王爷都在外地 今世唯有一个王爷 还是李阔的亲弟弟 还是个喜好吃喝玩乐的二世祖 基本不可能反 那么剩下的就是皇子了 老四死了 老二早妖 剩下的士林皇子 就剩下老大 老三和老五 太子是皇位继承人 按理来说 没必要 但三皇子为人谦逊和蔼 五皇子去年才刚刚习惯 如果老三没再演 那么八成 就是最不可能的太子 历来太子谋反的也不是少数 李承前 刘俊 李仲俊 不也谋反了吗 而且 谋反的太子 也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三个 当然也不排除是老三 历来温序和善王子 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李修竹一边思索着敌人的可能 以及胜算 然后回到了府上 这次回到的府上是李府 也就是李阔赏赐的宅子 今天一早 他已经带人搬了过来 虽然不如父府热闹 但是毕竟是自己的家 而且迟早要搬过来的 熬夜 嗯 李修竹收拾好心情后开口道 去叫夫人们来花园赏花 是 赏花是其次 主要是让女人们互相认识一下 时间一晃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李修竹在回府的当天 就看到了赏赐和卷宗 不过他并未着急处理卷宗 而是和夫人们玩了两天 第四天天还没亮 就在傅月华的安排中起床 今天是他大婚的日子 因为娶的是公主 也是平妻 是需要大操大办的 这一收拾就忙到了天明 穿上大红喜服 坐着高头大马出了门 李修竹才忽然好笑地笑了笑 谁敢相信 一介坠婿居然能娶妻 还有那么多妾室 真的是屁胡开局 被他完成了清一色啊 李修竹骑着马到皇城门口 接到了两个新娘花椒后 转身开始游城 和上次娶妞华不同的是 这次游城不是一次 而是三次 二十里红妆 近乎占了京城的三分之一 就这还是按摊吃蛇的路线走的 要是走正方形 怕不是要我围住了京城 放眼望去 京城里遍地喜气洋洋 红灯高挂 宋卿的队伍一片人头济济 一片红彩 吹奏声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来往交替 有来往的商旅 一进城就被弄猛了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大喜的日子 这次的婚礼之浩大 堪称大周朝之最 毕竟是两个公主出嫁 其中一个还是陛下最喜欢的嫡女 但既然同时嫁就不能厚此薄彼 让人非议 加上新罗的是 李阔兴有愧疚 所以才出了二十里红妆 而且彩礼之贵重 都远胜富豪 降门嫁娶 李修竹从未想过 以他一流高手的实力 娶个老婆都能累到 他从四十出发有十方规 三绕京城时间不能多 也不能少 而且还必须脸上带笑 别的不说 这一路走下来 脸上的肌肉都快僵硬了 至于饿倒 是还好说 饿个一顿 对他而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么一遭走下来 他都觉得自己 有点另类的恐婚了 不过 也就这么一遭了 未来哪怕是再娶公主 只要他这三个妻子 没死那么也不可能 再走这样的规格 回到府上走完一室 也就到了黄昏时分 拜完天地 就是酒席 今天的李修竹是出尽了风头 哪怕是平日不目的百官 也都必须得到场 商谷前来鹤里的门槛 只听门口不时传来李丹等唱诺声 什么翡翠白菜 金银玉盏等等 李丹上都没一件是单独的 都是暗夜的 不过 一夜李丹贵重的 也就那么两三样 李修竹觉得保守估计 结次婚 最少最少能赚个两百万两 抛去公主的嫁妆 也能有上百万 在朝城那边进了酒 李修竹就装醉回了洞房 先去的是李琉璃的房间 李琉璃作为嫡公主 哪怕是姐姐 也得给她让倒 李修竹进去后 立刻不装了 松了口气的同时 上前挑起了李琉璃的红盖头 下一秒 身穿奋冠侠配 红唇好齿 眨巴着大眼睛的李琉璃 出现李修竹眼前 李琉璃的美式上少有 更何况 今日精心打扮 身穿侠配的她 纵然是见惯了 绝世美色的李修竹 也不禁呆了呆 随后露出了笑容 如此绝世美人 就该是她的 李修竹上前 挑起李琉璃的下巴 李琉璃也不休不怕 定定看着李修竹 终究还是嫁给了她 虽然心中复杂 但是却无半点酸涩 甚至 她还有点忍不住 产生了一点 对未来日子的期盼 看着眼前的美人 和她那大红的红唇 李修竹没忍住亲了一口 就在李琉璃心中一惊 准备提醒李修竹 还没喝和景酒的时候 李修竹已经放开了李琉璃 琉璃你今天真美 李琉璃 瞥了一下头 傲娇地说道 怎么 只有今天美 我往日不美吗 看着面前的小傲娇 李修竹顿时间一笑 美 不然我也不会明知道 你一开始不喜欢我 还抓着你不放了 哼 知道就好 以后可得对我好点 说着李琉璃 忽然想了想 继续道 也不用对我特别好 但是不能比别人差 最少也得一视同仁 行 呃不饿 要不我们先吃点 李琉璃文言一正 你没吃呢 对啊 哪有时间吃 除了早饭 就灌了一肚子的酒了 李修竹说完 忽觉不对 啥意思 你这话 你吃了 李琉璃理所当然地开口道 当然 不然饿死吗 看着李修竹变黑的脸色 他恍然意识到 似乎说了不该说的话 哎呀 别计较那么多了 我也没吃什么好东西 就是吃了一点干果 和白果之王 你吃吗 我这里还有两颗 看李琉璃掏出了两颗车梨子 他陡然想起了之前 他们初次见面时 黑着的脸 忽然有了笑容 那点东西顶什么宝 来 再吃点 李修竹的话 让李琉璃眼前一亮 说真的 他真没吃饱 饭菜是李修竹叫来的热乎饭菜 李修竹一连吃了几口才 有种缓过来的感觉 李琉璃也差不多 李修竹这才倒上喝紧酒 来 喝点 李琉璃也没客气 和李修竹碰了个杯 一酒中的酒 闷了下去 不过这个时代的酒 也就十来度 也就是啤酒的酒精度 一个女人也能喝不少 事宜李修竹也不担心 李琉璃 一下子喝醉了 等二人吃得差不多了 李修竹才开口道 该喝合景酒了 酒是一样的酒 合景酒 只是喝法不一样 李琉璃 还勉强清醒的大脑 让他没有忘记这件事 二人喝了交杯酒 李琉璃 这才彻底地放松下来 这一放松 酒精立马就上来了 他醉眼朦胧地看着李修竹 忽然痴痴一笑 傻傻地笑着 伸手点了一下李修竹 说道 夫君你好漂亮 我喜欢 嘿嘿 喜欢就行 走吧 造人去了 李修竹说着 一把抱起了李琉璃 只要不是烂醉的醉妞 他才不在乎呢 这可是明媚正取的 又不是强迫的 此时的李琉璃 还不知道自己大获临头了 直到那突如其来的疼痛 让他酒意地散了些许的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戴眉春生杨柳绿 御楼人印桃花红 此时的时候 李修竹才去李碧瑶那里 此时的李碧瑶 依然一身大红嫁衣 静静地坐在床檐 李修竹看到这里 有点自责 可惜俩人是公主 第一次咋 都不可能一起 不然也不至于 让李碧瑶等这么久 就在李修竹自责的时候 李碧瑶也在紧张 虽然和李修竹 不是第一次了 甚至都不是第二次了 可是还是紧张得不行 更何况 今日是他大婚的日子 尤其紧张的是 他的夫君进来 都十几个呼吸了 为何还没挑开红盖头 就在李碧瑶 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 李修竹拿起了精衬感 挑起李碧瑶的红盖头 这一刻 李碧瑶的目光 随着红盖头的移开 移到了李修竹的脸上 拉斯的情谊 在两人眼中传递 两久 李碧瑶轻唤一声 夫君 李修竹仿佛这才回神 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抱歉碧瑶 今天你太美了 李碧瑶文言轻笑 歪着脑袋 看向李修竹 比琉璃还美吗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是李琉璃 确实比她美那么一分 她也不知道怎么了 虽然明知道 答案可能不会如自己 但还是忍不住问了 可能这就是女人吧 然而李修竹 可不是钢铁之男 这是自然 也许外貌上来来说 差一次半点 但我和琉璃 只是婚约 碧瑶你不一样 我们是因为爱情 在我心中 你有属于自己的那份 独一无二 加上我们今日大婚 所以今天 你在我心中 是最美的 说着李修竹吻上了 李碧瑶的红唇 今天的李碧瑶 和以前的 女扮男装的洒然不一样 今天一身 红嫁衣她 有种桃枝夭夭 浊浊气滑的美感 李碧瑶笑了 她忽然有种明知道 这是假的 但是她却相信 是真的错觉 而且 她有一种根本不想 戳破谎言的感觉 夫君 你真好 李修竹脸上 挂上了和须的笑容 夫君饿了 陪夫君吃点东西 李碧瑶文言点头 但是却开口道 夫君 我们先喝合景酒吧 这就是李碧瑶 和李琉璃不一样的地方 李碧瑶 更看重婚礼的完成度 而李琉璃 则是更看重舒适度 好 二人喝过合景酒 又吃了不少东西 躺下了 二人 也算是老夫老妻了 少了那一丝丝声色 当然只有一丝丝 面对李修竹 李碧瑶 还是修酒的不行 三人演绎了 一夜的两房 合奏洞房夜 十月连阴秋雨时 第二天三人 睡到日上三竿才起 吃午饭时 李琉璃狠狠地 看着李修竹 顿时给傅月华 李碧瑶等人 看不明白了 怎么才结婚一天 就这么个眼神了呢 李碧瑶想了想 开口问道 妹妹这是怎么了 为何如此看傅俊 顿时李琉璃不爽地说道 李修竹 你昨晚是不是针对我 李修竹 顿时惊讶地 看着李琉璃 你在口出什么狂言 我何时针对你了 顿时李琉璃更不满了 你还说没针对我 我休息到现在 还是冤尾 扶着我出来吃的饭 昨晚上 我明明求饶了 你还嫩了我一个多时辰 是的 他只坚持一盏茶 就求饶了 但是李修竹不管不顾 差点嫩死他 李修竹没想到 李叔里会光明正大说这个 即便脸皮厚如他 也是脸上一红 不过 不等他开口 一旁的西红泪 忍不住扑斥一下笑了 随后 看到其他人的目光 赶忙开口道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公主这么一说 我想到了我自己 没忍住 李琉璃几人文言一正 李琉璃更是问道 你也是这样 西红泪文言点头 开口道 差不多吧 不过 我当时 还好几位妹妹们来了 让我能有个缓和时间 说着西红泪 看向李修竹 继续接老底 后来我问夫君 为何我求饶了还不放过 夫君说 咱们柔柔弱弱的 你越求饶 他就越兴奋 我刚才 也是想到这个 才忍不住笑了 傅月华也是在笑的 他倒是没有这类经验 因为他第一次 有银瓶帮衬 而且李修竹 对他也很温柔 哼 公主又怎样 还不是只有 我是他的小宝贝 忙完了娶公主 李修竹 自然也就该 忙李诞的事情了 李修竹站在家里 专门弄出的沙盘前 看着东郊猎场的沙盘 陷入了沉思 因为历年的布防图 做参考 李修竹也知道了 李诞的布局 一般作为 防守有人趁乱魂进来 大概是两米一人 为了三万人 另外有四只千位赢 在防守圈内四角 这些人 主要是为了防守贼扣的 如果要动手的话 那么只有四只千位 能快速形成反应 造反的事 肯定不是任何人 都能知道的 所以这必须是 亲信的队伍 李修竹想了想 看了眼沙盘 有了想法 时光飞逝 八天时间一晃即过 今天是秋烈第一天 一大早 李阔 就带着满朝文武启程 李修竹自然也在其内 不但李修竹 包括两个公主老婆也在 没办法避免 除非说 两个公主都称病在家 不然成年皇子皇女 都必须到场 无论嫁人 还是没嫁 不过她的五个 都未都在 留下两个带上几十人 保护俩老婆 问题不大 一是他们不是目标 二是几十人突围 也不难 至于李修竹他们 则是带着几十个兵盯着李诞 剩下的事 不用他来操心 只需要等信号就好 李修竹本以为 短时间内 不会有事情发生 但是一个人的出现 打乱了李修竹的安排 看着那个突然出现的女人 李修竹对花官方说道 官方 你盯着李诞 一旦有任何信号发出 直接击毙 然后 发信号给咱们的人 花官方文言一证 下意识地问道 将军你去哪 如此大的事情 他虚啊 李修竹文言 露出了一个 意味深长的笑容 跑进来只大老鼠 也不知道 是哪一方的人 我得亲自去看看 这一瞬间 花官方就知道 有意料之外的变故出现了 这让花官方 不禁担心了起来 本就很大的压力 直接达到了顶点 还请将军早去早回 嗯 李修竹应了一声 就向着曾佩云 离开的方向走去 曾佩云 就是之前在 红炉四大使馆出现的刺客 李修竹还以为 他们再也不会见了呢 没想到又在这里出现了 对方不是刺客 就是探子 但不管哪样 李修竹都不能让他跑了 与此同时 曾佩云仿佛感觉到了 暗中的窥探 眯着眼 路过一个拐角的时候 瞬间不见了 李修竹一正 发现我了 不应该啊 这姑娘也就是二流 想了想 李修竹的脚步声出现了 声音不大 但是身为二流高手的曾佩云 绝对能听见 李修竹这是在钓鱼指法 而且还是 以自己为鱼儿 不管是被发现 还是看到自己 只要对方还在 就绝对忍不住 他猜得没错 当他迈过转角的那一刻 一道银亮的光芒 瞬间闪过 李修竹前进的脚步 猛然一退 再次前进 呼吸间就到了对方对面 这一刻 曾佩云也看到了 李修竹的容貌 是你 曾佩云眉头一皱 没想到 居然是李修竹 这个怎么都忘不了的混蛋 这混蛋 不但动过他的盒子 还搂过他 你怎么在这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这话该是我问你吧 我是朝廷命官 在这不是很合理吗 不等李修竹继续说 曾佩云就冷冷地出口道 狗官 你怕不是想死 妹子 说话前注意点分寸 你信不信我叫了 到时候分分钟给你抓起来 果然 李修竹这么一说 曾佩云就是眉头一皱 不敢再开口 李修竹得意的笑了笑 说吧 你来干什么 不说 看来 你所图不小啊 太子的人 还是陛下的人 或者是单纯的杀手 李修竹说完 心中了然 看来 你是单纯的杀手 杀陛下 还是太子 原来是杀陛下 这一刻 曾佩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混蛋 你胡乱猜什么 没有一个猜对的 李修竹不屑地笑笑 没猜对你能这么激动 顿时间曾佩云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了 两久 曾佩云直接问道 你是怎么猜到的 摊牌了 他不装了 反正现在和摊牌 也没什么区别 不过他很好奇 对方怎么猜到的 想知道 你求我呀 爱说不说 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想到 未来可能被继续点破 沉默了几个呼吸 看李修竹还是没表示 曾佩云中 就还是服软了 我 求求你 什么 说话声音太小了 你没事犯妖 曾佩云顿时皱着眉 冷冷地 用比正常音量略大的音量说道 我求你 告诉我 你怎么看出来我的目标的 这是求人的态度 呼 深吸了一口气 曾佩云调整好心态 柔声道 求公子告知方法 这还差不多 有点求人的态度 曾佩云眼前一亮 那 那什么 我可没答应你求我 我就告诉你 这一瞬间 曾佩云哪还不知道 自己被耍了 曾佩云顿时间脸色一寒 深深地看了一眼 李修竹转身就走 但李修竹 能让他跑了 直接追了上去 曾佩云脚下轻功 一直在用 但是发现自己 依然甩不掉李修竹的时候 顿时放弃了 你到底要做什么 李修竹二话不说 栖身向前 瞬间冲向曾佩云 这一瞬间 曾佩云心里一惊 手上毫不迟疑 呛得一声剑鸣 银白色的剑光 已经向着李修竹而来 这一瞬间 李修竹脚下不停 一双修长的手指 瞬间夹住了剑刃 往身后一拉 察觉到剑上的拉扯力道 曾佩云的内力 运转到了极致 但是依然仿佛石沉大海 长剑拉扯过去 他连一点反抗的浪花 都没剑起 虽然早知道 自己差李修竹一筹 但是没想到差这么多 曾佩云一手抓着剑 一手将内力全运转到掌上 一掌拍出 这一瞬间 李修竹左手一闪后发先至 瞬间点住了曾佩云的穴道 曾佩云四早就撂到了这一幕 只是淡淡地开口道 要杀就杀 别指望我能带给你任何消息 只是这话说完 曾佩云忽然有点不自信了 显然是想到了刚才的事情 说吧 你们来了多少杀手 看曾佩云不配合 李修竹也只是浅浅地笑了下 自顾自地继续说着 有十个吗 一个杀手组织 一般出任务 能有十个也就顶死了 看曾佩云面无异色 反而眼神中带着淡淡不屑的时候 李修竹笑了笑 小丫头太年轻了 你以为不说话就可以了吗 微表情了解过吗 不过这终究是刺杀皇帝 五十个应该有吧 也许是一百个 看着曾佩云 瞳孔猛然放大了一瞬间 李修竹顿时瞄动 看来是了 没想到你们居然派了一百个人来 真是下血本 李修竹这话一出 曾佩云顿时忍不住了 甚至急哭了 你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思想的 你 你是魔鬼 妖道 出卖组织的压力 让这个不怕流血的女人 流下了泪水 这他真的没有出卖组织啊 李修竹点了 曾佩云雅学 将人带回了自己的府上的马车 将人看好了 没有我的命令 不要让任何人进去 默 李修竹吩咐完 找到了花官方 官方 对方有一百名刺客 你多留下三百人 看好我家眷 一百名刺客的力量 即便是李修竹 都不敢小看 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姐夫 这可不是傅云霜他们的 李修竹看向李诗诗 顿时露出了个微笑 诗诗怎么也来了 秀宁和立志也来了 李诗诗文言摇了摇头 开口道 我是跟着太子哥哥来的 太子哥哥和父皇狩猎去了 我一个人闲得无聊 就出来走走 和太子来的 李修竹的眉头皱了皱 难道是他猜错了 难道不是一母同胞的妹妹 所以送来送死 掩人耳目 还是真的很心到 连亲妹妹也利用 说实话 就算是亲的李修竹 也顶多就是惊讶一下 皇家的人 无情是常规操作 诗诗既然来了 就和你五姐 六姐在一起吧 别乱跑了 知道吗 嗯嗯 走 我带你去找你五姐 六姐 李修竹说着 就带人去找李碧姚二人了 至于护驾 关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什么事 等李修竹带李诗诗 到李碧姚二人休息的地方 李琉璃当先听到声音看了过来 一看过来 就是一正 哟 大江居然来了 这居然还把我妹妹带了过来 难不成想将我们家一网打尽啊 李诗诗都和傅云霜一样大了 哪能听不懂姐姐的话 顿时被修得脸色通红 六姐你说什么呢 李琉璃不屑地撇撇嘴 你那个姐夫 就是个表里不一的禽兽 你姐姐我这些日子已经看出来了 你可小心点吧 李修竹一挑眉头 上前挑起李琉璃的下巴 玩味地说道 好大的醋味 是哪家小醋痰子撒了 好酸好酸 李琉璃似乎已经放飞自我了 文言本就抬起的下巴翘得更高 鼻孔对着李修竹傲娇地说道 我就吃醋了怎么了 许你带着姑娘钻马车 还不许我吃醋了吗 嗯 这是看到了 你这突如其来的自信 怎么来的 要不是这地方不方便 我看你还能嘴硬多久 李琉璃虽然站立只有五 但是却一点不怕 往前一步插着腰说道 还想欺负我 来啊 看我怕你不怕 真不怕 来不来 别让我看不起你 李修竹懂了 这丫头是想要了 干在这 这可只有营帐没有房门啊 虽然有不灵 万一有人闯进来 怎么搞 就在李修竹迟疑的时候 李琉璃忽然一声不屑地哼声 哼 就知道你有贼心没贼胆 真不男人 做死了呀 李修竹一把抱起李琉璃 顿时向着营帐走去 啊 碧瑶 快跟上 李碧瑶失笑地摇了摇头 自己惹得火自己平 我才不管你呢 我还要和咱们妹妹聊会呢 这一下 李琉璃傻眼了 别啊 我会死的 大不了让诗诗一起来 李碧瑶顿时脸色一黑 而李诗诗面色飞红 不敢去看姐夫的同时 暗自催了六姐一口 没想到一段时间不见 六姐的性子越发恶劣 以前还装柔弱欺负他们 现在直接明目张胆了 哪有当姐姐的这么说的 真的是收拾的你亲 夫君加油 李修竹此时已经走到营帐门口了 听到李碧瑶的话 应了一声 嗯 放心 我也看看这小娘皮的嘴 还能应多久 李修竹一边往李走 一边吩咐门口的守卫 往前一丈 另外没有命令 除了我夫人 谁也不能进来 莫 这时 李琉璃腿一紧 赶忙对着自家的侍女喊道 渊尾还不快进来 你想你家公主就这么香消玉吗 渊尾闻言 心动看了一眼李修竹 看李修竹没反对 顿时心里有底了 脸色红红地跟了进去 门口的四个侍卫 扫了一眼渊尾 看李修竹没有说话 顿时也明了 该怎么做 等三人进去 李诗诗这才看着李碧瑶开口问道 五姐 六姐 她现在怎么这样 李碧瑶闻言露出了一个笑容 那是幸福的笑容 温旭 快乐 自然 你六姐嫁了个好男人 太宠你六姐了 所以让你六姐肆无忌惮地表现出真实的自己了 李诗诗 你这怕不是在夸自己 嗯 姐夫对你们这么好吗 姐姐能和我说说吗 在她看来 姐夫对两个姐姐好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两个姐姐是公主 当然 来 先坐下 我们坐下说 李诗诗刚坐下 就是脸色一变 脸上的红红红红 李碧瑶也无语地看了一眼身后的帐篷 琉璃她真的是太放纵了 她可从不敢这么讲 别管她 我们说我们的 李碧瑶这一说 就说到了快黄昏的时候 她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李诗诗感觉自己 好像听了不少姐夫的事情 但是又好像没听多少 总觉得好多都听过 显然心乱了的李碧瑶 应该某些事不止说了一次 就在这时 痴溜一声想见的声音响了起来 想见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两道特别的烟花 近乎同时升空 三分钟后 李修竹在李碧瑶和李诗诗 惊疑不定的眼神中走了出来 李修竹脸色有点难看 任谁还没结束 被打扰都不会好 她也没想到 太子居然会选择第一天就动手 看到李修竹出来 脸色还难看的一批的时候 李碧瑶心有所悟 夫君 这是有什么大事吗 进去帮琉璃和渊伟穿好衣服 我等着你们 李碧瑶文言一正 立刻知道 发生的还不是小事 她也不再多问 带着金盏盏盏 转身进了营帐 这时 一旁的李诗诗凑了上来 姐夫 我们会死吗 李修竹达非所问地问道 你和太子是一母同胞吗 李诗诗文言一正 随后摇了摇头 不是的 太子哥哥和六姐 二姐是同一个母后 琉璃 李修竹眉头一皱 忽然想起来 她老婆还是嫡女 和太子一个妈了 不过她也不慌 既然李廓找她做防卫 那么就必然不会牵连他们家 喊沙声已经隐隐传来 大队的兵马也逐渐进入大家的眼睛 一队队的黑甲骑兵 将防守的黑甲步兵困在原地 两者都是京都十六位 只是来猎场守护的 大部分都是步兵 只有四个脚的是骑兵 这时 花官方来到了李修竹面前 开口道 将军 咱们的人和他们的人 都已经向着陛下去了 我们怎么办 李修竹文言开口道 外面的守卫都看住了 如果有人乱动 则开始进攻 杀手找到了吗 发现了三十个左右 剩下的如果属下没猜错 应该去陛下那边了 李修竹文言点头 那边的事 不用我们去操心 把这三十人抓到我这 尽量要活的 如有反抗 对准四肢点射 去吧 花官方抱拳离开 此时的文官都被吓骂了 包括这些百官和皇族的家眷 至于武官则都在狩猎场狩猎呢 此时太阳虽然快下山了 但到底还没下山 李修竹面无表情地 守在自己女人们的马车前不远处 虽然喊沙声很多都在不远处 但是她也没带怕的 本就是半猪吃老虎 又不是真的猪 但到底还是不用她出手 不过两课中 花官方就拉着十七八个人 出现在了李修竹面前 将军就留下这么多人 大概死了七八个 跑了几个 李修竹文言汉手 看了一眼已经安静下来的猪鹰 官方守好百官内卷 以我家为主 莫 把这些人分开 一个一个地送过来 李修竹说完进了一个大仗 是谁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离得近 方便 李修竹进去的同时 两个侍卫压了一个壮汉 走了进来 壮汉看起来也就是壮 扔到人群说起眼也不起眼 说不起眼也起眼 起眼的是她的身材 不起眼的是她的长相 此时她的肩胛骨还没被贯穿 不过四肢都是伤口 还被绑着 李修竹上前 还不等她开口 她就开口道 狗官 别想从我这里 得到丝毫线索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开口问道 你们应该不是专业杀手吧 太子的人 顿时间男人的脸色微微一变 好家伙 这都不需要微表情 比曾佩云差多了 套出是谁的人 就没必要问了 反正太子都谋反了 这么大的罪名了 这些乱党扯不扯上 关系都问题不大 李修竹直接将手 搭在了壮汉肩上 就在壮汉心生不妙的时候 猛然间感觉到 内力如洪水泄滴一般流逝 呜呜呜 几个呼吸过后 李修竹松开了手 满意地翘起了嘴角 没想到你 还是个一流高手 你们这次来了 多少个一流高手 算了 反正都要死 来人 拖出去砍了 下一个 顿时间 就有两个守卫 拖着另一个人走了进来 同时将地上的人拉走了 李修竹也不再多问了 顺手将这人的内力也吸干了 一个又一个 李修竹感觉到 内力有了一丝丝凝滞的时候 才停了下来 一半人 三个一流 其他都是二流 用了一炷香 李修竹才将内力炼化 将军 陛下那边结束了 李修竹一正 结果怎么样 陛下胳膊中了一剑 太子手下进阶辅诛 咱们的兄弟 还有一千二百人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后开口道 兄弟们的后事你安排好 我答应他们的事情 也会尽快落实 把剩下的人一起带进来吧 花官方文言抱拳退下 紧接着 剩下的人也被拉了进来 李修竹后面的运气 没前面好 一共两个一流 七个二流 不过暂时是没有时间炼化了 李修竹起身向外走去 李库受伤 他怎么都要去看看呢 贝妈 带我去迎一下陛下 莫 李修竹骑马往过走的时候 李廓正在往城内走 等李修竹接到李廓的时候 已经是在守军边界 陈李修竹听闻陛下受伤 特来面见 陛下 驸马过来了 李廓此时状态不太好 脸色看起来面有蜡色 叫他守好营地 不要放走一个贼人 有什么安排等我后续指引 王德发文言走出了马车 驸马 陛下有指 让你看守好营地 不要放走贼人 听候陛下指引 李修竹文言一正 紧接着了然 看来李廓 也不是完全信任自己 李修竹文言心中 笑了笑 面上不动声色 陈李修竹接指 李修竹本就不想挨李廓 哪还能不戒破下驴 看了一眼撤走的队伍 除了李承泽 这个太子 似乎没有被押送的了 这一刻李修竹 不禁有点可惜了 可惜了那七十个高手了 都给他铁定能升爵士 现在嘛 应该只是有可能了 他已经摸到了爵士的门槛 但是通过这道门槛 剩下的未炼化的内力 未必够 李廓虽然被侍卫点了穴道 但是一路奔波 还是让他试了不少血 加上剑上有毒 虽然封住了穴道 没有过多流进身体里 但是也有少许残留 两箱叠加 虽然性命是救了回来 但是 当然这都是后话 夜晚 前太宫里 一个个宫女 正在端着水盆 焦急地奔走着 两久 宫内才安静下来 一个虚弱的声音问道 姑的情况严重吗 随着声音落下 一旁的太医猛然间 心中一抖 跪了下来 陈等已经尽力了 实在是陛下 担得太久了 加上剑上有毒 颠簸之下 难免流动些许 别说废话了 姑就问你们姑的情况 陛下这次伤到了根本 情况好的话 还有两三年时间 情况不好的话 最多也就半年时间 沉默 还是沉默 就在几个御医 快顶不住压力的时候 李廓轻声道 好了 都下去吧 这一刻几个 太医如释重负 齐齐松了口气 他们甚至不敢擦汗 赶忙起身行李退下 德发 你说朕该如何处决姑 那个儿子 王德发迟疑了一下 开口道 陛下 这是您的家事 小的也不知道 该怎么说 不过说到底 太子他 还是您的儿子 奴才也只能 只敢说这么多了 李廓文言 勉强抽抖嘴角 露出了一个笑容 是啊 他毕竟是朕唯一的儿子 也是唯一能继承大宝的儿子 与此同时 李修竹消化了那些人的内力后 陡然身子一震 他没想到最后 这相当于两个一流高手的亮 居然真的成功 让他入了绝世 感受到身体内 浑厚的内力和阴阳之气 李修竹仿佛有一种 天大地大任我遨游的感觉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多高兴 忽然门外传来了李无为的声音 将军 皇后和娘娘那边闹着要回宫 让将军去见他们 李修竹文言眉头一皱 不过紧接着舒展开来 走吧 带落 李修竹和李无为 到达地帐前的时候 还能看到双方的人在对峙 一方是皇后的人 一方则是守卫 看到李修竹二人过来 顿时间皇后的人先不干了 驸马爷 您看看您的人 居然敢拦着皇后回宫 您是怎么遇下的 这是冲撞了皇后啊 李修竹脚步 未停地走过来 啪的一耳光扇 在了这个太监的脸上 一下子就给所有人打猛了 就连皇后 也惊疑不定地看着李修竹 你敢打我 李修竹二话没说 反手一个巴掌 直接给对方扇了出去 主人家的事情 轮得到你一个奴才说话 说着李修竹来到了皇后面前 母后 非是臣不让您回宫 是陛下下的旨意 我之前应该都让亲卫同传了 李刘黎是他老婆 叫一生母后也算正常 皇后一听李修竹的称呼 胆子也大了一点 是有这么回事 但是哀家听说陛下受了伤 这让哀家 怎么能在这里干等 修竹 你帮哀家一把 送哀家回宫可好 李修竹闻言摇头 别的事可能能帮 这个我真帮不了 这银里说不定 还有刺客 若是随着人群走了 那我可吃不了这个责任 皇后闻言 柳眉一压 须着眼眶 看着李修竹 当真不帮 这个真不能帮 皇后深深地看了 李修竹一眼 开口道 你跟哀家进来 除了流血 都在外面等着 说完皇后 就进了地帐 看到这 李修竹深深地看了一眼皇后 也跟了进去 除此之外 被李修竹 打了一耳光的公公 也跟了进去 她就是流血 是皇后的心腹口舌 一进去 皇后就坐上了龙踏 皇后神色威严地开口道 你是琉璃的夫君 咱们也算是一家人 咱们一家 也理应互相相助才对 陛下身受重伤 危在旦夕 若是此时 宫内传来噩耗 我若在宫外 很可能被有心人可趁 万一是别人登基 必然会对太子一党 进行铲除 你觉得你能置身事外 而且 你如此阻挠哀家 不怕太子登基后将罪于你 莫不是觉得琉璃嫁给你 你就能随意拿捏哀家了 三条腿的蛤蟆难找 两条腿的男人 可并不难找 大不了哀家 再给琉璃说 一个驸马 李修竹文言笑了 笑得意味深长 全威胁老子 可这辈子 最讨厌威胁了 看着三十出头的皇后 李修竹淡淡地开口道 皇后若是不想送太子上路 还是待在这的好 皇后文言顿时脸色变了 太子就是他的一切 此时他哪能不失态 你这是威胁挨家 李修竹吃笑了一下说道 你可别乱扣帽子 我这是实事求是 李修竹都叫皇后你了 这明显是同等身份的称呼 顿时让流喜面色一变 驸马 你怎么和皇后说话呢 就不怕奴才告诉陛下 赐你一个大不敬之罪 李修竹也不搭理流喜 看着皇后开口道 你要想让你儿子去死 那你尽管走 我可以让守卫给你们让路 李修竹说完转身就要离去 但是还没走出地帐 就听到了皇后惊疑不定声音 站住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修竹回头看了一眼流喜 淡淡地开口道 滚出去 你 就在流喜想说什么的时候 皇后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流喜 出去 看好地帐 三帐之内不得有人靠近 流喜顿时气势一泄 默 看流喜出去 皇后第一时间迫不及待地问道 现在可以说了吗 李修竹闻言并没有着急开口 而是在皇后逐渐忐忑的心中 走到了她的身后 突如其来的一只手 抓在了皇后的肩膀上 大 胆子还没出口 就听李修竹轻声地说道 娘娘 你也不想太子去死吧 说着李修竹继续道 娘娘可知 刺杀陛下的是什么人 皇后全身僵硬 脑子的反应 似乎的变慢了 梁九才悠悠地问道 是什么人 挨家怎么知道 既然我和你说了 那自然和你有关 顿时皇后一惊 脑子也轻鸣了不守 脸上戴上了惶恐 你是说 是太子 不然呢 李修竹吃笑了一下继续道 除了你那个儿子 谁能调动京都十六位的人配合 你以为刚才的喊杀声 是守卫军和犯罪 错了 是守卫军和平叛军 即便李修竹说得如此清楚 皇后依然感觉不可置信 太子他 怎么敢的呀 而且陛下的大宝 迟早都是要给太子的 他为什么会 李修竹耸耸奸 这我就不知道了 谁知道 你儿子抽什么缝 会不会弄错了 也许是有人故意陷害太子 李修竹再次耸耸奸 我看到陛下 把太子绑了 应该不会弄错 至于是否你说的陷害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你现在回去 太子必死无疑 陛下一开始 只是绑了太子 显然是在顾念父子情 但是如果你此时回去 那么陛下怎么想 会不会以为 你是不知后手 准备拼死一搏 会不会认为 你这个母后 也参与其中 要知道 你现在可是嫌疑人 皇后文言 浑身一软 再也站不住了 如果陛下认为 他和太子 共同谋反 那等待他的是 什么可想而知 修竹 家该怎么做 才能让我和太子 活下来 即便是已经危险重重 他还是舍不得 自己的儿子 毕竟这是他唯一的儿子 承载了他 九成的爱和希望 太子那最好的办法 就是不要动 陛下 既然只是绑了太子 那么就八成 没想杀太子 至少你不动的情况下 八成是这样的 至于你 也不要动 回京后 就主动请罪吧 既然你是真的不知道 陛下最多 也就可能给你两条路 一条是把你打入冷宫 二是 废掉你的皇后之位 沉默了两久 皇后悠悠一叹 修竹 若你以后飞黄腾达 希望看在 琉璃的份上 帮帮我们 李修竹怂怂间 笑了笑 一家人 应该的 说着李修竹继续道 我留得够久了 陛下难免听到风声 皇后文言刚脸色一变 还没来得及开口 李修竹就继续道 如果问琪 你就说想已是压我 让我安排你进京 后面我和你摊排了太子的事情 你求我帮忙 你几次试探我 我都没有松口 后来你说给我两个美人 黄金万两 我才帮你分析了局势 对结果你不太满意 让我想办法 我想了半天 也只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以退为进 诚恳认错 求陛下原谅 记住 说话的时候 表现得犹豫一点 皇后文言赶忙点点头 显得乖巧无比 罚也罚了 李修竹没酒留 直接走了 这一刻 所有人看向李修竹的目光 充满了诡异 但是没有一人敢开口妄言 有的时候 没有口舌之拦 可是要死人的 也难怪他们 眼神诡异 李修竹进去了小一个时辰 外面还不允许接近三丈 是个能思考的 都得胡乱猜测一番 娘娘 听到刘喜的声音 皇后开口道 进来吧 刘喜这才进去 看里面 似乎没什么变化后 这才松了口气 娘娘 我们还回京吗 不回了 哀家累了 你们守好 地上就行了 刘喜文言一正 累了 刘喜小心地 开口问道 娘娘要准备洗澡水吗 皇后顿时间 眼睛一眯 不用了 晚上睡觉时再说吧 去准备吃的吧 一个时辰后 叫哀家起来用膳 皇后说完躺在了龙榻上 不再多说 而刘喜看皇后 躺下后也出去 小声安排起来 丘烈的大营 一连驻扎了七日 这七天 李修竹 除了第一天外 并无再去看过皇后 倒是李琉璃 三个公主 去看过皇后 这日 王德发带着圣旨 来到了丘烈大营 驸马爷 陛下 让你们回京 另外陛下问 除了乱军 有没有抓到乱党余孽 李修竹文言 笑了笑 还真有三个 李修竹说着 将三个壮汉 交给了王德发的同事 开口道 当日 我倒是碰到了几十个刺客 不过那时候不好抓 还要审讯 好几个 还是死是吃了毒药 也就没剩下 这三个 是当时跑了的人 事后我给抓了 王公公你看着处理吧 王德发文言笑了下 开口道 既然事情已了 驸马爷 就早日交还了兵权吧 李修竹文言一正 现在 嗯 不合适吗 李修竹文言不露声色地开口道 倒不是不合适 就是我还以为得面前陛下交接呢 毕竟东西是陛下亲自给的 理应亲自交接 王德发心中松了口气 开口道 陛下受伤 驸马也知道 现在需要养伤 自然不好当面交接 李修竹点头 叫了两个大臣见证 掏出了虎符 交给了王德发 那就麻烦王公公了 客气 王德发接过虎符的同时 放心地开口道 将军此次护驾有功 等陛下康复后 有义音封赏 李修竹点头将人送走 这才进了自己的马车 今日他们会由16位的人送回京城 李修竹和曾佩云一辆马车 看着曾佩云 李修竹开口道 不用再瞪着看了 一回到城门口 我就带你去逛逛 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此时曾佩云的雅学已经解开了 文言警惕地看着李修竹问道 你这么做 有什么企图 企图 李修竹文言笑笑 你说呢 曾佩云眉头一皱 我不会出卖组织的 我对你的组织没什么兴趣 相反 你本人 我还是有那么一丝兴趣的 曾佩云顿时怒视着李修竹 你想也别想 李修竹文言 看着天真的曾佩云笑了笑 应该算是天真吧 至少对比他这个小狐狸来说 应该是的 可惜 你没得选 你 放心 我不会逼你的 李修竹说着继续道 只要你在城门口陪我逛完 你就自由了 未来你想去哪去了 不过 我相信 只要你不想死 必然会回来的 曾佩云一正 先是不明所以 但紧接着 就是脸色一变 你 好歹读得计谋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是没经历过这么多 但是不代表他傻 李修竹是故意带着他 给组织的人看的 到时候 组织定然认为是自己出卖了他们 到时候必然会追杀他 就如他说的 要么赴死 不想死 也只能找他 混蛋 虽然猜出了李修竹的阴谋 但是他此时无力反抗 也只能认李修竹宰割 混蛋 我知道你名字了 早晚有一天你会落在我手里 李修竹文言笑笑 我一决士高手 能落到你个二流小菜鸡手里 等等 好像也不对 要是这妞以后来自己家了 说不定还真会落他手里 你这么一说 我忽然不想 放你走了怎么办 这一刻曾佩云一致 眼神中竟然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李修竹一正 心中了然 这丫头是怕杀手组织追杀他呢 不过让他自己开口求留下 他也不乐意示弱 李修竹想了想 顿时有了主意 该亮还是要亮的 亮完可以带回家 李修竹到了城门口后 就将曾佩云带了出来 一手搂着他的小蛮腰 一边跟过往的马车打招呼 这一刻 曾佩云的脸上 带着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而李修竹也在不经意间 看到了几个无意间 往这里看的人员 李修竹发现他们 还真是个意外 因为除了他们 还真没有人看他不低头的 要知道 名不与官斗 当官的对百姓而言 天生有压迫力 当然也不排除那种傻大胆 为什么不放我走了 不是说了 放我走吗 李修竹闻言 露出一副看穿他的眼神 你真的想走 曾佩云一致 随后硬气地说道 我自然是想走的 可是你的眼神告诉我 你想我留下你 眼 眼神 曾佩云一正 完全没想到这个答案 李修竹笑了笑 开口道 你不是问我 怎么能知道 你心里所想吗 其实我就是给你范围 人很难控制自己的 下意识反应的 当我说到那个范围的时候 无论是不是心虚 你都会有下意识反应 而你在我说 我在城门口放下你的时候 你眼神告诉我你 你期望 我把你留下来 这一次我曾佩云沉默了 他一时间 也想不到 该以什么理由反驳 李修竹到府门口的时候 一下车陡然看到一辆马车 是谁 李修竹迟疑了一下 正在犹豫 要不要让人去看看的时候 这时一阵风吹来 车帘被拉开 李修竹一正 没想到是苏儒 一时间 李修竹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但苏儒却淡淡地开口道 上车 李修竹闻言 眉头一皱 苏夫人有事的话 进家里说吧 哪有 让客人等在门口的 苏儒一致 赶忙开口道 等等 我不能进去 否则会连累你的 李修竹一正 立刻想到了一件事 顿时间神色意景 对着身后开口道 你先进去吧 曾佩云一正 没想到李修竹 让他自己进去 他若有所思地 看了一眼对面的马车 随后点了点头 李修竹看了一眼四周 这才钻进了马车 马车内只有苏儒一人 竟然连个车夫都没有 就你一个 诚诚呢 文言苏儒顿时气苦 你还好意思替诚诚 因为你和他分手 他已经好久没好好吃饭了 而且这几天家里出了事 我把他藏起来了 说着 苏儒似乎也觉得 这么不清不楚的不吼 继续道 你应该知道 陛下遇刺的事情吧 嗯 当时我在场 苏儒继续道 出事前 我家老爷就让我们 躲到城外去了 说是看见不对 就让我们隐姓 埋名过普通人的生活 我让人看着家里 结果知道 七天前有人到家里抓人了 我们想走来着 但是 但是诚诚死活说 想见你最后一面 所以没办法 我这个当娘的 只能来等你了 李修竹一正 随后叹了口气 人在哪 我们去吧 城外十里 王家村 李修竹想了想 皇帝老儿应该 短时间内 不会召见自己 事已开口道 我吩咐一声 我们就走 你的车夫呢 车夫是我孤的村民 人已经走了 雇佣村民 这可比自己人还冒险 难道没自己人了 看来苏家的情况 比他想得要严重啊 李修竹想了想 还是得叫个车夫 虽然现在 没少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份安全 但是他的身份驾车 那才是最大的破绽 李修竹回家取了点东西 叫了个车夫后 就上了马车 这一刻 苏如一正 看向车外的车夫 有点不解 看我安排就行 苏如文言 正正地看了一眼 李修竹 随后点了点头 与此同时 前太宫里 有点精神的李阔 看着王德发问道 他就一点 留恋没有地 将虎符交给了你 王德发文言汉手 应声道 奴才只是那么说了一句 驸马就把虎符交给了奴才 说着 王德发迟疑了一下 后问道 陛下 奴才官驸马 并无任何不臣之心 李阔文言一正 略带诧异地 看向王德发 德发 姑倒是很少见 你有这么大胆的发言了 王德发一颤 赶忙跪倒在地 陛下恕罪 是奴才妄言了 起来吧 没怪罪你 说着 李阔看向一个方向 虽然那里被宫殿的门户 挡住了视线 但他知道 李修竹就住在那个地方 驸马他之所以没反应 是因为他还不知道 姑即将赦免太子 要知道 这次姑让他出手 他可就已经得罪了太子了 你说他会不会害怕 太子登基后 找他秋后算账 这一刻 王德发沉默了 如果他是李修竹 那么他肯定会担心的 李阔四也没打算 听王德发的回答 继续说道 驸马是有护国之才的 一只兵马在他手上 正担心 他会先下手为强 王德发文言 这才小心地开口道 陛下 驸马他真能有这个胆子 哼 虽然他看起来与世无争 但是这种人最怕死 真逼到那地步 他绝对不会坐以待毙 也就是李修竹不在这 不然一定会说 老丈人 你真TM了解我呀 王德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好 他似乎已经遇见了 一颗王星的云落 就在这时 一个小太监出现在不远处 和王德发打了个手势 王德发一正 走了过去 但紧接着没一分钟 又走了回来 陛下 娘娘在店外请罪 李阔文言一正 沉默了一下后开口道 让他进来吧 王德发赶忙往外跑去 绕过屏风一开门 就看到了皇后跪着的身影 皇后娘娘 陛下让您进去 皇后文言松了口气 说实话 在外面跪着 真的有点丢人 哪怕这个人是皇帝 下一刻 再次见到自己的夫君 皇后再次跪了下来 妾身近日听闻 太子冒犯龙言 犯下大不敬之罪 妾身深感惶恐 也自知 是妾身管教不严 特来请罪 陛下无论如何处置 妾身都毫无怨言 甘心受罚 李阔微微一正 似是不敢相信地 看了一眼皇后 这是她那个傲娇中 带着一点点自大的皇后 傲娇不是应该 嘴比骨头硬吗 沉默了两久 李阔才开口道 起来吧 皇后一正 绝美的脸上 带着一点点不敢相信 这么简单就接过了 不对 她还没有说 原谅挨假 不过知道 李阔脾气的皇后文言 还是站了起来 就在她站起来的那一刻 李阔忽然问道 谁给你出的主意 啊 朕说 是谁给你出的 这招主动请罪的主意 这一刻 皇后的脸上 带上了几分迟疑 似是觉得 这话不好说 看到这 李阔脸色一沉 嗯 仅仅是一声 皇后陡然再次跪下 头也不敢抬地开口道 是 是驸马 李阔文言也是没想到 微微一正 想到了之前密探汇报的事情 紧接着点头开口道 仔细说说 是 陛下 陛下 是这样的 其实妾身七天前就知道了 陛下遇到刺客 受伤了 当时妾身执意回宫 被侍卫阻拦 然后驸马李修竹来了 妾身先是对驸马李修竹 小之以情 动之以礼 看他不为所动后 又威胁他秋后算账 驸马最终无奈 才告知臣妾是太子行的大逆 当时 妾身感觉天都塌了 缓了好意会才缓过来 妾身当时六神无主 并急乱投医 求驸马帮忙 许了不少好处 才看在琉璃的面上 给臣妾出了个主意 驸马说 陛下没杀太子 应该也是顾念父子亲情 此时回宫 就等于送驸马去死 驸马说 让妾身安静等着 等陛下下旨再入宫 然后来请罪 只要臣妾够诚恳 最坏的结果 也只是打入冷宫 若是好的话 可能只是被废后卫 以上就是事情大致经过了 李阔文言松了口气 老实说 驸马和皇后 共处一世近一个时辰 他怎么可能一点心思没有 算算时间 看来皇后说的也是真的 那就没什么了 不过他乃知道 李修竹不但胆大包天 嘴上不闲着 手上也没闲着 你驸给驸马什么好处了 皇后一顿 这才开口道 妾身驸给驸马黄金万两 以及两位美人 李阔文言顿时嘴角一抽 这美人自然是宫内的美人 是楚秀宫的秀女 这可是在他的后花园割韭菜啊 不过到底是储备 还没碰过的 心里也没什么负担 行 回头你就让人送过去吧 下去吧 皇后一正 似是没反应过来 又似不敢相信地问道 陛下不费了切身的皇后吗 李阔文言开口道 太子已经全部交代了 此事与你无关 也不需要你承担责任 不过太子没交好 终究也有你一份责任 日后要好生教养 皇后这一刻 脸上终于出现了 如释重负的笑容 多谢陛下 既然李阔这么说 那么不但他没事了 儿子也不会出事了 最多也就是剥夺太子被软禁 这对他们母子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这可不是最好的安排 未来还有更好的安排 事业 城外无理处的一处破庙里 李修竹点着了篝火 和苏如相对做 因为要给苏如做个简单的易容 所以耽搁了一点点时间 等李修竹二人出城后 李修竹把车夫也赶了回去 苏如母女现在是外逃人员 虽然不是侵犯 但是也差不多了 不过对于非主谋人员 抓不到就抓不到了 过了这段时间 基本就可以正常生活了 篝火下 李修竹看着苏如开口道 你们未来怎么打算的 苏如沉默了一下后开口道 我们也不知道 未来可能会在一个偏僻城镇 隐姓埋名过生活吧 出来的时候 我们带了不少银票 做个富家翁 问题也不大 如今老爷身陷牢狱 只希望苏灿 他能撑得起这个家 李修竹深知世道险恶 若是一个普通人家 入了陌生地方 母女俩还这么美 那么八成是会经历劫难的 没有实力的话 那就真是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不行 你们先多留几天吧 这次我护驾有功 陛下还有功位赏 我求陛下赦免你和子女 陛下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 你们留落在外 我不放心 以前你们身份尊贵 地方还没人敢动你们 若是变成了普通人家 那对你们是一场灾难 苏如也不是傻白甜 活了三十来年了 见多了世间的污浊 文言顿时间迟疑不绝 虽然心动 但是他担心 他们连累了李修竹 而且这个面子 陛下真的会给骂 忽然 苏如眼前一亮 若是女儿和李修竹 私定了终身 那么一切都不一样了 苏如迟疑了一下后 看向李修竹问道 你真的愿意 为了我们放弃大好前程 护驾的功劳 不说一定官升三级 但是也差不多的 他是知道李修竹封侯的 这三级说 封王可能也差不多 最次也是各国公位 哼 我志不在此 不管是因为你 还是因为对诚诚的亏欠 我都愿意 苏如文言神色复杂 随后叹息了一下开口道 可我希望你能不对诚诚 有亏欠 我希望你娶她 好好照顾她 李修竹一正 随即摇了摇头 如果没有你 我肯定会的 可是对你 我暂时还放不下 李修竹一句话说的 苏如心中五味沉杂 可是 想让陛下给面子 只有诚诚嫁给你 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一刻 李修竹想反驳 你嫁还差不多 但是话没出口 她就意识到了不妥 若是现在要苏如 那摆明就是告诉世人 她道德不行 李修竹叹了口气 想了想 不得不承认 苏如说得很对 要想在皇帝那要面子 现在只有五成把握 但是如果她和苏澄澄 有私情 那么就是八成 看李修竹犹豫 苏如沉默了片刻 忽然起身 跪在了李修竹面前 算我求你好吗 楚楚可怜的样子 带着满目的蜥蜴 李修竹很难说出拒绝二字 你这是逼我 可我不想就这么忘了你啊 苏如沉默了一下 看着李修竹 轻轻地上前 搂住了她的腰开口道 你和诚诚成婚前 我可以做你的小女人 但我只能答应 你是成婚前 和诚诚成婚后 你我一刀两断 若是这样也不行 那你就放任我们母女 出去自生自灭吧 苏如说这些的时候 完全不敢去看 李修竹的目光 她都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这么说 为了儿女 还是为了李修竹 也许都有吧 此时李修竹闻言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短暂的失神后 赶忙拉起苏如 苏如你说的是真的 听李修竹喊自己苏如 苏如下意识地 避开了李修竹灼热的目光 心中休得不行 但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下一秒 在苏如的惊呼声中 李修竹一把抱起了苏如 朝着马车走去 虽然不保暖 但是也不漏风 运动起来也不会冷 这一夜 马车有节奏地晃了一夜 不时传出几声哼唧 让休息的马儿不时惊醒 烦躁地用马眼瞪眼马车 烦死了 还让不让马睡觉了 一日一早 李修竹就起来了 或者说就没睡 不过这个时候怎么都得起 这又不是在家里 万一来人看见呢 给苏如穿好衣服 重新化了个妆后 他就驾驶着马车上路了 反正对他而言也不累 人精神着呢 这可是修炼 全年不睡觉都不是问题 与此同时 正在吃早饭的曾佩云 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今早莫名就被叫来吃早饭了不说 可同桌的都是李修竹的女人 这就很尴尬了 那混蛋这么多女人呢吗 就在这时 傅月华忽然加给了曾佩云 一筷子肉食 肉的位置很好 一只鸡只有两个腿 居然给了他一个 这让曾佩云心中 一时间有点触动 仿佛心都变软些许 就在这时 李琉璃忽然娇声 凑到了傅月华身旁 姐姐 我也要吃鸡腿吗 曾佩云一麻 顿时觉得手上的鸡腿 有点烫手 但不等他将鸡腿给李琉璃 傅月华就甩了个白眼 将自己碗里咬了一口的鸡腿 对在了李琉璃嘴上 吃吃吃 就是夫君惯的你了 李琉璃也不介意 文言嘻嘻一笑 开心地开口道 那我可吃了 说着当真 就不嫌弃地吃在了嘴中 这一刻 曾佩云真的惊了 仿佛被震碎了三观 这 就TM魔幻有没有 而一旁的几个女人 仿佛早就司空见惯 就在曾佩云刚缓过神的时候 李琉璃又开始了 姐姐 我要吃那个牛肉 看了一眼 在自己眼前的红烧牛肉 李碧瑶也给李琉璃夹了一筷子 但还没等放进李琉璃碗里 李琉璃就继续道 别放下 别放下 喂我 李碧瑶文言无奈地笑了一下 还是宠溺地 将牛肉喂在了李琉璃嘴里 红磊姐姐 我要吃鱼 啊 看着李琉璃 眨巴着大眼睛 一副萌萌的样子 谁也拒绝不了这个机灵鬼 西红磊温柔地笑了一下 也给李琉璃加了一筷子鱼 只是她并没急着胃 而是将刺都挑出了 这才味到了李琉璃嘴里 妈妈妈 好吃 红磊姐姐 你最好了 嗯 嗯 顿时间 李琉璃一缩脑袋 我错了 我错了 姐姐们都是最好的 这还差不多 李琉璃觉得自己现在很幸福 不用装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为团宠 不管姐姐妹妹都宠她 这不比当公主装娇弱强多了 什么宋公子 我认识她是谁 要是老公欺负她的时间能短一点 那就更好了 与此同时 李琉璃的母亲皇后 也正在楚秀宫给李修竹挑选秀女 看到一对双胞胎的那一刻 皇后陡然一正 这楚秀宫里 居然还有如此中灵玉秀的女子吗 你们是姐妹 二女有八成像的长相 让皇后的话虽然是在问 但却充满了肯定 之所以说 有八成像是因为有一女人更美一些 而且这个女人有一颗美人质 在左边脸颊上 说是美人质 也可以说是泪质 让人一看 就有一种惊艳和想破坏的感觉 那是一种魅入骨髓的美 以皇后所见 似也只有女儿李琉璃 才能与这个女人平分秋色 回娘娘的话 我们是姐妹 我是姐姐赵飞燕 我是妹妹赵和德 皇后文言点了点头 看向一旁的叫习嬷嬷 他们为人怎么样 回娘娘的话 飞燕 和德 俱是才艺出众 李教优异之辈 皇后文言 这才汗手 你们两个跟我走吧 是 娘娘 是 娘娘 李修竹此时还不知道 皇后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和对李修竹的感激 所以正准备把两个几瓶美人送给她了 是的 就是感激 别看李修竹欺负她了 但是她一点也不生气 她能稳住没被废 儿子能好好活着 在她看来 李修竹的劝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 李修竹的马车也接近王家村了 看着村落越来越近 李修竹停下了马车 苏儒醒醒 苏儒 后面的话李修竹没说 看着苏儒海棠春睡的模样 和那红润的唇没忍住 亲了上去 不过这毕竟是白天 还是在关道上 也就亲了几分钟 就松开了已经清醒的苏儒 行了 我们到王家村了 你也收拾一下 啊 到了 苏儒一惊赶忙起身看了一眼自己 又看向外面 收拾整齐的苏儒和李修竹 驾着马车来到了王家村的一处小院 小院不算偏僻 周围行人不少 再都是普通人的村庄 这里算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李修竹皱了皱眉头 这个地方对苏家来说 确实破旧了 木屋不是木屋 石屋不是石屋 但是看起来还算结实 还有个土墙小院来阻挡别人的目光 苏儒上前按照预定的暗号 敲响了房门 下一刻 里面的房门才有人打开 来开门的是苏灿 看到苏灿的那一刻 李修竹遗症 是你 这男的他见过 是在沈又威出格的那天 有人冒充他 他帮作证的男人 李修竹你来了 李修竹没回他话 而是看向苏儒 这是你儿子 苏儒文言脸色一红 还以为李修竹内涵他年纪大了 儿子都和他差不多了 顿时间苏儒心中有些委屈 还不是你非要来招惹我 嫌弃我干嘛还来招惹我 李修竹没太看明白苏儒的内心 而是继续道 走吧 先进去 李修竹当先往里走 一边进去的同时 一边开口道 你这儿子人品一般啊 苏灿文言一正 不愉地开口道 李修竹 别以为诚诚喜欢你 你就可以随意污蔑我 污蔑 李修竹呵呵一笑 当日在最先楼 你明知道你朋友假扮不借居室 你还帮忙作证 你管这叫污蔑 这时苏儒才恍然发现 李修竹并非在隐喻她 而是和她儿子有过节 苏灿也是面色一僵 面带灿灿 不过紧接着 她就眉头一皱 你去清楼 李修竹看傻子似的目光看着她 我去清楼稀奇吗 我成婚前还去呢 我夫人都不说我 你想管我 这时 屋里的两人 似乎也听到了李修竹的声音 一个身影 飞速地从屋内跑了出来 李修竹刚转头 就看到了一个明皇的少女 飞奔来 不用说就知道这是苏诚诚 只是此时的苏诚诚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瘦了一大圈 这一瞬间 接住了苏诚诚的李修竹 眼神定定地看着苏诚诚 你瘦了 这一刻 李修竹心疼坏了 她都怀疑自己当初的分手性 是对是错了 简简单单三个字 却仿佛打开委屈的盒子 苏诚诚再也憋不住 呜呜地哭了起来 院里不是说好的地方 李修竹抱着哭泣的苏诚诚进了屋 屋内还有个小丫鬟 这个丫鬟她见过 是苏诚诚的贴身丫鬟 苏诚诚一句话没说 只是哭泣着 仿佛所有的话语都变成了眼泪 李修竹也不着急 而是不断地抚慰着苏诚诚的后背 渐渐地哭声消失了 李修竹一低头才发现 苏诚诚睡着了 李修竹想给她移到床上 但却发现 小丫头的手 死死地抓着自己的衣服 不得已 李修竹一边抱着苏诚诚 一边开口问道 就你们四个 没有其他人了 除了一个丫鬟 都没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了 这苏诚诚也太惨了吧 苏诚文言开口道 出来的时候 还有一个管事 一个车夫 四个护卫 不过出了北城门 到了李家村后 我就将他们遣散了 然后又雇佣的当地村民 将马车驾驶到孙家村的路上 又让对方走了 在路上找了个会驾车的 将马车赶到了李家村 听到苏诚的话 李修竹不禁又高看了对方一眼 在不会驾车的情况下 还能做到如此程度 已经很厉害了 不过如果是他 他会让苏灿沿路和车夫 学习驾车 然后再让苏灿驾车离开 你们在村里 没有人盯上你们吧 这话一说 苏灿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李修竹眉头一皱 开口道 有话就说 什么时候了 还吞吞吐吐 你这是 在拿你母亲和妹妹的生命 开玩笑吗 苏灿脸色一变 这才意识到 今非昔比 他必须撑起这个家 村里好像有个叫 王二麻子的叮咕我们 我在院里的时候 说王二麻子 你又盯上哪家撬寡妇了 也不怕死在女人身上 苏灿文言一致 他现在算不算撬寡妇 虽然夫君还没死 但是也八九不离十了吧 李修竹文言一咪 那王二麻子 八成是盯上这一家女人了 目前还没行动 八成是因为苏灿在 怕偷鸡不成十把米 可是苏灿他们 要是一直不出屋 傻子都能意识到有问题 到时候 他必然会来威胁苏灿一家 不用别的 稍微一炸 苏如他们就得乖乖就范 这地方不能呆了 收拾好东西换地方吧 没人反驳 没人傻 尤其是他们现在身份敏感 就在这时 让李修竹几人 没想到的是房门敲响了 几人一正 紧接着肉眼可见的 三人的脸色紧张了起来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将苏成城放下 不过苏成城的手 还一直拽着李修竹的衣衫 看到这 李修竹去拽着衣服一扯 将那块布料撕开了 你们在屋里待着吧 有我在没事的 苏如和侍女文言心中一安 就是苏灿也松了口气 李修竹打开房门一正 只见外面的是个满脸 不带好意的男人 身上穿得拉里拉遢 一副小混混的样子 看到这里 李修竹当即明了 王二麻子 王二麻子 王二麻子虽然看到李修竹了 但是也不以为意 在他认知里 这些都是即将被他拿捏的侵犯 想着昨日看到出门的美貌少妇 顿时他心中的火热更旺盛了几分 悠何 还认识你们爷呀 你们身份不简单啊 都是有身份的人吧 那美貌少妇呢 叫出来和我说话 不然我可报关了呀 李修竹文言 突兀地露出了笑容 不进来 王二麻子 显然是有警惕性的 文言呵呵一笑 小别三 还想糊弄你王爷呢 赶紧叫人 不然等死吧 李修竹也不再废话 脚下一闪 直接点在了王二麻子两处穴道上 随后将王二麻子 拉进了院子 此时王二麻子是真的骂了 这一刻 一股凉气 从尾巴骨质冲天灵盖 色欲熏心 冲撞了强人 他想开口求饶 可惜已经被封住了雅学 李修竹也没让他失望 进来后扔在了地上 直接踩断了他的五只 感激于他的女人 这还真是老兽心吃皮霜 找死 看了一眼呵呵 只抽冷气的王二麻子 李修竹笑着从一旁 抽出了一根竹竿 开了几个口后 插进了王二麻子的腹部 这个地方出血少 放血的竹竿 能让他多留一回 好好体会下 好好做人 李修竹处理完王二麻子后 转身进了屋子 他刚一进来 苏灿就紧张地站了起来 没事吧 不是官兵吧 李修竹看了一眼苏灿 再看一眼 虽然担心 但却镇定地苏如 开口道 像个爷们一点 还没你娘淡定呢 说着 李修竹这才看向苏如 收拾行李吧 收拾好 我们就出发 苏如文言点点头 也不问去哪 赶忙叫蝴蝶收拾起了行李 苏灿则是面色灿灿 显然也是 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 有那么一点点丢人 要收拾的东西不多 一人一个包袱 他们除了一身换洗衣服 主要带的就是银票 和一点点干粮 干粮吃完了 主要就剩下银瓶和衣服了 事已不过一刻钟 就收拾好了 马车还是那辆马车 马车不大 倒是能刚好坐下四个人 不过李修竹能让苏灿 在里面打扰女人们休息 跟我学驾车 回头我会为你们争取赦免 但是在这之前 你要保护好你的母亲和妹妹 他们要是出事 你就废了 苏灿文言弱弱地点头 在李修竹的教导下 开始学驾车 时间一晃 来到了下午 李修竹开口道 停车吧 苏灿一正 看着不远处的一个很大宅子 不明所以 这一看 就是有钱人家养生的宅院 这李修竹难不成是把他们卖了 他不是没想过 这是李修竹的宅院 但是一个坠序 哪怕是刚分家 也不应该有这么多银子 而且 宅院里隐隐还能听到女人的声音 这 这是 我的私宅 没错 这就是李修竹安放几个世家女眷的宅子 说是私宅也不为过 不过这里都是女眷 只能委屈 你住小门了 小门就是门房 对苏灿这个大少来说 确实委屈 但也要看他们现在的条件 之前他们住的 还没门房好呢 苏儒也打开车帘看了一眼 下车的同时问道 这是你的私宅 嗯 此时苏晨晨也醒了 看到李修竹 怯怯地叫了声 修竹哥哥 嗯 在七天前 他还想着 怎么让母亲改变心意 让他同意二人之间的事情的 但是这七天 对他来说是个灾难 此时此刻 虽然见了李修竹 但是却仿佛有千言万语 不知道怎么说 弄悦在李修竹娶公主前 已经住进了李府 想了想 苏晨晨亲身问道 修竹哥哥 弄悦姐姐还好吗 她很好 日后你们有空会见的 苏晨晨一正 懒懒自语道 还会见吗 会的 我打算跟陛下说 我们有私情 让他赦免你 和你母亲 嗯 还有你哥 这一刻 苏晨晨顿时再次累绷了 一把扑到了李修竹怀中 哭着摇头 不要 不要 修竹哥哥 你能记得 晨晨就已经很好了 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和未来 做这种事 什么哥哥 妈妈 都让开吧 哪怕是自己的生命 也无足轻重 绝对 绝对不能让修竹哥哥 因此而身陷险境 苏灿灿灿地看着妹妹 你可真是 我的好妹妹啊 哥哥的命不重要吗 那你也为咱妈想想啊 然而她不知道 她妈对此 没有任何想法 虽然这会让自己一家陷入为难 但是如果不为了两个孩子 她也会像苏晨晨那么选 此时此刻 她想尊重苏晨晨的意见 行了 事情就这么定了 只是 苏晨晨听到李修竹的指示 抬起了羽带梨花的脸 看着李修竹不解地问道 只是什么 李修竹看着苏晨晨沉默了一下后 说出了一句 让苏儒胆战心惊的话 只是我曾经付过你 希望你以后不会怪我 苏儒顿时间眉头一紧 心喷喷喷地快速跳动起来 仿佛下一刻 心脏就会跳出嗓子眼一般 她紧紧地盯着李修竹 眼含立色 似是要阻止李修竹 李修竹正好也看向苏儒 露出一个安心的神色 苏儒眉头还在皱着 不过那个眼神过后 心跳却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她不知道李修竹在搞什么 但是依然愿意相信李修竹 这时苏承承摇了摇头 与带哽咽说道 不怪 承承永远不会怪修竹哥哥 无论修竹哥哥做了什么 李修竹看着苏承承 眼含深意地继续道 承承记得今天的话 苏承承闻言深深地点了点头 承承会记得 李修竹这才笑了笑 转身去敲响了宅院的大门 每一分钟 大门打开 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一看李修竹顿时一礼 老爷 之所以叫老爷 而不是姑爷 全因这些女人知道 李修竹就是这个家的天 嗯 李修竹也是第一次来这个院子 看了一眼后 向着内园走去 但紧接着想起什么 一指苏承 以后她住小门 少女看了一眼 苏承点了点头 公子跟我来 苏承刚刚已经知道了 自己的安排 文言也没说什么 随着一行人往里走 越来越多的女人出现 这些女人 大多是十多岁的少女 二十多岁的也有不少 再往上的则不多了 当然 还有一些小孩子 小孩子更少一点 大约也就几十个小女孩 入目处都是女人 是一个公的都没有 看着望不到边的阴阴艳艳 素如不知道带着什么情绪的轻声道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到了女儿国呢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开口道 这都是边关几个世家的女眷 男的已经都被杀了 就剩下这些女人 因为不是官宦家属 按律这些女人 是要重做军纪的 我不忍看她们被遭剑 就带了回来 给她们安排的差事 也算能自给自足 苏如三女琪琪一正 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苏诚诚好奇地问道 什么差事 苏如脸色一变 诚诚 本能的 苏如觉得 不是什么正经差事 正经差事绝对 绝对不会用到这么多女人 李修竹还不知道 她在自己女人心里 已经黑了一半了 不过 李修竹笑了笑 开口道 没事的 不是什么不能说的 大部分让她们养残讽思 还有些做酒馆 招待人员 歌舞表演的 年纪小的孩子 可以上学 学习一点东西 然后再看情况安排 读过书的可以作为教习 没读过书的 可以给大家洗洗衣服 做做饭 身份高的 可以做做女工什么的 李修竹的话 让苏如一正 没想到 竟然和她想得完全不一样 唯一一个沾点编的 就是歌舞表演了 顿时间 苏如心中 升起一丝惭愧 她怎么可以这么想她 苏诚诚则眼神发亮 修竹哥哥 这是给了所有女孩子一个家 这简直太伟大了吧 只有画本里的主角 才有这么伟大 且高尚的情操呢 这时 六个得到了消息的女子 走了过来 她们普遍大一点 但是要说 有多大也不尽然 也就和苏如 差不多的样子 正是气质浓郁 鱼花肥美的年纪 切身见过老爷 突如其来的切身二字 给李修竹整麻了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能用的 这是 只有自家娘们才能用的 好家伙这不是坐实了 本侯曹贼的名声了吗 关键是这些瓜 自己可都还没吃呢 可看着这些 楚楚可怜的女人 李修竹又不想 伤他们的心 嗯 绝对 绝对 不是因为这几个娘们 长得好看 我是缠他们身子的那种人吗 是的 我是 李修竹顶着强大的压力 开口道 嗯 都起来说话吧 好家伙 她没回头都能感受到 苏如那种果然如此的眼神 等几女起身 李修竹这才问道 这些日子过得可还行 回老爷话 妾身等在这里 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安逸 但是比以前踏实 也不需要勾心斗角 很是舒心 李修竹点点头 示意了一下身后的三女 开口道 他们是我的朋友 未来会在这边 住一段时间 务必照顾好 他们知道吗 是 老爷 李修竹刚想起身走 之前代表大家说话的女人 就立刻紧张地开口问道 老爷天色不早了 不休息一晚吗 看着几个女人 蜥蜴的眼神 再看看天色 李修竹微微汗手 好吧 就住一晚 那你们看着安排吧 是 谢谢老爷 谢谢老爷 谢谢 吃要谢的吗 语无伦次了吧 然而李修竹不懂 苏如却懂了 这一刻的苏如 甚至莫名地心中发酸 事业 李修竹 从肢体横尘中起身 摸到了苏如的房间 虽然苏如 已经关好了房门 但是这能难得到 绝世强者的李修竹 内力一千一饮 门栓就打开了 李修竹关上 房门脚下一点 就来到了床边 但不等他有所动作 苏如猛然惊醒地问道 谁 李修竹一致 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发现我的 苏如一听 李修竹的声音 僵硬的身子 软了下来 他美好气地 瞪了一眼黑暗中的人影 称怪道 你吓死我了 还有你怎么进来的 好家伙 反客为主了 李修竹一边上床 一边开口道 怎么变成 你反问我了 快说 怎么发现我的 苏如翻了个身 抱着李修竹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开口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觉得 有一双眼睛 火辣辣地看着我 说到这 苏如猛然反应过来 哪怕三十出头了 也一如小姑娘 一般买手在李修竹怀中 但紧接着苏如 脸色就是一变 你怎么也没息息就来了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关键地方 擦洗过了 这个点了 哪有那么多时间 有这功夫 还想多陪你一会呢 最好是单纯陪我 他这个想法刚落下 就证实了自己心中所想 不过 苏如也没拒绝 现在他能依靠的人只有他 而且对李修竹 他也从未忘记 说不上爱情 但也说不上不爱 一种很复杂感情 在二人之间 天蒙蒙亮的时候 李修竹被疲惫的苏如 推走了 昨天就没睡好 得亏今天来得晚 不然自己怕失得睡一天 才能缓过来 李修竹看了看 时间也没再睡 洗了把脸 吃了早餐后 来到了苏诚诚房间外 李修竹敲了敲门 苏诚诚就打开了房门 看到李修竹 苏诚诚立刻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修竹哥哥你来了 快坐吧 等李修竹坐下 苏诚诚才坐到李修竹旁边 开口道 修竹哥哥 你真的要和陛下说吗 其实 我愿意就活在这个院子中的 你有时间来看看我就行 李修竹摸着苏诚诚的头 笑着开口道 相信我 就算真的不成 对我而言影响也不大 身为驸马 陛下肯定不会降罪我的 而且我这次 护驾有功 提点要求很正常的 不过 苏诚诚十分上道地问道 不过什么 你爹那我可能就无能为力了 你们只是被牵连的家属还好说 你爹应该是直接参与其中了 苏诚诚文言眼神一案 不过他也知道 这些事情不是他修竹哥哥可以参与的 苏诚诚点头 反而安慰李修竹说道 修竹哥哥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爹 他做这些事情前已经想过了结果 说着苏诚诚面露苦笑 继续道 可惜他想的 只是为我们想出了一条逃亡的路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开口道 相信我 你爹也不想的 你爹贵为太傅 就算造反成功了能得到什么 但是可惜 成也太傅 败也太傅 你爹他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太子的标签 只要太子造反 你爹无论帮不帮忙 都会被牵连其中 所以他莫的血 只能搏一把 他能让你们掀出那个漩涡 就已经是一个当父亲能做的了 所以 别恨他 李修竹出了庄园的时候 大概是快十点钟 赶在了武士前回了李府 刚一到府上 李修竹就是一正 老爷 皇后在里面等着您呢 他怎么来了 李修竹疑惑地走了进去 看着皇后身旁 站着的一对极品秀女的时候 悟了 这是来给自己兑现承诺的呀 不过 皇宫这么底蕴深厚的吗 这种级别的美女都有 陈李修竹拜见皇后娘娘 皇后文言微微合手 起来吧 哀家还以为 今日见不到冠军侯了呢 还打算吃了午饭 就回去了 刚和琉璃 还有碧瑶说了说话 能听得出来 他们过得很幸福 哀家也很开心 这是答应你的两个秀女 黄金也在这了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开口道 娘娘是守信之人 那就多谢娘娘了 嗯 既然没什么 李修竹打断了皇后的话 开口道 不如娘娘 在家里吃了饭再走 我家的厨子 不比玉厨差 想来能让娘娘 感觉到兴起 李琉璃文言 赶忙开口道 是啊 母后 家里的厨子都是修竹叫出来的 做饭老好吃了 皇后文言一正 看向李修竹诧异地开口道 修竹还会做饭的吗 不是说 君子远刨厨 李修竹笑了笑 开口道 是有这说法 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而言 这句话的说法 其实是有典故的 当时齐宣王问孟子 怎么当好一个王 孟子说 保护 养育好人民就好 而且您做得到 当时齐宣王就纳闷了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可不可以 你凭啥知道 孟子就说了 有一次齐宣王看到有人 要拉着牛去记忠 不忍心看着牛下的直哆嗦 但是又不能不记忠 就让人换了头羊 这一刻 李修竹的女人们 齐齐脑子里 浮现出一个想法 这羊真的是倒霉催的 李修竹继续道 然后孟子说 虽然自己知道 齐宣王时的动了恻隐之心 是仁慈的体现 但是百姓却只会认为 牛比羊第一个档次 而且 您因为牛没有罪过 却死于忠继而心生侧隐 那羊呢 难道他有罪吗 齐宣王文言 也知道自己不对了 可是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做 就问孟子 那我该怎么办 孟子就说 君子远刨除 牛羊的区别 只在于您看到或者没看到 而不在于牛羊 不如眼不见则安 后来儒家逐渐变质 到了现在 也并非是说 君子就不能做饭 而是做饭很多时候会见血 会沾染上戾气 君子 当有谦谦君子之风 不应该沾染上戾气 不过这在自己看来是亡国之本 若是一味谦让 只会让人得寸进尺 老十人怕耍无赖的 耍无赖的 怕不要命的 皇后文言汉首 原来是这样的 倒是哀家浅薄了 李修竹笑了笑 也没去反驳奉承 二人的关系也用不着 那皇后留下来吃顿饭 臣亲自下厨做两道菜 皇后还没开口 李琉璃就当先激动了起来 哇 还是母后有面子 我已经好久没吃过 夫君做的菜了 这次可真是脱了母后的福了 李修竹文言翻了个白眼 三天前的烤乳猪 也不知道是谁把猪尾巴都抢了去 皇后文言又是皱眉 又是诧异 也产生了好奇 琉璃 你们还吃猪肉吗 众所周知 猪肉是健肉 李琉璃全然没有察觉到 母后没眼见的不满 兴奋地开口道 母后你都不知道那猪肉多好吃 简直就是 就是 我的天啊 真的 除了这四个字 我都找不到形容了 比牛羊肉还好吃 好奇怪 猪肉为何会是健肉呢 这时 一旁的傅月华文言开口道 并非所有的猪肉 都是这么好吃 这些猪 是家里根据夫君传授的方法 自己养的 猪肉会在发情期前删掉 这样就不会有心骚味了 这样养出的猪肉 肉味平淡 能更好地吸收香料的味道 所以才能如此好吃 而且 咱们养的猪 除了28天的烤乳猪 还有大猪 大猪每日运动 肉质警示 也是难得的佳品 现在云霜店里 一只烤乳猪 要卖到十两银子 一份东坡肉 要卖到二两银子 李琉璃文言恍然 原来家里吃的猪肉 和寻常猪肉不一样 难怪平常的猪肉 会称为健肉 皇后也是舒展开了眉头 看向李修竹问道 咱们今天要吃猪肉 皇后想吃的话 我可以做一份东坡肉 弄个锅包肉 不过今天的主菜是三杯鸡 说到这李修竹 忽然想起了三个小姨妹 月华 你去将小姨妹们接来吧 也好久没给他们做好吃的了 傅月华文言轻笑着汗手 那娘娘 臣妇适配 嗯 去吧 注意安全 李修竹也告辞去准备食物了 三杯鸡得半个多小时 还有东坡肉和锅包肉 都安排好 一个小时是最少的了 还好因为 其中有两个菜需要炖煮 刚好能错开这个时间 半个时辰后 李修竹的菜端上桌的那一刻 立刻引起了欢呼 李修竹一共做了三桌的量 自家老婆们和小姨子分两桌 皇后和她 还有她的三个妻子一桌 李修竹夹了一筷子锅包肉 到皇后碗里 皇后娘娘尝尝这个 酸脆可口 应该和您的口味 这一刻 皇后身旁的小太监赶忙上前 娘娘 是菜 李修竹一正 不渝地看向小太监 这阴阳人什么意思 傅月华一致 嘴角跟着一抽 下一秒赶紧拉了拉李修竹的衣袖 似是看到了李修竹脸上的不渝 李琉璃立刻生气了 你什么意思 是觉得我夫君会害我母后 这 小的不敢 皇后也看到了李修竹的脸色 心中莫名的一紧 开口道 不用是菜了 这是驸马亲手做的 全程没曾离开驸马视线 驸马肯定不会害挨家的 皇后都发话了 小太监虽然委屈 但还能说什么 李修竹的脸色也好看了不少 这时 一只小脚从桌帘下落在了她腿上 李修竹一正 腿搭着对方的腿移动了一下 立刻察觉到了是谁的脚 看到李修竹的目光 皇后的脸颊微微一红 但也只是微微 她并非是要做什么 如果说是 也只是想安慰一下李修竹 不过二人身份不变 也只能暗地里稍微安慰一下她了 嗯 酥脆中带着嚼劲和肉香 甜酸的粘稠酱汁 在口腔中汇聚 本是掩饰迥异的一口吃食 却让她完全将李修竹放在了脑后 好在她还没忘了李修 吃完了一块 皇后才开口道 驸马厨艺 当真妙不可言 然而她一转头 整个人梦了 只见此时 李琉璃快速地从各个盘子中加菜 尤其是李修竹做的三个菜 更是被重点照顾 不但嘴上吃着 手中的筷子也不咸着 生怕落了空隙 这 是她的女儿 皇家贵女李琉璃 这怕不是假的吧 沉默了片刻 皇后才不知是什么情绪地问道 琉璃平日里是吃不上饭吗 正在吃东西的李琉璃顿时一僵 随后看向母后才想起来 今天可不都是自家人 下一秒她历史优雅了起来 先是将筷子里的肌肉 放在光洁一新的碗碟中 这才咽下甜酸可口的锅包肉 开口道 母后说笑了 家里姐姐妹妹们 平日里都紧着我吃 只是今日是驸马亲自下厨 而臣感受到了 菜里浓浓的爱意 这才吃得香甜 一时间失了一态 这一刻 皇后嘴角一抽 这饭似乎是专门为了招待我做的吧 要感受爱意 也应该我感受吧 可我只是觉得好吃 只是有吃东西的幸福感 也没感受到爱意啊 你这小嘴一张就有爱了 眼看母亲似乎不相信 李琉璃赶忙转头问傅月华和李碧瑶 两位姐姐也感受到了夫君的爱意了吧 看着李琉璃那有一点紧张的眼神 二人好笑地笑了笑 不过二人到底还是占自家姐妹的 文言傅月华当先开口道 琉璃妹妹说的是 每次吃夫君做的菜 切身都有一种幸福感 李碧瑶也开口道 妹妹说的没错 这感觉儿臣也有 虽然不是一个妈 但是面对皇后都得自称儿臣 皇后文言看了看三人 还没说话 就见李修竹又加了一块鸡 放在了皇后碗碟里 开口道 娘娘这是信不过我 怕饿着自己的宝贝女儿啊 娘娘觉得 我是那种会虐待自己女人的人 这一瞬间 皇后猛然想起了 那日在地帐里的画面 真的想反问一句 你不是吗 就在这时她忽然 感觉自己在桌下脚丫 被李修竹挑了起来 紧接着放在了她腿上 紧接着 李修竹另一只在下面的手 也放了上去 皇后一致 盯了一眼李修竹 也不敢多看 生怕被人看出端倪 知道 你不会饿着他们 只是吃饭 还是要有吃饭的规矩的 在家里还没什么 出门了可丢的是 你和我们娘家的人 忽然皇后 看到了一旁的小太监 顿时一致 你们都下去吧 这里不用 你们伺候了 还有公主用膳的事 要是传出去 没你们的好果子吃 厅里的侍女和太监 文言也不意外 只以为是娘娘 不想让人看见公主的囚态 他们哪知道 皇后这是担心 他们看到自己的脚 不再坐一下 李修竹文言轻笑 更加放肆 虽然隔着一两层衣物呢 但是也别有一番乐趣 皇后只是吃了 炖便饭后就走了 若只是一堆女儿家还好 有李修竹在 终究是有男人 是外戚 她不好久留的 红着脸的皇后 到了马车上 依然还在胡思乱想 时不时地露出一个笑容 李修竹下午 陪着三个小姨子玩了一会 吃过晚饭 傅月华上了门 李修竹一正 看向傅月华身后疑惑地问道 今日就你一个人 是觉得自己 又行了 傅月华陡然脸色一红 美好气地白了李修竹一眼 忧愿地说道 每天就知道睡我们 就不能想点其他的腰 我都怀疑你是否爱我们 还是只缠我们的身子了 李修竹一愣 下意识地问道 有冲突吗 我不能又爱你们 又缠你们身子 傅月华一时间 竟然无言反驳 所以你是来 傅月华这才想起 自己是来问正事的 开口问道 诚诚你安顿好了吗 原来昨天李修竹 见到我苏儒的时候 让傅月华听到了新声 好在这个新声 没有什么劲爆内容 不然傅月华就不会来问了 他现在只知道 李修竹前天去见苏晨晨了 至于李修竹彻夜未归 还是去了两天 他并无觉得不妥 毕竟他可是帮着姐妹 算计过夫君的人 对姐妹感情也看得很重要 他也喜欢自己的丈夫 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这次是苏家 未来若是变成傅家呢 李修竹也意识到了 自己前天暴露了 不过还是装作不知道地说道 你看见了吗 也是 晨晨母亲的马车 当时就停在咱们门口不远 我把晨晨他们家 安排在郊外园子里了 傅月华文言汉手 却又叹气道 谁能想到 几日内苏家就遭逢巨变 以后晨晨他们的日子难熬了 只能蜷缩在郊外的园子里了 李修竹听傅月华这么说 平淡地摇了摇头 开口道 不需要 我打算和陛下求情 赦免了晨晨一家 不过苏太傅是没办法了 他是替罪羊 另外晨晨的哥哥苏灿 也未必能免罪 我尽力吧 只是感慨一下 傅月华听李修竹这么说 顿时迟疑了 你要为诚诚向陛下求情 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弄不好可是会牵扯到他们家的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开口解释道 咱们家护驾有功 陛下必定封赏 我打算用封赏 换成成家的一个赦免 傅月华张口预言 一时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李修竹看傅月华的样子 笑了笑 解释道 是不是觉得有风险 也有不值得 傅月华神色纠结地点了点头 没说话 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我这也是一举两得 一事成成和你们都值得我这么做 二是 我觉得陛下对我应该是起了猜忌之心 我觉得陛下对我应该是起了猜忌之心 李修竹这话一出口 顿时间傅月华心中猛然一紧 仅仅一句话 就仿佛关系到了一家生死 傅月华紧张地赶忙问道 夫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陛下不是才嫁了两个女儿过来吗 怎么会 李修竹文言轻笑 半君如半虎 君心不可测 不然你以为我 为何一直排斥官场 可惜终究是被一步步搅了进去 李修竹的话 顿时间让傅月华想到了 李修竹是因为什么禁的官场 是因为他 因为李碧瑶 顿时傅月华歉意地开口道 夫君 对不起 李修竹摆摆手 随后又招手示意傅月华过来 等傅月华过来后 一把将其暴入怀中 开口道 不用说对不起 你我一心 我们是一家人 傅月华柔顺地靠在了李修竹怀中 轻声恩了一声 也享受起了夫君的温柔 夫君 那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你是怎么发现 陛下他怀疑你的 李修竹开口解释道 之前我帮陛下评判 陛下刚一好就让王德发 将兵权收了回去 甚至没让我入宫 你猜是为什么 傅月华文言一致 脸上带着一抹狐一的猜测道 是看夫君教不教兵权 若是不教 会有人拿下夫君 当时陛下 就准备对咱们家下手吗 可 这是为什么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不同意傅月华的话 开口道 陛下他肯定不会当下动手 更大的可能是在试探我 试探 李修竹点了点头 是我看对兵权的渴望程度 如果我不放 他一时间应该不会对我动手 不过他准备好了 肯定会对我动手 虽然我护驾有功 但是他并不信任我 因为他受伤 我去见价的时候 他并未让我送他 不过我直接把兵权还了 说实话 我只想安稳过日子 能不造反 我肯定是不想造反的 傅月华报了报李修竹 他是最知道 李修竹只想过安生日子的 可惜 当你能力太大 总有人不想你在卧榻旁安睡 可是夫君 我还是没明白为什么 说实话 一开始李修竹也没明白 直到今日见到了皇后 因为太子 太子 傅月华没想到 这是还能和太子扯上关系 太子不是意图谋反吗 李修竹解释道 今天我见了皇后娘娘才知道 太子只是被关了禁闭 由皇后教导更正 所以你说 接下来继承皇位的人会是谁 这还用想吗 傅月华下意识地就回到 太子没被废 自然还是太子 说完傅月华顿时就懂了 他好歹是经商的脑子不笨 夫君是说 陛下是因为你这次饿了太子 所以在为太子清扫障案 李修竹笑着点了点头 给予了肯定 我这次护驾和太子起了冲突 若是太子登基 必然要收拾我 陛下担心 我不甘心等死 所以才要收回我兵权 傅月华一致 连带愤愤地怒斥道 他怎么能这样 不是他逼夫君护驾的吗 李修竹吃笑一下 淡然地开口道 在他们君王眼里只有两种人 可利用的 还有死人 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他们也从未把我们真的当人过 太子登基我们也未必受处罚 他只是防患于为人 傅月华不甘心地问道 那夫君 我们就坐以待毙 李修竹笑了笑 自然不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若真到了那一步 死的必然不会是咱家 李修竹拍了拍傅月华的身子 安慰道 放心 我都会安排好的 嗯 说实话 一切布置都是有备无患 李修竹觉得 即便是太子登基 他也没事 不说别的 皇后和李琉璃 都会成为太子对付自己的阻碍 而且自己 还可以布局一手太子 老皇帝不是想推太子上位吗 自己也可以推 到时候 太子还不得对自己感恩戴德 再夹几个妹妹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正宫来求欢了 怎么也得 为得饱饱的不是 李修竹把傅月华按下 房间内很快就响起了 傅月华若有若无的声音 三日后 伤势养得差不多 李扩上了巢 李修竹也受到了皇帝的召见 李修竹一大早 穿戴整齐后 到了皇城门外 就见到了岳父 李修竹上前开口道 修竹见过岳帐 因为李修竹现在开府 也不用再称傅文汉夫妻父母了 而是改口岳父 岳母 傅文汉文言 也没有任何不岳 反而笑笑 修竹 你可好些日子没去看我们了 虽然分了家 但是也要尝回来看看 你不再两个小丫头都不活跃了 李修竹英俊的脸上 露出了和煦的笑容 开口道 岳父说的是 不过小煦最近确实忙了点 这两日刚清闲下来 明日就回去看看 嗯 关于陛下这次叫你来 你想好要什么封赏了吗 李修竹一正 陛下还没想好 怎么封赏我 傅文汉文言左右看了看 压低声音轻声道 对你的封赏三公和六部意见不一 除了为父不好参与外 其他人有的说 你该封王 有的说 你该封国公 按理来说 这种时候 陛下一言可定 但是陛下没定 为父觉得 也许陛下都不满意 今日陛下专门拿到朝堂上来说 可能到时候会有变故 为父劝你 莫要义气用事 随缘最好 这天下 到底是皇室的天下 懂了吗 李修竹汉手点头 轻声道 小煦懂 不就是急流勇退吗 我本身也不爱当官 傅文汉文言轻笑 是啊 自己这个女婿 根本不贪权势 是以他也压根并不担心 这时宫门打开了 二人对视了一眼 相视而笑 随后在前面走了起来 二人一个一品 一个二品 还是侯爵 在前面是开路 那都是排面 现在谁不羡慕 傅家招了个好女婿 有本起奏 无本退朝 好吧 熟悉的开场白 今天叫我来 要是没本 那就尴尬了 李修竹还没开口 一旁的礼部侍郎 孙敬阳 就上前一步开口道 启禀陛下 前日李秋烈 有萧小作乱 幸得冠军侯李修竹平叛 陈孙敬阳 请赏冠军侯为国公 这时 一旁的宋连 赶忙站了出来 陈返队 国公一位 乃立朝官员 最高成就 若是冠军侯 今日就被封国公 他日 岂不是赏无可赏 要知道 冠军侯 今年也不过才18岁 这时 又一个大臣 走了出来 谁还乐意为朝廷笑名 他话音刚落 又一人上前 陈知识宋大人 原因有二 一是微臣认为 这功勋于国公不足 二是 年轻人应该打熬打熬沉稳 随着一个个大人的发言 身为当事人的李修竹 却波澜不惊 看着犹如菜市场般 吵闹的戏棚 不禁有点好笑 尤其是看着上面 装模作样的李阔 更是觉得好笑加三级 真是的 快点结束这场闹剧不好吗 演给谁看呢 大家都是明白人好吧 似乎是听到了李修竹的心声 李阔终于决定开口了 他先示意了一下王德发 王德发瞬间了解了李阔的意思 宿敬 别说 这一下声音还挺高 还蕴含着一点点内力 虽然不多 但足以让满朝文武听到 李阔看场内安静下来 这才开口道 既然大家讨论不出什么来 不如问问我们的驸马 说着看向李修竹继续道 驸马 不知道想要什么样的风赏 在李阔看来 只要是个聪明人 就会以退为进 让自己看着风赏 到时候 他就可以顺水推舟 给一些赏赐 画个大饼 让李修竹再历练历练了 但是他没想到 李修竹还真敢要风赏 而且要的风赏还那么特别 这 陈能自己提吗 虽然我想要的和官职无关 但是陈还真不好开口 李阔没想到 李修竹敢开口要 但是听到和官职无关 顿时就猜到了 李修竹打算急流勇退 这和自己的利益相符 顿时间李阔笑了 不错 不贪恋兵权 也不贪恋权势 是个懂进退的 再一想 李修竹贪花好色 他似乎猜到了 李修竹想要什么 无非是女人和金钱 这些东西他现在缺吗 财大气粗 且拥有天下美女 特招权的李阔开口了 驸马尽管提 也许官职阵还不好 直接许给你 但是其他的 阵允了 李修竹文言一笑 这可是 你自己往坑里钻的 李修竹也不客气 直接开口道 是这样 陈之前和苏太夫家的小姐 相熟相知 这件事大家也知道 李修竹开了个头 百官里聪明人就有猜到了 甚至李阔也猜到了 一时间纷纷面色 怪异了起来 李阔甚至皱紧了眉头 这混蛋 难道是想给苏太夫一家脱罪 知不知道 那是什么罪 他怎么干的呀 此时此刻 就是傅文汉都皱紧了眉头 没想到李修竹这么勇 你想极流勇退 不是这么个退法呀 后来一次偶然 我和苏小姐私定了终身 而苏小姐母亲不许 强行将她带走了 没想到 也就是这个时候 苏太夫没想开 脑子被驴踢了 行了大逆不道之事 微臣自知这点功劳 不足以让苏太夫脱罪 但是微臣斗胆 求陛下指诸首恶 饶我那小情人一命 一时间百官们都不再言语 眼神有点诡异 谁都知道苏微是替罪羊 按律要诸九族的 但是这陛下 已经被李修竹摆了一刀 开口许诺了 这也是事实 敢给皇帝下套的 他们还真是没见过几个 尤其是因为私事下套 李阔也知道自己被算计了 但是想了想 脸色好看了一些 太夫苏微是不能放的 为了太子 他必然得是替罪羊 但是其家人没太大关系 家里主心骨没了 那就是脊梁被打断了 不足为据 而且听说那苏灿不学无术 妥妥一个二世祖 不过他还是略带不满地开口道 你呀 还真是给朕出来的难题 不过朕乃一国之君 惊口欲言 答应了你 也不好反悔 不过 你这算计证 怎么也该有个惩罚吧 否则还不让人效仿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应该的 应该的 您看这样行吗 二十棍 或者罚凤 看李修竹这么上道 李阔笑了笑 打疼了你 我那琉璃宝贝 还不恨死 我这当爹的 就罚你一年俸禄吧 另外 苏家人死罪可免 活罪还是得有处罚的 你指 一旁的丙比太监赶忙准备 下一个呼吸 李阔的声音响了起来 太夫苏微听信谗言 于丘烈行动中意图行刺 然 太夫最后关头 幡然醒悟 又是太子老师 得太子求情 太夫苏微 三日后问斩 其家人贬为庶名 永世不得录用 李修竹闻言高呼 谢陛下仁慈 由李修竹带头 下面一片 谢陛下仁慈的声音响起 这就是弱者的悲哀 不但要悲过 人家杀你 你还得感谢人家 没赶尽杀绝 李修竹低着头 心中不争的念头 也彻底消散殆尽 必要时 这皇位就算自己不想做 也会做 不为别的 就为了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 首先就是司卫 侯爷手下能有六百司卫 李修竹不打算招满 但是五百人是要有的 二百金状首位 剩下的三百人 他打算招锅 这二年 锅和不要钱的一样 给口饭吃 对方都能感恩戴德 三百人很好安排 两百男丁 一百女丁 只要武学天才 其次是密道 密道这东西 也必须尽快挖出来 要直通城外 方便出城和逃跑 最后是眼线 皇帝耳目众多 但自己也不能成为瞎子 孤儿里不适合成为舞者的 就放出去成为眼线 他们孤儿所求 只是一口吃的 只要自己每日失时 就能养出一只 遍布全城的小乞丐队伍 借好了名声 也不会引人怀疑 等这些人在大典 可以安排一些 各行各业的老师傅学艺 再给他们打入到 各行各业长期培养 到家后 李修竹将西红泪叫了进来 西红泪进来后 看李修竹在书岸旁 笑着走到了李修竹身旁 坐在了李修竹的腿上 西红泪一边还着 李修竹的脖梗 一边眼神深邃 带着爱意地看着她 夫君独独叫我过来 是要让姐妹们 以为红泪是毒食吗 李修竹一正 看向西红泪笑了 柔柔弱弱的西红泪 说出这句话 别有一番味道 她妈撒着下巴 打亮了一眼西红泪 意味深长开口道 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娘子你受得住的话 西红泪顿时脸色一红 柔柔地低下了头 犹如一个小姑娘 一般羞涩 夫君别开玩笑了 我现在睡觉 一个人都不敢睡的 生怕夫君半夜里来 李修竹得意地笑了笑 随后还住了 西红泪的腰枝问道 看出来了 嗯 夫君脸上带着深思 还单独叫红泪一个人进来 我想看不出来也难 夫君 事情棘手吗 你我夫妻一体 有什么 红泪能做的 红泪一定办到 李修竹这才开口道 这不是 你是江湖人吗 你认识不认识 擅长打地道的人 或者盗墓贼 西红泪文言 眉头一皱 误解了 夫君是要盗墓吗 盗墓的话 除了王公贵族 未必有多少收入的 若是夫君缺钱 我可以让人去毁诺城 哪一些来支援 李修竹文言脸上 带着和煦的笑 摇了摇头 不是缺钱 我想打一条 通往城外的地道 西红泪脸色一变 打地道 通往城外 这句话信息量太大了 西红泪能想到的答案 只有两个 一是他们家有危险 另一个是 李修竹想造反攻城 不过自家相公 这么些日子了 他多少还是了解的 相公 咱们家有危险了吗 想着相公的背景 西红泪猜测到 陛下还是皇子 李修竹收回一只手 情不自禁地点了一下 西红泪的鼻端 笑着开口道 不愧是回诺城的西大娘 一句话就想到这么多 差不多都有点 不过暂时还是安全的 可防人之心不可无 接下来 我要安排点事 尽量保住咱们一家 如果他们要是逼人太甚 那我也只能 李修竹后面的话没说 但是西红泪似乎懂了 西红泪握到 李修竹胸膛上 开口道 夫君放心大胆地去做 红泪和姐妹们 都会支持夫君 站在夫君身边的 李修竹将头放在 西红泪肩膀 深吸了一口气 如兰花般的香气 是那么地令人心旷神疑 忽然 李修竹抱着 西红泪站了起来 将西红泪放在了桌案上 这一瞬间 西红泪脸似晚霞 一下子就猜到了 李修竹是真的想了 若是往日他 肯定拒绝了 这不但是大白天 尤其是这里 还是书房 但今日自家夫君 有新式状态不对 他也想帮夫君 所以 明知道自己可能不堪鞭吃 明明有些心理抗拒 但还是没有出声 不多时 正要叫自家姑爷迎平 正要敲门 陡然就是一致 这 这 这时 身后的弄悦奇怪地开口道 怎么到门口了 不叫门 弄悦奇怪迎平的反应 上了前来 但紧接着就是一致 好吧 这下明白了 这坏相公 居然大白天做坏事 还是快午饭的时候 这这这 就在弄悦二人思考 是不是要走的时候 屋内传来了 西红泪略显虚弱 和急促的声音 门外哪位妹妹在 快进来帮帮我 二流的境界 二人都在门口说话了 西红泪自然听到了 门外二人一正 都有些脸红 但也听出了西红泪的虚弱 弄悦看向迎平 迎平看向弄悦 姐姐先进去吧 妹妹先进去吧 二人的同时的默契 让二人同时一正 随后又是尴尬的一笑 这时 西红泪受不了 你们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的 能不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 姐妹们都别谦让了 都进来吧 两人对视了一眼 这次不再迟疑 同时推开了房门 迎面一股石南花的味道 迎面扑来 两人都太熟悉这个味道了 尤其是起了应激反应 两张脸变得红扑扑了起来 西红泪看到二人 终于松了口气 自家这相供定不是数十二生肖的 定然是第十三个生肖骡子 其实西红泪也就是看起来不太好 二流高手 加上李修竹心里有数 现在的西红泪距离极限 还有一段距离 下午吃了饭 李修竹出门了 还是城外 还是自己那不知道算不算后宫的园子 看到李修竹来 姑娘们高兴坏了 尤其是苏澄澄 苏儒也很高兴 只是却表现得很内敛 至少旁人是看不出二人有关系的 苏澄澄抱着李修竹的胳膊开口道 修竹哥哥 你来了 看苏澄澄的状态恢复了一些 李修竹开口道 是啊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好消息 苏儒二人心中一动 立刻就想到了李修竹上次提到的事情 李修竹也不拿捏卖关子 看着二人吸引的眼神 开口道 陛下已经同意了 苏家秉为庶民 说到这里 李修竹叹息道 不过 我也只能做这么多 苏太夫那边是主犯 必须得给皇家 给百姓一个交代 苏儒和苏澄澄神色一案 不过还是勉强打起了精神 修竹哥哥能为我做这么多 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我父亲那修竹哥哥 你也尽力了 无需自责的 李修竹闻言 莫名有些心虚 尽力了吗 不 他压根没去努力 他的眼神扫过苏儒 暗道 傻子才会去尽力 反正他是不会去救的 苏儒被李修竹扫了一眼 也莫名心虚 也许他猜到了什么 但是却不敢想 不能怪 李修竹保下子女 已经是对他最好的回报 因为要交代苏家的事 苏灿也在一旁 这时苏灿忽然开口道 母亲 李哥 既然我家没事了 我想离开京城了 离开京城 听到苏灿这么说 别苏儒和苏澄澄 就是李修竹 都有点诧异 这个二世祖 这是想干嘛 李修竹看向苏灿 却发现苏灿脸上 有种沧桑感 李修竹一震 随后了然 看来经历了这些 苏灿也长大了 就在李修竹看苏灿的时候 苏灿开口道 嗯 我想离开京城了 从小我都长在京城 当惯了二世祖 如今才发现 什么荣华富贵 都是过眼云烟 如今我也十八了 可是却发现 以前浑浑噩噩的 连为什么活着都不知道 我想出去走走看看 想看看这天下 想找出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说着苏灿跪了下来 李大哥 我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 妹妹跟着你我放心 只是还有一事相求 李修竹微微一正 不明白苏灿想求什么 不过看在诚诚和苏如的面子上 李修竹还是开口道 苏兄请说 如果我能帮上忙 肯定帮 苏灿这才开口道 我不在了 麻烦你帮我照顾好母亲 我不在身边 她能指望的 只有妹妹 我 我知道这有点过分 过分吗 不 还有只好事 有了苏灿这句话 这不是名正言顺吗 苏如也是脸色一红 不过她一时间 也不知道如何反驳 而且心中 隐隐有一点期待 期待什么 她自己也不知道 放心 你母亲等 诚诚进门的时候一起 我肯定照顾好她们 不让别人欺负她们的 李修竹一语双关 别人听不懂 苏如听懂了 一时间紧张的心里 怦怦乱跳 生怕儿女们 听出李修竹的话外之音 这混蛋 怎么敢的啊 虽然心中很感动 可是 可是说好了 诚诚过门 就斩断这段感情的呀 同在一个屋檐下 她真的能断吗 这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大不了到时候她不放过自己 自己就搬走 现在不能让儿子分心 没有人想成为子女的绊脚石 难得见孩子幡然醒悟 苏如也不能给苏灿拖后腿 只是她还是不放心 外面更危险 那个家长也不想孩子离家太远 对不起母亲 儿子这一去 可能再也不能静笑 求母亲原谅 这一刻 苏如再也忍不住 头微微一歪 就红了起来 啪哒啪哒的眼泪落下 别说兄妹俩 就是李修竹都心疼得不行 真的要走吗 略带哽咽的嗓音 却努力平淡着 一时间 苏灿也有点时疑 但是仅仅是迟疑了一下 苏灿就将脑袋扶在了地上 求母亲成全 苏如顿时间起身 好 你长大了 你要走娘也不拦你 你去吧 说完 苏如就向着后院走去 看她那落寞的背影 显然不如自己说的那么洒脱 苏晨晨看了看哥哥 再看了看母亲的背影 对着哥哥欲言又止后叹了口气 追了上去 沉默了半天的李修竹 看二女离开 这才开口道 这是一千两银票 你装好 记得出门在外才不外露 身上要时刻背着碎银子 每到一个地方 记得得家里写封家书 另外 一会按我要求 留一封书信 苏灿一正 不明白李修竹的意思 但还是点了点头 李修竹也笑了一下 一千两银票不少 最少也是一百万的购买力 只要她不去赌场和青楼 足够她逛完大洲 和周边十余国还有的剩 之所以让她留一封书信 是担心她死在外面 让苏如没了念想 留一封出海的书信 足以让苏如平稳地度过那个时期 留完书信 李修竹珍重地收了起来 随后随意地问道 什么时候走 苏灿想了想 问道 陛下圣旨下了吗 李修竹开口道 嗯 昨日下的旨 虽然扩散开稍微慢点 但是你也走不了那么快 想走的话随时能走 苏灿沉默了一下 开口道 那就今日走吧 不然我怕我心一软 就走不了了 李修竹点了点头 要马还是马车 苏灿没想到 还能有交通工具 不过确实 自己需要这玩意 开口道 马吧 马车的话 我一个人反而不好 李修竹也没想过 给苏灿安排车夫或者保镖 正常情况下 没谁愿意背井离乡 而且苏灿身上有钱 不是知根知底信的过的 万一被做掉捐款跑了呢 行 去找孙管事要一匹马吧 路上注意安全 凡事多动脑 小心谨慎 多谢李大哥 我母亲和妹妹就交给你了 苏灿走了 先回到京城 苏家之前被查抄 顶多能还回来个宅子 其他的是别想了 他去京城 一是天色不早了 不能现在出发 二是采购一些东西 顺便换一些碎银子 这一夜 李修竹又没走 半夜溜进了苏儒的房间 参尔走了 李修竹爱怜地 亲了亲苏儒的额头 这才说到 他说想早点走 嗯 我给了他一千两银子 一匹马 只要他不乱花 足以安安稳稳地 过完下半辈子 无论是他想出去看看 还是想过日子 应该都够了 我让他空了血信网 如果有事 我们会帮他的 苏儒弱弱地问道 修竹 那叉尔会不会 半路上遇到贼匪啊 苏儒现在想起 在连云寨的遭遇 还不经后怕 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的 他单人单马 带把武器的话 都会被认成江湖人 贼匪一般都不会 对独行江湖人 有多大兴趣 一是可能踢到铁板 二是江湖人 都没多富有 不值得 放心 我都嘱咐过他的 而且雏鸟长大了 总要学会飞行的 我们做父母的 该放手 还是要放手的 苏儒顿时间 瞪了李修竹一眼 这混蛋 说什么呢 说得跟你儿子一样 那是我儿子好不好 这一夜 苏儒格外主动 是除了第一次 被贼匪下药外 从未有过的主动 李修竹明白 苏儒这是因为 心里有事才这样 有的时候 一场运动 可以抚平很多 压力 忧伤 恐惧等等 一日一早 李修竹才离开 他没带苏儒母女回京 苏儒奸斩在即 这个时候 回京城 对二人而言 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不过李修竹想了想 没急着回家 而是去了刑部的天牢 天牢基本上 来说是关押死刑犯的地方 所以 这里的环境 自然不会多好 潮气的霉味 铁锈的血腥气 以及腐败的臭气 在这里遍地都是 李修竹有皇上的金牌 自然无人阻拦 很快他就见到了苏儒 苏儒 正在牢房内躺着的苏儒 闻颜身子一震 随后转身 看向李修竹 你是 苏儒是太父很少上朝 李修竹也只去过两三次朝堂 所以 二人虽然知道彼此 但却是第一次见面 苏太父你好 小子李修竹 见过苏太父 苏儒一愣 没想到是李修竹 紧接着露出喜色 这个人他是听过的 苏儒惊喜地上前两步 赶忙开口道 你是副家的那个坠婿李修竹 呃 是的 李修竹倒是对坠婿二字 也没多大反应 不过貌似 已经很少有人说 自己坠婿的身份了 苏儒小心地看了一眼左右 凑近小声问道 你有成成他们的消息吗 李修竹本就是来 让他放心走的 文言自然不会隐瞒 嗯 成成我已经接到 我的庄园里了 苏伯母和苏灿也都好 不过 苏灿想出门 见见外面的世界 已经离开了 苏儒文言一正 紧接着有点担心的皱眉道 这臭小子 不知道自己被官府通缉了吗 他怎么敢这个时候出去的 李修竹文言脸上露出笑容 开口道 苏太夫放心 我已经让陛下赦免了你们一家 现在苏家人只是贬为了庶民 不过您是主犯 我没办法 抱歉 苏维文言一喜 别管自己怎么样 只要儿女能活着他 就已经感谢祖上显灵了 谢谢 太谢谢您了 不用谢 我来就是和您说一声 乳妻女无养之 乳无虑也 这一瞬间 苏维莫名感觉自己头上 仿佛多了什么 这个朝代历史是从魏晋后才开始变的 是以苏维并非没有听过这句话 只是 真的是自己想的那样吗 他有点不敢想 苏维神色复杂地看着李修竹 你和我切 李修竹一愣 没想到苏维居然知道曹丞相 不过 想到对方是个死人 李修竹还是点了点头 因为一些意外 但是不管怎样 我会照顾好他们 苏维一瞬间 想了很多 很多 整个人也仿佛更加苍老了一些 可沉默过后 苏维并没有去恨李修竹 如果不是李修竹 那么自己妻女是要尽教私放的 那地方是什么地方 是官方的青楼 比至民间的青楼还要不堪 在民间青楼 你还可以为自己赎身 可在官方青楼 你有钱也不能自赎 而且想让人给自己赎身 也千难万难 年龄一到必须皆可 被一个人律 和被一群人律 是人都知道 自己该如何选 更何况他救了自己子女 若是他先来和自己谈 也许自己虽然难受 也会劝妻子跟他 事宜 沉默过后 苏维这才嗓音沙哑地开口道 表妹跟你 也算是有个好归宿 我只求 你能照看一二我的孩子 听这意思 李修竹似乎知道 苏维没完全理解 不过他 本就不是来刺激他的 事宜也只是硬了下来 嗯 我会的 苏太傅可还有心愿未留 如果小子力所能及 定然会帮苏太傅完成 心愿吗 苏维眼前浮现出 一桩桩未了的心愿 但似乎死到临头 也不是那么想完成了 不知道是否能安排一壶最先赢 李修竹一正 知道这是最先楼的招牌 想喝酒吗 李修竹点点头 稍后我会帮您安排 如果没别的吩咐 那我就告辞了 嗯 李修竹走到外劳门口 看到了一个崖内 这才开口道 这里有五十两 你去帮太傅买一壶最先赢 再弄四个好菜 剩下的是 你的小费 不要弄虚作假 不然本侯扒了你的皮 是 是 小的这就去办 李修竹没多留 转身走出了天牢 虽然刚从暗无天日的天牢出来 但是也没觉得 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李修竹出来后 就回了家洗了个澡 虽然不脏 但是天牢那地方 万一有什么病菌呢 不过李修竹没想到 近来伺候她洗澡的 竟然是赵和德姐妹 看到这两个美妙的女人 李修竹这才想起二人 好吧 实在是最近有点忙了 李修竹躺在浴桶里 享受着赵和德的按摩 和赵飞燕的服饰 一边开口问道 你们是宫女还是秀女 回侯爷话 我们是秀女 果然是秀女 宫女哪能这么好看 楚秀宫的秀女 都如你们一般美貌 这一次 赵和德没好意思开口 不然有自夸的嫌疑 若是自迁 又有点过于装了 不过赵飞燕就没那么多顾虑了 文言轻笑着开口道 不是飞燕自夸 我们姐妹在秀女中 那也是一等一的存在 尤其是我妹妹何德 楚秀宫的秀女更是无一人比得上 赵和德文言脸色微红 姐姐 姐姐又没说谎 要是骗侯爷 那才是不对呢 侯爷你说对吧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飞燕说得没错 不过你们不遗憾吗 要知道 你们本来应该是陛下的女人的 赵飞燕还没答话 赵和德就当先开口道 侯爷 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遗憾的 赵飞燕也是跟话道 姐姐说得没错 李修竹一正 是因为哥的盛世美颜 对我一见钟情 总要说说原因嘛 一时间二人一致 都是有些犹豫 不过主子的话必须得听 想了想 赵飞燕先开口道 先请侯爷恕 我们姐妹无罪 看了一眼二人 李修竹有点不习惯 和妻妾们随意惯了 这突如其来的主仆关系 还有点不适应 好 恕你们无罪 说吧 赵飞燕这才开口道 侯爷年轻气盛 前途无量 陛下虽然尊贵 但是年老色衰 虽然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但是肯定没跟着侯爷好 所以 我和姐姐都很清醒 李修竹看向赵和德 你也是这么想的 赵和德文言 温柔地笑了笑 和德怎么想无所谓 和德只知道自意而终 今后跟了侯爷 侯爷去拿我去了 侯爷问了我给您殉葬 这一刻 赵飞燕一致 看向赵和德气恼道 妹妹好狡猾 居然趁机 对侯爷说情话表忠心 吃了午饭 李修竹去了 傅云霜的小酒馆 算是小酒馆吧 做满人 也就是百诗人的样子 此时的酒馆 已经和他之前来时 完全不一样了 傅云霜没在 李修竹也没找人 爷一位 嗯 开个包间吧 顿时跑堂的小二眼前一亮 不过还是开口提醒道 爷 咱们包间最低消费 是十两银子 您看可以吗 其实楼下也不错 也更有气氛 就二楼吧 李修竹还是比较满意的 提前说明 更让人心里有底 没有因为要包间 就随意让人上去 二楼雅间一位 爷您这边请 二楼不归小的负责 您上去自由领路的 李修竹上去的时候 楼梯口已经有了一个小姐姐 看外貌不过二十出头 身上穿着大家闺秀的绣裙 一看就不似寻常丫鬟 这位也好 您的雅间在这边 请跟我来 李修竹一边走一边 打量着女子 等进到雅间才开口道 你们平常都穿这一身 侍女一正 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们小姐 说穿成这样 能让顾客感觉自己 更高人一等 李修竹点了点头 确实是这样 有什么特色吗 推荐一下 侍女露出了一个 甜美的空姐笑容 让李修竹觉得 冰质如归的同时开口道 爷第一次来 那可要试试 我们店里的招牌了 哦 有什么招牌 侍女一脸自得地介绍道 首先自然是烤乳猪 我们店里做的乳猪 不是一般的猪 而是特殊工艺饲养的 不但肉质 没有心骚的味道 而且皮脆肉嫩 香的能咬到舌头 除此之外 蒜香凤翅 齿香凤爪 蒜香排骨 甘炸蔬蔬菜 和老火亮汤 都是我们店里的招牌 当然 我们店里还有其他招牌 但是这位爷你一次 也吃不了太多 即便是这些 每样长几口 也能吃饱 下次可以来我们店里 试试别的 当然 也要是对我说的菜品 不满意 我也可以为爷你 介绍其他菜品 李修竹想了想 开口道 来个齿香凤爪 蒜香排骨 再来个乌山烤鱼 一个甘炸食蔬 一个老火亮汤 大概就这样吧 侍女一正 好的爷 原来爷您来过我们店啊 李修竹摇了摇头 没来过 不可能 您都知道 我没介绍过的菜品 李修竹神秘地 对着小侍女笑了笑 以后有缘 你会知道的 李修竹虽然吃了饭了 但是也想考察一下 厨师们的手艺 二楼的包间 可以看到楼下的舞台 此时表演的舞台上 正有一个女说书人 讲着新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这是李修竹给的画本 女子说书 别有一番乐趣 此时故事 正讲到了西湖断桥前 白娘子碰到了许仙 然而 就在这时 却听金堂木一响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李修竹不禁失笑 这可真是结束的是时候 楼下的叫好声不时响起 一声声响铃也不时响起 接下来就听到有人唱诺的声音 赵玉成大爷打赏舞师钱 孙虎大爷打赏一贯钱 李乐大爷打赏二十钱 马汉大爷打赏 张军大爷打赏 这是打赏环节 全凭自愿 玩的 就是一个榜一的牌面 打赏第一名 不但在客栈长了脸 还会有一人 上前献酒一杯 不多时 这一轮的打赏完了 说书的女子 下去敬酒了 又一个女子上来了 接下来请欣赏 沈又威的曲乐弹奏 十面埋伏 嗯 沈又威来了 还是一直在 下一刻沈又威走上了台子 越于不见 沈又威还是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 她坐下后 先是吻了吻 这才弹奏了起来 琵琶在沈又威手中轻拢慢念 阴柔轻慢 虽然不负十面埋伏来的紧张刺激 但却欲害羞 只是听着听着 李修竹仿佛听出了 主人的矛盾和思念 还有欲欲害羞的柔情 这 给云霜弹哪 对云霜的感情这么深了吗 李修竹看了看台下周围 小姨子傅云霜并不在 这是自书 古乐都比后世的歌要唱得多 一首她不知道的小调 弹了大概一盏茶才结束 沈又威刚要下去 就听丁的一声 同铃声响起 沈又威脚步一顿 皱眉看向响灵的方向 这时负责主持的侍女 也快速地走上了台子 歉意地开口道 这位客人看来是新来的 抱歉咱们又威大家表演 是不接受打赏的 也不会给客人敬酒 又威大家是我们东家的朋友 每三日会来谈上一曲 一般人听到这么说 都会点到极致 但是并非每人都愿意点到极致 尤其是一楼人员复杂 不少都是江湖人 哼哼 还真是又荡又烈 我管你是什么大家呢 今日这酒你必须得敬 否则就是不给我家哥个面子 但凡敢说一个不字 我们掀了你的桌子 这一刻 酒楼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大多数人都诧异地看向喊话之人 从李修竹的角度 刚好能看到说话之人 一个黑脸大汉 一脸的落腮胡子 桌子腿 那还放着一把大斧头 李修竹眉头微微一皱 没想到还会碰到这种事 侍女似乎司空见惯了这种事 文言根本不怕 而是面色一冷 冷然开口道 这位壮士 我们这云竹楼 可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你可知道我们东家是谁 奉劝这位壮士 遵守规矩 莫要自悟 江湖人 都是讲脸面的顿时间 就不干了 小娘皮 我管你东家是什么人 今日 要是不来敬酒 就是你东家 是皇帝老 我都得给你把电砸了 侍女一致 紧接着眯起了眼睛 好胆 说着侍女猛然拍了拍手 李修竹一正 没想到这侍女 还是个三流的舞者 下一刻李修竹 就看到了两个人 出现在舞台前 各位无关客人 请一步 小心刀剑 五眼伤到各位 今日是我们店里 招待不周 一楼 没有吃完的客人 可自行离去 算我们请吧 一层的宾客 文言一部分 直接走了 还有一部分 掏出了银两 放在桌上 能来云竹楼的 都不是贫苦人 大部分人 都更注重脸面 哼 小娘们 做生意倒是有一套 不如跟我上了那屡梁山 也让你做一做当家夫人 侍女眉头一挑 尽是不愿 动手 下一秒搜的一声 从门口响起 顿时让黑脸汉子 脸色一变 哥哥 他们摇人了 帮了这俩娘们 我们就走 黑脸汉子一边说话 人也已经冲了上去 在他旁边的一个光头 看起来一米八九 很是壮硕 与此同时 两个玉刀门的人 也同时抽刀上前 酒楼本就不大 呼吸间双方 就碰到了一起 下一秒 乒乒乓乓的声音 密集地响起 双方呼吸间 已经交手好几招 同时彼此心中 都是咯噔一下 二流高手 这个破酒楼 居然也有二流高手 黑脸汉子一火 他被拖住 玉刀门的 则是担心 还坐在那没动手的人 能被二人叫哥哥 八成也是 功夫极高的贼匪 果然 看出了玉刀门人的 武功深浅后 坐在那的一个 三四十的中年汉子 坐不住了 煞时间中年汉子动了 呼吸间 突然来到黑脸汉子 和尚身旁一掌 拍向玉刀 门玉刀卫 玉刀卫 一直都有注意他们老大 顿时间心中一紧 手中刀改批为挡 瞬间挡住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掌 然而还莫等他高兴 脸色就是一变 刀身上 传来的距离猛然间 带着他向后飞去 一流 中年汉子 一掌击出看也未看 转身就来到了和尚身旁 这一瞬间 这个玉刀卫脸色一变 躲开和尚凶猛的一棍 向着出现的中年人劈去 中年人虽然没用武器 但是可比黑脸汉子 和和尚凶猛多了 伸手恰到好处地 捏住了玉刀卫的刀刃 这个玉刀卫脸色一变 手上的刀 却是递不进丝毫 也拔不出丝毫 和尚也没闲着 一棍击空 一脚踹向玉刀卫 这一次这个玉刀卫没躲开 只听砰的一声 伴随着咔嚓一声脆响 人已经飞出机密外 这一刻 侍女和沈又威齐齐变色 还不等二人逃跑 中年汉子 就已经站在了沈又威面前 似笑非笑地开口道 敬酒不吃吃罚酒 等到了山寨里 定然让你知道 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沈又威脸色一变 伸手掏出了一把匕首就要自杀 但他这样自杀 显然是没把对方放在眼里 刀刚掏出来 还没出鞘 就被打掉在地上 优贺 没想到 还是个真结恋女 巧了 我们最喜欢 你这种娘们了 中年汉子刚要 伸手去抓沈又威 心中一股不安的警罩 猛然响起 中年汉子不敢迟疑 迅速后退 下一秒一根筷子 擦着他的身子 插进了木台 多得一声响起 只见木块入木一寸 中年汉子扫了一眼木块 朝着李修竹所在的包厢 沉声开口道 不知哪位朋友在此 吕良山瑶盖见过兄弟 李修竹肯定是来不及一容了 事宜只是戴上了一张面具 透过窗口看向下面 失笑道 兄弟 我可没有你们这种 强强名女的兄弟 听到李修竹的声音 沈又威一正 定定地看着面具人李修竹 是他吗 此时摇盖脸色泛黑 但是这件事 他还真莫得喜 公子要管这事 虽然公子武功高强 但我们也不弱 可不要因为 因此误了性命 李修竹闻言笑了 这傻子 是看不清形式吗 李修竹 将竹筒里的筷子 抽了一把出来 猛然间甩了出去 漫天飞舞的筷子 让三人都是瞬间变色 一时间三人不断闪躲 击落筷子 但是这筷子的威力 远超三人想象 一根棍子舞得 虎虎生风的和尚 当先中招 三根筷子 两根插在他腿上 一根插在他肚子上 好在他手上没停 勉强挡下的 另外三根 能要他命的筷子 第二个受伤的 不是黑脸汉子 反而是姚盖 姚盖对自己还是自信的 第一只筷子 他只以为对方是偷袭 又擅长暗器功夫 但是这次 打在一根筷子上的那一刻 他才惊绝不对劲 姚盖的脸色陡然一变 失策了 这么强的内力 就算不是绝世高手怕事 也差不多了 勉强打掉一根筷子 身形步伐 也因此而走样 肩膀瞬间 被钉上了一根筷子 好在姚盖灵敌经验丰富 借着筷子上的力道 脚下一点 飞速退了两步 这才与剩下的筷子擦肩而过 但即便是这样 也让他心中冒冷汗了 黑脸壮汉用的是斧子 板斧虽然威力巨大 但是不善武动 是已看到筷子的那一刻 黑脸汉子猛然后退的同时 将拂面遮住了身上 大部分要害 下一秒 他还是闷哼一声 伴随着叮叮当当的声响 被打出去树步 看到这里 姚盖哪敢再留 今日是姚盖冒犯 告辞 姚盖说完脚下快速地移动 抓住了两个兄弟 就向外跑去 李修竹也没追 他已经听到了 游武者赶来的声音 如果没猜错 这些人应该就是玉刀卫了 京城作为玉刀卫的大本营 若是三分钟 还没人赶到支援 那才是见鬼 此时 虽然不足三分钟 但是也已经过去了 一分多钟了 直到此时 下面二女 才从惊魂未定中 平复了下来 沈又威看了一眼受伤的两人 开口道 小桃 照顾好两位玉刀卫的官爷 我去感谢一下恩公 小桃看了一眼沈又威 点了点头 说实话 他也想上来感谢一下恩公 但是自己的身份 也确实没沈又威好 换成自己 也想沈又威大家来感谢吧 就在沈又威上楼的时候 外面已经传来了喊沙声 李修竹并不关心外面的结果 而是在考虑 自己会不会暴露 今天事发突然 希望不会出现意外吧 不多时 房门敲响 下一秒被推开了 李修竹看向沈又威 沈又威也看向李修竹 最终还是沈又威亲身问道 姐夫 是你吗 李修竹嘴角抽了抽 对这个称呼 真的是 不过他也没反驳 而是开口问道 平日里这样的事情多吗 平日里少见 多是外地的客人 偶尔有那么两个江湖人 会喝醉了闹事 不过一般都不会出事 今天这样还是第一次 说着 沈又威看着李修竹 迟疑地说道 姐夫就这么戴着面具说话吗 李修竹文言点点头 开口道 别让人暴露了我的身份 我对外的身份 是不会武功的 尽可能帮我隐藏吧 沈又威了然 看李修竹起身 顿时开口道 姐夫要走了吗 嗯 不能让人看到 沈又威文言开口道 现在外面 都是遇刀门的人 出去的话也不方便 就算姐夫 能甩开他们 他们还是会看到 姐夫你的身形的 顿了顿 沈又威继续道 我在酒馆有一间休息室 若是姐夫不介意 可以去休息一下 其他的交给我 我一定会帮姐夫隐瞒好身份 李修竹文言一正 随后点了点头 二人相继出了包厢 在沈又威的掩护下 上了三楼的一间屋子 一进门 一股微弱桃花香气 飘散在空气中 李修竹一正 打量起了四周 四周除了木制品 大都是粉白色的装饰 像极了桃花盛开时的颜色 李修竹笑了笑 开口道 你这倒是别有一番味道 姐夫喜欢就好 姐夫你先去床上躺着 我去应付外面的人 顺便吩咐一下 嗯 李修竹躺在沈又威的床上 嗅着床铺上沈又威的体香 和那若隐若无的桃花香气 不知不觉的 真的睡着了 等李修竹再次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微微暗了下来 只见此时 沈又威正坐在一旁的捉机旁 看着她 李修竹一正 没想到自己会睡得这么沉 连沈又威回来 也惊醒她 当然 这也是因为 沈又威没有杀意 没有激发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处理好了 沈又威文言略带苦情柔弱的脸上 带上了温柔的笑容 嗯 处理好了 我告诉一道门的人 姐夫你帮了吗 我上去的时候 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另外接待姐夫的 侍女月季 我也吩咐了 如果有人问她 她会续编一个样貌告诉别人 李修竹伸了个懒腰 坐了起来 开口道 既然如此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走了 沈又威文言 赶忙开口叫住了李修竹 姐夫慢走 我还有两句话要说 嗯 你说 沈又威沉默了一下 深吸了一口气 向着李修竹走来 走到李修竹面前 忽然凑到了李修竹脸庞 突兀地亲了李修竹一下 李修竹能躲 但是肯定不会躲的 她只是有些诧异地看向沈又威 不明白沈又威在搞什么 她不是喜欢云霜 变卦了 还是这只是报案 李修竹没开口 就那么带着探究地看着沈又威 沈又威也没让李修竹多等 开口道 姐夫 其实在知道你是不借居士的时候 我就有点喜欢你 只是那时候的我 无依无靠 只有云霜 我喜欢云霜 喜欢她对我的付出 我愿意为了云霜死 哪怕现在也是 我之前喜欢姐夫 但也只是欣赏 这段时间 云霜劝我很多次 劝我不要喜欢她 可以换的男人喜欢 我也知道这不对 可是我当时还没办法做到 直到今天 在我陷入绝望的那一刻 我忽然想到了姐夫你的样子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点遗憾 当听到姐夫声音的那一刻 我的心仿佛被什么戳中了 现在 我能十分确定 我对姐夫你和云霜的感情是一样的了 如果 如果姐夫你不介意 我可以给姐夫当歉 说到这 沈又威的脸色和语气 都带上了一丝忐忑 似乎觉得是折辱了李修竹一样 也对 谁能接受得了 自己的女人心里 有别人呢 哪怕是女人也不行啊 李修竹听到最后 则是一震 紧接着忽然笑了起来 好啊 沈又威低下的头猛然抬起 似乎还带着一丝不敢相信 姐夫你同意了 李修竹耸了耸肩 说有什么不同意的 一个大美人送上门 白捡得便宜 不要吗 沈又威脸色微红 但还是好奇问道 姐夫你不在意我喜欢云霜吗 不在意 过于肯定化 反而让沈又威一致 李修竹似乎是看出了沈又威的不相信 笑着解释道 男人 女人和女人 女人是不一样的 别说云霜本就没喜欢你 就算喜欢你 你们也做不了太多 甚至就算做一些私密事 也不会有太多感觉 所以啊 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沈又威傻傻地眨了眨眼 好奇地问道 姐夫你说的是那种事吗 姐夫你怎么知道 感觉不一样 李修竹笑了笑 直接在沈又威的一声惊呼声中 将沈又威抱在了怀里 看着沈又威不敢看过来的目光 李修竹开口道 这男人和女人 你可以看成阳气和阴气 就像是太极图 只有阴阳调和 才是天地治理 女人和女人 就好像两股阴气 虽然有点感觉 但是就好像自己摸自己 除了本能之外 没太多体验 你和云霜在一起 也经常抱着吧 你感觉一样吗 沈又威文言一正 沉思了一下后 才摇了摇头 开口道 不一样 姐夫抱我 我感觉有点酥酥麻麻的 使不上镜 云霜抱我 我会有种很安心 很平静的感觉 你啊 可能是将云霜 当成你的保护伞 你的依靠 加上你不知道爱是什么样的 所以产生了你喜欢云霜的感觉 李修竹笑了笑 抬起沈又威的下巴 在那红唇上点了一下 所以啊 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在意了吧 无论你是否真的爱云霜 我都有信心把你掰直 让你爱上我 只爱我 李修竹说着 亲上了沈又威的红唇 这一刻 沈又威仿佛感觉有一道微弱的电流 在她身上流窜 虽然她不知道什么是电流 但是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迅速犹如潮水一般将她淹没 李修竹是夜晚带沈又威回的家 别说沈又威这种 看起来好欺负的 就是不一样的 有种灵略的快感 虽然她并没有多实力 但是沈又威的表情和声音 都让人响如飞飞 李修到家的时候 大家都还没睡 看李修竹抱了个女人回来 也有点见怪不怪的 自家这相公女人是越来越多了 也还好 没有对她们有丁点不好 不过还是 有人认识沈又威的 李碧瑶看着沈又威 忽然笑了一下 我还以为 修竹这辈子 最不可能得手的人是又威你呢 结果又威你这 还是没逃出修竹的手掌心啊 沈又威羞红着脸 不太敢看李碧瑶 谁让李碧瑶 是自己事件的知情人呢 李琉璃眼睛发亮 好奇地凑了过来 是有什么故事吗 快讲讲 李修竹看着一脸八卦的李琉璃 嘴角抽了抽 还不等她开口 弄月就笑着开口道 别逗她了 她这人脸皮还挺薄的 一回再挤眼了 文言沈又威赶忙抬起头 说道 弄月姐姐也来打去我 我哪有你说的那样 说着红着脸对李琉璃说道 这位姐姐 以前我喜欢的是云霜 所以 这一刻 不止李琉璃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诸如李诗诗等人 无不是目瞪口呆 这 喜欢的是云霜 这时刚拐进来 傅月华也是一猛 什么 居然有妹子 喜欢自家妹妹 这么奇葩的吗 傅月华向着李修竹看去 看到李修竹怀中的新人时 微微皱眉 看来是时候 把妹子叫来谈谈心了 但就在这时 沈又威又开口道 以前是我自以为喜欢云霜 今天和夫君在一起 才知道 男人和女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云霜更多的是 给我安全感 但和夫君 我感觉心都是 在颤动的 傅月华文言 这才笑了笑 这才对吗 女人怎么可能喜欢女人呢 李修竹看傅月华进来 笑着开口问道 怎么姐妹都在 就你不在 是又去忙了吗 前世挣不完的 有空多休息 多放松 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 傅月华文言脸上 挂起温和的笑容 开口道 之前我回了趟家里 我和云霜 接到玉刀门的通知 说酒楼有闹事的 刚抓了人 福音说 这伙贼人身上 没什么钱赔付 连给死伤玉刀 为安家的费用都不够 问我们打算怎么处理 李修竹一正 眉头一挑 福音打算 让我们出安家费 傅月华文言摇了摇头 开口解释道 福音的意思 匪徒身上的钱 用作安家费 他们玉刀门 再出一笔费用 不过我们酒楼 被打坏的东西 只能我们自己承担了 李修竹文言 点了点头 开口道 这是应该的 回头人杀了 也就算赔偿了 李修竹一正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听到吕梁山了 文言眉头微皱 这吕梁山贼寇 有什么特殊吗 傅月华文言开口解释道 刚遇刀门的告我 吕梁山贼寇 一共72人 他们个个都是 本领高强的贼匪 如今被抓的是 他们大当家 18当家和26当家 李修竹没想到 这还是个贼窝 还有69个贼头 而且如今抓了 对方大当家 怕是其余人 也不肯善罢甘休 要不 去一趟吕梁山 弄死这些小赤佬 虽然是衙门抓的人 可出事却是在小酒馆 万一迁怒云霜怎么办 修竹 你曾在军中任职 能不能调一些人 来保护云霜 虽然家里人 现在出行有人保护 但是那些贼匪都是强人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开口道 那些人都是二流高手 寻常二流高手入了军营 最少是个千户 不可能给咱们 来当保镖的 李修竹忽然感觉 时间有些紧张 要不是时间不够 自己拿三百多侍卫 足以保护家人 啊 那可怎么办 李修竹想了想 忽然看向西红类 开口道 明日叫弯弯跟我出去一趟 西红类一震 看向李修竹的眼神 万分不解 不过他沉默了一下后 还是点了点头 好 弯弯是李修竹 让他收的孤儿 根骨 品貌 星星都是良品 如今正在郊外一处宅子里 和其他孩子修行 这个时候叫弯弯出来 西红类看不懂 李修竹也没解释 而是笑了笑 希望那个女娃 能不负弯弯之名 北明神公家几十个高手 不说绝世 一流是肯定能到的 一日一早 李修竹带着 已经在等候的弯弯上了马车 向着南边的城门远去 李修竹看着略微有些拘谨的 弯弯和须地笑了笑 不用紧张 弯弯的小脸上 带着一丝丝别扭 灵动的大眼睛看着李修竹 开口道 我没紧张 就是主人你好好看 人家老想摸摸主人 李修竹嘴角一抽 好家伙 这是什么吃汉属性 嘿嘿 你内功修行怎么样了 李修竹还是岔开了话题 不然 他怕自己会被这个小丫头给挑逗了 众所周知 他对女色抗性减一百 虽然弯弯此时只有十一二岁 但是那出众的面貌 已经显露了出来 不说 现在就有李琉璃 赵和德的程度 但是和云霜也相差仿佛了 弯弯文言有点自得地开口道 还行吧 第一层我已经练完了 可惜我的伙伴到现在 还没将第二层宫里还给我 我感觉他太差劲了 我就又自己练了一遍第一层 正准备再找个人传宫 就接到了主人的吩咐 主人 你到底叫人家来做什么 是陪主人去玩吗 主人是不是想要人家事情 那我是不是可以摸摸主人 李修竹嘴角一抽一抽的 这小丫头这脑回路怎么想的 这么奇葩的吗 不过弯弯的嫁一神宫 练了两次第一层 还是出乎了李修竹的预料 不得不说 弯弯真的是天地褚 习武的奇才 要知道他当初气感都感受不到 要不是凌波微步强冲经络 他都没办法踏足武道 李修竹心中叹了口气 开口道 自今日起你 不用再练嫁一神宫了 我教你另一门武功 什么功夫啊 比嫁一神宫还厉害吗 李修竹想了想 还真不好平定 是不是比嫁一神宫还厉害 两种功法练到最后 都有护体钢器 不过嫁一神宫刚弄霸道 北明神宫海纳百川 各有特色 应该差不多吧 不过这门功法修行起来速度更快 对了 以后你叫我师父吧 不用叫主人了 弯弯一正 认真思考了一下后 开口道 是师父跟主人关系更近吗 对 我可能有无数的手下 但是目前只有你一个徒弟 弯弯文言脸上立马浮现出了笑容 略带兴奋的翠生道 那弯弯以后就叫师父了 弯弯拜见师父 李修竹文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给弯弯讲解起了北明神宫 咱们这北明神宫 和万千内功修行之法都不一样 需要散自己的内力 与各处学道才能以此为影 开始修行 庄子逍遥有有云 穷发之北有名海者 天池也 有于烟 其广数千里 未有之其修也 有云 且浮水之机也不厚 则其赴大舟也无力 赴杯水于奥塘之上 则界为之舟 至杯烟则骄 水浅而舟大也 事故本派武功 以积蓄内力为第一要义 内力继后 天下武功无不为我所用 游至北明 大舟小舟无不在 大鱼小鱼无不容 李修竹一边讲 一边解说 将北明神宫揉碎了解析给 弯弯听 马车一连走了三日 他就一连讲解了三日 这一日 吕梁山在即 李修竹停了下来 这北明神宫 你可是理解透彻了 弯弯点了点头 带着的迷糊地开口道 第一日就已经理解透彻了 还有行宫路线图 我想不会也难 要不是师父你 一直压着 我不让我练 我早就修成了 李修竹脸色一黑 没好气地敲了一下 弯弯的小脑袋刮开口道 为师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你 北明神宫入门 极易走火入魔 若是想修成三十六学种子 必须得一气呵成 若是只修一学 虽然也能修成北明神宫 但你也差不多废了一半 说是暴殿天物也不是不行 弯弯文言眨了眨眼睛 忽然开口道 废了就废了 散工重修不就好了 我练一次嫁异神宫 从无到有 几天也就好了 总能练到三十六学的 李修竹一致 MD来打击我这个老年人是不是 来欺负我这个 感悟不到气感的 普通人是不是 第一次这么想打人 李修竹也没忍着 他现在可是弯弯的师父 打他两下怎么了 下一秒 弯弯陡然失控 一声惊呼 已经到了李修竹手上 下一秒 啪的一声响起 啊 师父 饶命啊 弯弯再也不敢了 哼 看你还降嘴吗 啪 师父 我错了 我错了 别打了 李修竹不听 一脸打了好几下 啪 啪之声 不绝于耳 但李修竹打了几下 却发现 弯弯的声音似乎没了 嗯 是 哭了吗 李修竹停下了手 把弯弯扶了起来 却看他一脸红韵 灵动的眼睛 都带上了一丝雾气 不敢看李修竹的目光 这一瞬间 李修竹心里咯噔一下 这丫头 不是觉醒了什么奇奇怪怪的属性吧 李修竹这么想着 却见 弯弯捂住了身后的高挺 弱弱地开口道 师父好坏 为什么感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看你以后还调皮吗 坐好 宁神静气调云呼吸 我助你宁练内力 是 师父 弯弯也想接过这个话题 是以老实地坐了下来 但他一坐下 人就是一僵 身后酥酥麻麻的感觉 让他心里生起一股奇特的迷恋 宁神 静气 弯弯赶忙将杂乱的思绪抛空 紧接着在李修竹的手掌 放在他身上后 开始分散内力 内力在李修竹的感知中 精准地分配给了36处穴位 平稳地好像喝水一般 李修竹想了想 开口道 放开心神 吸收我的内力 李修竹说着 将北明神功的内力 温和地输入进了弯弯体内 内力的流速不快 是他经络能经受的程度 两者都是北明真气 分数同源 甚至不需要被炼化 就能被很好的吸收 一直等到弯弯的内力到达二流 李修竹这才停了下来 弯弯将内力归拢后 也睁开了眼睛看向李修竹 神色中带着三分欣喜 三分狡黠 三分感动 一分莫名 师父 我感觉我现在的内力好深厚啊 仿佛能一拳打死一只牛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打去道 感觉的没错 你现在要是调用内力 确实能一拳打死一只牛 啊 我这么厉害的吗 废话 二流高手了 一拳打不死一只牛 那才叫搞笑 李修竹拿出了两本秘笈 递给了弯弯 开口道 这两本秘笈好好修行 有不会的地方问我 林波微步 天山折眉手 师父 这两本秘笈厉害吗 李修竹点头开口道 这两本秘笈练好了 不说天下无敌 但是同境界 基本没人能打得过你 等你内力高深了 我再教你天山六阳掌 武学之道最难的就是内力 有了内力 他的无字书 就有了用武之地 此时的他 已经在休息三分归元气了 同时 九阴真经的遗魂大法 也在休息 这门功法 能增强他的精神力 等精神力强了 以他身上的阴阳神力 就可以设计仙法了 老实说 九阴真经 确实是精细武学的天花板之一 虽然没九阳神功的百毒不清神庙 但是却胜在全面 胜在包容万象 不过李修竹并没传下九阴真经 九阴真经的遗魂大法 若是滥用 很可能为祸一方 他只传下了九阴断骨片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车夫老马的声音 孤雁 吕梁山下来人了 正在往这边走 看情况是去京城呢 李修竹眼眶一眯 随后笑了起来 李修竹人刚出现官道上 就看到了一堆人马 踩着烟尘而来 李修竹等大队人马来到身旁后 这才开口喊道 各位是来自吕梁山 不知前往何处去 咻 随着一声呼喝 马匹全部慢了下来 大概三个呼吸后停了下来 当先一个浓眉大眼的人 立刻开口喊道 什么人 胆敢阻拦我等 他是这次带队的 也是当家的里面靠前的哥哥 江湖外号志多星吴丹子 李修竹文言无语地沉默了一下后 这个 大家伙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以为是我先开口问的 是了 毕竟是当山贼的 鼻孔都大 声音钻进了鼻孔里 也未可知 这一瞬间 说话的人脸色一变 小子好胆 真是找死 李修竹呵呵一笑 不装了 恕我直言 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 这一瞬间 还在憋笑的其他贼匪笑不出来了 人与人的悲欢离合各不相通 但若是都在悲剧里 那就通了 小子 安敢如我 找死 啊 去死 一时间各种暗器漫天飞舞 里面还夹杂了几根箭矢 李修竹看到这一幕躲都没躲 手指在随意挥舞 一股无形的气场 从身上扩散 这气场不是固定不变 而是流动的 以一个圆围形 分内外两层不住地旋转着 见识暗器瞬息间 没入外层避障 下一刻快速随着气 开始流动起来 呼吸间 这些铺天盖地的暗器 全部被收拢 如此一幕 也让吕梁山的山匪 心中咯噔一下 不好的预感遍布全身 仿佛被野兽盯上一般 散开 都散开 花银刚落下 那铺天盖地的暗器 再次返回 而且速度快了五成不止 阿鸦的惨叫声 不绝于耳 李修竹看去 却松了口气 看起来 似乎只有两三个 直接毙命的 剩下的都是受伤 还好没死太多 这些可都是经验宝宝 花钱都不好买啊 师傅 你好厉害啊 李修竹自得地开口道 那可不 我只要略微出手 便已经是他们的极限 哪个男人能拒绝 小弥媚的夸赞呢 哪怕家有娇妻 也很难拒绝美媚的夸赞 哎 都是男人的劣根性 可和我无关啊 大侠饶命 小人等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大侠 还望给条活路 龙眉大眼的吴丹子认怂了 他怕反应慢了 直接被干掉 这时 吴丹子身后 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吴丹子 你看娘的给我们起来 我们吕梁山 没有认怂怕死的 吴丹子听对方 喊自己吴丹子 没好气怒声道 你们懂什么 我这不叫认怂 叫从心 咋的 非得找死不成 刘德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懂不懂 一群没文化的文盲 骂完自己人 吴丹子才看向 李修竹谦逊地说道 大侠 让你看笑话了 别听那些莽夫的 您就当我们是个屁放了吧 李修竹听着 对方谦逊的语气 满意地开口道 现在能和我说说 你们是干什么去了吗 这一次 吴丹子乖多了 直接开口交代起来 他并不认为 自己的目的 能和李修竹有什么关系 因此讲得有点肆无忌惮 是这样的大侠 我们是吕丹山上的好汉 这次我们大当家 进城去救 另一个好汉的时候 不小心出了意外 人没救到 反而被别人拿了 所以我们这么多人 是去救大当家去的 顺便报仇 李修竹听得心中了然 听完更没了 放过对方的想法 哎 没想到你们还真是 冲着我家去的 那就更不能饶你们了 李修竹说着人 忽然消失在原地 在出现时 已经在吴丹子身旁 还没等吴丹子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点住了穴道 吴丹子的脑子好 转得快 被点住的那一瞬间 心中就是意境 他知道 八成是死定了 从李修竹那句话 就听出了必杀的决心 自家大当家 和对方有过节 他说自己是找他们家的麻烦 那个小酒馆 而李修竹在点了 吴丹子的穴道后 毫不迟疑地继续着 他脚下不停 手中不时地点出一只 不到一分钟 三十来人都被点住了穴道 李修竹看了一圈 将几个三流境界的小头目 扔给了弯弯 把他们内力吸干 然后炼化 除了这些三流的 二流高手大约25人 死的那三个 不知道什么境界 反正这些二流的 应该就是当家的了 贼匪都是看实力的 所以当家的 不会武学的不说没有 也很少 即便是吴丹子 也是二流舞者 死去他们是旧人 肯定来的都是高手 只是李修竹没想到的是 这堆人里 居然连个一流高手都没有 难道他们不知道 他们老大都在了吗 李修竹不知道的是 吕良山一共就三个一流高手 除了姚盖 还有两人 只是其中一人要镇守吕良山 而另一人在外游历 已经派人送信了 但却不会和他们一起到 大约过了一分钟 弯弯伸手打死了几个 曾经的三流高手后 开口问道 师父 我们不走了 就待在这 李修竹闻言 没好气地反问道 不然呢 你背着他们换个地 赶紧练话吧 反正他们 只要不死就行 你就在这溪内里 吸完练话 等弄完了 我们再上吕良山 说着 李修竹看了一眼 弯弯身旁的几个死人 打量着问道 你第一次杀人 没有不舒服 弯弯文言一正 如一个小女孩般 笑着歪头问道 师父是怕我杀人如麻 变成大魔头吗 如果我真变成大魔头了 师父你怕不怕 李修竹文言 眉头一皱 是你问我 还是我问你 小丫头信不信我让你今晚做都做不下去 弯弯顿时间脸色一红 心中叫了一声幻影的同时 脑海里不由地想起 之前李修竹打她的画面 顿时间隐隐感觉有些 甩了甩脑子 将不健康的思想全部甩开后 弯弯这才开口解释道 师父忘了吗 我是孤儿啊 当年村里遭过麻斐 我虽然侥幸逃过一劫 但却见惯了死人 甚至亲眼目睹过腹 这些与我而言 并不算什么 弯弯勉强的笑容 和之前未说完的话 还是让李修竹为之心疼了 这本不该 是他这个年龄应该承受的 别伤心 以后师父 师娘 都是你的家人 李修竹抱住了弯弯幼小的身体 轻轻抚慰着 似乎是想将自己的力量 传达给他一般 伤心 我没伤心啊 我挺开心的 啊 李修竹梦了 没明白 就是一旁吕良山的贼匪 都没听明白 怎么回事 我听你的话 你家里人死了 你不伤心 弯弯文言露出一个纯粹的笑容 让人一看 就能看出他很开心 不伤心啊 我家里有一个哥哥 我的父母都更喜欢哥哥 我只不过是一件 可以交易的货物罢了 若非我年纪还小 恐怕已经早被祸害了 即便是这样 父母也把我卖了 卖给了当地的地主 等我过了十岁 就让我嫁给地主家的傻儿子 那傻子性情暴虐 动不动打人 长得犹如妖魔 说实话 我挺感谢那伙马匪的 如果不是他们 恐怕我现在的人生会很 绝望吧 不过我也很开心 在我快死的时候 师父的人找到了我 救了我 还给我新的人生 谢谢你师父 你就是我生命里的阳光 李修竹听到 弯弯这么说 竟然一点也不意外 弯弯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在这个世界 男子不但是劳动力 还是战斗力 也是养老的唯一标准 在这个前提下 女儿就是赔钱货 是为别人养的 之所以还留着 一是自己生的 到底不好弄死 二是养大了卖一份彩礼 也能给儿子娶妻 三是 如果没有儿子 把闺女嫁了 也能去打打秋风 不至于饿死劫头 学好武功 等你天下无敌的时候 基本上就没人敢负你了 嗯 我知道师父 好了 炼花内力吧 师父看着你 弯弯再次露出了一个 纯净的笑容 就地坐了下来 在马车上休息内功 和炼花内力 是最不可取的 马车一动 很容易行差踏错 走火入魔 夜晚很快来临 又转眼来到了白日 三人在关道旁停了一天 老马负责采购一些食材 李修竹弄了点吃的 就全程看着弯弯 弯弯不愧是习武奇才 二十多个二流高手 吸内力加练花 仅仅五个时辰 就练花完了 白天三个时辰 晚上两个时辰 比李修竹当初要快不少 师父 我已经一流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达到绝世啊 哼 还没学会跑 就想会飞啊 这次是没指望了 就是吕梁山的贼匪 都被你吸干 你也达不到绝世 绝世哪那么容易 就是一流高手 也得需要十来个 才能入绝世 至于绝世之后就更难了 因为绝世之后的境界 涉及到精神力 想要跨过绝世到达天人 必须得有自己的武学感悟 和一门能引动天地元气的武学 对了师父 你不是说 还要叫我别的武功吗 李修竹点头 将天山六阳掌的招式 和运用法门交给了弯弯 包括生死符的运用 这生死符 除非是同样回天山六阳掌 否则 只要不知道你内力 混合了多少阴阳比例 就无法解开 这么厉害吗 这个太有意思了 李修竹看到弯弯这样 摇了摇头 开口道 之所以带你出来 传你这个事为师有事 让你去做 弯弯一正 随即了然 他不但早熟 还聪明伶俐 更深知世界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一开始 他以为师父看上了他的美貌 虽然自己还没到急急的年纪 但大家不都好这一口吗 就是皇帝的女儿 也有很多十一二岁就嫁人的 可是和师父出来后 他才发现 师父并没有那个想法 至少现在对他没有 不过也只能是现在 他看着师父英俊的容貌 心中暗暗想着 师父你说什么事 只要弯弯能做到 必然会为师父做到 就是弯弯做不到 也会努力去做 李修竹文言被逗得笑了一下 这小孩子还真是实诚 难道不应该说 拼死也要做到吗 不过这有点摩门的味道了 自私自利 在这个前提下才是别的 师父被皇帝老儿盯上了 虽然他现在不会对为师动手 但是以后的事 谁说的准呢 所以为师想让你建立一个势力 弯弯文言一正 皱着眉头问道 师父我们要和皇帝老儿 对着干嘛 可大洲的军队很多 我们真的行吗 李修竹伸手敲了一下弯弯的头 没好气地开口道 你是不是傻 建立一个那样的势力 花销要多少 精力又要耗费多少 而且人多口杂 一旦传出去 基本就是大军围剿 自古以来 有几个势力 能对抗朝廷势力 除非多地起义 所以 我只要求你弄点人 一是保护好家里人 另一个是想办法 渗透到皇帝和太子身边 只要我们提前有了准备 就是他们真要对我们动手 我们也能安全离开 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弯弯似乎预感到了师父一家 犹如丧家之犬的逃亡之旅了 弯弯不想师父这样 皱着没问道 师父不想做皇帝吗 如果师父想 我们可以试试的 行了 别乱说 没有的事 顿了顿 李修竹不屑地说道 皇帝那么累 狗都不当 若非必要 为师是不会当皇帝的 此时正在装睡的老马 吓得瑟瑟发抖 他怎么也没想到 睡觉在朦胧中醒来 会听到如此大逆不到的事情 就在他硬憋着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准备继续装睡的时候 弯弯悠悠的声音忽然响起 师父 此事关系重大 不能让外人知道吧 说着 弯弯的目光 看向车夫马云 冷冷地念叨 老马 别装睡了 你的腿都打摆子了 扑通 老马吓得一个 翻滚掉在了地上 下一秒就跪了 谷也别杀我 我老马 对您忠心耿耿啊 您忘了当初 我们三个铜板的情谊吗 旅梁山三面环水 一面背靠群山 地理位置一手难攻 很难强攻上山 说实话 这里是个造反的好地方 大洲水军也就一般 若是有水军的话 大洲军队打不上山 此时的巨艺厅里 没有了往日的吵闹 不过也都各个面色不太好 你们说 吴军师能救出大当家吗 吴军师也真是的 守家留这么多人干什么 多点人不是 多点胜算吗 坐在上手左手边的一个 看起来面色坚毅的中年男人 男人的脸上 有一块刺青 让人一看就知道 这人曾是朝廷侵犯 诸位兄弟都冷静一下 有吴军师带队 还有三弟前往 大当家一定会没事的 左手第五位的裴青 恨恨地说道 都怪那个那个酒楼的东家 坏了我们大事 连苏太傅这个正直之人 我们也没救到 若是有苏太傅加入 我们吕梁山 何仇不能成事 刚好和弯弯潜入进来的 李修竹闻胜一顿 他们是要救苏薇 李修竹想了想 立刻就明白了 这些贼人的打算 苏太傅的学生遍布大洲 其中才能出众的 不知道多少 这个世界最终孝道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若是他们有了苏太傅 还真有可能聚荣一批人才 不过李修竹想的却不是这个 而是苏如和苏晨晨 若是苏太傅跑了 怕是又要牵扯苏家 所以苏太傅必须死 哪怕他是晨晨的爹 李修竹不禁有些庆幸 幸亏这些贼惹是生非 被抓了起来 不然说不定还真会出点意外 当然 不可否认 他确实有点死心 好吧 不是一点 是一点 就在这时 一个猥琐的声音响起 二哥 那杜三娘你什么时候 帮我抓回来啊 我真的是太喜欢那小娘们了 我感觉我现在都病了 得了一种名为相思的病 突如其来的猥琐 仿佛冲散了巨艺厅内的严肃紧张 只听一个哈哈哈哈的声音响起 王孙 我看你不是得了相思病 是蛋蛋里的东西进了脑了吧 不过别说 那小娘们硬是要的 我之前远远地看了一眼 那真是碧月秀化 给咱们睡一觉 少活两年 想必大家也是乐意的 顿时叫王孙发出猥琐声音的那个人 不干了 你们别乱来 那可是我先看上的 日后弟兄们若是看上别的女人 我王孙肯定不和你们抢了 我就要三娘一人就好 行了行了 兄弟就是开个玩笑 不和你争 看你那小气巴拉的样子 不过一个女人二爷 王孙也不搭理 而是看向刺青汉子继续道 二哥 你可别忘了呀 刺青汉子叫林立 原是八十万十六位总教头 平日里教教战斗之法就好 官职虽然不高 但是也是正无品 过得也算潇洒 但可惜 他有一个美貌的夫人 这夫人还被太尾儿子看中了 太尾儿子去林立家抢人 被林立失手杀了 于是 太尾将林立送了进去 在除斩前 被吕梁山的救了出来 至于他夫人 则被弄进了太尾府 是生是死 无人可知 林立没去救人 似乎他已经看看 只当自己没了那个妻子 王孙的话 让他想起了高太尾的儿子 不过唯一的区别是 高太尾的儿子 是抢的有夫之妇 而他抢的是 人家大姑娘 林立收回思绪 看向王孙开口道 放心 我昨日和孙家大娘下了烫衫 已经把人带回来了 王孙一致 紧接着心中一喜 太好了二哥 我爱死你了 美人在哪 快给我吧 林立嘴角抽了抽 听王孙说 爱死自己 真想说句 大可不必 不急 杜三娘到底是杜家庄的人 而且武力不差 以后也会是咱们的一大助力 所以呢 想要人可以 你得答应二哥我两个条件 王孙此时 哪关心什么条件不条件的 文言着急地开口道 别说两个条件 就是实践 二实践 我也应了哥哥 哥哥快说吧 林立这才开口道 一是你婚后 必须好好带三娘 误要怠慢她 二是必须得举办婚礼 这也算是我们 给他们度假一个交代和体面 你可答应 就这 这么简单 还以为要答应什么大事呢 答应 我答应 我这就去布置婚礼 不用了 我已经叫人布置了 新娘也准备好了 一会先喝酒 等到及时拜完天地 就可以入洞房了 她虽然一开始不持这种事情 可是山上的兄弟们 都有抢人的习惯 她阻止不了 也没退路 慢慢地她 也就习惯了 甚至助纣为虐了 就在这时 啪啪啪的鼓掌声响起 声音不小 他们听得一清二楚 就在他们愣神的时候 李修竹带着弯弯走了进来 早先听闻吕良山 有一伙好汉 干的是劫富济贫的买卖 据说名声还不错 来杀你们钱 我还挺纠结 万一杀错了好人 难免心里有几分障碍 但凑巧听了你们的话 忽然就释然了 猪狗的窝里 怎么可能有好人呢 李修竹说着话 打量着屋内的人 但打量到林丽她 忽然就顿住了 此时 林丽做的是左手头把交椅 除了旁边正中的那把交椅 就属她的位置靠前 还是唯一靠前的 右手第一和第二排 全都没人 是你 林丽 那猥琐难叫 王孙涵的二个 该不会就是你吧 林丽的事情 发生在两年前 事情之大 也算人尽皆知 当日楚斩游街 上京城的人 基本上都见过她 李修竹的前身 自然也见过她 事已有些印象 与此同时 无数双眼睛 犹如恶狼一般 盯上了李修竹身后的弯弯 犹如精灵的气质 那位张开 就已经有颠倒众生的样貌 这一刻的好汉们眼中 仿佛只有这还未展开的人影 尤其是几个喜欢孩童的 更是激动的不能自已 这小女娃 我陪老三要了 想多了吧 这女娃是我先看上的 我多人要了 什么你先看上的 她可是在我们眼前出现的 大家一起看到的 谁先抢到是谁的 要不大家一起分了 一人一天 这一刻 所有人都妄想说话之人 开始思考 弯弯皱眉看向这些人渣 心中的杀意 已经有点止不住了 但李修竹却轻笑着 对弯弯说道 不要激动 你和死人置气什么 凡是冷静思考 莫要急躁 这些人可都是你的口粮 就这么杀了你不觉得浪费吗 弯弯文言一正 紧接着露出了明媚的笑容 师父教导的是 弯弯紧记于心 李修竹也没搭理这些死人 对着灵力鄙视道 你可活得真失败 以前还有三分同情你 现在只觉得 你活该 可惜你妻子遇人不输 不但找了个窝囊废 窝囊废 还变成了禽兽 李修竹的话 让灵力眼眶一须 紧接着 眼睛红了起来 这不仅仅是委屈 还是愤怒 是无奈 不过他不敢表达 愤怒外的其他情绪 哪里来的黄毛小子 大言不惭 嗯 你是上京人 灵力忽然想起 这混蛋提到了 自己妻子和他的名字 两者一结合 那么应该就是 京城来的人了 没错 你们说的 那家小酒馆的东家 是你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暂时从弯弯身上移开 放到了李修竹身上 李修竹扫了一眼 大约我四十个来的当家的 问题不大 没错 是我 一直以为你们当家的 强强名女 是个人喜好 不过今天看到你们 才发现一秋之河 你们覆灭了也不亏 灵力闻言忽然笑了 笑着笑着 灵力忽然大声嘶吼道 你懂什么 你什么也不懂 我明明很善良的 会给乞丐钱 会喂流浪猫 看到旁人有需要 会伸出援手 做什么事都会道歉 可人间疾苦 却没放过我一份 灵力通红的眼睛流出了眼泪 仿佛在斥责这上天的不公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后 淡淡地说道 未经他人苦 默劝他人善 可你不该强加给无辜的人 这样的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 说实话 你活得真像调狗 姚伟起怜 欺软怕硬的恶狗吗 灵力沉默了 一旁的裴老三怒斥一声 二哥 你跟他讲什么道理 弄死他压的 说着 裴老三手上一抖 一只飞刀眨眼便到 李修竹随手一弹 飞镖猛然道飞而回 这一瞬间 裴老三只来及一个侧身 就被飞刀打在了肩膀上 嗯的一声闷哼 灵力眼神一沉 动手 大家本就要动手了 文言直接抄起了拿手的兵器 没人觉得自己 比裴老三的暗器功夫好 但还是有两人手上扣着暗亲子 等李修竹露出破绽的那一刻 然而李修竹的身影 下一刻就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那若隐若现 时常如同卡壳一般的残影 让几十人难受的欲要呕吐 虽然如此 但是此时 他们却不敢吐 京剧的内心 让他们知道 惹上大麻烦了 就是身为一流高手的灵力 都是脸色巨变 绝世 心中冒出这个念头的那一刻 灵力心中 不知是绝望还是解脱 不过坐以待毙 不是这些贼匪的性格 看向一旁的小女娃 几个老鹰笔对视了一眼 齐齐地摸了过去 李修竹的反应 早已经达到了一个 他们所不能理解的程度 因此 也自然看到了这些人的动作 但是他并没有参与 若是拥有这样的实力和轻功 还能被抓 那么 弯弯也就没有培养的价值了 当然 他也不会放任他去死 关键时刻他会出手 李修竹虽然关注着弯弯 但是手上没停 方便点穴的就点穴 不方便的就打残 弯弯为人聪慧 虽然有师父在 但是也一直在关注着所有人 待看到有人朝他摸来 弯弯平静的脸上 嘴角微微扯起 是当我若鸡吗 下一秒 就在几人将要得手的时候 弯弯的身影变得僵硬 紧接着消散 残影 又是残影 怎么可能 然而更不可能的还在后面 弯弯突兀地出现在几人身后 随后推了对方一把 突如其来的失重感 让身后之人不受控制地 推倒了身前之人 下一刻 几人的内力如同大河决堤 嗯 呵 微弱的声音不断出现 可是却没一人能喊出来 倾斜的内力 让他们仿佛被抽掉了筋骨一般 任人摆弄 几个呼吸后 终于有人察觉到了几人的不对劲 老黑子 你们怎么了 这一刻 几人疯狂给他打暗示 但是就那么抽动眼神 谁能看得懂 唯一能看懂的 就是向他们救命 可这 太诡异了 诡异到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杀了他 只要杀了他 必然会好 这一瞬间 没被北明神宫 黏上的人 掩露可惜的神色 不过仅仅迟疑一下 大家就纷纷出手 兄弟们都在 若是不出手 那么即便度过这次危机 也无法立足了 然而 面对攻过来的刀枪剑戟 弯弯笑容更甚 瞬间绕到了中间位置 弯弯一连换了三个人 手掌在三人身上 接连交替交换 这一刻 束手束脚的 不光是弯弯 还有对方 甚至对方的束缚 比他还大 不但不能用暗器 更不能碰到人 转到第四个人的时候 弯弯忽然感觉手上一空 嗯 吸干了 弯弯在几人 还沉浸在被吸之人 倒下的时候 忽然间出现在 排头之人前面 天山六羊掌 猛然拍在他的身上 扑一口鲜血吐出的那一刻 他整个人被击飞 而他身后 则是和他一起 追杀弯弯的人 毫无准备的几人 被内镜瞬间打伤 弯弯在对方吐血的那一刻 瞬间后退 随后再次换了一个方位 出现在对方面前 小手压着对方的胸膛 推了出去 本就受伤的几人 被这突如其来的力量 推到了一起 下一秒熟悉的场景再现 不过和刚才不一样 除了这几人 场中已经再无一个能动之人 弯弯这一次没有了顾忌 肆无忌惮地 吸取这些惊艳宝宝的内力 大约一分钟后 弯弯收了手 脸上有一丝微微的蕴红 好好练花吧 师傅帮你守着门口 嘻嘻 谢谢师傅 弯弯也不嫌弃屋内的血腥味道 盘腿坐下开始练花 弯弯看着眼前的二十来箱子珠宝 有些无奈 师傅 这都给我了吗 是的 以后这些就是 你的启动资金 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 若是有什么需要 就在侯府门外的老树前 放一朵小红花 我会在傍晚时分 去云竹楼找你 弯弯没想到刚有了师傅 就要分开 深深地叹了口气 弯弯点了点头 是 师傅 师傅 回去的路上能陪我吗 到京城前再走 看着弯弯可怜的模样 李修竹点头 当然 师傅还有一些你需要的武功 没有教你呢 接下来一路 李修竹白天跟弯弯聊天增进感觉 晚上教弯弯一魂大法 和天魔蜜 虽然内力方面有北明神功足够 但是天魔蜜可是全套武学 天魔力场 天魔武 天魔鹰等等 这些武功 不是非学不可 但只有拥有极致诱人魅力的弯弯 才是他心中那个光着脚丫的弯弯 这日 眼看快到京城了 刚跳完一段天魔舞的 弯弯忽然看着李修竹问道 师傅 你喜欢脚丫 还是喜欢弯弯的脚丫 李修竹一致 强自从那双四寸左右脚丫上移开 没办法 作为一个练足的老色批 在看到天魔舞的那一刻 会情不自禁地 看向自己第一向往的地方 嘿嘿 眼神没控制好 暴露了呀 虽然被徒弟拆穿有点尴尬 但是李修竹的脸皮也还算厚 老脸微红地看向弯弯 顾左右而言他的说道 弯弯你真是练武奇才 天魔舞只用了两天就已经学会 弯弯凑近李修竹耳旁 轻轻地吹了口气 轻声问道 师傅你再转移话题吗 又是李修竹没想到的一天 看着一米四五的弯弯 他没想到 又一次被一个小丫头聊到 不光很尴尬 还很暗爽好不好 就在这时 看到李修竹不回答 弯弯忽然脱掉了鞋袜 直接将白嫩的小脚 揣到了李修竹怀中 弯弯的生命是师父救的 师父若是喜欢 弯弯都是师父的 李修竹此时此刻 真心想大意凛然地说一句 为师不是那样的人 可是看着这美美小脚丫 他真的说不出口 唉 终究是我理性的小人 被另一个小黑人 按死在了地上 李修竹十分从心地抓起了 弯弯的小脚丫闻了闻 香香的 武者的身体 本就经过了洗经伐髓 加上脚上踩着轻弓 根本不用使劲 自然也不会出汗 而且 这个时代的鞋子 都是绣花鞋 大部分都很透气 第二日一早 进城前 李修竹单独进了城 弯弯的带着二十箱珠宝离开了 同行的 还有赶车的老马 这么多珠宝 自然不可能直接拉到城里 所以 城外买个宅子 才好慢慢发展 不过此时的弯弯有点苦恼 师父给的任务 对于他而言 短时间也是有困难的 看着上进的方向 他不禁发散思维 该如何才能快速地 拥有一股势力呢 最好还是可以 对抗朝廷的势力 看着看着 弯弯忽然脸上露出了笑容 将金银藏好后 弯弯带了一箱银子 向着上京城而去 能打败魔法的只有魔法 想要快速建立一个势力 那只有拥有 强大的底蕴和光明 所以 进攻是最好的选择 若是以前的话 他可能还有顾虑 但是有了一魂大法 有问题也不会很大 李修竹没想到 刚分别就看到了 弯弯的小红花 这让他不禁有点无语地 抽了抽嘴角 小妮子是忘了什么 还是刚分开 就想他了 虽然说是黄昏十分才见 但既然看见了 也无事可做 李修竹也就没停留 当下就来到了云竹楼 因为京城内 还有另一个吕梁山高手 所以云霜 暂时也没来酒楼视察 李修竹没想到 弯弯已经在等了 看来是有急事 怎么这么急 是有什么事忘记了 弯弯闻言汉手 看着李修竹认真地问道 师父 你能送我进宫吗 进宫 李修竹一致 你要进宫 你知道宫里的风险多大吗 李修竹的眉头皱了起来 说完想了想 立刻明白了弯弯的意思 你是想通过皇帝建立势力 说着李修竹不喜了起来 虽然弯弯和他 还是主仆没越线 但是 弯弯在他心中 已经是自己的静鸾了 弯弯汉手 认真地开口道 在宫外我没时间的 只有宫内我才有机会 李修竹须着眼眶 看向弯弯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弯弯有些奇怪 为什么师父这么反对他进宫 但还是继续汉手 我知道的师父 李修竹沉默了两久 忽然开口道 说说你的计划吧 若是 弯弯真想利用自己的美色建立势力 那么他就只能送他一路了 他从不是个好人 我打算到宫里后找皇后娘娘 然后利用一魂大法控制他 在他身边做个侍女 等皇帝去见皇后 我就控制皇帝 让他下令建立一个组织 由我掌权 李修竹文言 脸色好看了许多 原来是想用一魂大法 控制皇帝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开口道 你说的话行不通 一魂大法 虽然能改变一个人的认知和记忆 但是众数者当下会神情呆滞 而且陛下的身上 隐隐有龙气护体 催眠他 很可能反噬 若是皇帝那么好被控制 那么这天下早就乱了 事实上 他曾经就想过控制李库 但是当时他是一流高手 面对龙气 有一种危机感 弯弯没想到 还有龙气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存在 他想了想开口道 那皇后娘娘和太子呢 李修竹文言一正 皇后身上也有龙气 但是并不强 当初要是李修竹 选择在狩猎的时候 控制他的话也不难 不过他从未想过 用一魂大法控制女人 所以并没有往那边想 太子的话我不知道 皇后的话 以你修行速度 一半个月后应该也可以 但是你并不需要控制他们 回头见到太子 帮我给太子传个信 就说 我能助他登上皇位 问他愿不愿意合作 还有 等下为师教你易容术 进攻了 给我易容的仇点 简简单单一句话 让弯弯眼前一亮 他终于知道 为何一而再 再而三地强调他 知不知道后果什么的了 师父这是为自己吃醋了吗 如精灵般纯彻的眼睛中 浮现一抹光彩 甜甜的笑意 扯起了嘴角的弧度 不过他并未拆穿师父 一是怕拆穿后 师父逃避 另一个是他觉得 师父这样莫名有些可爱 师父也别把我弄太丑 平庸点就可以了呢 皇帝后宫都是姿色上家的 要是太丑 反而惹人怀疑 李修竹文言老脸一红 居然忘了这一茬 再看 弯弯似笑非笑的眉眼 颇有种被看穿的错觉 好羞耻是怎么回事 李修竹本着负责到底的原则 给弯弯做了易容 易容做好后 那本是钟灵玉秀的小姑娘 变得普通起来 弯弯看着铜镜上的面容 面容平静地点了点头 虽然看起来实在是普通了些 但是自己也不是去臭美的 只要不是丑的 让自己难以下咽 他已经很满足了 李修竹也很满意 就这模样 要是我皇宫里那俩男人 还能受性大发 那自己 就只好弄死他们继承皇宫了 李修竹这么想着 但还是有那么一丝丝没底 弯弯 若是有人要欺负你 你就弄死他们 虽然不想那么麻烦 但是如果真到那一步了 有师父来兜底 大不了 杀到只剩下剧名 看谁还能不让 还敢不让他们一家活着 弯弯文言眼前一亮 他就在弯弯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师父放心 弯弯一定会做好的 听着弯弯说话 他又有点不淡定了 会不会太好听了 但是让弯弯压着嗓子说话 还是算了 这和易容不一样 学久了 很容易形成习惯 和弯弯说好了之后 李修竹让李琉璃 带弯弯进了宫 一开始本来不想让 弯弯和他们家扯上关系 但是和皇后扯上关系 最好的关系 就是皇后的本家 李琉璃的表妹 如此一来 倒是也没必要太过必行了 弯弯顺利地进了宫 李修竹则坐镇家中 还将三个小姨妹 接回了家里 现在外面 游荡着一个一流高手 还和他们家有仇 除了自己 他谁也不信 主要是到了一流 已经很难防范 尤其是个想劫法场的高手 这种人别的不说 定然在武力上十分高强 苏维已经问斩 这些吕良山的贼匪 则是后天问斩 李修竹也不着急 玉刀门大牢 不是一个一流高手敢闯的 那么能动手的地方 就是罚场了 不过少了一堆人接应 这人还会不会 结罚场李修竹不知道 说不定这场恩怨 到此已经了结了 虽然如此 但为了保险起见 李修竹还是打算 后日亲自去一趟罚场 无论对方是否结罚场 但是兄弟一场 看是肯定会去看看的 他要做的 就是揪出这个隐藏的人 一日 李修竹一推开门 就愣了一下 云霜 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吃早饭了 傅云霜闻声抬起头 明亮的大眼 惊一眨不眨地 盯着李修竹 云霜 云霜 李修竹又叫了两声 傅云霜才猛然回神 接近着露出一个 甜甜的笑容 傅云霜一步一步地 走到了李修竹身前 明亮的大眼睛 始终盯在他脸上 姐夫 我 他想说我好想你 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此事院里 已经有不少侍女在走动了 甚至还有两个姐姐 这他怎么能开口 他想说自己好累 想抱抱姐夫 可是除了心 他真的累吗 他想 说自己委屈 为什么姐夫一个个 往家领女人 却不对他有表示 要知道 过了明年他也急急了 就不能早一年急急吗 呜呜 李修竹看着傅云霜 欲言又止 眼神中挂着委屈的时候 隐隐有了猜测 苦笑了一下 李修竹叹息着开口道 云霜是觉委屈了吗 其实云霜 还想未来有更多的可能 说不定也会遇上自己喜欢 这不是李修竹送妹 这是欲情故纵 尤其是这叹息 有着满满的遗憾味道 足以让傅云霜 听出自己是迫不得已 李修竹心中是愧疚的 但是这么可人的小姨子 真就是给别人可惜了 果然傅云霜听了李修竹的话 顿时间眼泪就崩了 姐夫 姐夫你不要我了吗 李修竹心疼地抱住了云霜 轻声道 不是姐夫不要你 是姐夫不够好 是姐夫没管住自己 伤害了云霜 傅云霜还要说什么 这时忽然一个声音 让二人同时一讲 这是怎么了 一大早 怎么还哭了 二人同时向着 发出声音的女人 看去 只是动作都略显僵硬 玩犊子了 大宝贝该不会以为 我欺负云霜了吧 我真没有啊 可这怎么解释啊 好想唱一首太委屈啊 傅月华闻听相公的心声 忍不住白的李修竹一眼 其实听了这么久的心声了 他隐隐有个感觉 自家相公知道 自己能听到他的心声 他这么想可不是凭空猜测 而是有根据的 一是试探基本没有了 二是他发现 现在能听到的心声不多了 偶尔听到的 也无伤大牙 三是他发现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安排他 说错了 是夫君的心声在安排他 每次他听到心声被左右了思想后 得力的总是他这个夫君 就比如 家里的女人越来越多吧 除了那几个 从战场上带回来的 基本他都知道 放在以前他 根本不可能同意 可在他夫君心中的大意和分析下 还是心甘情愿地同意了 就比如宫中皇后娘娘 送来的两个女孩吧 不是不能安排 不是不能拒绝 可是 他夫君在心里说了 那是麻痹陛下的 让陛下知道他贪财好色 降低陛下他猜测 他能怎么办 因为不喜 让自家置于危险吗 别说李修竹不同意 就是他自己也不会允许那种事的发生 还有心境的沈又威 那是为了妹妹好 难不成 要看妹妹喜欢女孩子不成 而且 这沈又威 不但现在知恩必报 是为妹妹打白宫 身世还可怜 自家还付出了那么多钱 加上事情已经发生 夫君心里已经知错 道歉了 他还能说什么 不过虽然猜到 但是傅月华没想拆穿自家相公 主打一个开心 毕竟在新生里 自家相公那好听话说的 哎 就是让人脸红 怎么不说话 嗯 姐 姐夫没有欺负我 听到小姨子的被刺 夫妻二人齐齐看了过去 这一刻还要说什么的傅云霜猛然一致 显然也知道自己 可能坑害了最爱的姐夫 姐夫真的没有欺负我吗 李修竹一拍脑门 满脑门子黑线 得 你这一哭个 这是黄泥巴掉裤装 不是也是了 嗯 还是我来说吧 就是我刚才和云霜说 要是觉得委屈 觉得难受的话 就换个人喜欢吧 这一刻 傅月华懂了 白的李修竹一眼后开口道 这话为什么早两个月不说 可惜 现在说已经晚了 云霜为你做了多少你看不见吗 就是我这个当姐姐的 都被他感动了 李修竹闻言 颇为尴尬地挠了挠头 这不是感觉自己没资格了吗 说着 李修竹看向云霜 对不起 云霜 不等李修竹说完 傅云霜就摇头抱住了李修竹 姐夫 你不要对云霜说对不起 好好哄好云霜 过两天带云霜 好好去玩一番 傅月华说完话就走了 把场地留给了二人 其实傅月华一开始是不想同意的 但是李修竹的能力 别说他一个人 十个人都扛不住 倒不是十个人都分摊不了伤害 而是睡一天休三天 既然阻挡不了别人的加入 那为何不肥水不流外人田 妹妹是自己喜欢上的 不是家里人强加的 李修竹此时则是抚慰地 拍了拍云霜的小脑瓜 果然如他所想 小姨妹还是选择了接受 李修竹开口道 好云霜 是姐夫错了 姐夫不该那么说 你也知道酒楼的事 这几日不太安全 等过两日 贼匪被肃清了 也差不多到小年了 姐夫带你去庙会 这一瞬间 傅云霜眼睛一亮 抬头看向李修竹 蜥蜴地问道 姐夫 就我们两个人吗 看着小家伙蜴蜴的眼神 李修竹点头 嗯 就我们两人 这一刻 傅云霜的脸上 再次挂上了笑容 这笑容不仅有激动 还有爱意 当天 李修竹和三个小姨妹 过起了在傅府的日子 讲故事 做美食 这一天的傅云霜 脸上的笑容很美 看着姐夫俊美的脸庞 恨不得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傅月华和弄月几人 则是一边听故事 一边八卦地 在一旁窃窃私语 时不时地偷笑两声 弄月看着老对头 傅尔轻声道 你这几个妹妹 怕是保不住了 傅月华文言一正 她知道弄月的意思 可是喜欢夫君的 不是只有云霜一人吗 傅月华轻醋额眉 你是说 烟雨和宝珠 也喜欢修竹 可这最多是妹妹 对哥哥的喜欢吧 怎么也上升不到 男女之情吧 弄月文言轻笑 笑傅月华的天真 当然也就是当局者迷 现在也许就像你说的 只是妹妹对姐夫 对哥哥的感觉 但是咱们家夫君有多优秀 你又不是不知道 伴随着夫君长大 他们肯定会拿男人 对比夫君 到时候 又有几个能入得了 两姐妹的眼 而且 你仔细看烟雨 看云霜的眼神 傅月华本就被 弄月说的心中发紧 此时听弄月说 烟雨的眼神 顿时间就是一致 难不成现在就喜欢了 这不能啊 然而他看过去 却发现 烟雨不时地看着云霜 眼神中 神色他虽然没见过 但要说是喜欢 可就勉强了 烟雨的眼神怎么了 此时的傅云霜 正在给李修竹按摩 虽然这么多姐姐看着 十分羞涩 但还是强忍着 羞意地继续着 弄月笑着开口解释道 也许你的出身 让你不太明白 这种眼神 但是我可以 很负责地告诉你 烟雨的眼神是羡慕 是好奇 是冲动 不过这个小丫头 并没有保住那么射牛 有一点小心机的她 让她压抑住了 心中的感觉 有的时候 堵不如书 越压抑 感觉越深 也许她现在还体会不到 但是等她到云霜 那个年纪 必然会知道自己 喜欢上了姐夫 你猜有了云霜这个例子 烟雨会怎么做 傅月华文言嘴角抽了抽 弄月说的话 似乎还真的可能成真 她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 但弄月的话 显然还没说完 至于宝珠 和烟雨的性子 截然相反 喜欢了就敢大胆去说 去做 而且 她还有一定的逆反心 你若是不让 她可能更来劲 加上羞竹这么疼他们 喜欢他们 要是宝珠 真的要是大胆行动 你猜羞竹能不能拒绝的了 傅月华文言 脸色更黑了 合着自己家的几个小棉袄 都是给李修竹 这个坏夫君准备的呗 这哪是招了个坠绪 这是招了个祖宗啊 想起坠绪 傅月华就想起了 他当日 为何那么坚定的成婚了 北伐已经大致结束 虽然开春可能还有一场仗打 但是打不打大运河项目 都会提上日程了 此时的傅月华 压根没想过 再过半年不到 陛下就要嘎了 这大运河项目 未必能运转起来 此时 李阔下手跪着一个黑衣人 属下无能 只能查到当天进入 那间包间的是个中年男人 虽然有了大致面容 但是舒密斯里并不记录 也不知道是谁 属下猜测 可能是个影视偶然出现 李阔文言沉默了一下才问道 有没有可能 对方和冠军侯李修竹有联系 黑衣下属文言摇了摇头 当日冠军侯确实在 不过是为了一女沈又威去的 沈又威当日步履蹒跚地 跟侯爷回了家 应该是在云竹楼内和沈又威成就了好事 说着 黑衣人顿了顿继续道 属下观察过驸马 驸马确实天赋一柄 时间上也对得上 当然 陛下猜测也有一定可行性 属下再去调查 听了黑衣人的话 李阔沉默了一下 微微摇头 算了 没必要为这个事耽误时间 既然驸马并无反应 那就放松监视就好 太子那边怎么样了 黑衣人文言继续道 皇后娘娘每日监督太子礼仪知道 属下看太子的神情虽然有点抑郁 但是却没办法反抗 不甘 看来是已经认清了现实 放弃挣扎了 这在黑衣人看来本是好事 但是李阔却闻言 眉头一皱 得发 明日下了早朝 让太子来一趟 是 陛下 李阔看向黑衣人 继续问道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的话退下吧 黑衣人沉默了一下后开口道 陛下 文华公主带进宫里一个侍女 似乎是皇后的本家 此事昨天下午刚发生 属下正准备派人前往皇后老家验证 李阔文言沉默了一下后 开口问道 人多大 可是为了太子来的 回陛下 十三四的年纪 人长得普通 眼线回报 说是分家家里的 来京路上招了贼匪 本来是父亲想求个小官的 现在无处可去 只能进宫投靠娘娘了 李阔文言 眉头微皱 既然琉璃带来的 为什么不在驸马府上某个差事 反而来了皇宫 黑衣人文言解释着开口道 说是驸马府上都是好看的 而且驸马也没什么追求 不能攀附 还不如来宫里 说是宁当凤尾 不当鸡头 到底是小孩子 随便一套话 就都说出来了 李阔这才舒展了眉头 问道 既然没什么特点 就不需要跑一趟了 把姑交代给你的事情 尽快办完吧 她时间不多了 手下的力量不方便分散 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小事 能免则免 黑衣人文言 立刻应声 诺 属下这就去办 属下告退 李阔交给他的任务也不简单 稽查文五百官 看谁对太子不满 这是 再给太子铺路 是给太子扫平障碍 一日 也是吕梁山三个贼人 被销售的日子 京城倒是经常出现被斩首的人 是以大家 除了爱看热闹的 倒是也没多少人 只是贼匪而已嘛 要是大臣还有人看 李修竹一早就来到了 菜市口对面的二楼茶馆 一边喝茶 一边随意地看着窗外 似乎在散空思想 虽然现在 贼人可能已经混入其中了 可是郑主没出现 李修竹也不认为 自己能揪出对方来 忽然一阵嘈杂的声音响起 李修竹向着楼下 不远处望去 一队官兵押送三辆囚车 出现在那里 刚才的嘈杂声 来自朝阳民众 这些闲得没事干的人 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对人扔臭鸡蛋 烂菜叶 甚至有不少人家里 专门存放了一堆臭鸡蛋 就等着这一天呢 李修竹看着分心两用 一边观察着三人的反应 一边看向围观人群 忽然 马车前方和百姓 咒骂的黑脸汉子 陡然一致 虽然随后继续骂开了 但眼神却在四处乱转 似乎在寻找什么 李修竹看到这里忽然一笑 回想对方刚才的眼神方向 再看一眼 那里唯一一个情绪不激动 也没扔东西的男人 立刻心中有了答案 看了一眼对方 李修竹并没急着动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等对方先跟御刀门的御刀位 先打一场再说 也不迟 无论对方能不能逃掉 都对他有利 倒不是李修竹怕对方的实力 而是对方搅乱了局面 他才更方便出手 否则 很容易被盯上 三人被押送到断头台前 神色间也没什么变化 三人都看到了自家的三当家 知道 是有人来救他们了 可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三人还是意识到了一点不对 怎么除了三个 老三 喂 一个人也没看到 是隐藏得他好了 三人虽然疑惑 但是也没敢多想 反正三当家花容来了 铁定会救他们的 然而 当柜子手举起刀的那一刻 花容也没动手 这一刻 三人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三哥 此时不动手还但 三弟动手 扑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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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声喷血声 几乎同时响起 还有半句未说完的话 还没落下 这一刻 无论是法场上的守卫 还是御刀门的御刀位 都神情紧绷 刀剑出撬声 不绝于耳 但过了几个呼吸后 大家都猛了 所以 刚才那三个逼 是在吓他们 好家伙 我们是被吓大的腰 放松了警惕 大家再次将武器归翘 把他们尸体 拉到乱葬岗 磨 让李修竹没想到的是 对方自始至终都没出手 这兄弟一起 看起来也就这么回事吗 李修竹放下茶盏 又留二两银子 这才下了茶楼 他的脚步很快 是四缓十块那种快 前一秒还在座位上 下一秒就在楼梯上了 再下一个呼吸 人就出了茶楼 不过出了茶楼后 他的脚步反而慢了下来 一是人多 还是法场边上 容易被有心人看到 另一个跟踪要有点距离感 李修竹跟着花蓉 一路走向城外 一直到城外无理处 对方才走进了树林 李修竹脚下没停 同样跟了上去 但随着靠近 对方忽然停了下来 看向他开口道 跟了一路 累了吧 你是朝廷玉刀门的人 李修竹都没用轻弓 自然知道瞒不住对方 而且到了一流高手 在一定距离内 都对视线有一定的感应 自己盯了他这么长时间了 要是没发现就怪了 在下是云竹楼的老板 既然阁下一开始 是打算救你们当家的 那么应该知道吧 云竹楼的老板 花蓉眉头一皱 不是说这铺子是傅家的 给他们家二小姐经营了吗 这人是傅家人 可是傅家没难盯 等等 是他 你是冠军侯李修竹 李修竹文言汉首 不错 不过区区博名 都是陛下台案 比之冠军侯获去病 我还差得远 花蓉一直不明白 为何兄弟们没来 但是看着面前的李修竹 他似乎明白了 我们吕梁山来的人 被你拿下了 拿下 应该算是吧 嗯 应该算是 好 好胆 和我吕梁山有如此大仇 还敢一个人前来送死 莫不是以为 我不敢杀你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后 忽然问道 是什么 让你产生了错觉 嗯 你什么意思 花蓉皱着眉 不爽地看着李修竹 不解其意 李修竹忽然笑了笑 开口道 我是说 谁给你的错觉 让你认为自己 可以杀我的 你吕梁山72名当家 就剩你一人了 所以 是谁给你的底气和错觉 是看似文弱书生的我 还是你吕梁山的底蕴 花蓉一正 吕梁山就剩下他一人了 不 不可能 他喃喃自语着 不敢相信李修竹的话 这一刻 李修竹终于体会到了 反派死于话多的原因 绝对实力下 你有绝对的自信碾压对方 这种情况下 不放点嘴炮 不装个逼 实在是有点辜负了这绝对的实力 意识到自己不对劲的李修竹 沉默了一下后 瞬间动了 装逼不可取 咱是这儿八经 拿主角剧本的 李修竹动的那一刻 花蓉心中一颤 这个速度 他绝对是跑不掉的 看来兄弟们没了是真的 他也不是真的失了神 而是策略 可惜 李修竹没上当 李修竹一个呼吸后 就出现在了花蓉身旁 花蓉手中一把亮银枪 陡然从袖口处钻了出来 藏枪术 要知道 他一路跟着花蓉 可没发现 花蓉身上还有一根枪 李修竹侧头躲开了 这致命的一枪 也没去强抓花蓉枪头 花蓉的枪法很好 手中枪一击不中 立刻旋转缩回 一手藏枪术 被他玩得出神入化 但李修竹会给他藏枪的时间 趁着花蓉后撤 没有来得及收回长枪的那一刻 李修竹已经栖身上前 花蓉神色一紧 来不及收枪 立刻转了一个方向 将收了一半的枪 再次放了出来 只是这一次 长枪的威力骤减 远不如上一枪七成威力 李修竹的手 犹如穿花蝴蝶不断变换 仅仅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就接连在花蓉的长枪上 点十四下 每一下都有千军之力 接连不断的内力 犹如滔滔江河 顺着长枪 蔓延到了花蓉的身上 扑 内力不济的花蓉 顿时间飞了出去 李修竹看到这里 摇了摇头 手上没停 一脚银子出现 李修竹手中 犹如闪电一般射了过去 扑吃 花蓉低头看了看胸口的窟窿 扑吃一下 又是吐出一口血来 想不到 一个坠 絮 隐藏 这么深 李修竹看已经成了定局 这才开口道 这是阴谋论了 有没有可能 纯粹是你想多了 我呀 只想老婆孩子热抗头 这么想着 李修竹脑海里 忽然浮现出两个人影 还都不是自己老婆 嗨嗨 李修竹啊李修竹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 等花蓉死透了 李修竹试探了下才离开 补刀是优良传统 这一刻 李修竹轻松了不手 没有了一个一流高手盯着 接下来 总算是能浪一下了 嗯 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也不知道是个怎样的庆祝法 不过这可是古代 想来应该会有点年味吧 等李修竹悠哉悠哉地回到家时 翠云看到李修竹 立刻开口道 老爷 有位小姐在前厅等你 小姐 等我 李修竹也不知道是谁 和她有关系的女人 似乎都在这府里了吧 嗯 不对 外面院子里还有几个 你不认识 翠云摇了摇头 开口道 第一次见 李修竹心中有了答案 应该是院子里 那些女人来找她来了 想到答案 李修竹不尽眉头微皱 是有什么目点 若是以为是个 请就能提条件了 那蠢蠢是想多了 李修竹怀着疑惑的心情 走到大厅内 顿时愣了一下 猜错了 是她 三娘你怎么来了 来人 是她和婉婉 在吕梁山上 救下的杜三娘 当时因为顺手 也就救了人 好吧 也不是顺手 李修竹本 以为吕梁山的人会灌点药呢 当时她都准备 义正言辞的帮忙了 可是当她走进去 一看才发现 对方只是被点了穴道 就 无语 一点都不专业 好好的一场 唇枪舌剑的战斗 居然被扼杀了 晚晚还在 她自然不好说什么 于是乎就把人放了 杜三娘临走时 问了她姓名 当时易容了 加上日后 也不太可能会碰到 也就说了 却没想到 杜三娘能找到这里来 杜三娘一开始听到 李修竹回来的声音 就已经抬起了头 但是看到李修竹的时候 她却没敢认 虽然身形差不多 但是此时的李修竹 和当日 她见到的李修竹 却是两个模样 但听到李修竹的声音后 杜三娘看向李修竹 由于问道 李大侠是你吗 李修竹闻言 顿时回了一句 不是 你认错人了 再次听了一句 顿时间杜三娘确认了 同时有些称怪 公子这是见不得人吗 遮遮掩掩的 好生没趣 李修竹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这才无奈地说道 这上京城很危险 所以我不能有武功 杜三娘闻言 立刻瞄懂 紧接着释然 原来如此 那李公子 在我这就不会武功了 和聪明人说话 不用那么麻烦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开口问道 三娘怎么会来上京 还找到了我 我记得我 似乎没说过自己住了 杜三娘闻言 得意地笑着开口道 公子是没说 但是公子的言谈举止 以及和徒弟的话语间 暴露了那么一点点 若是别人也许 还真不会知道 可我恰好知道 一点京城的事 我们杜家庄实力不弱 和京城有生意上往来 所以我也来过几次 知道了你们是京城人 再调查一个名字 自然就简单多了不是吗 李修竹没想到 居然从一些 没注意的小细节暴露了 不过他也不在意 而是好奇地问道 所以你此来 是为了什么 为了报恩 杜三娘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说出了此行目的 李修竹文言一正 报恩 怎么报恩 杜三娘文言 一撩耳旁的发迹 露出洁白晶莹的耳垂 妩媚的看向 李修竹也不言语 但肢体上的语言 将自己女人的魅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 咋的 这是让我猜 还是让我提 杜姑娘 这莫不是要以身相许 杜三娘文言 顿时一致 不过也就是眨眼间 就恢复了过来 若是公子想娶三娘 也不是不可以 这 这下李修竹有点不会了 按理说报恩 都是当下报恩的 你这走了又回来 还突然以身相许 也难免让人多想啊 似是看出了 李修竹的疑惑和猜忌 杜三娘白了 李修竹一眼问道 公子可是怀疑我 李修竹文言点头 姑娘专门回了次嫁 然后又找上门报恩 本侯很难不怀疑啊 杜三娘开口解释道 这还不简单 我回家是因为要告知父母 父母担心良久 我既已脱困 先回家 报平安没问题吧 调查一下恩公 也没问题吧 李修竹点了点头 但是还没有完全放心 继续问道 可是你若是想报恩 当日在吕梁山就可以吧 为何还专门跑到上京城来 杜三娘文言耸了耸间开口问道 公子可知 有点见识的小姐 在面临恩人的时候 是怎么报恩的吗 李修竹一正 还默等她细想 杜三娘就继续道 若是恩公长得俊美 还有才气 那么不用说 若公子不气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能以身相许 若是恩公长得丑陋 还很粗鄙 那么就是另一番说辞 恩公 些许身外之物 聊表谢意 或者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能来生做牛 做马报答恩公 除此之外 容貌和才气 指得其一的话 那么就是小女子 可否和公子同游 若是和公子相处不错 那自然是你情我愿 开心嫁人 若是兴趣不合 聊不到一起 那就是公子珍重 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这还真是现实啊 那你这为何 又愿意以身相许了 杜三娘文言 轻咬了一下嘴唇 这才看着 李修竹问道 公子平日不照镜子吗 今天的你 和就我时的你 可是两个模样 而且我来你府上 有一段时间了 虽说没看到太多 但是却也见过了 你几个季前 他们脸上的笑容很真 穿着打扮 还有相互之间的氛围 都很好 虽然不知道 让他们和睦相处你 是怎么办到的 但是无疑 跟着公子 应该是快乐的 所以 公子现在明白 三娘为何愿意 以身相许了吗 哼 我可太明白了 就是有言 有才 还得有实力呗 虽然实力度三娘没说 但是能将他们 从贼匪手中救出 本就是有实力的 不过 李修竹 却没有这么简单的 直接答应 昨日云霜的表现 让她意识到了 这样平凡的收女 已经伤害到爱她的人了 反正现在也暂时够了 所以她打算收收心 未来没有点特别的 或者说 没有点感情的话 她就收敛一点点 李修竹 是这么想的 可惜有些事 不是都按照她计划发展的 所以现在公子 要我以身相许吗 正常人看到 这么美的女人说 这句话 是人都知道 该怎么答 但是 李修竹此时 正处于对云霜的愧疚期 也是下定决心的整改期 是以李修竹温和的笑了笑 说道 杜姑娘说笑了 其实我刚才 是在开玩笑 若是你真想帮我什么 不如给我家娘子们 做个保镖 说到这 李修竹忽然一顿 迟疑地问道 杜姑娘应该武功还不错吧 杜三娘也没想到 李修竹会这么说 挑了挑眉毛 觉得被落了面子了 要知道 她刚才已经几乎算明示了 可现在人家 不但不要自己 还怀疑自己武功 虽然她 确实有怀疑的权利 但是自己也不愿意被看扁 李公子莫要看扁我 我也是二流里的顶尖好手 当时 若不是林立来抓我 还是趁我不被偷袭 寻常人根本不可能 无声无息抓住我 就是林立我也有把握 跟她过几十招 二流顶尖吗 李修竹有点不满意 但是杜三娘根底扎实 能短暂匹敌 一流好手的能力 也确实是还不错了 而且 杜三娘年纪 也二十岁左右 算得上是武学天才了 行吧 那你就住在前院吧 嗯 别乱跑啊 还有没事看看一惊 等你了解得差不多了 我教你一门 步伐轻功 若是晚晚没进攻 最好的安排 自然是交给晚晚 可惜现在 晚晚进攻了 她都不方便联系 且谁稀罕跑 武功杜三娘倒是没拒绝 虽然她没看到 李修竹出手 但是那些死人 已经说明了 李修竹武功的厉害 翠云 带杜小姐 去前院选个房间 门口的翠云文生 赶忙走了进来 杜小姐这边请 就在李修竹这边 安排好杜三娘的时候 晚晚也终于见到了太子 找到了合适的时间 太子殿下 不知道 你是否想荣灯大宝 这一刻太子 李承泽眼神 瞬间变得警惕 看向晚晚的眼神 带着审视 大胆 你什么意思 是想窜梭本宫谋反吗 说着这话 还看向自己的皇后娘亲 娘这是怎么回事 皇后也很猛逼 看着晚晚问道 晚晚 你这是什么意思 晚晚虽然不知道 李修竹为何信任皇后 但是她相信自家师父 是以她直接开门见山了 这是我师父的意思 如果太子殿下有意 晚晚可以 做个中间人 师父 太子皱眉问道 你师父是谁 她已经品位出了母后 和这晚晚 根本不是所谓的亲戚关系 不然不可能 连自己的母后都不知道 我师父是冠军侯李修竹 李修竹 太子眼神微眯 这可是 她计划失败的罪魁祸首之一 皇后脸色变幻 不知道在想什么 梁九才开口问道 说说说你师父的计划 听到皇后这么说 这一刻 太子顿势极了 她可不能再出错了呀 母后 在她看来 李修竹是皇帝人的 这绝逼是在给她下套 然而 不等她说完 皇后就挥了挥手 打断了她 先听晚晚说 晚晚开口道 师父说 因为事先不知道 太子出兵 饿了太子 十分抱歉 从师母和皇后 以及自己的角度出发 只有自己人 登上那个位置 才是对大家最好的结果 师父说 若是太子殿下 愿意化干戈为玉博 师父愿意 帮助太子殿下 如果太子殿下 愿意合作 晚晚会抽机会 带太子和师父面谈 晚晚的话 太子听明白了 但是她也有听不明白的 当然这个 她自己也不知道 皇后脸色红了一下后 点头 随后皇后 看向太子开口道 驸马是可以相信的 至于别的未娘不管你 信也好 不信也好 都有你自己决定 还有就是今后 不能再因为丘烈的事 迁怒你妹夫 你妹夫为皇上办事 事先也不知道 你的行动 所谓不知者不罪 虽然娘不知道 你父皇未来 会不会将皇位给你 但是该有的气量和亲情 你还是要有的 弯弯奇怪地 看了一眼皇后 总觉得这个皇后 似乎太关心师父一家了 是因为琉璃师娘吗 应该是吧 毕竟是自己的亲闺女 若是师父出世 公主也会受到影响 太子沉默了半想 对皇后行了个礼 开口道 母后所言甚是 而沉受教 说着 太子转头对着 弯弯开口道 姑现在被禁足皇宫 不知道姑怎么和驸马见面 有皇后娘娘在 只需要太子殿下换身衣服 自然能出宫一小段时间 只要我和师父 约定好了见面时间 就可以行动 皇后闻言 看一眼儿子探究的目光后 随手将身上的令牌 递给了弯弯 弯弯 这是本宫的令牌 你现在就去安排吧 记得回来时 去最先楼 带翼和食物回来 算是出宫的借口 弯弯闻言轻笑 娘娘怕是不知道 这最先楼 已经不是京城第一酒楼了 现在的京城第一酒楼 是师父的小姨子 傅云霜开的云竹楼 都是从师父那里的 做菜手段 有很多奇特的糕点和菜色 不如娘娘尝尝 学自驸马的料理 还是京城第一 本就因为李修竹 升起的好奇心 更想尝尝了 好 你看着安排吧 是 娘娘 弯弯告退 弯弯出了皇后请宫 嘴角微微弯起 以为她没看出来 二人有话吗 不过不慌 她有的是眼线 虽然师父说 可以信任皇后 但是怎么能将自身安危 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可惜了 师父不让自己催眠二人 不然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弯弯出了皇宫 路过李修竹家门 前往树上扔了一朵小红花后 就去了云竹楼 静静地等师父前来 李修竹被人通知 有小红花时 不禁头疼地揉了揉头 弯弯这丫头 三天两头地见面 不知道自己是有任务的吗 而且 陛下的探子可不少 就在 弯弯走出皇后请宫的时候 太子忍不住问向皇后 母后 你刚才说的 驸马可信是真的吗 对于太子的问话 皇后一点也不意外 这可是大事 谁知道对方会不会别有居心 是以容不得太子不小心 嗯 若不是驸马在丘烈的时候 叮嘱哀家不要回宫 分析利弊 还帮母后出谋划策 恐怕那时 你和母后就得死 所以 驸马是你绝对能信任的人 皇后没说更多 她只能说这么多 太子听后沉默了一下后 开口道 如此说 驸马可能真的心向咱们 但是若是出了差错 驸马会不会抽身而退 皇后文言沉默了一下 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怎么和儿子保证 虽然她坚信 李修竹不会出卖他们娘俩 但是你没办法让别人相信 想了想 皇后客观地说道 这你要看她怎么帮你 若是光明正大的帮你谋取皇位 那么她确实可能抽身而退 若是她意图谋逆 那么她就和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没有退路 不过以为娘所见 你妹夫安于现状 是擅长自保的人 可能会帮你光明正大的登记 太子文言沉默着思考了一下 想了许久 忽然开口问道 母后 你知道李修竹的弱点吗 听儿子直呼其名 皇后听出了太子的认真 看来太子是有自己的算计了 皇后自然不想儿子去算计李修竹 不说别的就是她那脑瓜子 也不比李修竹灵敏 说不定到时候弄巧成拙 反而坏事 不过皇后陡然又想起 李修竹让她骗皇上的话 嗯 也不算骗 事实上她了解过后才知道 那似乎真是她的弱点 为此 她还查出了一点点不寻常的东西 想了想 皇后开口道 你妹妹出嫁时 母后调查过李修竹 你这个妹子 可能最大的弱点就是贪财 好色了 皇后心想 若是儿子以这个弱点攻击她 顶多是送钱送女人 她怎么都不会不高兴的吧 太子爷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 不过这好像还真是男人通病 就在太子思考时 皇后说道 女人忽然想起一个事 皇后眉头微皱着开口道 太子 正是固然重要 但是传宗接代也一样重要 没事多陪陪荣瑜 太子文言一致 顿时间有点腻弯 但她没办法 只得叹了口气后说道 娘说得对 等我解除禁足后 会好好陪荣瑜的 虽然这么说 但是她脑海里 却忍不住想起了 被自己老爹腰斩的抚心 英荣笑貌 方如昨日 都是我没用 不能为抚心你报仇 李修竹见到弯弯后 没想到是因为太子的事 不过 弯弯如此频繁见她并不妥 李修竹想了想 约定七天后相见 正好过了小年 还是在年前 这个时间也算是比较人多的时候 安全度也高很多 一日 皇宫御书房 此时已经下了早朝 太子李承泽 被皇上命人叫到了这里 此时太子心中揣揣 还以为出师为洁身先死 昨日的谈话 被父皇的探子探听到了 就在太子级的脑袋上 要冒冷汗的时候 李扣开口道 你知错了吗 太子扑通一声就跪了 而臣知错了 知道错就好 记得 我给你的才是你的 我不给你 不能自己拿 说完顿了顿 继续道 你更不应该为了个兔子 而对为父动手 是天下女人死光了 说到这李扣就气得不行 要说 你压为了皇位动手 老子都高看你一眼 为了一个不阴不阳的阴阳人 2E MB的 轻生的 轻生的 想了几次轻生的李扣 才忍住没消理修竹 扶着心口 深深地呼吸了几口 这才缓了缓 太子沉默了一下后 只得继续道歉 能活着谁也不想死 哪怕是为了自己最爱的人 他也不想白白死去 父皇 事儿臣错了 嗯 女人还是好的 去和太子飞生的孩子吧 从即日起 你就回东宫吧 想了想 李扣暗示道 等你有了孩子 那么朕的皇位还是你的 若是朕走之前 你还没孩子 那么姑 只能考虑别人了 懂吗 太子顿时一礼 而臣知道了 李承则明白了 父皇并不知道 自己和李修竹的事情 是已放松了下来 这一放松 才惊觉背后已经汗事 但下一刻 他的心又提了起来 说说 你对驸马李修竹的看法 太子一致 仿佛被命运的大手 拿出了小心脏 不知所措 李阔眉头微皱 怎么 你打算秋后算账 没 没 我就是不明白父皇的意思 听到似乎和自己所想 似乎有点差别 李承则松了半口气 李阔开这才松开眉头说道 驸马是个有才能的人 若是可以交好最好 不说 帮你稳定江山 至少能让大洲变好 不过 若是你实在容不下他 就告诉为父 等你有了孩子 父亲会帮你铺好路 听到这里 太子大致是懂了 但是他想了想 摇了摇头 父亲 驸马毕竟是流离的夫婿 也不知情 母后说 我们是一家人 不应该斤斤计较 要有容人之量 李阔闻言欣慰地笑了 你母后说的没错 既然这样 那你就想办法交好驸马吧 若是不行 再来告诉朕 太子一正 紧接着猛逼 和李修竹见面 可以光明正大了 这是什么展开 父皇 你是说 让我拉拢李修竹 嗯 有什么问题吗 嗯 没什么问题 只是 父皇你知道 驸马的弱点吗 弱点吗 李阔若有所思地想了想 开口道 是女人和钱吧 果然是这样吗 就在李承泽 这么想的时候 李阔继续道 有一件事 你可能不知道 你必要皇妹 也就是文杰公主 并非玉杰之神 她和傅月华关系很好 但却突然遭逢变故 失了真结 虽然这件事没传出去 但是知道的都知道 按说你必要皇妹 这一辈子都毁了 却遇到了傅月华 你可能不了解 驸马这臭小子 她不太喜欢金银朝堂 当初可是拒绝过 你父皇封官的 但是她为了你皇妹 为了傅月华 还是站了出来 所以啊 她是个念情的人 只要你能和她 处好关系 她会是你的左膀右臂 当然 若是不能 只能趁早杀之 她虽然念情 但更是狠人 辛罗现在不说 十世九空也差不多 年后要是出兵 辛罗必亡 不过依孤看 辛罗应该是会递上降书 嗨嗨 说着说着 李阔就咳嗽了起来 一旁的王德发 赶忙上前掏出一颗药丸 递给李阔 并递上温水 等李阔吃完药后 忽然就异性阑珊 有些乏了 被子女被刺 是个人都受不了 可是舔毒情深 又不忍心看她去死 陈罚了 你回去吧 太子行礼 告退道 父皇安生休息 而臣告退 都想杀爹了 自然不会太关注 李阔的身体 走出宫殿 太子不禁有些头疼 如果是女人和金钱 怎么才能百分百地 将李修竹 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呢 太子给官员送礼 可不是贪污 无论是金钱还是女人 都只能说是拉拢手段 拿钱不办事 固然会怕她秋后算账 但是若是投奔她爹 她也没辙 还有她父皇是什么意思 一日 李修竹看着手上的勤俭 眉头微皱 怎么回事 这太子是失了智 怎么突如其来的 让自己去东宫见面 不怕皇上的人发现 不过看着东宫二字 李修竹不禁笑了笑 不出他所料 皇帝老儿 果然还是要扶持太子 可惜 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 就算是皇帝 也不过是在走他安排的剧本 是夜 李修竹乘车来到了东宫 刚一进门 就见太子带着一个女人 走了过来 驸马 你可让本宫等得着急了 一会 可得自罚三杯 李修竹看了看天色 卯是没错呀 可能是太子等早了 我看天色 刚刚好 不过 既然太子开口了 那臣自罚三杯 也是应该的 太子文言一拍额头 可能是期待太久 没注意时间 倒是本宫的不是了 自罚就算了 不过等会 可得陪我们夫妻多喝两杯 说着 太子看向萧荣瑜继续道 这是太子妃萧荣瑜 也是你的嫂嫂 不用见外 陈李修竹 见过太子妃 萧荣瑜连忙微微拱手 行了个平礼 太子妃见过侯一眼 走 外面不是说话的 咱们且回去说 三人进了会客大厅 只有一张桌子 和宴席有点区别 太子将所有人并退 这才开口道 今天是家宴 有别人不好 就让荣瑜来倒酒吧 修竹你也不用称呼太子 太子妃 就称哥哥 嫂嫂就行 李修竹也不拒绝 知道这是太子的嗜好 这个时候拒绝 那么就是敌人了 李修竹闻言笑着开口道 那好 我就确知不公了 李修竹看着倒酒的太子妃 好奇地打量了一眼 看着太子妃那温婉如玉 又带着高贵的样子 李修竹不禁心生好感 不过他没多看 毕竟是太子的媳妇 现在自己和太子 可是向着蜜月期出发的 到好久 太子妃也看了看李修竹 见眉心目 英俊潇洒 也让太子妃 生出了几分好感 随后看了一眼太子 按道如此人物 应该不如太子一般 喜好男人吧 想到太子的喜好 他就有点自怨自怜了 本以为太子妃风光 前途无量 可谁知 竟然是守活寡幻来的 修竹 荣瑜 我们起一杯 这时李修竹忽然一正 大哥你不喝酒 太子闻言笑着开口道 我在调理身体 御医给泡了药酒 要每天喝三杯 同时不能多喝 若是妹夫不幸 可以陪哥哥喝这药酒 不过这药酒是御医 为哥哥量身泡的 你要是喝出什么事 我可不负责的 而且 这不是由你扫扫 陪你的吗 你怕什么 李修竹露出了笑容 大哥说哪里话 既然大哥不方便 那就喝点药酒就好 太子说的没错 太子妃也喝了 她还敢同时毒死两人不成 如果敢 那么她也就废了 如此狠毒之人 没人愿意她坐上皇位 而且她身怀绝世内力 完全可以用内力 先包裹住酒夜 等一会看看太子妃反应 再决定是否吸收 三人举杯碰了一下 李修竹当先一饮而尽 杯子不大 也就半两酒 加上这个时代的酒 除了烧刀子 普遍度数不高 喝一杯 就跟喝了一听 real一样 来 先吃点菜 这烤羊肉 可是我找西域的厨子弄的 味道正宗 是难得的美味 李修竹闻言 结果尝了一块 外酥里嫩 混合着滋然和盐巴的味道 确实美味 可惜没有辣椒啊 要是再来点辣椒面 那不是YYDS 辣椒他倒是找到了 苏澄澄那之前弄到的 但是那点辣椒就一株 还没熟透 来 这第二杯呢 就算往日恩怨 一笔勾销 这都弄上说辞了 这不得干一杯 来尝尝这鲍鱼 可是八百里 夹即送到京城的 做之前还是活的 李修竹愣了一下 京城吃海鲜 这必然是妥妥的科技 不对 说顺嘴了 这必然是有钱大佬啊 鲍鱼是炖煮的 因为没有酱油 没办法做经典的红烧口 不过别墅 炖煮的鲍鱼 也格外不错 不但汤汁里有大海的味道 连带着脆脆的 口感也相当不错 大哥这鲍鱼确实难得 你也尝尝 太子白白手 算了 我还是更喜欢这羊鞭 可惜就这一根 不能给你了 李修竹猛然就尬住了 拜托 我不吃得好不好 嗨嗨 鲍鱼就挺好 我喜欢大海的味道 行 那你多吃点鲍鱼 随着三杯酒下肚 大家都放开了 因为太子非在 李修竹并未和太子讨论计划 不过李修竹也挺猛逼 他本以为这太子 是因为要合作呢 看驾驶 也确实要合作 但是你合作 为何还留个不相关的人在 真以为他你老婆 你就可以无所顾忌吗 很多大佬 都是被女人背后统一到的好吧 等等 李修竹这么想着 忽然想到了自家老婆 好像自己也没怎么瞒过他们 这 不会被背后捅刀子吧 要是能反向偷听 心声就好了 若是有人想卖他 总有蛛丝马迹的 妹夫在想什么 李修竹文言回神 开口道 在想 大哥为何刚回东宫就请了我 太子文言一正 我没说吗 仔细想了一下 好像是没说 他也大概猜到了 李修竹为何这么问 毕竟人不傻 是这样的 父皇和母后说 要我和妹夫 你好好相处 所以妹夫放心喝酒就是 不会出任何问题的 李修竹一正 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 这和自己想的 似乎不太一样 皇帝那老英帝 不是想着铲除我吗 而且他明知道 我和太子有过节的 他怎么敢 怎么放心的 是有后手 还是说我这段日子 麻痹了他 李修竹也一边和太子夫妻喝酒 一边思考着问题 这一思考 对酒的控制 就没那么严密了 顿时就有不少酒业 漏进了胃 不过李修竹也没当回事 太子妃都喝了半天了 除了有点脸红 眼神有点迷离 没有其他一样 而脸红和迷离 都符合醉酒的样子 此时的萧荣瑜 逐渐开始难受起来 眼神迷离地看着两个男人 恨不得让他们狠狠地欺负自己 然而仅有的理智和矜持 让他强行忍了下来 加上没体会过 一时间还能控制自己 殿下 臣妾不胜酒力 就先回去睡了 太子看了一眼萧荣瑜 嘴角弯起 好 去休息吧 说着 太子敲响了响铃 很快就有侍女进来 将太子妃萧荣瑜扶了出去 萧荣瑜此时眼睛里 都有点重影了 自然没发现 扶她的侍女 居然不是自己的贴身丫鬟 太子在看向李修竹 心中佩服了起来 喝了那么多 还这么清醒 奇怪 不过不急 酒还有 看她能撑多久 来 妹夫 我祝你未来财运亨通 美人不断 李修竹一听 这好啊 全都是自己喜欢的 成太子鸡眼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李修竹也被灌多了 浑身酒气 热气熏熏的 太子看向李修竹开口道 妹夫这样 也不方便回去 不如去偏店休息休息 明日我再送妹夫你回去 此时李修竹已经迷了 然而更让她难受的是 那生腾起的热气 李修竹一边撕扯着衣服 一边轻声道 女人 给我女人 太子笑了 轻声说道 放心 本宫这就给妹夫你安排 先回屋 李修竹四世听到了 安排和回屋四字 迷迷糊糊强绷着精神忍了下来 太子跟着两个侍女 亲自带着李修竹进了偏店 这才将房门一锁 记得 不要让任何人进去 不然你们两个小命不保 守在门口的两个侍女 顿时一礼 太子放心 我们不会让人接近这屋子半步 第二日 李修竹人妈了 倒不是因为身旁有个女人 而是因为这女人的脸 这TM居然是太子妃 混蛋 是谁陷害我 李修竹神色变幻地思考着 这个时候她肯定不能走 毕竟太子妃都被弄坏了 走自己不说有没有事 但是太子妃肯定死翘翘了 可太子妃怎么会在这 她若是喊叫 怎么会没人来查她 等等 室内酒 李修竹脸上明灭不定 用屁股猜 都能猜到 这是和太子有关了 太子这是要用太子妃除掉她 倒是好大的手笔 可为何现在还没人来抓紧 这太子葫芦里卖的 到底是什么药 就在这时 房门敲响 侯爷醒了吗 太子殿下来了 来了吗 李修竹叹了口气 看向身后的人 随后穿好衣服 打开了房门 门外正是一身整齐的太子李承泽 不等李修竹开口 太子就当先笑着开口道 驸马昨夜睡得可好 此时李承泽脸上 尽是真诚的笑容 让人看不出丝毫不满 李修竹嘴角微抽 这孩子怎么个意思 他是不知道里面躺的女人 是太子妃吗 太子的东宫还用说 自然是顶尖的好 那就好 说着太子一顿 继续道 是尽无聊 还是换个地方 李修竹一听就懂了 这话的意思就是 他知道了里面的人是谁 既然人家都不介意了 自己介意个什么 太子请进 虽然是客房 那也是什么都齐全的 前屋和后屋 自然是隔开的 太子坐在椅子上 挥手让其他人出去了 这才看向同样坐下的 李修竹开口道 妹夫 你也别怪大哥 大哥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李修竹一致 看着这个头上长草的大哥 不经无语 多难言的苦衷 至于你把自己老婆送来 李修竹不理解 心中也直呼离谱 不过他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 李承泽现在不叫人 而是和他谈 必然是有求于他 大哥言重了 有什么事说一声就好 其实不必如此 李承泽苦笑了一下 说道 也不知道你听过没 其实大哥养过一个男宠 李修竹神情一动 隐隐有了一点不成熟的猜测 李承泽继续道 你可知道 我贵为太子 皇位的接班人 为何要谋反 李修竹嘴角一抽 将那个最不可能的答案 抽了出来 去掉所有错误答案 那么答案再离谱 也是真实的 大哥 你是为了那个男宠 看着李修竹震惊得 都合不拢嘴 李承泽尴尬地点了点头 似是追忆 带着真情地开口道 我十岁时 他就跟着我了 是我从小的玩伴 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和太子妃 成婚的那一天 看着太子妃 我就想起了 李修竹没忍住 这咋说了半天 都没说到正题呢 拜托 我想听你这托儿戏吗 听不下去的李修竹打断道 所以太子陛下 遇到什么难事了 李承泽一致 忧愿地看了一眼 不解风情的李修竹 这才道出了实情 父皇说 得太子妃有了孩子 才会传位给我 一瞬间 李修竹又开始脑补了 是不喜欢女人 还是不行 难不成太子是个哦 李承泽自然不知道 李修竹的想法 不然脸色就不会这么阳光了 说着 李承泽到了杯茶 边喝边继续道 我对太子妃 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 就算不是你 也会是别人 但如果是你 咱们就是一条 绳上的蚂蚱了 我不但能更信任你 同时你也得了好处 不是吗 不然 就算驸马你真心实意帮我 我也不敢完全信任你 李修竹没忍住 诧异地问道 所以太子觉得 我这是得了好处 虽然太子妃容貌轻利 气质温婉贤淑 但我像是缺女人的吗 诚然 站在天下人的角度 可能都觉得我得了好处 但太子殿下是怎么觉得 这好处顶得过麻烦呢 李承泽仔细一想 要是换了自己 怕是自己也不乐意 接受这个好处吧 皇帝的子嗣 必然不会只有一个 皇帝的妃子 也定然不会只有一个 若是以后妹夫 你看上哪家的姑娘 本宫可以招她入宫 嗣 突然就不气了怎么办 不但不生气了 反而有种想笑的感觉 嗨嗨 修竹一定好好扶走大哥 对了 大哥喜欢什么样的 我可以帮大哥留意留意 只要不是我就行 李承泽文言顿时有点异动 他白了李修竹一眼后开口道 我可不喜欢你这么阳刚的 白劲 柔弱一点 李修竹文言 一点不介意太子的白眼 反而松了口气 不然说不定 哪天他就菊花不饱了 行 回头我看看 有的话帮大哥弄回来 不就是头头暴力吗 我懂 找不到的话 培养点DGI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 这可是古代 吃不上饭的太多了 有的人为了一口饭 都求人贩子 把自己卖进宫 更何况只是撒撒娇 卖个萌 那可就多谢妹夫了 我们说说正事 终于拐回来了 李修竹点点头 脸色认真的开口道 说实话 太子大哥 你的太子之位 没被废视出乎我预料的 不过这也证明 目前太子依然是陛下 所认为自己子嗣里 最优秀的人 所以 太子你的处境 还是很不错的 太子一正 却听到了关键字 认为 没错 就是认为 李修竹顿了顿 继续道 说实话 皇家的子嗣 隐藏点什么 我一点都不奇怪 太子文言点了点头 也不否认 这种事 历朝历代可能都会有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李修竹想了下后继续道 在今天之前的话 我会建议你 韬光养晦 同时试探一下 弟弟们的野心 然后再看下一步 而现在的话 我需要先了解一下 陛下那边的情况 说着 李修竹看着太子问道 不知道太子可知道 陛下对我态度 太子一正 没想到李修竹 会直接问他这个问题 若是今日之前 他定然不会说的 但是因为太子妃的缘故 他并没有隐瞒 仅仅是沉默了一下后 太子就开口道 父皇和母后 都让我拉拢你 但是父皇说 若是我无法和你除好关系 那么就会除掉你 李修竹一正 没想到李库会说这种话 这句话明摆着 就是在告诉李 承则皇位是你的了 究竟是什么 才会让李阔 说出这种话来 他总觉得 自己遗落掉了 什么关键的点 与此同时 皇宫太医署 弯弯眼神中 带着朦胧的光 看着面前的太医 轻声嘻喃着 李发 我是你的主人 从今天开始 这个声音就是你的主人 是 这个声音就是我的主人 现在说说 陛下为何找你去 太医李发文言 如同梦义一般开口说道 陛下丘烈的时候 伤到了根本 找我去把麦看看 弯弯一正 没想到会是这个回答 紧接着就皱眉问道 伤了根本 多严重 我估计 大概还有五六个月的时间 弯弯没想到皇帝老儿的情况 这么严重了 紧接着就是心中意紧 若是这样的话 岂不是皇帝老儿 会在五个月内 对师父一家动手 弯弯皱着眉 想了许久 才对着太医李发说道 你会忘记我的样貌 只记得我的声音 并且不会对任何人 出卖我的存在 是 我会忘记主人的样貌 只记得主人的声音 不会对任何人 出卖主人的存在 弯弯闻言 转身就走 至于王德发 失去了一魂大法的催眠 很快就清醒了过来 清醒过来的那一刻 他知道自己有了个主人 也记得主人的声音 却忘记了主人的向往 将陛下病情告知主人的事 他隐隐觉得不妥 但是却不想告诉任何人 这一刻 身为医生 他察觉到了自己的状态不对 可是到了此时 他已经没办法改变什么 弯弯回到了交房殿后 开始闭目养神 虽然他的内力 已经激进绝世 但是灵魂修行并不够 此时的他 最多也只能催眠 三流高手和普通人 此时的他 仿佛被打通了认读二脉 这场游戏 已经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边李修竹也送走了太子 对太子的话 他相信了七成 等到他回到内屋掀开被子 看到那前后沾满白玉的血字 才彻底相信 好家伙 谁能相信 太子坐拥小半的天下 居然不好女色好男色 这 别说了 大舅子 等我送你上皇位 李修竹待到下午日落太子妃 萧荣瑜才梦一着睡醒 看到李修竹 萧荣瑜脸色一红 紧接着就是发白 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萧荣瑜赶忙开口道 你快走 天亮了你就走不了了 李修竹看了一眼快黑的天色 眨眨眼 你在担心我 我走了你没事吗 萧荣瑜咬牙 低声说道 你胡说什么 我恨不得杀了你 你坏我明捷 我岂能担心你 我是担心 你在这里牵连我和我的家人 快走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 都不是很在意 李修竹上前 在萧荣瑜耳旁轻声道 趁着天还没大亮 咱们再来一次吧 你 你疯了 你再这样 我叫了 李修竹嘴角不受控制的弯气 在萧荣瑜耳旁继续道 你叫啊 太子妃 你也不想咱们的事情 被太子知道吧 萧荣瑜妈了 没见过这么色胆包天的人 你不要命了 我还要呢 求你了 求你先走好不好 日后我找机会行不行 这时 一阵敲门声传来 萧荣瑜更是浑身一僵 瑟瑟发抖 惊恐地看着前屋 下一刻 当一个侍女端着一盆水 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 她顿时面如死灰 完了 都完了 不等李修竹开口 萧荣瑜就一把 搂住了李修竹的头 快速低声开口道 别回头 翻窗跑 我不会供出你的 你不承认 她就没办法把你怎样的 李修竹忍不住地 浮现出了地铁老人 问号脸的样子 你这不太聪明的样子 也太蠢萌了吧 你是不是忘了 这是我屋子了 你出现在这 我跑不跑没太大区别吧 萧荣瑜仿佛被李修竹一点 终于恢复了一点点理智 看向侍女 对李修竹轻声道 那你杀了她 然后我跑 只要没人抓住我 我们都不会有事 侍女 太子妃 你是不是没注意到 我离你挺近的 而且 我还会武功好不 你这么说 不考虑下我的感受吗 行了 不逗你了 都天黑了 起来吃饭吧 李修竹拍了拍 萧荣瑜的脸颊 说完起身 当先向外走去 走出去的同时 对侍女吩咐道 好好帮太子妃收拾一下 记得出门的时候 小心一点 别被人发现了 太子东宫 也有皇帝眼线 甚至可能不仅仅是皇帝 不过门口这两个侍女 可都是太子心腹 是 侯爷 李修竹和太子 吃到一半萧荣瑜才到 看到二人 萧荣瑜不知道 自己现在是什么个心情 紧张 恐惧 刺激 还有莫名其妙 和不知所措 看萧荣瑜站在一旁不敢坐 太子开口道 坐吧 萧荣瑜刚想往自己 昨天的位置坐去 就见太子眉头一皱 坐妹夫身旁 萧荣瑜一致 一句话也不敢多说的 坐到了李修竹身旁 紧接着又有点羞涩 李修竹 可是他实际上的第一个男人 李修竹将手放在了萧荣瑜腰上 顿时让萧荣瑜身子僵了起来 李修竹感受到了 萧荣瑜的状态也不在意 直接开口道 以后没人的时候 在我面前 你就是我的女人 没人会伤害你和你的家人 但是在外人面前 你还是要装好 哪怕是没人的时候 也要谨言慎行 这东宫 各方的密探不少 太子一正 诧异地看向四周 本宫的宫中有很多密探 李修竹点了点头 最少三拨人吧 现在外面的宫墙上 阴暗的角落中有一波 不过现在 外面有人把守 他们倒是没靠近 另外 我昨夜来的时候 前约有人盯着我来着 中午那回大哥你来找我 我察觉到 有人在拐脚偷窥 这第二和第三伙人 都没陷在宫墙上的专业 肯定不是一起的 听到李修竹的分析 太子沉默了一下 有一伙人必然是父皇派来的 这点他可以肯定 可是剩下的两伙人呢 今日要不是妹夫开口 我还不知道 我这小小的东宫 隐藏着这么多眼线 不过太子笑了笑后 并未当回事 不是他不在意 而是不能处理 别的不说 就他父亲的人手 若是被不小心处理了 他都得有大麻烦 李修竹也没再多说 吃过饭后 起身告辞了 等他离开后 太子妃萧荣于 看向太子沉默了许久 终于在太子要走时没忍住 殿下就未曾有过一点不舍 太子准备离去的步伐一顿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就好 若是被人知道 你一家的命都保不住 萧荣于扯出一个怪异的笑容 我没想反抗 事实上 我对咱们媚婿还是有好感的 我只是好奇 殿下真的一丝丝 不舍和犹豫都没有吗 毕竟 我是太子妃 太子回过头 看向萧荣于 盯着他看了三个呼吸后 才开口道 确实有犹豫 我犹豫未来要不要立 你们的孩子为太子 毕竟这是我皇家的传承 后来想想 似乎问题也不大 我可以把皇位留给弟弟 要是没有弟弟争气 给你们的孩子 也不是不行 反正这皇位我做过了 未来给谁都差别不大 我想要的 不过是自由自在 未来有能力保护我爱的人 萧荣于没想到 会得到这么个答案 这人是什么精神病 以后尽量离这傻缺远点 嗯 晚上睡觉得插好门 不过对这种精神病 萧荣于就更没胆子忤逆了 殿下放心 妾身会做好该做的 尽快为殿下生个笼子 嗯 好好休息吧 等李修竹回去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 几个老婆还没睡 怎么 这是在等我 傅月华眉头一皱 问道 怎么去了一天一夜 李修竹笑了笑 昨晚上喝多了 今天睡到下午才起来 索性吃个饭 我记得我让太子 吩咐老马回来报信了 老马没回来 回来了 但是老马说没见到你 家上都天黑了还没回来 我们有点担心了 李修竹上前一把抱住了 傅月华开口道 这不是回来了吗 实在是这次喝得有点多 让你们担心了 说着话 深吸了口傅月华 勃耿间的香气 精神了不少 猛然间 他又想到了太子妃 那前后染血的画面 顿时间又有了兴致 看向一旁的几个女人 开口问道 晚上一起睡 顿时间 女人们脸色一红 当先李碧瑶 弄月 西红泪 就站了起来 傅君回来了 我就先去睡了 嗯 我不太方便 我也是 说话间 陆陆续续地走了六七个 只剩下没跑掉的傅月华 李琉璃和李诗诗 一日一早 缓过近来的傅月华 忽然想起了一些事 看向李修竹 却发现 夫君已经不在了 傅月华穿戴整齐后 出了主卧 就问道 姑爷走了吗 没 在前厅和几位夫人再吃饭 傅月华这才松了口气 向着前厅走去 与此同时 义正殿内 有本起奏 无本退朝 礼部侍郎孙靖阳 上前一步 陈孙靖阳 有本起奏 准 新罗使臣已于前两日出发 准备在年关前递交降书 不知陛下可有底线 李阔文言 顿时露出了一个笑容 当皇帝的人 没人能拒绝开疆扩土的功绩 让他们割让辽东以北 怎么谈看你们礼部了 朕的底线是五座大城 底线就是五座大城吗 这一刻 压力来到了礼部 要知道 辽东以北一共才八座城 不算新罗后方 这可是一下少了三分之二的领地 就是算是新罗后方 这也是小一半的国土领地了 孙靖阳头皮有点发麻地问道 陛下 要的会不会太多了 多 如果他们觉得多 可以等开春之后灭国 孙靖阳文言一正 好吧 现在情况确实不一样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也不是不能谈 陈灵指 李阔则是看向傅文汉 傅爱卿 新罗时辰 近日来京递交详书 大运河的事情 你准备吧 傅文汉早就知道 这一天会到来 他也准备的不少了 更何况 还有爱序的可行性计划 傅文汉报权一礼 陛下 陈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年后就可开工 不过北方的洞土年后 还是有些硬的 若是从北到南 是被公办 陈建议从南到北 挖大运河 李阔文言点了点头 他时日不多了 希望有生之年 能看到大运河的开通 这件事交给你去办 朕要在五月份前 看到大运河 这一瞬间 傅文汉简直觉得李阔疯了 五个月看到大运河 你咋不去飞 陛下 大运河没说五个月 就是五年也未必能挖通 五个月 陈 无能为力 要知道 在李修竹的历史上 杨广动用了五百万人力 挖了六年才挖通的大运河 人手不够就多招点 钱的事你不需要担心 但是五个月 朕一定要见到大运河 这 看傅文汉还想再说 李阔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好了 傅爱卿若是没注意 可以去请教冠军侯 冠军侯才思敏捷 还会起因巧计 相信有他帮忙 问题应该不大 傅文汉最嘴角抽了抽 话是这么说的吗 这不是百名坑人吗 就算是财思敏捷 会起因巧计 也不能把几年变成几个月吧 真要那么做 恐怕和秦始皇修长城一样 得惹得名怨沸腾啊 不过傅文汉并未再说 而是打算回头去问问自家女婿 若是问了以后还办不到 那么他也就没办法了 接下来的是一些日常杂事 傅文汉的心思不在了 以至于后面都没听仔细 与此同时 傅月华坐到了李修竹身旁 先是成了一碗粥 这才说道 修竹 你看什么时候 你去把成城接回来吧 李修竹一正 开口道 过两天吧 今天我要带你们出去玩 明天是小年 我答应了云霜 明天带她单独出去玩一下 说着李修竹顿了顿 是成城那边让人传话来的 若是苏成城的话 那还真是拖不得 不然怕小丫头会胡思乱想 傅月华文言开口道 确实是那边传的话 不过不是成城传的 是成城的母亲苏伯母 苏伯母 李修竹嘴角抽了抽 这个称呼 怎么就那么别扭呢 行 你让人给那边传的话 最迟七天内我会过去 傅月华点了点头 忽然又想到什么 赶忙开口道 对了 昨天翠云说 咱们家门前的枝头上 多了一朵红花 他说是夫君你 让他注意的 不过夫君你不在 只能告诉我了 不过你不在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说到这 傅月华有点脸红 悠悠地白了李修竹 一眼继续道 昨晚上夫君你回来 就打算告你的 结果 结果不用说 自己太急色 让他没来得及说 但这话 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吗 虽然傅月华没说 但是李修竹懂了 不过 就算昨晚上说了 也无济于事 他和弯弯定好的 是当天下午黄昏时分 他昨天到家都天黑了 没事 问题不大 下次我会安排好的 李修竹确实疏忽了 自己不在的情况 虽然说自己是个宅男 但是意外太多了 不说以后可能时常去太子那 还有城外的宅子呢 既然这样多安排一个宅女和 弯弯接头很有必要 嗯 还必须是有能力够果决的 李修竹想了想 倒是有那么两个附和的 不过他忽然想起了杜三娘 杜三娘本就知道弯弯 而且实际掌管过杜家庄 是杜家庄的二把手 能力也是有的 就在这时 翠云又匆匆跑了进来 他先是看了看傅月华 后来一想 傅月华已经知道了 当即说道 姑爷 门外的树上 又多了一朵小红花 这么着急吗 李修竹看向傅月华 傅月华有点无奈地开口道 夫君先去处理吧 李修竹点了点头 起身向着前院走去的同时 对翠云说道 翠云你去叫三娘到门口 是 姑爷 身后的傅月华听到了 也当没听到 反正当杜三娘进了家门的那一刻 无论之后收不收 他们就不会有太大的惊讶了 不过此时也就是李修竹不知道 不然高低得喊声冤 他可真没想 李公子 嗯 我们走吧 李修竹没坐马车 带着杜三娘朝着远处走去 既然是白天 那就先随处逛逛 甩掉后面的尾巴 要是马车 反而不好甩掉他们 李修竹二人 先是到了白虎街逛了逛 白虎街算是除了青龙街外 最繁华的街道 但是要论人多 还得看白虎街 青龙街接待的客人 大部分是富裕人家 商骨 以及官员子弟 而白虎街的主要客人 则是平民百姓 也许他们消费能力不行 但是架不住人多呀 李修竹二人在这里逛了逛 突然李修竹 察觉到一旁的杜三娘没跟上 李修竹一正 回头望去 看到杜三娘停在了一个摊位前 正正地看着上面的一个首饰玉扣 老板 这个多少钱 姑娘真是识货 我这玉扣 可是殿南国来的 是一等一的翡翠 而且肿水色头极好 杜三娘文言不耐地说道 你就说多少钱好了 买得起我就买 买不起我就走了 嗯 二十两银子 好家伙 一个玉扣 要两万的铜板 大哥 你这不该来百虎街摆摊 该去青龙街啊 杜三娘一正 也没想到这么贵 好在她可是杜家装出来的 别说二十两 二百两也买得起 但是当她掏香囊的那一刻 顿时间一致 好看的眉头皱了起来 快速拍打了一下身上 我银子呢 是忘带了 还是被偷了 要是往日 丢就丢了 顶多郁闷一下 可 可那个玉扣 就在她脸色变化的时候 忽然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 怎么了 是没带银子 还是被偷了 杜三娘看到李修竹 脸上一松 随后叹气地开口道 我也不知道我带了没 一般我都是随身装的 应该不是忘带了 不过也说不准 至少我没察觉到小偷 李公子 能不能借我二十两 李修竹本来还打算搞搞价呢 但是杜三娘这话一说 她就知道 想搞也搞不下多少了 还得磨不少时间 顿时间也不磨迹 掏出了一定二十两的银子 递给摊贩 老板 这个平安扣 我们要了 贪贩此时 露出开心的真挚笑容 这位客官 您可真是疼你未婚妻 诸二位百年好合 死 有两下呀 这么会说话的吗 这小老板 不可能没听清杜三娘 叫李修竹李公子 但还是这么说了 可见是个有眼力的 杜三娘文言 脸色泛红 却没有反驳 她本就心仪李修竹的 需要我帮你戴上吗 杜三娘文言 目光灼灼地看向李修竹 可以吗 李修竹一致 随后上前一步 将被红绳记者的玉扣 记在了杜三娘的脖梗上 随后 李修竹拉开了杜三娘衣领 将这个平安扣放了进去 微微的梁意 激起了一声吸气声 但吸气声的主人 却仿佛不是梁的 那犹如真红的脸颊 似乎在说她的心跳得很快 谢谢 我回去后还你钱 李修竹摆摆手 还什么还 就当我送你的礼物了 说着 李修竹顿了顿继续道 不过我很好奇 你杜家庄应该不缺玉器吧 即便是店男的 你也不至于看呆了眼才对 杜三娘文言沉默了一下 连脸上的红意都消散了很多 我小的时候 我娘送过我一个平安扣 和这个颜色 大小的几乎一模一样 后来 我娘走了 前几日我被抓上吕梁山的时候 玉也碎了 好家伙 这么狗血 也是那个时候 你出现了 好吧 狗血竟是我自己 不管怎么说 李修竹知道自己 在杜三娘心中的分量了 犹如神赐之神 还恰巧送个和母亲 类似的平安扣 这谁能拒绝的了 就在杜三娘 还沉浸在伤感中的时候 李修竹忽然开口道 你累了吧 我们去找个客栈谢谢 客 客栈 杜三娘目瞪口呆地 看着急色的李修竹 不知道她是怎么说出 如此杀风景的话来的 又不是不给你 可是你这样说 真的好吗 我才刚感动到好不好 虽然杜三娘心中 暗骂李修竹直男 但是纠结了一下 还是硬了下来 行 行吧 李修竹似乎是察觉到了 杜三娘误会了自己 但并未开口解释 而是带杜三娘 在不远处的客栈开了个房 看了一眼背影的后相 李修竹递给杜三娘一件袍子 穿上 我们走 走 似乎没想到这个答案 杜三娘下意识地继续道 你不是来睡 嗯 没事 似乎意识到 自己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杜三娘赶忙停了下来 杜三娘红着脸 暗骂自己胡思乱想 也是 她可是早就送上门一次来着 从窗户到了后巷 李修竹并未直接绕出来 而是绕过了客栈 和一个布庄 这才从另一条街道出去 到了青龙街 二人进了云竹楼 果然不出李修竹所料 弯弯果然已经到了 看到李修竹 弯弯面上一喜 不过还不等她有所动作 就看到李修竹身后的杜三娘 杜三娘你怎么来了 杜三娘一正 看向弯弯那平淡至极的容貌 看向李修竹问道 这是弯弯 她可是记得弯弯极美来着 这怎么回事 易容 李修竹点头 看向弯弯开口道 师父未必每天在家 日后我不在了 就由三娘跟你联系了 李修竹说着 看向杜三娘 以后若是我不在家 翠云和你说 门外的树上有红花了 你就来见弯弯 若是有要紧是 以弯弯的事情为准则商议 杜三娘听到李修竹的话 看着李修竹问道 为什么是我 这不只是杜三娘好奇 就是弯弯也很好奇 李修竹开口道 虽然家里不是没人了 但是同时具备果决 武功高强 且有一定的实力管理经验的 只有你 西红磊 红磊不方便出面 你是最好的选择 杜三娘问的不是这个 嗯 我问的不是这个 这件事 应该很重要吧 我是说 你为什么会选择相信我 西红磊作为你的女人 更值得相信吧 李修竹文言笑了下 如果你不是主动来报恩 我也不会相信你 可在你明明可以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 你还来主动报恩 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你一下 杜三娘文言脸上挂上了欣喜的样子 谢谢 你很有眼光 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 李修竹笑了笑 转头看向弯弯 弯弯 你是有什么事这么着急找师父 弯弯文言立刻回神 看向李修竹说道 师父 我得到了一个准确消息 陛下 他可能活不久了 听到这句话 李修竹一正 紧接着蓄绕在脑海里的谜团全解开了 原来李廓命不久矣 难怪他没废掉太子 难怪他想帮太子铺路 除掉自己 还有多少时间 太医说大概能拖住六个月 不过和陛下说的 还有五个月的时间 行 我懂了 既然已经理清了头绪 那么剩下的事情也就简单了 李修竹并未久留 和弯弯分别后 再次带杜三娘回了客栈 他现在表面上是个普通人 若是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李廓的监视下 那才是麻烦 让李修竹没想到的是 刚回家 家里就来了一个他没想到的客人 岳父大人 怎么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 若是有事找我 让人通传一声即可呀 来人正是他的老岳父傅文汉 傅文汉笑着摇头道 为父闲来无事 走走也是好的 对了 月华有身孕了吗 李修竹一致 这是来催娃的 躲过了催婚 没躲过催娃 嗯 岳父大人 我和月华还小 您可能不知道 女子未到十八 怀孕的话 很可能会难产 所以 我打算等月华十八了再 傅文汉没想到 还有这一说 顿时间就担心自家姑娘了 可以想到李修竹那一院子小妾 傅文汉嘴角微微抽了下 他一有所指示说到 月华毕竟是正妻 月华不怀孕的话 其他人的话 李修竹顿时明白 傅文汉的意思 父亲放心 不管月华生的早还是晚 都是会继承家业的那一个 嗯 这话说的 好吧 是他做小人了 不过没办法 他不为自己女儿考虑 还为别人考虑 嘿嘿 这次我来 其实是有事想问你 李修竹一正 随后想到了陛下命不久矣 再想到大运河的事情 还以为是大运河不休了 大运河 傅文汉一正 这是可是早朝的时候才说 女婿这是怎么猜到的 难道是朝堂上有女婿的眼线 这可不能玩过火呀 没错 修竹你的意思是 李修竹文言开口道 既然陛下不准备修大运河了 那就别修了呗 说实话 修大运河确实劳民伤财 这一刻 傅文汉知道自己想差了 看来是女婿猜的 而且猜错了方向 傅文汉摇了摇头 开口道 不是不修了 只是陛下说 只给五个月时间 五个月呀 苏杭距离京城小两千里 而这还是陆运距离 想从京城打通到苏杭的运河 少说得两千多里 别说两千多里 五个月五百里为父也难办到 李修竹点了点头 要知道杨广修大运河 可是用了六年 五个月 当他老丈人是神仙呢 玉山开山 当时后世有挖掘机呢 就在李修竹这么想的时候 却发现老丈人两眼盯着他 李修竹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无鱼子了 嗯 岳父大人这么看着我 该不是觉得 我能帮岳父大人五个月 修好大运河吧 傅文汉叹了口气 为父也知道不可能 但是陛下非要让我来跟你去取经 哎 陛下这 李修竹没想到 李廓那老小子 临死还不放弃大运河文言 也是无奈的 如果有一千万壮丁 百万后勤的话 也不是 不是不行 傅文汉一正 紧接着摇了摇头 如今再次的人口才八千万 还要算上老弱病残 要想聚集一千万壮丁 那可就不是沿途城镇能解决的了 得调动大洲一半壮丁才可以 而且 若是那么多人 兵丁只能起到监工的作用 而无法再去做藏兵与民了 一千万人基本办不到 李修竹文言笑笑 宁老就和陛下这么说 反正办法可以想 但是人不能少 另外就是除了人 还要用到火药 火药 傅文汉眉头皱了起来 虽然火药威力不显 但若是火药多了 那也是很吓人的 因此 火药这种东西 历来是受到管控的 对 在紧密环境下 火药的爆炸力会有质变 到时候 开山或者松土都需要用到 相信土地松软如豆腐后 那么工期就能缩短出来 配上人手 再改进一些工具 半年内应该能完工 听到李修竹说得这么详细 虽然傅文汉不理解 也大致信了李修竹的话 只是一千万壮丁拿稿 这时傅月华走了进来 父亲 到饭点了 咱们先去吃饭吧 傅文汉一正 到饭点了 完 该不会让女儿 认为自己是来蹭饭的吧 嗯 饭点了吗 要不我还是回去吃吧 傅月华一脸淡然地开口道 既然这个时候 在女儿家里 自然不能让父亲 你饿着肚子回去 父亲是想让女儿 被悠悠重口戳几两骨吗 私药不要这么大帽子 嘿嘿 那就去吃饭吧 说着 想了想 他觉得 还是有必要解释一句 月华 你相信父亲吗 其实 我真不是来蹭饭的 傅月华很给父亲面子 并没有拆穿父亲 谢 自家饭是夫君 专门培养起来的厨娘做的 可比豹大做得好吃多了 虽然父亲第一次来 但是无论是妹妹还是母亲 都经常来蹭饭的 而且掐点掐的和父亲一样 刚好开饭前 而且也如父亲一般 说不是为了蹭饭而来 为此 他还回去调侃过一次 呃 这姓就说得很灵气 有种连他都不信的错觉 不过当到了饭堂 好吧 女婿家的饭真香 要不下次他也跟着来 哎 都怪报大 都是一个师父 怎么就差距这么大 吃过午饭后 李修竹就休息了 今天本来想带妻妾们去走走的 可这都过了五十了 晚也晚不了多一会 只能计划搁浅到后天了 不过小年开始 庙会每天都在 一直到过了大年初一 也许可以去玩两遍 一日一早 李修竹去了父府 好久没见陈氏了 这次难得见到 刚一见到李修竹 陈氏就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容 修竹回来了 云霜都等你好久了 你是不知道 这两天云霜回来 每天都念叨着这一天呢 李修竹不好意思地笑笑 总有种给人挖断根的羞愧 岳母见笑了 是我属于陪妹妹们了 过两日我闲下来 再带烟雨和宝珠出去玩一下 陈氏文言更开心了 对于二女儿的心思 她不是不懂 但是她十分看好李修竹这个女婿 事已 她虽然明知道女儿的心思 也做不出棒打鸳鸯的事来 修竹有心了 行了 去找云霜吧 这人老了 就是容易犯困 这刚出来没一阵 就困了 李修竹文言轻笑道 岳母哪里老了 正是最美好的年纪 不然哪能将岳父迷的神魂颠倒 平嘴 陈氏很高兴 脸上的笑容更多了三分 没有哪个女人 不喜欢听人说自己美的 尤其是年纪越大 也越在意 李修竹也没说谎 陈氏的年纪 也就和苏儒差不多三十一二的样子 放在后世 正是最肥美的年纪 二人出身大户 自然保养的不逊色后世的富婆 但就在这时 陈氏忽然轻遮束口 打了个哈欠 李修竹一正 紧接着脸色微变 岳母 你真的最近一直犯困 陈氏不明所以 但是看着李修竹认真的样子 还是点了点头 开口道 是啊 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 一直犯困 起来后还很乏力 玉梅还说 给我请个大夫调养调养 这有什么好调养的 可能就是天冷了犯困 睡多了 自然也会有点乏力 李修竹神色凝重地上前 一把抓住了岳母柔嫩白皙的手腕 这一瞬间 玉梅一正就要开口 但却被反应过来的陈氏拦住了 修竹 怎么了这是 虽然不知道女婿什么情况 但是家丑不可外扬 无论李修竹要做什么 她都没打算生长 她微微用力抽了抽了手腕 那抓住自己的手 却纹丝未动 这 陈氏心中一乱 眉头微皱 目光死死地盯着李修竹 岳母稍等 小婿粗通医术 您这个情况有点不太对劲 我给您把个卖 原来是这样 陈氏和玉梅同时松了口气 李修竹则是默默地将北冥真气 输入陈氏身体中 她会看到毛的病 但是她休息内功后 已经对人体结构了落指掌 但凡有什么不对劲 都能察觉出来 陈氏能察觉到 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似乎进入了自己的身体 但是这奇怪的东西 并未带给她任何不适 相反十分舒服放松 陈氏虽然不是见多识广 但也是有见识的 立刻意识到 这可能就是舞者的内力 虎也变成了舞者 这似乎没见修竹显现过不同啊 李修竹松散的目光陡然一景 面上也微微皱起了眉头 本就注视着李修竹的陈氏和玉竹 都是心中一景 有道是不怕嬉笑嘻嘻 就怕中医没眼低 陈氏的问题 不小 修竹 我这可是有了大病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确实难办 就在这时 傅云霜一袭白衣地 迈着小碎布 快步跑了过来 姐夫你来了 什么时候来的 有没有等级 李修竹文言收回了内力 松开了陈氏的手腕 转头笑着地对傅云霜说道 怎么还跑出来了 我刚遇上岳母 和岳母大人说几句 傅云霜到了跟前 赶忙对着母亲行了一礼 母亲 嗯 我们家云霜今天真好看 等回去玩玩开心便 晚点回来也可以 傅云霜文言脸色一红 但却眼神明亮地接了下来 好的母亲 云霜知道的 但就在云霜怀揣期待的时候 忽然后面传来了大呼小叫的声音 姐夫 姐夫带上我 还有烟雨 不能忘了烟雨 顿时间 傅云霜脸上一黑 转身看向两个 正跑进院子的小家伙 快跑到李修竹二人 跟前的两个小家伙 顿时间脚步一停 仿佛被吓到了似的 不过这也就是动作而已 只见两个小家伙背着手 一步一步地 小步地向着李修竹靠近 明亮地两双大眼睛 顾左右而言他 仿佛只要自己不看脚下 就没人能注意到 二人掩耳盗铃一般 这一幕 让陈氏无嘴轻笑 让傅云霜脸上更加阴沉 就在陈氏轻笑的时候 两个小家伙 也一步到李修竹身后 下一刻快速地 藏在了姐夫的身后 似乎这样 傅云霜就拿他们俩 没办法了 看着傅云霜 渐渐委屈的样子 李修竹将两个小家伙 从身后揪了出来 藏姐夫身后也没用 今天就连姐夫 都得听你们二姐的 两个小家伙文言 顿时间撅起了小嘴 看向自家二姐 二姐 你就让姐夫带上我们吗 宝珠都有好久 好久没出去玩过了 烟雨也是 求求二姐了 文言犹如半个母亲的傅云霜 顿时间脸色微变 想想两个妹妹 她自己先心软了 看到傅云霜看过来的眼神 李修竹耸耸肩 姐夫刚才说了 今天都听你的 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傅云霜脸上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随后看向两个妹妹 颜色顿时一变 犹如换脸绝技 跟着我们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听话 不能乱跑 必须时刻牵着姐姐 或者姐夫的手 如此连贯地说 姐姐和姐夫 傅云霜心底 竟然有种已经和姐夫 在一起的错觉 顿时间脸色一红 面上有点发烧 虽然没人知道自己心中所想 但是总觉得心虚 尤其还是母亲当面 李修竹见此也没什么意外 两个小家伙 本就是傅云霜待大的 如今还很心机地 玩起了苦情戏 不过李修竹 也不禁被两个小家伙 逗得不行 姐姐 我爱你 姐姐 姐姐 你做好了 宝珠永远喜欢二姐 烟雨也永远 永远喜欢二姐 看着两个小家伙嘴巴 仿佛抹了蜜 傅云霜郁闷的心情 也不禁好了许多 就是 就是 有一点点可惜 行了 行了 你们听话就好 傅云霜说着 看向李修竹 姐夫我们走吧 李修竹点头 还没来得及告辞 这边玉梅就忍不住了 姑爷 玉梅 突如其来的开口 让傅云霜诧意地 看向母亲和玉梅 李修竹看了一眼 陈氏和玉梅后 笑着对傅云霜开口道 云霜你先带两个小家伙 去门口 我还有两句话 和母亲交代 傅云霜一正 这不是典型地支开她吗 再想想母亲刚才的阻止 这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她 但是 无论是母亲 还是姐夫 都是自己可以相信的人 傅云霜 仅仅是迟疑了一下 就笑着开口道 那好 云霜带着烟雨 宝竹先上车等姐夫 说着傅云霜 牵着两个 没有察觉的小丫头 转身离开 李修竹看云霜 快消失在眼前后 这才看向陈氏说道 岳母大人的病最好是请御医来看看 若是对方有内力最好 说实话 其实小旭也不会看病 之前骗了岳母 是怕岳母不让我看 但是对于人体结构 小旭比较擅长 想必刚才岳母也有点感觉 知道小旭没有妄言吧 岳母的心伴与常人有点迥异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剩下的还得看御医怎么治疗 陈氏文言点了点头 想到之前的感觉 知道李修竹所言不虚 她没想到自己的心上会生病 看女婿的样子还病得不轻 想着几个女儿 陈氏不由的有些苦笑 看来是没机会抱外孙了 以后怕是也没机会 陪伴几个女儿了 看了一眼门外 陈氏不禁有点忧伤 难受 但深吸一口气后 忽然看向李修竹 面色淡然了起来 修竹 我想求你一件事 李修竹一正 赶忙低头行礼 岳母请说 但凡小旭能做到 绝不推辞 陈氏欣慰地笑了一下 紧接着开口道 我想请你不要将我可能生病的事情 告诉他们 李修竹一正 没想到陈氏说的是这个 呃 连月华也不告诉吗 对 不要说 李修竹稍微一想就知道了 陈氏的心意 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岳母还真是给我出了好大一个难题 好吧 我可以不说 但是岳母必须配合大夫 好好治疗 说实话 李修竹不知道 在这个时代 是否有人能治疗这个病 毕竟从西医角度讲 这个病是需要割掉瘤子才行 但是 即便是他也没办法 将西医那一套 直接拿来用 开刀需要无菌环境 书写 术后 还有消炎药 抗反应药等等 无论是哪一种 都不是一蹴而就 对于李修竹的叮嘱 陈氏温婉地笑了笑 放心 我会注意的 我也不想抛下几个孩子 就这么撒手人寰 好了 云霜他们该等极了 你赶紧去吧 李修竹藏了一礼 然后告辞离去 快出傅府的时候 李修竹停了停 收拾好心情后才 迈出了傅府的大门 与此同时 傅云霜正看着 两个激动的小丫头 目录担心 母亲和姐夫 到底隐瞒了她什么 城皇土地庙 庙会通常是过年时 在庙宇旁边 生成的集会 长安庙会 除了城皇庙 还有月老庙 夫子庙在城里 三个庙宇分立 也吸引不同的人 城皇庙多吸引百姓 和当官的去祭拜 去月老庙的 多是一些 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女子 和一些求艳遇的 穷苦书生 别以为在古代 就没有喜欢富婆 说饿饿的 事实上 谁也拒绝不了 那一口香甜的软饭 软饭虽然不好吃 但你要是有能力的话 可以硬吃 好多韩室 都乐于欺骗 涉事未深的富家女子 让她们资助自己 让她们给自己 送钱送美色 至于去夫子庙的 多是一些 求学的学子 不得制考不上 功名的世子 当然夫子庙 除了祭拜 庙会衍生出最多的 则是美食和杂耍 庙会附近的主街 早就不能走马车了 是以四人 到了庙会附近 侧街停了下来 他们来的是月老庙 这当然不是 李修主选的 而是富云双选的 两个小家伙 倒是无所谓去哪里 而是兴致勃勃的一人 守着一个马车窗帘 看着外面的风景 此时到了地方 更是开心得不得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狗子 准备撒欢了呢 到了侧街 两旁的道路 已经开始有摊位了 这地方没主街好 但是来得晚的摊主 也不嫌弃 哪怕是地方再不好 这里的收入一天 也能赶上 之前十天半个月 爬高凉粉 灌肠 羊霜肠 茶汤油茶 豆面糕 炒干 方宜进入主街 各种食物的味道 就迎面来 两个小家伙 看着那些案子上的食物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这东西真的好吃吗 肯定不如家里厨师做的 但是大鱼大肉 吃多了 谁都会想吃两口蔬菜 粒粒口 姐夫 我想吃炸丸子 姐夫 姐夫 我想喝豆汁 两个小家伙 虽然嘴馋 但是牢记二姐的主妇 一人抓着一个人没松手 而李修竹 一手抓着淘气的宝珠 一手搂着云霜的小蛮腰 妙会人多 说人山人海不为过 自然得小心 他李修竹 绝对不是贪图小姨子的美色 行 今天想吃什么买什么 姐夫买单 姐夫你真好 宝珠最爱姐夫了 李修竹问言 哈哈笑道 我记得你们没出门前 最爱的是二姐吧 怎么 现在最爱的是姐夫了 沉浸在姐夫 温暖怀抱中的 傅云霜文言也是 看向两个小丫头 似想看两个小丫头 怎么回答 傅宝珠眼珠一转 标准答案 立刻就出来了 宝珠最爱二姐 也最爱姐夫 最爱你们了 傅燕宇反应慢了点 但是他比宝珠想的还深一点 毕竟他可是 一点不刮的傅燕宇 燕宇最爱二姐 二姐最爱姐夫 等同于燕宇 也最爱姐夫了 说完傅燕宇昂起头 看向傅云霜一副 要表扬的样子 顿时给傅云霜看的脸色 更加红润 几人说笑间 来到了旁边的一个摊位 这个摊位上 正是饱足想吃的炸丸子 老板 炸丸子怎么卖 摊主一看李修竹四人的穿着 顿时露出了笑容 可观 小老这炸丸子 二十个铜板一份 你和夫人要几份 傅云霜听到摊主误会 脸色更加红润 但是却文静地沉默着 似乎默认了夫人二子 要一份吧 傅云霜一听只要一份 顿时就觉得 对不起小老头的夫人二子 当下就看着姐夫 悠悠地说道 修竹哥哥 咱们四个人 怎么只要一份啊 两个小家伙 顿时连忙跟着点头 就是 就是 姐夫 保住一个人要吃一份 烟雨 烟雨也要一份 修竹哥哥 李修竹神色诡异地 看向傅云霜 好家伙 这叫生夫人 姐夫也不叫了 就在傅云霜被看得脸红 到不知所措的时候 李修竹往前面示意了一下 咱们这可刚进庙会 前面好吃得多着呢 这份丸子 可也不少了 难道你们不想吃别的了 李修竹的话 遗落三个女孩 这才恍然 看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街道 顿时间心里赞同了姐夫的想法 不过 傅云霜还是觉得 愧对了人家 叫她夫人的期待 是已犹豫了一下后开口道 姐夫 要不买两份吧 咱们也不差那点钱 似乎是理解了 傅云霜的想法 李修竹笑着点了点头 好吧 那就来两份 小老头一直听着 本以为李修竹看得太明白 只能卖出去一份呢 哪成相 再一看傅云霜 也是个机灵人 顿时一边装丸子 一边夸赞道 公子夫人真是人美心善 小老全家 可就等着这年前几天过活呢 小老祝公子 夫人白头偕老 百年好喝 傅云霜文言更加开心了 美丽的脸上挂着羞涩和幸福 李修竹也笑了 老板还真是会说话 李修竹看了一眼 满是行人的街道 忽然开口道 这是一两银子 我要五十份炸丸子 一会路过你这的小孩子 一人送他们一颗炸丸子 送完为止 小老头一正 紧接着就面露喜色 公子真是善人 那小老儿 替孩子们谢谢公子 夫人了 公子放心 小老儿一定不会缺金少两 一定将丸子全部送出去 说着老头对着大街一声吆喝 带孩子们的都来看看了 这位公子 今日请孩子们吃丸子 凡是孩子 都可以来免费吃一颗丸子了 顿时间老头的话 将周围的人都吸引了过去 大家一眼就看到了李修竹四人 顿时间就有带孩子的开始道谢 谢谢公子 夫人 多谢 谢过公子 夫人 李修竹赶忙摆摆手 不需要如此 不需要如此 李修竹伸手接过炸丸子 带着三个小姨妹转身离开 这些丸子一般是野猪肉做的 比家主少了一些心骚 多了一点土腥味 但在香料和油脂的掩盖下 成了一种全新的味道 很解馋 味道也还不错 姐夫 这些丸子正好吃 嗯嗯 这是两个小家伙 傅云霜则是红着脸扎起一颗丸子 递到李修竹嘴边 姐夫你也吃 姐夫 姐夫 这个红红的是糖葫芦吗 李修竹一正 顿时有点心酸 小丫头都七八岁了 居然没吃过糖葫芦 虽然知道 是因为外面不安全 两个小家伙 很少出门 就算是出门 也未必碰得到 但李修竹 还是不理解 老人家都要了 李修竹掏出一两银子 买下了一大束糖葫芦 取下四串后 递给老人 剩下的包给后面 带小孩的孩子吧 一人一串吧 这个不像丸子 分的话冰糖 可能会碎掉 而且没工具 你拿手分也干净 老人愣了一下 赶忙点头 小老儿肯定会把糖葫芦发出去 公子宁和夫人 小姐人真心善 一旁一对男女路过 男的有些酸的低声道 装什么装 还不是靠爹 肯定是家里有钱的顽固子弟 顿时女人没好气地说道 你酸什么酸 这人我认识 可是父父的坠绪起家 现在贵为侯爷 人家平脸肉的豪门 你有本事 也帅到那个承诺 相辅大婚的时候 我可是宾客 看到没 这女人可不是相辅千金 这么漂亮 却甘愿做小 你要是有这张脸 也行 李修竹可是绝世高手 怎么可能听不见 听到女人前半句 还挺开心 自己是个名人 而且 这人还为自己说话 但从第二句开始 她就笑不起了 她怎么就是靠脸吃饭了 这女人 肤浅 没有看出我 盛世美颜隐藏的学识 唉 想到这 李修竹有些可惜 可惜现在没镜子 不然她高低地见识一下 自己的盛世美颜 女子的话说完 男子再次认真地 打量了一下 李修竹的盛世美颜 李修竹也不闪避 这么好看美貌 自然是要让异性羡慕 让同性嫉妒的 她不但没闪 还装作无意地 对二人露出一个 对二人露出一个和煮的笑容 孤独 这是女人吞咽口水的声音 虽然只有她自己听到 但是 她依然有些羞涩 男人一震 愤愤地低声骂道 执娘贼 长这么好看 活该她女人多 李修竹眨眨眼 这 居然敢骂我 是削她 还是不削她 姐夫 姐夫 我想喝豆汁 好吧 看在小姨妹的份上 就放过她这一次 走 我们去买豆汁 豆汁刚才本来就想买 但是因为被围观 也就没买成 这个时候 自然没有锁料杯 装豆汁的 都是新鲜的竹筒 一端开口的杯子状 因为是新鲜的竹筒 不但干净 而且还让豆汁的味道里 带上了竹子的清香 姐夫 这个豆汁好好喝 李修竹笑着擦了一下小宝珠 挂着白色枝叶的嘴角 笑呵呵地开口道 好喝你就多喝点 月老庙的小吃很多 从这里走到月老庙 不过不到五百米的距离 四个人愣是走了一个来时辰 快到五十的时候 四人才到了月老庙 此时两个小家伙 皱着眉艰难地走着 看着那鼓起的肚皮 不知道的 还以为有了呢 嗯 当然 也只是看着想 这么小 肯定不可能有 姐夫 走慢点 慢点 好撑啊 姐夫 烟雨也走不动了 李修竹美好气地 摆了两个小家伙一眼 让你们看到什么都想尝尝 这下受不了了吧 傅云霜也是好笑地 看着两个小家伙 温柔地笑着 一开始带两个小家伙 来他 还是有点不乐意的 不过看看身旁的姐夫 再看看 犹如俩女儿的妹妹 他觉得一家四口 已经是天伦之乐了 就在这时 一旁忽然窜出几个声音 我去 这是哪家好看的小娘子 这两个小的也是极品啊 可惜太小了 不然我一定让我爹 给我娶回家做小妾 李哥 这不是还有个大的妖 这个当小妾刚刚好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李修竹眉头一致 看了过去 只见五哥看起来流利流气 穿着花里胡哨的二流子 正不断打量着傅云霜姐妹 傅云霜三姐妹 自然听到了这些人的话 顿时害怕地躲到了姐夫身后 傅云霜还好虽然害怕 但还能撑得住 两个小家伙 可是吓得紧紧抱住了二人的大腿 李修竹安慰地拍了拍傅宝珠 轻声道 去和二姐一起 有姐夫在 不要怕 傅宝珠虽然害怕 但是平时也得闹腾的 比傅烟雨镇定多了 松开李修竹 瞬间抱住了二姐的大腿 哼 我这不是怂 是从心 李修竹这才看向几人 还没等李修竹开口 就听那个心里的嚣张地喊道 小子 实相的话 乖乖地让你的女人和我走 否则就别怪本少不客气了 李修竹失笑了一下 才抬起头 眼中带着冷意 哦 不知道怎么个不客气法 我让我爹弄死你信不信 再把你女人抢了 李修竹文言 淡淡地开口问道 你爹是皇帝陛下 信里的文言开口道 我爹镇男王 这时 一旁的另一个二流子 也嚣张地开口道 小子 还不赶紧把女人献上 别说我大哥 就是我爹都能分分钟杀你 李修竹文言 感兴趣地看了一眼他 你爹又是谁 我爹高太尉 李修竹一正 下意识地问道 高太尉 你不是死了 顿时男子脸色一黑 王八蛋 你瞎说什么 死的是我哥 我是我爹从祠堂里 过继的新儿子 新儿子可还行 看着这性高的 李修竹多少觉得 这人有点不聪明的样子 原来是新儿子 不过看来你这个新儿子 也当不了太久了 嗯 你什么意思 没等李修竹开口 镇男王之子李懿的 立刻喊道 你废什么话 我就问你交不交人吧 别逼我们出绝招 一旦我们出绝招 你不死也惨 李修竹文言呵呵一笑 随后忽然摆出了个奇怪的手势 在几人不明所以的眼神中 嘲讽地说道 那你出吧 几人一正 随后李懿看向高乐 出绝招 高乐文言瞄懂 顿时间往李修竹身前一躺 于海你死哪去了 你家公子 我要死了呀 你再不出来 我就让我爹杀了你 杀你全家 我还要印你娘子 这一刻 李修竹不得不承认自己傻眼了 长这么大第一次见这种绝招 别说是他 就是傅家姐妹都看傻眼了 别说傅燕宇和傅宝珠两个小家伙 就是傅云霜都没见过 一时间 四人和过来保护李修竹的四人都猛了 傻傻地看着看着高乐 怒骂着那所谓的于海 李修竹如果没猜错 那于海八成是高乐的侍卫 可怒骂侍卫 威胁侍卫 甚至扬言要弄人家老婆 讲真 这侍卫没杀了高乐 李修竹都想夸对方一句 真人者生归 就在李修竹几人看戏的时候 一个身影快速地接近 李修竹察觉到来人的时候 立刻锁定了对方 就在对方准备飞进场内的时候 李修竹一旁 忽然站了两个拿刀的近装侍卫 这些人是他府上的一百个成年侍卫 都不是普通人 每一队都有两个二流高手 八个三流高手 这两人是三队的正副队长 都是二流高手 二人长刀微微出窍 但也只是出了一点 显然飞进来的那个疑似于海的人 还在他们心中的安全距离 公子 属下于海来了 听到于海来了 高乐看了一眼于海后并未起来 而是一纸李修竹 于海 杀了他 把他娘们抢了 我大哥和我都喜欢这小娘体 于海眉头微皱 脸上尽是无奈 他不出来就是不想做帮凶 但是谁让他碰到个无赖呢 要是让这混蛋骂下去 就是他搭上太尉的路子升了关 怕是以后也没人瞧得起他 说不定还以为是他老婆卖来的 倒不是他不舍得让老婆换荣华 可这顽固是一等一的大嘴巴 若是满城风雨 他就废了 他不可能主动把把柄放在这种人手上 而且他老婆也长得真不咋漂亮 看了一眼李修竹三人 他更头疼了 能穿这种衣料的人 也定然不是普通人家的 于海想了想 一抱拳 不知公子是哪家的公子 李修竹闻言似笑非笑地看着于海 还挺谨慎的 是打算知道我们的来历在动手 看到李修竹的表情 听着李修竹的语气 顿时于海心中就咯噔了一下 这要是知道 高太尉还敢这么说 那就肯定背景很硬了 肯定不是他一个皇城司副指挥 能惹得起的 可惜他刚当副指挥 李修竹很少露面 也很少惹事 所以他还是第一次见李修竹 傅云霜姐妹 他更不可能见过 公子您误会了 我们公子可是太尉独子 这位是镇男王的世子 这位夫人应该不是您的正妻吧 您看 一个女人 于海的目光看向傅云霜 似乎在说 为了一个女人 不值得得罪我的后台 高乐文言顿时高兴地附和道 对对 一个女人而已 只要你把这个女人给我们 我们不但不杀你 还给你钱 一百两怎么样 于海文言也没反对 别说不是正妻 就是正妻 凭借镇男王和高太尉的身份 只要是不是皇子 他说一句也不会出事 想要保人 那家里必须得有三瓶以上大人 哪怕是三瓶以上 看在镇男王和高太尉的份上 也顶多骂他们几句 事后和太尉反应 而不是为难他们 如果对方身份弱 那对不起 李修竹文言眼眶一须 眼神中杀意凛然 呵呵 好 你叫于海是吧 很好 因为你一句话 你全家都得给你陪葬 李修竹的话 说得于海心中一紧 心有大恐怖 但不等于海再说 李修竹已经冷声开口 一人一条胳膊 于海废了 要不是京城 还是夫子庙 李修竹多少都得做掉他们 不过他也不会放过这些人 回头看情况屠宰 李修竹话落 顿时身旁的侍卫出刀了 不光是他们 快速围过来的其他人 也迅速出刀 这些后围上来的侍卫 没对于海出手 而是持刀 向着几个顽固子弟砍去 于海在二人出刀前已经警惕 看到二人出刀 他也插那件拔刀 心中愤怒 不知道是哪家的愤青 居然如此不懂规矩 但紧接着他就慌了 一交手 三人就彼此明白了对方的境界 虽然李修竹这边的侍卫 都是二流中等的实力 但是对方两人 他一个二流后期虽然能抵挡 但是却疼不出手了 若是公子被砍一只手 他都不敢想了 就在于海心颤的时候 忽然间一声大喊响起 孙老救命 来了 来了 看你小子还胡作非为吗 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 一个看起来童颜鹤发的老人 出现在几个顽固身旁 他虽然没带任何武器 但却将自身的强大显露无遗 只是随手一掌 就能拍开身旁的兵器 一时间几个侍卫全部被他压制 竟然凭借一己之力 让这些顽固毫发无伤 小家伙 再不让人住手 小老可就不在手下留情了 李修竹盯着老头沉默了一下 才冷冷地开口道 都停手吧 几个侍卫文言 全部瞬间退开 显然他们也不想这么送命 于海这才松了口气 得亏自家这边也有后招 不然他怕是真的废了 老头看向李修竹笑着开口道 小家伙这件事 是他们几个小家伙做得不对 老头子替他们道个歉 你别在意 李修竹文言吃笑 替他们道歉 你什么身份 配吗 这一下老头也脸色一沉 维持不住刚才高人的形象了 你 你什么你 本侯冠军侯 你觉得你配吗 还有你们 居然感激丞相之女 本侯看你们真的都是活得太自在了 去个人 叫上金兆府衙内来抓人 一人听了赶忙离去 显然是去叫衙门的人了 老头黑着脸问道 冠军侯真的 不给我们王爷面子 李修竹说完看向老头 冷声道 要么让他们进去待两个月 要么本侯明日早朝和陛下聊聊 你要是觉得陛下会偏袒你们王爷 那就现在带人走 此时李一已经被吓到了 文言赶忙看向老奴 孙伯 千万别让我被带走啊 我不想坐牢 老头脸上神色变幻 若是柿子被带走 自家王爷不会受影响 若是柿子被他带走 那么结果难料 这可不仅仅是个侯爷的问题 没听人家说吗 那三个小女娃 可是相国的闺女 虽然这几个家伙的父辈都是大臣 但是这种明显的错误 真的能指路为马 就算是保住了这些顽裤子 那么王爷也定然会受到惩罚 这么一想 老头瞬间就有了选择 李一啊 这些年你惹是生非 孙伯都帮你都住了 但是今天孙伯都不住了 不过你可以放心去住 有王爷在一天 就没人敢亏待你 不过两月 很快就能回家的 李一心中一沉 知道这牢 自己是非住不可了 不过 听到孙伯的最后一句话后 他放心了不少 是啊 只要有他爹在 他出来后 又是一条好汉 李一深深地看了李修竹一眼 顿时将李修竹记恨上了 不过他也没动声色 虽然是玩裤子 但是这点诚服他还是有的 好吧孙伯 我知道错了 说着 李一上前对李修竹说道 侯爷 我李一错了 我认 两个月大牢 我蹲了 请不要为难我父亲 李修竹看着李一的目光 听了他的话后 沉默了一下 忽然笑了 行 一人做事一人当 也算你们的了 回头你们在里面好好改造 出来后做个好人吧 二人都没有将对方说的话当回事 无论是李修竹还是李一 心中都有着自己的打算 不多时 金赵府的牙内跑了过来 看到双方后顿时骂了 该死 本以为捡了的大工 怎么是他们 身为金赵府的牙内 他们自然是见过这些牙内的 要抓这些顽裤 他们敢骂 李修竹看着这些不动的牙内的 和那些面露得意的顽裤 脸上微微不悦 去把人带回去吧 锁链铐不能少 回去告诉你家大人秉公办理 最少要在里面待够两个月 说着 李修竹看向孙老头 继续道 若是呆不够 那可就别怪本侯不讲理了 孙老头知道 这些话是说给他听的 不过他也没反驳 两个月 足够第一批女娃 修炼到嫁衣神功第三层 甚至第四层了 到时候最差都是二流中等 也算是能保护家里人了 等那个时候 李修竹再送几人上路 反正这些渣渣死在牢里 关他什么事 真以为自己是遵守规矩的人 李修竹都这么说了 牙内自然不敢再说什么 目光揣揣地看向几个顽裤 硬着头皮走了上去 李一死死地盯着牙内 很好 我记住你了 顿时间牙内手一抖 手中镣铐刹那间掉了下来 哐当一声传来 李修竹皱了皱眉走上前 二人面对面 互试着彼此 李修竹啪的一个耳光 就甩了上去 李一猛了 孙老头也是瞬间 出现在二人身旁 你 李修竹眼神一眯 想死 顿时间 李一就不说话了 孙老头深深地看了一眼 李修竹也没再说话 现在虽然百姓都散了 但暗处不知道多少张眼睛 看着呢 所以他此时是万万不敢 对李修竹动手的 可惜不是在荒郊野外 不然的话 即便是个侯爷 死无罪证 谁能拿他怎么样 镣铐 李修竹话刚落 一旁的牙内 赶忙地上身上的镣铐 李修竹手脚利索地 将镣铐给几个顽裤子戴上后 将牵引链扔给了一旁的牙内 去吧 是 侯爷 看几人行李离开 孙老头自然也不会留下 不过嘛 不能就这么走 侯爷 山水有相逢 希望你以后走夜路 招子放两点 莫要招了黑手 李修竹一致 这TM放狠话 是江湖传统是不是 你是不是不知道 自己面前的是谁 但不等李修竹开口 孙老头看向富云双三女 继续道 三位小姐以后 也最好别出家门 外面的坏人很多 指不定就被人绑了 李修竹的脸色 顿时变了 威胁他 他也许不在意 但是敢摸他逆拎 李修竹阴沉着脸 走到了孙老头面前 孙老头也不怕他 二人对视着 不过孙老头却戒备着 毕竟他虽然不怕李修竹 却怕被李修竹伤耳光 怎么说他都入一流 万万不可被折了面子 怎么 侯爷要对我动手 那说不得我孙仲艳 也只能当回通缉犯了 李修竹不为所动 伸手拍向孙仲艳肩膀 淡然地说道 老头 人呢 要为自己话负责 孙仲艳看着李修竹虚软无力的手 以为李修竹也只是想拍拍自己肩膀 事宜也没躲 更没反击 他坚信 李修竹这个普通人动手的那一刻 他能瞬间拍死李修竹 亦或者瞬间躲开李修竹的攻击 就在李修竹的手放到孙仲艳的身上时 李修竹轻声道 下辈子记得挨打要立正 不要放狠话了 下辈子 孙仲艳还没反应过来 但下一秒陡然色变 这一瞬间 他感觉内里犹如蟹闸一般 正在飞速地流向李修竹体内 扮猪吃虎 可惜他此时除了断断续续地喝 和声已经说不出一个字来 李虎点了他雅穴 出庙做了他 李虎一正 做掉他 侯爷 你可太看得起我了 然而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忽然发现侯爷手一松 那孙老头 犹如一个破步带般落在地上 还不动手 李虎这才回神 瞬间出现在李修竹面前 不等孙仲艳缓过这口气 一直点在了他的雅穴上 侯爷 他这是 其他人也好奇地看着李修竹 不明白李修竹怎么做到的 没什么 我手上有药 砖化内里 刚才那一巴掌 刚好他过来将药粉吸了 这一瞬间 大家神色一变 瞬间后退几步 李修竹没好气地看着这些侍卫说道 要中毒 你们早中了 而且这个药粉 也只是临时散人内力 半个时辰药力就散了 而且对普通人无效 李修竹说着 对李虎说道 带走吧 就算他身上有点粉末残留 你吸了也无伤大雅 不过最好抓脖梗 更安全 看着李虎和孙仲艳的背影 李修竹嘴角微微提起 刚才他解释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也没收着 那些暗地里偷看的普通人 也许听不到什么 但是那些见识他的暗卫高手 一定能听到 李修竹走到傅云霜三个小姨妹面前 露出了个和煦的笑容 和煦的笑容 仿佛犹如阳光一般温暖 顷刻间 让三人惊魂未定的身心 三人只是稍微有点惊吓 云霜 是进去求个签 还是回家 傅云霜是想求签的 毕竟他 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可是忽然发生这种事 他也是真的心情不美丽了 有心想抽签 又担心心不成 而签不准 而且还有妹妹 谁知道他们两个小家伙 有没有受到心灵创伤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宝珠兴奋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抽签 抽签 宝珠也要抽签 嗯 看着这么兴奋的妹妹 好吧 什么心灵创伤 也和宝珠无缘了 这孩子心太大了 傅云霜看向傅烟雨 刚好对上傅烟雨 看向她的目光 傅云霜微微一笑 烟雨想去抽签吗 嗯 姐姐我想抽 傅烟雨眼角 也带上了笑意 姐夫 我们去抽签吧 刚才的战斗 虽然吓跑了一些人 但是也还有不少人 躲在了庙里 此时 李修竹带着小姨子们 走进庙里 顿时间就空出了一大片 所有人都在定定地 看向四人 李修竹一正 随后轻笑 她也没在意这些人的表现 而是看了一眼 空出来的蒲团 对云霜三人说道 云霜你们去求签吧 傅云霜先是 看了一眼周围的人 这才对李修竹说道 姐夫你不抽吗 虽然她也喜欢 一直让人误会 自己是李修竹的夫人 但是刚才已经暴露了 自然也就无所谓了 而且 相对于修竹的称呼 她还是更喜欢姐夫 忽然想到 以后若是嫁人入洞房时 喊上一声姐夫 光是想想就很刺激 傅云霜脸上突兀的一红 赶忙将脑海里的念头甩开 嗨嗨 云霜你还没到成婚的年纪 可不能乱想啊 李修竹看了一眼周围 笑着说道 这里可是月老庙 你觉得姐夫 还需要求姻缘 若是求别的 那才是心不成对不对 李修竹的话 让傅云霜一正 随即恍然 言嘴而笑 是啊 姐夫的桃花都没编了 在求家里就放不下了 傅云霜想到这 美眸带着一丝丝忧怨 哎 姐夫家里那么大 却没有我的位置 哎 我要是早出生一年 不 早出生两年就好了 那样姐夫就是我的了 傅云霜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看向两个妹妹开口道 烟雨跪在这里 宝珠跪在这里 两个小家伙一正 听话地跪在了铺团上 傅云霜也跪在了中央 对两个小家伙继续道 等一下你们看姐姐怎么摇 摇出签子来 就停下 知道吗 知道了 二姐 二姐 人家聪明着呢 傅云霜摇头 随后拿起签筒 闭眼摇了起来 一边摇 一边想着嫁给姐夫 想着婚后快乐的生活 啪哒一声响起 傅云霜睁开了眼 看向地面 拿起了签文 签五十六 永老无离别 万古当团聚 愿天下有情人 都成眷属 月老千比观音签什么的要简单 加上傅云霜熟读文章 一眼就看出了签意 这一看 一双眉眼都眯了起来 签文的意思很简单 她和姐夫有情人终成眷属 永远永远在一起 就在傅云霜心情美美搭的时候 隔壁啪哒一声也响起来 是烟雨的签文 傅云霜好奇地凑了上前 看向签文 这一刻顿时一正 嗯 这要巧的吗 只见上面写的 依然是签五十六 永老无离别 万古当团聚 愿天下有情人 都成眷属 这 这时傅云雨也睁开了眼睛 两个大眼睛 水汪汪地看着地上的签文 捡起来递给傅云霜 二姐 这是我抽的签文 好不好啊 傅云霜文言 面色复杂地 看向傅云雨问道 烟雨抽签是想的什么呀 想的什么 傅云雨将一根手指 放在了脸旁想了想 说道 我想着二姐求什么 我也想求什么 这 傅云霜文言嘴角一抽 忍不住看了一眼姐夫 李修竹没过来 而是站在一旁 扫视着周围的人群 生怕别人 对三个小家伙不利 不过察觉到了傅云霜的目光 也是转头看了过去 就在他以为傅云霜 有什么事的时候 却见傅云霜白了他一眼 转走了 这 这是我可爱 乖巧 懂事的二姨 居然会白眼我了 过分 而且我也没做什么事啊 两女的对话他 虽然听到了 但是不知道傅云霜的心里 不知道二人一样的签文 他自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这时 宝珠抽的也掉了出来 但这次却不止掉出了一根签 而是三根 傅云霜一正 凑上去一看 顿时骂了 签五十六 永老无离别 万古当团聚 愿天下有情人 都成眷属 再看下一根签 签九十三 而浮生若梦 唯欢几何 这签的意思是 人生如梦 不宜有太多顾虑 一旦认准 当及时行乐 最后一根 签是签五十二 云从龙 风从虎 圣人作而万 君万事皆可成也 这签的意思是 不管你做什么事都能成功 乃是少有的上上大几签 二姐 我抽的好不好 你抽才出来一个 我有三个呢 傅宝珠一脸 你快夸我的样子 顿时让傅云霜和围观之人发笑 好在大家都只是觉得宝珠可爱 没有笑出大声 傅云霜好笑地将三根签子装进竹筒 这才说到 抽三个签子不算的 宝珠抽签的时候 要想一个愿望 这样抽出一根签来才算数 傅宝珠闻言顿时脸色一答 原来是这样 那我重新抽 傅宝珠闭上眼 快速摇动签筒 很快一支签文啪哒一声掉了出来 傅云霜看去 顿时间人再次骂了 笑容也在脸上消失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还是这支签 傅云霜没忍住 看向傅宝珠问道 宝珠你想的什么愿望 傅宝珠闻言不以为意地开口道 我想和姐姐 姐夫永远在一起啊 嗯 最重要的是姐夫 好家伙 有点姐妹情 但是不多 看着这签文 想到宝珠的话 傅云霜不禁心中生起个荒诞的念头 莫不是那三支签并不是不作数的 宝珠 你之前 心里想的是什么 傅宝珠不明白 姐姐为什么要问这么多 难道这签文不好吗 嗯 一开始也是和姐夫在一起 后面 又想和燕羽去姐夫家住 宝珠想 要是和姐夫说 姐夫会不会答应 要不要跟母亲求求 父亲会不会让宝珠和燕羽去 然后又想了很多很多 想吃糖葫芦 想吃姐夫做的饭 想骑大马 想比红磊姐姐还厉害 想很多很多东西 李修竹不明白 傅云霜为何会如此 此异常 但还是上前问道 云霜怎么了 是出什么问题了吗 签文不好 嗯 签文很好 傅云霜纠结的样子 给李修竹看不明白了 签文很好 那你纠结个什么 似乎是察觉到了李修竹疑惑 傅云霜纠结了一下后 还是开口道 我们姐妹三人是一样的签文 而且 宝珠第二次调出来的签文 和第一次的一支一样 还有这种事 李修竹理解傅云霜的异常了 这时 傅云霜将签文放进了竹筒 对傅宝珠说道 宝珠你再摇一次 这次想和烟雨去姐夫家住 想和姐夫说 担心姐夫会不会答应 想要不要跟母亲求求 父亲会不会让宝珠和烟雨去 傅宝珠眨眼 这不是自己刚说的话吗 傅宝珠虽然不解 但还是听二姐的话摇了起来 没别的意思 她主要是觉得摇签子很好玩 啪哒一声响起 傅云霜眉等傅宝珠 睁开眼就已经拿了起来 紧接着眼神一缩 签九十三 而浮生若梦 唯欢几何 又是刚才的签文 这一刻傅云霜信了 刚才的三只签文 果然不是乱掉的 那么第三只签文 想着第三只签文上的内容 傅云霜妈了 不过这一次 她没敢让傅宝珠在世 不然要是被有心人发现 是要出大事的 她再次看向傅宝珠 忍不住心道 我妹居然有圣人之姿 二姐 还要抽吗 傅云霜看着一脸 意犹未尽的四妹摇了摇头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家吧 顿时间傅宝珠不乐意了 撅着小嘴说道 啊 这么早就回家呀 我还想姐夫陪我玩呢 李修竹文言笑道 行啊 今天都陪你们 小宝珠想玩什么 我们就去玩什么 嘿嘿 姐夫你真好 傅云霜正正地看着二人 心中莫名震撼 嗨 不就是我妹有圣人之姿吗 天色快黑的时候 李修竹才带着三人 从城外回来 当然 也没出城很远 在护城河旁 弄了个鱼竿 钓了会鱼 反正三个小家伙 也不是钓鱼佬 不在乎空军 不过李修竹不一样 身为前世的钓鱼佬之一 怎么能忍受空军呢 眼见几个小家伙 玩水玩得差不多了 李修竹直接开挂了 北明神宫的内力 直接水中的鱼 给吸到了鱼沟上 不咬沟都不行 李修竹 大家都看到了 是他们逼我开挂的 鱼 你是不是玩不起 不管怎么说 李修竹很满意 他这个钓鱼佬 没有空军 姐夫 我想和燕雨去姐夫家 李修竹文言一正 随后笑笑 行啊 想来你大姐和迎平 也想你们了 云霜来吗 赴云霜文言 赶忙点了点头 嗯嗯 天知道李修竹 搬走的这些日子 他有多么别扭 总觉得人生少了点什么 如今听到姐夫的话 乃会犹豫 看到云霜点头 李修竹对马车外老马说道 老马 等会你去相辅 跟我岳母说一声 就说 岳华想三个小丫头了 接去我那住几天 是 姑爷 作为知道姑爷不少秘密的人 老马现在可不敢牢骚了 生怕惹怒了姑爷 把他嘎了 不过李修竹 则还是喜欢以前的老马 没别的意思 就是喜欢老马 曾经那桀傲不逊的样子 老马 你确定我那叫桀傲不逊 姐夫 这个鱼能给宝珠养吗 这个大胖头鱼 太可爱了 李修竹倒是没反驳 文言可惜地开口道 行吧 可惜了 这么大的鱼 我还说做干烧鱼呢 就是红烧和清炖味道 也差不了 不过 既然宝珠喜欢 那就留给你养吧 他一共钓了三条鱼 平均都是十来斤大小 足够家里的娘们们尝尝鲜 但谁让小姨子想要呢 不过问题不大 一顿鱼而已 然而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傅宝珠眼睛一亮 姐夫 嗯 怎么了 鱼这么可爱 当然是吃干烧啊 说着话 慈溜一声响起 傅宝珠赶忙用袖子擦了擦嘴 生怕口水流下 玷污了自己的淑女形象 虽然这个东西 他本来也没有 李修竹眨眨眼 好家伙 果然吃货都一样 别管哪个世界都是共通的 傅宝珠也跟着咽了咽口水 他没敢张嘴 生怕口水流下来 云霜则是一脑门子黑线 家里也没确保住吃得过 可是这小家伙 有种属皮修的既视感 嗯 还是饕铁吧 皮修没屁眼 行 那姐夫做一条做干烧 一条做糖醋 一条做游灵 鱼头做成汤 李修竹不说还好 一说三人都开始幻想了 这下别说两个小家伙了 我就是云霜也扛不住了 不等云霜咽了口水说话 就听宝珠喊道 姐夫别说了 我们快回家 我要吃鱼 说着口水就喷出来了 那没出息的样子 乃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不过除了李修竹 也没人笑傅宝珠 尤其是傅咽雨 口水咽了一波又一波了 口水都快喝饱了 此时傅宝珠在看那三条胖头鱼 哪还觉得可爱 那眼神恨不得抱着咬两口一般 哥 傅宝珠打了个宝格 但两只不大的手 还抓住一块比他两只手 还大的鱼头啃着 溪流一口吸掉鱼脑 看着干净的鱼头骨 他这才满意地放下了鱼头 舔干净手指上汤汁 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 好饱啊 看着犹如葛大爷一般 瘫倒在椅子上的小妹 傅月华的脸色很黑 宝珠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舔手指 你就不用来了 傅宝珠文言猛然挺起 但起到一半圆润的肚皮不乐意了 强硬地把它按倒在了椅子上 傅宝珠眼珠转着 也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 但是想着想着 他忽然就放弃了挣扎 不懈地撇撇嘴 我有姐夫在 你管不着 傅云霜眨眨眼 这是我家四妹 莫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傅月华皱着眉 按道这妹子真的欠收拾了 不知道姐姐的厉害了是吧 但是还没等傅月华请家法 就听傅宝珠开始口出狂言了 你要是不让我来 我就让我姐夫打你 打得你嗷嗷叫 叫爸爸 看你还敢不让我来 这一瞬间 李修竹的妻妾 顿时脸色刷得一下红了 包括傅月华 强势的气势刚升起 还没来得及动用 就消散于无形 傅月华红着脸 瞪了一眼李修竹 看着姐妹们 揶揄的目光 顿时间恼了 看什么看 是都想立规矩了吧 然而却有人 一点不怕傅月华 只见李琉璃 一边吃着不知道 哪来的瓜子 一边打趣地问道 姐姐 宝珠说的这个爸爸正经吗 好勇 怎么把大家的心里话 说出来了 折也的说法 只是中原人少叫 多是外邦人叫的 大家虽然不是 都知道这个说法 但大家都被李修竹 抢或叫过 自然知道是什么情况下 才会叫爸爸 顿时间傅月华端不住了 他是拿这个公主没脾气的 但是 傅月华看向李修竹 委屈地开口道 夫君你看他 欺负到我这个正气头上了 我们家里 还有没有点规矩了 李修竹头疼地 看着傅月华 和得意的李琉璃 内夫人你说说看怎么罚他 只要不是不是很过火 夫君帮你 傅月华得意的一瞪李琉璃 盯着他说道 我要夫君 你今晚也让这小蹄子叫爸爸 对了 等当着我面喊 哼 不能我一个出球 要出球一起出球 然而听到傅月华的话 李琉璃扑斥笑了 随后瓜子桌上一放 小跑着来到了李修竹的旁边 不等几人长出脑子 已经腻外地抱住了李修竹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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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亲亲 爸爸抱抱 爸爸爱爱 说着得意地 对着目瞪狗呆的傅月华 扬了扬下巴 姐姐还想听什么 妹妹今天满足了你 私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以前他们 只以为李琉璃大胆咧咧不做做 今天不只是傅月华开眼了 就是这些姐妹们 也再次长知识了 傅宝珠眼神贼亮地 看向姐夫和公主姐姐 二姐 扶我一把 突如其来的声音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一旁的傅云霜不明所以 但还是扶了妹妹一把 下一秒 傅宝珠努力而艰难地下了椅子 同样来到了李修竹身旁 她抓住了李修竹的手 在李修竹几人好奇的目光下 忽然抱住了 爸爸 爸爸 爸爸亲亲 爸爸抱抱 爸爸唉唉 说完 傅宝珠还得意地冲傅月华 扬了扬下巴 那样子像急了李琉璃 这一刻 李修竹忽然觉得背上一颈 冰冷的杀气 从尾追骨直冲天灵盖 果然 李修竹一看傅月华 只看到了那冰冷的目光 嗯 这可和我没关系 我连云霜都没动过呢 你们可别冤枉我啊 哼 还不是怪你不交好 还有你 李琉璃 你可是做三姨姐的 李琉璃翻了个白眼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傅月华还不解气 顿时间伸手 就把傅宝珠拉到了身边 迎平去请家法 顿时间 李琉璃不乐意了 干什么 干什么 还是孩子 又不是大事 你还想打孩子啊 说着 李琉璃上前一把将傅宝珠抱了起来 宝珠别怕 姐姐在呢 李修竹也文言开口道 是啊 宝珠也就是不知道 不知者不罪 正好也快年关了 能年关过了 云霜也就不忙了 让她教导一下女孩子的知识就好了 嗨 要是月华这丫头 这么开不起玩笑 以后 姐妹们相处就难了 傅月华一听李修竹的心声 顿时间白了李修竹一眼 不过她也知道 这是李修竹故意给她听的 点她呢 仔细想想 确实自己小题大做了 这样很容易分裂姐妹 傅月华心中叹了口气 这才开口道 行了行了 你们是一家行了吧 说着 傅月华看向傅云霜 说道 云霜 虽然酒楼重要 但是妹妹们更重要 有空了多和她们交流 别让她们走歪了 傅云霜起身汗手 是 大姐 我知道了 这件事虽然不怪她 也不怪任何人 但是她最近确实太忙了 疏于管自家妹妹了 有了姐姐想请家法的举动 傅宝珠自然不敢再调皮 至少当下是 李琉璃倒是十分喜欢傅宝珠 抱着她笑着开口道 宝珠 琉璃姐姐带你去洗澡好不好 晚上你就和琉璃姐姐睡怎么样 傅宝珠也对这个刚才救她一命的琉璃姐姐 很有好感 文言点了点头 姐姐 我们叫上烟雨好不好 她一个人怕黑 也许琉璃和宝珠名字上就接近 是以那演员都快溢出来了 之前也有演员 但是关系还没到这么亲密 李琉璃也就没下场 和人家清解争 如今水到渠成 李琉璃一点傅宝珠的小鼻头 宠溺地笑着说道 好 好 好 都以你 李琉璃一看李琉璃这么喜欢宝珠 忍不住说道 琉璃你要是这么喜欢孩子的话 你生一个 李琉璃顿时美好气地 白了李琉璃一眼 生什么生 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大胆刁民 总想害本公主 关于生孩子的话题一出来 大家的眼神都不对了 虽然李琉璃不想生 但是大家想生的可不少 不说傅月华 就是弄月 西红类 李诗诗等人也想生 这个年代母瓶子贵 传宗接代 都是印在骨子里的 想生孩子的都没动 等李琉璃将傅月宇 抱出去后 这才开口 当然 先开口的 自然是傅月华 夫君 我们成婚四个月了 怎么我还没有 你刚才说琉璃 想要的 可以生的孩子 这生孩子 还是能控制的 说到这 傅月华脸色一变 所以 夫君是吃了要控制了 李修竹 闻言耸耸肩 虽然没吃药 不过也差不多 说着 他看向其余几个女人 你们也想要孩子 西红类当先的点头 是的 夫君 我也想有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弄月也点了点头 还请夫君成全院 反正这里 也没外人 李修竹索性直接说了 其实吧 我练了一种 非常特别的功法 也许你们还年轻 感受不是很深 但是这功法的效果 是让我们彼此 都会更年轻 不仅仅是外在 而是从内到外的年轻 而代价呢 就是阴阳互补 炼精化气 所以你们才至今没怀上 你们要是想怀孕 也是可以的 只是一旦开始 必须控制次数 一个月一次 若是三个月怀不上 必须得停一个月 若是怀上了 之后直到生产后三个月 咱们也不能同房 李修竹说完 看了一眼想怀孕的人 除了傅月华 倒是都到了世纪年纪了 不过傅月华过几个月也是了 问题也不是很大 李修竹该说的都说了 剩下的 就是几个女人自己的选择了 眼看几人陷入了沉思 李修竹笑了笑 开口道 怀孕是大事 不用着急 什么时候想好了 跟我说就好 而且 大家也不用担心 以后不好生 以后大家只会越来越年轻 身体会一直处于 健康有活力的状态 顿时间大家懂了 但都有点脸红的不敢抬头 总感觉自己 这样要孩子 有那么一丢丢羞耻 李修竹似乎看出了 女人们的尴尬 是以直接起身开口道 我先去洗个澡 今天出去一天 也累了 等李修竹离开后 几女对视了一眼 似乎在问大家怎么想的 这时 傅月华沉默了一下后 忽然叹了口气 开口道 几位妹妹都着急吗 虽然说 这里的女人都比傅月华大 但谁让人家先入门 还是正妻 叫声妹妹合情合理 弄月第一个摇了摇头 虽然想要小孩子 但主要是担心自己老了 夫君会喜欢上年轻的 自己孤苦无依 虽然夫君现在来看 不是那样的人 但是人心思变 谁知道以后呢 但是若是一直年轻 说得不好听点 哼哼 谁怕谁 就是要争她 也不信自己争不过 看到弄月点头 几个年轻的姑娘们 也点了点头 现在日子幸福 没必要 唯一沉默的 就是西红泪 西红泪 是想和李修竹 多点时间在一起的 说句不好听的实话 她确实有点食髓之味了 但是 她也是真的想要孩子 矛盾 不觉 这就是她现在的心理 看到就西红泪没表态 傅月华终于开口了 红泪妹妹 姐姐先和你说声对不起 西红泪一正 不明白傅月华这话什么意思 姐姐还想和修竹多待两年 过过夫妻生活 但是姐姐的儿子 必须得是嫡长子 所以 姐姐想委屈妹妹 多等两年 两年后我怀孕后 必然让红泪妹妹第二个如何 西红泪听到傅月华的话后 忽然松了口气 这样就不用选了 挺好 姐姐说哪里话 正好我也想先陪傅君两年 傅月华也松了口气 整个人轻松了下来 若是西红泪不答应 她只能现在生了 可是现在生 意味着一年的空窗期 这才刚结婚几个月 很容易感情淡了的 谢谢妹妹 妹妹今日单独陪傅君吧 算是姐姐补偿妹妹 顿时见西红泪 眼神一变 混蛋 我都同意了 你居然还要害我 西红泪顿时绷不住笑容了 淡然地说道 妹妹怎么能和姐姐抢 要不还是 姐姐今日独自陪傅君吧 傅月华先是一正 但紧接着就明白了 西红泪为啥阴阳怪气了 傅月华眨眨眼 妹妹不是一个人扛不住吧 可嗨嗨 西红泪刚压了一口茶 就呛着了 不过此时西红泪 却没管自己失态的形象 若是这样 西红泪服了 人家肯定以为 一夜是享受呢 不是要害她 姐姐天赋一禀 红泪服了 不过红泪可没有姐姐的天赋 没有姐妹们做伴 真的会死的 傅月华脸色红润 知道姐妹们误会了 嗨嗨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嗯 什么意思 这话似乎话里有话 看着姐妹们探寻的目光 傅月华红着脸解释道 大家都是一正 似乎是这样 每次叫完 夫君似乎就去找其他姐妹 不会再欺负自己了 弄约诧异地问道 所以这是暗号 嗯 也是也不是吧 傅月华继续解释道 夫君说 我是极傲娇的 至于你们 我不是很清楚 反正夫君不是那么不顾及 你们身体的人 所以 我刚说让给红涅妹妹 没别的意思 只是单纯想让你体会一下二人事件 西红涅虽然明白了怎么回事 但是还是没打算这么做 姐姐说笑了 我愿意等两年 既然夫君说 我们会变年轻 晚两年生也很好 正好我们多陪陪夫君 一旁的弄月帮腔道 是极 是极 我们还都年轻 怎么能着急要孩子 夫君可是说过 生孩子最伤元气了 姐妹们 你们也不想变得人老猪黄吧 死 这一瞬间 几个女人仿佛感觉到 被天地伪力抓住了 人老猪黄 可是女人们的天地 别说傅月华了 就是西红类 都在考虑 到底要不要生了 嗨嗨 都散了吧 嗯 有想去红类房里的快去 但是别玩得太晚了 明天夫君说 要为咱们补上去玩的时间 恰好 红秀院的大家苏晓晓 给咱们一家下了请帖 听说这次苏晓晓 请到了三皇子李承玉 想来应该场面不小 几位妹妹没见过京城的聚会 这次可以一起去看看 西红类几个外来的 都是被傅月华说得好奇了 打算明日一睹诗会风采 让人没想到 是这次的诗会 开在三皇子的晋王府 李修竹一家 只有傅月华知道这一点 毕竟是他看的情铁 当三辆马车 在晋王府门口停下的时候 守门士兵并未在意 只以为是结伴一起来的 但当马车走近 看到马车上的挂灯后 守卫也是一正 诗会来一家子 还是恰逢其会 一起出发的 随着一个男人 和一堆女人出现 这两个侍卫嘴角一抽 懂了 好吗 原来是冠军侯李家 那不奇怪了 这混蛋 可是把持着 数个京城最美娘们的 与此同时 看到晋王府 牌匾的几个女人 也愣了 李诗诗看了一眼牌匾 不敢相信地问道 弄月姐姐 你们京城的诗会 都是在王府里举办的吗 弄月文言无语地开口道 怎么可能 不定的 不过除了没在皇宫和东宫开过 似乎哪里也有过 李修竹也点了点头 之前他还是在桃园认识的李碧瑶呢 那也很厉害了 在我们那 基本都是 在酒楼里 而且边关的酒楼吧 有点一言难尽 和京城这样是 完全没法比的 也不知道 里面是何等风采 李修竹文言微微一笑 替一旁的云霜 紧了紧披风说道 既然好奇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如今已经拉月24 说是最冷的天也差不多 不过今年的雪还没下 倒也还没那么冷 在李修竹的带领下 一大家子进去了 今天没到场的 也是银瓶和两个小家伙了 参加师会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不让带小孩这一说的 但是一般未满十岁的 还是默认不允许带的 李修竹等人是来参加师会的 不是来找茬的 自然不会为了自己方便 而明知故犯 一进静王府院子 除了傅月华姐妹 公主姐妹 弄月 西红类外 所有人都在好奇地 打量着静王府 等穿过了待客厅 一众女人顿时觉得有点索然无趣 这静王府 似乎还没咱们侯府奢华大气 傅月华眉头一皱 静声 小乔顿时间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赶忙一缩脑袋 吐了吐舌头 有些害怕地 看向李修竹和傅月华 李修竹察觉到了小乔的目光 转头看向小乔 对其他人解释道 在京城住什么房子 都是有规格有标准的 若是官知晓 住了大房子 那基本是要出事的 小乔几人一正 原来是这样的 以前家住边境都是想盖多大盖多大 顿时间小乔有点急了 夫君 我不知道的 不会给咱们家添麻烦吧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咱们的房是属于钱太师的 自然大一些 而且咱们侯府大多是月华自己布置的 园林和工艺上自然好一些 不过咱们的园子是陛下赏赐的 没人敢拿这件事做文章 不用担心 呼 那就好 小乔松了口气 拍着自己的硕大 有点惊魂未定 李修竹看了一眼 顿时有点挪不开眼了 大乔和小乔 这俩丫头 有几天没事情了 晚上得安排上 就在这时 因为他们一行人到来 而走来了一个 身穿胡绿色苏锦 外屁白色貂皮披风的人走上前 侯爷 几位夫人 欢迎赏光今天的诗会 名女苏小小 苏小小 苏小小在打量李修竹的时候 李修竹也在打量苏小小 年纪大约十七八 有种江南的无浓软语的柔弱 五官娇好 眉目寒情 自带幽怨 仿似林妹妹下凡 早就听闻小小大家 此举无双 今日一见 原来长得也似是天女下凡 不知道今日 有没有这个荣幸 能听一曲 苏小小闻言 眉眼含笑 似乎眼间的忧愁 也少了一些 若是别人问 那小小定是要说不能的 但侯爷要是想听 小小自然不敢推辞 李修竹一瞬间 就发现了华生 挑眉问道 不敢 那就是有心推辞了 那还是算了 本侯这辈子 最不愿勉强别人 众妻妾 也不知道是谁 逼我们叫爸爸的 西红类 也不知道谁跟我说 你也不希望 七少商出世吧的 边关众女 我们虽然没被逼 但是我们没得选 不过 他们现在都心属李修竹 自然不会拆台 苏小小风情万种的 白了李修竹一眼 自怨自怜地开口道 侯爷这般说 其实是瞧不上 小小的这点微末伎俩吧 也是 诺月姐姐和又微姐姐 都跟了侯爷 侯爷呢 还能欣赏 我们这些粗制烂造 好家伙 这一手阴阳术 你是林黛玉转世吧 可别这么说 树叶有专攻 我从来不会小瞧任何一个人 说着李修竹顿了顿 既然小 那这句我是非听不可了 苏小小文言 这才露出一个 略显明媚的笑容 柔柔地说道 侯爷 夫人们 请跟小小入座 这一刻 李修竹身后的几个女人 都在面面相去 仿佛有无数的文字 在他们眼中生成 你们说这苏小小 是个什么意思 我觉得 她在勾引我们相公 嫣然你也觉得是你吗 我觉得也是 李琉璃看着姐妹们的眼神 对话来了兴致 同样用眼神示意道 要不我来教训教训 这小狐狸精 狐狸精 这一瞬 大家齐齐看向李琉璃 那眼神仿佛在说 狐狸精不是你吗 卧槽 就离谱 关键是 这眼神 她还看懂吗 顿时李琉璃就觉得委屈了 家人们谁懂啊 我帮姐妹们讨回公道 他们竟说 我才是狐狸精 人家不就白了一点点 好看了一点点 会撒娇一点点吗 怎么就狐狸精了 玩归玩 闹归闹 该出手时就出手 自家人不打自家人 等几人来到座位旁 已经有不少人入座了 此时没想到 李修竹他们来这么多人 苏小小只为李修竹 准备了三张长桌 但一张长桌 最多也就做三人 如今又哪里够 姐姐们稍等 一开始没预备 够座位是小小的 不等李修竹开口 一旁的李琉璃 就开始出手了 哎 本公主想着 好久没参加诗会了 想出来见见我 大洲的才子才女 没想到 却连座位都没有 妹妹我如此唐突参加 倒是妹妹的不是了 也罢 也罢 姐姐 夫君 若是你们不嫌弃 我们四人一桌凑凑吧 说着看向苏小小 小心地开口道 可即便是这样 也得麻烦姐姐在家一桌 劳烦姐姐了 这一瞬间 李修竹妈了 眼神略微示意 李琉璃却看也没看她 李修竹瞬间揪过身后的弄月 低声问道 你们搞什么 她得罪你们了 还是得罪琉璃了 弄月文言 灿灿地低声在李修竹耳旁说道 姐妹们刚才猜测 是不是这叫苏小小的狐狸精 勾引夫君了 没想到 琉璃直接爆发了 想教训教训对方 嗯 如果我没看错大家的眼神的话 大概是这样 卧槽 看眼神 李修竹眉头微皱 这些女人现在的交流方式 已经这么高端了吗 这我也得学习一下吧 不然岂不是插不上话去 苏小小此时妈了 只感觉仿佛遇上了人生劲敌 苏小小微微错愕之后 脚步一收 微微撇头 就磨起了眼泪 公主千金之躯 却拿这般话来赌明女 明女也是诚心诚意叫侯爷前来的 可明女既无武侯之谋 也无左辞之算 又怎知侯爷举家前来 公主这般说 可是要驱死小小 罢罢罢 只待这次后 小小就再也不办失会 免得让人说 小小夜郎观天 狂妄自大 公主可是满意了 苏小小此时的声音虽然不大 但比之往常却也不小 加上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呢 场面异常安静 倒也听得是清清楚楚 这一刻 李修竹妈了 总感觉四周都是 犯着杀意的眼神 然而李琉璃演起来 那也是祖宗级别的 事已 更让李修竹头皮发麻的事情发生了 李琉璃顿时间 转身扑倒在李修竹怀中 一边委屈 却一边回头 黯然地说道 姐姐说是我错了 便是我错了吧 谁人不知我夫君 有一正妻两平妻 可姐姐偏生 安排个只能做三人的长桌 就算是家桌又如何 是让我们三个妻子里的谁离开 月华姐姐是正妻 琉璃姐姐是我黄姐 能走的还能有谁 偏生我埋怨两句 姐姐却肆逼我还委屈 罢了罢了 就当都是琉璃的错吧 既然姐姐这么不欢迎 琉璃走还不成 李琉璃说完 转身欲走 但我却猛然一个回转 又落在了李修竹怀中 隐隐哭泣道 夫君 琉璃都这般丢人了 你还拉我做什么 呜呜 琉璃呜呜呜 别 别为了我坏了失惠 那样琉璃可就是罪人了 地铁老人在哪里 我需要你的表情包了 好家伙 这里有找的 无懈可击 若不是我事先知道 是为了教训一下苏小小 我都信了 还有你这眼的 把我都演进去了 我这 称功巨人 李修竹抬眼望去 好家伙 好多人都神色复杂 欲言又止地看向苏小小 那绝不是 想安慰苏小小的眼神 好吧 现在压力 给到了苏小小 不过这闹剧也该结束了 说到底 苏小小只是忽视了 而李琉璃是真找茬 嗯 当然是不是真 忽视不好说 但没必要为这点事闹腾 他们是来玩的 不是来演戏的 李修竹抱着李琉璃 看向不知所措的苏小小 温和地开口道 对不起小小姑娘 加气有点敏感 所以才 不过今天是诗会 是一个应该开心的日子 没必要在这些事情上耽误时间 不如小小姑娘 换上四张四人长桌挨在一起 这样也不用大家挪位子了 这件事也就这样了如何 苏小小没想到 李修竹这时候 还能帮她说话 眼神明亮地点点头 确实是小小思虑不周 让公主多心了 小小这就安排 听到这话 李修竹对着其他人抱了抱拳 朗生开口道 抱歉 让诸位见笑了 但是还请大家给个面子 到此为止 不要乱传 说到底 这件事无论是对我夫人 还是对小小姑娘来说 都不是什么好听的事 莫要让女孩子家遭到非议 若是我在外面听到不好的言论 可是要严查的 妄议公主 也不是什么小的罪名 李修竹话一说 顿时间大家纷纷表示不会乱传 无论是卖李修竹一个好 还是卖苏小小一个好 对他们而言 都是张张口吻赚不赔的事 而听到李修竹的话 苏小小更是感激地 深深看了李修竹一眼 李琉璃微微垫起脚尖 轻声道 你就护着那只小狐狸精吧 李修竹不动声色地回道 还有比你更像狐狸精的吗 你才是我的小狐狸 退一步说 我帮你掀了摊子 那我们今天干嘛去 不玩了 去压马路 李琉璃嘴角微微翘起 嘴上却傲娇地说道 你总有礼 就会欺负我 我不管 回去必须让你尝尝大海的味道 这是 奖励我 时会开始了 李修竹一大家子 坐在一个超长的拼桌后面 别人的长桌相邻 都有一桌之宽 唯有他们左右的 也就一人宽 好在李修竹左右的都是女眷 倒是不担心 有人占他妻妾便宜 毕竟是诗会 桌上没有热菜 只有几盘凉菜酱牛肉 以及水果 糕点 这时 又有两个人从后院走了出来 还没走近 就看到了这奇特的一桌 紧接着看到了李碧瑶和李琉璃 李承玉心中一紧 不等李琉璃开口 就已经当先开口道 四妹 五妹也来了 哥哥这今日 真是彭壁生辉啊 李承玉主要是和李琉璃打招呼 但是面上自然不能先叫李琉璃 或者只叫李琉璃吧 李碧瑶当先起身一礼 见过三哥 李琉璃这才不情不愿地起身一礼 见过三哥 李修竹也不得不起来 开口道 陈李修竹见过静王 李承玉赶忙摆摆手 妹夫不要客气 既然不是正式场合 叫我三哥就好 说着对已经起身的其他人 同样摆摆手 都别行礼了 本就是私下聚会 玩得开心最重要 大家闻言也不在意 大都知道静王是什么样的人 多谢静王 多谢静王 多谢 这时李承玉一旁的女孩 对着李修竹三人行礼道 见过四姐 五姐和姐夫 李琉璃笑着开口道 六妹 你怎么也来了 父皇准你出宫了吗 嗯 是 马上就过年了 父皇听闻三哥弄了攒了个诗会 准我早出宫几天 见见世面 李碧瑶闻言也笑着开口道 既然能出宫了 以后常来府上 姐姐带你多看看 李修竹听到李碧瑶这么说 再次想起了和他认识的场景 好像自家这老婆 还是以前诗会的常住 这几个月他经常不在 也不知道有没有去玩了 李修竹笑着说道 你四姐以前 可是经常出入上京城各大诗会 诗诗 你要是想多了解 可以问问你姐姐 一旁的李诗诗文言顿时一正 这女孩也叫诗诗 李诗诗眼前一亮 立刻开口道 那姐夫我可就 经常去叨扰了 嗨 说什么叨扰 自家人 眼看诗会就快变成 自家人的茶话会 李诗语赶忙开口道 诗会也该开始了 六妹 咱们先坐吧 嗯 说着看向李修竹三人 继续道 那姐夫 姐姐 我们私下再聊 好 李修竹三人刚一坐下 李诗诗就轻声问向 离他最近的李碧瑶 碧瑶姐姐 你妹妹也叫诗诗吗 李碧瑶一正 随即恍然 倒是忘了 你俩读音一样了 是叫诗诗 但不是你的那个诗 而是诗经的诗 不过你们俩的读音一样 也是缘分 回头我妹妹来了 你们可以认识一下 想来我妹妹对诗诗妹妹 你也很有兴趣 李诗诗文言 脸色一红 有点不好意思 说得好像他蹭李诗诗的名气一样 我李诗诗就是死 也绝不蹭 诗诗谢过姐姐 没别的 就是想想公主 忽然就觉得挺香的 谢什么 都是姐妹 到时候一起玩 这时 等李诚语和李诗诗入座 一旁小桌的苏小小站了出来 今日小小届 敬王的府邸攒了个局 感谢大家的捧场 就由小小来抛砖引玉 开个场 苏小小看向一旁的乐人 乐器的声音立刻响了起来 丝竹 洞梟 琴瑟和鸣 前奏的声音 已是难得的配乐 小山重叠金明面 并云玉渡香腮雪 蓝起化峨眉 弄装舒喜池 照花前后镜 花面焦香印 心贴秀螺如 双双金这姑 心贴秀螺如 双双金这姑 蓝起化峨眉 弄装舒喜池 照花前后镜 花面焦香印 心贴秀螺如 双双金这姑 心贴秀螺如 双双金这姑 双双金这姑 曲子没多少字 但无论是配乐还是韵调 都让人置身于一个女子幽怨 向往爱的祈愿中 随着苏小小的声音落下 大家久久不能平静 忽然 一声叫好声响起 打断了大家的回味 不少人虽然微微皱眉 但也跟着叫好 这皱眉 自然不是因为苏小小 而是就好像你睡觉 被叫醒时的烦躁 苏小小享受着别人的赞赏 莫名的眼睛扫了一圈 在李修竹这目光停顿了一下 然而就是这一下 还被李琉璃发现了 只见李琉璃福在李修竹耳旁轻声道 我就说 这小狐狸精想勾引夫君吧 唱完了 还专门多看夫君一眼 那会说话的大眼睛啊 仿佛在说 今晚侯爷来我房间霸样 李修竹文言嘴角抽了抽 你这醋吃的也太狠了吧 也不见你是其他姐妹的错 李琉璃文言 暗暗摆了李修竹一眼 但只让李修竹一人看到了 他和别的姐妹不一样 我就讨厌他那做做的样子 假的要死 李修竹 你确定 说的不是自己 论做做我可没见过 比你还做做的人了 不过李修竹不得不承认 他就是喜欢看李琉璃做做 李琉璃虽然做做 但是做做的十分讨喜 那点小心机 仿佛让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而且 这丫头有点黏人 一副全身细胞都在表示我想去 但是你们不邀请我 我就不去了的样子 乖一点 他呀比你可怜多了 恐怕除了这样的手段 没办法在青龙那样的环境下 保护自己了 久而久之 演的多了 假的也就变成了真的 他呀 只是想下意识地激起别人同情心 获得一点点保护而已 李琉璃文言沉默了 心中排斥小了一些 不过他这人 恐怕死后几百年 嘴也是硬的 哼 可惜了 就这点水平 也就对付 一下那些文人雅士 要是去个满汉 嘿嘿 说不定他越可怜 对方越兴奋 李修竹文言脑海里 漠然浮现出画面了 画面中的自己犹如满汉 自己欺负着梨花带雨苏小小 看着对方那软弱无力的抵抗 莫名地心中兴奋 仿佛梦回后世 看到了小日子的动作片 不能想啊 李修竹微微合腿 嗯 夫君你不是想什么不好的事情吧 听着那质疑的声音 李修竹顿时间义正言辞地装了起来 瞎说什么 你夫君 我是那么经不起考验的人吗 李琉璃眼眶微虚 盯着李修竹看了好几秒 差点就给李修竹这个绝世高手看虚了 就不拆穿夫君你了 不可以瑟瑟哦 想瑟瑟回家再说 家里这么多姐妹 嗷嗷待补吗 咋的 我没喂饱你们 这么嚣张 但不等她反驳猛然一将 好 夫人说的是 不是她认怂 只是被人拿住了把柄 她也只能从心了 这时 苏小小继续道 接下来游秀方院的花红姑娘 花红不是大家 只是秀方院的红牌 能上这种地方表演 那都是免费的 甚至很多人塞钱都想进来 但是想进来的门槛 可不仅仅是你塞钱就可以的 还得有一技之长 至少不能太差 通常有人能来表演一曲 未来都能红火一段时间 利益和名气 这才是实打实的好处 花红表演的是舞技 别说大不大家 那柔美的舞蹈 灵活的动作 还有那堪堪一卧的小蛮腰 李修竹想回家和几位夫人探讨一番了 她的夫人里 只有三个习武的 还有弄月和沈又威 这两个出身轻楼的 才有如此柔韧的体型 说起来 其他人虽然也开始接触武功了 但是拉伸还是没做到位 第三个节目是上林院的古琴表演 上林院里虽然现在有大家 但是这时候没出场 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压轴 还是没来 各位 如今已是大月24 马上新年再即 今年是否还有佳作 《尸王之名》究竟花落谁家 《女猪生之名》是否能出现 这一次聚会 应该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所以 接下来各位公子 小姐们要全力以赴了 这一颗肉眼可见的 现场的气场不同了 仿佛多了几分消杀 李修竹眨眨眼 看向李碧瑶问道 这《尸王》和《女猪生》是怎么回事 李碧瑶闻眼眨眨眼 似乎在奇怪李修竹的不知道 不过想起自家夫君以前的糜烂史 好像不知道也是正常的 他似乎和自己认识 还是第一次参加诗会 毕竟是诗会 闻人雅诗完的 谁会邀请不学无数的莽夫 你看在场的 哪怕是二代子弟 都有点笔墨在身 李碧瑶解释道 《尸王》每年一评 汇总各个县城一年所出 然后上京四大书院评出 因为个人爱好不同 所以上京城四大书院 评出的诗文会有分制 每个书院评出书院认为的诗家诗作 第一名诗分 第二名九分 以此类推 最后汇总各个书院的评分 评选出第一名 即为诗王 而书院评定也是有定性的 书院先生们评判完 还有夫子评判 夫子的票是按寻常先生的两倍计算 所以通常来说 还是公平的 若是有人不服这个排名 也可以去儒家孔庙诉购 然后会有儒家三位夫子雁平 当然这诉告可不是免费的 需要三百两赢 若是诉告之人能上榜 则元术奉还 若是不能 则算作三位夫子诉告费 李修竹没想到 文人的世界还能这么晚 看来 这诗王挺有含金量啊 李碧摇文言笑笑 确实挺有含金量 不过今年我觉得 最可能登上诗王的 还是夫君 现在呼声最高的 就是夫君的诗词 说着 李碧摇顿了顿 继续道 夫君努努力 争取夺得个三年诗王回来 拿个诗圣之名 李修竹一证 还有诗圣 得夺得三年诗王 李碧摇摇了摇头 不仅仅是夺得三年诗王 得连夺三年诗王才行 诗圣之上还有诗仙 连夺三个诗圣才行 所以诗王常有 诗圣百年难得一见 诗仙更是千年难遇 死 李修竹吸了口凉气 若是唐朝也是这样算的 那李白得多牛逼 那女诛生也是正划分的 女诛生网上是什么 李碧摇文言 名嘴轻笑 夫君你想多了 女诛生只是咱们上镜评选出来的 女诛生之上 什么也没有 不过女诛生三年一评 也是难得 上一届女诛生是徐家的人 你看我们下手处就是 说起来 妙锦也到了要嫁人的年纪了 徐妙锦 李修竹一正 往下手看去 可惜除了自家老婆 什么也看不到 除非她站起来 也许才能看到个轮廓 李修竹扫了一眼就转了回来 面带怪异地问道 你别说她爹叫徐达 李碧摇一正 随后笑道 夫君这是明知故问 难不成夫君 你认识徐达指挥使 指挥使 对啊 武城兵马斯指挥使徐达 夫君不是知道指挥使的名字吗 怎么 我说 我猜的你信不信 这个世界简直太有趣了 出来一堆和历史名人一样的名字 有的连子女都一样 只是女诛生 为何不是徐妙云 难道徐妙锦才是姐姐 就和李秀宁和李立志的关系错位一样 就在李修竹怀疑的时候 苏小小似乎说完了 接下来由三皇子殿下 公布今天的尸体 李承玉文言站了起来 朗声开口道 今天来之前 碰见了青天间灵台狼说 今日有雪 不如就用这雪来当今天的尸体吧 李修竹文言 看了一眼阴郁的天空 倒不是不可能下雪 不过这要是看得准 那这青天间确实有点水平 李承玉说完就坐了下来 苏小小继续道 那就请诸位公子 小姐做诗吧 时间一注香 请 苏小小话落 两对侍女上前 一左一右 每个人的托盘中 都放着一份文房四宝 一个侍女来到了李修竹 他们桌前 看着一大桌子人犯了难 侍女对着李修竹行了一礼 小心地问道 不知道侯爷和夫人 哪位做诗 李修竹看了一眼左右 却发现左右都盯着她 嗯 你们不做诗吗 这可是女诛声啊 听了李修竹的话 李琉璃当先翻了个白眼 紧接着凑到了李修竹面前 抱住了李修竹的胳膊 毫不掩饰地说道 你的小宝贝 我就会吃 不会做诗 嗯 你不会做就不会做 那脸上得意要交 是怎么费事 不会很骄傲呗 不过真的是 骄傲也骄傲得这么可爱 至于宝贝这个称呼 是李修竹某次 在床上说漏了嘴 结果一解释 李琉璃就爱上了这个称呼 现在动不动救你的小宝贝 李碧瑶长年混迹诗会 对诗词之道 自然不在话下 想了想开口道 既然大家都不想动笔 那就给我吧 我也和妙景比试比试 说着看向李修竹继续道 不过夫君也不能闲着 不如我们一起吧 李修竹眨眨眼 可我没想动笔啊 李碧瑶也眨眨眼 脸上带着笑意 可是姐妹们 都想看夫君你的佳作啊 李修竹一正 立马想到了 刚才大家看自己的目光 好家伙 这是都等着我们啊 不等李修竹开口拒绝 就听李碧瑶继续道 夫君 你也不想你的夫人们失望吗 尤其是你的小宝贝 四 这位小日子网友 请你冷静冷静 李琉璃瞬间瞄懂 抱着李修竹的胳膊晃了晃 眼神楚楚可怜 夫君 想看 求求了 不灵不灵的大眼睛 让人很难拒绝啊 再往一旁看去 这一排大眼睛 这谁扛得住 行吧 给我也放一份宣纸 呃 侯爷不要文房四宝吗 李修竹摇了摇头 不需要 等我夫人写完我再写就行 李碧瑶正 笑着说道 那还是夫君先写吧 我得先酝酿酝酿 李修竹想了想 也不是不可以 不就是抄吗 他擅长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大约过了一分多钟 李修竹才选好要抄的诗 东归院 雪花飞暖容香夹 夹香格暖飞花雪 七雪人单一 一单人雪七 别拾梅子结 结子没识别 归不恨开持 持开恨不归 李修竹写实 身旁一双双眼睛盯着 唯有李碧瑶闭着也没看 他是要鄙视的不能分心 先想出自己的诗句才是真 司夫君这诗 绝了 虽然不应景 但此时也无景 应题 却又超过了题 李修竹文言 摇头笑笑 大家先别说话 莫要打扰了碧瑶的思路 李修竹提好字后 将诗词盖好 并未直接给侍女 这些侍女 可不是一般人家的侍女 身为三皇子府上的侍女 自然是诗字的 不说诗文怎么样 单单是后面的字 就让侍女惊到了 侍女眨巴着眼睛 看向李修竹 没想到满上京城 找不到的不戒居士居 然是冠军侯 嗯 那时候好像他还是坠血 就在侍女胡思乱想的时候 李碧瑶也在一盏茶后 睁开了眼睛 他先是看了一眼李修竹 紧接着下意识地 看向李修竹面前的宣纸 但这一看 李碧瑶就愣了一下 只见此时李修竹面前的宣纸 是倒着放的 非但如此 上面还改了一张宣纸 让那渗透的墨迹 隐隐绰绰看不真切 看到这 李修竹也不在意自家夫人的白眼 笑着说道 不给你看 是为你好 省得乱了你的思绪 你先写 写完自然给你看了 这倒是 李碧瑶不再纠结 写了起来 嫦娥夜舞 天上穷花和泰婉 人嫌玉树自生香 夜神月冷摇台静 仪是你长舞秀长 李修竹看完 不禁笑了 虽然没有雪字 但是穷花字就是雪 意境也很唯美 夫人这首饰一出 女诸生应是有七成胜算 李碧瑶听到夫君恭维也很高兴 不过他更好奇李修竹写的 夫君 给我看看你的 李修竹文言将自己的诗文掀了过来 东归院 诗名重归重举 但是比自己的朦胧有意境 其实他也想弄个有意境点的诗名 但是感觉自己那个改什么 都少了点韵味 索性直白点点了标题 再往下看 顿时间里碧瑶一正 诗句好吗 好 但是更好的是 诗句正反为诗 读术一致 点题 成句 还有意境 思这笔之夫君以前的桃花源 甚至还厉害三分 但是要说拿手势更好 只能说 各有各个好 各有各的妙 都是可以流传千古的诗词 这就是我的夫君吗 太厉害了 李碧瑶深情款款的 未有如此夫君而自豪 丝毫没察觉到 自家夫君只是个文超公 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拿了巨人的底蕴 不光是李碧瑶 虽然不是第一次看见 但其他人 也还是为李修竹诗词而震惊 一个个看向李修竹的目光 恨不能自见诊席 决定了 晚上自己一定要和夫君一起睡 当然有这么决定的 自然也有可惜的 可惜自己的亲起来的不是时候 就在这时 李修竹他们下手的位置 上届女诛生徐妙景 将自己的诗文 递给了女侍后走了过来 徐妙景不仅仅是女诛生 还是一等一的美人 只是之前年龄还小 好事者没将徐妙景 纳入上京良人三美 如今傅月华嫁人 苏诚诚家里出世 加上徐妙景过了年就急急 这上京三美除了余玄机 也会有她一席之地了 只是不知道 还有何人能登上 今年的良人美人榜 李修竹在徐妙景过来后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女诛生 以及可能是让朱棣 心心念念的小姨子 虽然过了年才急急 但是徐妙景的身段并不单薄 而是婉约到恰到好处的比例 一身米黄长裙 粉色白边纹丝绣 腰缠白玉丝带 配上火红的披风 多种颜色 在徐妙景的身上 形成了一种和谐到完美的搭配 让人一看就眼前一亮 难以忘记 不过最让人惊艳的 还是她的脸 光洁白皙的肤色 棱角分明 却宽窄适中的美貌 乌黑的眼眸仿若新尘 高挺的鼻 鲜薄却让人恋爱的唇形 无一步张扬着她的英气和柔美 是的 这是一个矛盾的形容 但是矛盾配在一起 仿佛才是攻守兼备的完美 李修竹这么多女人里 能和她不愤伯众的不足一半 只有李琉璃 苏儒 赵和德略胜一筹 嗯 苏儒不好算进她女人里 侯爷 小女子徐妙景 见过侯爷 李修竹回神 不必多礼 今日三皇子殿下 都让大家不必拘礼 妙景姑娘 这是让我为难 徐妙景一正 再次失了一礼 嗯 抱歉侯爷 是妙景失礼了 妙景唐突之处还请见谅 只是刚才听闻侯爷的夫人们 在惊叹侯爷的星座 一时间心痒难耐 看侯爷还未娇狗 忍不住想先看上眼 原来是这个原因 好奇心会害死猫 女人的好奇心尤为大 而且对一个女诸生而言 当知道有一篇家作在前 明明做好了 却不能先赌为快 那种煎熬 家人们谁懂啊 李修竹理解徐妙景的样子 当即汉手示意 徐小姐请 徐妙景文言 又对着一旁的妓女行了个礼 随后赶忙上前看了起来 徐妙景可不是一般人 京城才子 大半都被折服在她的才华和美貌下 对她心仪的人不少 看到徐妙景这样 顿时生出不妙的感觉 完蛋 妙景不会被这小白脸勾引走吧 不要啊 这混蛋 已经有那么多漂亮女人了 为什么不能放过我们妙景 这一刻 不知道多少男人心中哀吼 就是三皇子心中 也是滋味难鸣 她虽然面上不争不强 但是徐妙景这样的女子 她身为一个皇子 早已暗中主意了好吗 李修竹在不自觉间 已经为自己树立了一批新的敌人 徐妙景自然不知道 其他人心中的想法 就是知道也不会在意 她只有一个人 无法顾忌别人 而且她可是家里的宝贝 除了皇上下旨 不然没任何人逼迫她 徐妙景凑到了李碧瑶面前 李碧瑶对着徐妙景笑了笑 大气地将李修竹写的诗文 翻转到徐妙景的方向 供她看得起来 徐妙景也对着李碧瑶笑了笑 这才看向李修竹写的诗文 东归院 雪花飞暖容香夹 夹香格暖飞花雪 七雪人单一 一单人雪七 别拾梅子结 桀子没识变 归不恨开池 池开恨不归 撕 绝 千古绝句 这一瞬间 徐妙景有种揭开谜底 酣畅淋漓的感觉 而让她酣畅淋漓的 不是揭开谜底 而是谜底的答案 完美地符合了她心中的预期 就好像地下城开盲盒 开到了史诗成庄一样 徐妙景美目看向李修竹 钦佩地开口道 果然是侯爷 不愧是能写出桃花源这等流传千古诗句的侯爷 小女子佩服 看来今年的狮王 必然是属于侯爷的 徐妙景话一出 顿时间有些人坐不住了 不仅仅是为了狮王一撑 还有女人 徐小姐此言为时过早吧 徐妙景转头寻声看去 顿时间眉头一皱 难不成王公子 有超过桃花源的佳作 不才却有佳作一首 即便比不上桃花源 但也是难得的佳作 要是旁人说不定就给个台阶了 但是徐妙景可不惯着 她虽然知书达理 形势温和大方 但是却也有别人碰不得的逆龄 家人是一个 文学也是一个 既然知道比不上 那为何觉得 妙景说得不对 这顿了顿 王世超眼神转了转 顿时想到了说法 我的诗虽然可能差一点点 但我大洲地广物博 人才辈出 徐小姐又怎知 没人能做得出比侯爷更好的诗词呢 说着 王世超看向李修竹行了一礼 侯爷见谅 我只是实事求是 并没有针对的意思 李修竹无所谓的汗手 王公子说得对 青出于蓝儿胜于蓝 冰生于水儿寒于水 正所谓 江山被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徐庙景则不买账 就好像被人对了一般 有事迹的不是本人 而是他们这些粉丝 徐庙景扫视当场 对着所有人开口道 不知道哪位觉得自己的佳作 可以胜过桃花源 若是有 不妨让大家看看 庙景也为自己的口出狂言 给大家道个歉 这一瞬间 别管是不是不爽 李修竹都沉默了 纵然不爽 他们也是承认李修竹诗词才华的 徐庙景的话 顿时迎来了李修竹 一众妻妾的好感 颇有种冬日喝姜茶 三浮天喝冰水的舒爽 苏小小眼看冷场 走了出来 笑着开口道 庙景小姐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不如卷子收回来 大家品评一番 这样是否有佳作一言可知 不知可否 徐庙景 看无人感应他 自然也不会拒绝 今日如此已是少见 他可是徐庙景 大方得体的徐庙景 这是自然 本就是诗会流程 是庙景积月了 还请小小姑娘和大家见谅 说着 徐庙景再次看向李修竹行了一礼 让侯爷见笑了 只是庙景一生醉喜文学 容不得别人玷污 李修竹温和地笑了笑 这才乃到哪 比后世的小仙女们的脾气好多了 后世小仙女这个时候 基本都是国粹招呼对面 再不计 也得来一圈二十年功力的老拳 庙景为了自己喜欢的勇于直言 乃是难得一见美好品质 哪有什么见效 徐庙景这才心中一松 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坐回到了自己座位 少清 一张张诗卷收好 紧接着 唱诵人开始传唱 这才是诗会的正确打开模式 大家都是为了出一出风头 之前李修竹在桃园那种 被针对的属于鄙视 雪夜 张瑞 寒风吹雪花 飞舞入窗沙 夜半孤灯暗 空接落月花 第一首诗念完 唱诵的人停顿了一下 这个停顿大概是五分钟 让大家开始品评欣赏 若是有佳作 议论不绝 也会提升到斩查时间 随着唱诵完毕 下面响起了声音 不过声音不多 因为诗句重归重举 大概是大部分人应有的水平 张瑞的几个朋友 对着张瑞恭维了几句 大概也就是这了 眼看没什么人开口了 唱诵人拿起了另一张诗卷 西山贺心 建安雅士 王世超 六出天为第一锐 分若银乌万瓦批 韩世江蒲衣秀里 老人臃肿被被食 西山道者来成巧 影将持江远作七 我是皮叶荡日旅 喜欢合月复合仪 仪 王世超 难怪之前敢站出来 这诗句有点意思 徐妙景也是意外 这王世超往日里作品也就一般 但今日这诗文已经是有了 不说别的地方 只是上京城的话 可以排得上我今年的前十了 不过想着想着 徐妙景眉头微皱 这是买枪了 常听有公子哥 为了花魁一致千镜 找人润笔 看来今日这王世超 怕事也差不多 不过徐妙景也没打算戳穿王世超 一是无关大局 二是拆穿容易得罪人 虽然他不怕 但自己偶像在 他怕给偶像留下不好的印象 下面的人议论纷纷 纷纷夸赞王世超的诗词 就是徐妙景身旁的女子 也是对着徐妙景 开口夸赞 今日这王世超的诗还不错 难怪敢和侯爷叫板 妙景妹妹 你觉得如何 可能与侯爷的诗词媲美 徐妙景文言嘴角一弯 努力不让自己露出吃笑的笑容 努力温和地笑道 迎火与昊月争辉 好吧 虽然与其温和 表情也没什么特别 但是话 依然是那么犀利 顿时间女子眨眨眼 好奇地问道 妙景妹妹 侯爷到底做了一首什么诗词 徐妙景同样眨眨眼 现在揭开谜底 就没意思了不是吗 还是等唱诵人唱诵吧 说着 徐妙景顿了顿 仿佛想起什么 继续道 侯爷有个号 而且这个号之前 在京城可是狠狠地火过一段时间 什么 好 火过一段时间 这么一想 女人眼前一亮 紧接着摇了摇头 不可能是她吧 不过想到 那怨情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女人试探着问道 不借居室 徐妙景文言笑了笑 姐姐果然天资聪颖 此还真的是 这一下 女子更好奇了 看向李修竹 女子忽然觉得自己悟了 难怪叫不借居室 居室多是指 没有出家的信教人士 大部分文人雅士 也自称居室 不论这侯爷是哪个 从女人方面说 真是不见 与此同时 李承玉对王世超的诗词 也很满意 觉得 就算不能压力修竹一头 也能给他带来点压力 当下也不吝啬言辞 世超这首西山贺心 做得不错 不愧见安雅士之名 多谢殿下夸赞 世超愧不敢当 嘴上说着愧不敢当 但嘴角上的弧度 诉说着他此时的心情 虽未言 但已经人尽皆知 就在这时 王世超看向李修竹 挑衅地看向李修竹 开口问道 不知道侯爷对世超所做 有什么见解 李修竹顿时鼓鼓掌 嗯嗯 棒棒棒 王世超四十没想到 李修竹会说这话 顿时间没反应过来 愣了一下 嗯 侯爷也觉得 我做得是很棒 嗯嗯 棒棒棒 这 王世超感觉仿佛一拳 打在了棉花上 分外难受 而且 你这棒棒棒 为何我莫名觉得不是好话 奇怪 这不明明是夸赞的话吗 徐妙景则很奇怪地 看向李修竹 可惜看不见李修竹 顿时间 他皱了皱眉 谁安排的破地方 我都看不到 我偶像了 不过他看不见 李修竹的夫人们 可看得见 看见李修竹一副对对对 你说的 都对得敷衍样子 顿时间李琉璃没控制住 笑喷了 王世超看向李琉璃 顿时间皱了皱眉头 什么意思啊 别以为你是公主就能折辱我 我可是文人 三两骨头不低头的文人 公主是对驸马所说有意见 还是对世超的诗作 有不同见解 李琉璃顿时完心就起来了 李修竹只是眼神敷衍 但李琉璃 只见李琉璃 一副眉眼看得连连点头 啊对对对 我夫君说的都对 公主 对对对 王公子的诗作棒棒的 敷衍的动作和表情 顿时间全场男人都看出来了 不知道谁没忍住 当先笑了出来 扑痴 王世超杀人的目光 顿时间瞪了过去 那人赶忙捂住了嘴 王世超这才收回目光 怒视着李琉璃这绝带美人 这娘们怎么这么气人 公主莫不适 啊对对对 我都说对了 你还想让我怎样 说着李琉璃一副你没点眼力的 白了一眼 王世超对唱颂人说道 时间也差不多了 还不快念下一副 这都过了一盏茶了 你这小丝 这么不专业的吗 唱颂的适者一致 我一个看戏的 为什么会扯上我 不过他哪敢得罪李琉璃 这可是公主 当即小丝就开口道歉道 公主恕罪 是小的失职 小的这就念 东郊冯子义 张怀清 天地有清白 乾坤无便衰 人间多少事都在雪花开 万里山合影 千年草木哀 何当成性质 与子共徘徊 看着已经略过了自己 王世超自然不好再说什么 窝着一肚子火坐了下来 他倒是要看看 李修竹做了什么诗 但凡能让他找到一点破绽 他都不会轻易放过李修竹 这又是一首重归重举 也没什么好耽误大家时间的 不过陆陆续续也有人恭维 这叫张怀清的 这叫护旁 接下来让人眼前一亮的 一共有三首 一首是一个名叫汪通的人 做得不复今朝 白雪于天 飞扬万年 我有美酒 与君共欢 今夕何夜 明朝是难 人生百岁 能得几番 末代秋风 吹散云烟 这首诗词一出 顿时间王室超脸色黑了一半 这首诗词 明显比他的好了那么一筹 不过江湖不止打打杀杀 还有人情世故 虽然这诗词比他的技高一筹 但是他有背景有关系 在不那么高不可攀的情况下 他还有五成机会能赢 但这诗会可不仅仅只有两首好诗 在念到李修竹诗词前 另外两首诗一样 让他感觉亚历山大 其中一首 是女诸生徐妙景的雪中看眉 六出飞花乱坠 千灵万树其催 天上玉龙吹落 人间白鹤归毁 寒气清零酒利 清光照应诗碑 独有梅荡春信 东风仙道江县 洞河长空四野 云迷远秀孤辉 何处偏周成信 水边竹外柴飞 这首诗比汪通的意境更多三分 若要评个好坏 诗文就赢三分 加上女诸生徐妙景的名头和外貌 相信选徐妙景的 至少比选汪通的人多两到三成 汪通也是面色一苦 好不容易超常发挥 佳作偶德 却没想到碰到了女诸生拦路 好在即便被女诸生压下 自己这次应该也出了点名头 毕竟徐妙景是女人 徐妙景一手雪中看眉 顿时给这些文人雅士听嗨了 只见一个个激动地站起 不要钱的马屁 好 太好了 妙景姑娘不愧女诸生之名 妙景姑娘怕是要明年 再得女诸生之名了 妙景姑娘可惜不是男儿身 不然定然封侯败相 科考状元 怕是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此句只阴天上游 人间哪有几回文 喂喂喂 你们这马屁太假了吧 过了 过了呀 徐妙景都脸红了 尤其是看了李修竹的诗 更觉得尴尬 自己做得不错 但是也就只当得起不错二字 尴尬的徐妙景 强烈地体会到了 射死是中什么体验 若是有能力 脚下必出三十一厅 汪通看到这里 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索性跟舔一波 说不定赢得女诸生好感 人生起飞呢 汪通抱拳起身 带着点自嘲的苦笑道 本以为今日家作偶德 必然能一鸣惊人 没想到碰到了女诸生 妙景姑娘的雪中看眉 我不急也 若是日后有机会 期待与妙景姑娘请叫一二 这一刻 在场除了李修竹外 所有男人心中都是一顿之后 在心中骂骂咧咧起来 正所谓脸上笑嘻嘻 心中MIP就是如此了 这混蛋一手算盘打得叮当响 隔着十几米 他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李承煜微皱眉 打算下去警告这混蛋 离徐庙景远点 王氏超没李承煜那么好的城府 当即开口道 汪通你什么水平 你那水平不行 应该请教夫子 怎么夫子教不了你了 算盘打得啪啪响 我站这都听到了 没点自知之明 你 汪通猛了下 没想到王氏超 这么不给面子的对自己 难道我不配 你配吗 王氏超虽然诗词不行 但是脑子好使 文言直接开口道 我也不配 所以我有自知之明 只找夫子 不坏女诸生的名声 这 混蛋 好憋屈 他是说 我在败坏女诸生的名声 不吃 哈哈 王兄快人快语 别管男女 此时都是支持王氏超的 就是徐庙景 也不禁多看了一眼王氏超 他才不想和汪通探讨诗词呢 探讨诗词找侯爷 他不想吗 这时一旁唱颂 关注着时间的侍从 觉得该自己发挥了 再不开口 说不定又要被找查 接下来 请继续欣赏诗词 嫦娥夜舞 文杰公主李碧瑶 天上穷花和太晚 人嫌玉树自生香 夜神月冷摇台静 一世你常舞秀长 顿时间 大家又是一正 又是一首好诗 和女诸生徐庙景的诗词 可以说是伯仲之间了 有些人可能更喜欢嫦娥夜舞 也有可能 有人更喜欢雪中看美 虽然文杰公主已经嫁人 没啥投资价值 但是毕竟是公主 谁敢得罪 谁敢让她遭遇不公 李承玉当先表态 四皇妹这首嫦娥夜舞 穷尽幻想 只是听诗文 就让人仿佛如入仙境 真是极好的 是啊 四姐这首诗 恐怕和女诸生徐庙景的诗文 相差仿佛了 说着 李诗诗眨眨眼 说不定四姐明年 也能得个女诸生之名哦 李承玉文言看了一眼徐庙景 赶忙开口道 庙景的诗文也是极好的 虽然二者相差仿佛 但是让我选 我还是更喜欢 庙景的诗文多一点 听着李承玉喊妙景 徐妙景微微皱眉 但是她也没反驳 李承玉贵为皇子 不能意气用事 不过 听到李承玉这么说 徐妙景忽然起身 看向李修竹 侯爷乃是诗词大家 侯爷对妙景和公主的诗文 怎么看 祸水东营 还是什么目点 傅月华现在已经很少 能听到李修竹的心声了 就仿佛李修竹 现在说话张口急来 不过脑子了一样 当下听到 还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紧接着 她就神色不善地看向徐妙景 李修竹也不管 徐妙景打的什么主意 开口道 就像殿下所说 两者相差仿佛 说谁更好 完全是看个人喜好 至于我这个坐相公的 自然是更喜欢 我家碧瑶的诗了 李修竹毫不遮掩的话 不但让李碧瑶景女 眼神发亮 就是徐妙景 也是眼神亮了亮 先帮亲再帮理 这才是女人需要的安全感 讲理 我需要你和我讲理吗 李碧瑶现在也不在乎 这些虚名 写诗纯粹是弯弯 当即开口道 念下一首诗词吧 大家没必要为了我争论什么 我对这些不是很看重 李碧瑶的豁达 顿时引来不少人的好感 无论男女 只是男人有些可惜 李碧瑶嫁人了 甚至还有几个 看着现在已经开始成熟 有风韵的李碧瑶 生起了一丝曹贼之魂 当真是人人恨曹贼 人人又想当曹贼 可惜 他们只有心 没难命 就和在座的大部分人一样 负责唱诵的侍从 听了李碧瑶的话 赶忙念起了下一份诗卷 因为李修竹和李碧瑶是挨着的 自然轮到了他 李碧瑶刚才不在意 此时反而认真了起来 想看看接下来这些才子的反应 想到之前挑衅的王世超 李碧瑶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他 也不知道 这孩子会不会受打击 东归院 不戒居士 李修竹 仅仅只是一个开头 还没出现正文下面 就炸锅了 什么 他是不戒居士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若是不戒居士 那岂不是说 今年最有争议夺的诗王的诗 都是李修竹做的 真 我打我自己 卧槽 牛逼 这个争论没多久 因为看见他们争吵 唱诵人也只是顿了顿 但也只是顿了顿 雪花飞暖融香夹 夹香溶暖飞花雪 听着唱诵诗者 没等他们开始念诵诗句 顿时间大家安静了 但这个安静也只是表面的 大家心里面 则没面上那么安静 仅仅第一句诗文 他们就察觉到了一点不对劲 这诗好像是正反对称 七雪人单一 一单人雪七 还真是 这一瞬间 他们都意识到了李修竹的王诈 别识梅子结 结子没识扁 归不恨开持 持开恨不归 妈了 彻底妈了 不戒居士 果然是不戒居士 一下场就炸鱼 这正反诗一出 语者皆无畏 不但诗词工整 连意境也很深 将女子深归的怨和思念 雕刻得淋漓尽致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诗文中的时候 李碧瑶嘴角也难得生起一抹坏笑 只见他十分突兀地鼓了鼓掌 在大家下意识地看向他的时候 李碧瑶开口喊道 我夫君有诗圣之姿 李碧瑶还是保守的 保守到让人不知道怎么反驳 一堆柿子面色难看的张了张嘴 全都无言以对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若是可以 他们情愿输给徐妙景 输给徐妙景懂的都懂 装成大家让女人的 那也是一段佳话好吧 可现在 遮羞不眉了 他们被人碾压了 李琉璃则是诧异地看了一眼姐姐 这不像是姐姐的表现 不过也仅仅是诧异了一下 下一秒 她就眼珠子一转 跟了起来 姐姐 你也太不谦虚了 李琉璃话一出 就让大家一正 这是内讧吗 狗咬狗了 然而 只有李琉璃的四姐和夫君才知道 她以前是个怎样的阴阳大师 果然 只听李琉璃继续道 虽然往前数十年 都没见过夫君这么有才华的 但万一往后几年就出了呢 两年内 万一王公子等人突然开窍了 一举超过了夫君呢 忽然李琉璃突兀地捂住了嘴 本就不晓得大眼睛 更是张德老大 不是吧 不是吧 姐姐不是 觉得他们永远不行吧 是了 毕竟不是谁都能比得过夫君的 这倒是妹妹的不是了 妹妹还以为 大家最多只差夫君一点点呢 不过没关系 我相信王公子 王公子等等 肯定会十年内超过夫君的 王公子你说是不是 王氏超文言 嘴角抽动 真想说我是个屁 兄弟们 无语子了 谁能理解啊 清竹十二口 黄蜂伟后真 两者皆不毒 最毒负人心啊 反正信王的多 不怕 只要我不开口 就没人会说 李琉璃内涵的是我 不过他显然想多了 虽然他左顾右看 仿佛李琉璃说的 王公子另有其人 但是大家拒绩而来的目光 让他明白 就算他装傻 别人也不会放过他 眼见他沉默不开口 顿时间王氏超身旁 一人抱拳开口道 公主所说是急 王氏超和汪通的才学 我们是认可的 别人不说 我赵南是万万不敌的 也相信王氏超和汪通 十年内就能做出千古绝具 啊 对对对 我等也相信 我等也是 王氏超妈了 过分了老铁 来骗 来偷袭 欺负我一个22岁的文弱书生 汪通也妈了 你们说是王氏超就算了 为何连带上我 这时 李承玉忍不住开口道 时间差不多了 念下面的诗卷吧 虽然还有 但基本都是才女所做了 谁准不要说 比起李修竹 就是比王氏超的 也多有不如 一时间 大家都有点索然无味 嗯 不对 也不能说索然无味 有李修竹的诗词可以评鉴 一时间喜欢诗词的人 还沉浸在李修竹的诗词中 品评着 等所有诗词念下来 武士都过了好一阵了 苏小小站了出来 柔弱地开口道 今日佳作不断 小小听的 也是大开眼界 接下来是品评环节 指出三甲提名 大家觉得 哪幅作品能上三甲 就提哪幅 首先我提名李侯爷的东归院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提 我来我来 我提名女诸生 徐妙景姑娘的雪中看眉 我提名嫦娥业务 这必须得有王世超的健安雅士 王世超嘴角一抽 我TM谢谢你 汪通不负今招 汪通 我TM也谢谢你 咦 我为什么要说也 要说一开始 二人还想争个三甲 但现在三甲压根毫无意义 被点名的人 纯属上去丢粪 明眼人一看 就是李修竹夫妻荡 和徐妙景 当然 也不排除大家齐心合力排外 若是换个没啥名气的藩帮人 大家说不定还真会这么做 但是李修竹是侯爷 夫人是公主 剩下一个是女诸生 这怎么打 拿头打 好 还有人提名吗 若是没有 那么接下来 唱票就开始了 一桌一票 直接选就行 不需要投票 因为往常都要讨好妹子 自然不存在什么匿名投票 一个木板被推了上来 一个侍女已经拿上了黑炭 站在边上写起了四人的名字 这时 苏小小再次开口道 今日的诗词略多 耽误了大家的用餐时间 是小小失礼了 但是好在今次佳作不断 相信大家也还满意 如此小小也算安心了 等下投票完 王爷准备了酒席 届时劳烦大家一步参阁 说到这苏小小洁白的御手 拿着丝卷在下巴上一放 眼神也多了三分调皮地说道 王爷为了这一餐 可是花了大价钱哦 室外面请厨子 可是一等一的贵 听到这话 大家一正 紧接着纷纷猜测起来 难不成是最先楼的厨子 嗨 兄弟 都多久没出门了 现在最贵的可不是最先楼 说话之人顿了顿 继续道 不过即便是最先楼的厨子 也可以理解 毕竟最先楼也还是贵的 之前发话的人一正 韩兄 我之前生病抱恙俩月 咱们京城是出了什么新地方吗 抱恙俩月纯属扯淡 是他穷得没钱出门了 真以为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吗 除了大户士族 不然没几个有钱的 但是都市人可以穷 但是不能没面子啊 是以这个时候 抱恙不出门是最省钱的 韩玉自然知道里面的道道 文言也不拆穿 笑道 咱们上京城 最近可是出了一个厉害的酒楼 叫云竹楼 说是日进斗金 那也是毫不夸张 斗金看似很多 但其实也比那多多了 云竹楼每日卖出去的银子 小两千两 抛去成本 净赚一千七百两是有的 就这还是地方不够 不然的话 三千五千问题不大 仅仅两个月 傅云霜就实现了 月入万两的赌约 虽然傅云霜 已经实现了和家人的赌约 云竹楼主打一个饥饿营销 而且扩建的话 以为这管理什么的 都要加重 对傅云霜不友好 自己的小姨子 自己不疼着谁疼 当然 这是题外话 苏小小看几个候选人名字写好 这才开口道 唱票开始 就由咱们的左手第一桌 侯爷家开始唱票吧 李修竹看了一眼李碧瑶 毫不迟疑地开口道 文杰公主 虽然在家叫李碧瑶 但是对外肯定要说公主封号的 文杰公主一票 唱票的刚喊完 一旁记录的就在文杰公主下面画了一横 李修竹下手的徐妙锦刚想开口 就听李琉璃忽然喊道 等一下 我们家两个参赛的 不应该投两票吗 嗯 苏小小一马 是真的有些怕这个文化公主了 别的不知道 这封号肯定错了 找是公主还差不多 不过 她身为主办方代表 自然不能不说话 苏小小硬着头皮站了起来 为难地轻声道 话虽如此 可历来都是如此安排 这 看苏小小硬托口音 李琉璃懂苏小小的意思 意思是我很为难 你别为难我 然而 李琉璃是什么人 李琉璃以前也是玩可怜人设的好吧 唉 都怪我不该让小小姐姐为难 可是以前也没有一桌参加两个呀 规矩因人而定 若是这么分 以后世会中好友相见 岂不是还要分桌而坐 若是以后还有夫妻都想参加 岂不是也要分桌而坐 难不成小小姑娘 因为自己不喜欢男人 而不想看到 我们和夫君在一起 我不喜欢男人 这 我怎么不知道 可想想那些臭男人 这 不管怎么说 这是不能发酵 不然她今后可就没绑一给送钱了 公主说笑了 小小是喜欢男人的 自然没想 拆散公主和驸马 做一桌的想法 至于公主所说 大家可以一桌同比 只是少一票投票权而已 李琉璃文言打断道 一票投票权 小小姐姐可知 一票可能就与第一失职交臂 而且 若是一起来的人都分桌而坐 岂不是一下子就拥有好几票 苏小小感觉大脑转不过弯来了 虽然觉得离谱 又觉得有道理 仿佛被扑恶一般 苏小小也不想挣扎了 顿时叹了口气问道 公主是什么意思 李琉璃文言开口道 依我看 这投票应该参赛人一人一票 而且 参赛人投票不能投自己 说到底 这是文人诗会 能鄙视的 大多都有文采 更能评出好患 而我们其他人 也最多就是个鉴赏 这样以后好友相见 也可以同桌相谈 夫妻同来 也不用分桌而做了 苏小小文言看了一眼李承玉 待看到李承玉没表示后 这才看向大家 大家有不同意见吗 李琉璃的话说得不错 虽然可能少几票 但是也更公平一些 当然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能做到这步已经很好了 李修竹虽然不在意 但是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拆老婆的台 这时下手的徐妙景 忽然站了起来 开口支持道 我认为公主所言在理 我支持 有了徐妙景开头 自然有人给面子 苏小小看到这里松了口气 感激的目光 看着徐妙景点了点头 这才开口道 那请文杰公主投票吧 李碧姚文言笑了笑 也不顾举贤必轻 直接开口道 我投我夫君冠军侯李修竹 苏小小并不意外 等唱诺的唱完 这才看向徐妙景 妙景姑娘请 我也投侯爷 冠军侯再得一票 李修竹看到黑板上的 他名字下的遗数后 微微一正 随即了然 好吧 古代都是按证计票的 不过别说 这个方法在电子计算 没普及前 是最少出错的技术方法 古人的智慧 有些会被淘汰 有些过了几百年 依然有用 唱票继续 不过李修竹关注度不高 他已经是碾压之势 没人会冒着损害 自己名声的风险压他 果不其然 李修竹得了第一 徐妙景第二 李碧姚第三 李修竹的第一人 独揽25票 而第二的徐妙景 得了6票 李碧姚得了5票 今日投名已出 诸位请跟小小一步参阁 一行人跟着苏小小一路前行 左走右拐了几次 才来到王府的参阁 说是阁一点都不夸张 几十人坐下 一点都不费事 若是分排 坐下上百人 也是可能的 这时 李琉璃有点不高兴地 对着李修竹低声道 夫君 你就这么喜欢这苏小小吗 都盯着他的后臀看一路了 还没看够吗 顿时李修竹脸色一黑 瞪了一眼李琉璃 然而李琉璃根本不怕他 看着他的邓氏 楚楚可怜又自怨自怜 唉 终究是得到了 就不知道珍惜 夫君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四 我以前对你啥样 你心里没点X说 再阴阳怪气 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 想了想 李修竹还是低声解释道 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苏小小 似乎对禁王府颇为熟络 而且 这次还是在禁王府里办诗会 所以你猜 苏小小和你三哥是什么关系 你三哥的属下 还是你的三嫂 李琉璃文言 奇怪地看了一眼李修竹 问道 你不知道洪秀苑是我三哥的吗 苏小小当然是我三哥的属下 我怎么不知道 嗯 这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是我在这揣摩半天 小丑竟是我自己 顿时间 李修竹觉得自己 真的能用脚趾 抠出一套三十一厅了 李修竹尴尬地打了他哈哈 你知道的 我不太关注这些 而且 一个皇子和青楼 我也没敢往那边想 李琉璃理解的点点头 开口道 说起来 这苏小小也是个可怜人 他爹以前是金官 为官清廉 深得父皇信赖 后来调任苏杭盐运总督 苏小小的爹苏远胜 当上盐运总督 本是为父皇分忧 可惜财博动人心 两年后 盐运税收没多大进展 反而被父皇的案子查到 苏远胜贪污受贿200多万两 后来苏家被抄家 苏小小在京城 被抓进了教司方 我三哥在外面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认识了苏小小 反正大概就是一见钟情了吧 苏小小家出事了 我三哥就开了红秀院 然后直接把苏小小赎买了 为了这件事 当时父皇还打了我三哥一顿鞭子 李修竹很诧异 多少也带点不理解 李琉璃说的 李承玉多少像个痴情人 可是痴情人不应该保护自己的女人吗 这 为何弄了个青楼 让苏小小见客的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后 忽然眉头微皱 顿时间在看三皇子李承玉 和苏小小时 眼中没了思考 反而多了几分玩味 没别的意思 主要是他发现了点好玩的 有没有可能 青楼只是三皇子的眼和二 就是情报组织 若是这样 那么一切都合理了 看来三皇子也下了一盘大棋啊 可惜 自己已经被绑在太子战船上了 那就只能让你折几尘沙了 李修竹刚思考好 各种菜品就开始上桌 李修竹仅仅看了一眼 就知道这是自家酒楼的东西 果然 下一刻 苏小小就站了起来 各位 这是三皇子特意花重金 从最先楼请的厨子 光是请厨子 就花了两千两 大家可不要辜负三皇子的美意 来 我们同起一杯 敬三皇子 李修竹虽然不喜欢行事 但是有时候 也不能独行于外 事宜也跟着端起了杯子 然而 让李修竹没想到的是 三皇子端起酒杯 却并没喝 直接开启了演讲模式 首先感谢大家 参加本王府邸的诗会 今年一年是多试之秋 本来我本不予多生事端 但是北伐大劫 新罗寿祥 普天同庆 所以 小小大家找上本王的时候 本王考虑了一下答应了 同时 本王派人邀请了 北伐最大的功臣冠军侯 前来一续 嗯 三皇子这什么意思 算计我 还是真心的 傅月华文言 顿时间一致 什么鬼 怎么就算计了 是我错过了什么 傅月华虽然猛逼 但是心神却绷紧了 自古皇子争权 倒霉的大都是我附庸 李修竹和傅月华 虽然心思多转 但其实 也就一两秒的时间 李修竹举杯开口道 修竹也很高兴 能来参加诗会 虽然北伐完了 但是总是感觉 回来后有点格格不入 这次诗会后 我才发现 是自己崩得太紧 没到处走走 和大家聚聚 对上京产生了距离胆 这杯酒本侯敬各位 也多谢晋王邀请 李修竹喝完 当先一饮而尽 李承宇文言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李修竹 也喝下了杯中酒 这才继续道 若是驸马喜欢 我可以让人多办 两次诗会 定然让你早日 重新融入上京 李修竹淡然地摇了摇头 这倒不必了 刻意为之 终是落了下城 心之所起 随缘而至 如此方式正理 李承宇也不勉强 因为这只是开胃菜 驸马果真豁达 有我等不及的心胸 难怪能写出一篇篇千古佳作 既然如此 本王也不牢到了 免得让大家心烦 不等一堆 要拍马屁的开口 直接继续道 宴席开始 奏乐 舞 随着一声唱诺 一个个身穿粉色花裙的女子 快步步入店中 凹了一个造型 紧接着 在乐曲转换的点位上 忽然舞动了起来 银丝雪木炭 在空气中 发出轻微的琵琶声 被乐曲的声音掩盖 冬日的严寒被温暖取代 虽然身处冬日 可餐阁里却一点都不冷 就在这时 李修竹似有所觉 转头看向门口 却发现不知何时 天空下起了白蒙蒙的雪花 雪花很密 李修竹看了一眼就知道 这雪小不了 怕是这场雪 就算下不了三五日 一两日也是有的 似乎是因为她的缘故 身旁的女人们 也都发现下雪了 没想到今天真的有雪啊 我还以为三哥胡说的 真美啊 李修竹文言一正 仿佛被李琉璃的话 点了一下 愣住了 好久没看到雪了 记得上一次看到 还是去年 呃 你们这初春没下雪吗 没 红磊姐姐那初春下雪了吗 西红磊文言点了点头 不仅仅是初春 今年六月份还下了次雪 当时我还在想 这天下又有什么震惊的冤案发生 这时 北地来的几个姑娘 纷纷开口 是啊 当时六月飞雪 我都梦了 何止你梦了 我也梦 六月飞雪我长这么大 那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 当时整整下了一天 嗯 今年我们北地的天气太奇怪了 先是干旱 然后六月飞雪 飞雪过后又是干旱 好在边关还不算太严重 听说新罗那边土地都晒裂了 所以 新罗才会出兵求上公主吧 还好夫君把他们杀退了 就是新罗今年也太难了 顿时间一旁的李琉璃 冷笑着嘲讽道 你们在口出什么狂言 居然还替他们感慨起来了 他们难就可以抢 你知道他们抢的后果是什么吗 不说百姓受灾 破了城 你以为你们就绝对安全 被李琉璃一对 几个涉事未深的傻白田 顿时沉默了 李琉璃虽然说话不好听 但是是事实 对不起琉璃姐姐 是我们说错话了 李琉璃不耐烦地摆摆手 别和我道歉 和夫君道歉去 李修竹虽然在想事情 但也大致听到了 文言也是叹了口气 天灾人祸受苦的都是百姓 夫君 李修竹打断了小乔的话 无所谓地开口道 你们还小 有善心很好 但是不要随意乱发 立场上的事情 我们无法决定 而且战争也是本可以避免的 我大周虽然禁止卖粮给外邦 但是只要他们真舍的 也有的是人脉 再不行 他们那供换粮 你觉得我大周会不同意 说到底是无本买卖做多了 不想往外掏 夫君 我们知错了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了 没在意 除非是国君 否则谁愿意掏钱养别人的子民 新罗有钱的人不少 那边盛产珍珠 加上现在辽东以北也算新罗的 矿产也算丰富 但是光平君主 可能真没几个钱 行了 说了就过去了 都是一家人 说个雪洞的生气 北方天气冷 常年见雪很正常 南方则要好很多 不过六月飞雪 即便是在北方也不正常 李修竹顿了顿 若有所思 莫不是小冰河要来了 如果是的话 看来要囤粮了 小冰河 囤粮 这不会出什么大事吧 一时间 傅月华脸色凝重了起来 李修竹不经意间看了一眼傅月华 立刻有了新的想法 即使小冰河也问题不大 只要早做准备就好 李修竹没敢多想 因为除了小冰河 还有大冰河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次大冰河时期是什么年代 但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 傅月华 文言则更担心了 就和李修竹知道 他能偷听到一样 他也知道了 李修竹知道了 他能偷听到他的心声 那么 夫君现在说的 会不会是在安慰他 就在这时 苏小小忽然走了过来 苏小小的行为 顿时间让一堆有心人看了过来 毕竟苏小小可是红修院的大家 追求者众多 李琉璃警惕地看着苏小小没开口 似乎想看看苏小什么 李修竹看着苏小小过来 开口问道 小小姑娘这是 苏小小笑了笑柔声说道 靖王殿下说 侯爷最近劳碌 让我给侯爷敬杯酒 这两日虽然没有失会了 但是年关在即 有不少好去处 靖王殿下说 让小小带侯爷四处走走 侯爷 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 苏小小问的是 什么时候有空 而不是您想去吗 这是把他安排了呀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想了想开口道 蜡月二十七怎么样 李承宇八成是想拉拢我 我去过太子府了 如果不应 他八成会认为 我是太子的人 看来只能先硬下 然后见招拆招了 苏小小闻言松了口气 他还真担心李修竹拒绝 没办法完成王爷的嘱咐 好 蜡月二十七 小小在侯府门口等您 嗯 苏小小没多做停留 倒完酒 和李修竹喝了一杯就走了 这让他的榜一大哥松了口气 嗯 榜二至榜十吧 这里有不少所谓的才子 都是冲着苏小小来的 虽然不是都做了诗词 但是人不少就是 等苏小小离开 李琉璃忍不住皱眉 夫君 黄泉之争很危险 咱们最好不要参与其中 而且 太子是我哥 夫君你 李修竹点头 轻声开口道 放心 微夫知道怎么选 只是想不参与其中 苏小小还是必须得见的 不然你三哥怕是会把我们算进去 说到这里修竹忽然一顿 随后看向李琉璃问道 没看出来我家琉璃这么聪明 你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李琉璃鸣嘴说道 刚反应过来 没想到我这三哥隐藏得这么深 李琉璃说话时 眼神带着嘲讽和不屑 也不知是为何 李碧瑶听到二人的谈话后笑了笑 对着李琉璃问道 是因为苏小小过来吗 李琉璃闻言顿时更加不屑地嘲讽道 是啊 你们看苏小小那一副不值钱的样子 摆明是要白送的 之前我说起我这三哥 给苏小小弄了栋青楼的时候 我看夫君眉头微皱 就察觉到我可能想简单了 现在想想 可不是吗 我三哥要是真喜欢苏小小 完全可以养到外宅 就算是罪患之女 悄悄弄出去 也不是难事 那为什么要放在青楼 现在还摆出一副 想白送给夫君的样子 看来 我这三哥 是惦记上了我哥太子的位置啊 说起来这红袖楼 还是在我太子哥哥的男宠 被腰掌后弄的 看来那件事 让他看到了希望 好家伙 这就是皇家吗 步步为营 见逢扎针 顿时间 除了李修竹四人 一旁的几个妾室都骂了 毕竟 边陲走出来的人 从未想过 这些勾心斗角的事情 诗会到这里 基本已经结束 吃过饭后 天已经黑了 这倒不是因为倒有时了 而是因为 雪越来越大 天色黑了 诸位公子 小姐 雪大路滑 马车一路慢走 注意安全 送走了最后一批人 苏小小也没回红袖院 而是留了下来 人都走了 关于李修竹 你怎么看 他可能为我所用吗 苏小小文言摇了摇头 开口道 李修竹这人我看不太懂 唯一能看懂的 就是他比较好色 这一点从他夫人的数量里 就能看出来 对了 他对夫人应该极好 想来也是重感情的人 李承宇无意识地敲打着扶手 沉默了下后问道 是怎么看出来的 苏小小文言 似是想到了李修竹的夫人们 沉默了一下后才回答道 他的夫人们都笑得很甜 是发自内心的笑 是幸福的笑 加上他们言行很放松 只有被宠到极致 才会这样放纵吧 李承宇文言想了想 继续道 你的意思是 李修竹现在是太子的人 毕竟太子的妹妹 可是他夫人 苏小小思考了一下 摇了摇头 这我也不能保证 李修竹这人 从以往的情报上来说 有点懒散 属于那种推着才能走的 那你觉得 如果你变成了他的女人 他会帮我吗 苏小小想了想 摇了摇头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最多应该会两步相帮 而且殿下你知道的 小小心里只有禁王殿下 请殿下收回成命 李承宇文言再次沉默 思考了两久才开口道 先拉拢吧 最少也要让他两步相帮 顿时间苏小小的眼神一按 仿佛失去了光 李承宇似乎也知道 应该给对方一点希望 是以他开口补充道 我知道你的心思 等我登上皇位 我就满足你 让你成为我的女人 小小 我心里是有你的 得亏李修竹不在 不然非得吐槽两句 好家伙 一手扑熬玩得妥妥的 是的 为了将苏小小这步棋 发挥到极致 苏小小他也没吃过 但是他并不担心 苏小小已经成功被他洗脑 绝对会为他做任何事情 而且他心里有个小小的隐秘 就是更喜欢人气 要是苏小小变成了李修竹的 想想就好刺激 不过在得到皇位前 他是不会动手的 万一弄巧成拙 岂不是把李修竹 推到了太子那边 想想李修竹的那些夫人 光是想想 他就觉得受不了了 可惜了 师娘跑得太快了 要是进了 教司方他肯定要弄回来的 太傅可不仅仅教导太子 而是教导皇子 因此苏薇也是三皇子的老师 他想的不是别人 正是苏儒 不行 先去找护卫老马的老婆爽爽 说起来 这老马是他故意派遣危险任务弄死的 不是他心狠 但谁叫老马 有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呢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啊 当他看着快厌弃的老马 说出那句 辱妻子无养之辱无虑也的时候 那一刻 他都仿佛通透了 与此同时 太子府 太子妃萧荣瑜 看到窗外下雪后 忽然觉得自己很孤单 想到太子的要求 萧荣瑜沉默了一下后 找到了太子 太子遗政 怎么了 有事 萧荣瑜看向他这个名义上的夫君 沉默了一下后 开口问道 你说 让驸马来帮我怀孕 今天到日子了 太子遗政 紧接着了然 敲响了摇灵太子 对着走进来的侍女开口道 去冠军侯府 叫冠军侯来用餐 这侍女是当日守在门外的侍女 自然是知道 太子叫冠军侯来干嘛的 不过她可不敢瞎说 赶忙应声退了出去 等李修竹一家人 从晋王府回来后 刚一下车就被门边的声音叫住了 侯爷 太子殿下叫您前去 李修竹一正 当即了然 想起萧荣瑜 确实也想他了 这还真是巧了 正好和太子谈谈晋王的事情 李修竹转头 对着傅月华等人开口道 既然太子相招 我就去看看 不过今天下雪 天也快黑了 我就不回来睡了 你们安心休息 傅月华作为大副 上前为李修竹整了整衣领开口道 少喝点 别喝太多 李琉璃文言看向来接李修竹的侍女 公主犯历史 就拿了出来 回去告诉我太子哥哥 要是欺负了我夫君 我可不让他 侍女顿时间一致 心中暗道都送妻子伺候了 哪有这么欺负的 驸马爷 这可是 减了天大的好处了 李修竹也是有些心虚 记得这侍女 似乎是上次守门的侍女 这就很尴尬 行了 怎么说也是咱大舅个 不会为难我的 嗯 李修竹上了马车 马车动了起来 嘎吱嘎吱的雪花被压实的声音传进了车厢 侍女淬莲也坐了进来 清冷的香气在鼻端扩散 很是好闻 不过李修竹没说话 也没对着看起来还不错的侍女起什么心思 都贵为侯爷了 肯定不能什么人都咬一口 有身份的女人和绝代风华的女人才能吸引她 太子府离得不算远 不到半炷香的时间就到了 侯爷请 太子见李修竹的地方是在太子房间 一进去 屋内的二人就抬头看了过来 太子还特意往李修竹身后瞅了瞅 但看到只有李修竹的时候 明显有些失望 倒是太子妃 向前半步又退了回去 小心地看了一眼太子 见过大哥 嫂嫂 太子虽然没看见人 但还是不自禁地问道 妹夫自己来的吗 李修竹文言笑着开口道 人准备好了 在朱雀街尾匾上写着 孙宅的一镜宅子里 不过我没敢带人 这种事 我不能参与其中 无论大哥你是打算养在外面 还是带进府里 都给你自己操作了 不过大哥 你行动的时候可得小心 相信陛下现在对你的把控 很是严格 李修竹的话一出 顿时李承泽就面露喜色 随后听李修竹说李阔 李承泽犹豫了一下开口道 人找到就好 剩下的我会安排 先养在外面 等风声松了再看 不知道 妹夫打算怎么帮我登街 不会太久吧 李修竹文言开口道 今天我来 也主要是为了这个事情 李修竹说着 看了一眼深厚的翠莲 太子和侍女立刻瞄懂 殿下 奴婢守在外面 嗯 去吧 说着 李承泽看向李修竹继续道 人我已经都亲走了 只剩下三个心腹守在外面 李修竹指了指两边的窗户 李承泽点了点头 表示都有人 李修竹这才放心开口道 这次我主要带来两个重要的消息 一个是 三殿下可能会和你抢太子的位子 二是 陛下他可能时日无多 只需要太子稳住局势 表现得好一点 那么大概半年 大哥你就可以登基了 不过因为太子你之前的表现 陛下说的那句 必须得等嫂嫂怀孕 应该是真的 就算陛下看中你比三皇子多 也不会任由皇位断了传承 所以 只要太子妃能孕育隆重 哪怕是龙女 陛下都会传位于你 反之必然是三皇子登基 李修竹说着 将自己对李承玉猜测说了出来 也同时表明了 陛下一定看出来了 但是小城大界 就任由三皇子施围 也定然是想看看太子的表现 李修竹这么一说 太子的眉头陡然皱了起来 没有人比皇家子嗣 尤其是他还是个太子 如果老三登基 那么他这个前太子必死无疑 顿时间 李承泽的眉头拧了起来 他沉默了下 忽然看向萧荣瑜的肚子说道 就太子妃一人并不保险 对了 你们身子没隐急吧 萧荣瑜脸色一变 忍着羞愤 轻声开口道 我出嫁前有御医诊治过 我身体没问题 侯爷身强体壮 就连我家服侍的丫鬟 都没听说过 有那么久的 也肯定没问题 萧荣瑜不仅仅是太子妃 还是官宦之女 她绝对绝对不想有 第二个男人碰她 所以 她不但为自己证明 也为李修竹说话 李修竹看了看萧荣瑜 明白她的想法了 不过李修竹对自己身体 还是有自信的 太子可以下次叫太医来 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没问题 但肯定的 让大哥你放心 太子文言点点头 这是李修竹说了不算 被自己信任的太医说了算 这件事不着急 先说另一件事 本宫觉得就太子妃一人并不保险 所以 内附你觉得 哪家人家的姑娘和你心意 本宫打算那两房测试 四 这是给我选妃呢 这大舅哥 太好了吧 这 合适吗 太子文言看了一眼萧荣瑜 开口道 没什么不合适的 如果不能登基 想来什么结果 大家都知道 这不仅仅是为了本宫 也是为了你们 太子的话不无道理 尤其是对萧荣瑜而言 太子死 他基本也活不了 不是每个人都是李二 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寡妇 想了想 萧荣瑜抬头开口道 我出嫁前 有一归中好友 小有名气 哦 不知道是何人 上金三美 于玄姬 太子文言一正 立刻好奇地问道 另外两人是谁 嗯 今年的还没评出来 上一次的是傅月华 苏诚诚和于玄姬 我和于玄姬 因为名字里都有于 所以五年前的 一次诗会中一见如故 太子点了点头 继续道 既然如此 那就于玄姬吧 可惜诚诚 因为老师的原因 我不能帮你了 李修竹揉揉鼻子 有点不好意思地开口道 诚诚在我那 过两天就进门 太子和太子飞顿时间 就是一正 好家伙 这下手够狠了 直接一网打尽了 既然如此 就我来安排吧 放心 肯定不会比太子 非常的差 你们准备开始吧 本宫也要走了 李修竹一正 下意识地问道 在这 不然呢 李修竹脸上一黑 断然拒绝道 抱歉啊 大哥 我不习惯和人分享 也没有暴露品 说着李修竹一致 眼神带着一点 冷意地开口问道 太子殿下 没碰过我的女人吧 虽说女人如衣服 但人不能裸奔 谁要是敢动她衣服 两刀弄死的 都是关系好的 嗯 没有 而且 你想什么呢 你跟随我侍女出去 一会他再带你 回来你就懂了 说着太子敲响了摇铃 翠莲走了进来 太子殿下请吩咐 带侯爷去休息 是 侯爷请跟我来 李修竹虽然不明所以 但还是跟着走了 李修竹刚离开 太子就站了起来 看向萧荣于淡淡地开口道 你就在这等着吧 好好配合修竹生孩子 你应该很喜欢她吧 那就努力点 等你什么时候怀孕 我就不纳切了 不然的话 每隔半个月 都会那一房切事 生孩子这种事 我只要结果 并非非你不可 萧荣于闻言 神色真的点了点头 不用你说我也会努力的 现在我们算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嗯 那我就先走了 太子说完不再等 萧荣于言语 而是走到了一个 靠墙的灯柱前 转动了上面的油灯 突兀的激阔声响起 但是声音不大 即便是同一屋 相隔不远的萧荣于 也听不太真切 与此同时 李修竹跟着翠莲 到了一间屋子里后 翠莲也走到了墙边 转动了一盏油灯 下一秒 一个黑漆漆的地道 出现在李修竹眼前 姑爷请跟我来 翠莲说 完拿起一个灯笼 当先走了下去 以自身安危表示 里面并无危险 当然 也可能仅仅只是 怕自己迷路 听说 以前古代人家的密道 都是堪比地道站的 不但有通往媳妇房间的 还有通往姨娘房间的 当然还得有一个 通往城外的密道 李修竹本就有绝世修为 这点黑暗在他眼中 和大白天的区别不大 唯一的区别 就是没有色彩 黑白的 果然如他所料 地道里并非只有一条路 不过似乎是因为 目的地就在王府 走了大约五分钟 他们就停在了一个石板下面 下面有一个黄铜转轴 微微一转 上面的石板 就在机关的运作下打开了 李修竹上去的时候 看到果然是在太子请公 只是此时的太子 已经不在了 嗯 我打得他走了 笑容于此时的脸上 带着笑容 和之前那不苟言笑的样子 简直是判若两人 他刚走 看情况是不会来了 说着走了过来 看了看黑暗的洞口 对李修竹说道 我还从不知道 太子请公还有暗道的 李修竹闻言笑笑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位高权重 和怕死的傅家翁 怕是家里都有地道 不过 一般人用不到 除非你提前知道 有人要对付你 不然等人到了境前 哪还有机会使用 笑容于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先去洗洗吧 我让人烧了水 已经送过来了 此时 除了出了厅门的淬帘 没人在屋里了 李修竹也不再隐藏 挑起笑容于的下巴问道 想我了 细腻洁白的皮肤 和娇好的脸型 看得让人心动不已 尤其是笑容于眼中 那灿弱星辰的眼神 仿佛黑洞般 有吸引力 笑容于轻轻 嗡了一声后 这才开口道 虽然明知道 不应该 但是你的样子 确实印在我的心里 每天晚上 只要闭上眼 就是你的一举一动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每天睁开眼就想你 李修竹眨眨眼 说实话 他感觉有点夸张 他们刚睡没两天吧 是不是不信 似乎是看穿了 李修竹的想法 笑容于叹了口气 直接说了出来 其实 要不是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不会信 从未想过 我自己有一天 也会相信 一见钟情 李修竹继续眨眼 一见钟情什么的 他不知道 他只相信 见色起义 但是笑容于这样的人 不是没有 后世对这种女人 有过一个称呼 叫恋爱恼 不说别的 为了一个不知死活的人 挖了一辈子野菜 林老老公 还给他带回来 一个妹妹的你敢信 而且 他还欣然接受了 嗯 王宝川别乱看了 说的就是你 知道太子妃 是个恋爱恼 李修竹更高兴了 一心一意 为你着想的恋爱恼 爱你爱得死去 活来的恋爱恼 哪个男人 能不爱呢 尤其是在古代 他们付出的同时 只要一点点关爱 完全不会耽误你 三七四切 太苦辣好不好 好了小宝贝 我相信你 咱们别耽误时间了 好不好 良宵苦短 小宝贝三个字一出 顿时间 笑容于妈了 如此简单直白的甜言蜜语 仿佛一只剑射 穿了他的心脏 让他的大脑 都失去了思考能力 嗯 全听夫君安排 李修竹眼角抽了抽 如此直白肉麻的呼唤 居然有这种效果 这是他没想到的 放在后世 他们只会觉得你油 觉得你肉麻恶心 果然 我还是适合到古代换 与此同时 李修竹来太子府的消息 仿佛长了翅膀 一般到了皇帝 李阔和三皇子 李承玉的耳中 李阔是他自己吩咐的 自然不会在意 反而觉得 自家这太子经历了这件事 变得成熟了 李承玉则是皱着眉头 听着密探的汇报 太子府千疮百孔 即便是他的密探 不是很高级别 也能知道一些事 就比如谁去了太子那里 此时夜还不深 等李承玉让密探下去后 这才问向苏晓晓 晓晓 你说太子三番五次 找李修竹合适 还是说现在李修竹 是太子的人 若是我们拉拢李修竹 会不会被他反手卖了 苏晓晓闻言 沉默着思考了一下摇了摇头 这 晓晓也猜不透 按理来说 丘烈的事情 李修竹虽然不是主要负责人 但也应该会被太子牵连才对 这也是三皇子你 一开始拉拢李修竹的原因 但现在 晓晓觉得 至少应该试探一下李修竹 确定他和太子的关系 再决定拉拢与否 索性三天后 是我和他约定的见面日 到时候晓晓 一定会为三皇子确定下来 李承玉闻言 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 嗯 记得一定要确定他 肯定不是太子的人 再拉拢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不得不说 三皇子李承玉 比太子稳重多了 但凡要是李承泽 能忍耐忍耐 等一切安排妥当 都不会让李阔 那么快击溃 与此同时 此时距离上京百里外的 一座城镇内的驿馆内 坐着几个新罗人 这场雪来得突然 原定的时间 我们肯定到不了大洲京城了 大概要晚几天 说话的是个女人 但是她并未坐在桌椅上 而是站在窗户边 看着窗外的雪花 公主 驿站的官员说 我们现在距离上京 大约还有百里 看这个雪下的 怕是最少要下上三天 若是我们明早急着点赶路的话 明晚差不多应该 能到京郊 若是不急着赶路 怕是得三天以上 一开始的雪并不太影响赶路 但若是下的雪超过了半尺 就会影响了 要是超过一尺 最少赶路的时间 要多出来几倍 明天马车走快点 在后天早上上京城城门打开时 我们必须进城 好 下官这就去吩咐 说实话 官员不太理解 为什么这么敢 在他看来晚几天 也无所谓 但是对方毕竟是公主 他也不能反驳 按理来说 称将不需要公主来 可惜他们新罗的成年王子 都在这场战役中没了 所以只能公主来了 当然 既然是公主来 那就还有一个目的 和亲 是的 我们嫁公主 你们大洲 也得一丝一丝吧 一切为了生存 等等 难道公主这么敢是想 赶紧把自己嫁了 为我新罗 换取粮食 是了 肯定是的 公主 真是伟大 亏我之前 还不理解公主 这时新罗公主回头 一张如同浩月明媚的脸 显露了出来 这次联姻 对我新罗至关重要 到了上京城 你们就去接触 大洲官员 主要是对方的文官三品之内 务必要 争取到他们为咱们说话 大洲的文官 都贪财如命 我们新罗 虽然元气大伤 但是一些财物 还是有的 你们要做的 就是将财礼物 必要换成粮食 现在只有粮食 才是我们新罗立族的根本 大家也不知道 是公主有这件事 还是王上的吩咐 但是他们此时利益 是一致的 只有新罗有人 他们未来才能过得好 所以哪怕需要贴点钱 他们也愿意出 我负责承香和太尉吧 密探传来消息 他们太夫已经死了 那我负责六部里公部 离部 户部官员 我负责力部 刑部和兵部 这么多人里 只要有一多半答应 那就万无一失 公主海别听到几个 蜀臣汇报完脸 上面无表情的开口道 嗯 你们看着来吧 记住 这是关心罗存亡 务必用心 都下去吧 四人文言 纷纷起身告辞离去 等房间里静了下来 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 突兀地出现在海别身后 除了联姻 没别的办法了吗 听说他们的皇帝 都是个老头了 声音温柔 雌性 似带着一种母性光辉 海别似乎一点也不奇怪 身后的人是谁 仿佛对她的存在 细以为常 只是听到女人的话后 海别微微苦笑着向后靠去 直到贴到身后的温暖 海别才悠悠地开口道 纳兰 我莫得选 我的背后 站着数十万新罗子民 若是能用我的一生 换他们活着的机会 也算是我对得起 这个公主的身份了 倒是你 真的要去刺杀 那个侯爷吗 明娇奈兰的女人 没有迟疑地点了点头 你哥哥临死前 恳求我务必杀了他 你哥哥 是新罗最有智慧 最有能力的王子 他说 若是李修竹不死 那么新罗百年之内 都没有出头之日 甚至可能会灭国 李修竹这个名字 当然不是海别的哥哥说的 而是后面的探子 来报候他们才知道的 虽然他们居于王庭 但是这一路走来才明白 那是何等恶行 辽东以北 十世九空 原本的百万子民 经过这一场浩劫之后 竟然只剩下了二三十万 还大都是新罗王庭附近的王族 但不可否认 他们恐惧 憎恶的同时 心中还有一丝好奇 一日 李修竹神清气爽地 从太子府客房 出了太子府 昨日太子妃的温柔中 透着一点 对命运的抗争 居然一个人 愣是抗住了她的攻击 当然这也是她极尽温柔的原因 不然就是太子妃 再拼也没办法承受她这个年龄 不该承受的痛 出了太子府的李修竹 坐上了马车 马车是太子安排的 昨天她来的时候 坐的并不是自家马车 今天的上京城 和往日看起来不太一样 营装素果 街头上除了嬉笑的孩子 基本上看不到几个大人 昨日的雪下了一夜 雪花到了今天依然没停 而且雪越下越大 足足没过脚面那么深 好在还没化水结冰 不然这路就难走了 不过雪这东西 对于上京城来说 影响没那么大 一大早 武城兵马司 就集合了人手开始扫雪 当然 主要扫的只有四大主街 青龙 朱雀 白虎 和玄武大街 青龙大街 乃是皇城主街 直通皇城门 乃是京城的牌面 朱雀街乃是文武百官所住 自然轻视不得 白虎是六部所在 玄武则是其他国家机构 比如说青天间 汉林院等等 愚者大小街道 百姓爱扫不扫 李修竹乘着马车一路到家 刚进门 不久就闻到了丝丝香气 顺着这香气 李修竹来到后院顿时一正 只见此时后院白雪 已经被扫到了一旁 一个火堆在中间熊熊燃烧 不远处有着几个桌子 桌子上一个铜锅 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这时 只听傅云霜的声音响了起来 姐夫怎么还没回来 该不是不回来了吧 没找人去叫吗 傅月华文言开口道 你姐夫是太子叫去的 没什么大事 肯定不能去叫 再等等 一炷香后 你姐夫再不回来 我们就准备吃吧 傅云霜顿时间有些小情绪了 带着纠结地开口道 我也不是很饿 要不不饿的姐姐们 和我一桌多等会姐夫 嗯 等半个时辰吧 嗨嗨 啥时候 小姨子也成了姐夫的小棉袄了 不错不错 没漏风 没白疼 不过再看看 一旁坐在弄月桌上 嗷嗷待哺的傅烟雨 和傅宝珠 好吧 这俩还没长大 等长大了就贴心了 听到自家相公的新声 顿时间傅月华眼前一亮 看了过来 刚好看到李修竹的那一刻 傅月华就听到了李修竹最后一句新声 顿时间瞪了眼李修竹 这混蛋 是想将我们姐妹一网打尽吗 傅月华美好气地对傅云霜开口道 就显得你 心疼你姐夫是吧 好了 不用等了 你姐夫回来了 傅云霜顿时间眼睛一亮 姐姐的吐槽 顿时被她抛之脑后 转身看向李修竹 姐夫你回来了 话语中带着期盼 带着欣喜 让人一听 就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喜悦 李修竹闻声也是心中一暖 这个家注定是她的软肋 可惜下雪了 没来得集结成成和苏如回来 不然就完美了 玩犊子 我不是心里想了吧 李修竹顿时间心虚地看了傅月华一眼 只见傅月华一正 然后向她看来 心虚和震惊的目光对视到一起 二人心中了然 傅月华到底是傅家长世人 苏诚诚不管是之前找世时 还是后来变成闺蜜时 她家都是她需要关注的对象 怎么可能不知道苏如 这混蛋 姐夫 我们去吃火锅 辣椒已经晒干炒好了 子已经留下了 开春就中上 那些辣椒 应该够姐夫你吃三顿了 云霜有心了 不过不需要都吃火锅 李修竹很欣慰 欣慰小姨子 把自己放在心里最重要的地方 改名姐夫给你们做点新奇的 可惜辣椒还是太少了 不然要是弄到酒楼里 最先楼不过土鸡挖狗 说到这里 修竹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种子千万不要流出去 这样才可以利益最大化 云竹楼的发展 离不开这些辣椒 那些新鲜的美食虽然不错 但是成瘾性不高 但是辣椒这东西 无辣不欢了解下 说它是和冰榔 应可一样都不为过 而且辣椒不致癌 也不伤身体 反而能去失气 当然这个不伤身体 只在适可而止的范围内 你要是吃魔鬼胶 分分钟变血 说起来 这就是他曾经的痛 听李修竹这么说 傅云霜认真地点了点头 好的 姐夫我知道了 之后的辣椒 我会严格监督的 保证辣椒只会在我们手中 这个倒也不用这么严肃 就算流出去 我们也只是少挣点钱 钱是赚不完的 李修竹说道 这看向傅月华说道 对了 回头算一下 家里挣了多少钱 拿出十分之一做善事吧 傅月华一挣 有些不解 哪里招在了吗 李修竹文言开口道 这倒是暂时没有 不过民生总是好的 而且我们做点好事 也许能带动一部分经济发展 要是能修出几条 通往京城的路来 少说能代付几个地方 再有就是 我担心一些事 如果那种事发生 很可能这天下会乱 那时候 民生的好处 就会显现出来 李修竹说的大家伙一正 天下大乱 要不要这么恐怖 而傅月华此时 也想到了李修竹之前 脑海里过的那条信息 小冰河 小冰河这么恐怖吗 到底是什么 是小冰河 既然有小冰河 那会不会有大冰河 若是大冰河的话 那又是何等恐怖 夫君 真的会天下大乱吗 李修竹摇了摇头 不一定 只能说有可能吧 主要是红雷他们说的 北地气温 反常让我想起来的 只能说 但愿不会发生吧 不然这天下不说 十世九空 也必然死伤会超过三成 三成 全天下的三成 这一瞬间 大家都人骂了 大洲百姓六千万 藩帮一族也超过三千万 若是都死三成 最少得死三千万吧 李修竹也就是不知道大家的想法 不然定会说 夫人们 你们格局小了 这天下面 可是有几亿 十几亿人的 看大家兴致都不高了 李修竹笑着开口道 不用这么担心 只要早做准备 咱们家是定然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 都别多想了 吃完饭给你们讲讲小冰河 让你们了解一下 不是大事 许是李修竹说的 让大家放松了 一顿饭吃完 大家都吃的还可以 夫君 说说小冰河吧 不然我们可不怎么安心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开口道 小冰河其实是从大冰河演变来的一种说法 主要是指 这个天下会变冷 寒冷气多了 会影响农作物生长 你们应该懂这句话的意思吧 若是真的进入小冰河时期 也许前两年 大家还没太大感触 顶多会认为是个小灾年 但是小冰河如果出现 通常是十几年几十年的寒冷 一两年还好 但若是几十年 粮食都减产 你们猜会怎样 这个问题太好猜了 是以李修竹刚说完 李碧瑶就开口道 粮食减产 若是有田产的薰贵 还是按照以前那么收粮 那么必然会造成 人员大面积的吃不饱饭 若是到了快饿死的地步 那么就会有人起兵造反 若是正常时期 哪怕有人起兵 也不会有多少人跟随 毕竟能不死谁愿意去拼死 但是若是都吃不饱饭 那就会一呼百应 到时候 就是夫君说的天下大乱吧 李修竹文言肯定点了点头 开口道 小冰河事情 虽然粮食减产 但也足以让大家不至于饿死 它最大的问题在于 上层不肯放手 到手的利益 若是粮食都用来食用 除了可能冻死的人 基本不会有大的伤亡 但这天下从来不是属于个人或者集体的 哪怕是陛下 也不能号令全天下的世家 商家都无偿开仓放粮 这个天下最大的粮仓在世家 就连商骨都是打工人 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傅月华咒没开口问道 那夫君是想怎么做 如果只是咱们一家 就算掏空家底 也补贴不了这全天下吧 当然不用 我的想法有三 一个是去西域仙罗那边收购粮食 二呢 做一些好事 修一些路 茅测 如果有灾民还可以施粥 收养一些锅 让它们以供抵债 三呢 收一大片土地 种植一些特殊的农作物 听到李修竹的话 弄月奇怪地问道 别的我还能理解 这修路 修茅测 是为什么 难不成路和茅测 还能促进农作物生长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不然 你以为青楼为什么会有人来收叶香 只是单纯为了处理粪便 其实粪便中 含有未被人体吸收的微量元素 简单来说就是 你吃得越好 营养越丰盛 用这些粪便浇灌出的土地 就是上等粮田了 修建茅测 一是让京城的环境更好 二就是灌溉粮田 让农作物生长得更加旺盛 至于修路 也是有讲究的 一个是放立于名 一个是加速京城的建设 附近很多的村落 因为道路难走 一年也未必能入京一次 但是若是路好走了 货运简单了呢 往常在村里 只能拿来义务的石书 可以拿到京城还钱 你觉得有人会来吗 还有水果 其实水果并不难种 水果之所以难以普及 最关键的是保存困难 往往成熟了 运到了大城 基本就坏了 若是能保证水果的新鲜 这绝对是稳赚不赔 我们修好了路 甚至可以做中间商 收购村民们的水果 拉来京城出售 甚至能专门建议水果园 掌管家业的赋越华文盐 顿时眼前一亮 他能看到 这里面存在的巨大潜力 顿时间 傅月华自告奋勇地开口道 傅君 这个事情可以交给我去办 李修竹文言点头 咱们家就你和云霜 会挣钱肯定要交给你 但是你也不要太劳累 要是有哪个姐妹想帮你 你可以拉着一起做 你事情少了 也能在家多陪陪我 傅月华文言心中一暖 又不禁暗自翻白眼 这个家没了我 你还没人陪了不成 那你可尽早 把诚诚接回来吧 之前我和诚诚聊天 发现他也有很强的管事能力 说着傅月华看向其他姐妹 继续开口道 红雷也来帮忙吧 其他人要是有人想帮忙 可以先跟着学 西红雷其实不是很想管事 但是傅月华都开口了 他一个小妾能说什么 好的 等程程来了 我和程程一起 先跟着姐姐熟悉熟悉 好 听傅月华再提起西红雷 他松了口气 知道傅月华是没打算 拿着把柄说事 倒不是他怕傅月华 主要是苏如这他理亏啊 本来打算今天去接人的 没想到下雪了 现在在犹豫 是今天走 还是得等雪停了 傅月华文言想了想 开口道 还是今天去吧 这雪不知道还要下多久 而且太阳一出来就开始滑冰了 若是滑冰 很容易马车打滑出事 要是等雪完全化开 怕是得等到年后了 还是年前接回来吧 对了 路上走慢点 完了可以明天再回来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他也是这么想的 行 那我就去一趟 你们也别在外面太久了 虽然有火堆 但是温差变换太大 还是很容易着凉的 时间不早了 那我现在就去了 李修竹想着温柔如水 性子坚毅地苏如 顿时间心意 跟着热了起来 唉 可能自己继承了 曹丞相的建安之魂吧 还好动物的传统 和稀蜀的传统美德 他也继承了 马车走得不快 沉重的车轮 将雪层一层层地压实 好在雪梅化开 路上不滑 马车走得还算稳当 与此同时 李修竹的城郊大宅子里 苏晨晨趴在窗边 看着雪景 银白色的雪景 仿佛让心情都被洗涤一清 此时的院落中 有一棵梅树 在万千树木枯萎干枯的时候 只有这棵梅花树 散发着勃勃生机 乍一看苏晨晨再赏梅花 但是他此时的眼神空洞 视线焦点 根本不在那裹着银桩的梅花上 修竹哥哥 怎么不来看我 是忘了我了吗 唉 一声叹息 苏如转身走向屋外 织女莫若母 他自然知道 咋说 咋说都不对 咋说都不应该由他来说 那个小坏蛋是怎么回事 都不想他们吗 不过 想想又觉得自己搞笑了 李修竹上次来还没半个月 自己这完全是无理取闹 就在这时 苏如眨眨眼 紧接着又眨了眨 嗯 怎么回事 眼花了吗 还是真是修竹 不相信的他 闭上眼睛呆了三秒这才睁开 但这次睁开 就是释然和失落 果然不见了 就说嘛 这么大的雪他 怎么会来庄子里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身旁忽然传来一个 朝思暮想的声音 这么冷的天 怎么还在外面 这是 在想我 苏如瞬间回头 立刻就看到了李修竹 这一刻 他是多想扑到李修竹怀里 但可惜 他不能 强行抑制住扑过去的想法 苏如摆了李修竹一眼 柔柔地开口道 快进去吧 诚诚在想你 李修竹虽然没等到想要的答案 但是也丝毫不慌 他现在已经了解这个女人 事已更能理解 李修竹笑了笑 看了看四周无人后轻声道 我这次来 是来接你们京城的 你们收拾一下 我们明早出发 嗯 好 那我先去看成成了 去吧 虽然心中不舍 但苏如面上 却淡然如菊 李修竹推开房门后 苏成成并未关注 她不是没听见 而是以为还是母亲 直到李修竹到她身后 她才似有察觉 一股很强烈的心灵激动 漠然间 苏成成迅速转身 当看到确实是自己 期待的那个人的时候 顿时间露出笑容 心中的满足感 无以言表 修竹哥哥 你终于来看成成了 说完这句话 顿时莫名委屈 我 我还以为你 不要我了 说着人 已经扑到李修竹怀里 哽咽起来 李修竹人妈了 我这就不要你了 姐姐 您是我姐姐好吧 认真讲 我就不到半个月没来 虽然李修竹心中吐槽 但是却没打算和女孩子 讲道理 讲道理 她不是钢铁直男来的 是我来晚了 只是这几天事情比较多 抱歉成成 不过我这次来 就是专门来带你和你母亲 回京的 以后我们就能经常在一起了 真的吗 苏成成抬起头 泪眼朦胧地问道 当然是真的 李修竹想了想开口道 成成去了 要不先和云霜做个伴 嗯 为什么 呃 就是想你和云霜关系那么好 说不定一起嫁感情更好 苏成成文言眨了眨泪眼朦胧的大眼睛 紧接着再次哭了 修竹哥哥 你是不是不想娶我 李修竹文言 赶忙竖起三根手指 我发誓我没有不想娶你 就是成成你 现在还小 你骗人 你娶傅月华的时候 他和我过了年现在一样打 我发誓不骗你 我要是骗你 天打五雷轰 轰隆隆 李修竹黑着脸看向窗外 怎么都想到 大冬天下雪还能打雷 就TM李普 他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 我说这是个意外 你信吗 苏成成也猛啊 没想到这发誓还真打雷的 老天爷都看不惯修竹哥哥骗他了吗 听到李修竹这么问 苏成成傻傻地反问道 你觉得我该信吗 刚才那是意外 我再发誓一次 要是还打雷 我们回京就入洞房 李修竹说完 也不管苏成成的意见了 此时的他继续证明自己的真诚 我发誓 我要是不想娶苏成成 就天打五雷 别 修竹哥哥不要发誓 轰隆隆 李修竹醉了 解释不清了 干 老天爷 你个侄娘贼 李修竹气呼呼地瞪着外面的天空心响 我什么时候不想娶苏成成了 我只是想和苏如多一年时光怎么了 我就问你怎么了 看着李修竹气哄哄的样子 苏成成没憋住 扑斥一下笑了 眼看李修竹看过来 顿时苏成成又撇嘴憋了起来 修竹哥哥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哼 解释不清就不解释了呗 说话算话 回京洞房 说完 李修竹顿了顿继续道 你收拾收拾 明早我们就出发 说着 李修竹捏着苏成成的脸蛋揪了揪 发泄着心中的抑郁 好的 那修竹哥哥我现在去收拾 吃完饭再收拾吧 我们先去吃饭 此时天色已经彻底黑下来了 显然时间也不早了 一日一早 吃过早饭的三人上了马车 经过了一夜 雪更厚了 如今最深的地方已经有一尺多厚 即便是人踩一脚上去 都会陷一个坑 好在侯府的马是高头大马 刚好小腿能没过雪堆 两匹马开路 虽然走得不快 但好在还能前进 苏成成掀开车帘 看着马车外面那厚厚的雪层 担心地开口道 修竹哥哥 这么厚的雪 不会出事吧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开口道 还行 只要没下到两尺身 影响不大 我们的车轮轴程高两尺 马是高头大马 两尺以下的心血 问题不大 加上也就十里路 一天时间晃也晃回去了 老马文言也是开口道 放心吧夫人 这路况我熟 不用担心有危险 就算是有危险 那也是人为的 有孤业在 问题不大 您和老夫人 就安心坐着吧 李修竹皱眉看着老马 这老马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为什么我感觉好像立flag了 这该不会回去 真碰到劫匪吧 与此同时 上了车就昏昏欲睡的苏儒 也是皱眉看向车外 老夫人 这浑蛋老头 在内涵谁 不对 是在明示谁 我老妈 与此同时 一支庞大的车队 我也在李修竹 他们不远处移动着 海别不由有些庆幸 幸亏自己有远见 不然可能雪不化 都进不了上京城 还好此时 距离上京城 只有五六里路了 远处那高高的城墙 他已经能看到一点点城头 终于看到上京城了 若不是海别你坚持 怕是年前就进不了上京城了 听到那蓝明月的话 海别微微笑了笑 但是那笑容中 却没有一丝笑意 仿佛这上京城 对他而言 不是希望之地 而是洪水猛兽 李修竹都是你害我致辞的 即便那蓝明月杀不了你 等我成了大洲的皇后 就是你的死期 海别不知道的是 此时李修竹等人的马车 正行驶在他们开拓出的 官道上行驶 官道积雪本就少一些 加上海别等人开道 更是只有半尺后 不过这半尺后的 雪是实雪 所以 马车依然不能走太快 即便是这样 也足以省下李修竹 他们一半的预算时间 修竹哥哥 你猜这是哪家上队啊 冒雪前来上京 看这压痕 车辆应该不少呢 李修竹闻言苦笑道 你修竹哥哥又不是神仙 哪能猜到是哪家的商队 咱们就当他们是好心人就好 此时的纳蓝明月也想不到 他心心念念 想杀的人 就在他们身后 等马车距离上京城越来越近 隐约能看见人影的时候 纳蓝明月对海别说道 海别 接下来 我就不和你们一起了 我要刺杀李修竹 无论刺杀成功与否 都是九死一生 我不能连累你 更不能连累新罗百姓 海别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可是又不知道说什么 最后只得化成一声叹息 你注意安全 若是能逃掉 就找个喜欢的人嫁了吧 不必回新罗了 否则即便是我没哥哥了 你也只会守寡 甚至等我弟弟们长大了 继承你 纳蓝明月本就没指望自己能活着 不过想到那一成的可能 他还是点了点头 连嫁给他哥哥蛇罗王子 都不是自愿的 更何况再被别人继承 如果能逃掉 他就找个小城住下 平平淡淡 安安静静地过一生就好 你也小心 说完 纳蓝明月拿着包裹 转身出了马车 马车虽然没停 但是对纳蓝明月这个一流高手 一点影响也没有 是的 纳蓝明月是一流高手 能在他这个年纪 凭借自我意志 修行到一流高手 他已经是天才中的天才 李修竹等人的马车速度 自然是比开路海别快的 是以此时距离海别等人 也就一里多远 下了车等海别车队快到城门后 纳蓝明月刚要上路 就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动静 嗯 纳蓝明月警惕地看了过去 待看到只有一辆马车后 顿时间心中一松 紧接着就看了看城门 又看了看马车思考起来 如果就这么进城 说不定会引起怀疑和盘问 不如蹭个马车 混进城 这时马车接近 很快就要错过 顿时间纳蓝明月不再犹豫 伸手拦下了马车 噓 不等纳蓝明月开口 老马当先开口喝骂一声 你是不是傻 哪家的傻丫头 拦马车不知道提前拦吗 这么突然蓝车 我撞着你怎么办 哦 肯定是下雪凌了头 雪化了 纳蓝明月愣了 长这么大第一次被骂 还是被一个车夫 但是想到车夫刚才说的 似乎是好心 那他这是发火 还是不发火 还有他最后那句话 什么意思 虽然听不懂 但总觉得不是好话 怎么办 好想打他 就在这时 马车里传来李修竹的声音 老马 怎么回事 回顾眼 刚才路边突然窜出一个 拦路的女娃 李修竹之前听了老马的话 心中早有准备 哦 可是乞丐 给他十个铜板 让他走吧 回头我不你十个铜板 老马文言 顿时嘴角一抽 我老马也是一个领三两银子的好吧 我稀罕你 不我十个铜板吗 你敢不敢大方点 不我一两 我就服你 然而老马心中骂骂咧咧 嘴上却很从心 嗯 不是乞丐 应该是问路的 我这就打发了他 纳蓝明月全程听着 人早就骂了 这主仆怎么回事 不是骂人 就是说人是乞丐的 能不能尊重一下 我好歹也是新罗的大王子王妃 不过此时不比以前了 文言纳蓝明月深吸一口气 直接对着车厢内的李修竹开口道 这位公子 小女子一路走来累得不行 不知是否能借坐一程 到城里客栈 将我放下即可 不等李修竹开口 老马就沉着脸开口道 赶紧走 赶紧走 你这姑娘懂不懂规矩 我家大人的马车 是你随意能上的 说着老马不耐烦的挥手 还对着小姑娘眼神示意了下 让她赶紧离开 但听了二人对话 马车里的苏诚诚 却有点接受不了了 夫君 一个女孩子 家在外面不容易 而且还下这么大雪 我们就带她一程吗 夫君 苏诚诚叫李修竹夫君 也是有讲究的 外人面前 她肯定也得要排面不适 而且 刚才老马叫她夫人矮 这不得白起来 李修竹只是愣了一下而已 对苏诚诚说的 倒是没什么意见 文言开口道 行了 老马 听夫人的 让她上马车吧 老马顿时一致 但又有些无可奈何地 看向得意起来的那兰明月 老马本 是可惜 但看到那兰明月的表情 顿时间露出了笑容 我老马 本来是想做个好人的 奈何世人物啊 你怕是不知道 我家姑爷是怎样的色忠恶鬼 就你这样的上了马车 那绝对逃不出 我家姑爷的五指扇 老马一边吐槽 一边下了马车 将小凳放在了地上 那兰明月 可不知道老马的心里 看自己挫败了这个恶仆 顿时心中 舒畅地上了马车 就在她要掀开帘子的时候 忽然听之前的女生问道 夫君 刚才老马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句下雪淋了头 雪化了 那句下雪淋了头 雪化了 是什么意思啊 李修竹文言笑笑 意思就是雪化成了水 脑子进水了 啊 扑 手已经拉开车帘的 那兰明月顿时间 动作一顿 身上杀气 瞬间就冒了出来 但是想到 进城还要用他们 那兰明月身 呼吸了几次 终于将杀一压了下来 马夫老马只觉得 身上一冷 丝毫不知道 我自己在生死边缘 逛了一圈 赶紧进去啊 你这绝个大定 我怎么驾车 好吧 这是反复横跳了 果然老马这句话出来 那兰明月的杀气 又冒了出来 苏如和苏诚诚 虽然不知道什么杀气 但是还是本能地靠在了 李修竹身旁的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 给二人带来温暖 那兰明月头 叹了进来 这一瞬间 马车内 仿佛都明亮了起来 那是一张 清冷如皓月的脸 是一张不识人间烟火的脸 配上一身白衣 如月公仙子蒙尘 即便是李修竹 见惯了美人 还是稍微出神 等那兰明月进来后 李修竹才回神 不过如此美人 怎么会杀气那么重 李修竹 看向那兰明月 奇怪地看了看 待看到那兰明月 手上的细剑后 随即了燃 既然是江湖人 那么就可以理解了 这么没闯荡江湖 还活着 想来杀的人 不在少数 也不知道是几流高手 想来最低 也是二流高手 姑娘请坐 谢谢 那兰明月 在一旁坐了下来 李修竹这时 却眼眶一须 这女人有问题 这女人的身上 和鞋上 没有一丝水迹 就连身上雪花 也是心落 鞋底微微有丝丝血 粘在上面 但也不多 显然对方是刚下马车 在进城前下马车 而且这里 离城门不远 为何要坐她的马车 就在李修竹 胡思乱想的时候 苏诚诚忽然开口问道 姐姐 这是一个人出门吗 怎么这么大雪天还赶落 那兰明月 听声音就知道 这是帮自己说话的女人 看着苏诚诚 明媚漂亮的样子 微微露出一个笑容 笑容不大 让人一看 就不是发自内心 但是这个笑容 却能让人感受到真诚 仿佛她是在用自己的善意 在微笑 来的路上还没下雪 后来下雪了 但总不能半途而废 只能加快行程 赶了过来 顿时间苏诚诚眼前一亮 一副我懂了的样子 开口道 姐姐是京城人吧 快过年了 是要回家过年吧 我也是 纳兰明月一致 然而稍微想想就摇了摇头 我不是京城人 这次来京城 是来找一个人 一个伤我心的人 顿时间苏诚诚 又是眼前一亮 八卦之心生起 一副我又懂了的样子 原来姐姐是找秦王啊 这男人真不是好人 有姐姐这么貌美的妻子 都不珍惜 是不是她攀附富贵 另娶他人 抛弃糟糠 抛弃些女姐家 纳兰明月 嘴角微微有些抽动 人也感觉麻了 虽然对这小妹妹有好感 但是你能不能 不要有那么多内心心 再让你忙猜一会 你是不是要整出一个画本戏来 我都没想到 我人生这么精彩 不过 想想关于李修竹的情报 纳兰命运忽然觉得 不是不可以利用 要是能因此而接近李修竹 那岂不是离报仇更进一步 没错 我和她早有婚约 她却转身 娶了丞相家女儿 所以我这次入京 是想和她问个明白 此话一出 顿时间马车内 诡异地陷入了安静和尴尬 苏承承和苏儒 眼神诡异地 看向李修竹和纳兰明月 就是车夫老马驾车的手 也是一抖 仿佛听到了震惊 她三观的事情 嗯 不是仿佛 她真的听到了 这 距离谱得好吧 李修竹也沉默了 仔细想想前身留下的记忆 似乎并没有这一段 难道是不够重要 没有留下记忆 因为她本身接受的记忆 就不是很多 只有一些比较 日常深刻的记忆留了下来 剩下的都没留下 不过不可能啊 这么漂亮的女人 真有婚约前身 怎么都不应该不记得 忽然李修竹迟疑了一下 问道 姑娘说的 可是冠军侯李修竹 纳兰明月说的这么明显 自然就没想着说不是 没错 正是李修竹 李修竹眉头一挑继续道 那不知姑娘和侯爷 是私定终身 还是媒妁之约 说完李修竹解释道 抱歉问这么多 您看我这马车 也知道我们是富贵人家 实不相瞒 本将军和侯爷还认识 除了丞相家从未听过他 还有另一门婚约 当然 我们的关系 也并不是那么好 我们家里是武将集团的 李修竹他 虽然也曾上过战场 但是因为副丞相的原因 全不能算是我们武将集团的人 若是姑娘所言属实 我可领姑娘状告李修竹 大周律法 凡有婚约者 不能无故单方面解除婚约 为者账三十 处罚金 李修竹的婚事天下皆知 连皇上都参与了 那么说 这一个欺君之罪 也不是没可能的 当然 这首先得看姑娘的证据 纳兰明月先是眼前一亮 但根本没想到这一出 可已经编到这里了 必然得接着编啊 我和她是私定的终身 想着李修竹的档案 纳兰明月斟酌了一下开口道 我家之前是经商的 我和爹爹前些年 来过一次上京城 然后当时我贪玩 和爹爹走散了 李修竹看到我 把我骗到一处无人的地方 再然后就 说到这 纳兰明月仿佛对后面的话 难以启齿 但两个女人都理解她 顿时间 两个女人看李修竹的目光变了 修竹 修竹哥哥 还做过这么可恶的事情吗 不知姑娘说的是 多久之前的事情 可有证据 你之前说 私定终身的事又是 她这不属于私定终身 属于强X吧 李修竹 此时已经八成肯定 对方在撒谎了 但是还想听听 对方怎么编 当然 别的不说 对方可是有武学修为的 而她之前 可是个废柴来着 你要说 你把前身拖进小巷子 我还信你一点点 其实 刚才陈莫娜蓝明月就在想 到底该怎么缘后面的话 此时听到李修竹的问话 并不慌乱 反而脸上 带了一丝七苦之色 这七苦 和她那清冷的面容格格不入 但正因为如此 才更让人感觉她的痛苦 能让人生起联系 别的不说 如果不是知道 这女人八成是假的 李修竹恐怕都想 收拾她自己一顿 我只是一个女人 我能有什么办法 她既然事后说愿意娶我 除了和她私定终身 我还能如何 只能原谅她 可是我没想到 我离开才一年多 她就娶了丞相的女儿 爹爹被气死 临死前让我忘了 她重新开始生活 可我不愿意她这么逍遥 是她 是她害了我全家 我死也要让她给我陪葬 虽然明知道 这女人说的是自己修竹哥哥 但是这一次的苏晨晨却不想 也不知道怎么为李修竹说话 她看着李修竹的目光透着失望 苏如也是叹了口气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忽然那蓝明月 掏出了一块纯白色的杨枝玉佩 不 是半块玉佩 玉佩刻画着一只鸳鸯 另一面虽然不见了 但想来 也是一只鸳鸯 这是她给我的定情信物 本是一对 另一半应该在她身上 李修竹看了看玉佩 确定是自己没见过的样子 李修竹沉思了一下 看向那蓝明月 姑娘先在酒店安顿下来 接下来 我会让李修竹给姑娘一个交代的 只是不知道 姑娘想要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蓝明月顿了顿 沿路恨意地说道 我希望她死 这一刻 苏如和苏晨晨进阶变色 唯一脸上没有变化的 就是李修竹和老马 李修竹是近在掌握 而老马则是事不关己 不等两女开口 李修竹就开口道 姑娘说得这很难办 不说别的 就单单她是两个公主的驸马 就很难达成这个事 李修竹想了想 迟疑了 李修竹说得没错 那么就是想个办法 单独见到李修竹 我想先见见她 不知道公子能办到吗 当然 今天时间不早了 明日如何 好 这时老马的声音传了过来 姑爷 客栈到了 李修竹先开车帘看了一眼 看到客栈名字的那一瞬间 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有间客栈 这客栈是连锁的 记得好多武侠里 都有这个客栈来着 姑娘先去休息 我这些安排 对了 不知姑娘姓名 到时方便找你 纳兰明月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明月 至于姓氏 没为爹爹讨个公道前 明月不配有姓氏 姑娘致孝 期待知道姑娘姓氏的那一天 纳兰明月点点头 下了马车 纳兰明月刚下马车 苏澄澄就忍不住开口 秀 一个字 李修竹就堵住了苏澄澄的嘴 紧接着对老马说道 老马 回家 是 古眼 马车再次动了 没了那蓝明月的影响 苏如二人也冷静了下来 苏如冷静下来 越来越觉得怪异 总觉得哪里想不明白一样 忽然他眼前一亮 立刻察觉到了端倪 不对 这很不对 看了一眼李修竹和女儿 他意识到了 那个女人有问题 苏如小声开口道 澄澄别闹 有什么回去再说 此时已经离客栈进十丈了 加上客栈本就吵闹 李修竹也不担心 被那蓝明月听到了 是已笑了笑 苏伯母发现问题了 苏澄澄还是一脸茫然 什么问题 说着看向李修竹 神情难受地问道 修竹哥哥 你怎么能抛弃那蓝姐姐呢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会不会以后也抛弃我们啊 李修竹一致 无语地开口道 你没听到你娘的话吗 难道你就这么不信我 你这样 我 既然你不信我 那就先别澄清了 你先好好考虑清楚 省得日后出了什么事 还要猜疑 我想取的 只有无论什么时候 都会无条件信任我的人 苏澄澄妈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仅仅是问两句 就会上升到这个程度 苏如皱眉 修竹 苏如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这件事到底是他们不对 就像李修竹说的 他们才是一家人 无论李修竹说什么 他们都不应该开口质问 可是 为了澄澄她 想了想 苏如开口道 澄澄 和你修竹哥哥道歉 这件事 你错了 不光是想错了 也做错了 苏澄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本就在等一个指导 听到母亲的话 苏澄澄赶忙了也朦胧地哭着说道 修竹哥哥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别不要我 呜呜呜 李修竹看向苏如 苏如顿时间一致 似乎因为行为 她已经和李修竹 有了足够的默契 仿佛已经能看出 李修竹眼神中的意思 但就是能看出来 她才更头疼 看着女儿 良久苏如 才纠结地点了点头 修竹 你就原谅澄澄这一次吧 她还小 心地善良 不知人间险恶 李修竹这才开口道 看在苏伯母的份上 这次就算了 不过 我还是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让你考虑清楚 你现在还小 接触的人也少 很可能对自己的感情 会产生误判 趁着这段时间 你仔细思考一下 我是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你喜欢的那样 再来考虑 是否要和我共度余生吧 说实话 我一开始 真的只是将你当妹妹的 李修竹这句话 可是真诚的 一开始她确实没想过 和苏诚诚 有什么男女关系 甚至 很多时候 她都是被动的 苏诚诚一听一个月 赶忙开口拒绝 不 我不要等一个月 修竹哥哥 你说好了 这次回去就那我的 李修竹不言 就那么看着苏诚诚 顿时间苏诚诚的声音 慢慢低了下来 她心中委屈 又觉得自己好欠 欠得没事 管别人的闲事 知道自己错奶了吗 苏诚诚沉默了一下 才弱弱地说道 我不应该开口的 李修竹顿时有点失望 李修竹对苏诚诚有点失望 虽然女子无才便是德 但是这多少有点傻了 第一 你可以想了解 可以问 但是不能质疑 首先 咱们才是自己人 才是一家人 第二 那女人的谎言 只要认真想一下 你就能发现 却全程被人牵着鼻子走 哪怕你真的想不明白 也可以先问问我们 而不是主观一侧 苏诚诚茫然地看了看李修竹 又看向自己母亲 问道 她说谎了 苏如一手扶着脑门 叹气道 诚诚 难道你没发现吗 那叫明月的女子 说她和修竹私定终身 还是一年前 但是当面见到她 却不认识修竹 是的 仅仅这一点 那蓝明月的谎言 就不攻自破了 这一瞬间 苏诚诚顿时恍然 立刻就知道自己冤枉了李修竹 心中也是在愧疚 对不起修竹哥哥 我错了 嗯 李修竹没安慰 只是应了声 继续道 你好好想想吧 若是我真做了这些 你又打算怎么做 若是不能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 你还是当妹妹吧 这一刻 苏诚诚分外难受 但却没反驳 反正已经成了定局 她反而思考了起来 马车到了侯府 李修竹并未急着带人进去 而是对了老马吩咐道 老马 去城门口看看我们的马车前 谁家马车进去了 往前查三到五辆 老马也是听到了李修竹刚才说的话的 虽然没听真切 所以虽然老马不理解 但还是点头应声 是 姑爷 我这就去查 李修竹这才看向苏如和苏诚诚 走吧 我们进去吧 苏诚诚文言忽然开口道 修竹哥哥 嗯 苏诚诚抬起头 认真的看向李修竹开口道 修竹哥哥 我想清楚了 诚诚确实错了 站在哥哥的角度 如果我最喜欢最爱的人怀疑我 我也受不了 而且 即便是我做错了 我也想爱我的人能站在我身边 而不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伤害我 先帮亲再帮李 这才是家的感觉 李修竹欣慰地点了点头 进去吧 云霜 碧瑶 弄月和月华都在等你 这四人 前者本就和苏诚诚关系不错 后者也和苏诚诚握手言和 相处不错 嗯嗯 三人刚一进院子 傅云霜他们 就在前院中看到了三人 云霜 诚诚姐 你没事了 弄月 诚诚 欢迎回家 碧瑶 瘦了 也更好看了 傅月华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其他几女虽然没说话 但也都点头致意 这一刻 苏诚诚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李修竹看着笑了笑 怎么都在前院呢 万一我们今天回不来怎么办 傅云霜文言笑了笑 我们都觉得 姐夫会回来 而且我们也不是干等 有打牌 再拿打不是打 在这还能早一点看见诚诚姐 对了 姐夫和诚诚姐 你们还没吃饭吧 我让人预留了食材 马上就能吃 李修竹文言打句道 云霜真是越来越像管家婆了 还真别说 一早上出发 三个时辰了 还真是饿了 与此同时 御书房 此时的御书房有点热闹 不但太子在 六部侍郎里三部都在 外加傅文汉这个丞相 以及高太位 半个时辰前辛罗使臣进京了 根据探子汇报 对方我的公主也来了 对于这件事 你们怎么看 几人对视了一眼 傅文汉想了想 当先开口道 看来辛罗不仅仅是简单的受降 否则不应该让一个公主来 这时 兵部侍郎田义 摇了摇头 上前一步开口道 根据探子汇报 辛罗王的三个成年王子 都被咱们杀了 现存的唯一小儿子 不满十岁 受降本就是大事 只是使臣的话 不足以体现尊卑 所以公主前来也是正常 李部侍郎孙靖阳 上前一步开口道 田大人分析合理 但是我们也得做好其他准备 若是对方要联姻 该选何人联姻 是陛下 还是皇子 彩礼又该给多少 怎么给 大家都知道 辛罗现在天灾人祸 他们所求定然不小 所以臣觉得 联姻的可能性很大 李阔文言点头 那就先当对方是准备联姻吧 有备无患 太子 你觉得 我们应该联姻吗 李承泽文言上前一步 气势沉稳地开口道 而臣觉得 联姻与否 取决于父皇是否打算留着辛罗 李阔神色一动 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哦 说说看你怎么想的 李承泽本就不傻 作为皇帝的接班人 在除了那兔爷外的 所有事情上 都是合格的 文言开口道 辛罗如今不过苟延残喘 此时的辛罗 不足全盛时期的一半 甚至还在天灾的笼罩下 也许诸位大人 有些不以为然 觉得辛罗连死带 扶死了近三分之二的人 定然能粮食宽裕下来 但实则不然 我们俘虏辛罗女人的同时 粮草能烧的都烧了 牛羊也赶了回来 辛罗本地不说 帝小物宝也差不多 在他们的大本营 食物物资并不丰富 其次就是 我们的军队 虽然打到了辛罗王城下 但是王城附近 根本没受到什么损失 所以他们现在定然依然困难 属于灾年 若是父皇不想留下辛罗 那就拒绝和亲 拒绝受降 开春拿下辛罗 父皇 而臣想到的就这么多 李扣满意的点头开口道 你说的是对的 但却并不那么全面 拿下辛罗 未必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所谓哀兵必胜 你妹赴冠军侯 一战太狠 太绝了 我们在打辛罗 他们会以为 我们不要男性俘虏 只杀和征服 届时能拿下辛罗 死伤也必定不少 恐大洲周边有异动 说着 李扣看向下面的大臣们问道 你们怎么看 傅文汉文言开口道 陛下圣明 太子分析的也很精准 臣以为可以先留着辛罗 傅文汉顿了顿 解释道 辛罗遭受如此重创 那么定然20年以内无力再战 短时间内 我们没必要因为他们消耗 一是怕损伤太大 引起周边际余 即便是我们无伤拿下辛罗 也吃力不讨好 只会加深周边对我们的忌惮 让他们形成结盟 二是大运河修建在即 需要很多财力和人力 大军出征消耗太多 千万壮丁 百万后勤 连火药都申请下了 但若是再战 这些可能就没了 别的不说 就是监管人手都不够 综上所述 打辛罗并不可取 同样依照太子殿下所言 臣觉得辛罗定是来和亲的 我们是受降 辛罗作为投降方要进贡 我们回点东西即可 所以他们为了过冬的粮食 肯定会选择和亲 臣觉得和亲是必要的 否则把对方逼到死境 要不就是敌人 从我们身上咬下一块肉 要么就是我们消耗元气 灭了辛罗 与既定计划不符 当然 和亲我们也不能回太多粮草 由户部和兵部统计 刚好能够他们度过这个冬天 多出三分之一的粮食就好 这样既能让他们看到希望 也能不自敌 剩下的彩礼 就看这公主的嫁妆多少了 以上是臣的看法 傅文汉果然不愧是丞相 一定垂基本 就已经面面俱到了 孙靖阳上前一步 开口道 臣觉得傅相提议甚好 户部侍郎宋连也跟着开口道 臣义觉得傅相提议甚好 高太尉想了想 也没想出什么纰漏 文言附和道 臣复义 五个人 四个人都同意了 田义也没想到补充的 文言也开口道 臣也服役 礼部侍郎孙靖阳上前一步 陛下 这次和亲 陛下纳妃吗 如果是的话 礼部要提前准备 陛下纳妃和皇子纳妃 是两个概念 一个要全程庆祝 一个只是正常娶妻的规格 当然 若是皇子娶妻 也是会大办的 如今三皇子尚未娶妻 倒是适婚年龄 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谁知道 陛下会不会想试试 藩帮美人呢 所以这要问 也得从陛下开始问 李扩文言摇了摇头 他现在命不久矣 连后宫美人都 不敢召见 还能耐飞 嫌自己活得久了 这次交给皇儿们吧 承泽 你觉得谁合适 李承泽文言刚想开口 忽然眼前一亮 刚想那两个妾来着 这不是有了吗 回复皇 荣于这两年身体不好 正在调养身体 想生儿育女 只能看机缘 所以儿臣 想那两房妾室 如果这新罗公主长得漂亮 那还是想那 当然 若是不漂亮 那就给三弟吧 李扩 群臣 好家伙 主打一个真实是吧 好的自己要 不好的留给弟弟是吧 不过李扩倒是欣慰 这个即将接班的儿子 终于对女色感兴趣了 若是半年内还不感兴趣 那他也只能将皇位 交给不争气的老三了 家天下 皇位不容许 落在外人手里 好 后天让使臣觐见 你看一眼 若是喜欢就点点头 你刚才说想那两房妾室 可有喜欢的人家 若是没有先从镇的 楚秀宫选几人 李承泽文言 赶忙摇了摇头 从宫里选 谁知道有没有你的密探 儿臣已经有人选了 京城三大美人之一 于玄机而臣偶见一面 想请父皇赐婚 李扩文言转头 得发 去查一下这叫于玄机的家事 如果清白 就拟止赐婚吧 莫 好家伙 这么简单 就得到了京城三美于玄机 不知道京城顽固子弟 有多少要羡慕的 到嘴角流出眼泪 不知道又有多少痴情甜狗 要真的满面泪流 李承泽也很高兴 搞定一个怀孕率翻倍 接下来就看着新罗公主 长得美不美的了 就在李承泽搞定于玄机的事情时 另一边车夫老马也回来了 你是说 在我们前面的第一辆马车 是新罗使臣的 是 姑爷 李修竹点点头 若有所思地想着 嘴上十分自然地问道 那第二辆呢 老马眨眨眼 也是新罗使臣的呀 哦 也是新罗使臣的呀 嗯 这一瞬间李修竹心中生出不好的预感 李修竹吸了口凉气 看向老马问道 你该不会告诉我 五辆车都是新罗使臣的吧 老马点点头 夸赞地说道 姑爷你真聪明 我还没说你 就都知道了 神TM你还没说 李修竹牙疼地问道 除了新罗使臣呢 老马眨眨眼 姑爷不是就让我问五辆马车吗 别的我没问啊 撕怎么办 好想打人啊 老马看着李修竹想打人的样子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 姑爷 要是没别的事 我就先回去了呀 赶紧滚 你再在我面前 我怕我忍不住要打你了 奇怪 我做得不是挺好的吗 听着老马最后的小声嗶嗶 李修竹差点破防 卧槽 他现在急需一个聪明点车夫 家人们谁懂啊 我一个穿越者 差点被人搞破防 虽然无语 但李修竹也没再让老马去问 虽然不知道 新罗车队前面的人是谁 但李修竹已经有八成把握 确定那叫明月的女人 八成是新罗人 看来不是自己杀了他全家 就是杀了他至关重要的人 不过能和新罗使臣一起来 看来也是有身份的人 看来可能还不低 嗯 问题不大 与此同时 安顿下来的那兰明月 在听了听客栈内的谈话后 也启程向着李修竹的侯府而来 人都是爱扎堆的 那兰明月他住的客栈 是最受江湖人喜欢的客栈 客栈是最好收集情报的地方之一 而江湖人所在的客栈 也大多说的是 和江湖人有关的信息 可惜新罗使节进城 所有人的谈话 八成都是围绕着新罗使臣说的 当然与之关联的李修竹 也时常被提起 但都是李修竹在前线的一些事情 只是那兰明月 忽视掉了底层江湖人 吹牛逼的习惯 在那兰明月得到的这些信息里 李修竹显然被神话了 神话成了武力非凡 能上天入地 百兵杀敌的绝世强人 虽权重 但只有他一人信了 那兰明月一个人兜兜转转 来到了侯府面前 但也只是从外围看了看 不是他不想进去 侯府外两排精锐 显然不好明目张胆的劲 就连四周四角 也分别站着五人 两两背靠 还有一人看向外面 别的不说 就这个阵容不说 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但至少人飞不进去 视线所及 毫无破绽 只是看了看 那兰明月就转头离去 与此同时 使馆的人也安顿了下来 海别看着使馆外的雪 不知道在想什么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公主 您的餐食准备好了 请用餐 说话的是海别的侍女 李曹的人去办事了吗 回公主 李曹的官员随便吃了点 就去见办事了 嗯 看着面前的礼部准备的美食 海别一正 不由得地愣了下 这食物 居然是他们心罗特色的炖牛肉 以及年糕 我们的人准备的 不是 是大洲礼部官员准备的 他问我公主吃什么 我想公主入境以来 胃口都不怎么好 所以就说 公主毕竟喜欢吃家乡菜 没想到 他们还真的弄出来了 刚才奴婢有试菜 味道确实是正宗的 心罗口味 试菜是必须的 不是小侍女偷吃 她自然说的自然 嗯 做得很好 下去吧 知道公主不习惯 有人看着她吃饭 是以侍女也不以为意 转身走到了门外 站起了岗位 冠军侯府 傅月华看着面前雍容 知性 柔美的苏如 有些明白了什么 苏伯母 家里的房间不多了 所以能否委屈你 住我隔壁的屋子 不是屋子不好 是傅月华的屋子 属于内宅 一般只有妻妾可以住 苏如也是一正 这么大的侯府客房住满了 不过仅仅是一正后 苏如就点了点头 不说他们寄人篱下 就是他本人 也想里里修竹静点 克制自己和见不见 是两个概念 在克制自己的同时 在他身旁默默看着他 对他而言 是最好的选择 傅月华没有丝毫意外 转身看向苏澄澄 澄澄你和弄月关系好 不然就先住弄月旁边吧 苏澄澄对此也没有意义 好的月华姐姐 全程只有两个人 看着傅月华的样子 有点怪异 杜三娘和曾佩云 是住客房的 自然知道 客房那边有多空旷 除了她和曾佩云 就没别人 别说一个苏如 再来十个八个 一人一间也有的剩 夜晚李修竹去傅月华那边 她以为是傅月华吃醋了 才故意将苏如 安排到了身旁的院子 但是当为保了傅月华后 傅月华的一句话 给她整蒙了 你和苏姐姐的事注意点 别被人看出来 屏风后面有个暗门 机关在左手的油灯台上 行了 别折腾我了 去吧 李修竹人妈了 这是摊牌了 可是 你摊牌摊得这么隐晦 我该不该接 这个 你怎么看出来的 李修竹还想挣扎挣扎 毕竟这样也挺好玩的 若是傅月华说出来 以后哪还有什么心照不宣 看着李修竹笨拙掩饰的样子 傅月华顿时间翻了个白眼 你不是早就知道 我能偷听你心声了吗 还演什么呢 虚伪 你老实说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叹了口气 嗯 从碧瑶的事情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一开始只是初步怀疑 但是我试探了你两次后 你露出了鸡脚 我就知道了 傅月华一正 没想到李修竹这妖孽 那么早就知道了 难怪后来他就怀疑过那么一次 亏他当初演得那么辛苦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等等 那那些心声 该不是他故意让我听到的吧 那碧瑶 这狗贼 不是早就惦记我闺蜜了吧 顿时间觉得豁然开朗的傅月华 瞪着李修竹问道 所以 后面的心声 都是你让我听到的 那碧瑶也是你故意诱导我 李修竹闻言赶忙摇头 你可别乱说 那毕竟是心声 我努力不让心声 都被你们听到就很难了 哪还能引导 若不是不小心 你以为你能知道苏儒吗 还是你以为我想让你同意娶他 李修竹这最后一句话 顿时吓了傅月华一跳 赶忙咒没说到 你可别乱来 你们可以时常见 但你绝对不能娶他 李修竹叹气 我知道 我也没想娶 而且 我和他有过约定 约定和成成成婚后 就回归正常关系 但就是这样 才更不应该让你知道 这种事知道的越少越好 傅月华暗暗心中摇了摇头 没人比自己更懂他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不信李修竹能办到 这混蛋霸道着呢 不然必要现在最多 也就被藏在外面 以后没必要控制心声 我还是喜欢 一开始 你对我没什么保留的样子 你也不用怕什么 苏儒的事情 我都没有怪你了 你觉得我还能怪你什么 李修竹沉默 你要是知道我穿越来的 也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 当然 这个想法没敢想 郁闷 我也好想偷听你们的心声啊 莫名觉得有点亏 傅月华扑斥一下笑了出来 没想到李修竹 居然会有此想法 但让李修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家夫君怎么可以这么可爱 李修竹 什么鬼 李修竹没敢多想 不过却露出意味深长的眼光 你眼神怎么这么奇怪 傅月华 这混蛋不是又想要了吧 傅月华不着痕迹地 将身上的被子掖紧 阻挡了李修竹的视线 嗨嗨 就是觉得 夫人现在慵懒的样子真美 要不我们再来一次吧 顿时间傅月华吓了一跳 赶忙抓紧了被子说道 去去去 赶紧滚去个别 不行 你找其他妹妹也行 别在我这 傅月华 混蛋 为什么你都不累的 傅月华房间的机关倒是巧妙 而且是个双向机关 一开始 李修竹倒是很好奇 傅月华的房间里 为何会有这个机关 结果傅月华说 这一开始就有 只是前段时间 金盏打扫的时候 偶然间发现了 也是 这本就是原来的太师府 只是不知道 老太师一开始 为何设计个暗门 这难道也是 偷相用的 李修竹不知道 但是人已经过了暗门 这边的房间布局也很好 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庸人地方住的 而是实打实的后院主人之一 不过李修竹发现 这后院是后院中的后院 一般只有子女和姨娘 会住在这里 嘶 他这是华生发现了盲点啊 谁 轻微的喝声传来 声音并不大 似乎他已经想到了 可能会是谁 果然 当李修竹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 他的脸上一点惊讶都没有 只是有点担心地看向门口 放心 我没走门 月华房间里有个暗门 苏如一震 紧接着就是眉头微皱 似乎在思考这句话里的信息量 他 嗯 月华知道了 不然你以为你 为什么会被他安排在旁边 啊 苏如有点妈了 事情仿佛超出了他的掌控 傅月华在旁边 李修竹也不好说 想听苏如的心声 而且 他不是来做这个的 不多时 冬日的房间内热乎了起来 嗯 可能火炉多了 一日一早 李修竹神清气爽地 通过暗门回了傅月华的房间 此时的傅月华 听到身后的动静 也是睁开了眼睛 看了一眼窗纸上已经明亮的颜色 他困顿地打了个哈欠 这么早就起来了 没去别的妹妹房间吗 没想到苏姐姐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比两个我还能看 李修竹笑了笑开口道 等你到了苏姐这个年纪了 大概两个你就能喂饱我 顿时间 傅月华的脸色一红 白了李修竹一眼 真是的 就知道说些让人脸红心跳的话 不过若是自己在年长一些 思纳岂不是快乐翻倍 不知道自己被偷听 傅月华正在放飞自我 嗯 是在他内心放飞自我 李修竹没敢多想 生怕自己被傅月华察觉 偷听别人的快感 你想象不到 对了 今日我要回趟家 你去吗 李修竹文言一正 摇了摇头开口道 我今天也有事 昨天貌似碰到了个新罗的刺客 不过不认识我 我打算去探探情报 看看他们来了多少人 和新罗使臣有多大关系 若是和新罗使臣有关 说不得到时候 皇宫内也会有危险 傅月华文言顿时担心地坐了起来 飞去不可吗 我们知道了 提防这点就好 皇宫内的事 也和我们没多大关系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开口道 只有千日做贼的 哪有千日防贼的 这人本就是冲着我来的 说明咱们家本就是第一目标 与其座椅待毙 不如先下手为强 傅月华文言沉默了一下 也在劝说 而是柔声开口道 那你小心一点 李修竹点点头 你带杜三娘一起回去 另外带几个护卫走 有三娘在 就算有人路上袭击你 也能拖住 而且 你和云霜都会我交的步伐 问题不大 傅月华文言再次点点头 他是知道自家夫君会舞的 毕竟让碧瑶带他接触过 但是到了什么程度却不知道 但根据夫君传给他的步伐来看 显然不可能低 私下里他和西红卫试过一次 西红卫这个二流高手 根本摸不到他 所以 对李修竹的担心 也只是担心而已 并没多严重 傅月华吃过早饭后就走了 李修竹也趁此机会 试了试开启 偷听别人心声的方法 结果他发现 并非所有人都能被他偷听心声 也就是说 那些和他已经发生了什么的人 他在内心深处 产生想听他们心声的意念后 才能偷听到对方的心声 李修竹没有过多玩闹 确定了怎么回事后 一了个容就出了门 今天的雪更厚了 花园里的雪已经超过两尺厚了 听说不少民居的房子都被压塌了 好在京城里的主路都有人铲雪 李修竹出来的时候 走得依然是青石板 漫天雪花飘飘而落 清新的空气仿佛能纯净人的灵魂 大约走了两盏茶的时间 李修竹才停在有间客栈门外 还没进门 就能听到客栈内嘈杂的声音 这鬼天气 是个人都不乐意在外面多待 李修竹一身锦衣华服 刚一进去 客栈的声音就为之衣镜 一个个人看了过来 像是这种江湖人所在的客栈 可是很少能看到锦衣华服的人的 客官 您是打监还是住店 李修竹文言开口道 我找人 你们这应该有个身穿白衣的女子吧 她的房间在哪 嗯 抱歉客官 我这确实有 但是不知道您找哪一位 所谓的不泄露客户资料 那也看对谁 李修竹这样的打扮 一看就不好惹 而且即便不是李修竹 她也不会隐瞒 谁知道得罪得起 得罪不起 就算是江湖人 惹恼了 他们一刀你就嘎了 哦 她叫明月 嗯 明月姑娘确实有吩咐 若是有人找的话带去见她 她在天子三号房 客官您跟我来 李修竹跟着掌柜先后上了二楼 停在了一间房门前 掌柜的敲了敲房门 立刻开口道 明月姑娘 有人找你 不多时 房门从里面拉开 明月看向李修竹的同时 李修竹也在看向她 怎么 不让我进去说吗 进来吧 客栈老板看到这就知道 没自己什么事了 不过她心中有些吃味的 看了一眼李修竹 眼神中尽是羡慕极度恨 那来明月太美了 她平生警戒 但是她知道 这种女人 不是她这种小人物能沾染的 若是郊外还能做做黑店勾当 但在这场京城 怕是死字不知道怎么写 怕是人今天刚失踪 明天遇到门的人 就会找上门 二位慢聊 若是没什么事情 小老的就不打扰了 李修竹大大咧咧地坐在了桌椅上 好奇的眼神 看了看那来明月 那来明月也在看着李修竹 她此时正在脑海中 预演着各种行刺方案 但无论哪一种 似乎都在那绝世的武功下 功败垂成 就在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李修竹忽然开口道 我听王阳明说 你和我私定终身 被我抛弃了 看那来明月沉默 李修竹不在意地继续道 你可真把我害挺惨 好在因为我 成婚前的事情失忆了 所以陛下 给我个机会 让我自己处理这件事 这要巧的吗 天助我也 虽然那来明月是新罗人 但是这个时代周边百族 都心目秦汉文化 那来明月更是其中佼佼者 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 皇帝陛下不过如是 李修竹没否认也没承认 而是怂怂间 无奈地说道 我是真失忆 这件事你调查一下的话 应该不难知道 我结婚前有一段时间 突然就变了 我结婚前的那些朋友 我结婚后 一个都没联系过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随便去调查 调查好了 再派人去侯府送信找我就是了 只是我的事情好证明 你怎么证明 我们私定过终身 千万别说那个什么玉佩 那东西我身上就没存在过 至少我现在找不见另一半 想证明 你恐怕得另想办法了 那来明月一致 陛玉佩的手停了下来 李修竹这么一说 他连虎脚蛮缠的机会都没了 你这是想就此否认吧 知道我们私定终身 拿不出其他证据是不是 嘲讽的语气和眼神 似能让人从中看出委屈 对命运的无奈 好家伙 好家伙 不去做演员 可惜了 李修竹想了想 沉默了一下后 忽然开口道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证明一些 什么办法 不知道为什么 那蓝明月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心中有了不祥的预感 是以声音中 都有了一丝丝颤抖 你说我们私定终身 那么再来一次吧 既然我们睡过了 我相信 你不会再意多一次吧 那蓝明月心中意景 本能的吉祥拒绝 但是一时半刻 竟然没想到理由 好在他脑子转得快 多用了两秒钟的时间 立刻找到了理由 妄想 因为你气死了我父亲 你还妄想 我会嫁给你吗 我现在只想看你死 李修竹文言 略带嘲讽地扯起嘴角 你这一点证据 也拿不出来 连通房都不愿意 真就全靠一张嘴呗 这样吧 既然你说我气死你父亲 那我总不能 气死你全家吧 你把你家户籍地址说出来 我让人去接你家 其他人入京 只要大家能证明 我们确实有私情 那我就认下了 一听李修竹说 要找他家人 那蓝明月心中又是意景 这混蛋 真的是一点漏洞不给钻啊 不过这一次 那蓝明月的反应更快 仅仅是一个冷笑的时间 就想好了回答 嗯 或者说 在李修竹说他家人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想了 不可能 谁知道你是不是想 派人杀了他们 永绝后患 我是不会让你知道 我家的地址的 李修竹说完双手一摊 直接开口道 那我没办法了 你这也不肯 那也不肯 还没什么实质性证据 等等 你该不会是假的吧 李修竹狐疑地 看着那蓝明月继续说道 既然拿不出证据 看来本侯 只能让玉刀门的人来 审问你了 这一刻 那蓝明月有些慌了 玉刀门他也是知道的 那是大洲专门为江湖中 乱杀百姓人准备的部门 而且进了官府部门 审问是少不了的 到时候 他能扛得住吗 这 要不强杀吧 不然没机会了 可是他是爵士高手 现在更是在防备我 即便是我强行出手 也不足一成把握 等等 师父说过 男人满足的时候 就是最脆弱的时候 那个时候 基本能一击必杀 虽然他没用过这些 但是他能把握住 那个瞬间 而且 就算他这次能提防 那要是证明自己和他有关系 在一起了 他还能次次提防 而且 若是在一起了 下手的机会有很多 下毒 等他睡着了杀他 这么一想 有无数的机会 蛇罗 你会原谅我的对不对 我这是为了给你 给父亲 给弟弟报仇 不 我也不用你原谅 无论是你 还是我父亲 都不是什么好人 作为连姻的牺牲品 他对两人生不起丝毫好感 想到还没娶清 就死了的弟弟 那蓝明月的眼神 坚定了起来 李修竹 希望你能给我死去的父亲 一个交代 嗯 这女人 怕不是有大病 就在李修竹刚 这么想的时候 呼吸一下顿住了 只见此时的那蓝明月 正在解开自己的衣截 象征纯洁的白色外套掉落 露出了里面洁白的内衬 李修竹看似看傻眼了 脑海却在飞速地转着 什么愁什么愿 值得这么大牺牲 这要不是死事 不是我杀了他老公 就是杀了他全家 李修竹不知道 自己近乎全战了 要不要杀了 这种女人 很可怕 但是很快 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白玉堆砌 叉子烟红 嗯 只有烟红 没有叉子 如明月一般耀眼 倒是很配她的名字 就是不知道 这明月的名字 是真是假 此时此刻 李修竹还不知道 那蓝明月的真实姓名 李修竹上前 直接抱起了这个 如皎洁浩月的女人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渐渐地 那蓝明月 感受到了煎熬 她不知何时 失去了思考能力 醒来没多久 就会再次昏睡过去 从被动拒绝到 无意识地接纳 再到昏睡过去 不知道多少次 等她最后醒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李修竹没有走 而是此时 已经穿好了衣服 坐在了对面的桌机前 看着窗外 不知道看什么 似是察觉到了 自己的目光 李修竹下一秒 就转过了头 醒了 仅仅是这一下 那蓝明月就可以肯定 李修竹的修为 最少也在一流网上 那么她是绝世的修为 可以失锤了 嗯 起身的那一瞬间 酸痛感让她眉头一皱 让她差点怀疑自己 有没有要散架的嫌疑 这混蛋怎么这么强 记得新婚后 蛇罗还为这个事 冤枉她不劫来着 为此蛇罗时常买醉 而她也因为这件事 不知道怎么面对蛇罗 甚至觉得愧疚 但是她现在隐约觉得 也许是因为蛇罗太小了 所以 当初蛇罗那混蛋 是因为自己没能力 冤枉我的清白了吗 混蛋啊 可现在我该怎么解释 就在这时 听到她新生的李修竹 帮她解决了这个难题 最近休息不好吗 天魁都紊乱了 还是你的天魁 还没彻底走完 不管怎么说 除了第一次外见红是不好的 下次再有这情况 要记得说 不能乱来 开门红和闯红灯 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一种是幸运 一种是没运 李修竹可不想闯红灯的 不过她 也能分辨得出 到底是不是开门红 所以她才没停 不过她也没想到 能遇到开门红的情况 这女人明显就是 那个叫蛇罗的妻子 所以是太小了 这也太悲哀了吧 难怪那走过的 阳长小道这么窄 此时听了李修竹话的那蓝明月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又皱了皱眉 颇有一种挨了打 还被嫌弃的感觉 哼 你也是个混蛋 虽然心中这么想 但是那蓝明月嘴上却说道 现在我算是 证实了吗 你打算怎么给我父亲一个交代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人死不能复生 而且 这也并非是我的错 总不能我失忆 还怪我吧 我只能说 你的母亲和姐妹 我可以帮你父亲照顾 以后有时间 我也可以去你父亲坟前祭拜 算是我对她的歉意 嗨嗨 她绝对不是为了 去说那句 乳妻女无养之的 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那蓝明月觉得更亏了 但是一时间 她却找不到反驳的话 按照李修竹说的 她失忆了 难不成她 还能怪罪一个失忆的人 可她明明受了这么多的苦 算了 本就没指望她能自杀 还是得之后找机会杀了她 就在那蓝明月心中 下定这个决定的时候 李修竹开口道 你家里还有多少人 我尽快接他们 来照顾他们 那蓝明月眼角一抽 她怎么可能安排母亲过来 我母亲早逝 家中只有我一个独女和后母 我害死了父亲 被后母赶了出来 家中已经没人了 也不知道母亲现在怎么样 没了父亲和弟弟 母亲不会不会受到欺负吧 不会的 多罗的名望还在 短时间内在王城里母亲 还是安全的 我得尽快杀了李修竹回去 母亲是我最后的亲人了 纳蓝明月太清楚 母亲可能面对的危险了 纳蓝家只剩下她和母亲 母亲的美貌不逊色她多少 若是她长时间不出现 三个月后 母亲就会有危险了 三个月 我的时间不多了 李修竹再次笑了笑 头听心声 真好用啊 就这么一回功夫 她得到了这么多信息 多罗 一个母亲 母家住在王城 现在就是不知道 这明月的名字是真是假 不过这好判定 回去就安排一拨人去打探 既然这样的话 那跟我走吧 纳蓝明月一正 紧接着 心中有点激动 嗯 回她家 去哪 虽然心中有了猜测 但是面上纳蓝明月 表情骨锦无波 主打一个高冷 看到这 李修竹又有点兴奋了 这是主打一个反差 你的事情 我还得跟公主安排 所以 先接你到一个外面的宅子 之前给我另一个女人住的 现在她进侯府了 先给你住 放心 三个月内就接你进侯府 渣男 拜嘞 人渣一词早就有的 纳蓝明月没多说什么 而是看着李修竹 盯着她的目光 默默穿起了衣服 虽然心中羞涩 但是已经睡过了 她还是能忍着休意做这些的 主要是李修竹这浑蛋 就没打算转头 她一个连切实都算不上的女人 能怎么办 现在主要的是 混到这浑蛋身边 可不穿衣服 怎么跟她走 她十分怀疑 这浑蛋是故意的 就是想她知难而退 想让我知难而退 做梦 嗯 这是挠不了什么 不多时 纳蓝明月穿好了衣服 跟李修竹去了 沈幽威之前住的院子 你这渐渐不离手 以前有练过 该不会是有二流境界了吧 纳蓝明月脚步一顿 不能让她知道我的真实境界 若是让她知道 我到了一流高手 一定会警惕我的 二流应该不会让她怀疑 而且我这个年龄 即便是二流也是天才 怎么你怕了 这可不像你 当初 她还不知道 李修竹在外面面前 是不会武功的 不然肯定尴尬的 能抠出三十一听来 就在李修竹心中 吐槽她的不专业时 纳蓝明月也在吐槽 这浑蛋怎么回事 出门都没马车的吗 穷到这个地步 还是故意丢个难堪 好累啊 感觉骨头都快散架了 嗨嗨 李修竹顿时间有点尴尬 她一开始没想到 会发展这么快的 今天主打一个随缘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以至于没准备 至于马车 这可是雪天 难得碰上的 她就是想自己出来走走 看看沿途的风景 累不累 要不我背你 纳蓝明月顿时一正 背我 她在说什么 这要不要背 如果背的话 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可看着李修竹那真诚 温柔 和煦的笑意时 纳蓝明月心中 莫名地烦躁起来 不用了 我自己会走 说出这句话的 纳蓝明月 心里一阵轻松 可她却觉得自己病了 神经病 好在纳蓝明月住的客栈 离得并不算太远 又过了半盏茶的时间 二人到了 敲了敲院门 很快车夫老刘打开了院门 一看李修竹 赶忙开口道 见过侯爷 这里是有两个丫鬟常住的 马车的车夫也安排了一个 车夫也就兼任了门房 来之前 李修竹专门来了一趟 告诉他们 过两天 见到一个陌生人 带着个漂亮女人 上门要叫侯爷的 而且 女人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所以 车夫才会见到李修竹 现在的样子 叫侯爷 当然 院里的两个丫鬟 也是知道的 嗯 李修竹带着人往前走 还没走到前厅 就听到了两个小丫头的议论声 你说咱们侯爷为什么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 以前有了新夫人 都是领回家 而且 这次居然还让人 听到这 李修竹脸色一黑 不过 还好她修为比那蓝明月 高出一大劫 提前听到了 再敢被地里胡乱议论一句 定然将你们打死 正在说话的两女陡然一致 脸色惊恐地站了起来 下一秒 二人本能地看向前院 不过他们并没有看到人 是我幻听了 可想着小伙伴的反应 似乎不像啊 二人转头对视了一眼 惊异不定地同时开口问道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没有 你听到了什么 同时的开口 让二人知道 这并非幻觉 可人哪 李修竹的声音 都传到了二人耳中了 奇怪的是 李修竹身旁的那蓝明月 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不是那蓝明月龙了 而是因为传音入密 将声线束缚在一条以内里 形成的细小轨道里 就能达到传音入密 不过这需要十分强大的内力 距离也十分有限 而且 两点之间 中途有人的话 还可能会被截取内容 就在两个侍女 心怀忐忑的时候 李修竹带着人 出现在了二人眼中 这一瞬间 两个女人更加害怕 却赶忙过来行礼 奴婢小绿见过侯爷 奴婢小红见过侯爷 嗯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不该说的话 不要乱说 这一瞬间 两人心中一紧 却也赶忙应声 是 侯爷 奴婢之错 两人的反应 让那蓝明月眼前一亮 他们是知道什么大秘密吗 李修竹面上一笑 这就吸引你了吗 李修竹也不怕被调查 反正大不了就明牌 到时候也不知道 这娘们会不会到心崩溃 至于放过她 都来杀她了 那就要 有悲惨人生的心理准备 她虽然不打算虐待 凌辱她 但是必然会拿捏起来 这是你们新的主人 以后你们就伺候她吧 明月 在这安生等我 三个月后接你进府 纳蓝明月知道 这三个月是跑不了的 恐怕除了说服她的夫人 还要看看她 表现的是否安稳 这两个丫头 恐怕除了伺候我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监视我吧 难道她刚才说的话 是这个意思 是了 她知道我是二流高手 听力不俗了 不过 不就是稳三个月吗 问题不大 而且她到时候 必然会来看自己 也有机会下手的 纳蓝明月做梦也想不到 她那点小心思 全被自己暴露完了 稳三个月吗 到时候 你母亲也该到了 好好消息 我先走了 嗯 清冷的声音 听不出丝毫波动 好像对李修竹的离去 一点都不在意一般 但这更符合她此时的人设 李修竹不得不心中感慨一句 这女人啊 基本都是天生的演员 不掩则已 一眼都是影后级别的 卸掉一容术后 李修竹回到家 就把李虎叫了过来 侯爷 嗯 有点事交给你去办 李虎是李修竹护卫里的新妇 出身京都十六位 而且不好女色 也忠诚 侯爷请吩咐 李修竹整理了一下思绪开口道 你带十来个人去一趟新罗王城 去查一个叫蛇罗的人 应该是比较有名气的 应该可能死了 死在咱们讨伐新罗的时间 如果对方有个叫明月的妻妾 情人 或者未婚妻的 查出明月的家里人 将明月的亲人 想办法带回来 如果查不到明月 那就调查所有和蛇罗有关的女人 然后整理信息传回来 这一趟 应该时间不短 花销也定然不会少 去账房支取一千两 李虎没问别的 等李修竹说完 直接领命离开 是 属下这就走 不用这么急 过几天就过年了 过完年再去就行 是 属下知道了 嗯 下去吧 属下告退 李修竹今天晚上 是在西红类房间休息的 这个休息 只是最后休息的地方 沿途去看了不少人 虽然很缠苏儒 但肯定不能独宠谁 鱼鹿君瞻 才是和谐的秘诀 一日一早 在李修竹沉浸在温柔相中的时候 李承泽也见到了海别这个公主 义政殿海别公主 和一个总使臣 刚被宣上大殿 刚行过礼 就立刻开口道 尊敬的大洲皇帝陛下 这是我新罗的降书 还请过目 承上来吧 李扩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心中豪气顿生 眉眼间的高兴 异于言表 开疆阔土 蛮夷称臣 这是多少君王都没有的功德 如今 他李扩有了这样的功德 说得好听点 那叫名垂千古 说得不好听 那是到了地下 都有面目见祖宗了 王德发一路小跑 接过降书 捧到了皇帝面前 亲自打开 铺平在暗机上 这是为了防止人下毒 日常机操 李扩看着面前的平铺的降书 虽然早知道内容 但是也开心得不得了 好好好 自今日开始 新罗就是我大洲的附属国了 宣上 王德发文言立马站直了身体 大声畅诺道 新罗使臣听上 经新罗臣服 辽东以北 纳入大洲边境 振兴甚月 封新罗王 淮东王 赏黄金万两 玉器珠宝石香 美人石鸣 锦断百匹 茶叶石金 瓷器百贱 牛羊千匹 钦词 听到这些封赏 新罗使官嘴角抽了抽 里面他们他们最需要的东西 居然只有牛羊千匹 不是别的东西不好 是现在新罗可是灾年 如果有可能 他十分想把所有东西 都换成粮食 谢圣皇陛下赏赐 臣下还有一事代表我亡情 李阔对这个并不意外 因为早就猜到了 哦 还有何事 说吧 圣皇陛下 自古以来 最牢靠的关系 莫过于联姻 如今我新罗与大洲同位一家 我王院献上公主海别 请求和大洲联姻 同时也求大洲陛下 赏赐一些粮食 让我新罗度过这个灾年 好家伙 这都拿来明着说了 这是不完虚的了呀 这时 海别行了一礼 海别见过圣皇陛下 恳请陛下仁慈 海别的样子 大家都看到了 即便是不如李琉璃 赵和德 那也是和傅月华 苏承承一个等级的 事业毫无意外的 太子点了点头 看到儿子点头 李阔也很满意 既然淮东王有如此请求 朕应允了 太子家中尚未有子 就说你做个平妻 望你给大洲开支散业 海别听到李阔的话有点失望 但看看李阔 也算是有得有失吧 虽然失去了至高权力 但是没嫁给老头 看向前面的两个年轻人 海别暗道 这两个人中 应该有一个是皇子吧 看起来倒是都长得可以 与此同时 老三捏紧了拳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其实不难猜 他还是看到了老子的偏心 以至于心态失衡 是 他喜欢人Q 但是这可是新罗公主 宁愿送给太子当妾 也不给他当妻吗 在他看来 平妻也是妾 而他还没娶过一个 然而 让他心态崩溃的事情 并非这一件 同时封于玄姬为太子妾室 责任入府 有那么一瞬间 李承玉非常想问问上面那个人 我和太子 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子 但是钻井的拳头 很快就松开了 他 不敢问 只要他敢开口 被贬为庶民 都是那个人心中有他 习惯了锦衣玉食的他 怎么敢 海别死死地 盯着上面的那个男人 就感觉长这么大 从未受过如此侮辱 不过这也就是李阔不知道 不然只会告诉他 那你现在见过了 给人做半个妾也就罢了 但同时和一个小妾入府 这将他这个新罗公主 放在眼里了吗 就在这时 李阔看了过来 看到海别的眼神 淡淡地问道 怎么 海别公主你不愿意 这一瞬间 海别默然惊醒 他敢不愿意吗 新罗几十万人在等他 而新罗使臣 也是心中一惊 焦急了起来 不过还不等他提醒 海别公主 就让他松了一口气 海别愿意 嗯 既然如此 灵止歇安吧 海别谢圣皇陛下赐婚 剩下的彩礼和嫁妆 都是细节 是使臣和礼部官员 需要商量的 自然不会拿到朝堂上来说 时光一晃 来到了晚上 这天李修竹 又被叫到了太子府 而且 这一次 不是萧荣于让太子去叫的 而是太子自己派人来叫的 为李修竹找了两个生育工具 一个上金三美 一个新罗公主 怎么都需要炫耀下 自己的能力吧 李修竹到府上的时候 李承泽和萧荣于 已经做好了 此时 二人身前的菜肴都摆好了 还不等李修竹开口 太子就站了起来 笑着开口道 修竹 可就等你了 你终于来了 李修竹微微一笑 自己这怎么有种 皇帝弄成的错觉 这不是雪还未停吗 路上得走慢点 说起这场 雪太子皱了皱眉 这场雪下得久了点 只怕明年对百姓来说 也不太友好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也还好 只要不是四五月份下雪 那就还算是个丰收年 其实他理解太子的意思 若是按往常 确实对百姓不友好 不说别的 若是雪太大 开春土洞 在往常 可是降低很大效率的 不过理解归理解 如今有了人工梨 开春啃土 并不特别难 太子也不和李修竹 争这个话题 因为无论是不是灾年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 区别不大 来 先入座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虽然赐婚的旨意已经下了 但是也还没传开 十一李修竹并不知道 太子给他搞了个公主 他刚坐下 看着太子妃萧荣瑜 忽然心中一动 想听到萧荣瑜的心声 也不知道他想不想我 不出意外的 萧荣瑜的心声 出现在了他的脑海 之前的他倒是没听到 只是突兀地听到了后面的 李修竹看了看太子 再看了看萧荣瑜 他想了想将手突兀地 放在了萧荣瑜的手上 这一瞬间 萧荣瑜一惊 赶忙看向太子 这坏配 好大胆 哎呀 心跳得好快 好紧张 太子一正 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不过心中已经决定 下次必然带安心一起来 不能让这狗对 一个人秀恩爱 我也要 修竹怎么今日怎么这么 急 是想估得太子妃了吗 这人变态了吧 还好他这么变态 不然我可能没办法 和夫君在一起 不过他这么一说 刺激 李修竹也没想到 太子会这么马插虫 不过还是迎合道 嗯 其实大哥你不知道 我每次来都忍好久 太子文言顿时 被引发了好奇心 那现在怎么不忍了 不过太子好奇 就是萧荣瑜一样 好奇地看着李修竹 似乎想知道他怎么回答 之前一直忍着 是因为太子没人陪 我一个人这样不太好 如今大哥 你也有安心了 那我还担心什么 下次你可以带安心一起秀啊 太子文言顿时眼前一亮 带着一点点激动的问斗 你认可我们 李修竹笑了笑 什么认可不认可 在我看来 婚姻只是媒妁之言 是过日子 而大哥你是在爱 你的爱情是两情相悦 所以只要彼此喜欢就好 画本里的故事 为什么吸引痴男怨女 是因为大家都向往那种 突破束缚的爱情 说实话 大哥你的爱情 可比我和太子妃的 都纯粹得多 太子眼前一亮 看向李修竹的目光中 充斥着被理解的感动 但不等他开口 李修竹顿时被吓了一跳 赶忙补充道 当然 我还是喜欢女的 大哥 你可别把目光盯到我身上 随着李修竹一句话 太子李承泽 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媚婿多虑了 本宫喜欢的是柔弱男子 媚婿你可不合格 李修竹第一次觉得 被人贬低 竟然是如此悦耳 就离谱 是是是 大哥说得对 你呀 今日叫你来 是有个好消息 要与你分享 李修竹一正 看向旁边 用只有二人能听到的声音 低声道 我还以为是太子妃想我了呢 萧荣瑜脸色顿时间就红了 她微微撇过头 心中却不断吐槽着 这坏人 故意让我听到 是让我难堪吗 而且我都跟了她了 又不是没有名 也无外人在 非要喊我太子妃 虽然很刺激 可 是了 这混蛋 就是为了刺激 萧荣瑜没开口 李承泽则笑着开口了 哈哈 太子妃自然是想你的 你都不知道 从我下午让人通知她你要来 她就开始沐浴梳妆 忙到傍晚才忙完 怕是嫁人的时候 也不过如是了 顿时间 萧荣瑜的脸色更红了 混蛋 一个两个的欺负我一个 弱女子是不是 虽然事实也是这样 可是非要说出来 让我难堪吗 李修竹听到这里 一手依然抓着萧荣瑜的 鲜鲜御手 一手拖着她的下巴 把她的翘脸转了过来 这 她又要干什么 李修竹认真的看着萧荣瑜 开口道 太子妃今天真美 说着话 又凑近深吸了一口气 补充道 叫名字是不可能叫名字的 没错 就和萧荣瑜想的一样 太子妃更香一点 两句话说的萧荣瑜更想低头了 但是李修竹扶着她下巴的手 让她低不下去 萧荣瑜有点羞炯 但是看着李修竹的样子 还是强忍着修一说道 多谢媚婿的夸赞 好羞耻怎么办啊 不过确实好刺激啊 不对 不对 萧荣瑜你清醒一点 你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妃 你 好吧 她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了 太子此事不乐意了 咋滴 但我不存在吗 你俩过分了 这还有个人呢 行了 别打击骂靠了 等会孤走了 随便你们怎么玩 文言李修竹也才意识到 太子还在这呢 不好意思地开口道 大哥刚才说 有好消息 要告诉我 不知道是什么好消息 还想知道呢 我以为你都不关心呢 虽然是这么说 但太子也就是发发牢骚 说完还是开口道 你应该知道 新罗公主来金吧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恐怕京城里没人不知道吧 是和他们有关吗 太子汉手 脸带笑容地说道 确实 你可能不知道 新罗公主 来金是和亲的 我同意了 你不用担心 长得很哇塞那种 李修竹刚想说什么 就你同意了 还我不用担心 但紧接着他就想到 太子的女人 不就是他的女人吗 不过是李修竹想到了 太子妃笑容于 同样想到了 这狗太子的 就不能做点人事吗 是老娘 我不能生吗 着急毛啊 就不能等一个月再说 非要让人抢我的 我本来就一个月 没得到几天他 活该你李家段子绝孙 恩不是修竹的李家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你可不能听错了 一定要给我一个 和修竹的孩子啊 李修竹嘴角抽了抽 看着面无表情 却在心中一直吐槽的太子妃 也是觉得没谁了 哈哈 修竹怎么不言语了 是不是高兴坏了 李修竹文言笑笑 按道 这你得问你媳妇啊 我完全被他震惊了好不好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大哥你这么给力 直接给我搞了个公主来 太子神秘的笑笑 可不只是公主哦 还有余玄机 也会同时嫁过来 嘶 就很棒 大舅哥无敌 这 期待了 不知日子定下了吗 李承泽开口道 就在新年第一天 赶个喜庆 也算是黄道吉日 到时候记得来喝喜酒 顺便把东方办了 李修竹一正 没想到这么早 直接就办 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这要是二人不同意闹一场 会出大事吧 太子不以为意地摆摆手 放心 我会摆平 既然太子这么说了 那李修竹也不多说了 就在李修竹夜宿东宫的时候 交房店里 一个柔美的女人 正看着窗外发呆 弯弯 你说 你师父现在在做什么 皇后身后的 弯弯眼神变幻默地 看了一眼皇后的背影 应该是在昆吧 虽然和李修竹接触的很少 但是 弯弯却很了解李修竹 不说别的 每日里都有关于 师父的信息送道 当然 弯弯不是监视李修竹 而是李修竹以前的信息 也只是明面上的 不过 弯弯却并未这么回答 而是说道 师父有师父的事情 弯弯不知 不过如果让弯弯菜 师父他说不定在想某人 弯弯并未说师父在想谁 但是他心里是希望师父在想自己 看了一眼 突然有一些羞涩的皇后 弯弯皱了皱眉 看来皇后和师父之间有点关系 难怪师父不让我对皇后下手 自己人吗 还是说 其实是师娘 弯弯没问 有些事情心照不宣就很好 如今 弯弯已经掌握了几个人 别看只有几个人 但关键时刻 足以决定胜局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这皇宫中 居然还有个绝世高手 虽然对方基本没事 都不会出 那座神秘的小楼 但是也使得 弯弯不敢乱动 弯弯 以后这种话 不要出去乱说了 让人听见了 我们都有危险 弯弯不屑地撇撇嘴 但是也没反驳 知道了皇后娘娘 明日 我打算出宫一趟 皇后娘娘 可有要待于师父的话 皇后闻眼眼前一亮 紧接着又是一案 你等等 说着 皇后快速从窗边起身 进了屋内 弯弯看着手上的东西 多少觉得有点离谱 可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也想送一件给师父 藏着掖着 不是她的风格 是以一日一早 她也准备了一件自己的 嗯 东西不是什么罕见的东西 只是女子家的杜兜 即便是穷人家 也都有一两件的东西 不过 皇后用得更加滑贵一些 红丑锦缎 金丝雕缝 真的是 没想到皇后 居然这么会玩 弯弯一边吐槽 一边将一件自己的粉红杜兜 放在了包裹里 但是并非直接放的 而是两件杜兜 都被单独包了起来 李修竹从太子府潇洒完 刚到自己府门前 刚好看到弯弯 弯弯一正 紧接着就是一喜 但紧接着就想起了 李修竹的吩咐停了下来 弯弯看到她的那一瞬间 她自然也看到了 弯弯 倒不是恰好视线 交汇那么巧合的事情 而是身为爵士高手的直觉 李修竹看到弯弯 微微抬手 先去云竹楼等我 我等一下就过去 近乎在耳旁响起的声音 却只有弯弯一个人能听见 弯弯先是高兴 但紧接着就发现了这一点 咦 这也是武功的神奇吗 这个倒是很有意思啊 一会和师父 要来密集练练看 李修竹回府交代了一声 就带着沈又微 去了云竹楼 她作为云竹楼外在的门面 时常还是会去弹奏一曲 而带上沈又微去云竹楼 自然不会有任何人怀疑 等二人去了云竹楼 刚一进沈又微的房间 一个身影 已经窜到了李修竹身后 下一秒 就捂住了李修竹的眼睛 猜猜我是谁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沈又微一跳 紧接着 她就看到了一个绝美的女孩 这事 似乎美好的东西 总能让人清静 弯弯更不例外 沈又微看到的第一眼 就忽视了她带来的危险 好美的女孩 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 好美 弯弯这丫头卸妆了 李修竹笑了下 回手打了一下 还没怎么长肉的曲线 笑着开口道 没想到我家 弯弯也有 这么幼稚的一面 看来也还是个小孩子嘛 我家 猴府的孩子 弯弯 我怎么没见过 猴府有这么漂亮的孩子 难道是夫君养在外面的孩子 是了 夫君和苏夫人的眼光 都不太对劲 肯定是有一腿 那么在外面有个差不多大 带孩子的 也是很正常的 李修竹嘴角一抽 没想到自己一句话 沈又微居然这么能联想 关键还是有一半猜对了 不是 我和苏如这么明显吗 还好澄澄比较傻 也很单纯 单纯 哼 我才不小呢 说着 弯弯松开了手 站到了李修竹身旁 撅起了小嘴 那样子似乎在说 快哄我 快哄我 李修竹宠溺地揉了揉弯弯的秀法 问道 找师父什么事 原来是师父 沈又微 沈又微心中莫名地松了口气 弯弯文言更加不开心了 弯弯没事都不能找师父的吗 师父 我想你了 嗯 这孩子 这个想他单纯吗 好家伙 这真能猜啊 李修竹赶忙开口道 能的 但是你知道 你任务特殊 还是得减少见面 等任务完成就好了 弯弯也是知道自己任务的特殊性 文言点了点头 紧接着开口道 师父 你之前用的什么功夫啊 我发现你跟我说话 似乎只有我能听到 李修竹文言汉手 解释道 这是一种内力运用手法 不算是功夫 但也只有内力深厚才能办到 你现在也无限接近爵士高手了 倒是也能学会 其实这门功法的运用原理呢 就是将声音外面束缚上内力 就跟你在井口说话 能传很远一样 而且有内力束缚 声音不会外散 就会形成传音入密的功效 不过这个办法对内力有很高的要求外 同时两点之间 路径不能有遮挡 不然声音会散开 被别人听到 懂了吗 弯弯微微皱眉地问道 师父 两点之间的路径是什么意思 李修竹一致 忘记现在可没有这种问题了 解释道 两点就是比如 我和你两人 或者你和你幼微师娘两个人 路径就是你走向我 或者走向你师娘的那条线路 一般这条线路 是直线最为简单 也最为省力 同时能达到更远的距离 懂了吗 弯弯文言点了点头 想了想轻声说道 师父你能听见吗 李修竹点了点头 随后笑了笑 这句话 你可不应该问我 而应该问你师娘 你这声音是传给我的 失败与否我都能听见 而失败了 你师娘也是能听见的 沈幽微听到李修竹的话 诧异地问道 弯弯说话了吗 我什么都没听到啊 听到沈幽微这么说 弯弯嘴角挂起了一抹弧度 师父 你说幽微师娘 长得这么可怜兮兮的样子 我好想欺负欺负她 仗着你师娘听不见 故意的吧 还有 幽微师娘怎么这么大 这低头都看不到脚尖了吧 师父你帮我问问 有没有什么秘方 我也想长大点 等我长大了 就奖励给师父怎么样 好家伙 主打一个肆无忌惮是吧 李修竹文言 假装咳嗽了一下 挡住嘴的同时 一道声音传向弯弯 以后用传音的时候 记得拿手遮挡一下 这样会蠢语的人 才不会发现你的秘密 还有 你这小丫头 故意的是吧 主打一个充施逆途的人设是吧 是不是还想骑在围师身上 作威作福 弯弯眼前一亮 充施逆途 我喜欢这个 想到在皇宫中看到画本 顿时脑海中有了 在师父身上作威作福的画面 师父好坏 我好喜欢怎么办 弯弯看向沈幽微 开口道 幽微师娘 咱们一起吃午饭好吗 我给师父办事 时常听到咱们云竹楼的餐点 多多好吃 我还没吃过呢 能请我尝尝吗 沈幽微文言 当然不会拒绝 赶忙开口道 好 我这就去安排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沈幽微刚离开 就听弯弯小心地开口道 师父 送你的礼物 弯弯说着话 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包裹 包裹不厚 可见 装了没多少东西 李修竹好奇地打开 弯弯也并未阻拦 然而下一刻 李修竹惊了 这是什么 大红色的丝绸肚兜 绣雕凉凤凰 这是宫里的东西 肚兜上隐隐传来悠悠的香气 这个气息很特别 不是寻常人家能使用的香料 而且 李修竹对这个香味还十分熟悉 一闻就能闻出来他的主人 李修竹脸色一变 这是皇后的 弯弯顿时一副果然如此的样子 看向师父 然而李修竹此刻 只有满脸严肃 毫无一点失态 弯弯正要点头 李修竹开口道 你回去跟他说 东西我看到了 也闻到了 但是 以后不要送这些宫里 才能有的东西 尤其是他贴身物件 真想送东西 就送一些平常的外面有的东西 李修竹说着 从怀中掏出一枚铜钱 递给弯弯 这是给他的回礼 你就说是我时常待在身上的就行 这也不是说谎 这枚铜钱在他身上少说 也超过一个月了 一是平常他不用花钱 另一个是花钱 也很少能用到铜钱 弯弯顿时间就极度了 师父我也要 作为一个 想要成为充施逆徒徒 他不允许别人有的他没有 李修竹点了一下弯弯的小脑袋 没好气地 从怀中再掏出遗物 你师娘给为师弄的汗精子 送你了 四 这可比铜钱好多了点好不好 顿时间弯弯就将对铜钱的羡慕扔一边了 赶忙拿起师父的汗精子闻了闻 果然是师父的味道 忽然弯弯神色微微有些僵硬地问道 师父 你没擦过鼻涕吧 李修竹闻言 美好气地白了 弯弯一眼 这逆途对他有点爱 但是指定不多 真爱会嫌弃吗 怕是脚上的袜子都觉得是奖赏 没有 你师父 我早就寒暑不尽 并磨不清了 别说鼻涕 连汗都已经很久没流过了 你自己也快是绝世高手的人了 居然问我这么傻的问题 要不要 不要还给我 弯弯顿时间小脸通红地 将汗精子 急急地塞入了自己的怀中 显然是不打算还的 师父 你快看看另一件东西吧 另一件 还有一件吗 李修竹看向包裹下面 果然还有薄薄一个小包 李修竹打开一看 顿时间抹了 但是仔细一看 这件肚都小了很多 而且 上面绣的是牡丹 颜色是明黄 李修竹一阵看向弯弯 似乎这丫头 以前喜欢穿明黄色的衣衫来着 李修竹闻了闻 果然是小丫头身上的体香 如空谷丁香 香味肆意 甜而不腻 李修竹将这件肚都放进了怀中后 对着弯弯开口道 这件 我收下了 回头找你师娘上香 做成汗精子 你师父 我不好装的肚多 也不好拿个肚多没事看 你懂吗 虽说自己有支配权 但是毕竟是小家伙给的 理应告诉他一声 显得尊重一点 弯弯脸上的红韵更多了一点 但是更多还是欣喜 看到没 师父都没有皇后的肚多 却要了我的 还要做成汗精子 时常装在身上 果然 师父是最爱我的 嘿嘿 嗯 我知道了师父 下次我 亲自做成汗精子 李修竹嘴角一抽 但是也没反驳 而是抓着皇后的肚多 走到了火盆前 手中内力一涌 顿时间火红的肚多 碎裂成了一块块小块 落入了火盆中 李修竹点了一张纸进去后 肚都开始燃烧出黑烟 不过火盆都是有盖子的 李修竹将盖子带好 就没再管 而是开口问道 宫里面有什么事吗 弯弯文言点头 神色也认真了起来 师父 陛下宫殿后面 有一座二层小楼 有点突兀 但是又看起来 没什么特别的 我让人去试探了下 结果发现了一个爵士高手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这才正常 若是皇宫里 一个爵士没有 只有几个一流高手 那他才觉得奇怪呢 一流高手并不多见 除了御刀门几个金刀明补 朝廷中也只有陛下的敬畏 有一流高手 但是一流高手也很少 不然太子 也不会就那么 有那么几个一流高手 就敢谋反 不过太子肯定也是小去了李阔 不然也不至于书那么惨 当日他手下的骑兵 并没有到得那么快 显然是 当时有爵士高手出面了 所以对于皇宫中 有一流高手 李修竹一点也不奇怪 以后行事小心点 爵士高手 不是一流高手可以匹敌 我知道师父 弯弯说完继续汇报道 皇帝的病情暂时稳住了 我没让太医暗中下毒 虽然能毒死 但是我担心会暴露了我们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而且没有师父的允许 弯弯也不敢擅自做主 李修竹肯定地点了点头 嗯 你做得没错 需要的话等我消息 另外 如果陛下要立太子以外的人登基 或者要对我动手 你可以直接动手 弯弯闻言赶忙点了点头 知道了师父 李修竹汉手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了 弯弯说着话 人已经靠近了李修竹 微微还住了李修竹的腰 靠了上来 弯弯没再说话 而是深深地吸了口 李修竹身上的味道 满足地笑了 仿佛这么多天的谨慎和劳累 都消失无踪 李修竹看着弯弯的样子 迟疑了一下也没推开 弯弯 不能又让马跑 还不给马吃草 很显然 对弯弯来说 自己就是那个草 嗯 众所周知 草是一种植物 过了一会 李修竹和弯弯耳朵微动 两人默契地分开 弯弯虽然有些不舍 但也没说什么 下一个呼吸 房门打开 看了一眼屋内的师徒二人 沈幽微脸上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 不过她的容貌自带愁苦 这么一笑 更让人觉得怜爱 仿佛为生活所迫 强颜欢笑一般 但却有种更让人想欺负她 破坏她的美感 饭菜准备好了 我让人送过来了 咱们洗洗手 准备吃饭吧 李修竹本以为这是简单的一顿饭 但是她没想到 吃个饭 还能吃出幺蛾子来 尤其是整出这幺蛾子的 还是没急急的弯弯 感受着那伸过来的光洁小脚丫 她真想问问 这小家伙在想什么 不过看看一旁的沈幼微 她只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 你说我在享受 是奖励我 混蛋 是谁在说 大实话 这小丫头 进了宫没学好啊 学的都是什么小日子玩意 难道是皇宫里的图 那幅春天来到 万物复苏的图 可这不是小日子应该有的 该不会是小日子偷学 去发扬光大的吧 是啊 这个年代文人 骚客这么多 咱们的艺术 也肯定不差的 这么说来 要不要借回来几本 嗯 她不是想学习 就是想怀揣着对艺术的尊敬 评判一下 这时 沉思的李修竹没抗主 将手放下去 抓住了那乱动的小脚丫 放在腿间 按住 不再让她乱动 扰乱自己的道心 做好后 她才松了口气 差点出丑 狠狠地瞪了一眼弯弯 似是警告 她不要乱来 嗯 夫君怎么了这事 怎么一会皱眉 一会夹杂着愉悦 愉悦我还能理解 应该是对美食的认可 皱眉是今天的饭菜 有不对的吗 可是我都尝了一遍啊 也没吃出哪里不对来 是了 肯定是我道行不够 这些菜都是传自夫君 夫君肯定能品出 其中的不同的 听着沈幽威 挠不出大戏 李修竹嘴角微微抽了抽 分外无语 而此时的弯弯 也根本不怕李修竹 看到李修竹的眼神 露出了一个明媚的笑容 师傅 这泡脚五股鸡脚好好吃 你也尝尝 李修竹眼神暗暗看了看 下面的五股鸡脚 这是能奖励自己的吗 嗯 这根铁棍山药给你吃 你还小 多补补 弯弯闻言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平坦 可恶 坏蛋师傅 一定是在暗示我吧 这山药真能补 弯弯怀疑得尝了尝 没什么深沉的味道 还可以 旁边还有一叠蜂蜜蘸碟 沾上吃甜丝丝的 就很好吃了 各自尝了一口 弯弯再次看了看自己的平坦 还好自己已经在学习医术了 等下次见面 就像师傅你一跳 不就是低头不见脚尖吗 我也可以的 好在吃过饭弯弯 没再搞什么幺蛾子 师傅我走了 嗯 先做好易容再出去 弯弯这才想起来 自己忘记易容了 赶忙跑到镜子前 做好了易容才出去 沈又威全程看到了弯弯的易容 顿时间有点好奇地问道 夫君 我可以学易容吗 李修竹一愣 随后点了点头 这个不难 喜欢的话我 让人去买点材料 我明天教你 顿时间 沈又威露出了一个幸福 而柔美的笑容 谢谢夫君 李修竹一致 不忍了 一个个地敬诱惑我 李修竹一把抄起沈又威 走向他平日里休息的踏上 唧唧唧唧唧唯文文水叹息 还好 是在云竹楼 人多 加上房间的位置也比较特别 才没被人听到这奇怪的声音 这一天 李修竹没乱跑 在家陪了陪夫人们 而就在李修竹陪家里的夫人们时 皇后也得到了弯弯的传话 听到李修竹将自己送的肚都烧了 他有点可惜 但是他也想到了 李修竹为何如此做 按照自己大意的同时 心中有些庆幸 又有点失落 庆幸的是 李修竹消灭了这件事的隐患 还给予了回应 失落的是自己给他的东西 终究是没留下 可看了看对自己而言比较有意义的 似乎都不方便送 皇后手里 拿着李修竹送来的那枚铜钱 一时间陷入了自己的思绪 久久没有回神 与此同时 李廓也在叹息着 主子您叹息什么 是不是德发有什么没做好 李廓看着窗外轻声道 对外我已经康复越鱼 我这样一直不宠幸后宫 迟早会传出话去的 到时候 怕是会兄弟相残啊 王德发文言 瞬间不敢说话了 这不是他能参与的 第二天一早 李修竹做了个义容后 去了街尾寺宅 看到李修竹 纳兰明月心中意景 纵然知道 有些事已经发生 但是 他还是本能的抵触 他怎么来了 是又想睡我吗 但是他也知道 抵触意义不大 不如想想怎么杀他 蛇罗 我这是为了给你报仇 反正按照星罗的习俗 你死了 我也应该归你弟弟拥有 加上你一直认为我不检点 你应该不会在意的 纳兰明月起身 来到李修竹 身前行了个汉人的礼节 开口道 侯爷今天怎么来了 不需要准备过年的事情吗 李修竹闻言笑笑 我是侯爷 什么事都有下面的人处理 用不着我 说着 李修竹揽住了纳兰明月的腰肢 虽然纳兰明月早有准备 但还是郊区微微一僵 随后才放松下来 喜香香了吗 纳兰明月无奈地开口道 现在才是早上 怎么可能沐浴 而且我也不知道 侯爷什么时候来 李修竹闻言眼前一亮 那看来 昨夜是洗过了 捂了一晚上的体香 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纳兰明月嘴角一抽 这混蛋 难道脑子里只有这种事吗 为什么这种人 会成为绝世高手 天神 你的眼瞎了吗 天神瞎不瞎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我 随便练练就绝世了 气不气 要不我还是去洗洗吧 李修竹眼前一亮 鸳鸯欲 也可以啊 天神 麻烦你将一道雷法 劈死他吧 李修竹一把 抄起了纳兰明月 按道 真劈下来 也拉你当垫背 必要时 说不定可以把你扔出去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洗鸳鸯欲 另一个是直接开始 鸳鸯欲的好多玩法 我都没解锁呢 正好可以和你试试 纳兰明月妈了 这他有的选吗 明月听侯爷的 完了再洗吧 一会等他累了 就一箭刺死他 正好我的剑 我已经放在床头了 我就不信他 每一次都那么厉害 上一次肯定是吃药了 想想蛇罗那几个呼吸的进度 他就对自己的猜想 更有信心 怎么可能 有人是按时辰计时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然而事实很快就告诉 纳兰明月是他错了 李修竹用从早到晚的战绩 再次证明了他自己 混 混蛋 怎么可能 有人这么久 这是纳兰明月 第三次昏睡过去前的想法 李修竹并未在 纳兰明月那休息 一是不安全 这小娘们一直想嘎了他 真不能给他机会 二是也是真不累 有宿女精打底 那是真的神清气爽 临近天黑 李修竹回了家 今天的雪停了 走在路上 李修竹看着房顶上的 白雪挨挨叹叹了口气 不说别的地方 就是京城下这么厚的雪 也定然是有一堆地方受灾 不是哪里的房顶 都能经受的 这么厚重的雪层 如今雪停了 招灾的百姓 应该很快就会汇聚到京城 好在他之前准备了不少粮食 虽然没预料到小冰河 但是因为要收养孤儿 和郊外的那些女人 他也准备充足 李修竹刚一到家 就听杜三娘 也是如今的管家说道 侯爷 你终于回来了 富香国中午就让人来找了 催了三次了 嗯 我岳父 李修竹一正 似乎没想到他岳父傅文汉 会让人来叫他 而且催了三次 显然有急事 李修竹很少面对 意料之外的事情 但是这显然算是一次 可说了什么事 文言杜三娘难得的 对李修竹翻了的白眼 不过这也是因为 杜三娘和李修竹关系亲近了 知道李修竹为人和善 不拘小节后才会如此 富香找这么接 肯定是大事啊 怎么可能会和我们说 富香说 让你回来了 去一趟乡府 上一次来催刚过去半个时辰 侯爷 您去看看吧 李修竹点了点头 问道 今日可听外面有什么新鲜事 杜三娘再次白了李修竹一眼 进了侯府后 我都没出过门 怎么知道有没有新鲜事 倒是负责采买的翠娘 可能知道 要叫过来问问吗 李修竹文言沉默了一下 摇了摇头 算了 李修竹转身又走出了侯府 与其胡乱猜测 不如过去听听 侯府到乡府 也就斩查时间 不用再套马车那么麻烦 李修竹边走边想 但是想到侯府门口 依然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侯爷您来了 老爷正在书房里等您 管事老妈将李修竹 引到傅文汉的书房前 敲了敲门 然后对着里面说道 老爷 侯爷来了 进来吧 老马推开房门 自己指不在外 等李修竹进去后 重新关上了房门 细节的一匹 李修竹走进去的时候 傅文汉已经放下了毛笔 离开了暗基 岳父 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么着急 傅文汉文言 心情十分不美丽地开口道 你倒是真的忙 一天都不着假 这要是出了急事 都联系不上你 李修竹一致 灿灿地笑了笑 出门前没想到 会出去那么久来着 也没想着会去啊 傅文汉也只是抱怨一下 文言点点头 就算接过了 今天找你来 是有事想问问你的想法 岳父请说 李修竹的神色 也正中了许多 很好奇 傅文汉找他什么事这么急 先坐吧 二人坐好 书房房门就被敲响了 紧接着 马管事的声音响起 老爷 茶水泡好了 嗯 端进来吧 马管事并未进来 进来的是一个侍女 倒了茶就退了出去 傅文汉压了一口茶 这才对李修竹说道 今日早朝 各地的文书都陆陆续续地来了 今年的雪格外地大 各地都有受灾 南方还好一点 北方 尤其是村子里 受灾格外严重 可以说得上 时间屋就能被压他三间 为父想问问 你可有什么办法救助这些灾民 李修竹文言一正 没想到傅文汉说的是这时 回来前 他还想来着 李修竹苦笑了一下后 开口道 岳父是否太看得起我了 这可算得上 是半个大周的灾年了 我 傅文汉文言打断道 别说那些有的没的 说办法 好家伙 就当我无所不能办 还带硬性安排的事吧 不过 想想那些受灾的百姓 李修竹想了想后开口道 我倒是有那么两个想法 就是不好实施 傅文汉微皱眉 有什么办法 你就放心大胆地说 能不能实施 看我和陛下的就行 李修竹文言开口道 受灾最要紧的救济粮 这点雪灾比别的好的事 不会影响个仓储救济粮的库存 但是 雪灾比别的更严酷的主要问题是 灾后重建工作困难 动土的坚硬 和树木的砍伐困难 是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大难题 所以我的建议是 租房 傅文汉一正 没想到会听到租房这个办法 租房 李修竹点头 继续开口道 今天我看了城里情况 城里大部分的房屋客栈 都没什么情况 平民区那边我没看 但如果受灾的话 想必也只能是那边 那么平民区的房子和我们住的 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部分房子的房顶单薄 另外除了一些比较懒 或者腿脚不便的人 大多百姓都会清理屋顶积雪 防止坍塌 所以雪灾才会是十事三回 既然如此 说明很多人家 应该都还有相对完好的房屋 那么我们可以让官府的人登记 让那些完好房屋的主人 将多余的房间租给受灾的人 当然不能白住 这样沾了人家的便宜 康他人之楷 明星就散了 所以要订下房租 平衡主人家的心态 再有三个月就开春了 开春了 树木的采伐就方便多了 到时候修修房顶大部分也就能住了 至于租金 就按一天三到五个铜板算 若是用掉了别人家里的东西 需要照价赔偿 以秋收为期限 这个必须得官府做担保才行 同时表明 若是秋收那些受灾人拿不出钱 这部分钱得官府出 傅文汉听到 要官府担保给钱 顿时眉头一皱 修竹 若是这么担保 怕是没人愿意自己掏钱吧 虽然百姓是国本 但是不得不承认 刁民还是不少的 李修竹文言笑笑 岳父可以想想 以供代偿 若是那些人不还钱 那就拉人去采石挖矿 若是岳父觉得严厉 也可以让他们做做 罚术造灵的事情 而且 大运河的挖掘在即 也是用人的时候 完全不需要担心 他们还不上钱 可以每天管两顿饭 让他们完成指定的目标 折合工钱 扣掉饭钱后抵债 傅文汉听得眼前一亮 妙啊 果然 问主意还是得你小子 思维开口 比我们这些老家伙厉害多了 行了 你回去吧 李修竹眨眨眼 就这 就这点小事 而且 这一副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的样子 是谁教给你的 看着李修竹的猛逼的样子 傅文汉没好气地开口道 怎么还等我 让你留下吃饭腰 嗯 也不是不可以 傅文汉文言得意地一笑 你想得倒是挺好 可惜你来晚了 咱们家已经吃完饭了 这怕是 没你那口了 李修竹文言也不生气 理解地点头 嗯 那我回家吃 就是不知道让外人知道 相夫女婿上门 连炖饭都不给吃 这满朝大成会怎么看 李修竹说完已经起身 看样子是真不打算留了 但傅文汉此时的脸色 却黑了下来 这要是传出去 他傅文汉 肯定是要被戳几两骨的 等等 难得回来一次 陪你小姨妹们 一起吃点夜宵吧 正好你小姨妹们 晚上没吃多少 想吃你弄出来的那个烤串了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这也真是巧了 刚好我也想入串了 云霜已经带着两个小家伙回家了 毕竟是姐夫 老朱他那肯定不好的 尤其是云霜 一个大姑娘 容易让人说三道四 虽然云霜不在意 傅文汉却不能不在意 哪怕是早有定论 也是得按照规矩来 李修竹来到后院的时候 小家伙们果然在准备吃烤串 此时 豹大略带拘谨地 坐在烧烤的位子上 傅云霜在一旁两手 拿着小暖炉 不知道想什么 两个小家伙 正在虎视眈眈的盯着烤串 不时问豹大 还没好吗 李修竹笑了笑 也没打扰几人 走过去后才忽然开口道 豹大你去休息吧 我来吧 听到声音 四人顿时同时一震 下意识地看向李修竹 下一秒 傅云霜陡然站起 手上的小暖炉都望了 砰的一声脆响 里面的火炭散落一地 李修竹看得心中一紧 赶忙将云霜抱过一旁 略带训斥地开口道 想什么呢 万一烫着你怎么办 云霜傻傻地看着姐夫 没有言语 似乎生怕姐夫是假的 一转头就发现 是幻觉一样消散掉 这时 两个小家伙也反应了过来 赶忙跑了过来的同时 开心地喊道 姐夫 姐夫 好吧 小孩子表达高兴的方式 还真是简陋 但当两个小娃子 一下扑到他腿上 荡起两个挂箭后 李修竹这个想法消失了 果然 小孩子的表达方式 还真是真挚而直接 都想姐夫没啊 宝珠文言 立刻大声喊道 想了想了 宝珠超想姐夫的 爹爹坏 都不让我们住在姐夫家 烟雨也跟着说道 烟雨也想姐夫了 姐夫最好了 烟雨的声音虽然也不小 但是跟宝珠一比 就相形见出了 云霜声音最小 看两个小家伙 都表达了自己的想念后 微微红着脸 低声道 云霜也想了 若不是李修竹是舞者 还真听不到 来 姐夫给你们烤串 傅宝珠眨了眨大眼睛 盯着李修竹问道 姐夫没给宝珠带好吃的吗 傅烟雨文言一集 也立刻开口道 烟雨也要好吃的 说着话 嘴角一丝口水流了出来 紧接着下意识的一吸 又给拉了回去 李修竹无语地捏了捏 两个小家伙的脸颊 开口道 你们两个小吃货 姐夫是被父亲大人临时叫来的 家都没回 哪来的好吃的 下次给你们补上 傅宝珠很快精神起来 对着李修竹认真地说道 那姐夫下次 要给宝珠两种好吃的哦 傅烟雨想了想 跟着开口道 姐夫 我就要一种就可以了 但是烟雨想和姐夫玩游戏 李修竹一正 笑着 看向傅烟雨问道 那我们烟雨想玩什么游戏啊 傅烟雨文言挠挠头 一副我也不知道的样子说道 我没想好 姐夫你想吗 眼见傅烟雨要抢了自己的团宠位置 顿时傅宝珠急了 姐夫 我也要一种好吃的 姐夫也要陪宝珠玩游戏 三姐太坏了 居然想把宝珠扔下 自己和姐夫玩游戏 李修竹笑了笑 姐夫还没吃饭呢 咱们吃完就玩怎么样 好的 好的 姐夫你赶紧吃 姐夫最好了 姐夫吃烟雨的肉肉 傅云霜听到姐夫还没吃饭 顿时间心疼的不行 姐夫 你还没吃饭要 说着看向傅大开口道 傅大你先回去吧 这些我来考 傅云霜可是和李修竹学厨艺的 基本都是 他先学会了 再交给酒楼的厨娘 只是他很少动手做而已 不是啦 只是没什么动力 那个他想为他做饭的人不在 也就偶尔两个小家伙缠得很了 下个厨 给两个小家伙打打牙记 当然也会多做一点给父亲 母亲 我来吧 好久没考穿了 都快忘了什么感觉了 然而傅云霜却摇了摇头 姐夫累一天了 还是云霜给姐夫考吧 这些东西也不累人的 李修竹一正 看着云霜坚定的眼神 也就没拒绝 人的性格千奇百怪 有的人是好吃懒做的性格 有的人是讨好型人格 傅云霜虽然不是讨好型人格 但是有的时候 接受别人的付出 也是对那个人的肯定 行 那就麻烦云霜了 姐夫也尝尝 我们云霜的手艺 羊肉在炭火上炙烤着 丝丝羊油 从第二块肉上冒出 忽然刺拉一声声声响 一道明念的火苗 陡然窜了起来 傅云霜并未去灭火 而是陡然拿起两把羊肉 开始交叠抹擦 一层层羊油 快速地抹到了 开始变白的红肉上 羊油的香味 随着灭掉的明火开始激发 这些羊油可都是羊尾油 是最香的羊油 在红彤彤的木炭制烤下 快速地将羊肉渲染成白色 每一次明火的引然负云霜 都会交叠抹油 丝毫不见任何不耐烦 眼见已经第八次 细白的咸盐撒在了羊肉 并以肉眼可见的状态 快速融化 第九次时 一把墨碎的大颗粒 滋然和茴香撒在了上面 在木炭的余温下 快速地和羊肉发生融合反应 油滋滋的羊油 浸润着两种香料 香味当真是挠的一下就上来了 李修竹看得不识点点头 云霜这手艺 确实轻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即便是他自己来 怕是也就这水平了 再次等明火熄灭 云霜将烧烤炉内的木炭剥了剥 将一端空出来一些位置 反向将穿着竹签的羊肉串放了过去 姐夫 你尝尝看 可惜没有姐夫最喜欢的辣椒 我用了一点辛辣的五味子 加花椒碎增辣 也不知道合不合姐夫的口味 李修竹文言拿起了一串尝了起来 自然的味道最为突出 接着是回香的衬托 但是这两个味道 只是羊肉串的主味 然而让李修竹眼前一亮的是后味 五味子微甜 微酸 微辛辣 三种味道 以一种鸡蛋融合香味混合进去 再加上花椒的霸道麻 辛辣 嘶 这个味道可以啊 云霜你现在真是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是有厨娘天赋的 你现在差的只是一些菜色的见识 只要了解了做法和调料的制作 就能研究出无数新菜品 很棒哦 李修竹刚说完 傅燕宇就急急地抓住了李修竹的手 微微摇晃 姐夫 姐夫 吃 吃 然而和燕宇不一样的 还有个行动派 还没等李修竹给傅燕宇拿一串 他手上还没吃完的那串 就被一旁的傅宝珠一口咬住 紧接着熟练的一拉 瞬间拖串 撕这也太酷了 这么小宝珠就掌握了撸串的精髓吗 简直了 然而宝珠的得意 没能坚持超过五秒钟 只见宝珠就在三人的注视下 五官扭曲 嘶 好麻 好了 水 水 快快 给我水 傅宝珠一边喊 一边跳下了李修竹的腿 冲着侍女大叫着跑去 顿时间引得三人哈哈大笑起来 傅云霜摇了摇头 开口道 宝珠也真是的 就知道急着抢 这一下长记性了吧 不辣的 我这不是正在烤吗 李修竹笑完 一脸深意地 看向傅烟雨问道 烟雨还要吃吗 还是等姐姐现在烤的 不麻 不辣的 傅烟雨脸上闪过一丝纠结 在李修竹一脸言语的目光中 说出了让李修竹没想到的答案 要一串姐夫的 然后等姐姐的不辣的 李修竹一正 看到宝珠麻 辣成那样 还想试试吗 这好奇心不小啊 不过李修竹想归想 还是满足了小烟雨 给了他一串麻辣的 傅烟雨小心翼翼地 看了看羊肉串 闻着那好闻的味道 在第一串上甜了甜 说实话 这个辣度只能说一般 主要还是麻 但接触面积那么小 并不会有多大的杀伤 傅烟雨眼睛亮了亮 回味了一下后 咬了半颗肉粒咀嚼着 麻麻的 微微的酸味和辛辣味 在口腔中扩散 混合着孜然的香气 又香又刺激 让人舍不得吐出 随着咀嚼 香味越发挥发 麻辣的程度却淡了下来 咽下第一口 烟雨吐出了小舌头 丝丝地吸着凉气 眼神却在发光 姐 姐姐 姐夫 这个好好吃 李修竹和傅烟雨都愣了下 没想到小家伙接受度 居然比宝珠还高 当然也可能宝珠一口吃太多了 那么一嘴 就是云霜都扛不住 嗯 我们烟雨好厉害 都说能吃辣 会当家 看来以后也是管家的哦 烟雨眨眨眼 看向李修竹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但应该是在夸赞他吧 傅烟雨眯起了眼睛 开心地点点头 嗯 烟雨能吃辣 以后要管家 扑吃 傅云霜忍了 但是没忍住 还是笑了 傅云霜带着一脸笑意地问道 那我们的小管家婆 你的肉串 是和姐夫一样吃带辣的 还是不带辣的 顿时间傅烟雨迟疑了 看了看手中的麻辣串 再看看火上的原味串 似乎一时间难以取舍 然而想到了姐夫说的话 想到了能管家 最后小家伙狠狠地点点头 看向姐姐云霜 烟雨吃辣的 烟雨要当家 李修竹笑笑 对云霜说道 给他少放点 放我一成的量就可以了 傅云霜一正 紧接着有些为难的开口道 姐夫这怎么放 捏一点放一把串 怎么都会抄的吧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开口道 看好 姐夫给你演示一遍 说着 李修竹捏起一些花椒 和五味子的混合粉末 但只有微微一搓 紧接着对着摆放整齐的肉串 弹了过去 他是从肉串横面弹的 指力不大 刚好过了羊肉距离 空中一溜粉尘落下 均匀地洒在了羊肉上 看到这一幕 傅云霜眼前一亮 还有这么洒调料的吗 而且 姐夫刚才的动作 真的好好看 十分之一的亮 果然是最适合 小孩子启蒙味道的 等宝珠喝水归来 很快就和烟雨 开始大快躲一起来 上百根烤串 很快就进了几人肚子 当然主要还是李修竹吃得多 一个人就干掉了一多半 三的小姨妹 也是吃得很满足 姐夫 今天要回去吗 天色很晚了 要不然住下来吧 随着傅云霜开口 两个小家伙 也是赶忙开口道 姐夫 姐夫 住下来吗 姐夫 烟雨想听故事了 李修竹刚要答应 忽然觉得 有一点点不对劲 李修竹没想到 这么离谱的事情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只是吃个羊肉串 竟然对三个小姨妹敬礼了 可关键 是她并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感受着体内充斥着的温阳气息 李修竹知道自己是中招了 什么时候 不可能是小姨妹 难道是明月 可从明月那出来到 见到三个小姨妹 都过去半个多时辰了 再到现在吃完饭 好巧不巧 一个时辰是有了 这 就是延迟药效 也不是这么延迟的 那就是说 是在岳父这里中的招 李修竹 对这个听似调料的东西并不熟悉 一开始本以为只是古代人调料的一种 也没多想 但是看到一昧这个眼神的时候 李修竹沉默了 姐夫 你到底留不留下吗 李修竹闻言赶忙摇了摇头 开口道 你们大家还在家里等我呢 要是想姐夫改天和你二姐去姐夫那吧 顿时间三个小家伙 同时不高兴了 尤其是云霜 仿佛错失一个亿的样子 更让李修竹觉得 下药的是她了 嗨嗨 那姐夫就先走了 你们要乖乖的哦 哦 哦 李修竹此时也在意不了三个小家伙了 起身微微一弯 略显蹉跎地进了茅厕 将铁棍束缚好后 李修竹这才不舒服地走出了副府 走在路上 李修竹一边走一边翻开了无字书 看到了五位子公孝的那一刻 李修竹无语苦笑 五位子 气味味酸 微辣 无毒 性温 主之一气 可逆上气 劳商银寿 不不足 强音 一惊 养五脏 除热 至中下气 直呕道 补虚劳 令人体悦泽 明目 暖肾 撞筋骨 撞水阵阳 这些都还算正常的 不正常的是一条五位子泡酒研磨 送酒服用 可业于十女 看到这 李修竹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是需要钱强补的人 这还这么补 李修竹脚下加速 从未想过 自己有一天 会因为这种事这么狼狈 刚一到家 李修竹就是一症 我老婆们人呢 翠云 夫人们都去哪了 翠云看着姑爷 有些微微泛红的眼睛 吓得退了一步 胆忙低头说道 侯爷 大夫人叫了几个夫人 在房间内打马掉 弄岳夫人和幼威夫人 等几人在泡澡 嗯 泡澡 李修竹心中一动 火气更大了 显然这泡澡的地方 现在正适合他 就在这时 李修竹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响起 转头看去 一个柔弱大方的夫人 出现在走廊拐角 看到李修竹 苏如也是一症 紧接着 目光有些躲闪地 看向翠云 翠云 有见到澄澄吗 翠云听到苏如的声音松了口气 也有点失落地开口道 澄澄夫人和弄岳夫人 等人去泡澡了 夫人你要去吗 我带您去 李修竹一正 苏澄澄在浴池 这就有点不方便了呀 但看向苏如 李修竹心中一动 翠云 你去给你大夫人 他们切点水果 换壶茶水 翠云闻言一正 诧异地 看了一眼李修竹 赶忙低头 是苏夫人得罪姑爷了吗 是 侯爷 奴婢这就去 然而此时苏如却并不这么想 这坏配怎么这么看我 要吃人一样 也不怕被人看出来吗 不行 一定不能被澄澄看出来 等会 我要提醒提醒他了 唉 恨不相逢未驾驶 若是 不 不能让他想太多 必须在澄澄成婚前结束 苏如看向李修竹的眼光 从一开始的错愕警告 变得柔情似水 又暗自神伤起来 等翠云离去 李修竹急忙上前 就想一清方泽 然而还不等李修竹靠近 苏如就赶忙伸手 戒备地拦住了他 修竹 可是有什么事 苏如说话时 眼神暗含警告 似乎在警告李修竹 不要乱来 李修竹闻着苏如身上的忧香 眼神更红 好在还控制得住 赶紧回屋 我被下了药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李修竹声音不大 只有苏如能听到 说完转身就走了 而苏如听到李修竹的话 眼神一阵错愕 但想到李修竹刚才的模样 那从未看到过的通红眼睛 可不就显得异常了吗 等等 我似乎并非没看到过 想到当日在连云寨的那个夜晚 他隐约清醒过来的时候 似乎也看到过一样的眼神 顿时间苏如顾不上思考太多 转身匆匆地追了上去 离得老远 就看到李修竹进了傅月华的房间 苏如脚步一顿 紧接着知道了李修竹的意思 快步回了自己的房间 不多时 苏如的房间内 就响起了若有若无的声音 虽然他死死地咬着牙 但是有些东西 不是你克制 就能完全避免的 这种情况下 苏如感觉四周的一切更加清晰 仿佛有根线崩直了 心惊胆战了不知道多久 苏如忽然听到一个轻微的机关转动声 苏如下意识地看去 屏风后走出了一个人 正是隔壁的傅月华 傅月华看向张了张嘴的苏如 顿时间眉头微皱地上前轻声问道 你们怎么了 傅月华是了解苏如的 苏如在他隔壁住了这么久了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苏如发出声音 还不止一次两次 是已觉得不对劲的傅月华 才打开机关走了过来 修竹 嗯 没人下药了 我扛不住了 略带沙哑的嗓音 吓了苏如和傅月华一跳 但看了看苏如的状态 傅月华松了口气 看起来人没事 应该就是缺水 这时李修竹也转了过来 看了一眼傅月华 虽然他眼中的红屑丝 已经轻微了许多 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不等李修竹说话 傅月华就开口道 去我房间 一日 李修竹神清气爽地走出了房间 傅月华也在李修竹安稳下来后 也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顿时对妹妹有些无语 不过 他也知道这八成是个乌龙 毕竟就算妹妹 再怎么想嫁给夫君 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应该是对调味料的选择错误 等会让金婷 去告知一下就好 还好五位子 对女性来说没有太大影响 与此同时 义正殿 怎么关于血灾的事情诸位 还没想出张成来吗 难道顾得大周 只是养着一堆吃白饭的人吗 李阔面色不渝地看向下面 不满已经写在了脸上 傅文汉文言 看了看群臣心中 忍不住有一点得意 谁也比不上我女婿 傅文汉上前一步 开口道 陛下不必担忧 此事臣已得到良方 李阔文言一喜 赶忙问道 傅乡有何良方 傅文汉却不是一个 为自己邀功之人 文言笑着开口道 这可不是臣的方法 而是冠军侯的方法 李阔一听是自家女婿 顿时脸上的笑意 更多了三分 修竹的聪慧姑是知道的 傅乡说说看 也姑和百官听听 傅文汉文言 昂手挺胸地开口道 无论什么灾难 百姓最需要的 其实都只有两样 温宝 两样之中 宝字第一 所以我们要先考虑的是 救济粮 这个并不困难 雪灾对救济粮的影响 除了道路不通外 近乎于零 所以只要让各州府 开仓放粮 度过眼前的难关 等路上的雪花一化 就能解决 李阔文言点头 这个不难 雪灾眼中的 不在于宝 而在于温 说说温 陛下莫及 陈正要说道 傅文汉顿了顿继续道 关于温 冠君侯给老陈的建议是租房 租房 去哪租 不只是李阔 好奇这个问题 就是百官也好奇 宋连文言上前开口道 租房这不妥吧 咱们上京城 即便是最便宜的屋子 一个月也要两三贯钱 就算不是上京 其他城池的屋子 也要一贯以上 对百姓而言 并非是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 李阔文言点头 要真是这么好解决 也不至于困扰他们三天了 然而傅文汉却笑着开口道 为什么要租上京城的房子 村民自用房不可以吗 虽然乡村百姓收入不高 但是因为自建房 土地方面只需要登记 所以基本在乡村 只要是有点条件的 基本都有两三间屋子 甚至更多 坍塌的房屋 主要是来源于 一些房屋年久失修的 以及一些不及时处理 屋顶积雪的懒汉 也就是说 现在受灾地区能用的房屋 应该在七成左右 只要官府出面做担保 那么定然能让人空出一些房屋 给这些人居住 到时候 根据房屋空出的多少 一间屋子安排一家 或是几个人都问题不大 乡村的房屋 日常空着的概率很高 所以 租金也定然不高 李阔和文武百官 一时间犹如醍醐灌顶 豁然贯通 是啊 他们的眼光都放得太高了 想的都是上层对底层的救助 却从未想过 也许答案就在底层 若是就进租房 价格也不贵 那么一切都会迎难而解 只是 宋连身为户部侍郎 文言沉默了一下继续道 富乡的方法很好 只是这个担保 富乡也说了 房屋坏掉的 基本都是懒惰的人 或者房屋年久失修的 年久失修的话 那么多 应该是家里条件拮据 懒惰的人虽然不一定拮据 但也大部分都是地痞无赖 若是过后不出钱 作为担保的官家 岂不是要支付这笔钱 虽然一村不多 但是这雪灾覆盖半个大周 这绝对不是一笔小数字 所以 富乡要怎么保证他们给钱 富文汉文言笑了笑 保证 为何要保证 这钱掏就掏了 甚至可以 从我合运项目出 宋连遗政 富项是什么意思 不仅仅是宋连傻眼 百官也同样傻眼 从合运项目出 你认真的 身为项目负责人 你不会不知道 陛下有多看重这个项目吧 李阔的脸色也有不渝 但是并未直接开口询问 富文汉笑了笑 对着李阔依抱全 陛下应该知道 合运项目需要多少人 既然有劳动力送上门 自然是多多益善 雇佣百姓还要花钱 但是这些人 我们完全不用掏钱 只需要他们 以一个不高的工钱 移工抵债 每天管两顿饭即可 嗯 富文汉这么一说 大家略一思考 顿时陷入了沉思 移工抵债 也不是不行 两顿饭 只吃三盒面馒头 外加白菜之类的便宜菜肴 也就是一天五到十个铜板 而雇佣百姓 一天要二十至三十个铜板 按照一天抵债 一至十个铜板 那一个担保的钱 让他们干到运河完工 都没问题 要是心够黑 让他们干一辈子 也问题不大 李阔和护部侍郎 宋连当先露出了笑容 紧接着 百官也点了点头 宋连笑道 傅向慈姐当 真是妙的豪颠 富文汉文言 立刻摇头说道 宋大人说笑 我说了这是 冠军侯李修竹的想法 说着 富文汉对李阔说道 陛下 冠军侯为大周 解决这么大的难题 陈斗胆情赏 一旁一直当背景版的 太子李承泽 也在这时站了出来 父皇 而臣也为冠军侯情赏 李承玉有点不甘 但沉默了一下 也是行了一礼 而臣也为冠军侯情赏 李承则文言眼神一须 但强忍住了 看向弟弟的目光 转而看向地板 眼见两个皇子和相国 都表态了 百官自然不敢怠慢 臣宋连为冠军侯情赏 臣孙敬阳为冠军侯情赏 臣为冠军侯情赏 臣等为冠军侯情赏 李阔看了看 下面乌泱泱行李的一堆人 倒是也没什么不高兴 太子和女婿和睦又都是自家人 也没什么不能赏的 传阵旨意赏冠军侯安阳俊功 十亿三千十 赏千金 紧断十匹 每人两名 共茶一金 李修竹是属实没想到 人在家中 坐 赏从天上来 刚准备吃点午饭 王德发就来悬赏了 接到封赏的李修竹 还有点猛逼 根据王德发所说 这老丈人有点给力啊 虽然他并不在意什么官职 但是这份心意是收到了 还有太子 是真跟哥们站在一条桥上了 时不时的就要拉扯自己一把呀 李修竹想了想 亲自去太子东宫 感谢了一下太子妃 两天后 就年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年三十 郡公府 也就是李修竹的府邸 大家都守在一间大厅房内玩乐 一旁有个小餐桌 餐桌上有刚烤好的肉串 各自座位上 还有一些干果 和特别的水果 冬日里的水果 基本没什么 洞里是难得的佳品之一 苹果 橘子 冬枣 就这么几种 水果不说 其中橘子是从川鼠送来的 李修竹在想 是否可以搞一个暖棚 这样冬天也能吃到 更多的水果和蔬菜 而且 如果是暖棚的话 是否能解决小冰河的问题 但是想了想后 李修竹还是摇了摇头 现在想做暖棚没有塑料 只能依靠棉被 可是棉被不透光 光合作用怎么搞 没有白赤灯 只能用火光 可是光烧火烧得起 夫君在想什么 李碧瑶将一颗冬枣 递到了李修竹嘴边 好奇地问道 李修竹笑笑 开玩笑地说道 在想晚上怎么折腾你 李碧瑶顿时脸上一红 白了李修竹一眼 夫君就瞎说 今天可是要手碎地 顿了顿继续道 夫君如此佳节在即 新年将到 可有什么诗句 李碧瑶的话一出 一旁的几个女人 纷纷看了过来 只有不远处 打马吊和打牌的几女 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玩得不亦乐乎 李修竹一正 倒是没想到 李碧瑶提了这样一个话题 不过自家的夫人 大多是大户人家出身 还有才女来着 喜欢诗词也很正常 李修竹在 己女期待的眼神中 想了想 开口道 还真想到了一首 不过应该没那么好 你们且听听就好 顿时间一旁的 沈幽微舅 眼神一亮 她当初可就是 拜倒在 不戒居士的诗词下的 梅花枕上听思辰 起碗经章后拜清 喜对词言看扑病 发虽疏脱未如瓶 直白一懂 用句词美 也押韵 虽然不是千古家俱 的佳作之一 夫君真棒 不愧是今年的 诗王不戒居士 这诗词一出 定然上经传好 李修竹摇了摇头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这诗句只能算好 经不得这么夸 这诗词之所以传到后世 最关键的原因 是因为人物加成 没那么好 不过也还行 对了 明天是新年的头一天 我先和你 留礼 去拜见父皇 礼物准备好了吗 李碧姚文言点了点头 开口道 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晚上父皇宴请百官 除了皇后 嫔妃和子女也要参加 除夕的宴席是晚上开 白天李阔还要处理奏折 以及面见周边使臣 虽然大洲的盟友不多 但也几个 所以赏赐使臣 也是必然的 这个时候 百官也是要做陪的 李修竹虽然是百官之一 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百官 拥有特权的他 只需要晚宴前 和自家两个媳妇过去就行 有时 李修竹和李琉璃 李碧姚两女 坐着马车来到了皇宫外 朱雀街 李琉璃青龙大街 他们家离皇宫门口 也就近千米 但愣是坐着走了一炷香的时间 侯爷 两位公主 我们到宫门了 李修竹文言起身下了马车 回身将两个媳妇抱了下来 此时他才转头 看向青龙大街的另一头 这是他穿越以来第一个新年 早已经习惯了 后世逐渐安静的新年后 对此时的气氛 颇觉得有点意思 随处可听到的 孩童嬉闹声 处处可见百戏表演 还有人想趁着除夕再赚一笔 好过个肥年的摊位小贩 这些摊位上不但有各种首饰 还有胭脂水粉 布庄也还开着 显然是准备卖给那些准备 在这最后一天回家的打工人 但更多的是在卖吃时 这一天谁家的孩子 都能得到几个铜板的压岁钱 要知道 小孩子钱最好赚 所以基本每条街道 都充斥着各类的小吃摊主 卖糖葫芦 糖化 面人的最多 其次是卖炸丸子 炸滚圆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烟花爆竹 还是管制品 除了特等部门人员 其他人是不允许燃放的 当然 为了给大家以及孩子们 一个好的体验 还留了一些 类似仙女棒的东西给百姓 嗯 只是类似的燃烧方式 具体的是一种类似鞭子 很长的烟火 能足足烧60C 甩起来格外漂亮 夫君 我们该进去了 去晚了不好 李琉璃以为李修竹 是喜欢看外面的表演 微微昂首 略带得意地说道 夫君这些表演 可没什么可看的 等会驱挪完之后 可是有百戏表演的 这些百戏 都是精挑戏选出来的 每一个都十分有看头 不是外面这些能比的 而且驱挪也是从宫里开始的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 行 那我们就先进去吧 宴席设在韩元殿 和影视剧中动不动 就在义政殿举办设宴的地方 是不一样的 韩元殿的中央 有一块硕大的波斯地毯 是用99块小地毯缝合成的 不过从外表上看去 只有一大块 两侧前面四排桌椅 这里左手方第一排 是太子后面是其他皇子 右手方第一排是敌长公主 后面是其他公主 驸马同公主同坐 皇子的正妃 也跟在皇子们的身边 虽然李修竹现在贵为俊宫 但一样是和公主同坐 两侧下手左边是文官集团 右边是武官集团 在百官前面还有四个座位 一边两个都是一国使臣 和上朝不一样 面向舞台的第一排 才是百官高位 身后第二排会以此类推 区别是一个是竖着排的 一个是横着排的 李修竹他们入场不是最晚的 也不是最早的 进去的时候 太子和三皇子已经在了 还有几个公主也在 李诗诗看到李修竹 顿时间露出了一个笑容 姐夫 姐姐 你们来晚了哦 李琉璃文言翻了个白眼 妹妹 姐姐我们可是在皇宫外来的 自然比不得宫内 路上光是堵车 就堵了一盏茶还酒 加上从宫门到这寒冤店 又是一盏茶的时间 可不就晚了点吗 李诗诗尴尬得 有点无措地看向李修竹 眼神中流露出求救的目光 李修竹对这小姨子 还是很有好感的 当即解围道 好好说话 看你都吓着孩子了 李琉璃一愣 在家和姐妹们说话习惯了 倒是忘记这些小家伙们 都怕自己了 时时放松点 姐姐我 想说自己不一样的李琉璃 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顿时间有点气馁地开口道 你们随一点吧 姐姐乏了 莫名的 就想家中的姐妹了 这些妹妹一点都不像妹妹 不过想到自己以前所作所为 她也很理解这些妹妹 哎 早知道以前对她们好点了 现在一个个 见我和老鼠见猫一样 不过这里是皇宫 不是我欺负人 就是别人欺负我 恐怕再来一次 我还是会欺负他们 还好我现在脱离苦海了 嘿嘿 能嫁给夫君 简直太棒了 李修竹听到李琉璃的心声 正不知道怎么安慰呢 没想到这丫头 转头自己 就把自己安慰好了 这 还安慰吗 就显得我很没用一样 李碧瑶经过了一段时间生活 倒是很理解这个妹妹 她这个妹妹虽然以前很做 但都是保护自己的手段 虽然大部分人都吃亏了 但大多是以讹传讹 那些吃亏的 首先是想从李琉璃的身上 得到什么好处 对方恭恭敬敬一口绿茶味的 想从她身上捞好处 她也不好拒绝 可是她又咽不下这口气 才变得那么脚柔造作 拍了拍李琉璃的小手 笑着给了她一个坚定的眼神 这时 敌掌公主 也就是李琉璃他们的二姐 也带着驸马走了过来 看到李琉璃和李修竹眼前一亮 琉璃 这就是你的夫君冠军侯吧 不对 倒是我记差了 现在应该叫安阳俊功了 我是琉璃的二姐李世晴 封号文昌公主 看到李世晴 顿时身后的几个公主 连带李琉璃 李碧瑶同时开口 皇妹见过二姐 见过二姐 李修竹文言拱手 陈李修竹 见过文昌公主 李世晴文言一笑 白白手 加二姐就行 到底是一个妈生的 加上和李琉璃相差不过三岁 自然清静些 李世晴开口了 李修竹自然更不会在意那些理解 修竹见过二姐 二姐叫我修竹就行 李世晴文言笑笑 修竹有空多来家里做作 都是一家人 好 那就先入座吧 宴席该开始了 好的 二姐 几人纷纷落座 李世晴全程也就认真的李琉璃 李修竹认真的说了几句 对其他人只是应了一声 坐到座位后 李琉璃小嘴凑到了李修竹耳边 轻声道 不用和我姐走太近 也不用走太远 嗯 你这么说 到底说了个啥 到底是走近 还是走远 李琉璃纠结了一下开口道 二姐 为人威严苛刻 好多姐妹 都是因为二姐而不喜欢我 算计我 虽然那些是和二姐无关 但是二姐却帮我的不多 说完 李琉璃眨眨眼 你懂吗 好家伙 说得这么模糊 你觉得我该懂吗 但是奇葩的是 她还真懂了 想了想 李修竹问道 她都不管吗 李琉璃皱眉 也不是 就是除非是对面 做得过分了 她才出来帮我 李修竹文言理解了 八成是这二姐 在培养李琉璃的能力 但是这也不好说 单纯的不想管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若是那样 有点不符合她们姐妹关系 还不错的设定 这时 无论是百官 还是皇帝后公子女 都到了 不多时 王德发走了进来 陛下 皇后道 赢 听到王德发的声音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紧接着 李阔和皇后走了进来 吴皇万岁 万万岁 拜 再拜 平身 等大家起身 李阔开口道 履心之庆 与公等同于之 屈挪 随着李阔的话落下 王德发再次重复三呼 驱挪 起 驱挪 起 驱挪 起 随着一声声呼喊传出去 第一个节目驱挪开始 一堆戴着面具 穿着兽衣批裙的汉子 快速地涌入殿中 驱挪是一种传自远古的习俗 主要目的是 驱鬼逐异 除灾成祥 而内涵则是通过各种仪式活动 达到阴阳调和 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人寿年峰 国父名强 和天下太平 锣鼓声和号角的声音交错 形成不知名的音乐 姑且算音乐吧 至少听起来挺振奋的 不过驱挪的表演形式 有点像跳大神 别管别人怎么看 反正李修竹看着像 虽然有点封建迷形 不过李修竹并不想改变什么 又不是涉及人际 问题不大 即便是人际 如果是主流 也不是他现在能解决的 驱挪队伍表演完 就向着店外走去 他们的任务还没完 驱挪的队伍 不仅仅要在皇宫表演 还要一路从宫门走出 从青龙街走到玄武街 在四大街表演 都表演一遍才会结束 驱挪的表演之后 是百戏 所谓百戏为 民间艺术表演的总称 吞刀 图火也在其中 衔接驱挪倒也没有丝毫突兀 当然 百戏虽然没有百种 也有几十种 表演的有民间杂技 也有交四方异己 吹拉弹唱 最让李修竹别开生面的 是幻术表演 那是一个道士 和一个老婆子 外带一个中年男子 老道士随手一挥 一团暗黑色的阴云 在空中成形 不是天空 而是寒原殿里的半空中 再一挥手 雷电在阴云中炸裂 不过威力程度 不及自然的一成 但即便是这样 也足以引起李修竹的好奇 这是个什么原理 老实说 李修竹有点好奇了 这就是古代的魔术吧 也不知道 是怎么做到这一步的 然而这表演还未结束 这雷云 只是道士的表演 就在这时 道士忽然做了个手印 顿时间四只手 从道士的背后长了出来 李修竹一振 三头六臂 三头是没看见 但是这六臂是有了 也不知道这四只手好用吗 四世听到了李修竹的心声 道士背后的四只手忽然动了 犹如真正的手臂 在手腕扭转 手指结印 然后手中弯曲成法像一般 这是傀儡术 还是机关 但不管是什么 这一手若是真的能灵活运用 那么别的不说 杀人的话问题不大 就在这时 略显驼背的老太婆也动了 雨来 随着老太婆的话落 顿时间雷云下雨水淋漓 李修竹死死地看着雷云 深知秘密可能藏匿其中 事实上 不止他一人看傻眼的 文武百官和皇子皇女们 也都是第一次看到 这妖牛逼的幻术 这时 一旁的壮汉也出手了 只见对方花里胡哨地 打了几个招式 大喊一声 云从龙 金龙出世 随着中年汉子的一声大喝 一声龙吟 当先在这大殿响起 紧接着 一个金色的龙头 从乌云下钻了出来 越来越长 越来越大 呼吸间就已经有三丈多长 金龙栩栩如生 连龙须都在晃动 可见其功力 李修竹沉默了一下 忽然看向桌子上的食物和酒水 他非常怀疑自己 被人下药了 桌上的食物不少 如果是食物的话 未必人人都吃 难道是酒水 要知道 开宴时 每人都得给李阔敬酒的 李修竹仅仅是沉默了一小会 并未去纠结太多 就当看了一场刘谦表演的魔术就好 忽然金龙散化成金粉落在了地上 但是金粉划过的空间中 却有四个字凭空出现 大舟永昌 四个字一出现 李修竹当即就嘴角一抽 下一秒 他预料到的场面发生了 只见自家老丈人 和武将集团的武安军 同时起身拱手 恭喜陛下 此乃祥瑞 陛下万福 大舟万福 不是二人反应最快 而是二人乃是百官代表 他们不开口 你敢先开口 那就等着穿小鞋吧 李修竹妈了 忍着别扭地 和所有人一起地站了起来 恭维了一句 父皇万福 大舟万福 陛下万福 大舟万福 李阔看到那四个字 也很高兴 好好好 传阵旨意 金龙将士 祥瑞显现 新年一史 大赦天下 这就大赦了 现在的死刑犯 不要太美 是 大赦不包括死刑犯 谋反 但是会将死刑犯 转为服刑 意思就是 不用死了 要是你再遇到一次大赦 恭喜你 自由了 唯一不被赦免的 只有谋反 诸位爱卿都做吧 李修竹酒水喝多了 并未坐下 转身出了寒原店 从侧门出来 李修竹看向一旁的宫女 开口道 带我去花房 花房就是毛测雅称的意思 不过宫内 基本都是用变盆 如厕完后 盖上盖子拿走 所以 若是没有宫女带领 你就是找破天 也找不到毛测 大人跟奴婢来 说完小宫女 就已经当先带路 将李修竹带到了一排房间中的其中一间 只见房间内摆放着一个个便筒 显然是 专门为了这场宴会准备的 小宫女将一个便筒拿到中间放下后 抽出了坐垫下的木板 大人请 李修竹刚要脱裤子 忽然觉得 哪里不对劲 嗯 她转头看向一旁看着的宫女 猛逼地问道 你不出去吗 小宫女文言一正 大人不需要服饰吗 服饰 李修竹大大的眼睛里 透着小小的疑惑 这怎么服饰 看着我尿 这是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吧 顿时间我小宫女明白了 这位大人定然是今年新入朝的大人 也是 这么年轻 肯定是新入朝的 不懂顶层人士的享受 小宫女笑笑开口解释道 大人 您如色后 奴婢是要帮你清理身体的 清理身体 李修竹忽然懂了 但却下意识地问了出来 擦屁股 顿时间 小宫女脸上一红 但还是点了点头 是的大人 不仅仅是擦屁股 还有擦 李修竹这下是真的全懂了 不过内心不禁想到了那画面 这宫中长大的人 每天一堆人帮忙处理卫生 生活了几十年 都生活不能自理 嗯 也不仅仅是皇宫吧 那些世家怕事也差不多 也就他这种小吊子不太懂 李修竹对宫女笑笑 你先出去吧 有人看着 我不习惯 我自己能自理 这 看着宫女迟疑 李修竹继续道 放心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宫女这才勉为其难地开口道 那好吧 我在门口等大人 李修竹这样的人 他第一次见到 他不是没见过别的新晋朝堂的寒门柿子 但是那些人和其他官大人 没什么不一样 在他解释后 也会让他服侍 李修竹等宫女出去后 这才痛痛快快地解决了个人问题 呼 这才对吗 有人看着不奇怪吗 李修竹出门的时候 小宫女已经倒好了一盆干净的净水 李修竹洗了洗手后 问道 我现在能随处逛逛吗 大殿里太闷 小宫女一正 李修竹的话 又出乎了她的意料之外 按她的理解 现在谁不恨不得 黏在寒元殿里 多在陛下面前露露脸 小宫女想了想 开口道 寒元殿这边的偏殿大人 可以随意逛逛 但是除了出宫 不能随意离开寒元殿 李修竹点了点头 转头走了 小宫女一正 本还想带路来着 但是想了想 似乎也没必要 寒元殿无论通向哪里的通道 都会有人把守 包括出宫的路 所以根本不怕人乱跑 李修竹随意地走着 忽然走到了一个偏殿 这个偏殿的装修 和之前花房那边的截然不同 一看就很高级的样子 李修竹好奇地推了推 房门毫不费力地打开了 李修竹顺着门缝听了听 虽然有城外锣鼓的喧嚣 但在内力的加持下 他依然能准确地分辨 里面有没有人 没人的 李修竹迟疑了一下 想到刚才那宫女说随便逛 应该没问题吧 好奇是大多数智慧生物的本能 他也不例外 推开房门 李修竹看到了一张屏风 左边有宫盆 不过比他刚才又明显高级很多 就连坐垫也是金丝丝绸包裹的 看厚度 似乎里面还有棉花 李修竹当然不会变态地拆开看看 尤其还是宫盆 不过仅仅看到这里 李修竹大致就有了猜测 这地方八成是皇室成员出宫的花房 公主或者太子的吧 李修竹绕过屏风看了过去 紧接着就是一正 这里居然还有一张围蔓笼罩的大床 就离谱 若是皇室子女 谁在这睡啊 难道猜错了 这是给大臣们休息的 可是之前出宫 为什么不带他来这里 忽然李修竹一正 耳旁传来了脚步声 明显是声音是朝着他这边来的 这不是来出宫的 李修竹觉得晦气的同时 快速地看向周围 在没有搞清楚 是什么人的房间前 坚决不能让人发现 不然要是后妃们的专属房间 那就洗不清了 该不会被误认为来偷窥的吧 这要是被抓到会死人的 屏风是丝绸制造的 压根就不能藏人 尤其是有烛光的情况下 那是分分钟就会暴露 床上自然也不能藏人 床底下倒是可以 但他一会还要出去呢 忽然他抬起头 看向吊着微慢的房梁 李修竹脚下一动 在房门打开前跳了上去 下一秒 七个女人走了进来 还有两个停在了门口 关好了房门 李修竹这才看清楚来人 但看清的那一瞬间 他吸了口凉气 进来的居然是皇后 莫不是真的是 后宫嫔妃休息的地方 这时 其中一个宫女快速地 将一个宫盆拿了出来 放在了屏风后面 皇后毫无所觉地 走到了宫盆前站好 将手臂伸展 顿时间其中四个女人 扯住了皇后的侠配裙摆拉直 一个宫女蹲下 钻了进去 大约过了十来个呼吸 裙摆下的侍女又钻了出来 扶着皇后坐了下去 李修竹目瞪口呆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莫名地觉得距离谱 是的 都不能用离谱形容了 虽然她从上往下 什么也看不到 但是看到这一波 操作还是颠覆了她的认知 有钱人真会玩 有钱有权的更会玩 很快皇后淡淡地开口道 起功 顿时间 扶着皇后的侍女 将皇后扶了起来 但没有完全站起 一个侍女钻了下去 过了一会 皇后才完全站了起来 同时侍女钻了出来 将宫盆盖好一开后 抓着侠配裙摆的四个女子 才将裙摆放下 看着如同刚进来时 一样高贵 一样一尘不染的皇后 李修竹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 李修竹本以为皇后要走了 就在这时 皇后却忽然开口道 去给本宫倒杯茶 本宫休息一下 李修竹一正 心下咯噔一声 这不会被发现了吧 好像电视剧里 都这么演来着 好在她似乎想多了 侍女将茶和小桌 端到了皇后身旁 好了 都退下吧 半个时辰后 叫本宫 是 娘娘 等所有人离开后 皇后也没如李修竹担心的一般 叫出李修竹来 而是端起了茶盏 放在了嘴边 李修竹愣了一下 罕见地发现 皇后喝茶竟然和她习惯一样 要知道 这个时代大多人喝茶 都是煮茶的 葱 姜 橘子皮 薄荷 枣 盐等 就很奇葩 反正李修竹是喝不过 不过即便是这样 家里的不少女人 也都是喝得煮茶 如她一般饮清茶的 除了云霜 只有西红泪和杜三娘 如今倒是又碰到了一个 李修竹看着皇后的背影 忽然间笑了笑 有了一种认同感 两酒 皇后忽然轻声说道 在上面待得不累吗 要不下来作会 李修竹一麻 思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事吧 怎么发现自己的 李修竹想了想 还是一跃而下 轻功到了她这个水准 早已落地无声 踏雪无痕了 李修竹下来后 好奇地坐到了皇后身旁 轻声问道 你怎么发现我的 我看你并没看过 藏身的地方啊 皇后转头看向李修竹 也不说话 只是将手中的茶盏递了过去 李修竹一正 不明白什么意思地 接了过来 这是给我喝的 倒是挺知道疼人的 然而 她刚要将茶水 一到唇边就愣了 清亮的茶水 倒映着房梁上的画面 原来是这样 李修竹顿了顿 还是喝了一口 开口道 胭脂很甜 也很香 皇后脸色一红 白了一眼这个灯徒子 真是谁都敢撩拨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专门来等等工当 虽然心里觉得 李修竹是来窥探自己的 但是皇后并没有这么说 李修竹闻言开口道 我喝多了 刚上花房 然后出来走走 就看到了这间房 之前我问了个小宫女 她说 只要不出寒原店 可以随意逛 我看这间屋子格外不一样 一时好奇进来看看 皇后闻言一正 没想到是凑巧 那你为何要躲起来 李修竹怂怂间 不躲行吗 我都看到墙角的宫盆了 万一进来的是后宫嫔妃 我不是说不清了 也是 现在你就说不清 李修竹一顿 好妈 这意思就是 不相信自己动机的纯洁性呗 不过不等李修竹说点解释的话 就听皇后忽然问道 所以你都看见了 李修竹的脑海里 瞬间浮现出了之前的画面 此时最好的答案是撒谎 但是李修竹却不喜欢欺骗 是以沉默地点了点头 皇后脸色顿时再次一红 虽然知道李修竹定然什么都没看到 但还是脸红 气氛似乎一时间陷入了尴尬 李修竹和皇后两人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沉默了一会 李修竹忽然问道 一直叫你皇后或者你 还不知道你的姓名 要不然跟我说说 皇后文言脸上 似乎挂上了一丝吃笑 仿佛有些自嘲地开口道 叫什么重要吗 打我入宫的那一天开始 也只剩下了皇后的称呼 看李修竹没有答话 皇后顿了一下后 继续道 我叫阮文君 我父亲希望 我像天上的文曲心一样聪慧 可惜我并没有那么聪慧 阮文君的话语中用了我 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 不过这话 李修竹还真没那么好接 不过不接也不好 还能怎么办 夸呗 没有哪个女人 能拒绝别人的夸赞 皇后聪慧不聪慧 我不知道 但是你已经有了万万女性 想要的美貌和地位 别的不说 单说美貌 让全天下九成以上的女性选 都会选择美貌 你都已经占了天下九成的好处了 还求那么多干什么 阮文君文言没憋住笑了一下 看了一眼李修竹 眼神明亮而有神 你真的很会哄人 难怪那么多女人 是吗 你不这么说我还没觉得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点这样的感觉 李修竹的笑容很阳光 犹如出生的太阳一般 明亮而温和 一时间让身为皇后的她 都有点看呆了 阮文君仿佛受到了感染 也笑了笑 看着李修竹 心中不禁叹息了一下 若是晚生二十年就好了 我忽然有些理解 你为何能得到 那么多女子的青睐了 李修竹没问为什么 而是好奇地问道 弯弯呢 今日怎么没在你身边 李修竹有点不理解 没看到弯弯 那小丫头知道自己回来 怎么都不应该玩消失吧 除非 遇到了什么 她不得不消失的事情 不过李修竹倒是没怀疑 皇后迫害弯弯 两人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皇后文言问道 担心你徒弟了 炮害了她 那倒没有 你没理由这么做 毫不迟疑的话 让皇后再次笑了笑 你倒是信我 其实我没你想得那么好 不过你徒弟晚宴前 忽然感觉自己要突破了 所有在我店里突破修为呢 弯弯要突破了 这我要多个绝世高手的徒弟了 是吸收内力电话突破的 还是自己修炼突破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 都是好事情 还不等李修竹开口问什么 皇后就看着李修竹 好奇地继续道 你是怎么培养的 那丫头看起来最多刚急急的样子 平日里哪怕是再天才的人 也最多二流高手吧 可我看 那丫头怕是比琉璃 还有厉害数倍 之前她就已经是一流了吧 皇后也会一点武功 不过她学的是养生助言的 如今这么久才到二流境界 与人动手 怕是也就堪堪能和三流的人 对之片刻 也正是学过 才知道 弯弯那是一种怎样的不可思议 李修竹闻言笑笑 耸耸间开口道 她本就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爵士奇才 很正常 既然说到了徒弟 那就不得不提师父 皇后看着李修竹 好笑地摇了摇头 还是你会扮猪吃虎 大家都以为你是顽固子弟 怕是没几个人知道 你竟然也是一个高手 虽然皇后没看到过李修竹动手 但是看看 弯弯就不难想象 李修竹没否认也没承认 只是开口道 我的天赋不及 弯弯嘶吼 她这可不是说谎 若不是凌波微步 她都没办法学习内功 话说 我们聊天就这么硬聊吗 虽然说话挺自然的 但是多少有点扯远了 软文君看了看四周 转头看向李修竹 不然我们聊什么 聊这屋子里装饰 说着叹了口气 看向窗纸 若是可以 倒是很想 让你陪我看看星星 以前一直有这么个心愿来着 李修竹一正 星星不是 随时都能看的吗 那么这个心愿 就是希望有人陪她看吧 加上她出身权贵 定然是有玩伴的 那么看来 就是想和喜欢的人一起看了 嗯 李修竹挠挠头 感觉脑子长出来了 居然让她产生了 人生三大错觉之一 不过看向窗纸 李修竹的眼神 仿佛看透了窗纸 看到了那片星空 想到了前世自己 八九岁时的愿望 前世略微早熟的她 也曾幻想过 未来会和心爱的人 躺在草地上 一起看星空 在海边一起看大海 其实我以前也曾期望过 和喜欢的人一起看星空的 只是长大后 呵呵 以前没条件 或者感觉不到位 后来有条件了 却又感觉不到爱了 再后来穿越了 虽然有条件了 也有那么几个 感觉到位的人了 但却忘了儿时的愿望了 或者说 看到家里的那些美妞 她更多是想吃海鲜了 不过这愿望挺好的 回头天气暖起来了 弄个沙障 大家一起看 也应该很舒服吧 就在李修竹幻想的时候 皇后忽然挨着她坐了过来 嗯 别说话 让我靠一会 李修竹沉默着 在阮文君的支配中 揽住了她的肩膀 阮文君没看她 而是靠着她的肩膀 微微仰头 看向窗纸的上方 仿佛眼神穿透了窗纸 看到了外面的星空 虽然外面的星空 源自于她的记忆 但感觉似乎还不错 时间缓缓流逝 二人都没说话 忽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一个刚刚好音量的声音 传了进来 娘娘 半个时辰了 皇后文言 恋恋不舍地直起了身子 语气变得淡然而威严 知道了 在外面候着吧 是 娘娘 说完 皇后转身定定地 看向李修竹 忽然伸手为李修竹 整理了一下衣衫的不平处 阮文君没在说话 而是回房 带着卫衣的转身 向外走去 李修竹脚下一点 出现在横梁上的同时 包裹着内力的声音 同时传出 不用刻意地调人离开 该怎样就怎样就好 皇后听着 静在耳旁的声音一致 这坏人不要命了吗 怎么敢的呀 皇后头疼地转头 就想摆她一眼 但回头时 已经看不到李修竹了 皇后抬头看了一眼房梁 果然看到了李修竹 不过不等她有丝毫动作表示 李修竹的声音再次传来 放心 我用了传音入密 外面的人听不到 原来是这样 皇后松了口气 终于不用想着 怎么处理这些小宫女了 不过她还是没好气地 扔了李修竹一个卫生眼 刚才吓到她了好不好 李修竹在皇后出门后 大约三分钟后走了出去 主要是还有人来收皇后 喝过的茶碗 这一次 李修竹的位置 在维曼后面的房梁 即便是有人看到茶汤 也定然不会有任何反馈 而且这个位置 也阻挡房间内大部分视线 加上李修竹的修为 她无惊无险地回到了韩元殿 李修竹刚一坐下 李琉璃就低声问道 去哪了 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李修竹按道 和你妈看窗花去了 但是这话肯定不能说 嗯 得亏现在傅月华不在 上了个花房 而且屋里有点闷 我在外面待了会 李琉璃文言不高兴地 撅了撅小嘴 然后说道 出去透气也不叫我 不管你的小宝贝了吗 李修竹和李碧瑶嘴角一抽 李修竹无语地低声道 你又没说你要出去 这表演一年一次 想着机会难得 让你多看看呢 李琉璃不以为意地说道 难得什么难得 我都看了好多年了 虽然每年都有新花样 但是九成东西都是旧的 看不看也就那么回事 死 你说话这么凡尔赛 你妈知道吗 李修竹看向皇后 皇后似乎也察觉到了 李修竹的目光看了过来 二人相视一眼 各自扭头 好吧 织女莫若母 你妈应该是知道的 李碧瑶这时开口道 看时间要放烟火了 也不知道姐妹们在看吗 李琉璃文言开口道 每年除了幻术表演 也就烟火有点意思了 也不知道今年的烟火 有没有新样子 都两年没有出新样式了 也不知道 公布研究烟花的人 干什么吃的 李修竹文言 看向正在舞台中央表演 胡选舞的舞姬 再看看那些恨不得把眼睛 塞进舞姬绝对领域的大臣们 这叫没意思 也就你们女人觉得没意思吧 再看看那在中央领舞的 西域歌姬 浓面的薄纱看起来有些朦胧 却又没有阻挡住 她的真实样貌 带着西域风情 迥异于中原的样貌 别具风情 仿佛一颗明珠一般 吸引着大部分男人的目光 可以肯定了 老祖宗们一直致力于打西域 绝对不仅仅是 为了那两颗葡萄干 然而 她还没看看两分钟 就被李琉璃发现了 李琉璃绝嘴 仰头地看向李修竹 撒娇地哼击道 嗯 夫君不许看 难道琉璃还不美吗 不准你看她 李修竹一正 看向李琉璃不解地问道 家里那么多姐妹 也没见你吃醋 怎么我这只是 看她两眼 你还吃上飞醋了 哼 姐姐们哪有这女人这么不要脸 看那一脸马叉重样 一看就是勾引男人的狐狸精 李修竹文言摸着下巴 沉思道 狐狸精 这称呼我好像听过 说着微微低头看着李琉璃 继续道 如果我没记错 那是别人以前说你的吧 李琉璃顿时一撇小脑袋刮 那是他们嫉妒 夫君你还不知道 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吗 李修竹文言笑笑 她当然知道 这丫头以前看起来表里表气 可是连轻嘴都声色地跟菜鸡一样 更别说花开见红了 婚后放飞自我后 更是除了家人以外 连个朋友都没有了 高 清高 家毒蛇 仿佛除了自家姐妹 所有人都是渣渣 就连她和家里的姐妹 她都是时不时阴阳两句 当然 更多的还是撒娇 而且 她那阴阳的小心机 也是为了让别人在乎她 宠她 一眼就能让人看穿她的那点小心思 可爱得不行 见自家夫君没再开口 李琉璃默然反应了过来 好呀 夫君你欺负我 你说我嫉妒她 姐姐 你看她 居然像着外人 嘟着的小嘴 看起来诱人急了 要不是场合不合适 李修竹还真想尝尝 李碧姚文言明嘴轻笑 好笑地对着二人说道 你们啊 我是管不了 但是姐姐这边可以给你个建议 让你惩罚一下夫君 顿时间 李琉璃眼前一亮 赶忙问道 姐姐快说 李碧姚言底闪过一丝戏虐的开口道 夫君那么喜欢妹妹 妹妹就罚夫君一个月 不准上你房间做处罚呗 不行 不行 一口同声的两个声音 同时从当事人嘴里冒出 顿时让李琉璃脸上一红 李碧姚似乎丝毫不差一答案 文言只是故作惊讶地开口道 夫君说 不行我可以理解 毕竟夫君那么喜欢妹妹 但是妹妹为何如此说 妹妹是不舍的吗 不舍得夫君受罚 还是说 似乎听出来了姐姐的阴阳话 顿时间李琉璃脸上更红 但却理直气壮地开口道 姐姐你也欺负人 那对夫君是处罚吗 没有了我 她还有其他姐妹 李碧姚文言煞有其事地说道 妹妹说的倒是不无道理 要不连和大家一起 都不合夫君睡 这 小丫头是想绝我人生乐趣啊 李修竹狠狠地瞪了一眼李碧姚 暗自决定 回去定然好好收拾她 刚想说点什么 就听李琉璃再次拒绝了 那也不行 正是十岁之位的年纪 怎么能忍受那么久的守寡 而且真那么做了 姐妹们那欠人情 夫君这不讨好 久了 就是姐妹们也会有意见 傻子才那么做呢 她李琉璃精诚的好吧 贼精贼精的精 顿时李琉璃美好气地开口道 姐姐要是觉得这个办法好 那就代替妹妹惩罚夫君呗 要不姐姐下个月就独守空房怎么样 玩阴阳是吧 和我斗是吧 妹妹我搞阴阳的时候 姐姐你还在玩尼巴呢 也就是 我现在不想演你们 不然我演哭你 但即便是不演 也对得李碧姚一致 李碧姚尴尬地开口道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姐姐就算了 李琉璃文言故意小声 却用刚好李碧姚二人能听到的声音嘀咕道 馋嘴就馋嘴 自己想吃就不给妹妹吃了 那么大一锅 整得你好像能吃得消一样 嗯 你最好说的是吃的 就在李碧姚尴尬的时候 舞蹈结束 等舞姬们退下 王德发走到了李廓身旁 小声地言语了几句 李廓等王德发说完 后面带笑容地站了起来 今日辞旧迎新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当然烟花爆竹 辞旧迎新 此时将至 大家随姑一步殿外 随着李廓起身 大家也纷纷起身 跟着李廓来到了殿外 说实话 皇宫城墙很高 从韩元殿 根本就看不到皇城外 最多也就只能看到皇城外的天空 大约等了三分钟 砰的一声烟火 飞上了天空 在半空中 炸成绿色而明亮的烟花 随着第一颗烟花升起 第二颗第三颗 一颗颗飞速地升起 烟花式的声响 爆竹的声响 在这个紫时炸脸 与此同时 朱雀街巷尾院子里的 纳兰明月 正正地看着天上的烟花 烟花好美 这是他在新罗看不到的 往年里 新罗的除夕夜是怎样的来着 似乎是篝火祭祀 那还是他没嫁人前时 才能看到的 嫁给蛇罗后 每年都是在王宫里 等着有人来看他 而新罗的王室 则在王宫内彻夜狂欢 似乎今年也没什么区别 纳兰明月笑了笑 倒是也没有想家的感觉 他今天晚上 应该不会来了吧 纳兰明月也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想到李修竹 不过也只是单纯地想想 不过纳兰明月不想家 海别这个公主 却是想家的 和纳兰明月不一样 他这个公主 还是很喜欢新罗的 可惜 今年看不到父王母妃了 今年开始 也再也没哥哥 给他新年礼物了 海别还想到了新罗的百姓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粮食还够吃吗 应该够吧 自己换回了那么多粮食 王室一定会先垫上那份 需要节俭的粮食的 然而此时的海别 根本不知道 除了王宫贵族 新罗的百姓 根本无力过个好年 别说补贴了 甚至还搜刮了他们一部分钱财 这些钱财 还是给他的嫁妆 当然 新罗百姓之所以没因此而暴动 也是因为 家里勉强还有点余粮 而且来收钱财的大人说了 这些钱财是用来买粮食的 等粮食运到会 发给大家 是的 公主用来换粮食的嫁妆 没有一分钱 是王宫们自己掏的 恐怕唯一愿意掏的 只有她的父亲 海别看着烟花 忽然露出了笑容 三天后就是她的婚礼 彩礼和嫁妆 也都已经到位 就等着婚礼时交换了 新罗的百姓啊 我能为你们做的就这么多了 除了两个新罗人 还有一人没那么高兴 这就是 身在红秀院的苏晓晓 她已经让人发请帖 请了李修竹许多次了 但是李修竹却始终没来过 这让她怎么完成三皇子的任务 苏晓晓心中急切 但是又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婢女传来了声音 姐姐 方公子求见 苏晓晓闻言眉头一皱 不见 她现在哪有心情见别人 虽然今天想见她的不少 是很大一笔收入 但是她这几天真没心情 是 姐姐 我这就去告诉方公子 姐姐的病情还不太好 但不等侍女退下 忽然苏晓晓眉头一紧 等等 你说的方公子 是哪个方公子 可是以前跟李修竹 玩得好的那个方世明 嗯 正是以前和俊功 经常一起玩的方世明方公子 也难怪苏晓晓往方世明的身上猜 一是方世明一年前 走之前追捧过他 二是京城里姓方的公子哥不多 除了方世明 大概也就还有那么三四个 呼 等我一盏茶的时间 再带她进来 记得别说漏嘴了 我刚病情好点 是 姐姐 小星知道怎么做了 嗯 在侍女小星去叫方世明的时候 苏晓晓也来到了化妆的暗机 前往脸上拍着粉 既然生病了 那就必须得有生病的憔悴感 和这些人不一样 李修竹的家里 则热闹得多 不仅仅是自家的女人们都在 连小姨子们和陈氏 也被接到了家里 反正傅文汉和李修竹一样 在宫里赴宴 这一夜 肯定会彻夜不归 姐姐 姐夫也不陪我们过年吗 爹爹不陪我们过年也就算了 怎么姐夫 也不陪我们啊 听到宝珠的话 看着宝珠撅起的小嘴 傅月华笑笑开口 给两个不大的妹妹解释道 你们姐夫和爹爹 都是朝廷大官 自然要跟百官一起守夜 等明天了 你可以问问看 看看你们姐夫 愿不愿意跟你们守夜 顿时傅宝珠不乐意地说道 当官感觉一点也不好 一点都不好 傅燕宇也在此时插话道 燕宇也想姐夫了 傅云霜虽然没开口 但是她也想了 只是已经懂事的她 自然不能和妹妹一样任性 傅月华看着两个妹妹 没好气地说道 也不知道你们姐夫 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 也没见你们和姐姐这么亲过 说这话时 傅月华还有意无意地 扫了一眼傅云霜 云霜看到姐姐扫来的眼神 顿时间心中一慌 总觉得姐姐是在点自己 不敢去看姐姐的眼神 这时 弄月走了过来 从后面一把抱住了傅云霜薛兽的肩膀 对着傅月华说道 你别欺负我们云霜了 走 云霜 陪我们去玩一种新的纸牌游戏 可是你姐夫才交给我们的哦 傅云霜顿时眼前一亮 但还不等她开口询问 傅宝珠和傅燕宇就赶忙抢打起来 姐姐 姐姐 宝珠也要玩 燕宇 还有燕宇 弄月文言摇头笑道 这可不行哦 你们要玩还得再大两岁 当然 你们可以先看看 也可以和其他姐姐玩别的 傅宝珠的小嘴又绝了起来 她总觉得今天不是个好日子 不但姐夫不能陪自己玩 姐姐们也不带自己玩 虽然是这样 但是她还是没好气地答应了 好吧 好吧 我和燕宇姐姐看着总行吧 傅燕宇也不太高兴 不让宝珠玩就算了 她可是宝珠的姐姐 又不是比宝珠还小的小孩子 得亏她想的事情傅宝珠不知道 不然高低得表示一下 哪怕我小 也是我一直照顾你的好法 这时 云霜看着弄月问道 弄月姐姐 是什么游戏啊 狼人杀 狼人杀 对 一种需要纸牌来配合的游戏 随着弄月的解释 傅云霜在到达屋里的时候 大致懂怎么个规则了 不过也只是大致懂了 此时的屋内 已经做好了李修竹的后宫团 吃了夜宵的他们 此时都显得很精神 来来来 人到齐了 我们准备开始吧 十来个女人 四个狼人 四个平民 四个神职 剩下的人要么看 要么玩别的 每次输掉的一方 开始轮换人 获胜方法也很简单 要么狼人全部出局 要么平民全部出局 或者神职全部出局 还有一种是图成 狼人将神职和平民 全部杀死 傅云霜第一把并没有上 而是看了一把 但很快就被这新奇的玩法 吸引住了 这要是引用到云竹楼 岂不是又多一项 风靡上京城的娱乐项目 而且定然深受 光大女性的喜欢 至于男女一起 想想还是算了 要是一起的话 很多读书读傻了的人 未必能接受 就在家里的女人们 玩狼人杀的时候 苏晓晓也看到了方世明 和一年前相比 这一次见到方世明 倒是比苏晓晓印象中 成熟了几分 加上方世明长得不差 家事部不错 却又不那么拔尖 倒是也不失事个好归宿 不过苏晓晓也就这么一想 他这辈子都是三皇子的人 只有三皇子 让他跟谁他才会跟谁 也许有人会说他傻 但是除了报恩他 还能为什么活 放纵新的死亡 如行尸走肉般 至于未来 他一个娼妓 还是罪人出身 他配有吗 正是因为看得透彻 他才听话 才傻 方公子 还请原谅小小之前多次不见 不是不想 实在是身体不适 嗨嗨 苏晓晓此时坐在床上 脸白如纸 并奄奄的样子 让人看得心疼 微皱的眉头 似乎在诉说着主人家的病痛 方世明看得心中一颤 心中的保护欲默然升起 我要保护 呵呵这个女人 方世明心中刚升起这个想法 就见苏晓晓勉强一笑 笑容中多了几分苦涩 方公子是在怪晓晓吗 也对 听晓晓说 公子已经找了晓晓三次了 怕是定以为晓晓心中不愿见公子 心中在恼我吧 方世明文言赶忙开口 略带紧张地说道 哪有 只是看到晓晓这样 我心中不是滋味 上次离别时还好好的 怎么一年不见就病重至此了 晓晓 你这何至于此 可曾看过大夫了 大夫可曾有说是什么病 苏晓晓本就在这等着呢 文言露出一个病微微的笑容 柔声道 大夫说 晓晓这是心病 只有心药能医 心病 方世明没想到 会听到这样一个答案 顿时有点皱眉 晓晓是何心病 可否能说与我听听 苏晓晓苦笑了一下后开口道 之前晓晓无知 在三皇子府上举办了个诗会 也不知道是否得罪了安阳郡公 担心了几天 这才病倒 方世明一正 李修竹当上安阳郡公的事情 他自然知道了 这次回来 也属实有想攀关系的意思 如今听到苏晓晓的话 方世明问道 晓晓是何事得罪了修竹 严重吗 苏晓晓心中了然 若是严重者 方世明定然不会帮自己的 是以微微苦笑道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那天郡公夫人也去了 他可能对晓晓有点误会 针对了晓晓几次 虽然俊公当时说了他夫人 但是晓晓还是心中惶恐 想跟俊公当面赔礼 谁知晓晓邀请了俊公 几次都没见俊公有所回应 也不知道是否迁怒晓晓 还是未曾收到晓晓送去的请柬 晓晓真的只是想当面赔个罪而已 方世明听到苏晓晓这么说 心中松了口气 原来就这 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原来是这样 晓晓姑娘放心 改日我定然带修竹来一次红秀院 给小小姑娘一个当面跟修竹说清楚的机会 方世明相信 凭借他和李修竹的关系 让李修竹来喝一次花酒 简直不要太简单 顿时苏晓晓眼前一亮 激动得微微起身 真的吗 改日是什么日子 能否快一点 嗨嗨 看苏晓晓再次咳嗽 方世明赶忙上前两步 急忙开口道 小小姑娘别激动 等过了初五就来 可好 苏晓晓文言点头 不好意思地用虚弱的口气说道 让方公子见笑了 只是这是一日不解决 就一日施压在小小心上的大石 所以小小才急切了一点 无妨 我理解 方世明说着 嘴角微微勾起 方世明迷之自信的一笑 倒是让苏晓晓心中也跟着好笑 最不怕舔狗脑补 想必他心中已经给自己 找好了合理的解释 苏晓晓从李修竹那里受到的打击 从方世明这里找了回来 瞧瞧 男人 只要他略微出手 就会败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除了李修竹 也只有三皇子才能不为所动 但三皇子他是了解的 有点奇葩的病态 至于李修竹 他也只能归结于 李修竹家的漂亮老婆太多了 这时 外面的烟花爆竹声停了下来 苏晓晓看向方世明 歉意地开口道 方公子 时间不早了 小小刚吃了药 有些睁不开眼了 方世明此时以为苏晓晓生病了 怎么会多想 文言赶忙开口 体贴地说道 是我的不是了 小小姑娘病重 我还在这个时候 耽误姑娘休息 小小姑娘好好休息 世明这就离去 姑娘不必相送 苏晓晓 我没想送啊 不过方世明都这么说了 苏晓晓也得表示两句 晓晓身子乏力 实在是起身不得 小兴 你替我送送方公子 小兴赶忙走了过来 一伸手 开口道 方公子 请 与此同时 韩元殿外的君臣 也再次回到了殿内 演习继续 不过在表演开始前 李廓开口道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不如大家都赴诗一手 以新年为题 得三甲者 有赏 说实话 这个做师拿三甲 李修竹是不怎么感兴趣的 身带作弊器 除了装逼 还能干吗 只要稍微努力 就会成为全场焦点好吧 每次都赢多没意思 好那也让孩子们 嗯 老孩子们开心开心 夫君 你不做一手吗 李修竹摇了摇头 开口道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而且现在这么多大人在 总要给大家一个表现的机会 若是第一名直接内定了 那谁还努力 李修竹的声音不大 但也不小 在这做师的安静时刻 有不少人听到了 顿时间 有的人皱眉不悦 有的人和颜悦色 皱眉的人都是 有实力的 觉得李修竹太过自傲 有点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和颜悦色的 自然都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李修竹也不在意别人怎么看 反正他素来我行我素惯了 李琉璃听了李修竹的话 撇撇嘴兴致不高 他是那种恨不得 自家夫君大杀四方的 狠狠地碾压别人的 所以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才有点不高兴 时间一晃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 王德发上前开口唱道 一炷香一道 封笔 李廓停顿了一下 看了看大家都已经放下笔后 这才开口道 想来诸位爱卿都都有了佳作 不过一炷香时间毕竟不长 有的爱卿没完成 也是正常的 这样 没完成的大家 将正直横压在纸上 完成的一次念 念完由大家品评一番 百官之中 成相最大 又是文官之首 那么不如就从相国 开始抛砖引玉吧 傅文汉文言也没多大意外 往年也基本都是他带头 于是乎 他淡然地硬了下来 开口道 那老臣就确之不公了 去年新岁出渡 今日就有重过 人生百灵几许 世事万端无多 白发相看老矣 青山独对仇纳 明月清风自豪 浮云流水如波 春色三分已静 梅花一半游泼 傅文汉念完 做了下来 这首诗是他的感悟和写照 看似写的风景 实则写的人生 主讲一个岁月变迁 万事无常 但山河依旧 好 丞相这诗 当真是写尽了我们这般老家伙的经历 和丞相一比 我的诗当真是落了下诚 老丞相不愧是文官之首 傅文汉看着这些百观皱眉 怎么非事 不会真有人觉得我老吧 我才四十多岁 还没到知天命的年纪呢 本官最少还能打你们十年 默默地将那些喊自己老的人记下 一声正直傅文汉 他有点想给人穿小鞋了 李阔也笑了笑 总结道 老丞相是做得不错 不过是否最好还得看看诸位大臣的 孙爱卿 该你了 好吧 这个是穿不了小鞋的 就当没听到吧 孙静阳文言站了起来 开口道 我就没老夫这么厉害了 随手做了首五言绝句 给大家听听吧 爆竹金蚕辣 娇花送碎除 东风吹柳带 先到帝王居 好 孙大人的诗词虽短 但是却紧扣今日除夕贺心 孙大人诗词写实 也是极其押韵优美 老朽服了 李阔也是点点头 孙爱卿这是点题 不错 孙爱卿该你了 后面的镇 这看不见镇止了 各位爱卿都主动点 李阔的话落 大家纷纷应声 是 陛下 是 陛下 宋连站了起来 我准备的是四排 献丑 我有新年 再比南山 春风吹衣 日月齐环 人生百岁 如居过关 何以为乐 为酒语言 今朝元夕 灯火阑山 明尘是节 欢愚未惭 宋连的诗词韵味很浓 念起来就让人有节日欢乐感 说是献丑 倒不如说炫耀 加上宋连的身份 这恭维 怕是少不了 果然 宋连的诗词念完 大家一个个再次恭维起来 宋大人这诗词押韵 而且诗词欢愚 很趁如此佳节美景 哈哈 李大人倒是把我要说的话说完了 宋大人的四言排律也是一绝 这几人都是文官出身 诗词歌赋哪个不精通 除了他们其他人的也不差 比如王大人的 年夜司 春风吹绿满天涯 又见新年换物华 独坐小窗人寂寞 一连疏语落梅花 寒大人的 流年 去蚂蚁私沉 回安更踏春 故园桃李树 今日又何人 魏大人的 新春 今岁新年好 人家乐事多 老翁福仗出 儿女拜廷科 其他人的虽然差点意思 但能当文官的都大差不差 就是武将那边有点刺 没办法 有文化的儒将不多 当武将的好多大字 都不是几个 不过大多没上台献丑 倒是武安军一首诗 做得很有水平 不仅仅是写新年的 还和战场有关 最晚天涯四暗创 年初海国客萧条 风尘人染人何在 双血摧残并欲雕 万里观河归梦远 五更中古旅魂霄 明朝又是春江半 满地梅花落未霄 此事一出 气氛有点沉闷了 大家虽然知道 上战场的人不好过 但你这时候拿出来 真的就有点对他们的意思了 如此佳节 如此好时候 安逸惯了的文官 多少觉得武安军白斩 有点不懂事了 看现场气氛沉默 武安军白斩嘴角上扬 挂上了嘲讽的笑容 李阔刚刚想说点什么暖场 李修竹就开口了 武安军不愧有儒匠之称 这诗当真是写出了 那些卫国征战士兵 和将领的一声 他们为了百姓 为了大洲奋斗一生 我李修竹佩服 这杯酒我敬武安军 武安军白斩听到 李修竹的话一正 看向李修竹 随后忽然露出了笑容 这个上过战场的小家伙 果然不一样 可惜是文官那边的人 百斩举起酒杯 凌空瑶瑶和李修竹一碰 军功果然有意思 有空可以来我府上坐坐 如果你想的话 李修竹一正 听出了武安军话里的意思 不过他本就不在派别之内 文官武官对他而言 没什么区别 既然武安军相邀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自会去拜访 不过大概得一半多月后吧 武安军没想到 李修竹真的敢应 要是不加具体时间 说不定他还不会当真 但是这都具体到时间了 那么李修竹显然是当真的 这一刻 皇后 李碧瑶和李琉璃 都是面露担心的神色 也就是大家的目光 都在李修竹身上 才没发现皇后的异样目光 至于傅文汉这老狐狸 则没有一点担心 李修竹并非实权 而且被多方监视 只要陛下这个监视的 这个老丈人还在 只要李修竹不谋反 那么无论 他和什么人接触 都问题不大 这天下 终究是李家的天下 而李修竹的两个平妻 可都是公主 郡公何时来都可以 我白斩扫踏一袋 李修竹笑了笑 将续满酒的酒杯继续抬起 看向李廓 这第二杯 我想和陛下以及诸位大人 进那些保卫国家的将士 是他们让我们可以 安心地过年 是他们保卫了大洲万万子民 李修竹说着 将第二杯撒在了地上 看到李修竹如此 李廓也站了起来 驸马说得不错 孤和诸位大臣 同进那些保卫大洲的将士 且 随着李廓的话 百官起立 将酒洒到了地上 看到这 武将一个个都很激动 历来只有他们被打压 何时有过尊重 这一刻的武将 都激动得面红耳赤 热血沸腾 在看李修竹时 恨不得为知己而死 当然 这种情绪也就是一时的 事后等他们冷静下来后 怕是就不会这么想了 既然第二杯都喝了 气氛都到这 没有第三杯酒说不过去 这第三杯酒 不如就许个愿吧 希望大洲千世昌盛 百姓安居乐业 李修竹的这话 顿时间说到了李廓的心里 顿时李廓高兴地开口道 驸马这祈愿 就是朕的祈愿 愿我大洲千世昌盛 万世和平 百姓安居乐业 人人能幸福安康 李修竹闻言则舌 好家伙 还真敢说 你要这么多 怕是一件 也做不到了 不过这本 就是祈愿 什么愿不是愿 夸张点怎么了 嗯 当然主要还是一个从心 愿我大洲千世昌盛 万世和平 百姓安居乐业 人人能幸福安康 愿我大洲千世昌盛 万世和平 百姓安居乐业 人人能幸福安康 愿我大洲千世昌盛 万世和平 百姓安居乐业 人人能幸福安康 李修竹随大流地跟着 也念了一遍 在李廓的带领下 喝了口酒 诗做到这里 基本就没什么了 五官集团的 剩下的俩文化人 儒匠还在边关呢 虽然还有皇子这 但如今成年的皇子 也就剩下太子和三皇子 二人虽然都做了一首诗 不过也就那样 并不出众 看没人再起来念诗 李廓刚想让人评出三甲诗词 就见宋连站了出来 听闻安阳俊功诗词无双 不知道这次 可有什么家座奉上 李修竹一正 看向离得不远的宋连 再看看桌上的镇纸 这小老头 莫不是个瞎子 李修竹笑了笑 开口道 宋大人 家座哪有那么容易就有 今日灵感枯萎 就不现丑了 宋连闻言 呵呵一笑 不见得吧 刚才老朽可是听到郡公你说 若是参加定然第一 所以不想 我们出丑才藏桌 怎么 莫不是老朽听错了 还是说 圣明之下歧视难赴 宋连这已经咄咄逼人了 李廓的面子也不给了 驸马又怎样 驸马就能如我们吗 他现在身后 可是站的是文官集团 今日李修竹 必须得给他们个说法 李琉璃听了宋连的话 战斗欲望丢的一下就上来了 兴奋地看向宋连 对李修竹说道 夫君 这你能忍 给我我就不忍 必须让他们知道 谁是点 李修竹听到李琉璃话 顿时翻了个白眼 这小娘皮 唯恐天下不乱 而且 你说这最狠的话 为什么用最耸的音量 那你别忍了 收拾他们呗 这机会 我让给你了 听到耳边的声音 李琉璃一致 看向李修竹可怜巴巴的轻声说道 夫君我这不是 没你的水准吗 这种事情 肯定得看夫君你的呀 我给夫君加油打气 宋连看到二人的动作 顿时眉头皱了起来 驸马如此不惨 可是看不起我等 李修竹这才看向宋连 脸上平淡地说着歉意的话 抱歉宋大人 刚才内子说我太自大 他也不相信 我的诗词能比宋大人好 让我证明一下 我想了想 内子和大人说的都对 人贵在有自知 不能一味地自信 太自信了 也就是自大了 经过大人和内子的点醒 我深刻地知道了 自己的错误 这样 我也做一手 给大人点评点评 虽然这话说的宋连挺满意的 但是李修竹那淡淡的表情 仿佛在嘲笑他一般 不 仿佛可以去掉 这狗贼 就是在嘲笑他 顿时宋连火大的开口道 如此甚好 我们就等驸马 一炷香的时间 看看我们和驸马 差在了哪里 李阔道 是没阻止 此时阻止 怕是百官都要请命 他可不会明知打脸 而为之 李修竹 没说什么气不成诗 只能改了 李修竹想着那些千古绝句 大约过了半盏茶后 忽然就笑了 宋大人 这事我一时没想出来 不过倒是想出一首词 请诸位大人品鉴 诗词不分家 大家自然不会有意见 宋连听了 也只是淡然点头 他们的诗词 已经很好了 千古绝句 哪有那么容易出现 是已即便李修竹有了 他也不慌 只要不是碾压 他们就能不认 驸马 请 李修竹微微笑了下 也不知道 你们你们等一下 还能这么淡然吗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心如雨 宝马叼车香满路 凤霄声动 玉壶光转 一夜金灵舞 额儿雪柳黄金旅 笑语盈盈暗相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那人却在 星火蓝山处 一首清玉暗元熙 被李修竹改了三个字 主要于龙舞 其实是五龙舞灯 灯火蓝山 在皇宫内也不适用 今日外面的灯也许有 但是皇宫的灯 主要还是在内殿 外面大多是火台 金灵舞 附和好几只 身穿金丝沙履衣的 表演队伍 至于额儿雪柳黄金旅 虽然是血缘锡之头饰 但用来血缘日 也不无不妥 头簪十令鲜花 从汉代就有 宋朱书珍 在诗中自述 自折梅花插并端 明唐营 岁朝 写明代女性 并插梅花仁醋居 都可见十令鲜花 是女性首选 雪柳和玉梅 都是冬日所有 前日有雪 所以 今日代雪柳的并不少 除了鲜花 自古还有代圣 代圣也就是代首饰 这些首饰因材质 形状不同 名称各异 但说到底 只有那么多 猪翠 闹鹅 蝉 蜂 蝶 玉梅 雪柳 菩提叶 灯球 萧金河 蝉雕袖 像帕等 其中最流行的是闹鹅 也称夜鹅 鹅 所以 通篇只需要改三个字 一首千古诗词就出来了 这一刻 百观的眉头微皱 想挑刺 但却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整篇诗词 上半极其细致 极尽深华地描写了今日的场景 下半则有锦写人 写那个让他心动 苦苦寻觅的一中人 忽然出现时的心动 不说别的 就是最后一句单单拿出来 也是流传千古的名句 李修竹看着一众文官陷入了沉思 也不开口催促 而是好整以侠的座下 抬起自己的酒杯 玩味地把玩着 然而李修竹不开口 李琉璃可不会老实地 等着这些人一笔带过 李琉璃笑谋 奄然地开口点名问道 宋大人 驸马他诗词已经做了 您快点评点评 本宫就说他太狂妄 怎敢将投名 视作自己的囊中之物 口出狂言 他怎么敢的呀 宋大人 孙大人 大家帮本宫教育教育他 让他知道 什么叫谦虚 宋连和孙靖阳 同时抽了抽嘴角 尤其是孙靖阳更是憋屈 我一个看热闹的 也没参与啊 公主你这地图炮 能不能看准了呀 看到公主发力 没被点名的人 纷纷左顾右看 不敢和公主对视 生怕也被拉近泥沼 宋连虽然面上无光 恨不得甩袖离去 但是这可是皇宫 上面可是还坐着皇帝 下面坐着百官的 李阔看到这 知道该自己出面了 宋连到底是户布侍郎 国之重臣 当然 该服软还是得服软的 顶多让他面子上好看一点 文华 李琉璃封号 你这可难为宋卿家了 驸马这首诗词 别说宋卿家 就是父皇也找不到任何不是 朕听闻今年京城的两个书院 已经商定了今年的师王 都是驸马 别的书院虽然还没汇报 但是想来也差不多 于诗词一到 驸马已经无出其右 怕诗过几年失胜 诗仙也不外如是 宋卿以为如何 皇帝都出来为李修竹背书了 他还能说什么 不过陛下这么一说 大家都不如李修竹了 他脸上自然也就没那么下不来台了 陛下说的是 驸马的诗词当得上名传千古 我等不如也 说着 宋连对李修竹拱拱手 驸马才华横溢 的确做到了 一出手则懒投名 倒是老朽夜郎自大 坐井观天了 李修竹看宋连服软 自然也不会揪着不放 宋大人客气了 内子说得对 是我太不谦虚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三人行尚且有我师 看李修竹也让了一步 宋连脸上再次好看了几分 看到这 李廓满意的点点头 诗词彼诗到此为止 然驸马虽然有头甲之诗 却不在一开始的参赛范围内 顿时李琉璃不干了 让我们夫君白做一首诗 父皇 您偏心 这可是诸位大臣逼着我夫君参加的 怎能不算 如此千古加剧 要是多不能得名次 恐怕世人知道 都要说父皇不公 李廓闻言瞪了李琉璃一眼 但是李琉璃根本不怕 他可是李库最爱的小棉袄来着 虽然现在漏风了 你这孩子 父皇还能让驸马吃亏不成 你就不能好好听父皇说完 李琉璃闻言 知道自己误会老爹了 赶忙娇柔坐坐了一下坐立不安 不好意思的样子 父皇你最好了 都是琉璃太着急的错 父皇不会生琉璃的气吧 李修竹的目光给到了李琉璃 暗道一声好茶 然而李修竹的目光 刚好被李琉璃看到了 顿时李琉璃隐晦地挤了李修竹一眼 看什么看 你夫人 我要不是为你出头 会这么装吗 狗男人 一点不失好人心事吧 信不信我一个月不让你上我床 不行不行 一个月太长了 这狗男人可不缺女人 我不能便宜了别人 要不三天吧 嗯 三天会不会有点久了 万一我想这狗男人了 我还憋着不成 等等 我为什么感觉在惩罚自己 看着逐渐陷入自我怀疑的李琉璃 李修竹没忍住 笑了起来 怎么办 老婆太好玩了 我没憋住啊 李琉璃听到笑声 顿时怀疑地看了过来 臭坏蛋 你笑什么 这时 李阔也继续刚才的话 开口道 驸马虽然不在规则内 不入头甲 但是诗词当之无愧的第一 所以赏赐驸马黄金千两 锦断白匹 鸣居一匹 另遇刺 假身年狮王金匾 这一下 李琉璃高兴了 别的他倒是没多在意 但是那遇刺狮王金匾 韩金亮妥妥碾压 利年狮王 这一刻 文官的脸上都很诧异 没想到会遇刺金匾 那是他们想得不到的东西 本着不让别人得到 自己就不亏的原则 他们是想反驳的 但是想想 今年李修竹那棘手诗词 却又没一人能找到反驳的理由 遇刺金匾 也是李修竹没想到的 不过他倒是 对这个没多大在意的 虽然是荣誉 但是到了他这个地步 一块狮王的金匾 能带来的好处 激进于无 唯一能得到的好处 可能就是 未来那些大家小姐们的仰慕吧 而就在李廓给李修竹赏赐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李修竹心中响起 额儿雪柳黄金履 笑语盈盈暗相去 这是在说我吗 这是我今天的装说 而且我之前和太子来时 确实经过修竹身旁了 再想想 众里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那人却在 星火阑珊处 是了 是了 没想到修竹这么喜欢我 笑容于之所以这么肯定 是因为刚才去看烟火 回头的时候 刚好看到李修竹 二人四目相对 眼神拉丝 仿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 当然这是 萧容于一厢情愿的想法 事实上就是 李修竹当时懒得往前挤 加上想到了 和皇后之前的接触 看了皇后一眼 却刚好看到了 皇后身旁转头看来的萧容于 然后总不能装作没看见吧 而且 今天萧容于也很美 确实有点 吸引他的眼睛 李修竹听着萧容于的心声 有些扎舌 无形脑补最为致命啊 不过这个时候 可不是关注萧容于的时候 上面还有个等着自己谢恩的呢 谢陛下龙恩 不管看得上看不上那赏赐 表示肯定得有的 就在这时 李修竹看到了皇后略显深长的眼神 好吧 什么意思 李修竹一直没过 想听皇后的心声 所以并不知道 皇后心里在想什么 主要是 不敢听 怕听来要死人的 诗词比试结束后 已经是一个时辰两刻钟后 此时凌晨三点半 主要是一炷香的时间作诗 然后就是品评 哪怕百官做出诗词的 只有五诗人 但是品评公为一家上 立马就是一大截时间 还有一个半天就要亮了 到时候吃了早餐 拜了年 就会散场 当然 散场的仅仅是百官 而皇帝李廓 还要带上子女 去给太后拜年 好在李琉璃 他们这些嫁出去的公主 不需要跟随 百戏的表演已经结束 接下来的是 大洲官方娱乐机构 教司方的表演 这些人和之前 掺杂在百戏表演中 表演的宫廷乐者 又不一样 他们说的好听点 是大洲官方意己 但除了个别拔尖女人 很难做到卖一不卖身 而之前那些皇宫乐者 可都是皇帝的私人表演团 都是干干净净 只能皇帝去宠幸的 看着台上的表演 李修竹倒是觉得赏心悦目 只是李琉璃和李碧瑶二人 眼睛已经有些打架了 李修竹低声对二人说道 要不你们在我腿上睡会 不只是两女 一些比她们 还小的小公主和小皇子 已经开始左摇右晃了 到底是小孩子 哪有这么多的精力 李碧瑶摇摇头 强打起精神开口道 不了 这么多人看着 我们睡觉不好 李琉璃则没那么多顾虑 转身窝在了李修竹怀里 如梦一般的轻声道 夫君抱我 李修竹伸手抱住了李琉璃 调整了一下坐姿 让李琉璃更舒服一些 随后对着李碧瑶轻声道 你们从小也这么熬夜的吗 李碧瑶文言点点头 努力打起精神轻声道 差不多 不过也是有年龄段的 夫君你看周围 七岁以下的已经不在了 都是在烟花结束的时候被带走的 七岁以上 十三岁以下的 马上也会被带去休息 到给太后祖母拜年前 他们能睡两个时辰 十三岁以上的 则必须彻夜守夜 哪怕你再困 也都得待在韩元殿 直到守岁结束 然后吃了早饭 给祖母拜过年后 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看来生在皇家 过节对他们而言 也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你再坚持坚持 马上就饱食了 再有一个时辰 就差不多结束了 正好今年不需要你们 去给太后拜年了 等早上咱们给父皇拜了年 就可以回去了 李碧姚文言轻轻笑笑 开口道 其实还好 毕竟我也是三流高手 熬夜很简单的 就是卯食这个时间段 实在是太傲人了 据说行军打仗的时候 扑袭都会挑这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 是人最困卷疲乏的时候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同意地说道 这么说没错 事实上 我之前也利用过这一点 到达燕门关的当天 我利用对方 轻敌家没有防备的心理 在卯食打了对方 一个措手不及 事实上若不是卯食 我当初不一定能那么快 拿下居庸关 听到夫君说起北伐的事情 李碧姚感兴趣了许多 往日大多是姐妹们在说 她还是第一次听到 从李修竹嘴中说出来的 夫君 闲着也是闲着 跟我说说北伐的事情呗 当时我被进在皇宫 知道的不多 后来嫁到侯府后 也只听姐妹们偶尔说说 夫君你是知道我的 最向往就是江湖 是外面的世界 李修竹听到 李碧姚这么说 理解得笑了笑 行 那就跟你说说 不过外面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你的夫君 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 甚至 红雷她 我还用了点小手段 虽然没强迫她 但是却将计就计 也没给她太多的选择余地 李碧姚文言 并没有看低自家夫君 而是文言笑了笑 难怪除了琉璃 红雷姐姐事情最多 夫君是因为她的身份 还是因为愧疚 想对她好一点 李修竹没好气地 伸手谈了李碧姚一个脑崩 就你会想是吧 不过你扯上琉璃说 这话站得住脚吗 按你说的 就算我对红雷 真的有愧疚 想多呵护她一点 难道我对琉璃也有愧疚 琉璃那丫头 一开始多恶恋 嫁给我后 我对她多好 我对她可是一点愧疚都没有 至于身份 你是想说 她和七少商以前的情侣身份 让我觉得刺激 那琉璃呢 琉璃 李修竹一致 她忽然想起李琉璃 好像也有个情侣来着 而就在这时 躺在李修竹怀中的李琉璃嘴角弯了起来 眼也不睁地梦一道 宋公子 宋公子 快来救救琉璃 琉璃要坏掉了 李修竹 李碧瑶 李修竹美好气地 暗暗收拾了一下李琉璃 这丫头 是越来越无法无天 现在越玩越花了 就主打一个父母前犯事吧 还把自己想成了黄毛事吧 还好不是牛头人 但此时不好动手 也就最多掐她一把 都没舍得使劲 还说不是为了妹妹的特殊身份 夫君这么喜欢妹妹和红类 肯定是因为他们之前有情侣 李修竹 黄泥巴掉裤裆 不干净了是吧 可是 想想最让自己难忘的女人 李修竹忽然又有点不自信 肯定是穿越 有隐藏属性 让自己继承了曹丞相的意志吧 遥想她上一世二十来岁的时候 还是个少女空来着 何为少女 纯洁无瑕 宠爱李琉璃 和西红类的话题打住 李修竹转移话题 给李碧瑶讲起了 自己了北伐的事情 说实话 北伐的事情 有很多点离谱 北伐坐马车 还不离谱吗 人家诸葛孔明坐马车 那是因为运筹帷幄不担心 乱了阵脚 他只是因为 一开始不会骑马 虽然路上学会了 但是别人未必理解 学会了还要马车 可是后来他马车上 一直有个不能露面的女人 第二个离谱 是北伐他居然让江湖人 还是贼匪参与到了里面 贼兵不两立 你当是 有个期待赵安的GGI呢 第三个离谱 是从居 雍关北伐的那一万人 好家伙 一万人近乎灭了新罗 固然有新罗十万精锐 或被灭 或被留 但即便是这样 也很离谱 李修竹 跟李碧瑶讲了很多 除了苏儒的事情 几乎全讲了 至于苏儒的事情 他找了个谎言 扯了过去 也不算扯谎吧 就是把苏儒的身份 换成了一个 以前的林家姐姐 时间一晃 李修竹讲完的时候 宴会也基本上 接近了尾声 这时 一个个宫女端着盘子 再次快速地走了上来 将一道道残羹圣谣 收拾干净后 端上了另一个盘子的早餐 饺子 春卷 米粥 包子 馒头 饼 除此之外 还有重头戏羊肉汤 解腻的酱咸菜 是的 就是酱咸菜 咸菜在这年代 可不是人人可吃 烟咸菜用的盐水 百姓根本负担不起 也只有富裕大户 王孙贵族 才有能力吃得起咸菜 李修竹看到咸菜也很新奇 他们家还真没这个 一个是刚开府 来不及置办 一个是没想到 如今一看 才忽然想起 自家似乎忘记烟咸菜了 不过 现在已经冬季了 再烟也不适合 除非是做四川泡菜 想想四川泡菜的美味 顿时间李修竹心动了 要不回去搞几谈 李修竹尝了尝 黄瓜入口酸脆爽口 咸香酱口味的 当真是将酱腌菜 发挥到了近乎极致 李修竹 默然想到了周里里的 形容的一句话 大更不至五味 炸更加盐菜 看来这盐菜师傅 也是传承老师傅 李修竹拍了拍 李琉璃的小屁股 将人叫醒后开口道 琉璃起来 吃早饭了 今天有盐菜 李琉璃被强制开机 正难受呢 文言顿时精神一正 哪呢 哪呢 我都好久没吃过盐菜了 说着人已经坐了起来 像急了两个吃货小姨妹 李碧瑶看了眼妹 李琉璃好笑地笑着说道 你爱吃盐菜吗 和你姐妹认识了这么多年 姐姐我都不知道 你爱吃盐菜 李琉璃笑笑 开口解释道 那自然了 我是皇家嫡女 怎么能让人看出 我喜欢吃什么呢 看出来 我也可以凉凉了 听到这话 李修竹也不得不承认 李琉璃虽然小心思很好猜 但实在是太稳健了 吃过早饭后 就是散伙 李阔当先带人走了 去了一正店 这里是他的私人领地 自家人拜年 肯定在这里 李修竹三人 是跟在李琉璃的二姐身后的 还真别说 这一家子的基因都是顶尖 生出来的也都是俊男美女 不过李琉璃的二姐 长得更像李阔这个老帅哥多一点 而李琉璃 则长得更像他母亲多一点 轮到三人的时候 李修竹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 递给了王德发 李琉璃这才开口道 父皇 这是琉璃亲手给您准备的礼物 不光是我 还有姐姐 还有家里的姐妹一起的 这可是外面求都求不到的好宝贝呢 你可得夸夸我 嗯 还有姐姐和我们家里的姐妹 李琉璃的话顿时让李阔一正 好奇了 琉璃这么用心的吗 那父皇要看看 你给父皇准备的什么礼物了 李阔说着 看向王德发 德发 打开我看看 他们家送的是画卷 看没展开的厚度还是长卷 最少无耻 所以让王德发打开举着最合适 画卷展开 李阔当下就是一正 只见画卷最上方写着一个寿字 下面没有画 只有字 一行行的字 当然 古代的行 基本都是竖的的 炎年异寿 李琉璃 助炎异寿 李碧瑶 福寿双拳 富月华 寿山福海 李清月 弄月 弄月自然不可能是姓名 他本姓赵 只是不想恢复姓名 但这是给陛下的寿徒 自然不能用花名 是以跟了李修竹的姓 沈又威花名用的是 本名又威 倒是不受影响 无江之寿 西红类 人寿年峰 沈又威 福寿绵长 苏澄澄 福寿康宁 李诗诗 忍者必寿 孙上香 寿相侠陵 韩明月 松柏之寿 赵紫燕 异寿延年 乔科 疑神养寿 乔可 文华 文杰 带全家姐妹 给父皇拜年 祝父皇祭寿永昌 李修竹家里的女人 自然不可能只有这么多 也不可能是想不出来 所以没写 只是其他的女人 多少有点拿不出台面 不说别人 苏如要是写了 那必然是要炸锅的 还有银瓶 你让一个抬了急的丫鬟 写的话 那是侮辱皇帝 其他人虽然是妾 但不是大家闺秀 也是花魁 大家 李阔看着那个兽 和下面一行行 和兽有关祝福成语 顿时感触良多 他现在真的是在想多活几年 可惜 自己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了 就在这时 一旁看着的三皇子李成语 顿时眼前一亮 上前一步开口道 父皇 皇妹 不知道这拜年贺寿的画卷上 为何没驸马的祝福 李成语说着 看向李修竹 脸带玩味地问道 驸马莫不是觉得 父皇不值得你提几个字 李修竹还没开口 李琉璃可不惯着他 要知道 作为李阔最宠的小公主 除了婚事上 不能自己决定 就是他的太子哥哥 都要让他三分 李琉璃眼睛一瞪 上前指着画卷上 最上面的大寿字开口道 三哥哥莫不是瞎了 看不到这么大一个寿字 李阔心中一动 看向那个大字 这是李修竹写的 事实上 刚刚他被李成语点醒 也是对李修竹略微不满来着 当然 他也没多说什么 万一孩子 给他单独准备的礼物呢 虽然没看他线上 妹妹怕不是看哥哥戳穿 故意找了个没名字的名来说话 哼 三哥哥这真是眼不太好呢 要不让太院的御医 给三哥哥看看 难道三哥哥就没看到 这个寿字的寸字 不太一样吗 随着李琉璃的话 大家都是一正 向着寿字的寸字看去 这一看 大家都是一正 这寸字很奇怪 仿佛不像字 李阔看着那个寸 顿时了然 这个寸一束很直 但是却好似竹子一般有竹节 弯钩地方不似钩 和点一样 形似竹叶 加上那横系窄道怪异 两头上翘 弯曲如大雁展翅 就好像柱子上的竹制一般 有心了 不说异议 但这个寿字 就胜过不少好理 不光李阔看出来了 随着大家细看 都看出来了 只是大家都没想到 李修竹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流明 看着大家看过来的目光 李修竹笑了笑 没多话 但是李琉璃不一样 看着李承玉不吭声了 顿时撅着小嘴 对李阔没好气地说道 父皇你要是看着琉璃被欺负 那你明年就别想要 琉璃亲手做的礼物了 我也和三哥哥一样 随手买件小礼物 给父皇你当新年礼物 李阔文言心中苦笑 你父皇我明年 恐怕真的收不到你的礼物了 但是李琉璃的礼物 还是让他感动的 尤其是 这还是自己的小棉袄 怎么能让小棉袄伤心 老三 还不快给你妹夫道歉 啊 父皇我 嗯 李承玉妈了 他一个皇子给驸马道歉 但是看着李阔和妹妹的眼神 他也只能咬牙吃下这个亏 是我冤枉六父马你了 三哥给你道歉 对不起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李琉璃就继续炸毛了 只见李琉璃皱着眉上前 瞪着李承玉 冷声开口道 什么叫六父马 你在挑拨我和五姐关系吗 修主可是我和五姐共同的父军 你要么叫驸马 要么叫妹夫 故意恶心我们呢 这 是哥哥我忘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人相信李承玉是忘了 但是也没人 能拿这个说他什么 不过李阔不一样 老三你忘心这么大 肯定是没休息好吧 这段日子 肯定是大理寺的职务 太过辛苦了 听到老爹为自己找借口 李承玉更是嘴角的笑容都憋不住了 他赶忙低头行李 父亲明察 年关这段时间 大理寺的事物确实很多 儿臣最近都没怎么好好休息 就在李琉璃开始皱眉的时候 李阔点点头 继续道 既然如此 那就给你放个长假 你好好休息休息 大理寺的职务你交接一下 一瞬间 李承玉猛然抬头 不敢置信地看着李阔 父皇 儿臣就是累一点 不用休息 不 不对 儿臣不累的 一点都不累 李阔没惯着李承玉 而是继续道 让你交接你就交接 等你休息好了 再为大舟分担吧 父亲 儿臣儿臣现在就休息好了 嗯 此时此刻 太子心里爽极了 他刚想上前 踹李承玉一脚 就看到了李修竹隐晦的暗示 太子一正 不再上前 李承玉感受着老爹威严的目光 心中心理防线逐渐崩塌 承受不住心理压力的他 最终冒着冷汗答应了 儿臣儿臣回去 就交接职位 虽然是大年初一 大家都在假期 但是他没得选 倒也不用那么急 出八吧 是 父皇 李托说完 看向李琉璃 琉璃 碧瑶 你们两个的礼物 父皇很喜欢 你们有什么想要的 可以和父皇说 李碧瑶文言赶忙开口道 给父皇拜年准备礼物 本就是应该的 儿臣 李碧瑶话没说完 李琉璃当即就开口插了进来 什么 姐姐 你想要给姐妹们 证个告命夫人 天啊 姐姐你也对姐妹们太好了吧 说着 李琉璃看向李阔 在李碧瑶目瞪口袋中 大大方方地撒娇道 父皇 吴姐想给姐妹们 证个告命 而臣也想帮姐姐 完成这个愿望 要不然 您就几个告命嘛 也不用太高 三品就行 李阔本想说 那么多告命不好给的 尤其是李修竹为正二品 要是封告命 也是二品 但是他没想到 李琉璃居然要三品告命 如果是三品 那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只是李阔有点好奇地 看向自家闺女 为何是要三品 若是要告命 李因二品才对吧 李琉璃黑黑一笑 紧接着探口气开口道 我倒是也想给他们 争个二品 奈何他们不争气啊 李琉璃这么一说 李阔更好奇了 不光是李阔 还有其他的皇子皇女 除了李承玉 李承玉现在没那个心思去八卦 嗯 怎么说 李琉璃看李阔询问 这才解释道 他们都是宅女 平日里大门都不想出 就想窝在家里那一亩三分地 让他们当了二品告命 到时候娘举办宴席 可是要叫的 我怕到时候 要被他们烦死 而且 二品告命还是高了 若是二品 怕是朝里那些老臣们 怕是会找父皇麻烦 琉璃怎么舍得给父皇找麻烦 所以 三品就好了 好家伙 这还是为姑考虑吗 李阔看向李碧瑶 淡淡地问道 碧瑶你 也想让姑给修竹的那些女人一个告命 李碧瑶神色变换了一下后 看着李阔点头应声 是的父皇 我想给姐妹们争个告命 李阔文言 看着李碧瑶没说话 那沉默而面无表情的脸 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李修竹没说话 这个时候 他说话不合适 就在李承玉幸灾乐祸 其他人意味难民的时候 李阔忽然笑了 他转头看向李修竹 笑着开口道 父马你有姑的这些公主 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真的 你让姑都有点嫉妒了 李修竹笑了笑 也跟着说道 陛下说的是 不止碧瑶和琉璃 家里的每一个女人 都让陈局的三生有幸 李阔文言白白手 既然是家里拜年 那就不要那么多规矩 叫父皇就好 李修竹其实不太喜欢这个称呼 但这也确实合理 父皇说的是 平日里一般只有人多的时候见 道是尔臣疏忽了 李阔也没纠结这些 而是看着那副兽图开口道 这三品告命 虽然不是什么稀罕的 但是也不好给太多 就按这画上留下名字的给吧 显然李阔是知道 这画卷上的不是全部的 不说别的 赵和德姐妹就不在 李琉璃文言还想争取争取 但李修竹知道 再开口就有点得寸进尺了 事宜 抢在李琉璃开口前 李修竹开口应道 多谢父皇赏赐 李琉璃一致 这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啊 但是夫君已经谢恩了 李琉璃也不好再说什么 等大家给李库拜完年后 李琉璃出了御书房后问道 夫君刚才为何不让琉璃都要几个 家里姐妹还有喵道的呢 李修竹文言笑了笑没说话 李碧瑶却开口为李琉璃解释道 过犹不及 父亲虽然看在你的面子上 给了告命 但是告命不是大白菜 那些在画卷上的姐妹也就算了 若是迎凭他们这些下人出身的 那就是侮辱朝廷了 届时一定会让朝堂上不满 到时候会让父皇难做 所以 父皇一说名单上这些 夫君才敢在你之前印下的 李琉璃文言眨眨眼 这样吗 李修竹笑了笑 走吧 回家 从没想到看节目这么累的 李修竹伸了个懒腰 虽然身体并不疲惫 但是精神上有点乏力了 加上喝了不少酒 此时多少有点不舒服 至于太后和皇后呢 李琉璃他们已经提前来过了 不需要自己去后宫 回家 回家 到家我 可得好好睡会 三人乘坐马车回家的时候 宫门口已经没多少马车了 但即便是这样 也还有七八辆 除了开府两个开府的皇子 还有三个公主 一个王爷 一个大公主 也就是皇帝的妹妹丽阳公主 李修竹他们到家的时候 陈氏和三个小姨妹还没走 看到三人回来 两个小家伙 立刻兴奋地跑了过来 姐夫 姐夫 你想我吗 姐夫 你终于回来了 宝珠的红包在哪里 李修竹嘴角微抽 果然 这很一昧 李修竹蹲下摸了摸 两个小家伙的脑袋 开口道 姐夫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在书房 来跟我来拿吧 说着 跟陈氏打了声招呼 就往书房走去 两个小家伙赶忙跟上 这一瞬间 一旁等待的傅云霜 顿时就委屈了起来 姐夫没跟他打招呼 呜呜 不过还没等着委屈挥发 李修竹就转过了身 奇怪地看着没动的傅云霜问道 云霜怎么不走 不想要新年礼物吗 傅云霜一正 原来有我的礼物 他顿时间喜笑颜开 快走了两步 追上了李修竹 姐夫 我还以为 云霜哪里做错了什么 李修竹好笑地摸了摸云霜的头 开口道 瞎想什么 姐夫给姨妹准备礼物 还能没你的不成 这一刻 傅云霜忽然感觉 礼物没那么香了 只是姨妹吗 看着四人离去的背影 陈氏微微叹了口气 随后又露出了笑容 看到母亲叹气 傅月华笑了笑 开解道 母亲 儿孙字有儿孙福 别说云霜本就喜欢她 就是一开始不喜欢 和这么优秀的男人待久了 也很难不喜欢 陈氏转头 认同地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 修竹确实格外优秀 陈氏欲言又止 顿了顿 还是开口道 我是担心你两个小妹 照这么下去 你爹怕不是 要和修竹拼命 自己精心培养的小白菜 都被修竹拿走了 这可不像话 傅月华一正 没想到是因为 自家两个小妹 但看着两个小妹 屁颠屁颠 跟在李修竹身后的样子 傅月华知道 母亲的多虑 不是没有根据的 臭坏蛋 招风引蝶也就算了 还想把我们家的女娃 全部一网打尽 傅月华头疼地 看了眼母亲 问道 那怎么办 总不能将两个小家伙 送走吧 臣氏文言无语地 看着傅月华说道 想什么呢 只是感慨下 总是要见面的 总不能故意躲着修竹吧 至于其他的 走一步看一步吧 也许你妹妹 也只是当修竹 是兄妹情吗 傅月华文言点点头 不管别人信不信 她是姓李修竹的 她可是从一开始 就听过李修竹新生的 李修竹绝对没有余句 就是云霜 那也是云霜主动的 两个妹妹还小 她也是姓妹妹们 是兄妹情的 李修竹四人 已经进了李修竹的书房 李修竹走到书桌前 打开了一个箱子 先掏出了三个红包 递给三个小家伙 开口道 这是压碎钱 打开看看 三个小家伙 看着面前的红包 接了过来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种压碎钱 还是第一次见到 是纸吗 很快 他们就看到了 没有完全封闭的封口 原来是能打开的 三女赶忙打开 将里面的钱币倒了出来 顿时就是一正 姐夫 这个钱是金子的吗 只见傅云霜手里 有着一枚金黄色的圆壁 这不是已知的任何一种钱 而是李修竹自己弄的纪念币 虽然说不允许撕造钱币 但是这又不流通 而且 币上并没有代表钱数的字 只有一个符字 外带一些花纹 只要没有象征着钱的字 这就只是艺术品 李修竹文言点了点头 开口道 这个叫符钱 姐夫自己做的 不过这个并不能直接拿去花 想花的话 得先去钱装换成银子才行 顿时间傅云霜摆摆手 开口道 姐夫亲手做的礼物 云霜怎么会花泥 宝珠也不花 燕宇 燕宇也不花 李修竹笑了笑 不枉费我花了一天时间做出来 不过还没等李修竹说话 傅宝珠就贼兮兮地伸着小手开口道 姐夫 李悟 这么聪明的吗 都不让我装个逼 好没成就感啊 傅燕宇文言赶忙伸出了白镜的小手 大眼睛扑闪扑闪地小心看着李修竹 似乎生怕李修竹把他忘记了 李修竹无语地将箱子里的礼物拿了出来 递给了傅宝珠开口道 给你们做了个竹蜻蜓 竹蜻蜓 看着手上的钉字棍 两个小家伙都很好奇 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玩 傅云霜也好奇地看着 和妹妹们一样 出身大户人家 他们根本接触不到外面孩子的乐趣 李修竹拿起一个示范着搓了一下 竹蜻蜓瞬间旋转着飞了起来 呀 飞起来 姐夫给我 我要玩竹蜻蜓 不过屋子毕竟不高 到了屋顶的时候 砰的一声轻响掉了下来 这个不能在屋子内玩 要去院子里玩 给你们一人做了一个 出去玩吧 注意安全 两个小家伙兴刀采烈地跑了出去 也不在乎外面的天冷不冷 看两个小家伙走了 李修竹看向傅云霜 随后拿出了一串手串珠 串珠是用紫粉色的玉石做的 这玉石产自长安 名叫芙蓉玉 也叫贵妃玉 相传是杨贵妃喜欢的玉石 所以才叫贵妃玉 只是这个时代没有杨玉环 自然也只叫芙蓉玉 想来你应该不需要竹蜻蜓吧 这是姐夫给你做的手串 只做了一串 还刻上了你的名字 云霜文言赶忙拿起来看了看 果然在两颗挨着的玉珠上 看到了云霜两个字 不过云霜虽然欣喜 但却没特别高兴 都给李修竹看不理解了 姐夫 能不能帮云霜再刻几个字 李修竹一正 随后露出了笑容 感情是刻字没满意 想加几个 不过李修竹也好奇 傅云霜想刻什么 点头开口道 想刻什么 傅云霜看着李修竹 脸色红了红 但还是坚定地看着李修竹 认真的说了出来 无一声所爱傅云霜 李修竹 李修竹嘴角抽了抽 这么劲爆的吗 李修竹堪比城墙的脸 难得的红了红 大意了 没有抗住小姨妹的撩拨 行吧 不过得明后天才能点你了 行 傅云霜说着 将手串放了下来 他本来其实也给李修竹准备了礼物 但看了姐夫给他的礼物后 他忽然就不想送了 等回去后 在玉佩上刻好字后再送吧 可是想到自己选的玉佩花纹不少 傅云霜皱了皱眉头 忽然 傅云霜眼前一亮 对了 父亲有一块门声送来的杨之玉来着 他记得 那杨之玉玉之细腻 而且只是粗加工 成了牌面来着 回头还得找个玉匠大师才行 也不知道 明日能不能弄好 姐夫 你们累了一夜也辛苦了 好好休息 我和母亲 妹妹们 就先走了 明天要来家里吃饭 姐夫和姐姐们可别迟到了 李修竹一正 这么早就走了吗 不吃了饭 不了 今年初一 李应和父亲在家吃饭的 这倒是 李修竹带着傅云霜出门 将陈氏和三个小姨子送走后 回来对傅月华吩咐道 月华 让大家都去休息吧 手碎了一晚上 肯定都累了 让厨房晚上准备上火锅 这么冷的天 和火锅更配一些 安排好了 允许他们一起吃 都忙了一年了 李应好好吃一顿 多准备点肉食 今天管够 傅月华文言笑了笑 嗯 其实已经安排好了 不过不光有火锅 李修竹一正 还炒菜了吗 傅月华摇了摇头 那倒不是 准备了羊汤暖身 剩下的做成了羊肉串 我的意思是 今晚烧烤和火锅都弄 在花园点几个火堆 应该也不冷 李修竹虽然感觉不到冷 但是两感还是有的 看了看晴朗的天空 点了点头 行 那就听你的吧 那我就先去休息去了 嗯 李修竹没睡多久就醒了 她困得不是身体 是精神 也就一个时辰多点 就精气完足了 出门看了一眼安静的园子 李修竹想了想 还是去了一趟巷尾 虽然那娘们是来杀自己的 但到底也算是她女人了 而此时 纳兰明月也醒着呢 她不是大洲人 新罗的习俗也没有守夜 都是玩累了就睡 所以 昨夜她看过烟火后 就睡觉了 她此时虽然没事干 但也没想到李修竹会来 当她看到李修竹的那一刻 有了一瞬间的愣神 她怎么来了 怎么 见到我 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虽然现在的脸 不是自己本来的 但是她捏的脸也不丑啊 纳兰明月的心思转得很快 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脸上 神色冷淡地开口道 你觉得我应该高兴吗 昨夜可是守岁 而我是一个人在守 这话说的 感情里那些丫鬟不是人 不过这戏眼的 这话说的怨气十足 好像是怪我没陪你守夜一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咱们真的是夫妻呢 李修竹虽然心中吐槽 但脸上却带着笑容地说道 所以我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今年是我亏待你了 但是咱们这也是情况特殊 再过两个月我接你回府了 以后我都陪你守夜 对了 这是我给你的新年礼物 李修竹手上拿的是一只朱钗 当然 这朱钗并不是她做的 而是从她带回来的 那堆战利品中 随手拿的 麻痹敌人 又不是真有感情 至少现在还没有多少 虽然李修竹没用心 但纳兰明月不知道啊 看到李修竹手中朱钗的那一刻 她不禁有些恍然 上一次自己收到礼物 是什么时候来着 似乎已经三年前了 还是母亲送给她的一个小营索 除了父亲母亲 这还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礼物 这个礼物 不是她能拒绝得了的 是以纳兰明月接过的同事开口道 谢谢 我很喜欢 纳兰明月没说给李修竹礼物 现在准备来不及 而家里的东西都是李修竹的 更不可能有能给李修竹的礼物 她虽然身上还有两个小物件 但那都是贴身的 她不想给 但让纳兰明月没想到的是 李修竹居然伸出了手 我的礼物呢 该不是没有吧 你不是说 我们私定终身吗 为何连礼物都没给我准备 看着李修竹那怀疑的样子 纳兰明月表示 我心中有句MMP 不知道当奖不当奖 这混蛋 好过分 我又没让她送 谁稀罕她的礼物 搞得现在我还要回礼 怎么办 难道只能把贴身的那两个小物件给她 这 我不想给啊 什么下头呢 我不想给啊 然而 她吐槽鬼吐槽 似乎知道自己不能不给 是以犹犹豫豫地 从怀中掏出了一把小营索 这是母亲送我的礼物 只能便宜这混蛋了 不对 要是我今天杀了她 岂不是当下就能拿回来 不过现在不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此时她定然还在防备我 难道我只能 那种时候动手了吗 可是她那方面也那么厉害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恐怕永远不是对手吧 算了 现在试试 这两日 我看了不少图 也做了锻炼 肯定能赢她 李修竹听到这心声 没有一点意外和不舒服 本来就知道这是刺客来着 她一把将那蓝明月手上的引锁 抓在了手中看了看 笑着开口道 这小锁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等我有了儿子给她带 文言顿时间那蓝明月脸上一红 不敢去看李修竹 当初她母亲给她这个的时候 就是这么说的来着 礼物也给你了 咱们进去吧 嗯 二人一个想试试新的学习成果 一个想验收一下对方的学习成果 双方也算得上是一拍即合 与此同时 方思明则来到了李修竹家门前 来者何人 俊功府前 闲杂人等不得乱闯 方思明文言脸上一黑 什么闲杂人等 自己都不配有姓名吗 她方思明 好歹也是李修竹的 挚爱亲朋好吧 瞎了你们的狗眼 我可是方思明 你们俊功最好的朋友 顿时寻话的侍卫一正 没想到这青年 居然大有来头 对不起先生 小人职责所在 失礼之处还请原谅 方思明文言 装作大度地挥了挥手 算了 我出门许久 刚回上京 你们不知道 也是正常的 你们俊功可回来了 方思明也是知道 李修竹要进宫吃宴的 所以才会选这个时候来 这个时候 就是给宫里的长辈们拜年 也该回来了吧 我们俊功出门了 公子可有拜帖 是否需要通传 不在 方思明皱了皱眉头后 还是开口道 你可以跟你们俊功夫人说一声 我方思明来了 想来你们弟妹是应该知道我的 侍卫看方思明 虽然没有拜帖 但是一点不虚的样子 还是点头准备去通报一声 万一真的和俊功交好 那也不是自己能得罪得起的 公子再次稍等 小的这就进去通报 嗯 方思明见人家不认识自己 加上李修竹不在 自然也不会强闯 侍卫进了院子 立刻走到了小门敲了敲 没几个呼吸房门从里面打开 杜三娘看了一眼侍卫 也没奇怪 开口问道 怎么了 侍卫文言 赶忙开口解释道 杜总管 外面来了一个叫方思明的 说是俊功的至交好友 小的不敢怠慢 特来问问 杜三娘点头 我去跟俊功说一声 呃 俊功之前出去了 杜三娘文言眉头一皱 出去了 你没和他说吗 嗯 小的说了 但是他说 夫人应该知道他 杜三娘点点头 开口道 行了 我知道了 我先去问问夫人 另外注意安全 规矩不能破 除了自家人 不管是谁 不能随意进院子 侍卫文言 立刻心中有谱了 赶忙点了点头 应声道 是 杜总管小的知道了 杜三娘汉手应了一声 出门往后院走去 傅月华被杜三娘叫醒时人 还有点猛 听了杜三娘的话后 在脑子里不断思索着方思明的名字 这个 夫君说过吗 可是为什么完全想不起来 是因为没睡醒 想不起来 傅月华一边揉着太阳穴醒脑 一边思考着 可怎么想 也想不来方思明这个名字 若是这样的话 那八成概率 就是夫君没说过 不过想到对方声称 是自家夫君的至交好友 傅月华也不好怠慢 走 三娘 我和你去看看 与此同时 等了好一会 也没见到人出来的方思明 有点待不住了 现在可是新年第一天 过了正午 那阳光最好的时候 已经临近深时的时间 天气再次冷了下来 如此不动地待几分钟还好 待得久了他一个顽固 真的有点扛不住 怎么这么久还没人出来 嗯 这就不是小的能知道的了 刚才小的已经禀告了杜总管 杜总管也确实往里走 去询问夫人去了 顿了顿 侍卫继续道 公子再稍微多等等 说不定 夫人马上就出来了 方思明闻言顿时皱着眉头 往里走去 但看到方思明往里闯 早有准备的侍卫 立刻将人拦了下来 方思明不等对方开口 当先冷声开口道 你要拦我 好大的胆子 你可知道 我和你家老爷乃之交 侍卫不为所动地说道 郡公和杜总管都有过吩咐 除了家里人 无论是谁 都得得到允许才能进 方思明虽然是顽固 但聪明着呢 文言立刻就察觉到了 侍卫话里的漏洞 好大的胆子 照你这么说 岂不是陛下来了 也得先得到允许才能进 侍卫一致 顿时间妈了 这是说错话 惹了祸事了吗 就在侍卫被急出一脑门子冷汗 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时候 只听一个好听的声音传了出来 公主都是家里的夫人 陛下自然不是外人 自然是可以直接进去的 话落 人已经出现在门里 让人一眼就看到了走来的二人 微微转头的方思明刚要开口 人就愣住了 好美 来的两个女人都是绝美 她是上京城的顽固 自然是认识傅月华的 但是如今的傅月华 和她当初见到的 已经不那么一样了 不是长相 而是气质 当然眉眼间似乎也有点不一样 就好像 好像长开了一样 多了些妩媚 成熟的韵味 李修竹那混蛋 可真是娶了一个好妻子 她羡慕了极度了 但是也正常 上京城的青年男子 有一个算一个 谁敢说自己不羡慕 太子李承泽 我 只是让她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旁边的一个 没见过的女人的 都那么漂亮 而且 最让她羡慕极度恨的是 这女人身上有骨子英气 对见惯了小家避玉的她来说 简直比苏小小和傅月华 还要让她心动 回过神的她 当先就对着傅月华 微微拱手开口道 兄长在这里见过弟妹了 不知修竹 可说了何时回来 傅月华虽然不喜 方思明刚才说的话 但想到这是夫君的朋友 还是好言开口道 修竹没说去了哪里 不过说了会回来吃晚饭 如果你着急的话可以等等 若是不着急 可以留下拜帖 改日让修竹登门拜访 要是没看到杜三娘 她说不定也就真留个拜帖走了 但如今看到杜三娘 她的心间都仿佛被勾住了 哪还能走 她也不怕杜三娘 是李修竹的妾室 一个妾室而已 只要自己舍得花钱 怎么都能弄回家 甚至自己和李修竹关系那么好 让她妾室陪自己一晚 也八九不离时 既然快回来了 那我就等等吧 我的事情也是挺急的 傅月华文言汉首 方公子跟我来 三娘让人沏杯茶 端点甘果蜜茧来 好的 夫人 杜三娘先一步离开 虽然步伐不慢 但一点不见仓促 看上去颇为赏心悦目 看杜三娘 已经离得有两丈远了 方思明上前一步问道 弟妹 这个三娘可是修竹的妾室 傅月华步着痕迹地 微微退了半步 看了一眼杜三娘的背影 淡然地开口道 三娘是府里的管家 管家 方思明眼前一亮 要是管家 那就更简单了 说不定还是个黄花坤 李修竹这么抱舔天物的吗 还是不太行 若是后者 看来自己可以帮帮忙啊 在方思明歪歪中 二人来到了客厅 杜三娘已经让人开始煮茶了 少放点葱 我不是很喜欢葱味 杜三娘不着痕迹地 白了方思明一眼 人不咋地 是还挺多的 煮茶的侍女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方思明也不再看茶 而是看向杜三娘开口问 三娘来郡公这多久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杜三娘文言微微一正 但在看方思明的眼神 立刻就懂了 这混蛋是看上她了呀 杜三娘眉头微微一皱 身为五人的她 直接开口道 方公子问的太多了 我并不打算换东家 另外 你可以叫我杜管家 三娘不是谁都可以叫的 方思明文言也不在意 而是意味深长地开口道 恐怕这也不是三娘 你能说的算的吧 管家基本上都是家奴 若不是卖了生气 哪个主子敢放心用 所以正常来说 她说了还真不算 但方思明显然不知道 李修竹和别人不一样 听到方思明的话 杜三娘真想一耳光打过去 她杜家庄的三小姐 什么时候有人敢这么嘲讽她 但是这是李修竹家 要真的打了人 自己也不用带了 混蛋 好气啊 就在这时 李琉璃错后面走了进来 看到方思明愣了一下 微微皱眉 月华姐 这是谁啊 方思明看到李琉璃 顿时间惊望 她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女孩 天真无邪 绝美而诱惑的容颜 仿佛仙女和妖女的混合体 完美无瑕的代名词 女娲造人的时候 一定对她用了十分心意吧 傅月华还没开口 听到李琉璃声音回神的方思明 就赶忙起身自我介绍道 在下方思明 是李修竹的至交至友 不知姑娘是 姑娘 李琉璃虽然不满 但也担心真是夫君好友 没有说什么重话 微微露出一个笑容说道 本宫文华公主李琉璃 方思明文言一致 没想到竟然是公主 顿时间满腔热血 仿佛被人大冬天浇了盆凉水 别的妾室她还觉得自己 有望能睡上 但是公主 给她的胆子 她也不敢 除非公主主动 等等 公主主动 若是李修竹真的不行 自己只要稍微表示不就可以 那么 要怎么展示自己呢 之前心思 还在杜三娘身上的她 此时早把杜三娘放在了一边 此时还不知道 有人想偷自己家的李修竹 正神清气爽地 走出了朱雀街街尾的小院 虽然纳兰明月想杀她 但是她根本不会给对方机会 原来是弟妹 微兄来得匆忙 没准备什么礼物 这里有一件 微兄外出时得到的珍宝 希望弟妹你喜欢 方思明说着话 从怀中取出了一颗疯辣丸 李琉璃没有接 而是看了一眼 但丸和方思明不知道在想什么 方思明看到李琉璃没接 还以为是李琉璃嫌弃礼物不好 当即就开口解释道 这是我云游到云台寺时 认识的一位道教天师练制的助言丹 一共我才得了两颗 一颗我用了 另一颗本是要送点红颜知己的 而且 大师还送了我一颗龙虎金蛋 可让人龙惊虎猛 声声不息 方思明说到这就停了 但是这意思懂得都懂 李琉璃看着方思明 白嫩的手指敲在一旁的茶桌上 一旁看着的傅月华和杜三娘也很无语 都不避人的是吧 咚咚咚的声音不大 但是却充满节奏感 李琉璃在思考 方思明也看出来了 他也不打断 他相信 没有女人能拒绝得了助言丹 若李修竹是个小趴菜 也没有女人能拒绝得了一个龙惊虎猛的猛男 忽然李琉璃的手指上的动作停了下来 三娘 拿下 李琉璃的话一落 杜三娘眼睛一亮 站了起来 这恶心玩意 能打死吗 有了李琉璃坐靠山 杜三娘十分想弄死方思明 方思明也是心中一颤 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踢到了铁板 你们敢 我可是李修竹的挚友亲朋 你们不怕李修竹迁怒于你们吗 李琉璃文言嗤笑了一下 淡然地开口道 所以我才思索了一下 该对你下什么样的手 李琉璃说完 看向杜三娘 人别打死 其余的你随意 嘿嘿 公主看我操作 然而就在这时 李修竹的声音 忽然响了起来 怎么了这是 这么热闹 听到李修竹的声音 方思明顿时仿佛看到了救星 李兄 李兄救我 李修竹看到方思明的那一刻 属于前身的记忆涌现了出来 这人也不是个好人 算得上是前身的狐朋狗友 但是前身的事关他李修竹什么事 李修竹皱眉看向自家媳妇们 开口问道 怎么个事情 看到李修竹皱眉 李琉璃多少有点虚 但是也只有一点 他赶忙上前抱住了李修竹胳膊 委屈唧唧地开口道 夫君 他欺负我 李兄 误会 都是误会啊 李修竹没看方思明 继续问道 怎么欺负我们家小可爱了 显然李琉璃很喜欢这个称呼 文言脸上的表情 肉眼可见地得意了起来 不过似乎想到了 此时正是诉说委屈的时候 李琉璃赶忙憋住了表情 表情古怪地开口道 夫君他想让我跟他睡觉 嗯 这一瞬间 李修竹眼神冰冷地可怕 再一看方思明 那不敢看他的目光 李修竹就知道 李琉璃说的话 八九不离十 这方思明还看上了三娘 也不知道 夫君打算如何处置他 不过这也不好说 小妾陪客自古有之 谁知道 夫君他怎么想的 做小妾 也终究只是待遇好点 终究是女子的悲哀 李修竹下意识地 扫了一眼傅月华 并没有说什么 但是心里已经在想 稍后怎么教训他了 敢不信任他 难道他 长得像牛头人 三娘 把人带下去 别死人 剩下的弄残了 也无所谓 别别 修竹 我可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李修竹呵呵冷笑一声 当不起 我没有你这样的兄弟 说着看向杜三娘继续道 回头先把他的五只废了 杜三娘文言一正 五只 不是说不杀人吗 要是脑袋被废掉了人 要死的吧 李修竹文言 略带调侃地问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第五只是用来尿尿的 杜三娘顿时间瞪大了眼睛 看着李修竹 李琉璃顿时眼前一亮 对于废了方思明五只 颇为感兴趣 傅月华则是脸上一红 自家这夫君 真是什么话也说 人家三娘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这是人家能听的 和三个女人相比 方思明则是脸上全白了 修竹兄 求你饶我一次 求求你 真的 我再也不敢了 求你饶了为兄一条狗命吧 这时 李琉璃忽然想到什么 赶忙开口道 夫君 他说他有两颗蛀岩丹和一颗龙虎丹 这丹药给他肯定可惜了 要不咱们先把丹药弄过来 方思明文言眼前一亮 赶忙开口道 李兄 我愿意将这颗蛀岩丹给你 只求你原谅我这一次 杜三娘文言撇撇嘴 嘲讽地开口道 这小子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三颗丹药居然只愿意掏出一颗来 显然是 看的丹药比命还重要 方思明快哭了 他真不是不愿意给 是他给不出来啊 李兄不是我不愿意给 实在是我给不出来啊 那两颗我已经自己吃了 这颗本是想拿来和三皇子求小小的 李修竹一正 没想到会听到三皇子和苏小小 三皇子让你来的 等等 你叫苏小小 只叫小小 是苏小小让你来的 方思明没想到 李修竹一下子就猜到了 自己是因为谁来的 但是此时他哪敢隐瞒 是 是小小让我来的 小小听闻咱们关系很好 想让我请李兄赋宴红秀院 小前几日你们有点误会 想跟李兄你道个歉 李修竹闻言点点头 对杜三娘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人带下去吧 杜三娘闻言一正 但回神的那一瞬间 还是向着方思明走来 不 李兄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可是刚收了我的助言单的 李修竹闻言笑笑 在方思明的挣扎中 将助言单捏开后纹了纹 随后扔到了地上 才扁了 这下 别说方思明愣住了 就是三女也愣住了 那么好的东西 怎么就踩坏了呢 傻了吧唧的 真当这是助言单呢 这单药虽然闻着很香 但是主要香料是香木的味道 除此之外 还有几种印记的花香 以此为百合 茉莉和桂花 也许还有别的 不过没闻出来 其主要目的 应该是为了掩盖硫磺的味道 再看色泽鲜红 又隐隐泛着微微亮光 说实话 单从卖相上来说 确实当得上灵丹妙药了 可惜 我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珠沙和水银的结合物 虽然不多 但是却能让人置换 产生一种让人神明开朗 体力增强的错觉 加上微亮水银虽然有毒 但也确实能起到一定防腐蚀 防衰老功效 简而言之 在你看来 视若珍宝的助言丹 对我而言 不过是毒药而已 这一刻 方思明仿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不 不可能 我试过龙虎丹了 龙虎丹都是真的 助言丹怎么可能是假的 李修竹闻言不屑地笑笑 龙虎丹 是让你一夜七次郎的丹药吧 笑死 这种虎狼之药 我能给你配十几种 能让你爽到死 说到这 李修竹忽然想到了什么好玩的事 忽然对杜三娘说道 等会先把人关起来吧 我忽然想到了点好玩的事情 杜三娘又是一正 这人怎么招令西改呢 不过她也无所谓 已经看出来 这人不会有好下场的她 反而很期待李修竹接下来的操作 行 方思明听到自己五支 都保住了顿时间松了口气 别管后面怎样 至少现在保住了 保住了就可能有转机 方思明也不是打算坐以待毙 她在思考 思考李修竹要怎样的条件 才能放了她 此时她有点懊恼自己的贪心 怎么就被李琉璃那个小娘 披靡了心呢 不 也不怪她 是那小娘皮太好看 若是只要那三娘 肯定不会引得李兄恼羞成怒 此时她冷静下来 有点反应过来了 李修竹多半在吓唬她 肯定是恼怒自己 勾引公主才如此的 失策了呀 不过 李修竹现在还在气头上 还是先想想 怎么让李兄消气吧 等李修竹气消了 自己再索要 三娘就好 她都有那么漂亮的公主了 这三娘定然不会放在心上 也不知道 自家老子知道自己丢了 会不会来找自己 应该会的吧 此时冷静下来的她 反而不那么怕了 她爹可是汉林院汉林学士 虽无品级 但是乃是皇子陪侍 有入宫面圣之能 待满三年后 还能外出为官 品级不用说 少说也是从三品 她也是这儿八经的 官二代好吧 所以 冷静下来的她 根本不相信 李修竹敢随意杀她 与此同时 李琉璃好奇地看着自家夫君 问道 夫君 你打算怎么收拾那家伙 嗯 你该不是想放了她吧 那我可不依你啊 李修竹文言好笑地笑道 是什么 让你产生了 你夫君好欺负的错觉 李琉璃听到李修竹的话 不但没有背对时的不高兴 反而笑嘻嘻地开口道 我就知道 夫君你忍不了 所以我才收拾她的 说着 李琉璃眨巴着大眼睛 弱弱地开口道 夫君 你真的不会怪我吧 一眼就看穿了李琉璃小心思的李修竹 淡淡地开口道 罚你今晚给我暖被窝 好 就医了你了 不过夫君你得告诉我 你打算怎么处罚那心方的 李修竹文言笑笑 他不是喜欢虎狼药 我给他配点 然后 给他关起来 送只母猪给他 第二天送他两只鸡 一只可能经受不住他欺负 第三天 送他两条大鲤鱼 第四天 给他安排只野狗 得是只大狗 还得是只公的 第五天 给他安排个发情的骡子 第六天 给他安排个配种的种马 李琉璃三女厅的脑海中 立刻有了画面 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 不得不承认 他家夫君这一招 简直太阴损了 只是他们有几个小问题不明白 李琉璃当先问道 夫君 你说的前面的我还能理解 后面为什么要找公狗 而且 那骡子和种马 应该也是公的吧 难道真的是让姓芳的 弄拉臭臭的地方 讲着讲着 李琉璃又挠补了画面 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 这时 杜三娘奇怪地问道 野狗那么凶 不怕他被咬死吗 是了 我们可以先帮他固定住 这样 他就好操作了 可是骡子和马 咱们怎么固定 骡子和马那么高大 就算我们 帮他固定住了 也得给他个凳子他 才能操作吧 会不会太麻烦了 傅月华捂着脑门 看着这两个BT少女 有点不相信 怎么这么美的人 嘴里会蹦出 这么奇怪的话来 完了 这俩小家伙 都被夫君带坏了 看看都成什么 奇怪的女人了 要不还是让两个小妹 离他远点吧 李修竹 李修竹虽然无语 但是也只能无语了 这时候 他忽然有点理解 傅月华之前的感受了 听到对自己 不友好的声音 还得当成没听见 更不能找麻烦 别屈啊 就这俩女人 是他带的吗 不过李修竹 还是装成若无其事的 对李琉璃 杜三娘 露出个坏笑 谁说我们要帮他固定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帮那些野狗 和骡子固定他 一连三声啊 代表了三个人 不一样的复杂心路 李琉璃是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操作 这让他有种 眼前一亮的感觉 杜三娘是没想到 同时有点茫然 被狗 被骡子 还有种马 他可能是见过 家里的马有多大的 会裂开吧 傅月华则是被惊呆了 这一瞬间 莫名有点同情方思明 还想着美事的方思明 丝毫不知道 未来迎接自己的事 什么样的悲剧 如果知道 他可能会想死 李修竹看向杜三娘 继续道 三娘 所以第四天 开始你就把方思明的骨头卸了吧 这样 他就不会挣扎了 方便你操作 杜三娘闻言 难得的脸色红了红 难为情地看向一旁问道 不能让侍卫来做吗 人家还是黄花闺女呢 可不想看这么无人眼睛的事情 李修竹怂怂间 开口道 怎么操作 当然是你安排就行 这不是 你是家里的管家吗 我不和你说和谁说 嗯 你先去安排我说的动物吧 别的好找 主要是发情期的骡子 和种马得你去联系 还有野狗得提前喂饱 让他吃饱了 羊羊体力 才好干活 另外帮我准备 银羊货 兔丝籽 索羊 黄金 鲜毛 无味子 隔半斤 另外 牛鞭 虎鞭 牛腰 羊腰 各来两个 好家伙 就致死量是吧 杜三娘闻言嘴角抽了抽 但还是点了点头 东西有点多 要不我将东西都写下来吧 不然我怕有望的 行 一会到书房 我写给你就好 晚饭前 医院子的女人们 也纷纷走出了各自的房间 看到这 李修竹笑了笑 心里满是成就感 此时的火堆已经堆好了 足足五个大的火堆 四个在四个角 中间一个火堆 间隔都在三丈左右 中间一共四个极好的位置 两个八仙桌上 做的是她的妾室 一个是她和三个妻 外带苏诚诚母女 剩下一桌 则做的是杜三娘 曾佩云和几个特殊的丫鬟 至于府上的其他丫鬟 则是在外围围着火炉 每一堆篝火旁三桌 离篝火也近一些 这样可以既温暖 又可以省下不少炭火 就在李修竹他们开宴的时候 朱雀街临近巷尾的一户人家 此时的气氛 则有些不太对 那聂处还没回来吗 说话的人皱着眉 板着脸 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 人已知中年 一看就是老顽固如生 听了她的话 对面的一个面容娇好的女人 微微一颤 苦笑着开口道 老爷 咱们不用等明儿了 管家说明儿 昨日去了红秀院后就没回来 看来应该是还在红秀院 也怪男弟太辛苦了 他出去 一年想放松放松 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没点分寸 等明儿回来 我会说他的 这夫妻两人 正是方思明的父母 如今的他们 还不知道 儿子已经身陷胡伦了 哼 也就是你这慈母多伴 才让他不把咱们放在眼里 好在他还算有两分见识 不会给咱们家惹上大麻烦 算了 由他去吧 来 我们吃饭 一旁 看着父母的少女 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被牵连进去 不过听父母轻描淡写地 放过了方思明 他还是多少有点怨念的 都是一个父母生的 但是他和哥哥根本没法比 也许他只比家里的 下人地位高一点点 哎 什么时候 我才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看了看犹如兽气包的母亲 方小小心中 再次许下一个心愿 希望我未来的夫君 能给我好一点 天色彻底黑下来的那一刻 大洲不知名的山野深处 一个个道士 都开始观察起了天色 今天是大年初一 是新的一年运势的集合 是以会观星补算的道士 都不会错过这一夜 只是随着夜深星线 一个个道士的脸色都变了 看着紫微星旁的那一颗 突如其来的亮星 再看看暗淡无光 一鸣一灭的紫微星 大家心中都是一景 天降妖星 紫微暗淡 这是要出大事啊 老道士一旁的 小道士眨眨眼问道 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啊 能有什么大事发生啊 老道士头也没回地 观察着星辰说道 陛下驾崩 王朝更替算不算大事 奇怪 贪狼 破军居然没有异常 难道人间没有太大杀法 没有杀法好 没有杀法好啊 清风 即日起封山三年 没我指令 任何人不得下山 小道士文言 虽然不太懂 但还是点了点头 是 师父 徒儿这就去安排 然而 并非所有人看到这幅星象 都会选择避世 还有很多人选择了入室 没有杀法 平稳地过渡王朝更替 这要是他们能辅助新一代人皇 那可是从龙之功 若是能被封为国师 甚至能想国运修行的 小梦 随为师出山 文言叫小梦的女子 看向自家师父 犹如星辰般明亮的眼睛 让人一眼 就会忽视掉她的长相 但是她的外貌 其实也格外突出 是一个堪比傅月华美貌的少女 美帝内敛 只能说她的眼睛太过出众 师父 我们不是修得无味道吗 参与王朝更替 这不太好吧 到底是自己唯一的徒儿 老道士解释道 平日里确实如此 但是王朝更替有大气韵 大功德 我道家分天地人宗 我们天宗修的是天心 讲究顺应天命 地心将士 紫微暗淡 此乃是天命所归 是上天发布的任务 只要我们入室辅佐天命 往日里修行 不足此时入室的一分 而且 你看这贪狼破军未动 说明这次天命 基本不会出现什么大伤亡 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机缘 小梦听了师父的话 古井无波的心也是 微微一正 不足一分是什么概念 意思是 一日顶百日修行 一年顶百年 顿时间 执着于修行的小梦 就期待了起来 与此同时 道家人宗宗主宁道旗 则是眉头微皱 天宗修无为 地宗修本命 人宗修人和 人和者 不变才是王道 天宗顺应天命 他们则是为天下 截取一道天命 看来得去佛门走走了 希望那些老家伙 小娘们 能出山助我 与此同时 除了这些道士 还有一些人不知所措 这些人就是青天间的人 他们负责观察天象和天气 可是今日这天象 他们不敢报啊 几个青天间间成 面面相去 都说说吧 这怎么报 实话实说 肯定是不行的 别的还好说 这王朝更替怎么说 说了怕不是要给咱们 按个霍乱朝纲 咱们是要死路一条的 但是完全瞎说 也是在找死 不出事还好 若是有个灾难什么的 岂不是自掘坟墓 既然这样 干脆我们不全报 只报可能今年不太平 而且私下报 也只能这样了 大家口风都紧点 不然咱们全家老小 可没一个能活的 程大人放心 我们小得厉害关系 此时李修竹还不知道 自己貌似被天道针对了 一日一早 李修竹带着傅月华回了家 看着夫妇和出嫁前 没有任何不同 傅月华颇为有些感慨 去年的我还是个女孩 现在就已经成了人气 总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这么想着 傅月华看了一眼李修竹 忽然笑了笑 若是梦 应该也是个美梦吧 虽然夫君是有点花心 但是对我们总是好的 李修竹听着 自家媳妇的胡思乱想 不禁心中也是开心 这个时代的女性 真的很容易满足 这样割后事 敢花心头给你打掉 就算脾气好的 那也是必定要离婚分手的 哪能有如此神仙般的日子 傅文汉夫妻两个 此时正坐在客厅上 都在京城 今日肯定是要回门的 是以二老起来后 就在客厅等着了 李修竹二人一进来 看到二老就行了个礼 小婿李修竹拜见岳父 岳母 女儿见过爹殿 母亲 傅文汉文言汉首 好 都起来吧 陈氏也赶忙开口道 修竹 岳华都做吧 玉梅 上茶点 李修竹左右扫了扫 没看到自家三个小姨妹 不禁有些奇怪的开口问道 云霜他们呢 陈氏文言笑笑 云霜说 要给咱们亲手做炖饭 现在在他的小厨房呢 李修竹点头 云霜亲自下厨很正常 在他看来没什么特别的 但只有傅文汉一家知道 他们能吃上云霜的饭菜 可是托了李修竹的福 傅云霜除了研究菜色 是不会专门做饭的 傅月华也十分了解这个二妹 看着一无所觉 觉得理所应得的李修竹 无奈地笑了笑 自己的妹妹 还真是被夫君给拿捏住了呀 嗯 为了避免被傅月华知道 自己能偷听到她的心声 她没敢去想 赶忙转移话题开口道 烟雨和宝珠呢 不是还在睡觉吧 陈氏笑着开口道 可不是在睡觉吗 从你那回来后 拿着竹蜻蜓玩了一下午 然后睡觉前 又拿着伏笔看了又看 要不是屋里的侍女来找我 我去看着他们睡 怕是过了害时都不会睡 李修竹文言 尴尬地搓了搓鼻子 看来还是自己问题 嗨嗨 就是想给两个小家伙 一点新奇的礼物 没想到会耽误两个 小家伙睡觉 陈氏看着李修竹 不好意思的样子 笑着说道 不是怪你 是高兴你对姨妹们很好 来 这是给你们的压岁钱 陈氏说着 华人站了起来 走到了李修竹和傅月华身旁 李修竹和傅月华 也赶忙也站了起来 陈氏也不以为意 将两张纸 分别递给了二人 钱这东西 自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过李修竹 倒是好奇是多大面值 可惜当面看不怎么礼貌 她接过后 就放进了我袖口 谢谢岳父岳母 祝岳父岳母新的一年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岳父 岳母 这是我和月华 给你们准备的礼物 李修竹说着话 从怀中掏出了一对 银制镂空香囊 听闻月母有心计的毛病 所以特意准备了这个 里面有一颗 我根据古方做的特效药 突发心计的时候服用 能调出月母性命两个时辰 嗯 不只是心计 还有精觉等等 不过不能解毒和治疗含病 这药丸的药性 应该三年内都不会挥发完 但是为了保证药性 我会每年给月母准备一颗 若是用了记得跟我说 我尽快给月母补上 陈氏文言 欣慰地点点头 你这孩子有心了 李修竹也是笑了笑 应该的 这另一个 是我给月父准备的 月父忧心国事 经常用脑 这里的这颗 不是用来服用的 而是闻了可以提身醒脑的 想来应该能帮到月父不少 说着 李修竹将两个香囊 同时递给了陈氏 继续道 月母的是红色碎的 月父的是黑色碎的 莫要弄魂了 好 老爷 我给你记上 好 陈氏将自己的香囊 先交给玉梅 将黑色碎的香囊 给傅文汉系在了腰上 淡淡的龙脑薄荷香 从香囊上扩散 让傅文汉和陈氏精神 都提升了不少 傅文汉看了看香囊 满意地笑了笑开口道 修竹有心了 和你的礼物一比 月父准备的那点压碎钱 真是不值一提啊 陈氏也有这种感觉 总觉得两张银票 有点不走心了 月父说笑了 心意到了就好 而且 我来傅府是一穷二百 岳父岳母不嫌弃 待我如此 我对自家人好点是应该的 傅文汉和陈氏文言 笑得更开心了 修竹说的没错 都是一家人 走 和爹来书房 爹有点是想问问你的看法 李修竹文言嘴角抽了抽 不是吧 过年还要办公的吗 陛下要不要这么压榨咱们家 傅文汉文言 顿时瞪了李修竹一眼 瞎说什么呢 陛下也是岳父 也是你爹 为你爹尽尽心怎么了 是是是 岳父说的是 傅月华也起身开口道 母亲 我们去看看两个小妹吧 时间不早了 不能再让两个小家伙睡了 陈氏文言点了点头 走吧 我们去看看烟雨和宝珠 与此同时 礼部官员也正在张罗明日婚礼 初三就是新罗公主海别 和于璇姬出嫁的日子 新罗公主海别比较急 于璇姬自然只能陪着 此时彩礼和陪嫁已经装香 等明日太子从城内 去城外驿站接人 交接彩礼和嫁妆 在城外驿站完成了交接后 人就可以带回来了 于璇姬那更简单 因为算是陪衬 今天也会住到驿站 一起打包回来 说实话于璇姬不太想嫁 她怎么也是官宦人家的小姐 从小擅长诗词歌赴文明远播 可如今嫁得一点没有仪式感 哪怕是太子 她也不想嫁 早知道随意找个看的过去的官宦子弟 都比现在好 可惜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再不想也没办法 抗旨不遵 她爹都不会同意 小姐 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该出发了 嗯 翠柳 你就别跟我去了 翠柳一正 立刻跪倒在地 赶忙开口道 小姐你不要翠柳了吗 是翠柳做错了什么吗 小姐 翠柳做错了什么你说 我肯定改的 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于璇姬文言苦笑 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 小姐我这是为你好 翠柳文言不动 为我好 骗人 为我好就是不要我 看翠柳不动也不说话 于璇姬解释道 此去你应该知道 是要作为通房丫鬟的 我的幸福没了 怎么能让你也在失去幸福呢 我想翠柳你可以有自己的人生 自己喜欢的人 希望你能有自己的爱情 翠柳欲言又止地看着于璇姬 到嘴边的话 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看翠柳这个样子 于璇姬开口道 有什么你就说吧 翠柳想了想 小心地开口道 那小姐先恕翠柳无罪 也不准生翠柳的气 于璇姬眉头微微一皱 但开始说道 说吧 恕你无罪 也不生你气 翠柳这才说道 翠柳觉得 小姐可能是看话本书看傻了 嗯 翠柳顿时被于璇姬的一个 恩字吓了一跳 赶忙开口道 小姐你说了不生气 也不怪罪我的 于璇姬文言一致 但是还是想知道为什么 说说看 说得不好 我就还让你走 翠柳文言 也只好实话实说 以期望不会被于璇姬扔下 嗯 就是吧 小姐你老向往自由的爱情 但是爱情哪那么多美好 小姐没看到戏曲里 唱的杜石娘吗 被骗财骗色还被卖 老惨了 于璇姬当即开口反驳道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了 虽然杜石娘是青楼女子 但是她可是花魁 有自主选择权的 而且 从杜石娘可以自掏腰包九千两 就可以看出 她是喜欢李甲的 可李甲呢 为了区区一千两 就把杜石娘卖了 若是杜石娘不跳江 未来如何 怕是凄惨无比吧 如此说来 还不如嫁个富贵人家 至少这样基本不会被卖 不过富贵人家也不好 还是皇子好 哪怕是个妾 也绝对没人敢让小姐赔睡 而且 小姐你可能高估我们这些奴婢了 我们能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过一生 吃好喝好 就是我们一辈子追求 小姐可是要嫁给太子的 若是翠柳跟了小姐去 要是成了通房丫鬟 那翠柳可赚到了 太子爱 要是太子以后登基了 那我最少也是个招野 这不妥妥的是 人生赢嫁 哪怕是太子没给翠柳开眉眼 那有小姐在 我也吃不了亏 反正翠柳是跟丁小姐了 小姐别想 把我赶走 于玄姬文言张张嘴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而且奇怪的是 她竟然觉得翠柳说的有道理 这就很可怕了 于玄姬装作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行了行了 你愿意跟着就跟着吧 烦死了 走了 该出门了 翠柳也不担心 她可是很了解于玄姬的小脾气的 文言黑黑一笑 伸手扶住了自家小姐 小姐你慢点 我扶着你 于玄姬 我最好有快 与此同时 海别也从红炉寺出来了 上了前往城外驿站的马车 明月嫂子还没消息吗 这马车周围都是海别的人 她也不怕有人会听到 是的 公主 明月王妃到了上京城 后人就消失了 王妃最后一次 是年前我们进城的那天 在有间客栈里住了一宿 第二天有人将王妃接走了 海别文言眉头微微皱起 有人 是李修竹吗 回公主 不是李修竹 李修竹在上京城 很多人都认识 老板刚好见过李修竹 那天去的人不是李修竹 不过是不是李修竹派去的人小的 就不知道了 海别皱着眉沉思了片刻后 再次开口道 派人去监视好李修竹 王妃的消失肯定和她有关 是 公主 顿了顿马车外的声音继续道 不过 我们大部分人能留的时间不多了 等大洲的粮食到位后 我们大部分人都要回新罗 而且 大洲也不会同意我们留下的 最多臣这边 只能给公主留两个人 海别也知道他们 不可能留太久 文言点了点头开口道 行 你留下两个人监视李修竹 有了情报 让人在太子东宫外等金明珠 我会尽量让他出来走动的 听到海别的话 外面的人松了口气 两个人已经是尽力 即便是这样 这两人也得处处小心 不说风餐露宿 但是也绝不会太安逸 是 公主 趁这就去安排 就在公主安排好李修竹的时候 李修竹已经和傅家人 已经上桌了 时间回溯一个时辰 傅文汉找他还是说的 大运河的事情 意思是 人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为了尽快完工 傅文汉想出午开工 所以问问李修竹该怎么挖 人搞定了 炸药也搞定了 老实说 大运河并不难挖 那么多人 哪怕只能用人工运输 也足在工期内 将土都运出来 年前地形已经勘测好了 只要避开山时 尽量划出一道土路 那么问题不大 我让人打造了一种转铲 可以执行向下挖出一个洞来 然后用炸药破坏土层密度 这样可以快速松软泥土 让挖掘不再费力 有了这两种东西 工期基本可以提升数倍 最后 我尽快弄出一种人力运输工具来 这样可以将土方 快速地运送到河堤上来 李修竹的话 让傅文汉一正 为什么这是由李修竹说出来 总有种轻而易举的济世感 若是别人傅文汉 八成是要让对方务实的 可自家女婿的神奇 她是见过的 对于格物 自家女婿也不在话下 既然女婿开口 那也一定是有把握的 不过她还是问道 有把握吗 爹的时间不多 最多只能给你一个月的时间研究工具 一个月这么久的吗 李修竹身上可是有无字书的 想从中取长补短 研究一个人力传送机 不要太简单好吧 岳父 这个我已经有眉目了 大概七天内就能给你图纸 七天吗 修竹 你可真的是帮了爹大忙了 李修竹心想 要不是答应了太子去洞房 说不得这个时间只需要三天 还是画图纸 所需要大部分的时间 岳父 明日太子那你去吗 傅文汉文言点点头 若是一般女子 我肯定不会去的 但是娶的毕竟是藩帮公主 不能施了礼仪 到时候不光是我 满朝文武都会到 对了 你也是要去的 要不到时候 你跟爹一起去 嗯 我就算了 琉璃是太子的亲妹 我肯定是要和琉璃一起的 到时和岳父一起 可能不太方便 傅文汉文言恍然 点了点头开口道 修竹你说的没错 还是你思虑缜密 既然这样 那还是分开去吧 对了 爹听闻 你和太子最近走得很近 怎么回事 你已经站队了吗 李修竹文言点点头 开口道 父皇那边盯上我了 我若是不能和太子缓和 那陛下 怕是要舍弃我了 李修竹先用父皇 后用陛下 就是在表示一句话 最是无情帝王家 傅文汉眉头皱了起来 怎么会 陛下他正值当年 而且就算站队 也不应该站太子吧 太子他之前 是不是你误会陛下了 李修竹摇了 摇头开口问道 陛下让岳父半年内 务必建设好大运河 岳父你就不疑惑吗 太子意图谋反 致使陛下受伤 却只关了一段时间禁闭 难道这不反常吗 我平叛立功 却回来 就被剥夺了兵权 这正常吗 所以 陛下应该命不久矣 且有幸让太子登基 李修竹的几个问题 给傅文汉问愣住了 但是若是以陛下 命不久矣做前提 那么一切 又都是合理的了 思现在形势这么紧张的吗 那大运河 就是陛下给自己 在史书上留下的功绩了 傅文汉忽然拍着 李修竹的肩膀 认真地说道 为父相信你的判断 如果你有需要 爹帮助的地方 尽管开口 趁着我们还活着 李修竹听懂了 傅文汉话语中的意思 文言笑着开口道 没有岳父想得那么复杂 我和太子现在正是蜜月期 就算太子登基 也定然不会对我动手 更何况 琉璃是太子的亲妹妹 无论皇后还是太子 多少都会在意点的 傅文汉文言汉手 看着李修竹认真地说道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的身后 可是有一大家子人呢 是岳父 我知道了 他岳父说得对 他背后 可是有着一家子女人呢 他不能只寄托太子的友情 最是无情帝王家 别说兄妹情 就是父子情斗百大 至于太子妃 万一是眼的呢 为了让他麻痹大意 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他也有后手 趁心被他用一魂大法催眠过 只要太子在他面前 有想出调理修竹的意思 趁心就会在他住的地方 留下暗号 时间回转来到了宴席上 李修竹看了一眼 今天的菜色夸赞道 云霜现在已经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这道南瓜尼尾排骨 闻起来香气四溢 让人闻着就想尝尝看 而这可都是我没教过他的菜色呢 还有这道甘笋编五花 也是我都第一次看到的菜色呢 李修竹的话 让一旁坐下的傅云霜 脸上挂满了笑容 还是姐夫厉害 要不是姐夫教我入门 已经弄了那么多调味品出来 我就算脑子里有想法 也做不出来 哈哈 那也是云霜你有天赋 看着这两人 准备开始商业互夸 傅月华忍不住 翻了个白眼开口道 你们别互相夸了 吃饭吧 是啊 是啊 宝珠都饿了 傅月宇没敢说话 小意地看了眼二姐 心想 宝珠又得罪二姐了 傅月华咬了一钟南瓜微排骨 递给了傅文汉 又咬了一钟 递给了陈氏 不过还没等他咬给李修竹 就见云霜已经给自家夫君咬好了 好笑地瞪了一眼 有些不好意思的傅云霜 他又给宝珠咬了一钟 而傅云霜也给烟雨咬了一钟 然后二人才给自己 也咬了一钟做了下来 傅月华刚鸣嘴 吃了一口南瓜泥 顿时眼前一亮 但还不等他开口夸赞 一旁的两个小妹就先开始了 哇 二姐你做的南瓜好好吃呀 二姐 你以后能不能每天给我们做呀 傅燕宇也很开心地吃着 不过 他的要求就比较小了 二姐能切 不 三天给我们做一次也好啊 燕宇可喜欢吃南瓜了 傅云霜压根没惯他俩 看心情吧 心情好了 给你们做 顿时间傅燕宇眼前一亮 看着李修竹问道 姐夫 那你能不能经常来了 顿时间傅云霜脸上一红 狠狠地瞪了一眼傅燕宇 傅文汉 陈氏和傅月华 也是没忍住笑了起来 李修竹则有点尴尬地笑笑 童言无忌 他能怎么办 傅文汉也难得地笑了笑 开口道 燕宇说的没错 修竹你还是要时常来家做做的 不然我们都吃不到多少云霜做的菜 傅云霜顿时不干了 他平时吃菜 还不都是他们吃了吗 母亲 你看父亲 就会欺负我 嗯 可是你父亲也没说错啊 呀 不理你们了 我吃饱了 眼看云霜恼羞成怒地想走 李修竹赶忙拦了下来 开口道 别跑 大过年的给吃饱吃好 不然一年都饿肚子的 坐下 乖一点 说着 李修竹给傅云霜的碗里 夹了一根鸡翅 欧要走的傅云霜 忍着羞意地坐了下来 头也不敢抬得默默吃鸡 如此一幕 更是给二老和傅月华 看得笑妈了 倒是两个小家伙 不明所以地看了一眼 对一边吃南瓜汤 一边对李修竹说道 姐夫 我也要吃鸡翅 姐夫我也要 好好 夹给你们 李修竹给两个小家伙 夹了两个鸡翅后 也厚着脸皮 尝了一口南瓜汤 甜香中 带着丝丝的咸味 又有肉味的醇厚 这是自家养的猪 已经不善了 而且猪还不大 肉质还带着点鲜香 排骨是先煎过的 有着烤肉的焦香味 但是又没那么重口 南瓜汤是用南瓜泥做的 每一口都带着南瓜的醇香 微微的咸味 不但没夺走南瓜的甜味 反而香得一张 让南瓜更甜 好吃 这么一道菜 未来要是放进轮胎餐厅 少说的三百起步 当然 现在可以卖更贵 放在云竹楼里 这道菜没二两银子 你想都不要想 二两银子什么概念 两千块一道菜 一日 初三 也是太子成婚的日子 因为是娶的平妻 加上对方是公主 这次的婚礼 依然很隆重 从东宫到上京城外 布满了大红灯笼 红色的丝绸 挂满了沿路的门店 一大早 天刚亮 一路上敲锣打鼓的声音 就在上京城响了起来 一辆辆马车 从户部停靠在东宫 又从东宫开始出发 马车上多是一车车粮食 当然还有其他大洲 特有的奢侈品 比如说精美的瓷器 茶叶和丝绸等等 到了四时 马车已经从东宫 排到了上京城外 一辆辆的马车 看得老百姓们 愤外热闹 要知道 从第一辆马车走开到 现在已经一个多时辰了 十里红装也略有不如 更何况 这马车上装的大多是粮草 此时的太子 正在驿站里喝茶 因为要当面点清彩礼和嫁妆 大家倒是都不急 太子 交接完毕了 可以接新娘回东宫了 那就走吧 对李承子而言 婚礼本就是走个过场 就是这个时间比较熬人 不光是接亲路上消耗的时间 交接彩礼也耗时间 他从尘时出发的 如今交接完彩礼 已经喂食了 回去还得一个多时辰 回程车队自然也不少 不说别的 光是毛皮就能装几十马车 除此之外 还有东珠 金银珠宝 老山深等等 加上鱼玄机家的彩礼 竟然不比来十手 甚至还多一些 马车回程时 沿途的百姓 看到这么多嫁妆 都羡慕妈了 尤其是那些带子归中的少女 更是想找个如意郎君 就此嫁了 东宫 城东礼富贵礼原外礼上 翡翠白菜一颗 玉如意一饼 黄金白两 城东王老虎王元外礼上 金碗金碟金块金汤勺三件套 黄金五百两 王老虎和李富贵同时进府 李富贵看向王老虎 不禁感慨道 还是王元外 你的贺礼实在 和你一比 我这有点拿不出手啊 王老虎面上得意 笑眯眯地说道 害都是俗物 还是李元外的翡翠玉石雅致 拿脸 拿脸 不过这翡翠白菜 可确实费了我老大的功夫 才弄到手的 二人恭维着进了门 但一声声畅诺 时刻不停地在想着 户部郎中甲四道道 李上金珠五百 金珠五百就是五百两 但是这才是正常礼金 不是谁都是那些商骨大户 官员们也就这个水准了 李部郎中孙继夜道 李上金珠五百 户部侍郎宋连道 李上金珠一千 李部侍郎孙敬娘道 李上金珠一千 这个时代 没有季晓兰 刘雍 也不是类似明朝的背景下 所以大多都是有钱的 虽然上个李金珠一千很不正常 但是这是太子婚礼 加上大家都有产业 一次两次 也没人会到你贪污 李修竹也在这时到达东宫 安阳郡公李修竹 文华公主 文杰公主道 李上招财金珠一只 七彩琉璃一尊 翡翠多子观音一尊 万金 最大李金出现了 但是作为两个公主的李金虽然多 但也不是那么突兀 李修竹刚带着两个公主准备进去 就听到畅诺人畅道 丞相傅文汉道 李上两千金 李修竹没想到这摇巧 停下了脚步 过了东宫正门 李修竹带着两个公主走了过来 行了一礼开口道 岳父带人来了 是啊 没想到我们前后脚到了 说着 傅文汉对着两个公主行了一礼 陈傅文汉 见过两位公主 傅相请起 傅相请起 傅文汉起身开口道 走 先进去再说 李修竹点头 四人结伴进了东宫 东宫艳客的主殿内 已经坐了不少官员 看到四人来 齐齐起身行礼 李修竹被安排的座位 是右手第一桌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官职高 谁让他俩老婆是公主呢 左手第一位 是三皇子李承玉的 傅文汉在左手第二位 显然这个时候 再说话 就不是那么方便了 不过也都是闲聊 说不说话问题不大 而且 傅文汉此时 有百官打招呼 同样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要问 好无聊啊 这些人一个个的 就知道吹嘘拍马 也不知道太子哥哥到哪了 赶紧吃完饭 我就回家了 李修竹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百无聊赖 在桌子上 拿酒水画画的李琉璃 开口问道 无聊了 李琉璃文言抬头 有点没精打采地开口道 是啊 感觉好假呀 要是可以的话 我更想在家里 陪姐妹们打马掉 玩游戏 李修竹无语地抽了抽嘴角 富贵人家的子女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这些女孩子 结婚前还可以参加诗会 见识下外面更多的人 但是结婚后 基本就是在家了 偶尔三五个好友 约着去买买衣服 上上香 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 你猜 为啥佛寺 为啥老出藏屋 耐够的事情 真以为都是重金求子 还不是因为求神拜佛 才有作案时间和场地吗 要知道 这个年代 有点钱都好几个老婆呢 谁能都喂饱呢 真当一个个都是主角 都有系统呢 也就是李修竹家的女人不一样 她们关系和睦 一个个都吃得饱 而且 李修竹弄出的几种游戏 也让大家都玩得开心 是以一个个的都变成了宅女 外面在她们看来 是真的没什么意思 在家多好啊 狼人杀 斗地主 把麻将 还有泡澡 美容护肤的 基本上是她能想到娱乐放松节目 每隔七天 就给大家安排上一个 那么多新奇的东西 等着她们体验 她们才不想出门呢 现在肯定走不了的 你们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去找太子妃做会 自由点 还能说说话 李琉璃文言 眼前一亮 是啊 去唠嗑 总比干坐着好啊 夫君你好棒 那我和姐姐去找太子妃嫂嫂了 嫂嫂 听到这个称呼 李修竹 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好吧 你们喜欢就好 也不知道萧荣瑜 听你叫嫂嫂 心里会怎么想 莫名有点期待怎么办 要不我跟过去 偷听下心声 小姐 你现在什么心情啊 看到这么热闹的场景 有没有很激动 很开心 翠柳可是很久都没见过 这么盛大的婚礼了 光是彩礼嫁妆 就实力还长了 要是我能有这么个婚礼 真的是当下死了 我都是幸福的 于玄姬听着翠柳 喋喋不休地念叨着 真真是无鱼子了 这是太子在自己 不知道的时候 给了这小丫头多少好处吧 不然怎么能帮别人 说话到这种程度 十六台大红花轿中 于玄姬忍不住问道 翠柳 你老实说 太子给了你多少好处 翠柳文言茫然地 看向花轿内 什么好处 小姐都没见过太子 翠柳怎么可能见到过太子 那你为她说这么多话 翠柳更加茫然了 我为太子说过话了吗 是昨天的事 可是昨天的事 今天还惦记着呢 小姐也有点太小夹子气了吧 那不是她自己问的吗 与此同时 翠柳鱼也看到了 两个名义上的小姑子 碧瑶 琉璃你们坐 红霜 却将果盘拿来 另外将后厨的燕窝 端上来两份 李琉璃文言赶忙开口道 嫂嫂不用这么麻烦 我和姐姐出来时 还吃了不少点心 不饿的 翠柳鱼文言笑了笑 说道 这可是西域商人 从仙罗带来的血烟燕窝 再上京城 可是很难吃到的 血烟燕窝吗 这个往日里 只有母后才能吃到的矮 要不尝尝 李琉璃心动地咽了咽口水 既然嫂子这么诚心招待 那我和姐姐就尝尝 萧荣瑜再次听到嫂嫂 多少是有点别扭的 但是也只是一点 她那个便宜夫君 还一直叫她太子妃呢 尴尬这东西 慢慢也就习惯了 李修竹并没有真的来偷听 今天太子府这么多人呢 万一被有心人看到 也是麻烦事 不多时 金炖的血烟窝就端了上来 做法上烟窝基本只有炖 除了肉眼可见的莲子 桂花和枸杞 也只剩下血烟窝的主材料 这时 萧荣瑜开口道 你们快尝尝看 除了能看见的莲子 桂花 枸杞 我还让人加了人参 不过人参味道太浓郁了 口感不好 所以我让人炖煮了两盏茶后 就把人参挑了出来 另外 在出锅后 温度没那么烫后 又加了严密 严密微酸 且带着一点点心甜 是口感丰富的佳品 李琉璃被萧荣瑜说的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文言赶忙咬起一勺尝了尝 微微的酸味 微微的辛辣 人参的造假味 和浓郁的甜味 比较明显 但是四种味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没有一点 谁抢走了谁的味道 嫂子这燕窝 真的做得好吃爱 不过还是 略显清淡了一点 嫂子有空来我家 我让修竹给你做好吃的 修竹做得好吃的 好多都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 嫂子知道 现在上京城里最红火的云竹楼吧 那里面的菜 都是从我们府上流出来的 萧荣瑜文言眼前一亮 又有些羡慕 眼前一亮的是 听到了李修竹的事情 羡慕的是 李琉璃他们 能吃到李修竹做的饭 真的是 我哭死 不过萧荣瑜面上 还是不露声色 只带着一点点疑惑地问道 妹夫会做饭吗 她叫修竹不合适 叫李修竹太生分 只有妹夫适合了 只是这妹夫二字一出 心里顿时有些异样 这一刻 她好像有点懂 为何李修竹只叫她 太子妃和嫂嫂 而不乐意喊她名字了 好像 有一点点格外特别的感觉 等天快黑的时候 太子终于带着人回来了 听着外面热闹的爆竹声 李修竹笑了笑 她倒是眉如众人 一般却好奇地看新娘 都带着大红盖头呢 看也白看 而且 习俗就是那些习俗 她都经历过了 看不看也大都知道 这时 外面又传来了一个声音 陛下道 毕竟是皇子成婚 不是纳妾 而是娶妻 所以她肯定要来的 李修竹也难得起身 一步往外走去 婚礼的仪式 是在前厅举行的 李修竹过去的时候 李阔刚刚进了前厅 李修竹看了一眼 萧荣瑜和他俩老婆也在 儿臣见过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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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修竹看到这也上前行礼 儿臣见过父皇 如果可能他是真不想这么叫 但是之前李阔专门找他说了 非正式场合可以清静点 他自然也没选择权力 而且叫一声父皇也不亏 除了有点别扭 嗯 都起来吧 说着微微皱眉 老三和你二姐还没来 李修竹闻言当先开口道 二姐和三哥刚到宴会厅那边 听到父皇来 应该也快过来了 李修竹话刚说完 李承玉和李世勤 已经连媚而来 儿臣见过父皇 儿臣见过父皇 嗯 来了就好 先一边站着吧 婚礼仪式马上就开始了 今天这就一个座位 其余人也只能站着 李修竹带着俩老婆和李世勤 站在了一起 李承玉则在另外一边 即时已到 随着一声畅诺 大家纷纷站好 李阔也入座 这时 李承泽也一手牵着一条红丝绸 步入前厅 此时的李承泽 一朵大红花在身前 像急了中了恩科的状元郎 身后两女 凤冠侠配 头戴红盖头 让人一眼看去 除了外在华丽 看不到任何内在 可是那娇好的身材 还是让人忍不住浮想连篇 想一窥内在 拜天殿 一拜天殿 随着声音落下 太子带着两个新娘转身 拜向外面的天地 此时通往殿外的方向 都被让开了一条道路 显然是没人敢承受这一拜的 二拜高堂 这一次是拜向李阔 李阔欣然接受了这一拜 三拜夫妻对拜 两个新娘同排站好 李承泽在对面站好后 三人行了一礼 送入洞房 李承泽闻言 看了李修竹一眼 随后微微露出一丝笑容的离去 看到李承泽的笑容 李阔觉得 儿子是真心未成婚 未得到两个美人而满意 不禁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就在前面热闹的时候 此时太子 则站在两个新人面前 太子也没客气 直接将二人的红盖头摘了 是的 就是用手摘掉的 而且现在可不是入洞房的时间 现在摘红盖头 他余里不合呀 于玄机这才惊讶地发现 一旁还坐着一个女子 看着女子的装束不问 就知道是公主 不过 他也仅仅是看了一眼 就死死地盯住了 太子手上的红盖头 太子殿下 这余里不合吧 仅仅皱着的眉头 显示着主人的心情 显然即便是太子的身份 也没办法平息于玄机的恼火 人生仅此一次的婚礼 结果居然虎头蛇尾 然而 太子并未给于玄机好脸色 文言淡淡地开口道 你想要什么礼 怎么你是觉得 你成了太子侧妃 就可以目中无主了吗 福为七刚 若是太子乐意 对他做什么都是合理的 哪怕是卖了 于玄机沉默 似乎想用无形的抗议 表达心中的不满 至于一旁的海别 则在看热闹 他只是来换取利益的 其他的他无所谓 太子看于玄机沉默 这才开口道 本宫 需要你们为本宫招待一位兄弟 招待 兄弟 这一瞬间 于玄机脸色巨变 漠然想到了 昨天翠柳说的话 说好的 当了太子妃 不会被要求服侍别人呢 而且居然是新婚业 这混蛋畜生 到底当自己是什么人 于玄机面露苦涩 你杀了我吧 我不会给你服侍别人的 太子文言 奇怪地歪歪头 为什么 我们之间 应该没有所谓的爱吧 于玄机文言 痴笑一下 怎么说我也是 光患人家的女子 学的是四书五经 三从四德 虽然出嫁从夫 但是也不想人尽可服 我只想一生一世 从一人 李承泽文言笑了笑 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我有说 让你服侍很多人吗 只有一个 以后我也不会找你 你的未来只有他 反正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 应该没问题吧 于玄机一正 没想到是这个回答 如果是这样的话 确实合理 只是为何太子会来娶他 还是说 那人喜欢自己 可是自己 和父母拒绝了他 加上二人又是好友 所以才 于玄机的脑补 李承泽不知道 也不在意 只是看对方没开口 顿时有些不耐烦 你们若是不答应 今晚就会死 明日就会传出 你们意图刺杀本宫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 于玄机 你的一家老小 都会因你而被斩首 而你 海别公主 你要的粮草 恐怕运不到新罗了 海别文言一正 赶忙开口道 太子 海别愿意听从太子的吩咐 文言李承泽的脸色 终于好看了许多 再次看向于玄机 于玄机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开口道 我也同意 很好 来 一人一杯 李承泽说着话 倒了两杯酒给对方 这是两杯助兴的酒 喝了本宫就离开 海别没犹豫 当即就喝了 于玄机虽然觉得这杯酒 万分沉重 但是有了海别的先例 他也喝下了杯中酒 李承泽哈哈一笑 开口道 你们就在这等你们的 如意郎君 放心 这个酒效果很慢 一个时辰后效果 才会慢慢挥发 李承泽离开后 二人面面相去 两个不熟悉的人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于玄机看着桌上的红盖头 有些可惜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戴上 还是就这样等那个人 李承泽刚离开没半盏茶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二人下意识看了过去 只见来人是一个容貌绝色的女人 二位妹妹好 我是太子妃萧荣瑜 太子妃 她来这里干什么 难不成是来示威讲规矩的 可笑她不知道 我们只是她夫君 用来招待别人的吧 但到底是太子郑妃 面子上还要好看些 于玄机起身微微易理 于玄机见过太子妃 不知道太子妃有何吩咐 海边没起身 只是淡淡地看着萧荣瑜 萧荣瑜笑了笑 想来两位妹妹已经知道了 自己为何进来的 我来呢是想给你们安安心 也怕你们胡思乱想 做出傻事来 嗯 她这意思是她知道 两女继续沉默 沉默似乎是此时最好的言辞 萧荣瑜也不介意 继续道 太子其实不喜欢女人 但是陛下又要求太子殿下 必须生下儿女 才能继承大宝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太多 不用担心侍奉了一个 你们没见过面的人 而后又要服侍太子 另外 你们一旦怀孕 生下的孩子也会成为隆重 未来的太子 也会是在我们姐妹的肚子里诞生 这么说你们懂了吗 于玄机闻言 眉头松开了少许 但精益的眼光 却怎么也无法消散 如果按照萧荣瑜这么说 那么她也是那个人的女人 太子竟然喜欢男人 不过很快 于玄机就想到了关键问题 她微微皱眉地问道 那如果我们一直没怀孕呢 那会怎么样 顿时间 萧荣瑜也被问住了 心中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若是所有人都没怀孕 那么八成就是修竹的问题 可如果再让别人碰她 她肯定是不乐意的 萧荣瑜忽然脑海里 一闪而过一个念头 要不要先下手为强 弄死太子 太子一死 定然就没人能再逼迫他们了 不过 这是最后的手段 而且 萧荣瑜笑了笑 想想李修竹的突出 自己每次都仿佛溺水的鱼 快死了一般 怎么都不像是不能播种的样子吧 也不知道修竹的王妃们 有没有已经怀孕的 如果有 也好给自己吃磕定心丸 要不晚上问问看 可是今天是两个妹妹新婚夜 不好吧 放心 如果真是这样 我会处理好的 想来妹妹是不想让多余的人碰你吧 我也是 除了她外 我不会让别人再碰我 必要时 我能做的也不少 于玄机闻言 暂时也放下了心中担忧 与此同时 太子进了宴客厅 此时李廓已经走了 太子走到了三皇子李承玉桌前 修竹 吃好了 早点送我两个妹妹回去吧 你看他们 都已经不耐烦了 李修竹听懂了这是太子的暗语 不过李琉璃和李碧瑶 显然是不懂的 李琉璃闻言 不好意思地笑笑 太子哥哥 其实我也没那么不耐烦了 只是有点无聊 太子也对着李琉璃笑了起来 这有区别吗 还不都是想回家 嗯 好像是这样 哼 不理太子哥哥了 夫君我们回家吧 反正是他让我们回家的 李碧瑶闻言 刚想打圆场 就听李修竹开口硬喝道 也好 琉璃比较适睡 平日里已经开始洗漱 准备睡觉了 这样 等我送他们回去后 再来和大哥喝几杯 太子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闻言点了点头 行 那可等你啊 好 三人上了回去的马车后 李琉璃这才问道 夫君干嘛等会还要回来啊 明明可以不来的 不过 不用李修竹开口 李碧瑶就帮李修竹开口道 怎么说 那也是琉璃的亲大哥 夫君不在 是有点不好的 说着李碧瑶 看向李修竹说道 要不夫君 你就直接回去吧 我们坐车回府 没事的 李修竹文言摇了摇头 开口道 虽然上京治安不错 但也就是不错 万一你们 要是出了意外 岂不是要让夫君悔恨终身 真的 不差这一会儿 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李碧瑶心中甜甜的 也不再反驳 所幸现在已经入夜 热闹也基本看完了 不过展查时间 他们就回到了家里 李修竹没进门 都到门口了 没必要再送了 到家了 你们也回去吧 我可能今晚上 就不回来了 李琉璃文言眉头一皱 有些忧愿地开口道 也不知道 太子哥哥那有什么好 夫君每次一去 就一晚上不回来了 待在太子哥哥那的时间 都快家里的三分之一了 太子哥哥 真是太过分了 居然跟我们抢男人 哼 改名我一定要跟母后 告他一撞 李修竹文言无语 怎么说 他能怎么说 虽然他对太子没意思 但是太子的招待 简直太渴了 行了行了 嘴上都快能挂游胡了 明后天 我多陪陪你 李琉璃顿时脸上一红 但却死鸭子嘴硬地说道 谁要你赔了 去吧 去吧 李修竹 这才转身离去 这一来一回 两刻钟就过去了 李修竹到了太子府后 刚进门还没前往前厅 就被太子的心妇侍女叫住了 驸马我带您走 过了一个弯 二人的陡然走向了一个小道 随后又拐入了一间屋子 打开了一个暗门走了进去 二人谁都没说话 对于接下来的事情 大家心知肚明 很快 李修竹被带到了一个挂着大红灯笼 贴着大红喜字的门前 好在李修竹沿途并未察觉 有人藏在暗处 事已放松了许多 驸马请进 两位新娘子在等了 李修竹闻眼点了点头 推门走了进去 一进去 李修竹的目光 已经和两人对视在了一起 李修竹看到二人的头上 没有红盖头 顿时一正 再网过一扫 已经发现 红盖头在桌上 这是已经喝过合景酒了 好家伙 这么一来人气味道 真的就来了 两位好 看你们样子 太子应该已经说过了 那么我就开始了 这时 于玄机傻傻地看向李修竹 似乎怎么都没想到 来睡自己的人 是李修竹 但惊愕 和不敢置信之余 他居然有些庆幸 在李修竹北伐班师回朝的时候 他就去看过李修竹 那时候一眼 就心生向往 只想着未来自己的夫君 若是能像李修竹 这样就好了 却没想到 当日所想 居然成真了 这一刻他再也没什么不满 反而脸色微微晕红 多了三分期待 至于海别 他没见过李修竹 并不知道 李修竹的真实身份 但是对他而言 什么都一样 这只是一场交易 当下海别站了起来 开口道 我们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的事情 我知道 你们大周人放不开 那就我先来吧 海别说着去解衣服 但就在这时 一旁的鱼玄机 忽然开口道 这位公主 姐姐 可以我先来吗 海别一正 刚才不是海一副 修奋欲死 觉得自己被羞辱了样子吗 怎么就 忽然主动了呢 不过 海别也没反驳 所谓的助性九 也还没怎么挥发 谁先都一样 只是不知道 这个大周的男儿 是否有这个能力 能连骑两马 既然你想先来 就你先吧 于玄机闻言 眼神紧紧地看着李修竹 继续道 不知夫君 能否亲自为玄机 宽衣解代 李修竹微微正了正 然后点头 应该的 这本 就是夫妻间的正常礼节 互为对方宽衣 这是新婚业当有的事情 李修竹和于玄机 互相宽衣后 李修竹刚想有下一步动作 就听于玄机轻声道 夫君 熄灯吧 李修竹闻言 眉头一挑 这可不行 太子还在外面敬酒吗 这个时候 要是熄灯 被有心人看到 可就麻烦了 你该不会认为 太子府就 无人监视了吧 于玄机闻言 顿时人麻了 不关灯 那不是要羞死人了吗 但紧接着 他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脸色一边问道 那我们这样 会不会被人看到 夫君你来时 没被人看到吧 李修竹闻言笑了笑 开口道 这个你不用担心 每次我们肯定 都搜查过的 而且我走的是 密道来的 至于会不会被人看到 你也多心了 这个烛火的摆放 暗合九宫八卦 所以是不会有影子照出去的 只要一会你们 不是惊声尖叫 就不会引起外面的注意 没人会再只认为 你们在这时候 而过来探查 听到李修竹这么说 于玄机松了口气 但是对于灯光下那个 他还是羞涩的不行 不过李修竹 也不会干看着他羞涩 作为一个男人 他选择了主动出击 在于玄机 刚松一口气的那一刻 他吻了过去 欢迎订阅新魂爽文 下一集 再置顶评论